清晨醒来之后,尹天就感觉自己的眼睛有些不对劲,在他的视网膜上,老是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符号,这些符号自己从未见过,像是记载古老而又神秘的文字。 这一天下来,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尹天,你这一天下来,工作倒是没有完成多少,都在睡觉了吧? 说话的是尹天销售小组的直属上司宁长。 宁长是一个很漂亮的职场女性,身段恶挪,前途后翘大长腿,样貌亲美无比,凡是看鬼眼的男人,无不想路非非。 但宁长也因为拒绝潜规则,所以入职三年以来,一直都还是一个销售小组的组长而已。 尹天欲哭无泪,组长,我也不想,可我眼睛是真的又痒又疼。 说完指了指自己一双已经被揉得发红的眼睛,你看看,都已经红了。 宁丧见状之后也是皱起平眉,尹天的眼珠子里布满了血丝,看着都不正常,索性倒也不追求其今天单个的工作任务,而是摆摆手,算了,你去洗八脸,滴点眼药水吧。 尹天点点头,朝着洗手间走去。 刚走出公共办公区的时候,便迎面撞上了来找宁丧的区域经理,董涛。 尹天之所以知道,那是因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董涛这人早就看上了宁长这姑娘,时不时就会借由工作的名头找她聊聊,偶尔还会安排一起去出差。 不过宁长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董涛的魔抓。 在门口的时候,董涛叫住了捂着眼睛的尹天,你去哪儿? 尹天松开手,洗眼睛。 董涛露出一个厌恶的表情,该不是得了红眼病了吧? 要是得病了,就赶紧去医院,别影响了其他同事。 尹天没有说话,他不过就是个底层小员工,哪里敢跟董涛还嘴,便低下头连忙奔向了洗手间。 因为太疼了,尹天打开水龙头便直接将脑袋伸到了水龙头上。 冰冷的水流哗啦啦地躺下,让疼痛的眼睛暂时地缓解。 然而,当起身之后的尹天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先是一片血红,紧接着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清晰无比。 本来还需要戴着600度眼镜的他,现在竟也不需要眼镜了。 更加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标注着一个清晰的数字。 卫生间门,价格500。 水龙头,30。 冠洗池,1200。 此刻,在尹天眼前所展现的一切都可以用数据来表示。 这真是神奇无比。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扫地的阿姨走了进来,敲了敲门,有人在里面吗? 也不等尹天回答,那位阿姨就大胆地走了进来。 尹天的眼睛里再度出现了数据化的一切,并且在显示有生命迹象的物体数据时,这些信息更加地明朗了起来。 扫地阿姨李淑芬。 年龄56。 未婚。 豪能集团大厦清洁工。 爱好年轻男人。 身价1200万。 看到这一则数据,尹天先是一愣,这扫地的身价都有120万。 但转念一想,李淑芬据说是魔独本地人,还是个拆迁户,便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清洁工身价这么高了。 李阿姨,我还在卫生间呢,你怎么就进来了? 尹天有些不满。 李淑芬却不屑道,你个小伙子还不好意思了,我活这么大把年纪,什么没见过。 说话间,还不忘上下打亮了一眼,尹天之后,目光在他下半身停留片刻,你还嫩了点。 尹天也不想再跟李淑芬多做口舌之争,又洗了把脸之后,出了卫生间。 为了确定他的眼睛是不是真的很神奇,他出了卫生间,目光便四处转悠。 无一例外,除了会显示那些事物的身价之外,对于有生命克征的物体,还会显示其基本信息,比如爱好、性格。 如果集中注意力,还能看到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比如透视以及短暂的未来。 等到尹天回办公室之后,他看见宁长还在自己的工卫旁边,没有离开。 除了宁长,董涛还在他旁边。 宁长,昨晚约会为什么放我鸽子? 宁长瞄了他一眼,我不是说等我下班之后吗? 董涛说,对啊,你昨晚不是六点就下班了吗? 宁长深吸一口气,可我昨晚在家里加班到了十二点,只是没在公司加班而已。 其实,这已经是很明显的拒绝了,但董涛依旧不死心。 在豪能集团,谁都知道董涛是那种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人,虽然只是一个区域经理,但权力可不小,掌握着大大小小实习生的去留。 在职场上,但凡是他看中的猎物,要么就是被他拿下,要么就是被赶出公司。 像宁长这样,没被拿下,还没被赶出公司的,已经很少了。 这不禁让尹天对宁长这女人感到了一丝好奇,便立马集中注意力,开始扫描眼前这高冷的女人。 宁长,年龄二十六,豪能集团销售一组组长,未婚未孕,对尹天有点意思。 魔独首富宁天豪独女,身价二百亿,虽然只是简单地过目了一下,但透露出来的信息却尽为天人。 魔独首富宁天豪,那不正是豪能集团的董事长吗? 作为董事长的女儿,居然在自家的集团当一个小小的销售组组长,这说出去都没人信啊,尹天甚至怀疑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而且,这样的一个富家女,居然还对自己有点意思。 那不就意味着,只要努点力,自己就可以守奋斗几十年了? 尹天你看什么看,还不赶紧回到座位上工作。 董涛因为宁长的事情,很是烦躁,便将怒火撒到了尹天头上。 尹天努努嘴,经理,你挡着我了。 说完指了指,自己的座位,如果董涛不让开,尹天是没法工作的。 董涛让开之后,还不解气,继续鸡歪骂着,每天就知道偷懒, 这个月的销售业绩就数你们一组的最差了,而你尹天就是在拖一组的后腿。 上班没有个上班的样子,一会儿眼睛疼,一会儿又是什么毛病。 要是这个月业绩再这么差,下个月就别来了,赶紧滚。 话不能这么说,也不等尹天还嘴,宁长便站出来为尹天说道, 这个月咱们组的业绩都靠尹天撑着的,况且咱们组就算业绩再怎么差, 好歹也是完成了当元目标的。 董经理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二章,首富的女儿喜欢我。 尹天有些诧异,平日里宁长总是来找自己麻烦, 现在居然为自己说话,莫不是真的对自己有意思。 完成任务就能偷懒吗? 别的组完成了任务,也没有像你。 董涛的手本来指着宁长的,但是食指瞬间弯了回去, 转头便瞪着尹天,也不能像你一样一直偷懒啊。 懒人屎尿多。 骂完之后,董涛一甩袖子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董涛并没有坐下来, 而是将办公室的百叶窗掰开一条缝隙, 望着公共办公区外尹天和宁长。 此时的宁长正要离开, 尹天笑道,刚才谢谢你了, 没想到,你居然会为我说话。 你是我的组员,要骂也只能我来骂。 宁长微微一笑,两人平日里的关系其实说不上好, 顶多就是走在路上会打招呼。 但今天莫名地觉得,这关系有些轻易了起来。 你还真是管不宽。 尹天说完这句话之后,眼神玄机凌厉了起来, 目光如同刀子一般看透了宁长全身。 先是透过衣服,接着内衣, 接着皮肉,直达心脏。 尹天看到了一颗鲜活的心脏正在普通的乱跳, 而尹天脑海里也出现了一段讯息, 因为紧张从而使心跳加速。 紧张?是因为自己吗? 尹天嘴角勾起,继续说道, 看你今天帮我忙的份上,下班了请你吃饭, 正好也有事找你。 你找我能有什么事? 宁长虽心中有一丝窃喜, 但更多的还是疑惑。 尹天回道, 泽泽,你问那么多问题干嘛? 你跟我吃饭总比被董涛给缠着好吧。 说话间,尹天还不忘示意宁, 宁长回头看一眼董涛办公室的方向。 只见那裂开的百叶窗忽然抖动了一下。 尹天嘴角一笑, 这董涛叮得还真紧啊。 你说的有道理, 你起码看起来更像个好人。 宁长点点头, 微笑着回应道, 下班等我一起。 坐在座位上百无聊来的尹天一直等着下班的那一刻到来, 中间还不忘用自己刚刚得到的特殊技能扫过一个又一个同事。 每个同事的基本信息都被自己给掌握了, 办公室里的这些人在尹天面前几乎就是赤裸的。 他们的信息化作了一条条数据, 印刻在了尹天的脑海中。 姓名,张小花。 性别,女。 年龄24岁, 销售一组组员,家主农村, 独自来到魔独打拼。 长得小有姿色, 被区域经理董涛骚扰中, 现在正考虑是否辞职。 身价五万。 靠, 这董涛的网撒得够广的, 咱们一组总共就两个姑娘, 他全都想要不成。 尹天看着坐在离自己不远处的张小花, 这姑娘穿着质朴, 不化妆也挺好看, 平日里温温柔柔, 说话轻声细语的, 真想不通董涛怎么就忍心祸害这姑娘。 接着尹天又看向另一名男同事, 姓名李一帆, 性别, 男, 年龄27岁, 销售二组组长, 马屁精, 小人, 董涛是天, 董涛是地, 只要能升职, 董涛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身价十万。 唉, 尹天摇摇头, 对于李一帆他只有叹息, 可能李一帆只恨自己不是一个女人吧。 最后, 尹天将目光透过那扇百叶窗放在了董涛身上, 姓名, 董涛, 年龄, 38岁, 豪能集团海宁保险分公司区域销售总经理, 贪财好色, 怕老婆, 家里有只母老虎, 财政大权都在母老虎身上, 身价三百万, 不愧是区域销售的总经理, 身价竟然高达三百万。 不过怕老婆这事儿倒没有任何人知道, 尹天暗自发酵, 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董经理居然是个怕老婆的七管言, 要是让那只母老虎知道他在公司里的这些事儿, 面前忽然传来一阵方向, 宁肠跨着那叫不出名字的名牌包包走到了尹天的面前, 你在这傻笑什么? 下班了, 尹天这才立马收起自己的笑容, 然后收拾好之后, 目光在宁肠的包包上停留片刻, 爱马仕手提包, 价格八万三千, 过目了价格之后, 尹天随即便调侃道, 宁组长, 这包不错, 爱马仕的, 得好几万吧? 嗯, 没有啊, 宁肠眼神多闪, 这是高仿, 也就几百块钱, 我哪有钱买正品? 尹天怂怂间, 也没有揭穿他, 顺便将宁肠浑身上下的大牌都给过目了一遍, 好家伙,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一身加起来, 没有个五百万拿不下来, 在感叹了一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后, 两人一起离开了公司, 不得不说, 宁肠走在路上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修长的眉腿, 凹凸有致的身材, 以及白皙透亮的皮肤, 下班晚高峰, 路上人流涌动, 每一个路过的男性都会将目光短暂的在宁肠身上停留片刻, 卧槽, 真带劲, 前凸后翘, 极品啊, 但随即看到宁肠旁边的影天时候, 那些盯着宁肠看的男人又会发出一阵感叹, 真是暴殿天物, 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这小子上辈子应该拯救了银河系吧, 不过这些话影天倒是充耳不闻, 他满脑子现在都是数据, 路上的车, 踩着的板砖, 路过的人群无意不是化作了数据保存在了脑袋中, 此时, 面前蹦蹦跳跳的走过来了一个小姑娘, 姓名许若宁, 年龄五岁, 然而, 后续的一切都是虚无, 这倒是让影天感到很是好奇, 这是影天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忽然, 一辆失控的轿车脱离了道路, 冲向了在街边蹦跳的姑娘, 在惨案发生的那一刹那, 影天眼前一片漆黑, 刚刚发生了什么? 回过神来的影天面色凝重, 影天见着关心地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影天摆摆手的同时, 看到了一位小姑娘正蹦蹦跳跳的迎面走来, 影天当即明白, 自己短暂地看到了未来。 第三章, 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她当下不再迟疑, 朝着小女孩冲了过去, 一把拉住小姑娘的手往身前一拉, 而那辆脱离车道的轿车也冲了过来, 伴随着宁长啊, 可一声嘶吼, 轿车撞了过来, 撞在了一家关门的店铺上, 好在悲剧没有发生, 影天呼了口气, 此时周围的人都聚集在了车祸周围, 那小姑娘真是命大, 还好有那位小兄弟, 这司机怎么回事? 是喝酒了, 还是疲劳驾驶? 咱们赶紧报警吧。 周围的人议论不止, 影天也感叹道, 好在这条道上的行人并不算太多, 要不然自己可救救不过来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小女孩没有意识到刚刚自己逃过了一劫, 哪声哪气地问道, 怎么回事啊? 随后目光往后一看, 很是好奇, 指着那辆车叫道, 呀, 车祸了, 影天擦了擦汗, 你还知道车祸了, 要是没问你, 就得喝孟婆汤了。 孟婆汤是什么? 好喝吗? 小女孩依然很好奇, 影天摇摇头, 不知道, 没喝过, 不想喝。 没过一会儿, 小女孩的父母也跑了过来, 两人十分紧张地抱着自己的孩子, 一直关心道, 没事吧? 没事吧? 小女孩自顾自地玩着, 也没有理会自己的父母。 影天见着小女孩的父母也来了, 便和宁长一起离开了人群。 坦白说, 刚刚发生的一切, 着实将宁长也给吓了一跳。 影天, 你反应也太快了吧? 宁长很惊讶, 影天行动怎么这么迅速, 自己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刚刚发生的一切, 影天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不过他也有一些后怕, 要是那辆轿车往前一点, 那遭殃的, 就是自己和影天二人了。 影天却摆摆手, 哪有什么反应啊? 就是老远就看着那司机开车歪歪扭扭的, 我就知道, 多半要出事, 随时注意着呢。 是吗? 宁长明显有些不幸, 影天认真回道, 是真的。 难不成你以为我会预知未来? 省省吧, 这是现实, 又不是小说, 哪有那么多超能力? 宁长点点头, 也是, 不过你刚才的英勇行为, 确实让人对你刮目相看, 看来你不仅工作能力强, 生活中也是个助人为乐的人。 今天这顿饭, 就我请你吧。 说完, 宁长停在了原地, 然后说道, 就在这吃吧。 影天抬头看了一眼这餐厅的招牌, 听雨轩。 在这餐厅的门前, 坐落着两只狮子, 上面挂着红彤彤的花带, 还有一朵大红花在石狮子的胸前。 影天往里一看, 里面的装修颇为复古, 很有江湖的味道。 这儿可不便宜啊。 影天虽然知道宁长消费得起, 但吃人嘴软, 吃点大排档, 杀献小吃就成了, 毕竟平日里, 自己也就这么对付的。 但宁长却不管她, 并挽住了她的胳膊。 我请客, 你还计较个啥? 影天很少和一个姑娘这么近距离, 除了大学时候的前女友之外, 再没有和另一个女生有过亲密接触过了。 一时间, 除了能闻到宁长身上的花香之外, 还能感觉到那身前的一股柔软, 那是女性特有的柔软部分, 让人沉醉其中, 心迟神望。 行, 反正你请客。 坐下之后, 影天目光一转, 桌子是金丝楠的, 柱子是红木的。 军事价格不菲, 这也不用开启那双眼睛就能辨认出来。 菜单上来, 影天随意点了两个小菜, 都快一千块钱了, 这在平时哪里敢这么消费啊, 就是请客户也不敢来这儿。 影天一个月工资虽然不少, 满打满算下来有个万八千的, 但这可是魔朵啊, 光是房租都得三千块, 还是跟人合租, 加上平时生活根本不敢乱花钱。 倒是宁长很自然地点了几个看上去精致, 分量却有十分少的菜。 宁组长, 影天刚一开口, 宁长便嘟着小嘴, 都下班了, 叫我宁长就好了, 或者叫我小长也行, 家里人都这么叫。 那意思我这么叫了,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影天心里这么想, 但却没有说出来。 他只是点点头, 小长, 吃人嘴软, 你不会也有事, 求我吧。 宁长连连摇头, 我暂时没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不过以后也说不准, 所以今天这饭你吃了, 可就欠我个人情了。 那我不吃了。 影天正说完, 服务员便端着一盘凉菜走了过来, 然后放在了桌上。 宁长哈哈笑道, 现在想后悔也已经晚了, 菜已经上了。 哎, 算我倒霉, 栽在你手里了。 影天摇摇头, 再次发出了一声感叹。 影天, 此时好奇地问道, 影天, 你不是说有事找我吗? 说说呗, 什么事? 影天抿着嘴巴, 先是喝了一口茶水, 然后开口道, 是这样的, 过几天呢。 正说话的时候, 影天面色忽然一紧, 不可思议地看着前方, 悠悠地说, 不会吃妖巧吧, 居然遇到了她。 听到这之后的宁长也回头看去, 只见一位长得妖艳, 穿着也十分性感的姑娘, 正挽着一个带着大金链条, 一身横弱的光头走了过来。 在目光对视的那一刻, 那妖艳的姑娘和影天都同时一正, 两人一口同声道, 居然是你? 切, 那妖艳女白了影天一眼之后, 走到了影天的桌前, 十分高傲和不屑地说道, 是影天啊, 没有想到在这碰到你, 怎么? 是借了信用卡, 请姑娘吃饭啊? 跟在妖艳女旁边的土豪光头男, 也跟着冷嘲热讽道, 小美,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穷逼前男友啊, 只能带你去吃大排档和沙仙小吃, 可不是吗? 小美正是那妖艳女的小名, 她一撩头发, 身上的香水味浓烈无比, 接着继续道, 看她那个穷量, 能来听雨萱说不定是做好了把信用卡给刷爆的准备。 子子, 小美, 这就是你新找的男朋友啊, 我看也不怎么样嘛。 影天倒也不觉得丢脸, 反而抱着手, 眼神在二人身上悠悠扫过。 第四章, 巧遇前女友, 你懂什么? 小美白了影天一眼, 双手环抱住光头男的胳膊, 做出一副小鸟一人的样子, 王哥可不是你这种人能比得了的。 说着, 她故意扬了扬手肘, 高高举起她的包包, 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 那包看起来挺漂亮的, 影天视线聚集在包上, 信息再次出现, 高仿LV, 价格300, 见影天盯着自己的包看个不停, 小美又嘲笑道, 昨天我生日王哥送的, 对王哥来说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也就四五万吧。 光头男配合笑道, 哎, 便宜货, 便宜货, 有什么好炫耀的, 实在是上次店里没货了, 最贵的就是这个, 我还有点拿不出手呢。 影天看着他们一唱一和, 眼神十分古怪, 看这人也不像没钱啊, 怎么送的东西是盗版的呢? 但这与影天无关, 他也不会傻乎乎的提醒这个前女友, 说完了吗? 请你们离开吧, 我们要吃饭了。 宁长等不及了, 好不容易和影天共进晚餐, 怎么能把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 尤其是这人, 还是小天的前女友。 之前宁长一直是背对着两人, 这回他回头下烛客令, 光头男才注意到和影天吃饭的, 是一个大美女。 这一下, 她的眼睛就磨不开了, 心里活泛起来, 她不着痕迹地抽出被小美抱着的手, 语气客气了不少。 哎, 相见即使有缘, 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 这一顿我请。 王哥, 小美又沾了上去, 撒娇道, 不是都订了包间吗? 干嘛要在外面和这些人一起吃啊? 哎呀, 天天在包间也很闷嘛。 没理会小美, 光头男静止坐在了宁长旁边, 宁长眉头一皱, 挪了个位置, 挨着影天落座了, 她原来的位置, 则被嘟着嘴的小美坐下。 小美一坐下, 就像没了骨头一样, 整个人倚靠在光头男身上。 刚好菜也上完了, 正愁找不到话题的光头男, 看见影天和宁长点的菜后, 顾坐惊讶到, 这点菜那里够吃。 拍了拍手, 她又传唤来服务员, 大声地加了不少菜。 菜全是担价比较高的那种, 因为她的嗓门, 餐厅不少人看向了这边, 皆是有些不满她的锅躁。 宁长看向影天, 影天读懂了她的意思, 要换一家吗? 向着宁长那边轻去, 影天贴着她耳边小声说道, 不用, 这不是给你省钱了吗? 宁长第一次和男人挨得这么近, 脸上红扑扑的, 煞是好看。 省钱? 嘀咕着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宁长眼珠一转, 看向正盯着自己的光头, 强忍着恶心道。 既然这么有缘, 要不喝点酒吧? 喝酒? 光头男心中一喜。 喝酒好啊, 醉了好办事。 按了零, 呼来服务员, 把你们们这最贵的红酒上两瓶。 光头没问价格, 在她看来, 最贵的菜也就三千多的点, 酒能贵到哪去? 先生, 服务员还想确认一下, 却被她直接打断, 上就是了, 还怕我付不起钱。 因为光头的大嗓门, 服务员也是一直在关注这边, 想到之前在这人嘴里三五万都不是事, 也就咽下了提醒的话。 不一会, 酒就上来了。 那一串的英文, 光头也看不懂, 白白手让服务员退下, 拿着起瓶器就自己打开了。 她先给自己满上, 又想献殷勤给宁长道, 可惜被眼疾手快的小美一把夺了过去。 善善地收回了手, 想着给宁长留个好影响, 她也不敢骂自己名义上的女朋友。 对了, 你知道这瓶红酒多少钱吗? 光头正眼巴巴看着酒水哗啦啦入杯呢? 咋听到宁长主动和自己说话? 十分兴奋, 管她多少, 我又不差钱。 白雪香槟沉默之传, 现存不到两千瓶, 一瓶好像是。 二十七万吧? 咕咚, 光头咽了口口水。 对了, 是二十七万美元。 宁长又补了一刀, 光头愣住了。 砰, 一声巨响将光头拉回了现实。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一看, 原来是小美手没拿稳, 酒瓶掉在了桌上, 红色的酒叶顺着桌布缓缓向着光头男的方向流去。 啪, 贱人。 一巴掌过去, 小美顿时梨花待雨, 光头心里快要滴血了。 她有钱是不假, 但大多数都是固定资产, 这一时要她拿二十七万美金出来, 简直就是要了她的命。 更何况, 这瓶酒完全就是浪费了, 她还一口没喝。 看着眼前的戏剧, 宁长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隐天佩服的向她竖了的大拇指。 她懂了宁长刚刚为什么要点酒。 事实上, 早在酒上来的那一刻, 她就懂了。 因为在她眼里, 早出现过这样一行字, 白雪香槟沉默之船, 价格二十七万五千美元。 而现在, 她变成了空酒瓶, 价格二。 第五章, 火变全网。 哈哈, 你是没看见她当时的眼神, 一出门, 宁长就笑弯了腰。 隐天从未见过宁长这么开心的样子, 一时看呆了。 平时工作中, 宁长总是冷着一副面孔, 对隐天也是不假词色。 要不是今天知道了, 她对自己有好感, 隐天还一直以为她讨厌自己。 是啊, 太有意思了。 隐天顺势接上话, 两人聊了起来。 当时小美挨了一把掌后, 哭着跑出去了。 隐天和宁长也快速吃完了离去, 剩下光头一个人应付经理。 其实, 看着小美被打, 隐天当时心里还有些不好受。 不过, 想到当初是她要分手, 隐天很快开解了。 看着身旁笑颜如花的宁长, 隐天觉得自己又有了多年前那种心动的感觉。 眼看天色快黑了, 隐天笑着建议道, 我送你回家吧。 好。 宁长正准备答应, 突然想到自己住的房子, 与其一转拒绝了。 算了吧, 明天还有工作, 你回去了早点休息。 好。 隐天也没过多纠缠, 目送宁长上了出租后, 就回家了。 洗漱完躺在床上, 隐天琢磨了一会用金手指赚钱的事, 很快就进入了梦境。 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 她就人视频在网上传风了。 不光是播放量很爆炸, 评论的人也很多。 卧槽, 她怎么知道那车要失控? 好险啊, 这女娃的家人也是, 马路上怎么不照看好孩子?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她旁边的那个小姐姐, 也很漂亮吗? 这个视频很快又被两个大人物看见了。 同一时间, 不同地点, 那两个大人物摸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他们下的命令也出奇的相同。 查查那个救了我女儿的是谁? 查查我女儿旁边的那个人是谁? 隐天, 你火了呀。 隐天钢琴公司就有好几个同事围了上来, 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火了? 你看, 张小花掏出手机, 播放起了一个视频。 她的手机是米六, 隐天在她拿出来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了价钱, 三百。 似乎我的能力还能根据物品的新旧自动折算。 心里默默想着, 隐天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开始播放的视频上。 看完后, 隐天有些猛。 这, 谁把我录下来了? 怪不得今天上班路上那么多人盯着我看, 原来是认出我是视频中的男主了。 看着隐天的反应, 同事们都笑了。 录下来还不好, 这么正能量的东西, 搞不好你还能得到三好市民挂家里呢? 我? 隐天还想说些什么, 却见好几个同事同时变了脸色。 围在这里干什么? 果不其然, 是董涛来了。 大早上的, 不去好好工作, 围在这里聊天, 众人顿时散去。 张小花, 你站住。 董涛眼间, 看见了张小花正在关闭一个视频播放软件。 聊天就算了, 你还玩手机刷视频? 公司发你们工资不是养着你们玩的。 等会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张小花被他训的头都抬不起来, 又听到等会还要去他办公室, 顿时泪眼婆娑。 因为上次去差点被他占了便宜, 所以张小花对那个地方有点恐惧。 隐天看不过去了, 针锋相对道, 董经理, 这还没到上班时间吧? 张小花是因为给自己看视频才拿出手机的, 要是因为这个导致他被处罚。 隐天, 没说你是吧? 董涛动了动眼皮子。 他昨天在办公室看见隐天和宁肠聊天, 心里极为不爽。 下班时又看见他们两成双出门, 这让他心中怒火更甚。 昨天下班后, 董涛一开始是想跟着看看他们要去哪的, 但想到家里的那个母老虎只好憋屈地开车回家。 想了一晚上, 隐天和宁肠两人会去啊, 越想越气。 本打算今天来了后给隐天的工作挑挑次, 没想到现在自己还没针对隐天, 他倒是管起自己的事来了。 隐天看向董涛, 下一秒, 他的数据就出现在了隐天的眼里。 姓名董涛, 年龄38岁, 豪能集团海宁保险分公司区域销售总经理。 爱财, 好美色, 怕老婆, 讨厌隐天, 想要通过加大业务量的方式整隐天。 家中有只肥瘦的母老虎, 财政大全都在母老虎身上, 身价300万, 别的都没变, 就是在讨厌隐天后面多了一点东西。 他要加大这个月的业务来整我。 隐天注意到了这点, 董涛还在滔滔不绝地训斥着。 你看看你一天天的, 完成了任务就想着玩, 昨天又没加班吧? 我看啊, 还是工作量太少了。 这个月, 你们一组的任务要加一加, 就比上个月多个50吧? 不行。 第六章, 和董涛对赌。 不行, 董涛话音刚落就有反对的声音。 谁? 转过身去, 看见说话的人是宁长, 董涛把快脱口而出的脏话憋了回来。 宁长以前一直提前半个小时来公司, 不知为何他今天来晚了。 其实也不算晚, 毕竟也没迟到, 只是相对于以前来说有点晚。 凭什么就我们一组要加担子? 宁长睁大美目瞪着董涛, 因为想着挑战自己, 他主动来到了业务水平最低的一组, 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 他招进来了尹天, 尹天一个人完成了组内的大部分任务, 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手下实力都不强, 宁长才反应这么大。 他可是知道之前尹天为了单子有多么拼命, 也正是那时他开始注意到尹天, 这要是在家任务, 不得把尹天累死。 宁组长, 话可不能这么说, 董涛清了清嗓子,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吗? 尹天还没买房吧? 他这时恢复了在宁长面前那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在尹天等看过他丑陋嘴脸的职员眼里, 属实挺令人作呕的。 这男人没房可不行, 我给你们加大业务量, 不就是想激发尹天的奋斗激情吗? 多挣点钱, 早点买房子, 也好再磨度落户不是吗? 行, 宁长还想说些什么, 尹天却直接答应了董涛的要求。 董涛脸上的喜色还没露出多久, 就又听到尹天的条件。 不过, 如果我们完成了任务, 董经理准备怎么奖励我们? 董涛神色一致, 你想要什么奖励? 加工资? 董经理不是关心我房子的问题吗? 不如, 我们完成任务后, 把城区内部的保险销售权利给我们一组。 尹天笑着说道, 城区内部住的都是一些富人, 他们买保险可不像普通人那样为难, 通常都是一买就是几百万的顶级闲种。 而城区内部的保险销售权利 一直都是由二组负责的, 二组组长黎藩是董涛的人, 相比平日里捞的油水没少董涛一份。 不过, 要是能赶走尹天的话, 宁长不就唾手可得了? 想到这, 他忍不住说道, 那要是你们没完成任务呢? 你说怎么办? 谈到这, 宁长也被激起了好胜心, 主动问条件。 很简单, 尹天辞职。 不行。 好。 尹天和宁长同时出声, 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看着宁长眼中的担忧, 尹天给了他一个自信的笑容。 那一言为定, 董涛见尹天答应了, 故意装作听不见宁长的话, 急忙一锤定音, 我等会就打一张表出来贴在门口, 让公司全体成员做见证人。 随你。 尹天有些不屑, 他能看出董涛的想法, 无非就是怕自己反悔, 想把自己架起来。 但有金手指在身, 自己怎么可能会输? 尹天也不怕到时候董涛反悔, 先不说他丢不丢得起那个脸, 公司真正的主人就站在自己旁边呢。 要是经理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相比宁长这姑娘会愿意动用自己的一点点权力, 把她清除出去吧。 对不起, 都怪我。 董涛一走, 张小花就扭扭捏捏地凑到尹天面前道歉。 刚刚气氛太紧张, 他没敢说话。 他心思单纯, 不知道董涛是借题发挥, 还以为是因为自己才让尹天得罪了董涛。 没事, 宁长主动安慰起了张小花。 带张小花走后, 宁长看向尹天, 迟一道, 你, 你有把握吗? 怎么? 担心我? 谁管你啊? 看见尹天不但没有丝毫忧虑, 还有心思和自己开玩笑, 宁长也放下了提起的心, 还不快去工作。 是, 宁大组长, 经理办公室内, 董涛看着宁长和尹天谈笑风声, 心中气得都快冒火了。 哼, 看你过几天还笑不笑得出来? 松开捏得发白的手指, 他给二组组长李一帆发了个消息。 李一帆收到消息, 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 带着讨好的笑容走了进来。 董哥, 什么事? 亏你还笑得出来? 董涛看见李一帆堆笑的脸, 假装生气道, 你饭碗都快丢了知道吗? 啊? 见他一脸错愕, 董涛招了招手。 李一帆立刻弯着腰弓镜凑到董涛面前, 就一组的那个尹天, 添油加醋的, 董涛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经他魔改, 整件事变成了尹天极度李一帆和二组, 穿夺着一组造反。 而董涛他为了公司不得已答应他们。 李一帆知道董涛讨厌尹天, 也想过在董涛面前整整他, 可惜一直没什么机会。 好啊, 我没对付他, 他倒是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 听完董涛的话, 李一帆气愤地垂了垂桌子。 董哥, 你帮帮我, 把他弄走后, 我每个月多笑进你一场。 董涛心中偷乐, 脸色却十分严肃, 你放心, 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人, 我肯定帮你。 眼珠一转, 他想了个主意。 第七章, 喜当爹, 董涛又招了招手, 李一帆也顺从地覆上了耳朵。 这样, 你这几天跟着他, 他去哪里去了? 要是他有单子, 你就抢过来。 这, 李一帆有些心动, 但想到影天健壮的身体, 心中生出一丝畏惧。 他是那种只敢被地理下阴招的人, 当着影天的面抢客户。 说实话, 他不敢。 你怕什么? 董涛也知道这货的脾性, 轻轻踹了他一脚。 要是他敢动手, 我们直接报警。 顿时, 李一帆脑海中就浮现出了影天被拘捕的画面, 他甚至还挠不出了影天被带走时那不甘的面孔。 咬了咬牙, 想着大不了被打一顿, 李一帆眼神中流露出坚决的神色。 行, 本来影天眼睛异化后, 他是准备辞职的。 有这能力, 到哪赚不到钱? 没必要在这死磕。 但是他没想好怎么赚钱, 又顾虑到宁长海在这, 只好暂且放下心思。 不过,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等开发出赚钱的渠道, 再把董涛赶走, 那时再走也不晚。 刚准备开始工作, 就有一个小女孩在玻璃门那里, 左瞅右瞅。 谁家的小孩? 有同事注意到了他, 拉开玻璃门让他进来。 小女孩巡视了一圈, 才找到影天。 确定影天的位置后, 小女孩静止向他跑去, 接近后猛地一把抱住了影天。 同时, 他对影天的称呼震惊了整个一组。 爸爸, 我不是, 我没有。 影天被吓了一跳, 看见抱住自己的是个啥后, 松了一口气。 这不就是昨天问自己孟婆汤好喝吗? 得那个小女孩吗? 昨天看不了他的资料, 今天倒是能一览无余。 姓名, 许若宁。 年龄, 五岁, 懵懂无知。 孤单, 想要有人陪他。 许家最得宠的孙女。 身价, 一百亿。 影天已经无话可说了, 随便救个人都能救到豪门千金。 宁肠听见动静也走了出来, 看见小女孩, 他取笑道, 影天,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女儿? 影天不甘示弱, 上下打量了一番宁肠, 只看得他头皮发麻, 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我未来的女儿应该有这么可爱。 宁肠瞄懂, 内心一阵欣喜, 表面上却是一副羞脑的样子。 伸出拳头, 向影天试了一下威, 他蹲下身和小女孩交流起来。 小妹妹, 你叫什么呀? 阿姨, 我叫许若宁。 阿姨, 宁肠的笑容僵住了。 影天记得, 他刚刚好像是喊许若宁小妹妹来着, 听见许若宁回敬她的是阿姨后, 整个人都要笑翻了。 宁肠这一下是真的羞脑了。 挨了影天一眼, 他又不知廉耻地说道, 小妹妹, 这个家伙怎么成了你爸爸? 是爸爸让我喊他爸爸的的。 这次轮到影天笑容僵住了, 他连连辩解道, 我没有, 不是我。 宁肠听得懂许若宁的意思, 知道是他亲生父亲让他喊的, 但他还是用看禽兽的视线看了影天一眼。 爸爸, 许若宁扯了扯影天的衣角, 影天苦笑着蹲下身来, 你别喊我爸爸了。 许若宁一副不听不听的样子, 萌萌的大眼睛一眨一眨, 叔叔找你。 叔叔, 影天和宁肠对视了一眼, 眼中皆是不解。 有许若宁带着, 影天和宁肠见到了他口中的那个叔叔, 那是一个面容有黑, 身姿挺拔的男子。 凝神一秒, 他的资料就出现在了影天眼前。 许阳, 年龄三十四岁。 不好意思, 家主临时有点事, 只好有我带着小公主来道歉, 您不要介意。 一见面, 男子就诚恳地举了个弓。 影天把他扶起, 没事没事, 他本来救人就没想过回报, 哪会介意道不道谢这种事。 此时他更在意的是, 为什么看不到许阳的具体介绍。 上一次看不到的人是许若宁, 但那时很快就出现了他被撞的画面。 难道说, 可等了很久, 影天也没看见任何有关未来的片段。 许阳身上也没发生任何事。 尹先生, 尹先生。 许阳被影天看得有些发毛, 忍不住打断了他。 回过神来, 影天一时没什么头绪, 只好暂且搁置, 转而聊起其他。 对了, 他怎么一直喊我? 喊我爸爸。 影天问出了藏在心中的疑惑。 哦, 是这样的。 许阳表情没什么变化, 解释道, 您不是在昨天救了小公主吗? 以前有个神算给小公主批过命, 算出他命中有一截, 但会有贵人相助, 必是逢凶化吉。 神算还说, 若是见到贵人, 必须要让小公主认他为干爹, 这样才能一生平安。 爸爸。 许若宁恰到好处的又喊了影天一声。 第八章, 喊几个朋友。 影天和宁长面面相去, 这个理由太玄幻了, 影天倒是稍微能接受, 毕竟他现在就有个超现实的能力。 宁长听完, 眼神一下温柔了不守, 女人总是感性的。 他蹲下身摸了摸许若宁的脑瓜, 又看了看影天, 他已经相信这个说法了。 让影天思索了会, 许阳又弯腰道, 请您接受我们的请求, 当小公主的干爹吧。 要命, 大佬的女儿, 要扔我做衣服了。 说实话, 影天其实不想和这个什么许家走太近。 自己现在就一普通人, 万一他们的敌对家族知道自己做了许若宁的衣服, 那不得把自己往死里调查。 有心拒绝, 影天看了看宁长, 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退后一步站到了影天身边, 表示无论影天做出什么决定, 他都支持。 又看向许若宁, 他清澈的眼睛倒映出影天的身形, 小脸上满是稀迹。 对不, 对不起三个字还没说出口, 姓名许若宁, 年龄五岁, 资料变成了影天上次看见的那种不说, 接二连三未来片段也出现在他脑海中, 有的是许若宁出车祸死亡的片段, 有的是许若宁遭暗杀死亡的片段, 无数凄惨的画面在他脑中闪过, 影天的心也被提了起来。 影天? 怎么了? 宁长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影天的不对劲, 他下意识地伸手抚向他的后背。 呼, 我没事。 常常吐出一口气, 影天再次看向许若宁, 他的神色依旧是那种期盼的样子。 影天低下身, 语气温柔, 宁宁, 要不以后喊我哥哥吧? 爸爸。 许若宁一把抱住影天, 天天叫道。 影天装嫩失败, 额头一黑, 宁长眼嘴偷笑, 再次集中注意力, 影天眼中的数据也随着刷新了。 姓名, 许若宁, 年龄, 五岁, 懵懂无知, 孤单, 想要有人陪他。 许家最得宠的孙女, 身价一百亿, 看到这些恢复了, 影天才真正地放下了提起的心。 对了, 影天突然想到今天不是周末, 疑惑地看了眼许若宁, 他不用上学吗? 家主请了家教, 许阳立刻回答, 家教? 那岂不是交不到朋友了? 影天想起了自己的以前, 那时他每天都和小伙伴在外面疯, 有时候甚至玩得连饭都忘记吃。 他父母呢? 平时工作很忙, 影天接着问道, 嗯, 一般都是我陪小公主, 你陪? 怪不得数据显示这孩子很孤独, 想想吧, 一个五岁的孩子, 每天面对一个不言狗啸的大汉, 不孤独才有鬼。 想到这, 影天也有些头疼, 要让他看着许若宁继续受罪, 影天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他又要和宁长工作, 抽不出时间陪自己这个女儿。 许阳看出了影天的为难, 解释道, 您放心, 家主还是很关心小公主的, 过不了多久, 他就能去上学了。 也是, 这些大家族教育子女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还是不要操心了。 影天还想问些许若宁的情况,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打来的是董涛。 喂, 董经理什么事? 影天满不在乎的接通, 你们在下面干嘛呢? 工作时间到处跑, 你不是给我们加了业务量吗? 我得出去跑业务啊。 影天淡淡说道, 难道说董经理怕输, 只让我们打电话找客户? 在董涛气急败坏的训斥中, 影天笑着挂了电话, 宁长考虑到自己组长的身份, 先上去工作了。 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许阳听了些对话, 热情地问道, 没什么, 一点工作上的小事。 摆了摆手, 影天不打算谈这件事。 许阳来时接到的命令中, 有一条是尽可能帮助影天, 思索了会。 他猜测道, 您是有什么卖保险的任务吗? 嗯。 虽然没什么好说的, 但许阳猜到了, 影天也没藏着掖着。 嗯。 沉思了会, 许阳眼睛一亮, 我有几个朋友, 最近刚好想要办保险, 要不就在您这把。 行, 到时候绝对不扛你朋友。 影天以为就几个人, 没太在意, 知道这是许阳想帮助自己, 也没拒绝。 爸爸, 我也要办保险。 许若宁养着脑袋听了好久, 终于能参与进谈话, 迫不及待地就喊出了声。 好, 你要啥都行。 影天抱着许若宁转了好几圈, 惹得他咯咯直笑。 我现在就叫他们来吧。 正和许若宁玩闹着, 听见许阳的话后, 影天想着反正今天也没啥事, 就一口硬了下来。 你喊吧, 搞完了中午, 还可以一起吃个饭, 正好庆祝我多了个女儿。 点了点头, 许阳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起了电话。 影天则趁机带着许若宁 找了个阴凉的地方玩了起来。 本来影天想带他上去的, 到时候命长也能陪他玩一会, 但想到董涛估计会出来碍眼, 影天就没把许若宁带到工作地点玩。 影天也是打完了电话后, 快步走到他们身边, 没打扰正在做游戏的两人, 像跟柱子一样立在了一旁。 不久, 周围响起了发动机熄火的声音, 影天抬头望去, 只见办公楼下密密麻麻地停了几十辆车, 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接着, 每辆车都下了两三个人, 他们人齐后向着影天这边走来。 走到李许阳还剩四五米的时候, 那些人不约而同地驻足, 气势磅礴地齐声喊道, 杨哥! 许阳点了点头, 转身面向影天, 弯腰恭敬道, 尹先生, 他们都要办保险。 第九章, 猛逼的李一帆。 神经病啊! 说好的几个朋友呢? 清楚的知道你们是来办保险, 不清楚的还以为你们再搞非法集会呢? 来这么多人实在是太出乎影天意料了。 影天本来以为许阳口中的几个朋友就只是几个人, 没想到许阳直接给他翻了几番。 有个骑自行车的路人路过, 转角看见这么多人吓得直接转身, 差点连车都忘记骑了。 尹先生, 够了吗? 不够, 我可以再喊几个过来。 许阳完全没意识到什么不对劲。 够了够了, 影天连连白手, 还以为真的就几个人呢? 你这, 就这已经能超额完成任务了, 再多完成单子, 也不过是给董涛增加业绩。 许阳没有多言, 就憨厚地笑着。 叹了口气, 影天悠悠道, 不过, 这饭是吃不了了。 这么多人, 位置不好找, 真想吃饭恐怕得包场。 可影天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 请不了这么多人。 更何况, 这么多人要签单子, 中午可能忙得连饭都没时间吃。 本来他和董涛说的下来谈业务只是借口, 没想到现在还真的是在谈业务。 粗略地看了眼这些人的数据, 影天就带着他们上去签合同了。 刚上去, 影天就看见董涛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正舔着脸烦宁肠。 宁肠一脸的不耐烦, 却又不好发作, 只是眉头微皱, 语气敷衍。 董经理, 让让, 我要工作了。 影天没和董涛客气, 三两步上去拉开他, 一屁股坐下, 把董涛绑在了外面。 影天, 我正准备找你呢, 你不是说出去找客户吗? 客户呢? 董涛怒急返笑, 在他心里, 他马上就要把宁肠约出去了, 是影天破坏了他的好事。 影天连头也没抬, 一边找合同, 一边弄了弩嘴。 诺, 客户在哪? 董涛顺着他弩嘴的方向看去, 只看见一个中年汉子, 牵着一个小姑娘站在玻璃门那, 小姑娘还跳着往办公室里张望, 去那么久就谈了一个。 董涛看见就两个人后, 松了一口气, 打电话时影天语气那么强势, 他还以为有个十七八个呢, 因为人太多, 他们都站在外面, 要是都进来的话, 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可装不下, 一个客户就不是客户了, 影天没告诉他外面还有几十个人, 眼珠一转, 董涛拍了拍影天的肩膀, 那你先工作吧。 说完, 他急不走向自己的经理办公室, 一进去, 他就迫不及待的给李一帆打了的电话, 咚咚咚, 李一帆进来舌上满是汗水, 显然是一接到消息就跑过来的, 董哥, 您找我。 凑上前去, 李一帆看见董涛杯子空了, 二话不说就主动给他接水满上, 不是叫你盯着影天吗? 他马上都要完成一单了, 结果杯子不急不缓地抿了一口后, 董涛斜着眼睛看向李一帆, 这么快啊, 李一帆有些惊讶, 那好, 我回去就开始盯着他, 现在, 董涛敲了敲桌子, 你现在就去把这单抢下来。 啊? 李一帆犹豫了, 他本想偷偷跟着影天, 查清他谈的客户后, 私下再和他们接触, 这样的话, 不用和影天起正面冲突, 现在出去抢, 那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大家我李一帆要针对影天吗? 董涛看出了他的心思, 劝解道, 这你不去, 要是他每次都把人带回来签, 那你不是只能看着他完成任务? 这, 李一帆低着头想了会, 抬头看见董涛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咬了咬牙, 我去, 出了经理办公室, 却发现一组一个人都没有, 李一帆拉住了扫地阿姨李书芬, 问他们去哪了? 李书芬瞅了眼李一帆, 发现他虽然年轻, 却长得尖嘴猴腮, 很快收回了视线, 他们在猴客厅呢? 李书芬说完了后, 看也不看李一帆, 继续自己的工作。 李一帆本来还想问问他们, 怎么所有人都去了, 却发觉李书芬已经向着远处扫去, 只得善善地收回了快要问出口的话。 整理了一下衣领, 李一帆向着猴客厅走去, 别看他表面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实际上他害怕的腿都快软了, 一想到要正面针对影天, 他就止不住地心生恐惧。 猴客厅的门隔音效果很好, 李一帆站在外面什么也听不见, 驻足许久, 他深呼吸了好几次, 终于将那些畏惧的心理驱逐了出去, 大不了就被打一顿, 但是他打了我, 肯定会被关起来。 心里默念好几遍后, 他鼓足勇气, 一把推开了猴客厅的门。 同时, 他极其大声地喊出了影天的名字, 影天? 刷! 几十个人同时转头, 看向这个引起了大家注意的人。 本来气势十足的李一帆腿, 直接软了, 被几十双眼睛盯着, 他感觉自己现在像个软脚虾一样, 想动一步, 却觉得脚上像灌了千斤水泥一样, 只是颤颤巍巍地抖着。 同时, 无数冷汗从他额上流下, 他的脸也惨白一片。 什么事啊? 李组长? 影天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细血地看着这个两组组长, 我这正忙着呢? 姓名, 李一帆。 姓别, 男, 年龄二十七岁, 销售二组组长。 马毕金, 小人, 受到董涛命令来阻碍影天工作。 董涛是天, 董涛是地, 只要能升职, 董涛就是自己的一世父母, 身价十万。 看过李一帆的数据后, 他已经知道了李一帆的目的, 自然不会对他有丝毫怜悯。 第十章, 早上对赌, 下午就赢了。 我, 我听说影天里正在签单, 想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要来帮忙的。 李一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到最后, 甚至带了点哭腔。 他的表情也很有意思, 想要堆出笑容, 却又忍不住皱在一起, 做出了一边哭一边笑的纠结神色。 哦, 那正好, 我们一组成员一直在讲解贤种, 都快渴死了, 李组长既然想帮我们, 那就先给我们美人倒杯水吧。 影天没有和他客气, 接着他的话说了下去。 好, 我, 我马上去。 挤出一丝笑容, 李一帆艰难地挪动着身体, 不停地在饮水机和众人之间往返。 一桶水完全不够, 李一帆还客串了几次搬运。 李, 董涛下来想看他什么情况, 一开门, 看见现场整个人梦了。 什么鬼, 李一帆不是爱搞破坏的吗? 怎么像个下人一样, 给他们端查到谁起来了。 更让他惊讶的是, 一组所有人都在工作, 他们的客户远远超出了工作人员的数量。 但那些排队的客户却完全没有任何不耐烦, 全都安安静静地等候着, 认真地听一组成员解释每个闲种。 你搞什么鬼? 董涛走到饮水机前, 一把抓住了正要送水的李一帆, 沉声问道, 董哥, 这么多人, 我, 我不敢抢啊。 提起伤心事, 李一帆语气又变得委屈起来了。 他一直在倒水, 本来都快要用工作麻痹自己了, 心思都沉浸在快点倒水中, 现在被董涛惊醒, 又开始难受了。 你, 董涛有些咬牙切齿, 我不是派你来自敌的啊。 深呼吸两次, 他压下了对李一帆的怒气, 走到那群人跟前说道, 还在排队的人可以跟我来, 我们二组也是可以办这些业务的。 董涛想的是, 这么多人办保险, 拉到二组去也是一笔不小的提成, 更何况, 他这边拉走一批, 尹天那就少一批。 损人利己, 而且可以节约客户们的时间, 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可令他尴尬的是, 一个理他的都没有。 嗨嗨, 有等不及的吗? 现在去二组不用排队, 可以直接办理。 不甘心事的, 董涛又蛊惑到, 可惜还是没人理他。 董涛愣了, 还有人有进入都不走, 飞在一棵树上吊死的。 在他看来, 这些人可能是什么公司在组团办保险, 而尹天之前下楼过, 恰好碰见了他们。 以前这种团购, 一般都是有人对接的。 没想到这次被尹天截胡了, 董涛怎能不气? 这么想着, 他走到正在工作的尹天旁边, 义正言辞地说道, 尹天, 你们别忙活了, 东西收拾收拾, 让二组来接手吧。 尹天和宁长还没说话, 客户中有人忍不住了, 那是个精壮的光头汉子。 他老早就觉得董涛过躁了, 只是想着这是尹先生的地方, 不知道董涛是敌室友, 才一直没发作。 等到董涛来找查, 他才看出状况, 顿时就忍不住了。 我说你是谁啊? 一进来就避避赖赖的, 没看见兄弟们都在听他们介绍吗? 光头汉子声音雄浑, 嗓门又大, 直震的董涛耳朵声疼。 这位先生, 董涛心有怒火, 却不得不陪笑,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 尹天他们业务水并不够, 万一坑着你们了呢? 这些不用你管, 光头汉子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 我? 董涛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站起来的宁肠打断了。 董经理, 这些人都是尹天拉来的, 于情于理都跟我们一组对接吧。 宁肠的语气很平淡, 但是个人都能听出他那蕴含在平静文字下的怒火。 本来宁肠还以为董涛就是单纯的喜欢骚扰公司员工而已, 看在他每年的业绩上, 宁肠一直睁只眼闭只眼, 他亲自入职接触后, 才看清了董涛真面孔。 宁肠已经在考虑要不要让自己的父亲把他开除了。 宁组长, 我这也是怕你们忙不过来吗? 董涛还想辩解几句, 却又听到宁肠毫不留情面的话。 不用, 我们一组能这点工作能力还是有的, 不劳您操心了, 经理要是没什么事, 就回自己办公室吹吹空调吧。 你…… 董涛被他说的语气一致, 伸出手指着宁肠, 许久说不出话来。 恼羞承怒的董涛将手狠狠地往下一甩, 掉头离开。 若是有人能正面看见董涛的眼睛, 一定会被他眼里快要溢出的怒火吓到。 贱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心中咒骂了一句, 董涛抬腿就要迈出门外。 姓名, 董涛, 年龄, 38岁, 豪能集团海宁保险分公司区域销售总经理。 爱财, 好美色, 怕老婆, 讨厌隐天, 心中谋划着用一些手段收拾宁肠。 家中有只肥瘦的母老虎, 财政大权都在母老虎身上, 身价300万。 颖天一直在关注这边, 在宁肠和董涛翻脸后, 他注意到了董涛数据的变化。 要收拾宁肠? 看到这, 颖天皱了皱眉, 看到董涛快要走了, 便大声叫住了他。 董经理! 董涛听见有人喊他, 转过身来, 此时他的眼里已经毫无怒火了。 颖天得意地笑了笑, 然后用嚣张的语气大声说道, 董经理, 您那与我对赌的协议不用打印了, 浪费钱, 我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不如从今天开始, 就把魔都城区内部的保险销售权利 给我们一组吧。 第十一章, 这周六, 你有时间吗? 董涛走的时候, 关门力气很大, 整个整个房间都震了一下。 而颖天看见董涛数据中 有了自己名字, 也半松了口气。 姓名, 董涛, 年龄, 38岁, 豪能集团海宁保险分公司 区域销售总经理。 爱才, 豪美色, 怕老婆, 讨厌颖天, 心中谋划着用一些手段 母老虎, 财政大全都在母老虎身上。 身价三百万, 他想要收拾的人加上了颖天。 颖天知道, 当刚宁肠主动与董涛闹翻, 是怕他给自己穿小鞋。 心中感动下, 哪能让宁肠一个人独自处于险境。 如果董涛也记恨上自己的话, 他要对宁肠动手时, 有很大几率会同时对自己动手。 这样颖天也能知道宁肠安不安全。 亦或者, 他先对颖天下手, 然后颖天一次性将他整下去, 这样也能避免宁肠受到伤害。 如果他先对宁肠下手的话, 颖天再不在他飞名单上也无所谓。 这个傻姑娘, 颖天愿意与他一起共出险境。 董涛走后, 一组加快了速度, 很快就给所有人办了他们想要的保险。 其实, 颖天是可以一个人吃下这么多单子的, 但他精力有限, 雇不了那么多人。 而且考虑到这些同事, 虽然能力不算强, 却都带人和善。 往日也帮过自己不少忙, 他便召集了大家一起。 最主要的还是, 他现在有些看不上这些小钱。 如果是以前, 他可能会为了单子和同事争来争去, 但现在他已经有了翻身的条件, 眼光高了不少。 你真行啊, 哪找得这么多人? 看着最后一个人签下名字, 宁肠用手肘顶了顶颖天。 这也叫行? 你一个豪能集团千金, 要是叫人恐怕能把这条街都挤满。 心里嘀咕着, 颖天几没弄碾到, 男人必须行。 两人打闹了一番, 却见宁肠突然正色说道, 你最后为什么要添一把火啊? 颖天明白他的想法, 他替颖天得罪董涛, 大抵不过试想着自己身份特殊, 不怕董涛报复。 但是, 社会险恶, 暗箭难防, 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说好同甘共苦, 对董涛这么好玩的事, 怎么能少了我? 颖天故作轻松道, 果不其然, 听了颖天的话, 宁肠顿时不再埋怨他了。 谁要和你同甘共苦? 脸色一红, 宁肠笑着轻轻捶了颖天一拳, 不通甘共苦也行, 那就我先苦后甜吧, 你只要一直甜甜甜甜甜就行了。 宁肠正想回击, 手机却突然响了, 颖天近声, 让他打电话。 看了眼波好人, 宁肠带着笑容接通了, 而手机在颖天眼里, 水果十一, 正在通话, 来电备注, 妈妈, 电话号码, 136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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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还能看到谁打的电话, 颖天有些惊讶, 喂, 乖女儿, 想妈妈了吗? 在颖天眼里, 宁肠手机的数据一直在变化, 而那些新多数的东西, 竟然是对方说的话。 想啊, 这周六有个酒会, 到时候你要一起去。 周六? 好吧, 宁肠眼里闪过一丝厌烦, 到时候你打扮漂亮点, 乔家二公子也要来, 你和他认识认识。 我? 宁肠看了眼颖天, 有些不情愿, 他小声说道, 不是说了这个我自己找吗? 你找, 那你得被骗多少次啊? 这乔家的小儿子, 也算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知根知底, 你绝对和他出得来。 尽管气氛很严肃, 颖天还是差点笑了, 这绝对是轻骂, 都知道自己女儿有些傻了。 那我不去了。 宁肠嘟起嘴, 不行, 你忘了答应我们的条件了。 叮咚, 宁肠直接挂了电话, 思绪流转, 他看到颖天后, 歪着头响了会。 颖天? 宁肠叫住了他, 你不是说要同甘共苦吗? 你不是不愿意吗? 颖天隐隐约约猜到了他的心思, 宁肠脸色微红, 耍赖道, 我不管, 这周六你有时间吗? 周六? 颖天假装沉吟, 实际上却是在暗中打量, 只见宁肠满眼稀奇地看着自己, 神色紧张, 一副害怕被拒绝的样子。 有空? 你有什么事? 欣赏了会美女巧手以盼的美景, 颖天决定不逗他了, 直接了当地问他, 有什么事? 我要参加一个酒会, 可是没有难办, 看你外貌还算不错,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果然, 宁肠一开口, 颖天就在心中有股猜测, 现在他的请求验证了颖天的想法, 颖天有些哭笑不得, 挡箭牌这种只存在小说中的事, 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真的只是个酒会吗? 颖天立刻露出狐疑的神色, 不会像网上传的那些狗血桥段一样, 是要我去当什么临时男友吧? 嘴上这么说, 他心里确实在偷笑, 怎, 怎么会? 宁肠目光有些闪躲, 却还是嘴硬坚持说, 就是一个酒会而已, 你哪那么多戏? 你紧张什么? 颖天大大咧咧地拍了拍宁肠的肩膀, 真是那样也不是什么大事, 现在不是流行租男友吗? 到时候, 你付我租金, 我一定当一个完美的男友, 都说了不是了, 宁肠恼羞了。 第十二章, 能力进化, 真可爱, 颖天在心中赞叹了一句, 讨历到再逗他可能会让他黑化, 颖天及时终止了这个话题, 正准备在找点什么别的聊聊时, 颖天突然发现眼中宁肠的数据有点不对劲, 宁肠, 年龄二十六, 豪能集团销售一组组长, 对颖天有很大好感, 我独首富宁天豪独女, 身价二百亿, 周六要怎么告诉颖天我是宁天豪的女儿呢? 别的东西都没什么大的变化, 就是以前的对颖天有点意思, 变成了对颖天有很大好感, 考虑到自己短短两天, 已经和宁肠从相顾无言的同事, 变成了可以互开玩笑的朋友, 宁肠的这点变换也不算什么, 真正让颖天动容的, 是他资料最后面多出的一行字, 周六要怎么告诉颖天我是宁天豪的女儿呢? 这是, 颖天看见这个后愣了会, 旋即反应过来, 这是宁肠的心里的想法, 眼睛又惊化了, 颖天有些欣喜, 对于宁肠想要告诉自己身份, 颖天也能理解, 毕竟他们要参加的宴会, 一般都是非常高档的那种, 一个小小的在魔堵打工的女孩, 怎么会有资格参加那种酒会? 所以, 宁肠打算坦白身份也合情合理, 看见颖天眼里的欣喜, 宁肠还以为, 他是因为可以和自己共度周末, 才那么开心, 因此, 他的心里关注的想法又变了, 至少, 在颖天看来, 他的心里的想法变成了, 颖天这家伙, 能和我一起参加宴会, 就这么开心吗? 能力进化的颖天迫不及待地, 想试试自己的新能力, 而且, 已经与宁肠一起待得够久了, 过犹不及的道理, 颖天还是懂得, 所以, 他又聊了两句后, 和几个同事凑一起去了, 这周末和女朋友去哪玩呢? 刚刚朱顾竟然签了三担, 早知道我就快点了, 天歌从哪找到这么多客户? 下个月, 还能有这种好事吗? 哈哈, 董经理背对的样子, 真是太搞笑了, 太好了, 颖天终于不和您组长聊天了, 等会我得找个机会, 去和女神搭起句话, 无数人的心声显露在颖天的眼前, 看得他眼花缭乱, 我去, 这个人平时看着这么正经, 被地里玩得这么滑, 干, 这个人原来是董涛的人, 以后得提防一下, 张小花, 我帮你没别的意思, 你别多想啊, 其中, 颖天尤其关注了下张小花, 和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 看见他们想的都是些家常里短的事后, 颖天就没过多在意, 最值得他关注的, 反而是那个想要和宁肠搭话的同事, 但是, 在看到他是谁后, 颖天彻底放下了心, 小子, 想追您组长, 你颜值不说像我这么高, 起码也得处在平均线上, 颖天看得不亦乐乎, 他感兴趣的不是亏看他人隐私, 而是更加了解这些同事, 他也不会无聊的随便把这些泄露给别人, 事情忙完后, 李一帆立刻到了董涛办公室, 他咽不下这口气, 想问问董涛有没有什么办法, 之前是被吓到, 李一帆才六声无主地帮了一组那么久, 现在那些人走了, 他才敢动这些小心思, 作为二组组长, 给一组那些公司养的闲人端茶送水, 实在是太丢脸了, 董涛先是训了他一顿, 最后却也有些无可奈何, 至少短时间内他是不能整颖天了, 那样的话不用颖天控诉, 所有人都会知道他董涛是个阴险小人, 显然他对自己身份定位出了问题, 一直以为自己在员工面前形象不错呢, 董哥, 我有个想法, 两人愁眉苦脸许久, 李一帆突然扬起脑袋道, 说说看, 董涛没抱什么希望, 赌注不是魔都城区内部的保险销售权利吗? 说起这个, 李一帆心里还有点心痛, 其实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吃老底, 新的客户很少, 李一帆顿了顿, 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把这个权利给他, 但是, 我们给他新设一条线, 让他通过那条线去接单, 而我们, 则把那些老客户握在手里, 这样, 他们几乎接触不到任何客户, 当然, 为了避免有小公司想办保险, 自动找上门来, 我们还得给他设置一定的成交额, 这样的话, 没有一些有实力的大客户, 除非他能让城区内部所有小公司, 都来我们公司办保险, 不然, 他是完成不了公司业绩的, 老客户都在我这, 新客户一年也没两家, 完成不了任务, 到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以业务水平不够将影天开除, 董涛起初还不以为意, 但完全听了李一帆的建议后, 心中连连赞叹, 好家伙, 这不就是一条阳谋吗? 每个组多个月都要完成一定的保险销售额, 这是总公司规定的, 然后李一帆将一些老客户抓在手里, 不给影天挖墙脚的机会, 让他自己去找, 这也不算违规, 到时候, 影天上总公司告状, 他们也可以用老客户更相信李一帆为由, 屹立不倒, 绝了, 董涛嘴角露出冷笑, 一个月后, 影天必定会滚出公司, 第十三章, 董涛老婆来了, 董涛笑了会, 才发现李一帆在跟着一起笑, 以前看见李一帆讨好的笑容时, 董涛会觉得很舒畅, 而现在, 他觉得李一帆的笑容有些小人得志的感觉, 连带着, 董涛感觉自己也跟着成了个反派, 这让一向自我定位为正人君子的董涛有些不适应, 嗨嗨, 董涛轻了轻嗓子, 你这计谋不错, 嘿嘿, 还是得依靠董哥您才能实行, 李一帆对自己的定位很准确, 直到不能抢董涛的风头, 满意的点了点头, 董涛站起身, 拍了拍李一帆的肩膀,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董哥放心, 李一帆一副视为之急者死的样子, 您交代的是, 我一定办好, 带李一帆走后, 董涛又仔细想了想这个办法, 越想越觉得不错, 看不出这李一帆还有点脑子, 砸吧砸吧嘴, 董涛回想起往日李一帆的表现, 以前, 李一帆一直是一个董涛的舔狗, 董涛说什么, 他就怎么做, 没想到, 这次还发掘出了李一帆其他方向的才能, 输了口气, 董涛放松地倒在了老板椅上, 满足道, 李一帆算是有资格做我的左膀右臂了, 强强联手, 未来可期, 一组的人都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二组组长突然对他们这么好, 早上帮忙端茶, 送水不说, 现在又迫不及待地来交接工作, 李一帆当然迫不及待了, 他想赶紧将魔都城区内部的保险销售权利 让给一组, 然后看他们吃扁, 因此, 他主动来一组这边交接起了工作, 与宁肠交谈时, 他还故作大方帝讲了不少工作心得, 还别说, 李一帆这人虽然人品不咋地, 这卖保险的本事却不弱, 至少宁肠和一组大多数人听得很认真, 还有不少人一改以前对李一帆的印象, 以前将他看成马屁精, 现在都认为他是大大的好人, 影天虽然也是笑脸相待, 但他一直保持着警惕, 影天也挺佩服的, 李一帆这人在这两三个小时内, 心思竟然一直没变过, 将影天赶出公司, 我再收回这个权利, 他哪来的自信一个月后能将我赶出公司? 影天现在对这份工作并不重视, 但董涛他们一直想赶走自己, 这也激发了影天的逆反心理, 你要赶我走, 我偏偏不走, 气不气? 影天啊! 临走时, 李一帆专门在影天面前停留了一回, 董经理一直都很看重你, 好好干, 别辜负了董经理的期望。 影天立刻站起身, 装作激动的样子, 李组长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工作, 争取多创造业绩, 一定对得起你们将魔独城区内部让给我们一组的决定。 李一帆一向将魔独城区内部这块当成自己的东西, 这下听了影天的话, 就像自己被绿了一样, 别提多恶心了, 但他眼前只能强忍着几处笑容。 没了阴阳怪气的心思, 李一帆很快就回到了梁祖, 宁长看了资料后, 没发觉有什么不对劲, 按着自己的经验和李一帆的教导, 他开始工作, 可他刚准备和影天交流一下时, 外面传来了熏杂的声音, 董涛呢? 那是一个嗓门很大的中年女人的声音, 隐约间还能听到他在说些别拉我, 放我进去之类的, 声音渐进又有几道声音很小的男生传了进来, 您不能进, 他们在工作, 请您保持安静, 不要影响到大家。 影天听得出来, 这是门口那两个保安的声音, 你们让董涛出来, 不同于保安的好言相劝, 那女人十分蛮横, 惹得办公室内不少人侧目, 终于, 那个女人到了玻璃门外, 透过玻璃门, 众人看见了那女人的滋容, 肥头大耳不说, 身材臃肿地堪比水桶,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却掩盖不了他丑陋的面孔, 影天也看见了那女人的数据, 姓名邓曼荣, 年龄45岁, 邓石肉业集团董事长女儿, 喜欢帅哥, 瞧不起岛插门的董涛, 并且觉得董涛人老珠黄了, 身价20亿, 董涛个老东西, 瞒住偷偷保养女人, 老娘都没保养过小白脸, 还害得老娘在姐妹面前出了丑, 影天觉得有些新奇, 董涛和邓曼荣这对夫妻真是奇葩, 一个比一个心理没数, 董涛老是一副自己多厉害多正面的样子, 他老婆更甚, 自己四十五比董涛大七岁, 还称呼董涛为老东西, 事实上, 董涛因为保养的好, 看起来其实很年轻, 影天有些难以理解邓曼荣为什么要喊他老东西, 或许是他们间某种特殊的爱好吧, 邓曼荣一把推开玻璃门, 站在众人面前就破口大骂, 董涛呢? 你快出来, 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就躲着, 当即, 一组有好热闹者接了他的话, 董经理怎么了? 你让他自己说, 老娘真是难以启齿, 一大把年纪了还学着别人包养女人, 众人一听全都明白了, 皆是掩着嘴偷偷的笑, 一组那个董涛的人见状, 偷偷掏出手机给董涛发了短信, 实际上, 不用他发, 邓曼荣嗓门这么大, 董涛恐怕早就听见了。 第十四章, 董涛, 惨, 宁长不满邓曼荣打扰他们工作, 主动站了出来, 他一起身, 隐天怕他被邓曼荣欺负, 也跟着起来了, 走到邓曼荣面前, 宁长冷着脸道, 邓小姐, 董经理办公室在哪? 我带着你去吧。 邓曼荣顺着宁长手指的方向看去, 刚好看见了董涛那躲在百叶窗后偷瞄的眼睛, 他当即气得大叫一声, 不带宁长带路, 自个就冲了过去, 经理办公室的门被反锁了, 但邓曼荣这女人可不会温柔细致地敲门, 他仗着自己的体型直接撞门, 只是两三下, 经理办公室的门竟被他撞开了, 劣质合金门, 价格三百, 这门质量不行啊。 隐天看着门的数据, 不嫌是大的, 说着风凉话, 宁长却是若有所思的, 想着些什么。 隐天看了眼, 他的心里话是, 好像之前是董涛安排的人采购的吧。 邓曼荣进去后, 一时间竟然没什么声音, 好在很快, 董涛就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 别打, 我错了, 我错了。 声音断断续续地从办公室传出, 光是听声音, 有些人就有些不忍了。 接着又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直叫人听得感同身受, 起一身鸡皮疙瘩。 对比董涛平时耀武扬威的样子, 不少人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 就连心地善良的张小花都想笑, 但他尽力憋住了, 脸色涨红, 宁长皱了眉头。 这是他家的公司, 闹出这么个笑话, 整得大家都无心工作, 宁长实在是看不下去。 只见他迈出大长腿, 眼见就要掺和进董涛的家事时, 邓曼荣突然出来了。 在他身后的, 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董涛。 不知是邓曼荣打腻了还是什么? 少人都在心里憋着笑。 出来后, 邓曼荣竟是直接走到了宁长面前。 宁小姐, 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煞时, 影天看见宁长的心声变成了, 他知道我是谁。 尽管心中惊讶, 宁长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的。 邓小姐, 您这是准备? 回去再收拾他。 邓曼荣说着, 回头狠狠地瞪了董涛一眼。 看见董涛那委屈的样子,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 邓曼荣又踹了董涛两脚。 董涛那默默忍受的样子, 实在是太逗了。 影天肆无忌惮地笑出了声。 邓曼荣听见影天的笑声, 这才注意到宁长身边的这个小帅哥。 他从头到脚把影天看了一遍, 越看眼睛越发亮。 看着他这个人好帅, 想不到董涛公司里还有这样的小帅哥。 那心声, 影天感到一阵恶寒。 上一次恶寒 还是被宝洁阿姨李淑芬盯着的时候。 宁长也有些不满邓曼荣的眼神, 跨出一步挡住在影天面前。 邓曼荣的心声又变成了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他喜欢这个小帅哥? 邓曼荣家族远比不上豪能集团, 他也没有必要和宁家千金交恶。 果断地收回视线, 邓曼荣扯着董涛的衣领就要离开。 沉默的气氛不到一秒被打破。 叮铃铃的电话声响起, 马上就有靠近的员工接起。 影天没看, 因此不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但也不用看, 因为下一秒, 那个职员就惊喜地大声喊爆。 组长, 有城区内部的公司要来办保险, 是那家极光影视的分公司。 极光影视, 在场的每个人都听过。 那是一家有着数位国际大腕, 出过无数经典影视作品的娱乐圈大势力。 他们办保险, 一般都是给旗下明星, 要播出的电影等上保险。 每年投入的保险金额, 粗略估算都是用一组单位。 一组所有成员的呼吸都变得粗重了。 没想到, 一组刚刚接手城区内部, 天上就掉下这么个大饼。 董涛刚被拉走不远, 听到这个消息, 他直接哭了。 那么大个人, 哭得像个150斤的孩子一样, 比之前被打时哭得还惨。 连邓漫容都有些动容了。 哎, 你别哭啊, 哭有用吗? 再哭回去, 打死你。 这安慰的话, 如春风般扶过。 董涛哭得更惨了。 宁长已经亲自上马, 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客户谈了起来。 他脸色严肃, 心里很开心。 宁长一直想要证明自己, 这单谈成了的话, 恐怕他的心愿也就达成了吧。 尹天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如果要见面谈, 自己的特殊能力或许会有点用。 聊了几句, 宁长挂断了电话。 环视一圈, 眼巴巴看着自己的组员, 宁长拧了名嘴, 假装沉默。 能看见他心生的尹天, 心中一笑。 你还调皮起来了? 尹天也在盯着宁长看, 目光如炬, 宁长和他对视了一眼后, 就移开了视线。 这单, 故意不去看尹天, 宁长眼见气氛越来越凝重, 终于展颜一笑。 这单我和尹天去谈, 大概率能成。 耶, 这个月也太爽了吧。 才牵了那么多人没多久, 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大单。 听见他们的欢呼声, 宁长笑容也是越来越灿烂。 忽然间, 他又看了一眼尹天。 尹天没像别人那样, 为了这单欢呼, 他只是微微仰起嘴角, 用满含关心的眼神看着宁长。 第十五章, 前不前的无所谓, 主要是缠他身子。 隔着几扇窗, 李一帆正偷偷窥视一组。 他的眼睛红肿, 显然也是刚刚哭过的。 窗户的隔音效果并不好, 他得一听见全过程。 一开始, 董涛被他老婆欺负, 李一帆想着这是董涛的家事, 就没上去帮忙。 当然, 更重要的是他看见邓曼荣也害怕。 那么大一只, 像抓小鸡似的把董涛抓了起来, 试问谁不害怕。 再后来, 他又听见了一组庆祝欢呼的声音。 赫然, 自己刚把把销售全给他们, 他们马上就卖出去了一份。 虽然只是在谈, 还没真正收到钱, 但李一帆知道和大公司谈生意, 一般决定了就不会改, 无非就是对价钱抹抹嘴皮子。 李一帆很难受, 如果说之前是他把不要的东西送给一组的话, 现在就是他的东西主动往一组靠。 把东西换成女人, 就大概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了。 李一帆很伤心, 他想找人哭诉, 可是董涛被抓了回去, 他找不到人诉苦, 默默抹了一把眼泪, 李一帆抽了抽鼻子, 自己给自己打气。 董哥不在, 我要抗住。 董涛第二天来时, 已经是中午, 快下班了, 但他是经理, 迟到早退也没人敢说他。 只有影天知道, 宁肠心理对这个分公司经理的评价是越来越低了。 董涛还是穿的那身衣服, 看上去与昨天没什么变化, 脸上也没多出什么心伤, 估计是与他老婆和解吧。 众人也能理解, 夫妻吗? 床头打架床尾和。 影天看了董涛的心声才知道, 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可能他这半个月都光顾不了他的情人了吧。 一进来, 董涛就照旧把李一帆喊了进去, 不知两人在里面商量了些啥, 李一帆出来时的得意之色大家都看得见。 李一帆的心声是这下影天得意不了多久了。 影天叹了口气, 上次李一帆的心声好像是一个月后影天就要滚蛋吧。 可惜被秒打脸, 不知李一帆下次换心声是什么时候。 影天之前还害怕董涛会是什么阴招, 现在看来也就那样。 而且, 现在他能看见别人的心声了, 更有能力防范这类事。 看了眼宁天, 影天开始自己的工作。 影天在昨天亲眼目睹了宁肠数据的改变。 现在是, 宁肠, 年龄二十六, 豪能集团销售一组组长。 喜欢影天? 我独首富宁天豪独女, 身价二百亿, 有对影天有很大好感转变为了喜欢影天。 影天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让他真正喜欢上了自己。 反正现在宁肠变化巨大, 最明显的, 就是他现在不能专心工作了。 宁肠长, 你老看我做什么? 放下手中的文件, 影天无奈地看向宁肠。 喜欢我也不能一分钟看我三次, 一次看我二十秒吧。 谁? 谁看你了? 宁肠扭过去的脸颊通红一片。 试问, 一个长得漂亮, 身价百亿, 单单喜欢你的女孩坐在你旁边老是偷看你, 你会怎么做? 女孩子脸皮薄, 在他向我坦白身份前主动向他表白吧。 心中有了决断, 影天又和宁肠对视了一眼, 宁肠又闹了个脸红。 影天记得, 他当时刚到魔都, 靠着打些零食工勉强填饱肚子, 面试时, HR因为他的学历不是顶尖, 纷纷表示不要他。 是宁肠留下了他。 当时影天还很没自信, 毕竟销售这行他从未接触过。 头几个月, 他一单都没卖出去, 每次到发工资的日子, 他都害怕与人谈论薪水。 在这靠能力的地方, 吃底心真的很丢人。 更何况, 当时宁肠从未以笑脸带过影天, 这让影天心里总是瞎想。 心中憋着一股静, 影天开始奋斗。 当时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不是琢磨销售技巧, 就是销售实战。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影天终于凭自己的努力, 成了一组的销售担当。 现在眼睛变异, 有了特殊能力, 影天也是看懂了宁肠的心。 他当时隐藏身份, 到了自家公司的下属分公司工作, 一心想要证明自己, 工作比影天还积极。 哪有时间对每个人笑脸相待。 后来影天奋发向上的品质显露出来, 他注意到后隐约间对他有了好感, 就更不会主动示好了。 想到这, 影天心中不免有些庆幸。 如果不是眼睛一变, 他估计还一直以为宁肠厌恶自己, 也不会主动与他搭话。 没有这个异能, 影天恐怕还与宁肠心同路人吧。 影天打算在宁肠坦白身份前向他表白, 也是有自己的计较的。 表白这种事得找个好时机, 所以现在不行。 等他坦白身份后再表白, 那就更尴尬了。 搞不好, 他还会以为自己是贪图他的钱呢。 虽然影天能肯定他不会这么肤浅, 但影天要做就做到最后, 不会留下一丝可能破坏的机会。 时机很重要, 影天要宁肠知道, 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是缠他身子。 第十六章 表白 回到自己位置后, 李一帆还静不下心来。 他总是忙着忙着, 就笑出声来。 无他, 刚刚董涛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极光影视分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 是董涛的大学同学。 有着这层关系, 董涛决定找个机会请他吃顿饭, 然后让他不要和宁肠合作。 以前的董涛虽然好色, 心里还是为公司着想的。 这种大单子, 以前的他绝对会先确定下来再说, 乃会像今天这样往外推。 但是, 董涛昨天在一组面前脸面丢尽, 在他心里, 唯有狠狠地报复一下他们, 才能让他开心。 尤其是要报复尹天和宁肠。 宁肠就不用说了, 董涛闹出丑闻, 自觉没可能正面追求宁肠了。 对于尹天, 董涛那是旧仇未消, 又添心恨, 自然也不可能放过他。 董涛和李一帆合计好后, 顿时迫不及待地给老同学打了个电话。 两人大学期间关系还算可以, 那人一口阴郁, 约定好时间后, 两人又聊了些往日的美好时光, 才结束通话。 得到了准确消息的李一帆一直在傻乐。 在他心里, 恐怕连到时候怎么嘲讽尹天都安排好了。 万事俱备, 只等好戏上演。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 转眼就到了周五, 明天就要去参加宴会。 因此, 周五下班后, 宁肠非要拉着尹天去买一身合适的衣服。 而且, 宁肠以陪我参加酒会为由, 主动出了衣服的钱。 看着他偷偷摸摸付款的样子, 尹天是真的觉得他傻得可爱。 而且, 每次尹天问价格的时候, 他总是说不贵不贵。 宁肠误以为这样就能暂时瞒住尹天。 殊不知, 尹天早就通过自己地特殊能力知道了衣服的价钱。 尹天也乐着配合, 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随便找了家餐厅吃晚饭。 宁肠, 吃完了, 我们去看电影吧。 等宁肠优雅地吃完擦嘴后, 宁肠假装不经意地抛出了这个邀请。 电影? 你想看什么? 宁肠没意识到问题的不对劲。 见宁肠没有要拒绝的意思, 尹天急忙把自己手机推到他面前。 手机上的是尹天早准备好的电影海报。 宁肠考虑了会, 点头答应。 很快, 两人就往电影院赶去。 买票时, 尹天主动提出去买票, 转个弯后, 他从自己口袋掏出早准备好的两张票。 行了, 我们进去吧。 宁肠接过票, 没多想, 跟着尹天走了进去。 很快, 电影开始。 尹天准备的电影票是一部甜甜的恋爱喜剧。 这电影在网上的评论大多是看得我又想恋爱了, 也想要得初恋了之类的, 有着年度劝人恋爱大作之称的一部电影。 两人无声地看着电影, 一个半小时转瞬即逝, 很快, 电影要播完了。 尹天也变得有些紧张。 当开始播放演员表时, 有不少人都坐不住了, 纷纷起身准备离去。 突然, 萤幕画面一转, 出现了一个男人自述。 什么鬼? 这电影还有彩蛋吗? 没听说过呀。 宁肠认出了那人就是尹天。 你搞什么鬼啊? 宁肠有些不明所以, 尹天没有说话, 因为他准备的VCR会替他说。 荧幕上的男人讲述起了他的故事, 不少人都是当故事看的, 图个有趣才看得下去。 只有宁肠一人感同身受。 很快, 故事讲完了, 荧幕又是一遍, 开始展示尹天拍的各种宁肠的美照。 电影院里所有年轻人都愣住了。 这就是视频中的女主吗? 爱了爱了, 我女朋友要是有。 啊, 别揪了, 疼, 我女友比她还漂亮。 铺垫这么久, 女主终于出来了, 果然没让我失望。 我要是能遇见这么好看的人, 我也能这么浪漫。 宁肠听着那些人的赞叹, 小脸红扑扑的, 有些不好意思。 看向旁边正深情看着自己的尹天, 宁肠比划了一下她的小拳头。 死尹天偷偷拍了我这么多照片, 哼, 她已经知道尹天想做什么了。 如果一组的那些同事在这, 一定会惊到下巴。 他们眼中的高冷女神, 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娇羞的表情? 终于, 照片也播放完了, 片尾, 渐渐出现了宁肠, 作我女朋友吧。 这几个字, 与此同时, 尹天从座位下, 掏出了自己准备好的玫瑰花, 随着字幕一起说出了这几个字。 宁肠, 作我女朋友吧。 电影院的人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突然, 不知是谁大声喊了句, 在一起, 整个电影院的气氛都变得热烈起来, 无数的在一起被他们喊出, 声音此起彼伏, 慢慢地又归于一个频率, 宁肠微不可闻地点了点头, 脸上羞红, 蔓延到脖子和耳根。 太好了, 尹天一把拉过宁肠, 将他搂在了怀里, 周围的人还在欢呼, 尹天和宁肠却沉浸在了他两独有的宁静中。 在尹天眼里, 宁肠的数据上, 那条喜欢尹天也发生了变化, 变化后的内容加在了宁肠的背景那一条。 宁肠, 年龄二十六, 豪能集团销售一组组长, 魔独首富宁天豪独女, 尹天女友, 身价二百亿, 电影院自然不乏好事者。 不少人将这里发生的一切, 以文字或视频的方式传到了网上。 不久, 宁天豪就知道了这件事。 嗯, 他的秘书被吓了一跳。 哦, 锤桌子的不是宁天豪, 是他老婆。 哎, 你先别生气啊。 宁天豪也被吓了一跳, 但他很快开始安慰老婆。 你看见这里有我们女儿吗? 说完, 他切换成另一条视频。 这个录视频的人, 围着电影院转了一圈, 差不多把所有人都派了进去。 可就是漏了尹天和宁肠。 宁天豪老婆一看, 果然没发现两人。 宁天豪又安慰到, 可能是这个男孩子做多情, 没想到咱们女儿里都不理他。 他没说出口的, 是自己女儿和尹天关系并不一般。 他老婆的怒火终于消了。 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 嗯, 好像是叫尹天吧? 你让管家把他资料给我。 第十七章, 宴会前的准备。 和宁肠确定关系后, 宁天和他腻歪了很久, 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你明天记得穿我给你买的衣服? 临走前, 宁肠万般不舍地提醒道, 知道了知道了, 以前宁肠可没这么啰嗦。 当然, 宁天也很喜欢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 又给宁天整理了一下衣服, 宁肠才准备离开, 还没卖出脚, 宁天突然拉住了他。 宁宁, 宁肠不解地看着宁天, 宁天没有说话, 他只是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脸颊。 宁肠瞄懂, 脸也一下就红了, 但他没马上让宁天如愿, 而是低着头绕着自己的手指。 宁天毕竟有过初恋, 脸皮比较厚, 立刻就像事情没发生过一样, 若无其事地道, 那今天就算了, 明天再轻。 宁肠文言点了点头, 看到车来后, 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还害羞呢。 看着宁肠的背影, 宁天淡淡一笑, 眼睛一闭一睁, 一夜就过去了。 今天宁天起得很早, 宁肠是在晚上, 洗漱一边等宁肠回消息, 好在宁肠也习惯早起, 宁天并没有等多久, 就收到了回复。 宁天发的是起床了吗? 小懒猪! 宁肠不甘示弱地回复起床了, 但是没有勤快猪起得早。 宁天直接看乐了, 还有勤快的猪, 那你愿不愿意 和一只勤快的猪猪去约会呢? 消息发过去后, 宁天已经猜到了 宁肠可能会害羞。 不愿意, 隔着屏幕, 宁天都能看见宁肠红扑扑的脸蛋。 那你要怎么才能陪勤快的猪猪去约会呢? 答应了宁肠很多不平等条约, 宁天才成功把他约出来。 约好会合的地点后, 宁天直接出了门。 等他到了目的地时, 宁肠早就在哪等着了。 宁天汉言本来他是出发得很早的, 但是路上堵车了, 他被卡在市区近半个小时。 好在宁肠没有计较, 见宁天来了后, 他直接挽住了宁天的胳膊。 公交车站牌旁还站着一个男生, 本来他一直在偷瞄宁肠,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上前搭讪, 却发现眼中的女神突然挽住了一个帅哥, 顿时心痛不已。 更让他心痛的是宁天的颜值比他高了不少, 让他觉得此生无望。 宁天没注意到这个小男生, 就算注意到了, 他也不会在意。 宁肠这么漂亮, 每天偷看他的人不计其数, 宁天真要一个个防着, 那不得累死。 宁天现在想的是要买一台属于自己的车。 他刚刚看见宁肠的额上冒出了不少汗水, 显然是在站台这等他时热出来的。 要是他能早点到, 宁肠就不会被热到了。 他又看了眼宁肠的心声, 之前宁肠没注意到他时, 是颖天怎么还不来。 注意到后, 变成了颖天终于来了。 宁肠完全没有埋怨他来得晚或是什么, 这让颖天心痛之余又有些感动。 两人相拥走着, 宁肠突然脚步一顿, 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的说道。 对了, 昨天忘记和你说了, 这次宴会我们要准备两份礼物, 那我们现在去买。 颖天大大咧咧地回答, 宁肠神色却有些焦急。 以前这种宴会会有专门的收礼人负责收放, 评估礼物, 然后他会在宴会气氛热烈时一一念出来。 钱规则是礼物一百万起步。 宁肠现在手上是有很多钱, 但买些什么却让他犯了难。 买古董吧, 怕遇上假货, 钱被骗都是小事, 真在宴会上将假货送了出去, 那才是真正的丢人。 别的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 颖天不知道实情, 问道, 主要是送给谁? 送给我爷爷。 宁肠下意识回答了, 你爷爷。 颖天愣了会, 又马上反应过来。 颖天一直以为, 就是一个单纯的年轻人的交友聚会。 这一下连爷爷都出来了, 宁肠爸妈肯定也都在哪。 那他去了, 不就成了建家长了? 虽然他不怕, 但是这事还是需要有心理准备啊。 你放心, 我爷爷人很好的。 宁肠看见他反应有些大, 还以为他害怕自己爷爷是个老古董吗? 颖天的心思还沉浸在建家长中。 他低头瞅了瞅自己打扮。 不行, 头发没发型, 得去做一个。 这衣服竟然沾了一个小黑点, 回去换了。 这一看, 他是越看越不满意。 在对象家长面前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 既是对自己的负责, 也是对对象的负责。 不然, 万一没让岳父岳母瞧上, 岂不是给明长丢人了? 万一他们再来个给你一百万, 离开我女儿这样的戏码, 那可成了整个宴会的笑柄了。 颖天倒是无所谓, 他就是担心到时宁长会受到牵连。 他会杜绝一切这种可能。 宁长像是看出了颖天的想法似的, 笑着拍了拍颖天的手臂。 你就这样就行了, 还不相信我的眼光。 宁长不知道的是, 他的亲生母亲已经打算给颖天一个下马威了。 而且, 无论颖天穿着多么得体, 礼仪多么到位, 都无法阻止丈母娘整她的心。 第十八章, 相亲相爱枕边人。 与此同时, 宁家宅子里, 宁夫人正看着手中的资料。 资料, 赫然就是关于颖天的。 更甚至, 她面前还摆着一个手机, 手机正在播放一个直播。 内容, 就是自己女儿和颖天亲密接触的现场直播。 宁天豪, 你女儿快被骗走了你知道吗? 宁夫人看着直播, 咬牙切齿道。 众人周知, 宁天豪对这个老婆非常疼爱, 江湖上更是隐隐有宁天豪怕老婆的传闻。 因此, 宁家宅子的庸人伺候她时, 往往比伺候宁天豪更用心。 所以, 宁天豪很快就收到了庸人的消息赶了过来。 一看见宁天豪, 宁夫人就指着手机上颖天的身影道, 你还说没事, 你看这个, 等你发现有事, 他们的孩子估计都会打酱油了。 宁天豪眯着眼睛看了会, 笑眯眯回道, 哎,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不都这样吗? 不行, 宁夫人拍了拍桌子, 我必须要让女儿幸福。 说着, 她指着颖天强调了一句, 跟着这种穷人是得不到幸福的。 你想怎么办? 宁天豪没有五妻子的意思, 她知道妻子是个掌控欲极强的女人, 平日里都是让着她, 倒也一直恩恩爱爱。 唯独对于女儿谈朋友这件事, 她秉持着不同的看法。 宁夫人的想法是, 女儿的婚姻由她来做主, 她会选一些自己看着长大的二代作为人选。 而宁天豪的想法是, 男朋友由女儿自己找, 然后她负责把关, 不合格地偷偷赶走, 不过自己不干涉她找谁。 但考虑到妻子的性格, 这件事她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 表面上还是要夫妻共同进退的。 你知道, 女儿今天要带她来宴会吗? 宁夫人冷笑道, 宁天豪其实知道, 但她还是摇了摇头。 看见宁天豪摇头, 宁夫人得意地笑了笑, 女儿要送礼物的话, 肯定会在自己的收藏品里面找。 作为宁长的母亲, 她非常了解女儿的性格, 所以由此猜测。 然后呢? 我把她的收藏全部换成假的了。 宁夫人语出惊人, 宁天豪却有些难以理解。 你整饮天归整饮天, 你偷偷摸摸换了女儿的收藏品干嘛? 到时候, 女儿带着饮天过来, 送出去了礼物后, 我再吩咐宁真曝光饮天送的是假货这个消息。 到时候, 我在一口咬定是饮天偷偷把真品换成了假货, 逼她离开女儿。 这, 同窗共诊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这么多? 宁天豪回想了下, 哦, 还没结婚时, 妻子就有特别腹黑。 那没事了, 其实一想, 还挺有意思的。 臭小子, 敢抢我女儿, 被整野活该。 虽然, 她一直心想着女儿总是要嫁出去的, 被靠近女儿的小男生都装作支持鼓励的样子, 可实际上, 她也不想随便来个人就抢走了女儿。 这次的事, 就当做是对他们爱情的考验吧。 嗯, 后面我还可以安排人去和饮天说都是宁常故意陷害你的, 来考验他们的信任。 如果他们通过了考验, 最后我就出来背锅。 不行, 恨上了怎么办? 陈思乐会, 宁天豪决定还是稍微给宁常透露一点情报。 她假装要上厕所, 进去后掏出手机给女儿发了条短信。 很快, 她神清气爽地出来了。 宁夫人安排完后, 又看起了生意。 见宁天豪来了, 她急忙拉过她, 与她一起谈论。 殊不知, 刚刚还说计划不错的丈夫, 转眼间就把自己卖了一半。 转眼间, 他们就规划了好了大多数生意的安排。 完成工作后, 他们对视了一眼。 眼睛好似在说, 不愧是我老公, 老婆, 果然我们想的都一样。 妈妈给隐天设计了一些小考验。 宁常看着父亲发来的短信, 有些莫名其妙。 宁宁, 什么事啊? 隐天故意开口问道。 实际上, 她通过手机的数据, 早就知道短信的内容了。 岳母要考验我。 仗着特殊能力, 隐天觉得自己应该能完成岳母的小考验。 她是真的以为是小考验。 而熟悉自己母亲的宁常, 却直接苦了脸。 我, 我妈妈可能要刁难一下你。 犹豫了下, 宁常吞吞吐吐道道, 如果到时候出了什么事, 你不要生气。 隐天看到的宁常的心声是完了完了, 要不不带隐天去了吧? 难不成还真是刀山火海不成? 胸怀无味的隐天直截了当道, 没事, 我绝对不生气。 宁常有些郁闷, 她不知道该怎么和隐天说。 如果直接说我妈会狠狠整你, 她怕隐天直接被吓跑。 而简单的提醒, 隐天又不会放在心上。 苦恼的她右手握拳, 轻轻地捶了捶自己的脑瓜。 不管了, 先去选礼物吧。 命长和隐天走进了魔都最大的古玩市场。 第十九章, 市场见闻。 纺制的青花双喜盖罐老檀。 价格, 五元。 纺制的季红又果盘。 价格, 三元。 一进古玩市场, 隐天就发现了自己特殊能力的另外一个用法。 限定瓷器。 只要是她眼中所见的东西, 都能看出是不是真品。 发现自己的眼睛还有这个能力时, 隐天欣喜若狂。 这岂不是说, 我可以发现别人看漏的宝贝。 电视健保节目里, 那些古董动不动就百万千万, 看得直叫人眼热。 如今, 我也有这种一夜暴富的机会了。 心中激动下, 隐天的步伐都快了几分。 她左瞅瞅又瞅瞅, 恨不得把每一个摊位都逛个遍, 恨不得把摊位上所有的东西都检查一遍。 在隐天看来,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发财机会。 她一直在想怎么利用自己的能力赚钱, 之前甚至还想过去垃圾站讨宝贝, 现在看来是不用了。 垃圾站哪有古玩市场宝贝多啊? 隐天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拉着宁长逛了起来。 宁长有些看不懂隐天的反应。 说好要来这里时, 隐天还没这么激动, 只是当成一个游玩的地方。 没想到到了后, 隐天像变了个人似的, 这么热情主动。 甚至, 宁长感觉隐天都有点忽略自己了。 好在宁长不是那种唯一点小事就要冷战发脾气的女孩。 她只是默默有隐天拉着, 一边埋怨说慢点慢点, 一边加快脚步更上。 仿制古玉太阳鸟, 价格七元。 仿制五彩五寿八卦碗, 价格六元。 仿制发廊彩幅寿文橄榄屏, 价格十元。 隐天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了, 一路下来, 气得她只想骂娘。 无她, 从隐天进来到现在, 看见的东西全是仿制的。 关键是, 那些伤犯吆喝时, 一个个都是亏本甩卖, 手上困难要变卖传家宝的样子, 可他们卖的全都是假货。 说是假货也有点过, 毕竟那些商家从未说过自己手上的是真品, 他们只是说东西的来历, 可那也是他们编造的。 隐天亲眼看见, 一个商贩前一秒还在说我这个是收的孤品, 下一秒东西卖出去了后, 他就从案板底下又掏了一个出来。 而且, 价值不到二十的现代纺制品, 愣是被他吹成了自己重金求来的宝贝。 水真是太深了, 得亏隐天有特殊能力, 这要是一个普通人来这儿, 不得被坑的裤衩都穿不起才怪。 宁长倒是没那么多心思, 他就是纯粹来玩玩的。 因此, 他现在很开心, 一路走过来, 他见识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 饶食他从小就见多识广, 在这也大开眼见了一次。 相比之下, 隐天一直在关注这些东西的价值, 没怎么注意他们的外形, 背后的故事。 算起来, 还真是亏了。 没捡到漏, 隐天也没太在意, 他只是感叹前不好捡。 不过, 能力的新的应用倒是给了他一条另外一条路。 再不见, 我也可以当个古董鉴定专家自嘲一笑, 隐天又和宁长逛了起来。 突然, 隐天注意到有前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 秉着看热闹的心思, 他带着宁长凑了进去。 一看, 原来是两个人在争执一件宝贝。 一方是一个穿着青色大瓜的中年人, 另一方则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年轻人。 隐天瞳孔微微聚焦, 看到了两人的心声。 中年人的是这富二代, 好像挺有钱的, 开口就是二十万。 年轻人的则是用这件东西做礼品, 应该能出点风头吧。 而通过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隐天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是这个中年人看上了件宝贝, 正在谈价时, 这个年轻人突然插嘴要买。 这古玩市场有个规矩, 那就是, 如果两个人同时看上了一件物品的话, 除非先来的人自己放弃, 不然后来的人不能抢。 来着逃宝贝的, 大多是一些混迹与此的老手, 大多遵守着规矩。 而这个年轻人一看就是不经常来的那种, 真破坏了规矩, 别人报复不了。 事实上, 一般店家也愿意和遵守规矩的人做生意。 但这次不一样, 这个年轻人出价太高了, 所以物品的主人有些犹豫。 卖给中年人吧, 少赚了一大笔钱。 卖给年轻人吧, 得罪了中年人, 自己名声也保不住。 众人是这样想的, 隐天若无其事的地看了眼店家的心声。 嘿嘿, 老秦再把架抬高点。 这下隐天是全明白了, 这两人唱双簧呢? 隐天怜悯地看了眼那个年轻人。 虽然隐天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但他也不准备说出来。 他和那个年轻人素不相识, 贸然上前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更何况, 是年轻人不守规矩在先, 被骗也怪不了别人, 别人也没求着他买。 小伙子, 你这推不后道了吧? 中年人有些愤愤不平, 这怎么能怪我呢? 年轻人轻挑道, 要知道, 宝贝那是有能者居之, 我给的钱多, 那就归我。 说完, 他不屑地撇了撇嘴, 有本事, 你就出价比我高。 哟, 小伙子说话还挺狂。 隐天看他那副我爸是首富的样子, 忍不住看了眼他的资料。 之前隐天只是一批而过, 主要看了他的心声。 姓名, 侯俊雄, 年龄, 二十三岁, 宇天地产董事长二子, 身价, 十亿, 怪不得说话这么有底气, 原来是地产大亨的儿子。 宇天地产是魔渡一个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商, 隐天现在租的房子好像就是他们造的。 第二十章, 反转, 两人很快争了起来, 店家装作左右为难的样子, 迟迟不肯决定卖给谁。 不知他真面目的众人是这样理解的, 一边是早已谈好的中年人, 一边是啃出高价的年轻人。 于情于理应该把东西卖给中年人, 但是都是出来养家糊口的。 能挣大钱为什么要见卖呢? 中年人是受害者, 是绝对没错的。 店家的立场大家也能理解。 于是, 所有路人都把枪口对准侯俊熊, 纷纷声讨起来。 我说你这小年轻, 怎么做事不按规矩来呢? 小伙子做事留一线, 有几个臭钱了不起。 侯俊熊听见这些骂声, 也不以为意。 哎, 我也不想啊, 可谁叫我住的家更高呢? 侯俊熊洋洋自得。 我? 中年人咬了咬牙, 我也出二十万, 你把东西卖给我。 说着, 他伸手就要从包里掏钱。 众人透过他那微微打开的小口, 看见了一捆捆绑在一起的百元钞票。 咕咚, 有几个离得近的, 当场就咽了口口水。 影天看得真切, 他那包的描述分明就是, 藏有三千元现金。 好家伙, 三千块愣是给你装出了亿万富翁的感觉。 店家也当即就要接过, 这两人都是实力派演员。 侯俊熊一见, 立刻急了。 哎, 你别急着卖啊。 我出四十万, 店家恰到好处地将自己伸到一半的手凝结在了空中。 你怎么又加钱? 中年人急了, 指着侯俊熊慌张道。 我有钱, 想怎么加就怎么加, 不行吗? 侯俊熊迷恋上了这种采人的感觉, 学着他哥哥的语气, 嚣张道。 众人又开始指责他了。 中年人似乎还不想放弃, 打了个电话后, 也跟上了。 两人又来了几个回合, 把价格炒上了一百万。 影天看得直摇头, 这侯俊熊真是上头了, 竟然被那两个骗子合计抬了这么多钱。 难不成还真要不计代价, 把东西抢下来不成? 影天现在有些好奇他们在抢什么了。 到了一百万后, 中年人似乎也急了, 再一次被侯俊熊加价后, 他一气之下劲直接加了一百万。 二百万, 你要是能出更高的钱, 我就退出。 他双眼通红, 演出了一个赌徒想要一把梭哈的样子。 侯俊熊却迟疑了, 他这个月薪买了辆车, 零花钱用的只剩一百五十多万了, 就在这时,有一个老者富尔对他说了几句话。 影天看得真切, 老者说的是后少爷, 二百万换一千万, 稳赚不赔。 难不成这老头也是骗子托? 影天看了眼老者的资料, 姓名, 盛天公, 年龄, 五十四岁, 知名古玩鉴定专家, 少有走眼的时候。 新生, 这宝贝可不能让别人抢去, 老头是侯俊熊的人。 所以说, 这是一个骗子想骗人, 结果却赔了真宝贝的故事。 影天看向那两骗子, 只见他们虽然假装不认识, 但刚刚看见盛天公劝侯俊熊时, 还是忍不住偷偷对视了一眼, 两人眼里都带着热切的光芒。 什么宝贝值一千万? 影天开始好奇了, 见侯俊熊还在迟疑, 店家配合中年人, 假装开始交易。 与此同时, 周遭众人见最后, 还是中年人胜出, 纷纷开始冷嘲热讽。 什么有钱人, 二百万就吓住了? 一开始看他那么自信, 还真以为是条龙呢? 现在一看, 就是一条虫。 我认得他, 好像是宇天地产董事长的小儿子, 应该是不受宠吧? 那么大家也没分他一点。 侯俊熊被他们说得脸色铁青, 很是不好受。 他不是舍不得钱, 他是现在手上没那么多。 要是这是月初, 他喊假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 这钱侯俊熊现在其实也能拿出来, 只是他不想找别人借。 他平时一向豪气, 隐隐在圈子中占领导地位。 这要是借一次钱, 岂不是自降身份? 找父亲借也不行, 他平时一直教训侯俊熊花钱不要向洒水, 这钱他肯定不会捡。 哥哥的话, 侯俊熊不想求他, 时间不等人, 眼见中年人和店家就要谈好, 侯俊熊终于忍不住了。 三百万? 他和中年人一样, 一次加了一百万。 店家眼里的喜色已经要藏不住了。 本来他就想骗个几万, 没想到这次碰到个傻缺富二代, 加钱加到三百万。 中年人也愣住了, 但他是因为再犹豫, 还要不要再加钱。 店家急忙舍个眼色, 在家前,小心汤都没得喝。 于是, 在众人眼里, 中年人先是不甘地捏紧了拳头, 随后狠狠瞪了侯俊熊一眼, 才落寞地退场。 店家开始和侯俊熊交易, 他将一个形似花盆的瓷器从下面拿了出来。 南宋至圆关摇海棠是小盆, 价格一千万, 还真值一千万。 第二十一章, 真主角。 原来, 是店家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怕有什么闪失, 故而将东西收了起来。 所以, 隐天之前找了一圈, 才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店家将宝贝放到了桌上, 让侯俊熊打钱。 侯俊熊是情急之下喊出三百万, 眼下拿不出来, 顿时支支吾吾。 你消遣我? 店家猛了? 台价台都没人买, 自己也不买的话, 那可太败人品了。 你急什么, 不会少你钱的。 侯俊熊脸色战红, 似乎是收到了极大的侮辱。 磨磨蹭蹭地拿出手机, 把好友翻了个遍。 侯俊熊发现他只有一个选择了, 向他最讨厌的哥哥借钱。 这边, 隐天见侯俊熊一时拿不出钱来, 心思活泛起来。 宁宁, 你有三百万吗? 啊? 没有。 宁长本来正看热闹看得入迷, 一下被问有没有三百万, 下意识地就否认了。 可他下一秒就后悔了。 完了完了, 我怎么嘴快了? 现在和他说没钱, 等会又和他说我是魔独首富的女儿。 他会不会以为我是在逗他玩啊? 我应该先承认有三百万, 然后再告诉他我是宁天豪的女儿。 顿时, 宁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隐天全程看了他的心声, 心中觉得有趣。 看你到时候怎么和我坦白一切。 在隐天心里, 欣赏宁长坦白时扭捏的表情 比眼前这一千万更重要。 所以, 他放弃了想让宁长买下这个物件的想法, 让宁长继续保持人设。 说不后悔, 那是不可能。 可惜隐天眼前拿不出三百万来。 经此, 隐天决定把赚钱这件事提上日程。 那你先筹钱, 我把宝贝装起来。 店家假装好心道, 侯俊雄不以为意地挥了挥手。 接着, 店家就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 将古董拾起, 先是用不包了两圈, 又把它慢慢放到了一个盒子里。 隐天视线随着一千万而动, 因此, 他看见了那个盒子的描述。 收纳盒, 价格一千万。 接着, 桌子轻微晃动了一下, 所有人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就连一直死死盯着这边的圣天宫都没注意到。 事实上, 隐天也是因为眼睛特殊才看见了。 本来他还不以为意, 毕竟桌子四角不平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他在看盒子时, 盒子的描述却变了。 收纳盒, 价格, 二十。 就这一秒, 盒子里的一千万没了。 隐天一愣, 随即眼睛向下扫去。 那有乾坤的桌子, 价格, 两千五百零一万。 我干。 隐天实在没想到, 这店家竟然是套中套。 先是用真品吸引老手来竞价, 把价格抬高后, 直接来一手黎猫换太子。 隐天决定收回自己之前的那句话。 这不仅是普通人来了, 要赔掉裤子, 就算是连真正的专家来了, 恐怕也得含泪离去。 开车来走回去的那种。 而且, 貌似他桌子里, 还有价值一千五百万的宝贝。 所有人都没发现东西被调包了。 侯俊雄已经筹到钱了, 转了账后, 愉快地接过盒子离去。 这。 隐天只能为他默哀两分钟。 我们买盆花吧。 宁肠突然提议道。 行啊。 隐天欣然阴语, 去哪买。 就这。 隐天正奇怪, 宁肠怎么突然想到要买花,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隐天看见了刚刚那个店家正从桌子里摆花出来卖。 原来是看见有人卖花宁肠才想买。 这傻姑娘, 看见什么就想要什么。 隐天主动凑了过去。 老板, 你这花怎么卖? 盆十五, 花二十, 童所无欺。 信你个鬼, 你刚刚才骗了别人一千万。 宁肠挑选花去了, 隐天则趁机和店家交谈起来。 老板, 这里不是古玩市场吗? 你怎么卖起花来了? 我这不是正准备往那边走吗? 被你叫住了, 就在这边做做生意, 也不犯法。 隐天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 那边是一个小型的自由贸易市场。 你这随随便便买卖古董, 就能挣三百万, 怎么还兼职卖花? 你们年轻人就只知道古董吃钱。 叹了口气, 店家批判道, 你别看我这花卖的便宜, 有时候里面出一个极品, 那可比古董来钱快多了。 隐天倒是听说过有些名贵的花痕值钱, 但不知道这普通花也有机会身价暴风。 正想和老板多交流几句, 宁肠却一拉隐天的衣角。 我选好了, 点了点头, 隐天随意地扫视过去, 却一下子愣住了。 宁肠抱在怀里的那株花很普通, 但它旁边有一颗右牙, 价值一千五百万。 素贯和顶, 右牙七, 价格一千五百万。 零三, 怎么了? 宁肠揪了揪隐天的脸。 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吧? 隐天看着宁肠, 有些羡慕他的运气。 出身豪门, 出门预保, 随便买朵花都能赚一千五百万。 这不是主角的标派是什么? 第二十二章, 女友摊牌了。 诺, 老板, 三十五嫂了。 隐天内心非常激动, 表面却不动声色。 行, 老板听着手机上外放的道账, 三十五元后, 点头示意。 零抖前, 隐天又看了眼店主那古怪的桌子, 那有乾坤的桌子, 价格一千零一万。 显然, 店主拿出了价值一千五百万的宿冠和顶后, 桌子价格直接掉了一千五百万。 那一千万, 是店主的南宋志圆关姚海棠是小盆, 零头一万, 应该就是桌子的造价了。 想来, 这老板也挺会做生意的。 做了一批纺织的古董后, 一边规规矩矩地搭着花脉, 一边装作是古董骗人。 要是让侯俊雄知道自己花三百万买的东西, 现在隐天花二十就买到了, 不知他会不会气死。 而老板辛辛苦苦找脱演习, 冒着犯罪的风险才挣了三百万, 却亲手把价值一千五百万的花卉当作普通兰花转给了隐天。 一离开古玩市场, 隐天就抱起宁肠, 让他在空中转了好几圈。 宁育, 我爱死你了。 哎, 你做什么啊? 宁肠羞涩地左右看了看, 果不其然, 很多人都看向了这边, 别人都看在呢。 我不管, 隐天抱着他不放, 你知道你买的这盆花值多少钱吗? 多少钱? 见宁肠的好奇心被自己勾起了, 隐天当即神秘一笑, 用手点了点自己的脸颊。 宁肠想起了昨天自己答应他的事, 不好再赖皮, 于是如蜻蜓点水般轻轻在隐天脸上吻过。 然后, 他看着神色得意的隐天, 轻轻捶了下他的胸膛。 多少钱啊, 你别卖关子了。 你凑近点, 我告诉你。 宁肠听话的侧耳轻声, 这朵花不值钱, 花旁边的那株幼苗才是真正的值钱货, 等它长大了, 能卖一千五百万。 听完隐天的话, 宁肠端起自己的花打量起来, 这才发现, 这盆涨是喜人的兰花旁, 还有一株刚破土的幼苗, 就这个价值一千五百万。 宁肠有些疑惑, 隐天于是就着自己看到的资料, 结合网上搜到的东西, 给宁肠讲解了这个幼苗的价值。 听完隐天的介绍后, 宁肠看了幼苗好几眼, 眼中一彩连连。 宁肠是魔独首富的女儿不假, 但她对花花草草什么的兴趣不大。 今天也是看见了, 才想着买一朵回去养着玩, 自然不知道这方面的行情。 一朵花能卖一千五百万。 宁肠虽然身价二百亿, 可她不是那种不识人间烟火的女人, 自然知道一千五百万是个什么概念。 尤其是宁肠到自家分公司打工后, 她更能知道赚钱的艰辛。 然后, 自己随便挑了朵花, 就比自己这些年亲自赚到的钱还要多几十倍。 这让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宁肠感到有些荒诞。 怎么了? 赚到了一千五百万, 你不开心? 隐天通过查看宁肠的心声, 知道宁肠心中生起了一丝挫败, 她当即就想办法安慰。 没有没有, 宁肠连连摆手, 不过, 这盆花是你付的钱, 应该归你。 我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隐天装作生气的样子, 在我心里, 你比这一千五百万重要多了。 听到这话, 宁肠心中像吃了蜜那般甜。 对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这么值钱呢? 不怪宁肠这么疑惑, 实在是隐天往日根本没显露过在这方面的才能。 隐天自然不可能说是自己眼睛的功劳, 我会的东西还多着呢? 他轻轻敲了敲宁肠的脑袋, 宁肠也没多想, 只当是隐天在这方面下过功夫。 不过, 这花该怎么养呢? 宁肠犯了难, 隐天如果想养的话, 应该可以养活, 因为他眼中的资料, 包括这花缺乏的元素。 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该怎么养, 但想来给他把营养弄足了, 应该就能茁壮成长。 但隐天不想把时间用在花花草草上, 不如你带回去。 他提议道, 我没养过, 宁肠有些迟疑, 要是我把他养死了怎么办? 养死了就养死呗。 隐天不以为意道, 一千五百万被我养死了, 你不会心痛。 宁肠试探着问道, 隐天看了眼宁肠的心声, 发现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一样。 不是都说了吗? 在我心里, 你比这一千五百万重要。 开玩笑, 二百亿就站在自己面前呢, 自己怎么可能简直嘛丢西瓜? 隐天他, 好像不是那么在乎钱的样子。 宁肠的心声变成了这个。 隐天的话让宁肠眼睛一亮,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一个像隐天坦白自己家世的好机会。 我带回去养也行, 家里正好有一个资深园丁。 宁肠又试探了一句, 隐天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 宁肠心中一喜, 时机, 氛围都到了, 宁肠当即不再犹豫。 他从隐天怀中挣脱出去, 翘生生地站在隐天面前, 霸气道。 隐天,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爸是宁肠好。 第二十三章, 丈母娘的心思。 说出这句话后, 宁肠心情又变得紧张起来。 他开始患得患失, 隐天看着他的心声, 不由觉得一阵好笑。 隐天应该不会在意, 我骗了他吧? 还是太突兀了, 完了完了, 我真的生气了。 啊, 后悔药呢, 我要吃后悔药。 宁肠心思藏不住, 他的表情也已经出卖了他。 那一脸紧张的样子, 看了真是让人喜欢。 隐天在想, 自己该怎么演, 总不能就呕一声吧。 于是, 他先是装作棱柱的样子, 不可置信地说, 摩, 摩独首富宁天好。 宁肠紧张地点了点头, 他好了。 隐天又假装兴奋的样子, 一脸喜色。 啊? 宁肠有些看不懂了。 你不生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 隐天理所当然地反问, 就是, 就是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真正的身份, 一直在骗你。 宁肠这话, 是吞吞吐吐着说出来的。 隐天看他的心声, 已经变成了我怎么非要问出口。 万一隐天本来没想到这点, 现在又被我提醒了怎么办? 这傻姑娘, 隐天没再让他多想, 怎么会? 你不是现在就告诉我了吗? 见他心声还没变, 隐天又接着说, 而且, 我们不是昨天才确定关系吗? 昨天确定关系, 今天就像我坦白身份, 这怎么晚了? 再说了, 以前我们又不熟, 你对我隐藏身份也无可厚非。 其实, 宁肠是因为之前就对隐天有好感, 才会一直被自己身份这件事困扰。 被隐天开解后, 宁肠也就放下了这事。 那, 你知道我的身份后会不会离开我? 放下那件事后, 宁肠又纠结起这件事。 他知道很多男人大男子主义, 不喜欢女方强势。 怎么会? 隐天摇了摇头, 傻子才放着这么好看, 这么有钱的女友不要。 除非? 见宁肠神色放松, 隐天又想逗逗他。 除非什么? 宁肠一下子又紧张了。 除非你爸爸像电视演的那样, 拿着一个亿的支票对我说小子, 这是一个亿, 离开我女儿, 那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 不行, 你想都不准想。 宁肠被隐天描述的画面逗乐了, 装作凶巴巴的样子威胁的。 打打闹闹着, 隐天和宁肠向着远处走去。 他们离开后, 一处隐秘的角落, 有一个穿着普普通通, 但看起来很是干练的男子钻了出来。 他手上持着一个什么仪器, 快步跟了上去。 和仪器网络连接的另一端, 宁夫人眼中的怒火都要溢出来了。 虽然隔得远, 不知道隐天和自己宝贝女儿说了些什么, 但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已经显而易见了。 昨天才表白, 今天就搂搂抱抱, 真是太过分了。 一定是隐天花言巧语骗了女儿。 宁夫人一口断定这一切。 在他眼里, 自己女儿是个很保守的人, 怎么会在大街上和一个男人抱在一起, 轻轻握握。 他相信是因为隐天诡计多端, 自己女儿被他骗了。 等着吧, 到晚上看你怎么办。 宁夫人喃喃道, 一想到晚上自己安排好的剧情, 他就仿佛看见隐天已经入套一样, 嘴角慢慢上扬。 那么, 能把隐天赶走后, 自己女儿由谁来安慰呢? 想到这点, 宁夫人又拿起几份别人的资料看了起来。 与看隐天资料时的态度完全不同, 宁夫人是带着笑意看这些二代资料的。 这越看, 她是越满意。 这个小伙子不错, 家里有钱不说, 自己还努力。 这家, 虽然最近有些落魄, 但底蕴还在, 如果她对女儿好的话, 也不是不能帮她重振家族。 这一家的怎么小小年纪, 私生活这么混乱? 不过应该只是玩玩而已, 要是她娶了女儿, 肯定会收心。 在宁夫人眼里, 只要有钱, 那就是对的。 这源于她早年的一次经历, 在那以后, 她一直对没钱的人冷眼相看。 这么多二代, 她真是挑花了眼。 到时候, 就看谁送的礼物最贵吧。 选择太多, 宁夫人一时, 还真是难以做出决定。 想到自家宴会要送礼的规矩, 宁夫人灵机一动, 当即有了决断。 突然, 她想到了宇天地产。 虽然这家资本远不如宁家, 但听说他们背后有大人物。 宁家虽然不怕, 但平白无故得罪, 也有些不值。 想到这, 她又翻了番邀请的宾客名单。 侯俊雄? 宇天地产的二公子。 果然, 他们也派人来了。 宁夫人看着上面留的电话, 打了过去。 侯俊雄带着罪意接通了电话。 宁阿姨, 宁, 宁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边还有些谁打的电话? 哼, 哎呀, 你坏, 之类的声音。 宁夫人有些不喜, 却还是沉住气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她。 挂了电话后, 宁夫人陷入沉思。 好像, 她哥哥是叫侯俊杰吧? 圈子里有很多人都在夸她。 即使宁夫人诚心于事业, 也是略有耳闻。 可惜, 这次来的不是侯俊杰。 宁夫人叹了口气。 第二十四章, 女朋友家的别墅。 礼物价值最高的, 能与宁长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侯俊雄眼睛亮了, 酒也醒了大半。 本来她礼物已经准备好了, 是一件价值堪堪过百万的玉石。 想必大多数人都和自己准备的差不多。 宴会是给那些长辈们准备的, 小辈们送个差不多的东西就行了, 没必要抢那些长辈的风头。 但现在不同了, 宁家作为宴会发起人, 一家子会坐在一起。 而与他们一起的, 肯定是魔都真正的权贵。 如果我能坐在宁长旁边。 侯俊雄已经开始幻想自己与那些人交谈甚欢的场景了, 这将会成为她打败侯俊杰的资本。 想到这, 他心中莫名有些感激盛天宫。 刚刚侯俊雄还在埋怨盛天宫, 是他害得自己要向哥哥借钱。 侯俊雄一开始只想去股玩市场逛逛, 没想到逛着逛着, 盛天宫说他看见了的宝贝。 本着玩玩的心思, 侯俊雄参与了加价。 说实话, 那一千万侯俊雄不在乎, 他是被价着下不来了才买下的。 为此, 他破天荒地向侯俊杰开口借了钱。 虽然赚了七百万, 可侯俊雄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但现在, 事情有了转机, 那一千万的古董有大作用了。 而侯俊杰借给他的钱, 也会成为帮他对付侯俊杰的资本。 侯俊雄兴奋了, 开始期待晚上的宴会。 快要到晚上了, 宁长带着颖天回了家。 作为宴会主办方, 宁天豪和他妻子早早就去安排一切。 因此, 宁长家里没什么人。 宁长住的地方叫唐宫, 号称摩都第一豪宅, 占地五万平方米, 却仅有不到二十栋建筑。 在寸土寸金的摩都, 这里的一栋别墅, 少说也得五六个亿才能拿下, 但往往都是有价无事。 安保自然不用说, 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这么多年来, 也仅仅是发生过一次坚守自盗的事, 但那个人连富豪的门都没进, 就被拿下了。 最后更是没有了消息。 而宁长家, 就是唐宫最大的一栋别墅。 路上, 碰见了两三个溜达的人, 宁长甜甜地打着招呼, 尹天跟着宁长喊, 一看, 全都是身价上百亿的大佬, 能住在这的, 全都是有钱人。 由宁长带着, 两人很快到了家。 站在门口, 尹天读完眼前的数据后, 嘖嘖称奇。 意大利托斯卡尼氏别墅, 面积三千一百六十九平方米, 价格十亿, 三千多平方, 这一个房得多大? 门口有专门的保安负责打开铁门, 一进去, 首先看见的就是一片草地。 光是这片草地就值五百万, 也不知道是什么草。 尹天在将视线集中在一棵草上, 草的资料也很快出现在他眼前, 却是一种他没听过的品种。 从草地上走过, 青草扶过脚踝, 真是舒坦极了。 放眼望去, 这里面随便一个东西, 都是普通人一辈子也买不起的, 更遑论把它们聚在一栋别墅里。 尹天和宁长先是去了后花园, 将宿冠和顶交给了宁长口中的老园丁。 尹天看了眼他的资料, 确定他是有真材实料后, 也就放心了。 接着, 宁长带着他到了自己的卧室, 让他在这稍后自己则去取礼物了。 尹天闲着没事左右打量起来。 宁长一直住在外面, 但他这里的卧室很干净, 显然是有人经常打扫。 闺房很大, 光是那张床就能睡四五个人。 尹天突然想到以后自己和宁长躺在上面的场景, 脸上浮出一抹笑意。 再就是书桌, 墙上贴了不少宁长期末奖状。 看着那些第一名三好学生等荣誉, 尹天想起了自己的那些奖状。 以前, 每次他取得好成绩, 父母也是会把他的奖状挂在墙上。 眼前在见到这些, 尹天不禁心生感叹, 这有钱人也免不了俗啊。 无论怎样, 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 幸福。 旁边就是梳妆牌, 上面空空如也, 仅有一面大镜子嵌在哪里。 尹天想到平时宁长都是素颜上班, 直到他不喜欢化妆品。 没办法, 女朋友皮肤太好, 根本不需要化妆品改善。 衣柜则观的严严实实, 尹天虽然有点想看, 却也不会主动去打开。 没让尹天等太久, 宁长很快就带着一个盒子出来了。 两人不知道, 宁长母亲早就已经将宁长的藏品换成了假货。 你的呢? 尹天记得宁长当时说他自己也要送礼物, 现在却看见宁长只带着一个盒子出来, 不免有些疑惑。 我妈说他帮我带过去了, 宁长说这话时有些苦恼。 我妈还不知道我会带尹天去, 他好像给我安排了相亲对象, 到时候不会让他丢面子吧? 这是宁长的心声, 宁长不知道他母亲早就知道了尹天的存在, 甚至还设计了一个局等着尹天跳呢。 第25章, 女友准备的礼物。 知道宁长的心声后, 尹天打算逗逗他, 你妈妈帮你把礼物带过去了? 你不会没告诉他今天要带我去吧? 宁长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 好啊你, 星期一你就说要带我参加宴会, 直到今天你也没和你家人说。 我,我, 宁长脸色有些羞愧。 宁长知道母亲打算今天让他和别人相亲, 所以不敢告诉母亲他会带人来。 他打算先斩后奏。 那你说说, 我去了你怎么和别人介绍? 尹天追问道, 就直接说你是我男朋友啊? 宁长就是这么想的。 那要是我昨天没表白呢? 尹天又问道, 宁长又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了。 之前你是不是打算拿我当冒牌男友? 宁长点点头, 我, 我当时想的是付钱给你, 做你几个小时。 只是,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阻我? 尹天虽然早就知道宁长的心思, 眼下去不会放过这个调戏他的机会。 那我向你表白了, 不是血亏。 不行不行, 咱们先分手, 然后你付租金, 我假装你男朋友, 宴会完了, 咱们再复合。 宁长听出了尹天是在开玩笑, 也知道了他是在逗自己, 于是顺着尹天的话道, 那不行, 能白嫖为什么要付钱? 这是他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此时下意识就用了。 可刚说出口, 他就后悔了。 他一个淑女, 怎么能说出这个字眼? 尹天却不慎在意, 打去他只是喜欢自己的身子。 玩闹了一会, 两人准备出发。 尹天从宁长手中接过盒子, 习惯性地瞥了一眼。 收纳盒, 价格两千八百万。 好家伙, 随便一件古董都是近三千万。 不过, 想到是自家送自家, 尹天也没多想, 只当是宁长挑了件贵重, 得给自己撑面子。 眼见时候不早了, 宁长带着尹天前往车库, 准备开车去宴会。 卷门一台上去, 尹天眼前就不断地出现数据。 科尼赛克万一, 全球限量六台, 价格一亿, Lyken Hypersport, 全球限量七台, 价格七千万。 劳斯莱斯幻影Cube定制, 全球唯一, 价格一亿七千万。 车库里停的十几辆车令人目不暇接, 尹天认识的, 不认识的豪车都能在这看见。 光这, 价钱堪比这栋别墅了。 宁肠本来就是单纯想来开自己的马沙拉蒂, 加上外面住了那么久, 一时忘了自家车库有那么多车。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尹天。 尹天虽然也是被震惊了一下, 却很快就回过神来。 那个, 我爸年轻时喜欢玩超跑, 这里很多都是他的收藏品。 尹天点了点头, 我们开哪辆? 宁肠偷偷看了眼尹天, 却发现他目光清明, 既没有对这些豪车迷恋, 也没有任何羡慕自卑, 当即松了口气。 他把自己的车只给了尹天。 尹天顺着宁肠的手指看去, 看见了一辆粉色的马沙拉蒂。 马沙拉蒂该不已。 粉色? 价格? 二百万。 不同于宁肠那些动辄几千万上亿的豪车, 宁肠的这款马沙拉蒂才二百多万。 魔度消费高, 二百多万的车不算什么, 宁肠可以说是很低调了。 走吧。 宁肠主动给尹天拉开了车门, 尹天却有些手痒。 上一次开车时, 什么时候? 尹天记不清了, 好像是学驾照的时候吧。 毕业后落伯过一段时间, 后来卖保险赚了点钱, 也想过买辆车, 但终究还是没买成。 宁肠看见了尹天眼里的色彩, 展颜一笑道, 你想开? 诺。 说着, 他将钥匙扔给了尹天。 尹天上车后摸了摸方向盘, 看着已经系好安全带的宁肠, 轻声道, 坐好, 走了。 路程不远, 所以即使尹天开得很稳, 也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 到达目的地后, 两人正准备找个地方停车。 宁肠的母亲正在宁肯厅外面候着, 看见女儿的车来了, 她眼睛一亮, 迈着小碎步迎了上去。 接着, 她看见自己女儿从副驾驶上下来了。 那开车的是谁? 下意识飘过去, 宁夫人看见了尹天。 尹天也看见了宁夫人, 眨眼间, 她就知道了宁夫人的全部资料。 姓名张雅杰, 年龄47, 豪能集团董事长夫人, 希望女儿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身价2300亿。 新生, 尹天果然来了, 该怎么嘲讽一下她呢? 要不就说女儿, 你什么时候找了个司机? 尹天当然不会给张雅杰 嘲讽自己的机会。 所以, 她率先开口道, 阿姨, 你好, 我是宁肠的男朋友。 第26章, 有银针吗? 我可以给她针酒。 张雅杰要说出口的话, 被噎了回去。 她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拉着宁肠说, 你什么时候找的男朋友呀? 也不和家里说一声。 尹天看得真切, 宁肠的母亲分明是认识自己的, 现在却在这装作不认识。 现在张雅杰的新生是这个穷小子, 嘴真是快。 无论是他之前的新生, 还是现在的新生, 都说明了他并不待见自己。 宁肠被母亲的态度搞猛了。 之前电话里, 张雅杰说话的态度, 那可是没有我同意, 你不能谈朋友。 现在自己忤逆了他, 他反而还笑言以对。 难道尹天亲和力太强, 母亲相中了他? 妈, 我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宁肠说完, 有些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他还真怕母亲在这大门口说什么 尹天配不上你之类的话。 那样对尹天伤害太大了, 好在张雅杰也非常注重您家的形象, 现在还保持着优雅。 快进去吧, 你爸爸和你爷爷都在等你呢。 张雅杰笑着说道, 嗯。 宁肠点了点头, 又跑到尹天身边。 待尹天下了车后, 他招了招手, 换来试着, 让他帮忙停车, 自己则领着尹天向着宴会走去。 走的时候, 他是挽着尹天右手的。 一路上, 不少人主动和宁肠打招呼, 他们也注意到了尹天。 看着宁肠挽着尹天的手, 他们也知道了, 尹天是宁肠的男朋友。 虽然不知道尹天是谁, 但想着尹天的男友, 肯定也是哪家的二代。 所以, 所有人都笑着对尹天点了点头。 只有几个对宁肠有意思的不这样。 他们看向尹天的目光, 带着几分嫉妒和疑惑。 嫉妒不用说, 疑惑是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尹天。 这是那家的代表。 不知道, 可能是外地的吧? 外地? 宁肠打算扩张了? 虽然他们交谈得很小声, 但这有着特殊能力的尹天, 还是知道了他们在说什么。 看着他们脑补自己身份的样子, 尹天觉得有些好笑。 穿过长廊时, 宁肠感到有些奇怪。 以前都是门口就有人收礼物, 可这次却没有。 那些二代, 也都是把礼物交给跟班拿着。 但宁肠也没多想, 只以为自己很久没回来, 规矩改了。 殊不知, 这是他母亲为了更好地嘲讽尹天, 以及方便选出陪宁肠吃饭的人, 特意改的。 突然指出, 宁肠送的是假东西的话, 未免有些刻意。 而当场送, 当场鉴定, 这样没人会怀疑到宁肠的母亲身上。 这是张亚杰思考多次后修改的。 天天想着怎么对付宁肠, 也真是为难他了。 宁肠正在和一众大佬谈笑风生, 看见女儿后, 他只是点了点头, 就又继续。 宁肠没注意到他们父女之间的对视, 也就没看到宁天豪撇过自己后的心声。 这宁肠穿上正装还挺帅气的, 相貌上是合格了。 我们先去看看我爷爷吧。 宁肠突然说到, 他的语气变得有些低落。 嗯, 宁肠自然英语, 他进来时看到了条幅, 写的是祝宁老爷子七十大手。 而且, 和宁肠聊天时, 他也知道了宁家这么大家业, 全是他爷爷当年打下来的。 宁肠对这个白手起家, 使宁家成为魔度一霸的老爷子也很感兴趣。 穿过宁客厅, 宁肠带着宁天向着楼上走去。 走着走着, 宁天突然闻到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这是有病人。 宁天看着宁肠沮丧的表情, 心中渐渐有了猜测。 等到了他爷住的地方后, 宁天的猜测也被证实了。 推开门, 宁天见到了宁家老爷子。 姓名宁卫国。 年龄七十岁。 行将旧墓的老人, 唯一期盼是孙女幸福快乐。 患有高血压, 胃癌晚期, 脑血栓。 身价六千三百亿。 新生, 宝贝孙女终于来了。 宁肠看着爷爷身上的仪器, 眼中酝酿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 爷爷。 他快步走上前去, 握住宁卫国的手, 气不成声。 尹天神色也很凝重, 跟着喊了声, 爷爷。 乖孙, 别哭啊。 宁卫国想要伸手帮宁肠抹去眼泪, 却怎么也抬不起手来。 宁肠健壮, 主动俯身, 将爷爷粗糙地手舞在了自己脸颊上。 这就是你男朋友吧? 宁卫国的视线转到尹天身上。 虽然他身体老朽, 但双眼却依旧炯炯有神。 爷爷, 我是宁肠的男朋友, 我叫尹天。 尹天主动回答道, 宁卫国盯着尹天看了好一会, 才收回目光, 嘴里连连念叨。 好孩子, 好孩子, 也不知是在说尹天还是宁肠。 歇了会, 他又说道, 也不知爷爷能不能看见你们结婚, 能不能抱抱曾孙? 爷爷, 一定可以, 你答应我, 到时候抱我带孩子好不好? 嗨嗨, 爷爷我? 不好, 快准备药。 宁卫国说着说着, 突然咳嗽不已, 房间里的机器响起了刺耳的警报。 很快, 有一声喂了药, 却没什么大用, 宁卫国依旧一直咳嗽。 该怎么办? 尹天看着宁肠伤心的样子, 内心有些急切, 可是他完全帮不上什么忙。 宁卫收到消息, 很快赶了上来, 可也只能干瞪眼。 那些医生一直在忙碌, 交流的都是些尹天听不懂的词。 尹天也看了他们的心声, 全都是用心的在救治宁卫国。 可宁卫国的状况依旧不见什么好转。 尹天一直用着特殊能力, 长时间下来竟有些头鱼目眩。 亮腔了几步, 在睁眼时, 尹天突然发现自己眼中的数据又变了。 姓名, 宁卫国。 年龄, 七十岁。 行将救护的老人, 唯一期盼是孙女幸福快乐。 患有高血压, 胃癌晚期, 脑血栓。 状况, 突发脑血栓, 救治方法。 身价, 六千三百亿。 新生, 老天爷终于要收我了吗? 有银针吗? 我可以给他针灸。 所有人都看向了这个突然说话的年轻人。 第27章, 治病救人。 眼中的数据给了两种急救方法, 一种吸医, 一种中医。 尹天其实更倾向吸医的方法, 因为吸医的方法就是注射一些药物, 然后服役按摩手法, 尹天可以不用自己上场。 但尹天回想了下, 他们刚刚好像用过了吸医的方法, 但不起作用。 剩下的中医则是针灸。 尹天看过这里所有人的数据, 他们好像都不会针灸。 就算他们会, 尹天也不敢让他们上手。 原因无他, 数据中只有针灸的部位和手法, 没有告诉尹天那是什么学位。 而针灸讲究时机, 万一自己比坏半天, 他们才知道针下在那里。 老爷子早下去见阎王了。 在场所有义务人员都错愕地看着尹天。 尹天看见他们的心生大多是哪来的矛头小子, 让他上正好让他背锅之类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尹天是由宁肠带着来的, 所以不好主动开口。 因此, 他们都把目光看向宁天豪。 宁天豪发觉自己有些看不懂尹天了。 他查过尹天的资料, 知道尹天从未接触过医术。 可他也知道, 尹天是个聪明人, 不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开玩笑。 所以, 尹天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宁天豪目光灼灼地盯着尹天。 尹天的毫不畏惧地和他对视着。 你们能救回我爸吗? 宁天豪突然转身问向那些医生。 这个, 机会渺茫。 其中一个年纪偏大的低着头说道, 宁卫国的咳嗽声传响在宁天豪耳边。 时间不等人, 把银针给他。 宁天豪缓缓说出这五个字, 随即浑身像是失去了力气一般, 瘫坐在椅子上。 宁天豪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他已经做好寿宴便追到会的准备了。 他也想相信尹天, 但活了这么多年, 他的脑子告诉他这不可能。 至于为什么让宁天上? 那是因为宁天豪考虑到宁天以后可能会成为自家的女婿, 不想让他留下什么执念。 也是为了让宁天知道自己的渺小。 而宁天那边, 他已经接过银针, 按住眼中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了。 不同于宁天豪, 他女儿宁长却还抱有一丝希望。 一直以来, 他从未和我说过任何谎话。 这次, 他也不会。 宁天发现自己的特殊能力好像变强了不少。 就在他刚准备下第一针时, 眼睛突然变得炙热。 然后, 他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什么引导模式。 世间万物, 在他眼中都出现了痕迹。 而在宁卫国身上更是出现了许多框架。 在尹天银针未对其时, 框架是红色的。 在尹天银针深入到指定地方后, 框架变成了绿色。 这种感觉就像玩游戏时的新手引导。 依靠着这种引导, 尹天完美地完成了这次失真。 这也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还好第一针没鲁莽下, 没想到开了引导模式才知道离学位差了一点。 老爷子的声音慢慢变得沉稳了。 尹天等待眼中的倒计时归零后, 又按着引导拔出了针。 此时, 各项仪器也不再报警, 只是灯变成了绿色。 显然, 宁卫国已经脱离了危险。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尹天正想转过身去。 宁天却突然从背后抱住了他。 尹天,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爷爷。 尹天在宁肠怀中转身, 也反搂住了他。 轻轻吻去宁肠眼角的泪水, 尹天轻抚他的后背。 一切有我。 医务人员都惊呆了。 一个小年轻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喃喃道, 这, 这, 我要学中医, 我要学中医。 说完, 他直接转身跑了。 老教授也目瞪口呆, 自己从医这么多年, 经验丰厚, 今天竟然被一个小年轻比下去了。 这么多年, 活到狗身上了。 心情震荡之下, 他竟是不顾现在的氛围, 直接跪下了。 小伙子, 你这是什么圆脸? 告诉我, 我愿意拜你为师。 可尹天正抱着自己香喷喷的女朋友呢? 哪有时间理会他。 老丈人此时心情复杂极了, 就在刚刚, 他连追悼词都想好了。 可现在, 啪的一声, 宁天好给了自己一巴掌。 我真不是个东西。 他又看向尹天, 神色复杂。 这个年轻人, 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过了一会, 宁卫国也是慢慢地醒了过来。 之前他虽然病发, 却并不是没有意识。 他知道是这个孙女的男朋友, 救了自己。 而且, 他现在感觉自己比以前更有活力了。 这孙女啊, 有了情郎就忘了爷爷。 宁卫国悠悠地说道, 就在尹天来之前, 这里所有人都围着自己转。 而现在, 他们都在看尹天, 连自己醒了都没人注意到。 饶式宁卫国心境极佳, 此时都难免有些酸酸的。 宁常听见爷爷的声音, 顿时回过神来。 想起自己刚刚竟然在大家面前主动抱了尹天, 他小脸顿时红了一片。 赶紧正拖出尹天的怀抱, 宁常又凑到爷爷病床旁, 撒娇道, 爷爷, 你又取笑我。 你这男朋友, 不错。 宁卫国伸手摸了摸孙女的脑袋, 赶紧和他生的大胖小子让爷爷抱抱。 宁常的脸色更红了。 之前宁卫国的手是抬到一半落下了的, 而现在, 他可以自己抬起来了。 尹天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姓名宁卫国, 年龄70岁, 行将旧墓的老人, 唯一期盼是孙女幸福快乐, 患有高血压, 胃癌晚期, 脑血栓, 根治方法, 身价6300亿, 新生, 减回一命, 谢天谢地, 谢谢尹天。 第28章, 我送的是赝品, 还存在根治的方法, 尹天瞳孔一缩, 不敢相信。 他虽然对医界了解不多, 但宁卫国患的那些病尹天, 还是有所耳闻的。 那些, 全都是无药可治的绝症。 现代医学那么发达, 那么多人研究这些, 可一直没有根治的办法, 仅有的, 只是如何治标以维持病人的生命。 新闻倒是报道过几例绝症患者痊愈的消息, 可那些只是个例, 全球这么多人, 也就他们那么几个身上发生了奇迹。 而眼下, 眼中的数据告诉尹天, 他能完全解决老爷子的身体疾病。 尹天目光隐晦地看了圈这里所有人, 宁卫聚在一起, 父慈自笑。 而那些医生则有的在帮宁卫检查, 有的盯着仪器, 有的干脆像湿了魂一样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但他们无一不再偷看自己。 他们忙着忙着, 总是会装作不经意间往尹天这里瞟一眼, 目光火热。 其中, 尤其以那个老教授为甚, 他看向尹天的视线, 毫不掩饰, 只看得尹天头皮发麻。 尹天再次看了眼跟着宁卫卫的方法, 发现其中有很多自己不认识的药。 而且, 不再是中西一分隔开, 而是两者结合, 其中之复杂, 尹天看了好久都没能理清。 尹天没打算暴露自己有完全治好爷子的实力, 就算想要, 也不是现在在这个人多眼杂的地方暴露。 因此, 他不动神色地参与进了宁家人的谈话。 宁卫检查谈集的, 是想要父亲多陪陪爷爷, 不要像母亲那样沉迷工作。 他也劝解父亲, 要多关心母亲, 不要让他一工作下来, 连饭都忘记吃。 宁天豪主要设计的话题和宁卫国一样, 都是关心宁卫检查的生活, 关心他在外面独自奋斗时有没有吃苦之类的。 尹天参在其中, 被宁卫国和宁天豪威胁不准辜负我女儿、 孙女, 了几次。 正聊得其乐融融时, 一个电话突然打到了宁天豪手里。 尹天不经意看向电话, 得知是宴会要举办了, 张雅杰打电话让他们下来。 我要陪着爷爷。 宁卫检查听了父亲的话后, 没有陪他们一起下去。 宁天豪点了点头, 随即带着尹天下去了。 出门时, 尹天带上了装有礼物的那个包裹。 小天,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宁天豪看着尹天抱在怀里的收纳盒, 有些好奇。 宁天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是宁明帮我准备的。 我也不知道里里面是什么, 女儿准备的。 宁天豪想起自己妻子好像说过, 她把女儿的收藏全部换成了赝品。 而且, 张雅杰好像换了这次送礼的流程, 将小辈们送的礼工开宣判评价。 这么说, 我这个准女婿等会要被打脸了。 宁天豪想到这, 内心有些兴奋。 虽然刚刚隐天救了他父亲, 但是一马归一马, 救老爷子这件事, 宁天豪自有自己的答谢方式。 但是, 对女儿男朋友的考验不能停。 如果就因为隐天救了自己父亲, 就不帮女儿把关。 这既是被女儿的不负责, 也是对救命之恩的亵渎。 而且, 宁天豪念着刚刚隐天出了那么多风头, 现在也想看看他吃别的样子。 或者, 隐天还能像刚刚那样, 用自己的实力再次解决这件事。 隐天不知道, 自己才一会没看宁天豪, 他脑中就能想这么多事。 快吓到时, 宁天豪犹犹豫豫豫道, 刚刚谢谢你。 宁天豪一生极少向别人道谢, 一般别人帮了他, 宁天豪都是直接重金回报, 然后, 帮了他的人还会反过来谢他呢。 可这次不一样, 宁天豪通过女儿知道, 隐天不看重金钱, 再加上他又是女儿的男朋友, 再用金钱感谢, 未免太过生分了。 隐天摆了白手, 一家人何必言谢? 宁天豪郁闷了, 我还没同意这门轻视呢, 你就开始一家人了。 悠远地瞥了一眼隐天, 宁天豪心中开始期待等会隐天 被当众借穿送宴品了。 看你小子怎么办, 两人一前一后出现在宴客厅, 之前没看见隐天和宁长在一起的人, 都纷纷猜测这个年轻人是谁, 为什么能跟在宁天豪后面, 而知道他是宁长男朋友的人, 则纷纷惊讶, 原来他已经得到宁天豪的认可了吗? 他究竟是谁? 我刚刚查了一下, 认识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侯俊雄看到后一脸疑惑, 他是谁? 侯俊雄完全没有把隐天 往宁长女朋友身上想, 因为在他心里, 自己才是今天能坐在宁长身边的男人。 张阿姨可是提前给我报过信的, 隐天下来后不久, 送礼环节就开始了, 小辈们一个个拆是自己的跟班送出礼物, 然后价值高的还会自信地当众喊出来, 隐天看了觉得有些羞耻, 还真有人喊陈某某送某东西一件, 价值多少钱为宁老爷子祝寿, 隐天反正觉得自己是不会喊的, 而且送出去的礼物有人当众鉴定, 然后会将礼物的价值记录下来, 隐天估计应该是计较着下次回礼时不至于落了面子, 所以才要记录别人送礼的价值, 轮到隐天时, 他拆开包装, 牧师前方将礼物送了出去, 在隐天眼里, 这就是一个装装样子的环节, 没什么意义, 礼物也是女友帮准备的, 送的还是自家人, 隐天连自己送的事啥都没看一眼, 可就当他准备下来时, 却突然听见一直说真品的鉴定师多说了两个字, 这个, 燕萍, 第二十九章, 那有乾坤, 鉴定师慌了, 他哪能还不知道自己这是餐盒进了宁家的家事, 一边是宁家掌权人之一的张雅杰, 一边是宁家可能的未来女婿, 真是难以抉择啊, 鉴定师心中想了想, 决定还是按着事实来, 礼物是真的, 他就如实禀告, 反正宁夫人也没说不让他讲实话, 如果是假的, 那么还是不得罪宁夫人吧, 毕竟隐天还没掌权, 于是, 鉴定出这就是一件现代工艺品后, 鉴定师当众讲了出来, 遇会者顿时喧闹了起来, 啊, 给宁家送赝品, 真是胆大包天啊, 都知道要鉴定了, 不至于这么寒, 应该是被别人骗了, 哈哈, 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送假货呢, 这是那家的, 真是给他家族丢尽了脸, 张雅杰站在人群中, 冷眼看着这一切, 心中冷笑, 这下, 看你怎么收场, 宁天豪看着隐天的身影, 有些露出了饶有趣味的笑容, 如果隐天能解决的话最好, 如果不能, 为了宁家的声誉, 宁天豪会帮隐天解决, 至少他心中都已经有了不少方案, 但这样的话, 自己可不会答应这么一个没能力的人做自己女婿, 宁天没理会别人或嘲笑或怜悯的声音, 静止转过身, 皱着眉看向自己送出的礼物, 没记错的话, 自己好像在宁肠将他递给我时看了眼, 当时自己还在感叹宁家随便一件古董都是近三千万, 怎么会突然成了赝品呢, 宁天重新回到自己递上礼物的地方, 取回了自己送出的东西, 这一看, 他就知道了原因, 高仿青花魔印赶珠云龙文高族碑, 那有乾坤, 价格两千八百万, 不带宁天说些什么, 侯俊雄坐不住了, 他带着自己准备的宝贝登上台, 站在隐天旁边嘲笑道, 别在这磨磨蹭蹭拖大家时间了, 赶紧下台吧, 侯俊雄之所以主动站出来, 是因为他感觉自己得到了张阿姨的看重, 而隐天似乎是得到了宁天豪的看重, 自己要是将隐天踩一脚, 那岂不是能得到宁家这对夫妻的看重, 侯俊雄知道宁天豪的性格, 他是那种看重个人实力的人, 如果隐天没用, 隐天豪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 转而对自己这个踩了他的人示好, 所以侯俊雄当即把握好了机会, 上台表演, 张亚杰看见侯俊雄主动嘲讽隐天, 心中一喜, 正愁没法更好的打击隐天呢, 你就跳了出来, 本来之前张亚杰还在想, 侯家来的怎么不是更优秀的大儿子, 而是花天酒地的小儿子, 现在似乎这个小儿子更能理解我的心思, 隐天正在想这个内有乾坤是什么意思, 咋一听到有人让自己滚下去, 还有些气, 隐天隐晦地看了眼他手上的礼物, 乐了, 侯俊雄手上拿的正是那个高仿的南宋志, 元官姚海棠氏小盆, 他回去就没有再鉴定鉴定吗, 隐天有些想不通, 但眼见侯俊雄主动站到自己对立面, 他也不会提醒他, 隐天反而拱了拱火, 那请问, 你要送的是什么个东西? 侯俊雄面露喜色, 好啊, 我正愁怎么显露出我这古董的珍贵呢, 你就主动问了, 侯俊雄一时有些感动, 隐隐有些后悔, 刚刚嘲讽隐天了, 这么好的帮你装逼的兄弟, 少有啊, 于是, 侯俊雄大声对在场所有人道, 隐天地产柱宁老爷子寿笔南山, 送的是南宋志元官姚海棠氏小盆, 价格一千万, 说完, 他将自己的宝贝递交给了鉴定师, 与此同时, 宁长搀扶着宁卫国下来了, 看见新上人站在台上, 旁边似乎还有个见过的人, 宁长心中一阵好奇, 他凑到宁天豪身边问道, 爸, 这是什么情况, 宁天豪知道, 隐天的礼物是女儿给的, 自然不可能说出实情, 有场好戏, 你陪你爷爷看就行了, 也幸好现在都在讨论侯俊雄的大手笔, 没人谈论隐天送的是艳品的事, 不然宁长还不得上台给隐天证明, 侯俊雄正春风得意呢, 突然被见定师的话打回了原形, 不好意思, 这件东西, 也是艳品, 宁长注意到了, 也这个字眼, 有些疑惑, 什么? 不可能, 侯俊雄愣住了, 这明明是我花了三百万买的, 怎么可能是艳品? 是艳品的话, 当初那个中年人会倾家荡产的和我争, 你鉴定错了吧? 你再仔细看一下, 不会的, 这个造假太明显了, 一眼就能看穿, 不可能, 侯俊雄一脸不可置信, 突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向着自己来时的方向喊道, 盛天公, 你过来, 盛天公本就想上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此时听到侯俊雄喊他, 立马屁颠屁颠地跑了上去, 上去后, 不由侯俊雄分说, 盛天公主动开始查看起来, 不对, 不对, 仅仅只是一眼, 盛天公就喃喃起来, 这不是我们那天买的那个, 全部检查完后, 盛天公皱着眉道, 侯俊雄还以为是盛天公被打眼, 此时想要推卸责任, 正想发作时, 又听见盛天公说, 侯少爷, 你看, 我们那天买的那件宝贝虽然很久, 但看起来很干净, 现在这件里面还有泥土, 显然不是同一件, 侯俊雄文言, 探着脑袋看了眼, 果然如盛天公说的那样, 那么, 是被掉包了? 就在侯俊雄还在思考时, 他听见身边有人说话, 别在这磨磨蹭蹭拖大家时间了, 赶紧下台吧, 侯俊雄回神转身, 却发现, 盛天正用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自己, 第30章, 宴品里的宝贝, 在众人看来, 此时盛天最好的选择就是赶紧下台, 出了一个给他垫背的侯俊雄, 颖天应该谢天谢地, 趁着还没丢脸赶紧跑才对, 可颖天没像他们想的那样做, 第一, 颖天的东西并不是毫无价值, 他没必要灰溜溜地跑路, 第二, 侯俊雄刚刚的嘲讽他还记着呢, 吃亏不还不是颖天的形式风格, 所以, 颖天将侯俊雄对自己说的原话还给了他, 众人也是对颖天的反应有些错愕, 他这, 一时之气, 一时之气, 是啊, 还是年轻了, 容易冲动, 就颇下驴不好吗? 非要嘲讽回去, 老丈人对颖天的评价也瞬间就下了两个档次, 不动进退, 侯俊雄立刻反驳道, 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你送的还不是件假货, 宁长有些猛, 什么假货啊, 他的礼物不是我给他准备的吗? 这么想着, 宁长也上了台, 明天侯正看戏呢, 一下没反应过来, 待他伸出手时, 宁长都快到了, 你说什么? 我们的东西才不是验片? 一上去, 宁长就气鼓鼓地看着侯俊雄, 侯俊雄也是气急了, 本来还想搭上宁长的关系呢, 现在也没可能了, 怒火攻心之下, 侯俊雄也忘了宁家的强大, 开始逞一时口舌, 你说不是就不是, 你们家的鉴定师都说是假的了, 宁宁, 别急啊, 颖天见宁长快要和侯俊雄吵起来, 一下拉住了他, 这么多人看着呢, 要真是吵起来, 宁长往日的形象可就全美了, 而且, 颖天有更好的反驳方式, 你说我这礼物是赝品, 颖天笑眯眯地问他, 侯俊雄点了点头, 那你看好了, 颖天说完, 端起自己的礼物就要往地上砸, 他擦一声, 东西碎了一地, 众人也都被吓了一跳, 哼, 他干啥呢, 吓我一跳, 这是恼羞成怒了, 哈哈, 这次可真是把您家的脸丢光了, 等等, 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突然, 有一个人被地上一件亮闪闪的宝贝晃了一下, 下意识问出了声, 众人一听, 也纷纷向着地上看去, 什么啊, 我什么都没看见,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反光, 且, 反光的东西多着呢, 说不定啊, 就是一个硬币, 颖天没让他们多等, 捡起了地上的宝物, 众人一看, 果然就是一枚硬币, 但这枚硬币可不是大家平时见到的一元硬币, 户部光绪元宝库瓶一两金这样币, 价格两千八百万, 颖天将硬币递给了鉴定师, 说, 你再看看这件怎么样, 鉴定师没想到乃艳瓶里还有东西, 愣了一会后, 恭敬接过硬币, 仔细打量起来, 圣天公也感到好奇, 和鉴定师凑到一起鉴定去了, 艳会厅此时寂静无声, 大家都在等鉴定师的鉴定结果, 这, 鉴定师起初只是神色有些激动, 一路检查下去, 他连说话都与无伦次了, 圣天公倒是比鉴定师沉稳多了, 毕竟作为资深专家, 他也是见过世面的, 这东西应该是光绪年间的一件宝贝, 我记得以前有个童猿的宝贝拍卖过, 当时成交价是三千万, 等圣天公解释完, 现场多了好多倒吸凉气的声音, 他们不是因为这东西的价值惊叹, 而是被这个反转折服了, 哈哈, 没想到这侯家的公子主动凑上去打脸, 他怎么知道里面还有宝贝的, 难道是他提前放好, 就等这一刻装毙, 这也是大家共同的疑问, 为什么隐天知道里面有宝贝, 特别是张雅杰, 已经惊呆了, 他怎么知道里面有东西, 不对不对, 好像是我换成的假货, 也就是说, 我换的赝品里面装了个宝贝, 张雅杰欲哭无泪, 他认得出隐天送的那件礼物, 那还是他亲手放的, 没想到却转身做了嫁衣, 你怎么知道里面还有宝贝的, 宁肠睁大美目, 眼里流露出好奇的神色, 想知道, 隐天神秘一笑, 点了点自己嘴唇, 宁肠即使现在非常好奇, 也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亲隐天, 指的皱了皱小鼻子, 表示不满, 侯俊雄看了看地上的碎片, 又看向被鉴定师精致装表, 准备收纳进礼物库的金币, 满脸不相信, 不可能, 不可能, 嘴里念叨着, 侯俊雄竟是学着隐天, 一把夺过自己花盆, 跟着向地上砸去, 可惜, 世间没有奇迹发生, 看着地上的碎片, 侯俊雄还是没有放弃, 蹲到地上左右扒拉起来, 没有, 没有, 怎么还是没有, 宁长刚好瞥见了侯俊雄花盆的样子, 也记得之前在古玩市场见过他, 便歪着脑袋问道, 隐天, 他这个三百万买的花盆, 怎么和我们二十买的那个一模一样啊? 第31章, 丈母娘又想找我麻烦, 侯俊雄气晕了过去, 很快, 圣天公就扶着他出去了, 收礼环节到一段落, 众人开始自由交流, 而张雅杰旁边, 有一个年轻人脸色尴尬地凑了过来, 张阿姨, 我, 张雅杰打断了他, 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假货, 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 送了三千万给我? 原来, 张雅杰为了将女儿的收藏, 替换成赝品, 特地联系了一个拍卖行家族的少爷, 毕竟, 不是拍卖行的话, 一时也收不到很多能以假乱真的赝品, 年轻人叫薛正奇, 薛正奇还想解释, 张雅杰却没给他那个机会, 其实薛正奇心里也很憋屈, 谁想无缘无故地送给你啊? 他家里正逢一场变故, 这三千万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薛正奇找了很多关系, 却没愿意帮他, 突然有一天, 宁夫人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是要一批高仿古董, 薛正奇意识到机会来了, 若是能搭上宁家的马车, 自家的那点小事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解决, 于是他特地从仓库调了一批赝品过来, 还特意送的是高价收的赝品, 没想到这赝品里就出了个争获, 心里低血的薛正奇眼下却不得不保持笑容, 仔细思考了一番怎么解决眼下这个问题, 薛正奇突然想到张雅杰要赝品的原因, 似乎就是为了给台上那个年轻人下套, 想到这薛正奇立刻追上了张雅杰, 张阿姨, 您想对付那个年轻人, 张雅杰皱着眉看了眼这个口无遮拦的年轻人, 没有理他, 继续向丈夫那走去, 薛正奇却不依不挠, 张阿姨, 我有办法让那个年轻人离开您女儿, 薛正奇听过这种魔度文明的宁夫人的一点消息, 知道他想亲自给女儿安排一门亲事, 而张雅杰要对付那个尹天的话, 正说明尹天是不合他心意的, 果不其然, 张雅杰停下了, 说说看, 那个年轻人家境怎么样, 薛正奇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方法, 而是选择先打探一下情况, 若是尹天很有钱, 那薛正奇打算等会坐视留一线, 若是尹天家世一般, 那薛正奇可不会客气, 尹天很穷, 现在好像是在我家打工, 张雅杰抱着一丝希望回报, 很穷, 薛正奇愣了一瞬, 旋即露出了笑容, 那岂不是等会让我拿捏, 那我等会直接过去嘲讽他, 让他下不来台, 是的, 薛正奇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像个无脑反派一样, 在尹天面前装逼, 张雅杰稍一思索, 竟觉得有些可行, 现在的富二代啊, 个个都像的老油条一样, 没有利益的事不会做, 想让他们帮忙对付尹天, 那叫一个男, 可能他们心里会看不起尹天的家世, 但他们表面上肯定一个个都恭恭敬敬的, 毕竟尹天是宁肠的男朋友, 万一以后他成了宁家的化石人呢, 没有人会那么傻, 平白无故得罪一个有潜力的人, 真要得罪, 那必定就是枉死离者, 而眼下, 薛正奇似乎想要当一个没有脑子的反派, 或许, 偶尔不用脑子做事, 能有奇效, 想着试试看又没什么损失, 张雅杰点了点头, 你想怎么嘲讽? 这个, 说出来就不灵了, 张雅杰以为薛正奇是要卖关子, 也没多想, 招手让他跟上, 继续向着尹天那里走去, 殊不知, 薛正奇也很为难, 尹天很穷的话, 自己可以从一些他接触不到的东西开始嘲讽, 可自己又不知道尹天的情况, 该从哪方面下手呢? 豪车? 名牌? 不行, 尹天为了追宁长, 可能在这方面下过苦功, 突然, 薛正奇想到了尹天刚刚反转打侯俊熊脸的事, 古董鉴定, 薛正奇眼睛一亮, 用我最擅长的考古去压制他, 他越想越觉得可行, 一时尽忘了他的方法有个漏洞, 尹天只要在他问的时候说一句不好意思, 我了解不多, 就能完美规避, 很快, 两人走到了尹天身边, 你就是尹天? 薛正奇装着很瞧不起的样子, 大声问道, 张雅杰则唱起白脸, 小薛怎么说话呢? 张阿姨, 我对小白脸就这个态度, 您别介意, 言下之意, 就是在嘲讽尹天是在吃冥肠软饭, 小薛! 张雅杰语气稍微重了点, 尹天, 你别介意, 阿姨从没这么想过, 装模作样的狠狠瞪了一眼薛正奇, 张雅杰又说, 我介绍一下, 薛正奇, 家里是做拍卖行的, 魔都德加拍卖行就是他家的产业, 不用他说, 尹天早就知道了这个薛正奇的资料, 姓名薛正奇, 年龄二十四, 德加拍卖行董事长之子, 家里事业似乎陷入了极大的风波之中, 正在寻求资金救场, 身价, 三亿, 新生, 踩了你, 我就能搭上您家的大船了, 第三十二章, 你真的很会脑补, 宁常听见薛正奇对尹天的嘲讽, 心中对他那是极为厌恶, 连带着他埋怨似的看了眼张雅杰, 张雅杰解释道, 小薛他是对尹天刚刚取宝, 感到好奇才来的, 你们都是年轻人, 可以多交流交流, 这一下, 他是完全置身室外了, 尹天看了眼他的心声, 心中冷笑不已, 你这土包子怎么知道里面还有宝贝的, 薛正奇立即接上话, 语气蛮横无礼, 尹天气笑了, 你想要搭上您家的线没问题, 但你要是想通过才有达成目的, 那不行, 你这辈子也别想搭上了, 依我看啊, 你就是恼羞成怒, 跪砸了东西, 没想到走了狗屎运, 恰巧碰到了, 薛正奇不等尹天回答, 自顾自嘲讽, 你说什么, 尹天还没说话, 宁长却忍不住了, 薛正奇是吧, 尹天笑了, 听说你家最近有些不好过, 薛正奇脸色一变, 他是怎么知道的, 但薛正奇表面上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你从哪听到谣言, 还有, 别想转移话题, 心里话却是他怎么知道的, 让我猜猜, 你家现在缺三个亿吧, 尹天根据眼睛看到的信息问道, 薛正奇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难道是他给我家挖的坑, 是跳到别人给你家挖的坑里去了吧, 薛正奇惊恐之色异于眼表, 你, 你怎么知道, 一点道上消息, 加上你的装饰, 尹天指了指薛正奇身上带着的玉佩和吊坠, 都是假的吧, 薛奇正低着头看了眼自己的玉石, 吊坠仅仅只是露出了一点点, 玉佩倒是完全露了出来, 他就通过这一点点看出, 我的吊坠是假的, 薛正奇看着尹天的笑容, 吓得连退了好几步, 可笑, 我竟然还想在古董鉴赏上显摆显摆, 薛正奇家里突逢巨变, 便卖了不少家产, 他为了帮助家里, 连随身携带的那几件值钱的宝贝也卖了, 但为了维持家里的荣誉, 他又找了几个相似的宴品待在身上, 这么多天都没人发现, 没想到现在被尹天拳叫破了, 薛正奇现在也没了嘲讽尹天的心思, 出门前, 他父亲千叮零万嘱咐, 千万不要暴露自家目前的困境, 因为有不少同行正死死地盯着他们, 一旦被知道, 恐怕薛家将会迎来别人不择手段的打击, 我, 薛正奇浑身忍不住地颤抖, 慌张地向四周看了圈后, 向着远处跑去, 尹天和宁商对视一眼, 心中好似都在说, 这不会是个傻子吧, 没了薛正奇这个爱人眼的家伙, 气氛又变得热烈起来, 张雅杰看着热情的尹天, 也没办法冷眼相对, 只能勉强自己笑言以对, 聊了两句后, 他就以招呼客人为由, 快速离开了, 接着, 又有一个人主动和尹天打起了招呼, 回头一看, 原来是董涛的老婆邓曼蓉, 尹天不是很想和他聊天, 但他今天礼貌尊敬, 与尹天印象中的那个泼妇完全不同, 邓小姐有什么事吗? 尹天客气问道, 那天在公司, 我看你俩就有情况, 现在一看, 你们果然是在谈朋友, 邓曼蓉很是自来熟, 让宁昌有些不适应, 他不知道邓曼蓉为什么这么熟悉自己, 邓曼蓉以前还爱着董涛时, 经常查董涛外遇的事, 自然少不了查他在公司的情况, 以前他可是去董涛公司, 套补好几次, 直到宁昌来了, 查到了宁昌的身份, 想着宁昌在公司, 董涛应该不敢勾搭小姑娘, 邓曼蓉很是放心了一阵, 因为心中一直念着宁昌的好, 长久下来, 邓曼蓉不知不觉就认为, 自己与宁昌非常熟悉, 直到查到董涛在外面还是有了情况, 邓曼蓉才又去豪能保险公司闹事, 现在他也对董涛心灰意冷了, 今天看见宁昌, 他就想着来打个招呼, 也没别的心思, 寒暄了阵, 邓曼蓉正想离开时, 突然看见有个人跑来跪在了隐天面前, 这个人长得虽不如隐天那么帅, 却也算得上眉清目秀, 邓曼蓉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这越看, 越觉得比董涛那家伙顺眼多了, 来人正是刚刚跑开的薛正奇, 薛正奇原本想一走了之, 急需一大笔钱, 如果没顶住, 那么以后薛家所有人将失去今日的财富不说, 严重点甚至还会负载累累, 父亲的话让薛正奇想到了隐天, 自己刚刚嘲讽完隐天, 家族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实在是太巧了, 而且隐天似乎对薛家很了解, 不仅知道现在薛家有困难, 还知道是因为跳坑导致的, 种种因素综合, 薛正奇心中有了个猜测, 隐天就是幕后主使, 因此才会出现薛正奇现在跪在隐天面前的一幕, 尹先生,求您放过我家吧, 求您了, 隐天一连猛, 我, 做什么了, 第三十三章, 尹天做梅, 我不是, 我没有, 别赖我, 虽然我之前是很想踩一踩他, 但这还没下手呢, 不能随便把孤王我身上扔了, 尹天看了下薛正奇的心声, 发现全都是尹先生, 我错了, 放过我家族吧, 之类的, 还真是家里出师了, 你先起来, 尹天赶紧把人拉了起来, 不少人都在往这看, 但薛正奇不嫌丢人, 尹天还嫌呢, 宁长看薛正奇的目光, 更像是在看一个傻子了, 但他也有些好奇, 薛家到底发生什么了, 不是关心他, 而是宁长的八卦兴起来了, 尹天看到了宁长的心声, 加上自己也有些好奇, 便说道, 真不是我, 要不, 你把你家的故事说说, 薛正奇不信, 但还是将他家的故事, 讲给了三人听, 简略描述, 就是家族入手了一批货物, 然后货物的市场突然饱和, 将货物卡在了手里, 然后, 因为东西卖不出去, 资金链也断了, 这时, 又有一个超大的发财机会摆在了薛家面前, 有几个忍不住诱惑的薛家人, 贷款拿下了机会, 想开展, 却发现后续资金投入非常大, 已经投了几个亿, 不能说放弃, 于是, 薛家将之前入手的货物兼卖了, 本以为可以撑几天, 然后一飞冲天时, 却又有参与者要退出, 要么大家散伙, 要么有人补上差款, 新势力参与注资, 可他们等得起, 欠下了巨资的薛家等不起啊, 就这样, 薛家一步步走进了敌人设计好的圈套中, 当然, 事实肯定比薛正奇更曲折复杂, 而宁长与邓曼荣更为注重的, 竟然是薛正奇凄惨的借钱史, 无论是借钱时兄弟反目, 还是为了钱给大佬暖床, 都引起了邓曼荣的感叹, 邓曼荣看向薛正奇的目光更加柔弱, 如果说, 之前他只是看上了薛正奇的皮囊的话, 现在他就是被薛正奇的内在吸引了, 讲完故事后, 薛正奇眼巴巴的看着隐天, 隐天正位刚刚听到的给大佬暖床恶心啊, 此时见到薛正奇的视线感到一阵恶寒, 你别看我, 真不是我在搞你们薛家, 薛正奇依旧不信, 好了好了, 我虽然不知道谁是幕后黑手, 但我知道谁可以救你们薛家, 请务必要告诉我, 以后我愿意为您做牛做马, 那人啊, 隐天看了眼邓曼荣,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隐天早就看见邓曼荣的心声变化了, 他也有些惊叹, 邓曼荣看着十分稳重, 没想到却是一个感性的人, 竟然愿意将自己的大半家产, 交给一个刚认识的男人, 薛正奇顺着隐天的视线看去, 看见了一个五大三粗, 浓妆厚粉的女人, 是女人, 都能做我妈了吧, 薛正奇浑身一机灵, 求助似的看向隐天, 隐天还记着薛正奇这会之前傻愣愣的跑来, 嘲讽自己呢, 自然不会再帮他, 给了他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我看, 邓小姐非常欣赏你, 你和他深入聊聊, 应该能得到帮助, 说完, 隐天带着宁厂走了, 再回头, 隐天看见薛正奇还在满眼稀奇地看着自己, 而邓曼荣则早已附在他耳边牺牲安慰他了, 到了就餐的时间了, 隐天随着宁厂入座在主席, 坐在主位的, 无疑是宁卫国老爷子, 隐天和宁厂陪坐墨席, 两人是官方的人, 还有三个则是财富排行榜上前十的大佬, 隐天心里早有准备, 倒也表现得不卑不亢, 也没人为难他, 在他们眼里, 隐天和宁厂就是两个小辈, 先是一起给宁卫国敬了杯酒, 然后他们开始谈天说地, 宁卫国本来是不能喝酒的, 但他嘴馋了, 又考虑到他今天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宁天豪便只给他针了一样, 宁卫国一米点一米点地喝着, 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他们聊自个的, 完全没理会隐天和宁厂, 隐天也乐得这样, 一边埋头进餐, 一边和宁厂说着悄悄话, 突然, 他感觉氛围有点不对劲了, 哎, 隐天不是我给女儿挑的, 是他自己找的, 丈母娘说话的语气带点得意, 哎, 女儿翅膀硬了, 拦不住, 但她眼光很好, 我也对隐天很满意, 隐天虽然不是名校毕业的, 但她毕业后肯努力, 掌握了很多能力, 人也很聪明, 不信, 那你们考考她, 隐天正把菜往嘴里放了, 突然看见一桌子人都在看自己, 丈母娘, 你过分了, 不带这样的, 第三十四章, 大佬被我折服了, 宁厂听见母亲夸奖隐天, 还真以为她承认了隐天呢, 因此, 她感激地看了一眼张雅杰后, 又期待地看着隐天, 隐天有些进退两难, 自己有几把刷子, 自己最清楚, 万一他们说的事情, 自己不能通过异能回答, 张雅杰看着隐天犹豫的样子, 心中冷笑, 嘴里却说, 隐天别害羞啊, 要相信自己能力, 隐天有些无奈, 但严丑丈母娘, 已经把自己架到火上烤了, 值得寒泪点了点头, 那我们每人问一个问题, 其中, 江海市首富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主动接起了话茬, 隐天维持着胸有成竹的表情, 您请问, 我就说说我的一点浅见, 如有错漏, 还请您指点, 那行, 江海市首富乐呵呵地, 朝其他人看了眼, 嗯, 那就看看小兄弟有没有那个实力当小长的男朋友了, 另外四人点了点头, 皆表示可以玩玩, 那我先来, 江海市首富是第一个接话的, 此时他第一个问问题, 大家自然都同意, 最近我新开了家网上商城, 但苦于没有流量, 说着, 江海市首富瞥了眼马总, 就是想开着玩玩, 马总别误会, 马总淡定地摆了摆手, 心想, 现在电商这块, 谁能打得过我, 这砸了很多钱, 就是没什么效果, 名气不上不下的, 小兄弟给我支个招, 尹天下意识地看了眼江海市首富, 他的心声说明, 他是真的在愁这件事, 尹天有环视了一圈, 发现不少人内心都有自己的想法, 其中, 以马总的最为完善, 就连宁常都在想着明星代言, 薄力多销等主意, 尹天思索了会, 决定用马总的方法, 马总毕竟是资深人士, 想来他的主意, 让自己回答合格不难, 就在尹天将要开口时, 他的眼睛突然有些胀痛, 眨了眨眼, 尹天发现眼中多了一行引导的字, 这是, 又进入引导模式了, 尹天犹豫了会, 还是决定按照眼中的数据来, 请问, 您是打算走高端路线还是低端路线, 将海市首富达到都在做, 尹天眼中的数据又是一变, 那我还是建议您打出品牌特色, 不要想着吃掉所有客户, 尹天按照眼中的数据侃侃而谈, 要是走高端精品, 那您可以卖服务, 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和送货服务, 靠服务打出名气, 若是走低端路线, 那您可以把所有商品的均价拉下来, 据我所知, 现在有不少高仿知名品牌的小作坊, 您可以从他们那里拿货, 然后靠便宜打开市场, 提出两种经营理念后, 尹天又凭借眼睛中的数据, 详细阐述了两种方式的利弊和经营方式, 马总一开始就当图个乐子, 也没想过这个年轻人能有多大的真知灼见, 可听着听着, 他的脸色变了, 他的芝麻网凭借先决的优势占领了大部分市场, 一直靠的是流量盈利, 后来者学他却没有流量, 只能屈居人下, 因此, 马总的经营理念一直是扩大流量, 至于价格和服务这方面交给下面的商家就行了, 他们为了竞争自会在这方面比较, 而现在听了尹天的讲述, 马总突然意识到了这两个他一直没注意到的地方, 由于商家的实力, 售后这方面总是不尽人意, 试想, 若是突然出现一个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网站, 那些不愿浪费时间的人会不会愿意多花钱去买服务? 价格也是, 有名气的商家不可能把价格降到太低, 要是突然出现了一堆高仿的廉价商品, 手中拮据的那群人会不会转头他人怀抱? 马总心思俱变, 饭桌上是个人都看得见, 尹天看见马总的心声, 知道了自己照着数据念的东西有多强, 几句话就让电商巨头马总折服, 越想越觉得情况紧急, 马总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举杯敬了尹天一杯酒, 小兄弟, 你今天的教会, 我马某人记在心上了, 接着, 马总又向众人致歉, 他的借口是, 公司出了点事, 必须要他回去主持大局, 但是个人都能看见, 他分明是听了尹天的建议后, 迫不及待的就想回去尝试, 江海市首富见状, 出声挽留, 马总, 你还有一个问题不问了, 不问了, 你都替我问了我还问什么, 心生是这样想的, 马总嘴上却说, 哎, 实在是公司有事, 不然我今天非得和尹天小兄弟多喝两杯, 说完, 急匆匆地离开了, 他一走, 饭桌上顿时安静了不守, 宁常看向尹天的目光里, 泛着光, 我的天, 男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而江海市首富心中拔凉拔凉的, 他很想给自己一巴掌, 为什么要问与自己主业无关的事, 不同于他, 其余三人还可以问问题的, 都在热切地看着尹天, 三人看向尹天的眼神, 像是恨不得把他吃了, 让他把自己的知识全都讲出来, 本来他们只是把这当作一个茶余饭后的消遣, 没过多在意, 没想到, 这一下, 好像捡到宝了, 原来张亚杰没有夸大, 这小兄弟, 真的有点东西, 第三十五章, 有人抢车位, 张亚杰看着众人的目光, 心中极为憋屈, 自己本意是想让尹天出出宠, 没想到, 这一下又让他出了风头, 自己女儿看向他的眼神, 那叫一个情谊深深, 而且, 张亚杰现在还不得不自己打自己脸, 张亚杰现在已经承认尹天的才华了, 他想要收回刚刚让他们考验尹天的话, 无他, 尹天实在是太妖孽了, 谁知道他还会不会有些精妙的点子, 虽然大家现在能坐在一起吃饭, 但不代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竞争, 就这么平白无故的让尹天给他们支招, 那不是损几粒人吗? 这么想着, 张亚杰开口道, 小天和宁长一起去给别的酒桌敬酒, 尹天文言看了眼丈母娘的心思, 立刻知道了他的想法, 张亚杰想把自己支开, 不让他们问问题, 这次尹天很顺从地答应了, 看见马总的反应后, 尹天算是知道了自己那些主意的厉害, 这种东西自己用不好吗? 为什么要免费告诉别人? 给马总透露的, 算是要不回来, 还好听说马总这人江湖气重, 知恩图报, 想来也没亏多少, 与丈母娘少有的达成一致, 尹天立即拉住宁长去敬酒了, 留下宁长父母和宁老爷子与那些人周旋, 宁天豪和宁卫国默默地看了全程, 宁卫国本就十分看好尹天, 眼见尹天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十分高兴, 没怎么喝酒, 脸就涨红了, 宁天豪则进一步对尹天认可了, 看着尹天离去的背景, 他嘀咕道, 小子, 你算是勉强配得上我家长长了, 宁夫人, 你这做得可不地道, 尹天一走, 立刻就有人不满的囊囊, 张雅杰作为一个老油条, 圆滑地和他打起了太极, 客人纵使心有遗憾, 酒桌上却也不好明说出来, 于是他们只好暂且放下此事, 继续之前的话题, 只是这热度那就远不如之前了, 少了个人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多的还是他们心中都存了些小心思, 若是尹天在这, 他会发现这四人虽然嘴上聊些不同的东西, 心生却出奇的一致, 他们想的都是得找个机会见见这个尹天, 宴会结束, 尹天和宁长打道回复, 由于喝了酒, 自然不能自己开车, 因此, 宁天豪委托自己的司机送尹天回去, 宁天豪的司机沉默寡言, 尹天和他搭了几次话都得到的是, 好之类的回复, 也就不再理会, 一路无言, 周末, 尹天又给宁长打电话, 想约他出来玩玩, 却遭到了拒绝, 一问, 原来是宁长正在忙保险公司的事呢? 之前通过电话确定了一个大单, 联系好久, 眼下终于约好了一个时间, 宁长正在准备资料, 有时候, 尹天也有些佩服宁长, 明明自己身价那么高, 却甘心为了那几千上万日夜加班, 这么想着, 尹天自己也开始收集资料, 女朋友要这么做, 那就帮她呗, 期间, 尹天考虑了会后面怎么赚钱, 一直留在保险公司, 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鉴定这方面, 肯定不能天天去股玩市场盯着简陋, 当一个健保大师也不行, 那也和保险销售一样, 是个累人的火, 而预测危险, 天天在马路上盯着救人, 诊断疾病当医生也不现实, 自己完全不懂那些东西, 连行医资格都搞不到, 靠着自己对行业的预测分析创业, 尹天想了想, 自己手上只有二十来万的存款, 想靠这个赚钱, 那也得等自己资金充裕了再说, 该怎么赚钱, 这一时之间还真没什么头绪, 董涛以加班为由, 在外面浪了一天, 一想到家里那个母老虎, 董涛一时半会还真不想回去, 到了晚饭时间, 董涛打了个电话, 说是自己晚上加班, 就不回去吃饭了, 令他奇怪的是, 这次邓曼容没有多问什么, 也没说要他什么时候回来, 尽管有些疑惑, 但董涛没多想, 又和情人亲热起来, 这一加班就加到了九点多, 看见时间后, 董涛心中一慌, 急忙穿衣服走人, 路上, 他将车开得飞快, 恨不得早点到家, 该死, 这次完这么晚, 回去肯定要跪搓衣板了, 好不容易回到小区, 董涛停车时怒了, 那个缺心眼的, 把车听到了我的车位上, 没看见写着私人车位吗, 按着那车留下的电话, 董涛没多想就打了过去, 那边磨蹭了很久, 才接通, 听着那边不时传来的不堪入耳的声音, 董涛内心很是愤怒, 喂, 你车停到我车位上了, 你赶紧过来挪挪, 啊, 哦, 不好意思, 我马上就来, 不知为何, 董涛感觉那人有些慌张, 很快, 就有一个长得不错的年轻人下来了, 一下来, 他就诚恳地向董涛道歉, 董涛急着回去, 也没多纠缠, 停了车就往家赶, 家门口, 董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打开了门, 接着, 他开始背诵准备好的说辞, 老婆, 我今天公司实在是, 但他还没说完, 就被邓曼荣打断了,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 啊, 早, 董涛心中一动, 可邓曼荣没理他, 自个躺在沙发上敷着面膜, 还真不管我了, 董涛对老婆今天的态度有些奇怪, 却没多想, 只当是那个来了, 嗯, 明天轰轰就没事了, 第36章, 董涛又想对付我, 再次回到公司, 隐天恍若隔梦, 这几天的事太多了, 多得像是过了好几天一样, 进门一看, 命长果然已经在工作了, 悄咪咪地摸了过去, 隐天一把抱住了他, 宁长被吓了一跳, 看见是隐天后才松了一口气, 你别这样, 这里是公司, 刚好张小花也提前来了, 看见这一幕, 他惊呼一声捂着自己的眼睛, 心里想着完了完了, 看见了宁组长的秘密, 他会不会生我气啊, 隐天有些尴尬, 张小花, 以前你不是来这么早的呀, 松开宁长, 隐天看了眼张小花的资料, 才知道他来这么早的原因, 姓名张小花, 性别女, 年龄24岁, 销售一组组员, 家里出了事, 正急需一大笔钱, 身价1203, 新生, 本会找他借点钱吧, 家里出事了, 隐天本来还想和他开个玩笑, 看见资料后, 也没了那个心思, 本来念着关系不错, 隐天打算和宁长说说, 让宁长借钱他解决问题, 但看到张小花的新生, 隐天放弃了, 只是他有些好奇, 张小花是打算和谁借钱, 没见张小花和谁玩得很好啊, 不过隐天也没多想, 只当是张小花在魔都有啥熟人, 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隐天开始工作, 董涛是掐着掐进来的, 一进来, 他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李一帆, 然后两人勾搭着出了门, 宁长看着这一切, 眉头皱得很紧, 隐天乐了, 这董涛算是在宁长这里挂名了, 出门后, 董涛火急火燎地带着李一帆去了家饭店, 进入约好的包间, 董涛的老同学已经在这等着了, 这正是极光影视魔都分公司的副总陈宏, 一见面, 董涛就和陈宏拥抱了一下, 多年未见, 自是有些惊喜, 董涛, 你怎么突然想到把我约出来, 陈宏点了菜后, 有些疑惑地问道, 嗨, 这不是想着多年未见, 想约你出来喝杯酒吗, 陈宏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但想着自己也没啥事, 不妨听一听董涛要干嘛, 董涛又给陈宏介绍了一下李一帆, 陈宏看出李一帆是董涛的跟班, 对他只是点了点头, 没太重视, 只是他对董涛是越来越好奇了, 这老同学在做些什么, 看起来发展得也不错, 酒足饭饱后, 董涛终于进入了正题, 陈宏, 不瞒你说, 今天我来是有件事想和你谈谈, 董涛, 咱们老同学就别见外了, 有什么事你直接说, 能帮的, 我一定帮, 董涛文言, 内心有些欣喜, 我现在是豪能集团分公司的总经理, 最近你们公司是不是要在我们这里签一个保险, 你是总经理, 陈宏有些错愕, 没想到董涛来的这么大, 豪能集团在魔度的能量, 是个魔度人都知道, 陈宏也是看上这点, 才想要在豪能集团保险公司买保险, 受董涛邀约时, 他还在想, 是不是这个老同学知道自己现在发达了, 想靠自己走后门进极光影视, 没想到, 多年未见, 董涛竟然比自己混得还好, 想到这, 陈宏立刻刻起了不少, 既然是董哥您的公司, 那我就不考虑了, 过两天直接和你们签合同, 哎, 等等, 董涛比划来的打住的手势,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让你不要和我们签, 啊, 陈宏没想到董涛会这样说, 一时有心猛, 是这样的, 董涛将自己和尹天, 宁长的矛盾全部说了出来, 嗯, 听完后, 陈宏沉思了一会, 那我现在就回去拒绝他们, 千万别, 董涛又制止了他, 你把他们拖一个月就行了, 只要尹天和宁长将精力放在和极光影视的谈判上, 那么他们将没有时间去找新的客户, 等一个月后, 董涛就能向总公司报告, 将尹天提出分公司, 知道计划后, 陈宏有些点了点头, 想了会, 又问道, 那要是他们看我一直拖延, 主动放弃了我呢? 没事, 到时候我跟着一起来, 我会让他们跟着这单的, 说着, 董涛指了指李一帆, 我这下属, 销售大额商业保险多年, 懂得很多, 他也给你设计了很多为难他们的方式, 李一帆被董涛推出来, 谄媚地将自己销售保险多年的经验讲了出来, 他还根据自己经验, 提醒了很多合同可能会存在的漏洞, 董涛见陈宏迟迟没有表态, 又道, 到时候把他们赶出了公司, 保险这方面, 我可以暗地里给你一些优惠, 饶事陈宏已经坐到了副总的位置, 也对那些优惠有些心动, 又考虑到董涛是老同学, 现在坑的也是他自家职员, 陈宏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看到陈宏答应, 董涛心中一喜, 脸上冷笑出声, 隐天, 这次总能把你踢出去了吧, 他都准备好了, 而且, 依靠自己的异能, 隐天觉得后天去谈判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想着张小花在这里辛辛苦苦打了那么多年工, 每年工资不要命地往家里寄, 碰到突发事件却依旧没钱, 隐天突然有些异性阑珊, 签完这单就辞职吧, 董涛回来后, 张小花主动去了趟他的办办公室, 一天很快过去, 下班后, 董涛急忙回家, 停车库, 董涛破口大骂, 你他娘的, 怎么又停到我的车位上了? 第37章, 就你们还想开除总经理, 今天, 对董涛来说, 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的一天, 先是和陈红商量好了, 怎么对付隐天, 回到公司后, 张小花又主动找董涛借钱, 董涛借机提了好几个要求, 张小花竟然全部答应了, 这让董涛不禁期待起了往后的生活, 等把隐天踢出去后, 宁长就找不到挡箭牌了, 到时候, 我再让张小花帮我给宁长做工作, 董涛已经开始幻想日后左拥右抱的生活了, 可他想得再美好, 他现在也得等别人来挪车, 隐天, 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单子拿下来, 到了去谈判的日子, 董涛出发前特地来鼓舞了一番事情, 隐天看了眼, 他的心声是看你等会再怎么灰溜溜地跑回来, 董涛又要搞事情, 知道这次去很可能无功而返后, 隐天没有任何反应, 大不了就去看看董涛联系的谁, 然后找点那人的资料, 将那人整下台就行了, 下楼后, 隐天和宁长正准备上公司的商务车, 董涛却拦住了宁长, 民族长, 做我这样吧, 宽敞, 不用和隐天挤在一起, 宁长贴了眼董涛的车, 摇了摇头, 然后, 他一把挽住隐天的手, 和隐天一起上了商务车, 隐天, 董涛看到这一幕, 气得狠狠捶了下自己的车, 结果, 看到车上那轻微的凹痕, 他又心痛不已, 隐天没在意董涛那边, 上车后, 他把宁长搂住, 怎么, 不是不想在公司暴露我们的关系吗? 董涛太烦人了, 宁长依偎在隐天怀里, 我想把他开除, 司机是个年轻小伙, 本来看见隐天和宁长关系亲密, 他内心非常羡慕嫉妒, 听见宁长的话后,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 就你们还想开除总经理, 你以为你是豪能集团董事长的女儿吗? 包间里, 陈宏早早就到了, 这也是李一帆的一个建议, 通过提前到来嘲讽隐天不懂尊重客人, 就在陈宏百无聊赖的时候, 他突然收到了总经理发来的消息, 陈宏, 你是不是今天要和豪能保险公司谈合同? 陈宏回道, 是的, 怎么了? 你注意一下, 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隐天的年轻人, 董事长刚下了通知, 让你如果碰到他的话, 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这隐天谁啊? 这么大能量, 竟然能让董事长亲自发话, 还让我们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陈宏有些惊讶, 隐天, 隐天, 隐, 陈宏又默念了几遍隐天的名字, 总觉得似乎在哪听过, 就在陈宏还在回想时, 总经理又发了张照片过来, 并备注千万不要得罪他, 陈宏看到了照片, 觉得照片中的这人, 除了帅以外, 一无是处, 也不知董事长看上了他那点, 还是说他也是哪家的二代, 嘀咕着, 陈宏又想到了董涛安排好的事, 董涛没说有大人物要来, 应该和我没关系吧, 到地方后, 董涛借口上厕所, 先顿了, 这也是他们的计谋之一, 隐天和宁长进去后, 陈宏会按照约定问他们经理怎么没来, 然后, 在借助隐天他们来得比自己晚的事时, 嘲讽隐天本过于自大, 让客人等这么久, 这都是后面可以抹黑隐天的材料, 董涛走得比较快, 隐天也不想看他去上厕所, 就没看见他的心声, 和宁长一起推开门后, 隐天见到了极光影视的副总陈宏, 但隐天总觉得, 陈宏看自己表情有些怪, 赵立看了眼资料, 隐天对他他就是隐天, 的心声感到有些奇怪, 他怎么知道我是隐天, 莫不是, 就是他和董涛勾结要阻碍宁长和极光影视合作,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隐天看向陈宏的视线带着些冷意, 陈宏感受到隐天的目光, 内心都快哭了, 我没有这个大佬吧, 带着京剧的心情, 陈宏点头哈腰道, 您二位就是贵公司的代表吧, 宁长点了点头说, 我们非常, 陈宏直接打断了宁长的话, 说道, 将你们的合同给我看看吧, 宁长为这次做了很多功课, 这个开场语更是琢磨了好几天, 而眼下被陈宏打断, 他内心有些郁闷, 感受到宁长的心情后, 隐天看向陈宏的目光更加冷了, 陈宏看似在低着头审阅文件, 实则一直在关注隐天, 察觉到这位大佬对自己更加不满后, 他惊恐的快要哭出来了, 听说那些富二代都很没有耐心, 难不成他是觉得, 我看合同用了很久, 想到这, 陈宏觉得自己非常委屈, 我本来就打算看看而已, 看完了马上签字, 没想到你们连这点时间都不给, 这样想着, 陈宏直接翻到签字页, 掏出笔刷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隐天, 宁长, 第38章, 女友身份被曝光了, 难不成你不是董涛的人, 而是自己人, 虽然不知道陈宏为什么要做么做, 但看他没有为难宁长, 隐天看向他的视线不再满是含义了, 陈宏签完名字后, 感受到隐天态度的转变, 内心松了一口气, 果然, 自己猜对了, 陈经理, 你看都不看就签字, 宁长看着陈宏这么痛快, 就签了合同, 有些猛, 这下, 不仅他准备的开场词没用了, 他准备的那些谈判时, 给自己增加筹码的话, 也用不上了, 宁长, 郁闷硬, 哈, 我这, 我这也是相信贵公司的实力嘛, 陈宏不再被隐天针对后, 这才注意到宁长, 什么嘛, 原来是等着带女朋友出去玩, 怪不得没耐心, 陈宏自认为看懂了一切, 决定帮隐天一把, 既然合同签完了, 那今天就到这吧, 说完, 陈宏带着东西走了, 剩下宁长弄在包间里, 他看向隐天, 眼神中略带些猜测, 不是我, 隐天也很纳闷, 临走时, 陈宏的新生事任务终于完成了, 隐天很势不减, 什么任务, 主人的任务, 最终, 宁长和隐天只能得出一个只莫不是个傻子吧, 的结论, 包间外, 董涛在厕所待了好一会才出来, 哼着小曲, 董涛进了包间, 环视一圈没看见陈宏, 董涛有些疑惑, 人呢, 难道这么快, 就装作被气走了, 隐天看到董涛, 这才想起董涛安排了人要为难宁长, 可现在合同都签完了, 你安排的人呢, 董涛自以为, 事情向着自己准备的那样发展了, 因此, 现在对宁长更加客气, 宁组长, 陈经理呢, 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宁长还真以为董涛是在关心公司的业绩, 也没多想, 用郁闷的语气回到, 陈经理走了, 合同也签完了, 董涛愣了, 这剧情, 和我写的剧本不一样啊, 怎么会, 正想问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董涛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的表现不能太过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董涛强挤出笑容, 说完也不等隐天和宁长, 急忙跑出去想问问情况, 电话接通, 喂, 陈红, 你怎么不按说好的来, 你不帮我也不能帮隐天啊, 董涛, 你说的那个得罪你的年轻人, 不会就是这个隐天吧, 嗯, 怎么, 董涛正等陈红回复呢, 突然听见手机传来嘀嘀的声音, 一看, 原来是陈红挂了电话, 再打过去, 一直都是您所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董涛又试着通过聊天软件来联系陈红, 好不容易打出一大串字, 发出去时, 却收到了这样几个字, 消息已发出, 但被对方拒收了, 看着那红色的感叹号, 董涛感觉自己内心有鼓火在烧, 他哪还不知道, 自己被陈红摆了一刀, 组长,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张小花本以为宁长和影天会谈很久,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有几个趁着宁长不在, 想偷会懒, 这下被抓了个正正, 一个个都苦着脸假装努力, 张小花也是在发呆, 等到宁长走近了回过神来, 嗯, 对方很有诚意, 宁长不是很想谈起今天的事, 转而问道, 小花, 你刚刚在想什么呢? 没, 没什么, 就是不小心走神了, 我现在就工作, 看着张小花支支吾吾的样子, 宁长哪还能不知道他是有心子, 影天再次看了眼张小花的心声, 家里快撑不住了, 要不就答应董经理吧, 影天皱了眉, 没想到张小花想要依靠的人是董涛, 想了想, 影天负尔对宁长说了几句话, 什么? 听完影天告诉自己的消息, 宁长记得眼睛都瞪大了, 他一直以为董涛只会嘴上说说, 没想到他真的利用植物之便想要得到张小花, 就在这时, 董涛也回来了, 内心憋着一股火的董涛看见张小花, 说了去张小花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后, 静止向着经理办公室走去, 张小花闻言, 小脸一下就惨白一片, 董涛? 宁长大声喊住了董涛, 董涛回过头来, 看见宁长气鼓鼓地看着自己, 有些不解, 怎么? 宁组长也想要到我办公室来玩玩? 董涛, 你被解雇了? 哈? 董涛气笑了, 你以为你是谁? 想解雇我, 接着, 他看见宁长拿出手机给谁打了个电话, 一个小组长能给谁打电话? 张小花, 快点过来, 董涛没理会宁长, 拉着张小花就要回办公室, 刚伸出手, 董涛的手机就响了, 看了眼打电话的是谁后, 董涛一反刚刚的神气, 谄媚道, 总经理, 什么事? 接着, 他的脸色突然变了, 什么? 你们要解雇我? 不行, 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你们不能, 我得罪了您家大小姐, 我什么时候? 董涛看向了宁长, 你, 你就是宁天豪的女儿, 带着不相信的神色, 董涛伸出手指着宁长, 第39章, 我也要辞职, 众人哗然, 这个每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人, 是公司老总的女儿, 接着, 所有人都开始私存, 有没有得罪过宁长, 还好, 宁长进来后就做的组长, 导致大家没有得罪他的机会, 一直偷偷摸摸盯着这边的李一帆, 脸色却变了, 他想起了自己以前为了钱, 勾结董涛抢宁长单子的事, 心中生气恐惧, 当然, 此时最惊恐的还是董涛,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 董涛立即跪在宁长面前, 他还想抱住宁长的腿, 隐天眼几手快地拦住了他, 狠狠地瞪了眼影天, 董涛哭诉道, 大小剑, 您原谅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宁长也看见了他瞪影天的视线, 本就狠气的他, 现在更不可能放过董涛了, 你快点办离职手续吧,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豪能集团了, 大小剑, 我有什么错, 您告诉我, 我一定改, 您不要开除我, 接着, 又是些有劳苦功高, 公司缺不了我, 我真的会改之类的话, 可惜宁长这次下定了决心, 任凭他如何哭诉都不理会, 眼见董涛已经开始影响大家工作了, 宁长更是直接喊来保安, 将董涛赶了出去, 董涛走时哭得那叫一个惨, 影天甚至觉得, 今天的他比上次邓曼荣来时哭得还厉害, 话说, 邓曼荣现在和薛正奇怎么样了, 被赶下楼后, 董涛不想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 便驾车回家了, 一路上他都在打算自己日后的路, 老婆好像能和您家搭上线, 要不让老婆给我找找关系, 这么想着, 董涛加快了车速, 车快要开到小区时, 董涛心中莫名有股预感, 将车开进停车场时, 董涛果然看见那辆车又占了自己的车位, 骂骂咧咧地喷了几句, 董涛现在只想赶紧回家就没向对方打电话, 打了这么多天电话, 董涛都快要记下那个手机号了, 自己也占了个别人的车位后, 董涛往家里赶去, 他急切地想要找邓曼荣帮自己解决这件事, 电梯运行着, 很快, 董涛就到了家门口, 还没掏出钥匙, 家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 你是, 出门的, 赫然就是那个每天把车停到自己车位的年轻人, 而董涛的老婆, 此时正从背后抱着他, 说着些肉麻的情话, 小郑, 你不想走了, 邓曼荣抬头, 语音戛然而止, 董涛走后, 李一帆一直提心吊胆, 这越等, 他内心就越焦急, 终于,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主动跑到一组, 学着董涛跪下认错, 宁长看着这个二组组长, 有些不明所以, 虽然李一帆当初抢过宁长的资源, 但在宁长看来, 那是董涛他自己业务不熟练, 为了公司才将客户转给李一帆的, 他心中倒是没对李一帆有什么恶感, 行了行了, 尹天带宁长摆了摆手, 你回去工作吧, 李一帆这种为了升职加薪, 努力舔上司的人, 在尹天看来十分可悲, 想着李一帆也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尹天决定放他一马, 虽然这人性格不行, 但能力还是有的, 每年都是公司老母, 就让他继续为宁家奉献自我吧, 李一帆感激带得的走了, 宁长瞥了眼大开的经理办公室, 内心犯了难, 尹天, 你说该找谁当这个分公司总经理呢, 让总公司派人来呗, 尹天毫不在乎的回道, 宁长瞅了瞅尹天, 试探问道, 要不, 你来当这个总经理, 那可别, 尹天连连摆手, 其实, 我准备签完今天这单就辞职的, 啊, 宁长惊讶地张开了小嘴, 你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辞职, 考虑到宁长不知道, 他母亲一直在针对自己, 尹天便没做过多解释, 男人, 总是要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的, 宁长欲言又止, 宁天一看, 宁长的新生事是不是因为, 我家太有钱给到了他压力啊, 这个傻姑娘, 宁天心中一阵感动, 当着众人的面, 宁天抱住了宁长, 宁宁啊, 我是真的想要自己去创业, 你别多想, 谁, 谁多想了, 看着办公室内所有人都在往自己这里看, 宁长顿时没了别的心思, 整个人都陷入了羞涩中, 办公室无数男同胞心碎了一地, 以前, 宁长是整个一组的, 现在, 女神被尹天抢走了, 好几个人看着这边的场景, 酸酸地吐槽了几句, 哼, 不就是长得帅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女神那么有钱, 怎么会看上尹天, 诸如此嘞, 他也经常听父亲说过, 男人没有自己的事业不行, 眼下尹天选择自己奋斗, 宁长也不会因为自己而阻拦他, 当初, 宁长正是看到尹天每天努力工作, 才对他有好感的, 第四十章, 宁卫国又出事了, 德加拍卖行重新开张, 某个豪华的宅子内, 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看着最新的新闻,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不可闻的笑影, 德加拍卖行内部重组完成, 暂定本周四重新开业, 热烈欢迎新老顾客前来寄收物品, 另外, 本行将在周六举行一场拍卖会, 有意思, 有意思, 男子放下这份新闻, 视线转向桌上的其他文件, 桌上的文件几乎涵盖了魔都大大小小好几家公司, 而且, 文件内包含的资料很多都是绝密的那种, 其中, 关于德加拍卖行的一部分放在最上面, 显然是要被经常翻阅的, 按下桌上的铃, 很快进来一个看起来五六十岁的老人, 少爷, 您找我, 去查查是谁帮了薛家, 如果实力低于十个亿的话, 继续我们的计划, 老人点点头, 拱着身退了出去, 薛正琪不知从哪搞到了宁长的电话, 邀请他和影天参加周六的拍卖会, 邀请我们参加拍卖会, 宁长不可置信地问道, 那个薛正琪不是和我们有过节吗? 影天想了想, 觉得应该没过节了, 一开始, 薛正琪为了求助张雅杰, 想要踩着影天上位, 那确实是劫仇了, 但后来薛正琪误认为是影天在对付薛家, 主动回来下跪道歉, 显然是不想得罪影天了, 而且影天还把邓曼容介绍给了他认识, 算是间接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说起来影天还算对他有恩, 没事就去玩玩呗, 影天满不在乎的说道, 想到那天也是周六, 宁长点了点头, 同意一起去看看, 帮影天办了辞职手续后, 宁长有些不舍, 要不, 我陪你一起白手起家吧, 想了会, 宁长眼睛发亮提一道, 嗯, 还是算了吧, 影天心中虽然有了几个创业方向, 却一时难以定下来,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就不带宁长去东闯西闯了, 宁长还想再尝试一下, 突然, 他的手机响起来电提醒, 喂, 爸, 影天在你旁边吗, 快带他过来, 你爷爷又犯病了, 影天通过眼睛看见了宁天豪说的话, 见宁长因为惊惧而有些发愣, 急忙拉着他向外跑去, 若是以往, 肯定会有董涛的人拉住他们, 但如今宁长的身份在公司被曝光了, 哪还有人敢做死交老板的女儿做事, 甚至, 几个与宁长关系不太好的职员, 巴不得宁长天天都不在公司就好, 一出门, 宁长等不及打车, 直接调用了公司的商务车, 司机还是之前送他们去签合同的那个, 看见宁长, 他诚惶诚恐地喊了声, 老板好, 接着, 他主动为宁长和影天拉开车门, 饶事现在情况紧急, 影天也不由得愤出闲心, 多看了两眼这个司机, 上次出发时, 你可不是这么热情的, 本来司机害怕出什么闪失, 开得很慢, 结果宁长一直让他开快点, 他只好怀着紧张的心情慢慢加速, 影天, 宁长六神无主望着影天, 嗯, 我在, 你, 你一定要救救我爷爷好不好, 说着说着, 宁长直接浮在影天怀里哭了起来, 影天抿了名嘴, 说实话, 他不敢打包票, 可眼下不能让宁长先垮下, 于是影天点了点头, 一定, 还好今天的路不是狠堵, 两人很快就到了宁卫国的疗养处, 有宁长带着, 影天一路畅通无阻, 进入房间后, 看见宁卫国已经处于有出气没进气的迷流之际了, 影天当即挽起袖子, 上前一步就要开始按住眼中的引导救人, 但他刚准备取嬴针, 就被丈母娘拉住了, 哎哎哎, 小天你干嘛, 我干嘛, 不是你们叫我来救人的吗, 上次老爷子发病的事, 作为宁家的机密被隐藏了下来, 影天好友考虑到没必要让妻子担惊受怕, 就没告诉他, 因此张雅杰并不知道影天医术高超, 妈, 你让影天去救爷爷, 他有这个能力, 宁长上次见识过, 影子很信任影天, 常常, 这可不是郭家家那么简单, 我承认影天很优秀, 但他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啊, 张雅杰苦口婆心的劝道, 妈, 不会害你爷爷的, 我已经找人联系了胡鸿亮先生, 马上他就能来, 你爷爷一定会没事的, 影天皱着眉, 看了眼宁卫国的数据, 眼见他此时气息越来越弱, 再不救, 是真的来不及了, 可张雅杰不答应的话, 影天完全没有上场的机会, 影天左右看了看, 却没看见喊自己来的宁天豪, 你这个不孝子, 关键时候, 你们跑哪去了? 恰巧, 今天负责的医护人员, 也不是上次那一批, 也就是说, 这里除了宁长, 没人知道影天的医术高超, 影天看着数据显示, 宁卫国的情况越来越糟, 心中也是有些焦急, 慢慢的, 影天看见宁卫国的呼吸越来越弱, 不行, 不能再等了, 影天拾起音针, 冲到宁卫国身边, 眼见就要扎下第一针时, 他被周围的医护人员拉住了, 影天, 你别捣乱好不好, 阿姨, 你相信我一次, 妈, 你就让影天试试吧, 他真的有能力救爷爷, 可张雅杰油盐不尽, 他虽然知道现在要争分夺妙, 可他毕竟看不出宁卫国不能撑太久了, 一心想要等着狐红亮医生来, 再次被拉开, 影天怒了, 今天要是宁明的爷爷出事了, 你就是, 话音未落, 影天就被人打断了, 哼, 我倒想看看, 有我爷爷在, 谁会出事, 第41章, 我还以为他真的能救, 反驳的声音是从门口传进来的, 众人纷纷向门口看去, 下一秒, 一个长得很白, 看起来却弱不禁风的男子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在他身后, 又有一个老者慢悠悠地晃荡了进来, 嗨嗨, 俊彦, 别把话说太满, 爷爷也不是万能的, 看见这个老者后, 张雅杰担忧的神色一下消失殆尽, 也顾不上计较, 刚刚影天对自己失礼的话, 连忙上去给胡红亮鞠了个躬, 胡先生, 情况紧急, 请您先出手, 稳住老爷子的病情, 好说, 好说, 我自当尽我所能, 胡红亮笑眯眯地凑到宁天豪床边, 不慌不忙地搭起了脉, 背对着众人, 胡红亮眉头紧皱起了来, 怎么样了, 张雅杰迫不及待地问道, 转过身, 胡红亮恢复了那副老神在握的模样, 有点严重, 但是对我来说, 问题不大, 张雅杰文言脸上转忧为喜, 只要您出手, 什么条件, 我们您家都能答应, 好, 胡红亮听见张雅杰的承诺, 心中一动, 眼里流露出一股狠力之色, 接着, 胡红亮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银针, 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往宁卫国身上扎, 隐天看着他的表演眉头紧皱, 胡红亮失真手法, 竟然与他眼睛中提示的无二, 这个胡红亮还真的有两把刷子, 隐天习惯性地看了眼他的资料, 姓名胡红亮, 年龄67, 前人医圣手, 医术高超, 身价13亿, 新生只能用这招了, 资料没什么亮眼的地方, 隐天继续关注胡红亮治病的过程, 突然, 他看见胡红亮变动了手法, 按着自己完全没见过的方向是真, 这个方向, 更是与异能所提示方向完全相反, 这, 一边是医术高超的姓林老手, 一边是从未出过错的异能, 隐天应该相信谁是真的, 可隐天通过眼睛看见, 宁卫国的身体也在慢慢好转, 又或许, 两个都是真的, 隐天知道, 自己的这个引导模式, 从来都是给自己最优解, 解决实际问题, 最优解可能只有一个, 但非最优的可能就有无数个了, 胡红亮的方法, 可能就是那种不完美, 但也能救人的方法, 银针插着, 胡红亮又给宁卫国推拿了一番, 眼见老爷子气息变得平稳, 在场众人都不由地放松了下来, 过半个时辰再拔针就没事了, 性不如命, 看见自己成功就回了宁卫国后, 胡红亮对着张雅杰一拱手道, 虽然他说的话很谦虚, 但他的语气那可就非常傲气了, 胡先生, 你真是我们宁家的大恩人, 张雅杰一脸感激, 客气了, 只是宁老先生这病, 说实话, 随时可能再犯, 而我不可能一直待在这, 你们, 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为什么他要强到这个? 银天本来还为他能救宁偿爷爷而开心, 突然听见他说起宁卫国随时可能会出事, 心中警惕了起来, 不经意看向胡红亮, 他的心声是得赶紧走, 我刚刚暂时激发了宁卫国的生命力, 突然, 门被一把推开了, 银天好急匆匆地进来了, 进来后, 他先是跑到父亲病床前看了回, 确认宁卫国没事后, 长舒了一口气, 银天, 是你救了我父亲吗? 真是, 正说着, 宁天好突然被胡俊燕打断了, 宁叔说, 救人的可不是这个什么银天, 是我爷爷救了宁爷爷, 胡俊燕很早就盯上银天了, 从小到大, 他一直喜欢着宁长, 没想到自己就是出国玩了几年, 回来时宁长就被炮走了, 因此, 他对银天有很大敌意, 不好意思, 是我搞错了, 宁天好尴尬地笑了笑, 给了胡红亮一个致歉的眼神, 胡俊燕进来时, 看见宁长一直搂着隐天胳膊, 内心早就生起了一股怒火, 此时见自己爷爷在这得了面子, 当即不留于力道, 宁叔说, 来之前, 我听说您找了个神医, 不会就是隐天吧? 胡红亮知道, 自己这个孙子的心思, 此时自然会帮孙子说话, 宁总, 这针灸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用的, 您可不要被那些孤名钓医的年轻人给骗了, 宁天好皱了皱眉, 想要给自己看好的女婿说说话, 却突然听见一直没什么动静的隐天开口了, 胡医生, 你确定, 你真的把老爷子从鬼门关拉回来了吗? 你什么意思? 胡红亮心中一惊, 脸上却没显露出来, 而是一副被质疑不爽的样子, 我爷爷说救了, 那就是救了, 你懂个屁, 胡俊燕不忘趁机拱火, 你刚刚是刺激了您爷爷的生命潜力, 才让他看起来好转了吧? 胡红亮的方法被一下子叫破, 可他竟没有丝毫动容, 反而反问道,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有什么证据? 不出我所料的话, 三天后, 您爷爷会再次犯病。 第四十二章, 还是得我出手, 尹天刚说完, 胡俊燕就笑出了声, 三天? 你是在逗我吗? 就连看好尹天的宁天豪, 这一次也不满地皱了下眉。 三天, 意外情况实在是太多了, 先不说三天后, 宁卫国会不会犯病, 就是真犯了, 那也不一定和胡红亮有关。 胡红亮虽然也在笑, 但他眼中悄然出现了一抹惊慌的神色, 他估摸出的, 也是宁卫国最多还能活三天。 你们别急啊, 看着胡家两人迫不及待想嘲笑自己, 尹天神秘一笑, 我说的三天, 那是宁家用尽手段才能达到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等会拔了针后, 宁爷爷会吐一次血, 但是胡医生会说不用管, 然后往宁爷爷嘴里塞一片人参。 说完, 尹天似笑非笑地看着胡红亮, 胡红亮这下沉不住气了, 尹天竟然将自己的想法算得这么准, 见尹天说得像是煞有其事的样子, 众人目光都看向了胡红亮, 希望他能给个说法。 一派胡言? 胡红亮气得吹胡子瞪眼, 尹天没再和他打嘴炮, 只是提醒道, 胡医生, 你说的半个时辰, 到了。 胡红亮的额上一下就冒出了冷汗, 磨磨蹭蹭地走到病床边, 胡红亮一边收针一边思考对策, 如果按着自己本来的计划行事, 那不就让那小子说中了吗? 于是, 胡红亮收完针后, 没再做任何多余的动作, 尹天一看, 乐了, 胡医生看来是舍不得他那片人参了, 这下更惨, 宁爷爷估计不到一刻钟就会发病, 胡红亮心中天人交战, 犹豫不定, 如果按照自己不塞一片人参, 恐怕宁卫国很快就会并发身亡, 而胡家也会被宁家记恨上, 不管了, 先塞了再说, 我用人参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我这是帮助宁老先生恢复身体, 胡红亮墙挤出一丝笑容, 做好了决定, 三天后, 自己只要死不承认就行了, 可惜, 不等胡红亮行动, 宁卫国竟是再次复发了, 他吐了一口血后, 又开始不断地喘气, 房间里各种仪器全都滴滴抱起了紧, 宁卫国的实际情况, 比胡红亮预计的更加严重, 这,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老爷子的状况并没有好转, 而是真的像尹天说的那样, 是被刺激生命力回光返照, 来不及了, 就算是现在再行动, 也来不及了, 胡红亮直接跪地认错, 宁总, 我错了, 我不该用这种方法, 宁大人大量, 放过我们胡家吧, 你, 宁天豪气的脸色战红, 可听到父亲的咳嗽声, 他又不好现在发作, 张雅杰见事情至此, 吓得瘫坐在地上, 一句话也不敢说, 若不是隐天提醒, 他还真的会被蒙在鼓里, 那样, 他就真的成了杀人凶手了, 可现在知道了, 又怎么样了, 宁天豪松开胡红亮的衣领, 转而向着隐天, 小天, 你还能救我父亲吗? 宁长也握紧了隐天右手, 眼中露出一丝哀求, 就连一直看不起自己的丈母娘, 此时也满怀惜迹地看着自己, 而胡俊燕, 早就被这惊人的变故吓到了, 和他爷爷一起跪在地上, 不敢言语, 隐天看着这紧张的氛围, 笑了出来, 他看向张雅杰, 淡淡说道, 早让我来不久好了吗? 嘴上说着闲话, 可他身体却没闲着, 隐天取出银针, 开始进入引导模式, 因为胡红亮一顿操作, 导致宁卫国病情更加恶化了, 因此, 隐天现在进行的, 是一次更难的试针, 可光是试针还不够, 隐天看见治疗方法, 已经快变成中西医结合了, 便对在场的医护人员吩咐道, 给他注射一, 五倍常规剂量的RT炮, 宁天豪请来的医护, 突然听见事情涉及到自己, 结实一惊, 按他说的做, 出了事不怪你们, 直到隐天豪发话了, 他们才敢上手, 帮助注射的是一个妹子, 看他那熟练的样子, 就知道他应该算个老手, 但是, 就算他不是新人, 此时的动作, 也像是刚实习的护士一样, 守不住的发抖, 别怕, 你就当是一次普通的静脉注射, 隐天看见他的手一直在晃动, 对他笑了笑, 不安慰一下你, 还真怕你在这晃有半个小时呢, 宁常看见隐天和一个漂亮护理挨得那么近, 还相互对视一笑, 内心有些吃味, 可很快, 他又为自己的心里感到愧疚, 隐天那是在救你爷爷呢, 你怎么能在这时候吃他醋呢, 房内一干人都不禁摒弃名神, 生怕自己的一点动作影响到隐天救人, 就连胡俊燕都满脸期盼地看着隐天, 若是他能治好宁老爷子, 胡家应该就不会受到太多打压吧, 只有胡洪亮一人面露死色, 隐天能看出病情又怎么样, 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师父来了, 那也无力回天, 同时, 胡洪亮还在暗恨隐天, 坏他好事, 若不是隐天点破他的计划, 他远不会如此被动, 可胡洪亮却从没想过, 若不是他想赚宁家一个人情, 逞强接手宁卫国, 也不会有这么多事。 第43章, 丈母娘向我道歉, 隐天一步步按着引导来, 宁卫国也逐渐好转, 宁天豪看见自己父亲的脸色又慢慢恢复, 提起的心也是慢慢放下了, 只是, 他心中终究是留了一丝惊惧, 这次还好又有隐天, 顶目的神色看着隐天, 尤其是那个被隐天安慰过的护理, 可惜他看了眼宁长, 一秒钟就气馁了, 殊不知, 宁长也在关注着他, 看见爷爷气息稳住后, 宁长左右看了看, 一下子就看见了老是偷瞄隐天的这个护理, 好烦好烦, 他怎么又看了眼隐天? 许久, 隐天中士按照完成了所有引导, 就回了宁卫国, 隐天累得站都快站不稳了, 看着宁卫国安睡的样子, 忍不住吐槽道, 你倒好, 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 转过身看着点七脚往这边看的丈母娘, 隐天拱了拱手道, 信不辱命, 同样的话, 从胡鸿亮嘴里说出来, 那是谎话连篇, 而隐天说出来, 莫名的让大家有一种信任感, 让人忍不住相信他, 不可能, 胡鸿亮之前一直在盘算如何才能让宁家息怒, 加上心中不信隐天能救活宁卫国就没关注他, 现在乍听到隐天说救了老爷子, 胡鸿亮心中满是不幸, 他不可能能救回宁老先生, 宁卫国身边枕枕脉卖, 却被宁天豪一把拉住, 刚刚就是他给老爷子透支生命, 宁天豪可不敢再把他放过去了, 你是在咒我父亲吗? 胡鸿亮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一时嘴快, 说的话没经过脑子, 没, 宁总, 我没这么想, 胡鸿亮低声下气道, 您让我帮老先生看看, 一个老人向一个中年人道歉, 这场景还真是有些滑稽, 宁天豪是说什么都不会让胡鸿亮再接受自己父亲了, 不用你去了, 你没看见那些仪器都在正常工作吗? 为了能随时监测老爷子的身体状况, 宁天豪花大价钱从国外购入了一套仪器, 此时那个仪器全部亮着绿灯, 不可能, 不可能, 他肯定是和我一样, 肯定是透支了宁老先生以后的活力, 胡鸿亮还没说完, 就看见宁卫国咳嗽了两声,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坐了起来, 天豪啊, 我睡了多久, 爸, 宁天豪见父亲醒来, 惊喜地叫出了声, 顿时没心情理会胡鸿亮了, 宁天豪朝保安看了一眼, 宁天豪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驾着胡鸿亮往外走, 而胡俊燕大气都不敢喘, 拱着腰跟在后面, 默默地随他爷爷滚出了疗养院, 隐隐间还能听到, 有放过我们胡家等语音传来, 宁天豪又到了父慈自笑的时候, 自觉退到宁长身边, 不过, 宁天总觉得有好多人在看自己, 一看, 刚刚那个护里正含情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呢, 隐天连连收回目光, 这女友和丈母娘都在看呢, 你可别害我, 接着, 隐天又看见丈母娘扭扭捏捏地向着自己走来, 隐天, 我之前, 我之前, 对不起, 我应该相信你的, 看着丈母娘犹豫半天也就道了个歉, 隐天本来还有些生气, 可宁长拉了拉她, 回头一看, 宁长眼里满是恳求, 想到她好歹也是宁长的母亲, 隐天换了一下措辞, 您也是为了您也好, 我能理解, 其实带换一下隐天也能理解她, 马上有个医生要来, 这时突然出现个小伙子说, 我能治, 你是会选医生, 还是小伙子, 谢谢, 艰难得吐出这两个字, 张雅杰内心有些挫败和羞愧, 挫败是因为, 自己纵横魔度这么多年, 没怎么体会过失败, 安排在隐天身上的手段, 却没一次走效的, 羞愧则是想到, 自己这么针对隐天, 隐天却看在女儿的面上, 没一次和她计较过, 过了会, 凌天豪走过来拍了拍隐天的肩膀, 示意她跟着自己, 出去后, 凌天豪正色道, 小天, 叔叔有个请求, 凌天豪还没说完, 隐天就知道了他的想法, 于是很快打断了他, 明叔说, 你难道想要把我一直绑在宁爷爷身边吗? 凌天豪的请求, 正是想要让隐天一直跟在宁卫国身边, 方便随时救他, 凌天豪见隐天打断了自己的话, 还直接点明了自己的目的, 心中惊讶的同时, 却怎么也不好意思再说出口了, 说实话, 我也很想救宁爷爷, 为了宁偿, 我也愿意一直陪在宁爷爷身边, 隐天又说道, 可是, 我这有个更好的方法, 不知叔叔愿不愿意听我说说, 什么方法? 其实, 我有让宁爷爷痊愈的方法, 隐天平淡的话语, 却在宁天豪心中掀起了欣然大波, 那么多名义都束手无策的病症, 你能治好? 饶食隐天已经创造过很多惊喜给他, 宁天豪此时也有点怀疑, 隐天是不是在吹牛? 你, 真有办法, 我等会写给你, 你可以先试试第一疗程, 宁天豪沉阴了会, 觉得不妨试一试, 那好, 你在我们家晚几天吧, 正好我父亲说要和你聊聊, 宁卫国要和我聊聊, 第44章, 老爷子要给我40亿, 隐天回来时宁卫国又躺回了床上, 小天啊, 这次又麻烦你, 为我这个老不死的劳心伤神了, 宁卫国说话时有气无力的, 语气中带着一股死气, 隐天听见后, 下意识地看了很久他的心声, 确认他不是心存死至, 隐天才放下心来,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都是一家人, 隐天故意用玩笑的语调说道, 而且你会痊愈的, 我的身体我自己有数, 叹了口气, 宁卫国眼中无限惆怅, 其实我是活够本了, 现在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我这个儿子一个孙女, 他们不是现在生活得很好吗? 好个屁, 宁卫国突然破口大骂, 宁天豪那小子, 没了我估计很快就会被别人吃掉, 呃, 隐天实在是不知怎么说比较好, 是顺着宁卫国的话, 跟着嘲讽岳父, 还是站岳父这边, 隐天决定两边都不得罪, 我看这些年宁家一直在稳步发展啊, 宁卫国没给隐天多解释, 常常我倒是放心, 有你在, 应该不会吃苦, 嗯, 那是肯定的, 谁吃苦我都不会让他吃苦, 隐天立刻表态, 宁卫国笑着看了隐天一眼, 又问道, 你觉得现在魔都哪家最有机会做大? 隐天下意识就想要说是宁家, 可想到之前宁卫国说的话, 宁家两个字又卡到了嘴边, 别的家族的话, 隐天知道的也不多, 其实我也不知道, 看到隐天的表情, 宁卫国舒坦极了, 这两年来, 魔都很多新强企业, 都有一部分股份被一个名为长重的风投公司握在手里, 长重? 隐天细细品了品这个名字, 看来他的主人野心很大嘛, 创始初期, 他就一年之内连投了一百家公司, 现在, 那些公司全部都上市盈利了, 体量最小的也有敬意, 隐天虽然没接触过投资, 却也能听出投资的公司全部盈利有多难, 隐忍发展这么多年, 长重开始对一些魔都的一些老牌家族动刀了, 宁卫国指了只水杯, 给我倒点水, 隐天正听故事听得欢呢, 急匆匆地倒了一杯茶给他, 上一个他想动手的家族是薛家, 薛家? 隐天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那不就是薛正奇家的德家拍卖行吗? 其实, 这次他对付薛家时, 我们找到了些蛛丝马迹, 隐忍卫国看了眼隐天, 所以, 我们约定好了不能帮他们, 想让薛家试探出长重背后是谁, 让薛家作耳, 隐天文言一愣, 想到了自己做没的事, 这么说, 我间接破坏了隐忍卫国的计划, 转身一看, 隐天看见了隐忍卫悠的目光, 那个, 我也是想着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隐天打着哈哈道, 哎, 这也不能怪你, 本着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们谁也没告诉, 隐忍卫国虽然想豁达一点, 可语气中的郁闷之色怎么也藏不住, 我就是想在走之前为宁家排除一个对手, 但天意不让, 没办法, 而孙自有而孙福吧, 全部说出后, 宁卫国感到轻松了点, 你以后掌控宁家, 一定要小心这个长重, 隐天点了点头, 连宁卫国这种老狐狸都这么重视那个长重, 看来他们还真的不简单, 不过, 宁卫国这老头怎么说话这么像利益主, 什么我掌控啊, 这宁家还得你掌舵, 宁卫国立刻又是我老了, 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之类的话, 说的隐天很是郁闷, 说你能痊愈你又不信, 隐天, 宁卫国突然神色凝重, 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这个给你, 什么啊, 隐天笑着接过, 让我和宁宁分手我可不干, 这里面有四十亿, 你拿着, 四十亿, 隐天下意识就要把卡还给宁卫国, 宁卫国抓住隐天的手, 听常常说你要创业, 这是爷爷的一点心意, 顿了顿, 他又说道, 也算是你救了我两次的诊经, 救一次人有这么多钱的话, 那我还创什么业啊, 心中吐槽着, 隐天还是想要拒绝, 别嫌少, 我现在可流动资金也不多, 宁卫国看着隐天还在推让, 假装生气道, 我真不是嫌少, 隐天正要解释,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阵敲门声, 进来, 听见宁卫国的声音后, 敲门人缓缓走了进来, 这个疗养院属于很高端的那种, 能进来的人非富极贵, 大多穿的都是正装, 隐天因为之前还在上班的缘故, 穿的是一身西装, 也算比较正式, 而门口那人穿得很休闲, 短袖陪休闲短裤, 看起来与这里格格不入, 头发倒是留得有点长, 戴着副眼镜,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样子, 宁爷爷, 您还好吗? 我听别人说您刚刚病了, 特地来看看您, 是韦德呀, 有心了, 快起来坐坐, 请进来后, 宁卫国向隐天介绍道, 这是白韦德, 你好, 白韦德向隐天打了个招呼, 却不见隐天回应, 你好, 我脸上有些什么吗? 他有些疑惑, 第45章, 正谈到你呢? 没什么, 你好, 白韦德觉得, 这个叫隐天的人有些奇怪, 自己进来时盯着看了好久就算了, 现在看自己的眼神还特别古怪, 殊不知, 隐天也觉得太古怪了, 宁卫国刚给自己讲了那个叫长重的投资公司, 这还没过多久呢? 他的幕后掌控人就出现了, 在隐天眼里, 白韦德的所有资料都无处可藏, 姓名, 白韦德, 年龄, 27岁, 长重董事长, 身价, 1000亿, 新生, 成熙的那个项目, 报17亿应该就可以拿下, 当然, 这是他进来时的新生, 现在白韦德的新生早就变成了这个人真奇怪, 白韦德点了点头, 不再理会影天, 宁爷爷, 您身体怎么样了? 说着, 他将自己带来的礼物放下, 还行, 还是老样子, 接着, 白韦德又和宁卫寒暄了几句, 秘图接到一个电话后, 就离开了, 影天也只是看见电话中说的事出事了, 看着白韦德出了门, 宁卫国拍了拍影天的肩膀, 你想什么呢? 对他一见钟情了? 从白韦德进来后, 宁卫国就注意到影天一直盯着他, 碍于当事人在场, 宁卫国等到他离开了才打断影天, 影天没想到宁卫国会开这种玩笑, 顺着打趣道, 那我得先问问宁明答不答应? 白韦德走后, 宁卫国又准备劝说影天收下这四十亿, 没想到的是, 这次他刚开口影天就答应了, 他不知道的是, 影天是看见白韦德的心声后, 才准备要那四十亿的, 结果银行卡后, 影天问道, 宁爷爷, 你知道程系的那个招标会吗? 你怎么知道的? 宁卫国诈被问到这个话题, 有些好奇, 偶然听别人说过, 宁卫国也没多想, 详细说明这次招标后, 问道, 就是一个普通的土地开发招标, 怎么了? 就是问问, 听完宁卫国的话, 影天心中了然, 你想进场玩了? 宁卫国见影天对这事像是很感兴趣的样子, 说道, 刚好我们宁家有间公司有竞标资格, 要不你去参加? 影天思索了会, 觉得自己创办公司的话, 应该会错过这次机会, 便点头答应了。 宁卫国当场打了个电话, 霸气的说要插一个人进去。 好了, 宁卫国很快挂断电话, 过两天会有人来和你对接。 点了点头, 影天问道, 那个白维德是个什么情况? 宁卫国见影天又谈起白维德, 狐疑的看了影天好几眼。 影天被他看得头皮发麻, 解释道, 看他挺顺眼的, 想和他交个朋友。 宁卫国这才收回审视的目光, 他也是个不幸的人。 听完, 影天算是更加了解了白维德这个人。 以前, 白家也算是魔都一大势力, 可惜的是, 在白维德出生后不久, 白家就开始迅速衰败。 原因, 好像是白家老爷子患上了老年痴呆, 几个儿子为了分家产闹得鸡飞狗跳, 被敌人趁机一波打垮了。 然后, 白维德的父母也不小心被发生意外, 只剩下刚上高中的白维德苦苦支撑属于他家的那一部分资产。 谁也没想到的是, 白维德毅然变卖了自己分道的资产, 选择自己出去创业。 随后, 白维德消失了几年, 就在所有人都忘了他时, 他又带着巨资回来买下了整个白家。 说完后, 宁卫国乐呵呵地看了眼影天。 据传, 白维德掌权后, 白家在几天内有好几名嫡系成员发生了意外。 隐天点了点头, 有手段, 心也狠, 怪不得能一手操纵长重不被这么多大佬发现。 你们都是年轻人, 交个朋友可以, 不过一定要多个心眼, 前辈坑都是小事,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隐天这次慎重地点了点头, 宁卫国活了大半辈子, 没对哪个年轻人这么上心过, 隐天自然能感受到他对自己的关心。 说了这么多, 宁卫国有些累了, 隐天扶他躺下后, 静止出了门。 依旧是那间豪宅, 可白维德现在的表情远没上次那样轻松写意。 他手上拿着的, 是刚刚送来的那部报告。 一个是, 公司产品省钱购疑似被大量刷差评, 抹黑, 天银业额降低至不足百万。 一个是, 公司产品无优购疑似遭到了狙击, 不少客户反映产品太贵, 服务太差。 除了产品报告, 还有调查报告。 最近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便宜购和满意购两种产品, 疑似出自马云手笔。 白维德皱着眉, 看完了所有资料, 有些不解。 马总怎么会突然关注到自己? 第46章, 得到宁家的认可。 同一时间, 马总看着手下交上来的报告, 内心松了口气。 那天从宴会回来后, 他立刻让人开始调查影天所说的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 没想到,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市面上, 已经有了类似的平台, 而且已经做到了千万流量。 着手开发软件, 同时继续调查对手的来历。 当发现对手只是一家小公司后, 马总庆幸的同时, 笑了。 于是, 做好万全之策后, 马总借着自有平台开始宣传自己开发出的两类产品。 在低端市场做服务, 在高端市场打价格战, 马总凭借自己的手上的庞然大物, 成功拖垮了对方。 满意地点了点头, 马总又想起了当时影天在酒桌上砍砍谈的样子。 这影家, 还真是捡了个宝。 休息室内, 听完女儿的讲述, 宁天豪内心有些气闷, 自己请来影天给父亲治病, 妻子竟然不相信他, 非要找那个什么胡红亮。 还好最后影天还是力挽狂澜, 就回了父亲。 张雅杰看见宁天豪眼神一直在自己身上晃来晃去, 忍不住辩解道, 这也不能怪我, 谁让你没和我说要让影天治病? 只是这声音越来越没底气。 宁天豪也知道这是怪不了妻子, 他只是有些后怕。 那你以后别为男人家了。 想了半天, 宁天豪才憋出这样一句话。 知道了, 今天影天帮自己挽回了事态, 自己哪还有脸去为难他。 宁天豪听着他们的谈话内容, 正歪着脑袋苦思冥想呢。 除了今天, 母亲什么时候为难过他? 嘎吱一声, 休息室的门被推开。 宁爷爷睡下了, 推开门的是影天。 宁天豪点了点头, 招呼影天坐下, 又谈了些关于治疗方案的事。 这次, 张雅杰和宁天母女都听不懂了。 听着影天说到痊愈、 恢复正常等字眼, 张雅杰心中充满了疑惑。 可有之前的前车之鉴, 张雅杰不敢出声反驳, 质疑。 好不容易等到影天和宁天豪谈完, 他还得笑着夸奖影天懂得真多。 这让他内心有些难受。 聊着聊着, 宁天豪问起了影天以后的打算。 小天, 听常常说你辞职了, 后面你打算做点什么? 听他说起这个, 影天觉得有些难以回答。 总不能说我打算创业, 宁爷爷给了我四十亿, 让我少奋斗了十年。 爸, 以后不好说, 目前的话, 想拿程西那块地是尸首。 影天选择如实回答, 宁卫国给自己钱, 那肯定是和家人说过的。 所以, 众人并未疑惑影天怎么有资格打那块地的主意。 宁天豪点了点头, 也行, 先去锻炼锻炼, 以后无论是自己创业, 还是接手家里的企业都不错。 言中之意, 显然是已经把影天当做了接班人。 宁卫国生有梁子, 可惜有一个夭折了, 宁天豪相当于一脉单传。 而到了下一代, 更是一个男兵都没有, 唯一的女儿宁长也对商业不怎么感兴趣。 因此, 眼见这个女婿想往这边发展, 宁天豪自然想要大力培养。 影天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张雅杰则愤愤地瞥了两眼宁天豪。 作为一个掌控欲极强的女人, 她从未觉得自己以后要放手公司的事, 现在听到宁天豪这么说, 心中自然不赞同。 她又隐晦地看了眼影天, 心中想着, 你来我们家享福就行了, 家族的事自由我来解决。 宁天豪看着自己心上人和父亲聊得那么愉快, 心中不禁欢呼雀跃, 又想到影天从今天起就不会和自己一同上班, 她又有些抗拒。 要不, 我也一起辞职。 影天和宁天豪继续聊着。 宁天豪这次和影天说了很多心里话, 大部分是传授她的人生经验。 但影天当当在老爷子那里听了一遍, 这回又被拉着讲, 还不得不装作一副祸意匪浅的样子, 实在是有些考验演技。 宁天看出了影天的窘迫, 好不容易等宁天豪歇息喝口水, 他急忙转移了话题。 爸, 这周六我们一起去德加拍卖行玩玩吧。 宁天感激地看了一眼宁天, 只见宁天俏俏皮地被他吐了吐舌头。 不想, 一向疼爱女儿的宁天豪却拒绝了。 我们也收到了邀请, 但我和你妈这周要去京城谈一笔生意, 不能陪你一起去了。 带着些遗憾拒绝后, 宁天豪又说道, 但你爷爷好久没出去透透气了。 如果周六他的身体好些的话, 你们和爷爷一起去吧。 宁天豪点了点头, 嗯, 我也好久没陪爷爷了。 影天本就无所谓, 自然是跟着点了点头。 第47章 不简单的拍卖会 周六, 德加拍卖行楼下展厅。 小天啊, 哪为你们陪我这个糟老头子出来? 事实上, 宁卫国一开始是不想和这小两口一起出来, 但架不住宁天豪一口一个。 爷爷, 你好久都没和我玩了。 爷爷, 你不在, 等会我们买东西, 万一被骗了吗? 只好陪着他们一起出来了。 果不其然, 这一出来, 宁卫国就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了。 尤其是宁长, 说好的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这还没走两步呢, 就看了影天好多眼了。 爷爷, 宁长打断了宁卫国, 什么难为不难为的? 宁卫国没多说什么, 笑着将宁长推到了影天身边, 自己则慢悠悠地掉在他们后面。 拍卖会还未开始, 因此, 他们现在在下面的公共展厅逛逛。 影天和宁长看过清单, 都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倒是老爷子看上了一套名家紫砂壶, 想着等会买回去品品查。 公共展厅里的大多是价值不高的物件, 影天逛了半圈, 也没见有什么可以检陋的机会。 也是, 他们收录的东西, 那肯定是会人工仪器一起上阵检查的, 除非出了纰漏, 不然不会错过那些宝贝。 放下检陋的心思后, 影天开始观赏这些新奇的宝贝。 突然, 他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爸爸, 再回头, 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向这边跑来。 影天看见许若宁, 也露出了笑容。 上次许若宁回去后, 很快就被安排着上课, 没再到影天的公司找过他。 但许若宁经常给影天打电话, 给影天讲他今天交了什么朋友, 得到家教老师的表扬啊之类的。 一把抱起许若宁, 影天向他身后张望了起来。 不远处, 有一个男人正看着这边, 与影天对视了一眼, 他向影天点了点头, 正是许若宁的父亲许建修。 什么意思? 让我帮你带带女儿。 影天注意力集中, 看见了许建修的新生。 姓名许建修, 年龄三十四, 许家带组长, 身价一千四百亿。 新生, 哎, 怎么碰见他了? 上次的事还没亲自道谢呢? 不行不行, 别人道谢那得多尴尬。 算了, 我就不去了, 让若宁一个人去找他吧。 看了他的新生后, 影天又多看了两眼许建修的外表, 心中逼着笑意。 这人看着那么成熟, 不言狗笑的, 怎么心生像的逗逼一样? 不过, 他不想过来, 影天也不能拉他过来, 想着本来也是玩, 带一个许若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点头表示同意后, 影天带着许若宁走向宁卫国和宁长。 宁卫国一开始听见许若宁喊影天爸爸, 还有点好奇, 好在宁长及时给他解释了。 接着, 他顺着影天的视线看见了许建修, 这一下也明白了许若宁的身份。 走近后, 影天解释道, 宁爷爷, 许若宁是我认的义女。 影天不知道自己善解人意的女友已经帮他解释过了。 宁卫国点头, 轮下身摸了摸许若宁的脑袋。 小宁宁, 你多少岁了呀? 许若宁歪着脑袋看着这个莫名热情的老爷爷, 奶生奶气地答道, 爷爷, 我五岁了。 影天见宁卫国对许若宁好像上心的有点过头了, 不禁好奇地看了眼他的心声, 原来是许老头的孙女。 想不到许老头长的科尘, 生个孙女倒是水灵灵的, 原来是看到熟人了。 宁卫国开始斗许若宁完, 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宁常见了, 偷摸着告诉影天, 爷爷以前对我都没这么耐心过。 可不是吗? 宁卫国似乎是越老越有童心, 和许若宁交流, 不仅能完全融入他的世界观中, 还能舍弃自己的面子, 主动扮丑斗许若宁笑。 影天听了, 哈哈一笑, 又浮到宁常耳边私语。 你逃打啊? 哈哈。 就这样, 影天和宁常一起, 宁卫国和许若宁一起, 倒也没把谁冷落掉。 宁常也不用人站在爷爷旁边, 却一直看影天了。 徐建修不放心地跟了一阵, 确认没什么事后, 也就放心去办自己的事。 影天一路走过, 看见了所有人身价在几十亿以下, 心中对徐建修的来意感到好奇了。 一开始他还没多想, 毕竟徐建修也可能是带着女儿出来玩玩, 就像自己和宁常一样。 可他很快就知道, 事情并不简单。 影天转角时,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他下意识地就用异能看了眼是谁。 姓名, 白维德, 年龄, 二十七岁, 长重董事长, 身价, 一千亿, 新生, 事关重大, 这次就算得罪许家, 也要不惜代价将东西拿下。 第四十八章, 垃圾也能卖出天价, 他也来了, 而且, 似乎事情还与许家有关。 影天久久地凝视着白维德消失的方向, 皱了皱眉。 影天回过神来, 看着一脸好奇的女友, 刚刚好像看见了个熟人, 在想, 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呢? 不过现在人也走了, 算了。 宁长也没多想, 看着许若宁已经带着爷爷走远了, 拉着影天跟了上去。 展厅内中响了两声, 接着, 又有扩音器喊道, 拍卖会马上开始, 请要参加拍卖会的尽快入座。 薛家给影天和宁家安排的是一个包间, 中间用一个巨大的显示屏直播主台, 包间内有冰箱等电器, 门口还有专属服务员随时待命。 许若宁一进来, 就有服务员询问是否需要玩具, 不带影天他们说话, 许若宁就亮着眼睛说要。 服务员于是带着许若宁去挑玩具, 回来后, 更是主动帮忙照看小孩, 陪着孩子一起玩。 宁卫国起初还有些不放心, 多次回头, 看见许若宁玩得很开心后, 就把心神放到聊天和看拍卖会上了。 影天取出展品画册, 找了一圈没找到什么, 看起来很特别的东西, 心中耐不住对白威德和许剑修的疑惑, 开口向宁卫国问道, 宁爷爷, 这次展会, 您知道什么特殊的内幕吗? 你怎么知道有内幕? 宁卫国诧异地看了眼影天,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好像是有一件特殊的藏品要在这拍卖吧。 特殊的藏品? 影天再次翻阅了展品画册, 实在是找不到有什么东西, 看起来很特殊。 宁常看着影天的行为, 心中好奇, 你发现什么了吗? 影天点了点头, 告诉了他自己的发现。 宁常不知道他们的心声, 有些不以为意, 影天也没多解释, 转而专心地看着拍卖回去了。 一件件拍卖品被卖出, 宁卫国也如愿以偿地拍下了那套松鼠葡萄石头套组茶剧。 期间, 宁卫国还在感叹, 这次薛家拿出那么多宝贝拍卖, 还真是气死回生了。 影天点了点头, 继续看着拍卖会进行下去。 可直到压轴品被卖出, 也没见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 突然, 正在念退场词的主持人神色变了变, 歉意地表示临时加了件拍卖品。 众人一听, 全都来了精神, 回到原位想看看这临时加的一件是个什么宝贝。 接着, 有保安将一个盒子抱着送了上来。 主持人看了眼介绍词, 皱着眉打开了盒子。 诸位, 这件宝贝是否是真品, 我们拍卖行来不及验证。 不过, 我们有专家估算过, 这件东西的价值应该在一百万左右。 但是, 主持人语气顿了顿, 既受人设置的起拍价是一个亿。 什么东西啊? 值一个亿? 想钱想疯了吧? 原本还很期盼的众人顿时怒了。 一个没有验证过, 专家估值一百万的东西, 敢卖个亿。 影天看着眼中的数据, 也皱了眉。 仿制黄龙玉符兽牌, 价格, 十元。 这, 就是那件特殊的藏品。 主持人看着宣道的会听, 赶紧说了几句漂亮话, 换回了气氛。 可是, 看着躺在盒子里的售牌, 他内心不禁想到, 这能卖出去吗? 尽管所有人都表示自己不会买, 主持人却也不得不把拍卖会主持下去。 起拍价一个亿, 各位可以竞价了。 主持人宣告开始后, 整个会听久久无言。 就在主持人准备宣布留拍时, 突然从耳机里听到了一个消息。 他脸色一变, 又很快露出笑容。 十四号出价一个亿, 有加价的吗? 顿时, 所有不看好的人都惊讶了。 还真有人买啊, 这不会是在洗钱吧? 很快, 又有人加价了。 一亿一千万, 十五号出价一亿一千万, 有更高的吗? 十四号又加了一千万, 现在是一亿两千万了。 两个亿? 十五号直接加到了两个亿。 这, 众人闭嘴了, 只当是大佬之间在争斗, 纷纷置身室外看戏。 包间里, 尹天看向宁卫国, 想要从他那里得到答案。 宁卫国见东西都已经吵到了三个亿吼, 对尹天说道, 小天, 是不是很疑惑为什么他们怎么把一件垃圾抬得这么高? 接着, 不等尹天回答, 他就自顾自解释道, 这拍卖品虽然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东西, 但他的原主人那可不简单。 这十四、 十五号中应该有一家是许家, 尹天点头, 另一家应该就是白韦德了。 据我所知, 许家最近在和别人竞争一个大项目, 这个拍卖品应该就是那个那个项目负责人拿出来让他们竞争的。 第四十九章, 解决问题的办法。 宁卫国说得很委婉, 但尹天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不就是变相的送礼吗? 也不知道是什么大项目, 值得他们在送礼这方面都这么舍呢。 而且, 看他们的样子, 那都是不惜代价的要拿下这个。 就这么一会, 价格都被抬到五个亿了。 不在包间里的众人, 有不少家产甚至没达到五个亿的。 此时听着主持人不断报价, 已经大气都不敢喘了。 宁卫国听着他们的竞争, 悠悠叹了口气, 可惜我们宁家大本营在魔多。 不然, 今天我可能会与他们争一整。 终于, 拍卖品价格在八亿这里定住了。 随着主持人宣布结束, 众人才缓缓离场。 走吧, 应该是许家得手了。 尹天想到, 许剑修的身价大于白韦德的身价, 点了点头。 宁卫国抱着玩累了的许若宁, 尹天牵着宁肠, 四人走出包间。 随后, 宁卫国问道, 小天, 你和许剑修约好了, 在哪间面吗? 说着, 他看了眼许若宁。 尹天想了想, 对许若宁问道, 你爸爸说过, 在哪等你吗? 许若宁摇了摇头, 宁卫国乐了, 正好, 咱们把小宁宁带回去, 让许老头来找我们, 亲自道, 我这接他孙女回去。 宁卫国正开着玩笑, 转眼去见许剑修落魄地走了过来。 宁卫国联想到之前的事, 一脸诧异, 见修, 你, 没抢赢别人。 许剑修点了点头, 从宁卫国手里接过女儿, 宁叔,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他又对着尹天和宁长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就带着许若宁走了。 一路上, 许若宁还不断地回头看, 似乎是有些舍不得。 宁卫国一直保持着笑容, 直到许若宁再也看不见这边后, 才紧紧皱起了眉头。 宁爷爷, 迪远, 会不会是那个长重? 尹天试探着问道, 不可能, 他们虽然这些年发展得很快, 却也没资格和许家竞争。 宁卫国的语气很自信, 尹天默然, 你们, 还是小看了白韦德。 宁卫国见尹天不怎么相信, 还以为自己那天和他说长重很强, 把他吓到了, 当即解释道, 有些事, 不是你有钱就能办到的。 许家经营多年, 早已经把那些关系都打通了, 长重作为新生势力, 很难插手我们这些老牌家族的生意。 这也是长重更注重那些新型产业的原因。 尹天知道, 这次就是长重得手了, 现在又听宁卫国这么说, 心中对白韦德的强大又认识了一份。 现在看来, 白韦德不仅在那些新兴产业上抢占了先机, 而且似乎有能力和一些大家族板板万字。 如果白韦德还会发展得这么强大, 尹天有信心凭借自己的异能压制他。 可如今, 白韦德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了, 自己就算能借用宁家的资源 抢夺一些他看好的东西, 可也不能击垮他们。 而自己一旦疏忽, 白韦德就有机会默默发展, 等到他有能力对魔都那些大家族动手时, 他肯定不会心慈手软。 宁卫国和尹天心思都有些沉重, 而在一旁看着他们的宁长, 心中也有些不好过。 爷爷和尹天在说些什么呢? 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 现在, 他想安慰一下尹天都不知道从何开口。 宁长有些后悔, 当时没听父亲的教会好好学习这些东西了。 我也必须要变得更优秀才行。 想到尹天会那么多东西, 宁长下定了一个决心。 想那么多干什么? 这是该叫徐老头去头疼。 心里更容易看开些, 这下看见自己孙女和孙女婿都在沉思, 当即安慰道。 也是。 尹天跟着笑了。 现在再烦心, 那也解决不了问题, 还把今天出来玩的兴致都破坏了。 尹天不再多想, 三人跟着工作人员去取了宁卫国拍下的一套茶具, 旋即准备打道回府。 刚出门, 却看见了也要上车的白维德。 维德, 你也过来往啊? 刚刚怎么没看见你? 宁卫国和白家老爷子平时关系不错, 对白维德也很熟悉。 看见他后立刻打招呼道, 宁爷爷。 白维德看见宁卫国也是有些惊讶, 走了过来后向着三人打着招呼。 白维德手上什么都没拿, 尹天估计他是让手下去取的拍卖品。 不过, 眼下尹天更关注的不是这个。 在白维德的心声变化之前, 尹天记住了他现在的心声。 这件事算是稳了, 不过, 目前最重要的是随拍短视频, 这个我最看重的东西一定不能出事。 尹天心中的忧虑消失了大半。 看来这解决问题的办法得从问题身上找。 第五十章 随拍的未来潜力, 白维德的心声很快变了, 因为他发现这个叫尹天的, 看自己的眼神又很怪。 上次也是在疗养院, 尹天也是这样的眼神。 这种感觉就像自己的秘密被他看透了一样。 尹天很快恢复正常, 向白维德露出友善的笑容。 脸上笑嘻嘻, 心中他却在琢磨这个随拍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能让白维德这么重视。 白维德向宁卫国打过招呼后, 又向尹天和宁长打了招呼。 接着, 他回答道, 我听说德家这次有个香炉在拍卖, 想着买给爷爷就来了。 宁卫国点了点头, 心中感叹, 白老头虽然老了后家里出了很多事, 但有这么个孝顺的孙子, 也算可以安详晚年。 正交谈着, 尹天突然发现有两个穿着清凉的妹子, 凑到了白维德的车边。 白维德虽然隐藏了自己是长重物后掌控人的事, 但他还有一层身份, 那就是现任白家化石人。 因此, 他开的车虽不如宁天豪珍藏的那些几千万上亿的车, 却也要个几百万才能拿下。 走到车边后, 他们一个已在车上做出各种动作, 一个拿着手机不停地拍拍拍。 尹天一开始以为就是两个普通的拜金女, 就简单地看了两眼, 正准备提醒一下白维德时, 一边突生。 他眼前出现了很多景象, 这些景象无疑不和那两个妹子有关。 一个, 每天开着直播小哥哥小哥哥地叫着观众在评论区礼物刷地飞起, 另一个则每天发个清凉的视频或照片, 随随便便就收获数百万个赞, 接广告赚的也是盆满钵满。 尹天当即明白, 这是那两人的未来, 但这些场景都不是尹天最关心的。 尹天最关心的是他们所用的软件。 随拍? 那两个妹子整天没事就刷刷随拍, 动不动就一刷一两个小时。 而且, 不仅是他们, 在他们坐地铁时, 在他们吃饭时, 在他们走在路上时, 都能看见旁边有路人在刷随拍小视频。 明白这是自己一能再次进化后, 尹天惊异地看了眼白维德。 他重视的这个软件, 未来能有这么大影响。 白维德也看见了那两个妹子, 见他们用的软件是随拍后, 不但没因为他们借自己的车装逼而生气, 反而露出了笑容。 尹卫国和宁长也是兴致勃勃地看着那两个女孩。 宁叔叔, 那我就先走了。 等到他们走后, 白维德也是向三人告辞。 尹卫国点了点头, 然后, 他看见尹天正低头玩着手机, 有些好奇。 小天, 有人和你发消息吗? 事实上, 不用他问, 宁长早就在装着不在意的不识瞟过尹天了。 尹天手机上正在下随拍, 见尹卫国和宁长都在关注自己, 大大方方地将自己的手机给他们展示了下。 我看他们用的那个软件挺有意思的, 想下个玩玩。 软件很快下好, 尹天安装好后, 直接手机注册登录了进去。 一进去, 第一个视频就有一个长腿妹子在热舞。 抬头一看, 宁卫国正饶有趣味地看着自己, 而宁长的眼神也变得有些危险。 尹天赶紧按照提示划过那个视频。 后面的视频种类有很多, 而且包含甚广, 有人发专业知识, 有人发家常理短, 有人搞笑视频, 有人发正能量视频。 尹天看着看着, 眉头渐渐又皱了起来。 宁卫国老早就凑近了过来, 看见尹天的反应有些不解。 小天, 怎么了? 宁爷爷, 这款软件未来不可限量。 宁卫国毕竟是老人, 不太能接受新鲜事物。 而且宁家主业也不是互联网, 因此对尹天的话有些不屑一顾。 不就是一个发视频网站吗? 和你们年轻人玩的那些博客, 好友圈不是一样的吗? 宁卫国不感兴趣, 宁长倒是看得有些好奇, 当即问道, 这是什么软件啊? 我也下一个。 尹天帮宁长下好后, 也没想着扭转宁卫国的思想观念。 老一代的人大多看不上互联网这东西, 在他们的心里, 还是那些实体行业伪定。 所以, 他们更关心的一般都是房地产或者线下商店。 司机开车来后, 三人一起上车, 车上宁卫国看着宁长还在刷着视频, 不禁有些感叹。 尝尝, 别太入迷了, 哎, 这网络虽然挺方便, 就是有一点不好, 容易使清少年沉迷。 尹天闭闭嘴, 没有说话。 看见过随拍的未来成就后, 尹天已经决定好要在这方面插一手了。 不过, 宁家既然在这个上面不上心的话, 那就只能自己开一家公司或者另找一家合作对象。 宁卫国看着尹天对这个软件非常上心, 也没打算阻止他。 在宁卫国看来, 年轻人多尝试尝试, 总是好的。 回到家后, 尹天和宁卫国一起吃了午餐, 正想再去查查关于随拍的消息时, 宁卫国叫住了他。 小天, 你真想往互联网这边发展? 尹天点了点头, 正好我们宁家有一家全资的互联网公司, 要不就把它给你吧。 尹天想了想, 觉得要是自己来的话, 可能还得花不少时间, 便答应了。 宁卫国当即打了个电话, 马上就有人带着股份转让输来了。 尹天粗略一看, 发现宁卫国竟然将那间公司全部股份转给了自己。 宁爷爷, 这, 宁卫国摆了摆手, 这个是天豪以前注册的, 这些年没怎么管, 一直在亏损, 不值什么钱。 宁卫国说不值什么钱, 但尹天通过一能看见, 这间公司的总价值目前在一亿上下。 尹天虽然身上有着宁卫国给的40亿, 但那些钱是他准备投资成熙那块地的, 暂时还不能用太多。 随拍前景很大, 但发展起来需要个三四年的时间, 而成熙的项目, 要是拿到手了, 不到一年几乎就可以翻倍回本。 因此, 尹天的打算是先把类似随拍的软件开发出来, 然后慢慢地宣传, 发展, 等到市场扩大后再加大宣传力度。 所以, 他预计先行投入的钱不是很多, 而现在, 宁卫国给他的这个公司, 就已经比尹天打算投入的钱还要多了。 心中记着这份好意, 尹天点了点头,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宁卫国看出尹天的注意力都已经不在宁家了, 便建议他直接去公司看看, 尹天一口英语。 今天是周六, 但宁家的这家互联网公司是按照996制度上班的, 因此, 现在公司所有人都在。 走上写字楼, 尹天停在了一家名为比特的公司前, 整理了一下着装, 立即礼貌问道, 您好, 请问您找谁? 尹天在心里点了点头, 这公司服务看起来还不错, 我找你们总经理。 前台似乎是一个老人, 见尹天要找总经理, 直接解释道, 您好, 我们总经理一般都不来公司, 您有需要的话, 可以留下电话和姓名, 如果总经理来了, 我们会告知他的。 总经理不来公司? 尹天心中记下这件事, 又问道, 那你们副总经理呢? 有在的吗? 副总经理在,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的话, 您可以先申请副总接受的话, 才能见到他。 尹天点点头, 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随后被带到了会客厅。 而在办公室内, 陆一宁接到下面的电话, 松了口气, 在他面前, 有一个穿着骚包的男子, 正不断地和他尬聊。 陆一宁好不容易有机会 拜托面前的男人, 现在只想早点去见见那个客人, 于是冷声说道, 吕副总, 我只要见一个客人, 有什么事下次再说吧。 旅程不依不饶, 一宁, 你先答应和我下班了, 和我一起, 看电影我就走。 陆一宁眼中流露出一股厌恶的色彩, 语气却没表现得那么明显。 我下班了得赶紧回去, 吕经理的好意我就心领了。 旅程还在纠缠, 陆一宁却已经自顾自地 向会客厅走去了。 路上, 陆一宁对跟过来的旅程不管不顾, 心中在想来的是谁。 一进来, 看见那个帅气的客人后, 陆一宁还没开口, 旅程就迫不及待地喊道, 今天我们公司不见客, 你赶紧走吧。 隐天刚准备起身, 文言又坐下了, 饶有趣味地看着旅程。 姓名, 旅程, 年龄, 26岁, 比特公司副董经理, 身价500万。 新生, 这人谁啊, 别打扰, 我泡路一宁。 隐天莫名觉得有些好笑, 走了一个董涛, 又来了一个旅程, 又要装逼打脸了吗? 心中想着, 等会自己身份暴露后旅程的反应, 隐天心里开始有了些恶趣味, 可陆一宁没给隐天这个机会, 他听完旅程的话后, 脸色又变得冰冷了。 本来要见客人, 陆一宁是带着笑容进来的。 吕经理, 你说我要是将这件事告诉老板, 他会怎么想? 旅程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那行, 你先工作。 旅程对陆一宁依旧是那副笑脸, 说完这句话后, 他恶狠狠地瞪了眼隐天。 隐天看了眼陆一宁, 又是个红颜祸水。 为难你的可不是我, 不过, 既然你瞪了我, 要不就开除吧。 第52章, 女友在公司混不下去了。 旅程一走, 陆一宁就又换回了那副笑脸。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隐天, 问道, 这位先生, 请问你是? 隐天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问道, 你们公司总经理呢? 刚刚听前台说, 总经理不常来公司, 隐天就记下了。 陆一宁刚收到前台报告的消息, 知道隐天是先找的总经理, 因此解释道, 我们公司没设置总经理, 这个职位暂由老板担任, 但老板不常来公司, 又怕隐天非要找总经理, 他继续说道, 不过, 老板给了我们很大自主权, 你有什么事的话, 不用找老板, 我们也能做决定。 这是宁天豪全资注册的公司, 那岂不是说宁天豪就是总经理? 隐天收回了自己, 刚刚想要辞退总经理的想法。 隐天还想打探一些资料时, 陆一宁却收到了宁天豪的一条消息, 歉意地对着隐天笑了笑, 陆一宁打开了手机, 要是下属发的消息, 陆一宁不会当着隐天的面去看, 那样太不礼貌了, 但这是老板发来的消息, 这就由不得他不重视了, 可一看, 陆一宁就愣住了, 小洛, 公司我转给别人了, 这是他照片, 别的你们好好协调。 看看照片, 再看看隐天, 陆一宁说不出话来, 隐天看着他心生的转变, 叹了口气, 正想说些什么时, 会客厅的门被推开了, 旅程是一路小跑着进来的, 开门后气喘吁吁类的不行, 显然他也收到了宁天豪的消息, 站在隐天面前, 旅程露出尴尬的笑容, 老板,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您就是, 隐天伸手制止了他, 你这态度不行啊, 我看公司前台就挺锻炼人的, 你先去前台工作两个月吧。 接着, 他又对陆一宁说道, 以后你就是总经理, 现在把人喊了, 开会, 这身份一旦暴露了, 别人就对你恭恭敬敬的, 太没意思了, 宁长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他还是一组的组长, 但大家对他的态度与以往截然不同, 李一帆以前是想方设法从一组这场客户, 现在他一天跑四五趟, 想把二组谈好的客户转给一组, 一组的同事更是每天来得很早, 晚上自主加班, 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 这不宁长想着周六没事, 来公司看看, 一进来所有人都在加班, 以前董涛在时, 他们都没这么累过, 而且宁长听见他们谈论过好几次自己, 都是在说组长在这, 我们好累, 组长赶紧回去继承家产之类的, 想了想, 宁长感觉自己真的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困扰, 因此宁长想要换个地方了, 尹天刚给程序员们安排好以后的任务, 就接到了女友的电话, 我混不下去了, 宁长的语气很沮丧, 尹天听明白原因后, 心中笑得很开心, 要不你换一家公司继续, 尹天建议到, 同时陆一宁带着总经理任命书来找尹天签字, 然后宁长就听见了尹天身边有个女人在说话, 谁在你旁边, 尹天实话实说, 并详细解释了陆一宁是他把尹天豪招进来的, 宁长表面不动声色, 心中警铃大响, 这要是尹天每天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起工作, 喂, 不如我去投奔你吧, 听着宁长的提议, 尹天想了想, 觉得可行, 之前不让他和自己一起创业, 那是因为自己还啥都没有, 不想让他吃苦, 现在自然没那个顾虑了, 而且, 宁长好像学的是传播学, 正好专业对口, 尹天同意后, 本来以为宁长再快也得下周一才能来, 没想到, 尹天在办公室凳子都没做热, 就听见下面打电话说有个女孩找自己, 下去一看, 果然是宁长, 来了后, 宁长眼巴巴地看着尹天, 你要给我安排什么职位, 尹天本意是想让宁长去掌管市场营销部门, 现在看他这样子, 心中起了一丝打趣的心思, 要不, 你就来做我秘书吧, 想不到, 宁长直接点头答应了, 表面上, 宁长因为听懂了尹天的前台词而脸红, 实际上, 他心中正在想着原来你还存了这种心思, 幸好我来了, 尹天看了他的心声也是哭笑不得, 原来女友帮自己是假, 看住自己, 防止自己拈花惹草才是真, 尹天自然不可能点破女友的小心思, 那以后就请你多多关照了, 宁你说, 尹天郑重地给宁长行了一礼, 逗得宁长眼嘴笑个不停, 他也跟着行了一礼, 尹老板, 那小女子以后可就依靠您了, 正好陆一宁请来报告, 看见宁长后一愣, 尹天当即解释道, 宁长是我秘书, 以后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你直接找他上报就行了, 不就是怕我拈花惹草吗, 这花花草草的都给你照看, 第53章, 公司里的大猪虫, 事实正如尹天所想的那样, 宁长做了几天就一直私下喊泪, 因为还不清楚尹天权力欲望有多大, 陆一宁把要做决定的事全部都往上报了个遍, 大道与外界合作, 小道清洁工的任免, 每天都扶在办公桌上, 头笑之余又有些心疼, 于是他瞅了个空, 私下倒数路易宁, 小事自己做主, 这样情况才好些, 在这边忙活了好几天, 宁长那个地产公司终于来联系尹天了, 这家地产公司名为宁居, 是宁长和别人合作开的战股七十, 宁长还有自家上市的地产公司, 因此对宁居不怎么上心, 虽然战股一半以上, 却没怎么管理, 让另一个股东全权操纵, 因此, 他们来找时, 尹天听他们的语气都非常客气尊重, 但看他们的心声, 那全是想着怎么糊弄自己, 尹天带着宁长, 坐车去了一居公司, 刚下车就被带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是个年轻人, 看见宁长后惊讶了一瞬, 尹天看完他的资料, 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想糊弄自己, 姓名宋玉轩, 年龄27岁, 一居公司总经理, 身价50亿, 新生, 不会是知道我侵奋公司资产来, 派人查我了吧, 尹天不由地多看了他一眼, 这公司据宁卫国说, 当时投资了10亿, 换了70的股份, 这还是溢价购买, 也就是说, 宋玉轩当时身家是在16亿左右,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公司市值近百亿, 宋玉轩身价应该是30亿左右, 才对, 这家伙贪了20个亿, 也有可能他是自己还有别的资产, 但既然资料上没显示, 那应该不值什么钱, 就像宁天豪的资料上不会显示, 比特这个价值一亿的公司一样, 尹天脸上应付着笑, 心中却给他吓了死刑,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的宋玉轩, 殷勤招呼两人坐下, 本来他对宁卫国派的人只是打算稍稍尊重, 但看到宁天豪后, 他立即转变了态度, 宁天豪他是认识的, 刚和宁家合作经营移居时, 他参加过几次宁家举办的宴会, 因此, 他现在尤为热情, 宋玉轩虽然不认识尹天, 却看得出宁常和他关系亲密, 还以为尹天也是那家的二代, 对尹天也很尊重, 宁常被他表面功夫骗过了, 还以为自家的这个合作对象挺有礼貌, 接着宋玉轩巴拉巴拉的讲自己这些年的不容易, 什么宁家没帮过我, 我苦苦支撑之类的, 那是脱口就来, 尹天看得一张好笑, 你怕是侵吞公司资产侵吞得很辛苦吧? 宁常被感动了, 连忙揪了揪尹天的胳膊, 尹天清了清嗓子, 嗨嗨, 嗯, 就把你送进监狱当作谢礼吧, 宋玉轩目的达到, 又建议带着尹天和宁常到处逛逛, 尹天一边随意看着, 一边注意观察每个人的资料, 不出他所料, 公司里大部分人都被宋玉轩收买了, 而且, 宁家并不是完全信任宋玉轩, 他们也派了自己人来监管, 但, 监管人背景是豪能集团, 身价却有五千万, 遇见观光的众人时, 心中还在得意不已, 尹天逛遍了整个宜居, 终于找到了解决宋玉轩的办法, 一个是公司财务, 他也是宋玉轩的情人, 为了防止宋玉轩抛弃自己, 他详细地记了宋玉轩每次使用公司公款的记录, 还有就是宋玉轩自己的账本, 他把账本藏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路过时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心里也一直在想账本, 因此被尹天发现了, 尹天逛完一圈, 再想要不要现在就揭发他, 这一揭发, 那就是移居大部分人都要换, 眼下正值竞标承西那块地, 大换血有风险, 不揭发的话, 又怕他继续贪污, 甚至连自己的40亿也有危险, 这揭发的方式也很有讲究, 是告诉宁家, 还是报警处理, 尹天还没决定好时, 突然有人拿着张纸, 脸色焦急地找宋玉轩报告, 宋玉轩皱着眉头接过报纸, 有一家宣布退场, 哪家? 尹天也有些好奇, 宇天地产, 他是我们最大的对手, 宋玉轩眉头紧皱, 有些想不明白, 尹天地产是什么情况, 尹天也是一愣, 尹天地产, 侯俊雄? 在看宋玉轩时, 他的心声已经在不停地变化了, 先是尹天地产为什么退场, 又变成是不是这次竞标有什么问题, 更后面的都是宋玉轩疯狂的脑补, 有些甚至是侯家害怕了, 被我吓到了, 这种想屁吃的想法。 第五十四章, 白卫德不见了, 虽然不知道尹天地产为什么要退场, 但这其实与尹天没什么关系, 反正他到时候去竞标现场, 把他们心声全部读一遍后, 竞标价格比他们都高一点就行了。 于是, 尹天假装与宋玉轩一起讨论了一会宇天地产, 就带着宁长回去了, 竞标会暂定为明天, 到时候宋玉轩会派人驱车来接他们。 走之前, 尹天看了眼那个保险箱, 爱肥宝思瑞保险箱, 价值三千元, 密码六十三万两千四百四十三, 接下密码, 尹天离开后给老爷子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 尹天就开门见山地告知了宁卫国实情, 宁卫国听完全部情报后沉思了一会, 小天, 你们明天正常去竞标,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宁卫国没说会怎么处理, 尹天也没问, 就这样挂了电话。 一直在旁听的宁长听完, 有些不解, 宋玉轩看起来那么像的好人, 他贪了我家二十亿。 尹天捏了念宁长的小脸, 宁宁,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这么单纯, 以后我不在可得怎么办? 那你就一直陪着我呗。 宁长握住尹天的手, 又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他贪污的? 你以前认识他吗? 这个有点难解释, 不过尹天早准备好了说辞, 本来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上厕所的时候, 有个人在隔间和我说了这些。 啊? 宁长将信将疑地看着尹天, 似乎是在怀疑他是不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见尹天神色还是那么确有其事, 他心中默默认同了这个说法。 接着, 他兴致勃勃地和尹天讨论起这个人是谁, 毕了, 他还在感叹, 要是知道了他是谁, 我们一定要好好谢谢他。 嗯, 尹天跟着点了点头, 能找到的话, 你们是得好好谢谢人家。 宁长注意力全放在了想那人是谁上, 完全没看到尹天嘴角已经掩藏不住的憋笑。 比特公司是一个经营模式很完善的互联网公司, 尹天给他们下了新任务后, 他们按着以前的工作模式进行工作, 完全不需要尹天再指挥些什么。 因此, 尹天想着去了也没什么事, 便和陆毅宁说了声以后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后, 带着宁长到处玩去了。 尹天刚上任时, 还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像老丈人一样, 挂个名然后天天不管公司的事, 可在办公室无所事事地做了两三天后, 尹天还是忍不住撤了, 带着宁长到处逛了逛, 下午又去宁家吃了个饭,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 尹天和宁长会合后, 很快就接到了司机的电话。 接着, 两人坐车前往城西。 尹天和宁长到时, 宋玉轩正在外面等着。 看见他们过来了, 宋玉轩急忙过来招呼, 又被工作人员带着到了会议厅。 不多时, 所有人都到齐了。 尹天所处的位置比较好, 可以纵观在场的所有人。 于是, 他假装不经意地缓缓巡视了一圈, 将每个人的资料都看了一遍。 在场的所有人身价都在百亿以上, 移居可以算是这里最弱的了。 但移居背后的大股东是宁家, 这么算的话, 也可以说是这里最强的。 因此, 尹天审视别人时, 也发现了不少在偷偷窥死一居的人。 白维德的估算确实没错, 这里所有人的期望金标价都低于17亿, 最多的那个, 堪堪打算出到16亿9千万。 这让尹天不禁在心中喊了声佩服。 没有异能, 仅凭自己的分析就能摸清楚所有对手的底线, 这份商业能力还真是能成为矿石奇才。 但有一点令尹天很疑惑。 白维德出价是17亿, 但在场所有势力没一个达到了这个数值。 白维德人呢? 这次他仔细看了看他们的背景, 没有一个带着长重的标签。 宋经理, 所有人都来了吗? 尹天假装随口一提问道。 宋玉轩让助手数了数, 嗯, 都来了, 白维德跑了。 尹天沉思了会, 想起了昨天看见的雨天地产退出的新闻。 一个大胆的猜想浮现在尹天心中。 难不成, 雨天地产是白维德的? 尹天和侯俊雄接触过, 因此, 宁卫国给他讲过一些关于雨天地产的事。 雨天地产不是近几年冒头的, 虽说资历不如魔度的一些老牌家族, 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地头蛇。 尤其是在他们家的长子侯俊杰开始掌管家里的一些事务后, 雨天地产更是蒸蒸日上。 不到两年, 市值翻了一辈不说, 还开始拓展其他业务了。 这么一个市值近2000亿的公司被白维德掌控吗? 第55章, 老爷子的雷霆打击。 说是掌控有些不恰当。 毕竟雨天地产再怎么说, 也创办超过了十多年, 要珍视白维德的。 那他可能是上小学时就开始布局了。 而且, 掌重目前体量比雨天地产小, 白维德要真是掌控了雨天地产, 在他背景那一栏就应该是雨天地产股东, 而不是掌重董事长了。 因此, 尹天估计白维德应该是在雨天地产占据一些股份, 或是担任了某种顾问的职位。 想明白这点后, 尹天又开始猜想为什么白维德没来。 他能估算出这里要17亿才能拿下, 肯定是费了很大功夫的。 就这么放弃, 明显不是正常人的形式风格。 除非, 白维德有了个利润更加高的项目。 而且, 他手上的钱暂时不够兼顾两边。 尹天又在心中过了一遍自己现在所有的情报。 突然, 他想到了去德加拍卖会的那天, 白维德和许建修争夺的那件拍卖品。 这下思路就明确了。 尹天还在想, 那是个什么项目时竞标开始了。 尹天看了眼宋玉轩的心声, 心中一愣。 宋玉轩的心理价竟然是二十亿。 尹天皱了皱眉, 又观察了宋玉轩一会, 这才明白原因。 原来, 宋玉轩请人评估过价值, 心理预计竞标价在十六亿左右。 但宋玉轩侵吞公司资产这么多年, 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 他联合了这次的负责人, 打算玩一手偷梁换住。 报价二十亿, 这仗给宁家看。 私下去预计在竞标价出来后, 临时改成比最高价高一点点。 然后, 多出来的前五十五分账。 尹天看完后, 忍不住多看了宋玉轩两眼。 好家伙, 这次要不是我来, 你又得了一。 五个亿。 而且, 白韦德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就算来了, 也拿不下这次标。 他怎能想到宋玉轩既当参赛选手, 又当裁判呢。 不过, 虽然打算让宋玉轩下台, 但尹天也不会利用这次机会。 这二十亿田了, 或许后面能追回宋玉轩分到的一。 五亿, 但另外一。 五亿可就有很大机会要不回来了。 念及此, 尹天制止了宋玉轩。 宋经理, 这个价二十亿会不会高了点? 宋玉轩瞟了一眼尹天, 不以为一。 我们公司专家评估的就是这么多。 宁常不懂这些, 只是记着宋玉轩贪了他家好多钱, 心中气着呢。 尹天回道, 可是我们来钱, 老爷子告诉我们, 这标最多只值十七亿。 宋玉轩一直以为净标价应该是十六亿, 因此, 他现在的新生是十七亿。 我就赚五千万, 打发叫花子呢。 尹天, 宁爷也没实际接触过, 判断可能会有些误差。 宋玉轩大气凌然道, 我难不成还会给别人送钱? 我可没那么傻。 尹天装作为男的样子, 说道, 但老爷子早就给我说了, 这钱采用分摊的办法, 宁家占股七十, 最多只能出十二亿。 宁常虽然不知道, 爷爷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但这并不妨碍他站在尹天这边。 嗯, 我爷爷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说完, 见宋玉轩低头沉思, 宁常和尹天相识一笑。 尹天见宋玉轩还在想办法说服自己, 又补了一刀, 或者, 你自己多出这三亿, 到时候这项目回本了, 我们多分一点。 宋玉轩的心声瞬间就变成了你当我傻呀。 本来算总账的话, 他能净赚一亿五千万, 但如果分账再往收益上看的话, 本来预估好的利润, 加进去三亿也不能凭空多挣一点, 能多分的钱估计也就一亿, 但自己要出三亿给别人, 虽说能回来一半, 但那也是亏了五千万, 还不如就赚个五千万呢。 想到这, 宋玉轩维持聆听老爷子教会的表情回道, 既然您爷爷都这么说了, 那就写十七亿吧。 接着, 报价书被送了上去, 理所当然的, 十七亿作为最高价被选中了。 接着, 顺顺利利地通过了资格在验证, 脸色瞬间就不好了。 影天看了短信内容, 最高价十六亿八千万, 你的价不好百低了。 心中笑着, 影天打句问道, 宋经理出什么事了? 宋玉轩心里冒火, 脸上却不得不露出和善的笑容, 没什么就是公司出了点小问题。 宋玉轩本是找个借口, 没想到一语成衬。 等司机到了到了公司, 宋玉轩发现本来约好的副总 没在楼下等自己。 说好的去庆祝庆祝, 人呢? 宋玉轩也没多想, 提脚就往楼上走去。 谁知, 刚进入公司, 他就看见几个 穿着检察院工作服的人 向自己走来。 你好, 有人举报你涉嫌职务侵占罪, 请和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第五十六章, 马总要见我。 影天看见宋玉轩被抓, 也是有些惊讶。 这几天, 一直没收到宁卫博的回复, 影天还以为她 是在长远的谋划呢。 没想到, 这一竞标完, 老爷子就对没有价值的宋玉轩下手了。 还是最简单粗暴的报警处理。 想来,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宋玉轩应该是死定了。 宁长看见宋玉轩的惨状, 心中那口气算是出了。 哼, 叫你侵吞我家资产。 影天带着宁长上楼打算看看热闹。 没想到的是, 上来看见了倒熟悉的身影。 宁天豪亲自来了, 没想到, 老爷子直接把他儿子派来了。 打过招呼后, 影天看着现场的道具, 一具公司的财务, 自己做的记录被搜了出来。 宋玉轩以为是自己的情人出卖了自己, 正一个劲地骂着呢。 而他的情人则一直在解释不是自己, 却怎么也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要记下那件事。 而保险箱里的账本被搜出后, 宋玉轩更是面如死灰。 宋玉轩不知道自己的兄弟早就被抓了, 还以为是他出卖了自己。 毕竟, 保险箱的密码就他两只道。 从始至终, 除了宁长和宁卫国, 没人知道是影天提供的证据。 老丈人也很好奇, 问了影天乃来的情报。 影天将自己昨天回答宁长的借口又复述了一遍。 宁天豪虽然将信将疑, 却也没多问。 比起这个, 他更关心的是自己安排进来监督宋玉轩的那个人。 看着他不断求饶的样子, 宁天豪叹了一口气。 记得你刚按摩读时, 好像连一口饭都吃不起。 是我爸让你跟着我的吧? 那人只是羞愧地丢下头。 本来看你聪明伶俐, 分得轻轻重, 才让你来这里帮我们照看一二。 没想到, 那人这次忍不住了, 低声反驳道, 我想要钱, 我要结婚了。 宁天豪冷声说道, 其实, 我本打算等你在这熟悉了公司的运作模式后, 让你做这个总经理, 每年给你分红吧。 对方已经后悔得泣不成声了。 影天这才明白为什么宁天豪亲自来了, 原来是这个人与宁天豪有救。 闹剧很快结束, 宁天豪没有留情, 打算将这件事追一究到底。 其实, 这间公司对宁家来说算不上什么, 宁天豪只是有些看不惯他们的这种行为。 我的, 永远都是我的, 不给你你不能要。 不过, 宁天豪并未对所有人下手。 一些数额较少的, 宁天豪将他们处以停薪降职的处罚。 至于那些坚守职位, 没有同流合污的, 宁天豪也没有令熙, 一个个升职的升职, 加薪的加薪。 如此, 一局虽然大换血, 却也保留了正常经营的能力。 他们被带走后, 宁天豪又和宁天豪新派来的管理人员进行沟通, 商谈好了自己在今天竞标的项目上的注资比例。 其中, 宁天豪投入40亿, 宁天豪投入35亿, 两方各占51比49。 虽然宁天豪投入的比宁天少, 但他们另外还要负责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手续, 还要付出很多自有资源, 因此比重不是按投资金额算的。 而宁天占比一半以上拥有决策权和监督权, 但他不打算细致决定宁天豪怎么做。 宋玉轩吃了那么多, 每年还能帮宁家赚不少。 这也是宁卫国这些年来没怀疑过宋玉轩的原因。 移居公司里的这些人才还是有些能力的。 很快, 尹天和他们商讨好多久回本, 多久盈利。 接着, 看见他们开始着手招聘等事宜, 尹天和宁天豪随着宁天豪一起回家吃饭。 可就在路上, 尹天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看着那个陌生的电话, 宁天豪有些好奇。 谁啊? 尹天想了想, 会不会是自己的那个朋友换了手机号便接通了。 对面的是一个清脆的女生, 宁长一听见她的声音, 莫名看了尹尹天, 就竖起耳朵专注偷听了。 尹天心中一阵好笑, 点了免提, 让车内所有人都能听到。 喂, 您好, 是尹天尹先生吗? 是我, 你是? 您好, 我是马云的私人助理, 马总想约你单独吃个饭。 声音在车内回响, 所有人都看向了尹天。 马云这两年是华国首富, 公司市值大约是宁家的一倍多。 宁长当即兴奋大叫, 尹天, 你快答应, 我爸见面都得预约。 宁天豪脸色一黑。 宁长之所以这么兴奋, 是因为他认为马云的邀约是一种对心上人的认可。 事实上, 早些年宁卫国接触过马云, 两家还算熟悉, 宁长也能经常见到这个别人口中的马爸爸。 上次宁卫国寿宴, 马云也是放下了众多事务来参加的。 宁天豪同样点了点头, 事宁尹天接受。 尹天看向那个号码。 行, 什么时候? 第五十七章, 马总的疑惑。 时间就是今天晚上, 马云刚在魔都谈完一笔买卖, 见日程上没有晚上的安排, 心中一下就起了心思。 上次听从尹天的建议后, 马云找出了自家产品的不足, 并连夜开发出两款新产品。 现在市场上自家三兄弟打架, 别人根本插不进手。 进来一家就三兄弟齐上阵, 先把外人打退了再说。 可以说, 马云现在在网上这一块, 算是一家独大了。 可最近, 他又遇到了另外的麻烦, 他想听听尹天的看法。 宁天豪知道时间后, 看着尹天和女儿一直腻弯, 心中莫名不爽。 于是, 他亲自动手将尹天推壤出了门。 尹天看着紧闭的大门, 只好坐上老丈人给自己安排的车, 想着目的地驶去。 事实上, 尹天心里其实不怎么兴奋。 以前上学时, 都里没钱, 对有钱人的身份很是羡慕。 而现在, 自己卡里也有过四十亿, 过不久还会更多, 再看看自己每天的消费, 对钱是真的没什么感觉了。 尹天算是理解了 马云曾经说过的毁创芝麻王。 司机开的四平八稳,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尹天打通了那个助理的电话, 很快, 就有人出来领着尹天上去了。 马总把这家餐厅包敞了, 餐厅里现在没什么人, 只能看见不少保安晃的。 助理将尹天带到门外, 敲了敲门。 得到同意开门后, 尹天缓缓走了进去。 这一进去, 尹天就看见马云正吃着一碗杂酱面, 在旁边还有一份似乎是给自己留的。 马云这副狼吞虎咽的样子, 实在是有些颠覆尹天的印象。 看见马云的心声后, 尹天才明白他的目的。 哎, 看见我这样, 他应该不会紧张嘛。 尹天心中顿时乐了, 原来马云是怕自己紧张, 想通过这个释放善意并拉近距离。 见到尹天, 马云继续按着自己的剧本说道, 尹天吃饭了吗? 这给你留着呢, 这家别的菜都不怎么样, 我就叫人到隔壁面馆点了份杂酱面。 或者, 你想吃点别的也行, 反正厨师都在呢, 你照着菜单点。 尹天摇摇头, 没和他客气, 坐下就端起面吃了起来。 吃完, 两人都是巴唧巴唧嘴, 有些意犹未尽, 这面确实不错。 吃完后, 马云开门见山道, 上次你在宴会上的那两个主意, 可帮了我大忙了。 尹天笑了笑, 哎, 就是我买东西时的一点感想。 尹天本来仅是客套一下, 那些东西完全都是异能的功劳, 谁知马云听了后愣了许久。 小兄弟你可算点醒我了,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马云解释道, 我这近几年啊, 还真是忽略了用户的感受。 接着, 马云给尹天讲起了他创业时的一些故事。 尹天来之前受过宁天豪提示, 知道马云是要给自己讲讲课, 传授一些心得也就耐心地听了起来。 听完后, 尹天也是十分感慨。 在外界看来, 马总那是早年不得志, 但办了芝麻网后就一路顺风顺水了。 不少人甚至觉得, 要是自己那时候比他办得早, 会不会现在首富就是自己。 实际上, 马云创办公司后遇到的困难也不少。 不光是生意场上的竞争, 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地方的压力。 有一次在国外商谈业务时, 更是遭到了暗杀, 幸好保镖给力。 讲完故事后, 马云也没有问尹天收获了多少。 这算是他对尹天建议的答谢, 但尹天能学到多少, 那他就管不了了。 讲完这些, 马云竟等尹天沉思完, 才又说道, 其实, 我今天来找你, 还有一件事。 你说, 市面上不是有两款点外卖的软件吗? 尹天点了点头, 这个他知道, 以前加班时没少用过。 最近, 企鹅入股了一家, 这暂时还算是一个内幕消息, 毕竟他们还没放出新闻来, 马云应该是通过自己的渠道得到的消息。 尹天看了眼马云的心声, 他们那么隐秘做什么? 果不其然, 马云下一句就是问的这个。 尹天沉思了一会, 也有些不明所以。 你入股另外一家不就行了? 马云点点头, 已经在着手这件事了。 虽然暂时还看不穿企鹅的目的, 但这并不妨碍马总赶紧跟上队伍。 尹天, 你对这有什么想法? 尹天想的是人家喜欢什么都探一脚, 但他没有说出口。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企鹅不至于藏着掩着。 就当尹天还在沉思时, 眼中一边凸生, 一段段不同的景象开始在尹天眼中展现。 他, 看见了企鹅在这方面的所有布局。 第58章, 企鹅的谋划。 尹天看到了两段景象, 一个是马云没有开发出便宜购和满意购, 而企鹅公司则在电商这块入股了一款类似满意购的软件, 两家偶有摩擦, 但因为侧重不同倒也能勉强和平共处。 这时的企鹅收购外卖平台, 其英就是单纯的参一脚进去。 还有一个则是按着现在的事实发展的。 企鹅看见马云在网络购物这边已经形成铁板一块, 自家又在这方面屡屡受挫, 便换了一个思路。 你发展线上, 那我就发展线下。 片段中, 企鹅大力推广外卖软件, 广告打完, 几乎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然后, 他又招收了很多外卖小哥, 全国累计下来, 起手近千万。 表面上是在送外卖, 实际上, 软件不断地更新, 终于在某天上线了一家线下实体商店。 然后, 无数的商家如春雨般上线平台, 通过起手在网购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送达。 先装作普普通通的发展网上订餐, 等到盘子大了, 突然转型, 将所有外卖时刻转变为购物者。 其实, 习惯点外卖的一般也习惯网上购物, 企鹅虽然瞄准的市场没有马云大, 但胜在付费率高。 结果就是, 马云坚不可摧的电商板块被硬生生地偷凿了的口子出来。 虽然他也很快就让自家的订餐软件同样上线了这个功能, 但因为仓促, 最终还是没能抢占市场。 影天看完后, 内心也是感慨万千。 企鹅虽然以前没抓住电商这块, 让马云发展了起来, 但他们也不是赤素的。 这边, 马云见影天一直在沉思, 眼睛一亮。 影天, 你有什么看法? 影天看着他, 没有直接说出口。 上次没注意, 一下子就将电商的另外两种经营思路讲了出来。 好在马总之恩图报, 将他这些年的经验感悟给自己讲了一遍, 也不算太亏。 这次, 可就得看看他愿意付出什么代价了。 马云是个老江湖, 看出了影天的想法, 开口笑道,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影天沉思了一会, 想着他能在哪方面帮到自己。 自己手上现在就两个项目, 一个是承熄的地产开发, 但这个已经有专业的人插手了。 而且, 马云在地产行业也帮不上什么忙。 另一个, 就是自己知道的前景巨大的短视频行业了。 白韦德开发的那一款叫随拍, 影天这边让彼得公司开发的一款名字则暂定为传世, 让马云帮自己发展传世。 影天有些心动, 又有些犹豫。 万一, 马云仗着家大业大, 自个回去开发了一款类似的怎么办? 马云有些着急, 影天握着自己想知道的东西, 可他就是不说, 这太气人了。 在马云心里, 影天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 但现在他只是宁家的一个晚辈。 所以, 他一时间忘了自己拥有的那些商业谈判技巧, 随口承诺道, 你放心, 你说的, 我绝不告诉其他人。 影天又想到了白韦德的随拍, 随拍在企鹅那里打了好几天的广告了, 自己如果稳步发展, 可能还真比不过他。 而弯道超车办法, 现在就摆在自己眼前。 想了想, 影天笑道, 马总, 我这还真有一件事, 想让你帮忙。 不过, 你还是先听听我的看法吧。 马云点头, 心中却在猜想, 影天有什么想让自己帮忙的。 沉映了一会, 影天将自己看到的片段挑挑减减, 用一种预测的语气讲了出来。 马云本来只是想着多个思路当参考, 没想到影天又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大一个消息。 一开始, 影天讲的是企鹅发展外卖市场的手段。 这方面, 马云自己公司也有专业的人在分析, 因此, 他只是偶尔点点头。 可随着影天讲了些企鹅可能会有的骚操作时, 马云已经开始皱眉了。 以他对企鹅的了解, 影天讲的那些手段, 他们可能真的会用。 将这些记在心里, 马云准备回去再让别人想对策, 自己则继续听。 慢慢地, 在影天的猜想中, 企鹅在外卖行业已经占领了超期城的市场。 可看见影天还在讲, 马云有些看不透了, 都成了一把了, 企鹅还能整出什么幼蛾子? 影天喝了口水, 见马云神色凝重, 他淡淡一笑, 开始讲企鹅的后手。 影天不是当事人, 所以他讲述的语气非常平淡, 但马云作为影天口中被对付的那个, 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没想到, 在自己以为高枕无忧的时候, 企鹅给自己来着这么一下。 虽然芝麻网靠电商发展起来后, 又开展了不少别的业务, 但每年营收最大的部分, 还是电商这块。 电商, 就相当于马云的根。 第59章, 让马总成为我的助力。 听完后, 马云皱眉思索了许久, 才回过神来。 一抬头, 马云看见影天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了。 说了口气, 马云对影天拱了拱手, 影兄殿, 你的这个预测, 估计就是事实了。 同处高位, 马云和企鹅老总思维大体上是共通的。 马云将自己带入异想, 觉得自己要是面临企鹅的处境, 也有很大的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而要是没有影天的提醒, 自己很可能会等到企鹅露出獠牙才能反应过来。 但现在, 自己掌握了企鹅的所有决策, 只要好好把握, 能化解风险还只是小事。 要是能试试快企鹅一步, 那不就成自己溜着他走了吗? 想到这, 马云又问道, 小兄弟, 你之前不是有需要我的地方吗? 什么事, 你尽管提, 影天不缓不及到, 是这样的, 我最近搞了家互联网公司, 想开发一个项目, 但是资金不够, 不知马总想不想买点股份。 马云一下就来了兴趣, 影天说缺钱他是不幸的, 背靠您家, 真缺钱那可不是几亿几十亿的问题。 他听出来了影天的前台词, 什么项目? 你说说看, 影天摇了摇头, 这是商业机密, 可不能告诉外人。 马云乐了, 感情我不投钱, 你就拿我当外人, 那行, 你想让我怎么投? 影天想了想到, 你出一个亿, 我给你五, 而且, 你得用芝麻帮助我们宣传。 影天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看过随拍的历年市值和利润, 随拍后来市值近五千亿, 年利润不算国外, 一般在二百亿左右, 但这是随拍经过了四年的发展得到的。 也就是说, 现在以一亿的价格卖五股份给马云, 按着随拍来看传世的话, 未来市值最高时会亏二百四十九亿, 但是, 马云注资后, 肯定会不留余力地帮忙宣传, 这早一年达到这个市值, 就能早一年盈利, 甚至只要早个半年, 这就是赚了。 而且, 如果有马云帮忙, 也能早点抢占市场, 不至于白白浪费时间, 白维德可还在偷偷发展呢。 一亿买五, 马云好奇了起来, 不是因为贵, 而是因为隐天只给自己五。 行, 我投了。 顿了顿, 他又说道, 不过一亿够用吗? 要不我多投点? 言下之意, 就是想要多买点股份。 他心里想的是, 隐天在商业上似乎天赋很高, 或许这个他看上的项目未来会大火。 现在买了, 不说血赚, 但肯定不会亏, 而且就算亏了, 一亿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 隐天连连摇头, 要不是在互联网这块就你能和企鹅打, 这误我还真舍不得。 口头敲定这事, 马云又和隐天聊了聊其他行业的事, 眼见自己回程的时间要到了。 马云再次谢过隐天后, 留下电话走了。 他走后, 隐天又给陆一宁打了个电话, 让他和对方接洽。 虽然现在谈好了投资, 但还有很多细节没有敲定。 像是什么时候打钱, 什么时候宣传之类的, 还有很多要谈。 这些都是陆一宁的任务, 隐天要做的, 就是到时候看看陆一宁的企划书, 没问题就签字。 而陆一宁听完后, 没想以前那样直接行动, 而是用一种带着关怀的语气问道, 老板, 你是不是喝酒了? 不能怪他想多, 实在是隐天传来的消息, 有些违背他的认知。 刚换老板, 公司就被马爸爸看上了。 而且, 资产不到一个亿的公司, 你用五的股份换了一个亿。 连问三遍, 陆一宁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于是, 陆一宁挂断电话时, 神色是呆滞的。 以前宁天豪掌管时, 公司一直在亏损, 但宁天豪身为魔独首富, 没有计较这些, 反而每年都按时打钱。 现在换的老板不到一周, 公司就只二十亿了, 也不知道是买的人人傻钱多, 还是老板忽悠技术了得。 马云收到了手下调查好的资料, 上次估值九千六百万, 看着这个, 再看着自己刚刚签好的股份转让输, 马云有种自己被骗了的感觉。 接着, 他换来了自己的助手。 这个彼特最近在研发些什么,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对方说是要保密。 马云一愣, 想起了尹天那天和自己说过的话。 我这都成自己人了, 还不能知道。 你们什么都没问, 就答应了这个条款。 助手有些委屈。 当时, 不是你说合同没问题, 就尽快给我签字吗? 第六十章, 徐若宁的生日。 与芝麻达成合作协议后, 尹天给公司的程序员涨了工资, 让他们加快速度, 尽早上线APP。 下午, 尹天接到了徐若宁的电话。 爸爸, 你有没有想我呀? 当然想了。 尹天隔着手机亲了亲, 问道, 今天没放假吧? 你不用上学吗? 今天我生日, 爸爸把老师和同学都请到家里来了。 尹天点点头, 生日快乐。 你想要什么礼物? 我送你。 我想你来吃蛋糕。 尹天正听着呢, 那边突然换了个人。 尹天, 我女儿今天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 你有时间吗? 这声音是许建修。 尹天想, 这也没什么事, 就答应了。 这边挂断后, 尹天拉住了正在给自己审阅文件的宁长。 宁宁说, 你这忙得怎么样了? 宁长正低着头工作呢, 看见尹天, 他感觉非常委屈。 尹老板, 当你秘书, 可真是太累了。 你要给我加工资? 尹天看着他那委屈的小表情, 轻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加加加, 你要多少加多少? 这几天因为和芝麻合作, 文件是多了不少。 但其实, 宁长不至于这么累。 因为, 很多不是很重要的文件没看的必要。 但宁长看到尹天什么都不看, 全让陆一鸣决定, 心中非常气愤。 而且, 考虑到自己第一次当秘书, 他便统统包揽了下来, 事无巨细。 他乃知道, 尹天是真的不用看。 尹天只要眼睛一扫, 就能看出哪份合同有问题。 能看见别人心生的他, 也不用在乎, 手下值不值得相信。 如果公司有人想坑尹天, 除非他心里啥都不想, 不然绝无坑到尹天的可能。 有着这层倚靠, 尹天也就只在公司大方向上把把关, 其他的事全都交给了陆一鸣去决定。 而且, 陆一鸣的每一项决策都是为了公司着想, 尹天自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但到了宁长这, 就成了尹天过于相信手下人, 陆一鸣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 他什么都要过目一遍, 防止陆一鸣坑自己男朋友。 他这样子, 公司不少人私下直接称他为老板娘了。 宁长撒完娇, 又准备重新工作。 尹天拉住了他, 问道, 今天是许若宁生日, 他爸爸邀请我们去玩, 你去不去? 宁长看了眼桌子上的文件, 又忧愿地看了眼尹天, 没有说话。 尹天一看他的心声, 顿时明白了他的想法。 于是, 他抱走大部分文件, 表示一起看。 然后, 宁长没注意的时候, 他就直接签字。 宁长一看这边, 他就装着再仔细看的样子, 比肩悬停在空中。 很快, 全部文件都审完了。 宁长伸了身懒腰, 将文件全部送了出去。 回来后, 他对尹天勾了勾手指。 走吧, 阿姨, 你不是说会帮我吗? 另一边, 张雅杰现在有些烦躁。 在他面前的是许家的一个年轻人, 叫许世昌。 他也是张雅杰最看好能成为自己女婿的人选。 可现在, 宁天豪和宁卫国都认可了尹天。 宁卫国更是受过尹天救命之恩。 更何况, 尹天似乎也是有着很强的商业天赋的。 以后不说比肩宁家, 至少门当户队不是什么问题。 张雅杰纵使再不喜欢尹天, 也不会对他使一些阴招了。 以前, 张雅杰觉得尹天的绅士不行, 所以不喜欢他。 现在, 尹天的能力展现出来了, 张雅杰又怕尹天娶了宁卓后, 会架空自己。 他叹了口气, 不是阿姨不帮你, 实在是我女儿喜欢他。 你让我怎么帮? 许家和宁家接触不多, 唯一的毕竟, 一个主要业务在北, 一个在南。 但因为许世昌早些年和宁卓在一个学校上过学, 所以他进入了张雅杰的事业。 某次, 许世昌更是直接上门拜访, 说自己喜欢宁卓, 希望宁天豪和张雅杰能答应。 张雅杰考察了许世昌一段时间后, 觉得他还不错, 于是一时口快说自己会帮他。 现在, 人家找上门了, 自己女儿却已经名花有主了。 许世昌内心有些苦涩, 本来都以为说服了张雅杰, 自己又和宁卓关系不错, 这事就十拿九稳了。 没想到, 自己在外面忙活了几个月, 一回来啥也没有了。 阿姨, 那这是我自己解决, 您不用帮我, 但也请您别帮那个影天。 张雅杰点了点头, 氛围一时有些尴尬, 许世昌想找找话题, 拉近和宁长母亲的关系, 思绪流转, 想到了自己的那个二叔。 阿姨, 我二叔的女儿今天六岁生日, 您能来参加吗? 第六十一章, 女儿的哥哥该喊我什么? 张雅杰沉思了一会, 拒绝了, 听说许家长子和二子不对付, 自己被许世昌带过去参加二子女儿的生日, 他们会怎么想? 不了, 我今天还有一个会要参加。 许世昌听出了张雅杰话里的意思, 主动告退了。 而影天这边在宁长准备好后, 两人直接出发去了许家。 许建修没说, 派体是什么时候。 影天和宁长去了, 才知道是晚上。 不过来都来了, 许建修纵使再逗逼, 也不可能让两人回去, 晚上再来。 而影天看着许建修他怎么来这么早, 我感谢的话还没备好呢? 那新生偷偷笑了好久, 而宁长看见许建修对自己和影天一直冷着脸, 还以为他是不欢迎自己。 影天看见女友脸色不怎么好, 明白宁长的新生后, 解释道, 你别看他冷着附脸, 其实他心里是很欢迎我们的。 经影天解释完, 宁长也是不时看向许建修, 心中冒出大大的问号, 这人像个面探一样, 其实是个逗逼, 你怎么知道他是那种面冷心热的? 小若宁告诉我的, 影天刚解释完, 许若宁就出现了, 看见影天后他眼睛一亮, 张开双手就要往这边跑来, 但这次接触他的不是影天, 而是一直让他喊姐姐的宁长, 许若宁照就喊了声阿姨, 宁长也是照就捏了捏他胖嘟嘟的脸, 小若宁有没有想姐姐? 想, 许若宁甜甜的答道, 宁长高兴的抱着他转了好几圈, 接着两人陪许若宁玩了一会, 也见到了他的母亲, 姓名魏淑兰, 年龄33岁, 许建修妻子, 身价700亿, 心声, 不知道晚上大哥会不会来捣乱, 影天随意看了眼他的资料, 有些好奇, 今天许若宁的生日, 他的大哥会来捣乱, 考虑到这可能是他们许家的家事, 影天也没多想, 魏淑兰倒不像许建修那样, 过来后他大大方方的向影天和宁长道谢, 宁长摸着许若宁的脑袋, 你们以后还是要多注意点, 上次那真是危险, 放任这么一个小女孩在大街上乱跑, 魏淑兰自是连连道歉, 三人聊了一会天, 又陪着许若宁玩了会, 时间将近晚上, 很快, 许若宁的幼儿园老师也带着几个孩子来了, 许若宁的老师刚开始还有些拘谨, 但在魏淑兰的热情招呼下, 很快就放开了, 许若宁看见小伙伴来了很高兴, 跑过去和他们凑到了一起, 影天和宁长一直跟着许若宁, 也站到了老师身边, 聊了天才知道, 许家并没有把许若宁送到真正的幼儿园去, 而是自己出钱造了一家, 并免费让周围的小孩上学, 魔独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支撑起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 加上很多人心里还存了点与许家交好的心思, 一时间竟然来了几十个孩子, 影天听完, 忍不住和宁长对视了两眼, 为了让女儿有个好环境, 直接自己造了个幼儿园, 宁长家里虽然是魔独最有钱的, 他却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正说着, 门口处突然一次进来了不少人, 许若宁是想着心思进来的,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一进来, 他竟然看见了宁长, 但很快, 他又注意到了宁长身边的影天, 这让他迈出的脚生生收回了, 想了想, 他左右巡视了一圈, 找到了一个正在递送饮品的服务员, 拍了拍那个服务员的肩膀, 他俯身吩咐了几句, 起初, 服务员还有些犹豫, 毕竟不知道影天的身份, 但当许世昌保证了很多变影天是个普通人后, 他又想着许世昌的沉默, 心动了, 当即点了点头, 假装目不斜视地朝着那边走了过去, 影天虽然一直在和老师聊天, 却还是放了一部分心思在观察别的人, 看见服务员的心声后, 影天心中疑惑,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但当服务员凑近了点, 正想要假摔时, 影天一个侧身让服务员倒在了地上, 影天也全部砸到了他自己身上, 对不起对不起, 搞砸了的服务员一边道歉一边收拾东西, 影天笑着说没关系, 心神却一直在观察是谁在搞鬼, 很快, 他就看到了来势汹汹的许诗昌, 来了之后, 许诗昌先是训了服务员一顿, 又装作刚看到宁长的样子, 看见他, 宁长还有点高兴, 许诗昌, 你回来了, 尝尝, 许诗昌点点头, 你也来了, 影天不禁皱了皱眉, 宁长看见急忙拉了拉影天的衣角, 对许诗昌说道, 这是我男朋友, 你还是叫我全名吧, 许诗昌这才假装看见旁边的影天, 几个月不见, 男朋友都有了, 看见了许诗昌, 他小跑过来, 听见许诗昌的话后, 主动接过话茬, 哥哥哥哥, 我来介绍, 许若宁睁着萌萌的大眼睛道, 这个是我爸爸, 第六十二章, 大哥来找茬了, 影天差点笑喷, 许诗昌的脸色则瞬间就黑了, 宁长也有些忍俊不惊, 他抱起许若宁, 想要教育教育他, 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难不成要让许若宁不喊影天爸爸, 或是让他不喊许诗昌哥哥, 这还真有点不好解释, 于是, 宁长用玩笑的语气道, 童言无忌, 我们各论各的, 许诗昌郁闷地点了点头, 影天看着他的资料, 也明白了, 他为什么要让服务员来让自己出仇, 姓名, 许诗昌, 年龄, 二十八岁, 许家继承人之一, 身价, 一百亿, 新生, 我一定要把长长抢回来, 不仅是新生, 从他看向宁长的眼神里, 也能看出他喜欢宁长, 原来是秦笛啊, 影天看着他的眼神, 故意握住了宁长的手, 果不其然, 他眼里马上就出现了一丝怒色, 新生也变成了该死的影天, 介绍完影天后, 宁长向影天介绍许诗昌, 他叫许诗昌, 是我高中同学, 除开新生, 许诗昌表现得像是完全不介意刚刚的插曲一样, 非常和善地对影天笑了笑, 影天对他点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要是他是宁长别的高中同学, 影天绝对会非常热情, 可惜这个许诗昌既是情敌, 刚刚又对自己下过阴手, 因此, 影天表现得非常冷淡, 许诗昌热脸贴了冷屁股, 眼中怒气更深, 宁长虽然见了老同学很高兴, 但看见影天性质不是很高, 也只是随意聊了两句, 就开始嗡嗡嗡地应付, 许诗昌看出宁长的敷衍, 却没有任何主动走开的想法, 影天正准备想个办法, 把他赶走时, 许剑修来了, 许剑修虽然年龄只比许诗昌打伤六岁, 但他整天冷着一副面孔, 看起来倒也比许诗昌沉稳很多, 许诗昌看见许诗昌来了,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喊道, 二叔, 我来给若宁庆生, 许剑修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影天却看见他的心声是, 还好你爸没来, 虽然不清楚许家内部关系, 但影天也能大致推算的大概, 没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许剑修这一代关系不是很好, 而下一辈也就是许若宁和许诗昌这一代关系还不错, 这点从许若宁对许诗昌有点亲也能看出来, 许剑修来是喊他们入席的, 许若宁的生日party并没有举办的有多隆重, 许家仅仅只是邀请了少数的亲朋好友, 因为刚刚和老师聊过天, 感官还不错, 宁长便拉着影天和老师坐在了同一桌, 而许诗昌则因为是许家嫡系坐在了主桌, 只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 虽然没与宁长坐一起, 眼神却一个劲得往这瓢, 宁长有些无奈, 这也不是他能控制的, 于是他只好拉着影天的手, 他就只是我一个同学, 影天当然知道只是许诗昌一个人单相思而已, 我知道咱家宁明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宁会照常进行, 气氛渐渐热烈, 作为许家最宝贝的掌上明珠, 许若宁的生日蛋糕是那种阶梯形的大蛋糕, 得一人用推车推着才能送过来, 许完愿望, 切了蛋糕后, 在场每个人都分得了一块, 蛋糕味道不错, 甜滋滋的, 每个小孩都吃得不亦乐乎, 而就当许建修准备说两句感谢的话时, 大门一下就被推开了, 进来的人看起来比许建修老太不少, 许建修看见来人, 瞳孔一缩, 脸色不怎么好看, 来的人正是他的哥哥, 建修啊, 怎么侄女生日不告诉我这个叔叔呢? 许诗昌看见父亲来了, 对二叔尴尬一笑, 默默起身站到了父亲背后, 大伯, 许若宁看见他有些惊喜, 端着一份蛋糕就送了过来, 他表现得对许若宁很好, 但隐天看着他的资料, 知道了他掩藏在内心的想法, 姓名许万峰, 年龄49岁, 许家继承人之一, 身价1600亿, 新生, 你们一家真是多余, 大哥,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派去邀请你的人不是被你赶回来了吗? 许建修刚大笑道, 不过既然来了, 就先给我女儿过生日吧, 有什么待会再说? 许万峰看出许建修想打得哈哈, 再和自己商议不要再这谈, 但他打定主意今天对许建修出手, 怎么轻易停止? 正好今天咱家大多数亲戚都在, 我让大家给拼拼脸, 看见大哥开口, 许建修脸色彻底阴沉了下去, 咱爸让你当代组长, 这都好几年了吧? 你有给家族做出一点贡献吗? 京城的那个项目, 这次听说还被一个陌生人截胡了? 也不知你当初是怎么给爸灌了迷魂汤, 将许家交给你掌管? 不过, 这些年已经证明了, 最适合带领许家发展的人, 是我不是你。 第六十三章, 我不得不出手了, 许万峰每说一句, 许建修头就多低一分, 想到父亲当初给予的众望, 以及自己这些年的无作为, 不用大哥说, 许建修就自己羞愧的抬不起头了, 现场来宾也全都哑口无言, 许若宁虽然听不懂大伯在说些什么, 但他看得懂现在的氛围, 畏惧地看了眼大伯, 他跑到了宁长边上, 被宁长抱在怀里, 隐天看着许若宁那被吓到的样子, 心中有些不满, 这个许万峰还真是会挑时候,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许若宁生日这天对弟弟发难, 不过, 这也是许家的家事, 隐天虽然是许若宁的义父, 却也不好参合进去, 许万峰见弟弟这副样子, 心中一喜, 趁热打铁道, 我看, 正好今天来的人多, 不如就让大家做个公正, 你把带组长的位置让给我, 许建修邀请的人, 大多数都是与自己关系不错的, 但此时, 他们除了愤怒, 也说不出什么能帮到许建修的话, 只有许建修的妻子魏书兰有些气不过, 大哥, 建修这带组长的身份是咱爸人命的, 你有问题, 怎么当时不说出来, 我当时还不是想给他一个机会, 现在也证实了他没有这个能力, 那你今天来闹事, 爸知道吗? 许万峰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虽然父亲不知道, 但我相信, 他知道了也会理解我的, 你…… 魏书兰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 这些年老爷子身体不好, 将家族的大小事宜交给了许建修掌控, 但奈何自己丈夫运势不佳, 连连亏损, 家族有不少人都想换个领头人了, 而许万峰, 就是他们挑选出的能帮许家更上一层楼的那个人选, 许老爷子多年没管过家族, 微信远不如从前, 今天, 要是真被大哥抢走了代祖长的位置, 那恐怕老爷子回来了都不能再夺走, 影天将视线一向许建修, 却不料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他的心声是要是你, 真是我亲哥, 这家也让给你也无妨, 影天隐蔽地对比了一下许建修和许万峰的长相, 差距还真的很大, 许建修正想反驳几句, 但他大哥没有给他机会, 许万峰先是点了很多名, 然后许诺自己上位后会报答他们, 然后, 他又找了几个许建修的死忠, 狠狠威胁了一番, 他这招拉拢大多数并且杀鸡儆猴虽然很直白, 但从在座所有人的反应来看, 效果十分好, 影天想看看许建修准备如何应对, 却突然发现他的资料只有名字和姓名了, 影天心中一惊, 再看向许若宁, 他也是如此, 紧接着, 一段影像在影天脑海中播放起来, 影像中, 许建修和魏舒兰夫妻在失去了代组长的身份后, 一次外出时遭遇了车祸, 虽然调查结果是司机酒驾, 但影天纵观全城, 看得出那人是受许万峰指使, 父母出了车祸后, 许若宁在家里孤苦无依, 在他爷爷那过了一段时间, 自己把他接回了宁家, 可惜, 许万峰似乎想要斩草除根, 一次宁长带着许若宁外出时, 竟又遭到了车祸, 这次是许万峰收买了宁家的一个人, 在宁长车上做了手脚, 许万峰这人为了权势, 竟不惜杀害自己的弟弟, 并且冒险对宁家千斤动手, 影天看完, 怒火一下就被激起了, 许家内斗, 与他无关, 但要是想对许若宁和宁长动手, 那影天就无法袖手旁观了, 影天看着许建修与他哥哥争吵, 在等待一个时机, 那你说, 我们与京城合作那么多年, 为什么这次他们选了个不知名的事例? 我? 影天看见许万峰心生的转变, 意识到机会来了, 许万峰是吧? 影天上前两步站在了许建修身边, 你又是谁? 许万峰皱眉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 有些不解, 他儿子许世昌当吉父儿解释了一番, 许万峰听完, 哈哈大笑, 原来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宁长本来是在担忧地看着影天, 闻言, 促眉瞪了眼许世昌, 小白脸? 影天不以为耻, 小白脸也比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好, 你说什么? 许世昌父子结实怒容满面, 伸出手指指着影天说不出话来, 怎么? 影天见他们生气了, 笑出声来, 背地里做了些出卖许家的事, 还不让人说了, 许万峰心中一惊, 许世昌倒是一直以为自己父亲为家族做了很多贡献, 下意识反驳道, 你放屁, 我爸一直兢兢业业为许家着想, 你再侮辱我爸, 就算你是定常男朋友, 我也不会对你客气。 第六十四章, 帮许建修解决困难, 影天没理会他, 看向许万峰, 用嘲笑的语气说道, 许建修和京城的那个项目, 是你在其中做了手脚吧? 年轻人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许万峰眼神中一抹惊慌, 一闪而过, 但想到自己的事没人知道, 他又很快沉下心, 眯着眼睛看着影天, 虽然表面不动声色, 但他内心却开始不停地胡思乱想了, 影天本来只是看见他的心声, 知道是他将与京城的联系出卖给了别人, 别的一概不清楚, 但现在许万峰一多想, 影天就得到了很多关于他的情报, 让我想想, 上个月七号, 你是不是和谁在成冰大酒店吃过饭? 许万峰眼中惊慌之色更甚, 上个月二十三号, 你开车去郊外见了谁? 许万峰不禁退了两步, 德家拍卖行上次拍卖, 是不是你给别人报的信? 许万峰张大嘴巴, 不敢置信地看着影天, 你, 你怎么知道? 周围人全都炸开了锅, 他真的出卖了许家, 连自己弟弟都要迫害, 这小兄弟是谁? 怎么知道这么多? 就连他的儿子许世昌也满脸错愕, 爸, 他说的, 是真的? 你放屁! 许万峰恼羞了, 你说这么多, 有什么证据? 影天是没有证据, 所以他问了句, 让我猜猜, 你把证据藏在哪? 然后, 许万峰如影天想的那样, 心声一直在念叨一个位置, 影天看到证据所在, 没给许万峰更多时间, 你和雨天地产的人签的合同, 是存在德雷斯登银行的保险柜里吧? 许万峰已经被吓到了, 别的事都可以说, 是因为雨天地产有影天的人, 但这合同, 那可是许万峰自己独自一人偷偷摸摸去的, 连他的司机都不知道, 你, 你怎么知道? 事实上, 许万峰完全可以矢口否认, 银行方不会帮影天对付他, 但是, 许万峰现在内心惊恐万分, 来不及想那么多, 这也是影天看见一个证据, 就说一个的目的, 扰乱许万峰的心神, 而许家众人, 现在也没有一个人, 还想站在这种吃里爬外的人那边了, 许建修听完, 也是目瞪口呆, 压下心中的好奇心, 许建修知道该自己收场了, 大哥, 没想到我这些年遇到的挫折都是你给的, 尽管知道他不是自己的亲哥哥, 但好歹过了这么多年, 许建修对他还是有些感情, 除了许家家业, 许建修是愿意把其他任何哥哥想要的都给他的, 但眼下, 知道许万峰为了抢夺自己的位置, 将许家那么多机密都出卖了后, 许建修眼中最后一丝温情也消失殆尽, 招了招手, 许建修换来两个保安, 暂时将许万峰压了下去, 许世昌这时反应过来了, 他对着许建修跪下, 连连道歉, 二叔, 我不知道我爸干了这么些傻事, 他没告诉我, 不然我一定会告诉爷爷的, 影天一看, 许世昌的心声是爸爸怎么会这样, 发现他还真的没做过对不起许家的事, 这让他有些不理解许家的家庭情况了, 这老子造反, 连儿子都不告诉我, 而且许世昌父亲被带了下去, 他第一时间不是陪着他父亲, 而是想要将自己置身事外, 则则, 跪圈真乱, 影天见许建修夫妻和许若宁的资料又齐全了, 松了口气, 回到了宁长身边, 当靠近, 就看见许若宁睁着萌萌的大眼睛看着自己, 宁长也是如此,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宁长又好奇了, 不用脑子想, 都能知道许万峰是绝不会主动透露这些东西的, 影天左右看了看, 许建修还在那里安抚亲戚呢, 自己周围也没什么人, 便解释道, 上次在德加拍卖会时, 不是看见许建修没抢过别人吗? 我当时留了个心眼, 事后查了查, 发现了是他们家在内斗, 继续查下去, 就发现了这么多机密, 宁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影天从他怀里接过许若宁, 笑着带起了娃, 旁边那个老师已经完全猛逼了, 本以为今天就是来玩玩, 没想到碰到许家二子争斗, 还以为许若宁的爸爸会颜面尽失呢? 没想到, 一直和自己聊天的这个男人, 三言两语就解决了许建修的大哥, 还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呢? 想到这, 他不禁多看了影天两眼, 宁长见状顺其自然地挽起了影天的手, 又笑着主动和老师聊起了其他话题, 过了一会, 生日派对继续举办, 只是, 原本宾客们只是单纯地来为许若宁庆生, 现在, 他们思维发散, 开始琢磨今天这场变故对许家的影响, 还有一些是许万峰的人, 他们猜测的是许万峰的下场,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应该会不了了之吧? 第65章, 将许家拉上船, 王侯完后, 徐签修纵使再不愿意面对影天, 这次也不得不来了, 他这次没冷着个脸, 而是尝试着挤出一个笑容, 笑得很尴尬, 心里想着一定要好好谢谢他, 他嘴里说的却是, 那个, 影兄弟, 这次谢谢你了, 道完谢, 他语气一致, 不知该说些什么, 影天看见, 他的心声又变成了女儿呢, 快来活跃一下气氛啊, 一看, 徐若宁正在和小伙伴玩的嗨呢, 还好他的妻子来得及时, 帮他解了威, 影天, 你真是若宁, 你真是我们的贵人, 说完, 他狠狠瞪了许健修一眼, 许健修跟着点头, 影天想起了当时他们让许若宁认自己为干爹时的借口, 心中会心一笑, 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接着, 许健修又问起和宁长一样的问题, 影兄弟, 你是怎么知道我大哥的那些破事的? 许健修问得很自然, 但影天知道他是在怀疑许家是不是有宁家的间谍, 但他的剧想象力真丰富后, 影天解释道, 其实, 我是调查宇天地产时调查到他的, 接着, 他将白维德打扮成了个神秘人, 讲起了宁卫国给他讲过的长众, 这件事算是一个小秘密, 只在一部分宁卫国同层次的人间传播, 按理说, 许家老爷子有资格知道, 但他卧病在床, 对此不知情, 听完, 许健修也是不禁眉头紧锁, 这魔都, 还有这么一个隐藏在阴影里的势力, 影天又解释道, 长众的目标是魔都一杆老牌势力, 此前他们对德家的薛家下过手, 现在, 他们可能把目标放在了你们身上, 许健修听完, 身体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若是没切身经历过, 可能体会不到长众的可怕, 悄无声息中, 长众对宇天地产有了一定的控制权, 怪不得京城的那个朋友会放弃与许家合作, 原来是有了在地产方面实力相差不大的宇天地产, 他们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就将许家在京城的那个朋友给策反了, 这要是对许家的其他盟友也采取同样的攻势, 那许家不是很快就成孤家寡人了, 而且, 估计今天大哥来闹事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要不是尹兄弟先前调查过, 这次还真被他们得逞了, 魏叔兰担忧地看了一眼丈夫, 要不要告诉爸, 许健修还真没有应对这种敌人的经验, 告诉父亲, 不说能从他那得到解决的办法, 也至少能听听一个过来人的建议, 但他沉思了一会, 还是摇了摇头, 爸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还是不要惊扰他比较好, 那你说怎么解决, 许健修沉思许久, 拿不出个主意, 尹天健壮笑着拍了拍许健修的肩膀, 你们放心, 这是我有对付他们的经验, 我已经阻碍了他们三次行动了, 其实尹天还漏了一次, 除已经解决的德加拍卖行, 正在应对的随拍外, 程西的那块地也是尹天得手了, 尹天还不知道自己在宁卫国宴会上的建议, 无意中帮助马云解决了白维德在电商上的两个部署计划, 许健修的心声当即就变成了太好了, 那就全部交给尹兄弟解决, 但他嘴上却客气起来了, 这, 尹兄弟, 我们许家的事, 怎么能让你涉嫌呢? 为书兰夫唱复随, 你还想自己解决, 还嫌加败得不够快? 尽管许健修知道妻子是在帮助自己, 心中却也忍不住反驳以前那是大哥在坑我, 后面我肯定能带领许家发展壮大, 心中这样想, 嘴上却不能拆妻子的台, 那, 那就拜托尹兄弟了,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你尽管提, 尹天自然不会逞强, 我现在还真有一件事给你们帮忙, 什么事? 尽管说, 你们把和宇天地产争夺的东西详细告诉我, 这件事涉及到了许家的秘密, 但许健修也仅仅是犹豫了一回, 就全盘拖出, 这以后, 可能京城的那家就和许家没关系了, 没什么不能说的, 于是, 许健修从自己知道的开端开始讲, 差不多将整个许家与其合作的历史全部讲了一遍, 让许健修讲这么多, 还真有点难为他, 讲完后, 许健修喝了不少水, 然后眼巴巴地看着尹天, 等着他说一些真知灼见, 而尹天听完后, 也是一直在思考, 却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仅仅只是合作的事宜, 让他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还真是有些为难他, 唉, 可惜没有真人站在眼前让自己独心, 看见尹天叹了口气, 许健修眼睛一亮, 立即问道, 尹兄弟, 怎么样, 想到办法了吗? 尹天看见了许健修的眼神, 吓了一跳, 你看我做什么? 我只是说了要听, 没说要给你讲些什么吧? 第66章, 许家往事, 据许健修所讲, 许家自他父亲那一代起, 就一直与京城王家关系很好, 双方在一些领域一起创办了公司, 共同持股, 许家有实力, 王家有路子, 这么多年来, 两家合作了不少项目, 但不知为何, 今年来, 王家转卖了不少许家的股份, 当时许家就感觉有点不妙, 与那边沟通后, 得到的回复式资金暂时有些周转不过来, 这种名言人都能看出的推辞, 许家自然也能明白, 但因为往前一直关系和睦, 也没想太深, 只以为他们是想用许家的股份和别人换一些资源, 但没想到的是, 就在上月, 谈了近半年的项目, 王家突然说要再考虑考虑, 许家一查, 才知道是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 对方身份一直在保密, 许家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对方的路数, 便没找他们的麻烦, 而是继续与王家交谈, 希望修复关系, 谁知王家的代表直接说看看你们的诚意, 之后就有人通知许家, 说有一件王家很喜欢的物件要在德加拍卖行拍卖, 谁能拿着那个东西来找王家, 就能接手这个项目, 许家当然明白他们的意思, 当即就派许建修去了, 但许建修去了后, 应对白韦德的切而不舍, 感觉有些心累, 为什么自己要花那么多钱去求别人, 想到王家的不留情面与贪婪, 许建修立即放弃了竞价, 将东西让给了白韦德, 尹天听完, 沉吟许久, 白韦德有什么东西, 能让一个京城的大家族放弃以前的盟友, 还是说是尹天地产有什么深厚的背景, 暂时想不出什么头绪, 尹天索性放下这件事, 现在看来, 白韦德, 尹天地产与王家的合作是必然的了, 摇了摇头, 尹天问道, 你准备把你哥哥怎么样? 许建修叹了口气, 等我父亲身体好些了, 再去问他吧, 犹豫了会, 他将许万峰不是自己亲哥的事告诉了尹天, 尹天听完, 才完全明白许家的这件破事, 许家老爷子年轻时被查出来生不了孩子, 这是传播的甚广, 他以前一个关系很好的战友听说了这件事后, 看着自己妻子刚生下的双胞胎, 心中一动, 第二天, 许家就多了一个未来继承人, 本来, 许老爷子是把许万峰当成自己亲儿子对待的, 但可惜造花弄人, 许老爷子晚年突然得了一子, 于是, 他对许万峰的所有爱, 全部转移到了许建修身上, 许万峰当时也只以为自己父亲是疼爱小儿子, 没多想,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许老爷子在自己身体不行后, 将带家主之位让给了许建修, 许万峰当时是大闹了一场, 但不知为何很快又消停下来, 不再和许老爷子争吵, 现在看来, 恐怕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谋划今天的事, 许建修知道自己哥哥的真实身份后, 也是防范了一段时间, 却也没到恶言相向对地步, 久而久之, 许建修也就忘记了这件事, 以为自己的哥哥是放下了, 没想到的是, 许万峰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暗中破坏许建修的每一项决策, 所以, 许建修这么多年才没有任何作为, 几乎只要是他决定要涉足或者投资的地方, 都会给许家带来一些亏损, 许万峰自己掌管经营的项目, 却每年都能给许家带来很大的收益, 这让他得到了许家很多人的支持, 终于他决定在今天对弟弟袒露自己的真面目, 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影天, 不仅破坏了他的行动, 还将他的秘密曝光了, 至于他儿子, 许建修十多岁时, 许万峰生了许世昌, 那时许万峰每天都很忙, 就让许建修带着许世昌玩, 这也是现在许建修和许万峰关系不好, 却和许世昌关系挺不错的原因, 因为许世昌从小就被培养了许家最重要的思维, 许万峰在起了反心时, 没有带上他, 听完这些, 影天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同情许万峰, 本以为许家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却突然多了个弟弟, 影天估计他也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下, 他做出出卖许家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建修说起这些的时候与其十分悲凉, 毕竟被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亲人背叛, 这种感觉真的挺不好受的, 影天看着他的心声, 知道他的心里还是对许万峰有些旧情, 他现在担心的是父亲会怎么对待许万峰, 影天听完这些, 表面上在为许建修感到同情, 心里却忍不住吐槽, 就这, 拍一部豪门恩怨情仇的电视剧绰绰有余, 第67章, 牵线宁家和许家, 和许建修聊完, 天色渐晚, 影天左右扫视找到宁长后, 快步走了过去, 宁长在和许若宁玩着游戏, 许若宁的老师和同学都是参与者, 许若宁正大声地讲些什么, 旁边的人都在附和他, 只有宁长一个人低着头不说话, 影天站在旁边看了一回, 发现自己还真有点看不懂他们在玩什么, 于是他凑到宁长身边, 巧声问道, 宁宁, 你和若宁在玩什么呢? 这么开心, 宁长此时正在信头上呢, 乍被打扰, 回头看见影天脸瞬间就红了, 旁边的老师掩着嘴笑, 影先生, 我们在玩扮演老师的游戏, 宁小姐刚刚没学会许若宁教的知识, 正在罚站呢, 影天一愣, 多看了宁长两眼, 你一个大人, 和小孩子玩过家家, 还输了? 你懂什么? 宁长气愤地用小拳拳捶了一下影天, 我这是让着许若宁呢? 可惜的是, 不光是影天不相信, 就连许若宁的一个小伙伴文言都不禁笑出了声, 许久, 见他们玩完了, 影天这才拉着宁长和许若宁告辞, 许若宁还沉浸在当老师呢, 正色道, 宁阿姨, 放学路上要小心, 不要着急过马路, 末了, 记得把今天的错误反省一下, 宁长已经把头埋在影天怀里, 不想出来了, 回到宁家, 影天立即去找了宁卫国, 想从他那里了解些关于宇天地产的事, 宁卫国听完, 喝了口茶, 才悠悠回答他, 关于宇天地产, 我了解的也不多, 只知道他们当时赖魔都, 好像是因为在京城混不下去了, 影天听完也是皱眉沉思, 这么说来, 宇天地产还和京城有救, 也不知道王家这次联合他们是为了什么, 白威德在其中又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 影天想了想, 觉得如果白威德还想对许家动手的话, 许家可能还真的扛不住, 便对宁卫国讲了掌重入谷雨天地产, 并对许家下手的事, 花碧, 他又说道, 我觉得我们可以和许家合作, 宁卫国听明白了影天的意思, 却反而笑了, 要是许家还是许老头画室, 我是说什么都不会帮他们的, 但既然是许建修小子当家, 他又和你关系不错, 那就听你的, 其实, 现在许家暂时还没什么危险, 白威德他们一开始的打算, 是让许万峰上台, 然后将许家化为自己的势力, 因此, 除了与王家的合作, 许建修战场的一些项目外, 他们并未对许家的其他根基下手, 但现在许建修继续当权, 并且许万峰已经没机会夺走许家了, 不能确定白威德他们,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手段, 宁卫国说完, 又是感叹了一声, 哎, 对德家下手也就算了, 这次他们竟然敢谋划许家, 宁卫国没说完, 但颖天知道他后面想要表达的意思, 如果放任不管, 恐怕宁家不久也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当务之急, 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或者阻碍对手的发展, 突然, 宁卫国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一拍脑袋, 对了, 说起雨天地产, 我知道他们最近的一个动态, 颖天眼睛一亮, 宁爷爷, 他们怎么了, 他们在家宝区, 好像最近接手了一个学区房改建的项目, 但是遇到了钉子户, 说着, 宁卫国脸色变得有些气氛, 他们好像没谈成, 强行把人家的房子拆了, 颖天皱着眉头听完, 心中思量这个消息对自己的作用, 曝光, 让记者把他们的违法拆迁公之于众, 人家一公关就能解决, 暂时没什么头绪, 颖天只好放下这件事, 不让他影响自己的情绪, 聊完后, 因为今天太晚, 宁卫国便留颖天在宁家过夜, 白家大宅, 白维德刚收到从许家传来的消息, 正宁神思考着, 在他看来, 许万峰接手许家, 那是万无一失的事, 所有自己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他怎么突然就倒下了呢? 情报显示, 是一个叫影天的年轻人, 曝光了许万峰的所有命令, 白维德看到这个名字, 瞳孔一缩, 突然, 他脑中像是有一道电流闪过一样, 突然雾了, 在他脑海中, 所有事排成了一列, 而影天变成了一根线, 传起了三件事, 马云在宁家宴会上肯定见过影天, 然后他回去创办了便宜购和满意购, 薛正奇得到的是邓氏肉业的帮助, 而邓氏肉业掌管人邓曼容的前夫董涛, 是影天以前的经理, 现在, 许家应对许万峰的篡权时, 影天也在场, 而且是他揭穿了许万峰背后的动作, 影天, 宁氏这两个字许久, 白维德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第68章, 对付公司老油条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 还在睡梦中的影天突然接到陆一宁的电话, 老板, APP开发出来了, 陆一宁说话的语气有点妖宫的意思, 影天估算了下, 一周多的时间出来一个成品, 也不算慢, 等, 我等回到公司看看, 没问题的话, 全部都有奖金, 影天话音刚落, 就听到陆一宁那边传来了一阵欢呼声, 在老板万岁, 谢谢老板的背景音中, 影天挂断了电话, 笑了笑, 影天准备喊宁长一起去公司, 刚出客房, 影天就看见了刚下楼的宁肠, 宁肠显然是刚醒, 睡眼心疯的, 头发还有些乱, 看见影天, 他明显愣了一瞬, 接着,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捂着脸往卫生间里跑, 影天看着他那副紧张的样子, 摸了摸自己脸, 有些难以理解, 这有什么好跑的, 我还不是照样没洗漱, 小声嘀咕了一句, 影天又大声喊道, 慢点跑, 在另一个卫生间洗漱完后, 影天出来时, 看见的已经是重新变得漂漂亮亮的宁肠了, 宁肠昨晚回来后直接洗漱, 然后在楼上没下来过, 不知道影天昨天是在家里留的宿, 现在看见影天, 他还有些迷糊, 你怎么这么早来找我了, 影天敲了敲他的头, 解释了一遍, 又说了陆一宁告诉自己的消息, 宁肠知道公司研发完成了, 也是有些兴奋, 催促影天快去公司, 影天也想赶紧去看看船市, 两人连司机都不愿意等了, 直接自己驾车向公司开去, 到了公司后, 影天看着自家程序员们那浓浓的黑眼圈, 不太浓密的头发, 当即表示道, 这个月每位研发部的奖励两个月工资, 其他部门奖励一个月, 眼见他们又要喊夸自己, 影天赶紧拉着宁肠去了测试部, 陆一宁已经在哪, 开始使用船市了, 他先是拍了一段自拍, 测试船市启动相机的时间, 清晰度等, 然后又试着上传到临时服务器, 一变下来没发现什么大bug, 影天和宁肠也是个拿着不同型号的手机试用, 宁肠之前一直在玩随拍, 对这类产品很有发言权, 刚上手就说了几个船市的缺点, 陆一宁赶紧催促员工记下来, 影天倒是觉得已经达到了他的预期, 但想着第一版越好, 越能与随拍抢占市场, 也没夸奖众人, 而后, 看见宁肠嘟着嘴拍了张自拍, 影天赶紧用自己的测试后关注了宁肠, 在宁肠没注意到有禁止他人下载时, 把字拍下到了手机上, 虽然宁肠平时也和影天照了很多照片, 但这种可耻的卖萌照, 影天是不介意多几张的, 记下老板娘说的所有缺点后, 陆一宁带着影天走到研发部, 道, 行了行了, 至于高兴这么久吗? 老板又提出了几个新的需求, 你们赶紧看看怎么优化, 陆一宁唱白脸, 影天自然是要唱红脸的, 大家在家把劲, 等到测试完毕上线, 还会再发一次奖金, 听到又有奖金, 原本快变得愁眉苦脸的他们, 立刻焕发出新的活力, 马上有人照着需求修改起代码来, 影天闲来无视, 瞟了一眼后, 眼睛一亮, 在他眼里, 那些数据全都一个个被分析出来, 发挥什么作用, 有什么漏洞, 转悠着巡视了一圈, 影天发现了件很有意思的事, 一些正在实习的, 敲出的代码往往冗长, 但没什么错误, 而有几个老员工, 一边敲bug, 一边坐下, 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注视, 他们看见影天来, 还非常尊敬地朝他笑了笑, 喊老板好时, 声音也很响亮, 但一转身, 该敲bug还是在敲, 完全不避讳影天就在这, 影天思考了一会, 大声道, 这样吧, 为了更好的奖励大家, 我决定设立一个最佳员工奖, 见大家都在往这看, 影天才继续说道, 每年, 我往奖池里放一百万, 奖励给大家, 眼见他们又要开始欢呼, 影天快速讲道, 但是, 这个奖并不是人人有份, 只有每年Bug最少的钱, 前五位能分享这笔奖金, 而每年Bug最多的, 嗯, 请另讯高救吧, 话音未落, 脑子转得快的, 已经开始检查了, 那几个老油条听完, 脸色一僵, 互相猜疑地看了一眼, 又苦着脸, 从头开始改去了, 看着他们的反应, 影天心中一笑, 确认他们开始认真工作后, 影天继续东看西看起来, 慢慢地, 影天转到了项目组组长旁边, 他像是完全没注意到, 影天刚刚的福利一样, 从头到尾一直在认真工作, 但影天一看才发现, 他的认真并不是真的认真, 第69章, 谁想到我的公司, 姓名, 蒋鹏一, 年龄, 30岁, 永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身价, 3000万, 新生, 这个后门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看完他的资料, 影天不动声色地看了眼他写的代码, 眼睛分析结果是存在重大漏洞, 可将部分root手机锁机, 可向指定接收端, 发送用户账号密码, 可收集用户手机隐私资料并发送, 影天还在看, 蒋鹏一却注意到了站在自己身后的老板, 老板好, 蒋鹏一笑着和影天打了招呼后, 开始说些感谢影天自己会努力工作的话, 影天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好干, 公司不会亏待你们的, 蒋鹏一立刻一副是未知己者死的样子, 但再次看了他的心声后, 影天觉得他很恶心, 他心里想的是傻貌, 被我卖了, 还给我数钱呢, 再次鼓励了一番蒋鹏一后, 影天转身向自己办公室走去, 转身的那一刹那, 影天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 走到办公室后, 影天直接召来了陆一宁, 陆一宁踩着高跟鞋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用疑惑的语气问道, 老板, 什么事? 那个研发组长蒋鹏一, 你了解多少? 影天问完, 看了眼陆一宁的心声, 见他心中只有疑惑和好奇外, 移开了目光, 陆一宁听到影天问起蒋鹏一, 回想许久, 才想到了关于他的资料, 我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他是在我们比特创建不久后来的, 当时我们很缺程序员, 而他技术很好, 前老板就直接任命他为研发组组长, 他虽然计算机技术很不错, 但人, 有点孤僻, 与公司其他员工除了工作外, 没什么共同话题, 陆一宁讲完, 看见影天那还在沉思, 不禁问道,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吗? 影天摆摆手, 没事, 对了, 你知道永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吗? 陆一宁摇摇头, 嗯, 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陆一宁只以为是老板想了解一下员工, 没多想就离开了, 影天手只敲着桌子, 沉思着, 讲同意背景是那个什么永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但陆一宁不知道, 说明应该不是比特公司数的敌, 而宁家无论是宁卫国还是宁天侯都没和影天讲过这个公司, 说明宁家也没得罪过人家, 什么仇什么怨, 能让一个有着四千万身价的公司部长去另一家公司打工, 每个月辛辛苦苦赚18k, 就想着社后门埋漏洞坑人呢, 想了想, 影天又在网上查了查这个永连的资料, 很可惜, 什么都没有, 但这越发说明他们有问题, 一个部长就有四千万的身价, 这个公司的市值绝不会低, 连总资产价值一亿的比特都能在网上搜到, 永连不可能搜不到, 再次搜寻无果后, 影天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想了想谁能在这方面帮到自己, 影天心里冒出来一个人, 马云, 以马云的能力, 帮自己找一个互联网公司肯定是轻而易举, 看着手中的号码, 影天犹豫了会, 还是没有打过去, 如果马云大张旗鼓地帮自己找的话, 那岂不是打草惊蛇了? 就在影天还在琢磨时, 宁长从测试部回来了, 一进来, 看见影天神色不怎么好看, 他立刻上前帮影天按摩起来, 你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影天摇了摇头, 不打算将这事告诉他, 免得徒增他的烦扰, 于是他找了个话题, 咱们的传世怎么样? 一说起这个, 宁长顿时激动了不手, 很不错, 我感觉已经完全可以媲美, 随拍了, 接着, 宁长又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上线? 影天沉映了一会, 应该就是这两天吧, 主要是我们要和芝麻那边协商好, 船市一上线, 他们就要用最大的宣传力度帮我们宣传, 最好是直接全网轰炸的那种, 影天不说, 宁长差点忘了这间公司马云还卧有五的股份, 有马叔叔的支持, 我们应该能红吧? 影天听着他犹豫的语气, 不由一阵好笑, 放心吧, 你也知道他那个电商平台的影响力, 更何况他还有不少其他投广告的渠道, 顿了顿, 影天继续说道, 而且就算不能一次宣传到位也没关系, 我们只要比随拍更知名就行了, 宁长想了想拿出手机, 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随拍账号, 接着他果断的将其卸载了, 第七十章, 新的能力, 删完后宁长还有些不舍, 但他很快就恢复过来, 等船市上线了, 我就让我爸在全公司推广, 虽然影天知道这种做法作用有限, 但心里还是有些感动, 温存了一会, 影天又去了一趟研发组, 讲彭义依然在认真的坑比特, 影天看了眼后, 在他左右巡视起来, 将所有人的代码都检查了一边后, 影天确认了公司里只有讲彭义一个内鬼, 现在, 影天有些犹豫该怎么处理讲彭义的流的后门, 马上找人修复的话, 影天怕打草惊蛇, 将讲彭义吓跑了, 但如果放任不管, 到时候对讲彭义动手时, 他要是直接动用漏洞将用户坑了怎么办, 就在影天还在思考对策时, 有个戴着眼镜, 衣服洗得发白的年轻人站了起来, 影天听到动静, 还以为他要上厕所, 没去看, 没想到的是, 在他经过影天身边时, 他突然用力扯了一下影天的衣服, 影天看向他时, 他已经走远了, 不过, 透过心声, 影天知道了他的意思, 姓名, 张伯, 年龄, 24岁, 比特公司员工, 身价, 20万, 心声, 跟我来, 我就帮你一次, 帮我, 带着疑惑, 影天跟了过去, 张伯看见影天跟来了, 直接向影天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内, 宁长还在审批文件, 看见影天去而复返, 还有一个员工跟着过来, 有些疑惑, 暂停下手中的活, 宁长看着影天想和这个员工聊些什么, 张伯反而看了眼宁长后, 凑到影天身边轻声道, 老板, 我这有个秘密, 要单独告诉你, 张伯语气轻挑, 像是要炫耀自己一样, 有什么你直说, 影天明白他的意思后, 摆了摆手, 张伯古怪的看了眼宁长, 很快又像是恍然大悟一样, 点点头说道, 老板, 蒋鹏一在他代码里加了不少后门, 说完, 他还怕影天不懂后门是什么意思, 想要解释, 影天制止他后, 有些惊讶, 蒋鹏一的技术十分高超, 影天看着数据整体分析, 才知道他在挖坑, 单看代码分析, 只会觉得他只是插了一些无用的指令, 你怎么发现呢? 张伯显然知道影天会这么问, 所以, 他在影天问了后, 立刻回答道, 有次他请假, 是我在任组长, 负责核查工作进度, 当时我想学习一下他的技术, 就复制他的代码, 张伯说起来还有些羞愧, 毕竟这是算是自己想偷试别人, 最后还将别人举报了, 那你说说怎么解决? 张伯眼见老板好奇心已经被自己勾起, 还要听自己的见解, 羞愧的表情一下就消失不见, 接着, 他开始讲述自己的办法, 在自己涉足的领域, 他说起话来信心十足, 影天听着, 不时点点头, 张伯给了好几个办法, 一个是直接报警, 将蒋鹏一抓起来, 毕竟他这种行为已经可以说是违法犯罪了, 影天本意是想看看蒋鹏一背后是谁在指使, 想知道自己的敌人, 自然不可能直接对他下手, 另一个办法, 是张伯在自己的任务里加入屏蔽自断, 必要时可以直接将蒋鹏一的后门屏蔽, 缺点是, 这也会屏蔽一些传世的功能, 算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张伯见影天对这几个计划都不满意, 想了想, 还是将自己准备的最后一个办法讲了出来, 你都看不上的话, 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 影天有些不喜欢他这种卖关子的做法, 直接看了眼他的心声, 令影天郁闷的是, 张伯心里也在卖关子, 快来问我呀, 快来问我呀, 说说看, 没办法, 影天只有暂且满足一下他的这种小心思, 我能侵入蒋鹏一的手机和电脑, 监控他的一切, 张伯说完, 脑袋微微上扬, 似乎有些得意, 影天文言多看了张伯两眼, 你有多少把握, 影天不经意地问道, 张伯的心声是石城, 但他说的是八成网上, 陈思议会还是有些不相信他的话, 毕竟他只是一个小职员, 而蒋鹏一已经是一家公司的部长了, 突然, 影天眼中数据再次变化了, 张伯的数据在影天眼里又多了一条, 姓名张伯, 年龄24岁, 比特公司员工, 特长电脑技术87, 身价20万, 新生石城, 电脑技术87, 影天又看了眼宁长, 他的特长是经营管理80, 影天立刻猜想到, 这可能是他们这项能力的数值, 或者说大小, 那么, 87算多吗? 第71章, 还是真是个人才, 考虑到张伯也在自己办公室待了很久了, 影天拍了拍他的肩膀, 等会中午相谈, 我请你吃饭, 张伯被打发走后, 宁长立即开口问道, 你们刚刚在谈什么呀? 神神秘秘的, 影天想了会, 觉得自己等会吃饭肯定是要宁长的, 到时候也瞒不过他, 索性将这件事告诉了他, 听完, 宁长又举起他的小拳头, 气鼓鼓地在空中挥舞了好几下, 怎么又是这种想要扰乱公司发展的人? 他还记得, 之前移居地产的总经理, 侵吞自家20亿的事呢?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这不是, 还有像张伯这样, 为公司着想的人吗? 影天赶紧安抚了下他, 为蒋鹏一这种人生气, 不值得。 和宁长约定, 中午在哪吃饭后, 影天又出去巡视了一圈, 这次, 他眼里众人的数据绝大多数都多上了一条特长, 而且, 公司好多人的特长都才60-70, 70-80的算是凤毛麟角, 80级网上的更是少的可怜, 只有宁长和陆一宁, 影天又到研发组看了看, 也差不多是这样, 只有蒋鹏一堪堪达到80, 再对比起张伯的87, 影天也算知道了他说话的底气从哪来, 结合研发组众人代码的错误数等, 影天隐隐约约明白了不同数值代表的能力大小, 60以下, 算是不及格, 也不会显示为特长, 60-70是入门, 70-80是熟练, 80以上应该就是精通了, 再高的, 影天再比他没找到, 这么说, 张伯这家伙, 真是有点实烈, 张伯那边看见影天在看自己, 朝着他几眉弄眼, 看起来完全不能想象, 他技术比他旁边那个噼里啪啦敲键盘的人强, 中午, 影天开车带着张伯去吃饭, 张伯随身携带自己的电脑, 路上, 张伯坐在车里东张西望, 这里摸摸那里看看, 像是很喜欢这车的样子, 影天一直开的都是宁长的这辆粉色马沙拉蒂该队, 眼下看见张伯似乎很喜欢的样子, 开口问道, 怎么? 喜欢这车? 张伯还在感受车坐, 头也不抬得回道, 确实不错, 要是颜色再换一换就更好了, 宁长这车不仅外面是粉色的, 那一桩也偏女性化, 但影天对这方面没那么看重, 每天开着泰然自若, 毫不在乎别人看向自己时那羡慕极度的目光, 到了饭店, 进入预定的包间, 点了菜后, 影天主动问道, 你准备怎么监控他? 张伯给影天和宁长倒了杯茶, 又给自己倒了杯, 一口饮尽后才开始说自己的打算, 我研发了款软件, 只要能发送到他的电脑, 就能得到最高权限, 并隐藏自身不被发现, 然后开始监控, 至于手机, 那太简单了, 只要我往传世APP里面塞点东西, 他下载了, 我就能侵入进去, 影天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张伯这是要公司配合他, 作为圈内人士, 蒋同意或许会谨慎对待未知来源的邮件, 但如果影天以工作的名义, 往他邮箱发送木马呢? 而传世APP这个, 想必没人会觉得自己做的饭有毒吧? 点了点头, 影天又问道, 行, 不过你拿东西给力吗? 被问到这个, 张伯立刻像是被抓了尾巴的猫一样, 差点跳了起来道, 老板, 你别的可以怀疑, 但请不要怀疑我偶心力血研发的软件, 行行行, 你先坐下, 影天挥了挥手, 那就这样吧, 先吃饭, 比特公司中午安排是两个小时午休, 张伯狼吞虎咽的吃完后, 直接将自己带的电脑打开了, 键盘一顿猛敲, 张伯将电脑转向面对影天, 老板, 已经好了, 你发邮件时, 将工作文件和软件一起压缩就行了, 影天和宁肠没他那么快, 还在慢吞吞的吃饭呢, 张伯一抬头, 看见的是两人互相夹菜, 接着被自己的声音打扰, 两人都看着自己, 那个, 你们慢慢吃, 慢慢吃, 善笑着将电脑收回, 张伯又开始在这边喂狗粮, 他有些后悔, 自己要来这和老板一起吃饭了, 不久, 影天和宁肠进食完毕, 这才有幸私理张伯, 影天接过电脑, 看着张伯那委屈的样子, 没好气到, 行了行了, 这次要是你的软件或者计划有用, 我送你一辆马沙拉蒂总裁, 真的, 张伯眼睛一亮, 大喊, 谢谢老板, 影天先是让陆一宁发了份资料给张伯, 然后将资料与软件一起压缩, 没想到的是, 再次点开压缩包, 或是再次解压后, 这个软件直接不见了, 行了, 有点东西, 影天高看了张伯一眼, 接着, 他将压缩包发给了陆一宁, 并特别强调不要下载, 直接转发给公司众人, 第72章, 马总永远的神, 东西传过去后, 影天将电脑还给张伯, 张伯则调出了另一个界面, 静静地等待着, 不久, 界面开始不断地接收数据包, 找了许久, 张伯终于找到了蒋同一的那台电脑, 将其他人的全都切断链接后, 他对着影天露出笑容, 搞定, 嗯, 有消息就告诉我, 张伯点点头, 又道, 下午下班时, 我再把手机端的给你, 商讨好后面的事以后, 影天这次让张伯驾车, 将自己和宁肠送回了公司, 临下车时, 看着张伯恋恋不舍的样子, 影天笑道, 行了, 回去好好工作, 等查出了蒋同一的事, 你不就有一辆了吗? 张伯被鼓舞了, 下午那努力的样子, 都快比得上他旁边的同事了, 期间, 影天看过蒋同一很多次, 确定他还不知道, 自己电脑已经被控制了, 下午, 张伯准时给影天, 送来了自己修改过的版本, 影天立即下令, 让公司所有人测试, 当然, 这种能监控手机的东西, 影天自己没下, 也没让宁长和陆毅宁下, 传世AV经张伯修改过, 所以签名有些不一致, 但这在API开发阶段也是常有的事, 蒋鹏一也没多想, 随大流下载了下来, 很快, 张伯告诉影天, 手机端他也能监控了, 看着蒋鹏一丝毫不知情的样子, 影天开始期待他最后知道真相时的表情, 平淡过了几天, 这几天张伯带来了些不是很重要的消息, 影天一一调查, 算是了解了蒋鹏一的人脉关系, 中午, 传世AV在只有公司众人知情的情况下, 悄悄上线了各大应用平台, 就在影天盯着下载量与注册量时, 张伯靠近了过来, 隐晦地用手肘撞了撞影天, 影天当即会议, 让宁长继续盯着数据后, 把张伯带到了办公室, 一进来, 张伯就迫不及待地关上门, 唤醒自己的电脑展示给影天看, 老板, 你看, 我找到了他所属的永连的物理地址和内网接口, 接着, 张伯当着影天的面申请访问, 一开始一直被拒绝, 后来不知道张伯怎么操作的, 突然一下就进去了, 但是, 他们内网里面也没啥, 张伯一边下载资料, 一边寻找高层的客户端借口, 突然, 一份合同被夹带了出来, 影天正想仔细看看时, 整个连接忽然断了, 张伯手忙脚乱地操作起来, 影天却愣在了原地, 在合同消失前, 影天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长重, 股权转让书, 以方是长重, 这说明长重入股, 接手了永连, 原来, 长重已经对宁家下手了, 蒋鹏一估计就是他们插进来, 搞破坏的一个棋子, 张伯调试了半天, 松了口气, 他们以为有员工在玩游戏, 切断了外网链接, 嗯, 干得不错, 过两天, 你找陆总提车, 张伯兴奋地下去了, 只留影天一人, 在办公室皱眉沉思, 他实在没想到, 蒋鹏一会是长重派来的, 您家最大的产业是地产, 第二大的是保险业, 真要针对, 也不应该针对这个 宁天豪玩票建立的比特, 除非, 他们在所有您家掌控的公司里, 都安插了自己人, 一想到您家各大公司, 上上下下所有阶层, 都可能有别的公司派来的间谍, 就有些不寒而栗, 但想到自己的异能, 影天眉头松开了, 所有员工属于哪一个势力, 影天一眼便知, 这么说来, 这招对他不管用, 难不成要去您家所有公司逛一圈, 找内鬼, 想到这幅画面, 影天被逗乐了, 滴滴, 手机响起, 影天打开一看, 是马云助理给自己发的消息, 马总说, 一个破视频软件有必要藏着掖着吗? 广告安排上了, 你现在打开芝麻网应该就能看见, 淡淡一笑, 影天打开芝麻网, 果不其然, 启动界面就有船市, 分享美好生活, 得标语以及船市的logo, 点进去, 大条幅宣传, 打开商品界面, 看完船市的广告视频能领优惠券, 结算界面, 看完宣传视频能随机力减零, 零一一百元, 马云所有旗下的软件都在宣传船市, 影天甚至在芝麻支付里找到了船市的广告, 点击观看就能领门店红包, 这, 影天有些不敢相信, 马云竟然这么支持自己, 第七十三章, 女友二十亿支持我, 影天, 我们火了, 影天还在惊讶时, 宁长一把推开大门, 惊喜万分的大声呐喊, 影天瞬间恢复表情, 不动声色道, 淡定一点, 宁秘书, 咱们能火不是必然的吗? 宁长现在没兴趣和影天东扯西扯了, 他小跑过来拉着影天就往后台检测那里走, 影天嘴上说着淡定, 脚步迈得比宁长还大, 很快就到了陆一宁那里, 陆一宁也很是兴奋, 老板, 已经有近一千万人下载了, 注册用户也有五十以上, APP没宣传, 不是那种注册才能进去的话, 一般这个比例在十左右, 而船市的一千万下载, 说明宣传很到位, 知名度很高, 五十的注册率则说明深受用户喜爱, 他们愿意注册一个耗使用, 这也代表了他们的留存率会很高, 下载量和注册量还在稳步上升, 好在影天见过影像中随拍的火热, 早早在马云那里租了不少云服务器, 这才没崩盘, 宁长说的没错, 船市真的火了, 随手点开一个论坛, 老哥们, 这个船是什么来头, 马爸爸怎么这么大力推他, 福利, 注册船市有机会领取二十无门砍芝麻券, 叫成, 哈哈, 我发的一个视频都已经比官方号的赞还多了, 一注箱内, 我要这个视频主的全部资料, 另一个论坛, 如何看待芝麻网以及芝麻支付大力推广船市, 马云在寻求转型, 芝麻支付广告可作为证明, 影天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效果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随拍尽管比船市提前半年就出来了, 却一直来偷于发展, 在企鹅那里打个广告也是偷偷摸摸的, 因此, 他们现在只是小有名气, 估计船市现在已经比随派要更致命了, 老板, 我们还要继续投入广告宣传吗? 陆一宁小脸红扑扑地问道, 影天被陆一宁从思考中拉了回来, 文言点了点头, 嗯, 加大力度, 说完, 却见陆一宁还在看着自己, 怎么了? 陆一宁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没钱了? 没钱就, 没钱? 影天猛地看向陆一宁, 不是有一个亿吗? 陆一宁低下了头, 一个亿全在芝麻那里打广告去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影天最后还是看他心声看出来的, 拜家娘嘛! 影天脸色一抽, 说不出话来, 怪不得马总那么给力, 原来是你陆总先舍的吧? 这一个亿, 估计大部分被分成了优惠券, 红包等, 剩下的就是广告费, 马总利用自有平台宣传, 一分钱没花, 白得比特五股份, 那些优惠券, 根本就是帮助他们促销了, 他们降价也没损失什么, 影天脑海中浮现出了网传的那张血族恶狗屁图, 我有钱, 就在这时, 宁长站了出来, 他从自己包包里拿出银行卡, 递给陆一宁, 里面有二十亿, 你快点接上宣传, 宁长有管理经营天赋, 知道现在加大力度宣传的重要性, 因此, 他毫不犹豫地就贡献出了自己的私房钱, 陆一宁惊讶于宁长的大手笔, 宁长没有任何要求, 就这么把自己身价的十分之一交了出来, 影天接过卡, 又递给陆一宁, 喊了句快去联系广告, 别忘了让马云也继续注资后, 一把抱起宁长, 常常, 这算我借你的, 等我回龙资金了, 就还你, 影天上次接受宁卫国的四十亿, 那是因为救了他的命, 自认为自己受得起, 但这次, 影天还是不愿意吃这口软饭, 宁长正拖出来, 与影天对视, 你上次买了那盆一千五百万的花石, 不是说过吗? 我们还分什么你都我的? 在我心里, 你比这二十亿重要多了, 影天正想深情地回应两句, 却看见边上有不少人在看向自己这边, 这让他瞬间煽情不得了, 看什么看, 盯着数据啊, 影天喊了两句后, 见所有人都把头转了过去, 这才再次紧紧抱住宁长, 外边, 蒋鹏一看着彼特公司的火爆, 悄然发了一条消息给永莲, 彼特开发的船是火了, 很快, 他就收到了回复, 你继续待在哪? 我们请示一下董事长, 看见消息, 蒋鹏一吻下心来, 在所有同事都在欢呼时, 自己默默继续开始工作, 而在他不远处, 张伯听着电脑连续低了好几下, 左右看了看, 见没人注意到自己, 赶紧查看了一遍监控的内容, 看完后, 他直接截屏发给了影片。 第七十四章, 相互算计, 白家宅子, 白维德看着站在自己旁边卑躬屈膝的两人, 脸上的怒火隐藏不住, 左边的那人此时脸上惩惶惩恐, 右边的那位虽然低着头, 嘴角却带有一丝笑意, 你们这半年干了些啥? 啊? 白维德指着左边随拍公司总经理的鼻子, 别人的传世为什么一上线就这么火爆? 我的的随拍呢? 有一百万个人知道吗? 随拍经理还有些委屈, 不是您让我们稳步发展的吗? 右边永连的总经理则赶紧打断道, 白少爷, 您先消消气,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什么好消息? 白维德右手转向永连经理。 您上次不是让我们安排一个人去比特吗? 永连经理得意笑道, 他去了, 还当上了比特公司研发组的组长。 哦? 白维德挑了挑眉? 你有什么计划? 永连经理继续说道, 他呀, 刚好接手了船市的研发工作, 然后在船市的APP里面留了不少后门, 只要您下令, 我们随时可以让船市瘫痪, 给船市泼脏水。 白维德怒容消散了, 沉思许久, 他又恢复了往日的那种天下尽在我手的自信。 你让他暂时继续在那待着, 我们赶紧把随拍吵起来, 等到和他们打擂台时再动用这个后手。 随拍和永连经理各自点点头, 退下了。 待所有人都走光后, 白维德这才拿出关于比特公司的资料, 内心感叹, 本以为只是您家玩票开的一家互联网公司, 没想到现在却成了他计划中的一大阻力。 旋即, 他松了一口气, 还好早就安排自己人进去潜伏, 后面还有翻盘机会。 不过, 白维德看到马云对船市的支持时, 暗自恨恨不已。 要是我也有能得到他的支持。 唉。 叹了口气, 白维德又想起了随拍在企鹅那边打的广告, 心中略微有些不平衡。 等我掌控整个魔度后, 与企鹅、 芝麻处于平等地位的, 就是我了吧。 口中一语着, 白维德继续翻看比特的资料。 不过, 当翻到比特公司掌控人的变动时, 他愣住了。 尹天, 传世是他的产业。 白维德皱着眉头, 想起了自己之前串联过的事。 以前, 尹天只是间接参与镜破坏自己的布置, 现在, 他主动上场了。 尹天这边, 收到张伯的消息后, 他并未立即对蒋鹅一动手。 如果仅仅对付蒋鹅一一个人, 那很简单, 无论是报警, 还是利用他的人际关系, 对付他都不难。 但尹天从始至中要对付的目标都是永莲, 以及他背后的长重。 所以, 尹天决定暂时将蒋鹅一留着。 有时候, 通过这个内奸, 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永莲的计划, 甚至是利用他反过来对付永莲。 因此, 尹天回张伯的消息是, 继续盯着, 他已有动静, 立即告诉我, 他要开始破坏传世时, 你可以直接屏蔽他的后门。 收到张伯回复好的后, 尹天又对旁边的陆毅宁说, 你用卡里的钱买一辆马沙拉蒂总裁, 然后转给研发组的那个张伯。 路易宁尽管很疑惑, 但还是没多问, 点头答应了。 宁长知道, 这是尹天早对张伯的沉默, 凑到尹天耳边问道, 有发现了? 尹天说的是, 软件或计划起作用就会奖励张伯, 所以宁长才有此问。 嗯? 尹天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宁长。 宁长不知道长重的事, 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商业竞争。 因此, 听完尹天的计划, 他毫不犹豫到, 我永远会站在你身后的。 我知道, 尹天点了点头, 又看向监测的数据。 各大平台累计下载量已经近2000万了, 注册用户也即将达到900万。 平台内累计总视频量达到了60万条, 点赞量最高的是一个猛宠视频, 已经有200多万人点赞了。 粉丝数最多的, 反而是传世官方号传世小助手和传世官方巡查, 已经有近百万人在关注了。 尹天走到陆毅宁身边, 问道, 陆总,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推广? 下载量的增速已经慢慢降下来了。 芝麻网那边的能转化过来的用户应该还有很多, 但这些需要时间, 如果能再找一条推广的渠道, 估计短时间能还能激增。 陆毅宁正在和宣传部商量怎么设计广告, 听到尹天的问题, 他顿了顿, 讲道, 老板, 我们现在准备的就是在各大平台上开始宣传, 还有, 央视一个频道好像最近有个广告位。 第75章, 企鹅接了我们的广告。 在央视做广告, 尹天回想了下随拍的发展历程, 他们好像没在电视上做过广告。 而且, 尹天对这方面还算了解。 之前和马云聊天时, 他也讲过芝麻网的宣传。 现如今, 互联网企业很少在电视上打广告, 一般都是实体企业, 例如酒夜喜欢在电视上打广告。 一是因为互联网公司对传统媒体没那么看重, 他们的受众大多是喜欢上网的年轻人, 而喜欢传统媒体的大多是老年人和不怎么上网的人。 二是在互联网上打广告, 感兴趣的人可以直接搜索或点击下载, 方便引流转化, 这点是传统媒体做不到的。 再则, 就是便宜的平台效果不好, 效果好的不是价格上天就是早被抢占。 据此, 尹天摇了摇头, 电视广告就算了吧, 多联系几家网络媒体, 像什么热点, 博客都安排上。 陆毅宁点点头, 在企划书上把电视广告划掉后, 又开始联系其他的平台。 忽然, 有个职员挂端电话后, 惊喜地叫了出来。 陆经理, 我和企鹅公司广告部接洽了, 他们愿意和我们洽谈合作。 话音未落, 尹天, 宁长和陆毅宁全都看向了他。 职员一下就被吓到了, 他脸上的笑容僵住, 迟疑问道, 老板, 经理, 我, 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 陆毅宁一下露出笑容, 赶紧安慰了一下职员, 这个月奖金翻倍, 你赶紧赶出合同和他们签约。 尹天也是有些惊喜, 本以为随拍已经在企鹅那里打了广告, 船市就没机会了, 没想到现在出现如此转折。 而且, 尹天又想起了影像片段中, 企鹅未来努力追赶随拍却不得的场景。 难道说, 以后企鹅要追赶的对象, 要变成船市了? 一想到, 现在企鹅帮助船市壮大, 后面却发现, 企鹅抢占了自己不少市场, 再想要对付企鹅却无能为力的画面, 尹天就感觉自己的恶趣味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因此, 尹天大声道, 陆总, 企鹅的推广一定要弹下来, 比其他家稍微贵点也要拿下。 后面企鹅壮大了, 肯定会与企鹅甚至支骂为敌的, 现在花的钱, 以后都会成为他们后悔的推手。 企鹅广告营销部, 部长看着下面的人提交的申请书, 只看了看金额和期限就盖了张。 末了, 他还露出了期待的笑容。 这一个船市, 一个随拍, 争相抢夺的在企鹅做广告, 一个个拼着命给自己送钱, 感觉真是太爽了。 这个月, 或者说今年的营业目标已经可以超额完成了, 不知公司会怎么奖励我。 幻想着美好的未来, 部长有些飘飘然了。 白维德这边, 看见企鹅临时提价, 脸色一青。 要是我早出生, 还有你们企鹅什么事? 白维德很生气, 而随着企鹅的广告在企鹅上线, 网上再次炸开了锅。 企鹅究竟是谁创建的? 为什么企鹅和芝麻都在推广? 嗨, 我逛个看点, 刷新一次就放一边企鹅的那个颤音, 真的烦。 以下, 彦祖依然爱我, 敏感激能用吗? 除开一些恶搞的评论, 大多数网友都是惊讶于企鹅的能量, 竟然能让互联网两大巨头同时给他打广告推广。 他们只看见企鹅的风光, 却看不见企鹅账户上日益减少的资金。 此外, 由于企鹅也在企鹅上打了广告, 不少下过随拍的人也下了企鹅。 然后, 因为企鹅的UI和功能, 影天参考的是, 未来经过无数次更新迭代的随拍, 比如今的随拍好伤太多, 用户们用过后开始自发黑随拍了。 随拍我已经泄了, 里面的视频都好吐。 嗯, 还是企鹅好用, 随拍就是非主流聚集店。 不吹不黑, 两款软件我都用过, 还是传适比较好用。 更有甚者, 连随拍抄袭传适都喊出来了。 影天这个创始人看了, 那是汗颜的感动着。 贾宝区, 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看着已经被围了起来的施工地, 吐了口唾沫。 他眼中满是仇恨, 却苦于无法爆发, 值得不停地深呼吸。 他又看向手上的报纸。 昨天, 那个记者沉默的东西并没有实现, 报纸上并没有出现他要曝光的内容, 有的只是雨天地产打的广告。 而那个记者的电话, 也打不通了。 中年男子也试过别的渠道, 但无一例外, 他们要么直接不理睬, 要么先是感兴趣, 过一晚就变卦了。 叹了口气, 男子拿出手机, 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忽然, 他看见了传适和随拍的广告。 第76章, 送上门的把柄。 随拍有了传适这个对手后, 不在广机梁也开始疯狂地宣传起来。 但传适因为抢了先机, 占有了大批市场, 加上更好的用户体验, 还是稳稳地将随拍掉在了后面。 目前市场上, 就是随拍和船市两家打架, 其余的都是一些小鱼小虾, 没有那个大佬想参小视频一角。 这让白维德隐隐有些后悔。 早知道张扬一点, 也不会引起别的互联网大佬感兴趣。 他何必要让随拍偷偷摸摸地发展? 正在工作的白维德, 突然收到了随拍经理发来的消息。 白少爷, 雨天地产出一百万, 要求我们下架一个视频, 但那个视频现在在我们平台算是一个热点。 随拍经理不知道白维德在和雨天合作, 由此困扰很正常, 因此白维德没有斥责他。 那就下架, 一个视频而已, 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与此同时, 影天也收到了下面的人传上来的消息, 由陆一宁亲自讲述。 老板, 雨天地产公关要求我们下架这个视频, 他们愿意出一百万。 影天来了兴趣, 接过手机, 想看看是个什么样的视频。 视频主角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先是讲述了自己的祖上明朝的一个王爷, 然后他把自己家族流传了数百年的秘密, 公之于众。 那就是他们祖宗死前正逢动漫, 所以祖宗把家族所有财产都带到墓地里去了。 而那块墓地也被后人作为家族的根, 世世代代守护在附近。 但如今, 家宝区一个学校搬迁, 搬到了他家附近, 随之而来的就是雨天地产开发学区房。 为了守护祖坟, 男子拒绝拆迁, 却没想到雨天地产沟通几次污果后, 竟然将人控制住, 把房子强拆了。 在开发过程中, 雨天地产也发现了那些文物古墓, 但他们为了继续建设学区房, 选择掩藏不报。 看完后, 隐天想起了早前宁卫国给自己讲过的雨天地产强拆。 没想到里面还有如此内幕。 想到这, 隐天一拍桌子, 陆总千万不要删除这个视频。 顿了顿, 他又说道, 我们不但不要删, 我们还要大力推广, 争取让所有人都看见这个视频。 啊, 陆一宁没想到隐天这么激动, 愣了会后, 好的老板, 他家好可怜啊。 陆一宁一走, 看了全程的宁长, 就忍不住开始感慨。 嗯, 隐天虽然很赞同宁长的话, 但他脸上带着的是笑容, 那你想不想帮一帮他? 宁长有些好奇, 我们不下架他的视频, 不是就算是帮助他了吗? 隐天语气一致, 一想, 也是这么回事。 那你想不想更进一步帮助他们? 宁长沉思了一会, 问道, 怎么帮? 看看你爷爷想怎么帮? 隐天取出手机, 向宁卫国打了过去。 很快, 电话接通。 寒暄两句后, 隐天把事情告诉了宁卫国。 宁卫国意识到, 这确实是一个机会, 沉默了一会后, 答道, 你怎么想的? 隐天的想法是, 将事情闹大, 然后利用舆论和官方力量, 逼迫宇天地产, 放弃建设学区房, 并出资在那里建立一座博物馆。 这样, 不仅他们前期的投资打了水漂, 后续他们还要负责安置原有居民, 对后面的项目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那就按你说的办。 宁卫国吐出这句话后, 就挂断了电话。 听着盲音的隐天有些猛。 宁长倒是笑了, 爷爷早就不管这方面的事了, 有时候我爸有问题, 去找他十多次都得不到建议。 行吧。 隐天想了想, 自己的计划还算不错, 便没有改。 同时, 他在心里暗骂了句老狐狸。 隐天哪里看不出来, 宁卫国是想借这次磨练一下自己, 想看看自己能否抓住机会, 并反制对手。 甚至隐天还在想, 会不会是这次的事太简单了, 宁卫国懒得亲自出马。 宁天地产算是许家的敌人, 与宁家没什么厉害关系。 隐天没在宁家这边找到帮助, 他也没什么遗憾, 转而打给了许建修。 许建修听完倒是非常激动, 但他想的不少主意都是搜主意。 隐天最后还是决定通过传世将事情宣传出去。 很快, 许家也以地产商的身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作为商人, 不能为了利益罔顾别人的生命, 强拆不可取。 作为炎黄子孙, 发现文物应该主动上报, 对于特大牧群, 我们更应该主动保护。 这里, 我们建议宇天地产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放弃学区房的建设, 转而建立一家主题博物馆, 保护我们的文化遗迹。 第77章, 雨天地产的应对。 事件本来只是船室里传播, 但许建修主动出来对线不说, 还安排了不少与自家关系良好的媒体, 让他们帮忙宣传。 于是, 全网再次火热讨论了起来, 打倒无良开发商。 雨天地产我知道, 我一个亲戚也是和他们没谈拢, 半夜被强拆了。 你们知道雨天地产的前身吗? 他们可是从血海中发展起来的。 昨天我在随拍上看到过这件事, 没想到他们今天就下架了, 真是狼鼠一窝。 对对对, 还是船室有骨气, 肯为我们发声。 船室上的这个视频越来越火, 不少人收藏了视频, 等着看后续, 一时间, 中年男子竟成为了船室单个视频点赞量最多的视频主。 关注者虽然没点赞的人那么多, 却也有个几百万。 有不少人为了看一看事情的始末, 近距离观察受害者, 主动下了船室给他点赞。 更有甚者, 为了帮助中年男子, 主动给周围人介绍船室, 并引导他们注册给视频点赞。 短时间内, 船室用户量再次暴增。 视频评论区中年男子没关, 影天看了后台统计, 每分钟都有个几十条, 从昨天上线开始, 到现在已经累计了近百万的评论了。 估计中年男子每天起来, 船室都炸了。 雨天地产也发了不少声明, 想要洗白自己。 但无一例外的, 全网都在踩他们。 侯俊雄现在每天都不是很好过, 本以为自己能凭借这个学区房项目, 将雨天地产的市值再往上推一推。 没想到, 钱都花了, 半路却出事了。 看着网上的评论, 侯俊雄心中气风万分。 发了条消息, 很快就有一个人小跑进来。 侯公子, 您找我。 侯俊雄问道, 你们把事情都掩盖好了。 来者点点头, 您放心,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您下令, 我就能立刻销回网上说的那些证据。 那你还不敢解。 话音未落, 侯俊雄突然接到了哥哥侯俊杰的电话。 犹豫了会, 他还是接通了。 弟弟, 我能解决。 侯俊杰呵呵一笑, 我建议你赶紧向公众认错, 主动修建博物馆保存文物。 他还没说完, 侯俊雄就挂断了电话。 你赶紧去销毁。 侯俊雄想再次让手下去销毁证据时, 电话又响了。 侯俊雄本以为还是哥哥的, 正准备挂断时, 突然看见是父亲的电话。 一接通, 那边就骂了起来。 你怎么搞的? 这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我能解决, 再给我一。 你能解决个屁, 赶紧给公众道歉, 等会我发个文件你。 你按着文件上的办。 电话又被挂断, 很快, 侯俊雄又收到了所谓的文件。 一打开, 第一面就是亲爱的弟弟。 侯俊雄这下明白了, 这就是侯俊杰的手笔。 我凭什么要听你们呢? 咬了咬牙, 侯俊雄正准备一意孤行时, 有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门外的人敲得很急, 侯俊雄皱着眉喊了声进来。 后少爷, 来人似乎是跑过来的, 额上还在冒着汗, 官方来人了, 要求进来查看。 这下轮到侯俊雄冒冷汗了。 强差只能算是一件小事, 毕竟没有产生人命, 宇天地产也愿意赔偿。 真正要命的是, 那个古墓群。 宇天的所有法律顾问都告诉侯俊雄, 这种大规模的文物发掘, 一般都会直接在原地建立博物馆。 这博物馆一建, 学区房还怎么搞? 这也是侯俊雄想要销毁证据的原因。 但眼下官方都来人了, 再搞这些把戏, 那不是自作聪明吗? 侯俊雄面如死灰, 他将文件发给了管理群, 打字道, 按上面说的做。 不久, 宇天地产发出公告, 作为奋工手法的良心企业, 我们宇天地产一向秉持着共鸣的发展战略, 从未强迫过任何一户, 也从未动用过暴力手段拆建。 对于文物, 我们也是很尊重的。 这次出土的明朝古墓群, 就是我们在挖地基石发现的。 一挖掘出古墓, 我们立刻停止了学区房的建设, 及时上报, 并聘请了专家指导我们挖掘、保护。 幸运的是, 我们成功挖出了所有文物, 并做到了零损毁、零漏挖。 第78章, 宇天地产的损失。 尽管宇天地产发了公告, 但没人相信他们的鬼话。 还好他们在官网发的公告不能评论, 不然恐怕下面全都是在骂他们。 不过, 其他地方有很多人想要蹭热度, 转发了他们的公告。 评论区就是清一色的国骂。 虽然宇天地产现在算是名声臭了, 但是信息时代, 民众是健忘的, 一时被全网黑算不了什么。 尤其是在宇天地产被主动肩负起家宝区明代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后, 网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洗地的声音。 至于是群众自发的, 还是他们早的水军, 那就不得而知了。 宇天地产公关部更是回应许建修之前的喊话, 回道, 许总, 影天本来就没指望一次打倒这个敌人, 所以, 他只是稍微有些遗憾。 遗憾这次只对宇天地产造成了很小的麻烦。 为了让热度持续一会, 影天主动去了家宝区, 会见了那个明朝王氏后人, 并参观了正在修建的家宝区明代历史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 王氏后人被任命为了即将建成的博物馆副馆长。 本来他都以为建成博物馆后, 自家还是要搬走。 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聘为了副馆长。 影天当即和他商谈, 将他在船市的账号变为认证账号, 改名为魔都家宝区明代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在发了第一条自推视频后, 他详细解释了强拆事情的解决方案, 以及自己目前的状况。 然后, 他声泪俱下地感谢船市, 骗取了不少观众的眼泪。 最后, 他借助船市宣传起了还没建成的博物馆。 下面的评论自然是清一色地想去, 建成一定去之类的。 现在, 网上关于船市的评论几乎全是好评了。 和副馆长合影留恋后, 影天准备打车回去。 没想到的是, 影天在路上碰到了侯俊雄。 影天还认得侯俊雄, 但侯俊雄早已不记得影天了。 即使影天曾在宁卫国的宴会上打过他的脸。 侯俊雄走路时急匆匆地, 影天好奇地看了一眼他的心声。 妈的, 好不容易又搞到一块地。 尼玛, 学校要换校址。 影天又看了下其他人的心声, 对比整合后弄清了他们的目的。 原来, 雨天地产在这里禁止开发后, 迅速在附近又拿了块地, 还想继续开发学区房。 但手续刚办完, 他们就收到了熟人的报信, 说是学校决定重新选的地方。 原因的话, 雨天地产猜测的是, 校方觉得这边建立了博物馆后, 人流量会比较大, 不再适合学校对周边安静的要求。 因此, 雨天地产现在那是恨死传世了。 没有传世, 哪有这么多屁事。 而雨天地产众人, 现在就是要去联系他们的那个熟人, 希望劝说他们不要换。 再不济, 也要提前知道校旨。 影天立在一旁, 看着他们远去后才离开。 他在心里算了算雨天这次的损失。 这次雨天地产没建成学区房, 买地用的钱大约是20亿左右, 然后原居民迁移, 大约要出4亿左右的安置费。 建立博物馆, 花费不到5000万。 从长远看来, 这座博物馆只要不受天灾, 那就是一个稳定的盈利来源, 就算免费, 也能带动周边的交通, 在周围建立商铺, 那几乎是稳赚不赔的。 但想要回本这25亿, 最低也要个30至50年。 除此之外, 他们后来又收了别人的一块地, 想要重新规划为学区房, 大约花了14亿左右。 虽然现在学区房建不了了, 但还可以用来别的开发, 这方面他们算是赚了。 不过, 这方面还要他们继续投入资金。 若是先开发这块, 后续资金投入不算, 想要回本这39亿, 估计需要一年到两年。 若是暂时不开发, 那宇天地产这39亿可就被套牢了。 转给别人的话, 建不了学区房, 这价值直接得打个七折左右, 想必宇天地产是受不了这亏损的。 慧欣一笑, 影天回到比特公司。 一到公司, 影天就给许建修打了个电话。 最新消息, 宇天地产这次可能亏大了。 嗯? 许建修有些好奇, 影天没有卖关子, 影天地产在家宝区的布置 可能全部派不上用场了, 那个学校好像要重新选址。 许建修本来因为影天地产退场及时, 没有受到较大牵连, 而有些闷闷不乐。 此时听到这个消息, 他直接忍不住笑了出来。 哈哈, 这么惨的吗? 向影天再三确认后, 许建修问道, 那你知道新消息会在哪吗? 或许我能抢先他们一次, 也说不定。 之前影天地产属于得到了内幕消息, 提前在家宝区抢占了优质地段, 让不少有实力的大佬妄洋心叹。 可惜的是, 这次宇天地产就算劝不住校方不换校职, 也有很大几率也能得到内幕消息。 你在想屁痴, 我要是知道不就直接给我老丈人说了? 轮得到你? 许建修语气一致, 好歹你也是若宁的干爹, 真有好处你不念着我, 也想想他。 第七十九章, 又撞我手里来了。 影天乐乐, 身价千亿的轻贴没发话, 我这个存款二十万的, 怎敢抢先? 影天现在还真是只有二十万存款了, 这还是他以前在豪能集团卖保险是存的。 老丈人给的四十亿投进了宜居, 女友的二十亿更是全部投进了彼特。 他现在差不多是真的身无分文了, 但过不了多久, 投资的钱就能开始回本, 在后面就是纯粹的盈利了。 甚至后面单单一个传世, 就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现金奶牛。 许建修还有些不幸, 你去宁家当上门女婿, 他们没给你钱。 什么上门女婿啊? 影天脸色一黑, 咱可是要凭实力将宁长娶回家的。 妖, 还挺有志气。 许建修没再纠缠这事, 那我去查查他们的动向, 看看能不能找到孝子。 挂断电话后, 影天又去监测部, 看了看这件事给传世带来的好处。 首先, 传世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帮助弱者的角色, 在网友眼中, 传世现在的形象是正面的。 这对于传世未来的发展来说, 好处不可估计。 而随拍, 虽然没有公开给雨天地产洗地, 删除这种视频大家也能理解, 但用户们还是在心里将随拍一起比试了。 可以说, 这件事之后, 随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名声、 知名度都已经完全比不上传世了。 看着日活跃人数已经达到了近六千万的传世, 影天只觉得内心有了股满足感。 环视彼特一圈, 目光射击之处都是一副惺惺向荣的景象。 就在影天打算回办公室休息时, 手机又响了。 影天掏出手机, 看了眼来点人, 是移居公司的现任负责人。 他们找我有什么事? 带着疑惑, 影天接通了电话。 影先生, 下午好。 嗯, 什么事? 我们在城西的那块地不是刚招好工人准备开工吗? 有人想要溢价拿下。 对面的话引起了影天的兴趣。 因为前段时间重组的缘故, 移居刚刚完成工程队的招标暂未开始动工。 土地拆迁补偿倒是已经完成了, 笼统算下来, 前期投入加上竞标的话, 大约有22个亿不到。 而当时预计的是四个月建立第一个楼盘, 然后开始预售, 预售预计回笼资金6亿。 一个月后再次预售第二个楼盘, 同时第一个楼盘交接, 预计回笼资金30亿。 如此反复, 预计七个月回本, 后续销售的话, 一年内应该能将75亿的本金翻倍。 也就是说, 这块地, 一年后就能赚75亿左右。 而现在, 有人要买这个年盈利75亿的地, 他们能出多少钱? 陈思乐会, 影天问道。 虽然一年后就能赚这么多, 但要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干, 就能白得一笔, 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还在谈, 不过专家预估他们的心理价位是30亿。 30亿, 那就是转手赚8亿。 影天一下就好奇了, 你们打听清楚, 他们想干嘛了吗? 没有。 经理语气有些郁闷, 想来也是一直试探, 对方却丝毫不入口风。 虽然等一年就能赚更多, 但是, 这方面讲究十鸟在零不如一鸟在手, 影天内心还是愿意转让的。 顿了顿, 影天问道, 你们是怎么想的? 那边答道, 我们这边倾向于转出手, 移居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块移存地一直没开发, 我们撤资后可以转向开发那块地。 嗯, 那就按你们说的做。 影天想了想, 没把钱空着, 那还算不错。 那边知道影天意愿与移居一致, 也是有些高兴。 那影先生, 我们就继续与雨天地产去谈了。 影天正准备挂电话, 乍听到这个名字, 手指停留在了空中。 你说对面是谁? 一句负责人有些疑惑, 怎么自己刚说完影天的语气就变了? 嗯, 是雨天地产, 有什么问题吗? 别卖, 千万别卖。 影天的声音不禁放大了点。 一句负责人还想问问原因, 却听见影天又说, 总之你们千万别卖就是了, 我马上过去。 事实上, 影天作为最大投资人, 他不签字, 一句是卖不了的。 挂了电话后, 影天连传事的数据都顾不上看了, 当即就要驾车去一句。 影天看着凤凤活活的影天, 一下拉住了他。 你这么着急要去哪啊? 影天带着他就往外面走, 边走边解释。 公司众人包括陆一宁看着光明正大早退的老板和老板娘, 真是羡慕极度, 却又无可奈何。 路上, 影天说了事情的经过后, 影天还是有些听不懂, 不就是有人要买的吗? 不至于这么激动吧? 影天在开车, 但他闻言还是看向影天。 明明, 你知道要买的人是谁吗? 影天歪着小脑袋问道, 谁啊? 影天地产? 影天地产? 宁肠小迷糊想了许久, 才将事情联系了起来。 影天地产不是准备在家宝区开发吗? 怎么又看上承熙了? 影天神秘一笑。 你想想他们是为什么要在家宝区开发? 影天促眉想了想, 试探问道, 好像是他们想见什么学区房。 影天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没我想的那么笨吗? 你才笨。 第八十章, 我身价要超过女友了。 尽管影天亲口承认, 宁肠还是有些怀疑, 他们真的是为了学区房才想要买承熙的地吗? 十有八九。 影天话没说太满。 刚看见影天地产想去打探新校址, 马上就看见他们买地。 这要是巧合, 影天认了。 得到影天再三的肯定后, 宁肠此时也是有些高兴。 他红着脸问道, 我们这次能赚多少钱啊? 影天心里迅速估算了一遍, 答道, 真建成了, 估计能卖三百亿以上, 咱们投资七十五亿, 利润在四至五倍之间。 宁肠听完, 像是不认识影天似的, 上下看了他好久。 怎么了? 影天被他看得有些发毛, 看他心生又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只好主动开口问道。 宁肠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有些挫败的先低下头, 才低声说, 那你不是身价要超过我了? 影天一算, 但这块耐成的话, 差不多自己的身价就和宁肠持平了。 但他还是有些意外地看了眼宁肠。 傻姑娘, 你不知道你天天待着的比特, 才是真正的巨无霸吗? 眼见宁肠心情不是太妙, 影天也没在打击他, 而是关心地问道, 怎么了? 和你们当户对不好吗? 也不是不好, 就是, 就是, 宁肠吞吞吐吐的, 半天说不出话来。 影天一看心声, 这才明白争结所在。 哎, 以前我是他组长, 怎么现在他一下就这么厉害了呢? 宁肠遗传了些他母亲张雅杰的性格, 骨子里都有种不服输的因子。 影天正想说些什么安慰的话, 宁肠却突然语气一转, 正色道, 影天, 我不能做你秘书了, 我要自己去职赏一下公司。 影天没想到, 宁肠会突然冒出这种想法, 有些哭笑不得的问道, 那我让你当彼得公司的老板怎么样? 我给你做秘书。 宁肠有些异动, 最后却还是咬牙拒绝了。 不行, 彼得公司已经进入正轨了, 我要做的是将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给盘活。 宁肠的语气和心声都带有一种不被他人左右的坚决。 影天见他是认真的, 答句道, 那你不再彼得帮我把关, 我被陆毅宁卖了怎么办? 宁肠顿时又愁眉苦脸了。 影天被他的反应逗笑了, 许久才恢复过来, 正经道, 不过, 你真的想要自己做出一番事业的话, 我还是支持你的。 表态后, 影天又和宁肠探讨了些彼得未来的发展, 以及建议宁肠涉足的行业, 最终在宁肠不准被陆毅宁骗了的威胁中, 两人到达了移居。 一上去, 看见的大多数都是些新面孔。 影天走到一处, 便将一处的所有员工全部检查一遍。 让影天欣慰的是, 移居公司里已经没有那种失位素餐的人了。 虽然还是有些职员特长分数不高, 但这是可以提升的。 影天又检查了一边, 确认公司没有掌重派来的间谍后, 这才向经理办公室走去。 新任总经理早已在那候着。 身为宁卫博直派的空降经理, 他知道宁肠和影天的身份, 因此, 见到两人时, 他恭恭敬敬敬地问好。 影天顺势瞥了眼经理的资料, 他的特长也是经营管理, 分数是74, 还算不错, 能肩负起他的这个职位。 接着, 影天毫不客气地坐到了他的位置上, 说道, 将你们和宁天地产谈话的资料拿来。 总经理拍拍手, 立刻就有秘书拿着对话录音, 宁天地产的你的土地收购合同来了。 影天先是看了看有没有漏洞, 看合同, 第一眼看看数据中有没有显示漏洞, 这已经快成为影天的一种习惯了。 影天为了尽快买下地, 没在合同中搞什么猫腻, 反而主动提出了不少的宽松条件, 这让影天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想。 看完后, 看着后在一旁的总经理, 影天将文件扔在桌上, 拒绝他们, 然后赶紧开工, 将他们看上的地暗学区房的规格施工。 总经理本来还非常疑惑, 为什么影天要拒绝这个白送八亿的条件? 这一下听到要建学区房, 心脏猛地停了一下。 您是说, 要建学区房? 对, 这学区房和普通的民宿不一样, 民宿自住的话, 购买者会尽可能买大点的。 而学区房, 他们则会考虑价格因素, 一般普通人限于经济, 都只会买50多平方米的房子, 有些甚至只是为了房子带来的户口, 不在乎房子有多大。 所以, 学区房的话, 可以建的小一点, 正常大小的, 只有对钱无所谓的大佬, 或是打算囤房出租的人才会买。 所以, 影天必须先告诉他们, 按着学区房的规格建造。 经理还是有些迟疑, 您从哪得到的消息? 您董事长没说过, 不能怪他多想, 您家身为魔独首富都没收到这个内幕消息。 影天虽然也有些人脉, 但能和您家比。 影天摆摆手, 说道, 你就按我说的做, 您爷爷问话, 你说是我的命令就行了。 经理这才安下心来, 想必大小姐也在, 应该不至于坑自己爷爷吧。 第81章, 郁闷的白维德。 得到影天的命令, 经理很快就将其传达了下去。 而正与宇天地产约见的一具员工, 收到消息后果断地终止了谈判。 不好意思, 我们总经理下了命令, 说我们不会将地让给你们。 宇天负责人一下就梦了, 你这饭都吃了, 谈都不谈就走。 哎, 别走啊, 是不是嫌钱少? 我们可以再谈, 别走啊, 我们加一个亿。 负责人求弟很卑微, 可惜的是, 一具员工走得很果断, 完全没在乎后面的反应。 等到一具员工消失在包间里时, 宇天负责人也是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 随后, 他深吸了两口气, 打电话给侯俊雄。 接通后, 他小心翼翼地将事情讲述了一遍。 果不其然, 侯俊雄一听完就破口大骂, 负责人将手机拿远, 足足忍了三分钟才敢再次复耳倾听。 等到侯俊雄稍微冷静了点后, 负责人问道, 侯少爷,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继续去一具公司, 看看还有没有可能达成合作。 我这边再让人先在附近找快递。 收到侯俊雄的安排后, 负责人又向一具客服那边打了好几个电话, 却全都是无人接听。 叹了口气, 负责人自觉希望渺茫, 却不得不继续去接触移居。 想了想, 他驾车到一具公司楼下, 请求会见总经理。 可惜, 前台报告后, 得到的还是不见。 负责人那是左球右球, 就差跪在地上玩不见我, 我就不起来了, 可还是得不到总经理的接见。 终于, 受不了前台白眼的负责人 给侯俊雄打了个电话, 被狠狠骂了一顿后, 狼狈地离去了。 影天站在楼上, 看着渐渐逝去的宇天负责人, 脸上露出了笑意。 现在, 就等学校宣布定制, 然后学区房大卖了。 魔独早报上的一条消息, 震撼了很多人。 我校经过多方裁定, 最终决定定制成熙区, 暂定年后开工, 富裕懒图, 我校一直秉持着一切为了学生。 消息一出, 承袭所有房价直接上升五, 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地涨。 无数在家宝区买了地的房产商, 买了房的家长, 全都沸腾了。 妈的, 说好的家宝区, 临时又改了, 劳资房都买了, 你对我说又要搬。 哎, 我觉得原来的地方挺好的, 怎么老是搬来搬去呢? 但这些人的反应对学校来说都不算什么, 该搬还得搬。 同天晚报, 报纸上同时刊登了两则卖房广告, 一个是宜居地产最新规划的小区, 周遭宁静, 交通便利, 适合学生入住。 一个是宇天地产正准备着手开发的小区, 虽然他们也打出了和宜居差不多的广告, 但不少就住在城西的人都能看出来, 他们的地段属于豪华地段。 交通便利是便利, 出门就是地铁, 但因为周围很多商业街, 每天闹哄哄的离学校还远,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划分为就近入学的区域。 消息一出, 宜居的小区地基都还没打, 就已经有不少人在问怎么卖了。 而宇天地产那边因为售价便宜, 也有不少人去问了, 但几乎去的人都不是为了买学区房, 而是单单看中他的地段。 白家大宅里, 白维德气得差点吐血了, 他一下就想起来了自己之前打算入手的城西那块地。 当时自己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调查对手, 分析得出了17亿竞标价, 就在准备竞标时, 宇天地产传来了消息, 说是有个与京城王家合作的机会。 准备在与王家合作的大项目里多参一股。 因为资金不足, 他就放弃了那次竞标。 本来他还建议过宇天地产继续竞标, 没想到宇天地产得到了所谓的内幕消息, 准备开发学区房, 看不上这个小项目。 但现在, 城西的地成了宝贝, 宇天地产原来准备的地却不得不用来建立博物馆。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一具背后的势力是宁价。 这种损几利人的事, 白维德还是第一次经历, 深呼吸好久, 他才勉强平复心境。 现在的主要目标, 是赶紧想办法让随派追上船市。 至于宇天地产, 他们脑残就让他们脑残去吧。 反正自己战股也不多, 且全部投到了大项目上, 宇天地产在其他地方的亏损算不到自己身上。 一想到之前随派帮宇天地产压热度, 却差点被拳网跟着黑的事, 白维德总觉得自己好想把这个内鬼干掉。 坑自己人就算了, 还恪恪让船市蹭到了热度, 全网传名。 每次想起船市从中获得的益处, 白维德眼睛都要红了。 突然, 他眼睛一亮, 船市能借此占领市场, 为什么随拍不行? 船市利用的是宇天, 我为什么不能利用一句? 白维德立刻开始盘算, 计划。 不过, 想要利用, 针对宇居, 又不可避免地要和宇天地产合作。 白维德感到自己有些渗疼了, 为什么猪队有这么多? 第82章, 成立天上投资基金。 船市, 宇居, 全都稳步发展。 隐天这几天, 感觉自己每天都要有精神不少。 唯独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宁长现在不在了。 办公室突然少个人, 隐天一时还真有些不习惯。 而且, 以前宁长在时, 隐天可以和他聊聊天, 现在他不在这了。 隐天除了上上网, 刷刷船市, 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独坐。 船市的一切都按着既定的轨迹运行, 隐天现在根本不用插手。 有时隐天甚至会突然想到, 要是随拍和宇天地产赶紧给自己找找麻烦就好了。 摇了摇头, 将那种犯件的想法从脑海中甩了出去, 隐天忍不住给宁长打了个电话。 自从宁长想要自己去打拼后, 隐天就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后来, 想到宁长最擅长的其实是经营管理。 隐天明白了事情的问题所在。 给自己当秘书, 那基本是个人都可以胜任, 毕竟隐天自己从来不看文件。 宁长真正想当的, 是类似于陆毅宁的职位。 但在彼得公司, 他又不好意思说, 这要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那不是让隐天为难, 陆毅宁难堪吗? 隐天明白这个后, 主动提出要和他重新开一家投资公司, 隐天主外, 宁长主内。 果不其然, 宁长当场连犹豫都不带就答应了。 在商量好别的事以后, 宁长当即就辞了职, 主动要求去办手续。 接通后, 先是你浓我浓地说了几句毫无营养的话, 然后才进入正题。 你那边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隐天随意问道, 顺顺利利, 宁长的语气有些开心。 嗯, 隐天点点头, 虽然宁长本可以靠着宁家简化这些流程, 但一心想着体验这些的他, 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单独去弄。 好在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也没遇到过小说里写的那些吃拿卡要什么的。 因为现在隐天身上只有二十万, 所以现在的钱都是宁长出的。 能主动出钱, 宁长那叫一个高兴, 当时看的隐天都有些猛, 又问了问进度, 得知正在选址, 隐天就没再关心这些了, 转而与宁长聊起别的琐事。 新公司取名用了很久, 隐天懒得纠结这些, 打算就以天上为名, 但隐天一开始死活不一。 然而, 他想了好几天, 还是想不出个什么好名字, 最后注册时, 只能郁闷地填上天上两个字。 至于股份, 宁长出资五千万, 占股四十九。 九, 然后他给隐天出资五千万, 占股五十。 咦, 隐天本来是打算, 把这当成一个玩票性质的游戏, 没想到宁长下了这么大手笔, 还白让给自己超一半的股份。 隐天这才意识到, 宁长有多么重视这个公司了。 挂端电话后, 隐天又去网上了解了一下这方面的事, 他也有点重视了。 正在和老朋友下棋的宁卫国, 突然接到了许健修的电话。 这小子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宁卫国有些好奇, 毕竟隐天和他关系不错, 但自己和许老头的关系, 那可就是水火不容了。 接冬后, 许健修那边的语气有些伤感。 宁叔叔, 您能来看到我爸吗? 他? 快不行了。 宁卫国年轻时和许老头有过不少过节, 在许老头病倒时, 他还庆祝过。 但奇怪的是, 眼下听见这个老对手快不行了, 宁卫国内心却并没有任何开心的感觉。 一抹无形的伤感弥漫在他心中。 宁卫国又想到了自己, 或许不久后, 自己也会像许老头那样, 面对死亡吧。 到时候, 除了儿女, 会有多少人愿意来看自己呢? 自己死后, 儿子能维持家族的光景吗? 孙女和颖天,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会生个大胖小子呢? 沉思许久, 宁卫国收回思绪, 回道, 我马上去。 司机应宁卫国的要求, 开得很快。 宁卫国到了目的地时, 在外迎接的许健修正在偷偷地抹眼泪。 看见宁卫国, 许健修用他的正装擦拭了眼睛, 哽叶道, 宁叔说, 您跟我来。 说完, 他便主动带路。 宁卫国跟在他后面, 气氛一时有些悲凉。 很快, 他见到了瘦得不成人形的徐老头。 徐老头已经戴上了辅助呼吸机, 看见宁卫国, 他那浑浊的眼睛里流露出一股笑意。 房间里, 还有许健修的妻子魏书兰, 以及许世昌, 许万峰倒是不在。 他们也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但都控制住了自己, 尽量不发声。 这是医生交代的, 不要让病人感受吵闹。 就连刚刚在外面直弱眼泪的许健修进来后, 也是红着眼眶憋住了。 看见徐老头, 宁卫国叹了口气, 好久没见了。 徐老头颤围着点了点头。 第83章, 我又要救人了。 病房里, 宁卫国讲了很多以前的事, 不少昨天想来还气得直咬牙的事, 今天再看, 也有些不值一提了。 宁卫国讲一件事, 白老头便点点头。 碰到自己记得特别清楚的事实, 他还会闭上眼静静感受一会, 睁眼时眼里满是追忆。 絮絮叨叨地讲完所有事后, 白老头也是闭上眼稍作休息。 宁卫国走出病房, 出来时拉着许健修。 你爸这是什么情况? 许健修眼中带着一丝很利之色, 是我哥, 他来着大闹了一场, 把霸诊的气急攻心了。 宁卫国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些过节, 只是悠悠叹了口气。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说赶紧立遗嘱, 有什么事都向着他。 说着说着, 也是万分感慨。 你也看开点, 这生老病死天注定。 说着, 宁卫国又想到了自己, 自己也是病魔缠身, 还好游影。 宁卫国眼睛一亮, 突然想到了影天救了自己两次的事。 剑修, 快, 打电话给影天, 把他喊过来。 啊? 你, 算了, 我打。 宁卫国手忙脚乱地拨通了影天的电话, 那边传来影天懒洋洋的声音。 喂, 宁爷爷, 找我什么事? 你快来。 宁卫国把地址报给了影天, 许剑修父亲快不行了, 你来看看。 宁卫国考虑到这里人多眼杂, 没把话说太清楚, 但是影天一下就明白了, 这是要让自己去救人。 好, 我马上来。 回答了这句后, 影天挂断电话, 驾车急忙赶来。 这边, 许剑修却是有些不能理解。 宁叔说, 影兄弟过来, 又有什么用吗? 宁卫国没回答他, 而是看向窗外的一棵树。 不久, 影天到了。 看着许剑修的失态, 他差点笑出声, 但想到今天, 他估计很伤心, 就没开玩笑。 和宁卫国打过招呼, 影天走进病房。 魏书兰看见影天, 倒是很客气地点了点头, 许诗昌则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 对谁都没理睬。 影天当即凝神, 看向病床上那个身体萎缩不成样的老头。 姓名, 许新邦。 年龄, 77岁。 迷流之际, 身价, 4000亿。 新生, 好嘞。 可是, 当看到他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法后, 影天也忍不住皱眉沉默了。 你也不行吗? 宁卫国一直在关注他, 见他皱眉, 不禁凑到旁边问道。 影天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宁卫国有些不解, 疑惑地看向影天。 影天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看到的治疗方法中有好几个步骤, 仪器、医药都被特别标注了, 是未来五年后才会有的。 而仅仅只是治标的话, 影天能给他续命三年左右。 就算无数珍贵药材一起用, 也活不到五年那么久。 我? 能救? 影天最后点了点头, 决定还是先把人救回来再说。 五年太久, 现在只争朝夕。 宁卫国文言点了点头, 眼中悲伤之色消散了不少, 继而走向许建修。 建修, 眼下有一个能救你父亲的机会。 许建修本来有些看不懂, 为什么宁卫国要让影天来, 但现在他好像有些懂了。 宁卫国说, 我就算是变卖家产也愿意。 果然如他想的那样, 宁卫国说道, 没有变卖家产那么夸张, 影天可以救你父亲。 若是这话有影天说出来, 许建修或许还会怀疑, 但宁卫国作为长辈, 且是许新邦晚年唯一想见的老朋友, 许建修不会对他说的话产生怀疑。 要我怎么做? 宁卫国左右看了看, 不能再这就你父亲, 你找个私人的地方, 再喊几个能保密的西医, 药品一定要足。 宁卫国知道影天治病是中西医结合, 也知道影天只负责中医的部分。 许建修看了眼正给自己父亲按摩的影天, 点了点头, 我马上就去。 刚转身, 就看见自己哥哥许万峰出现在了门口。 哟, 这不是我最亲爱的弟弟吗? 老爷子不行了, 你这是要去哪啊? 一进门, 许万峰就眼睛里带着细血的神色打去道。 许建修捏紧了拳头, 牙齿惊咬。 行了, 你想干嘛就去干嘛, 别挡我的路。 你还来做什么? 许建修努力不让自己动粗, 沉声问道。 你看不出来, 许万峰挥了回自己手上的遗嘱, 当然是来分家产了, 行了, 你快点让开吧。 说完, 许万峰在身后招了招手, 快进来。 众人这才注意到, 许万峰今天还是带着律师来的。 许建修哪能让哥哥进去再弃父亲, 当即拦住了他。 许万峰推了两下, 没推开, 但他也不恼, 故作惊讶道, 你拦住我做什么? 不会是想趁咱爸快不行了, 逼他把家产全留给你吧。 接着, 不等许建修反驳, 他又说道。 今天我可是带了公正人来的, 遗产之事, 必须给我说清了, 除了早些年赚给我的股份, 这些年, 我为你们许家赚的每一分钱, 你们必须一分不少还给我。 第84章, 许建修的迎刃。 屋里, 听到许万峰的话, 魏淑兰哭丧着骂道, 大哥, 你说这话, 良心不会痛吗? 许时昌也是沮丧地看着许万峰, 爸, 你,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哼, 我怎么了? 许万峰丝毫没有任何愧疚之情, 嘴角露出冷笑道, 良心是什么? 我这样做犯法了吗? 说完, 他一把推开挡着自己的许建修, 滚开。 你, 许建修亮呛了两步, 又上去拉住了许万峰, 不让他靠近附近半步。 医生说过, 病人不能再经历巨大的情绪波动, 眼下许青帮好不容易休息一会, 许建修不会让许万峰打扰到他。 影天边替许青帮按摩活络经脉, 边皱着眉看着许万峰。 上次许万峰想在许若宁生日时将弟弟赶下位, 最后被自己破坏了, 他也被许建修带了下去。 本以为许万峰出卖许家, 加上与许家没有血缘关系, 肯定会被掏空权力或是逐出家门, 但现在看来, 他似乎什么事都没有。 许万峰带来的人中不仅只有律师, 还有不少他的保镖, 而许建修的保镖全部都在下面候着。 因此, 许万峰被惹恼后, 直接下令让保镖拦住了许建修。 别! 被几个壮汉拦住了许建修,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万峰向着父亲靠过去。 阴天也知道, 许青帮现在情绪不能再有任何剧烈变动, 见许万峰过来, 他已经准备亲自去拦住许万峰了。 哥, 你想要什么? 我给。 后面, 看着许万峰越来越靠近父亲, 许建修终于忍不住了。 我和你签字, 你别打扰吧。 哦? 许万峰脚步一顿, 饶有趣味地看着弟弟, 思考了一会后, 开口道, 你能替这老不死的做决定? 可以。 许建修惨笑着, 我已经得到了父亲的全部授权。 听完, 许万峰面色一冷, 恨恨地看了眼许青帮。 我辛辛苦苦为许家这么多年, 连带家主之位都没碰过。 而你亲儿子, 还什么功劳都没有, 就能得到你这么大力支持。 你和我签也行, 不过现在就要转给我。 许万峰考虑到让许青帮签遗嘱, 自己得到还不知道要多久, 不如现在就从许建修那里得到一切。 好, 许建修艰难答应下来后, 许万峰的律师们立刻就近找了张桌子, 将早准备好的合同, 证据的全部拿了出来。 许先生, 这间公司虽然由您全权控股, 但它是由我的客户从零开始发展起来的。 嗯, 我签。 许先生, 这是我的客户这些年掌握股权的分红, 但根据银行流水和客户回忆, 您似乎从未。 嗯, 我签。 无数有理或是趁火打劫的条件从律师嘴里被说出, 而许建修只能无可奈何地一一答应并签字。 而且, 因为这是许家的家事, 您为国和影天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去帮他。 终于, 许万峰的人提到了最重要的许氏集团的股份。 许先生, 根据这些年对许家做出的贡献, 以及早些年客户与许青帮先生签订的合约, 我认为我的客户理应得到许青帮先生身故后遗产的五十四。 许青帮还没死呢, 听见律师的语气, 许建修捏紧了拳头。 他又看了眼许万峰, 只见许万峰正对着自己得意的笑。 我, 我签。 哈哈哈哈。 听到许建修同意, 许万峰得意的笑出了声。 在所有合同都签完后, 许万峰最后看了眼许青帮, 那就再让这老不死的多活两天吧。 他知道许青帮现在不能受气, 但为了自己的利益, 还是决定来争抢遗产。 甚至在他心里, 要是能气死许青帮, 那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 如今能不与这老不死纠缠, 直接从许建修那里拿到自己想要的, 也算不错。 心情畅快的许万峰当场许诺给这些律师好处后, 哼着哥离开了。 他们走后, 魏淑兰担忧地看着久久未发一言的许建修, 有些担心。 许建修脸色一时清一时红的, 看起来确实不太妙。 许久, 许建修才平复心情, 看见所有人都在担忧地看着自己, 他勉强挤出笑容, 我没事。 接着, 他又对宁卫国和尹天说道, 碍事的人走了, 我们开始吧, 我要怎么做来着? 唉, 宁卫国叹了口气, 又将条件讲了一遍。 许建修急忙招呼人过来安排, 不一会, 许新帮就被转移到了一处隐蔽的位置。 虽然地方偏僻, 但东西不少, 尹天需要的仪器都有, 许建修找来的几个医生特长也是医术, 分数也挺高。 万事俱备, 尹天开始按着引导进行救治。 即使许建修相信宁卫国, 但此时他还是忍不住频频看向自己父亲。 魏淑兰站在他旁边, 挽住了许建修的右臂。 许世昌则是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脸色阴晴变缓不定。 时间缓缓流逝, 慢慢地, 许建修看见父亲的呼吸变得平稳了。 他还能看见自己招来的那些医护人员, 脸上神色不再那么凝重。 这让他心中慢慢期待了起来。 第85章 手道病除, 尹天没辜负他的期望。 两小时后, 尹天后退两步, 放下银针, 自己擦了擦汗。 接着, 他回头看向众人, 含笑道。 行了, 宁卫国露出不出所料的笑容, 徐建修则是半吃惊, 半兴奋地冲向别的医护人员。 你们快检查一下, 真的好了吗? 尽管刚刚这些医护人员已经检查过, 不过, 金主有要求, 他们只能照办。 再次检查后, 为首的人同是兴奋地回到, 许先生, 令尊的病情真的稳定下来了。 此话一出, 所有医护人员除了兴奋外, 皆是惊奇地看向尹天。 尹天早有被医生们仰望的经历, 此时被这些人看着, 没有丝毫意样。 许建修凝视自己父亲许久, 见他真的没像往日那样, 会在睡梦中脸色扭曲, 这才放下心来。 魏书兰和许世昌也凑到跟前看了看, 巨师松了口气。 许建修还没来道歉呢, 许世昌倒是主动走到了尹天身边。 虽然自己长得人高马大的, 但许世昌这回说话, 倒是扭扭捏捏捏起来了。 那个, 谢谢你救了我爷爷。 尹天点了点头, 却也没多搭理他, 因为他心里, 还是将尹天作为了情敌。 想一想, 许世昌还挺可悲的, 自己心中最重视的是许家, 最后去发现自己并不是许家的人。 而因为许世昌向着许家, 连亲生父亲都不理他了。 许建修最后看了自己父亲一眼, 这才来给尹天道谢。 以往, 他要道谢那是必须在心里打打复告, 说出口时尴尬半天的。 但今天, 他道谢时语气惩治, 谢意发自肺腑。 尹天看他似乎还要给自己下跪的样子, 急忙拖住了他。 咱俩这关系还说什么线? 再说了, 我救老爷子又不是为了你, 我是怕若宁以后看不见他爷爷会哭。 尹天想着活跃下气氛, 便将许若宁提到嘴边。 果不其然, 听到尹天的说辞在场众人都不由自主地的会心一笑。 看着大家都似乎放松了的样子, 尹天又悄悄拉了一下许建修, 随后自己静止朝外面走去。 许建修见尹天脸色有些凝重, 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我去上个厕所, 找了个借口, 许建修赶紧跟着出去了。 走到栏杆旁, 尹天看着跟上来的许建修, 叹了口气, 还是将事实告诉了他。 你爸, 可能最多只有三年了。 许建修文言苦涩地点了点头, 之前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本来许新邦就被预测只有三年多的寿命, 许建修对此早有准备。 这次是因为前些日子许万峰来这闹事, 引起许新邦气急攻心, 这才病情加重。 许建修陷入沉默, 尹天犹豫了慧, 说道, 我有办法救他, 但是, 以目前的医疗水平做不到。 什么? 许建修一愣, 本来心灰意冷的他一下就变得激动了起来。 你能救? 尹天点了点头, 因为尹天已经展现过非凡的一面, 许建修此时没有任何怀疑。 需要什么动线? 国外也没有吗? 尹天摇了摇头, 目前全世界都没有。 接着, 尹天又用一种遗憾的语气道, 据我估计, 五年后应该会有人发明出来, 只可惜。 唉, 五年, 五年, 许建修念到好几遍后, 眼睛一亮, 你说说仪器的功能, 我去找人研发。 你? 尹天看着他, 摇了摇头, 虽然许建修的心声告诉尹天, 他是认真的, 但尹天还是不相信他能办成。 你一个搞地产的, 玩医疗能行吗? 许建修见尹天不相信自己, 抿了抿嘴道, 你就告诉我吧, 我家在医疗界也有一些产业。 尹天瞥了他一眼, 这些, 不仅仅是单依靠医疗界发展就行的。 例如, 有一个是纳米级的化疗仪器, 这要求材料等行业研究也达到这个地步。 但看着许建修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心声, 尹天还是告诉了他。 许建修录音记下, 视若珍宝地留存了很多份, 甚至立即打电话开始规划起来。 尹天摇了摇头, 又走进病房, 想再去给许新邦检查一下。 许新邦因为是气急攻心, 被尹天化解了凶中的力气后, 已经恢复到了之前的样子, 单靠医院的资源也能活个三年多, 后续不再需要尹天出手。 确认他无恙后, 尹天看见坐在一旁的许世昌, 想了想, 跟着坐到了他身边。 经过多次相处, 尹天感觉自己已经有点了解他了。 没什么主见, 暂时还不知道自己父亲没有许家血脉, 在心里许家大于一切, 现在因为自己父亲的缘故, 夹在两边不好做人。 在他心里, 放在第一位的, 是让父亲向许家服软, 两者重归于好。 这样, 他自己也不至于左右为难。 他已经打算找个时间去劝说了。 但尹天知道, 他之前也试过这个办法, 可是作用激进于无。 所以现在, 尹天打算利用他的第二个期望。 那就是, 许诗昌愿意为了许家, 主动对付自己父亲。 第八十六章, 让他们狗咬狗。 尹天凑到许诗昌旁边后, 他看了眼尹天, 勉强笑了笑, 就又陷入了沉思中。 尹天用友善的语气和他攀谈道, 你心里很不好受吧。 许诗昌多瞥了尹天两眼, 没有说话。 自己的父亲背叛家族, 你心里很不好受吧。 不用你管。 许诗昌被提起伤心事, 有些恼怒。 他的心声是, 你有了宁肠, 现在又救了爷爷, 就开始嘲讽我了。 等我以后, 当了许家接班人, 我一定会把宁肠抢回来。 尹天见他都到了这个地步, 还心里打着宁肠的主意, 心中冷哼了一声。 但表面上, 尹天还是一副 我懂你的样子。 拍了拍他的肩膀, 尹天没有做出怜悯的表情, 这会让许诗昌感觉被羞辱。 我以前也是这样, 父母吵架, 我不知道向着哪边。 孤儿出生的尹天, 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许诗昌听完, 虽然心里还是有些针对尹天, 但脸上却已经有些感同身受了。 讲完故事后, 尹天问道, 你以后准备怎么办? 许诗昌脸色纠结, 说不出话来。 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父亲, 毁掉你们许家吗? 我, 我回去会劝他的。 许诗昌想要反驳, 但从他嘴里说出的话, 声音越来越小, 越来越没底气。 劝他没用的, 他们认定的事, 是不会轻易更改的。 尹天看他心声, 隐隐间有被自己说服的迹象, 于是又篡夺道。 你想想, 现在你父亲为了利益, 不惜逼迫你爷爷。 要是你爷爷死了, 你们许家的影响力, 绝对会降一大劫对吧? 现在, 许家有不少生意, 都是靠着许新邦的面子得到的。 许新邦如果死了, 还真会少很多盟友。 许诗昌低着头, 没有反驳, 你爷爷如果被你父亲气死了, 那么, 就没人能再约束你父亲了。 到时候, 许家话是人有两个, 静使不到一起不说, 你父亲说不定还会给你二叔下半子。 剩下的话影天没明说, 他相信许诗昌听得出来。 许诗昌则想到了之前许万峰出卖许家的事。 那时候, 许万峰还没暴露, 只是暗中破坏一些许建修站台的项目。 即便只是想坑坑弟弟, 他却也将许家与京城王家的合作关系 告诉了宇天地产, 给宇天地产带路, 成功让许家失去了王家这个盟友。 那要是许万峰开始在明面上针对许建修, 还不得把许家打包卖给别人。 许诗昌想到这, 面色铁青。 尹天见他心声已经开始完全被自己引导了, 心中浮出一抹笑意。 带氛围差不多了, 尹天好意道, 现在, 想要保住许家只有一办法。 什么办法? 许诗昌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对尹天的厌恶, 听见尹天说有办法, 下意识地第一时间问出了声, 而他还没有丝毫察觉。 尹天覆尔悄悄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什么? 让我去对付我爸。 许诗昌听完, 脸色犹豫, 我不会出卖自己我爸的。 尹天心中一笑, 我是看了你的心声才开始引导你, 可不是我主动想出来的。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许家衰弱下去吗? 说不定, 到头来你会失去一切。 你那受人尊敬的身份, 可以肆意挥霍的金钱。 顿了顿, 尹天继续说道, 说不定, 你父亲早就打算放弃你了, 你看他最近有理过你吗? 许诗昌脸色殷勤不定, 一会犹豫一会咬牙的, 就是没下定决心。 尹天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你想想啊, 你帮助许家解决了这个问题, 等老爷子去世了, 许剑休老了, 这许家不就是你的了吗? 许诗昌终于被说动了。 他瞥了一眼尹天, 心里想着等我掌管许家了, 再把宁肠抢回来。 嘴上却低声问道, 那我该怎么拯救许家? 尹天听到他用拯救这个词, 差点笑喷了。 坑爹就坑爹, 还往自己脸上抹金吗? 尹天强忍笑意, 和许诗昌商量好了计划。 简单来说, 就是许诗昌到他爹那里去做间谍, 一旦得到许万峰的计划, 就将消息传给许剑休。 想必许剑休能提前得到情报, 又有个贤惠的老婆辅佐, 应该能抵挡许万峰的一些黑手吧。 交谈好后, 许诗昌立即回去了, 尹天在他后面, 看着许诗昌离开的身形, 忍不住笑了。 宁卫国旁观了整个经过, 但不知道他们的聊天记录, 不过, 以他的阅历猜也能猜得大半。 看见尹天的笑容, 他凑到尹天身边, 问道, 许家这是个什么情况? 老大和老二闹翻, 老大的儿子, 却是老二这边呢。 见周围没人, 尹天直接将许万峰不是许新帮亲生子的事情, 以及许诗昌从小有许新帮养大, 心中最重视的是家族的事, 全部告诉给了宁卫国。 宁卫国听完, 感该万分, 都说豪门屁事多, 我一直有些不相信, 今天真是大开眼见。 宁卫国又想起了自己的宁家, 又是一阵欣慰。 许老头和自己较量这么多年, 没想到自己今日在这方面赢了他。 第87章, 我能看见股票涨跌, 被许建修留下吃了午饭后, 尹天和宁卫国告辞离去。 路上, 尹天将自己之前穿夺许诗昌的想法, 全都告诉了宁卫国。 宁卫国听完, 笑着摇了摇头,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不过, 宁卫国早年玩烂过, 对此很有心得, 也知道有哪些方面要注意。 尹天点了点头, 没多在乎, 自己能看出别人的心声, 没人可以骗到自己。 将宁卫国送回宁家后, 尹天又回到了自己的比特公司, 令他惊喜的是, 宁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睡着午觉, 看来是手续办完了。 笑了笑, 尹天轻轻关上门, 静悄悄地靠近后, 尹天本来是想和他开个玩笑的, 但看到宁卫眼角的黑眼圈, 以及脸上露出的疲惫之色后, 放弃了。 坐在沙发上, 尹天轻轻关掉了灯、 窗, 在工作群给路易宁发了有失发消息后, 看了回宁偿的睡颜, 尹天开始继续上网查资料。 之前他就一直在找资料, 想着天上成立后, 投资什么比较好。 只不过中途被拉去客串了一次医生, 眼下回来, 自然是要继续查查资料的。 谁知道, 这一上网搜投资关键词, 冒出的前五页全都是股票投资。 尹天以前一直踏踏实实地卖保险, 虽然听说过这东西, 却一直没实际接触过。 这下搜出来后, 尹天抱着了解一下的心态, 随便找了个点了进去, 算是知道了一些概念。 想退出时, 却不小心点了个链接, 进入了某个机构的魔证综合指数界面。 尹天看了看, 只觉得那些线条趋势毫无规律, 一会上一会下的。 皱眉宁神, 眼中的数据却突然变了。 趋势后面附了一张图, 包含了指数今天后面的所有升价。 尹天一愣, 随即意识到自己是看见了股票的涨跌。 指数现在是3172, 一个小时后会升到3200。 这要是自己现在买入, 一个小时后卖出, 那不是说一手就能赚28块钱? 一手28, 十手280。 这么算下去, 还创什么业? 直接靠买卖股票不就行了? 心中一动, 尹天继续了解这方面的起来。 翻阅无数资料, 尹天也是从一个萌新, 进化为了什么都懂一些的新手。 他也知道了, 这个魔证指数并不能买, 能买的是指数基金。 但这对尹天并没有什么影响, 他下了一个券商的炒股软件, 开始一一分析起来。 时间渐渐过去, 就在尹天找到了一只涨幅最大的股票后, 宁长也是醒了。 醒来后, 看见尹天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脸上还有些激动, 宁长三两步凑了过去。 在玩什么呢? 嘴上问着, 宁长直接探头过去看了眼。 尹天看着宁长该不会是在和别的女人聊天的心神, 好笑之余将她抱在怀里, 把那个一小时涨幅达到四元的股票, 指给了宁长看。 宁长有些好奇, 怎么了? 突然对这个感兴趣起来了。 尹天问道, 你觉得这个股票怎么样? 会涨还是会跌? 宁长听完, 竟是直接拿过手机, 将这只股票以前的变化什么的全部看了一遍。 最后说道, 网上没什么消息, 近日变化幅度也不大, 应该没什么波动吧。 尹天看她一套操作下来, 行云流水, 问道, 你懂这些? 宁长点了点头,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尹天一想, 觉得宁长出声豪门, 懂得这些东西也不奇怪, 没再纠缠这方面。 你猜她没有波动, 我猜她能长得八左右。 宁长左右看了她尹天, 又摸了摸尹天的额头, 你哪来的信心? 她知道尹天没接触过这类东西。 尹天神秘一笑, 用直觉两字搪塞了过去。 宁长却被激起了好胜心, 直接说道, 那你这么赌定, 不如我们打个赌。 赌什么? 嗯。 宁长沉思了一会, 展颜笑道, 还没想好, 不如就谁输了, 谁就签另一人一个条件。 尹天点点头, 可以。 尹天仗着数据, 不认为自己会输, 很痛快地答应了。 宁长见尹天接战, 想了想, 问道, 你那还有多少钱? 二十万, 怎么了? 宁长直接掏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了一个券商软件, 说道, 直接买这只股票。 尹天明白了宁长的意思, 将二十万转给了他, 说道, 行, 你帮我买, 正好赚一笔饭钱。 宁长收到转账, 直接全买了, 完事后, 笑道, 你输了吃不起饭的话, 我可以每天多煮点软饭。 尹天压根没想过, 自己会输, 点点头。 买完后, 想着还有一个小时才能看到结果, 尹天就问起了宁长关于新公司的事情。 宁长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 场地也选好了, 现在就差员工了。 商量好什么时候, 去招人, 尹天又和宁长聊了一下看好的行业, 以及讨论第一次投资的事宜。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 第88章, 此路不通, 射的闹钟响起, 尹天急忙催促宁长, 快点快点, 该卖了。 宁长看着尹天这兴奋劲, 开玩笑道, 这么迫不及待, 想将你的二十万拿回来。 眼下之意, 就是这只股票一小时内没有任何涨跌, 二十万进去, 二十万出来。 哦, 扣除手续费, 说不定还会亏一点。 尹天只是催促, 自有事实给自己证明。 宁长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看了下, 当即眼睛睁大,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这破股票, 无缘无故怎么突然涨了劲吧? 尹天看他那副表情, 就知道自己赢了, 又问道, 看看我赚了多少。 宁长古怪地看了一眼尹天, 将股票全部出手后, 又把钱转到了尹天账上。 尹天看了眼金额, 皱了皱眉。 这钱不对啊。 宁长知道尹天是新手, 还以为他忽略了手续费, 又解释了一遍。 尹天自然是把手续费考虑进去了。 皱眉想了会, 尹天又看了眼趋势图。 这一看, 尹天就明白问题所在了。 这只股票, 没有涨到自己之前预测到的价位。 思索了会, 尹天大概猜到了原因。 自己眼睛预测到的东西,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 徐若宁本该在那天出车祸, 但自己预测到这件事, 救了他, 这未来自然不成立了。 那么, 现在也是因为自己投了二十万进去, 导致本该涨四元的股票, 没涨到这么多。 果然, 这靠股票赚钱的想法落空了。 也不是说不能赚钱, 只是赚不到大钱了。 这投二十万都能稍稍影响涨幅, 要真是几个亿上千万的头, 自己的预测还不得飘上天。 要真想靠着赚钱, 也不是不行, 那尹天的时时刻刻关注这边。 买一手, 立刻看看变化, 一旦变化幅度太大, 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那还不得累死人。 愿望落空, 尹天也没多遗憾, 只是感叹天上没有献饼掉。 而且, 此时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而是之前答应的赌注。 宁肠还在不可置信地看着尹天, 尹天直接抱起他问道, 那这次打赌, 我赢了? 宁肠这才反应过来, 想了想, 回到, 我们赌的不是封盘价吗? 啊, 尹天语气一致, 有些不甘。 你想耍赖? 没有, 宁肠连连摇头, 你又没说, 就赌一个小时。 见尹天似乎有些郁闷, 宁肠又安慰道, 那既然事先没说清楚, 不如作废。 尹天看了眼后面的趋势, 按着趋势算的话, 自己最后反而会输。 不过, 现在自己还是赢了一方, 尹天自然不会轻易地答应作废。 不行,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 宁肠也是有些理亏, 眼睛一转。 他提议道, 要不, 这次算我输一半, 我答应你半个条件。 要是宁肠后面再不和自己打赌, 那这半个条件就相当于没有。 不行, 你现在就欠我一个条件。 半个。 谈不拢后, 尹天和宁肠在沙发上打闹起来。 就在战况将要变得激烈起来时, 张伯一下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张伯与尹天的约定是, 尹天不在时, 有事给尹天打电话发消息, 在的时候, 可以直接来办公室找尹天。 而张伯之前看见过尹天回办公室, 眼下就直接找了过来。 开门看见尹天正和宁肠玩到了沙发上, 尽管什么都没发生, 张伯还是转过身喊道, 我什么都没看见。 尹天脸色一黑, 都记得给陆一宁提醒, 竟忘了张伯这货。 可, 什么事? 整理好一切后, 尹天问道, 张伯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泰然自若说道, 老板, 蒋鹏一有动作了。 尹天听了, 催促道, 什么动作? 你直接说。 张伯立即将自己手机展示给尹天看了眼, 他收到一条消息后, 将咱们传世上的一条视频删除了。 尹天皱了皱眉, 继续看向张伯。 张伯见尹天的表情, 看出老板已经知道自己有备份了。 善善一笑, 又播放起那时视频起来。 视频一看, 就是模仿博物馆副馆长的。 台幕, 一个女人说自己的房子被一居小区强拆了。 随后, 就是他编的一些故事, 倒不是什么地下也有墓葬之类的。 而是他被一居小区威逼又搬走, 自己不愿意又被一居小区强拆的事情。 不得不说, 这女人哭起来比男人更能引起同情, 上次副馆长曝光时没有哭, 完全靠精力打动大家。 而这个女人则无理闹三分, 一些说不清的地方就含糊其词, 用哭诉混过去, 倒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 加上这女人长得还小有姿色, 评论区有不少舔狗已经开始义愤填膺了。 乍一看, 尹天还有些不明所以主动给一居负责人打了个电话。 但是一句那边说的, 是从没有强拆过。 若是一句没有说谎的话, 那就是有人在故意污蔑一句。 尹天下意识就想到了白韦德。 第89章 白韦德的目的 尹天开始猜测白韦德的目的。 找一个骗子来污蔑一句, 视频估计也是他们的人发的, 吵热后又让蒋鹏一删除了这个视频。 这是为了什么?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尹天发现自己有些看不懂白韦德的想法了。 污蔑人又不让事情闹大, 主动帮敌人压热度, 这不是S13吗? 尹天还在思考白韦德的目的时, 刚挂断电话的一句总经理又打回来了。 尹先生, 不好了, 有人污蔑我们强拆, 还对那个女人动手动脚, 他们把视频发在了随拍上, 已经火了。 尹天一愣, 结合之前传是帮助副馆长, 然后双赢的是, 尹天感觉自己好像隐隐有些看不懂了。 你们真的没有强拆吗? 我拿命做保, 我们绝对是规规矩矩的, 和原住民谈妥了才开始拆迁的。 总经理都这么说了, 尹天内心也相信移居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而且, 如果这事是真的, 随拍大可不必如此鬼鬼祟祟, 直接曝光, 加大热度, 一次整废移居不是更好。 你们先去查查那人是谁。 下了命令后, 尹天正准备亲自去现场时, 陆一宁又找了过来。 老板, 那个视频是你撤下的吗? 网上已经有人开始黑我们了。 尹天眉头一皱, 问道, 什么情况? 陆一宁没废话, 直接讲道。 那个视频下架后, 马上有人在随拍上发视频说传世为了钱下架的视频, 然后又有什么传世与宇天有仇, 所以上次黑他们, 移居老板就是传世老板这样的说法。 嘖, 没想到白韦德以为自己是移居老板。 尹天想了想, 命令道, 张伯, 你赶紧将备份的视频恢复。 顿了顿, 想到移居那边已经说了, 这件事完全就是有人在污蔑移居。 尹天补充道, 你们赶紧找两个人出来, 这次我们直播这件事。 等会你留在公司, 注意蒋鹏一的动静, 一旦他们要破坏我们的直播, 你立即阻止他。 张伯点点头, 立刻去恢复视频去了。 很快, 视频重新上线, 但那些网友却没有买账。 怎么? 看到事情闹大了, 又把视频解封了? 真的看错你们了, 打击别家企业就重拳出击, 把视频挂在热度第一那么多天, 自家的黑料就遮遮掩掩。 你们老板, 真的是一具公司老板吗? 还是随拍更为普通人着想, 这次他们就大力推广这个视频。 对, 虽然上次随拍也下架了视频, 但他们努力吸取不足, 现在已经改正了。 支持随拍, 打倒船市。 水军混杂着不明真相的路人, 一起黑着船市, 但也有自来水给船市说话。 你们都是水军吧? 没看到船市又上线了吗? 我刚得到消息, 视频之前下架, 是因为船市被黑客攻击了。 看看船市官方怎么解释吧, 现在就黑的都是水军, 不会真有人看不出那是随拍的水军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很快, 比特公司加急做出的一个解释声明上线。 今天下午, 公司服务器遭到了黑客攻击, 很多视频被他们删除, 包括大家最关心的这个。 我思得之后, 第一时间恢复了这些视频, 对此, 我们比特表示, 我们公司以后会加强这方面的防范力度, 请相信我们, 我们不会删除任何一个没有违法违规的视频。 最后, 是一则公告。 另外, 针对这件事, 我们公司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 目的是搞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真的是一句强拆, 我们一定会加大曝光力度, 争取让一句老板名声全无, 如果是假的, 我们也会立即下架各种造谣的视频, 还一句一个清白。 这件事, 我们全程直播。 影天看了这个声明, 心中默默为宁慧国道了个歉。 网上的评论立刻又炸锅了。 行, 看看船事怎么解决。 直播吗? 行, 到时候我看看。 不会是给一句洗地吧? 是不是你们已经和当事人私了了? 现在就等着给一句洗地? 陆一宁立刻找了几个有过摄影经历的员工, 一行人带着设备就出发了。 路上, 宁常刷着视频, 看着他们的评论, 有些担忧地问道, 一句真的强拆了别人房子吗? 你觉得他们会这样做吗? 影天反问, 宁常摇了摇头, 应该不会吧? 毕竟, 我们在拆迁补偿这块还是很大方的。 放心吧, 影天刮了关宁常的鼻子, 这件事就是随派在污蔑我们。 一句他上次也去过, 公司里没发现一个贪污的, 如果补偿款正常的话, 没理由强拆别人房子。 接着, 影天将自己猜测的白威德的目的告诉了宁常。 宁常听完, 顿时变得气鼓鼓的, 他们怎么这样? 影天搂住他, 讲道, 这种事, 对他们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遍, 我们以后开了天上投资, 肯定也会遇到这件事的。 第九十章, 开始直播。 车开得很快, 没多久, 一行人就到了一居公司。 总经理知道影天和大小姐要来, 早已准备好在下面候着。 众人下车后, 由一居总经理领着, 一起向楼上走去。 不过, 因为影天还要和总经理商量一些事宜, 就把彼得公司的众人留在了会客厅。 看着一步一驱跟在影天身后的一居总经理, 陆毅宁美目中一彩连连。 老板不会真的还是一居公司的老板吧? 彼得公司其他一起来的员工, 也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影天和总经理离去的背景, 心中震惊下, 皆是无比羡慕地看向了宁肠。 老板娘好眼光, 这么帅气多金的男人都被你找到了。 殊不知, 安然坐在一旁喝着茶的宁肠, 才是这里身价最高的人。 就连移居, 也只不过是他家旗下的一间小公司罢了。 影天和总经理上楼后, 率先去了公关部。 本来移居是没有这个部门的, 这次被黑后, 临时组建了这个部门, 不少员工都是直接从别的岗位临时调过来的。 两人到后, 不少正在工作的职员都忽略了影天, 纷纷给总经理打个招呼。 这里很多人都是新招的, 不认识影天。 影天上次来时, 也是直接去的总经理办公司, 没和他们见过。 经理好。 嗯。 总经理点点头, 又喊了个人, 小王, 你把情况和影先生讲讲。 员工们这才注意到站在旁边审视所有人的影天。 听经理这语气, 这个所谓的影先生是个大人物。 顿时, 职员们又纷纷喊了声影先生。 被点名的小王立马起身。 他手上拿着打印出来的一些网上舆论, 以及自己总结的一些关键点。 经理, 尹先生, 目前就是他们单抓住我们强拆这件事在黑我们, 然后他们也一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出来。 我们问了下面的人, 都说不认识这个女人。 不认识? 总经理皱了皱眉? 对, 我们记录补偿的人都不认识。 难不成连这个人都是他们虚构出来的? 总经理想了想, 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 影天也是皱眉良久, 问道, 你们问过那些原住民吗? 正在排查, 你也知道, 我们联系他们有些不容易, 有些人甚至拿了钱就出国了。 这事也是有些难搞, 那个女人把身闹大了就跑了, 现在影天想要自证, 还得把他找到。 想了想, 影天说道, 你们继续找, 我先让彼得公司开直播采访一下你们。 总经理立刻让一个女职员准备演讲稿。 影天说完, 转去会客厅。 一道, 里面叽叽喳喳的声音立即消散了。 拍了拍手, 影天宣布道, 各就各位, 开工了, 今天处理完了, 我请大家吃饭。 彼得员工们立即起身行动起来, 有些分配到的任务不多的, 甚至直接开始欢呼了。 爷, 老板请吃饭, 太好了, 老板准备请我们到哪吃啊? 这么大身家, 应该不是什么大排档吧? 看着又喧闹起来的众人, 陆一宁及时冷声喝道, 吵什么呢? 活还没干, 就想着报酬了。 看着近声的众人, 影天和善一笑, 就去那个一城大酒店吧。 一城大酒店是这里最有名的一个五星级大酒店。 众人听了, 又准备欢呼, 突然看见陆一宁冷着的脸, 只得将话憋在嘴里, 但他们手上的动作还是加快了不少。 等员工都离开了, 陆一宁才说道, 老板, 你, 还是多点威严比较好。 影天淡淡一笑, 这个白脸你唱就行了。 宁长也跟着赞同地点点头, 他就适合和别人亲近乐呵呵的。 你能想象他皱着没训斥别人吗? 陆一宁沉思了一会, 想象着影天板着脸的样子扑斥一下笑了。 眼见已经有员工在催, 三人赶紧上楼。 设备已经调试好, 见所有人都在陆一宁之家下令开始直播。 摄影师早就找了个位置, 得到命令, 直接打开仪器。 比特公司的留守人员收到信号, 开始推送。 很快, 所有正在玩船市的人都受到了船市官方开播了。 得消息, 知道船市是在直播怎么解决昨天问题的人都第一时间点了进来。 不知道的, 好奇船市官方在干嘛, 也跟着点了进来。 一秒, 两秒, 不到一分钟, 官方直播的在线观看人数直接突破三百万。 看见已经有人在看了, 陆一宁拿着麦克风出现在镜头。 这是刚刚商量好的, 先由陆一宁开场, 然后再采访一具总经理。 当陆一宁出现在镜头中, 网络评论直接炸了。 这个美女是谁? 船市公司有这么好看的员工吗? 船市还招人吗? 爱了爱了, 我明天就去报道。 试了试卖, 确定没问题后, 陆一宁开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比特公司的总经理, 我叫陆一宁。 这次呢, 我们是为了最近的一个热点, 特地开了直播来调查这件事,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而当陆一宁开始自我介绍后, 网友的评论就更加疯狂了。 第九十一章, 造谣者不敢出来兑现, 他竟然是船市公司的总经理。 我的美女总裁, 老哥们, 我说明取好了, 等我爆火。 楼上的, 爆上链接, 我火箭支持。 当然, 油铁的, 自然就有阴阳怪气的。 这么年轻, 就当上了总经理。 呵呵, 你们别酸, 这不也是一种资本吗? 诸如此类的发言, 也是数不胜数。 有些说得隐晦的, 就单单拿陆一宁年轻说事。 而有些心里阴暗的, 就直接张嘴前规则, 闭嘴身体上位了。 影天和宁长在后边看着直播, 皆是有些不喜。 他们怎么这么见不得别人好啊? 宁长绝嘴, 语气非常气愤。 安啦。 影天虽然也很生气, 但他还是先安慰宁长。 他们就是那种自命非凡的人, 自己没多大本事, 倒是喜欢编排别人。 看着宁长对那些恶心的弹幕, 咬牙切齿的样子, 影天笑了。 哎, 那我们直接把那些人禁言吧。 禁言? 宁长一愣, 又想到之前网上说传是肆意控制言论的事, 有些犹豫。 影天看出他的心声, 安慰道, 没事的, 这件事, 我相信大多数网友都会站在我们这边。 说完, 影天直接给留守公司的监测人员发了个消息, 让他们开始禁言这些人。 不一会, 影天就收到了OK的消息。 再打开弹幕一看, 果然清爽多了, 偶尔有一两条恶心的弹幕, 也很快就被删除, 并拉黑号主。 权献狗, 就是这么爽。 直播正常进行, 现在轮到采访一居总经理了。 总经理一出场, 弹幕画风一转, 全都是骂人的。 这些影天没让工作人员禁言, 现在黑的大多都是路人, 现在他们黑的有多狠, 事实出来后, 他们就会有多后悔。 这也是黑转粉的必经之路。 好在总经理看不到弹幕, 没受到什么影响。 总经理先是也做了自我介绍, 然后开始详细讲解这件事。 我们从上至下全部严查了遍, 确定我思没做过强拆的事。 可以确定的是, 这次是我们移居遭到了竞争对手的抹黑。 对此, 我思保留使用法律手段, 维护我方名誉的权利。 此外,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 那就是, 我们没在这次拆迁名单中, 找到那位女士。 请那位女士出来与我们辩论, 我们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总经理声明完, 弹幕中有不少人开始艾听那个女人, 但他们突然发现, 上一秒还在哭唧唧咒骂一句地产的女人, 下一秒就不见了。 网友全都梦了。 人呢? 刚刚还在对线的人呢? 总经理及时补刀。 看来这位女士是心虚不敢, 与我们讲道理了。 路易宁也一副中立的样子, 用略带遗憾的语气说道, 大家也能看见, 我们过来后, 这位女士迟迟不肯露面, 甚至连在网上发声都不肯。 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还不知道, 但我们会继续追进调查。 与此同时, 一直关注这边的白韦德皱了眉, 赶紧给下面的人打了个电话。 你们怎么回事? 人呢? 白少爷, 你稍等, 这边出了点状况, 但很快就能解决。 白韦德心中突然多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而在那个女人旁边, 有很多满脸横肉的壮汉。 你赶紧上去继续黑啊, 别停。 女人有些后悔, 试探道, 我能放弃吗? 我可以把钱还给你们。 白韦德的人自然不会同意, 放弃。 晚了, 我们为了给你围圈花了那么多资源人力, 现在你怕了就想跑。 又有一个人安慰道, 你别怕, 我们随拍会为你撑腰的, 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站在正义的一面。 女人脸上勉强笑了, 心里却在MMP后悔极了。 此时她也是骑虎难下, 自己的秘密又不能说出来。 催促下, 她终于在随拍上发声了。 这段时间的空白, 随拍也想了一个好的借口。 大家好, 我刚刚正准备质问移居的人时, 突然发现船市将我的号禁言了, 我发不了评论, 只能在随拍上与大家交流了。 网上一传十, 十传百, 顿时有不少人转向随拍。 影天这边也收到了消息, 皱了皱眉。 她这一手, 不仅又黑了船市一次, 还成功给随拍引了流。 已经有不少吃瓜群众去随拍那边吃瓜了, 船市的日活瞬间降了一百多万。 虽然对于现在千万日活的船市来说, 一百多万已经不算什么, 但就算自己没有, 也不能随拍得到。 想了想, 影天直接下令工作人员, 让他们给随拍搞了个接口。 不久, 船市的直播一分为二, 一边是直播, 一边则是那个女人的随拍号。 想引流? 你有的, 我都有。 当然, 各种随拍的水印还是被遮住了的。 总经理和陆一宁又开始回答那个女人的问题, 并质问她一些问题。 一开始还好, 双方都只是试探地问着写名字之类的。 当宜居回答了女人几个质疑, 那女人却对宜居的话答不上来。 第九十二章, 鹰沟里翻了船, 看着她支支吾吾的样子, 网友们渐渐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了。 你说啊, 你之前住在哪里? 你家里是谁去签的合同?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说出来吗? 急死个人, 你房子被强拆了就不知道自己住哪了? 他们与你的对话你一句不记得。 哪个人和你对接的你认不出来了? 女人所在的屋子里, 白韦德的一众手下又收到了白韦德的催促。 他们只好再次催促女人。 由于许久, 女人终于打字道, 房子都被你们拆了, 我不记得在哪。 一句立即回应道, 您可以来现场找, 我们也会喊来您的邻居, 让他们为您作证。 您也可以自己找在我们这有过记录的邻居, 为您作证。 许久, 女人才回应道, 我马上来。 接着, 随拍那边又翘无声息。 女人本不想来, 是白韦德的手下拉着她出的门。 被拉上车时, 她脑中唯一的一个念头是, 那么多人, 这些人应该不敢打我吧。 影天这边收到回应后, 陆一宁立即又出现在镜头中。 那我们也可以看见, 对方答应我们来这辩论, 到时候我们会全程直播的, 请大家放心, 我们现在就近代他们的道来了, 希望他们不会爽约。 说完, 她又消失在镜头中, 惹得不少网友挽留。 美女总裁别走啊, 多和我们聊聊。 对啊, 你是怎么想出船市这么多软件呢? 老板, 你们船市还招人吗? 只可惜, 尽管网友们千呼万唤, 陆一宁还是没有再次出现在镜头中。 倒是一居总经理, 没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在镜头中给自家即将建成的学区房打了不少广告。 直播还在进行, 除了守着的摄影师, 比特别的人员全都参观一居去了。 毕竟干坐着等人也不叫个事。 喝着茶, 时间晃悠悠一下就过去了。 终于, 就在众人开始有点不耐烦时, 摄影师发消息过来了。 老板, 经理, 他们来了。 尹天立即牵着宁肠的手, 随着众人下去。 网上的众人也看见了造谣的女人, 只不过, 大家都被他身后带着的那七八个汉子吓到了。 见到一具以及比特的人, 女人解释道, 这是我亲切, 他们怕我受欺负来帮我的。 尹天站在不远处, 随意地看向了他。 姓名, 陈卉卉。 年龄, 三十四。 职业骗子。 身价, 负二十万。 得, 是个骗子, 身价还是负的。 负身价尹天也见过, 那一般都是欠了别人钱。 眼见陆一宁和陈卉卉开始接触, 尹天没出场, 在旁边看着两人交谈, 着重注意陈卉卉的心声。 这交涉完, 尹天也知道, 事情都大概经过了。 原来, 白韦德本来没想对一句动手, 看到船市借助副馆长的是火了后, 心里坐不住了。 他们本来的想法是, 借着一句的黑料, 自己大肆爆料, 而船市大概率会选择隐瞒, 这样收割一些粉丝。 但白韦德没想到的是, 尹天竟然这么刚, 直接开直播解决这件事。 尹天纵观整件事, 差点笑死。 这个女人的心声告诉尹天, 她完全就是一个路人, 看见雨天地产, 在找被一居坑过的原住民, 就想着去骗一笔钱还债。 人是雨天地产找的, 白韦德还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于是, 看着被问得哑口无言的陈卉卉, 尹天直接给陆一宁发了条消息。 这个闹剧, 还不值得尹天亲自出手。 陆一宁收到消息, 说完, 他把尹天给自己的资料全部公开出来。 众人哗然, 白韦德见尹卉卉吞吞吐吐的样子, 早就有股不好的预感。 眼下, 看见陆一宁公布的是, 他眼前一黑。 雨天地产, 我就知道你们是个坑货。 他实在想不到, 自己只是让雨天地产找一个受过一句欺负的人, 雨天地产这都能给他找一个骗子。 而且, 雨天地产将人介绍给自己时, 还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接着, 白韦德看见直播中, 陆一宁开始揭穿陈卉卉亲戚的真实身份, 他急忙给随拍负责人打了个电话。 于是, 就在陈卉卉顶不住压力, 将雨天地产的阴谋全盘拖出, 并承认这些带自己来的人都是随拍的人后, 网上的评论纷纷开始黑随拍。 但随拍早有准备, 在铺天盖地的谩骂来前, 他们早已提前宣布, 这是完全是雨天地产联合了自家公司临时工干出来的。 调查发现, 近日, 雨天地产联合我司工作人员预谋拍摄了一份抹黑船室以及宜居的视频, 细调查后发现工作人员为临时工, 这甩锅速度堪称锅还没上身就甩了出去。 然而, 因为随拍很快删除了陈卉卉的视频, 并且在各大媒体上add宜居和船室道歉, 网友很快就原谅了他们。 宁常看着他们的声明有些气愤, 出了事就临时工真不要脸。 影天盗没有多生气, 要是白维德这次锅没甩出去, 他反而会觉得有问题。 此时, 正沉浸于温柔香的侯俊雄还没意识到自己被白维德卖了。 第93章 陆毅明的追求者 事情解决后, 一具直接报警将陈卉卉抓了起来。 其实, 这反而实在保护他, 要是放任不管, 他可能会遭到白维德和雨天地产的报复。 收工后, 看着期待地看向自己的员工们, 影天大声喊道, 行, 一城大酒店走起。 爷, 老板爱死你了。 影天想了想, 又给比特公司的其他员工打了个电话, 将所有人都叫上了。 一行人顿时包了不少车, 向着一城驶去。 路上, 影天直接在软件里预定了几个包间, 等到了后, 可以直接去。 顺顺利利, 众人坐到了包间里。 问了一圈, 没人想点菜, 影天就直接每桌点了份套餐。 至于酒水, 考虑到明天还要上班, 影天就没多叫, 仅仅每桌上了一箱啤酒。 热热闹闹地吃着, 影天又承诺了年终的奖金, 又引起大家的欢呼。 接着, 影天看见蒋鹏一正凝视着自己, 假装喝醉道, 以后, 咱们传世可以聚焦个人, 注重让每个使用者都能分享自己的生活。 而且, 我们要优化推送和算法, 争取让每个人每天刷的都是他感兴趣的, 或是他身边的事情。 其实, 影天看见的随拍历程不是这样。 虽然未来火遍全球的随拍也支持个人发视频, 但他们更注重头部效应。 一般推送给你的, 都是那些百万粉丝起步的视频主, 你自己除非点击同城, 否则很难看见同城发生的小事。 影天讲的是未来随拍另一个对手的精英方式, 但是很可惜, 他们的基本盘小了随拍一大截。 但现在, 影天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将与随拍相反的理念还给他们, 或许未来就会形成传世火遍全球, 随拍局限于国内的场景。 蒋鹏一也如影天所想, 默默记下了影天爆出的这个消息, 新生也是等会回去就上报给永莲。 鼓励完, 大家又开始继续聊天吃饭。 期间, 陆一宁起身去上厕所, 本来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但影天在他出门后, 忽然看到了一段景象。 片段中, 陆一宁上完厕所出来后, 碰巧遇见了他的一个追求者。 喝醉的追求者, 请陆一宁去他的那个包间喝一杯, 可陆一宁拒绝了。 但追求者不依不饶, 加上喝了不少, 竟然直接将陆一宁拦腰抱回了包间。 接着, 便是彼得众人寻找,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 求助一城酒店, 查看监控后, 锁定了追求者。 片段末, 是追求者将早已被陆一宁灌罪带回了家。 看完景象, 影天当即附在宁长耳边, 亲爱的, 我也去上个厕所。 宁长也没多想, 直接点了点头。 影天出门后, 刚好看见陆一宁从转角处出现, 而他旁边, 很快就要有一个男人靠近他。 影天快步上前, 挡在了陆一宁身边。 两人擦肩而过, 影天也刚好挡住了追求者的视角。 陆一宁看着将自己撞了一下的影天, 疑惑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影天对他露出笑容, 我也上个厕所。 你先回去吧。 陆一宁点点头, 转身离去。 影天等着他消失不见后, 面露微笑向厕所走去。 虽然陆一宁暂且安全了, 但影天还是不想放过这个追求者。 景象在陆一宁被带走时戛然而止, 但影天用脚响都能想出后面的剧情。 一进去, 影天就看见了那个追求者。 赵岳泽,年龄,27岁, 赵家继承人之一, 身价,30亿。 一上去,影天就搀扶住了赵岳泽, 赵岳泽。 呦,今天真是巧啊。 赵岳泽迷迷糊糊地看向这个陌生的人。 你,你是,谁啊? 喝醉了。 上次在那个什么酒店? 影天还没说完, 赵岳泽就一拍额头, 恍然大悟道, 陈哥? 是你啊? 你,你怎么也在这? 影天当即带入了这个什么陈哥身上。 嗨,还不是请人吃饭? 你呢? 我,有个,朋友, 今天请客, 你要不要,也来,玩玩? 哟,好几个,漂亮。 行,走吧。 影天一听, 正好觉得是个打探一下赵岳泽消息的好机会, 当即点头答应了。 说着,赵岳泽也吐完了, 影天随着他向着他的包间走去。 路上,影天给宁长和陆一宁发了个条消息, 碰到个朋友,晚点回去。 赵岳泽一步三顿, 不小心还走过了。 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包间, 赵岳泽大大咧咧地进去后, 影天也跟着走了进去。 这一进去,影天就看见了几个熟人。 赵岳泽虽然已经快神志不清了, 但他还记得自己带了个诚哥过来。 于是, 进来后, 他粗着喉咙介绍道, 这是我诚哥, 家里是搞互联网的。 影天还没打招呼, 许诗昌就迎了上来, 拉着影天的手道, 呦,诚哥也来了,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影天一一笑着点头是好。 介绍完, 许诗昌低声问道, 你怎么来了? 还变成了什么诚哥? 这包间里, 影天看见了两个熟人, 一个是许诗昌, 还有一个则是坐在主位的侯俊雄。 第九十四章, 来人在外要保护好自己, 但是侯俊雄没认出影天, 倒是许诗昌主动出来 做死了影天诚哥的称呼。 若是只有赵岳泽一个人, 或许大家还会对影天这个诚哥的身份 有点怀疑。 但是许家大少也这么尊敬, 那就没跑了。 众人纷纷向着影天敬酒, 影天随意喝完, 才随着许诗昌落座。 你怎么也在这儿? 影天并没有先回答许诗昌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许诗昌语气一致, 不是你让我坐卧底的吗? 影天还没答话, 就看见有两个穿着暴露的女人 缠住了许诗昌。 他当即打去道, 坐卧底需要左拥右抱。 许诗昌将两人推开, 低声道, 我这也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吗? 说实话, 你怎么也来了? 我也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 影天用许诗昌的话回敬他。 高间内众人皆是吃吃喝, 见许诗昌和影天在窃窃私语, 也没多想, 只当是许诗昌和这个诚哥比较熟。 倒是侯俊雄似乎很一气的样子, 经过影天一杯酒后, 又拿着一杯酒过来了。 这位陈兄弟很眼熟的样子, 在哪发财啊? 影天接过, 谦虚道, 哎, 一点小生意,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侯俊雄就是想搭个话, 也没继续问, 喝了酒后, 又和影天互留了联系方式, 就又回到了自己位上。 影天一直看着侯俊雄的心思, 算是知道了他的目的。 侯俊雄这家伙, 竟然想着要联合这包间内大部分人, 一起创业。 现在, 他就是先教好自己, 打算以后多接触接触, 认可后再拉自己入伙。 心中笑了笑, 影天也没多在乎这件事。 他一直记着自己的目的, 那就是找机会坑一下这个赵跃泽。 至于侯俊雄, 这家伙虽然是雨天地产的, 但影天一直是把雨天地产当作对手。 要是他真的自己创业, 没威胁到自己的话, 影天也不会将精力放在他身上。 一顿饭很快就吃饱喝足, 侯俊雄想着再联络联络感情, 又提议去KTV唱歌。 一群爱玩的, 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 影天暂时没找到赵跃泽的弱点, 也跟着点了点头。 很快, 一行人就结账出发。 他们倒是没有酒驾, 一个个都有自己的司机。 影天想了想, 坐了许世昌的车。 若是由这些富二代开车, 他们估计会开得飞快, 但此时由司机开车。 为了这群大少爷的生命安全, 他们开得很慢很稳。 影天坐在车里, 赶紧给宁长打了个电话。 本来预计是晚点回包间, 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接通后, 影天先是和他肉麻了一会, 才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 许世昌知道, 影天是在和宁长打电话, 气得脸都清了。 影天打完看见后, 立即说道, 心里酸了。 酸了就赶紧找个女朋友。 许世昌哼了一声, 没有答话。 影天看着他心里那一连串的你等着, 命场一定是我的。 叹了口气, 这孩子, 咋就不能认清事实呢? 你早点放弃, 说不定我们都成朋友了。 而至于你现在被我利用去坑爹, 希望你不要用一些阴招。 不然, 不久, 司机们慢吞吞地开到了KTV门口。 门口的保安似乎是认识侯俊雄一行人, 看见他们当即乐呵呵地领着众人往包间走去。 言语间极尽谄媚之能事, 但侯俊雄等就是喜欢听这个, 一打赏便是成千上万的现金往外洒。 由于还是在外面, 侯俊雄的大方吸引了不少群众的注意力, 男人们都是暴以羡慕的目光, 而一些开放胆大的, 甚至直接抛着媚眼就凑了过来。 很快, 一行人身边全都多了好几个妹子。 影天虽然没有表现的多富, 却也因为长得帅被两人缠上了。 作为一个正经人, 他正想推开时, 看着两人的资料突然愣住了。 资料显示, 这两位都因为私生活杂乱得了某种病症, 但因为还没发作, 他们自己并不知情。 虽不致命也能治好, 却也足以令人烦躁数个月。 影天心中一惊, 当即就要将他们甩开。 可看到阵亡女人怀里钻的赵月泽, 影天心中突然有了个主意。 你不是喜欢这个吗? 看你病了还怎么玩? 不着痕迹地震开了两人的怀抱, 影天又制止了他们往自己身上凑的动作。 接着, 影天指了指赵月泽, 看见那个穿黄色T恤的人了吗? 你们去找他。 眼见两人还有些不愿意, 影天从自己钱包里掏出了所有钱, 约莫有个上万。 只要你们去找他, 这就是你们的。 而且, 我那朋友很有钱, 也很舍得。 两人一看, 赵月泽穿的衣服, 戴的手表都是大牌, 看起来似乎是比这个只有颜值的男人要有钱。 可是, 其中一人吞吞吐吐道, 他已经被那个姐姐抢了。 影天看过去, 沉思了会, 说道, 你们就说, 这个人看上了他, 要花大价钱。 说着, 影天指了指许诗昌, 许诗昌还在和攀上自己的女人吹牛, 压根没看见影天在指自己。 两人思索了会, 觉得可行, 点了点头, 就要往赵月泽那里去。 等等, 影天喊住他们, 我那朋友, 做事不喜欢束缚, 这你们懂吗? 两人点点头。 第95章, 富二代的诉苦大会。 两人上前, 先是和赵月泽身边的女人说了些好话, 又指了指许诗昌。 许诗昌这回看见有三个妹子在指自己, 对着她们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看见许诗昌对自己笑, 那个女人心中一喜, 立刻抛弃了赵月泽, 小跑过来, 挽住了许诗昌的另一条手臂, 惹得许诗昌身边之前的女人一阵恼怒。 许诗昌倒是看起来很享受这种氛围, 笑得很得意。 赵月泽失去了女伴, 一时看起来有些迷茫, 但很快, 她又被两个妹子搂住, 顿时就又忘记一切了。 影天达成目的, 当即就想回去。 能和相吞吞的女朋友在一起话, 谁想和这群男人待着, 但想到自己刚刚才答应过来唱歌, 现在直接走有点不好, 影天还是随着众人进去了, 虽然没把侯俊雄当成对手, 不过来都来了, 看看她的想法也不算浪费时间。 进去后, 侯俊雄率先唱了手海阔天空, 别的不提, 侯俊雄这唱歌还是有点东西的, 唱得撕心裂肺的, 影天都差点被她引起共鸣了。 一曲唱完, 包间内顿时都是吹捧的声音, 侯少, 你这唱功见长啊, 我看, 侯少真是没去娱乐圈, 不然哪还有那些什么四大天王的事? 是这个道理, 反正我等是远远不如的。 侯俊雄也是沾沾自喜, 嘴上却很低调, 哎, 别夸了, 我也是有感发, 有感发, 侯少就是喜欢低调, 行, 我们也不夸了, 知道就行。 对, 知道就行, 这事就算是我们的秘密了, 谁都别外传。 哎, 一想到侯少的歌喉, 只有我们能听到, 外面那些打工仔, 没这个福气, 我就忍不住为他们感到遗憾, 包间内顿时弥漫着快活的氛围, 那些女人也没愣着, 知道这里谁才是大哥后, 一个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朝着侯俊雄平凡抛着媚眼, 看着赵月泽身边的两人也是有些动心, 影天急忙瞪了他们两眼, 看着他们畏惧地收回目光, 影天这才放下心来, 还好跟来了, 不然差点坑错人, 接着, 众人轮着唱歌, 水瓶好的, 顿时就是一阵吹捧, 水瓶烧刺的, 他们也能夸出花来, 影天倒是没唱, 不是自己唱的不行, 而是他怕自己倒是忍受不了他们的吹捧, 实在是太羞耻了, 跑调都能给你吹成是唱出了自己的风格, 唱完后, 侯俊雄开始讲起了自己雄心壮志, 我今天喊大家出来玩的目的, 想必大家也知道, 扫尸一圈, 见所有人都是激动地看着自己, 侯俊雄面色也是有些潮红, 他们不就仗着自己昏得早吗? 凭什么瞧不起我们? 这次有人接话了, 对, 要是我们出声早点, 哪还有他们的事? 嗯, 天天说我们是废物, 就知道败家, 他们也不想想这是谁的原因, 是啊, 从小就限制了我们的自由, 天天不是宴会, 就是谈生意, 烦死了, 非得你按着他们的来, 一旦不如意, 就说什么我都是为你好, 听着他们开始诉苦大会, 影天也是觉得很有趣, 影天也算是看懂了这些人的来历, 他们, 大多数都是被自己父母嘲笑过, 或是像侯俊雄那样, 有个更优秀的哥哥或弟弟, 因此, 被称作顽固子弟, 败家子, 没用的东西的这些人聚在了一起, 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给父母看, 领头人赫然就是侯俊雄, 待所有人讲完凄惨经历后, 侯俊雄也是开始讲起了自己的事, 我爸眼中, 只有我那个哥哥, 从小, 他和我说话时总是开口, 你看看你哥, 闭口, 你能不能学学你哥, 我哥对我来说, 那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顿了顿, 见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故事吸引了, 他又讲道, 我那个哥哥也是, 从小就处处针对我, 我的礼物, 他要抢, 我喜欢的人, 他要追, 我想要努力, 他就打击我, 甚至是破坏了我的计划, 讲着讲着, 侯俊雄的眼眶慢慢湿润了, 我受不了了, 我要反击他, 我疯狂地学习, 疯狂地将自己变得优秀, 可我爸眼中, 永远只有他一个人, 侯俊雄站了起来, 拿着话筒接着讲, 他也见不得我过得好, 我的错误, 他会给爸打小报告, 我的情书, 他会当众打开嘲笑我, 甚至, 我当初搬出来过一段时间, 他骂的他, 早上六点不到, 过来喊我起床, 第九十六章, 让他们兄弟反目的机会, 听到这, 影天差点笑喷了, 左右一看, 看多人都和自己一样, 有些跟进来的小姐姐, 甚至已经眼嘴偷笑了, 这个六点喊他起床, 可真是太逗了, 虽然大家都是内心憋着笑, 却没人表现出来, 既是因为没人带头, 又是因为笑出声, 容易让侯俊雄丢脸, 侯俊雄已经沉浸在了往日的回忆中, 倒也没注意到大家的神色, 他继续讲着自己以前的那些悲惨回忆, 接着, 他突然讲到了最近, 还有上一次, 我去参加宁家老爷子寿宴的那次, 我准备好了一件价值千万的古董, 参加宴会时竟然被调包了, 东西一直是我的人在保管, 可被调包了, 他们竟然说自己完全没动过, 肯定是他在我这安插了自己人, 一看我又机会搭上宁家的船, 他就使音招坑我, 听到这, 尹天愣了一瞬, 紧接着, 他对侯俊雄的同情直接泛滥了, 侯俊雄这家伙, 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那天买古董, 根本就是买了个赝品, 他甚至还以为是自己哥哥将东西掉包, 给他换了个赝品, 尹天怜悯地看着侯俊雄好几眼, 侯俊雄没注意到尹天的表情, 继续愤愤不平地说着他哥的坏话, 而且, 自从我接手宇天地产的一部分事务一来, 到处碰壁, 家宝区的学区房随便挖挖, 他们的能挖出个明代珍贵陵木, 这也就算了, 我强拆, 还没被人挂在网上骂, 以前我爸也是这样做的, 凭什么他这样做, 没人说什么, 我第一次强拆就闹这么大, 肯定也是我哥东的手脚, 尹天听到这, 忍不住皱了皱眉, 宇天地产以前做过很多违法拆见的事, 心中加深了对宇天地产的厌恶之余, 尹天也注意到了侯俊雄的说辞, 他竟然认为副馆长将事情闹大, 是他哥的手笔, 沉思了一会, 尹天打断了慷慨激昂的侯俊雄, 后少, 你说的, 是不是上次在传世上很火的一个视频, 侯俊雄疑惑地看向这个诚哥, 嗯, 怎么了, 尹天假装回想了一会, 用一种试探的语气回道, 后少你哥是叫侯俊杰吗, 侯俊雄眼中疑惑更甚, 非常不解这个诚哥, 为什么要问这种众人皆知的事情, 不过, 讨历到自己以前也没见过这个诚哥, 侯俊雄也理解了一二, 于是, 他点点头, 回道, 是, 我哥是叫侯俊杰, 怎么了, 你们可知这个比特, 也就是传世的公司, 他们的老板叫什么, 问完, 尹天环视了一圈, 想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自己是比特的老板, 在场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脸迷茫, 看着他们的反应, 尹天心中一喜, 也不再掉众人的胃口, 答道, 侯俊杰就是比特公司幕后的老板之一, 此言一出, 满座皆经, 什么, 传世是我哥的产业, 这, 侯俊杰不是一直铺在房地产上吗,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互联网了, 后少, 你哥这, 哎, 你们一家都是人中龙放, 传世不是一直在马云和企鹅那里, 在打广告吗, 后少, 你们家什么时候和这两位大佬搭上线的, 也不告诉兄弟们, 实在是太不过意思了, 听着大家的赞叹与祝贺, 侯俊雄脸色亦是清亦是白的, 阴沉着脸许久, 侯俊雄端起酒杯, 敬了尹天一杯酒, 问道, 陈兄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尹天一饮而尽, 我家不是做互联网的吗, 肯定有这方面的情报渠道, 接着, 尹天补充道, 其实你哥侯俊杰藏得很深, 明面上比特的控股人不是他, 但那个控股人是他的人, 为了诶骗侯俊雄, 尹天决定暂时委屈下自己, 将侯俊雄包装为比特的真正操纵者, 这时包间内有人质疑道, 可我听说, 哲比特公司以前是宁家的产业, 怎么突然成了后少哥哥的产业了, 嗯对, 虽然之前换了一次老板, 但好像也是宁家的人, 尹天还没想出借口, 侯俊雄就忍不住垂了下桌子, 错不了, 肯定就是他的, 他破坏了我结交宁家的机会, 转身却自己攀附了上去, 妈的, 狗东西, 尹天没想到侯俊雄这么能脑补, 自己还没想好借口, 他就直接给自己圆了回来, 而且侯俊杰是狗东西, 那你是什么, 这家伙急了眼, 连自己都骂, 侯俊雄越想越气, 他又想到了上次向一居回购土地的事, 本来谈得好好的, 负责人却突然说一句不愿意谈了, 这肯定也是侯俊杰的安排, 不想让自己开发学区房, 竟然直接把情报告诉了宁家, 让他们站着城西的地步松口,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侯俊雄将自己近期遇到的所有困难 都推卸到了侯俊杰身上, 尹天看着他的心声也是有些扎舌, 同时他心里默默对侯俊杰道了个歉, 不好意思兄弟, 让你背锅了, 但尹天还是嘴上安慰道, 厚少别太生气, 气坏了身体那就不值得了, 而且说不定是崇明呢? 第97章, 无用的秘密, 你别说了兄弟, 就是他,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崇明的? 侯俊雄咬牙切齿地摆了摆手, 接着他又说了一个证据, 我最近也听说他在玩什么互联网看房, 联系过芝麻和企鹅, 正好也和船尸的广告对上了, 那看来就是你哥了, 哎, 尹天假装遗憾地叹了口气, 包间内有不少没喝多的, 都能看出尹天是在拱火, 他说的话也没证据能证明, 但耐不住侯俊雄相信啊, 于是, 众人只好不多想, 立即站队站在侯俊雄这边, 开始声讨侯俊杰, 侯俊雄越想越气, 到最后他猛地拍了下桌子, 将桌子拍得颤动了十多秒, 今天就到这吧, 我得回去好好规划一下, 怎么应付我哥的针对, 随着侯俊雄宣布解散, 包间内众人立即去开房的去开房, 回家的回家, 尹天跟着赵岳泽一起走到外面, 看见他上了车, 和司机说的是去宾馆, 这才转身离开, 谁知一转身, 尹天就看见了一张贴得很近的脸, 差点被吓到的尹天美好气道, 你的两个女朋友呢, 怎么不去陪他呢, 后面的人正是许世昌, 许世昌一脸你逗我的表情, 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和他们过夜吧, 我都说了我是正经人, 尹天没理会他, 拿出手机就要招出租车, 许世昌立即舔着脸凑了上来, 靠近后他语出惊人道, 你才是彼得的幕后老板吧, 尹天看了他一眼, 见他心生不是想的暴露自己, 问道那又怎么样, 除了彼得公司里的员工, 外面的人其实大多没见过尹天, 彼得公司一些要出面的事, 一般都是由陆毅宁负责的, 外界只知道彼得有个美女总裁, 却不知道真正的老板长啥样, 这也是尹天费心思, 诶骗侯俊雄的原因, 只要侯俊雄不到现场看, 认出尹天就是他的那个成哥, 他只会觉得彼得真的是侯俊杰与您家合作的产物, 许世昌嘿嘿一笑, 我就是问问, 眼见尹天的出租车已经到了, 许世昌急忙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 我最近打探到了我爸和雨天地产的一个秘密, 可是二叔一点不在乎, 闻言, 尹天停下了打开车门的动作, 想了想, 尹天在平台上打赏了司机100后, 事与他先走, 接着, 他转身问道, 什么秘密? 许建修打算全力发展医疗, 对别的行业都不怎么上心了, 许世昌在哪碰壁是必然的? 许世昌凑近了点, 小声道, 他们好像与京城王家的合作遇到了点问题, 尹天皱了皱眉, 这个消息虽然劲爆, 但对尹天来说却没什么用, 要是许建修还有夺回与王家合作的想法, 估计他知道这件事后会不留余力的去与王家重修与后, 但尹天知道了, 却也没办法抢占宇天地产的机缘, 或是破坏宇天地产的一些项目, 许世昌见尹天不感兴趣, 有些心灰意冷, 尹天见状急忙安慰了一下他, 这个消息虽然很重要, 但暂时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 你可以再打探些别的情报, 说不定有些就会帮助我们, 无论如何, 不能让间谍觉得自己对组织无用, 许世昌郁闷地点了点头, 又看着尹天准备在叫车, 开口道, 我送你回去吧, 尹天看了眼他的心声, 心中一乐, 许世昌这家伙, 想借着送自己回去的机会, 打探自己是不是住在宁家, 他心中还存了些趁机看一眼宁常的想法, 好家伙, 贼心不死啊, 好啊, 尹天答应得很畅快, 带坐上车后, 尹天又装模作样地看了眼时间, 接着叹了口气, 这么晚了, 明明估计已经休息了, 我今天就自己一个人睡吧, 许世昌闻言, 透过后视镜看了尹天一眼, 脸色一黑, 尹天也通过后视镜, 看见了许世昌的脸色, 都不用看他的心声, 尹天就知道他有多郁闷, 爆出出租房的地名, 尹天坐在后面悠闲地看着窗外, 许世昌因为心情不好, 催促了司机两句, 让他把车开得飞快, 但尹天丝毫不慌, 既然双眼没显示未来的片段, 那就说明没事, 很快就到了尹天的出租屋, 下车后, 尹天笑着给许世昌道了谢, 哎, 我又不急, 你说你开正快做什么,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许世昌憋着气嗡了一声, 司机, 等会开慢点, 可别让你家少爷受伤了, 司机倒是对尹天很有好感, 对他抱以和善的笑容, 许世昌看得心烦, 催促了两句, 司机只好歉意地笑了笑, 启动车辆上路, 刚开没两步, 许世昌就又听到尹天在后面大喊, 路上慢走, 开快点, 啊, 我说, 开快点, 许世昌的语气中带了些不耐烦的意味, 司机看着已经达到了市区规定的速度预值, 咽了口口水, 我不想说第三遍, 好, 好的, 司机加大了油门, 突然, 前面信号灯开始闪烁, 第98章, 联合晚宴, 这种速度过去没问题吧, 司机想着, 加快了点速度, 谁知, 前面的那辆车在信号灯还没变化时就刹车停了下来, 司机一脚急杀, 地上出现车胎摩擦的痕迹, 碰, 还好许世昌的车经过改装, 相撞时, 速度不算太快, 许世昌和前车的主人都下了车, 准备理论理论, 但许世昌看见下来的牵引后, 嘴里辱骂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尹天第二天来上班后, 特地把陆一宁叫到了办公室, 他要为自己昨天在侯俊雄那里的谎言打打补丁, 陆一宁进来后, 尹天直接说道, 陆总, 你这两天向外界放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 我们和雨天地产的侯俊杰其实很熟, 陆一宁了解过魔都大小势力的掌控人, 加上侯俊杰本来就在魔都比较出名, 他自然知道这么个人, 老板, 不知你这样做是有什么目的吗? 陆一宁沉思许久, 还是没搞懂尹天的想法, 雨天地产一个搞房地产的, 就算外界以为你和他关系密切又怎么样, 他在互联网界又没有丝毫影响力, 涉及到我的一些布局, 你照做就是了, 多看了陆一宁两眼, 以前你可是老板怎么说就怎么做的, 现在怎么这么多问题? 好的, 陆一宁咬了咬牙, 临走时, 心生是老板烦死了, 影天看得莫名其妙, 自己也没做什么呀, 怎么就得罪陆一宁了? 倒是宁长旁观者清, 带陆一宁走了后, 他重新问道, 你为什么要放出这样的消息呀? 影天这才将昨天发生的事, 全都告诉了他, 当然涉及到自己黑点的, 影天自然置自未提, 宁长听说了影天的计划, 心中有些兴奋, 那我们假装成和侯俊杰是一伙的, 侯俊雄时不时就会帮我们对付他, 宁长知道, 宁天地产是从血海里发家的后, 就一直很讨厌他们, 虽然事情也没有宁长想的这么简单, 但影天还是顺着他的想法讲道, 是啊, 这样, 我们也可以为那些遭受过宁天地产, 迫害的人报仇了, 宁长听完, 想到到时候, 侯俊雄一家走在路上, 所有人都朝着他们扔臭鸡蛋的画面, 忍不住笑了, 笑完, 想笑了笑, 而影天此时正看着手机上收到的消息, 没注意到宁长的心声, 宁长恢复过来后, 看着影天正宁神看这些什么, 有些好奇地凑了过去, 你在看什么呢? 影天晃晃晃手机上的消息, 你没收到吗? 你母亲邀请我去参加张家和宁家的联合晚宴, 时间好像是下周末。 啊? 宁长一阵惊呼又取出自己的手机, 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设了个静音, 看完后, 他轻松说道, 那就去呗, 我外公家的人都很好。 影天也点点头, 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宁长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 有些高兴道, 对了, 到时候, 我可以把我表哥介绍给你认识, 他人也很好, 到时候, 你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影天看着宁长的兴奋镜, 不忍心打搅他, 附声道, 行, 到时候, 我和你表哥拜把子, 让咱俩亲上加亲。 心中, 影天却也没抱多大期望, 这人和人的相处, 不是说说就能成为朋友的。 不过, 要是宁长的表哥性格不错, 影天的话语, 笑着轻轻打了一下影天, 打闹着, 宁长又看了看影天的衣服, 想了想, 说道, 我们去定制两套衣服吧。 怎么了? 影天看了看自己现在身上穿的, 没什么问题吧? 而且, 上次去你爷爷寿宴时, 买的还没穿呢? 宁长笑着说道, 这次宴会不同于我爷爷的寿宴, 这次是我家和外公家联合起来的, 到时候会来很多魔度的名流, 我们上次买的那些只能说是入门级别的, 这种大型宴会还不够格。 顿了顿, 宁长继续说道, 而且, 我们的身份相当于主人, 穿着自然要比别人高端不少才行。 行吧? 影天自己不懂这些, 也没多在乎, 去哪定制? 这时, 宁长打开了一个网页, 上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推荐。 影天赶紧凑上去多看了两眼, 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联系人, 影天只觉得自己头都大了。 只见宁长筛选了几下, 页面一下就清晰明朗了不少, 剩下的都是定制价格在百万以上的。 影天本来以为服装这东西, 挂个牌子, 卖个几千上万就不得了了。 此时看见这上百万的价格, 只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了。 挑挑选选, 宁长终于找到了一家能在一周那处成品的店铺。 当然, 价格也要更高就是了。 不过, 宁家大小姐自然不会在乎区区几十万的加级费。 选定位置后, 宁长当即催促影天。 影天虽然没想到宁长预定了后就要立即去, 但想到自己在公司也没什么事, 便驾车一同去了。 第99章, 遇到老同学了。 按着导航, 影天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裁缝铺没像小说里写的那样, 藏在身像中, 但也不是特别显眼, 装修并不好华。 影天和宁长进去后, 很快就有人专人来招呼。 喝了茶后, 裁缝也停下手中的活, 出来为两人量体裁衣。 裁缝是一个英国人, 看起来似乎五六十岁, 带着个老花镜, 手上全是磨出的茧子。 看着他高达89点的衣物制作特长, 影天暗中点了点头。 看来, 这一百万不会亏得太惨。 选好款式后, 宁长付了定金。 因为影天和宁长没有特别的款式要求, 具体的就有店里的设计师自行设计。 本来影天是准备和宁长搞个情侣款的, 但宁长想到要在那么多人露面, 有些羞涩, 影天也就没强求。 约定好取衣服的时间, 影天正准备和宁长打到回府时, 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形。 转眼, 影天又看见那人竟也朝着这个店铺走来。 宁长感知到影天停下了脚步, 疑惑地回头看去, 却将影天凝视着前方。 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宁长看见了一个胡子拉叉的。 大叔? 影天一时也被他那颓废的形象糊弄了, 看了好久才认出是谁。 张成, 自己的大学同学。 随着张成慢慢走近, 影天也看到了他的资料。 姓名, 张成, 年龄, 29岁, 特长, 导演85, 身价, 五万。 新生, 不知道这家租不租。 张成似乎眼里只有自己的目的地, 没注意到旁边的影天。 影天等他接近了, 悄悄地从后面把他肩膀狠狠拍了一下, 并喊道, 诚哥, 你怎么到魔度来了? 张成心思全在店面里, 此时猛地被拍了一下肩膀, 吓得原地跳了起来。 宁长看见这人的反应, 扑斥一下眼嘴笑了。 等看到拍自己的人后, 张成才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影天, 你怎么也在这儿? 卧槽, 太巧了, 太巧了。 两人多年未见, 当即用力, 抱了抱。 很快, 张成看到了在一旁翘生生立着的宁长。 这是, 你女朋友? 影天得意地点了点头, 怎么样, 般配吧。 说着, 影天把宁长拉到了自己旁边, 宁长也跟着喊了声成歌。 张成记忆中, 影天的女友还是小美, 但她此时显然不会那么没情伤。 行啊你小子, 没声没响的, 有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也不和兄弟说说。 影天尬笑两声, 这确实是她的错, 诚哥, 你还没说呢, 怎么来魔渡了? 张成显然不愿意谈这件事, 岔开话题道, 怎么? 就允许你来魔渡发财, 不允许老哥也来闯闯。 这说那的话, 影天装作生气道, 诚哥你想去哪就去哪。 顿了顿, 影天看了下时间, 说道, 诚哥, 这也快中午了, 走, 我请你吃个饭, 咱俩这么多年没见了, 好好拒绝。 张成印象中, 还停留在影天勤工俭学的时候, 眼下当即就有些不愿。 什么你请, 我既然来了, 那自然还是我请, 这不是咱俩的规矩吗? 影天知道张成现在的身价, 又不愿拨了他的面子, 借口道, 那我现在也没复习资料可以帮你啊。 再说了, 我来魔渡这么些年, 也赚了些钱。 影天还没说完, 就被张成打断了, 影天, 咱俩别一见面就客气起来了, 这样吧, 这次我请, 等你结婚了, 我不随理, 直接来蹭吃蹭喝。 张成都这么说了, 影天也不好再和他抢。 既然诚哥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久没吃你请的饭, 这我还真有点想念。 行, 你在这够的酒, 你说哪好吃, 咱就去呢。 今天你就算要去五星大酒店, 哥也任你宰了。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 我要一次吃够本, 嗯, 我现在网上查查那家好吃。 考虑到张成的经济情况, 影天作为本地人, 特地选择了消费不高的餐馆, 借口是这口味不错。 正好还很近, 三人一起走了过去。 过去后, 张成先是看了看菜单, 见最贵的都才一百多, 松了口气, 点了几个最贵的菜后, 将菜单推到影天和宁肠面前。 随便点, 哥不差钱。 影天磨磨蹭蹭地点了两个便宜的素菜, 宁肠倒是没想那么多, 以为张成大方的话是真的, 很是点了几个自己爱吃的菜。 点完后, 张成看着影天点的菜, 很是鄙夷了一回。 影天, 你这还是客气了, 你看看弟妹, 这才是把老哥当了自己人。 影天又是连连道歉, 张成看了看, 点了一箱啤酒。 在菜上来后, 影天和他碰了杯, 絮絮叨叨地念起了以往的一些事。 宁肠一时有些被冷落, 但他显然不会吃一个男人的醋。 而且, 听着他们的故事, 还能了解一些影天以前的事, 倒也不算无聊。 不过, 张成显然是顾虑到宁肠在这, 言语间给影天留了很多面子, 没把影天以前的事全部曝光出来。 特别是有关前女友小美的。 张成还不知道, 宁肠早就和他见过。 张成给影天留面子, 影天却没给自己留。 讲着讲着, 影天说了不少自己的糗事。 听到这些时, 宁肠总会眼着嘴偷笑。 第100章 老同学落魄了。 经过影天和张成的追忆, 宁肠也是差不多弄懂了两人的故事。 影天过而出身, 能考上大学已经实属不易, 上了大学还经常为学费烦恼, 有时甚至连饭都舍不得吃。 张成和影天熟悉后, 不忍心看着影天的状况, 便经常接激他。 一两次还好, 可多了后, 影天自尊有些受不了, 便拒绝了张成的邀约。 张成古道热肠, 自然不会看着影天继续以前那种生活, 思考许久, 他提出来的建议。 那就是, 影天学习成绩好, 自己学习成绩差, 那么, 快考试时, 就由影天提供复习资料, 并且给自己画重点。 有时分到临近的位置, 他也会哀求影天将自己卷子摊开一点。 影天本来还以为, 这是张成换着法子救济自己, 开始还有些不愿意, 可教了两次张成知识后, 他知道张成是认真的了。 虽然这样, 影天还是觉得自己占了很大便宜, 但张成以受了影天的恩惠为由, 天天给影天带饭, 影天不吃就倒掉。 就这样, 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 平时生活的话, 两人各不干预, 影天忙着学习考证考研, 张成则天天捣布自己的摄影机, 梦想成为一个大导演。 那时, 记得张成家里还很有钱, 有时候放假出入学校都是私家车接送, 穿的服装也是那些几百起步的名牌。 可现在, 丁长隐晦地看了眼张成的衣物, 不仅很久没洗过, 看起来也像是几十块的地摊货。 两人继续追忆着, 这不可避免地就谈到了影天的前女友。 影天主动谈及后, 张成看了眼丁长, 见他表情没什么变化, 这才放下心来。 你们当时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分了? 张成还记得, 当时影天和小美谈了后, 经常找自己借钱买礼物, 而且他一下就没心思学习了, 最后好像也是因为他放弃了继续考研, 早早就出来工作。 分了呗, 我当时一穷二百, 他受不了那种生活了。 影天语气十分无所谓, 要不是小美, 可能自己就不会去到豪能集团分公司, 异能可能也不会用, 宁长就更没可能会成为自己女朋友了。 唉, 张成听完, 悠悠叹了口气, 这钱啊, 还真是没有不行。 影天见他似乎有意倾土, 急忙搭话道, 诚哥, 你还没说这次你来磨度的目的呢? 还有, 你这打扮, 也太颓废了吧。 张成听完, 猛地干了一瓶啤酒, 将瓶子狠狠砸在了桌上。 许久, 他才深呼一口气, 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毕业后, 张成没有按照自己父亲说的那样, 继承三千万的家业, 而是继续追逐着自己的导演梦。 家中有钱, 倒也愿意让他多在外面折腾折腾。 突然有天, 张成拿着一个剧本, 找家里要了七百万, 才看看七百万。 但耐不住张成一哭二闹三上吊, 咬了咬牙, 家里还是拿出了这笔钱。 但是, 他们不是没条件的, 和张成约定好了, 这次电影没赚钱, 那就乖乖回家继承家业。 张成头也不回地拿着钱走了, 口中还说这次我绝对火。 可惜,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张成电影拍得顺顺当当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说是资金周转不灵, 问问张成那里七百万还剩多少。 张成虽然万般不愿, 但他还是知道, 家永远是自己的根, 便将剩下的。 一百万拿了回去, 一百万自然不够, 家里左借右借, 最后却还是没能解决危机, 直接破产。 而张成的电影, 却也卡在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 最后以烂尾收场。 家到中落后, 张成不愿随着父母进工厂, 毅然决定出来继续闯荡。 至此, 他已经快三年没回过家了。 影天没想到, 隐藏在老同学平淡身价数据下的还有这等影情。 讲完, 张成似乎心里好受多了。 接着, 他又讲起自己这次来魔都的目的。 我听说这次, 魔都最大的那个宁家和他们的亲家张家, 要举办一个宴会。 突然, 他想想起了什么似的, 看了眼宁长, 哦, 弟妹也姓名。 哎, 是我想前想风了, 宁家大小姐, 怎么会和我在这小餐馆吃饭? 影天和宁长对视一眼, 眼中皆是哭笑不得的神色。 张成继续说道, 我自上次出事了吧, 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拍电影, 一定不能用自己的钱得找冤大头投资。 这次, 我就是想着, 魔都大佬的宴会, 有钱人应该会很多吧? 到时候我混进了, 骗两个, 不能说骗, 说服别人给我投资拍电影。 这下影天心中了然了, 怪不得张成看着, 是要去那家裁缝店租衣服。 对了, 张成突然心神一动, 我这次找到的邀请函, 好像可以带两个人进去。 说着, 他将自己的邀请函拿了出来, 备注里果然有一条持有者, 现代两名随同。 第101章 找到这条后, 张成将皱巴巴的邀请函递到两人身边, 你们看, 影天和宁长当即接过。 宁长还演技大发, 装作惊叹的样子, 左右打量这个烫尽的邀请函。 张成开口道, 反正能带两个人, 要不你们和我一起去? 这…… 影天再次和宁长对视了一眼, 在考虑要不要向他坦白。 张成还以为影天是在犹豫, 劝说道, 那里很多大人物, 多结实一点总是好的, 说不定以后就靠某个人一飞冲天了。 影天和宁长还在对视。 张成急了, 你们不想攀附权贵也行, 去看看也不亏吧? 又不要钱, 就当是去免费蹭饭, 想吃什么吃什么。 行, 影天点点头,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到时候去了, 我们就吃吃吃, 到时候随你。 张成见影天答应, 也是露出了笑容, 其实, 我一个人却还真有点怕, 这下有你们两个陪着, 我算是好多了。 哈哈。 影天和宁长 结为张成这坦白的话语笑道了。 对了, 张成又说道, 我去骗, 啊不是, 我去找投资人, 必须要穿得体面一点, 我得去租一套衣服。 影天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 怪不得在裁缝浦门口看到了你, 你准备在那家租吗? 对, 说着, 张成脸色又暗了下来, 也不知道他们租不租, 我问了好多家, 没有一家愿意租。 影天知道张成的状况后, 也不会说出什么不能租就买的话了, 他当即说道,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正好我们要去的话, 也租一套吧。 行, 张成立即叫来服务员, 把单买了, 看着那进千元的账单, 他还真有点心疼, 宁长看见了, 趁张成去付账的空隙, 提到, 他请我们吃饭, 我们就给他买一件定制的礼服吧。 不能租吗? 影天疑惑问道, 影天也不是舍不得, 而是买的话, 如果送给张成, 他肯定不会要, 不送给他, 他穿过了, 尺寸又是独一无二的, 也送不了别人。 肯定不行啊。 宁长白了影天一眼, 他对这方面了解更多, 这都是只卖不足的, 有些奢侈的人, 一次宴会换一件礼服, 这被别人穿过了, 还怎么办? 影天点了点头, 这或许也是组阁普通人, 加入他们的第一道门槛吧。 想了想, 影天说道, 但我们也不能当着他的面脉, 宁长举起手机, 神秘一笑, 这简单,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行了。 说完, 他直接拨通了裁缝铺的电话, 用英语和别人巴拉巴拉一大堆后, 宁长挂断电话, 拍了拍手, 得意道, 搞定, 影天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很快, 张诚结完仗回来, 招呼两人一起出发, 慢悠悠晃荡过去, 看着店里面忙碌的员工, 张诚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 三人进店, 一进去, 看见宁长, 有个店员立即叫问好, 还好宁长反应及时, 脱口问道, 你们店里的衣服能租吗? 店员这才想起刚刚老板的吩咐, 歉意地笑了笑, 可以租, 请问是三位吗? 听到可以租, 张诚当即大喜过望, 喊道, 三个人, 我们三个一起, 他找了几十家店铺, 这是唯一一家愿意出租衣服的, 请随我来, 店员当即伸手招呼, 张诚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 他没看见的是, 影天和宁长并没有挑选, 而是带着笑意在外面等他, 付钱, 进去后, 店员先是让张诚挑了个款式, 张诚考虑到自己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导演, 选了一款黑色的, 接着, 老裁缝又出来给张诚凉尺寸, 老裁缝一嘴的伦敦枪, 张诚这个早把英语还给了老师的叉声, 怎么可能听得懂? 他只好求助店员, 这个, 租衣服, 还要量身材吗? 店员眼着嘴笑, 肯定啊, 不量一下你的数据, 怎么能将最适合你的一件挑出来呢? 张诚心中想的是, 别的店不都是试穿吗? 怎么这下这么麻烦? 而且, 就算量了我的数据, 你们难道还能挑出一件完美符合我身材的衣服? 可想到店主是英国人, 他打消了疑惑, 可能英国人就这样吧, 真是麻烦, 一切搞定, 张诚出来后, 看见尹天和宁长早已在外面等他了, 诚哥, 走吧, 等等, 不是当场带衣服走吗? 尹天笑着拍了一下张诚, 不是下周末的宴会吗? 你现在带回去, 搞坏了怎么办? 哦, 对, 等等你别拉我, 定金什么都不用付吗? 尹天看了眼宁长, 张诚大哥, 我们都问好了, 试下来来取的时候给钱, 身份证压一个人的就行了, 尹天已经把他的压在这了, 张诚还想问, 尹天却已经禁止把他拉了出来, 行了, 诚哥, 你就下周来给一千块钱就行了, 别的我们都搞定了, 张诚摸了摸还迷糊的脑袋, 行吧, 第102章, 传世主播的收入, 张诚迷迷糊糊的被拉了出来后, 还回头不舍的看了一眼刚刚的店铺, 下周末, 我就要穿上那些价值数十万的礼服, 聚魔都最高级的宴会了吗? 尽管以前张诚家里扩过, 但也没奢侈到穿着几十万的衣服去参加宴会, 当然, 以前他也接触不到这种宴会就是了, 出来后, 尹天看了看四周, 问道, 诚哥, 你现在住在哪呀? 张诚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的神色, 我现在住在冠黄旅馆, 就是火车站旁边的那家, 冠黄旅馆? 尹天皱着眉沉思了会, 这家旅馆尹天偶尔在新闻上能看见, 大多都是游客贪便宜, 再拿住了一碗后, 钱包行李都被偷了的新闻, 诚哥, 那里不安全, 你还是换一家吧, 张诚眼神变得有些暗淡, 哎, 我也不瞒着你, 我现在浑身上下就五万块钱了, 别的位置都是一两百起步, 也就这个冠黄旅馆最便宜, 但人间一天只要十五块, 尹天假装生气的拍了拍张诚的肩膀, 诚哥, 你这时候就装作看不见我了, 张诚连连摆手, 算了, 我也知道你是好心, 可我去了, 你和弟妹多不方便啊, 宁常听到这, 悄悄低下了头, 尹天笑了笑, 不是住我啊, 我这有个更好的地方, 什么地方, 张诚有些疑惑, 同时, 他心里想的是, 如果是尹天出钱将自己安置在宾馆的话, 自己绝不会答应, 尹天看到了他的心声, 默不作声的将这条想法剔除, 顿了顿, 尹天说道, 我上班的公司正好包了一排宿舍, 你可以住在哪, 啊, 张诚想了想, 有些不好意思, 你们公司, 我一个外人进去住, 是小事, 尹天解释道, 我分了个宿舍, 但我在外面租了房子, 你就相当于住的是我的房间, 见张诚还在犹豫, 尹天再次劝说道, 反正不要钱, 你不去住, 那才是浪费呢, 好吧, 又不过尹天, 张诚只好点头答应, 来定制礼服, 尹天和宁常是开车来的, 本来张诚跟着走到停车场, 还有些不明所以, 但当看见尹天在一辆粉色的马沙拉蒂面前停下时, 张诚愣住了, 弟, 诚哥, 怎么了, 上来啊, 尹天熟练的上去后, 看着愣在原地从张诚笑着喊道, 张诚这才手忙脚乱的打开车门上去, 坐上去后, 张诚左看看又看看, 又忍不住看了眼尹天, 许久, 他终于忍不住问道, 尹天, 这是你买的车, 虽然心中最喜欢的是摄影, 但张诚也不是没了解过豪车, 这车乍一看, 怎么也得要个一两百万吧, 尹天点点头, 从后视镜看了眼, 怎么样, 还可以吧, 但是有用一种感叹万千的语气道, 你小子算是发达了, 尹天见张诚似乎有些心肚, 知道他这是为两人的禁欲感到不适, 曾经需要自己时常接济的小兄弟, 如今却已经过得比自己要好, 想到这尹天也是感慨万千, 如果双目没有变异, 或许我现在还是在豪能集团当一个小小的保险销售员, 没资格成为宁长的男朋友吧, 车内气氛一时之间有些沉闷, 宁长见状, 玩笑道, 张诚大哥, 你也别气馁, 等你有钱拍电影了, 肯定能一泡而红, 哈哈, 张诚文言, 哈哈大笑, 将各种负面情绪一扫而空, 那就成弟妹急言了, 尹天看了眼副驾驶做什么宁长, 只见他也是正寒情默默地看着自己, 心中一阵满足, 想了想, 尹天说道, 诚哥, 你最近有了解过传世吗? 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 对, 张诚想了想, 没怎么玩, 我一直都在琢磨电影剧本这方面的事, 尹天笑道, 诚哥, 那你可就要落伍了, 怎么说, 张诚有些不解, 在他看来, 传世不就是一个和视频网站差不多的东西吗? 尹天没先回答他, 而是反问道, 诚哥, 你电影拍出来, 预计能赚多少钱? 这个看投资, 不过, 怎么也得搞个一亿以上的票房吧? 尹天轻蔑地笑了笑, 一个亿? 那你能分多少? 张诚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成本预计是一千万左右, 票房的话, 愿先分一半, 投资者占大头, 我? 我拿个一两百万就行了, 要是亏了呢? 那我保底也有几十万的工资吧? 诚哥, 你知道现在传世上最火的主播一天能赚多少吗? 多少? 张诚心中已经有些些猜想, 尹天特地提到这个问题, 应该不会低吧? 现在传世日活还不到五千万, 但最火的那个主播一天也是快进十万了, 张诚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扎舌, 这一天十万, 那一年不得有个三千六百五十万, 我电影卖得再好, 能分到这么多钱吗? 不过, 他还是保存了些理智, 他们这不就和那些直播平台一样吗? 再说了, 日入十万肯定也是寥寥数人,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实力吧? 第103章, 新的视频模式, 你别急啊, 尹天打断了他, 我又不是让你去当主播, 你不是这块料我还是知道的, 那你和我说这些做什么? 张诚有些郁闷, 我这不是为了说明, 船市的流量变现能力很强吗? 行, 张诚算是接受了这个说法, 那你说说, 你想让我干啥? 你知不知道影视工作室? 怎么? 张诚明白了, 你想让我做这个? 对啊, 尹天点了点头, 现在有很多这类的工作室, 不是正好对上了你的专业吗? 张诚还有些不屑, 毕竟, 他自认为这东西和电影比起来就是个垃圾。 尹天见状, 解释道, 我们公司最近正好想找两个摄影师, 拍一两部长篇短视频看看市场。 尹天还没说完, 张诚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嗨, 你不就是想让我帮你完成这个任务吗? 直说就是了, 转这么多案干啥? 尹天? 放心吧, 既然是你的业务, 那我就帮你拍一部看看, 正好你完成任务, 我帮你点忙, 算是付你房租。 这? 尹天顺势点了点头, 那就谢谢诚哥了, 他心中确实有些猛。 我这是给你提建议, 怎么变成我让你帮忙了? 不过, 看着张诚接受了自己的这个建议, 尹天只好默默认下了这个误会。 随拍的未来片段里, 有过这类工作室, 他们不需要很多人四五个足矣, 随便搞个剧本就开演, 一个故事少则可以拍三个小视频, 多得连载到几百,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就算观众们都知道这是假的, 他们还不是一边骂着营销后, 一边真相。 等火了, 接点广告, 或是让签约的演员开播, 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尹天也是觉得张诚的导演梦有些难以实现, 这才有此提议。 他相信张诚的实力, 毕竟85分的导演能力就足以证明。 但是, 拍电影, 那可不是拍得好就有钱。 没关系, 别人不给你上映, 一分钱赚不到。 和大制作撞车, 观众都去看大制作去了, 自己上座率惨淡, 那也是赚不到钱。 甚至没注意到尺度, 能不能过审都是个问题。 而拍短视频就没这个风险, 只要还可以, 就会有观众。 再加上尹天随便推荐推荐, 那还不得全网爆红。 张诚现在还是一副我看不起短视频, 我要拍电影, 但我给你尹天面子, 我帮你拍一部短视频的样子, 但尹天相信, 只要他尝过短视频的甜头, 再嗤嗤拍电影的哭, 他到时候, 估计会哭着喊着要拍短视频。 回到公司, 尹天特地给陆一宁发了条短信, 让他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然后, 尹天伴多下属, 申请将自己的宿舍转给张诚。 陆一宁不知道尹天在玩什么游戏, 但还是很配合地演了下去。 尹天是彼得公司老板的事, 目前还不能暴露。 一是因为不能让侯俊雄发现, 二是尹天不想在短时间内再次打击张诚。 今天张诚刚在尹天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悲惨。 下一秒尹天就说, 我现在是大老板, 我女友是您家的大小姐。 张诚会怎么想? 随后, 尹天让一个员工带着张诚去办了入住手续。 带张诚走后, 尹天这才给陆一宁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陆一宁听完, 立即让营销部过来评估。 他们纷纷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尹天也就顺势提出, 让张诚这个专业的导演先拍一部试试水。 陆一宁同意后, 一众人等开始思考这个题材。 许久, 一个经常刷船式的员工眼睛一亮。 老板, 经理, 要不我们就拍我们比特公司的日常吧? 陆一宁一听, 也是觉得十分可行。 外界不少人想要加入比特公司, 对比特公司向往的同时, 也有很多好奇。 拍一部办公室日常, 既能展示比特公司这些东西, 又能宣传比特公司的企业文化。 影天倒是有些不愿意。 这东西, 平平淡淡的, 拍出来会有人看吗? 他的本意是, 拍一些既能让张诚展现自己导演功力, 又能吸引观众账粉的视频。 随拍的景象中, 这类最多的都是什么情景喜剧, 追求记录之类的。 老板, 你可别小瞧这种类型。 陆一宁像是看出了影天的心思似的, 解释道, 虽然大家刷船式都是为了放松, 但不代表他们不会看一些别的视频。 对啊, 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日常里加一些职场知识, 人际相处技巧之类的, 肯定会有很多人看。 影天看了眼这个员工的心声, 他说的都是真心实意的话, 想着自己只是看了些随拍的片段, 而这些员工都是亲身接触过市场的。 影天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自己看到的未来也不是包含了一切。 说不定, 在自己没看到的某个片段中, 就有这类很火的视频呢? 行, 反正也是第一个试水的, 成绩好不好都不重要。 影天做了决定后, 陆一宁立即安排人士开一个合同, 招聘张成为产品部临时部长, 负责传释第一个连载视频的拍摄等事宜, 工资暂定底薪一万, 提成看视频播放量, 点赞数等数据。 第104章, 短视频开拍, 这是给我的。 宿舍内已经安顿好了的张成看着合同, 有些猛逼。 你不要, 那我就去外面随便找个人给来啊。 影天说着, 做事就要往外走。 哎, 你等等。 张成立即起身拉住了影天, 不是说就单纯地帮你拍一部连载视频吗? 怎么搞的, 我也成了你们比特的员工。 我和我们经理说啊, 我这个老同学, 那是国内知名大导演。 哎哎, 你可别往我脸上贴金。 说着, 张成看了看合同, 你们经理这么舍的, 合同里的条件特别优厚。 像什么张成可以随时离开, 产品部一切都是张成说了算之类的, 都只是最基本的。 都说了, 我们经理看你是大导演。 行了行了, 我长啥样, 还是心里有数的。 张成打断了影天, 要是自己有影天那颜值, 张成可能还会相信他的鬼话。 但就自己现在, 这副落魄样子, 恐怕就算是八十岁的富婆, 不看不上马。 张成在心里已经认定了, 这肯定是影天千辛万苦求来的一份合同, 就是为了让自己短时间内能吃上饭。 老不到这, 饶势张成内心非常看不起短视频, 此时他也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将东西拍好, 不能让影天被公司罚。 影天看完他的心声, 神色不变, 心中却笑个不停。 算了, 误会就误会吧, 能让张成好好拍短视频就行。 张成去办公室挑选演员, 拍的是日常, 但也不能就一直拍大家坐着办公的场景, 还是要有一些剧情的。 无视跳地最欢的张伯, 张成看中了稳重的蒋鹏毅。 一心只想搞好内奸工作的蒋鹏毅, 自然是万般推脱。 但奈何张成这人, 看中一个人选就认定了, 不会轻易改。 纠缠半天, 陆一宁也要么去拍视频, 要么拍屁股走人威胁成功。 看着为了继续完成任务, 不得不忍辱负重的蒋鹏毅, 尹天不厚道地笑了。 张成去下一个部门挑人后, 张伯这才跑到尹天面前, 竖了个大拇指。 老板, 你这招调虎离山, 实在是高。 尹天瞪了他一眼, 这小伙子拍马屁都不会拍。 你要有他那么沉稳, 这次选中的就是你了。 被选中的员工, 除了员工之外, 还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补贴。 张伯只好善笑着回到岗位上, 委屈巴巴地工作起来。 人一选完, 张成就迫不及待地开机了。 今天他的目标是拍三段视频, 第一段是对这个节目的简介, 后面两个则是策划临时赶出的两个剧本。 这个视频的主线, 是一个女员工从出入职场, 到最后成为公司总经理。 没错, 就是以路易宁为原型的故事。 而且, 因为涉及到公司形象, 这个故事里没有反派, 剧情上也不会涉及到什么潜规则之类的东西。 非要说的话, 唯一的反派就是经常打回员工企划案的严格经理。 第一段庆祝开机, 并且简要介绍每个角色的名字, 职位。 这个很容易, 很快就拍完了。 下一段则是女主前来应聘, 但是因为帮助别人没有及时到达面试地点, 要被拒绝聘用。 眼见女主就要伤心回家, 某个面试官突然发现, 女主就是帮助了自己的人。 于是, 各面试官抛开成见, 重新面试并成功录用。 影天看着他们拍了一会, 满意地点了点头。 张承一进入状态, 那就查不思犯不想, 用电影的需求要求众员工。 有几个员工表示受不了, 当场就要放弃。 影天再次加薪, 但还是两三个不愿意。 影天也没抢球, 反正公司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 走了两三个, 立马又找了四五个过来替上。 张博自然又被刷下了。 第一天因为磨合, 进度很慢, 但还是在吃饭前搞定了今天的目标。 收到成品后, 路易宁反复看了好几遍, 确定没什么问题后, 交由测试部创建了一个官方账号发布。 后台也立即搞了个推荐, 确保每个用户一打开就能看到这个视频。 侯俊雄自那天后, 一直在关注传世, 但因为在互联网这方面没什么影响力, 侯俊雄得不到任何有用的帮助。 今天, 他好不容易请了个家里搞互联网的朋友, 想问问他有关传世的情报。 两人见面后, 聊了会天, 又开始刷传世, 研究了会。 可他们突然刷到了一个名为比特公司的日常的视频号, 带着研究的心思, 侯俊雄点了进去。 看见讲的是职场奋斗后, 侯俊雄当即有些不耐烦。 对他这种富二代来说, 职场就和没有一样。 可他那个朋友, 却制止了侯俊雄切视频的动作。 等等, 这个男人好像有些眼熟。 那个, 侯俊雄重播了一遍, 他出场镜头太短, 还有些模糊。 不是还有两条视频吗? 都放出来看看, 朋友皱着没说到, 侯俊雄当即点进主页, 开始追剧。 还挺有意思的。 停, 就是他。 突然, 在侯俊雄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朋友大声喊道。 第105章, 又把随拍掉在了后面。 侯俊雄文言立即拖动进度条, 并在朋友的指示下暂停。 暂停时, 画面上正好是蒋鹏一。 这人, 好眼熟。 怎么了? 侯俊雄催促道, 他还等着看那个女孩能不能应聘上呢? 这个人, 我记得在哪看过? 他好像不是原来不是彼得公司的。 朋友迟一道, 我问问我爸。 接着, 他拍照发给了他父亲。 刚好他父亲也在线, 看见后, 很快回了消息。 这不是蒋鹏一吗? 原来是我们公司。 此之后, 他好像和一个人合伙创办了公司, 名字叫永莲, 还是什么? 侯俊雄听了, 脸色一冷。 这个永莲他知道, 永莲是长仲的, 而长仲最近和雨天地产有合作关系。 一个老板, 为什么要去船市拍短视频? 肯定是长仲也和彼得公司有合作关系。 甚至, 就是因为彼得是自己哥哥侯俊杰的, 所以长仲才派了永莲的这个蒋鹏一去撑台子。 彼得, 果然就是侯俊杰的。 那个诚哥说的, 都是真的。 也就是说, 任由强拆视频在传世广为传播, 也是自己哥哥的手笔。 侯俊雄咬牙切齿, 双手紧握。 你怎么了? 朋友见状, 差点吓了一条。 我不就是说了下这个人是谁吗? 你怎么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一样? 没事。 侯俊雄勉强挤出笑容, 事情我已经清楚了, 改天请你喝酒。 朋友听出, 侯俊雄这时下了逐客令, 尽管心中还在疑惑侯俊雄到底出了什么事, 却还是主动提出报退。 带人走后, 侯俊雄彻底忍不住了, 他将桌上的所有东西全都推到地上, 还不解气地拾起沙发旁的衣架, 狠狠打砸起来。 朋友还有没走远, 听到这些声音, 站立着回头看了眼, 又赶紧加快步伐离去了。 彼特这边, 一切都很顺利。 张诚有着丰厚的拍摄经验, 拍这种短视频是真的大才小用, 但也正因为他的能力很强, 再加上影天毫不吝息地推荐, 彼特公司的日常火了。 虽然没有全网爆火, 却也有了近千万粉丝, 每个视频点赞量都超过了六百万。 这也验证了影天的那个想法。 虽然早就看过随拍的未来, 但此时真的火了, 影天还是有些高兴, 给所有参与短视频的热都发了奖金后, 影天又让陆一宁赶紧上线一个活动, 摆一好巨大奖赛。 事实上, 早在传世官方开始拍这种连载短视频后, 就有不少人已经开始模仿了。 有的是单元剧的形式, 每个短视频都不连贯, 但是好处是, 观众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观看。 有的就和传世官方的视频一样, 用较长的篇幅讲一个故事, 这样的好处是, 能提升观众粘性, 关注的大多是活人。 这种类型的, 就大多和影天知道的差不多了, 几乎都是追求对象之类的。 像什么网吧碰见邻座女孩, 街头碰见的美女, 竟然和我住一个小区之类的, 数不胜数。 而现在, 传世官方指定了投稿通道, 并且设立特别的推荐榜单和奖励后, 他们全都一窝蜂地钻了进来。 有些剧情优秀的, 甚至粉丝数开始逼近传世官方号了。 影天不知道, 未来的随拍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 这种形式短视频的。 但现在, 传世早于随拍拿出来, 看起来也不错。 在芝麻和企鹅那里的广告还在继续, 他们似乎还没意识到, 短视频是下一个互联网风口。 而为了继续扩大市场, 影天下令, 让不少视频主将连载短剧上传到其他平台, 并且要求他们优先在传世更新。 这样, 又给传世拉来了一批用户。 相比老牌的各大视频门户网站, 传世只是个日活不到一亿的小角色, 他们一时也没注意到要清除这样引流的视频。 而白韦德的随拍一开始没随着传世这样搞。 白韦德是认为短视频会火, 但他分析的是, 短视频之所以会火, 就是因为他所含的内容一般是15S、60S。 像电视剧一样连载, 用户还不如直接去看电视剧。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种互联网产业靠着某个特点或许可以发展起来。 但想要做大做强, 最后还是需要兼容并包。 影天没想这么多, 他只是看过随拍未来的形态, 知道这些都是让随拍壮大的元素。 因此, 他来者不拒。 白韦德错过最早的时机, 在举办同样的活动时, 显然已经慢了一大步。 因此, 在随拍也开始有连载的视频后, 下面的评论已经没有那些好奇和鼓励的成分了。 见证一个营销号的诞生。 直接上商品吧, 我就算是敏感机也买了。 你们这不都是抄袭传世的吗? 不用看我也能猜出下面的剧情。 哎, 又是一个装偶遇的, 我敢打赌。 你们不仅在同一个小区, 还在同一栋楼, 甚至在同一层, 同一个门牌号, 同一张床。 影天看着自己这边日活突破七千万, 再看着随拍那边评论区的骂站, 淡淡笑了。 时间流转, 周末摇到了。 第106章, 张成的邀请函是假的。 在万众瞩目中, 雷打不动下午五点更新的传世官方好停更了。 因为传世官方的连载视频, 不像那些千片一律的追求视频等一样, 所以, 每天追更的人还是挺多的。 张成坐在车里, 刷着评论区, 看着一竿的催更评论, 竟还有些舍不得。 诚哥, 要不你就放下电影, 专心做这种视频吧。 影天透过后视镜, 看见了张成的神色, 又忍不住提议道。 不是他不赞成张成追求梦想, 而是影天觉得, 张成应该先有了个能支撑起自己生活的事业, 再去考虑那些。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短视频有多赚钱, 我也看得见。 张成摇了摇头, 可我不拍一部红遍国内外的电影, 我他妈的不甘心啊。 说了粗口, 张成又对宁肠歉意地笑了笑。 影天看着他的心声, 也大概知道了他是个什么想法。 因为电影, 张成荒废了学业, 家里也因为支持他而破产。 恐怕, 现在电影也快成张成的一块心病了。 心中叹息了一句, 影天放弃了劝说, 那行, 等会我们取了礼服, 就去宴会上找冤大头。 哈哈, 收到裁缝消息, 说礼服做好了, 宁肠直接把尾款打了过去, 现在三人直接过去, 穿上就行了。 这几日, 张成也把自己形象好好整理了一番。 当然, 为了保持自己成熟稳重的人设, 他没有刮胡子, 只是稍稍整了一下。 到了裁缝铺, 宁肠又是一阵几里呱啦的英文交流, 看得张成颇为羡慕。 想当初, 他也是英语能过六级的男人, 现在, 却只记得一些基本的东西了。 将这方面的哀伤转移到礼服上, 张成迫不及待的是穿了起来。 还别说, 人靠衣装, 张成穿上这一百多万的礼服后, 一扫前几日的颓废, 整个人看起来倒是有几分成功人士的派头。 他自己也觉得很不错, 在镜子前转了好几圈。 尹天默默点了点头, 张成这形象, 应该可以在宴会上找一两个想投资电影的负伤了吧。 很快, 尹天和宁肠也穿上了礼服。 虽然只是一开始来量过一次尺码, 后面没再来过, 衣服却穿着很合身。 三人穿好后, 回到车上静止向着宴会的赶去。 一来一回, 时间差不多到了六点四十分, 开始时间是七点, 倒也不算早不算晚。 到了目的地后, 尹天将车子缓缓驶进庄园。 却没想到, 眼见铁门将要打开, 尹天正启动发动机时, 有一辆跑车拦住了尹天的马沙拉蒂。 车主人拦了人, 还从窗户伸出头, 大声喊道, 不好意思兄弟, 我们有点急事。 只是他那脸上摆明就是没啥事, 单纯想插个队玩玩。 都是百万以上的跑车, 慢悠悠掉在最后面的那辆 已经达到了两千万左右。 看见前车为他们挡了拆, 他们毫不犹豫地开进了庄园。 一个个还在说些什么李哥好样的, 谢谢李哥之类的, 完全没人在乎被拦住的尹天一行人。 尹天皱了皱眉, 考虑到自己宁长和张成都在自己车上, 没和那些人置气。 其实, 他眼里早有路线被不断地规划出来, 都是可以插进去, 让自己先进庄园的路线。 看着最后那辆两千万的柯尼赛克 埃德瑞二, 宁长愣了愣。 表哥? 尽管宁长惊呼声很小, 尹天还是完整听见了。 看着最后那666的车牌号, 尹天心中默默给宁长的这个表哥 打上了顽固子弟的标签。 等到所有人都进去后, 尹天才不慌不忙地发动车子, 稳当地开了进去。 路上, 张成还在感叹, 哎, 有钱就是好, 像咱们这种平民百姓, 也只能处处为他们让到了。 尹天驶着车, 开玩笑道, 那成哥你就让自己成为有钱人呗, 到时候咱们也这样, 看谁不爽赌他压的。 说说笑笑间, 尹天下车, 将要是交给了服务员。 三人齐聚, 向着艳客厅大门走去。 那群富二代也是接连下车, 嘻嘻哈哈地向着门内走去。 看着门口的服务员向他们尊敬鞠躬, 张成也催促着尹天和宁长快进去。 可就在张成领头, 带着尹天和宁长就要进门时, 服务员突然拦住了三人。 不好意思, 请出示您的邀请函。 张成愣在了原地, 他们怎么不要出示邀请函? 张成指了指, 消失在门口的几个富二代。 先生, 不好意思, 他们是张少爷领着的, 不需要出示。 张成不知道这个张少爷是谁, 但看着服务员的态度, 也能看出是个大楼。 说不定, 就是这举办方张家的某个少爷。 知道情况后, 张成也没多闹事, 乖乖地将自己有点皱的邀请函取了出来。 递给服务员后, 服务员突然朝着他歉意地笑了笑。 先生, 不好意思, 您这邀请函是伪造的。 第107章, 你怎么有邀请函? 你说什么? 张成有些猛。 不可能, 我这怎么可能是伪造的? 服务员似乎很有应付这种情况的经验。 他保持着歉意, 微笑着将正品邀请函和这个伪造邀请函的区别讲了一遍。 而且, 似乎是因为看到三人穿着都是价值百万的礼服, 他并没有丝毫不耐烦, 也没有任何看不起的样子。 您仔细想想, 会不会是被谁调包了? 这个邀请函张成一直都是贴身保存, 就连洗澡也是带进去包着, 他确信没被调包过。 思索了会, 张成捏紧拳头, 嘴里咒骂一个名字。 影天看了眼他的心声, 这才知道张成这邀请函的来历。 原来, 他听说有这个宴会后, 一开始到处找人带自己进来。 但大人物他找不到, 小角色自己都恨不得拖家带口进来, 怎么可能带上他? 就在张成快要放弃这个路子时, 有人主动联系上了他, 说是有个人想要将自己的邀请函转手。 谈了许久, 张成以20万的价格买下了这张邀请函。 看到价格时, 影天还真有些吃惊。 张成现在只有5万, 也就是说他曾经有25万, 但为了这个伪造的邀请函, 他花了全身5分之4的身价买下了。 并且, 明白邀请函的价值后, 他没有卖出可以带两个人进来的名额, 而是想到了宁长和影天。 张成那边还在和服务员沟通, 影天这边倒是有个年轻人凑到了宁长旁边。 一过来, 看清状况后, 他就吊锒铛地吹了声口哨。 哟, 怎么, 进不去了? 宁长厌恶地往影天这边靠了靠。 影天看向这人, 认出他就是那个堵了自己车的车主。 姓名, 苏玉成, 年龄, 23岁, 江海市首富之子, 身价130亿。 新生, 这个美女好漂亮, 江海市首富之子。 影天想起了宁卫国寿宴上的那个乐呵呵的江海市首富。 他儿子不认识宁长。 苏玉成证实了影天的疑问。 他看着这边的情况, 叹了口气, 又是一个想混进上流社会的人。 说完, 他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失礼了一般, 对宁长道歉道。 哦, 我不是说你们下流。 宁长眼中厌恶更甚。 影天将宁长拉到了自己身后, 哪来的傻逼有多远滚多远。 苏玉成本来看见宁长和影天关系密切, 想的是将这两人邀请进来, 抛下张城, 然后慢慢将自己和影天对比, 让宁长移情别恋。 但现在被影天这么一骂, 他换了个想法。 没理会影天, 苏玉成装作无视了他, 正好我这邀请函能带两个人进去, 我看, 要不就你俩吧。 说着, 苏玉成指了指宁长和张城, 在他想来, 门口那个和服务员纠缠的, 肯定是很想进去, 绝必会答应。 这个美女, 肯定也想见识一下上流社会, 自己这么一说, 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的男朋友。 张城闻言脸上一喜, 又想到只能带两个人答应的话卡在了嘴边。 宁长听见这人要让自己和影天分开, 怒道, 不用你管, 我们自己能进去。 美女, 别吹牛了, 没有邀请韩氏进不去的, 除非你们有大佬带着。 苏玉成不懈地笑了笑, 张城尽管非常想进去, 此时却也明白了这个年轻人的心思。 因此, 他也拒绝了, 谢谢你的好意, 我们不进去了。 苏玉成似乎是没想到连着被两个人拒绝, 脸色一时有些不好看, 他还是有些不死心。 美女, 你真不想进去吗? 里面有很多身价千万上亿的大佬, 宁长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行了行了, 别以为离开了你, 我们就进不去, 赶紧滚吧。 影天像是赶苍蝇一样, 用力挥了挥手。 行, 苏玉成笑了, 我就在这等着, 看看你们怎么进去。 说完, 他补充道, 对了, 我可以带两个人进去, 这话永远有效。 接着, 他死死地盯住了门口的服务员, 服务员被看得一阵郁闷, 我们又不会随随便便将人放进去, 你别老盯着我们呀。 影天对宁长挪了奴嘴, 宁宁将邀请函拿出来吧, 因为影天还没娶宁长, 所以张亚杰也给他送了一张邀请函, 本以为没用, 但考虑到万一出了意外, 还可以多带两个人进去, 宁长就带到了身上, 此时正好派上用场, 听见影天的话, 所有人都将视线看向了这边, 而宁长也是想起了自己包里还带了一张邀请函, 恍然大悟的他急忙打开包包找了起来, 苏玉成还有些不幸, 你要是能找到邀请函, 我当场把我这张吃, 卧槽, 你怎么有邀请函, 张诚也是愣住了, 若是影天的邀请函和自己的一样, 满是皱褶, 他可能还会怀疑是影天将自己的邀请函掉包了, 但影天的那张非常新, 看起来就像是刚刚制作完成的一样, 他也忍不住大声喊道, 影天, 你怎么也有邀请函? 第108章, 突然多了个表妹夫, 行了, 咱们进去吧, 影天朝着张诚使了个眼色, 示意进去再说, 张诚点点头, 当即接过邀请函, 递给服务员检查, 苏玉成忍不住伸头探望, 服务员这次倒是检查得很快, 确认无误后, 他将韩剑递还给影天, 三位, 请进, 影天回头不懈地瞥了一眼苏玉成, 随机带着两人走了进去, 只剩下苏玉成在外面气急败坏, 一进来, 张诚就忍不住再次问道, 影天, 你怎么会有邀请函? 影天笑了笑, 我们彼得现在好歹也算是魔都的一个大公司, 那也应该是邀请你们经理而不是, 说着说着, 张诚突然像意识到什么一样, 急忙把嘴闭上了, 影天看他心声, 知道他又误会了, 心中颇有些无奈, 三人一进来, 张诚就看到了几个自己认识的大佬, 他顿时就有些火急火燎, 影天, 你们随便转转, 我先去拉投资了, 影天手刚伸出去一半, 张诚就跑远了, 影天放下手, 和宁长对视一眼, 眼中皆是笑意, 本来影天和宁长还怕张诚在这没什么认识的人, 想介绍几个人给他, 没想到张诚这么自来熟, 竟然直接厚着脸皮凑了上去, 得了, 那就先让他自己去试试吧, 要是他失败了, 再给他介绍几个, 张诚走了, 影天也正好和宁长过过二人事件, 影天没像别人一样, 是先吃了半饱菜来的, 现在倒是有些饿了, 宁长也是如此, 他左右看了看, 拉着影天就往点心桌那走去, 影天, 这个好吃, 你快尝尝, 嗯, 不错, 你尝尝尝这个, 点心多是些糕点, 看起来精致, 吃起来也不会过于甜腻, 宁长虽然很少露面, 但那也只是在外界看来, 所以, 虽然门口的服务员不认识他, 但这里面认识宁长的人可多了去了, 大家看见宁长在这, 纷纷过来问候侍候, 看着自己, 嘴里却没停的影天, 他眼里有些忧怨, 影天将每个过来客套的人的资料都看了一遍, 很是发现了几个对自家女友有想法的小年轻, 不过, 对比一下自己和他们, 影天还真没感到有什么威胁, 况且, 宁长对他们的态度完全就是那种不好拒绝, 只好敷衍了事的态度, 而在不远处, 苏玉成进来后, 很快就找到了影天和宁长, 苏玉成感兴趣的只有影天, 此时没看到张成也没过多在意, 看着影天吃着东西, 而宁长却和很多有权势的人聊天, 苏玉成心中有些疑惑, 这两土包子不是混进来的吗? 怎么这女的好像认识很多人的样子? 想了想, 苏玉成找到了宁长的表哥, 张家浩, 张家浩正在和一干兄弟们聊天吹牛, 苏玉成凑过去时, 没什么人理他, 但苏玉成像是没看见别人对他的态度一样, 靠近张家浩时, 弯腰问道, 浩哥, 我问你件事, 张家浩抬头看了看苏玉成, 是首富, 自己也愿意带着他玩, 所以, 张家浩客气道, 苏绍, 什么事你直说, 我能帮绝不推脱, 我在这边认识的人少, 想问问那两个人什么来头, 说着, 苏玉成指了指影天和宁长, 张家浩一看, 轻松笑了, 回道, 那女孩是我表妹, 难得我倒是不认识, 要不要我帮你查? 正说着, 他突然看见自己表妹和影天凑得很近, 说了些悄悄话, 卧槽, 这男的谁啊, 怎么和我表妹还这么近? 张家浩的一干朋友也纷纷看去, 浩哥, 会不会是你表妹的男朋友啊? 浩哥不仗义啊, 之前还说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 现在倒好, 表妹找男朋友, 你提都没给我们提过, 打趣的人或是抱着玩笑的心态, 或是内心还有些嫉妒, 张家浩听着他们的打趣, 内心有些烦闷, 张家浩在京城有个好友, 他明确表示过喜欢宁长, 张家浩也答应过要帮他, 而此时, 自己表妹却不声不响地找了个男朋友, 想了想, 张家浩也没轻举妄动, 他先是回头笑了笑, 让人看不出心中喜怒, 又打趣道, 怎么, 羡慕了, 让你们去追又不敢, 现在被抢了, 还怪我没有看好, 哪能呢, 这还不是怕你表妹被骗吗? 就是就是, 我们也是把宁长当妹妹看的, 张家浩笑了笑, 我去问问我姑, 你们先继续,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向着内驱走去, 他走后, 众人继续他们先前的话题, 徒留苏玉成格格格不入, 呆着在原地, 苏玉成现在内心慌的一批, 怎么办, 第一次想当的纹裤, 结果撞到铁板了, 苏玉成也感到一阵憋屈, 自己想要融入张家浩的圈子, 却一直被排斥, 虽然张家浩对自己很客气, 但苏玉成能看出来, 他那是给了自己父亲一份面子, 今天, 苏玉成在门口恰好看见了宁长, 就想着带个美女进去, 在这些人面前装装逼, 第109章, 表妹被骗子骗了, 然而, 令苏玉成没想到的是, 宁长没像书里写的那样, 看见富二代就投怀怂抱, 本以为自己是碰见了不目名利的女孩, 没想到, 现实竟是她是宁家的大小姐, 想起来时父亲的教诲, 苏玉成有些后悔, 当时自己的举动了, 想了想, 他向着影天和宁长走去, 想给他们道歉, 张家浩一路朝着张雅杰那边走去, 路上和不少人都只是点点头, 就擦肩而过, 找到自己姑姑时, 他正和一个魔度的富商交谈, 张家浩也没打扰他们, 静静等着他们谈完, 倒是那个富商注意到了张家浩, 想着这个张家少爷是不是有什么事, 便歉意笑了笑, 倒退了, 张雅杰这才有机会看向自己这个侄子, 家浩, 有事吗? 姑, 我问你见识, 张家浩似乎还在斟酌语言, 张雅杰倒是笑了, 你和姑姑还客气什么? 姑, 表妹是不是谈了男朋友啊? 嗯, 你见到了? 张家浩心中一灯, 默默为自己那个京城的朋友叹了口气, 张家浩又随意问道, 对方怎么样? 家里是做什么的? 张雅杰立即明白自己这个侄子的意思了, 人还不错, 家境虽然不好, 算是白手起家, 现在在经营一家公司, 但人肯上进, 各方面也很优秀, 顿了顿, 他警示道, 你可别给人家找麻烦, 他已经得到老爷子的认可了, 家境不好, 还白手起家, 起家个屁, 肯定是表妹资助他创业, 张雅杰说了这么多, 张家浩就听进去了这个, 当然, 在姑姑面前, 我就是问问, 张雅杰点了点头, 又和别人交谈起来了, 张家浩则阴沉着脸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众人见到他的脸色, 皆是有些好奇, 浩哥, 怎么了? 不会是你姑姑也不知道吧? 张家浩瞪了这人一眼, 解释道, 那家伙家里没啥钱, 众人顿时宣道起来了, 没钱? 那他是怎么认识你表妹的? 则, 富家女与穷小子的爱情故事? 别扯了, 肯定是你表妹被骗了, 那些穷鬼身上没啥东西, 心里的祸可不少, 张家浩赞同地点了点头, 良久, 他又猛地起身, 兄弟们,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表妹, 跳进火坑, 众人闲得没事, 立刻起轰道, 浩哥, 你说怎么做? 我们帮你拆散他俩, 张家浩望向影天和宁长, 皱着眉沉思起来, 接着, 他又看见苏玉成凑了过去, 这家伙去干嘛? 看着苏玉成过去, 又是弯腰, 又是敬酒的, 张家浩十分不解, 不过, 苏玉成很快就走了, 张家浩没猜出他的目的, 只当他是想结交一下影天和宁长, 他继续想着办法, 突然, 张家浩看见了影天身上的礼服, 这礼服, 肯定也是自己表妹送他的, 他一个穷小子, 哪来这么多钱? 张家浩越想越气, 在他看来, 等表妹嫁了出去, 宁家后继无人时, 自己可以慢慢收购宁家的股份, 到时候, 张家和宁家的资产都是自己的, 现在表妹给这个外人送东西, 那不就是拿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吗? 张家浩赶紧想了想, 表妹最讨厌的是啥, 之前自己一朋友喜欢赌博, 好像表妹看他的眼神很厌恶, 张家浩想到这, 眼睛一亮, 宣少他们来了吗? 宣少是魔独有名的好赌之人, 而且曾花大价钱, 请了好几个赌术高手教他, 在魔独赌场从未见过敌手, 自家产业也渐渐向着赌场转变, 张家浩虽然不赌, 和他也不熟, 但魔独富二代圈子不大, 算是认识, 张家浩记得, 自己好像邀请过他, 我来得早, 看见过他, 现在指不定在那个房间里打牌呢, 听着朋友的回答, 张家浩拿出手机, 翻了翻通讯路, 找到宣少的电话后, 静止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 那边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浩哥, 什么事? 我这正忙着呢, 宣少说着, 周围还有不少我跟, 加一百万的背景音, 宣少, 你在哪呢? 我这边想请你帮个忙, 宣少一听, 牌也顾不得打了, 浩哥, 有事你说, 兄弟绝不含糊, 张家浩听着他保证的语气, 心中一喜, 当即将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宣少听完, 沉思了一回, 浩哥, 你确定我坑你妹夫, 你妹妹不会恨上我, 你放心, 只要你能让那个逼臣迷赌博, 我妹绝对会和她分手, 而且, 到时候你, 尽管把我妹的钱全部赢过去, 宣少在魔都开赌场, 大主顾通常都是这些富家子弟, 为了防止节奏而渝, 他通常都是自己输了赵给, 赢了按比例反点, 每天赢一点点, 这也是他一直没被打击的原因, 宣少犹豫了会, 终是答应了, 那行, 不过, 想让他沉迷的话, 今天可能要给他点点头, 张家浩不懂这些, 点点头, 这你看着来, 只要能让他沉迷, 最后再把钱全部输光就行了, 你输的我不给你, 商议好这些, 张家浩静止向着尹天那里走去, 第110章, 表哥想坑我, 将计就计, 尹天感觉有些无聊, 之前还不可一世的苏玉成, 转眼就来认错道歉, 知道自己名字后, 还对自己这个骂过他的人, 一口一个影歌, 至于原因, 尹天看了苏玉成的心声, 知道他是认出命长来了, 真没意思啊, 每次女友一出面, 那些想装逼的二代, 都被吓跑了, 突然, 尹天看见了一个穿着华柜的男人, 领着十几个人朝自己走来, 这仗势, 不知情的, 还以为要打架呢, 看着为首一人的心声, 尹天脸色有些古怪, 姓名张家浩, 年龄29岁, 张家唯一继承人, 身价180亿, 新生表妹夫, 咱俩好好玩玩, 刚感叹没人敢惹宁长, 现在他表哥就来了, 见到来人, 宁长倒是很高兴, 拉着尹天就要介绍, 张家浩虽然想将尹天 从自己妹妹身边弄走, 现在却没表现出来, 一副和善的样子, 听完宁长的介绍, 张家浩开始自我介绍, 你好你好, 他热情地握住了尹天的手, 我是宁长的表哥, 还真是蒙你照顾宁长了, 你看, 我就说我表哥人很好吧, 你们肯定可以成为朋友, 宁长见表哥对尹天很客气, 顿时十分兴奋, 要不是能看见他的心声, 尹天或许还真以为 他对自己有好感, 但既然知道了, 尹天自然会带上防备, 表哥你好, 尹天也很热情地和他握手, 张家浩的心声 变成了这个 逼不会真以为 我是在嗜好吧, 尹天表面依旧笑嘻嘻的, 心里却也在嘲讽, 这个逼不会真以为 我看不出来吧, 宁长倒是真的以为 两人相处很愉快, 正为他们高兴呢, 客套了一番, 张家浩终于表明了 自己的想法, 小天在这很无聊吧, 走, 表哥带你去一个 好玩的地方, 什么地方, 尹天通过他的心声 知道了他的想法, 却还是问道, 宁长也是狐疑地 看着自己表哥, 虽然和表哥关系不错, 但宁长还是知道 这个表哥平日里 很不着调, 眼下他想带 自己男友去哪, 去了就知道了, 绝对好玩, 说着他就将胳膊 搭在了尹天的脖子上, 张家浩身后的人 也纷纷起哄道, 走吧, 尹兄弟, 你是浩哥的表妹夫, 浩哥还能害你不成, 行吧, 表哥, 我去, 尹天一父 想要加入顶级圈子的态度, 张家浩心中一喜, 宁长见尹天同意, 心中还是有些不放心, 想跟着去看看, 张家浩一下拦住了宁长, 表妹, 哥哥就把你男友 借走一会, 你可不能跟上来, 宁长闻言, 愈发好奇, 双眼凝视自己表哥, 张家浩被他看得受不了, 错开他的视线, 哎, 表妹, 这谈恋爱也是要给对方 一定的私人空间的, 再说了, 你连你表哥都不信吗? 正说着, 宁长身后又有个女孩 拍了拍他的肩膀, 惊喜叫道, 长长, 好久没见了, 宁长本来还想坚持, 但眼下又碰到了以前的好友, 只好威胁道, 你可别把你那些坏风气 带给尹天, 那奶呢, 我不会坑他的, 张家浩一边保证, 一边带着尹天向别处走去, 心中却是愤愤不平, 以前表妹可是最崇拜我这个哥哥了, 现在他竟然一心向着这个外人, 看着似乎还什么都不知道的尹天, 张家浩脸上露出残忍的微笑, 尹天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四周, 不一会就被领到了一处隐蔽的房间, 开门进去, 里面一片烟雾缭绕, 几乎所有人都在吞云吐雾, 尹天皱了皱眉, 看向房间里的人, 张家浩早安排好了剧本, 因此他一开门, 宣少就迎了上来, 浩哥,来我啊, 假装刚见面, 客套了一番后, 宣少这才像是刚看见尹天一样, 问道, 这位兄弟是? 我介绍一下, 张家浩拍了拍尹天的肩膀, 尹天, 我妹夫, 以后也是我兄弟, 屋里众人顿时纷纷起身, 一起喊道, 尹哥好, 尹天瞥了一眼张家浩, 这家伙还挺会玩, 先是展现他的影响力, 再接着, 让自己也体验一下, 等把自己吹捧起来, 那等会还不是说什么, 自己都不好拒绝, 宣少等自己朋友都问好玩, 才开口道, 原来是尹少, 失敬失敬, 接着, 他让开位置, 张家浩带着尹天进来了, 尹天故意问道, 表哥, 这里有什么好玩呢? 张家浩黑黑一笑, 小天,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吃喝嫖赌, 正是人生四大快事, 尹天又犹犹豫豫的说, 可是, 宁宁他不让我赌博, 张家浩心中一喜, 好啊, 表妹不让你赌, 我这把你一坑, 那你不就得乖乖和我表妹分手了吗? 他当即正气道,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女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接着, 看见尹天还在犹豫, 他又劝说道, 放心, 今天就是玩玩, 你不说, 我们不说, 谁知道你玩过, 尹天适时做出一副 想要尝试又有些犹豫的表情, 张家浩当即推让着尹天坐上了赌桌, 你放心, 今天你输的都算我的, 赢的都算你的。 第111章, 敢范儿我就敢咬, 听见他这大大方方的话, 尹天倒是有些惊讶了, 真的, 你也知道宁常的身份, 我是他表哥, 还能说大话不成, 尹天心中一动, 如果是张家浩出钱, 那自己故意输很多不久, 能坑到他了, 但随即尹天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张家浩肯定和这个什么宣哨是一伙的, 就算他今天在这将张家输掉, 恐怕等结束了, 这个宣哨也会还给他, 那不就是摆明了, 想让自己赢钱吗? 尹天心中疑惑, 又将这里所有人的心声看了一遍, 这才明白了他们的想法, 原来是想先给我一点甜头尝尝, 等我沉迷了, 再找机会拉我出来, 想要将我和宁常的所有钱都坑走, 明白了他们的想法后, 尹天装着激动的样子, 表哥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坑你的。 张家浩淡淡一笑, 没事, 你毕竟是第一次玩, 我已经做好输钱的准备了, 你别有压力, 几十亿以下, 我还是输得起的。 几十亿? 尹天又着重看了眼这个宣绍, 他的身份是魔都最大赌场的老板, 身价近千亿, 记下这个数字, 尹天放心道, 那好, 我就随便玩玩, 张家浩暗中朝着宣绍看了一眼, 宣绍则会议地点了点头, 尹绍, 你会玩什么? 炸金花? 德州? 尹天苦着脸想了想, 问道, 斗地主算吗? 宣绍脸色一黑, 按道哪来的土包子, 但他表面还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那二十一点呢? 或者说斗牛? 尹天惊喜道, 这两个我都会, 宣绍点了点头, 那就斗牛吧, 七八九双倍, 牛牛三倍, 乌牛比大牌, 同大庄家, 引你知道吧? 看见尹天点了点头, 宣绍立即招呼众人陪玩, 此时, 场上四人, 尹天, 张家浩, 宣绍, 还有一个凑数的, 张家浩本来没打算亲自上场, 毕竟自己也不精通对东西, 但听说完那是斗牛, 他心思一下, 就活泛起来了, 斗牛这东西, 虽不如斗地主, 麻将等火, 但也算人尽皆知, 张家浩也知道规则, 而且, 现在算是给尹天送钱, 自己就算玩得差, 也没什么, 于是, 张家浩就上场了, 宣绍拿了一筐筹码过来, 一个十万, 说着, 他一人分了一堆, 看起来就是一人五千万的样子, 选了位置后, 五人端坐, 宣绍选定了一个发牌员, 尹天看了眼, 签数六十七分, 开始发牌, 就在排发完后, 尹天突然问道, 玩多大呀, 宣绍一愣, 和朋友玩久了, 下意识就按着自己的惯例玩了, 尹绍想玩多大, 尹天看着他的心声, 知道了他们平时玩的大小, 故意涨了个十倍, 不如一百万七碟, 宣绍看了眼张家浩, 见他点了点头, 一口硬下, 尹绍豪气, 那我们就一百万一局, 头三张牌是名牌, 便于大家判断, 手下剩的一张, 则是用来自己斟酌, 与别人竞争的安排, 采取的是一次加注的模式, 按着顺序加注, 不加注的可以弃牌, 但下加加注后, 上加不能再弃, 讲定这些后, 尹天看向自己的牌, 6,8,4,J, 牛是有了, 但应该不会很大, 张家浩的是Q,Q,K,3, 你自己的要好, 宣绍的则是A,2,3,4, 有牛的几率不到一半, 但就算有, 应该也不大, 凑数的那个绿毛, 则是4,7,J,3, 也不错, 尹天又看向发牌员, 下面四张牌是6,8,4,A, 按照顺序来的话, 就是宣绍牛6, 张家浩牛1, 自己牛2, 绿毛牛5, 第一把宣绍规规矩矩的, 没懂什么手脚, 宣绍想了想, 没有加码, 张家浩倒是觉得自己的牌不错, 加了100万, 尹天明知道这局是谁赢了, 选择放弃, 绿毛稳稳当当的凑数, 也是放弃, 开牌后, 宣绍也是没想到自己牛6赢了, 笑着收下400万的筹码, 张家浩虽然有些郁闷自己的运气, 却也没多气氛, 见尹天似乎有些丧气, 他还安慰道, 小天, 别丧气啊, 我看你就是有大富贵的人, 后面你一定会赢的, 尹天气恼的点了点头, 宣绍看了, 一愣, 这么快就受不了打击了, 宣绍内心鼻了尹天一下, 又朝着发牌员使了个眼色, 发牌员微不可闻的点了点头, 待新一轮发牌后, 尹天看着自己的牌, 笑了, 前面没人气牌的话, 自己毫无例外的会拿到牛牛, 再一看, 宣绍是牛九, 张家浩是牛六, 绿毛不用看, 他心生是气泉, 宣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牌, 却没有丝毫激动, 而是面露难色, 许久, 他才咬牙没气牌, 尹天看着他的心声, 知道他是怕家住, 吓到尹天, 这局, 就是他安排让尹天赢一次的局, 至于能赢多少, 那就是看尹天赶, 家住多少了, 张家浩倒又是迷之自信, 加了一百万, 尹天假装犹豫不定地看了看自己的牌, 又试探地看了眼张家浩, 张家浩倒是玩得有些起劲, 小天, 你想做什么尽管做, 输赢都不算什么, 真的, 尹天心中憋着笑问道, 那当然, 你就是一次把这四千八百万全部加进去也行, 那行, 我加住四千八百万, 第112章, 你们出签了吧, 说着, 尹天将自己身前的所有筹码全部推了出去, 张家浩和宣绍目瞪口呆地看着尹天, 张家浩还以为尹天是听了自己的建议, 当即尴尬笑道, 小天啊, 我说的就是打个比方, 你不用真的全部压上去, 宣绍倒是多看了尹天两眼, 谁给尹天的勇气全压, 想到等会开牌, 宣绍又有些犹豫, 这要是做做手脚赢了他, 那与自己的初衷相违背, 可要是不赢, 他是牛牛, 难道还真的要输一亿五千万给他, 想着, 他看了眼张家浩, 张家浩不知道这局尹天能赢多大, 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看见张家浩点头, 宣绍松了一口气, 反正到时候是张家浩输这笔钱, 那就让尹天赢吧, 大不了后面再让他输一点, 张家浩这边还在劝说尹天, 尹天见证了宣绍的所有心理活动, 知道这局自己必赢, 当即说道, 表哥, 你别劝我了, 我感觉我这把能通吃, 张家浩见尹天这么有信心, 嘴里的画一卡, 我是怕你输吗? 我是怕你失去信心, 绿毛再次弃牌, 发牌员没收到宣绍的消息, 开始按着既定的顺序发牌, 第一个是宣绍, 他拿到牌立即摊开, 并假装惊喜到, 卧槽, 牛九, 宣绍的想法是, 先让尹天绝望, 然后让他赢, 经理如此落落起起, 还愁尹天不沉迷, 张家浩顿时无奈地看了一眼尹天, 眼中像是在说, 你看, 尹天也适时地露出懊悔的表情, 然后, 发的是张家浩的牌, 没有任何意外的是牛六, 接着, 在张家浩怜悯的目光中, 尹天完成了从绝望到惊喜的转变, 卧槽, 牛牛, 摊开牌后, 尹天拉着张家浩, 假装兴奋过头的样子, 疯狂地摇晃着他, 表哥, 我是牛牛啊, 三倍, 赢三倍, 我, 知道, 你, 别摇, 啊, 好不容易使尹天冷静下来, 张家浩又意识到自己要输钱了, 两个一亿五千万, 那就是三个亿啊, 张家浩觉得自己心在脚痛, 不过, 张家浩又瞥了尹天一眼, 见他正在催促发牌员开牌, 又觉得, 这钱还算值, 这里没那么多筹码, 只能是先记账, 筹码倒是没变动, 每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么多, 尹天收好欠条, 又催促快点发牌, 后面, 尹天看见要输时, 就果断弃牌, 要赢时, 先看看宣绍想不想, 让自己赢, 能赢就全压, 不到一个小时, 尹天面前竟然有了近十三亿的欠条, 张家浩像是入迷了一样, 和尹天卯上了, 却只能靠着宣绍的接迹, 偶尔赢一两把小钱, 此时, 这屋子已经有不少外人了, 他们大多是被朋友喊来, 或是过来看, 这里人多来凑凑热闹, 终于, 宣绍看不下去了, 窃口上厕所, 暗中踹了张家浩两脚, 张家浩虽然上了头, 却还是有些理智, 赶紧跟着出去了, 到厕所, 宣绍分了根烟, 然后吞云土零起来, 但张家浩就像着了魔一样, 没把臂根, 有时还加个几百上千万, 张家浩此时抽了根烟, 又洗了把脸, 算是冷静了点, 苦笑两声, 张家浩给了自己一巴掌, 没想到他还没沉迷, 我倒是先被迷上了, 又想到影天面前的十三亿, 张家浩有些心疼, 宣绍, 等会我就不上了, 你帮我把十三亿赢回来, 我烦你三成, 十三亿的三成, 那就是三, 九亿, 饶是宣绍身价尽千亿, 此时也有些心动, 况且, 还能卖张家浩一个好, 以后他给朋友介绍过来, 那不就是一笔天大的好处, 行, 我控制一下, 让他最后赢得一千万左右怎么样, 张家浩点点头, 一千万, 想必对影天这个穷鬼来说, 也是一笔巨款了吧, 而且, 影天曾经握有十三亿巨款, 却一招输完, 他肯定不会罢休, 如此, 让他成为一个毒鬼, 算是稳了, 两人回来时, 影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你们怎么这么慢, 快来快来, 咱们继续, 张家浩尴尬一笑, 小天, 我这有点事, 暂时不能玩了, 影天文言, 有些舍不得, 这张家浩才是输钱的大头, 他走了, 宣绍可没那么好对付, 不过, 张家浩是死了心要走, 影天也只好摆摆手, 剩下三人, 宣少嫌人少, 又喊了一个凑数的过来, 影天上手玩了两把, 心中一惊, 不好, 这个宣少, 现在只想把钱赢回去, 自己一弃拳, 他们就掐烂钱, 百减一百万底筹, 自己要是更上, 他们就赶紧配合出签, 连着进十把, 影天全都输了, 第十把, 影天一边磨蹭, 一边想办法, 自己赢了钱就走, 他们肯定不会愿意, 而继续玩下去, 他们这么多人配合, 自己又玩不赢, 影少, 怎么了, 更不更说句话, 影天想了想, 看向发牌员, 又环视了一圈, 你们, 是不是出签了, 第113章, 京城王家的大小剑, 此话一出, 屋内所有人都炸了, 小子, 会不会说话, 玩不起别玩, 赢了钱就想走, 这赌场输赢都是常有的, 你不能输了, 就说我们出签啊, 你不想玩了也行, 把赢的钱留下, 就可以走了, 隐隐约约间, 不少人还堵住了影天的后路, 宣少倒是没生气, 影少, 说话可要讲证据, 我在魔都开赌场这么多年, 从没人说我出老签, 影天挠了挠头, 自己还真没什么证据, 难不成要说, 自己曾亲眼见到, 下一张明明是三, 被宣少的人一搞, 就成了七, 反正要是再是你们的人发牌, 那我就不玩了, 影天把这局的牌医器, 往椅子一靠, 淡淡说道, 宣少的兄弟再次炸了, 不想玩你就直说, 别搞这些有的没的, 要是都像你这样, 咱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你真不想玩也行, 都说了, 把钱留下, 你现在就可以走, 围观的宾客也是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影天确实是在无理取闹, 另一派则认为影天连输十把, 确实有些不正常, 不过, 碍于宣少人多, 宾客都没声援影天, 那你说怎么办, 陈思乐慧, 宣少问道, 只要影天的条件不太无理, 他都会答应, 毕竟影天手里还握着十三亿呢, 影天想了想, 说道, 要不, 我来发牌, 宣少还没说话, 他的小弟又笑出了声, 你发牌? 你说我们出签, 我们也说, 你出签好吗? 对啊, 你不是签数高手吧? 这十三亿都是你通过出签赢过来的, 我们的人不能当发牌员, 那么你的人也不行, 宣少也是沉默了会, 影少, 你还是坏一个吧, 他想到影天赢这十三亿, 固然有自己放水的因素在里面, 但会不会是因为影天本身就是一个签数高手呢? 影天看向围观的宾客, 那么, 有没有人想来当这个发牌员呢? 宣少也是看向众人, 就算少了发牌员配合, 他自认也能赢, 吃瓜众没有一个站出来的, 就在气氛焦灼时, 一个女生从门处传来, 我来, 众人顿时纷纷让开, 从门到堵桌, 空出了一条路, 影天也对看见说话的人是谁, 第一眼看过去, 只觉得是个与宁肠不相上下的美女, 在看到她的资料时, 影天愣了一会, 姓名, 王芷宁, 年龄, 二十六岁, 京城王家继承人之一, 特长, 经营管理八十八, 身价一百亿, 新生, 这么有趣的事, 怎么能少了我? 怎么? 看呆了? 影天还在对她的资料沉思时, 王芷宁已经走到了影天身边, 看着影天似乎是被自己美貌吸引, 他弯下腰, 笑嘻嘻地问道, 影天一下就收回新神, 王家的人, 应该不至于和这个宣绍同流合污吧? 摇了摇头, 影天问道, 宣绍, 你看这人如何? 宣绍一看, 顿时就认出了王芷宁的身份, 王大小姐作为发派员, 我自然是没意见, 影天赶走了原来的发派员, 自己上前担任起美女合官, 影天还在想着王芷宁的身份, 他就是京城王家的人, 开始啦, 王芷宁给影天发了第一张牌后, 见影天不知在想些什么, 敲了敲他面前的桌子, 影天对着他歉意地笑了笑, 璇集将心思全放在了堵桌上, 王家的事, 待会再想吧, 现在的任务, 是保住这13亿, 甚至, 赢下更多, 就在第一局正准备开始时, 门外又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喂喂, 众人再次让开一条路, 影天听声音就认出了是谁, 白维德, 他怎么也来了, 影天回头看向他, 这次, 影天逐重看了眼他的资料, 姓名, 白维德, 年龄, 27岁, 长仲董事长, 特长, 商业天赋93, 身价, 1000亿, 新生, 王芷宁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商业天赋, 93, 这还是影天第一次见到, 特长分数在90分以上的人, 怪不得白维德能投资百次, 百次都成功, 想着张伯87的电脑技术能玩虐蒋彭义, 而且, 这东西是60分以上时, 每10分一个质变, 影天忍不住多看了白维德两眼, 白维德是追着王芷宁进来的, 刚当他看见王芷宁在门外眺望, 问着里面发生了些什么事, 他就追过来了, 但没想到, 还是晚了一步, 让王芷宁钻了进来, 白维德本想等他玩玩再谈, 但要想到, 自己在别的地方和他谈判无果, 还不如投其所好, 所以, 白维德也站了出来, 好巧, 不知道, 我能不能也加入你们的赌局? 第114章, 一亿一局, 影天无所谓地拦了奴嘴, 这得问这位宣绍, 白维德是掌中幕后掌管人的事, 在场估计只有这位王家大小姐王芷宁知道, 但白维德的表层身份, 白家掌控人也足以令在场众人认识他, 宣绍诧异地看了一眼白维德, 这家伙参合进来做什么? 不过, 转念一想, 白维德的白家是个受死的骆驼, 他想输钱给自己, 白少想完, 那自然是可以的, 说完, 他对自己的一个小弟示意了下, 小弟顿时会议, 产笑着让出了位置, 并替白维德拉开了座位, 白维德笑着入座, 对着王芷宁笑了笑, 王芷宁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经此插曲, 当发好的牌却也算不上数了, 王芷宁收回牌, 重新开始发, 影天看着他的手法, 放下心来, 王芷宁纯粹是为了好玩才过来发牌的, 完全不懂任何捕述, 这下, 影天不用担心牌被换了, 抵住还是一百万, 但规则换了, 采取的是先发三张, 加一次住, 发第四张, 再加一次住, 影天借用异能, 该加住时加住, 该弃牌时弃牌, 毫不拖泥带水, 刚玩几把, 宣绍竟然又输了近一千万, 他背后留下一丝冷汗, 看向影天的表情像是见了鬼一样, 因为影天之前展现出的实力, 他一直在关注影天, 但令他惊奇的是, 影天举手投足间完全没有任何出签的迹象, 但影天就是能赢, 他像是能看出每个人的牌局一样, 太邪门了, 咬了咬牙, 宣绍眼神闪烁, 影天看了他一眼, 竟发现宣绍的底牌从刺瞬间变成了J, 而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底牌纹丝未动, 影天再次左右看了看, 终于在他的手掌下看见了那张4, 这个J, 应该是他在某一把偷偷藏的, 王指宁这个蠢女人, 竟然没有发现收回的牌少了一张, 现在宣绍应该还在传牌, 所以他在故意让自己赢, 影天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几次加注又赢了近千万, 其实他本可以趁这几次机会狠狠加注, 但宣绍也不是傻子, 他完全可以为了收集牌而连续弃牌, 现在就算能赢也不会赢太多, 还不如少加点, 慢慢割肉, 同时影天也同样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宣绍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牌, 而自己也同样是大牌的机会, 而白维德一直在打酱油, 他想的全是怎么和王梓宁交好, 终于宣绍手里的牌能凑出一个牛牛了, 分别是四、三、三、八、二, 他这时才对影天说道, 影少, 我们这一直几百万几千万的, 太没意思了, 你想怎么玩, 影天完全没有怯场的意思, 宣绍看了看影天, 又看了看白维德, 不如每次的抵住就算一个亿吧, 一个亿, 围观群众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次宴会是邀请了很多身价千亿的大佬, 但更多的还是那些身价百亿的人, 而这些人平日现金流不会很多, 几十个亿顶天了, 而现在影天和宣绍一把抵住就是一个亿, 宣绍开的是赌场, 现金流很多, 大家也觉得他玩得起, 而这个影天手上就只有刚赢得共计十四亿, 他挡完吗? 此时, 白维德微微皱了皱眉, 他来这是为了王梓宁, 不是为了赌博的, 事实上, 刚刚玩了这一圈下来, 他已经输了近千万了, 输了这么多, 王梓宁看都没看自己一眼, 自己还要白白送出几个亿吗? 他明白自己不是这方面的高手, 再玩, 肯定要被吃掉, 因此, 白维德当即道歉, 不好意思, 一亿有些超出我的预算了, 我先下了, 你们玩好, 没人看不起白维德, 大家都知道白维德算是白手起价, 他舍不得很正常, 而且, 这是一个亿一局, 在场大多数人都玩不起, 真接了, 那不是傻, 就是别有用心, 看见白维德下桌, 王梓宁不细地看了他一眼, 接着, 他又看向尹天, 这个男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尹天目送白维德站到一旁, 又看向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宣哨, 尹天淡淡点了点头, 一个亿, 没问题, 满屋哗然, 这小兄弟竟然接了? 泽泽, 看不出之前宣哨是在放水吗? 我看啊, 他这十四个亿算是保不住了, 这小兄弟谁啊, 这么有破裂, 我听别人说, 好像是宁家大小姐的男友, 是张家浩带他来玩的, 宁家大小姐的男友, 怪不得赶玩这么大, 宣哨心中一喜, 却又听见尹天提了个要求, 不过先说好, 怎么才能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 尹天确实有些烦了, 这要是自己再赢了, 他又要继续怎么办? 自己已经在这玩了一个多小时了, 有些想宁宁了, 宣哨沉思了会, 自己的目标是赢回这十四亿, 因此, 他回到, 你或我, 输十三亿以上, 书家和赢家都可以直接叫停, 他还是想给尹天留一个亿, 让尹天既能享受这种减钱的快感, 又会对这十三亿念念不忘。 第115章, 赢他个48亿, 尹天早知他们的目的, 因此, 他对这个条件没什么意义, 不过, 想赢的话, 尹天还得完成一件事, 没问题, 不过, 我还有一个要求, 宣哨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他以为尹天是在拖时间, 毕竟, 虽然说的是输十三亿结束, 但如果尹天拖到宴会开始, 他们还不是得乖乖去参加, 你说, 宣哨问道, 尹天看着他的心声, 心中冷冷一笑, 你以为我会拖时间? 我要的, 是狠狠从你身上割一块肉, 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你当庄家, 后面每一局, 都让我来当吗? 尹天假装随意说道, 斗牛其实设不设置庄家都没关系, 但为了让同样大小的牌分个高下, 还是设了一个庄家, 好处是, 同样大小能通吃, 缺点, 则是气牌不跟梳双被抵住, 宣哨想了想, 点头答应了, 双方达成协议, 并由在场众人做见证人, 尹天对王芷宁点头, 示意他发牌, 却见他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再一看心声, 这个男人挺有趣的, 尹天及时提醒道, 王小姐, 请您开始吧, 王芷宁这才回过神来, 边发牌, 他边想到了尹天的身份, 您家大小姐的男友吗? 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让您家大小姐看上他? 第一局, 宣哨凑巧拿到了一个牛七, 想了想, 他很狂妄地家住一亿, 尹天自己的是牛八, 但他看出了这个宣哨的目的, 他就是想展现出那种牌不大, 却敢玩心理战的形象, 尹天将计就计, 犹豫了会, 将牌弃了, 开牌, 看见宣哨才牛七, 尹天立即垂手懊悔, 卧槽, 你猜牛七就敢家住, 尹天表现得很愤怒, 怎么, 谁规定牛七就不能家住了, 宣哨很得意, 尹天输了两亿, 第二局, 宣哨加住, 这次, 尹天没耸, 跟着加了, 发第四张牌, 宣哨再次加了一亿, 尹天照样跟, 发第五张, 摊牌, 宣哨牛五, 尹天牛七, 尹天赢六亿, 共计十八亿, 宣哨心中冷笑, 再次发牌, 他将牌换成了自己早就存好的牛牛牌, 我加一个亿, 宣哨又表现出自己刚刚的那种什么都不怕的情形, 尹天看了看即将发下来的牌, 心中一喜, 自己竟然也是牛牛, 但他表面还是那种你骗不到我的表情, 得意的跟了, 发第四张, 宣哨再次换牌, 看着尹天也是一副牌不错的样子, 他心中一喜, 牛牛赢三倍, 庄家弃牌才输两倍抵住, 他还真怕尹天牌不好给气了, 我再加四叶, 宣哨直接喊道, 现在, 他这里有六亿赌注, 赢了就能将尹天赢得钱全部赢回来, 然后再故意输尹天一把, 让他赢个一个亿回去数着完, 喊完, 他期待地看着尹天, 这次, 就算尹天弃牌了, 不要紧, 宣哨换回来的牌也不错, 下轮凑个牛八牛九不是问题, 但他没想到的是, 尹天竟然跟了, 不仅跟了, 他还额外加注, 我这十六亿全部跟了吧, 尹天说着, 将张家浩和宣哨给自己写的欠条全部推前一步, 尹天的轻松模样根本不像是在推十六亿, 更像是在推几张不值钱的纸, 卧槽, 这太冲动了吧, 以此十八亿, 嘖嘖, 听着周围赞叹的话语, 尹天没受到丝毫的影响, 宣哨也是愣住了, 但随即他又笑了, 尹哨, 我这次可不是莽撞的家住, 你可别被前两把影响了, 他打算的是将钱赢回来, 而不是让尹天欠自己钱, 我也不是莽撞的家住, 宣哨还是管好自己吧, 尹天回到, 宣哨心中叹了口气, 这次要是赢了, 尹天还想完的话, 那我就多输两把吧, 那行, 发牌吧, 王芷宁, 王芷宁轻轻一笑, 将最后一张牌发了出来, 宣哨装模作样的搓了很久, 然后假装激动的慢慢磨擦, 事实上, 他早在拿着牌的那一刻, 将牌换了, 看见底牌后, 他又惊喜大喊, 卧槽, 牛牛, 众人轰动了, 皆是怜悯的看向尹天, 尹天却轻蔑的看了眼宣哨, 宣哨先别急啊, 我这底牌还没摊开呢, 说完, 尹天看了眼王芷宁, 王小姐, 你能帮我打开这两张底牌吗? 王芷宁眼神古怪的这尹天, 这你难道还想翻盘? 人家都牛牛了呀, 不过, 他还是眼嘴笑道, 没问题, 紧接着, 他缓缓走到尹天身旁, 帮他掀开了底牌, 尹天的三张名牌是四, 七, 八, 两张底牌是二, 九, 有些算术不好的人, 看了后还在叹气, 算术好的, 已经脸色涨红, 伸出手指着尹天, 说不出话来, 宣绍还在算, 四加七是十一, 十一加九, 二加八, 众人也反应过来了, 这他们也是牛牛, 不, 这不可能, 你肯定是出签了, 宣绍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尹天还没说什么, 王芷宁倒是忍不住质问了, 最后的底牌, 尹天没碰过, 是我帮他开的, 你难道还怀疑, 是我在出签? 宣绍一下就怂了, 我, 他吞吞吐吐的, 不知道想说些什么, 很快, 他开始写欠条, 第116章, 表哥你朋友真够意思, 尹天看着他乖乖写欠条的样子, 心里畅快极了, 本来, 尹天就看不起开赌场的人, 之前, 他们甚至把注意打到了自己身上, 而现在, 尹天从他那里收到48亿, 算是对他失以小成, 写完后, 尹天接过欠条, 笑着打句道, 宣绍不会赖账吧, 宣绍还没说话, 王芷宁就狠狠瞪了他一眼, 他敢, 我话放这了, 三天内你没收到钱, 来找我, 看来, 他是还没忘记刚刚被宣绍质疑的事, 宣绍听完, 立即回道, 不敢, 我不会拖欠, 尹天听了他的话, 倒是多看了他两眼, 这个女人, 再魔毒也有这么大影响力, 尹天笑着说了声谢谢, 却见宣绍正死死的盯着自己, 怎么, 不服气, 服气, 宣绍用最狠的语气, 说着最耸的话, 尹天又回到座位, 要不咱们再赌一把, 宣绍一听, 怕尹天反悔, 立即坐下, 好, 尹天又看向王芷宁, 王芷宁读懂了他的眼神, 嘟了嘟嘴, 王芷宁心中有些气, 我在你眼里, 就是用来发牌摊牌的吗? 不过, 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现在的岗位上, 这一次, 王芷宁发的牌尹天一张都没看, 宣绍倒是又用上了刚刚的牌, 宣绍再次加注一个亿, 尹天却直接将自己的所有欠条推了上去, 你, 怎么, 牌好不让加注, 众人心中一顿鄙夷, 你看都没看, 怎么就牌好了? 宣绍却是犹豫了, 本想趁这局, 加注个十多亿, 将自己的钱赢回来, 但尹天这笔又全压了, 到底是在炸我, 还是他又是牛牛? 不可能连续两把都是牛牛吧? 正想着, 宣绍偷偷瞥了一眼尹天, 此时, 尹天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卧槽, 这个笔绝对是又想赢我百亿, 刚刚四十八亿一输, 宣绍已经算是伤筋动骨了, 这要是四十八加十八再乘三, 就在第四张牌发下来的那一瞬, 宣绍怂了, 我, 气了, 尹天立刻起身, 惊喜道, 谢谢宣绍的再送我两个亿, 说完, 尹天将自己的牌摊开, 四九六A, 宣绍忍不住从王子宁那里接过牌队, 给自己和尹天发了第五张, 尹天的第五张是四, 宣绍怎么加也加不出个牛, 你炸我, 宣绍确认真的没牛后, 大声吼道, 尹天无辜地笑了笑, 我怎么炸你了, 我不是也没看过牌吗, 众人也被这反转惊呆了, 本来看尹天仗势这么大, 还真为他又是什么大牌, 结果, 就这, 行了行了, 你开写签条吧, 我还有事, 尹天摆了摆手, 有些不耐烦, 宣绍还想发作, 却突然看见所有人都在看自己, 尤其是那个王芷宁看向自己的眼神, 宣绍打了的韩战, 赶紧写了签条, 尹天结果对王芷宁挥了挥手, 谢谢了美女, 王芷宁看着尹天的背影, 凝视良久, 只有宣绍, 愤怒地垂了垂桌子, 这两个一输了, 他觉得比上一把的48亿更别屈, 尹天出来后, 在原来的位置找到了宁长, 张家浩出来后也是在这, 不过不知道他在和宁长说些什么, 惹得宁长有些不开心, 尹天赶紧凑了过去, 这才知道张家浩说了些什么, 这家伙, 虽然没说尹天的坏话, 却一直在说自己有个朋友, 特别仰恶宁长, 想约他渐渐, 宁长百般不怨, 张家浩又说自己约了个饭局, 想要宁长参加, 然后张家浩就开始拿着以前和宁长一起玩的那些说事, 宁长已经有些被说动了, 这家伙, 竟然趁我不在, 给宁长介绍对象, 尹天弄清后, 急忙上前打断了张家浩, 表哥, 尹天一副欣喜的样子, 你那朋友真够意思, 张家浩见尹天来了, 暂且放下劝说之事, 转而问道, 怎么了? 尹天眉飞色舞解释道, 我赢了十三亿后, 宣绍看不下去, 主动要求扩大砥柱, 然后, 我又赢了五十五亿, 张家浩? 尹天拍了拍张家浩的肩膀, 表哥, 以后有这种好事, 你可千万别忘了我, 哦, 好, 好, 张家浩还在迷糊呢, 点了点头后, 又借口有事离开了, 他的心声告诉尹天, 他想赶紧去问问什么情况, 尹天看着他的背影, 心中一笑, 回头看向宁长时, 却见他脸色不怎么好看, 再看心声, 尹天心中咯噔了一下, 宁长竟然最恨那些赌博的人, 宁宁, 怎么了? 尽管知道了宁长的想法, 尹天却没有表现出来, 现在, 最好的方法就是洗白自己, 让别人背锅, 你刚刚是去赌博了? 尹天知道他要这么问, 立即回道, 哦, 是表哥说带我玩玩, 我想也没什么事, 就上去玩了两把, 不过, 感觉也没啥意思, 表哥, 对不起, 虽然你让我认识了宣绍这么够意思的朋友, 但该卖你时, 还是不能犹豫, 宁长听了, 脸色好了些, 你以后不准玩这些, 顿了顿, 他又补充道, 你以后不要和我表哥玩了, 第117章, 老丈人的想法, 尹天见宁长已经不生自己气了, 顿时又打句道, 是谁说, 我和他表哥能成为朋友来着, 宁长气鼓鼓地, 撅着嘴道, 谁能想到半年没见, 他变化这么大, 总之你以后不要和他玩就是了, 行行行, 我都听你的, 宁长立即满意地点了点头, 尹天又和宁长逛了起来, 期间, 宁长还给尹天介绍了不少自己的好友, 他们一个个都好奇地盯着尹天, 这家伙, 是怎么将宁长这个冰山女神追到手的, 确实, 没有宁长成为男女朋友前, 宁长确实一直以冷脸相对, 但谈了恋爱后, 他大多数时候就都是温柔地笑了, 正聊着, 尹天突然收到了岳父宁天豪的短信, 小天, 在哪呢? 到中央大厅这边来, 等会你要上台, 张家浩回到房间时, 屋里已经没什么人了, 只剩下颓废坐在地上的宣少, 张家浩赶紧上去把他扶了起来, 宣少, 什么情况, 尹天内币怎么说他又赢了五十五亿? 浩哥, 宣少苦笑了两声, 你那表弟完全不是每接触过赌博的新人, 无论是技巧还是心理, 他都比资深赌徒还要强, 这么说, 你真的又输了五十五亿? 张家浩一脸不可思议, 宣少点了点头, 又试探道, 浩哥, 你之前说输给你表弟的都算你的, 言语间, 宣少还有些不好意思, 却不料张家浩文言语气一变, 宣少, 我们说的是输一点点钱给他, 你后面输了五十五亿, 还想让我补? 浩哥, 我们这不是说好的吗? 宣少脸色变了,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合伙骗我的钱? 宣少说影天赌数高超, 张家浩是不信的, 一个平民能接触到什么东西? 顶天就是逗逗地主, 打打麻将, 他能会什么厉害读书? 浩哥, 我真没骗你, 而且, 你说好输的钱, 你不我才答应你? 行了, 张家浩打断了他, 你自己输的钱, 自己负责, 我亏了十三亿, 还不知道找谁说理呢? 说完, 张家浩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房内只剩下宣少怨恨地凝视张家浩的背影, 在他心里, 可能在猜想是不是张家浩火同他妹夫给自己下了套, 紧紧握拳, 宣少狠狠捶了下地面, 脸色扭曲, 妈的, 张家浩, 尹天, 老子记住你们了, 尹天收到老丈人的消息后, 很快带着宁长来到了中央大厅, 这里面的都是真正的大佬, 外面的可能是一些找关系进来, 身价不到千亿的, 而这里面几乎全是身价千亿网上的富豪以及他们的子女, 他们也不怕有人混进来, 在外面可能会有人主动和你交谈, 但这里面对不认识的人那几乎全是靠引荐, 如果真有人混进来, 那他肯定是形单引之, 格格不入, 尹天和宁长进来时, 倒有不少人对宁长点头示意, 他们认识宁长, 知道他是宁家大小贱, 他们倒是对宁长身边的尹天有些感兴趣, 尹天凑到宁天豪身边, 今天宁卫国并未来, 他对这些已经不太在乎了, 宁叔说, 尹天喊了声, 宁天豪点了点头, 对正在交谈的人介绍道, 他就是我准女婿, 尹天, 尹天也对那人点头微笑, 虽然宁天豪没有介绍, 但尹天也通过艺能看出了他的身份, 也是魔兜的一个大佬, 做的是海运生意, 宁天豪和别人谈完后, 这才对尹天解释道, 你做做准备, 待会我领你上台, 将你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 宁长看了看这里, 有些不喜欢这里的氛围, 爸, 你带尹天上台干嘛呀, 宁天豪敲了敲宁长的脑袋, 没好气到, 你以为小天和你一样, 别人都认识啊, 接着, 他又像是怕尹天也不懂一样, 解释道, 我将小天介绍给这些人, 以后碰见了, 不就会行得方便吗? 宁天豪说得委婉, 尹天倒是听懂了他的前台词, 以传世为例, 企鹅家大业大, 还没看上传世, 但魔兜这块地, 可有不少人心心念着呢, 不过, 他们知道, 彼特以前是宁天豪的产业, 暂时还没动手, 但彼特越来越壮大, 他们总有一天会忍不住的, 今天, 宁天豪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告诉大家, 宁天是宁家的人, 想与宁天竞争, 或是打算使阴招, 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资格和宁家掰腕子再说, 这也是对宁天的另一种保护, 要知道, 白手起家几乎就是一个笑话, 不认识几个大佬, 不让出一点利益, 几乎没人会给你发展壮大的空间, 盘子小, 随随便便就给你收购了, 盘子大了, 不让收购就打压, 抹黑, 甚至直接抄袭模仿, 你还拿别人没办法, 盈天知道了宁天豪的想法, 胆激地看了一眼老丈人, 宁叔叔, 谢谢, 宁天豪摆了摆手, 你以后只要对宁天豪点就行了, 宁天连连点头, 叔叔你放心, 宁天豪已经娇羞地躲在了宁天身后了, 过了会, 宁天豪见时间差不多, 对宁天招了招手, 走, 咱们上台, 第118章, 表哥的阴招, 宁天紧跟着老丈人上去了, 说实话, 宁天虽然不是第一次被很多人注视, 但这次他是真的有些紧张, 以前给比特公司讲话时, 除了那些女员工, 别人看向自己的目光都很正常, 而现在, 宁天感觉下面这些人都恨不得用视线把自己撕开一样, 特别是现在, 宁天用异能看见了他们的心声, 无意不是这就是宁家的女婿, 咱, 看起来还有一表人才, 之类的, 好在老丈人没讲太多, 他欢迎了一下来宾后, 就把宁天介绍给了大家, 宁天豪讲完后, 宁天接过话筒, 也是巴拉巴拉的欢迎感谢, 众人皆是点了点头, 这就算是认可了, 至少, 宁天以后只要不主动得罪这些大佬, 就算宁天将魔独翻个面, 他们也不会管, 很快, 宁天下台, 而在宁天没注意到的一个角落, 张家浩阴沉着脸目睹了这一切, 他身边围着好几个人都是他的狐朋狗友, 苏玉成也凑在这里, 看见张家浩还对宁天不喜, 他的那些兄弟们纷纷劝说道, 浩哥, 要我说, 你就和你妹夫好好相处的了, 对啊, 人家都得到宁天豪叔叔的认可了, 哎, 你表妹的事再怎么也不赶你插手, 张家浩摇了摇头, 如果说之前, 他厌恶影天是因为怕表妹被骗, 那现在, 他就是因为自己的13亿而厌恶影天, 作为张家继承人, 张家浩身价180亿, 但这并不代表他很有钱, 这180亿, 大部分是家族企业的股份, 他手握的资金也就在二三十亿左右, 这还是他从小到大股份分红才有这么多, 宁偿身价200亿, 这些年也才攒了三十亿左右, 其中还有二十亿被他投进了比特, 而就在今天, 张家浩的这些钱被影天轻轻松松抢走了, 这让他怎能看得顺眼影天, 别说了, 我和他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张家浩表态后, 那些还在劝说的朋友都纷纷闭嘴了, 既然和张家浩要和影天作对, 他们也只好随同, 毕竟张家浩和他们熟, 而且张家浩以后肯定是张家继承人, 也不会比命长影天差, 他们开始转而讨论怎么对付影天, 浩哥, 我看要不直接找几个人把他给这个了, 说话的是一个尖嘴猴腮的男子, 说话时他还用手在自己脖子上抹了一下, 张家浩瞪了他一眼, 你去找, 除了事别牵连我们, 尖嘴猴腮男顿时善笑着挠了挠头, 他又建议道, 我听说宣绍搞赌场, 有不少这方面的人才, 要不咱们找他做, 张家浩想到自己刚刚才和他谈翻, 心中一紧, 再去找他, 他不会直接派这些人搞我吧, 张家浩赶紧摇了摇头, 不行, 违法的事咱不沾, 一干兄弟顿时比试地看了眼张家浩, 你哥比这种事还做得少了, 可尽管心里付费, 表面上还是要点头的, 浩哥, 你说我们陷害一下他怎么样, 又有一个蓝毛提议道, 怎么陷害, 你不就是想让他和你表妹分手吗? 嗯, 咱们直接找个妹子和他发生关系, 然后拍照发给你表妹不就行了, 张家浩听完, 心中一动, 这不就是吃喝瓢堵中的瓢吗? 他想到了自己之前和尹天说过的话, 想必现在, 尹天还在认为自己是真的为他好吧, 张家浩忍不住用手肘顶了两下蓝毛的胸膛, 你小子, 平时怎么没看出你有这种智慧? 接着, 张家浩和朋友们详细商量了一下计划, 宴会结束后, 找个机会将尹天带着玩, 等吃好喝好, 那不就饱满思纳啥了吗? 到时候, 朋友中一个对这些了解多的会找两个小姐来, 他们商量时, 注意力很集中, 没注意到苏玉成, 苏玉成此时已经把手机拨通了尹天的电话, 并将自己这边调成了静音, 这样, 尹天就只能听见这边的声音, 而苏玉成手机放不出别的声音, 尹天一接到苏玉成的电话, 就找个借口去了厕所, 随后, 他听见了张家浩的所有计划, 但这并不是尹天关注的, 张家浩的计划再精密, 也瞒不过尹天的眼睛, 尹天关注的是苏玉成对自己的态度, 这家伙, 真的想对我道歉, 边听计划, 尹天边嘀咕着, 之前苏玉成来给自己道歉时, 尹天只以为他是知道了宁长的身份, 是来给宁长道歉的, 但苏玉成解释说, 自己父亲特地交代了, 不能得罪一个叫尹天的人, 这个人也是宁长的男友, 尹天也只以为是江海氏首富看得起自己, 苏玉成只是碍于父亲的话, 特地来救泼下驴, 没想过苏玉成会这么听他爸爸的话, 不过, 这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件坏事, 随即尹天就笑了出来, 张家浩讨论的这么激烈, 要是知道当事人全部听见了, 会怎么样? 第119章, 老同学被欺负了, 知道张家浩的计划后, 尹天只是稍稍在意了一回, 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们还没找到机会拉自己一起玩, 等什么时候他们对自己热情起来, 那时再注意也不迟, 现在, 尹天在这边也没啥事了, 找到宁长后, 两人打算再去其他地方玩玩, 结果, 刚出中央大厅, 尹天就看见张诚一个人坐着正大快朵仪, 尹天当即就带着宁长凑了过去, 诚哥, 你冤大头找到了? 张诚听见声音, 却不肯放下手中的食物, 含糊道, 哎, 别提, 一个个笔猴都惊, 非要看我以前拍过的电影, 闻言, 尹天也是一笑, 宁长好奇问道, 张诚大哥以前的作品怎么了吗? 他第一部大电影不是拍一半就没钱了吗? 后面全都是他在瞎混, 尹天当时第一次看时, 还以为是老同学在报复社会, 倒是张诚不甘半途而废, 不过, 尹天倒是感觉狗尾虚雕, 更恶心就是了, 宁长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那你还准备去找投资人吗? 尹天问道, 现在宴会才刚刚开始, 离散场还有很久, 去啊, 张诚又往嘴里塞进一块糕点, 为什么不去? 错过今天, 以后拿找这幅豪扎堆的地啊, 但咽下食物, 他解释道, 我这不是费了很多口舌, 有些饿了吗? 等我吃饱了, 再去和他们探讨电影的事, 尹天点点头, 拉着宁长也坐在了这, 张诚吃着吃着, 突然用满怀嫉妒的语气说道, 尹天, 咱们以后一定要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尹天和宁长对视了一眼, 纷纷点头, 张诚指了指服务员递送的红酒, 你知道那是什么牌子吗? 尹天看去, 一眼就知道了牌子和价格, 但他故作不知地摇了摇头, 不认识, 那他妈的就是拉菲, 虽然不是中国只有几瓶的82年存货, 却也是每瓶售价一万以上的高档红酒, 张诚以前家里还算有钱, 却也没奢侈到喝这么贵的红酒, 家里唯有一瓶, 还是用来转装点门面的, 尹天有些疑惑, 张诚怎么谈投资, 谈着谈着, 这么暴躁, 而眼下, 张诚的心声全是发财, 搞大制作, 尹天一时也看不出什么, 张诚招了招手, 服务员看见立即走了过来, 张诚给自己拿了一杯, 又给宁长和尹天拿了一杯, 带服务员走后, 张诚一饮而尽, 妈的, 等我发达了, 我特么天天拿这个酒洗澡, 顿了顿, 他望向尹天, 尹天, 咱们以后无论谁发达了, 都不能忘记对方, 尹天连连点头, 那是自然, 不过, 暂时还没发达的, 也不能避着另外一个, 张诚呵呵一笑, 你放心, 你要是发达了, 我肯定舔着脸, 天天混吃混喝, 我就怕我发达了, 你到时候像上学时一样, 被区区虚荣心阻挡, 不肯接受我的好意, 张诚正说着,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尖尖的男生, 诱, 张诚, 又在这骗人给你投资吗, 尹天眉头一皱, 微微侧身看向来人, 张诚听见声音, 回头骂道, 关你屁事, 怎么又到爷爷这来了, 尹天中和两人的心声, 顿时明白了两人的纠葛, 以及张诚在这喝闷酒的原因, 这人名叫马学龄, 是蓝光影视公司的一个小经理, 这次是跟着他们老板过来见见世面的, 以前, 马学龄和张诚在拍电影时有过些摩擦, 张诚早就忘了, 这人却耿耿于怀, 直到今天, 在这里碰见了张诚, 还看见张诚在结交一些富商, 他顿时高兴不已, 上前揭露了张诚没出过成绩, 唯一拍过的一部还是烂片的历史, 这也是张诚没拉到投资部说, 就连一张名片都没拿到的原因, 不仅如此, 马学龄还嘲讽过张诚不懂上流社会, 并拿这里的红酒鄙视他, 影天看完时, 马学龄已经和张诚骂起来了, 张诚我告诉你, 有我在, 你今天一个富豪都别想认识,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没事做, 就回去和你妈玩, 缠着老子算了什么事, 马学龄气得说不出话来, 自诩上流社会的他, 骂人怎么可能骂得过张诚, 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信不信我叫保安把你赶出去, 去去去, 有屁言你就叫, 叫不来你是我儿子, 马学龄哪有叫保安感人的本事, 当即指着张诚你拧你的不停, 突然, 他又看见了坐在一旁的影天, 哼, 骂不过你, 我直接破坏你的打算, 心里想着, 马学龄凑了上来, 递出自己的名片, 这位先生, 我是蓝光影视的经理, 你们可不要被这个骗子骗了, 他, 说着, 马学龄又开始编排了起来, 可他又突然愣住了, 因为, 影天至此没接过他的名片, 第120章, 王大小姐对我感兴趣, 你好, 马学龄挥了挥手上的名片, 他还以为是影天没注意到, 想通过这种方法引起影天的注意力, 可惜, 影天自始至终看都没看他一眼, 张诚哈哈大笑,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那个蓝光影视经理的身份很牛逼吧? 要你管? 马学龄回头瞪了一眼张诚, 他心中也是有些恼怒, 不过, 因为不清楚影天和宁长的身份, 他也不好发作, 只得尴尬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张诚笑得肚子都快疼死了, 影天, 要不你就收下吧, 别枉费人家的一片苦心啊, 影天笑了笑道, 那可不行, 谁知道这个蓝光影视经理是个什么东西, 马学龄这才看出影天和张诚认识, 想到自己刚刚恭恭敬敬地给影天递名片的样子, 他脸上一烧, 哼, 原来和张诚是一伙的, 马学龄赶紧收回自己伸出的手, 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 一时间我还真被骗住了, 你, 张诚自己被嘲讽时, 他不会在乎, 最多骂回去, 可现在影天被嘲讽, 他当今捏紧了拳头, 眼见就要起身动手时, 影天赶紧拉住了他, 影天看了眼马学龄的衣服, 笑道, 比不上你, 能把几十块的衣服穿成价值上万的衣服一样, 马学龄立即用手挡住自己的衣服, 他心中已经惊讶万分, 张诚的这个朋友, 怎么知道我衣服是假冒的, 宁常坐在一旁, 歪着头看着三人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赶紧把这个烦人的家伙赶走吧, 别让他打扰我们, 面上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们懂什么, 不会是自己的衣服是假的, 然后就以为别人的衣服都是假的吧, 张诚知道自己三人的衣服虽然是租的, 但绝不可能是假的, 当即反驳道, 马学龄, 你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买的吗? 马学龄文言, 着重关注了下张诚身上衣服的牌子, 可惜, 他并不认识老裁缝的专用防假冒绣花, 再一看, 影天和宁常也是同样的绣花, 我管你多少钱, 假的就算再贵, 那也是假的, 话音未落就听到影天身后有人反驳道, 他们的衣服可不是假的, 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Stone, Nellie大师的作品, 马学龄完全不认识什么Stone, 他看向来人, 只见那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 马学龄还以为他也是张诚的朋友, 又嘲讽道, 你以为随便变一个名字就很牛逼吗? 王指宁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在自己面前说这种词, 微微醋眉, 看向旁边的白维德, 白维德脸色一黑, 你非要躺这趟浑水, 怎么又要我解决? 而且, 还是帮影天解决问题, 再说了, 我能怎么解决? 叫张家号过来, 把这人赶走, 心中憋着气, 白维德喊来服务员, 嘱咐道, 这位先生一直在骚扰我们, 服务员文言走向马学龄, 先生, 请您换个交谈对象吧, 白先生是我们这的贵客, 马学龄看了眼白维德, 能让服务员这么可以, 肯定是能进那场的大人物, 他很快歉意笑了笑, 自觉地离开了, 离开前, 他还威胁似的看向张成, 张成当然不甘示弱地瞪了回去, 影天早在王芷宁说话后, 就知道是他, 没办法, 声音辨识度太高, 而且, 在这里, 影天也不认识什么别的女性朋友, 赶走苍蝇后, 白维德替王芷宁拉开了一张椅子, 王芷宁没有丝毫客气地坐了上去, 椅子正好是在影天对面, 白维德则是坐在了影天身边, 你叫影天? 一坐下, 王芷宁就目光灼灼地看向影天, 在赌桌上看见过影天的赌术和对人心的把握后, 他就对这个宁家的女婿升起了一丝兴趣, 影天的名字正是他刚刚在那天听影天豪说的, 影天正想回答, 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一看, 宁肠正鼓着腮帮子盯着自己呢, 不知为何, 宁肠一看见王芷宁, 心中就有种敌意, 影天心中苦笑, 急忙握住了宁肠的手, 这才对着王芷宁点了点头, 王芷宁看见了宁肠的小动作, 眼嘴笑道, 小妹妹, 我就是问问, 没有别的意思, 哼, 宁肠轻轻哼了一声, 除了影天, 没人能听得见, 影天当即说道, 刚才谢谢王小姐解围了, 还不知道您的名字, 果然, 宁肠一听影天还不知道这女人的名字, 脸上的醋意消散了些, 王芷宁, 王芷宁说出自己的名字, 想了想, 又用手指沾了沾红酒, 在桌上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而她沾的正是影天酒杯里的酒, 宁肠又开始瞪着王芷宁了, 影天此时也有些尴尬, 自己酒还没喝完呢, 这酒上万一瓶, 影天还真想好好尝尝, 但眼下, 恐怕这剩下的四分之一都得浪费了, 像是没看到宁肠的脸色一样, 王芷宁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对影天说道, 你很有趣, 交换电话吧, 以后你到了京城, 可以找我玩。 第121章, 王芷宁危险了, 此话一出, 宁肠眼中的怒涩直接像是要透体而出一样, 在场的是个人都看得见, 白维德更是盯着影天瞧个不停, 王芷宁看上这家伙什么了, 张成则是偷偷摸摸的向影天比了的大拇指, 自己这兄弟, 刘碧亚, 先是公司经理赠送邀请函, 现在又是不知哪来的大美女主动要联系方式, 为啥我没碰见过这等好事呢? 影天听完, 转头看向宁肠, 这次, 你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而且影天不认为自己能和这个王家大小姐能成为朋友, 毕竟, 王家现在和宇天地产在联盟, 又和白维德勾搭在一起, 真要算的话, 已经能称作是敌人了, 宁肠是认识王芷宁的, 来之前, 宁天豪曾对女儿说过, 这次京城王家要来一个代表, 就是这个王芷宁, 本来宁肠对此毫不在意, 毕竟自己是和影天来玩的, 而这个王芷宁肯定是来谈生意的, 自己和她完全没交集, 但现在, 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认识影天? 看样子, 还是影天被表哥带着去玩时认识的, 不过, 想到王家的权势, 宁肠还是忍不住为影天着想了下, 于是, 看着影天的目光, 他故作大方帝点了点头, 影天看见宁肠的心声变化, 心中一暖, 他想了想, 没有永远的敌人, 虽然现在和王芷宁算是敌对关系, 但保不准什么时候就能合作一下, 而且, 白维德似乎很不愿王芷宁和自己交好, 影天一笑, 将自己的电话告诉了他, 白维德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很难看, 但下一秒又恢复了原状, 影天心中一乐, 王芷宁将影天的电话存下后, 当面拨了过去, 影天的手机很快也响了起来, 王芷宁倒是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目的, 没骗我啊, 行, 我的电话你也有了, 记得存好哦, 影天点了点头, 正想说些什么时, 突然听见白维德插嘴叨叨, 王小姐, 该和我谈到我们的事了吧, 王芷宁歉意地笑了笑, 看向白维德时, 脸色冷了下来, 白先生, 我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你们和我父亲谈, 可是, 您弟弟和? 我弟弟已经被禁足了, 贵方诃骗他的事, 我们还记着呢? 影天没想到, 他们当着自己的面就说了起来, 可能, 是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话没人听得懂吧, 但影天靠着异能, 结合新生分析, 搞清了他们纠结的事, 正如许世昌说的那样, 宇天地产和京城王家闹了些矛盾, 原因是, 王家想锻炼一下自家的继承人, 便将一直与许家合作的项目交给了他, 可这继承人因为从小被严格管教, 什么都不懂不说, 还非常喜欢钱, 没错, 就是因为家族在经济这方面没满足他, 导致这个继承人虽然出身豪门, 日子过得却还没一般的小土豪舒服, 一掌权, 他就想办法搞钱, 这下, 正好被投敌了的许万峰知道了, 于是, 他穿夺王家少爷换个合作对象, 并许以利诱, 王家少爷虽然想钱, 却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换个盟友, 但在许万峰的蛊惑下, 还是发出了信号, 谁能拿着我的宝贝见我, 就能和我们王家合作, 这宝贝, 自然就是那个在德加拍卖行, 派出了天价的现代工艺品, 拍卖时, 徐建修受不了这气, 放弃了让白维德拍下的资格, 王家也开始转向和宇天地产合作, 本来一切顺利, 但是王指宁知道, 自己弟弟干的混账事后, 当即向自己父母举报了, 结果, 王家震怒, 王家少爷被禁足, 王指宁被派出来向许家道歉, 和宇天地产的合作也被暂停, 这次, 王指宁正是特地来魔都向许家道歉的, 只是他一来就碰见了宁家和张家举办宴会, 只好暂且先来参加宴会, 他心里, 还存着在宴会上和许家交流的想法, 可惜, 许家因为许建修忙着转型, 这次没来参加宴会, 弄清所有后, 影天看了看白维德, 坚定地要去许家把事情说清楚, 这时, 影天突然注意到白维德的心声变成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具体的, 白维德没多想, 影天也就不得而知他的手段, 心里这么想着, 白维德脸上露出遗憾的神色, 王小姐, 你看我们还有机会吗? 王指宁摆了摆手, 这你要去问我吧, 我都说了我管不了这事, 则则, 影天看看白维德, 又看看王指宁心中感慨不已, 王指宁睁睁眼说瞎话, 明明自己就能决定, 但因为他心里还是希望和许家合作, 一直在拒绝宇天地产, 而白维德显然也是看得出来这女人是在敷衍, 这下, 这女人危险了呀, 白维德不再挽留, 歉意地朝着影天和宁长点了点头, 宁长经常去看宁卫国, 认识白维德, 朝着他友好的笑了笑, 影天也若无其事对他笑着回应, 带他走后, 影天开始盯着王指宁的数据面板, 果然, 就在白维德消失在转角时, 影天眼中失去了王指宁的数据, 并且, 一段影像开始播放, 第12章, 王指宁投资老同学拍电影, 影像中, 王指宁在宴会后, 结识了张家浩, 并受邀参加张家浩准备的飙车活动, 生心爱玩的王指宁当即答应, 张家浩还想邀请影天, 但因为影天知道, 他们想让自己身败名裂, 便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结果, 王指宁坐上了张家浩准备好的车, 开始驰骋赛道,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车早就被白韦德的人做了手脚, 就在车辆行驶途中, 刹车失灵, 王指宁一下就飞出赛道, 跌落山崖, 第二天傍晚, 才被人找到在山下的尸体, 没有人会认为这是白韦德的手脚, 他们都看向邀请王指宁的张家浩, 而后, 王家震怒, 开始针对张家, 张家作为魔都的地头蛇之一, 联合宁家一起对抗, 两方一时僵持不下, 白韦德一尸二鸟, 既达成了和王家的合作, 又让王家牵制了宁家和张家, 成为最大赢家, 隐天看完, 开始对白韦德的布置感到心惊了, 通过景象, 隐天暂时还看不出, 那个给车动了手脚的人是谁, 但能接触到张家浩车的, 只有他那批兄弟和维修工, 而等会的比赛, 没人能确定王指宁会不会去, 所以, 提前动手脚是不可能的, 那样说不定害死的是张家浩, 只会是知道王指宁要去, 而且知道张家浩会分哪辆车给他, 再动手脚才能精准打击, 所以, 那个人一定是张家浩的一个朋友, 而且关系还必须很好, 隐天回想了下, 自己和张家浩接触时, 没怎么注意他那些兄弟的资料, 宁常见隐天盯着王指宁看得不停, 噎着嘴狠狠揪了一下隐天的腰间, 隐天痴痛下, 脸色都变了, 这一能能预测别人的惨状, 为什么不能预测自己, 什么时候会被宁常欺负, 回过神, 隐天这才注意到, 王指宁一直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怎么会让你小女友吃醋的哦? 隐天知道王指宁的年龄, 心中暗道, 你也没比宁宁大多少, 但隐天嘴上说的是, 不好意思, 刚刚在想事情, 同时, 隐天握住了宁常的手, 不让他继续摧残自己的腰, 宁常不满地挣扎了许久才平静下来, 再回首, 王指宁正饶有趣味地看着这一切, 张成坐在一旁,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大大的蹬泡, 想了想, 他放下餐点, 起身道, 那个, 隐天, 你们聊, 我先去忙我的事, 张成一张嘴, 这里三个人的注意力全部被他吸引了, 隐天松了口气, 看了眼王指宁, 见他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思绪流转, 这女人没事老气宁宁干嘛, 想了想, 隐天当即喊住了张成, 诚哥, 王小姐认识很多人, 你要不让他给你介绍一个, 张成当要迈出的腿一颤, 隐天, 你自己的事, 为什么要让我参合进来, 王指宁倒是又产生了兴趣, 那个什么成, 你是什么事, 张成心中泪流满面, 你就连我名字都没记住吗, 不过, 想到或许真能靠这个看起来很有诠释的女人, 达成自己的导演梦, 张成只好不拘小节道, 王小姐, 我就是有一部电影在筹拍, 想找个人投资, 电影, 张成还没说完, 王指宁就打断了他, 嗯, 这是我的剧本, 见王指宁似乎有些意愿, 张成赶紧将随身携带的剧本掏了出来, 王指宁立即接过, 从头开始看了起来, 不时还点点头, 心中一喜, 胆激地看了眼影天, 影天也有些猛, 自己本想让张成帮忙应付一下王指宁, 没想到王指宁还真对着感兴趣, 王指宁家大业大, 随便介绍两个富商, 就足以令张成成功拍下这部电影了, 但这也算间接达成了影天的目的, 影天赶紧向着宁长, 开始哄他, 宁宁, 你今天怎么了? 宁长低着头, 什么也不说, 以前的冰山女神, 现在成了个小兽气包, 影天捏了捏宁长的脸, 戏学道, 难不成你是吃醋了? 谁吃醋啊? 宁长文言立即抬头否认, 却看见了影天憋不住的笑容, 当即意识到他是在炸自己, 你喜欢看谁就看谁, 我又不在乎, 我最喜欢看宁宁了, 不给你看, 张成听着影天和宁长的话, 心中一颤, 影天现在说的, 比他以前对前女友说的更肉麻, 为什么要让我再次承受这一切? 作为一个从母胎单身solo到现在的单身狗, 张成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好在王芷宁很快就看完了剧本, 张成赶紧凑上去问道, 王小姐, 怎么样? 王芷宁点了点头, 还不错, 那能请您帮忙介绍几个朋友吗? 言下之意, 就是想让王芷宁帮忙找人投资, 王芷宁一脸兴奋, 什么朋友? 你这剧本写得这么好, 我投了? 啊? 张成一脸不可思议, 啊什么啊? 王芷宁看了张成一眼, 本小姐说投, 那就绝对会投, 不管你是要几个亿, 我都投得起。 第123章, 表哥的计划开始了, 不用那么多, 不用那么多, 张成连连推辞, 他本来就只打算拉个千把万的投资, 一千, 啊不, 一个亿够了, 多得我再还给您。 王芷宁不屑地摆了摆手, 他不像自己弟弟, 王家实行的是女孩富养, 因此, 王芷宁从小就生活优渥, 刚建立金钱意识, 就开始接触家族事业, 如今, 已经身价百亿, 手上可以随意动用的资金也超过了几十亿, 在自己感兴趣的行业, 投个一个亿, 他还是愿意的, 那就给你一个亿, 高级特效的都给我用上, 这一亿必须用完, 不够再找我。 张成一愣, 我这文艺爱情片, 要什么特效? 不过, 他也不傻, 当即点头, 好, 那就按您说的办, 我们到时候再联系。 王芷宁爆出了一串号码, 张成赶紧记下, 却又听见王芷宁说, 你开机了, 就找我助理, 他会转钱给你。 刚将号码示弱珍宝的张成看了眼影天, 刚刚好像王小姐, 是将自己的私人号码给了他, 张成对这个看脸的社会绝望了, 实际上, 王芷宁一开始, 还感觉有些不对劲, 影天作为宁家的女婿, 不可能缺钱, 为什么他朋友还要找别人投资? 隐隐间, 他也意识到影天可能在掩藏自己的身份, 看了眼又和影天如胶似漆的宁长, 王芷宁看到宁长对自己示威似的挥了挥拳, 他轻轻一笑, 没打招呼就离开了, 影天注意到时, 只能看见他消失在转角的背影, 你们谈好了, 看着张成那个兴奋镜, 影天故意问道, 虽然早通过他的心声知道了结果, 但影天想着问问张成, 让他吹吹牛, 便假装不知情, 张成连连点头, 影天, 这个王小姐, 你从哪认识的? 一个亿, 说头就头, 眼都不带眨的, 影天轻轻一笑, 还是拖了宁宁的面子, 通过他表格认识的, 是张家浩带着影天去赌桌, 影天才能碰见王芷宁, 这么说也没毛病, 张成点点头, 得意道, 行了, 你们就等我一泡而红吧, 张成这得意样, 显然已经把那啥奥斯卡金几百花, 都视为囊中之物了, 影天没有打击他, 那我就等成哥发达后, 带我们一脚了, 哈哈, 放心, 可绝不忘记你, 而在某个点心桌前, 马学龄看见张成的笑容, 捏紧了拳头, 虽然听不见他们说了什么, 但看样子, 张成似乎是搞到投资了, 马学龄想了想, 自己能从哪对付张成, 张成吹完牛后, 又想着去认识几个富豪, 虽然他的电影投资已经拉到了, 但富豪扎堆的机会可不多, 张成想趁机扩充扩充人脉, 他还拉着影天一起去, 影天对这类虚伪客套的人际交往不感兴趣, 加上自己的人脉已经被岳父扩充过了, 越没和张成一起, 其中, 影天没有自己的名片也是一个原因, 张成的名片著名的是知名导演, 张成走后, 影天继续陪同着宁肠, 吃吃喝, 玩玩闹闹, 说些悄悄话, 倒也不算无聊, 宴会慢慢走向尾声, 而一直没被打扰的影天宁肠, 又迎来了一群不受欢迎的人, 小天, 表妹, 很远处, 张家浩似乎刚看见影天和宁肠, 挥手打着招呼, 影天假装热情的回应, 表哥, 张家浩边招手边靠近, 小天, 表妹, 刚刚怎么没在那天看见你们, 他的那些兄弟们也纷纷问候, 影少, 宁大小姐, 宁肠还对张家浩有很大怨气, 表哥, 你之前怎么带他去赌博了呀, 张家浩语气一致, 我也很后悔呀, 我还赔了十三亿呢, 张家浩的小弟们顿时纷纷嚷道, 宁大小姐, 这也不能怪浩哥, 都是宣绍看见浩哥, 非要拉他进去玩玩, 对啊对啊, 本来我们是想带影少认识些朋友的, 没想到半路碰到了宣绍, 影天看见张家浩的心声, 宁宁, 这也不能怪表哥, 我当时进去后也有些手痒, 边说, 影天边疯狂地眨眼睛, 宁肠想到, 之前影天把锅扣在表哥身上, 在对比影天现在的表现, 当即心有灵犀道, 你也是, 以后不要去玩这些了, 虽然不知道影天有什么目的, 但宁肠选择向着自己男友, 张家浩立即接话, 怪我, 怪我, 表妹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带小天玩这些, 宁肠点点头, 心里却打定主意, 以后都不要让影天和表哥来往了, 张家浩见表妹, 似乎不生自己气了, 当即问道, 这宴会也快结束了, 你们等会有什么打算吗? 影天顿时意识到, 他们对自己设的局开始了, 左右巡视, 影天看见了苏玉成, 这家伙, 站在最后, 看见影天在看自己, 连连摇头, 意思是, 让影天找借口, 要是影天不知道王芷宁的死法, 或许他还真不会自投罗网, 但既然知道了, 无论是为了救人, 还是防止白韦德陷害张家和宁家, 影天都必须去救王芷宁。 第124章, 表哥带我去飙车, 宁长正想拒绝, 却突然被影天拉住了, 等会我们就直接回家了, 表哥, 难道有什么活动? 宁长, 不是当让你不要和表哥玩吗? 影天赶紧捏了捏宁长的手, 事宜等会再和你解释, 宁长只好憋着疑惑, 让影天和表哥交谈, 张家浩心中一喜, 又看见影天和宁长牵着的手, 张家浩心中冷哼了一声, 哼, 看你明天还能不能和我表妹在一起, 要是宁叔叔知道, 你背叛了表妹, 恐怕你会被他打死吧。 张家浩心中猜想影天的各种后果, 脸上的笑容却更平易近人, 等会我们魔都超跑俱乐部有个活动, 你们要不要也来看看? 什么活动? 影天不解地问道, 就是赛车啊! 张家浩还没解释, 他的小弟顿时就先忍不住解释了, 影少, 你玩过赛车吗? 呃, 没有, 小弟们顿时一副可惜的样子, 叽叽喳喳道, 我和你说, 赛车才是男人的浪漫, 对啊, 没玩过跑车的男人, 是可悲的男人, 可有了跑车, 却没赛过车的男人, 是可怜的男人。 影少, 今天和我们一起去玩, 保证让你爽翻天, 宁长及时拉了拉影天的手, 影天再次握紧, 可是会不会很危险啊? 怎么会有危险? 我们玩了这么多年都没事, 就是你要是真怕的话, 可以只看不完, 没事, 咱们的车都是改装过的, 车烂了, 年都不会有事, 就算不完, 你也可以过来看看, 纯粹看看也行, 他们的目标是让影天和他们一起, 然后到时候找个机会灌醉影天, 再喊来小姐, 因此, 只要影天人来就行了, 影天又犹豫到, 啊, 表哥带我去玩玩, 小天, 今天保证让你难忘, 张家浩顿时欣喜落狂, 那我们就等会在车库会合, 影天点点头, 张家浩神清气爽的带着一行人离去, 表哥一走, 你怎么又答应他, 影天拉着宁长坐下, 宁宁, 我收到消息, 有人要害你表哥, 啊, 宁长立即惊讶的小嘴张开, 有人要害我表哥, 嗯, 影天点点头, 将自己见到的片段, 换了个口吻, 挑挑简简地讲了一遍, 影天没将死的人是王芷宁讲出来, 他只是说有人会害死一个人, 让张家浩背过, 即使防止自己消息太准, 又是怕宁长知道, 是王芷宁后不愿意去, 听完, 宁长也是忍不住醋眉良久, 但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亲人, 有危险不能坐视不理, 宁长想了想终于点点头, 那好吧, 不过真有危险, 你可不能逞强, 在心里, 宁长已经将影天看得比张家浩重要了, 影天点点头, 心中一暖, 决定要去参加活动, 两人又找到了正夸夸其谈的张成, 诚哥, 我们等会有点事, 影天说得有些委婉, 张成一愣, 很快明白了, 那行, 等会我打车回去, 接着, 他凑近影天耳边, 嘱咐道, 你俩完好, 我不会告诉陆经理的, 影天顿时知道他是误会了, 不仅是误会了影天等会的活动, 还误会了影天和陆一宁的关系, 影天脸色一黑, 小声辩解道, 我和陆总没啥, 张成却不耐地摆摆手, 行了行了, 你们有事就快去吧, 影天无奈一笑, 和张成说好后, 影天牵着宁长向外面走去, 停车场, 张家浩已经等很久了, 见影天和宁长出来, 张家浩立即迎了上去, 小天, 你这也太慢了, 走走走, 咱们赶紧开车去, 影天点头答应, 眼神一寻视, 果然看见王芷宁, 也在即将出发的车队中, 看来, 王芷宁已经接受张家浩的邀请了, 就是不知道, 白卫德的人有没有对车动手脚, 影天找了一圈, 没找到可疑的, 或是说背景是长重的人, 他们的心声也全是对付自己, 而不是王芷宁, 看来, 应该是还没动手, 或者说, 动手的人家族势力很大, 背景不会显示为长重, 作为张家浩的表妹夫, 来也正常, 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就和别人交谈去了, 影天和宁长上了粉丝马沙, 又惹得众人一致嘲笑, 影少, 品味独特, 你们笑什么, 影少这是宠鱼友, 你们懂个屁, 你懂啊, 影天丝毫没受影响, 点火, 起步, 很快开到了张家浩面前, 表哥, 走吧, 张家浩点点头, 转身上车, 轰隆一声, 张家浩弹射出去, 影天倒没像其他人那样加速, 稳稳当当的驶了出去, 王芷宁本来车位在最后, 当别人都纷纷加速超车后, 他也开始慢慢提速了, 待经过影天车旁时, 他摇下车窗, 对影天的车指了指, 影天不明所以, 也摇下了车窗, 只听见王芷宁大声喊道, 开这么慢, 像那娘们一样, 第125章, 引导模式, 我是车神, 说完, 王芷宁就提速开到前面去了, 影天还以为他是来打去自己马沙的颜色, 没想到, 却是被他嘲讽了, 宁昌也是气得不行, 哼, 车开那么快, 做什么? 影天, 我们还是保持这样, 影天也不至于为了王芷宁的一番话就赌气, 笑着对宁昌点了点头, 但他还是提了点速, 免得落后张家昊他们太多, 到时候找不到位置, 王芷宁抄过去后, 像是被激起了好胜心, 将车开得愈加快, 连抄好几辆后, 张家昊的朋友们忍不了了, 赛场上无身份, 管你是谁, 敢抄我车, 那就比比, 他们就在这马路上飙起了车, 好在通向环山赛道的路段偏僻, 也只有这一行人, 倒也没影响到别人, 影天聚精会神地开车, 看着王芷宁的车速愈加快, 他心中一乐, 这女人这么个玩法, 会不会到不了赛场就出事了? 王芷宁没接触过赛车, 但此时因为赶踩油门, 倒也不落下风, 影天看着看着, 突然眼睛一酸, 怎么了? 宁常见影天慢慢降速, 疑惑问道, 影天摆了摆手, 没什么, 眼睛有些不舒服, 车彻底停了下来, 影天不知道自己眼睛怎么了, 但缓了会后, 已经没事了, 他便又将发动机点火, 这一起步, 影天就看到自己眼中的世界又变了, 眼中的公路, 不再只是公路, 路上出现了两条绿色的痕迹, 笔直向前, 眼中的方向盘等, 也不再单纯的只是方向盘, 影天对眼睛的这种变化很熟悉, 像是以前使用医术一样, 现在自己, 也是进入了引导模式, 影天试探着将油门踩到了引导的位置, 马沙拉蒂飞一般弹射了出去, 比以往起步速度更快, 接着, 影天按照引导操纵方向盘和别的东西, 很快, 这辆车提速到极限, 宁肠看着飞快后退的景色, 有些害怕, 影天, 你, 你慢点, 影天这才冷静下来, 自己刚刚竟然在按照引导模式开车, 在医术引导下, 自己是扎针大师, 那在驾驶引导下, 自己岂不是成了车神? 影天还有些跃跃欲试, 不过考虑到定长在车上, 影天还是将车速降了下来, 本来, 影天中途停了下车, 已经看不到其他人了, 但因为急速开了一段路, 影天还是看到了张家浩他们的车屁股, 这次, 影天没有加速, 仍旧稳稳当当地跟在了后面, 很快, 一行人到了环山赛道, 一下车, 张家浩的朋友就围上了王芷宁, 王姐, 你这车界, 可以啊, 难不成王姐是京城车王? 卧槽, 刚刚我竟然被调了那么远, 王芷宁倒是很谦虚, 哪有, 我第一次玩, 第一次玩就把我虐了, 我, 唉,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车白开了, 我看, 王姐是有这行的天赋, 一上手就比我们这些玩了几十年的还要屌, 王芷宁已经被吹嘘的有些飘飘然了, 很快, 众人又看到了姗姗来迟的影天和宁肠, 碍于张家浩的面子, 大家很时趣的闭了嘴, 倒是王芷宁得意的朝影天扬了扬下吧, 影天淡淡一笑, 带着宁肠下车, 张家浩怕了拍手, 人都到齐了吧, 都到了, 嗯, 我们进去吧, 张家浩顿时带路, 众人也都轻车熟路地跟着, 王芷宁兴兴地凑到了前排, 影天则是牵着宁肠, 不慌不急地掉在后面左顾右盼, 想找出景象中王芷宁开的那辆车, 可惜一直没找到, 进去后, 张家浩在一个人面前停了下来, 由于众人围着, 影天一时没看见那人的资料, 浩哥,又带了新人来啊, 嗨, 这是京城王家大小姐, 而且, 他车开得比好多兄弟都溜, 哪有, 我就随便开开, 那人又道, 原来是王姐, 失敬失敬, 欢迎来到魔都超跑俱乐部秘密赛道, 王芷宁大大咧咧地回应道, 我的荣幸, 三人又交谈了一会, 张家浩突然提议道, 要不等会让王小姐也参加我们的比赛吧, 那人有些迟疑, 这, 不好吧, 王姐毕竟第一次玩, 也没熟悉过我们的赛道, 王芷宁倒是天不怕地不怕, 我也能参加吗, 放心, 我绕两圈就输了, 影天忍不住摇了摇头, 他们说你是车神下凡, 你还真这么以为了, 张家浩倒是犹豫了, 呃, 确实是我考虑欠周, 那王小姐, 要不你等会就到观众席看吧, 放心, 视角随便你欠, 那人也是连连点头, 王芷宁觉得自己被小看了, 当即有些不满, 谈论许久, 张家浩和那人终于妥协, 王小姐, 那你挑一样车吧, 第126章, 找到白维德的人, 挑车, 影天身行一顿, 明白事情要像着自己遇见的片段中那样发展了, 但影天没有立即上前, 而是选择继续看看事情发展, 挑车, 王芷宁有些疑惑, 我那车不行吗, 张家浩立即解释道, 我们平时开的车, 或多或少有些毛病, 所以, 我们一般比赛都玩存着的车, 他这么一说, 王芷宁才明白换车的重要, 赛车怎么说, 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而平时带不用的车, 多多少少会有些问题, 平时开车可能看不出来, 但高速行驶时, 一丁点小毛病都足以致命, 而换一辆专门用来比赛的车, 就可以规避这个风险, 想到这, 王芷宁点了点头, 行, 你们带我去挑吧, 张家浩当即带着王芷宁去车库, 影天也明白了片段中张家浩背锅的原因, 车不是他动的手脚, 但是是他让王芷宁换的车, 非要扯的话, 人也是张家浩带来的, 所以, 王芷宁出事, 张家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很快, 车库内就传出了王芷宁的声音, 这辆不错, 接着, 就是发动机点火声, 一会后, 王芷宁就开着车出来了, 影天透过缝隙, 看见了车身的资料, 价格上面, 赫然多出了一行状态, 刹车即将失灵, 影天心中一紧, 左右环顾, 这车是王芷宁自己挑选的, 按理说, 白威德的人不可能提前预知, 这提前动手脚, 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那么, 王芷宁怎么会刚好选到, 这辆被动了手脚的车呢? 王芷宁出来后, 张家浩慢悠悠地从车库中走出, 他出来后四处看了看, 找到影天后脸上一洗, 小天, 张家浩喊着, 快步走了过来, 小天, 你也想玩玩吗? 影天还没说话, 宁长就替他回答了, 表哥, 我们看看就行了, 我们不玩, 张家浩故作遗憾地点了点头, 影天却突然拉了拉宁长, 表哥, 这么有意思的事, 我肯定要参加啊, 宁长诧异地看向影天, 敲咪咪扯了扯影天的衣角, 影天握住了他的手, 让他安心, 张家浩本不在意影天究竟玩不完, 此时, 见两人意见出现了分歧, 心中暗息, 嘴上, 他故作为难道, 你们这个说完, 一个又说不完, 究竟是谁做主? 这么好的挑拨离间的机会, 张家浩自然不会放弃, 在他猜想中, 下一秒, 影天恐怕就会和宁长吵起来吧, 但张家浩没料到的是, 宁长犹豫了会, 竟然点了点头, 那表哥, 你就带影天玩玩吧, 对张家浩说完, 他又转向影天, 你等会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开太快, 影天点点头, 张家浩心中一酸, 以前的表妹不会轻易被别人说动, 自己认定的事也不会轻易妥协, 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影天说什么就是什么, 张家浩愈发加强了拆散影天和宁长的心, 但无论张家浩心中如何几分影天, 他都没丝毫显露在脸上, 那, 小天, 我带你去挑选一辆, 影天答应去参赛, 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进车库看看, 现在听到张家浩邀请, 影天自然点头答应, 张家浩立即转身, 再带着影天进了车库, 一进去, 入演的就是两辆七百万的跑车正门, 这两辆跑车都没问题, 刹车没被动手脚, 影天收回目光, 向里面看去, 张家浩还在介绍, 小天, 你看这辆法拉币怎么样, 百公里加速只要三, 七秒, 影天摇摇头, 继续往里面走, 这辆麦凯伦五百七十呢, 百公里加速只要三, 四十六秒, 而且底盘很稳, 影天再次摇头, 向内走去, 终于, 影天停在了一辆显示为刹车即将逝离的车面前, 怎么, 小天你喜欢这辆, 这个虽然百公里加速不算太快, 但优点, 张家浩还没说完, 就有人打断了他, 哎, 浩哥, 这车还不行, 这车我还没检查好呢, 说话的人从车下面钻了出来, 手上还握着一个扳手, 影天认出了这人, 他就是刚刚和王芷宁, 张家浩对话的三人中的另一人, 之前影天被一众富二代挡住了, 看不到这人的资料, 现在, 影天看完这人的资料后, 微微眯起了眼睛, 这人, 就是白维德安插在张家浩身边的间谍, 张家浩似乎和这人关系很好的样子, 见他从车下钻出, 顿时打去刀, 齐少, 你这速度不行啊, 我们马上都要上场了, 被称为齐少的男子, 丝毫没有急迫感, 浩哥你少来, 我要是不给你们检查仔细, 万一出了事, 我还不得被你们张家弄死, 哈哈, 那你继续检查吧, 浩哥, 后面的都还没检查好呢, 你先带这位兄弟在前面挑, 张家浩文言对影天耸了耸肩, 小天, 你也听见了, 后面看去, 若目的数辆车, 皆带有刹车即将失灵的描述, 影天也懂了白韦德的布置, 既然不知道王指宁会做哪一辆, 那就将所有车都动动手脚, 等王指宁选完后, 再将别的车修好, 第127章, 比赛开始, 知道这些后, 影天也不禁感叹白韦德的办法, 简单粗暴, 但是有效, 有着齐少的配合, 既能率先动了手脚, 又能不让其他富二代出事, 当然, 影天最为注意的, 还是白韦德的渗透能力, 让自己的人成为张家浩的好兄弟, 还帮张家浩掌管着车库的维修等工作, 这岂不是说, 只要白韦德敢下手, 这里所有飙车的富二代,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会死在赛道上, 到时候, 魔独很多负伤都会后继无人吧, 记下这件事, 影天对张家浩道, 表哥, 那我就用你之前介绍的那辆麦凯伦吧, 张家浩点点头, 又将影天带了过去, 刚上手, 开惯了马沙的影天, 还有些不习惯, 但好在影天学习能力极强, 又有着引导模式, 开出车库后, 转溜了两圈, 就感觉如臂实质了, 王芷宁看见影天也要参赛, 在他面前滴滴按着喇叭, 影天看着他这强硬的姿态, 默默叹了口气, 傻妙, 还搁着神器呢, 要不是我来, 更会恐怕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新人选好车后, 张家浩带着三人去下主, 这飙车自然得有彩头, 不然就比谁开得快, 那多没意思, 在场近三十人, 算上影天和王芷宁有十三位参赛者, 现在, 就是下主谁能夺得冠军, 冠军能分得奖持的一半, 剩下一班, 则有压重的人按压住比例分, 起头, 最低是五百万, 尚不封顶, 不过, 这种自己人随便玩玩的东西, 也不可能压太多, 很快, 三十人纷纷压住, 张家浩技术是这里公认最强的, 以前也经常的第一, 因此, 几乎所有人都压了他, 就连不少参赛者都压了张家浩, 但这也不是只能下一主, 不少二代还另外压了几个小有实力的人, 轮到王芷宁时, 他自信上前, 在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又写上一个亿, 果断压给了自己, 这立即引爆了在场所有人的激情, 王姐豪气, 我干, 王姐还真对冠军有想法呀, 浩哥, 今日你可算遇到对手了, 王姐有信心, 我们也得支持支持, 我压王姐五百万, 才五百万, 我压一千万, 今天能不能回本就看王姐的了, 张家浩也是有些惊讶, 对王芷宁竖了的大拇指, 王芷宁下完注, 对着影天这边轻蔑地笑了笑, 回来时, 脸上得意之色已经掩藏不住了, 这些人里面, 王芷宁唯一熟悉的, 还是影天, 因此, 他想到的炫耀对象也是影天, 而且, 早前见过影天在堵桌上屁腻天下的神色, 王芷宁很是看不起影天后面开车时, 稳稳当当当的表现, 影天只是淡淡一笑, 随便投了个五百万给自己, 这又引得王芷宁一阵鄙试, 很快, 所有人投完因为王芷宁的豪气, 这次讲迟金额超过了十个亿, 十三位参赛选手, 除了张家浩是三个亿, 王芷宁是两个亿外再无超过一个亿的人, 影天更是惨到, 只有一千五百万, 自己的, 加上宁长的, 加上苏玉成的, 宁长虽然心中不愿影天涉险, 但影天真到了要上场的时候, 他还是默默地给予了支持, 当然, 为了不便宜表哥, 他仅仅只投了五百万, 至于苏玉成, 他则是向影天示好, 十个亿, 已经足以令不少参赛者为之心动, 张家浩也是呼吸有些急促, 做起了热身运动, 众人看见, 也是热闹了起来, 卧槽, 浩哥是不是要认真了啊, 则则, 看来这次冠军非浩哥莫属了, 哎, 没想到这次讲迟超过了十亿, 上次过十亿, 还是阳哥在时的是吧, 早知道好个认真, 我就不投王姐了, 这下好了, 我这一千万怕是拿不回来了, 谈论着, 骑少满头大汗的从车库走了出来, 兄弟们, 所有车检查无误, 张家浩此时也热身完毕, 带头进去将车开出来, 影天在一旁观看, 也是明白了这里的规矩, 所有人在这存两辆车, 可以换着开, 又人带朋友来时, 可以观战, 可以随车同行, 也可以参赛, 选择参赛的话, 身份地位高, 就先进去选车, 车被分走的人只能开剩下一辆, 身份地位低的, 自然是候选, 这也能防止外来人砸场子, 贸然换车, 外来人自然一时不能习惯, 很快, 车队在山脚排成一排, 一大堆穿着清凉的妹子, 出现在赛道前, 挥舞起旗帜, 扭动了起来, 很快, 321的信号响起, 啦啦队也都接上了节奏, 在一落下时, 将高高举起的旗帜往下一挥, 哄, 13辆跑车同时发动, 那一瞬间, 发动机的噪音震耳欲聋, 就在骑制辉到底时, 众人纷纷弹射了出去, 烟尘飞舞在空中, 但有着全方位的监控, 众人很快就看见了为首的车, 为首的, 自然是经验丰富的张家浩, 浩哥加油, 卧槽, 浩哥又占据优势了, 这次稳了, 浩哥开局领先, 后面只要不失误, 基本第一, 众人眼中只有张家浩, 没人在乎后面的人, 隐天的车呢? 第128章, 危急时刻还得有出马, 足足两三秒后, 隐天的车才从烟雾中出来, 被摄像头照见, 众人的视线都看向为首的张家浩去了, 谁会在乎一个吊车尾? 宁常看见隐天的车, 慢悠悠地出现, 叹了口气, 谁不想自己男友十项全能呢? 不过, 宁常最后还是笑了出来, 就这样, 慢慢地, 没什么危险也挺好, 隐天自然可以和他们一起弹射起步, 但他考虑到, 自己这次的目的主要是就王指宁, 开始就没开多快, 隐天想的是, 在开阔的马路上, 王指宁敢将油门踩到底, 但是在这崎岖的山路上他, 应该就不敢了, 所以, 隐天起步很慢, 但他没想到的是, 王指宁这女人这么严, 这种危险的路段都开那么快, 傻妞, 隐天嘴上吐槽着, 加快了车速, 进入引导模式后, 隐天向着前方的车辆追逐而去, 此时, 他与张家浩的差距已经超过了一百米, 因为他看见隐天的车速度一下踢得很快, 一秒, 两秒, 隐天追上了他前面的一辆车, 隐天又一个加速, 卡住了通道, 再次前进一鸣, 宁长双手不由自主地握了起来, 一分钟过去, 隐天已经名列前茅了, 在他前面的只有张家浩, 王指宁和一个不认识的二代, 而路况也不再是刚刚那种直线形, 而是开始有了些弯道, 一到弯道, 老手与新手的差距就体现了出来, 张家浩和那个二代都只是稍稍减速就飘移过弯, 而王指宁这个赛车全靠踩油门的女人, 只得减速到很慢再过弯, 这让他心中有些烦躁, 加上王指宁从后视镜看见了隐天的车, 我不是第三吗? 隐天这胆小鬼, 怎么要追上我了? 尤其是在自己过了一个弯后, 王指宁从后视镜看见隐天飘移过来, 速度没有丝毫减慢, 隐天这家伙这么强, 王指宁心中生起不服输的念头, 跟着加快了车速, 此前隐天正在逐步接近他, 现在车距又开始保持不变了, 而前面赫然又是一个弯, 隐天看见王指宁愈加变快的车速, 嘴里咒骂了一句, 这傻妞竟然又加速了, 心中咒骂着, 隐天却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车速, 因为隐天看见王指宁似乎没有减速的打算, 王指宁这边看着前面那个宽阔的拐道, 心中生起了一丝世事的想法, 飘移的话应该不难吧? 王指宁想了想, 以前自己也算看过这类的影视作品, 飘移无非就是转弯加刹车吗? 正好, 前面这个弯道很宽阔, 可以用来献学, 失败了也不会有事, 可就在王指宁觉得车速有些过高, 想要减一点在学飘移时,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速度好像没有减下来, 在这危急关头, 他竟然还有心思低头看看自己究竟踩没踩刹车, 换上了平底鞋的小脚, 使劲压了压, 刹车被踩到了底, 可是车速没有丝毫减缓, 王指宁这才意识到可能是刹车坏了,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尽管油门已经松了, 但这个车速显然靠山路摩擦是降不下来的, 眼下王指宁想要自救, 就只能无减速过了前面那个弯, 再由山路将车停止, 影天正加速呢, 突然看见王指宁车的资料从刹车即将失灵变成了刹车失灵, 影天一咬牙再次加快了点速度, 现在影天的速度已经超过引导模式设定的速度了, 在引导模式下驾驶, 影天能以最合适的速度过弯, 并保证过弯后速度不降太多, 想要以超过引导模式的速度抵达弯道, 再按着引导模式过弯的话, 减速时会浪费额外的时间, 但现在, 影天显然不能按着引导模式来行驶了, 虽然王指宁的车刹车失灵, 但因为他没踩油门, 而影天一直在加速, 影天还是追上了他, 但此时, 弯道就在前方, 这个弯道很宽阔, 足以容纳三辆跑车同时通过, 等会你正常打方向盘, 经过王指宁身旁时, 影天大声喊道, 旋即, 影天加速超了过去, 和王指宁错了半个车身, 接着, 就在进入弯道时, 影天开始减速, 碰, 王指宁的车一下, 就撞上了影天的车门, 影天是按着王指宁的车速慢慢降下来的, 因此, 碰撞并不激烈, 但影天整个人还是猛地震了一下, 同时, 王指宁的车也抵住了影天的车, 影天的车, 现在就相当于王指宁的外带刹车装置, 好在王指宁打了方向盘, 两人的车虽然在向护栏靠近, 但总的来说还是在过弯, 不然, 影天还真怕着女人将自己直接撞出山崖, 连续碰撞了好几次, 王指宁的车终于降到了安全车速, 同时, 影天也加速开远了, 王指宁惊魂未定地看着渐渐归零的仪表盘, 愣了许久, 终于, 他忍不住趴在了方向盘上, 嚎啕大哭, 观众席上的所有人目睹了这一切, 他们刚看见王指宁加速时, 还有些疑惑, 接着, 看见王指宁没减速, 他们开始紧张, 他们并不知道王指宁的刹车坏了, 而是以为王指宁想挑战你那种车速过弯, 但很快, 他们知道王指宁要完了, 第129章, 影天追上来了, 因为, 没人能在这么快的速度下飘逸过去, 就算是历代F1的冠军也不行, 就在他们开始担忧时, 突然看见影天接近了他, 然后, 他们看见影天超过了半个车位, 用自己的车帮王指宁减速, 摄像头精确地拍下了两车相撞的瞬间, 想要以这样的方式减速, 也不是不行, 但这要求驾驶员对速度的把握极其精准, 自己车速太高, 起不到效果, 自己车速太低, 容易被后车一下撞歪, 到时候, 不说侧翻, 最起码也会连自己的车都失去控制, 而画面中那轻微的颤动, 告诉大家, 影天的车仅仅只比王指宁的慢上一丝丝, 这是何等精准的速度把控啊, 接着, 看见影天逐步将车速减慢下来, 引导王指宁慢慢过弯, 直到王指宁停车, 他们才彻底放下心来, 卧槽, 吓死了, 差点以为今天要出事了, 开着车的是谁啊, 这么流鼻, 我看看, 好像是那个新来的, 叫什么影天, 我记得是宁大小姐的男友吧, 众人想起了影天的身份, 他们又突然意识到, 宁场好像就在这边看着, 众人立即四处张望起来, 终于, 他们看见了那个安静坐在一旁, 不断用手擦着眼睛的女孩, 过完后, 影天回头看了一眼, 王指宁消失了好久的资料, 终于又重新回来了, 这让影天松了口气, 本来, 他是想通过自己上场, 卡王指宁的车位, 让他不至于开太快, 但因为之前看不见王指宁的资料, 影天并不知道他的心声, 没想到的是, 王指宁这傻妞, 开局就把自己甩那么远, 影天只好临时改变计划, 最后通过这么一种危险的方法救了他, 害怕, 这时候, 是个人上去安慰安慰, 就能得到他的好感, 但是, 影天完全不在乎, 而且, 影天只觉得自己很亏, 恐怕, 宁常看见这一切, 已经枯花了脸吧, 本来安安全全就能解决的是, 被这傻妞完成了要命的游戏, 不光自己身处险境, 更是让女友为自己担忧受怕, 思绪流转, 现在唯一能补偿自己的, 就只有那十亿奖金了, 影天已经到了山腰, 距离终点还有近两分钟的车程, 而张家浩和那个二代的车, 已经连后车灯都看不见了, 想必, 也就比自己多了一两个弯道吧, 按着引导模式, 影天将油门踩到了低, 观众席上的众人, 好不容易从刚刚惊险万分钟回过神来, 又看到了影天加速的一幕, 他这是干嘛, 难不成, 他还想去争争冠军, 呃, 要是我我就去安慰小姐姐了, 傻了吧, 人家有女朋友了, 还是和王姐不相上下的那种, 接着, 众人看见, 王指宁停下的车逼停了不少后面的选手, 他们虽然已经没什么赢的希望了, 但此时被堵在这, 还是很兴奋, 前两辆看出情况, 开了双闪, 后面不知情的, 已经开始滴滴按着喇叭了, 影天这边, 按着引导过了三个弯后, 终是在下一个拐角, 看见了一抹后车灯, 快接近了吗? 影天全神贯注, 一心一意按着引导模式行驶, 终于, 在过了这个弯后, 影天看见了前方你争我多的两辆车, 左边是张家浩的Seline S7 Twin Turbo, 右边是另一个富二代的宝石杰, 他们眼中只有对方, 完全没注意到后方悄然接近的影天, 影天的优势是, 能以最快的速度过弯, 并且过弯后不会降太多速, 但不足是, 为了保证过弯时达到预定的速度, 会提前慢慢减速, 他们的优点是, 平路上能用最大的速度驶过, 但过弯会降很多速, 过弯后也需要时间提速, 影天赢的机会就在剩下的三个弯上, 很快, 第一个弯到了, 张家浩凭借自己领先一点点的位置, 占据了这个不能容纳两辆车的弯道, 第一个过弯, 后车不得不减速, 就在后车驶入弯道时, 影天已经快摸到他的车屁股了, 过弯后, 二代刚准备提速, 突然听见车边一阵轰隆声传来, 回过神来时, 影天已经将自己给抄了, 二代愣住了, 这家伙, 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而前方稳居低的张家浩, 看了眼后视镜后愣了一瞬, 我就看了三秒的路, 你咋连车都换了吗? 很快, 他意识到这是另外一个人, 看了看车, 张家浩认出了这是影天, 这一下他更惊讶了, 影天不是堵树高吗? 怎么开车也这么强? 不过, 张家浩没把影天放在心上, 自己已经领先这么多了, 他还能追上自己不成, 下一个弯道又是一车通过的那种, 张家浩稳稳驶过, 正在提速时, 突然看见影天的车又出现在了自己的后视镜中, 影天趁自己过弯将距离追了上来, 过弯还没落后太多, 眨眼间, 影天已经接近了张家浩, 张家浩还是没有丝毫畏惧, 这里的通道虽然能容纳两人通行, 但过了这个弯, 那就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行了, 也就是说, 只要自己能在过弯前保证在影天前面, 就稳赢了。 第130章, 夺冠, 女友线文, 观众席上的众人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已经知道影天的技术有多屌了, 可惜的是, 就算影天在过弯前后能有机会超车, 但进入最后一段后, 面对只能容纳一人通行的赛道, 就算你是车神灵士, 也无力回天, 除非, 影天能在最后一个弯超过张家浩, 最后一个弯道足以容纳两辆车, 但, 众人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张家浩也是这么想的, 他开始加速, 影天虽然刚刚差点追上张家浩的车屁股, 但现在张家浩一加速, 影天就又被落下了, 无他, 张家浩驾驶的这辆车最高速比影天的要快, 两人间的差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拉大, 一米, 两米, 终于在弯道前达到了十米, 张家浩凭借着自己的优势提前占据了内车道, 开车这么多年, 张家浩还没见过有人敢在外车道飘移, 只要自己占据内车道, 影天这小子还不时只能任由自己拿捏, 想到十亿奖金自己能分一半多, 张家浩脸上露出笑意, 张家浩开始减速, 影天还没减速, 但张家浩没有在意, 张家浩慢慢转弯, 影天还是没有减速, 张家浩通过后视镜看了一眼, 外车道贴近山体, 想必影天就算来不及刹车也没关系, 最多撞一撞嘛, 真处了事, 难不成宁叔叔还能让自己血债血肠不成, 接着, 就在张家浩不懈的眼神中, 影天提前飘移, 借助外车道将自己甩了过去, 某一时刻, 影天的车头正对张家浩的右侧车窗, 在张家浩目瞪口呆的表情中, 影天淡淡一笑, 又将车身扭正, 成功抄车, 张家浩直到自己被抄了, 才回过神来, 这是人类能完成的飘移吗? 观众们也被震惊了, 影哨这操作, 我记得曾经在F1上看见有人用过一次, 但他第二次用时就出车祸死了, 浩格竟然输了, 张家浩还在思索, 突然看见前方影天开了双闪, 同时, 影天的速度也降了下来, 张家浩也不得不跟着降速, 现在, 两人已经进入了只能容纳一车同行的赛道, 张家浩非常不解影天减速的原因, 前方影天的车已经停了下来, 只见影天从旁边探出头来大喊, 表哥, 我这车不知为何, 熄火了, 张家浩脸色一黑, 你看娘的, 抄了我车就熄火, 影天又在大喊, 表哥, 要不你用你的车将我推到终点, 张家浩心里十分难受, 这个逼抄了, 我车就算了, 还想让我送他赢, 但眼下影天堵了路, 张家浩就算想抄车也抄不了, 这个单车道, 张家浩想回去只有先到终点, 再掉头开回来, 或者直接倒车, 但是这不就将影天和这辆麦凯伦丢在这了吗, 这么多人看着呢, 自己要是将影天卖了, 那还得了, 此前想后, 张家浩没想到别的什么办法, 可真要用自己的车将影天的车送上去, 张家浩又有些心疼, 自己前面赢到, 难道还要赔一笔修车费? 咬了咬牙, 张家浩慢慢启动发动机, 一下子对了上去, 还好不是上坡, 张家浩降速提升动力, 两车紧密挨着, 一同前进, 影天还不时将头探出来, 表哥, 谢谢来啊, 表哥, 等会我拿了奖金, 要不要分你点? 表哥, 你真不好意思, 当让你朋友送我五十五亿, 现在又让我赢这么多, 张家浩脸色已经黑了, 但他不得不笑着回应, 唉, 咱们都是一家人, 就别说两下话了, 影天看着他的心声憋笑不已, 很快, 张家浩终于将影天的麦凯伦送到了终点, 一到终点, 张家浩就忍不住下来, 围着自己车转了两圈, 看着那些凹痕, 他差点流下痛苦的泪水, 作为一个爱车人士, 张家浩看见自己的车受伤, 就像看见女友被别人虐待一样, 那凄惨的表情, 影天看了都有些不忍, 影天也不是故意的, 这车是真坏了, 要怪, 只能怪那些汽车制造商, 也有可能是被汽少改装坏了, 影天拍了拍张家浩的肩膀, 表哥, 别伤心, 你这车是帮我才坏的, 我赢了钱, 这修理费我出了, 张家浩哭不出来了, 很快, 影天乘坐张家浩的车回到山脚, 越过欢呼的人群, 影天看到了抱腿坐在一旁的王指宁, 他是被后面的车送回来的, 回来后, 他一直在发呆, 直到影天回来, 他眼中才恢复了一点灵气, 影天看着他的心声, 头皮一麻, 又看到他有过来向自己拥抱感谢的心思, 影天急忙别过视线, 他赶紧四处寻找自己的女友, 终于, 影天看到了在一旁抹眼泪的宁肠, 影天赶紧跑了过去, 宁宁, 你这咋还哭上了呢? 宁肠终于克制不住, 一下就抱住了影天, 我, 我差点就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影天急忙安慰道, 我这不是安全回来了吗? 就在影天还想说些什么时, 突然感觉自己的嘴被堵上了, 这, 影天赶紧微微蹲下, 让女友不必扬着脑袋, 梁九, 第一百三十一章, 赢了钱请表哥吃宵夜, 影天是真没想到, 影天会这么大胆, 以前, 自己想在没人的地方轻轻都不行, 周围的富二代们, 虽然一个个都有些嚣张跋扈, 但他们内心, 还是非常渴望有甜甜爱情的, 见此, 他们沉默了一会, 又纷纷鼓起掌来, 只有王指宁, 一直沉默地看着两人, 影天被掌声惊醒, 一下就从影天怀中挣脱了出来, 看见这么多人看着自己, 又想到, 自己刚刚大胆地举动, 他顿时脸色羞红, 而此时, 张家浩正听自己小弟, 汇报刚刚的情况, 看到录像时, 张家浩心中一阵惊慌, 自己开始时, 后面竟然还发生了如此危机的情况, 这要是王指宁出事了, 张家浩一阵后怕, 他赶紧凑到王指宁身旁, 王小姐, 今天的事, 是我们没有检查好跑车,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们能补偿的, 一定补偿, 王指宁烦躁地摆了摆手, 今天这事, 现在是看影天秀恩爱的时候, 他不想让张家浩打扰自己, 张家浩见王指宁似乎没有怪罪的意思, 心中松了口气, 他完全没想到, 这次的事会是自己朋友齐哨设置的, 这么多年没出过事, 张家浩心中已经莫名的信任齐哨了, 这次肯定是意外, 他又顺着王指宁的眼神, 看向众星拱月般的影天, 这次多亏了影天才没酿成大祸, 可想到影天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救人, 最后还赢了自己, 张家浩心中就有些难过, 我的技术就这么垃圾吗? 叹了口气, 张家浩挤进了人群, 小天, 谢谢你救了王小姐, 影天无所谓的摆了白手, 在他心里, 自己救人, 完全就是为了限制白维德, 就宜救宁家, 和张家完全没关系, 张家浩心中留过一丝暖流, 自己这表妹夫, 助人为恶不求回报, 也没那么不堪, 表哥, 我奖金呢? 张家浩收回了刚刚的想法, 自己被影天坑了十三亿, 还得罪了宣少, 此仇不共戴天, 这些记账你拿着, 我们已经转账了, 最迟明天就回到, 张家浩还没说话, 就有热心小弟, 主动拿着个人的下注过来, 影天翻翻简简, 将张家浩投给自己的五百万拿了出来, 诶, 表哥, 说好你车我来修, 这五百万, 就当是修车费了, 张家浩看着自己署名的账单, 久久无言, 影天安慰好了宁长, 又过来拍了拍张家浩的肩膀, 表哥, 不要太感动,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张家浩忍痛点了点头, 这时, 又有小弟想到了早先安排好的计划, 提议道, 影少, 你这赢了这么多钱, 不如等会就请我们吃个饭吧, 提议一出, 不少人都想到了这个计划, 虽然影天刚刚得到了他的尊重, 但这方面, 还是要紧跟着浩哥的步伐走, 因此, 不少人都开始起哄道, 对啊, 影少, 以前我们都是谁赢了, 谁请吃饭, 今天影少赢了这么多, 可不能拿个钱就跑啊, 影少不请吃饭, 我这钱就不赚了, 别别别, 我们不是危险, 就是想好好庆祝一下, 对, 今天不醉不休, 张家浩倒是有些犹豫, 这影天刚帮自己救了王芷宁, 自己转身就要坑害他吗, 但看到自己众小弟群情激愤的样子, 张家浩悠悠叹了口气, 为了影天的那六十多亿, 为了表妹能嫁给京城大少, 为了自己日后接管张家和宁家, 自己必须很下心, 大不了, 等影天落魄了, 自己再救济一下他, 想到这, 但是张家浩也是拍了拍影天的肩膀, 小天, 你看兄弟们都这么激动, 要不就去搞个宵夜, 影天有些迟疑, 他看见了苏玉成一直在摇头, 通过这些人的心声, 影天也知道他们等会的想法,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即使影天有着异能, 他也不会认为自己能应付一切危险, 就在影天即将开口拒绝时, 王芷宁突然上前, 影天, 今天谢谢你救了我, 要不, 等会就由我请大家吃饭吧, 众人一听, 觉得对张家浩的计划没什么影响, 便纷纷起哄道, 也行, 我们一定捧场, 影少, 王姐感谢救命恩人, 你不会这也要拒绝吧? 呃, 你是要是拒绝了, 王姐得多伤心啊? 张家浩也忍不住劝慰道, 小天, 王小姐就是想报答一下你, 你要是拒绝了, 他可能会一辈子纠结, 哪有这么严重, 影天撇了撇嘴, 宁长却替他答应了, 好啊, 我们去哪里? 第132章, 影天又坏了我的好事, 宁长之所以这么快接受建议, 是因为他想到, 要是王芷宁一直没有报答救命之恩, 那他岂不是会经常念着自己男友, 索性就趁这次宵夜的机会, 让王芷宁好好谢谢影天, 影天看了宁长的心声, 不由得一阵好笑, 宁长就是启人忧天而已, 先不说影天自己会不会对其他人动心, 王芷宁作为京城王家的大小姐, 什么样的青年才剧没见过, 即使他现在对自己是有些好感, 不过, 没有心里这么在乎自己, 影天也不会破坏宁长的这种紧张感, 因此影天点点头, 那好, 等会就麻烦王小姐破费了, 王芷宁笑着摆了摆手, 今天就算你要吃餐赌鱼吃, 我也会想办法搞来, 我还没你说的那么奢侈, 随便找一家好一点的酒店就行了, 影天笑着答道, 张家浩立即提到, 我知道有一家酒店不错, 要不我们就去那吧, 王芷宁点了点头, 影先生你觉得呢? 影天回道, 王小姐请客, 那位置自然是由你定, 我都可以, 王芷宁推托道, 不行, 既然是答谢你, 自然由你来决定位置, 影天见他认真, 只好假装慎重地 问了问张家浩介绍的地方, 酒店名为星宇大酒店, 据张家浩所说, 星宇大酒店虽然只是一家四星级的酒店, 但他们请的一个厨子, 曾经是米其林三星餐厅的长厨, 因此, 星宇大酒店星级比不上那些魔都的五星级大酒店, 但从服务, 食品味道来说, 却是已经毫不逊色那些五星酒店了, 现在这个点, 那位大厨自然已经下班了, 但张家浩作为张家少爷, 想让个厨师给自己做菜, 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影天想了想, 最终才决定就去哪, 米其林大厨的手艺, 影天还没尝过, 这次不如趁此机会好好尝尝, 影天一同意, 张家浩心中顿时欣喜万分, 看着张家浩心声, 影天在心中提高了一丝警惕, 看来, 张家浩打算在这个星宇大酒店将自己灌醉了, 影天还在想等会推脱的办法时, 张家浩已经迫不及待地招呼着众人出发了, 齐少也接到了张家浩的邀请, 齐少, 一起去玩玩, 张家浩拉着齐少的胳膊又贴近道, 本会还有更加精彩的事, 这精彩的事自然就是指灌醉影天, 然后拍下布雅照给宁长, 齐少却婉言拒绝了, 浩哥, 王子宁开的那辆车不知出了什么问题, 我要好好检查一下, 别搞得以后又发生类似的情况, 张家浩还以为他这些话都是出自真心实意, 感动道, 齐少, 这件事不急, 我们先去玩玩, 回来再研究也不迟, 齐少还是摇了摇头, 浩哥, 你也知道我就这么一个爱好, 不将这件事弄清楚, 我这心里难受, 张家浩叹了口气, 齐少, 这些年我们超跑俱乐部的改装, 维修都是经过你手, 真是辛苦你了, 浩哥,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这都是自愿的, 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张家浩不再劝说他, 将除了齐少外的所有人都喊上了后, 张家浩领着众人出发, 尹天一直在关注张家浩和齐少的对话, 遗憾地是, 他们并没有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唯一被尹天记下了的, 可能就是齐少说了一半的我家里的情况, 上车前, 尹天看了一眼齐少, 正巧, 他也在看尹天, 视线交汇时, 他笑了笑, 主动对尹天点了点头, 尹天也带着笑意回应, 接着, 尹天上车, 点火向着驶出去了的张家浩追去, 在尹天的车尾灯消失在齐少的眼中后, 他的神色一下子就变了, 不同于刚刚的人畜无害, 现代的齐少脸上满是冷漠, 他掏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 咚, 咚, 电话接通, 白少爷, 计划失败了, 齐少冷着脸恭敬道, 电话那边的, 正是白维德, 白维德那边沉默了一会, 问道, 怎么失败的, 你之前好像说的是万无一失吧, 齐少立即将事情的始末详细讲给了白维德, 听完, 白维德久久无言, 忽然, 白维德留下一句就这样吧, 挂断了电话, 芒影响起前, 齐少听见了白维德砸花瓶, 咒骂的声音, 咒骂声听不太真切, 隐隐能听出是又是尹天, 尹天这次依然是不慌不及地掉在车尾, 但没有一个二代敢怀疑尹天的实力, 有些人心中更是像顿悟一般, 怪不得尹少不和我们抢, 原来是觉得我们不配, 哎, 或许真正的大佬就是这样吧, 尽管车技了得, 和前面的人竞速, 一开始, 由于起步早, 他是领先尹天的, 但当尹天发车后, 王芷宁慢慢又将速度降了下来, 直到最后与尹天持平, 尹天愤出了一丝心声, 想看看他玩什么把戏, 王芷宁见前方很长一段都没什么人后, 看向尹天的侧窗大声喊道, 尹先生, 你叫我飙车吧, 第133章, 他们想惯罪我, 王芷宁的声音很大, 尹天没开车窗也听得很清楚, 正当尹天在想着怎么回答时, 宁肠气愤地摇下了车窗, 尹天不会教你的, 你放弃吧, 尹天从后视镜看见了宁肠的心声, 顿时乐了, 哼, 我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怀好意, 尹天也摇下车窗回道, 王小姐, 我没打算教别人这个, 你还是找别人吧, 我看表哥车技就不错, 王芷宁被接连拒绝, 也没脑, 看了眼马路, 见前方依然是空旷无人, 王芷宁又看向尹天那边, 尹先生, 那好吧, 不过, 等以后我的车技变强了, 还会向你挑战, 到时候你可不能拒绝, 尹天随口应道, 行, 在看向宁肠时, 他的心声已经变成了到时候, 尹天可不会再救你, 得到答复后, 王芷宁并没有过多纠缠, 看了眼坐在后面的宁肠, 加速开到前面去了, 尹天则打句道, 宁宁, 怎么又不开心了, 宁肠一下将手从座椅侧伸过, 捏住了尹天腰间的软肉, 尹天, 你觉得王家大小姐怎么样? 尹天感觉身后突然变得有些寒了, 宁宁啊, 我这正开车呢, 要不你先把手拿走? 你车机那么好, 害怕这点影响, 宁肠没有被说动, 尹天看着马路, 陈思了会, 王小姐吧, 各方面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没有我家宁宁好, 宁肠顿时小脸一红, 右手使劲捏了一下尹天, 谁是你家的啊? 尹天痴痛, 却依旧笑着打句道, 也不知道刚刚是谁在那么多人面前抱着我亲, 哎呀, 别说了, 别说了, 很快, 张家浩带着众人到达了星宇大酒店, 早在路上时, 他就给这里的老板打了个电话, 因此, 一行人到来时, 酒店经理早已在外候着, 一见张家浩到了, 经理立即迎了上来, 张少爷, 欢迎欢迎, 陈大厨已经到了, 您可以随时点菜, 张家浩看着经理对自己毕恭毕敬的样子, 心中受用极了, 当即掏出钱包, 将里面所有的钞票都塞进了经理的怀里, 干得不错, 带我们去包间吧, 星宇大酒店经理的工资很高, 但此时受到张家浩的奖励, 他却仿佛觉得, 这些钱比自己工资还要重要一样, 当即心情激动, 张少爷, 你请随我来, 最好的包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嗯, 张家浩点了点头, 回头催促了下众人, 又跟着经理向里面走去, 众人很快就进入包间, 张家浩率先点了几个菜, 又将菜单传阅给影天, 宁长, 王指宁, 四人点完, 见剩下二代们都没什么要加的, 就直接将菜单还给了经理, 张家浩拦住就要去传达给主厨的经理, 吩咐道, 这个是我表妹夫影天, 今天的主角是她, 你多拿点酒来, 说话间, 张家浩的手指指向影天, 经理顿时惊讶地看向影天, 又很快恢复到那副服务者的样子, 喊道, 影少你好, 作为星宇大酒店的经理, 她也是知道魔都大小事里的, 张家浩的表妹, 那就是, 不就是您家大小姐吗? 而眼下这人, 竟然是您家大小姐的男朋友, 说着, 她又看向坐在影天身旁的宁长, 想必, 这位就是那个您家大小姐了吧? 影天朝着她点了点头, 经理很有礼貌, 只是稍稍看了一眼, 影天和宁长的相貌就一开视线, 心中, 她却告诉自己要牢记这两人的面容, 问好后, 经理下去传达消息, 众人也纷纷谈论了起来, 影天没插入他们的聊天, 只是稍稍用心在听, 她更多时间, 还是在和宁长讲着悄悄话, 不一会, 经理再次现身, 这次, 她是带着酒水来的, 有啤酒有红酒有饮料, 经理将所有市面上见得到的, 见不到的, 统统带了一份, 她身后还带着一个服务员, 张少爷, 您和兄弟们要喝什么, 尽管使唤他, 我们这没有的, 也能叫他去买回来, 张家浩不在意这些, 仅仅只是随意地瞥了一眼服务员, 就没再关注, 不过, 自己计划中的重要角色, 酒已经来了, 张家浩立即招呼着一人上了一瓶酒, 轮到尹天时, 她善意问道, 小天, 你要喝些什么? 尹天想了想, 啤酒应该是最不容易醉的, 事实上, 尹天最想喝的其实是饮料, 但这些人肯定不会答应, 为了避免这些琐事, 尹天索性直接要了一罐啤酒, 您常要的是饮料, 王指宁要了一瓶红酒, 这一拿到酒, 张家浩就对兄弟们使了个眼色, 二代们顿时会议, 纷纷举杯敬向尹天, 尹少, 为了庆祝今日相识, 我们敬你一杯, 尹天痛快地一饮而敬, 好, 看着尹天豪迈的样子, 二代们纷纷鼓掌道, 接着又有人上前一步, 尹少, 你今天的车技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我敬你一杯, 尹天这次倒是没给自己满上, 而是看了圈众人, 问道, 你们不会到时候每个人都敬我一杯吧? 不会不会, 众人顿时摇头也给自己满上, 同干了这一杯, 尹天饮完看向众人, 你们还有什么敬酒的理由, 统统驶上来让我看看, 第134章, 王指宁帮表哥灌醉我, 尹天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 源于他曾进入的引导模式, 在引导模式中给别人治病时, 尹天也间接学到了不少中医知识, 其中就有那么几条关于化解醉酒, 谦卑不醉的古法, 使用这些方法, 虽然不能像字面意思那么强, 却也能极大强化一个人的酒力, 而且尹天选了醉不一堆的啤酒后, 愈发不惧这些人的阴谋, 甚至在尹天的打算中, 他想过自己一个人灌醉这里所有人, 这杯吹嘘尹天的酒敬完, 顿时又有一人上前, 尹少, 我家里以前做生意时, 和宁家有些摩擦, 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向宁家求个情, 我先敬您一杯, 得, 这人的理由是求自己办事, 尹天问道, 还有没有有事要我帮忙的, 一次性出来, 省得等会一个个敬酒, 此话一出, 不少分配到求任务的二代脸色一黑, 两久都没人出面, 尹天值得对自己面前这人道, 我帮你问问, 但宁家怎么想的, 我也不能决定, 说完, 尹天喝完了这杯酒, 下一秒, 又有人上台问道, 尹少, 您能告诉我们, 您是怎么追求到宁大小姐的吗? 请务必告诉我们, 我们这杯先敬了, 尹天照例看向众人, 意思很明显, 又有几个分配到问的站了出来, 就这样, 尹天抵御了一波又一波的敬酒, 尹天也用上了自己医学的知识, 使得自己喝了这么多, 却仅仅只有一丝丝醉意, 很快, 场上还能保持清醒的, 就只有王芷宁, 宁长, 尹天和张家浩了, 张家浩看了眼自家不争气的兄弟, 心中意紧, 这尹天喝了这么多杯都没事, 你们怎么先趴下了? 难不成, 尹天这小子还是谦卑不醉的酒神? 他很快恢复过来, 朝着尹天笑道, 小天, 这些人也没什么坏心思, 就是想着和你交个朋友, 尹天心中冷笑, 脸上却显露出一副炫耀的样子, 没事, 表哥, 我酒量好, 所以他们怎么敬酒都没事? 张家浩顿时被恶心到了, 但现在骑虎难下, 张家浩只能靠自己灌醉尹天, 不过, 张家浩想到自己的酒量, 再看看尹天现在这副非常清醒的样子, 顿时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就在这时, 王芷宁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红酒, 举杯身向尹天这边, 尹先生,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我敬你一杯, 王芷宁很痛快地一饮而敬, 尹天前面那么多人敬酒都接受了, 现在自然不可能拒绝王芷宁, 尹天也一饮而敬, 张家浩和尹天都以为王芷宁只是敬一杯就走, 没想到, 这杯喝完, 王芷宁又给自己倒了一点点, 尹先生, 这杯, 庆祝我们今天相识, 尹天听完, 立马看向宁长, 果不其然, 宁长已经开始注视这边了, 尹天心中叹了口气, 我和你可没什么好结交的, 要不是看待你死了会影响很多人, 我可能真的不会去救你, 不过, 尹天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敬酒, 再次饮敬, 而王芷宁喝完这一小口, 还没放弃,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张家浩看着, 心中一喜, 没想到, 王家大小姐莫名地帮了自己一把, 虽然不知道王芷宁的用意, 但张家浩为了灌饮添酒, 使劲帮着王芷宁说话, 惹得宁长看了自己表哥好几眼, 尹天也是有些莫名, 要不是能看见王芷宁只想买醉的心声, 他还真会怀疑他是受了张家浩指使, 而且, 看着王芷宁每次只给自己倒一点点, 而尹天自己每次都是满满一杯, 尹天突然觉得有些不公平, 就在王芷宁再次举起酒杯时, 宁长突然站了起来, 王小姐, 我和你来喝吧, 尹天诧异地看了眼宁长, 宁长来之前说过, 今天不喝酒, 现在又主动要和王芷宁喝, 王芷宁只想买醉, 倒是不在乎地点了点头, 看着宁长帮忙转移了战场, 张家浩撇了撇嘴, 不过, 让宁长失去意识也是他计划中的内容, 不然到时候, 宁长带着尹天跑了的话, 自己还怎么陷害尹天, 接下来, 就要靠自己灌醉尹天了, 张家浩想了想到, 小天啊, 咱俩来好好喝两杯, 尹天当即坐到张家浩身边, 来, 表哥, 咱们先干个这一瓶, 张家浩想灌醉尹天, 尹天现在也想灌醉他, 两人都有灌醉对方的想法, 体现出来, 那自然是顺顺利利的就喝了起来, 起初, 张家浩还没啥事, 能保持清醒, 可一杯两杯下肚, 脸哄呆骗的让张家浩多喝了好几杯, 这下, 他是彻彻底底的醉了, 嘴里, 甚至已经开始在说些什么我的十三亿, 尹天你他妈的之类的话了, 尹天不屑的撇了撇嘴, 就这酒量, 比你那些朋友差远了, 再回头, 尹天突然看见命长和王芷宁也醉倒在了饭桌上, 这一桌子菜没怎么吃, 人就全倒了, 喝了那么多酒, 尹天也是有些难受, 赶紧去上了个厕所, 回来后, 给自己打了份饭吃了起来, 尹天吃到一半, 突然听见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第135章, 女友和王芷宁成了闺蜜, 进来, 尹天喊了声后, 没多在意, 只以为是服务员, 那个, 请问是浩哥吗? 我是诚哥介绍来的, 说话的人, 赫然是一个女人, 尹天抬头看向他, 看完资料后, 知道了他是谁, 他就是张家浩的狐朋狗友, 找到的准备陷害尹天的人, 想了想, 尹天问道, 你吃饭了吗? 尹天喝醉了, 等会给你将他抬回房里, 说话时, 尹天指了指张家浩的身形, 这女人似乎没见过张家浩, 进来时, 竟然把尹天认成了张家浩, 尹天思绪流转, 决定将张家浩的礼物还给他, 女人看了看张家浩的身体, 犯了难, 行了, 等会你可以叫服务员帮你抬, 你到时候要做的事都知道吧? 女人连连点头, 浩哥你放心, 这我有经验, 尹天摆了白手, 那你到时候看着来, 对了, 没吃饭的话, 可以尝尝这里的饭菜, 吃饱了等会才有力气吗? 米其林大厨做的饭, 色香味俱全, 女人一进来就被吸引了, 她咽了咽口水, 见尹天似乎是真的不介意自己吃, 赶紧给自己盛上饭, 坐上了餐桌, 吃着吃着, 她偷偷看了一眼尹天, 浩哥人真好, 我等会一定要好好完成任务, 尹天看见她的心声, 差点憋不住笑, 简单吃完后, 尹天扶起宁肠, 等会你就叫服务员帮你开间房, 嗯, 尹天正扶着宁肠走到一半, 又想到, 将王芷宁留在这, 会不会有些不好? 皱了皱眉, 尹天再次扶起王芷宁, 走出了包间, 一出门, 经理就候在外面, 尹天路过时, 小声道, 别惊扰了我表哥的兴致, 经理顿时很懂地点了点头, 又主动问道, 尹少爷, 您要不要代价? 尹天嗅了嗅, 闻到了浓郁的酒味, 点头答应, 经理又安排一个服务员, 将尹天送回了家中, 而酒店这边, 女人在服务员的帮助下, 成功将张家浩带到了没人打扰的房间, 展开随身携带的摄像头, 她想了好几个镜头, 都觉得有些不好, 早晨, 宁肠醒来时, 觉得自己似乎是被水搂得紧紧的, 动弹不得, 她还以为是尹天, 宁肠想起了昨日的事, 突然心中一惊, 难不成是昨天喝醉了后, 宁肠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话, 她感觉抱住自己的手, 似乎松了些, 忽然, 宁肠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还没和尹先生一起睡过, 宁肠赶紧转过身, 只见睡在自己身旁的赫然是王指宁, 而不是尹天, 怎么是你, 尹天呢, 泽泽, 睡了一觉就翻脸不认人了, 谁, 谁和你睡了一觉, 宁肠挣扎着要起床, 王指宁却一下拉住了她, 宁肠, 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才不和你交朋友, 你交不交, 交不交, 哈哈, 我, 尹天从沙发上睡醒后, 当睁开眼, 就看见宁肠和王指宁两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宁肠的心声是, 尹天你终于醒了, 王指宁的则是, 看你怎么和你女友解释, 怎么了, 尹天试图混过去, 她怎么也在这里, 宁肠指着王指宁气愤地问道, 那语气, 尹天差点以为她是真生气了, 好在通过宁肠的心声, 尹天知道, 他们早已成了朋友, 虽然对他们成为朋友的过程很好奇, 但此时显然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 嗯, 昨天你们俩喝醉了, 非抱在一起, 说要一结金来, 我拉都拉不开, 说这话时, 尹天有些委屈, 有, 有吗, 宁肠语气一致, 王指宁也愣住了, 不可置信地等着尹天继续讲, 尹天顺着两人现在的关系, 编起了故事, 怎么没有, 你们抱在一起, 说什么不求童年童月生什么的, 结为了异性姐妹, 然后抱在一起傻笑, 分都分不开, 我没办法, 只好同时带着你们两个回来, 然后, 回来后, 你们俩还抱在一起, 我本来想和宁宁一起睡的, 但, 王指宁突然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尹天, 宁肠则幻想起了自己昨天和王指宁结拜的样子, 莫名觉得有些滑稽和害羞, 转念一想, 别人都喝醉了, 最多只有尹天和表哥看见了一切, 宁肠又恢复了过来, 看着尹天委屈的神色, 宁肠一下就搭上了王指宁的肩膀, 对, 我们就是结拜了, 王指宁倒是嬉嬉一笑, 尹先生, 我是姐姐哦, 尹天心里笑不出来了, 看向宁肠, 他同样也是有些郁闷, 想必是自信满满的比了出生日期, 结果却小了几个月, 唉, 尹天叹了口气, 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因为自己年纪大, 而沾沾自喜, 王指宁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宁肠倒是不嫌失大, 王姐姐王姐姐不停地喊着, 虽然不知道女友怎么突然和他成了朋友, 但这种时候, 尹天还是站在女友这边的, 第136章, 他们都在打我钱的主意, 三人一起吃过早餐, 就各自分开了, 王指宁要去许家问问情况, 宁肠要回一趟家, 尹天要去比特公司把控一下情况, 尹天知道许家现在的情况, 却也不好劝说王指宁, 亲自拜访许家是王指宁来魔都的主要目的, 显然不是尹天随便说说就能改变的, 去公司路上, 尹天又收到了几条短信, 一看, 顺势好了起来, 短信都是银行卡入账的消息, 第一条就是张家浩转的, 魔都花旗银行张家浩于10月27日7点30分 向宁伟号7377账户完成转存交易人民币2,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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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20亿包含有张家浩斗牛时输的13亿, 和昨晚飙车时尹天银的奖势分红, 后面一条则是宣绍转给自己的51亿多, 差一点到52亿, 一夜之间, 尹天身上拥有的现金流达到了近72亿, 之前尹天操纵宁卫博给的40亿时, 用的是宁卫博的银行卡, 而现在, 这72亿转入的是尹天的银行卡, 差不多就在尹天刚收到入账短信时, 就有花旗银行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 喂, 是尹天先生吗? 我是花旗银行的经理, 我们最近有个基金项目, 年利率在, 对方还没说完, 尹天就回绝了, 不好意思, 我不打算买任何理财产品, 您别急, 我先给您讲讲, 叮咚, 尹天直接挂断了电话, 以前只是在小说中看见过这类情形, 没想到今天在现实中给碰见了, 不得不说, 尹天心中还是有些暗爽的, 上次去办卡时, 好像那个工作人员都一副轻慢的样子, 心中感叹不已, 尹天又想起了宣绍和张家浩, 没想到这两人都挺讲信用, 说一天内到账, 就一天内到账, 话说, 张家浩昨天怎么样了? 张家浩醒来时, 脑袋昏昏沉沉的, 这感觉有些似曾相识, 似乎自己年轻那会有段时间不知节制, 每天早上起来也是这样, 再一看, 自己衣服什么的都穿得好好的, 摇了摇头, 张家浩起床洗漱, 正准备出门时, 他手机收到了一个朋友的消息, 浩哥, 不是说好让你妹夫上的吗? 你怎么自己玩起来了? 消息后面附加了近百张图片, 张家浩起初还有些不以为意, 咋一看, 这图片中的男主角怎么有点像自己? 张家浩昏沉的脑袋突然清醒了, 卧槽, 这, 张家浩很快就讲电话打了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 是你让他拍的, 我他妈疯了, 给自己拍这种东西, 顿了顿, 张家浩想到了酒店的监控, 算了, 你赶紧让他把这些都删了, 张家浩的挂断了电话, 急冲冲的冲向经理办公室, 很快, 两人一起向着监控室走去, 很快, 张家浩看见了影天指向自己的手指, 他娘的, 影天这个逼竟然冒充自己, 尽管没有语音, 但张家浩还是猜出了事情的大概经过, 一想起自己在不知情时, 被一个陌生女人肆意摆弄, 张家浩就感觉有些反胃, 咬着牙, 张家浩又捏紧了拳头, 突然, 他又想到昨天飙车时的奖金, 以及自己输掉13亿, 妈的, 不管了, 先把影天的钱骗过来, 再拆散他与表妹吧, 至于如何骗, 张家浩想了想, 给一个人打了的电话, 而宣绍这边, 他则是阴沉地看着自己与影天赌斗时的录像, 一遍又一遍地琢磨着, 可无论怎么看, 他都看不出影天有任何出签的迹象, 但影天在赌桌上的表现, 就像是一个知道了所有人排行的老手一样, 但是, 如果不是出签, 他是怎么知道那些牌的大小呢? 难不成影天还能透视看出牌面是多少? 宣绍摇摇头, 将这个不现实的想法逐出了脑海, 想起自己输的那五十多亿, 宣绍觉得自己好不甘心, 而且, 张家浩那傻逼说好了补, 最后又他妈反悔, 这一个表哥, 一个表妹夫,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宣绍是真的不想将钱转给影天, 但当时不仅有很多魔独名流, 看见了他们的赌博, 那个什么王家大小姐, 还亲自上场担任发派员, 自己这要是不转钱, 那就身败名裂了, 由于许久, 宣绍终于强忍着心痛, 将钱转给了影天, 但他心里, 却一直在谋划, 如何将这五十亿搞回来, 想了想, 宣绍给下面某个赌场的经理打了个电话, 带他来到办公室时, 宣绍将自己的策划告诉了他, 影天走着走着, 突然又收到了两条短信, 一个来自张家浩, 一个来自只有一面之缘的宣绍, 仔细看了看他们发来的东西, 影天搞了半天才搞懂, 这两人的话语都不同, 但他们的意思都是一个样, 他俩都想从自己这里骗钱, 第137章, 老板太好了, 张家浩的是在说自己看上了一个好项目, 现在投个几十亿, 后面就能做着发财, 这种影天自然不会信, 啥都没有, 就一个创意, 就想从自己这边骗过去几十亿的投资, 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呢, 宣绍子是称要举办一个大型邮轮赌会, 念着影天是高手, 成妖影天参赛, 影天也不会信这个, 都和宁长说好不赌了, 自己怎么可能再次接触这种东西, 于是, 影天编辑了一条短信, 统一回复给了两人, 短信内容, 大意是指自己要将这笔钱投入自己的公司, 并没有另做他头的打算, 短信发了过去, 一时半会影天也没收到他们的回复, 便收起手机, 走上彼得公司, 一进去, 就看见张成正意气风发的带着员工们拍视频, 现在传世官方的这个连载短视频, 已经有了近千万的粉丝了, 因为张成拍得好, 写剧本的人也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 一时间, 这个短视频竟成了很多职场新人学习的范本, 素材, 看见影天来上班了, 张成拍完一段后, 宣布休息, 自己却很快地凑到了影天身边, 我这也有人愿意投资我了, 我就想赶紧去筹拍我的新电影, 影天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诚哥, 你是想辞职吧? 张成羞愧地点了点头, 自己当时落魄到住车站旁的黑旅馆, 是影天将自己带到了比特公司, 给了自己一个容身之所, 而现在还没半个月呢, 自己就想着辞职, 张成自己倒没什么, 他就是怕自己这样搞会影响影天在陆总经理眼中的形象, 影天倒是有些不以为意, 他本就做好了张成随时离开去拍电影的准备, 只是, 影天觉得现在张成就一头扎进去, 有些不好, 诚哥, 我和陆总说过了, 你可以先去准备, 要开机时再辞职, 张成挠了挠头, 影天, 我就是怕我工作时老想着电影的事, 会影响拍出来的质量, 影天拍了拍张成的肩膀, 诚哥,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 张成看见影天突然笑了出来, 有些疑惑, 影天当即解释道, 你知道你现在拍出来的东西有多大吗? 张成茫然地摇了摇头, 影天还没解释, 就有一个短视频演员忍不住插嘴道, 诚哥拍出来的东西, 单独拿出来, 不少人还以为是某个电影的片段呢, 起了一个头, 原本正在休息的员工们顿时唧唧喳喳了起来, 就是, 诚哥拍得太严格了, 一个镜头, 一个灯光都要反复拍个几十遍, 我有个朋友, 他就是每次拍视频, 就是用自己的手机一进到底, 张成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 我拍得好一些不好吗? 影天拍了拍张成, 诚哥, 不是说你不好, 就是因为你拍得太好了, 稍微降一点质量都足以吊打别人, 顿了顿, 影天又解释道, 短视频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大家随手拍一拍的, 大不了后期加字幕修修图, 你这么认真, 无疑就是提高了准入门槛啊, 张成这才似懂非懂, 行了, 诚哥你就先安心在公司里待着, 等把别的都找好了你再走也不迟, 点了点头, 张成又转向短视频的演员们, 大声喊道, 好了好了, 开始了, 众人立即苦了一张脸, 不是吧, 这才做了一分钟啊, 诚哥, 要不再休息一会吧, 你还要休息, 你就是坐着当群演, 我这演反派才来, 张成看着这吵吵闹闹的小剧组, 会心一笑, 影天则在观察蒋鹏义, 以前的蒋鹏义, 心中没什么特别的欲望, 满脑子都是完成白韦德的任务, 而现在, 蒋鹏义听见要开拍, 似乎有些激动, 自从自己将他调到张成手下后, 他就没搞事情了, 也不知是白韦德没下命令, 还是他不想搞, 蒋鹏义似乎有些喜欢这个演习的工作, 影天想到了关于这个短视频的评论, 好像有不少人都在夸奖蒋鹏义, 这个面冷心热的角色, 心热不热, 影天不知道, 反正这面冷他算是本色出演, 走过拍摄楼层, 影天无视了跳得最欢的张伯, 静止走进了陆一宁的办公室, 老板, 陆一宁放下手中的文件, 陆总, 影天将自己的银行卡拿了出来, 等会你从我这卡里画钱, 把您秘书的二十亿补回来, 以后关于广告费, 就从这张卡里画扣, 密码十六个一, 你赶紧把文件什么的准备好, 陆一宁好奇地看向这张银行卡, 宁偿内卡可是已经用了快三个亿了, 老板这卡里有这么多吗? 陆一宁心中有些疑惑, 实际上却是飞快地点了点头, 好的, 等会就送到您办公室去, 影天点点头, 转身离去, 陆一宁去找财务办手续, 交接完后, 陆一宁特意多留了会, 见着财务查了查卡里的钱, 从倒数第二个零开始数起, 个, 十, 百, 千, 万, 陆一宁惊呆了, 七十二亿就随随便便扔了过来, 第138章, 不死心的表哥, 影天回到办公室没多久, 陆一宁就带着宁偿的银行卡上来了, 一起带来的还有一堆文件, 影天用异能看了看, 没有问题, 爽快地签下了名字, 收好宁偿的银行卡, 影天现在身上又只有二十亿了, 不过, 陆一宁这次还给影天带来了个好消息, 老板, 我们上个月的财报出来了, 影天一看, 陆一宁的心声很是高兴, 嗯, 怎么样, 陆一宁从一堆文件中找到了财务报表, 你看, 我们这个月广告费支出是四个亿, 但是收入已经达到了七千万, 虽然还是亏本, 但影天能看出来, 比特的船市已经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七千万包含了些广告费, 推广费, 直播分成等, 就算现在船市停止打广告, 以后这个月利润也不会变少, 别看现在投入与收入对比起来差距很大, 但在抢占市场的时候, 每多占领一个用户, 后期就能多赚一分钱, 这个月广告支出四个亿, 船市得到的日活已经近一亿, 粗略计算就是四块钱换一个用户, 而广告最起码还有一个季度的持续时间, 只要这三个月内占市的用户增加一倍, 就能达到互联网企业的平均水准, 平均水准是两块钱换一个用户, 而且现在因为有随拍在竞争, 成本高一点也在所难免, 点了点头, 影天对陆一宁说道, 陆总, 你们做得不错, 告诉大家这个月每人奖励薪水的时, 那我就先替大家谢谢老板了, 留下宁偿的银行卡, 陆一宁转身离去, 影天则敲着桌子, 沉思了会, 在自己的插手下, 船市的发展已经比片段中随拍的发展快多了, 当然成本也高就是了, 但是自己的入场导致白维德也不再广积粮, 他也将随拍放在了公众脸上, 尽管现在企鹅和芝麻还没注意到短视频领域的价值, 但影天相信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反应过来, 也不知道时候船市有没有发展到片段中随拍那么强, 历经企鹅多次打压人稳稳占据七城江山, 叹了口气, 影天没在琢磨这些虚无缥缈的事, 就在影天准备开始工作时, 他又收到了张家浩的电话, 一接通, 影天就听到了张家浩那嘶哑的声音, 小天, 这个项目真的前景远大, 我也是看你是我未来的表妹夫才告诉你的, 影天有些无奈, 自己已经很明显地拒绝了, 这表哥竟然一直弃而不舍, 放弃吧, 无论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 我也不会把钱给你打水漂的, 表哥, 我已经把钱投进我公司了, 我现在身上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 张家浩语气一致, 却仍不死心地问道, 小天, 你那开的那个什么比特, 投个几个亿不就行了吗? 你将剩下的几十亿取出来, 我们这个项目成了, 随随便便就能翻个背, 影天再次拒绝, 纠缠许久, 影天挂断了电话, 摇了摇头, 影天开始工作, 可过了不久, 影天突然又接到了女友的电话, 宁宁, 怎么了? 表哥是不是和你推荐过一个项目? 宁常的语气有些不满, 影天倒是听出了些什么, 问道, 怎么? 他找你了? 嗯, 宁常无奈道,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烦死了, 影天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这表哥在自己身上没找到突破点, 竟然打算从宁常那边突破, 哎, 他再给你打电话, 你就不接就行了, 不行不行, 宁常有些迟疑,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表哥, 不理他会不会有些, 虽然影天自己对张家浩没什么好感, 但他也不会因为自己就让宁常和表哥闹翻, 因此, 影天建议道, 那他再给你打电话, 你就敷衍一下他, 行吧, 哎, 他又打过来了, 听着那边的滴滴声, 影天知道, 宁常真是开启了呼叫等待, 不过, 虽然听不见张家浩在说些什么, 但通过看自己手机, 影天能知道宁常说出的话, 表哥, 我们真的对他不感兴趣, 再怎么赚钱也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自己的公司都照顾不过来呢, 不是看不起你, 哎, 你别生气啊, 行行行, 我们去看看, 不过, 到时候你可不能强迫我们, 看完, 影天也是再次和宁常恢复了通话, 刚刚表哥又给我打电话了, 影天已经知道张家浩说服了宁常, 但他没有主动暴露出来, 又让想让你参股吗? 嗯, 他说, 看我是他表妹才带我, 影天也猜测到了张家浩是怎么劝说宁常的, 无非就是各种为你好之类的, 让人觉得, 如果不接受他的好意, 就是自甘堕落, 说完后, 宁常吞吞吐吐道, 哎, 他一直这么说, 说的,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就答应他去看看, 宁常知道影天不愿意去, 因此, 在说出自己擅自答应时, 有些紧张, 影天自然不可能因为这个, 就生宁常的气, 去就去呗, 反正也没啥事, 就当去玩玩,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到时候我们觉得不行的话, 千万不要给他钱, 第139章, 发掘出今日热点的潜力, 宁常倒是没怀疑过表哥的目的, 以为他是真的想待待自己和影天, 宁常拒绝的原因, 则是自己现在很忙, 天上刚刚成立, 还有一大堆事要自己解决, 而且, 天上现在账目上的流动资金才一个亿, 也满足不了张家浩最低要求头五个亿的标准, 宁常不知道张家浩要求的这五个亿, 就单单是想把自己输的那些钱拿回来而已, 他输了13亿, 只要骗影天投个两三个项目, 就能把钱拿回来, 影天不在乎宁常答应张家浩去看看, 但他还是正色道, 宁宁啊, 你呀, 就是耳根子太软了, 以后自己不想做的事, 直接拒绝就好了, 这次张家浩能通过这种方法, 让宁常去考察, 下次说不定就会通过这种方法, 让宁常投钱, 我知道, 宁常知道影天是为自己好, 也没反驳, 我也和表哥说了, 看不上的话, 我们一分钱都不会给, 影天听完, 有些感叹宁常的天真, 到时候, 恐怕张家浩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求宁常注资, 宁常还是没看出张家浩的谋划, 影天也没再教育宁常, 毕竟, 他想改变也不是一时半回就能改的, 嗯, 你们约好了什么时候去吗? 他说下午会派人来接我们, 到时候, 我们在彼头公司集合, 影天连点头, 嗯, 带我向叔叔阿姨和宁爷爷问好, 宁常就在宁卫国旁边, 并且开的室外放, 此时, 听见影天的声音, 宁卫国忠气十足的喊道, 小天, 哪有找人带问候的道理, 今天怎么没和常常一起来, 影天有些汗言, 宁爷爷, 我今天也是公司有些事, 下次一定去看您, 宁卫国这才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又和宁卫国聊了会天, 影天才挂断电话, 工作了一会, 宁常也赶到了公司, 两人中午又拉着张成吃了顿饭, 很快, 张家后派的司机就赶到了这里, 影天和宁常收到消息后, 下楼上车, 张成刚拍完一个片段, 休息时, 看到影天和宁常双双出门, 心中疑惑不已, 影天这又要出差, 路途遥远, 但影天和宁常坐在后面一直腻挽, 倒也没觉得无聊, 就是可怜司机了, 过来接影天和宁常, 又将两人送过去, 这一来一去, 近两小时就没了, 到了后, 影天给了司机小费, 张家号正在旁听这家公司代表, 和自己商务助理谈判, 看见影天来了, 他很热情地邀请两人一起听, 而这个公司的代表, 见张家号随随便便就找人旁听, 竟然没有多生气, 影天眼睛一眯, 看向这个代表, 公司名叫今日热点, 主打新闻, 自媒体, 张家号表面上是在与这家公司谈合作, 事实上, 这个今日热点整个都是张家号的, 现在的谈判, 就是张家号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影天看破不说破, 笑着坐下, 张家号看影天没多问自己拉来宁藏的事, 松了一口气, 他还真怕影天是来问自己为什么又找到宁藏, 影天坐下后翻了翻今日热点准备的资料, 都是些自家公司的定位, 发展防线, 以往的财报之类的, 谁知, 刚看完影天眼前一闪烁, 又出现了不少别的片段, 影天心中一顿, 上次出现片段, 还是与随拍有关, 让自己知道了随拍的未来潜力, 难道说这个今日热点, 也是一家很有潜力的公司, 影天立即聚精会神的沉下心思看了起来, 在别人眼中, 他这样子就像是在认真地听双方谈判一样, 张家号看完, 心中一喜, 影天感兴趣了, 他顿时给两人使了个颜色, 代表和助理立即争执得更加激烈, 却不知影天完全没在听, 片段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个熟人, 白维德, 片段中随拍已经被船尸给压制许久了, 白维德想了很多办法, 却一直打破不了这种局面, 在一次巧合中, 这家伙收购了今日热点, 然后他通过一系列手段给今日热点推广, 所用资源比随拍更多, 例如和一些厂家合作实现今日热点预装机, 通过一些在一些流氓软件上打广告, 迫使用户下载, 搞一些标题夺人眼球的文章在各大平台发表, 然后只有今日热点才能看完整版, 这样最后今日头条有了近7亿用户, 白维德有了这么个推广门户, 当即连通今日热点和随拍两方互相引流, 随拍占据的市场也突然扩大, 最后竟然将传世给压在了身下, 这是白维德一次预谋两久的突然袭击, 片段中, 彼得公司的人一时没有察觉,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最终失去短视频领域的霸主地位, 影天看完也是有些杂舌, 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新媒体门户, 最后竟会成为打击短视频领域的戾气, 影天忍不住看了看现在今日热点的用户, 不到一千万, 谁又能想到这个自己只是仅有耳闻的小软件, 最后能成为拥有近七亿用户的大霸主, 现在互联网巨头企鹅的招牌社交软件也才八亿用户而已, 第140章, 表哥的心理价位, 看完片段, 影天坐不住了, 本来以为这就是一个张家浩为了骗钱特地搞的皮包公司, 没想到竟是如此一个潜力股, 想到这, 影天忍不住看了眼兴奋的张家浩, 他正为谈判吸引到影天而高兴呢, 影天心中摇了摇头, 张家浩这人竟然没看出今日热点的潜力, 这要是白韦德看见, 恐怕一秒就会看出今日热点的潜力, 不留余力的宣传吧, 回过神来, 影天继续听他们谈判, 张家浩, 张家浩的商务助理, 今日热点代表三人演习, 影天也乐得陪同, 代表和助理似乎都是有过这方面经验的, 虽然是在演戏, 谈的东西却也都在点子上, 影天听着, 不识赞同的点头, 宁长却是有些疑惑了, 不是说好了, 就来看看吗? 你怎么一下子很感兴趣的样子? 宁长也看过桌上的这些资料, 却并没有看出很特别的东西, 他认为今日热点是有发展的潜力, 但也只能说投了不亏, 赚不了大钱, 他不懂影天为什么一下就感兴趣了, 谈判许久, 影天也是知道了他们双方的意思, 热点这边的代表想让出70的股份, 套现25亿, 而助理这边的意思则是18亿换50, 当然, 这都是张家浩安排好的剧本, 他只要想改, 随时可以改, 影天琢磨了会, 热点现在用户不到1000万, 市值大概也是35亿左右的样子, 两种方法都算可以接受, 这应该就是张家浩给自己看的条件吧? 果不其然, 张家浩见时机差不多了, 拉着影天上厕所, 影天知道他的墓, 自然痛快地跟着去了, 一出门, 张家浩就问道, 小天, 你觉得我们是用25亿换70, 还是用18亿换50? 因为看出影天有些感兴趣, 张家浩就没再劝说影天注资, 在他看来, 影天既然感兴趣, 那就代表他已经有了注资的念头, 却不料, 影天听完, 竟是立即换了副脸, 表哥, 不是说我和宁长就是来看看吗? 张家浩猛了, 你个逼听得那么津津有味, 难不成就是在当相上听? 小天, 我就和你直说了吧, 这个今日热点, 我身边有很多专家都说未来不可估量, 以后, 绝对能成为市值近千亿美元的产品, 张家浩开始给影天画饼了, 他却不知道, 自己随便骗影天的话, 日后竟然会成为真的, 影天看了眼他的心声, 知道他在骗自己, 撇了撇嘴, 影天还真以为张家浩身边有这等眼光的人才, 没想到就是张家浩为了骗字编出来的, 影天假装信了, 用着贪婪的语气问道, 表哥, 真的能有这么多市值吗? 张家浩心中一乐, 表面上却正色道, 很多专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看着影天似乎有些心动, 他继续蛊惑道, 小天, 听我的, 将你的钱那一部分出来, 咱们合作投资这家公司, 到时候有了千亿美元市值, 咱们不久能分个几百亿美元了吗? 可是, 影天有些迟疑, 表哥, 我觉得还是有些贵了, 还贵? 张家浩脸色一黑, 这个今日热点是他自己独自开发的, 当初就是搞得完, 没想到一下做大了, 拥有几十亿的市值, 本来他没准备卖, 但最近今日热点遇上了问题, 有人在暗中对付, 张家浩接触互联网比较少, 应付不了, 使得最近两个月都在亏损, 与其坐等破产, 不如赶紧变现跑路, 再加上想坑影天一笔钱, 就打算将热点卖点股份, 经过商议, 他的团队提出了两种方式, 一个是70股份卖25亿, 一个是50卖18亿, 看影天能出多少, 那你是怎么想的? 张家浩一副虚心请教的样子, 我觉得30亿, 买下所有股份差不多, 30亿? 张家浩差点骂出声, 不是不想转让给影天, 而是这个价太低了, 想了想, 他认为可能是影天没看出现在热点的市值, 答应道, 行, 我们先问问, 说着, 他给助理发了条短信, 就又带着影天进去了, 进去后, 两人继续旁听, 助理得到命令, 开始渐渐报价, 代表看了眼张家浩, 张家浩伸出五根手指, 终于, 在听到影天的条件时, 热点代表猛的一拍桌子, 贵方的条件, 是想抢钱吗? 助理立即安慰, 又看了眼张家浩, 张家浩则无奈地看了眼影天, 谈判继续, 代表最终的条件, 是35亿将公司卖出, 这就是张家浩伸出五根手指的意思, 在基础上加五亿, 等到代表始终不让步时, 张家浩趁机看了眼影天, 影天假装犹豫, 终是缓缓点头, 心中, 却是狂喜, 他本来的心理价位, 是40亿, 现在省了五亿, 张家浩也是异常欣喜, 终于将今日热点套现了, 心中, 想的却是等影天拿到股份后, 自己赶紧将剩下的股份卖了, 到时候, 就让影天看着今日热点慢慢垮下, 得到英语, 演了半天戏的两人赶紧握手签合同, 自此, 今日热点由暗中是张家浩的企业, 变成了明面上是张家浩的企业, 等会, 他会再和影天谈谈影天投多少, 占多少股的事情, 第141章, 收下表哥的大礼, 等热点代表走了, 张家浩立即问道, 小天, 这35亿, 你准备出多少, 我们按比例拿股份, 我没说过吗? 影天疑惑地看向张家浩, 我出35亿买所有, 张家浩一愣, 影天当时说的是30亿买, 他还以为和影天想和自己合作, 控股这家公司, 没想到, 影天竟然是想自己出资买下, 而张家浩本来的打算, 也就是卖一部分给影天, 再将剩下的卖给别人, 现在影天都要, 那最好不过, 尽管脑中这么想, 张家浩表面上却有些不满, 小天, 我带你发财, 你却想吃毒食? 直接答应的话, 太不寻常了, 正常人都不会将自己千辛万苦买回的东西, 评价转让给别人吧, 影天看出了他的想法, 问道, 表哥, 那你说能让多少? 张家浩伸出五根手指, 35亿亿人出一半, 股份也是这样, 但我拿决策权, 影天假装沉思, 张家浩则再次出去说上厕所, 临走时, 影天看见他对自己的助理使了个眼色, 结果, 门一关, 助理就试探着凑近, 影少爷, 您是想买下所有股份吗? 影天看了眼他的心声, 回道, 嗯, 但表哥只卖一半, 助理立即黑黑一笑, 影少爷, 我有办法让张少爷答应你, 说着, 他用大拇指搓了搓食指和中指, 用意很明显, 助理正是受了张家浩的指使, 来做皮条课, 影天没有拆穿他, 你有什么办法? 助理只是微笑着摇头, 他能有什么办法? 影天一答应, 自己出去和张家浩一说就行了, 多少钱? 助理想了想, 试探到, 一百万, 影天一笑, 直接开了张一百万的支票, 助理收下支票, 立即弯腰, 表示自己去劝张少爷, 等他走了, 宁长才拉了拉影天的衣角, 他坐在一旁, 看到了全程, 心中满是疑惑, 影天不是说好了就看看吗? 你怎么? 宁宁, 影天握住了他的手, 这个今日热点很有潜力, 买了绝对不亏, 宁长又看了看资料, 尽管自己看不懂, 但他选择相信影天, 很快, 张家浩带着助理回来, 助理跟在后面, 给影天比了个OK的手势, 影天点了点头, 自己知道他们的一切, 而他们还在自己面前演戏, 这感觉有点微妙, 张家浩回来后, 开门见山道, 小天, 你真想独自输这35亿, 影天点点头, 哎, 我也不想放弃这块肥肉, 但谁让我们是一家人呢? 既然小天, 你这么感兴趣, 那就将热点让给你吧, 张家浩说话的语气, 非常不舍, 影天赶紧起身, 真的吗? 表哥, 太谢谢你了, 太谢谢你了, 张家浩昨天输了自己13亿, 又带自己飙车赢了7亿, 今天还将今日热点这么个潜力极高的产品让给自己, 影天对他的感谢是真的发自内心, 张家浩表面不舍, 心中却冷笑不已, 现在你笑得欢, 到时候公司破产了, 别哭, 宁常目睹一切, 心中生起大大的问号, 这个助理干了什么? 表哥怎么一下就被说服了? 影天和张家浩达成协议, 当即在张家浩早已准备好的转让协议上签了字, 现在, 只要影天将钱转给张家浩, 今日热点就是他的了, 接着, 张家浩带着影天到今日热点公司内部转了转, 代表回到公司后, 当即就宣布公司老板要换人, 因此, 公司现在有些人心惶惶, 怎么办? 新老板好不好相处? 会不会一开始就辞退一批? 完了完了, 我业绩那么低, 不会开除我吧? 哎, 公司一亏损, 老板就打退堂股, 希望新老板不是那种什么都管的人吧? 当张家浩带着影天进来时, 员工们心都灰了, 卧槽, 不会是这几个人吧? 看着好年轻, 是富二代无疑了, 哎, 他们肯定就是玩玩, 公司算是废了, 哎, 你们说我有没有机会勾搭上那个最帅的? 影天每到一处都忍不住点点头, 这家公司看起来比比特正规多了, 而且, 因为张家浩舍得砸钱, 这公司里的各种设施也不少, 像什么下午茶专区, 健身专区等都有, 已经是和国际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待遇接轨了, 谁知, 张家浩见影天着重关注这些, 撇了撇嘴, 也不知是谁搞的这些, 影天看了看他心生淡淡一笑, 张家浩这家伙是把公司亏损的一部分原因归结到这上面了, 张家浩仍在唠叨, 公司请他们来是上班的, 搞这些东西, 那不是让他们玩吗? 小天, 听我的, 你掌管公司后将这些都拆了, 走着走着影天走到了工作区, 正想进去看看时, 突然有个年轻男子上前拦住了影天, 不好意思, 员工们正在工作, 请不要打扰他们, 张家浩当即就想发脾气, 影天赶紧拉住了他, 看着来人者的信息, 影天眼睛带有喜色, 姓名, 张明, 年龄, 35, 今日热点经理, 特长, 经营管理90, 身价, 600万, 新生, 哎, 又要换老板。 第142章, 表哥帮我收买人心, 拦住影天的人叫张明, 是今日热点的经理, 也是影天看见的片段中, 带领今日热点走向成功的人, 白伟德收购后, 将今日热点的所有事宜交给了张明去管理, 自己只是指导大方向, 影天不知道白伟德为什么这么相信他, 但现在看到张明的特长90分, 影天只觉得自己捡到宝了, 这是除了白伟德外, 影天见到的第二个特长上了90的人, 别的大佬, 影天能见着时还看不了特长, 现在能看见特长, 却没机会见到人, 张家号被影天拉住后冷静了点, 却还是忍不住大声问道, 你是那个部门的, 连老板都不能进工作去看, 张明背凶没有丝毫胆怯, 不好意思, 总经理答应过我, 这里我说了算, 总经理算哪根葱, 你把他叫来, 看他敢不敢拦我们, 眼见张明和那个一世新老板的人吵了起来, 员工们皆是无心工作, 吃起了瓜, 张经理刘碧, 竟然敢和老板顶嘴, 哎, 张经理为我们谋取了那么多福利, 今天不会被辞退吧, 张经理就不能稍稍让步一下吗, 非要维持自己的规矩, 我看, 老板估计要拿他给我们个下满威了, 影天看着玻璃门后众人的心声, 淡淡一笑, 自己是准备借张明树立形象, 却不是反面形象, 因此, 现在影天并未阻拦张家浩, 他准备让张家浩唱白脸, 自己则给他恩典, 张明这样的人才, 影天是绝不会放过, 必须收服的, 也正好通过奖励张明, 让这些职员知道, 自己是一个舍得奖励员工的老板, 不论张家浩怎么吵, 张明就是不肯退让半步, 甚至, 看见自己的下属纷纷无心工作, 张明忍不住皱了皱眉, 就在张家浩觉得自己失了面子, 准备上前推让时, 总经理来了, 总经理是认识张家浩的, 知道他是真正的老板, 因此, 他一来就恭恭敬敬地喊道, 张公子, 您怎么来了? 总经理是吧? 你们这个什么部门经理, 是个什么情况? 啊? 总经理立即拉过张明, 询问发生了什么, 知道情况后, 他立即向张家浩道歉, 张公子, 不好意思, 张明这人有些冷, 您想进去看的话, 没人敢来您。 哼, 张家浩得意地冲着张明笑了笑, 又回头招呼尹天和宁长, 走, 咱们进去看看, 张明再次拦住了三人, 总经理立即将他拉开, 小声劝说道, 张明, 你别这样, 就让他们进去看看, 又不会少你一分钱。 总经理, 你当时不是和我说, 这会我说了算吗? 哎呀, 张明, 你究竟是真傻, 还是装傻? 老板你都拦? 张家浩又被拦了, 心中不爽, 总经理, 你们这部门的经理, 看起来比你这个总经理都流鼻啊。 总经理又向张家浩道歉, 尽管总经理一直在劝说张明, 张明还是大声道, 我不管, 今天除非你把我开除了, 不然谁都别想进去。 此话一出, 后面的职员全都惊呆了, 张经理这么刚的吗? 卧槽, 张经理这话搞得我热血沸腾的, 让他们进来看看, 我们又不会受到影响。 哎, 要是张经理真被辞退了, 我也跟着辞职, 不光是职员们惊呆了, 总经理也惊呆了, 张明, 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 张家浩气急而笑, 不会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吧? 我竟然还真就要进去, 你敢来, 看我敢不敢把你开除? 宁长见事情闹大, 想劝解两句, 表哥, 要不咱算了吧? 张家浩没理他, 隐天把宁长拉到身后, 对着他摇了摇头。 总经理夹在两边难做人, 终是决定舔张家浩。 张明,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这个月奖金没了, 先回去睡着反省两天吧。 张明当场摘下自己的胸牌, 我辞职行了吧? 你们以后爱咋样咋样? 哎哎哎, 总经理想拉住他, 却抓空了, 最后却还是没迈出去。 他转身对着张家浩舔笑道, 张公子, 您别和他一傻子计较, 走, 我带您进去看看。 张家浩得意一笑, 等总经理推开玻璃门, 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职员们看着张明离去的身影, 愣住了, 卧槽, 不会真的辞职了吧? 张家浩进来后, 像个斗圣的公鸡一样, 仰着脖子四处招摇, 一回头, 却不见了隐天的身影。 哎, 小天呢? 张明这边, 想着自己为公司鞠躬尽瘁, 那么多功劳都抵不过老板一句话, 鼻子一酸。 还有总经理, 明明说好不会干扰自己, 最后还是站在了老板那边, 楼梯着走着, 他还是忍不住落了泪, 看着大门, 他犹豫了会, 还是决定离开。 和保安问好后, 张明向着门外走去, 就在他即将出门时,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自己, 张明, 你真的打算辞职吗? 第143章, 提拔张明。 张家浩炫耀完了, 准备离开时, 看见了隐天。 小天, 你刚刚去哪了? 隐天领着张明回来, 推嚷着张明回去, 这才和张家浩对话。 表哥, 你逛完了吗? 咱们走吧。 张家浩看着张明的身影, 忍不住嘲笑道, 怎么不辞职了? 张明身形一顿, 又若无其事地, 回到自己岗位上工作。 隐天见张家浩的礼不饶人, 皱了皱眉。 不过, 考虑到自己暂时和张家浩 还是处于表面上和睦相处, 忍着没有发作。 要是换个人, 敢这么欺负自己员工。 隐天二话不说, 会直接让保安将他打一顿再赶出去。 隐天拉住张家浩, 表哥, 行了, 咱们去吃饭吧。 张家浩这才不再理会张明。 想起隐天要出35亿, 买下这间公司, 他忍不住和善笑道。 小天, 今天你在, 我就不帮你教育员工了, 以后你掌管公司, 一定不能让下面的人蹬鼻子上脸。 宁常听着, 忍不住促眉看了眼表哥。 隐天则是点点头, 心想, 最好你将自己公司所有人才都赶走。 我有一个算一个来者不拒。 三人刚走, 员工们就围了上来。 张经理, 你, 张明也是要些面子的, 我刚准备出门, 老板就跑过来挽留我。 员工们这才知道, 那个最帅气的男人才是真正的新老板。 有个离得近的, 突然恍然大悟, 我好像听见老板喊那个人叫表哥。 众人点点头, 怪不得老板不直接帮张明, 原来是一家人不好开口。 张明见为的人越来越多, 这我没喊到, 行了行了, 知道了, 就赶紧去工作吧。 顿时, 周围里三圈外三圈, 没了一个人意。 只是, 看见他们回去了, 也没心思认真工作。 而是一直在八卦, 张明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员工一走, 总经理就凑了上来。 张明, 刚刚我没帮你说话, 那张善笑的脸, 张明厌恶地摇了摇头。 喂, 您的处境我能理解。 那就好, 那就好, 你放心, 这个月你好好干, 奖金不会少。 看着总经理离去的身影, 张明又想起了影天给自己的承诺。 到时候, 我就是总经理。 影天和宁长回到比特时, 大家还在加班。 公司施行的是996, 当然, 加班费不会少。 影天奇怪的是, 张成也没走。 以往, 张成精益求精的拍短视频, 花费的时间比别的团队要多上不少。 但最多也只会忙到下午, 像今天这样七点多还在加班, 实属第一次。 影天忍不住凑了上去, 诚哥, 今天重拍了很多次吗? 怎么还没下班? 张成文言回头看了眼, 又继续拍摄。 我过两天打算去组建剧组, 这两天忙一点, 多拍几部慢慢上船。 没演戏的众人点了点头, 显然是早知道这件事。 影天看见蒋鹏一, 明显有些不舍。 这家伙是真的对拍戏感兴趣了。 影天笑道, 行, 提前预祝你组建顺利。 张成点点头, 影天又问道, 你觉得我们这公司谁演技最好? 张成愣了愣, 手上动作没停, 嗯, 主演和这个。 张成指了指蒋鹏一, 蒋鹏一演的是面冷心热的女主同事, 虽然整天冷着脸, 却会在女主遇到困难时主动帮助她。 蒋鹏一演面冷算是本色出演, 至于心热, 就算她实际上不想帮别人, 在剧本安排下也会成为一个暖男。 影天顿时笑道, 那你看看, 你剧本有没有啥适合她的角色, 单纬把她接过去得了。 蒋鹏一顿时心动地看了眼张成, 又想到自己的使命, 有些犹豫。 张成仔细想了想, 嗯, 还真有一个, 饰演一个表面严格, 实际上却非常关心学生的老师。 顿了顿, 他问道, 蒋鹏一是吧, 你个人的意愿呢? 我? 行了行了行了, 让你去你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 影天看向说话的人, 那人躲在一旁, 自己刚刚没看见。 张伯, 你不是没选上吗? 怎么跑到这了? 说话的人正是张伯, 一开始开机, 他就对这个很感兴趣, 但影天念着他的电脑技术最好, 加上他也被刷了下来, 就没给他和张成说话。 张伯一出声就后悔了, 本来今天有个路人角色请假了, 他想着老板不在, 就自告奋勇来演路人。 没想到, 老板办完事还回来了, 张伯当即就将头埋在了一旁, 生怕被影天发现。 刚刚听见影天的建议, 又见蒋鹏一吞吞吐吐, 他还是忍不住插嘴了。 这下, 轮到张伯吞吞吐吐了。 老板, 这差个人, 我来帮帮忙。 好在影天目前关心的不是这个, 没多问。 蒋鹏一犹犹豫豫许久, 才下定决心。 张导看得起, 那我就去试试。 第144章, 教育王大小剑。 影天将蒋鹏一安排走, 也是为了比特公司的安全。 毕竟, 蒋鹏一是白维德留在这里的一个卧底。 虽然这么多天了, 白维德也没让他做些什么, 无法时时刻刻盯着他。 而且, 影天看他的心声, 知道他貌似对演戏很感兴趣。 如果能将他引导, 让他转向演员, 就能让白维德损失一个电脑高手。 这种无本买卖, 影天还是非常愿意尝试的。 决定好蒋鹏一的时候, 影天向着陆一宁的办公室走去, 收购了今日热点, 以后比特免不得要和今日热点合作。 这件事, 影天觉得还是要早点告知陆一宁。 到了门口时, 影天敲了敲门。 请进。 陆一宁抬头一看, 见识影天, 问道, 老板, 怎么了? 你知道今日热点吗? 陆一宁想了想, 回道, 知道, 好像是一家主打自媒体的互联网企业, 我们船市还在上面打过广告呢。 影天点点头, 嗯, 我买了, 你准备一下, 以后说不定会让你和他们开展业务合作。 啊? 陆一宁惊讶地张大了嘴, 影天早已习惯了下属的惊讶, 轻轻摆了摆手。 接着, 影天将以后合作时的具体事宜告诉了陆一宁。 合作时, 影天决定让张明作为主导, 这也要提前和陆一宁说清楚, 免得到时候出了什么岔子。 陆一宁听见影天对张明评价很高, 心中生气了一些不服, 到时候你没真本事, 我可不会听你的。 心中这样想着, 陆一宁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会按照老板说的办。 影天看着他的心声,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陆一宁掌管比特这么久, 心中难免有一些骄傲, 他看不起张明也情有可原。 心中有好胜心没事, 只要到时候不扬凤因为, 破坏双方合作, 影天就不会多管。 谈好这些事后, 影天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宁肠正在审阅文件, 今天一天他不在, 文件已经堆了一堆。 影天赶紧帮忙。 影天和宁肠商量好了, 今天宁肠不回宁家。 这早点忙完, 就能早点回家。 忙活许久, 终于全部看完, 宁肠也找出了几个存疑的文件。 虽然在影天看来, 这些文件都没什么问题, 但他没有反驳宁肠, 乖乖地将这些文件退回给了陆一宁。 一切搞定后, 两人提前回家。 下楼时, 张诚还在拍摄, 以往他都是下午就下班, 今天因为忙着赶进度, 晚上也没走。 此时, 看见影天和宁肠离开, 他忍不住向自己的助理问道, 影天是什么职位啊? 怎么下班这么早? 助理早就得到消息, 不能随意在张诚面前透露老板的身份, 只得打着哈哈。 嗨, 我也不知道, 这你得问陆总。 张诚自然不可能为了这种小事, 去问陆一宁。 只是, 想起影天每天迟到早退, 他心中有了个荒诞的猜想。 影天该不会才是比特真正的老板吧? 影天回到家, 刚把门关上, 准备和宁肠亲热下时, 门就被敲响了。 谁啊? 影天有些不耐烦, 怎么老有人打扰自己和宁肠的二人事件? 影天没注意到, 自己去开门时, 宁肠在后面笑得差了气。 透过猫眼, 影天看见了来人, 王芷宁, 他怎么又来我家了? 影天赶紧打开门, 看见他的心声后, 心中一凉。 这女人又要在我家睡觉。 王芷宁心情有些不好, 没有理会影天, 探着头就要往屋子里面走。 哎哎哎, 影天急忙拉住他, 你怎么又来我家了? 要是白天, 影天绝对欢迎, 可这是晚上, 而且他还没知会, 自己就来了。 怎么, 我来找宁肠玩不行吗? 行是行, 不过你白天。 影天还没说完, 就见宁肠小跑过来, 将王芷宁接了进去。 影天在一看宁肠的心声, 顿时明白了, 是宁肠将他喊过来的。 怪不得他答应, 今天在这睡时, 没有丝毫犹豫。 影天脸色一黑, 却也不好再将人赶走。 进来后, 宁肠轻密地拉着王芷宁说起了话, 谈着谈着, 就谈到了王芷宁今天去的许家。 芷宁姐姐, 你今天和许家谈得怎么样了? 宁肠关心地问道, 他还不知道许家遭逢大便, 许建修改换家族事业重心的事。 哎, 别提。 王芷宁叹了口气, 许建修那个傻子, 好好的房地产不搞, 非要玩什么医疗, 好多支柱企业他都已经变卖了, 宁肠赶紧安慰。 不行, 我明天还要去找一趟, 你就放过许家吧。 影天旁听完, 忍不住插嘴道, 王家的举措, 感觉就是我想和你玩, 就和你玩, 不想和你玩你就滚。 王芷宁心中的想法, 也是我都给你们道歉了, 许家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吧。 你知道什么? 影天有些不满他这种态度, 说道, 就是因为你们王家招令西改, 导致许万峰借着这件事 对许建修发难, 气倒了许老爷子, 不然你认为许建修为什么要搞医疗? 第145章, 王芷宁要投资天上。 王芷宁与气一致, 我这不是来道歉了吗? 哼, 影天讥讽地笑了笑, 道歉有什么用? 你知道许老爷子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吗? 王芷宁想要反驳, 却想不出什么好的借口。 好了好了, 宁长赶紧拉住王芷宁, 又对影天劝解道, 这也不能全怪芷宁姐姐, 芷宁姐姐也是为了解决问题才来的。 影天摇摇头, 不再说话。 王芷宁虽然心中还是觉得许建修有点傻, 却也没在明说了。 宁长又谈了些别的事, 终是将气氛恢复了过来。 谈着谈着, 宁长又聊到了自己和影天共同建立的天赏投资。 王芷宁一下就有了兴趣, 常常, 那你们现在投资了什么项目吗? 宁长摇了摇头, 还没, 我们也是刚刚才注册好公司, 正在摸索中。 突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看向影天问道, 影天, 今天不是决定了要买下今日热点吗? 不如就用咱们的天长去操作吧。 影天沉思了会, 觉得非常可行。 借由公司控股比私人控股多一些好处, 比如说产生盈利时, 可以通过一些合法手段进行避税, 分摊风险等。 而且, 将这个交由天上进行投资, 也能给天上增加一份资历, 对后面投资其他行业能有一些好处。 想到这, 影天点点头, 行啊, 到时候你安排就行了。 王芷宁听的云里雾里, 却也大致明白了影天和宁长的意思。 由此, 他出声问道, 你们要投资什么? 我能参加吗? 宁长将事情给他讲了一遍, 听完后, 王芷宁眼里大冒光彩。 你们还差钱吗? 王芷宁兴奋问道, 作为王家大小姐, 她从小顺风顺水地投资过不少东西, 却一直赚不到什么大钱。 因此, 王芷宁一直想要亲自参与一个大项目。 毕竟, 身价百亿, 全是父母给予的, 自己赚的钱还不到一个零头, 这种感觉也是有点难受。 这也是, 他听完张成的剧本, 就想要投资的原因。 他就是在赌张成能拍出火遍全国的电影。 现在, 听完宁长的介绍, 他又动了心思。 他知道, 影天亲自掌控彼特后, 成功导出了传世, 现在外界估价已经超10亿了。 现在, 影天又看上了一个今日热点, 他自然不会放过。 可惜, 宁长摇了摇头, 我们不差钱。 王芷宁被拒绝, 心中叹了口气。 是啊, 宁长背后是宁家, 怎么可能差钱? 影天倒是沉思许久, 天上现在是不差钱, 不过, 后面要投资的东西很多, 自己那些钱看着多, 投几个明星企业, 估计就不够了。 基本盘越大, 赚钱的速度就越快。 于是, 影天问道, 你真想投? 王芷宁点了点投。 嗯, 这个今日热点, 我们是准备独资了, 不过, 我们以后会投资其他的项目, 你可以先把钱放在我们这, 由我们帮你管理。 影天说的, 正是一种国外很流行的投资模式。 成立一个基金, 通过基金投资, 资金来源一般是平民和有钱人。 散户们零零碎碎的钱, 单独拿出来没什么用, 他们只能将钱放在一些大型基金里面吃利息。 而有钱人可能不会投资, 也可以通过注资基金吃分红。 而眼下, 王芷宁就属于那种有钱但是没地方用的人。 王芷宁也是知道这种模式的, 想了想, 虽然现在不能投资影天看好的企业, 但以后也不是没有机会。 因此, 他痛快地点了点头, 虽然天上还什么都没有, 宁肠却感觉像是自己和影天的事业已经成功了一样。 兴奋问道, 芷宁姐姐, 那你准备投资多少? 王芷宁伸出两根手指, 两个亿。 行, 我们明天签合约。 宁肠有些高兴, 天上成立的资本也才一个亿, 王芷宁要投资两个亿, 已经很多了。 忽然, 他见王芷宁轻轻摇了摇头, 常常, 我要投的可不是两个亿, 而是二十亿。 二十亿? 宁肠愣了一瞬, 二十亿对两人的身价来说, 不算什么。 但如果是随时可以转存的资金的话, 那几乎相当于宁肠手上所有的钱了。 影天见王芷宁如此大方, 忍不住鼓了鼓掌。 王小姐大气,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亏本的。 哼, 王芷宁还记得刚刚影天教训自己的事, 我是看在宁肠的面子上才投的, 影天没再和他争论, 这种给自己送钱的人可得好好供着。 接着, 王芷宁又和宁肠谈了谈盈利分红和亏损分摊比例, 虽然现在关系不错, 但谈论这时, 他们都没有感情用事, 红着脸争论了起来。 影天看见宁肠谈判间, 影音已经有了种女强人的风范, 忍不住点了点头。 看来, 宁肠这些天也是在进步的, 至少, 已经能与王芷宁辩论时不落下风了。 要知道, 宁肠从前从未接触过这些商业谈判, 而王芷宁则是从小就负责家族事业, 没少和一些商界老油条打过交道。 终于, 两人协商好了几个关键条件, 又牵着手聊起了天。 时间见完, 看着一起霸占了自己床位的两人, 影天最后一丝期望也破灭了。 下次, 你再怎么敲门, 我也不会开了。 第146章 老同学拍电影受挫。 第二天, 王芷宁仍不死心地去了许家。 影天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 但想到自己劝说无效, 也没拦着他浪费时间。 带着宁肠回到公司, 一看, 张成今天不在。 为了问路易宁, 原来是他约好的一个灯光师提前来磨度了, 他也只好提前请假去组建班组。 影天笑着摇了摇头, 昨天张成还说过两天在辞职, 今天就忍不住跑了。 不过, 张成走时将拍摄短视频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助理, 去看了看, 助理拍的虽然没有张成那么好, 对于短视频来说也够了。 蒋鹏一倒是还在, 不过, 影天已经看着他出神了好几次, 想的都是张成什么时候喊自己去开机。 他的心思已经不在电脑技术上了。 影天回到办公室开始正常工作, 宁肠中途又离开了一次, 是去找人以关于王宁芝注资的合同, 又和张家浩商量了什么时候将钱打过去, 一天很快过去。 快下班时, 影天接到电话, 张成兴奋地喊自己去吃饭。 听他那语气, 应该是顺利组建好了剧组。 影天想了想, 张成应该是太过于高兴, 想要和自己分享, 但他们剧组的是, 自己掺和进去还是有些不好, 便拒绝了。 祝贺他们吃好玩好后, 影天看见宁肠和王芝宁打起了电话。 影天看见宁肠和王芝宁打起了电话, 但影天还是能知道他在和王芝宁聊些什么。 不出影天意外, 王芝宁这次又失败了, 徐建修直接将他带去见了自己父亲。 徐建修倒是没生王芝宁的气, 但他也没法劝说自己儿子。 徐建修也曾觉得, 徐建修改换家族产业有些不治, 自己一把老骨头不至于他这样付出。 徐建修虽然孝顺, 这次却没像以前那样听从父亲的命令, 一意孤行地发展医疗。 王芝宁彻底放弃了, 打算再晚两天就回京城。 而且, 因为王芝宁没地方住, 宁肠很是大方地邀请他晚上陪同自己一起。 在王芝宁回家族之前, 尹天算是没机会和宁肠单独在一块了。 今晚, 宁肠特地邀请王芝宁去宁家玩玩, 王芝宁答应得很痛快。 挂断电话后, 宁肠问道, 尹天, 今天要不你去我家睡觉吧? 宁肠的笑容里满是恶趣味。 要是尹天不知道王芝宁也会去, 他估计会很高兴地答应。 但现在知道了, 尹天自然不可能让自己难受。 摇了摇头, 尹天说道, 今天就算了, 你和王芝宁好好玩吧。 啊, 你怎么知道? 郁闷低下了班。 尹天着重关注了下船室的风评, 日活, 又研究了下随派的一些举措, 破天荒地给自己加了班。 准备回家时, 意外碰见了喝得醉醺醺醺的张成。 张成看见尹天, 很是高兴, 断断续续地说了些自己电影的事。 尹天赶紧将他扶进宿舍, 整顿好一切才离开。 一日, 再去上班时, 又不见张成的身影。 到了中午, 尹天却突然接到了张成的电话。 尹天, 你帮我请个长假, 我准备去京城了。 诚哥, 好端端的, 怎么要去京城? 尹天有些疑惑, 京城有着全国文明的横店, 是每个导演梦想中摄影的地方。 但是, 魔度也不是没有影视基地。 影视乐园是一家魔度的老牌影视基地, 建筑风格以老魔度的风情为主, 虽然知名度不如横店, 却也算是全国五大影视基地之一, 曾经风靡全国的一屏, 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张成和尹天一开始也说过, 到时候会在这里拍。 张成叹了口气, 别提了, 影视乐园不知道为什么, 不愿意让我们租借场地道具。 这好端端的, 他们为什么不让? 张成想了想, 我找了负责人, 他好像提到了马学龄。 马学龄? 影天想起来了, 马学龄就是那个在宁家和张家晚宴上 针对过张成的人。 他好像是什么蓝光影视的经理来着。 影天皱了皱眉, 这家伙还挽起了阴招, 真是恶心人。 行了, 你帮我请个长假吧, 不行就直接帮我辞职算了。 张成去意已决, 感觉他想要挂电话, 影天急忙喊道, 等等, 你准备就这么灰溜溜地跑了? 我也不想啊。 张成郁闷回道, 要是等我以后发达了, 我他娘的搞死这个马学龄。 顿了顿, 张成又说道, 行了, 我知道你想帮我, 不过隔行如隔山, 你们彼特虽然在互联网界有点话语权, 但演艺圈这块还是不够格, 心意我领了, 这次咱还是认怂吧。 认怂? 这不是影天的风格。 你先别急, 我在影视这块也认识个人, 我帮你问问他。 你认识什么? 张成还没说完, 影天就挂断了电话。 虽然不觉得影天能认识什么大佬, 但张成还是不愿辜负影天的好心。 想了想, 他退回了已经订好的车票。 看着那二十的服务费, 张成心中一痛。 影天啊, 你要是没找到, 那我可亏大了。 影天挂断电话后, 直接打给了极光影视魔独分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宏。 第147章, 总经理亲自出来接人。 陈宏, 极光影视魔独分公司副总, 虽然只是副总, 但因为总经理是来混资历的, 不怎么管事, 他变成了权力最大的人。 他与影天唯一的接触, 就是影天还在豪能集团分公司上班时, 曾卖过极光影视保险。 因为交集很少, 影天差不多已经忘了这个人。 今天要不是影天知道张成被别人对付, 还真不一定能想起他。 极光影视是娱乐圈的一个巨头, 想必这个陈宏也能在魔独这边有点话语权吧。 不同于影天, 陈宏一直记得这个董事长亲自下令不能得罪的人。 因此, 在接到影天的电话后, 陈宏急忙接通问好, 喂, 影天先生, 您打电话我是有什么事吗? 影天知道他对自己很客气, 却一直不知道原因。 不过, 这并不妨碍影天让他办事。 陈宏是吧? 我问你件事, 您请讲, 陈宏一个机灵, 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心中, 却在想, 是不是这位影哨看上了自己公司的那个女明星。 他一直认为影天是个富二代, 富二代找自己, 不是看上了那个女星, 就是想拍电影博美人一笑。 魔独影视乐园你知道吧? 嗯, 他怎么了? 我朋友想拍谢, 他们却不愿意与我朋友合作, 想问问你有没有神妖路子。 您那朋友不会就是您自己吧? 心中吐槽不已, 陈宏却是觉得自己的猜想被证实了。 这个影天是真的想拍电影博美人一笑。 因此, 他急忙回道, 尹先生, 您放心, 这是包在我身上, 您朋友叫什么? 影天便将张诚的名字告诉了他。 得到保证后, 影天又给张诚打了个电话。 张诚很快接通, 诚哥, 人我找了, 你再去试试。 这就好了。 张诚一愣, 翻了翻通话记录, 自己和影天打完电话, 还是三四分钟前的事。 就这三四分钟, 影天就把人找好了。 张诚觉得, 就算影天真认识人, 那也应该是千求万求, 最起码也要自己陪着请顿饭才能得到帮助。 影天有些无语, 不然呢? 行了, 你再进去问问吧。 挂断电话, 张诚还有些不可置信。 不过, 张诚知道影天不是那种喜欢吹牛的人, 还是决定相信他。 犹豫了会, 张诚招呼众人道, 兄弟们, 我朋友说行了, 我们再去问问。 不少人顿时欢呼道, 太好了, 诚哥流鼻。 接着, 众人就由张诚带着再次进入影视乐园。 成员中有一个人掉在最后, 趁没人注意到自己时, 敲摸摸给马学霖发了条短信。 马学霖知道, 张诚就是一个家道中落的穷鬼, 就连这部电影的投资也是混进上流社会片来的, 毫不在意回到, 不用担心。 那鬼顿时安心了。 看着前面兴高采烈的众人, 他心中冷哼一声, 哼, 等你们再被赶出来, 看还笑不笑得出来。 进去后, 张诚再次找到了负责人。 负责人一看到张诚, 立即问道, 你怎么又来了? 张诚神器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您没收到什么电话吗? 滚滚滚, 什么电话? 我只知道马总说过, 不让你进来。 说着, 负责人推攘了张诚一把。 张诚亮枪后退好多步, 一脸怒容地看向负责人。 负责人则是毫不畏惧的回事, 身后剧组的成员也是有些失望地看向张诚。 诚哥, 我们走吧。 你那朋友估计就是在敷衍你。 对啊, 反正你有钱, 我们就去京城横店吧。 张诚回过头, 他和影天的关系, 以为张诚是被表面兄弟骗了。 内鬼看见张诚吃扁, 心中疑乐。 什么垃圾朋友, 比得过我马总吗? 负责人也是听见了张诚的话, 粗略一想, 大致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他靠近张诚, 讥讽笑道, 你不会是相信了哪些骗子吧? 在他心里, 张诚就是被那些声称 是什么经纪公司星探给骗了。 那些骗子, 骗人时一般都是说什么我认识谁谁谁, 谁谁谁是我朋友, 等有人上钩后, 把钱一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诚现在就像是被骗子骗了后, 自以为真结交到了大楼, 想在朋友面前装逼去失败的样子。 张诚还是摇摇头, 行了, 快滚吧。 负责人突然看见一个明星过来探班, 顿时屁颠屁颠地过去问好。 张诚捏紧了拳头, 现在他颜面丢尽, 很想一走了之, 但他还是相信影天, 只是他能继续等, 剧组的人却受不了别人的冷眼了。 诚哥, 咱们走吧。 不少人意气劝导, 周围人越来越多。 张诚咬了咬牙, 走吧。 心中却是暗叹影天, 这次我脸可丢大了。 就在众人准备转身离去时, 突然, 后面有个胖子急冲冲地跑了出来。 张诚? 谁是张诚? 众人立即纷纷看向胖子。 我就是…… 怎么了? 张诚心中一动, 上前一步承认道。 哎呦, 胖子上前握住张诚的手, 就是您要租用我们场地吧。 走走走, 您进去随便挑。 剧组有人认出了这人的身份。 卧槽, 这不是影视乐园的总经理吗? 第148章, 成哥朋友真流鼻。 张诚猜测的是对的, 这个人真的是出来接自己的。 而且, 看样子, 这人的职位比那个负责人大多了。 那个负责人还在填小明星, 那副模样, 与接待自己时可谓是天差地别。 张诚不是一个好人, 因此, 他故意阴阳怪气道。 哎, 我是想进去, 可是有人不让啊。 谁? 总经理顿时急了。 这位张诚先生, 可是极光影视副总亲自交代, 要好好接待的人。 谁他妈敢不让张诚进来? 张诚指了指负责人。 就是他, 还说什么这里老子说了算, 说不让你进, 天王老子来了你也进不去。 总经理一看, 顿时喊道, 小王, 你过来。 负责人听见有人喊自己, 向这边看了过来。 见是总经理, 他立马结束和明星的交谈, 屁颠屁颠赶了过来。 总经理, 你找我啊。 你怎么回事啊? 负责人一听, 又看到张诚, 顿时想歪了。 张诚, 你们怎么还不滚? 总经理, 你放心, 我马上就把他们赶走。 总经理脸色一黑, 赶紧给张诚道歉。 张先生, 不好意思, 我马上解决这个人。 说完, 他转向负责人, 小王, 你从今天起不用来上班了, 把工作和小张交接一下吧。 啊? 经理? 经理? 总经理没理会刚反应过来的负责人, 堆着笑讲张诚等人迎了进去。 张诚走着走着, 突然被负责人抱住大腿。 张哥, 您放过我吧? 张诚心中畅快极了, 你不是喜欢当马学龄的狗吗? 叫你主人帮你啊? 说完, 甩开负责人, 昂首领着剧组成员走了进去。 那鬼看了眼负责人, 低着头跟了上去, 找了个机会给马学龄发了短信。 张诚走着, 助理突然上前问道, 诚哥, 你这朋友是谁啊? 连影视乐园的总经理都给他面子。 张诚回头看了眼成员, 自豪道, 我兄弟。 影天很快又收到了陈红的回复, 没多在意。 不过, 心中他却记下了这个情。 很快, 张诚又打来了。 影天, 你找的谁啊? 这么掉啊。 在下属面前, 张诚装的是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但他心中疑惑丝毫不比下属少。 到了独自问影天的时候, 他的逗逼本色就全部展现出来了。 好像是极光影视的一个副总。 卧槽! 张诚惊讶出声。 影天不是圈内人, 可能不知道极光影视在娱乐圈的地位。 极光影视至于娱乐圈, 类比下就相当于企鹅、 芝麻至于互联网。 而现在, 自己老同学突然认识这么个大人物, 怎能不让张诚惊讶? 你, 你和他熟吗? 张诚声音有些颤抖。 影天认真想了想, 不算太熟吧, 也就见过一面。 张诚这次平静下来了, 如果影天和极光影视真有关系, 他会毫不犹豫地求影天把自己引荐给他们。 毕竟, 自己的电影, 只要他们给自己安排一个明星过来参演, 就能让自己的电影成功一大步。 但现在看来, 就是影天提了一句, 人家大佬也就随手帮了自己一把。 挂断电话, 影天摇了摇头, 自己这老同学的心思也不难猜, 但自己是真的和他们不太熟。 这种小事还可以提一嘴, 但要是关于电影的大事, 人家帮不帮自己就难说了。 就算真帮了, 自己不知道他们的意图, 也不会贸然接受。 放下这事, 影天开始工作。 下午不到, 张诚又回来了, 看好了剧组, 他要开始招募演员了。 当面感谢了影天一番后, 张诚又急匆匆地去忙活这事。 影天本来还想拉着他吃晚饭, 见此只能孤零零地订外卖, 用的自然是芝麻戏的。 没想到软件还没打开, 就收到了宁偿的短信。 宁卫国邀请我去吃晚饭。 看着短信的内容, 影天沉思了会, 答应了。 很快, 影天乘车去了宁卫国所在的疗养院。 宁卫按着影天给的疗法, 已经给宁卫国治了三个疗程了。 宁卫国现在只要不动肝火, 基本不会出事。 宁天豪本准备接宁卫国回家, 一家人团团圆圆。 宁卫国却舍不得疗养院的这些老伙计, 非赖在这儿。 宁天豪只得接受, 不过却派人扩建了疗养院, 增加了许多设施。 这次, 宁卫国喊影天吃饭的位置, 真是新家的食堂。 说是食堂, 其实就是个小型酒店, 有专门的厨师负责给宁卫国做菜。 宁天到时, 菜已经上了两道了, 共进晚餐的人除了自己, 宁长, 宁卫国外, 还有白维德, 以及白维德的爷爷白老头。 宁天看见他们愣了一瞬, 本以为是家宴最多家的王子宁, 没想到白维德和他爷爷也在席, 而且看白维德的心声, 似乎此前还爆发过争吵。 第149章, 白维德退出一天, 宁爷爷, 白爷爷, 宁天给两位老人打了招呼, 又对白维德笑了笑。 宁卫国赶紧拉着影天入座, 白老头老年痴呆还没好, 但也是笑着不停点头。 白维德点头失忆后, 急忙安抚自己爷爷。 影天坐下后, 观察众人心声许久, 却没看出个所以然。 很快, 菜上完了, 宁卫国立即招呼众人吃了起来。 今天宁天豪不在, 宁卫国偷偷给自己倒了两杯酒, 宁长还没撒娇, 他就黑黑笑道, 常常, 这你可别告诉你爸。 宁长指得郁闷地点头, 给自己倒完, 宁卫国又给白老头倒了一点。 白老头右手颤抖着握住酒杯, 止不住地笑。 酒足饭饱后, 宁卫国靠在椅子上, 嘿, 难为你们这群小年轻陪我一起吃饭。 宁长撒娇, 王指宁连道是自己的荣幸, 白维德则谢谢宁卫国对自己爷爷的照顾。 影天笑了笑, 我这和宁长的事还没成呢, 哪能不巴着你? 宁卫国假装脸色一沉, 那你的意思, 宁和长长城了后就不会来看我了。 那更得来了呀, 我们以后有了娃, 忙的时候娃还得靠您带呢。 白维德等宁卫国笑完, 终是忍不住了。 宁爷爷, 你们真的要和王家合作。 影天听见这话立刻收敛心神, 看着众人的心声想弄清楚是什么事。 小白, 听爷爷一句劝, 早点从宇天地产脱身出来。 宁卫国似乎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白维德沉默, 王指宁开口道, 白先生, 我代表王家决定了, 项目的后续开发, 我们将和宁家合作, 与宁天地产的合作将会终止。 白维德这时看了眼影天, 影天看了眼他的心声, 才知道他是在埋怨自己救了王指宁。 如果哪天飙车时, 影天没有救王指宁, 现在王家估计都已经开始针对张家和宁家了。 而宁天地产也能顺利开展和王家的合作。 影天听他们的对话, 加上众人的心声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 王指宁在宁家过了一夜后, 和宁天豪、张雅杰聊了很久。 因为王指宁身份特殊, 宁家人没单纯地把他看作是宁常的朋友, 而是将他视为王家的代表。 这一聊, 就感觉相谈甚欢。 张雅杰的一些观念, 和王指宁都差不多。 王指宁又想到, 自己家族的企业, 与其不得不和宁天地产合作, 不如换成魔独首富宁家。 论实力, 宁天地产肯定是不如宁家的。 论人品, 宁天地产能为了这个项目策反许万锋, 也是不如在商界有口皆碑的宁家。 王指宁说出自己的想法后, 张雅杰心中大喜, 当即和王指宁屏逐夜谈。 终于, 两人达成了共识。 而现在这场宴会, 其因则是宁常带着王指宁来拜访自己爷爷时, 碰巧遇见了白维德。 白维德还想纠缠王指宁, 王指宁直接拉出了宁家作为挡箭牌。 而宁卫国知道, 白维德心狠手辣, 特地安排这次饭局, 想要让白维德与王指宁化干戈为玉帛。 但是, 影天看了看白维德心生, 似乎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王小姐, 宁天地产究竟怎么了? 以至于, 您先是拜访许家, 又是找上您家的。 王指宁撇了撇嘴,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样子。 做生意哪有心词手软的道理? 宁卫国见两人似乎又要吵起来, 赶紧说道, 行了, 小白, 你和宁天地产合作这么久, 你知道宁天地产背后的势力吗? 白维德摇了摇头, 宁卫国顿了顿, 把宁天地产曾经是京城大家族, 背后还藏有一个神秘势力掌重的内幕, 告诉了白维德。 影天看得目瞪口呆? 宁卫国这手, 指着掌重幕后黑手说, 小心掌重, 真是太流鼻了。 白维德听完, 皱了皱眉, 宁天地产曾是京城大家族, 他确实不知道, 不过, 这件事算不上什么大秘密。 他在乎的是, 宁卫国给自己的后一个消息, 究竟是宁卫国好意提醒, 还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在警告自己。 宁爷爷, 这个掌重是个什么情况? 宁卫国神秘一笑, 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得意地讲了出来。 影天听得有些尴尬, 却只好打着配合。 白维德听完, 也是明白了, 宁卫国还没发现自己的身份。 宁卫国再次建议白维德脱离宇天地产, 白维德沉思了会, 点头答应。 宁卫国开心一笑, 似乎是觉得自己面子发挥了作用。 小白, 你也别丧气, 这样吧, 我们和王家合作, 算你一份, 给你十五的注资额度。 白维德似乎没料到这个意外之喜, 连连道谢。 只是, 影天看着他的心声, 知道王指宁马上又会有危险了。 第150章, 这两天得注意一下, 在众人眼里, 白维德的态度很好。 所有人都以为, 他是真的听进了宁卫国的劝说, 想要脱离宇天, 转而与宁家合作。 但实际上, 白维德心中, 想的却是两手打算。 现在先答应, 等离开后, 他还会计划一次针对王指宁的暗算。 若是成了, 他立即促成宇天地产与王家合作, 并打压宁家。 若是不成, 白维德也可以顺手就卖掉宁天地产, 依靠宁家奋一杯羹。 心中打好算盘, 白维德看了影天眼, 下次, 你还能坏我好事吗? 影天看着众人似乎都相信了白维德, 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白维德的想法很好, 自己要不是有着独心的能力, 估计也会像在场所有人一样, 被白维德的表现迷惑。 而且, 后面几天王指宁应该也是和宁长在一起, 若是白维德要动手, 宁长有很大几率会受到牵连。 看来, 在王指宁回京城前, 要着重关注一下他了。 事情得以解决, 王指宁回忆一笑, 立即说道, 行, 那就热烈欢迎白先生加入我们, 以后一起发财。 王指宁率先举起酒杯, 众人纷纷回应, 举杯同庆。 吃完饭后, 白维德又坐了一会, 就告辞了。 宁卫国还想问问王家的情况, 王指宁就继续陪同, 隐天终于可以和宁长独处一会了。 通过宁长, 隐天也知道了王指宁和宁家合作的一些细节。 宁家很重视这次的合作, 所以, 整件事由宁天豪、张雅杰直接负责。 而且, 由于和张家的联盟关系, 这次合作张家也会插手一部分。 知道这个后, 隐天也能明白为什么王指宁毅然决然就要撇开宇天地产了。 对王家来说, 宁天使阴昭让他们失去了一个盟友固然可恨, 但许家已经挽不回的话, 他们绝对会笑着和宁天合作。 而现在, 王指宁连线上了实力更为强大的宁家, 王家有更好的选择, 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宁天地产。 纵观一切, 隐天也不禁有些同情隐天地产, 阴谋算尽, 最终仍是做了无用功。 两人待了一会, 王指宁也与宁为国聊完了。 王指宁出来后, 宁长立即抛开隐天挽住王指宁, 王指宁则得意地向隐天调了调眉。 隐天没和他一般见识, 问道, 王小姐,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 王指宁早日回去, 宁长的危险就越小。 王指宁听见这话, 眯起眼睛笑道, 你管我? 我不回去了, 可常常在这过一辈子。 宁长竟然还同仇敌开地点了点头, 不过, 王指宁虽然嘴上没说, 心里却忍不住想了想自己回去的日子。 时间是两天后, 而且, 隐天决定这两天好好注意一下, 白维德动手的最好时机应该就是这两天了。 不然, 等到王指宁回去后, 一切盖棺定论, 宁天地产那就真的没有任何希望了。 隐天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老父亲一样, 无论王指宁怎么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 自己还一直为他的安全操心。 摇了摇头, 见宁长和王指宁又窃窃私语起来, 隐天看着时候也不早了, 便打道回府。 白维德一会去, 就将事态的发展告诉了侯俊杰。 侯俊杰听完, 阴沉着脸沉思了许久, 问道, 白维德有没有什么主意? 嗯, 白维德假装沉淫了会, 未经之际只有将王指宁留在魔都了。 他知道, 隐天地产有这方面的势力, 故有此提议。 上次白维德主动安排给王指宁的车动手脚, 已经冒了很大风险了, 这次他不准被自己亲自设计。 而且, 白维德能用上的办法, 就是依靠自己埋下的那些案子。 那些案子, 其实是白维德为以后打宁家一个措手不及埋下的。 现在为了隐天这个他人的企业动用, 实在有些不值。 侯俊杰想了想, 非常认可白维德的意见。 嗯, 白维德, 这件事我来办, 你就坐在家里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白维德点了点头, 现在, 一切都在按照自己计划好的方向发展了。 只要这次侯俊杰成功除掉了王指宁, 那隐天就能和王家达成协作, 自己也能趁王家对付宁家时抢占宁家的产业。 就算除不掉, 自己也能靠着举报侯俊杰这份投名状和宁家, 王家打好关系。 无论如何, 自己都不会亏。 对了, 白维德又想起王指宁回京的日期, 提醒道, 王指宁好像两天后会乘机回京。 侯俊杰一脸无所谓, 用不了那么久。 你会在他上飞机前在晚间新闻上看到他。 那最好不过, 和白维德商量好了这一切后, 侯俊杰又看向自己的弟弟侯俊雄, 忍不住皱了皱眉。 侯俊雄正在打电丸, 动作浮夸, 嘴里还不住地冒出脏话。 你生小点。 侯俊杰沉声道, 卧槽, 干他啊。 这傻逼队友。 侯俊杰忍不住直接关掉了显示器。 你他妈。 侯俊雄顿时站了起来, 极为生气。 要么滚, 要么生小点。 侯俊杰仍然平静说道。 侯俊雄捏紧的拳头, 渐渐松开了, 笑了笑, 他带着自己的东西出门离去。 第151章, 雨天内部出了个叛徒。 侯俊杰没想到, 这次弟弟走得这么痛快, 看着侯俊雄的背影, 他忍不住陷入了沉思。 上次侯俊雄搞学区房失利, 出去嗨了一整天后, 就跑到了自己这里来。 侯俊雄天天在这吃了睡, 睡了吃, 不是打游戏, 就是喝酒, 但侯俊杰也没多在乎。 毕竟, 侯俊雄是自己弟弟, 侯俊杰也不至于为这点事, 就将他赶出去。 只是, 工作难免有不如意的时候, 每当这时看见侯俊雄, 他总会忍不住骂一顿弟弟。 有时, 侯俊杰也会用伤妖魔滚, 要么按我说的做来威胁, 但弟弟一直都是赖着。 这次, 他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侯俊杰一时半会没想明白, 也就放弃了。 毕竟, 现在想着怎么对付王芷宁, 才是最重要的事。 侯俊杰不知道的是, 侯俊雄出去后, 差点欢快地跳起来。 自上次知道, 自己哥哥就是传世老总后, 侯俊雄一直在想怎么向哥哥报复回去。 思乱想去, 他决定去自己哥哥那住两天, 趁机打探一些消息,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反坑回去的机会。 而今天, 自己打游戏时, 竟然知道了哥哥要谋害王家大小姐。 想到这, 侯俊雄脸上浮出一抹病态的快感。 若是王家大小姐知道了这件事,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针对哥哥吧。 至于会不会破坏自己家族的事业, 侯俊雄已经不在乎了。 凭什么侯俊雄能负责这种几百亿的大事, 而自己只能玩玩学区房? 又想起那个神秘人似乎和自己哥哥谈到过, 现在王子宁住在宁家。 等到了一处无人的位置后, 侯俊雄立即从手机中找到了张雅杰的电话, 拨打了过去。 号码, 还是上次宁卫国寿宴, 张雅杰主动打过来时, 侯俊雄存下的。 很快, 电话接通, 那边传来张雅杰疑惑的声音。 喂? 是侯公子吗? 张阿姨, 是我, 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们。 第二天一早, 尹天正和宁长聊天时, 宁长突然收到了自己母亲的短信。 宁长解锁一看, 有些错愕, 赶紧将手机递给了尹天。 尹天看完, 也是有些猛。 丈母娘发的消息和王子宁有关。 内容, 大概是这两天王子宁会遭遇危险, 幕后使者是侯俊杰, 但消息来源却是侯俊雄。 宁长忍不住问道, 侯俊雄好像和侯俊杰是兄弟吧? 尹天点点头, 那侯俊雄为什么要将他哥哥的计划告诉我们呢? 宁长继续问道, 尹天倒是想起了自己之前假冒成哥, 告诉侯俊雄假消息的事, 该不会是这个布置发挥作用了吧? 不过, 尹天倒是没直接说出来, 而是摇了摇头, 我怎么知道, 我是正常人, 带入不了他的想法。 也是哦。 宁长点了点头, 同样认为侯俊雄这是精神不正常, 突然收到敌人准备动手的消息, 宁家宁可信其有, 非常重视, 给王芷宁安排了不少保镖。 王芷宁身份特殊, 若是在离开宁家后出了事, 宁家恐怕不得不承担责任。 只是, 保镖终究只能保护一时, 王芷宁过, 明天就要飞回京城, 宁家不可能时时刻刻召开着他。 那我们赶紧回去陪陪他吧。 知道王芷宁现在的处境后, 宁长立即想要回宁家。 尹天想了想, 自己现在过去, 说不定可以通过异能看出王芷宁遇害的片段。 点了点头, 两人很快下楼, 由尹天驾车回宁家。 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 尹天在宁家门前停下车。 还没进去, 两人就听见了王芷宁嚷嚷的声音。 让开, 让我出去。 王小姐, 不好意思, 老板有令, 我们也是靠这吃饭, 希望您别为难我们。 尹天听着, 忍不住给老丈人点了个赞。 没想到, 一向平静温和的宁天豪, 这种时候竟然能这么果断地将王芷宁禁足。 宁长听见了, 倒是急忙小跑进去, 看见王芷宁后, 稳住了他。 芷宁姐姐, 你就在我家晚两天吧, 别出去了。 王芷宁气得直咬牙, 尝尝, 我是你家的客人, 您叔叔凭什么不让我走? 我爸也是为你好。 为我好? 王芷宁差点笑了, 不就是收到了威胁短信吗? 我从小到大, 收到的还少了? 尹天赶在后面进来, 听着王芷宁的话, 也是明白了些什么。 王芷宁估计从小到大, 受到过不少威胁短信, 信封之类的, 但那些威胁的人, 要么就是只敢口头上说说, 要么就是被他父母解决了, 使得王芷宁从未真正受过伤害。 因此, 他认为这次的事也不算什么, 觉得宁家这么认真, 还将自己日夜保护有些过头了。 尹天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傻妞, 还当这是自己家呢? 在京城那种地方, 安保严格, 以王家的势力, 确实可以将他保护得好好的。 但到了魔都, 可不是你有权有势就能安整无忧的, 魔都那个大佬出门敢不带保镖? 王芷宁现在就相当是虎落平原, 认他家在京城有多强, 魔都真有人想搞他, 可不会顾着京城那边的面子。 忍着不满, 尹天看向王芷宁的资料, 意料之中的看不见。 紧跟着从未缺席的预知片段 也浮现在尹天的眼前。 第152章 准备收服保镖 影像中, 王芷宁虽然吵着要出去, 却没能说服宁天豪, 还是被关到了上飞机前的两小时。 快到时间时, 宁天豪安排了车队 护送王芷宁去机场, 这次航班 也被宁天豪花重金 买下了其他四分之三乘客的机票, 换上自己人 一路护送王芷宁回京, 一路无惊无险。 飞机上, 保镖们一个个紧盯着那些 没有同意出售机票的乘客, 因为路上安全, 所以他们都认为 敌人可能在飞机上出售。 保镖们没有猜错, 侯俊杰确实是准备在飞机上动手,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动手的人不是那些乘客, 而是他们自己人。 飞机起飞时, 一个一直表现正常的保镖 忽然借口上厕所, 在接近王芷宁时 突然出手, 一刀毙命。 但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后, 这个内鬼已经自闻, 搞了个死无对证。 接着, 片段中还展现了点王家的态度, 因为是宁家安排的保镖, 所以王家把所有责任 都安在了宁家上面。 这次, 王家倾尽全力 对宁家施压报复, 力度比上次影天所见的 王芷宁标车死亡后的还要大。 看完所有, 饶式影天处事波澜不惊, 脸色也不禁变了一下。 没想到, 宁天地产竟然策反了 一个宁家的保镖。 富人们的保镖 那全都是经过 非常严格的筛选的, 容易被策反的人 根本通不过策试。 除了策试外, 保镖们每天的生活 也是受到监督的。 不禁自己每天的踪迹 要被客户知道, 聊天记录, 吃的什么等, 都是客户随时想知道就能知道。 这种情况下, 宁天地产竟然还能达成木, 也不知是宁家防卫不严, 还是敌人太狡猾。 知道宁天的手段后, 隐天自然要开始 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隐天暂时有两条思路, 一个是立即告诉老丈人, 以宁天豪的手段, 知道敌人的攻击方式后, 肯定能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 还有一个, 就是先暂时装着, 什么都不知道, 等到快上飞机时, 再突然将那个保镖留下。 但事实上, 隐天这两种方法 都不怎么想用。 虽然不知道, 隐天心中突然对他有了些敬佩。 想必这种保镖 如果真心实意保护客户的话, 肯定会全心全意 为客户的安全着想吧。 想了想, 隐天队还在安慰 王芷明的宁长问道, 宁宁, 你知道你家的那些保镖 现在在哪里吗? 宁长想了想, 这一直是我爸在管, 你去问问他吧。 隐天看了眼 人闷闷不乐的王芷明, 点了点头, 向着客厅走去。 客厅中, 隐天豪正和张雅杰在商量些事, 见隐天出来, 皆是笑着点头示意。 隐天坐到两人旁, 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来意, 而是先听了听丈母娘和老丈人的聊天。 丈母娘仍有些担忧, 但老丈人觉得自己的安排已经够可以了, 这种规模已经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最高配置来的。 如果隐天能在这种情况下杀了王芷明, 那隐天豪自己也得考虑加强安保了。 隐天豪怎么也想不到, 最坚固的城墙往往是从内部开始被破坏的。 等老丈人安慰好丈母娘, 隐天这才问道, 隐天豪说, 我能见见明天要送王芷明去京城的那些保镖吗? 小天, 你见他们做什么? 隐天豪有些好奇。 隐天解释道, 隐天豪说, 我学过一些心理学, 可以看出他们有没有被收买。 隐天豪笑着摇了摇头, 小天, 你真是杞人忧天, 我那些保镖的工资, 一年加起来都是上亿的支出, 已经够他们几辈子一事无忧了, 他们不至于为了前辈判我。 隐天只是拿收买打个比方, 对此, 他只是笑了笑。 隐天豪见隐天似乎态度很坚决, 想了想, 还是同意了。 小天, 你见见也不是不行, 不过, 你可不能当面说怀疑他们, 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了。 隐天自然答应, 很快, 隐天豪安排隐天和他们一一见了面。 隐天豪的借口是, 让自己女婿认识认识他们, 因此, 这些保镖面对隐天这个未来少主人的询问, 还是非常配合的。 一个一个看下去, 隐天没发现其他被侧反了的保镖, 忍不住点了点头, 这些保镖还是非常有职业操守的。 终于到了那个被侧反的保镖, 一进来, 他就若无其事地坐下, 笑着问道, 隐先生, 你有什么想要了解我的吗? 笑什么? 陆高, 多少岁了? 三十四, 家中还有些什么人? 我母亲, 老婆和女儿。 隐天注意到了他心生的变化, 记下后, 继续问道, 在您家做了多久了? 嗯, 有个四五年了吧, 为什么要背叛您家? 因为, 嗯? 隐先生? 您在说些什么? 隐天赶紧挥了挥手, 别激动, 别激动。 陆高见隐天这样, 还以为自己是被试探了, 顿时放下心来。 谁知, 隐天又突然问道, 你帮雨天办了事, 他们就会放过你妻女吗? 第153章, 给王子宁一个难忘的回忆, 隐天说的, 正是刚刚问及家人时, 陆高心中所想的。 隐先生, 您在说些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不得不说, 陆高的心理素质还真强, 被隐天这么直接了当地说了出来, 依然能面不改色地问出声。 不过, 隐天能看见他的心声, 知道他的内心远不如他表面上那样平静。 还要我继续说吗? 昨天半夜, 你是不是收到了条视频? 陆高心中一惊, 开始忍不住地想起了昨晚的事。 藉由他的胡思乱想, 隐天知道的越来越多, 说的话, 也越来越直击陆高的内心。 隐天说完后, 陆高直接跪了下来。 隐少爷, 既然您都知道, 我也不瞒您了, 他们确实绑架了我的妻女, 逼迫我帮他们办事。 我没有办法, 不得不答应他们。 现在您知道了, 我也不奢求您原谅我, 只求您帮我就回我的妻女。 说完, 他就直接从腰间取下匕首, 向着自己脖子抹去。 隐天早就通过心声, 知道了他的打算, 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一把拉住陆高的手臂, 陆高的肌肉发达, 隐天一下, 字还差点没拉住。 隐少爷, 您这是…… 别急, 别急。 隐天把匕首取下来, 防止他继续。 你知道你妻女在哪吧? 隐天的心声告诉隐天, 他其实知道自己的妻女在哪, 但担心自己一个人就不出来, 还是选择通过为雨天办事来救回他们。 隐天沉默了会, 点头道, 我妻子精通密码学, 她在视频中给我留下了地址。 隐天点点头, 问道, 你是相信坏人会讲道义, 还是相信您家愿意为了你让保镖去救他们? 隐天沉默了。 夜半, 在王指宁不知情的情况下, 您家所有保镖秘密集合猛然出击。 第二天, 安然到达机场的王指宁朝着宁长和隐天得意地笑了笑。 你们看, 我就说什么事都不会有吧? 宁长点点头, 嗯, 没事就好, 这两天的事你别记在心上。 隐天只是笑笑, 没有什么, 待王指宁转身时, 他却和陆高对视了眼, 两人眼中都是在憋笑。 航班到点, 隐天看着渐渐变小的飞机, 男男道, 王小姐, 希望你能喜欢我送的礼物。 飞机上, 王指宁一想到这次来魔都的收获, 心情格外愉悦, 就连被软禁了两天的郁闷, 也被一扫而空。 坐在一旁, 远眺窗外的景色, 王指宁惬意无比。 突然, 前面一个保镖说要上厕所, 引起了一阵小小的喧闹。 王指宁仅是看了一眼, 很快就转过身来, 继续看着窗外的景色。 那个保镖快经过王指宁这时, 脚步忽然变慢。 这种变化, 很是突兀。 王指宁感受到了, 王指宁回过头时, 陆高已经和女保镖打了起来。 因为女保镖早有准备, 陆高刺杀王指宁的难度变得更高了, 一时竟有些僵持。 眼见已经有其他保镖冲了过来, 陆高咬了咬牙, 拼着被女保镖中击一下, 将带有匕首的左手刺向了王指宁。 王指宁看着向自己逼近的匕首, 人都傻了, 下得赶紧闭上了眼睛。 心中, 却是绝望了。 此时, 她的脑海中想起了很多, 也很后悔自己的自大, 同时, 她还隐隐有些埋怨宁家。 怎么样, 我就说我能杀了她吧? 陆高还是强, 我早有准备都没来得及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是啊, 陆高这拆招太快了, 要是我, 肯定做不到, 怪不得他们挑中陆高, 没挑中我们。 他们在说什么? 长时间没感受到疼痛, 王指宁缓缓睁开眼, 却见那个袭击自己的人 已经和飞机上的其他保镖夸夸其谈了。 王指宁慢慢明白了, 这个人在戏耍自己。 不带王指宁生气, 陆高就又看向这边, 冷声道, 王小姐, 要不是尹少爷, 今天你就是一具尸体了。 见王指宁还是迷迷糊糊, 身边的女保镖拉着她的手, 将事情完整地解释了一边。 听完, 心有余悸的同时, 王指宁也是银牙紧咬。 她并没有记住这次教训, 反而更记着尹天了。 几小时后, 尹天和宁长几乎同时收到了王指宁的短信。 宁长收到的是以安全抵达。 尹天的则是谢谢你的礼物, 下次再来, 我会回礼的。 侯俊杰收到了王指宁安全返回了京城的消息, 气得暴跳如雷。 妈的, 那个陆高呢? 他不想要他老婆女儿了。 侯俊雄看着哥哥的反应, 心中偷着乐。 哼, 看你怎么应对王家接下来的报复。 侯俊杰摔了好几个东西后, 气愤不过让他们先杀了陆高的老婆。 助理得令赶紧打电话给手下, 可是电话接通了, 却一直没有人说话。 喂? 怎么了? 助理连着喊了喊几声, 都是这样。 就在助理不耐烦, 想要换个人打时, 那边终于有了声音。 侯公子, 保保镖的家人, 有意思吗? 侯俊杰心中一颗灯。 第154章, 一句带来好消息。 侯俊杰挂断电话, 直接朝着侯俊雄一脚踹了过去。 就在刚刚, 宁天豪对他宣战的同时, 也将侯俊雄是内奸的事情告诉了他。 妈的, 你这个吃里排外的东西, 你他们为什么要泄密给宁家? 侯俊雄挨了一脚, 丝毫不在意, 什么我泄密? 宁家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侯俊杰与气一致, 侯俊雄只知道自己要对付王子宁, 并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安排。 他又想到自己策反路高的事, 似乎只有助理和那些实施绑票的人才知道。 助理跟了自己这么多年, 显然不可能是他。 想起那些手下, 侯俊杰又不解气地踹了侯俊雄一脚。 给我去查, 那个报的信给我把他剁了喂鱼。 助理赶紧屁颠屁颠地跑开。 侯俊雄看着又开始砸起了东西的哥哥, 心中冷笑不已。 不用查了, 就是我。 而白维德通过自己安插在宁家的人, 了解到了些内幕。 这哥哥害人弟弟举报的戏码, 实在是把他嗅到了。 摇了摇头, 白维德开始思考怎么退出宁天。 再和宁天的人玩下去, 他怕自己那天真的被他们害死了都不知情。 原本和宁天定的是利润的20, 宁家许诺的是15。 现在, 宁天这边基数变成0了, 而跟着宁家还能喝口汤。 尤其是, 宁家这边有个屡次破坏了自己计划的宁天, 和他合作, 应该不会被坑了吧。 白维德真是被宁天坑怕了。 他开始着手研究宁家, 希望借着宁家迅速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平淡地过了几天, 宁天突然收到了一句那边的消息。 一句的再见学区房已经将地基打好了, 一期预计划分9栋楼, 每栋24层, 现在已经预售了70, 回笼资金30亿。 这仅仅是承吸那快递的一小部分, 就因为被划分为了学区房, 价值涨了近一倍多。 其他地方虽然不是学区房, 却也可以算是商业住宅, 也能值不少。 尤其是有些土豪买了学区房后, 可能会认为学区房过于狭小, 想就在附近再买一套大典的点儿女住。 颖天收到这个消息, 勉励了移居所有人一番。 移居经理顺势邀请颖天吃饭, 颖天想了想, 没啥事就答应了。 到了饭店, 颖天正准备出门, 恰好碰见了回公司的张诚。 一看见颖天, 张诚就问道, 你这是去哪儿? 颖天如实告诉了他。 张诚一听有免费的饭, 当即表示也要去蹭。 颖天寻思带个人也没什么, 就答应了。 张诚回来是为了取一个东西的, 颖天陪着他去拿了后, 两人向着约定好的酒店驶去。 路上, 颖天问起了张诚最近情况, 本以为张诚后面一切顺利, 谁知张诚叹了口气。 我这正为这是着急呢? 所有人都就位了, 就是差个女主演。 颖天开着车, 没看张诚的心声, 随口问道, 不是可以先拍其他配角的戏吗? 张诚点了点头, 是啊, 这个倒是很顺利, 昨天和今天都是NG特别少, 我现在就是一边拍次要的戏, 一边面试女主演。 怎么? 要求太高, 没人配得上? 那倒不是。 张诚说话时, 语气有些郁闷, 是有一个适合的, 但他是蓝光影视的签约艺人。 颖天这时瞅了一眼张诚。 诚哥, 那你可有够倒霉的? 谁说不是呢? 关键是那么多人, 偏偏就那一个人合适。 再找找吧, 也只能这样了。 颖天对这也是没什么好的建议。 聊着聊着, 两人很快到了指定的酒店。 颖先生, 您来了。 一局总经理在下面等候已久, 见颖天到了, 立即迎了上去。 颖先生, 张诚听见这个称呼, 古怪地看了眼颖天, 脸上憋着笑。 等到总经理带路时, 颖天看着脸都快憋着了的张诚, 黑着脸问道, 想笑就笑吧。 张诚的心声, 已经告诉颖天他的想法了。 哈哈, 颖先生, 颖天, 你现在在外面还挺有面子吗? 行了行了, 颖天挥了挥手, 这要是陆一宁喊我老板, 那你还不得吓死。 张诚一直以为总经理就是一个带路的小角色, 笑了笑颖天后, 也没太在意这件事。 很快, 三人到达了包间, 和每一个来的一居成员点头示意后, 颖天带着张诚入座, 顺便把张诚介绍给了大家认识。 结果, 就是每一个员工都成歌成歌地喊着。 特别是当颖天竹重介绍了下张诚的身份后, 大家都笑着喊他大导演, 竟把张诚喊得有些脸红。 救期后, 因为颖天的缘故, 不少不敢和颖天敬酒的都来敬张诚酒, 不一会, 张诚就浑身酒气, 醉眼朦胧了。 颖天看着菜没吃多少, 酒倒是喝饱了的张诚有些无语。 不过, 既然他都醉了, 颖天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继续吃着, 张诚突然醒来要去上厕所, 本以为就是件小事, 谁知, 不到一分钟就有陪同的人员跑了回来, 大声喊道, 颖先生, 您朋友和别人吵起来了。 第155章, 我身份在老同学面前被揭穿了。 文言, 颖天还没说什么, 总经理就率先站了起来。 兄弟们, 走, 咱们一起去看看。 众人纷纷起身响应, 不一会, 以颖天为首, 浩浩荡荡近三十人一起出了门。 到了目的地, 只见清醒了些的张诚护着一个同样看起来喝了不少的女孩, 正和四个的男人对峙。 那四个男人已经开始推让张诚了。 众人赶紧上前, 将他们分开。 颖天通过他们的心声了解到具体状况, 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件事还真有点不好办, 说起来还算是张诚在多管闲事。 不过, 这种情况, 颖天肯定是要维护自己兄弟的。 等到将人分开后, 颖天上前问道, 你们围着我朋友, 是想干嘛呢? 哟, 正主来了? 虽然颖天这边人很多, 但那四个男人没有丝毫畏惧。 我反倒想问问你们呢, 你们朋友拉着我们朋友不让走是个什么意思? 一具员工顿时纷纷看向张诚, 只见张诚一脸怒容, 而他身后的那个女孩更是恐惧地看向四人。 众人顿时明白了大半, 估计是这四人看见漂亮女孩, 想强迫别人, 却被张诚打扰了。 若是在场人不多, 员工们可能还会稍稍犹豫会, 你说是你朋友就是你朋友, 你看看人家想和你走吗? 就是, 就是, 哼, 小女人去找卡片上找, 四个人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男人? 眼见自己这边处于理亏状态, 四人也不急, 陈生问道, 苏小星, 你真的不和我们走吗? 别忘了你的合同, 员工们顿时又看向那个名为苏小星的女孩, 苏小星听见他们的威胁, 因喝酒微红的脸颊一下变得惨白, 下意识地, 他就向前迈出了一步, 可也仅仅是一步, 因为张诚紧紧拉着他的手, 苏小星一下又被扯了回来, 众人一看, 真是不好办了, 很明显, 对面那四个似乎是有这女孩的什么把柄, 而尹先生的朋友应该帮不了他, 却不想放弃, 尹天仔细看了下苏小星, 又看了看张诚的心声, 叹了口气, 这个苏小星就是张诚念念不忘的那个女主演, 而且张诚不仅仅只是想让他来当主演, 心中他还有些喜欢这个女孩, 而苏小星因为小有姿色, 一直被马学林骚扰, 今天, 正是一直未曾得手的马学林的一次计划, 想要将苏小星灌醉, 生你煮成熟饭, 说起来, 还有张诚的一部分责任, 苏小星因为私自去世系张诚的电影, 违背了马学林的命令, 这才惹得马学林想要快点得到他, 苏小星, 你真不走, 见张诚又将苏小星拉到身后, 刺人有些恼火, 这要是拖延了马学林经理的时间, 到时候还指不定会怎么被罚呢, 苏小星身体一颤, 躲在张诚背后不敢看他们一眼, 行了行了, 隐天白白手, 没看见人家女孩不愿意吗, 滚吧, 别在这废了, 你, 四人顿时很恼火, 却碍于隐天这边人多, 不敢发作, 行, 苏小星你留别, 到时候被告上法庭, 可别说我们没给过你机会, 说完, 四人准备离开, 张诚喊住了他们, 苏小星的违约金, 我会给他赔, 你给他赔, 四人文言对视了一眼, 似乎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你赔得起吗, 张诚自存有一个亿, 自信问道, 多少, 十个亿, 张诚愣住了, 怎么, 给不起, 给不起装什么大尾巴郎, 四人看着张诚的反应, 纷纷嘲笑道, 隐天看了眼心声, 是十个亿无疑, 他忍不住看了苏小星, 看着也不像是无脑的女孩, 怎么就签了这种合同呢, 眼见张诚为难, 隐天站出来说道, 不就是十个亿吗, 滚吧, 明天一分不少你们, 你又是谁, 四人中为首的男子, 上下打量了一番隐天, 不懈道, 就你还能拿出十个亿, 一句总经理忍不住说道, 隐先生是魔都宁家的女婿, 会拿不出十亿, 你们明天等着收钱就行了, 魔都宁家的女婿, 在场所有人都梦了, 一句员工不知道隐天的身份, 只知道总经理很尊敬他, 都以为是哪家的二代, 张诚也愣住了, 他想起了自己当初的玩笑话, 而现在, 玩笑成真了, 一想, 如果隐天真是宁家女婿的话, 那所有事都说得通了, 无论是那辆价值百万的马沙拉蒂, 还是宁家, 张家联合晚宴的邀请函, 又或是隐天和宁长在彼特的地位, 甚至是现在这个总经理, 对隐天尊敬的态度都能说得通了, 隐天也没想到, 总经理就这么把自己的身份的说了出来, 不禁歉意地看了眼张诚, 诚哥, 我真不是故意隐瞒的, 第156章, 不就是十个亿吗? 看了眼张诚后, 隐天再次看向四人, 总经理将隐天的身份曝光后, 四人忍不住上下打量隐天, 和众人比起来, 隐天除了更帅气一点以外,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现在, 还想将苏小兴带回去的话, 无疑会得罪这个疑似宁家女婿的大人物, 而不带回去, 又会惹得马学林不快, 虽然马学林比起宁家, 就是一个小蚂蚁, 但县官不如县管, 四人一时有些难以抉择, 总经理看对方已经有了认怂的心思, 催促道, 人我们就带走了, 有什么事, 回去叫你们背后的人来找我们, 对面四人既没拒绝又没答应, 只是站在那不说话, 但隐天看着他们的心声, 知道他们已经不敢拦了, 当即点点头, 招呼众人回去, 带人走完了, 四人才互相对视一眼, 急忙回到了马学林的包间, 包间内, 马学林看见四人回来, 正高兴着呢, 又突然看见四人进来后, 直接关了门, 最后面没有那个自己一直惦记着的人, 他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苏小兴呢? 马总, 苏小兴他, 他被张承带走了, 张承? 马学林愣了一瞬, 旋即大怒, 苏小兴跟着他走了, 他忘了自己的合同, 我们说了, 可是, 可是有人愿意给他陪, 马学林本来还在气头, 听到有人愿意陪, 有些不可置信, 你们说明是实意了吗? 好像是张承的一个朋友, 叫什么隐天, 听他们说是您家的准女婿, 隐天? 马学林一下就想起了, 那天在宴会上碰见的那个人, 当时, 张承好像就是喊他隐天来着, 马学林一下就不在乎苏小兴了, 有了这十亿赔偿金, 什么女人找不到? 马学林一下就笑了, 行, 既然有傻逼愿意买单, 那我们就放苏小兴离开, 回到包间后, 张承一会看看隐天, 一会又低着头想些什么, 就连自己带回来的苏小兴 也忘记理会了, 苏小兴则是小心翼翼地 坐在张承身边, 目露怯色地偷偷打量包间那众人, 隐天看着张承的心声, 心中一乐, 诚哥, 别胡思乱想, 你没听错, 宁长确实是宁家的那位, 张承还不相信地 用力捏了捏自己的脸, 痛得呲牙咧嘴, 这才觉得自己稍微清醒了点, 隐天, 你这咋一声不吭的 就成了魔独首富的女婿呢? 隐天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诚哥, 你要是有我这脸, 我保证你不会比我差, 张承看了看隐天, 有些郁闷, 那隐天, 你现在是不是在帮宁天好掌管公司? 隐天点了点头, 差不多吧, 张承又想到了隐天在彼特公司的那些特权, 问道, 彼特是你岳父的吧? 嗯, 以前是, 现在我是最大股东, 这个宁居呢? 张承又看了看在场的宁居员工, 以及那个曾被自己认作是小角色的总经理, 我与宁居有个项目在合作, 张承忍不住羡慕了, 隐天, 那你现在有多少钱? 闻言, 隐天仔细想了想, 用不确定的语气说道, 差不多, 150亿左右吧, 卧槽, 张承直接惊呼出声, 他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述出自己现在内心的震撼了, 很快, 张承又问道, 宁天豪就因为你是他女儿的男友, 就给了你150亿, 张承的语气, 酸酸的, 150亿, 那特么得不吃, 不喝多少年才能赚到啊? 隐天一看张承的心声, 就知道张承误会了, 因此, 他黑着脸回道, 你想啥呢? 哪有这种好事? 我这150亿几乎全是靠自己的实力挣得好吧? 隐天说的并不是大话, 宁老爷子给了40亿, 可以看作是诊疗费, 前段时间又从张家号宣少那里赢了共计近75亿, 再加上现在发展起来的比特, 这些几乎全是凭借自己的本事挣得。 当然, 没有宁家提供的机会, 隐天也不可能挣得这么轻松就是了。 张承一脸不幸, 靠近问道, 隐天, 你给我说说那些豪门贵族的生活呗, 等我也有钱了, 我模仿模仿, 别想多了, 人家也是人, 也要一日三餐, 也要星辰待现。 又聊了很多, 张承算是满足了些好奇心, 靠在椅子上感叹道, 哎, 估计咱们全班那么多人, 就你混得最好了吧? 这哪是出人头地啊, 这简直就是一不登天。 行了行了, 别说我了, 你呢? 这姑娘怎么回事? 隐天一谈到苏小星, 张承就又犯了难。 隐天, 她合同违约金十个亿, 你真的要出吗? 问题一问, 餐桌上所有人都不禁看向隐天, 苏小星更是满眼西迹, 却又觉得自己与隐天素不相识, 隐天不会这么舍的。 隐天看到了张承眼中的那份纠结, 她既希望隐天能帮帮苏小星, 又觉得让隐天为苏小星买单有些不合适。 说到底, 隐天的身份暴露后, 张承还是有些不适应。 这也是隐天一直不愿暴露身份的原因, 就是怕与张承身份了。 看着老同学一下变得拘谨, 隐天突然笑道, 不就是十个亿吗? 洒洒水了。 第157章, 成立影视公司。 隐天说完, 张承心中一喜, 可随即他又有些迟疑, 隐天, 这十个亿, 我可能, 一时半会还不了。 他这话说得委婉, 事实上, 张承心中想的, 是可能这辈子都还不起了。 隐天摆了摆手, 你先别急, 我的钱, 不是那么容易吃的。 蓝光影视, 如果真敢说这十个亿, 我会让他们翻倍吐出来。 在华国, 违约金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设得很高的。 如果蓝光影视, 没有给苏晓星配得上这十个亿的好处, 苏晓星就不用赔偿这么多。 一般而言, 只要赔偿对公司造成损失的十倍就行了。 法律这方面的东西, 张承不了解, 但看隐天这么有自信, 他也放下心来。 张承回头给了苏晓星一个放心的眼神, 自己心中却感叹了起来。 这份恩情, 自己的怎么偿还隐天? 将这件事暂且搁置一边, 张承又说道, 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 以后, 你有我能帮忙的地方, 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给你办成。 隐天哭笑不得, 哪有那么严重? 不过, 诚哥, 我现在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 隐天正色道, 诚哥, 这拍电影, 无论拍得多好, 那也是给别人打工。 我觉得, 我们可以一起成立一个影视公司之类的。 这也是隐天早前就提议过的。 但当时隐天身份还没暴露, 建议的还是成立小型工作室拍短视频, 被梦想拍出大制作的张承拒绝了。 不过, 如今张承既然已经知道了隐天的身份, 隐天也就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提议, 将工作室变成影视公司。 文言, 张承有些异动, 毕竟, 大导演成名发达后, 自己开公司的比比皆是, 大家众所周知的周星星就是走的这样的路子。 试问, 那个导演不想完全拥有自己拍出东西的所有权利呢? 只是, 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和名气, 张承犹豫道, 隐天, 我知道你想帮我, 但我, 隐天看得出他的心声, 在他还没说完时就打断了他。 诚哥, 你别谦虚了, 你的能力我还是相信的。 既有特长分数作为基本, 又有这么多年交情打底, 隐天自然相信张承。 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漂泊, 每次开机都是到处找投资, 有时甚至面临资金中断, 不得不烂尾, 或是贱卖出去, 张承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小天, 你既然相信我, 那我也舔着脸接受你的好业。 你放心, 以后只要是我拍出的电影, 别的不说, 质量这块我绝不放水。 那就好, 商量好一些具体事宜, 张承又进了尹天一杯酒。 这方面, 尹天没张承内行, 所以, 成立公司的一些琐事都由张承负责。 虽然张承现在还在拍戏, 但他丝毫不觉得任务繁重, 一口接下。 尹天盘算了一下自己现在的一些项目, 移居那边有专业人员负责, 自己只要等着数钱就行了。 彼特这边的话, 路易宁管理得很好, 井井有条, 自己的一些决策他也能好好地贯彻, 不用太过操心。 今日热点那边的话, 宁常在负责资金转入等事宜, 自己还没真正接手。 就算接手了, 尹天也准备全盘交给张明, 算起来也不用多管。 目前, 就只有现在的影视公司没人管理了。 想到这, 尹天瞥了一眼张承, 摇了摇头。 张承拍电影可能是一把好手, 但管理公司的话, 那就是一个门外汉了。 尹天又将这里所有人都看了遍资料, 除了移居总经理外, 再无一人管理经营能力超过80分。 尹天突然想到, 自己身边的所有管理型人才, 几乎全部是宁家派来的。 看来, 得找个机会去招聘一些这方面的员工了。 想着这些, 尹天决定回去就看看能不能从哪挖几个, 或是招聘几个。 张承回头和苏小星窃窃私语了起来, 许久, 他终于高兴到, 尹天, 苏小星答应来当女主角, 我那电影算是能正常开拍了。 尹天点了点头, 也是有些位老同学高兴。 突然, 张承像是想到了什么, 提议道, 要不, 我这部电影到时候也挂在咱们影视公司名下吧。 市面上很少能看见著名是个人的电影, 原因很多, 比如说个人很难过审核, 没有挂靠大公司, 很难有什么宣传资源, 没名气院线也不会排片很多的。 这部电影算是张承的心血, 他愿意挂靠在连雏形都没有的影视公司上, 足以证明他对尹天的信任。 行啊, 尹天点了点头, 本来就算张承不这么做, 尹天也会帮忙宣传他的新电影, 不过, 那就感觉有些便宜那家买电影的公司。 现在张承愿意将电影放到影视公司名下, 那最好不过, 肥水不留外人田。 商业好这些, 又和众人一起喝了一杯, 差不多后, 就离开了。 本来尹天出门时, 还想着顺便把张承带回去, 不过, 苏小星不回蓝光影视的话, 没地方住, 张承决定帮他去开一间房。 尹天在下面等着张承出来, 没想到的是, 等了半天, 等到了张承你先回去的短信。 众色轻有。 尹天撇了撇嘴, 让代价发动车子, 离开了。 第158章, 你姐姐不错。 回去后, 尹天了解了一些招聘信息之类的东西, 准备明天去人才市场看看。 到时候靠着异能, 尹天相信自己能不遗漏真正的人才。 这次成立公司不同于之前宁长组建天上, 之前一切都是宁长负责去安排的, 因为宁长生活在一个商业家庭, 他耳濡目染下, 也算懂这些成立时轻车熟路, 没遇到什么困难。 而现在, 尹天和张承都是门外汉, 一切都要自己摸索。 这时候, 如果有一个精通这方面的人才帮忙, 就会容易很多。 安排好这后, 尹天又想了想苏小星的事。 沉思了一会, 尹天又给极光影视陈宏打了个电话, 问了些这方面的事。 陈宏一听, 立即将自家公司的律师介绍给了尹天。 听着陈宏吹嘘这个律师, 尹天想了想, 约他明天下午见面详谈。 一切安排就绪, 尹天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今天不忙, 但是喝了这么多酒, 还真有些犯困。 尹天很快就睡了过去。 一日, 尹天早早起床去了人才市场。 一是为了抢个好位置, 二是早点去, 也能避免错失一些真正的人才。 去了后, 尹天很快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开了个靠近门口的桌子。 此时, 人才市场那人还不怎么多, 尹天闲着没事, 四处张望起来。 这一圈下去, 尹天还真没找到自己想要的管理型人才。 真有本事的人不守, 但大多是些别的技能与管理根本站不上边。 尹天就一直盯着门口, 来一个看一个, 却始终都没发现金银管理能上巴士的。 眼见一上午就要过去, 尹天却一无所获。 不过, 他倒是与隔壁招聘的年轻人聊得挺多。 年轻人名为郑宇达, 非常健谈, 特长是口才, 有83分。 不同于尹天这边的门口罗雀, 郑宇达那边, 因为他肯吆喝, 倒是为了不少人。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后, 郑宇达主动攀谈道, 尹哥, 你这出来招聘, 也不要喝。 尹天摇了摇头, 对自己来说,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 没必要把人喊来问个便再让人离开。 郑宇达却是误会了, 哎, 你是因为得罪了小人被迫出来的吧? 在他看来, 尹天应该是得罪了上司, 然后被派出来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尹天看了郑宇达一眼问道, 你呢? 我可没得罪, 我和上司关系好着呢。 尹天一看他的心声, 没撒谎, 确实挺好, 毕竟用83分的口才去拍马屁, 一般人还真抵抗不住。 只是, 郑宇达任职的公司初创, 没什么名气, 急需大量工作人员, 郑宇达正是因为口才太好, 才被委任出来招聘。 毕竟, 口才好才能骗得那些应聘者忽略公司的体谅。 郑宇达继续为尹天打抱不平道, 哎, 我说, 你真实来这招聘, 就随便接受几个算了, 到时候再让H2把他们刷下去, 这样你任务也完成了。 说着, 尹天突然不经意间瞥见了一个经营管理能力接近90分的女人。 尹天赶紧回过神, 四处寻找着。 很快, 尹天锁定了那个人, 郑宜兴。 看着郑宜兴进来, 尹天赶紧招呼道, 你好, 有兴趣来看看我们成天传媒的招聘公告吗? 成天传媒正是尹天和张成暂定的影视公司的名字。 郑宜兴正向这边走着, 突然听见有人叫自己, 愣了一瞬, 又斩言谢绝, 不好意思, 我不是来应聘的。 说着, 郑宜兴路过尹天身旁, 走向了郑宇达那里。 尹天看着他俩开始对话, 才知道郑宜兴是郑宇达的姐姐。 同时, 郑宜兴开了家公司, 郑宇达也是在公司里任职。 这次, 也是郑宜兴想着自己弟弟口才不错, 才让他出来招人。 现在, 是郑宜兴想过来看看弟弟的情况, 才特地到这来的。 两姐弟聊了一会, 很快, 郑宜兴就离开了。 郑宇达正准备再次开始工作时, 突然看见隔壁的尹兄弟, 一直目送自己姐姐离开。 他心中一正, 自己这姐姐, 虽然不能说丑, 但也算不上特别漂亮。 隔壁这尹兄弟这么帅, 按理说, 应该看不上自己姐姐。 不过, 想到自己姐姐单身这么多年, 郑宇达突然起了当没人的心思。 尹哥, 你看啥呢? 尹天叹了口气, 问道, 郑宇达, 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郑宇达心中一喜, 这小子, 开始关心我姐姐的事业了。 于是, 郑宇达嘴皮子一开动就停不下来, 将自己姐姐公司的所有事都一口气说了出来。 尹天听完, 心中一动。 在这这么久, 尹天也是知道了, 人才难寻。 自己唯一看上的一个, 竟然还自己开了公司。 郑宜兴的公司主打特效制作, 这半年成绩不错, 最近想要融资, 特地来招人扩充公司实力。 也就是说, 如果尹天能投钱占大部分股份, 就能成为郑宜兴的老板, 郑宜兴也能为自己所用。 只是, 别人的心血肯定不会轻易交出控制权。 但如果一个亿不够的话, 两个亿呢? 还不够的话, 三个亿呢?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摇了摇头, 尹天高兴地看向郑宇达。 你姐姐不? 你姐姐的公司不错, 我想投资。 第159章, 把别人的老板买下当经理。 啥? 你想投资? 郑宇达的感受, 就像是从小和你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同学, 突然告诉你, 他其实是世界首富的儿子。 尹天这和自己一起赶着苦逼招聘工作的人, 说要投资姐姐的公司。 郑宇达还以为尹天是为了追自己姐姐, 故意吹吹牛。 尹哥, 大可不必, 你要真看我姐投缘, 我能帮你约她出来喝喝茶, 你没必要用这个借口骗她出来。 你想啥呢? 尹天通过郑宇达的心声, 直到她误会了,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说完, 尹天掏出宁场印好的天上投资总经理, 尹天的名片递给了郑宇达。 郑宇达接过后, 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久, 又狐疑地上上下下扫视着尹天。 天上投资? 没听过, 不会是你搞出来骗人的吧? 尹天脸色一黑, 你不看新闻的吗? 最近我们天上投资在收购今日热点, 你不知道? 郑宇达摇摇头, 掏出手机搜了搜, 却还是有些不幸。 你一个身价过异的大老板, 亲自站台招聘。 得, 尹天一时兴起, 反而成了自己现在的绊脚石。 谁规定大老板就不能亲自招聘? 解释好久, 郑宇达终于接受了尹天的身份。 他当即打电话给姐姐, 兴奋地说道, 姐姐, 我找到了一个有投资意向的人了。 很快, 郑宇达再次出现, 同样兴奋地问道, 人呢? 哪呢? 郑宇达指了指尹天。 尹天露出笑容, 郑宇达记得, 这人是刚刚喊自己应聘的人, 又看向弟弟, 眼中仿佛是在说你在逗我。 郑宇达赶紧把尹天的身份解释了一遍。 等到郑宇达也勉强相信了自己的身份后, 尹天才笑着提议, 郑小姐,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详细谈谈。 郑宇达点点头, 尹天回头将自己的位置交给郑宇达看管, 自己则跟着郑宇达前往附近一家咖啡厅。 后面, 郑宇达还在喊, 姐姐, 要是成了, 记得给我发奖金。 很快, 两人来到咖啡厅, 点了杯拿铁, 尹天开门见山问道, 不知郑小姐意向价格是什么? 郑宇达之前和别人谈过, 但是没接收别人的条件。 此时, 听到尹天的问题, 郑宇达又想起了上次的事。 同时, 她心中的价位也出来了, 二十换七百万。 但她说的是, 六百万让出十五。 不过, 你要先了解一下我的公司吗? 公司目前是郑宇达一百控股, 她的身价也差不多是三千万左右。 不过, 既然是融资, 那肯定是要稍稍一价一点的。 尹天摇了摇头, 你以为我是看好你的公司, 其实我是看好你这个人啊。 太少了, 太少了。 郑宇达很快意识到尹天说的事, 让出的股份太少。 您的意思呢? 可以说说, 有我们成天传媒收购你们公司, 然后你来我们这任总经理, 想有成天传媒在你们公司这块收益二十的分红。 郑宇达听完, 愣了一下, 下意识就要回绝。 开玩笑, 要是按你说的, 那我不成了打工的吗?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先别急。 尹天压了压手, 我们成天传媒给出的收购价是五千万。 五千万几乎快是郑宜兴身价的一倍了。 郑宜兴正要拒绝的话, 一下子卡在了嘴边。 一遍是从此听别人的命令工作, 但有五千万。 一遍是相对自由, 但要受到资本的压迫, 可能最后会将股份廉价卖出一部分。 公司是郑宜兴的心血, 说实话, 他是不想卖的。 但他也不想放过尹天这个出价这么高的投资人。 犹豫了会, 郑宜兴试探问道, 尹先生, 要不, 你就只买二十的股份, 但我还是去你那当总经理。 尹天摇了摇头, 郑小姐, 要是你身在我这儿, 心里却一直念着你的公司怎么办? 不会的不会的, 我保证, 尹天不为所动, 他要的就是郑宜兴全心全意为成天着想。 这就难办了。 就在郑宜兴想着怎么说服尹天时, 他弟弟来了。 郑宇兰想了半天, 还是有些不放心便放下招聘事宜, 寻了过来。 一来, 和郑宇兰急忙问出了什么事, 尹天闲着没事都告诉了他。 谁知, 郑宇兰听完, 眼睛瞬间就亮了。 五千万? 那自己都挣多少年? 姐, 你这还想啥呢? 人家尹老板都这么客气了。 郑宜兴瞪了郑宇兰一眼, 这傻弟弟, 知不知道谁和你亲啊? 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呢? 姐, 上次王老板说的话, 你忘记了, 王老板正是上次想要融资的投资者, 但因为太贪心, 想要用五百万换二十的股份, 和郑宇兰没谈拢。 但王老板仗着自己家大业大, 收购了另一家敌对的公司, 现在成天给郑宇兰找麻烦呢? 要是郑宇兰还没找到其他天使投资者, 恐怕过不了多久, 整个公司就会被打压得翻不了身。 尹天知道这个引擎后, 想了想, 提到, 郑小姐, 我这还有个建议, 要不, 你们公司还是挂在我们成天名下, 但是让你弟弟掌管, 有什么事, 他也可以问问你怎么办。 第160章, 比特和今日热点联合, 谈了许久, 尹天终于和郑宇兴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仍由成天全资收购郑宇兴的公司, 但是交由郑宇兰负责, 而五年后, 郑宇兴可以按照市场价购回股份, 也也是折中的办法, 真要玩让郑宇兴放下他的公司,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而且, 有了五年的话, 尹天也能在这期间找到别的人才, 也算是有了个缓冲期。 谈完后, 尹天和郑宇兴愉快地握了握手, 倒是郑宇达苦着脸, 一副忧怨的样子。 本来他就是打算过来劝劝自己姐姐, 谈成后好拿一份红包, 没想到现在红包没拿到, 自己还被迫成了姐姐公司的总经理。 郑宇达一想起这个, 就感觉自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郑宇兴一直想锻炼锻炼自己弟弟, 对此非常赞同。 很快, 尹天又给宁长和张成打了电话, 将这件事告诉了他们。 自此, 成天传媒算是建立起了基本股价, 张成负责建立并担任法人, 而后由天上投资, 然后由成天收购郑宇兴的公司, 并由郑宇兴担任成天的总经理。 成天传媒的第一部作品是张成正在拍摄的电影, 第一个签约艺人将会是苏晓星。 谈好这些后, 时间也到了中午, 尹天又会面了陈宏派来的律师, 自己和他聊了会, 尹天又让张成、苏晓星和他聊。 经律师确认, 蓝天尹氏的合同确实不符合法律规定, 其中, 蓝光尹氏对苏晓星承诺的一些东西, 一个都没有兑现。 如果苏晓星要终止, 只需支付不到一百万的违约金即可。 一百万, 现在张成都能随随便便拿出来。 尹天想了想, 派人去和蓝光尹氏谈判, 并且并未透露自己已经请了律师的事。 果不其然, 蓝光尹氏开口就是十个亿, 一分都不能少。 尹天派去的人录了音, 回来后, 尹天直接以诈骗为由, 将对方告上法庭。 打官司的律师也还是找的这位极光影视法律顾问。 结果如何, 尹天还不知道, 不过据律师说, 应该能不用赔偿一分钱, 他们还得赔偿苏晓星这些年的损失。 张成这边, 没了后顾之忧后, 拍摄效率飞涨, 据说, 已经拍到电影最精彩的部分了。 尹天这几天, 不是在彼特把关, 就是去看看张成的拍摄进度, 过得极为惬意。 同时, 宁长也把资金打入了张家浩的账户, 成功收购了今日热点。 一交接完毕, 尹天就将原总经理开了, 升任张明为总经理。 张明一上任, 就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些改革。 尹天再去见识, 和第一次见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 看着更有工作热情的员工, 尹天也就接受了。 想着彼特和今日热点迟早要联合, 尹天找了个时间, 安排陆一鸣和张明互相见了一面。 只是, 看着剑拔弩张的两人, 尹天感觉自己有些草率了。 张明倒是没什么, 毕竟早就知道了自己将来会被委任为总经理。 此行, 他就是当提前渐渐下属。 陆一鸣则是一心想看看, 这个被老板推崇备制的人究竟有多强。 见了面后, 下意识就拿张明和尹天做了个比较。 这一比较, 就让他忍不住醋眉, 看向尹天的眼神, 仿佛在说他真相你说的那么厉害。 尹天清了清嗓子,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陆一鸣陆总, 这位是张明张总。 今天我请两位见面的原因, 大家也都清楚。 陆一鸣和张明点了点头。 那么, 我们的初步合作就从传世和今日热点相互接入开始吧。 先试试引流效果。 张明早对这次见面有准备, 当即说了些自己的观点。 一开始, 张明说的还是账号共享, 双方视频, 文章版权互通等陆一鸣能接受的举措。 可后面, 当张明说出要以今日热点为本体, 将传世作为今日热点旗下视频子软件时, 陆一鸣忍不住反驳道。 张总, 为什么不是今日热点作为传世的子软件呢? 就目前而言, 传世比今日热点的用户, 日活都多个好几倍。 张明说出这话, 陆一鸣实在不能理解, 接受。 张明似乎早有预料, 陆总, 你要知道, 我们今日热点能开发出视频板块, 你们传世能开发出新媒体板块吗? 陆一鸣语气一致, 影天点了点头, 也是认同张明的观点。 在未来用户超过7亿的原因。 你短视频能有的功能? 我也有。 在未来, 无论是企鹅, 还是什么浏览器之类的, 几乎全部介入了短视频的板块。 但因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短视频软件, 大家使用时也不全是为了刷短视频, 大家对这些软件的第一印象, 还是通讯, 搜索之类的。 相比之下, 传世能占据大半江山的原因, 也是专心做音视频, 聚集了大多数生产者后, 使用者也自然而然就被传世收归。 单凭这点, 张明还不足以说服陆一宁, 因此, 张明在陆一宁正准备反驳时, 打断了他。 而且, 之前, 我们今日热点用户, 没你们传世多, 那是因为, 指引大方向的是个智障, 现在我全权控制, 用户数很快就会超过你们传世。 第161章, 张明的推广方式。 张明这么说, 陆一宁是不幸的, 传世靠着芝麻和企鹅的宣传, 才能在不到两个月内拥有敬意的用户, 除非今日热点也这么做, 否则, 陆一宁不相信张明能拥有这么强的推广能力。 见陆一宁一脸质疑, 张明笑眯眯地说道, 陆总似乎是对我的能力有些质疑, 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 什么赌? 一个月内, 如果今日热点的用户数超过你们传世, 以后咱们合作时,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如果没超过呢? 那以后就听你的呗。 陆一宁心中一喜, 一言为定。 隐天看着两人约定好赌注, 怜悯地看了眼陆一宁。 看过今日热点未来的成就, 隐天自然知道张明有着异于常人的推广方式。 虽然不知道张明具体会怎么做, 但隐天相信他能说到做到。 反观陆一宁似乎是压根不相信张明能做到, 心中已经开始想着以后合作时怎么安排张明呢? 看着他那样, 隐天想了想, 决定还是不打击他比较好。 一是自己说了他也不一定会信, 二是好歹共赦那么久, 就这么说他会输似乎不太好。 谈完这后, 第一次会面基本结束, 隐天又请两人一起吃了个饭, 这才散去。 路上, 陆一宁想起隐天早些时候的安排, 由于问道, 老板, 我和张总打赌, 你不会生气吧? 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啊? 隐天瞥了他一眼, 自己早和陆一宁说过, 和今日热点融合后, 由张明统筹全局, 而陆一宁今天, 却就这个权力和张明打了个赌, 已经算是违背隐天的意思了。 不过, 手下人有不影响公司运作的竞争, 是一件好事, 隐天也不至于为这件事生气。 而且, 如果不让陆一宁自己考验考验张明, 恐怕他很难打心底佩服张明, 对以后的合作也会有不利的影响。 但如果, 能在合作初期就将矛盾暴露出来, 甚至直接解决, 那对公司的好处也不可估量。 摇了摇头, 隐天说道, 陆总, 如果张明没说大话, 那你以后可不能再调人家的刺了。 陆一宁见隐天并未生气, 瞪了一眼陆一宁。 你们不是都谈好了吗? 陆一宁开心地笑了。 回到公司后, 张明立即开了个会。 看着以前和自己平直的各部门经理, 张明内心突然生起了一丝优越感。 自己以前为了产品研发部, 没少和这些人扯嘴皮子, 除了些关系好的, 有不少人还在自己为工作申请什么时, 给自己穿过小鞋。 而现在, 他们无一步恭恭敬敬地喊自己经理, 自己不说话时, 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喘。 有几个和自己有过节的, 见自己迟迟不说话, 甚至额上冒出了不少冷汗。 这种感觉, 真是妙极了。 不过, 张明很快又意识到, 自己这份权力的来源于影天, 心中生起了世卫知己者死的豪情壮志。 而现在能帮到影天的, 就是赶紧制定推广计划, 实现自己吹过的牛, 掌握两家公司合作的主导权, 然后按照自己的计划, 将两家公司做大。 想到这, 张明对与会者说道, 各位, 今天在这, 我不想计较以前那些龌龊的往事, 更不会秋后算账。 现在,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公司所有人团结起来, 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 此话一出, 那些以前为难过张明的人, 顿时松了口气。 张明继续说道, 但是, 以后只要我是总经理, 那公司就不会存在一个关系户, 以后咱们公司全靠实力说话, 谁实力强, 谁当老大。 靠关系, 钱规则进来的顿时身体一僵, 开始祈祷自己会没事了。 现在, 我对今日热点制定了一个30天目标, 目标是一个月内, 用户数突破一个亿, 谁为达成这个目标提供的助力最大, 他就是公司的副总。 这个秉一话, 公司内不少有上金星的眼前都亮了。 待到散会后, 不时有人偷偷默默地进来献祭。 张明来者不拒, 无论是简单的广告创意, 还是复杂的商业炒作, 他都听得细致, 有些自认为重要的, 甚至他还做了笔记。 终于, 等到再没人来后, 张明看着自己总结的几条计划, 从中跳出了剑销快的几条, 发到了工作群里。 运营部门被要求立即上线看文章赚钱计算系统, 通过送钱吸引用户, 提升用户粘性。 广告部门被要求制作一些流氓软件, 伪装成正常的软件, 一旦有人下载, 就会自动下载安装今日热点。 营销部门则暂时提升文章发布者的酬劳, 争取让他们每天多发一些增加今日热点的抵御。 甚至, 他们还被要求严格控制标题等吸引人的元素, 争取能让每一个看见的人都忍不住响点进来。 技术部门则被要求开发出大数据推广机制, 争取让人能一直看见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提升他们文章阅读率。 命令下出去后, 张明靠在座椅上, 想着这些方式究竟会有多少作用。 这些推广方式, 今日热点并不是第一个使用的, 而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效果似乎都不错。 第162章 王芷宁把他弟弟送来了。 王芷宁回去后, 立即和家族说明了自己去魔都的收获, 交好宁家。 同时, 他也将自己想抛开宇天地产, 和宁家合作的想法告知了家族。 在外面, 王芷宁能代表王家做出一些决定, 但最后, 家族还是要审查一下的。 宁家作为魔都首富, 无论是实力还是信誉都比宇天地产高出几倍不止, 王家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进了说, 这个项目与宁家合作, 获益能比与宇天地产合作多少几个点。 长远看来, 通过这次项目与宁家搭上路子,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对王家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作为一手促成此事的中间人, 王芷宁自然受到了不少的奖赏。 收到股份等奖励后, 王芷宁特地去了躺家族禁闭室。 他弟弟王文乐此时正被关在那呢。 一见到王芷宁, 王文乐眼睛就亮了起来。 姐, 你是来接我出去的吗? 王芷宁美好气地摇了摇头, 乐乐, 你就安心在这再待半个月吧。 我这次是来告诉你这件事的结果的。 王文乐一下就没了兴致, 又懒洋洋地躺回床上, 刷起了船事。 王芷宁开门进去, 看着乱糟糟的房间, 忍不住皱了皱眉。 乐乐, 你好歹也注意一下个人卫生。 王文乐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姐, 把这搞干净能有什么用? 能赚到钱吗? 王芷宁叹了口气。 你怎么一天天就想着钱呢? 家里是没让你吃饱, 没让你穿暖吗? 你又不懂, 常哥他们哪个不是身价级? 我呢? 我他们现在身上十万都拿不出来。 王文乐想到家族对自己的待遇, 语气有些酸酸的。 凭什么自己那些朋友能靠着家里, 每天潇潇洒洒的? 而自己每次出去喝酒, 都只能抠扣嗖嗖的, 连给小费都要惊打细算。 你要是稍微对事业上点心, 爸妈也不会这样。 你看这次, 你捅了多大的娄子。 王芷宁有些恨铁不成钢, 自己这个弟弟什么都好, 就是不愿接手家族的事业, 整天就想着和那些狐朋狗友一起花天酒地。 但凡他稍微用点心在商业这块, 也不至于经常穷的让自己接近。 王家祖训是家族不养废人, 王文乐因为开始接手的几个企业都没出什么好成绩, 得不到更多的资源。 得不到资源, 也就不能掌控更多的家族企业, 对家族也做不出什么贡献。 长此以往, 王文乐也就沦落到了现在这种境遇。 这次和许家合作的事, 是王指宁向家族求情, 才为王文乐求来的。 没想到, 王文乐为了几个亿, 竟然想将合作对象换为雨天地产。 这件事被家族知道后, 王文乐的权力立即被收回了。 不仅如此, 如果不是王指宁立下军令状, 说能解决这次事件, 王文乐现在就不是待在禁闭室了, 说不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所幸, 王指宁去了魔都后, 查明许家并没有对付王家的想法, 而且还结交上了宁家, 算是戴罪立功, 才将这次事件平息。 听到王指宁的话, 王文乐立即捂住了耳朵。 王指宁看见王文乐那听不进去的样子, 气却不打一出来。 和影天比起来, 自己弟弟就像是一个废物一样。 乐乐, 你要真想出去, 我有个办法。 王文乐立即拿开双手, 什么办法? 你到魔都去找一个人, 我让他代代你。 你也趁机向他学学。 谁啊? 这你别管,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王文乐撇撇嘴, 他已经被关了半个月了, 再关半个月, 他能被关封。 去去去, 你就是让我去魔都打工, 我也去了。 王指宁心中一喜, 脸上却冷声道道。 我和你说啊, 你去了之后, 别人说什么, 你就怎么做? 还有, 去了外点, 别把自己再当地头蛇了, 凡事让一步, 真出事了, 家族可不就不了你。 知道了知道了, 见弟弟同意, 王指宁点点头, 出门后给影天打了的电话。 殊不知, 自己弟弟猫在后面, 听完了所有。 王指宁因为上次飞机上的事, 语气稍稍有些异样, 王文乐听完, 一下子就误会了。 切, 搞什么呀, 原来是自己看上别人了, 想让我先见见面。 撇了别嘴, 王文乐倒是对这个叫影天的男人, 有些感兴趣了。 影天开的外放, 听完后, 和宁肠面面相觑, 王指宁想让自己教育教育他弟弟, 要把他弟弟送来魔都历练历练, 这都叫什么事啊? 你弟弟来就来, 找我做什么? 宁肠倒是一副开心的样子。 毕竟, 王文乐来了, 肯定是归影天照顾的, 和自己没啥关系。 太好了, 我和指宁姐姐成了朋友, 你也说不定会和他弟弟相处融洽, 希望如此吧。 影天摇了摇头, 听王指宁的语气, 他弟弟好像还是个熊孩子。 第163章, 安排王文乐去当卧底。 王指宁订的是晚上的机票, 影天第二天起来的大早, 和宁肠去接机。 因为没有王文乐的照片, 影天只好让人搞了个替有王文乐三个大字的横幅。 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人来。 影天打个电话问问王指宁时, 一个表情渐渐的年轻人凑了上来, 张嘴就喊姐夫, 影天一愣, 看向宁肠, 这是你弟弟。 宁肠摇摇头, 影天看向这人的资料, 姓名, 王文乐, 年龄, 23岁, 王家继承人之一, 特长, 收集情报90, 身价, 7万。 新生, 这就是我姐夫。 颜值倒是配得上,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像姐姐说的那么有实力。 原来他就是王指宁的弟弟。 影天瞬间就上了心, 王文乐是影天第三个见到特长90分的人, 他的身价也有点意思, 只是, 他这个特长和身价, 似乎有些不合他的身份。 你就是王文乐? 影天问道, 王文乐点点头, 谁教你喊他姐夫的? 宁肠问道, 他的语气有些不满。 王文乐一看, 立即就明白了, 你就是我姐的那个朋友吧? 哎, 我姐的朋友, 那也是我的姐姐, 姐姐的男友, 那不就是姐夫吗? 宁肠粗略一想, 还真没什么问题。 不过, 王文乐后面对影天的称呼, 倒是改了, 一口一个天歌的喊着, 只是, 他心里想的, 却是待几日看看影天是否有真本事, 如果没有, 他会毫不犹豫地回京。 接到人后, 影天带他到机场外吃了早餐, 虽然王文乐身价七万, 但他对吃的要求还挺高, 即使嘴上没说, 心里却吐槽个不停。 影天看着, 心里想的是王指宁把他弟弟叫来的目的, 以及自己应该怎么教育他, 是带他做生意, 还是教他为人处事, 王指宁没名说。 吃完, 王文乐问道, 天哥, 我姐说你很会赚钱, 你教教我呗。 赚钱? 你一个富家子弟, 整天琢磨着赚钱。 影天一开始有些狐疑, 再次看到王文乐的身价后, 影天似乎有些明白了。 不过, 影天还是问道, 赚钱你找你姐不就行了吗? 干嘛来我这? 王文乐尴尬一笑, 不说话, 心声却停不下来, 影天直接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心中感叹着, 大家族内部竞争残酷。 影天点了点头, 问道, 那你是想去我公司, 还是自己创业? 若是去自己公司, 影天虽不会让他直接管事, 却也会给他一些照顾。 若是自己创业, 影天则会在自己能帮到的地方, 尽自己所能。 王文乐想了想, 自己接管公司多次, 几乎每次都没什么大作为, 便说道, 天哥你看着安排,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将问题抛回影天, 影天下意识地看了眼他的心声。 王文乐是真的没什么想法, 就等着影天给自己安排。 影天一时犯了难, 这王文乐的特长不是经营管理之类的, 自己也不知道什么适合他。 王文乐的特长也是收集情报, 影天现在的宜局, 彼特, 成天影视, 天上投资都用不上。 难不成要让他去打探竞争对手的情报? 想到这, 影天眼睛一亮, 似乎, 让王文乐去当商业间谍, 是一种非常可行的方式。 早前, 影天也曾让许世昌去混入雨天地产, 但他就传过一次消息, 也不知是不想坑爹了, 还是真没打探到消息。 而且, 许世昌只能打探雨天地产的消息, 而王文乐凭自己的能力, 如果混进了白维德内部, 应该能为自己提供非常大的助力。 影天立即问道, 我这还真有一个建议, 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什么建议? 王文乐问道, 宁长也是一脸好奇, 影天便将想让王文乐去白维德那边, 给自己当商业间谍的事讲了出来。 听完, 王文乐兴致勃勃, 天哥, 这个挺有意思的。 宁长倒是有些迟疑, 这么做, 会不会不太好啊? 影天看着单纯的宁长, 叹了口气, 傻孩子, 还真以为白维德像他表面演的那样。 你们宁家大大小小那么多集团, 估计都已经被他安插尽人了。 宁宁, 这种事虽然不光彩, 但在商业上来说是很常见的事。 对啊对啊, 再说了, 咱们和他合作, 怎么说也得防止他出卖。 我觉得, 我去盯着最好不过。 王文乐也劝道, 宁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在他看来, 王文乐去了, 就是防止别人侵害宁家。 而事实上, 王文乐和影天的意思都是通过窃取别人的商业秘密, 让自己获利。 第164章, 成功安插商业间谍。 和王文乐一拍集合后, 影天又详细地给他讲讲了具体该怎么做。 因为王文乐之前收过雨天地产的贿赂, 所以, 雨天地产的大多数人都认识他, 想要玩悄悄混进去, 肯定是行不通的。 因此, 影天和王文乐商量好了, 让王文乐扮演一个偷跑出来的角色, 换取白威德的信任。 具体剧本是, 王文乐因为想和雨天合作, 被家族制止, 自己怀恨在心, 加上看不惯王芷宁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 选择跑了出来。 王文乐虽然咋一看没什么用, 但无论是给自己这边加上一笔筹码, 还是通过王文乐间接获得王家的一部分人脉, 亦或是通过王文乐获得一些王芷宁的情报, 都能对白威德有所帮助。 而且, 影天研究过白威德, 结合一点心理学分析, 白威德就是那种有些莫名自信的人, 很容易就会认为是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王文乐。 就算王文乐没有打入白威德内部, 影天也能通过观察白威德的心声之道, 总的来说算是成功写传, 失败不亏。 而且, 看王文乐也不想那种容易暴露自己想法的人, 他心里一直存着考验影天的心思, 却一直恭恭敬敬, 表现得极为听话。 商业好这些, 影天又给王芷宁打了个电话, 协商了下这事。 王芷宁虽然不愿自己弟弟去做这种事, 但看到王文乐一副心动的样子, 加上他也想知道白威德和自己合作时的一些动作, 最终还是同意了。 当晚, 王文乐联系白威德, 报出身份后, 白威德很快派人将他接回了自己某个公司。 王文乐回去后, 又和王芷宁演了出戏, 当着白威德面, 王文乐和王芷宁狠狠地吵了一架, 江边的故事和自己来磨度墓地都通过这种方式告知了白威德, 看得白威德目瞪口呆, 很是沉思了一会。 和弟弟吵完架后, 王芷宁又给白威德打了电话, 要求他帮忙照顾, 劝说一下弟弟。 而王文乐则一副之前没帮你们和王家签上线我很抱歉的样子, 白威德想了很久, 蛊惑道, 王少爷, 我觉得吧, 你是应该出来干一番事业, 让你姐姐知道, 你也是有能力的。 白威德没有照自己给王芷宁承诺的那样, 帮忙劝说王文乐。 王文乐很是配合地点了点头, 一副就你懂我的样子, 假装犹豫很久, 他说道, 白哥, 我这次来也不是白吃白住, 我来前听见姐姐和您家商议过, 这次让你注资15, 然后收益部分, 他们只打算给你纯收益的时, 底线是12。 这也是中午时王文乐和姐姐商议好的, 可以用来当做投名状的东西。 之所以不是按投资分钱, 是因为白威德只负责出钱, 还有一些别的工作不用他做。 白威德没想到还有这个意外之喜, 他自己本身预估的也差不多是12个点左右, 知道王芷宁的底线后, 他能通过一些别的谈判手段都要半个点, 半个点看似少, 基数一大, 那也是好几个亿, 这个消息对白威德来说可算是十分重要。 白威德看向王文乐目光中, 稍稍少了些警戒, 夜半看着王文乐发来的OK, 影天心中淡淡一笑。 只要王文乐能提升自己在白威德心中的地位, 那么自己也能知道一些白威德的布置了。 白威德的商业天赋是93分, 他自己投资的那些项目也能佐证, 如果能知道白威德未来会看好那些产业, 那么自己也能跟着奋一杯羹, 甚至是抢占先机。 现在已经壮大了的船市, 其创建的源头正是白威德的随拍。 而如果能一直压白威德一头, 那么白威德想要发展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影天没有回短信, 关掉屏幕后进入了睡眠。 接下来几天都平平淡淡地度过了。 船市正常发展, 用户数达到了1亿5000万, 日活也有1亿2000万多。 随拍那边影天找人统计过, 用户倒是不少, 已经快有一个亿了, 但就日活而言, 它们远不如船市, 仅仅只有5000万不到的样子。 而据经营部调查, 随拍似乎已经开始在UI上模仿船市了。 每天变化一点点, 长久下来, 除了个别功能位置不一样, 随拍几乎可以说是船市的翻版了。 而且, 因为随拍用户多, 常常能引领短时间内的潮流。 想什么变装, 漫画照之类的, 除了个别盯着某个视频主模仿的, 通常是船市只上了热点榜, 随拍那边才有模仿的视频。 白维德自然不甘现状, 似乎要有大动作。 第165章, 大批明星入住随拍。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几个月没见了, 你们有没有想我呢? 今天, 我想和大家达成一个约定, 我将于下个月1号, 在随拍发布我的第一条短视频, 届时前100名评论, 点赞, 转发的粉丝将会获得一份精美大礼品哦。 不想错过的话, 赶紧下载随拍关注我吧。 博客上, 某知名照姓女星的一条动态, 掀起了惊涛骇浪。 随后, 数百名明星都发布了动态, 内容大同小异, 全是说自己将会入住随拍, 届时请大家关注支持之类的。 短时间内, 随拍用户暴增。 当运营部部长敲响影天办公室的门时, 已经随拍用户已经涨了近1000万了。 进来后, 运营部部长非常紧张, 老板, 不好了, 随拍搞了个大新闻。 影天赶紧随他去了某个电脑前, 陆一宁已经等在那了。 电脑里面是一个采访的视频, 陆一宁见影天来了, 让下属点了开始。 很快, 视频开始播放, 受访者侃侃而谈, 影天也知道了这人的身份, 随拍公司表面上的老板。 随拍老板先是给随拍打了下广告, 接着, 说出了自己公司的战略布局。 我们随拍致力于给用户一个良好的体验, 这次, 我们签约了这么多明星, 也是本着让粉丝们能在随拍上 看见更多自己喜欢的内容。 记者很明显是个托, 赶紧说道, 嗯, 随拍为用户着想的心, 我们能看得见。 顿了顿, 他又问道, 我看见咱们博客上, 有很多人要求签约自己喜欢的明星, 请问, 随拍未来会考虑其他这次为何你们签约的明星吗? 当然, 随拍老板点了点头, 而且, 虽然这次暂未谈妥, 但我们不会放弃, 说不定, 大家喜欢的明星, 明天就会出现在随拍明星榜中, 我们的目标是, 在未来, 所有的明星都能签约随拍。 记者又问道, 那么, 不知您是怎么看待传世的呢? 作为您的竞争对手, 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传世虽然是模仿我们随拍起家的, 但他们因为有着创新, 后来居上, 现在已经比我们占领了更多的市场份额, 不过, 我们随拍也不会就此认输, 我们会继续提升用户体验, 争取早日超越他们。 随拍老板先是曝光了了, 传世是模仿随拍的大料, 后面又给予了传世一些肯定, 将自己大度不计较的态度展现了出来。 果不其然, 记者赶紧夸了一波, 两人又谈到了随拍的发展理念, 随拍老板将更注重用户社交的理念透露了出来。 记者又赶紧舔了一波, 两人配合得很融洽。 这时, 尹天也收到了王文乐的短信, 天哥, 白韦德因为脱离雨天, 在与我家族合作中出资比较少, 他有很多余钱, 这次他好像是准备让随拍签约一些明星, 预计费用是在三十亿左右。 三十亿? 好大的手贬。 好在尹天比白韦德更舍得, 早就将自己的七十多亿交给了陆一宁, 这笔钱也能用来签约明星, 而且因为已经在账户上调用起来更快。 看着被记者夸到了天上的随拍, 尹天赶紧下令道, 陆总, 你赶紧做出一份邀请明星签约的企划书, 资金额度五十亿。 既然随拍投了三十亿去签约明星, 那么尹天就用五十亿去签约。 现在单论现金, 尹天是不输白韦德的。 路易宁有想过尹天会以相同的办法反制, 只是没想到尹天会这么不惜成本, 一时有些惊恶,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 点了点头, 赶紧回到了办公室。 虽然这次白韦德声势唬人, 但尹天看得出来, 他这次真正的影视巨星也就一个赵小刀, 其余的都是一些不怎么知名的明星。 所以说, 尹天只要赶在随拍之前将别的明星签约, 就能夺回先机。 而且, 尹天看着随拍老板的发言, 心中一直在偷笑。 尹天注意到了他说的理念, 是围绕用户社交经营随拍。 他们想的估计是拉近明星与用户的距离, 让明星与用户成为朋友。 但很可惜, 二者之间注定会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围绕社交打造随拍, 再用明星作为引流手段, 只能说是愚蠢。 只有以发展头部为理念的传世, 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个办法, 为粉丝们打造另一个铁评的地方。 想了想, 尹天又给陆一宁发了条短信, 让公关部也去接触一下 那些与随拍签约了的明星,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换一个平台。 要是能将随拍已有的明星抢过来, 也能限制随拍的这步棋。 第166章, 发动所有力量。 随着尹天下令, 陆一宁制定计划并执行, 整个公司的员工都被动员起来了。 随拍既然敢提前一周公布和明星签约的消息, 就代表他们已经做好了船市会紧跟其上的准备。 显而易见, 接下来不断的时间内, 随拍和船市会在签约明星这块爆发激烈的冲突。 不过, 这抢占明星资源, 靠一些人脉什么的, 关系不大。 随拍和船市真正要比的, 就是各自的资金是否充裕, 在和那些明星商谈时是否能不惜代价。 白伟德知道, 尹天曾经在宴会上赢了近70亿, 又在赛车中赢了近7亿。 而他还敢在这时候选择发动这场战争, 应该就是知道, 尹天最近收购了今日热点, 出了一大笔钱。 不过, 出了50亿已经足以吊打他们了。 出了资金和随拍相比, 船市其实有着不少缺陷。 首先是被随拍抢占了先机, 率先联系了那些明星, 其次就是随拍为了和那些明星联系上, 先前肯定进行了不少准备工作。 而船市贸然迎战, 准备不充分, 估计就连怎么和那些明星的经纪人, 公司联系上都很困难。 再就是随拍为了签约他们, 不知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而船市的员工就算再敬业, 也不可能短时间内超过他们。 陆一宁制定好紧急计划后, 赶紧开了个会。 这次随拍的突然袭击, 让我们很被动, 但我们船市不会就这么认输。 我现在宣布, 公司进入紧急状态, 加班费翻倍, 早上, 晚上打车费报销, 希望大家每天能多工作一段时间。 因为船市平时的福利很好, 再加上这次对加班的报酬也不低, 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看见员工们都兴致颇高, 陆一宁满意地点了点头, 既然随拍的预定明星是100个, 而我们的钱多他们超一半, 所以, 这次我们的预定人数是170个明星, 其中, 国内超一流明星必须要有两个以上, 这件事争取在下月初办好。 下月初? 有些理智的员工诧异了, 这还有一周就到下个月了, 来得及吗? 要知道, 船市员工也就不到200人, 就算一人去联系一个明星, 那也不够啊。 影天看出了众人的想法, 提醒道, 大家不用担心忙不过来, 我们可以联系到豪能集团, 豪能集团是干保险的, 他们有多少人, 员工有多能说会道, 大家也是知道的。 这次事关紧急, 影天还真没什么办法, 一时之间找到那么多人, 只能求助老丈人了。 事实上, 命长已经在和他爸谈论这件事了, 影天出来时, 好像看见老丈人说了句不惜一切代价, 帮那小子。 众人一听, 顿时轻松了起来, 保险公司的员工, 那基本上是个人就能去应聘, 所以说, 豪能集团的员工数量, 可以说是成千上万, 有这么多人, 而且他们还受过销售保险的培训, 想必能在说服明星签约时, 起到极大的帮助。 路易宁讲完后, 照例是员工们发表意见的时候, 一个戴着厚重眼镜的女孩站了起来, 老板, 路总, 我加了一个爱豆群, 里面还有很多明星的粉丝, 几乎每个明星的行踪, 他们都了如指掌。 路易宁一听, 惊喜点头, 太好了, 你赶紧做个表单, 将能收集到的明星资料都汇总, 我们直接找他们本人谈。 有了明星们的行踪, 传世就能快速定位, 只要对方不拒绝, 几乎都能聊上几句话。 影天追加道, 这是办好了, 奖励你魔都城西一居小区一套精品商业住宅房。 这是一居在城西学区房外另外开发的一个小区, 虽不如学区房值钱, 但胜在面积大一点, 而且, 不值钱也是相对而言, 真要买, 还是得花个三百多万的。 卧槽, 其他员工全都惊呆了。 一居大家通过上次的事都已经认识了, 似乎还是老板自己的产业, 而老板如今竟然直接奖励了一套房。 魔都的一套房啊, 大家在魔都奋斗, 不就是为了挣上那么一套房, 将自己换上魔都户口吗? 那个女员工一个亮枪, 差点没站稳, 还好被朋友扶住。 回过神来后, 她脸色潮红的向影天和陆一鸣点了点头, 竟然就在这里打开了电脑, 开始一个一个询问, 记录。 影天看了眼神火热的众人, 笑了笑。 这次五人一组, 任务完成最好的前五个小组, 每人奖励一套房。 第167章, 剧组惊险一幕, 五个人一组, 前五组还每人一套房。 所有员工大概能分为二十组, 也就是说, 不算实力的话, 每个人都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拿到一套房。 员工们顿时心中一热, 纷纷看向那些善于言谈, 沟通能力强的人。 要是和这些强者组队, 那岂不是几率会更高? 看着斗志昂扬的众人, 陆毅宁笑着让大家散会。 等到那个员工将第一批共十个明星, 最近在哪玩? 在哪拍戏的行踪会合后, 公司赶紧派出了十队, 连夜坐飞机去谈。 当然, 机票等都是报销的。 一天后, 尹天、 宁长、 陆毅宁同时出现在了江浙恒店。 这次, 他们是准备去邀请甄子丹加盟传世。 作为国内超一流巨星, 再让员工去邀请, 未免有些不合适。 只有公司老板同时出马, 才能最大限度地表示出诚意。 而且, 甄子丹是传世第一个知道行踪的超一流巨星, 值得隐天慎重对待。 停在恒店门前, 隐天左右打量周围的景色。 建筑风格和魔都完全不一样, 但也没多经验, 这让隐天心中未免有些失望。 在每个没去过恒店的人心中, 或许都会将恒店想象得特别神秘, 特别高大上。 但其实, 只要来过一趟就会知道, 除了内在实力, 其实恒店和其他影视中心差不多。 而作为被评为华国唯一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 被米国、好莱坞杂志称为华国好莱坞的影视中心, 隐天到了后, 能体会到他们是真正有这个实力的。 因为有过预约, 所以隐天一行人一到, 报上名字后, 就立马有人出来帮忙停车, 也有一个单独的导游领着三人进去。 知道三人是来探甄子丹的班后, 导游面露歉意地说道, 现在甄子丹先生正在拍戏, 你们如果找他有事的话, 我可以带你们去外场看看, 但在他拍完戏前, 你们绝不能进去打扰他。 隐天是来邀请人的, 不是来得罪人的, 自然点头答应。 很快, 三人就被导游带到了一处幕幕后, 隐天看了会, 才发现甄子丹现在正在拍摄《夜问4》。 现在, 好像正在拍一段甄子丹从天而降的戏, 甄子丹在几个人的帮助下, 调上了威亚。 看着甄子丹, 全程除了威亚外, 无任何保护措施, 还坚持亲自上场, 隐天也不禁有些动容。 以前, 隐天也很喜欢看他演过的《夜问》、 《黄飞红》等电影, 很是欣赏他的那种硬汉风格, 如今能亲自见到, 饶使隐天并不追星, 却还是有些激动。 只是, 看着甄子丹上了高台, 就要一跃而下时, 隐天突然一愣。 在他眼中, 那跟威亚的状态显示, 是即将断裂。 眼见甄子丹就要从几十米的高空一跃而下, 隐天当即顾不了那么多, 掀开帘子就冲了过去。 身后导游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甄子丹眼对手戏, 眼见隐天冲了过去, 愣了一瞬后, 脸色惨白。 他伸出右手, 却远远够不上隐天。 导游心中轰隆一声, 完了, 在甄子丹的场子捣乱, 这一下才横店无力足之地了。 同时, 导演也听到了动静, 看向冲了进来的隐天, 目入疑惑。 这人是谁? 他要做什么? 旋即, 导演反应了过来, 大声喊道, 拦住他。 是家伙, 要破坏咱们进度。 可众人都在专心致志地盯着现场, 就算听到了导演的话, 一时半会也来不及阻止。 就这样, 隐天在万众瞩目下, 跑到了正在向下飞跃的甄子丹上。 本来, 甄子丹跃下后, 到了威亚吊着的地方时, 借着威亚的拉力会营造出一种夜问用轻弓轻飘飘落地的感觉。 可到了该减速时, 甄子丹突然发现自己的重量丝毫没有减弱。 甚至, 他还听到了身后崩的一声, 不疑会, 威亚还因为被拉了长了点, 刷的一下, 弹到了甄子丹身上。 甄子丹波澜不惊的内心突然惊恐万分。 这十多米跳下, 没有威亚的话, 自己就算武功高强也会摔个半身不随吧。 不过, 凭着本能, 甄子丹下意识地做出了规避反应。 这种落地打滚的姿势, 在跳下一些低地时, 效果非凡, 但面对这种十多米的高度, 实在是杯水车薪。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总不能就这么等死吧。 就在甄子丹已经闭上了眼睛, 准备迎接自己这次灾难时, 他突然感觉自己似乎被一个人在空中接住了。 那人将自己报警, 一起摔倒地上, 两人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 第168章 甄子丹加盟传世 一睁眼, 甄子丹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 这个陌生人站起来后, 使劲揉了揉自己的胳膊, 甄子丹看过去, 已经红彤彤一片了。 尹天痛得直呲牙, 就在甄子丹威亚断裂的那一瞬间, 尹天眼中突然出现了久违的引导模式, 按着模式来的话, 尹天能安然无恙地救下甄子丹。 可无奈这跳高, 跳低尹天暂时还控制不了, 一下猛地超过了绿色轮廓。 好在跳得稍稍高点也救下了甄子丹, 只是尹天身上也受了点轻伤。 谢谢, 请问你是? 甄子丹打量了尹天两眼, 问道, 尹天指了指正向着跑过来的导演, 说道, 你先忙, 忙完再谈。 说完, 尹天向着来时的方向缓缓走去。 甄子丹看着尹天的背影, 突然觉得这年轻人很不错。 尹天和导演们擦肩而过, 因为担心甄子丹, 剧场所有人都没怎么在意尹天, 也顾不上刚刚尹天突然冲上来的事。 尹天也乐得如此, 走到宁长和陆一宁身边。 导游看向尹天的神色极为复杂, 又想指责尹天违背了自己的警告, 又考虑到尹天刚刚救了甄子丹, 不知该怎么说。 宁长则仔细拍打着尹天身上的灰尘, 绕着尹天转了两圈, 没发现伤后才松开了紧锁的眉头, 猛地抱住尹天, 身体微微颤抖。 看着差点哭出来的宁长, 尹天抱着他, 轻轻拍打着他的背, 没事了, 没事了。 陆一宁则站在一旁, 心中担忧不已, 却也不好开口。 安慰好宁长后, 尹天再看向甄子丹, 只见甄子丹确认自己没事后, 又让大家开始工作。 虽然导演极力建议先拍配角的戏, 但甄子丹还是按着计划来, 导演拗不过, 只得让人重新就位, 上好道具后, 开始重新拍摄。 这次, 薇亚被好好地检查了好几遍, 看着刚经受过危险的甄子丹, 又沉入心神, 心无旁骛地投入了进去, 尹天忍不住点了点头。 正是因为甄子丹这种认真的镜头, 他才能成为国内超一流巨星, 演技高达93分。 等到拍完自己今天的所有戏, 甄子丹越过对自己嘘寒问暖的经纪人, 静止走到了尹天身边。 我们换个地方去谈。 尹天笑了笑, 位置你定? 在横店附近甄子丹的宾馆内, 尹天和宁长, 陆一宁坐在沙发上, 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听完后, 甄子丹沉思了一会, 看向自己的经纪人燕姐。 前几天, 好像燕姐和自己说过, 要让自己和一个叫随派的签约, 过一段时间上传一个视频就行了。 而自己以为随派是和那些什么博客, 某某视频一样的推广手段, 不用自己多管, 自会有人专门帮忙经营, 没多问就答应了。 想到这, 甄子丹问道, 燕姐, 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随派, 和他们签约了吗? 燕姐心中一慌, 很快镇定下来, 已经签了。 说完, 她还歉意地向尹天三人笑了笑。 甄子丹皱了皱眉, 却也不想轻易违约, 想了想, 对尹天说道, 尹兄弟, 不好意思, 我不是不想帮你们。 你也知道, 我们一人都很敏感, 不好随随便便就违约。 尹天看了眼燕姐的心声, 等会这三人走了, 就赶紧和随派签约吧。 真是的, 本来可以多拿两百万的。 尹天顿时明了了, 随派可能联系过甄子丹, 但被甄子丹推给了经纪人燕姐。 而燕姐在知道甄子丹的意见后, 想着自己可以做主, 便动了心思。 他知道甄子丹对这是无所谓, 就自己拿着鸡毛当令牌, 想要从随派那里多拿些好处费。 尹天笑了笑, 燕姐是吧? 真哥和随派签约了, 随派怎么没公布啊? 要知道, 他们昨天可是公布了近一百名明星的。 燕姐语气有些慌乱, 可能是刚签约, 他们的人没有上报吧? 不可能。 尹天语气坚决, 据我所知, 赵小刀最近正在国外拍戏, 而随派的人奔赴国外, 签好合同后, 是立即上报给随派的。 我, 我, 这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他们想先藏着掖着吧。 甄子丹的表情表明, 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些什么。 为什么他们公布赵小刀不公布我? 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尹天见燕姐还在狡辩, 心中冷笑一声, 既然你说签约了, 那就把合同拿出来吧。 合同? 合同暂时不在这里, 我明天给你们。 行了, 饶食甄子丹再怎么迟钝, 此时也意识到了这事的不对劲。 尹兄弟, 我和你们签约, 现在就签。 第169章, 天价签约费。 甄哥, 我真的已经和随派签约了。 燕姐心虚道, 甄子丹念着往日情分, 没有当众让燕姐难堪, 没想到燕姐还想着, 诃骗自己, 当即一幕。 蹦, 甄子丹拍了下桌子, 以她习武之人的手镜, 竟然将桌子拍得震天响, 连陆一宁都被吓了一跳。 行了, 燕姐, 你先出去冷静几天, 这是我自己做主。 好, 好的, 那, 我先走了。 燕姐被吓了一大跳, 见甄子丹是真的动怒了, 畏惧地拿起自己的包, 尴尬一笑, 想着门外走去。 连关门她都是轻轻地和尚, 生怕再惹怒甄子丹。 等到燕姐走后, 甄子丹歉意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 让你们见笑了, 我们签约吧。 宁长看着大门, 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隐天拉住了。 别人家的家事, 还是不要多管得比较好, 甄子丹自会处理好。 宁长懂了隐天的眼色, 将未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 隐天当即和甄子丹商量起签约的事, 谈着谈着, 两人谈起了签约费用的事。 甄子丹沉思了会, 说道, 隐兄弟你救了我, 这个签约费, 我就要个一块吧。 一块就是象征的意思一下, 甄子丹这个想法, 正是因为自己被隐天救了一次, 想要回报隐天。 人情, 永远是最难还的, 如果能通过一些钱还清, 甄子丹自然不会吝啬。 陆一宁当即就要答应。 作为公司总经理, 陆一宁自然是要为公司着想, 这里只用花一块, 就意味着比特能省下一笔巨额资金, 或是能用来投入签约其他明星的费用中。 为了公司, 这个条件没任何理由拒绝。 正要开口答应时, 陆一宁突然被隐天拉住了。 隐天能看到众人的心声, 自然能知道甄子丹的想法和陆一宁的想法。 可隐天不是这么想的。 甄哥, 我救了你, 不是想着邪恩图报, 就是单纯地看见威亚出现了裂缝, 想要救个人而已。 要是那个人不是你, 只是你的替身, 或是今天干脆就在另一个剧组, 我也同样会救。 甄子丹多年习武, 早就养成了一副古刀热肠。 而隐天说的这话, 恰好正说到了他的心上。 现在, 想隐兄弟这样的人太少了。 哎, 叹了口气, 甄子丹松口了。 既然隐兄弟是这么想的, 那我也不客气了, 三千万一年, 这是我前几次签约 企鹅视频等的签约费, 不过, 你给的这钱, 我会捐给希望工程。 三千万说捐就捐, 隐天也忍不住多看了甄子丹两眼, 这个明星似乎比自己想的还要高尚。 隐天也是第一次在剧组外 体会过甄子丹的那个无准人心。 好。 隐天一下站了起来, 既然甄哥这么舍得, 那我也不能冷血, 这次我翻十倍, 出三个亿签约你。 三个亿? 甄子丹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价格, 别说是自己, 就连历代华国影视巨星 也没人一次拿过这么多钱。 不行, 你兄弟, 你真心对我, 我也不能坑你, 三个亿实在是太多了, 就三千万吧。 不禁甄子丹如此惊讶, 就连宁长和陆一宁 也是一脸诧异的看向隐天。 其中, 陆一宁的眼神最为疑惑。 这老板, 能不成是傻了? 免费的不要就算了, 还翻十倍多出钱。 隐天淡淡笑了笑, 其实, 这次三个亿 也是隐天早有的想法。 既然要和随拍打擂台, 那就要展现自己的实力, 一次出三个亿, 也是一种证明。 这三个亿宣传出去了, 大家都知道, 船是舍的, 在和随拍商谈时, 都会忍不住想想, 船是会出多少。 而且, 这三个亿 也能起到千金买马股的作用, 别的巨星知道了, 肯定也会想船是 会给自己出多少。 当然, 以后肯定不会是个巨星 就出三个亿, 隐天到时候会加一条声明, 意思差不多是 第一位签约的巨星 才有如此价格。 真子丹还想拒绝, 隐天摇了摇头, 真哥, 我这钱又不是给你的, 你之前不是说 捐给希望工程吗? 难不成我加了钱, 你就不捐了? 真子丹语气一致, 自然不会。 不过, 隐兄弟, 你真的要捐这三个亿。 隐天点了点头, 真子丹又劝说了隐天几次, 可见隐天态度坚决, 又想到能帮助 很多上不起学的孩子, 真子丹还是答应了。 隐兄弟, 捐这笔钱时, 我会声明是和你商议过的结果。 这样最好, 隐天点了点头, 现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了一些 关于传世叫坏青少年的谣言, 隐天加强了对平台内容的审查, 却没什么大的作用。 如果这次能借着宣传一波, 应该能改善一些人对传世的印象。 第170章, 意外之喜。 和真子丹签约后, 隐天立即掏出手机, 想让真子丹先拍一段短视频, 向大家打打招呼。 这样, 既能向大家展示传世已经在着手签约明星, 也能借着真子丹的名气吸一波粉。 告知了真子丹, 他很愉快地同意了隐天的要求。 很快, 隐天客串起摄影师, 真子丹很上镜, 而且, 虽然是临时起义, 但他并未怯场。 吸了一口气后, 真子丹向隐天点了点头, 事已可以开始了。 隐天做出倒数的手势。 3, 2, 1, 隐天大手一挥, 同时点击开始录像, 真子丹露出笑容, 掐好时间开始。 大家好, 我是真子丹, 下月初我会在船市上发布第一条视频,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 届时, 我也会向大家透露我目前正在拍摄的 叶问4的最新萧小。 拍完后, 隐天将成品给真子丹放了一遍。 看出没什么大问题后, 真子丹点了点头, 又问道, 隐兄弟, 你等会就要把这个上传吗? 嗯, 隐天点了点头, 当着真子丹的面将这段视频上传了, 用的账号正是船市小助手。 船市小助手作为官方宣传号, 设定是用户每刷几个视频就能刷到。 而且, 还有不少人关注了这个官方号, 因此, 隐天一上传就多了几千个赞和数十条评论, 而且还越来越多。 卧槽, 真的是真子丹, 我偶像啊。 真子丹在拍叶问4吗? 期待, 上映了, 我会去电影院支持的。 昨天随拍说签约了赵小刀, 今天船市就宣布签约了真子丹, 嘖嘖, 刘病。 什么时候能把大秘密也签约啊? 他好久没发动态了。 影片挑几个回答了, 又将收集递给真子丹。 真子丹看了看那些评论, 笑了笑。 这多人期待, 叶问4, 看来, 电影上映后票房不会差。 真子丹看完自己的视频后, 不小心向下刷了一下, 结果下面一个正式对自己电影内涵解读的视频, 真子丹一看见就离不开眼, 笑着看完了。 结果, 看完后, 他像是忘了这里还有三个客人一样, 继续向下刷。 许久, 真子丹才回过神来, 抬头一看, 三人都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一不小心看入迷了。 真子丹能这么入迷, 尹天自然不会生气。 没事, 真哥, 你觉得船是怎么样? 真子丹捏了捏自己的下巴, 别都不敢确定, 至少我是很感兴趣的。 你这在哪里能下, 我回去就下一个, 各大商城都可以。 真哥你创好后, 记得和我说一声, 我给你下认证。 当场给真子丹下了后, 尹天见真子丹又忍不住打开刷了起来, 有些忍惧不惊。 现在事情也办好了, 尹天便提出告辞, 真子丹沉浸在传世中, 下意识地摆了摆手, 连送送人这种客气话都忘说。 出来后不久, 尹天收到了那个女员工的表单。 今天, 他又收集到了两位巨星的行踪, 一个是在好莱坞参与国外大制作的陈龙, 一个是最近在做公益的李连杰。 这次签约真子丹, 完全就是尹天一人的功劳, 因此, 宁长和陆一宁都有些跃跃欲试。 老板, 陈龙就让我去谈吧。 陆一宁提议道, 陈龙在好莱坞, 尹天一时半会也不想出国, 点了点头。 尹天示意道, 行, 注意安全, 陈龙大哥的话, 我们的底线是一亿。 陆一宁点了点头, 当着尹天的面订起了机票。 宁长看陆一宁自告奋勇, 要去签约陈龙, 自己也动了小心思。 那我就去签约李连杰吧, 我看过他很多电影, 应该能和他搭上话。 陈天同样答应了, 这次也算是对女友的一次试炼。 那就你去吧, 我回公司捅筹一下全局。 说完, 三人各自订着各自的机票。 很快, 陈天又接到了张伯的电话。 喂, 老板, 我这边谈崩了。 怎么了? 陈天诧意问道, 张伯那边就是一个小明星, 按着陈天给出的合约, 就算有分歧, 也不至于会谈崩。 嗨, 老板, 这小明星名气不大, 脾气却不小, 非说自己是一流明星, 想要A级签约费。 陈天听完, 也是忍不住皱了皱眉。 不行就算了, 你们换一个呗, 反正小明星那么多。 我也是这样想的, 张伯语气有些激动, 不过, 老板, 你记得这个明星是要参加什么活动吗? 什么活动? 快乐大本鹰? 那又怎么样? 陈天有些不知所云, 张伯得意一笑, 我把快乐家族的所有人都牵下来了。 第171章, 把路走宽, 不再局限于明星。 张伯自从上次得到了一辆跑车后, 很是得意了一阵, 但很快, 他就意识到了一个尴尬的地方。 自己车子有了, 但没房啊。 每次蹭车位, 他都十分尴尬, 有时甚至还半夜起来给别人让位置, 这让他感觉十分憋屈。 而这次, 陈天许诺让他看见了希望。 因此, 张伯为了这件事非常投入, 一直想着怎么说服那个小明星。 没想到, 张伯运气不好, 团队碰见了一个自命不凡的明星。 本以为这些时间会被浪费时, 那个明星的一句话, 突然引起了张伯的注意。 我马上就要上快乐大本营了。 你们要么现在就接受, 要么就等到我结束这次综艺再谈。 快乐大本营作为芒果台支柱综艺, 还有这芒果台台柱子和老师战场, 几乎算是全国知名了。 张伯自己也知道。 而且, 张伯用理科生的思维, 想了想老板签约的明星的目的。 不久看着那些明星有粉丝, 号召立强吗? 这么说的话, 何老师虽然不是唱歌演戏的明星, 却也算是娱乐圈知名人士, 在外界有不少粉丝。 想到这, 张伯当即想要去签约快乐家族。 说服团队后, 众人齐心, 各方联系打听, 终于以一个亿的价格, 将整个快乐家族打包签约了。 听着张伯炫耀的语气, 影天心中一灯。 我干, 我怎么没想到? 因为被随拍的动作误导了, 影天的要求一直是签约明星, 没考虑过那些其他的人物。 这一下被张伯这小子提醒, 影天一下全部想通了。 干得不错, 这次算你们一份大功, 不过, 你们不能松陷, 小心被其他组超过。 张伯忍着激动, 谢谢老板, 你放心, 这次快乐大本营还请了些别的明星, 我再去尝试一下其他人。 听他说完, 影天挂断电话, 开始想着要签约一些其他行业名人的事。 正好现在宁长和陆一宁在, 影天当即和他们谈了谈。 听影天说完, 宁长和陆一宁皆是眼前一亮。 对啊, 影天又想了想, 传世还可以邀请些哪方面的人。 像是一些商业大佬, 肯定是适合邀请的, 普通人无论是八卦, 还是想着学习, 都会关注他们。 而其他行业的, 例如游戏主播, 各行大牛等, 都很适合。 行业多了, 三人轻而易举, 就能列出一长串名单出来。 这么多人, 别说传世没那么多人去谈, 真谈妥了, 传世也出不起钱一个个签约。 陈思乐会, 影天说道, 这里面像那些游戏主播什么的, 不用签约, 请他们注册一个号就行。 主播类的, 在别的平台发视频, 一般都是为了掌掌名气, 真要赚钱, 他们还是依靠的是直播平台, 不会局限于一个短视频APP, 签约意义不大。 按着这个思路, 三人又排除了一些, 但人还是很多。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 叹了口气, 任重而道远啊。 很快, 影天在工作群里重新下了命令, 公司一些在等新名单的, 顿时又有活干了。 两天后, 影天看着手里已经签约的人员名单, 心中笑了。 国内超一流巨星有三个, 分别是甄子丹, 陈龙, 李连杰, 宁长和陆一宁都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一流明星的话, 那就有二十多个了, 有很多都是最近爆火的, 一谈到前, 就立刻签约了。 至于那些不知名的小明星, 则是数不胜数。 其他圈子的话, 就更多了。 前几年的短跑奥运冠军, 冰超的教练, 职业球员, 女排教练等, 注册了一个号宣传。 影天甚至还动过邀请马云的心思, 只是马云最近去国外了, 不过, 他的助理还是帮忙自己注册了个马云助理的号, 介绍自己的工作。 与此同时, 影天也收到了王文乐的消息。 影哥, 白韦德这边最近很忙, 我听他打电话时, 谈到了国际章, 范冰冰等明星。 这应该就是白韦德最近招收的一些超一流巨星了。 相对传实来说, 少了一个, 不过他们之前签约了赵小刀, 现在算起来, 两家持平。 而且, 据随拍透露出来的消息看, 两家签约的一流明星其实差不多, 倒是随拍找了很多不怎么知名的明星。 相比之下, 传世还签约了很多其他行业的大牛, 算起来占了些优势。 虽然王文乐没打探到白韦德签约那些人用了多少钱, 但影天相信不会太高。 如果白韦德真的只打算出30亿化, 那么那些超一流巨星是签约费不会超过一亿。 第172章, 白韦德得加钱。 不论白韦德出价如何, 影天反正都是一视同仁的。 除了一开始的甄子丹, 后面签约的陈龙、李连杰、签约费都是在一亿以上浮动。 一亿, 就是影天为那些超一流巨星准备的底价。 如果这个价格透露出去, 也不知国际张和范冰冰会不会后悔。 而且, 影天真正准备透露出的, 是甄子丹的三亿天价签约费。 想了想, 影天给公关部打了的电话。 你们和甄子丹商量一下, 找个时间将签约费炒作一下。 听着公关部那边硬喝的声音, 影天脸上浮出一抹笑容。 当晚, 江浙和摩都的大小媒体同时收到了邀约。 什么? 甄子丹、 彼特要开新闻发布会? 媒体们同时像是闻到了写的鲨鱼一样, 纷纷参加新闻发布会。 甄子丹那边说的是和彼特一样的内容。 想必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彼特最近独家签约了甄子丹入驻船市。 各记者点点头, 这都是几天前的事了, 现场还有不少记者前几天曾热度报道过呢。 想必大家对我们的签约费很感兴趣吧。 文言在场所有记者眼睛一亮, 难不成今天彼特是想曝光与甄子丹的签约费? 联想到最近传世与随拍的竞争, 大家心头一热。 传世这边曝光, 那肯定是在向随拍宣战。 那么, 今天彼特要曝光的签约费肯定是一个天价。 一亿? 一亿五千万? 众人尽自己最大的想象力去想象。 有些脑子转得快的, 已经开始打文稿了。 震惊, 彼特为了签约甄子丹, 竟付出如此代价。 天价签约费, 彼特公司为何如此财大气粗? 一千万? 一个亿? 不, 彼特签约甄子丹, 花了X个亿。 当然, 涉及到真正金额的部分都被他们空了出来, 留待等会补权。 白维德也是看着直播, 猜想隐天会有多大气魄。 同时, 他心中也在暗骂隐天扰乱市场, 哄抬签约费。 万众瞩目中, 陆一宁并未直接说出签约费, 而是先说出了真子丹的决定。 经过与真子丹先生的恰淡, 我们和他约定好了, 会将这次签约费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同时, 希望工程魔都负责人站了出来, 给大家打了个招呼。 众人这才注意到负责人也来了。 记者们纷纷写下另一篇文章。 震惊, 真子丹拿到天价签约费后, 净用钱做了这个。 全部捐出? 国内艺人捐款额度大比拼。 网友们也纷纷震惊了。 卧槽, 一次捐这么多? 我是一个山村老师, 如果真子丹真的捐出签约费, 肯定能帮助到很多山村上不起学的孩子。 真哥留弊, 有狭者风范。 当然, 也有说作秀的黑子, 但很快就在正义群众的唾沫下潜水了。 尽管大家还不知道签约费具体是多少, 但都知道, 这笔钱不会少。 说完错失后, 看着期待的众人, 陆一宁笑了笑。 想必大家也很关心我们的签约费是多少, 我就直说了吧。 本来我们他谈好的是一个亿, 但听见真子丹先生说要全部捐出后, 我们加了点。 最后, 真子丹先生将捐出三个亿。 三个亿? 卧槽! 三个亿啊! 这一瞬,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都是一脸震惊。 无论是彼特的大手笔, 还是真子丹的豪迈, 都值得大家为之震撼。 白维德看得眼皮一跳, 自己和赵小刀、 国际章、 范冰冰的签约费也才四五千万而已。 而现在, 一个早不如以前火的真子丹, 尹天这家伙竟然出了一个亿。 尹天这个逼出了一个亿不说, 还特么加了两个亿, 连明圈给了希望工程。 哄台明星价? 尹天这家伙就是在哄台明星价? 白维德心中一咯噔, 已经能想到其他明星的反应了。 果不其然, 不一会, 他就收到了下属发来的消息。 白少爷, 范冰冰的经纪人说要价钱, 不然就要违约。 他还说, 我们如果不想加, 违约金是绝对要不会来的。 他的背景, 白维德也有耳闻。 闻言, 白维德嘴角抽了抽, 加, 加到一个亿。 他们要三个亿。 他骂的。 白维德恨恨看了眼电视中, 正在进行捐款仪式的陆一宁。 我给你三个亿, 你会捐一分钱吗? 那就算了吧, 和他们解除合约。 白维德自然不可能傻乎乎的, 给他三个亿。 白少爷, 赵小刀和国际章也要求涨到一个亿。 这个价钱和尹天出得差不多, 白维德咬咬牙, 加。 老板, 有些小明星也要求加。 第173章, 随拍的阴招。 收到王文乐消息, 尹天很是高兴了一阵。 昨天晚上的记者会, 确实恶心到了白维德, 也让他狠狠地出了点血。 但遗憾的是, 尽管尹天这边的价格更高, 但也没真正地从随拍那边挖来什么一流明星。 不过, 没挖来也不算什么大事。 现在传世自己这边要签约的人越来越多, 真要是挖来了, 也是无瑕管固。 传世这边倒是联系上了范, 但一听他说要三亿, 尹天立即让路易宁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 彼特直接在互联网上火了。 同时, 因为尹天的大方, 现在白维德那边签约明星已经开始遇到障碍了。 尽管白维德也将签约费提高了彼特的标准, 但耐不住别人贪心啊。 随拍出这么多, 那更大方的传世会不会还会加价? 所以, 他们和随拍协商时一般都不会同意, 非要等到传世也来问过了才会决定签约哪家。 而传世后发制人, 只要价格没有一出平均价五, 一般都会答应, 惹得白维德很是郁闷。 一日, 尹天正在办公室看着评论, 突然看见蒋鹏一来到了自己办公室。 蒋鹏一自跟随张成去拍电影后, 请了长假, 一直没来过公司。 他怎么回来了? 尹天眉头一皱, 很快又恢复常态。 看着他的心声, 尹天已经知道了蒋鹏一的目的, 那就是完成白维德早就买好的钉子, 利用传世的漏洞, 坑一拨用户。 果不其然, 蒋鹏一进来后, 说道, 老板, 诚哥那边快要杀青了, 我的戏份完了, 想提前消架, 回来上班。 其实, 张成很是重视他, 虽然给蒋鹏一的是个配角, 但戏份也不算少。 因此, 蒋鹏一的戏份还没完, 今天他是请假回公司, 完成白维德的任务的。 而白维德开始动用蒋鹏一, 说明他已经应付不了自己掀开的签约明星大战了, 想要换个方式制约一下船市。 嗯, 既然完了就上班吧, 放心, 要是诚哥那边还需要你, 随时可以请假。 尹天点了点头, 没有直接点破他的目的。 现在蒋鹏一还没动手, 自己就算点破了他, 也没什么意义。 听见尹天的话, 蒋鹏一眼中又悲又喜。 喜的是, 轻松得到了尹天的信任, 能完成白维德的任务。 悲哀的是, 自己的戏还没演完, 就要破坏传世。 等到时候查出来来了, 自己肯定是要去国外躲躲藏藏的生活, 自己也没可能再去演戏了。 想起来, 蒋鹏一还真有些后悔, 当初上学时选了计算机专业, 还没加入学校摄影协会。 尹天本来打算在蒋鹏一开始时, 抓住他并报警的, 现在一看他的心声, 犹豫了。 直接将蒋鹏一抓了, 固然不错, 但这样就不能反过来对付随拍了。 自己当初将蒋鹏一设置的漏洞留下, 不就是为了想着以后能反过来对付随拍吗? 而且, 蒋鹏一这人除了立场不同, 其他方面, 尹天还是非常欣赏的。 想了想, 张诚的戏, 蒋鹏一拍了那么多片段, 一时换了人, 也不太合适。 等过了一会, 尹天出门走向产品研发部, 蒋鹏一在哪, 已经开始在调动程序, 想要激活当初留下的后门了。 尹天看着眼中一行行显示出各自公用的代码, 沉声问道, 蒋鹏一, 你知道利用计算机漏洞侵害他人利益要判多少年吗? 蒋鹏一本来正在专心致置地下黑手, 咋听到尹天的声音吓了一跳。 而且, 他还听到了尹天的问题, 这让他瞳孔一缩, 打了个哈哈道, 老板, 你,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个, 我记不太清了。 没关系, 记不清的话, 去体验一下, 就会记牢了。 蒋鹏一心中一沉, 善笑道, 老板,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太懂。 唉, 尹天叹了口气, 蒋鹏一, 是到如今你还要隐瞒吗? 你是白维德派来的吧? 现在你编写的程序, 就是激活你当时留下的漏洞的吧? 蒋鹏一还想狡辩, 尹天直接打断了他。 如果我现在报警的话, 你猜王警会把你编写的这个判断成什么? 到时候, 你又会被判多少年? 你的妻子和孩子, 还要在昂华区的那个小房子里躲多少年? 我错了, 蒋鹏一一下就跪了下来。 老板, 我错了, 这都是白维德指使的, 求你别报警, 我把钱都给你。 老婆和孩子是蒋鹏一的软肋。 尹天见效果达到, 又笑了出来。 别慌嘛, 你只要按我说的做, 我不仅不会报警, 还会给你一笔钱, 让你继续参演张成的电影, 也不是不行。 第174章 随拍网络故障三小时, 尹天话音刚落, 就看见蒋鹏一满眼稀迹地看着自己。 我, 我要怎么做? 蒋鹏一声音颤抖着问道, 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丝预感。 如他所料, 尹天笑了笑, 白维德让你在传世ABB上搞破坏, 那我自然也能用同样的方式反击回去。 尹天并没有将话说得太明白。 看见尹天满是笑容的脸, 蒋鹏一鸣嘴沉默了一会。 他已经听懂了尹天的前台词, 就是让自己反入侵随拍的公司。 说实话, 蒋鹏一参与过随拍的产品研发, 知道随拍的原代码, 真要入侵, 虽然难, 但也有很大机会能成功。 现在, 唯一困扰蒋鹏一的就是和永莲的情谊。 尹天看着蒋鹏一的心声, 心中一乐, 本就是想让蒋鹏一给随拍搞些小破坏。 没想到蒋鹏一还是随拍的研发人员之一, 这算是一个意外之喜。 蒋鹏一犹豫了很久, 还是答应了, 吞吞吐吐的, 老板, 我能让随拍暂时瘫痪三小时。 蒋鹏一的心声告诉尹天, 他的做到的远不止此, 但这已经是蒋鹏一的底线了, 若想给蒋鹏一提出更多要求, 有很大几率会让他宁为玉碎。 点了点头, 尹天说道, 行, 你搞完了就直接回剧组吧, 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蒋鹏一艰难点头, 将现在码了一半的代码全部删除, 重新开始编写。 尹天在他后面一直看着, 防止蒋鹏一和自己玩无见到。 直到蒋鹏一发送指令后, 尹天才满意地笑了出来, 干得不错, 你可以走了。 蒋鹏一抹了一把汗, 心中又是庆幸, 又是担忧。 在传世的事情算是解决了, 但随拍那边会不会发现, 是自己动的手脚, 还不一定。 蒋鹏一自认为做得很隐蔽, 但他知道人外有人的道理, 心中提起警惕。 不过, 想到自己在随拍那边也有朋友, 蒋鹏一心中稍稍安定了点。 想必, 如果随拍发现是自己干的后, 自己那朋友应该会提醒自己吧。 蒋鹏一走后, 尹天赶紧来到测试部, 这里, 不仅在测试自家的产品, 也会测试别人家的产品。 除了随拍外, 比特公司还关注了些其他的短视频APP。 尹天来到负责测试随拍的几个工作人员身边, 他们正在忙活别的事, 见尹天来了。 齐声说道, 老板, 随拍好像在更新, 现在已经连接不上服务器了。 尹天放眼看去, 只见随拍APP一直在转圈圈, 除了已经加载好的视频, 再播放不了别的什么视频。 看来蒋鹏一的操作, 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尹天又让一个工作人员打开随拍的官网。 同样, 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在留言了, 随拍怎么突然用不了了? 更新不提前说一声吗? 我正直播呢, 你们随拍怎么突然用不了了? 如尹天所料, 大部分随拍用户都是在质问, 而且语气不是太妙。 任谁在刷视频正开心时, 突然刷不了, 心情都不会太好。 更何况, 现在这个时间点算是随拍每天日活最多的时候, 用户们大多是准备将接下来一个小时以上时间用在刷视频上的。 因此, 随拍现在一段开连接, 传适的正在使用量就飞速涨了个小五百万。 测试部员工还在感叹, 每次对手APP故障时都是我们使用量的高峰。 自己的员工还不知道, 这次随拍网络故障, 就是自家老板知识讲童一搞的鬼。 忽然, 有个员工将随拍网站通知界面上的一个东西, 只给了尹天看。 老板, 你看这个, 尹天凑过去。 是随拍刚刚紧急发布的一条声明。 各位用户, 我似刚刚遭到了不明数据流的攻击, 数据流来源疑似是某敌对公司, 在这里, 我们强烈谴责对方的这种不道德的商业竞争。 同时, 请广大用户放心, 随拍拥有业界优秀的技术员工, 我们将会在最快时间内修复完毕, 请各位安心等待。 这是随拍在黑船市。 通过他的这则声明, 尹天可以确定随拍这是没找到罪魁祸首, 只能将黑水往船市身上泼。 若是随拍有证据证明是船市搞的鬼, 恐怕他们就直接报警了。 先报警, 再拳王买水军黑, 这样才能把这次自己断网的事故影响消灭, 甚至可以反过来诋毁掉船市的名声。 不过, 就算他们直接报警, 尹天也不拒, 大不了, 到时候将蒋鹏一拉出来, 无论是让他背锅, 还是曝光蒋鹏一的间谍身份, 都能将船市从中摘出去。 第175章, 签约明星公开, 实力差距太大。 对于随拍泼黑水, 船市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任由网络舆论倒向他们。 网宣部对这方面很有经验, 还没等尹天下指令, 他们就发布了好几条声明。 先是对随拍的遭遇深表同情, 而后, 船市又吹了一波自家服务器的牢靠。 尽管评论下面有很多随拍的人一直在抹黑船市, 但大多数群众还是能理解的。 随拍这次翘无声息的就被断了网, 若真是船市做的, 那船市的技术也太强了。 如果是在互联网野蛮生长的年代, 靠着技术上的优势或许能做到这点, 但如今, 是个人都会个Hello World, 两家又都是不差钱的互联网公司, 没可能一家技术超过另一家太多。 没管下面的骂站, 影天看着在线人数稳步上升, 心中一笑。 很快, 随拍见船市的下载量激增又发布了条动态。 想必大家对随拍最近签约的那些明星很好奇吧。 等会, 我们会公布至今随拍所有签约明星的名单, 快来看看你的爱豆是否在其中吧。 如果不在, 也不要心急, 我们会继续和他们商谈。 也许, 下一次你喜欢的明星就会独家入住随拍哦。 因为随拍断网, 陆一宁也被喊来看看数据, 眼下看见随拍的这条通知, 他顿时望向影天。 老板, 我们要不要演? 影天淡淡一笑, 当然, 既然他们想拿到明面上笔, 那我们就比比好了。 有着王文乐作卧底, 虽然他暂时还搞不到什么特别内幕的消息, 但就签约明星这块, 他还是能了解到的。 目前而言, 传世这边签约了三位超一流巨星, 而随拍只有两位, 次一级的一流明星两家都差不多。 但传世现在有一点占据优势, 那就是传世还签约了不少其他行业的名人。 得到首肯, 陆一宁立即让人照着随拍的动态拟了一条发了出去。 看着通知, 大家顿时都明白了, 这次是传世要和随拍打擂台呢。 两家用户们顿时展开了激烈的冲突。 哎, 传世抄作业抄得怎么样了? 除了真子丹, 还签到了什么明星吗? 切, 我们真哥就价钱而言, 一个敌你们照小到四个。 传世除了砸钱还会做什么? 不知道你们能砸出多少个真子丹。 切, 你们就看不见真哥把那四个亿全捐了。 因为来不及暂时做一个宣传网页, 而直接甩出名单也没什么太大的震撼力。 因此, 随拍选择的是将所有签约明星早就录好的片段做成了一个集合。 等到下午三点, 随拍也是修复好了网络, 紧接着, 他们就将早就准备好的长视频发在了随拍上。 他们官网也同时更新了一条链接, 点击就能传送到这条长视频。 不仅如此, 他们还在其他平台同步发送了这条视频, 像是博客、 B站等。 船市有专门的人盯着, 见随拍出招后, 立即跟上。 尹天泽和陆一宁一起打开随拍的视频, 看看他们签约了多少明星。 预料中的前两位是赵小刀和国际章, 后面则是一些不算大伙, 但大众也差不多知道名字的一流明星。 这些人和王文乐传出的资料相差无二。 尹天这边, 工作人员还在紧急制作视频, 只要上线就能吊打随拍。 这时, 尹天又收到了王文乐的消息。 尹哥, 白韦德最好, 还是签约了范爷。 尹天看了, 乍然笑出声。 范爷要求的是三个亿, 随拍一开始应该没答应, 后来传逝联系上了范爷, 也没同意这个离谱的价格。 而现在, 随拍竟然还是和范爷签约了。 也不知是随拍同意了这个天价, 还是范爷主动降了些价格。 不过, 就算范爷降了些, 也不会低。 想不到白韦德为了赢一次传逝, 竟然还是下了这个血本。 老板, 视频剪辑好了。 忽然, 负责剪辑视频的员工出声道。 好, 赶紧上船, 他们在哪传过? 我们一个都不能漏。 员工点了点头, 将视频传给了推广部。 很快, 视频上线, 凡是随拍上传过的网站, 无论大小, 传逝一个没遗落。 本来随拍用户看见随拍出了视频, 但传逝还没什么动静, 纷纷在网上嘲讽起了传逝。 传逝用户也因为传逝还没动静, 一个个没什么反击的点, 只能憋着一口气和随拍对骂。 突然, 传逝官网更新, 每个正在刷船室的用户 也被推荐了一条官方短视频。 双方一看, 结实愣住了。 这, 完全没可比性啊。 第176章, 碾压, 随拍的反击。 视频前三位, 自然是真子丹, 陈龙, 李连杰。 仅这三位, 船室就赢了随拍一筹。 有些人没看后面, 直接和随拍对起了线。 哎呀, 你们随拍怎么才两位超一流巨星啊? 我们船室后来的, 都签了三位了。 签? 不就是三个快过气的明星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双方对峙着, 渐渐地竟然成了赵小刀, 国际章的粉丝和真子丹, 陈龙, 李连杰粉丝的骂战。 而耐心的用户, 则继续将视频看了下去。 一流巨星这方面, 双方差不多, 船室用户也没有就是去嘲讽随拍。 不过, 随拍还是有不少抓住这点不放。 你们在超一流上巨星上, 不是压了我们一头吗? 怎么在一流明星上压不了了? 船室用户并没有理他们, 继续看了下去。 后面的二流, 三线明星都和随拍差不多, 其实, 这种程度的明星多个十多个也没啥用。 就当船室粉丝以为视频完了, 正准备就船室比随拍多一位超一流巨星来和随拍对线时, 突然发现视频还很长。 船室粉丝愣了愣, 眼睛一亮, 满怀期待地继续看了下去。 这越看, 他们的呼吸就越粗重。 快乐家族全体成员, 钢琴王子朗朗, 铁狼头, 国拼教练刘国梁, 酒球天后潘晓婷, 斯诺克王子丁俊辉, 天才作家韩寒, 龙族作者南疆, 无数其他行业的名人纷纷出现在视频后面。 卧槽, 我的不老男神何老师, 潘晓婷我爱你。 南疆老贼, 不去写书, 跑来传世做什么? 网友们顿时沸腾了。 虽然这些人不是明星, 但在其他领域, 他们都是比一般明星更知名的存在。 作为这些领域的头部, 大家或许不粉他们, 但大多都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与长相。 就比如何老师, 长期混迹于娱乐圈, 做主持人也是一把好手。 可以说, 只要你喜欢看综艺节目, 就一定会知道何老师。 又比如打台球的酒球天后潘晓婷和丁俊辉, 大家就算不喜欢打台球, 也应该听说过这两位。 这些人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为国争光的铁狼头和刘国梁呢? 乒乓作为国球, 大家基本都知道国拼的教练。 铁狼头就更不用说了, 前几年刚刚带领女排夺冠, 当时可谓是举国争相报道, 就算大家不知道她的长相, 也听过她的名字。 传世粉丝很快反应过来, 激动地在随拍官网下面发评论道, 就这。 仅有两个字, 却更加伤到了随拍粉丝的内心。 他们想反驳, 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可以反驳的地方。 如果说之前, 他们和传世粉丝还算势均力敌的话, 现在就是传世一方面碾压了。 尤其是, 随拍在这边签约的全是明星, 一个其他行业的大佬都没有。 上都不给力, 下面也洗不动啊。 看着随拍粉丝沉默了, 传世粉丝兴致更高, 一个个开始嘲讽起来。 眼见随拍评论区就要被传世粉丝占领, 随拍很快发布了一条消息。 好消息, 我们刚刚和范爷达成合作关系, 范爷将会独家入住随拍。 发完这条, 不带随拍粉丝开始兴奋, 随拍官方又发布了一条消息。 同时, 我们很愉快地和大黑牛、张伟健、 刘晓庆等都展开了洽谈, 相信未来我们会有愉快的合作。 另外, 传世签约了其他行业的人, 我们也没有落后哦。 下面附了一张签约表单, 里面包含天天兄弟、 德云社等知名大牛。 消息一出, 随拍粉丝振奋了。 现在随拍签约了范爷, 在高层次上已经和传世比肩了。 而且, 随拍也不是完全只签明星, 他们也签了很多其他行业的人。 影天看着随拍的最新消息, 没有掩埋消息, 随拍不知道才有鬼。 既然知道了, 随拍自然不会放任传世不管, 也会跟上传世的步伐。 这方面, 影天也没多想。 关键是, 他们签约范爷后, 又多了一批正在谈的明星名单。 饶氏影天没有多关心娱乐圈, 也能看出来, 随拍即将签约的那些人, 几乎都是范爷的朋友。 也就是说, 范爷和随拍签约后, 应该替随拍当了回中间人, 将自己的朋友介绍给随拍。 这就很烦了。 至少在娱乐圈没什么人敢得罪他。 就算不至于听他的命令, 但当范爷给他们介绍随拍时, 多半也不会拒绝。 毕竟, 既能卖他一个好, 又能赚钱, 何乐而不为呢? 第177章, 马云站台, 稀粉五千万。 现在, 范爷仅仅是将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了随拍, 但可以预见, 以后他绝对会将随拍介绍给其他不算朋友的明星。 那时候, 按照之前的逻辑, 随拍的成功率几乎很高, 只要有钱, 那是要多少有多少明星可签。 和现在自己到处找, 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待遇。 影天也不禁猜想起, 白威德为了和范爷谈成这个条件, 到底花了多少钱。 如果是原来的三个亿, 范爷绝不可能付出如此代价。 除了朋友, 想要攀附上范爷的明星以外, 范爷要是想介绍随拍给其他明星, 肯定是要付出一些人情的。 三个亿, 买范爷通讯录里的好友还行, 要想买下范爷的人情, 那远远不够。 五个亿, 十个亿。 影天暗自扎舌, 要是知道范爷为了钱能动用自己的人脉, 自己是绝对愿意和他签约的。 可惜现在晚了, 皱了皱眉, 影天开始想着该如何应对此事。 要是任由随拍借助范爷的人脉签约明星, 传世很快就会在这方面落后。 到时候, 那些明星的粉丝全都会转战随拍, 对传世来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 就在影天苦思冥响时,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 这时, 会是谁呢? 影天好奇地掏出手机, 两个大字显示在屏幕正中央。 马云? 影天心中一动, 这时候马云给自己打电话, 莫非是知道了船市的处境, 有什么破局的办法。 影天接通了电话, 喂, 马总, 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 怎么? 不想和我说话。 那哪能呢? 听说咱们的船市最近遇到了麻烦。 影天撇了撇嘴, 马云明明是在关注船市, 偏偏要说是听说。 得, 还是个傲娇, 非要求他他才会帮忙。 可影天偏不惯他这毛病, 马总还知道是咱们的船市啊。 对了, 最近我又投了77亿, 你记得按照股份补一下你的那份。 马云语气一致, 差点想就此挂断电话。 这小子, 是不想要我帮忙了吗? 行了行了, 不和你鬼扯了, 你准备怎么应对碎盘? 我听说, 范爷已经在和好几家经纪公司联系了, 我想走走甄子丹他们的关系, 他们应该也有不少朋友。 影天说这话时没有丝毫底气, 范爷能用自己的人脉换钱, 但甄子丹, 陈龙, 李连杰可不一定会。 不同于其他明星, 传世签约的这三位可都是习武之人, 心中对金钱可能没那么看重, 能与传世签约那是无伤大雅, 多一条赚钱的途径。 真要出卖人情, 他们答应的几率可以说非常小。 马云也是知道这点, 哈哈一笑。 影天, 你这不行啊, 还是得我来。 你怎么来? 影天疑惑道, 就是字面意思啊, 我与传世签约。 这, 影天愣了一瞬, 紧接着心中狂喜, 要论知名度, 再多的明星也没马云高。 而且, 马云不仅是在华国有极高的知名度, 在世界上, 那也是布输陈龙, 国际章等巨星的。 你真要签约? 影天冷静了点, 问道, 那当然, 总不能看着我的船舍倒下吧, 明明你才占有我的股份。 影天没有提起这点, 大不了就让马云战战口头便宜。 行,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让员工去和你签合同, 最好你先把视频录出来。 影天有些急切, 现在两家就是在抢用户, 慢上一步, 可能随拍用户量就起飞了。 别急啊, 咱们签约费都还没说好呢。 你要多少? 影天心生警惕, 公归公, 私归私, 涉及到签约费, 那可不能含糊。 你签约真子丹花了三亿, 我总不能低于这个价格吧? 他那是全捐了。 影天提醒道, 同时, 影天还是在想一个具体数额, 四个亿吧。 影天问道, 马云听完一乐, 行, 不过, 你之前不是说我要补足投资吗? 就抵了这个吧。 说完, 马云迅速挂断了电话, 影天迟滞了一会, 咬牙切齿, 我干。 船市上, 一条视频在发酵。 视频内容很简单, 就是大家好, 我是马云, 配上马云的一段短视频。 这真是马云。 卧槽, 认证了, 是真的马爸爸。 船市在一推广, 瞬间, 这条打招呼的短视频 被所有正在刷视频的用户看见了。 顿时, 全网都激动了。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 这个账号和视频 完成了一个个传世的记录。 点赞最多, 评论最多, 转发最多, 以及, 粉丝数最多, 两小时, 五千万。 第178章, 全民短视频时代, 影天还是低估了马云 在众用户心中的地位。 作为一个改变了大家生活方式的人, 民众怎能不关注他? 更何况, 马云还是一个经常夺的 华国首富称号的有钱人, 大家自然会免不了对他的好奇。 仅仅只是一条不到十秒的视频, 却收获了传世近四分之一用户的关注。 这份恐怖的吸粉能力, 影天自认 世上再找不出另外一个人。 和马云财富 差不多的富豪很多, 但马云可以说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 其他的富豪, 像是小马哥, 大横等, 都没马云那么高调, 整天露脸的, 经常能看见他。 马云出现在传世的消息, 很快传播了出去。 蹭热度最快的, 自然是那些媒体。 不一会, 影天就收到了好几个媒体软件的推送。 标题, 全部与马云传世有关。 震惊, 马爸爸现身传世, 疑似为传世站台。 传世身后的金主, 其实是马云。 传世的背景究竟有多大? 马云签约传世, 究竟是传世的炒作, 还是却有其事? 某些, 就是单纯的就这件事蹭热度。 而有些为了流量的无良媒体人, 那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揣测了。 什么马云扶持传世, 打压互联网新人, 随拍之类的, 全都冒出来了。 影天看了看那些毫无证据捕风捉影的报道, 淡淡一笑, 没有多理他们。 一是为了这些小人, 耽误传世抢夺明星, 有些不值得。 另外, 则是因为他们这也算是在给传世打了广告, 提升了传世的知名度。 很快, 一直关注传世的马云又打电话过来了。 怎么样? 我的面子还可以吧? 他的语气很是得意。 没办法, 自己随随便便发一条视频, 就能收获五千万的粉丝。 不仅比那些明星高尚好几倍, 就连一些传世的老人都甚至没自己粉丝多。 这让早就不目明立的马云心中还是有些得意。 你喵! 影天也不管马云看不看得见, 竖了个大拇指。 他是想过马云为传世站台会逆转情况, 但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看来, 我还是嘀咕了民众对首富的好奇。 心中嘀咕着, 影天继续说道, 马总, 这次谢谢你了, 毕竟我也仓骨了, 就这么被一个不知名的小角色打倒了, 那我得多丢脸啊。 马云不当一回事, 影天却没有这么想。 马云这次为传世站台, 传世获得的好处不仅仅只是压倒了随拍, 更多的是传世在向外界放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 我们有能力联系上马云, 而且, 马云愿意帮我们。 有这么一个大神在背后, 大家与传世合作, 竞争时就要多考虑考虑了。 很快, 在短视频这块的呼声, 传世超过了随拍。 范爷再强, 拉来的明星也不可能有超过马云的名气。 甚至影天还看见了几个熟悉的昵称, 开始填马云了。 影天记得, 他们原来好像是随拍的自来水。 现在, 他们还是倒在了马爸爸的人, Jim, 格, Chien, 魅力下。 看着稳步上升的注册用户数, 以及居高不下的当前活跃人数, 影天回想了一下, 好像当时随拍旧是在这个阶段, 和企恶交恶的。 也就是说, 现在传世和随拍应该已经引起了企恶的注意。 不, 影天仔细想了想, 若是只有随拍的话, 他们是安安稳稳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才引起了企恶的亏损。 而现在不同, 自己创建传世后, 屡次和随拍抢用户。 而且这次闹的事情太大, 企恶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两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 推测到这, 影天心中意紧。 片段中, 只说企恶屡次抢夺市场, 没能达成目的, 可没说随拍是怎么应对的。 想了想, 影天赶紧对陆一宁说道, 陆总, 咱们剩下的钱, 先暂停签约明星。 有了马云这个国际巨星, 暂时已经够了。 看着陆一宁疑后的视线, 影天继续说道, 你赶紧制定一个企划, 大体内容是签约普通人。 影天解释了一遍, 陆一宁了然地点了点头。 说来复杂, 其实就是发动所有用户拍视频, 然后和那些有创意, 产量高的用户签约发展素人网红。 陆一宁心中大带起来的底稿, 问道, 老板, 这个项目投入多少? 全部。 影天没有丝毫犹豫, 50亿并没用完, 还剩上约30亿左右。 加上原来没动用的, 大约加起来有40亿以上。 而且, 这些还远远不够。 影天已经在考虑该找谁借点钱了。 第179章, 暴走团队。 50亿看起来很多, 但分摊到每个视频主身上, 那就不多了。 尽管影天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当初随拍的片段告诉他, 随拍当时启动这个计划, 投入的资金是在100亿左右, 号称是百亿薄底补贴。 效果吗? 自然很好。 随拍不仅多了一大批短视频做底蕴, 连带着, 那些视频主为了自己的播放量到处宣传随拍, 很是给随拍引了一波流。 但这仅仅只是影天选择执行这个计划的原因之一。 更多的, 就是当时随拍正在进行这个计划时, 刚好面临企鹅的重重压迫, 想必就算这不是他们反制企鹅的手段, 也对随拍抗衡企鹅起了很大作用。 想着自己那还没捂热的几十亿, 影天有些心痛。 但一想到未来传逝的市值, 影天又觉得未来可期。 知道了影天的最新计划后, 公司全体员工再次动员起来。 那些还在外面和明星洽谈的用户, 也被紧急召回。 一些本想拖一拖时间来涨涨签约费的小明星, 全体猛逼。 别走啊, 贤贵咱可以再谈。 很快, 陆毅宁的企划出炉。 他将签约的合约分为了四个层级。 第一档, 自然是最好的S级, 签约费五百万起步, 上不封顶。 这也是那些超一流, 一流明星的合约。 作为最好的合约, 传世在推广上也是给出了承诺, 每周获得一次全平台推荐。 至于还没发展起来的直播, 传世也是约定好了S级合约的分成。 8比2。 迄今为止, 所有直播平台最让步的分成。 次一些的则是AD级合约。 这些合约大多是为小明星以及普通人准备的, 签约费依次是2000元每月, 5万以上年, 10万以上每年, 100万以上每年。 在推广方面, 肯定是比S级合约差上不少, 不仅是推广周期, 还是推广力度上都与S级合约差远了。 但这些合约全都是有提升空间的。 只要当月盈利额达到传世规定, 下月就能升级合约。 也就是说, 只要你有实力, 最后中能签约S级合约。 大家觉得传世的这份合约怎么样? 办公室内, 王尼玛向自己的一干好友问道, 我觉得还行, 只要能拿到S级合约, 就比咱们到处接广告强多了。 说话的是赵铁柱, 他倒是意向明确。 可是, 咱们之前不是拒绝了人家吗? 王滋滋提醒道, 暴走团队一直想要打响知名度, 自然不可能将自家的作品局限在一个视频平台。 当时传世的员工是将暴走团队当作明星在签约, 价格出的不高, 但现在传世出了新的合作模式, 而且只要能签S级合约, 那两份合约就是天差地别, 暴走团队一下就又想答应了。 唐玛如倒是看得开, 哎, 姿姿, 做生意就是这样, 你要习惯。 王滋滋撅着嘴不说话了, 王尼玛点点头, 他也赞同唐玛如的观点。 我也觉得这次签约的话还可以, 如果能拿到S级合约就有了每周一次的推广, 这可比咱们累死累活到处传视频轻松多了。 确实, 签约后虽然失去了一定的自由, 但也能得到更多的推广。 之前, 暴走团队因为一直没有和什么视频平台签约, 导致名气虽有, 盈利能力却不怎么样。 原因无他, 那些视频平台想的是暴走没有和自家签约, 到时候在自己平台火了后再和别人签约, 将自家用户引流了怎么办。 漂泊这么多年, 暴走也累了, 想找个安稳的地方歇歇脚, 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而现在, 传世改版后的合约, 无疑就是他们的七夕两地。 王尼玛看了看若有所思的众人, 出声道, 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 那就举手表决吧。 众人点点头, 同意和传世签约的举手。 刷! 举起一排, 王尼玛心中一喜, 举手的人已经超过一大半了。 只是为了表示公正, 王尼玛还是问道, 不同意和传世签约的举手。 这次就只有三两人了, 只是, 王尼玛看着其中一个人皱了皱眉。 张全蛋, 你怎么两次都举手了? 张全蛋虽然一只眼的角色都憨憨的, 但他本人可一点不憨。 眼下被点名, 他也没多委婉, 站起来就问道,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太早做决定的好, 传世能给出这个条件, 随拍呢? 众人沉思, 万一随拍跟进了传世的步伐, 同样开始签约, 说不定钱会比传世出得多。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要是咱们不先签约, 到时候传世签的人多了, 压咱们的价怎么办? 王尼玛提醒道, 在场众人一下就为难了。 第180章, 我真不是骗子。 还好, 随拍没让暴走团队多想, 他们很快也出台了一份签约政策。 别的不说, 白韦德抄作业这块还是很合格的, 与影天有得一比。 随拍的合约与传世的合约大同小异, 仔细看的话就是多说了些无用的东西, 比如说有机会得到专家指导创作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说说而已。 不过, 看着两家的合约, 暴走团队又两难了。 是签约随拍呢? 还是签约传世呢? 目前看来, 市场上是传世一起绝尘, 占了超70的市场, 而随拍只能苦苦地掉在后面。 所以, 签约传世曝光机会更多也更好, 而随拍就没这个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是签约传世就是最好的选择。 树大招风, 传世体量大, 大树底下好乘凉, 自然能吸引更多的人, 暴走去了, 不一定能拿到好的合同。 同样, 别看随拍小, 就觉得没前途。 正所谓宁为鸡头, 不为凤尾, 要是自家选择随拍, 随拍可能因为手上没什么牌面, 全力推广暴走, 这时, 暴走得到的会更多。 而且, 世事无常, 万一以后随拍坐的比船是打了呢? 到时候, 暴走就是一大功臣。 看着纠结的众人, 张全弹全然没意识到, 是自己害得大家纠结的, 反而说着风凉话。 你们也别想太多, 万一两家都看不上我们呢? 王尼玛脸色一黑, 却不得不承认, 有这个可能。 我们还是两家都接触一下吧。 王滋滋建议道, 反正不要成本, 货币三家也不吃亏。 众人接点了点头, 王尼玛立即打开电脑, 照着两家给的提交方式, 提交了两份简介。 或许是因为暴走是第一家发送申请的团队, 很快, 他们就收到了随拍的电话。 王尼玛忐忑地接通了, 众人也满是忐忑地看向王尼玛。 王尼玛打开免提, 问道, 你好, 是随拍吗? 随拍的人很直接, 嗯, 请问您是暴走团队吗? 我们随拍很看好你们的潜力, 愿意和你们签约S级合约, 公司给出的价格是500万每年。 500万, 刚刚好是S级的起步签约费, 也差不多符合暴走的身价。 王尼玛语气一致, 看了眼众人, 安娜心中的惊喜, S级? 好的, 我们什么时候想谈? 挂断电话后, 看着呆滞了的众人, 王尼玛率先呐喊道, 我们成功了。 暴走团队办公室, 立即欢声笑语起来, 唐玛如清了清嗓子, 长征路才一办, 大家不要太高兴, 你们笑得太欢乐了, 我笑不过你们, 等我练几天, 下次签约, 咱们再笑。 哈哈, 众人抱以善意的笑声, 突然, 王尼玛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众人的动作一顿, 纷纷看向王尼玛, 王尼玛掏出一看, 皱了皱眉, 将手机屏幕展示给了众人, 是传世, 如果差不多, 我们就不换。 众人点点头, 是这么个脸, 毕竟, 按着先来后到的话, 随拍是要优先考虑的。 王尼玛心中一松, 接通了, 这次他没开免提。 喂? 对, 我是王尼玛。 王尼玛语气现在还很正常, 只是稍稍有些期待, 船市会给出什么价格。 哦, 也是S级吗? 这里, 他有些兴奋, 毕竟算是同时得到了随拍和船市两家公司的认可。 突然, 王尼玛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地话一样, 目瞪口呆。 什么? 你们愿意出三千万? 暴走团队众人也是一惊, 睁大眼睛看向王尼玛。 只见王尼玛皱着眉看了看手机, 他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看见众人, 再看自己, 王尼玛摇了摇头, 一个骗子, 说什么用三千万签约我们。 李德办公室, 影天看着被挂断了的电话, 有些哭笑不得。 得, 被当成骗子了。 影天之所以愿意出三千万, 是因为看见暴走团队的申请后, 突然看见了暴走团队未来的成就。 全网爆火不说, 独创品牌暴走漫画更是用户超一亿, 随便一个周边连收益都是几个亿, 随便一个作品点赞轻轻松松过百万。 影天本想出高价, 取得信任, 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入股什么的。 就算不能入股, 有这么一个实力强劲的合作伙伴, 对传世也有极大的好处。 只是, 没想到自己被当成了骗子。 不过, 暴走越是这样, 越是说明他们现在对自身没什么信心。 想到这, 影天切而不舍地打了过去。 小样, 我今天还非要让你们知道, 我有多看重你们。 第181章, 企鹅公司出手了, 真的没有收购的可能。 办公室内, 一个戴着眼镜,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男子出声问道。 在他面前是一个弯着腰, 语气恭敬的中年男子。 马总, 白韦德背后的人我们还没查出来, 但应该也是影天那个档次的存在。 这里是企鹅总部, 问话的人正是企鹅老总马华。 文言, 马华皱了皱眉。 影天背后的人下属已经查清楚了, 一个是魔都宁家, 一个是芝麻的马云。 这两个都是不差钱的主, 影天的比特由他们撑腰, 自然不会缺钱, 自己想要收购他们, 几乎不可能。 而白韦德那边虽然暂时还没调查清楚底细, 但从白韦德的来历看, 似乎背后也是一尊庞然大物。 马华叹了口气, 不能收购。 真是麻烦啊。 用企鹅发了条消息, 很快又有一个人小跑进来。 咱们的软件怎么样啊? 来人文言, 恭敬答道, 马总, 咱们的快看已经开发完成了, 功能完善, 预计领先随拍和传时两个版本。 马华点点头, 嗯, 赶紧放出去吧, 他们有的, 我们都不能落下。 收购和模仿是企鹅的两大制胜法宝。 马华以前可能还会收购不成在山寨, 但现在, 企鹅已经有能力两者并行, 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时间了。 得到命令, 夏淑脸上一洗, 急忙告退。 这上线, 就代表这个项目告一段落, 也就是说, 马上就要有奖金了。 但研发部部长走后, 原来的男子迟疑了一回, 说道, 马总, 咱们公司现在还在给随拍和传时打广告。 马华皱了皱眉, 既然他没能力看清形势, 那就换了吧。 可怜的广告部部长, 本以为能通过随拍和传时的广告, 拿一笔年终奖, 没想到年终奖没有, 反而等来了冷落。 影天好说歹说, 终于将暴走团队说服, 让他们明天来比特总部签约。 签下这个未来占有用户一的团队, 只是影天的顺手为之, 谈好后, 影天也并未过多在意。 现在, 传世和随拍两家同时开始全民短视频, 倒也相安无事。 刚经过签约明星抢占市场, 两家都有些历劫, 而且, 市场也几乎被两家占据完全了。 现在, 是默认的扩大市场的时间。 只要将蛋糕做大, 就是稍稍少占据一点市场, 也能赚得更多。 影天和白维德都有这样的认知, 因此, 两家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水军, 和平共处起来。 就在影天坐在办公室, 回想着随拍曾经走过的路时, 路易宁突然敲门进来, 气喘吁吁地说道, 老板, 企鹅突然违约, 将我们传世的广告下架了。 影天没有心中一咯噔, 问道, 随拍的呢? 也下架了。 影天叹了口气, 该来的, 总是避免不了。 看来, 企鹅自家的短视频APP已经研发完成了, 他们要给自己公司的产品宣传推广了。 下架随拍和传世的广告, 再寻常不过。 只不过, 当时是随拍独自和企鹅抗争, 这次是传世和随拍一起与企鹅抗争。 而且, 虽然不知道片段中随拍应对的方法, 但其实影天并不怎么担忧。 一是, 竞争的出现, 使得传世和随拍提前露出獠牙, 两家权力发展, 其实已经比片段中当时的随拍要强上不少。 二是, 短视频这块虽然没钱万万不行, 但钱也不是万能的, 企鹅是家大业大, 但他们想要让用户们改变习惯, 其实很难。 而且, 白韦德知道影天的实力, 只要他不是傻逼, 百分百会和影天联手将企鹅先打下战场。 想到这, 影天对陆毅宁道, 没事, 陆总, 你按法律去索赔违约金, 咱们等企鹅的后手。 违约金大约能拿三个亿, 感谢企鹅帮咱们打广告, 还送钱。 陆毅宁点点头, 正想回去, 突然手机一亮。 陆毅宁当着影天的面打开看了看, 醋没道, 老板, 不好了, 那些已经签约了的人, 有很多反悔了。 毫无疑问, 这也是企鹅干的, 影天皱了皱眉。 企鹅这一手, 可不太厚道啊, 加钱留住他们, 这只是缓兵之计, 真要出天价签下别人, 影天是万分不愿意的。 陆毅宁点了点头, 离开了, 影天后倒在椅子上。 企鹅这是要烧钱, 这几天传世签约已经用了十多亿了, 手上不到四十亿。 企鹅那笔广告的违约金一时半会也拿不到, 没想到办法倒倒钱了呀。 同一时间, 白韦德也是有些忧愁, 他也没钱了。 第182章, 老丈人就有100亿。 林总, 这是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榜单。 林天豪接过, 先是看了眼标题,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这是今年胡润研究院统计发布的, 全球在新世纪以后成立, 但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 其中包含的公司涉及各国各行各业, 统计的比较精准, 几乎不会遗漏。 虽然林家主业是房地产, 但这并不影响林天豪关注其他行业。 喝了口茶, 林天豪慢悠悠地翻开。 略过前面的文字, 林天豪直接翻到了榜单页。 心中, 却在想自己的豪能保险会不会掉名次。 当初, 自己在魔都创立豪能集团, 在众多保险大亨手上抢夺资源, 最后成功做大, 成为魔都最大的保险业务公司, 还上榜了胡润独角兽榜。 那是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事。 上次看时, 好像豪能集团是在第11位吧。 心中思索着, 林天豪从上字下快速扫射而过, 在第11位找到了自己的豪能集团。 还好, 这次没掉。 林天豪的内心松了口气, 同时, 他也为自己的这个好胜心感到可笑。 确认那几个对手没有超过自己后, 林天豪开始从后面往前找,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面孔。 最后一位是随拍。 林天豪看到这时, 皱了皱眉。 没记错的话, 上次常常好像说, 影天的对手就是随拍。 随拍都上了独角兽榜了, 看来, 自己这女婿的对手实力很强劲嘛。 摇了摇头, 林天豪继续往上看。 突然, 他在看到第30位时睁大了眼睛。 比特! 作为自己创建的公司, 林天豪确认自己不会认错自己公司的名字。 他也不会忘记自己将这家公司转给了影天, 然后影天开发了一个软件叫传世。 也就是说, 自己女婿的公司成为了独角兽公司, 而且一上榜就占据了第30的位置。 干得漂亮。 林天豪猛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 把证给自己倒水的秘书吓了一跳。 林总, 什么是这么高兴啊? 秘书问道, 他为林天豪做了快十年的秘书, 从未出过什么差错, 深得林天豪信任, 两次私下关系也不错, 因此他直接问道。 林天的传世成了独角兽公司, 市值差不多是12亿美元。 林天豪心情很好, 解释道, 就在他还想接着女婿夸夸自己时, 林天豪的手机突然响了。 林天豪拿起来一看, 乐了, 将手机对着秘书晃了晃。 你看, 他这就打不来了。 他估计, 林天这是来向自己炫耀来了。 说完, 林天豪接通了电话。 小天? 什么事? 他打算先装作不知道, 让林天豪好得意一回。 令他没想到的是, 电话那边不是尹天, 而是宁肠。 而且, 宁肠压根就没提到独角兽公司的事。 爸, 我们没钱了, 你借点钱我们。 林天豪脸色一黑, 自己女儿工作时从不打电话自己, 这一打就是要钱。 常常, 你要多少? 尽管知道女儿是为尹天要的, 但宁肠这个女儿奴还是屈服了。 宁肠想了想, 虽然尹天说只要个50多亿就差不多了, 但看企鹅和随派的仗时, 只要50亿的话恐怕不够。 越多越好, 起码也要个60亿。 60亿? 宁肠压没做过互联网, 也不知道传世会这么烧钱, 当即心中一乐。 要不是传世已经成了独角兽公司, 并且估值12亿美元, 他还真有点不敢借着钱。 不过, 既然传世上了榜, 那就代表着未来潜力无穷。 这时候, 要是资金链断了, 那可就太可惜了。 想到这, 宁肠压大手一挥。 100亿, 你看够不够? 我马上让人转给你。 宁肠脸色一洗, 太好了, 我替他谢谢爸爸。 宁肠正以为女儿还要和自己说说话, 却没想到宁肠谢完后, 竟然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着滴滴响起盲音的手机, 宁肠有那么一瞬, 真不想把钱借给影天。 摇了摇头, 宁肠看向自己的秘书。 老秦, 你让财务花100亿, 到我女儿账户上。 宁肠也有豪能集团的股份, 以前财务给他打过分红, 知道宁肠的账户。 秘书点点头, 转身出门时, 心思重重。 随拍公司, 白维德看着消息, 皱了皱眉, 影天又多了100亿。 哎, 他叹了口气。 现在影天有了宁肠的支持, 快看视频背后是企鹅, 他们两家底蕴深厚, 肯砸钱的话, 都能收获不少的用户。 要是自己的随拍, 这事没更上, 那以后再想发展起来, 可就难了。 第183章, 白维德背后的势力。 只是, 想到自己账户上的钱, 之前, 白维德又有些为难。 参与了宁家和王家的合作后, 白维德是真的没什么钱了。 之前率先展开签约明星, 既是白维德的计划之一, 也是他想着展示出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 独影天不敢跟上。 没想到影天也跟上了, 还展示出比随拍更财大气粗的气魄, 最后更是拉来马云战场, 以压倒性的实力碾压了随拍。 但其实, 白维德制定好的最低收益已经达到了, 随拍也不算亏。 不过, 现在企鹅入场, 扰乱了随拍和船市的正常发展, 逼迫两家不得不跟上企鹅的烧钱步伐。 船市拿到这一百亿, 他们现在就有了和企鹅竞争的资本, 随拍不想被企鹅取代, 也必须跟上。 论实力, 企鹅背后是宁家, 关键时刻甚至可以求助马云, 企鹅就更不用说。 而随拍呢? 白维德突然想到了当初那位先生说过的话, 不要暴露你和我们的关系。 可现在, 要么随拍退出短视频领域, 要么就追加投资, 三足鼎立。 白维德自然选择后者, 但要追加投资, 白维德又不想出卖自己其他的一些企业。 由于良久, 白维德还是找了个无人的地方, 用卫星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那头的人说着一口纽约枪, 对白维德的电话似乎很是惊讶。 白先生, 你怎么打过来了? 白维德沉默了一瞬, 我资金暂时有些短缺, 想再申请一百亿美元。 白先生, 我们当初的合约里, 可没有追加投资这条。 我知道, 但现在我是真的没办法, 请洛克菲勒先生考虑考虑, 对面的人不说话了。 白维德知道, 他是去寝室上级去了, 耐心等待着。 良久, 那边才终于再次响起说话声, 洛克菲勒先生很欣赏你。 你早前的表现也证实了, 你在商业上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 白维德心中一喜, 这就成了。 只是, 那边的人顿了顿, 不过, 生意归生意, 洛克菲勒先生说, 如果你想要得到洛克菲勒财团100亿美金的支持, 之前约定好的占比, 我们要再多5%。 再多5%? 白维德脸上一怒, 这样的话, 自己岂不是成了他们的傀儡? 虽然现在的5%价值为0, 但白维德相信, 假以时日, 自己能成为马华、 马云那样的巨头, 到时候的5%可就不止100亿了。 就在白维德还在沉思时, 外面突然有什么东西被碰到了? 白维德心中一紧, 紧接着,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白哥, 你在哪呢? 我去吃饭, 你要不要一起? 不用了。 白维德听出是王文乐, 又想了想自己说的那些话, 没暴露什么重要的情报。 他松了口气, 好, 那我自己去吃了。 王文乐说完, 静止走出去。 白维德没看见的是, 王文乐心有余悸地看了眼那个被自己碰到的凳子。 白维德还想好好考虑考虑, 那边却等不及了。 白先生, 您得快点做出决定, 洛克菲勒先生等会, 还有一个聚会。 要我说啊, 你的随拍虽然上了独角兽公司榜, 却落后于传世, 我们投资你, 已经是冒着风险了。 白维德心中一惊, 对方语气虽然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但对方作为洛克菲勒先生的贴身管家, 肯定不会无敌放逝。 请洛克菲勒先生放心, 我只是暂时落后而已, 华国有句古话, 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 希望如此,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如果拒绝, 还想继续和传世, 企鹅对抗的话, 不可避免的要抛售一些企业, 这对白维德的计划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可如果接受, 又得忍受对方的趁火打劫。 白维德气愤的捶了捶空气, 他骂的, 要不是和王家合作拖了那么久, 自己那笔钱早就回本了。 还有, 要不是影天横空出世, 自己暂缓随拍的发展, 根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引起企鹅的注意。 乍一想, 似乎自己这些不顺的事都与影天有关。 可惜没如果, 白维德纠结很久, 只能落寞地答应。 我答应了, 希望钱能早点到账。 对方的语气依旧波澜不惊, 请相信我们的效率。 一家路边摊上, 王文乐大口大口地吃着面, 他心里想着自己偷听到的话。 洛克菲勒先生, 作为王家子弟, 王文乐自己知道美国的几大财团, 他一下就联想到了洛克菲勒财团。 结账? 吃完面, 王文乐想了想, 还是没打出财团两字, 将消息报告给了影天。 第184章, 命长的新想法。 白维德幕后主使是洛克菲勒财团, 影天心中一动, 有些惊讶。 虽然王文乐发来的是洛克菲勒先生, 但影天透过手机, 还是看见了王文乐的心声, 也知道, 他猜想这个洛克菲勒先生, 就是洛克菲勒财团的总裁。 但最终让影天确认, 白维德是洛克菲勒财团妻子的, 还是白维德的表现。 当时明卫国给自己简要介绍过白维德的身世, 白老爷子发病后, 白家为了争夺家产, 对他父母出手, 留下白维德继承家产。 然后白维德也知道, 自己一个人守不住这份家产, 便捐卖了, 随后不知所踪。 而后, 他突然回归, 强势买下白家所有产业, 并且毫不念旧情地, 将当初迫害过他父母的几个足书暗害。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 暗中, 白维德更是翘无声息地创立了长重, 好几次投资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渐渐形成了一股隐藏在魔独阴影之下的势力, 隐隐有冲击一些魔独老牌家族的举动。 以前影天还不明白白维德报仇归报仇, 怎么还会对别的家族动手有些疑惑? 但知道他背后之人后, 一切都仿佛明了了。 大致看来, 就是一心想要报仇的白维德机缘巧合下, 结识了洛克菲勒财团的人, 然后洛克菲勒的人, 也觉得白维德的商业嗅觉不错。 双方互相看对眼后, 洛克菲勒财团帮助白维德报仇, 而白维德也应该答应了财团某些条件。 思索到这, 影天心中意冷。 既然牵扯到外国财团, 那就不仅仅只是短视频这个层面的争斗了, 其中, 可能涉及到国外势力对华国的一些计划。 看来, 短视频这块, 自己是不能让白维德翻身了。 影天, 我爸把钱打过来了。 影天还在思索时, 宁常惊喜说道。 说着, 他还将短信在影天面前晃了晃, 太好了, 这下我们就可以和企鹅抗争了。 兮兮, 宁常笑了笑, 问道,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 嗯, 影天假装皱着眉沉丝了会, 突然一把抱住宁常。 那你想要我怎么感谢你? 哈哈, 别, 我不要感谢了。 两人打闹了一阵, 宁常突然正色道, 对了, 本会去我家, 我爸让你来家里吃顿饭, 给你庆祝庆祝。 庆祝什么? 影天有些疑惑, 向老丈人借了钱, 老丈人还得给我庆祝, 宁常像是知道他的心思似的, 白了影天一眼。 你想什么呢? 我爸给你庆祝, 还不是因为彼得上了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第三十? 真的? 影天愣了一瞬, 不敢相信似的打开手机查了查。 最近影天一直在关注随拍和企鹅的动静, 没有时间看这个排行榜, 还不知道呢? 打开手机, 影天果然在官网查询到了。 而且, 不仅是官网, 国内许多家媒体都报到了, 就连陆一宁都给自己发了条祝贺的消息, 而自己一直没看消息, 没注意到。 他好了, 影天笑了笑, 虽然知道, 传世未来会成为足以和企鹅抗衡的互联网企业, 上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当真的初步完成片段中随拍的路, 影天还是有些激动。 这说明, 自己并不是只能靠异能抓住机会, 自己凭实力也能将一家企业做大。 影天点了点头, 那咱们现在就直接去吧。 现在还没下班, 现代公司已经进入正轨, 不需要自己时时刻刻守在这。 嗯。 说完, 宁长赶紧把手上剩余的几份文件检查完, 随后两人一起上车, 驶向宁家。 路上, 影天看见宁长抱着一份文件, 看得极为细致, 不由得有些好奇。 看了看宁长的心声, 好像是关于保险业的。 影天打趣道, 宁宁, 看什么看得这么认真啊? 以前你可是喜欢一路盯着我的, 谁一路盯着你啊? 宁长娇称, 养了养手里的文件, 真子丹的签约费不是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吗? 我最近了解了很多有关贫苦人民的信息, 心中有了的想法。 什么想法? 现在路段比较复杂, 影天看着路, 没有看宁长的心声。 不是有很多人看不起病吗? 我觉得, 可以开发一个平台, 有人遇到困难时, 可以在上面求助。 而一些普通人看到后, 可以给他们捐款。 影天本来还没当回事, 听完后, 突然眼睛一热。 这是影天的异能预测到未来的反应。 影天诧异地看了眼宁长, 我这媳妇一个还没成型的想法, 都能触发异能。 第185章, 世界工艺形象大使。 影天的异能虽然能预测未来, 但并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小想法, 就能触发的。 迄今为止, 异能也只触发过寥寥几次, 分别是预测到随拍, 今日热点等。 而现在, 宁长一个只有雏形的想法就触发了。 可见, 宁长这个想法要是实现, 那肯定也是市值超百亿美金的业务。 影天慢慢降低车速, 一心两用, 边开车边看眼前开始播放的片段。 这次的片段很短, 只是简要展示这个想法未来的发展。 片段显示, 宁长借助豪能集团本有的保险业, 又展开一个子公司, 名为巨沙筹。 公司的作用, 就像宁长描述的那样, 需要帮助的人求助, 有余力者自愿帮助。 这么一间公司, 靠什么盈利呢? 影天带着疑惑, 继续看了下去。 片段中, 宁长经营的巨沙筹虽然做得很大, 盈利却只能靠利息, 没有真正的赚到大钱。 看到这, 影天也是有些感叹宁长的单纯与认真。 巨沙筹账目善款最多时, 一度达到了近两百亿, 但宁长坚持账目明细, 秉持着只用利息作为活动资金的初心, 没有挪用一分钱。 继续看下去, 影天明白了宁长这个想法被预测的原因。 虽然巨沙筹没怎么赚钱, 但因为宁长的这个步骤, 宁天豪的保险公司口碑突破天井。 加上巨沙筹上多是意外, 很多没事的人看了那些悲惨案例, 也都想着要不要给自己买份保险以防万一。 因此, 短短数年, 豪能集团业绩翻了三四番, 一度有突破魔都地域限制, 成为华星、 长寿等大型保险公司的姿态。 以豪能集团的体谅, 这番三四番那就是差不多近两百亿了。 最后, 影天看到宁长因为成立巨沙筹, 帮助了无数的人, 被评为联合国世界公益形象大使, 这让影天扎舌不已。 据他所知, 这个世界公益形象大使的评选极为严格, 根本不像别的那样, 交交钱就能当上。 真正能被选上的, 无疑不是致力于公益事业, 真真切切帮到了无数人的善心人。 虽然这个头衔表面上并无什么实际作用, 但他给豪能集团带来了更多的业务。 毕竟, 普通人一想, 世界公益形象大使都是豪能集团的人, 自己在他家买了保险, 他们还能坑自己不成。 片段最后, 豪能集团一举成为世界级保险公司, 保险业务涉及多达七十多个国家, 竟然成为了宁家西津的企业。 而起因, 仅仅是因为影天身边这个女孩一个善意的想法。 看完, 影天重新提起速度, 你这个想法很好啊, 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也算是为父且人了。 你也这么想的, 宁昌得到支持, 开心极了。 他是因为知道影天也是一个善良的人而开心, 完全没意识到自己随随便便创建的一家公司, 最后竟能领着豪能集团成为世界级企业。 不过, 宁昌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事的, 醋没道, 不过, 貌似马叔叔也在运行这个项目。 影天知道, 他口中的马叔叔是马云。 仔细回想了一下, 影天淡然一笑, 别担心, 咱们和马总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马云出品的东西叫互相保, 运行模式是大家平时投钱, 谁出意外了就可以用这些钱报销。 本质上, 这还是相当于一个保险, 只是赔保的人从一个公司变成了所有投险人。 而宁昌想的聚杀仇, 则更多的是将穷困者的信息传递出去, 让有善心的人看见, 靠着他们筹集善款。 这本质上则是相当于互联网的推广。 别担心, 影天安慰道, 做好事不是为了出名, 就算咱们没马总的那个互相保出名, 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 那咱们的行动也是有意义的。 影天并没有从两者的本质出发安慰, 那样并不能让宁昌放下好胜心, 只有从宁昌做剧沙宝的初心出发, 才能真正的安慰好他。 果然, 宁昌听完影天的话, 双目重新恢复神采。 对, 做好事不是为了出名, 影天还是你更纯粹, 我去。 影天汉言, 我哪是纯粹啊, 我就是想着怎么安慰你, 集中生至想的这个借口。 你可别把我说得那么圣人, 我也及时说说而已, 还是你做出实事更加可贵。 两人互相谦虚了一阵, 宁家大门也近在眼前。 第186章 众筹背后的一些问题 夕阳西下, 影天, 宁肠, 宁卫国, 宁天豪和张雅杰坐在桌上, 边聊边吃。 影天尝了长饭菜, 给丈母娘竖了的大拇指。 张阿姨, 您做的菜真不错。 张雅杰还没说话, 宁天豪就已经得意洋洋了。 小天你喜欢的话, 以后经常来家里吃。 影天边吃菜边点头。 宁天豪按量给自己父亲倒了一小杯酒, 输了口气。 小天啊, 还真是小瞧你了。 一生不肯搞出来的传世, 竟然成了胡润独角兽公司。 张雅杰没有说什么, 只是一个劲地点头表示赞同。 宁天豪倒是有些高兴, 嗨, 我就知道影天这小子不一般。 影天没有自大, 谦虚道, 宁叔叔, 张阿姨, 还有宁爷爷, 你们就别夸我了, 要不是有着宁明的帮忙, 传世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 三人当然知道影天是在谦虚。 作为最了解宁肠的人, 他们能看出, 宁肠所掌握的东西, 对彼得公司来说, 作用有限, 传世从提出到发展至今, 作用最大的, 还是影天。 不过, 虽然知道影天是在客套, 他们还是很高兴。 要是影天大包大揽, 只是吹嘘自己, 那宁家人才会警惕。 小天, 你就别谦虚了, 短短数月, 你就将一家一直亏损的互联网公司, 经营成胡润榜第三十的独角兽公司。 这种能力, 可不是得到长长的帮助就能拥有的, 宁天豪都伤到了。 宁肠仗着年纪小, 又是宝贝孙女, 撒娇道, 爷爷, 我也起了很大作用的好吧。 而宁天豪只能忧愿地看了颜影天, 心中富费不已。 宁夸归夸, 把我拿出来对比做什么? 影天看着老丈人的心声, 指得大笑两下。 老爷子的夸奖才一捧一, 自己这接受也不是, 不接受也不是。 而且, 想到宁天豪一手创建了豪能集团, 影天心中还是隐隐有些佩服的。 好在宁卫国也只是有些恨铁不承刚, 并不是故意想着为难影天。 很快, 他又说道, 小天, 做生意这块, 你们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 不过, 我还是想送你一句话。 文言, 影天顿时端坐正色道, 宁爷爷, 您请讲, 这房子啊, 就没有一天能建成的, 能久经风雨的房子, 地基都打得牢固无比。 宁卫国说了句没头脑的话, 但影天能明白老爷子的意思。 他这是叫自己不要急功近利, 要稳步发展呢。 估计, 宁卫国也是想着影天短短数月 就完成大多数人一生都实现不了的目标, 怕影天自大喜功, 想一口吃成包子。 影天知道这是来自老爷子善意的提醒, 当即郑重道, 宁爷爷, 你放心, 有宁常辅助, 彼特从来都是稳扎稳打发展的。 我才不辅助你呢, 我过几天就去忙着爱心众筹的事去。 宁常对于影天在家人面前夸奖自己, 还是有些害羞, 说的话都有些口是心非了。 哈哈, 宁卫国哈哈笑, 很是享受这种天伦之乐, 倒是宁天侯这会从幽怨中回过神来, 疑惑到爱心众筹。 这是什么东西? 宁常简要的讲解了一遍, 张雅杰没接触过保险, 脸上还有些迷糊, 而经验老道的宁天侯则沉思了一会, 点点头。 这个想法不错, 明天我就过去一趟, 尝尝你也赶快写一份详细的方案, 到时候搞成了, 宁常一副豪能集团, 但由你全权负责。 宁常刚从尹天那得到了支持, 现在又从自己老爸这得到鼓励, 高兴极了。 宁卫国沉默着吃了两口菜, 突然问道, 这主意好是好, 但要做好, 难度不小。 尹天暗中点了点头, 老爷子活了这么久, 对这方面倒是看得比较透彻。 虽然自己知道原因, 但看着一副被打击到的宁常, 尹天还是替他开口问道, 宁爷爷, 这个难度, 指的是那方面的呢? 宁卫国不慌不忙地看了看桌上四人, 见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 脸上露出得意下笑容。 现在知道将还是老得辣了吧? 没卖太多官子, 宁卫国将自己考虑到的全都一股脑讲了出来。 他讲的全都和口碑有关。 你们搞一个众筹, 怎么能让民众相信你们是做实事的? 你们能保证自己清白, 但你们能保证下面的人手也干净吗? 你们能保证, 那些求助的人是真的需要帮助, 他们拿到钱后真的会用来解决困难。 宁卫国每问一个, 命长就沮丧一分。 第187章, 老同学能拿奥斯卡, 看着自己孙女那可怜兮兮的样子, 宁卫国也是有些不忍了。 常常, 你也别灰心, 我说的都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你现在想好办法解决, 那后面在遇到时, 不就能轻松应对了吗? 不仅是宁卫国在安慰宁长, 尹天, 宁天豪, 张雅节气上阵, 许久才重新唤醒宁长的斗志。 对, 我现在就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尹天心中一笑, 无论如何, 我都会陪着你的。 且不说尹天已经知道最后宁长是成功了的, 就算尹天知道宁长最后失败了, 尹天也是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陪宁长一起面对。 嗯, 宁长点点头, 五人继续吃饭, 期间, 尹天又和老丈人聊了些别的事, 互有收获。 等到吃完饭, 从宁家离开时, 月亮已经挂在天上了。 尹天在看手机时, 也发现手机收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有公司员工的, 有张成的, 甚至还有蒋彭义和白维德的。 看着白维德给自己发来的祝福短信, 尹天仿佛能看见他发消息时的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正当尹天一个个回复时, 手机突然画面一转, 变成了来电状态。 尹天看着给自己打电话的人, 笑着接通了。 喂? 王大小姐怎么突然想到给我打电话?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王芷宁问道, 她的语气中带有一点疲惫, 也不知是工作太久, 还是晚上没睡好。 顿了顿, 王芷宁祝贺道, 宁天, 恭喜你, 公司成了独角兽公司。 谢谢。 尹天简要答道, 王芷宁沉默了一瞬, 问道, 我弟最近怎么样了? 尹天不知道王芷宁是在找话题, 想了想, 回道, 你弟弟现在挺好的, 他上次还和我说越来越喜欢这种潜伏的感觉了。 王芷宁翻了翻白眼, 心想, 我当然知道, 他又不是没给我打电话过, 那就好, 行, 没事我就挂了呀, 有空就来摩多, 我请你吃饭。 嗯, 王芷宁点了点头, 主动挂断了电话, 他将屏幕熄灭的手机捂在怀里, 想着想着, 脸上突然露出笑容。 过两天, 我再去魔独和您家商业合作, 到时候, 吃穷你。 第二天, 尹天到了比特公司后, 突然看见张诚又在拍短视频, 好奇地凑了上去, 一看张诚的心声, 才知道他的电影已经拍完了。 这部电影, 张诚筹划了将近两年, 在心中构思过好多次, 几乎将每个要拍的镜头都想好了怎么拍。 而且, 因为算是文艺片, 用到的场景不复杂, 所以张诚才能在不到两月的时间内拍完。 凑了过去, 尹天假装不知情地拍了拍张诚的肩膀。 诚哥, 今天怎么爱公司了? 戏不拍了? 张诚回头, 开心道, 哈哈, 我肯定是拍完了, 才有心思导过短视频啊。 我不在的时候, 他们质量下降了好多。 张诚走了这么久, 负责摄影的早就换了个人。 虽然他不是专业出身, 但拍了这么久, 也算有些技术, 在张诚刚回来想接手时, 还有些不服, 是被别人提醒张诚是老板好兄弟后, 才让出位置。 没想到, 这张诚一出手, 整的那些操作, 就让负责人看花了眼, 刚刚还一个进得要拜师呢。 笑了笑, 尹天故作惊讶道, 诚哥, 你速度这么快, 电影的质量行不行哦? 切! 张诚故作不懈地摇了摇头, 行不行, 你试试就知道了。 说着, 张诚指了指自己放在远处的包, 尹天明白了张诚的意思, 他这是要让自己提前先看看。 行, 尹天也非常感兴趣, 当即让人清了自己办公室的杂物, 就用白墙作为幕布, 放弃了电影。 观影者, 有张诚, 尹天, 陆一宁, 命长, 以及后者脸皮凑了进来的张伯, 因为尹天的办公室比较小, 只能装下这么多人, 所以, 还有不少或对张诚感兴趣, 或想划水摸鱼的员工, 只能一个个趴在外面, 偷偷听着声音。 只是, 众人都没看到的是, 一个自己也玩船式的员工, 兴奋地打开了直播。 办公室内, 五人坐好后, 张诚打开了投影仪, 墙上开始播放电影。 而就在电影片头出现的瞬间, 尹天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资料, 片名, 刺激1995, 国内票房500万, 全球票房3000万, 所得奖项, 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 本来, 尹天看到名字时, 就已经有些忍不住笑了。 刺激1995, 妥妥地烂片名字。 尤其是看到票房后, 尹天已经想好了怎么安慰张诚, 可他突然看到了最后那一排的奖项。 第188章, 电影被泄露了, 尹天整个人都梦了。 张诚拍的这部电影, 拿了一长串的奥斯卡。 提名? 尹天虽然不是圈内人士, 但对电影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最赚钱的自然就是商业片, 与之相对的文艺片, 则是出名的好拿奖, 不赚钱。 因此, 业内也有新人先拍文艺片打响名气, 然后拉投资拍商业片的说法。 有着这个观念, 尹天也早做好了老同学电影票房拉胯的准备, 也隐隐约约能猜到, 张诚拍着电影就是奔着拿奖去的。 可尹天没想到, 张诚这部名则已, 一名, 他娘的直接包揽了奥斯卡所有奖项的提名, 其余不知名的小奖更是拿了个手软。 再看向张诚, 只见他完全没有刚开始放电影给大家看时的那种自信, 现在, 他忐忑地看着在场四位观众, 既希望有人能给他提出意见, 又怕大家对他的电影意见太多。 这家伙, 完全没有自己的电影能拿这么多奖的认知。 影片摇了摇头, 心神沉浸在影片中。 他想看看, 张诚这电影究竟讲了个什么故事? 电影讲的是国外的故事, 也不知张诚是在哪取得财。 剧情很简单, 讲的是一个年轻银行家被陷害关进监狱, 最后通过自己的长达十八年的努力成功越狱的故事。 故事中其实没有女主角, 苏小青被拉过去, 饰演的是一个外界的明星, 拍了好几个复古视频, 被用作监狱集中放映时的影片, 主角也曾用他的海报遮掩自己的通道。 看完后, 影天也是点了点头。 这部电影前中期部分看着沉重, 而到了最后, 主角得到自由的那一刻, 仿佛是升华了整部影片一样, 突然爆发出了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 影天自认为, 这部电影在自己看过的那些文艺片中能名列前茅。 看完, 陆毅宁和宁长也是感慨万分。 张博倒是感到有些无聊, 打了个哈欠, 毫不客气地说道, 诚哥, 你这电影看得我想睡觉。 影天瞪了张博一眼, 没等影天说话, 陆毅宁就教训起来了张博。 张博, 你真的有用心看这部电影吗? 当然有, 那你为什么体会不到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的精神力量? 张博语气一致, 这体会不到也不能怪我呀。 陆总, 我就喜欢看那些变形金刚之类的电影。 这, 恕我没那个评委, 陆毅宁促眉瞪向张博, 你等会下去了, 写一份官后赶给我, 不然这个月优秀员工你就别想了。 啊? 张博可怜巴巴地看向影天, 新生, 是老板, 陆总这么以权谋私, 您就不管管吗? 影天装作没看见, 倒是张诚想得开, 陆总, 没事, 大家的审美, 三观本来就不同, 有人喜欢, 自然就有人不喜欢, 您不用这样。 陆毅宁本来也是, 凡张博说话太直, 竟然直接在张诚面前说电影没意思, 现在见张诚本人都不在意, 很快神情变得没那么严肃。 张诚又向着其余三人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陆毅宁和宁长都是非常激动地点了点头, 太好看了, 要是上映, 我绝对会去刷他个十次八次, 要是上映了, 票房绝对会爆炸。 确实, 这样的电影值得反复品位, 但要说票房, 张诚又期待地看向影天, 影天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突然, 在一旁装鸵鸟的张博大声喊道, 老板, 你看这是什么? 众人看去, 只见一台手机出现在窗角, 那微微发光的摄像头, 似乎是在告诉大家, 他记录下了这一切。 陆毅宁赶紧走出办公室, 环视一圈, 找到了手机的主人。 手机的主人, 似乎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仍在和水油解释什么。 这个是我们老板朋友拍的电影, 你们觉得怎么样? 高清? 现在还没有, 等到电影上映, 估计就有了, 有很多没拍到。 哎, 我不知道经理的密码, 只能蹭楼下的热点, 网横卡, 再说, 我也重拍不啊。 陆毅宁冷着脸走了过去, 手机主人听到声音, 抬头看见是陆毅宁, 惊喜道, 陆总, 这电影太好看了, 我正在给他先打打广告呢。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 他看见陆毅宁的脸色一直冰冷冷的, 自己预料中的表扬并没有暗示出现。 事情大条了, 他突然冒出了这个想法。 接着, 他又看见办公室内所有人都走了出来, 老板隐天皱着眉, 不知在想些什么。 宁肠则是看看自己, 再看看张诚, 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而老板的那个朋友张诚, 则低着头, 捏紧了拳头。 他不会要打我吧? 第189章, 买段电影播放权。 晚上, 某处无人的角落。 诚哥, 对不起, 隐天将一瓶打开的啤酒递给了张诚。 张诚摇了摇头, 不怪你, 都是那个。 虽然不怪, 但张诚也没接过啤酒。 张诚不解气地捶了捶柱子, 他当时, 是真的想将那女人打死。 唉, 隐天叹了口气, 心中, 却有了一个想法。 虽然因为网络的原因, 被直播的电影片段不多, 且都是不怎么重要, 不容易让人猜出剧情的片段, 但说到底, 还是泄露了。 而且, 因为泄露的都是些不重要的片段, 几乎是刚放完电影没多久, 网上就出现了黑这部电影的文章。 什么内部人士, 看完不知所云, 老板强制看, 上线后绝不买票之类的都出来了。 两人不用猜都知道, 是马学林寝的水军, 这家伙, 一直盯着张诚, 就等着他出现问题, 这次, 算是抓住了机会。 因此, 这个刺激1995, 还没上线, 评分就低达1, 三分。 也就是说, 现在即使上线, 票房也估计会低得离谱, 甚至还会比影天之前看见过的票房还要低。 所以, 影天是不可能让电影上线。 要是观众们猎奇, 想看看, 这不还没上线, 就拿到了1。 三分的烂片, 最后让票房爆炸, 可以归结为是张诚实力强劲, 没有泄露这件事, 说不定票房会更高。 要是票房按照实际, 非常低, 也能说是因为这件事, 破坏了张诚的口碑。 总之, 只要电影上线, 影天这边就会里外不是人。 想了想, 影天开口道, 诚哥, 要不, 你这电影不上院线了, 直接在我们传世上播放吧, 我们出五个亿买断。 五个亿? 张诚摇了摇头, 他自认赚不到这么多, 而且, 早上才发生那档子是, 现在影天这么说, 总感觉是在补偿自己。 影天看得出张诚的想法, 说道, 诚哥, 你可不要以为我是想补偿你, 我是真的觉得这部电影能火彩想满。 张诚还是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不过, 这件事我是真的不怪你, 罪魁祸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电影泄露, 网上满是黑粉, 我这电影是注定不可能翻身了。 影天忍不住摇了摇头, 说真话你也不信, 难不成还要我说假话? 要是对象是宁常, 自己还可以用让给多的人 看见这个愤发向上的故事来说服他, 但到了张诚这, 影天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 陈思了会, 影天又问道, 诚哥, 那你准备怎么面对给你投钱的王芷宁? 事实上, 中午时王芷宁就给影天打过电话, 说不怪张诚, 但现在影天准备以金主王芷宁作为突破口, 自然不会告诉张诚这个消息。 张诚鸣嘴沉默不语, 诚哥, 要不咱们签一个赌约? 什么赌约? 影天笑了笑, 彼特用一亿买下电影网络传播版权, 播放量以一个亿为基准, 每多一千万播放量就多分你两千万。 这, 影天打断道, 诚哥, 你先别拒绝, 首先, 王芷宁的钱得还对吧? 出现了泄露事故, 原有的条约不适用, 张诚得全额赔偿王芷宁投入的一个亿。 嗯, 影天继续问道, 这件事我们彼特也有责任对吧? 嗯, 影天拍了拍手, 那不就行了? 你也知道这部电影非常好看, 我是真想看看能不能赚钱。 你不信, 那就当我是在补偿你, 不愿意, 就当是我借你的钱, 等你以后赚了再还我。 张诚沉默了, 影天说的似乎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行吧? 张诚吐出这两字, 语气艰难。 影天则拍了拍张诚的肩膀, 将早已准备好的啤酒再次递了过去。 这次张诚很痛快地接过了, 咕噜咕噜, 一饮而尽。 那就当我问你借的, 等我下一部电影赚钱了, 就还你。 嗯, 影天慢慢饮酒, 心中却一乐。 电影泄露并不影响拿奖, 就算电影在传世上播放量也不高, 但没意外的话, 这部电影还是会获得奥斯卡众多提名, 以及很多不知名小奖项的得主。 也不知道时候, 张诚会不会后悔将电影卖便宜了。 拿到这么多奖项, 且不说本身票房会涨, 火了后, 光是周边就能转个盆满钵满。 第190章, 网友, 我们不看烂片, 商谈完后, 各回个家。 第二天, 张诚齐早将电影送去审核, 因为电影本身并没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剧情完全发生在国外, 因此并没有受到限制, 一周不到就过审了。 得到张诚的消息, 影天立即让工作人员开始宣传。 比特公司想出的宣传口号是, 今秋十月, 传世请您看电影。 宣传内容则是张诚精心剪辑出来的片段, 包含主角开篇被陷害, 加上点中间被欺负, 最后却成功逃出来等, 看起来还算精彩。 至少, 影天看见评论大多数都是不错, 期待等。 现在, 除了之前看过泄露版的人外, 又有不少人都知道这部电影的存在了。 等到第一轮宣传完成, 影天又让员工设计了一个预约功能, 介绍是, 到时候电影上线, 传世会用弹窗的方式提醒预约了的用户。 实际上, 这个预约功能真正的作用并不是弹窗提醒, 而是方便影天统计一下预计会看的人数。 影天本来的打算是, 到了电影上线的那天, 让技术部给所有传世用户都发送这个弹窗。 因为是官方推送的预约弹窗, 所有用户只要玩传世就都会刷到, 因此, 只要计算24小时的预约量就差不多了。 只是, 结果不尽人意。 拿到数据后, 看着不到1000万的预约人数, 影天皱了皱眉。 张诚也凑近看了看, 摇了摇头, 哎, 看来这电影是翻不了身了。 再怎么说, 这也是自己的心血之作, 不仅宁长和陆一宁非常看好, 影天更是说这电影绝对能火。 尽管有自知之明, 但张诚又何尝没抱有一丝幻想呢? 不, 影天摇了摇头, 虽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但就算电影播出后暂时不火, 等拿到了国外大大小小的奖项后, 恐怕网上立即会出现一堆问资源的。 不过, 之前的宣传效果不错, 预约人数只有不到一千万, 绝对是哪里出了问题。 想到这, 影天给自己送数据的监测部门发了条短信, 你们刚刚送来的预约人数, 确认过吗? 很快, 部长亲自来到办公室, 老板, 哪里出问题了吗? 我们的数据都是核查过的, 应该没问题, 如果您觉得不正常, 我马上回去再检查一遍。 没那么严重, 我就是想问问, 怎么这个预约人数这么低? 是咱们传世的宣传能力变弱了吗? 部长想了想, 回道, 说着, 他用自己的手机打开随拍, 随便一滑, 就滑到了随拍的那个热门榜第一的视频。 作为部长, 他有时要分析分析对手, 因此, 他手机里也下了随拍。 影天结果, 看见视频主的名字是蓝光影视, 皱了皱眉。 点开视频, 果然就是之前在网上传播的泄露版。 泄露版因为包含的片段断断续续, 眉头莫尾, 单看还真看不懂, 配上马学林批判的解说, 还真有不少人相信了这是一部烂片, 很多评论都是感谢排雷。 张成盼着身子看完, 破口大骂, 马学林这狗娘养的, 就会背后给人屎半子。 之前电影被直播后, 有心人将泄露的片段, 剪辑成了这段不到20分钟的视频, 在网上传播。 很多专门靠评论电影吃饭的影评人, 都第一时间看了这个泄露版短片, 并给出了差评。 当时, 张成就有些怀疑, 是不是马学林在搞鬼, 但没有证据, 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毕竟总不能去逼供那些影评人, 问他们是不是收了钱才给出的差评吧。 而这次, 马学林甚至直接用蓝光影视官方号, 对张成的电影连马甲都不用了。 很多网友都受了影响, 公开抵制传世即将上映的电影, 华国就是因为有这些掐烂钱的导演, 电影实力才一直上不去。 对对对, 泄露出来的视频讲的是些啥啊? 看了两遍都没看懂。 老兄, 你还看了两遍? 刘碧? 我第一遍看一半就睡着了, 友谊说一, 这玩意助眠还是不错的。 抵制烂片? 等电影上线了, 大家不要去看。 我都怀疑是不是传世老板和那个导演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正常人谁会花钱买烂片啊? 还请我们看电影, 我看传世就是想给我们喂屎。 有些评论还算客气, 只是呼吁大家不要去看电影, 而有些则直接从人身层面攻击, 一看就知道是水军在抹黑。 第191章, 华国人也能拍出这种经典, 这些评论, 影天没让张成看。 张成不知道自己这部电影真正的实力, 现在看了, 恐怕心里会承受不住。 而且, 影天想着随拍任由这种为黑而黑的视频存在, 以及水军在黑张成时, 顺便会黑一黑船市, 心中忍不住咯噔一下。 本来, 企鹅着手短视频行业, 随拍和船市默契地停下了争斗, 不约而同地想将企鹅先排挤出去。 从那时起, 网上已经很少有两家护黑的水军了。 而现在, 企鹅正蓬勃发展, 随拍怎么又偷偷黑起船市来了? 流了个心眼, 影天想着, 现在再怎么说, 张成电影的口碑也是晚不回来了, 只有等电影真正上线才能证明一切, 便暂且放下了此事。 让张成也放宽心态后, 影天带着宁长和张成去和王芷宁吃饭。 王芷宁最近又来了魔都, 说是和您家合作的项目出了点问题, 要好好谈谈。 影天最近一直在关心张成的电影, 也没多在意这个项目。 毕竟, 项目由老丈人亲手把持, 想来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中秋当天, 传释在约定好的八点钟, 准时上线了刺激1995。 其实, 影天看着电影名字还挺不合适的, 一直想换一个, 但张成说这名字是一个台人取的, 那人对着电影帮助很大, 张成有些不好意思换。 估计, 他也是想着, 本来电影就烂, 就算名字取得再多人眼球, 也无力回天, 就不想多费功夫了。 今天, 也是影天第一次加班, 看着众人稀罕的眼神, 影天还真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 影天和宁长, 陆一宁, 张成一起待在检测部, 等着最新的实时数据。 电影虽然八点上线, 但并不是比特传映, 而是采用点映的方式, 用户们并不一定需要准时观看, 只要电影上线, 都能在前24小时内免费观看。 时间渐渐流逝, 影天看着来回夺步的张成, 替他问道, 数据怎么样? 推送已经发了出去, 这回, 每个用户时手机都出现了一条弹窗。 老板, 现在电影刚刚上传, 就有100万的播放量。 这个数据对别的电影或番剧来说, 可能非常好, 但和比特之前预计的相差甚远。 陆一宁担忧地看了眼老板, 却见船市虽然也是有些失望, 但他似乎并没有太在意。 又过了10分钟, 播放人数一会升一会降的, 大致维持在100万左右。 考虑到还有很多人会选择更晚看, 或是明天白天看, 最终播放量应该能超过1000万。 这个数据远远低于影天和张成合约中的数据。 张成最终还是摇头叹了叹气, 也不知是看开了还是绝望了。 影天另找了个话题, 诚哥, 电影在新约同步放映了吗? 张成点点头, 也不知你非这么大劲干什么, 还专门送到国外去, 让老外看咱们的笑话。 影天笑而不语, 送到新约市放映, 自然是为了送报奥斯卡评选。 奥斯卡评选的规则, 就是要在新约市或是洛盛都连续供应7天以上, 影天出了几十万美金, 让张成包了新约市一间小电影院专门放这个, 就是为了得到这个送报资格。 本来按照影天预测到的未来, 张成的电影正常上映后, 因为拿到了国外的奖, 被国外引入播放了半个月。 张成那时候也是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 将电影送报了奥斯卡。 最终, 张成斩获多项奥斯卡提名, 如今电影不能正常上映, 影天为了能够拿到提名, 很是费了一番功夫去准备。 现在, 等到七天后就能送报了, 只要能入围, 就能拿到提名。 到时候, 什么水军也罢, 黑子也罢, 在这份电影界相对最权威的奖项面前, 都不值一提。 刺激1995被送报了, 和众多被送来碰运气的电影一样, 这部电影被压在了最后, 运气不好的话, 评委们甚至不会看这部电影。 评委汤姆看完所有票房火爆的电影后,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些爆米花能入选, 根本就是对奥斯卡的亵渎。 不过, 单凭自己, 根本就左右不了其他评委的想法。 那些票房低的电影, 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呢? 汤姆又想到了, 自己去年从那堆无人问津的胶卷中发现的宝藏, 眼睛一亮。 他立刻给自己搞了个小型放映式, 秦迷洛圣都? 汤姆先看了这个。 哦, 我看这个, 还不如去直接去红灯区? 一个接一个看下去, 汤姆也是越来越失望。 刺激1995, 直到他看到了这个。 许久, 看着手中影片的信息, 汤姆喃喃道, 这真的是华国人拍的电影吗? 第192章, 张成是谁? 哎, 我错怪传世了, 那电影真不错。 确实, 本来想看看有多烂, 没想到被圈粉了。 楼上是凉水军吧? 别洗了, 洗不动的。 切, 之前免费的时候不洗, 现在收费了, 你们就开始洗了。 网上, 看过电影的自发开始安利刺激1995, 不过, 毕竟没看过的还是占了大多数, 他们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 不懈地反驳着这些自来水。 看过电影, 还愿意在网上安利的人不多, 争不过黑子。 某半上, 电影的评分升了点, 不过还是极低, 只有1, 7左右, 这还是大多数看过了的, 给刷上去的。 不过, 国外烂茄子上, 这电影的评分倒是高达9, 8分, 只是因为名气还小, 没有被国内媒体报道。 影天想了想, 现在评分的人还不多, 不值得开始报道, 容易被说是刷上去的。 而且, 传世作为电影放映方, 主动报道这个, 难免有些掉逼格。 而且, 传比什么都好用。 这几天, 因为有自来水帮忙宣传电影, 播放量倒是涨了点, 比预期的1000万高了200多万。 影天看着这个, 心中想着, 到时候电影火了, 数据会翻几番。 终于, 奥斯卡如约公布入选名单。 作为电影界最重要的一个奖项, 自然有无数人在关注这个。 因此, 奥斯卡刚刚公布名单, 就有不少人拿到了一手资料。 只是, 当看见入围名单的第一名时, 他们都猛逼了。 这个刺激1995是什么? 名字, 张诚, 得听都没听过。 一旦大佬开始动用人情, 纷纷四处询问这个张诚是谁。 要是能请到张诚给自己拍一部电影, 有着今年奥斯卡这个噱头, 哪怕是烂片, 都能掐不少钱。 除了大佬, 不少媒体也都开始找这个人。 不过, 没人找得到, 这个叫张诚的导演, 似乎以前没有任何作品, 不光是大小院线里找不到, 就连千度百科都没有。 不过, 虽然找不到人, 但妨碍不了无良媒体蹭热度的速度。 他们纷纷以张诚是谁为标题, 发出了无数篇流量文章。 张诚是谁? 为什么他能入选奥斯卡? 华国电影没落多年, 他却撑起了半片天。 时隔多年, 华国电影再次入选奥斯卡, 导演张诚究竟是何人? 影天早上起来, 看见这些疯狂的报道也是吃了一惊。 他赶紧赶到了公司, 刚好碰见了来拍短视频的张诚。 诚哥, 恭喜了。 张诚有些摸不着头脑, 怎么了? 影天赶紧切除报道, 将手机递给他。 张诚看完, 呆呆问道, 他们报道的, 真的是我。 卧槽, 张诚是谁? 他拍的电影入围奥斯卡了, 还拿到了多项提名。 楼上忘了, 前几天你还黑过他呢? 我什么时候? 等等, 传世的那个, 不会就是张诚。 卧槽, 还真是。 在这个互联网世界, 只要有一个发现了, 那就会有无数人蜂拥而至。 很快众人都知道了, 正是前几天他们一直在黑的电影。 羞愧的黑子砸了砸舌, 想着赶紧去看看这电影降了啥, 自己是不是真的错怪人家了。 可当他们点开始, 突然发现, 这电影早就过了24小时免费期, 现在看, 一个人得花三块钱。 大多数人都不缺这三块, 付了钱后, 美滋滋地开始观看。 至于连三块都拿不出来的, 只好忍着好奇不看, 或是求助万能的网友。 很快, 网上第二批看过了电影的人, 纷纷发帖。 传世, 对不起, 张诚, 对不起。 这么多人同时道歉, 很快上了博客热搜,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 颖天在检测室, 看见一小时内播放量再次增长了一千万, 淡淡一笑。 再回头, 张诚仍不敢相信似的在掐自己, 偶尔还会发出意义不明的傻笑。 颖天笑着打趣道, 诚哥, 本以为你是真的觉得五个亿多了, 没想到, 你还在这等着发财呢? 按照两人的约定, 再结合对播放量的预测, 最终买断金应该在七个亿以上。 而如果当时张诚同意了影天五个亿买断, 现在他就要少赚两个亿。 张诚终于回过神来, 看了看影天, 又看了看不停上升的播放量。 诚恳说道, 小天, 要不你用力打我一下, 我这自己打自己, 怎么就醒不来呢? 第193章, 西关大巫。 好久, 张诚才终于相信自己是真的一战风神了。 虽然只是拿到了提名, 但对于久久没什么优秀作品的华国来说, 这就像是给电影市场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光是张诚电话被剧组暴露后, 就接到了无数自称投资者的电话。 不受其扰的张诚将电话关机才清净了点。 而他们打不通张诚的手机, 纷纷开始打比特的公司客服的电话, 想要通过比特联系上张诚。 这可苦了比特的客服, 不仅要服务船市的用户, 还要为张诚吸引来的苍蝇买单。 事情传开后, 公司内不少单身女员工看向张诚的眼神都变了。 尹老板有宁秘书看管, 他们自认为抢不到, 还单身的张诚自然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 尹天不禁为苏小新默哀了两秒, 尹天也接到了无数人道贺的电话。 极光影市经理陈红球合作, 尹天直接将成天的官方联系方式给了他。 王指宁祝贺, 并提出晚上要开庆功宴。 虽然王指宁再次来摩都后, 和尹天吃了不少次饭, 尹天下馆子都快吓吐了, 但是这次意义非凡, 尹天还是同意了。 最后, 则是白韦德的祝贺。 这次他是打电话过来的。 很普通的恭喜, 但尹天听着他的语气似乎有些不怀好意。 联想到之前随拍偷偷更着黑船事, 尹天忍不住多想了。 难不成, 白韦德又准备对自己下手。 很快, 又有人打进电话, 尹天也指得将这事暂且搁置。 估摸着, 没人再会恭喜自己后, 尹天将晚上庆功宴的事告诉了张诚。 本来电影砸了, 张诚还有些不敢面对王芷宁, 但现在事情反转了, 他又有自信了, 嚷嚷着要自己请客。 想着, 过几天张诚就成了一个大土豪, 他现在身上也有基础签约的一个亿, 尹天点点头。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会合后, 由金主张诚选了个地方, 五人又各自点了几个菜。 上菜后, 张诚给王芷宁敬了一杯酒, 苏小新看着张诚这么做, 自己也赶紧倒了一杯跟着敬酒。 王小姐, 谢谢你当时愿意给我投资, 等芬宁来了, 我会如约将芬宁打给你的。 王芷宁举起酒杯, 点了点头, 两人都没谈前几日电影要铺结实的事。 张诚想的是, 电影铺了, 自己就用尹天给的钱赔给王芷宁, 现在赚了, 自然是要给芬宁。 而王芷宁压根就没再呼过这笔钱, 但如今张诚主动提起, 那就当是发了笔意外之财, 也没犹豫。 喝了这杯酒后, 五人吃菜聊天, 其乐融融。 吃着吃着, 王芷宁突然看见尹天和宁肠互相加菜, 张诚和苏晓星互相加菜, 心中一分。 尹天, 你对那个白维德了解多少? 王芷宁突然像是随口一提到。 尹天愣了愣, 王芷宁这话究竟是随便问问, 还是也知道了白维德秘密。 看了看王芷宁的心声, 尹天松了口气, 原来是被喂狗粮了, 想找找话题。 我对他了解也不多。 哦, 王芷宁似乎有些失望, 想了想, 又问道, 那他最近怎么突然说要退出和我们合作的项目? 白维德要退出和王家合作的项目? 令常没什么大反应, 估计是以为这就是一件茶余饭后的小事。 尹天心中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作为一手导致白维德多次计划破产的人, 尹天是知道白维德有多重视这次和王家合作的机会的。 别的不说, 他当时和宇天地场合作时, 为了让宇天和王家顺利合作, 甚至敢对王芷宁下黑手。 现在, 他却在即将达成目的时, 急流涌退了。 尹天可不认为这是白维德犯了糊涂。 尹天皱眉沉思, 从各种角度猜测白维德的目的。 尤其是白维德这个异常的表现, 和最近随拍重新开始黑传世刚好联系上了。 如果按照随拍对传世的态度算, 那白维德也会对宁家和王家的这次合作使应招。 哦? 白维德突然退出了吗? 这件事我也不知道。 尽管心中浮想联片, 尹天表面上却依旧一副满不在乎, 只是好奇的样子。 对了, 这么久还不知道你们合作的是个什么项目呢? 和我详细说说。 王芷宁见尹天对自己的话很感兴趣, 心中一喜。 而尹天则因为再沉思, 没注意到王芷宁心生的变化。 你知道西关大巫吗? 尹天摇了摇头, 西关大巫是华国立湾一带的传统名居, 富有岭南特色。 王芷宁简要解释了一下。 尹天听着听着, 突然眼睛一热, 出现了许多片段。 片段, 赫然是关于宁家和王家的。 第194章, 席卷宁家和王家的危机。 这次片段出来的很突兀, 一上来, 就像尹天展示了宁家和王家未来的状况。 两家合作的项目陷入了无休止的官司之中, 宁家和王家不胜其烦, 后面还面临着资金链断裂, 需要赔偿天价违约金的局面。 两家各类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了。 宁家和王家本来仗着家大业大, 还一直在苦苦投入更多后续资金, 想要渡过难关, 最后差点将所有家业全部抵在里面。 宁家这边幸好宁老爷子当断则断, 在张家的帮助下成功脱身, 不过还是元气大伤, 磨堵首付的位置转移到了张家身上。 而王家, 据说最后也遭到金城某家族的趁火打劫, 同样差点万劫不复, 幸亏王家老爷子关系深厚, 这才勉强渡过难关。 同时, 因为和宁家的项目是王芷宁一直在督促, 王芷宁也受到了家族的责罚, 自回京后就一直被禁足, 最后, 王家为了恢复元气, 想通过联姻结交另外一家金城大家族, 王芷宁自然而然地成了牺牲品, 嫁过去后, 冷无音讯。 影天看完, 心中一惊, 究竟是要什么样的困难, 才能让两家同为拥有千亿财富的大家族都差点没挺过去? 今天本是一次庆功宴, 不仅庆祝张成电影入围多项奥斯卡提名, 同时也顺带着庆祝影天的公司成为独角兽公司。 而现在看到这个场景, 白维德一退出, 宁家和王家就逢此灾难, 任由谁都会将两者联系上。 那应该就是白维德搞的鬼了。 影天很快确定目标, 因为王家最后也是遭到了同为京城方面的打击, 而宇天地产之前据说就是来自京城, 这么一看, 很显然就是白维德再次和宇天地产联合谋划的一切。 白维德退出时的理由是什么? 影天想要确认一下。 嗯, 王芷宁撅嘴想了想, 好像是最近有个项目急需投资, 这才想把资金都抽出来。 白维德前几天才从洛克菲勒财团那里拿到了一百亿美金的资助, 说缺钱显然是在征业说瞎话。 虽然知道了罪魁祸首是谁, 但其实对宁家没什么大用。 他们估计还沉浸在坐着等钱翻倍的美梦中呢? 现在去提醒他们, 小心翻车, 谁会听? 提前解决白维德也没用, 自己说他会在西关大屋的项目上使绊子, 宁家可能会看在宁长的身份上抱有警惕, 但王家是绝对不会听信这种毫无证据的话的。 同理, 说服两家放弃也不可能, 他们不会照办, 毕竟谁会让嘴里的鸭子飞了? 影天快速分析了一边, 发现要想让两家成功度过这次危机, 那必须要自己上场了。 想到这, 影天问道, 王小姐, 这个西关大屋会不会存在什么容易让人陷入官司的问题? 这是影天想到片段中两家陷入了无休止的官司中, 才有此问。 王指宁想了想, 应该就是一般的拆迁重建方面的问题吧。 他的角色算是那种负责高层联系的种类, 对下面是如何赚钱的, 其实了解不多。 宁长倒是歪着脑袋想了一会, 问道, 西关大屋应该和京城四合院魔独老洋房是一个种类的房产吧? 刚刚王指宁介绍西关大屋时, 提到过华国三大特殊房子, 正是这三类。 王指宁点了点头, 宁长若有所思, 西关大屋的话, 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 我家以前开发过老洋房, 这里面的水确实很深。 哦? 王指宁被宁长这么一说, 也是有些好奇。 张诚和苏晓星也是顾不上秀恩爱了, 纷纷竖起耳朵, 准备听宁长讲故事。 虽然对影天三人说的什么西关大屋之类的, 完全不了解, 但这并不影响张诚和苏晓星吃瓜。 影天也是期待地看着宁长, 想知道有什么麻烦。 宁长看四人都在看着自己, 刚刚那副我知道很多的样子, 顿时维持不住了。 我也是听爷爷说过, 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影天知道他的心声, 差点笑了出来, 行, 宁念, 你记得什么就讲什么, 我们就当听故事。 宁长顿时安心了, 一边想, 一边解释。 爷爷说过, 以前我们家在经营老洋房项目时, 曾遇到过一次产权问题, 虽然最终成功解决, 却也让他劳心伤神。 什么产权问题? 王指宁忍不住问道, 影天也是听得非常认真, 如果是和产权有关的话, 那王家和宁家陷入无数的官司, 也说得通了。 第195章 西关大屋背后的隐患 宁长继续讲道, 这类老房子一般都有近百年的历史, 加上以前人生育早, 经常一间房子, 里面要住四五代人, 每一代还不止一个。 四人听着这个, 已经可以想象一间不大的房子里, 拥促地挤了十来个人的样子, 脸上皆是有些被逗乐。 这么多人, 那就自然有个问题, 老辈死后, 究竟该谁继承房产? 因为上一辈没有利益主, 往往那些同样有着继承权的人, 都能得到房子的一部分产权。 所以, 如果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有可能你给了钱, 四人那样差点笑出来。 王指宁收敛笑容, 疑惑道, 那就把产权明确好了, 拿到了房产证再给钱不就行了。 隐天却摇了摇头, 王指宁能想到, 以前宁卫国肯定不会想不到, 也就是说, 恐怕就算将房地产证拿到了, 也应该还有问题。 果不其然, 宁常轻轻摇头, 如果没有和所有产权人签订合约, 就算你拿到了房产证, 也并不是房子的唯一所有人。 停顿了一下, 宁常又想了想, 宁家之前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我爷爷说, 当年他搞这个时, 有次买了一栋房子, 刚拆完就被告了。 怎么了? 四人皆是有些心急, 好像是当时他们一家三兄弟, 老大和老二趁老三出国留学时, 两人合计将房子卖了, 没有知回老三。 老三得到消息后, 连夜坐飞机赶回来, 看见房子被拆, 想着自己在国外学的法律, 心中一怒, 就将我家告上了法庭。 这, 那老大和老二确实挺恶心的。 四人心思各异, 直接办签证出了国, 这么多年一直不知所踪, 而房子也因为官司, 被判为我家和老三共同拥有。 他知道, 我家是准备用来开发贸易大厦的, 一直不同意卖出剩下的产权。 我爷爷当时赔了好多钱才说服他。 没想到, 老爷子以前还吃过这种暗亏。 隐天实在无法将故事的主角, 和如今运筹帷幄的宁卫国, 视作一个人。 王子您听完, 还有很多疑惑。 那如果你们不准备开发, 就拿来住呢? 宁长听懂了他的意思, 如果他不同意的卖的话, 这块地永远有他一份, 开发的话, 他能按照自己产权拿分红, 不开发自己住的话, 我们能住, 他也能随时住在这里。 王子您打了的寒战, 他是在无法想象, 自己家被一个陌生人随意进出的样子。 虽然宁长说的是老洋房, 但类比这西关大屋, 显然也会有这样的麻烦。 对了, 宁长提醒道, 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这次和王家的合作, 是我爷爷亲自把关的。 尹天一听, 乐了。 宁说过, 不再插手家族事业的老爷子, 竟然重出江湖了。 也不知是不放心宁天豪负责这个水深的西关大屋, 还是念着年轻时的糗事, 想要完完整整解决一次这个遗憾。 本来王子您听了宁长的故事, 对王家和宁家的合作, 还抱有担忧。 但现在听见宁长说, 宁家这边是宁老爷子把关, 心中顿时放松了不少。 上次和宁老爷子聊过, 加上宁卫国本身还有传奇的故事, 王子您相信他能解决好这件事。 尹天看着他心生的转变, 默默叹了口气, 这件事恐怕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怎么, 白少爷不是攀上了宁家的凤凰枝吗? 怎么又想要和我们宁天合作? 难不成是铁宁家不成, 被踢出来了。 白韦德笑了笑, 没有理会侯俊杰的嘲讽, 自顾自说道, 这次有个坑宁家和王家的机会, 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兴趣。 什么机会? 侯俊杰沉默了一会, 问道, 西关大巫的项目, 我联系上了一个海外华侨, 他。 白韦德讲完, 静静等着, 侯俊杰诧异地看了白韦德好多眼, 这家伙, 是怎么联系上这位马来富翁的? 眼睛转了转, 侯俊杰想着白韦德究竟是说的真话, 还是假话。 上次策反宁家保镖后, 宁天收到了宁家的报复, 很是出了点血。 如果白韦德说的都是真的, 那这次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但如果这是白韦德联合宁家, 王家的一次针对宁天的阴谋, 那自己要是上钩了, 岂不是显得很傻? 白韦德似乎是看出了侯俊杰的顾虑, 怎么? 被宁家针对过, 就不敢对付他们了。 侯俊杰捏紧了拳头。 第196章, 白韦德推波助澜, 白韦德瞥了眼侯俊杰的手, 笑道, 你忘了你父亲的梦想了? 侯俊杰立即想到了, 自己那个一生都在谋划中重回京城的父亲, 现在, 他又在哪求着合作呢? 以前自己在京城时, 父亲可不是这么低声下地去寻求合作的。 你要是敢玩我, 后果你知道。 侯俊杰脸色一是清一是白的, 咬牙捏拳, 沉思许久才威胁到。 雨点地产的手段, 我自然知道。 白韦德点了点头, 心中却是一喜。 只要将宇天地产拉到自己的战线, 那么就能让宇天地产做先锋, 自己的长重只要躲在暗中趁机悄悄发展就行了。 对了, 白韦德想了想, 提醒道, 上次策反保镖失败, 确实是你弟弟干的。 他直接发了邮件给宁天豪,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不过, 这次要是再泄露了, 要不是没什么别的人选, 白韦德还真不想和雨天合作。 被坑了那么多次, 白韦德是真的有些被坑怕了。 现在不得已又要合作, 白韦德自然要替自己这位合作伙伴抹出一些不安因素。 白韦德没讲话说满, 但侯俊杰很显然能听得懂。 但出乎白韦德意料的是, 侯俊杰并没有显得多惊讶。 他只是平淡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白韦德一愣, 玄机笑了笑。 这么看来, 侯俊杰早知道是自己弟弟出卖的自己, 也不知道他装作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不过, 这并不关自己的事, 只要侯俊杰不是傻逼, 这次的事, 他绝不会让弟弟侯俊雄知道。 白韦德看了眼之前侯俊杰给自己倒满的茶, 一口饮尽, 走了, 对了, 如果事情涉及到比特, 不要对他们下手。 白韦德也想过, 趁机让隐天也受到宁家的牵连, 但考虑到还在一旁虎视眈眈的企鹅, 他最后还是放弃了。 不过, 买些水军把水搅混, 让比特先和企鹅对上, 白韦德还是愿意顺手为之的。 老陈, 有找到西关大屋的那些卖家吗? 办公室内, 宁天豪对自己的刚进门的秘书问道。 陈秘书闻言, 快步走进宁天豪的办公桌, 放下自己此次送来的文件, 然后答道, 宁总, 宁圈出的三百间西关大屋的产权人实在太难找了, 而且, 还有很多并不想出售宅子。 没事, 我圈中的要是有难办的, 换一个就是了, 反正那块地足足有上千家。 嗯, 这三百家中, 有七十多家不愿意卖, 另外两百多家的话, 有一百五十家同意我们的条件, 但产权人我们还没确定, 剩下近七十家都想要加价, 最离谱那个, 甚至想要三十亿。 三十亿? 宁天豪吃笑出生, 这莫不是把宁家当成冤大头了? 这项目是赚钱, 但真要出三十亿满, 宁家何王家岂不是成了倒贴钱呢? 喝了口茶, 宁天豪嘱咐道, 超出估价二十的一律不考虑, 剩下的继续谈, 产权人名单那一定要搞清楚。 嗯, 我马上就去办。 说完, 陈秘书立即下去了。 带人走后, 宁天豪才从桌下拿出手机, 苦笑道, 爸, 我这个安排行吧。 手机另一端, 正是悠闲喝茶, 下棋的宁卫国处理的还行。 听着父亲的夸奖, 宁天豪默默摇了摇头, 爸也真是的, 突然就要垂帘听证, 把自己当作刚入行的新人一样, 事无巨细地讲解。 一个小小的西关大巫, 有必要那么重视吗? 不过, 想着好不容易让父亲再次关注家族企业, 宁天豪也只有默默忍受了。 另一边, 白维德收到消息, 顿时冷笑不已。 既然宁家的底线是不超出估价的二十, 那自己能坑的就有多了一点了。 他立即给下属发了条消息, 宁家的底线是不超出估价的二十, 我们的那三十套西关大巫赶紧把价钱控制在这个范围内。 另外, 找个机会将这件消息曝光, 我要让所有西关大巫的主人都知道宁家的底线。 只要所有房主都涨价二十, 宁家和王家应该得多出个近千亿吧。 平白无故多出一千亿, 就算是宁家和王家分摊, 那也是一笔巨款。 更何况, 除了这个, 白维德真正的后手, 其实是自己早就联系好了的那三十间西关大巫房主。 觉得事情没什么漏洞后, 白维德叹了口气。 说实话, 退出合作时, 白维德还有些心痛。 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让钱生钱的机会, 太难得了。 第197章, 天价回购祖宅。 不过, 想到自己已经有了洛克菲勒财团提供的100亿美金, 白维德还是坚定了决心。 这个项目, 说到底只能让白维德赚钱, 并不能给白维德掌控的那些产业带来助力。 他本来的打算就是靠这项目赚点钱, 然后将钱投入随拍和别的产业, 形成良性循环。 无奈企鹅突然入场, 扰乱了短视频领域的生态, 逼迫白维德不得不投钱抗衡。 又恰好, 白维德没啥钱了, 只能通过出让利益换取洛克菲勒财团的帮助。 有了这100亿美金, 白维德自然也看不上王家和宁家合作的项目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了。 本来项目中赚的钱就是用来对付宁家的。 因为这100亿美金, 白维德让出了5的利益, 要是拿到了钱还不能加快发展, 那可真是亏大了。 索性直接舍弃项目的利益, 趁这次机会看看能不能给宁家造成麻烦。 如果能趁此机会让宁家陷入麻烦, 白维德名下的地产行业也能趁机吸收宁家的资源快步发展。 白维德叹了口气, 这次他真是无奈之下才对宁家动的手, 要怪就只能怪企鹅不按常理出牌。 突然他手机接到了一个电话, 白维德接通后听着对面那人的自我介绍, 脸上一洗。 埃瑞克先生, 您准备好了吗? 嗯, 对, 您按照约定将声明登报就行了。 嗯, 事情成了, 您会成为洛克菲勒财团的朋友。 挂断电话后, 白维德脸上笑意更深, 本来以为埃瑞克先生要等半个月才能帮到忙, 没想到洛克菲勒财团的面子这么大, 昨天预约好的, 今天他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这次不再是双管齐下, 而是三管齐下了。 就不信, 您家一个也不接。 宁总, 您看这个消息, 办公室内, 陈秘书将一份报纸递给宁天豪。 不用陈秘书指出是哪里, 宁天豪就看见了报纸最显眼的标题。 海外华侨归国认清, 天价回购祖宅。 宁天豪继续向下面看去。 报纸报道的大义, 就是有个叫艾瑞克的马来华人, 为满足父亲生前的心愿, 特地来到华国, 希望能回购祖宅。 为此, 他愿意出一百亿, 只求有人或公司能将祖宅的所有产权转给他。 祖宅的位置, 恰好是在宁天豪之前圈中的三百家西关大屋之间的一家, 还是接受了宁天豪价格的一百五十家之一。 若是按照收购价十七亿来看, 只要这个项目搞成了不算税收, 宁家可以净赚八十三亿。 饶恃宁天豪身价千亿, 也不免对这有些动心。 不过, 宁天豪毕竟不是什么矛头小子, 他很快看了看报纸上介绍的艾瑞克先生的资料。 亚轩石化公司的总裁, 看着这个艾瑞克的身份, 宁天豪忍不住惊讶出声。 亚轩石化, 那可是马来那里最大的石油公司和沙特某国关系莫逆, 一直操持着马来附近多个国家的石油买卖。 官方公布的市值, 一千亿美金起步。 但这位总裁, 身价据说就有近四百亿美金。 宁天豪看了陈秘书一眼, 陈秘书知道宁天豪的意思, 回到, 宁总已经证实过了, 确实是他, 他是在马来那边登的报, 被国内某媒体知道了, 转发过来的。 宁天豪点了点头, 陈秘书跟了自己这么多年, 用起来针顺手, 自己一个眼神, 他就知道自己要问什么。 他退休时, 送他零, 三十七的股份养老八。 挥了挥手, 让陈秘书退下, 宁天豪赶紧从桌下拿出手机, 爸, 这是你怎么看? 宁卫国手持一子, 久久未下, 两久, 才叹了口气, 小心有诈。 宁天豪笑了笑, 爸, 你放心好了, 这是我有分寸。 宁卫国落子后, 突然有些想毁气, 又说道, 对了, 常常说, 小天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宁天会带小天去你公司, 跟着你搞这个项目。 女婿要来? 宁天豪愣了一会, 产这块, 你总不能比我还强了吧? 宁天豪知道, 影天和一居的合作, 是指头前等着分红的。 小子, 明天,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你要学的, 还多着呢。 宁天豪嘴中喃喃道, 你小子嘀咕些什么呢? 宁卫国诧疑问道, 没什么, 没什么, 虽然小天去你, 那就是看看, 但你要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先问问他, 这孩子年纪虽小, 懂得可不少。 宁天豪郁闷了。 第198章, 陈秘书是间谍。 第二天早上, 宁叔叔, 早上好。 影天站在宁天豪办工作前, 灿烂笑道。 宁天豪点了点头, 看了看自己的女儿, 又看了看影天, 问道, 大致情况, 你们也清楚了吧? 今天, 我就准备西关大屋现场看看。 嗯。 影天自然同意, 宁长也立即像是小鸡灼米般的上下点头。 宁天豪看着桌上, 还有不少文件要过目, 想了想, 啊, 常常, 你带着小天到公司转转吧, 我马上忙完。 宁长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拉着影天跑了出去。 一关上办公室的门, 宁长就埋怨道, 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到这里来玩啊? 影天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这不是前天听着王指宁说了这个项目, 心中有些好奇吗? 影天知道宁家即将面临危机后, 就一直打算插手看能不能帮助宁家解决这次困难。 因此, 影天找到了宁卫国, 提出了想要到老丈人公司里学习学习。 起初, 影天考虑到宁长正在经手拒杀仇的事, 一天到晚忙得不见人影, 就没喊他, 打算自己一个人过来看看。 但没想到的是, 宁长知道后, 坚持要陪着影天过来。 因此, 就有了现在两人一起出现在公司的画面。 宁长牵着影天的手, 将他带着逛了大半个公司。 影天这还是第一次来到宁家这间最重要的公司, 华海地产。 对这里, 影天还感到有些兴起。 华海和一居大同小异, 除了公司面积更大, 员工人更多外, 经营结构其实和一居看着差不多。 如果不知道两家公司的实力, 很容易分不清那个更强。 逛完了后, 宁长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又带着影天到了宁天豪的办公室。 两人进来时, 办公室内还有一个人。 宁长看见宁静站在自己父亲桌前的陈秘书, 顿时喊道, 陈叔叔早上好。 影天顺着宁长的视线看过去, 看到陈秘书的资料后, 身形异顿。 这个陈秘书身份背景那一栏, 显示的赫然是白家管家。 难道说, 这个人来宁家公司前, 曾是白家的管家? 不, 影天突然惊醒, 身份背景一般都会显示一个人现在的身份, 也就是说, 这个陈秘书现在就是白家管家。 宁天豪用一个被人家族的人当秘书。 影天眯起眼睛, 看向宁天豪。 他的心声告诉影天, 他很信任陈秘书。 影天的眼神有些古怪了。 陈秘书看见有人推门, 又听到了宁长的问候。 当即笑道, 是宁长啊, 好久没见你来公司看你罢了。 唉, 宁长有些不好意思, 最近工作有些忙, 而且, 每天回家就能看见, 没必要来公司看。 呵呵, 陈秘书笑了笑, 又看向影天, 这位是, 他表面上一副不认识影天的样子, 心中却在想, 这就是白嫂爷要重点关注的人。 这是我男朋友, 他叫影天。 宁长将影天推到自己身前, 介绍道, 影天也是朝着陈秘书和善地笑了笑, 陈叔说好, 嗯, 一表人才和宁长站在一起, 倒也像是一对金童玉女, 你们聊,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陈秘书乐呵呵地夸奖道, 顿了顿, 他又转过身对宁天豪说道, 宁总, 那我先下去了。 嗯, 宁天豪点点头, 等到陈秘书的身形消失在办公室门附近后, 才对影天宁长说道, 咱们走吧。 说完, 自己带头向着电梯走去, 宁长正想走, 忽然看见影天站在原地没有动, 忍不住拉了拉影天, 想什么事呢? 咱们走吧。 影天回过神来, 笑了笑, 拉着宁长向着外面走去。 经过转角时, 影天不经意地回头, 看了一眼沉迷书, 只见他正一脸笑容地目送三人下去。 宁天地产公司休息室, 此时聚集了近十个人, 初看可以发现, 这些人大致分成了四个团体, 他们闹哄哄地炒作一团, 其中, 有戴着眼镜, 一副斯文打扮的男人, 也有露出膀子, 说着方言的汉子, 还有抱着两娃, 哄着孩子的妇女, 以及眼睛一直转六个不停的老农。 叔, 不论以前咱们为了家产闹得怎么样, 金哥呀, 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您到时候可不能不帮您亲侄子。 斯文男说道, 俺小得咧, 你放心好了, 叔再胡托, 也不会帮着外人坑咱自家人。 汉子满不在乎道, 妇女则是一边哄娃, 一边唠叨, 俺那苦命的男人哦, 还是没撑到拆迁。 老农搭扒两口汗烟, 我那哥哥的房子, 可不能随便就被几个钱骗走了。 第199章, 祸水东瓶, 爷爷, 他们老板来了。 突然, 老农身边一个约莫十来岁的孩子, 惊喜叫道, 众人闻言纷纷看向门口, 只见侯俊杰脸色阴沉地站在那里。 虽然侯俊杰脸色很不好看, 但在场这些人, 可不会因为这个就放弃自己的利益。 后生仔, 来这么慢, 是不是以为我们好欺负? 后老板是吧? 看您似乎很不想和我们见面的样子, 别忘了, 我们河头还没签呢。 莫想磕我男人的钱。 唉, 可怜我一把老骨头在这等了两个小时, 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倒在这了。 看着围了过来的众人, 侯俊杰心中暗骂了白维德几遍。 白维德个狗娘养的, 艾瑞克出场了, 又不说一声, 我这边房子还没买呢。 不过, 想到自己还要仪仗这几人去坑您家, 侯俊杰只得压下自己的脾气。 大家安静, 安静, 我刚刚有点事, 实在奋不出身。 抱歉, 有什么事, 大家可以和我提。 那一大家子顿时后退一步, 将斯文男人留在了侯俊杰面前。 他们早就商量好的, 由家族里学历最高的人代表他们谈判, 其余人则旁听, 一旦有不满足自己心意的条件, 可以当场提出来。 斯文男冷笑一声, 你们不看新闻的吗? 我家宅子有人愿意出一百亿去买。 那又怎么样? 侯俊杰明知顾问, 心中十分厌恶面前这几人。 你们不加价吗? 宅子现在值一百亿, 你们还是只愿意出二十三亿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不用谈了。 斯文男自信道, 对, 加钱, 不然我们就自己卖给那个什么艾瑞克。 加钱, 加钱。 斯文男说完, 他那几个亲戚又赶紧附和道。 停停停。 侯俊杰吼了声, 才将众人的分贝压了下来。 你们有什么资格自己骂? 别忘了, 你们那宅子, 还有个产权人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 众人文言纷纷净声。 见自己的话有了效果, 侯俊杰趁热道, 我告诉你们, 这房子, 你们要是不卖给我们的话, 是没有人愿意收的。 就算你们直接找到艾瑞克先生, 他也不会收购一间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 妇女率先退缩了, 要不咱们就同意了吧? 二十三亿, 也不少了。 他还没说完就被中年汉子打断了。 嫂子, 你别说话, 斯文男音沉着脸沉撕了会, 说道, 不行, 你们必须加价, 不然, 我们宁可不卖。 老农想了想, 也是说道, 我那小弟还不知道是不是活着呢? 要是他死了, 谁会来闹事? 而且, 我们完全可以收五分之四的钱。 要是小弟回来了, 再让艾瑞克把他的那份给他就是了。 对, 妇女见自己这两亲戚说得在里, 赶紧换了个口风。 你们, 侯俊杰几次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却还是把嘴闭上了。 快点, 要么加钱, 要么我们自己联系那个艾瑞克先生。 斯文男催促道, 你们等着, 我们要开会谈论讨论。 侯俊杰最终还是决定联系白维德。 在他心里, 这事完全就是白维德没有和自己打招呼导致的。 走到一处无人的位置, 侯俊杰拨通了白维德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后少爷, 什么事? 白嫂, 艾瑞克登报你怎么不和我们事先通通切? 白维德一愣, 问道, 怎么了? 侯俊杰带着气, 将事情讲给了白维德听。 白维德了解始终后, 感到有些牙疼。 艾瑞克是白维德和侯俊杰谈好两天后才发的新闻。 白维德也是想着, 收购一间西关大屋这种小事, 就算雨天是个坑壁, 两天也能搞定吧。 买到后, 艾瑞克出价再高, 也和原主人没关系了。 没想到的是, 雨天两天都没办成就算了, 现在反倒责怪自己起来了。 你们怎么那么慢? 白维德皱着没问道, 还不是这间房子的产权不明, 我们想压压架。 产权不明, 产权不明。 白维德嘴里念叨着这四个字, 突然眼前一亮。 和雨天地产本来的打算, 不就是准备收购一间西关大屋后, 将产权分为多人, 转让给宁家时, 故意藏着一两个吗? 这下好了, 不用自己和雨天地产找演员, 他们直接就可以本次出演。 虽然不是自己人用着不放心, 但听侯俊杰的描述, 白维德觉得, 只要肯出钱, 这四家也能为自己所用。 想到这, 白维德赶紧说道, 后少爷, 你去问问他们, 想不想赚更多的钱? 第二百章, 涨价。 想着白维德心的计划, 侯俊杰皱了皱眉。 这个计划能解决眼下的问题, 但让休息室里的那几人去做, 不靠谱令说, 关键是雨点拿不到实际的好处。 本来, 如果雨天地产拿下了这个计划好的西关大屋, 再找人高价转给宁家的话, 可以赚他个几十亿。 但现在让西关大屋的原主人去做, 雨天就拿不到这笔钱了。 想了想, 侯俊杰还是忍痛接受了这个建议。 孰重孰轻, 侯俊杰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想了一下措辞, 侯俊杰挤出笑容, 再次向着休息室走去。 虽然说服了自己, 不过一想到外面那几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拿到那一笔钱, 侯俊杰还是有些酸。 车队在一个老胡同口停下, 被保镖围成一圈的宁天豪下车后, 指着胡同里的几间屋子道, 小天, 常常, 这就是我们准备开发的西关大屋。 颖天看过去, 只是觉得就是普普通通的老房子而已, 没多大感觉。 倒是宁常一脸感叹, 四处扫视, 有些目不暇接。 这次出行, 颖天豪是准备去看看几个已经谈得差不多的户主, 能签合同就直接签。 很快, 陈秘书的助手领着众人到了第一家。 颖天看了眼助手, 是自己人。 助手敲了敲门, 不一会, 有人过来开门。 门后探出一个小孩的脑袋, 左右张望了下, 似乎是被这么多人吓到了。 不过, 看见助手后, 他还是认出了来者是谁。 认出是谁后, 小孩喊道, 爸爸, 送钱的又来了。 颖天豪听着这个小孩的称呼, 忍不住皱了皱眉。 很快, 一个脚步小跑过来, 直接把门大开, 同时说道, 不好意思, 小孩不懂事, 您不要在意。 颖天豪这时, 患上了职业笑容, 没事, 没事, 童言无忌吗? 护主笑了笑, 将助理, 颖天豪, 宁长, 颖天赢了进去, 聊了会天, 颖天豪扬了扬手。 我们这次来, 也是想着顺便把合同签了, 早点把钱给你们。 助理立即拿出一份合同递了过去, 护主接过, 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那个, 不好意思, 原来的假的话, 我有些后悔。 颖天豪愣了会, 为什么? 村里都在说, 你们给咱们的钱比市价少了一点, 咱们的价再加二十, 就差不多不会亏很多。 谁说的? 颖天豪脸色一黑, 自己和陈秘书说过的话, 怎么全村人都知道了? 颖天看着两人的心声, 叹了口气。 这个机密, 很显然就是陈秘书泄露的, 护主的心声是看来他们说的没错。 而颖天豪仅仅只是怀疑了一瞬, 就自己挠不出了一个原因。 陈秘书给别家加价的是被传开了, 他们一分析, 刚好得出了这个二十的结论。 这样的话, 陈秘书犯的错,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颖天看着颖天豪心声的转变, 简直比变脸还精彩。 之前, 颖天还在想着该怎么揭穿陈秘书的身份, 直接告诉颖天豪, 找到陈秘书的把柄。 现在更加认识到陈秘书在颖天豪心中的地位后, 颖天推翻了之前的所有打算, 准备另想个办法。 颖天豪又和护主谈了几句, 见护主油颜不敬, 叹了口气。 所有人都长二十的话, 颖家和王家要多出近千亿, 这显然是不能答应的。 反正这事也不急, 大家就耗着吧。 朝颖天和宁肠舌的颜色。 颖天豪示意助理去下一家, 他真的不幸全村人都会涨价。 一家又一家, 颖天豪越来越绝望。 他隐隐有种感觉, 有人将这些护主联合了起来, 齐心想向宁家要钱。 走到下一家, 助理介绍道, 老板, 这家当初谈的时候, 价钱就是高出了二十的。 颖天豪点点头, 已经高出了二十的话, 这家人要是在家前, 自己转身就走。 心中这么想着, 颖天豪让助理敲了敲门, 护主很快过来开门, 热情地将众人迎接了进去。 这一家倒是出奇的好说话, 本来谈好的钱再加二十, 颖天豪不愿意, 但要是本来就谈的是加了二十的, 颖天豪就比较能接受了。 聊着聊着, 颖天豪又拿出合同, 想让护主赶紧签约。 护主眼前一亮, 接过合同, 装模作样地看了看, 就打开笔帽要写上名字按上手印。 可就当他笔尖要落到合同上时, 护主一看, 不让自己签字的, 赫然就是那个和宁老板一起进来的年轻人。 第201章, 一个陷阱都不踩。 宁老板? 这是? 护主没有和颖天交谈, 而是转问颖天豪。 颖天豪看向颖天, 问道, 小天, 什么情况? 颖天抬起护主的左手后, 抽出合同, 翻了翻, 笑道, 您叔叔, 这间西关大屋, 只有这一个护主。 颖天豪看向助理, 助理虽然是第一次见颖天, 但他知道宁肠的身份, 看颖天与他关系亲密, 也是猜出了颖天的身份。 因此, 他恭敬答道, 老板, 颖少爷, 陈蜜茶的情况, 是只有他一个。 护主脸上带着笑, 静静地看着颖天。 颖天直接问道, 我刚刚和附近几家护主聊了聊, 怎么好像听见有人说, 你和你妻子离婚后, 财产一直没分清。 护主表情瞬间变了, 白维德就是考虑到, 这个护主的私人生活隐秘才选了他。 护主没想到自己出师未竭, 直接被这个年轻人点破了这一点。 宁天豪见护主的表情变化, 也是明白了一切。 哼, 冷哼一声, 宁天豪转身就走, 想签合同的话, 先和你前妻把房子的产权搞清了, 再找我。 颖天对着护主笑了笑, 赶紧跟着宁天豪走了出去。 路上, 宁肠福尔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他有个前妻的? 宁天豪在关注各个护主, 没怎么注意颖天, 信了颖天的借口, 但宁肠一直牵着颖天, 可从未见过他和附近什么人聊过天。 颖天神秘一笑, 宁宁, 你有注意到他家里的那个小田园吗? 宁肠想了想, 有点印象, 怎么了? 他家园子荒废了好久, 而且晾衣杆上有大人和小孩两种衣服, 说明以前家里是有过女主人的。 宁天豪点了点头, 这边的人, 好像女主人是喜欢在家里种些什么。 所以呢? 颖天说得很明白了, 但宁肠没听太清, 还是有些迷糊。 颖天刮了刮宁肠的鼻子, 以前有女主人, 但现在没有, 而且家门前没有贴过碗帘, 你还没想明白吗? 哦, 宁肠脑筋终于转过弯来, 连连点头。 走着走着, 他又惊喜道, 颖天, 你真聪明, 这些细节都注意到了。 是你太笨, 我才不笨, 一家一家的访问着, 宁天豪也是有些心累, 大多数都涨价了不说, 一些自己还可以接受的, 自己那女婿却都能找出问题来。 什么离婚, 什么外面有私生子, 什么有个孩子送了人, 等等等等, 他们隐藏着的秘密, 真是千奇百怪。 宁天豪活了大半生, 经个愣是又增长了一些见识, 虽然有些问题很小, 但终究还是有着风险, 但凡有一个中招, 那就是亏损几十亿的事, 所以宁天豪这一趟下来, 愣是一个合同没签。 虽然事实确实是按照宁老爷子说的那样, 宁天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帮助, 但宁天豪还是有些郁闷, 宁天倒是在一旁偷笑, 自己这岳父似乎是有些盲昏了头, 一有愿意签合同的, 他就迫不及待想去签, 完全没想过, 为什么有人拿捏着价钱, 而这些人都是迫不及待的, 恨不得想将房子赶紧送给他, 得亏自己今天来了, 不然, 这一趟下来, 宁天豪不说亏钱, 至少买下的房子, 都是和别人共同持有的房子, 有些心累的宁天豪想要回去了, 但助理迟疑了会, 指了指下一家, 说道, 老板, 就精神了, 艾瑞克百亿回购祖宅的消息虽然登报了, 但因为主要发在马来那边, 华国这边的大报纸没一个报到的, 大多数普通人还不知道, 所以, 宁天豪和陈秘书用圈重点带着这家, 隐天看宁天豪打雅谜, 忍不住看了一眼他的心声, 了解始末后, 很是震惊了一回, 这世上, 还有人钱多到花一百亿去买一间祖宅, 本来隐天接触到华国三大名居后, 就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一间房子能炒到上千万顶了天, 没想到上面还有几个一几十亿的四合院, 老洋房, 西关大屋, 摇了摇头, 隐天也只当是有钱人的千金难买心头号, 他悠悠向着助理指着的地方看去, 立湾西关大屋0364号, 市值23亿, 占地732平方米, 产权人, 一亿, 刘凤娇43岁, 现居立湾西关大屋0364号, 无职业, 育有一子一女, 二, 杨宇生, 27岁, 现居立湾西关大屋0364号, 爱华公司职员, 三, 杨好伐, 49岁, 现居立湾西关大屋0364号, 农民, 四, 杨建国, 60岁, 现居立湾西关大屋0664号, 农民, 五, 杨兴国, 57岁, 现居江海市蓝天养老院, 退役老兵。 第202章, 来了好多同行, 没有任何意外的, 隐天再次看到了这间房子的所有产权人, 之前所有的住户, 隐天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所有产权人的, 也是靠着这, 隐天成功让宁天豪规避了三十多家户主的陷阱, 收回视线, 隐天看向宁天豪, 刚当宁天豪的心声还是有点累, 要不今天就先回去吧, 但听了助理的话后, 宁天豪又想进去看看, 爸, 这就是那间被一个外国人一百亿收购的房子吗? 宁场左右打量, 没发现这间房子和周围其他房子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嗯, 宁天豪点了点头, 又看了看时间, 还是决定顺到今天去看看, 众人再次起步, 助理习惯性的去敲了敲门, 很快就有一个小孩过来开门, 这个小孩不像先前那个那样, 并不怕声, 学着大人的语气问道,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小朋友, 你家大人在家吗? 我们找他有事要谈, 考虑到这间房子涉及到的利润高达几十亿, 宁天豪一改之前的高冷和蔼道, 你们是来买房子的吗? 小孩一听就懂, 嗯, 你家大人在家吗? 在, 小孩打开门, 你们跟着我来, 四人紧跟起后, 不一会, 小孩将他们带到了会客厅, 宁天豪前脚刚踏进去就愣住了, 宁天侧头一看, 好家伙, 这么多人是哥这集会呢? 只见房间内四五成团的分成了七八个人堆, 宁天看着他们的心声心中了然, 无疑, 这些人全是为了这间能卖出一百亿的西关大物而来的, 宁天豪看见了不少熟人, 愣了会后, 挤出笑容道, 老方, 老红, 你们也来了, 老方和老红与宁天豪关系不错, 见宁天豪来了, 笑着打了打招呼, 表情也没多大变化, 似乎是对宁天豪也会来丝毫不敢意外, 除了这两人外, 另外无伙人倒是警惕地看向了宁天豪, 这些这是与宁天豪并不熟悉或是有仇的房地产商, 看见宁天豪来了, 他们像是如临大敌似的, 眼神中带有几分防备, 无他, 宁天豪作为魔独首富, 值得他们如此重视, 小孩领着四人到了一处空旷的角落, 又吃力地搬来了几间凳子, 这才说道, 你们先等一会, 我哥正在和一家商谈呢, 轮到你们时会叫你们的, 宁天豪笑着坐下, 转身面对影天和宁肠时, 他的脸色却一下子沉了下来, 没想到这些人鼻子这么灵, 一下子就找到了这家, 宁天豪也是通过陈秘书泄露的消息才知道, 艾瑞克的祖宅就是这间, 没想到这里其他几家也搞到了这个秘密, 实际上, 他们在宁家规划好的地盘上抢房子, 本身就有点不合规矩, 但几十亿的利润在眼前, 这些人也只能装作不知道这件事, 装傻充乐, 宁天豪现在有些庆幸, 又有些宁仲, 庆幸的是, 还好自己今天来了, 不然, 万一户主顶不住诱惑, 这一百亿的西关大屋就与宁家无缘了, 而且, 宁天豪一想到自己刚刚差点就没进大门直接回家, 就忍不住想给自己两巴掌, 宁仲则是因为多了这么多竞争者, 价格会高尚不少不说, 搞不好自己还抢不到, 宁叔说, 别担心, 我想, 只要护主眼睛不瞎, 就知道这里谁能给出的价钱更高, 隐天安慰道, 嗯嗯, 大不了, 我们就少赚点, 宁厂也是连连点头, 宁天豪笑了笑, 对, 赚多少钱无所谓, 重要的是, 要拿下这个合同, 彰显我们华海地产的实力, 既然来了铜藏, 还是想在自己规划用地上抢资源, 圈内人看了笑话, 隐天装作随意地看了看周围的几个人, 看着他们的心声, 隐天也是大致明白了,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要不是事先考察过这间房子, 宁家还真不一定知道, 艾瑞克说的就是这家, 其他人没接触过, 自然更是不清楚, 但耐不住这家有人主动充当中间人, 自己送到他们门前求收购, 一家知道, 很快就有另一家知道, 现在这里的人还算少的, 等到事情大肆传播开来, 想必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会来, 在场的地产商都是本地的, 因为离得近, 他们来得才这么早, 隐天也不知道, 这家的户主有没有联系外地的地产商, 如果联系了, 那时间拖得越久, 宁家拿下这间屋子的可能就会越小, 就算能拿到, 到时候利润肯定也会被压到极低, 第203章, 贪婪的户主, 而且, 隐天看着屋里这些人的心理价位, 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件西关大屋的实际价值是23亿, 而艾瑞克愿意出100亿购买, 压价越低, 能赚的就越多, 但这里, 有些人能接受的利润额竟然是1000万, 也就是说, 不算税收的话, 他们甚至愿意出99亿9000万来买这间房子, 去赚那1000万的中介费, 虽然1000万也很多, 但放在这个价位就显得很微不足道了, 这些人完全就是想着扰乱市场, 甚至想着的是给宁家天天赌, 很快, 小孩口中那家正在合户主谈的公司从里屋走了出来, 为首的人尹天不认识, 但看了眼他的资料, 尹天突然乐了, 姓名, 侯俊杰, 年龄, 25岁, 宇天地产董事长长子, 特长, 经营管理83, 身价, 100亿, 新生, 宁家来了, 准备接受我的大礼吧, 这就是宇天地产的侯俊杰, 侯俊杰虽然目不斜视, 静直看着自己的座位, 但他的新生暴露了, 他在偷偷关注宁家这边, 尹天则是一直在思考, 侯俊杰新生中的大礼是什么, 侯俊杰出来后不久, 小孩又跑了过来, 认了认, 找到了在宇天地产之后来的一家, 让他们过去和自家大人谈, 侯俊杰看着这一幕, 心中极为恼火, 妈的, 这个杨宇生真是贪得无业, 本来和自己商量好了, 一起坑宁家, 他转身却偷偷联系了这些人, 尹天这才知道, 是谁将自己屋子的消息, 告诉了在座这么多富商, 而且, 似乎宇天还和这家户主联手, 给宁家布下了一个局, 难不成这就是侯俊杰口中的礼物, 尹天想到, 尹天皱了皱眉, 宇天和户主布局给宁家挖坑, 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手段, 尹天估计, 应该还是玩得藏着产权人那一套, 就算不是, 通过户主对宁天地产阳奉阴违的表现, 尹天也觉得, 今天宁家和户主, 恐怕很难达成共识, 见微知著, 户主能和宇天地产谋划好什么后, 转身就卖了宇天, 现在这么多人, 他们也肯定会狮子大开口, 报出天价, 时间缓缓过去, 一个接一个的地产商被叫了进去, 他们出来时, 有的面无表情, 有的则是有些恼火, 有的甚至当场扬长而去, 也有人脸上不动声色, 心中却投笑不停, 很快轮到了宁家, 宁天豪率领众人向着内屋走去, 不一会, 尹天见到了在场的几位当家人, 杨建国, 杨好阀, 杨宇生, 刘凤娇, 尹天数了个遍, 也只在现场找到了这四位产权人, 而数据显示, 这间西关大屋的护主有五人, 尹天回想了一下, 好像还有个是叫杨新国, 他去哪了? 忍住好奇, 尹天看着宁天豪与这四位产权人商谈, 他们似乎是以那位名为杨宇生的年轻人为代表人, 其余三人不轻易说话, 只在有些不了解两人商谈的内容时会出口问问, 很快, 双方谈到了价钱, 不知道魔独首富愿意出什么价, 杨宇生推了推眼镜, 自信问道, 以前, 他们只能在电视上看见魔独首富, 而现在, 魔独首富就坐在他们面前, 而自己已经有了和首富讨价还价的能力, 这让杨宇生高兴不已, 宁天豪想了想, 自己刚刚试探过, 那些人出不出的钱似乎在七十亿左右, 七十六亿, 这是我们的诚意, 宁天豪最终爆出了这个价格, 闻言, 对方三人相互对视了眼, 眼中满是惊喜, 杨宇生倒是无动于衷, 假装沉思了会, 客气道, 好, 请您再到休息厅稍作休息, 容我们考虑考虑, 其余三人的惊喜, 宁天豪看得见, 因此, 他回头朝着颖天笑了笑, 小天, 尝尝, 咱们走吧, 宁天豪已经认为, 这是十有八九能成了, 但颖天看着杨宇生的心声, 轻轻摇了摇头, 这家伙, 胃口可没那么好满足, 几下子就把和宇天谈好的钱翻了几倍, 妇女给杨宇生竖了个大拇指, 他怀里的孩子也是一个劲的骨折掌, 哥哥好厉害, 哥哥好厉害, 憨厚中年人则是挠了挠头, 俺就全听你的, 你要俺咋做俺就咋做, 到时候能多分点钱就行, 老农忍了大半天, 终于等到没有外人进来, 赶紧掏出汗烟, 美美地吸了一口后, 自豪道, 还是宇生有想法, 不亏是读过大学的娃, 这脑子赚的就是快, 没有你, 说咱们要不到这么高的架, 杨宇生很是享受家人的吹捧, 笑了笑, 等会你们按我说的做, 这架还能往上提一提, 第204章, 去找第五个产权人, 回到客厅后, 气氛很是沉默了一回, 在场负伤, 全都心思各异, 想看出别人出的架究竟怎么样, 影天看着他们的心声, 感叹连连, 别看他们表面不动声色, 实际上, 这一哥哥为了这一百亿, 活生生上演了一场宫斗大戏, 各种预测, 预测别人的预测等层出不穷, 全都是老千层柄, 亮了宗人进一颗钟后, 杨家人才终于姗姗来迟, 杨宇生一来就给大家鞠了个宫, 我先给大家道个歉, 各位出的架, 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考虑了很久, 还是做不了决定, 有口快的富商忍不住问道, 你们挑一个顺眼的, 或者选一个架最高的不就行了, 杨宇生歉意地看了眼这位富商, 我们也不全是为了钱, 我和我这几个家人都想的是, 能将房子交给一个最重视这间屋子的人, 毕竟, 我们在这都住了几十年, 有了感情, 众人都知道, 他这是在说些漂亮话, 都没当真, 那你说究竟怎么办, 总不能你们一个都不选吧, 口快富商有问道, 在这磨了快两个小时了, 他真有些坐不住, 杨宇生假装沉思, 许久才将自己早就想好的提议说了出来, 要不, 在座各位将自己价位重新写一次, 我们从中挑出最高的哪位, 将房子转让给他, 当然, 这个钱不能低于刚刚的最高价76亿, 76亿, 在场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想知道到底是谁第一次谈, 就许诺如此高价, 怀疑无果后, 他们又开始思考这个建议, 在场都是人惊, 能看出, 户主这是想让大家玩玩竞标, 明天豪倒是有些生气, 自己出价最高, 你不卖就算了, 还用自己的底价来激发大家的好胜心, 而且, 你现在能玩竞标, 谁知道, 你等会会不会玩竞牌, 自己一个身价千亿的老板, 现在要受你的气, 不过, 生气归生气, 明天豪还是理智地接过纸张, 开始思考填上什么价格, 明天左右看了看, 富尔清声道, 明叔叔, 我觉得83亿就差不多了, 明天豪文言点了点头, 最终, 还是填上了82亿, 这是他凭着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给出的价格, 想必考虑到税收, 另外几家也差不多会填这个数字, 明天没想到明天豪这个自信, 忍不住叹了口气, 果不其然, 等到该公布中标者时, 杨宇生又是一脸为难, 万分荣幸能得到两位老板的抬爱, 他们愿意出82亿收购我家的这个宅子, 但, 这到底卖给谁, 我很为难, 明天豪后悔的锤祖岛兄, 这次, 要是听影天的, 是就成了, 杨宇生为难了一会, 又提到, 我这一下子, 抉择也很难, 要不, 大家给我几天的时间好好想想, 等我决定卖给谁后, 我会告诉大家的, 你, 很快, 有富商气愤地指着杨宇生说不出话来, 大家都不傻, 自然能看出他这是故意抬价, 杨宇生自时有着宅子, 丝毫没有惬意, 这人不买, 自然会有另外的人买, 要不是杨家试过多种方法, 都联系不上艾瑞克先生, 他们早就自己卖了, 那还会让其他人占便宜, 因此, 杨家人抱着这种心态, 想要把价钱无限逼近100亿, 而且, 虽然决定找个有地位的中间商, 但杨家还是没放弃联系艾瑞克, 只要联系上, 他们就敢公然反悔, 自己去卖, 那个, 我问一下, 你们这间房子的产权, 就在你们四人手上吗? 就在众人还在思考时, 尹天突然问道, 当然, 嗯, 尹天假装回忆道, 可是我附近的人说, 你家是不是还有一个老先生, 当年去当兵去了, 杨宇生没有丝毫慌乱, 没错, 但我三爷爷当年去了后, 没能在战场上活下来, 而他老人家一生没有儿女, 尹天心中一顿鄙视, 你三爷爷在疗养院活得好好的呢, 你现在就招人家死了, 哦, 行, 尹天客气道, 转身, 尹天却直接拉着宁天豪和宁常出了门, 杨宇生还在后面提醒道, 如果您还对我这宅子感兴趣, 可以私下联系我们, 宁天豪有些不明所以, 走到外面后, 停下了脚步, 小天, 怎么突然拉着我们走? 宁叔叔, 赶紧派人去江海市蓝天养老院, 找一个叫杨兴国的人, 他也是这间西关大屋的护主之一, 宁天豪身形一致, 想问问尹天是怎么知道的, 最终却没问出口。 第205章, 不花钱拿到产权, 下一秒, 宁天豪就想给陈秘书打电话, 安排这件事, 宁天看了眼, 赶紧拉住了宁天豪, 宁叔叔, 这是您另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办, 先别找您那位陈秘书。 宁天刚刚让宁天豪去江海市蓝天养老院, 一时没想到过宁天豪会让谁去, 还好老丈人是当着自己面安排的事情, 让自己阻止了他联系陈秘书。 而宁天豪听完, 又是一愣, 他怎能听不出尹天话中的意思? 沉默了会, 宁天豪说道, 行, 我另找一个, 这是他对尹天的认可。 可能宁天豪心中还是对陈秘书没有任何想法, 但此时他还是选择采用尹天的建议。 毕竟, 尹天是自己准女婿, 没道理会坑自己。 就算被坑, 也就一百多亿的事, 宁天豪也说得起。 尹天看得出宁天豪的心声, 想了想, 道, 宁天豪说, 您可以先让人联系杨新国, 事情成了, 您再告诉陈秘书, 不过, 那时候您给在杨新国那安排些人, 看是不是有人在您下了命令后去找杨新国。 宁天豪点点头, 没说话, 但尹天知道, 自己这老丈人见自己说话这么肯定, 心中已经隐隐有些动摇了。 江海市, 一名公司高层看着导航, 停在了一家名为蓝天养老院的牌前。 名字确实是这个, 他赶紧停下车, 准备进去, 经过安保时, 有人拦住了他。 干什么的? 高层讨好的笑了笑, 那个, 我来找一个叫杨新国的老人, 找杨老头。 保安一听, 狐疑地看了看面前的这个人, 你找他做什么? 真的有这个人? 听着保安的语气, 高层心中一喜, 当即解释起来。 许久, 他终于见到了杨新国。 知道高层的来意后, 杨新国拿出了一份遗嘱, 上面的大意是死后, 历弯的屋子留给小儿子杨新国, 田权分给杨建国, 家里值钱的宝贝留给杨友国。 高层看完, 心中一惊。 什么? 他有当初的遗嘱, 还说不要钱。 宁天豪办公室内, 隐天看着老丈人惊讶的语气, 忍不住看了看他手中的电话。 很快, 电话那头的人说的话, 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在了隐天眼中。 文字包含宁天豪从接电话到现在, 对方说过的所有话。 宁总, 好消息, 这个杨新国真的是那间西关大屋的一个户主。 而且, 他手里有他爹当实力下的遗嘱, 说那间西关大屋归他。 他不要钱, 他想让我们每年捐助他那间疗养院, 帮他请人照顾那几个战友。 还说, 他那几个亲戚的话, 给他们一个衣食无忧的钱就行了。 看完, 隐天也是不禁心中生起了一丝敬佩。 昨天宁天豪派人去时, 明确说过, 要告知对方价格。 也就是说, 这位叫杨新国的老人, 是知道他这间房子能值一百亿的。 而现在, 他竟然一分钱都不要, 愿意将房子的所有产权转让给华海地产。 而条件仅仅只是捐助疗养院, 帮他那几个战友安度晚年, 以及让自己的亲人衣食无忧。 这种胸怀, 隐天自认自己学不来。 明天豪挂断电话后, 猛逼了许久, 才悠悠叹了口气。 转身, 他对一脸期待的女儿说道, 事情成了, 预计花费, 不会超过两个亿。 随后, 他将事情完整地给宁长讲了一遍。 两个亿, 宁长惊呼一声, 旋即看向颖天。 颖天, 你是怎么知道杨兴国爷爷是在那? 他竟然还有房子的全部产权。 宁天豪? 这是, 小天就是出了个主意, 成功完成, 还是我执行得利啊? 你怎么就不夸夸你老爸呢? 没理会宁天豪的郁闷, 宁长直接给了颖天一个拥抱。 颖天倒是说道, 我就是喜欢多思考, 这是, 还是宁叔叔的手下给力, 成功完成了任务。 宁天豪点点头, 嗯, 他这一下帮我省了七八十个亿, 回来, 我得好好奖励他。 顿了顿, 宁天豪又说道, 小天, 等成功拿到了产权, 我就让陈秘书再去跑一趟吧。 他迫不及待, 想让陈秘书证明自己的清白。 颖天沉思了会, 摇了摇头, 宁叔说, 咱们虽然拿到了房子的产权, 但艾瑞克那边, 我们还是得先沟通好。 怎么? 你怀疑艾瑞克会事后变卦? 嗯, 颖天点了点头, 侯俊杰的大礼, 颖天可一直记着呢, 万一这个艾瑞克也是他们派出来的呢? 虽然宇天地产指使不动, 但如果洛克菲勒财团想让一个马来油商出面, 那可再简单不过。 第206章, 艾瑞克来华, 宁天豪沉吟了一会, 点头道, 也是, 这种涉及到一百个亿的事, 必须提前做好防范。 说完, 他又被一个下属打了电话, 让他负责去联系艾瑞克。 这次, 宁天豪主动的没有没有选择让陈秘书去办这件事。 很快, 宁天豪就收到了答复。 宁总, 艾瑞克先生今日有来华国的打算, 到时候, 他会在摩都花旗银行开一场记者见证会, 内容就是关于回购祖宅。 颖天听着, 眯起了眼睛。 艾瑞克主动要来华国, 也不知真的很重视祖宅的回购, 还是说这是他特地演给宁家看的。 不过, 无论如何, 宁家都要去争取这个一百亿的单子。 毕竟, 费了这么大力气搞到了产权, 要是卖不出去, 那可就尴尬了。 宁天豪得到消息不久, 艾瑞克公司也很快发布了新闻, 虽然国内对这位马来富商了解不多, 不过, 还是有很多报纸同步报道了这件事。 很快, 助理又接到了杨宇生的电话。 他接通后, 说了两句, 就把手机递给了宁天豪。 宁总, 这位杨宇生想要和您聊。 哼, 宁天豪还记着杨宇生那副出尔反尔的姿态, 冷哼一声, 接过手机。 什么事? 杨宇生没意识到宁天豪态度的变化, 笑了笑, 宁总, 想必你也知道, 艾瑞克先生后天将会来到华国吧。 嗯? 您之前出价是82亿, 今天爆出艾瑞克要来华国后, 又有很多地产商联系了我, 最高的, 愿意出95亿收购我家的房子, 但当初愿意出82亿的, 只有您和宇天, 我这就是寻思着, 要是您愿意出价更高, 这宅子我就转给您了。 没等杨宇生说完, 宁天豪就冷声打断了他。 不用了, 自己已经拿到房子的全部产权, 要不是艾瑞小天还想用这试探一下陈秘书, 自己早就找人去收回房屋使用权了。 哪还轮得到, 你现在在这神气? 至于会不会有同乡被骗, 将钱转给了杨宇生, 那就不是宁天豪在乎的了。 啊? 杨宇生还想说些什么, 宁天豪却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听着盲音, 杨宇生脸色一黑。 这个宁天豪, 是不想赚这笔中介费了吗? 宇生, 沈就想不明白了, 既然那个老外来了咱这, 咱们自己将房子卖给他不行吗? 何必要让外人赚一笔? 妇人抱着娃问道, 汉子和老农也是连连点头, 他算是问出了大家的心声。 杨宇生摇了摇头, 就靠咱们, 可能连那个艾瑞克的车都靠近不了, 这件事, 宇生脸色也是有些古怪。 一开始说要买自家宅子的人是他们, 但现在利润变高了后, 宇天反而不想买了, 而是一心想要让自家将宅子卖给宁家。 他们乃知道, 这从头到尾就是宇天给宁家设下的一个局。 其实, 杨宇生心中也隐隐有种猜测, 不过, 他不愿多想就是了, 当务之急, 是赶紧将祖宅高价卖出去。 他们不用考虑, 我们现在能卖给宁家就卖给他们, 实在不行, 就从那天的几个富商中挑一个算了。 得到艾瑞克会来魔独祥谈关于祖宅的事后, 宁天豪想了想, 说道, 既然艾瑞克的是确定了, 那咱们就赶紧让陈秘书去联系阳光疗养院的杨兴国吧。 其他人还真没陈秘书用的顺手, 宁天豪迫不及待地想洗清陈秘书。 没了他, 宁天豪就像断了一臂一样, 隐天沉思了会, 赶紧将陈秘书赶出公司, 也是件好事。 而且, 只要计划好派陈秘书去找杨兴国的时间, 是可以在宇天地产发现之前将房子转给艾瑞克的。 隐天点了点头, 行, 您准备怎么安排? 就像你说的那样, 先派两个自己人去混进去, 然后密切注视杨兴国接触的人。 如果, 后面几天他第一个接触到的是我们的人, 那陈秘书就是无辜的。 至于, 如果杨兴国后面接触到的第一个人不是自己人, 宁天豪不愿意说, 但真要发声了, 宁天豪也不会像个没事人一样。 见父亲去安排一切, 宁长贴在隐天身旁问道, 陈叔叔真的是别的公司派来的吗? 隐天笑了笑, 希望不是吧? 这次, 就看陈秘书能不能坚持不暴露了。 杨兴国吃面时, 突然看见新来的那个南护工一直看着自己。 怎么了? 没事没事。 南护工咧嘴一笑, 露出洁白的牙齿, 说, 我就是想知道您牙垢怎么还这么好。 我家那位, 牙齿都快掉霉了。 杨兴国一下就来了兴致。 我和你说, 这人老了, 平时就要多。 第207章, 记者会。 艾瑞克先生, 请问您到访华国, 是来办什么业务的吗? 艾瑞克先生, 请问您的前女友和您分手的愿意, 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吗? 艾瑞克先生, 花旗银行门外, 一众记者早早等候, 拦住了暗示到来的艾瑞克。 艾瑞克听着这些记者的问题, 一言不发地往前走。 他的保镖们, 则尽职尽责地推开了所有记者, 给艾瑞克轻出了一条路。 艾瑞克走到玻璃门外后, 回头看了眼, 一个近王里几的记者们, 向着助理试了意。 助理顿时大声说道, 艾瑞克先生这次来华, 主要目的就是回购祖宅, 其余不相干的问题, 我们是不会回答的, 请各位不要问一些与祖宅无关的问题。 看着那边闹哄哄的一团, 尹天嘖嘖两声, 摇了摇头。 这家伙, 出门的仗势比马云还大。 尹天还记得上次马云请自己吃杂酱面时, 虽然也有很多保镖, 却没这么显眼。 吃完完, 周围几家商店甚至还不知道 华国首富曾在隔壁吃过饭。 尹天豪笑了笑, 艾瑞克在马来卖石油, 不知有多少同行羡慕嫉妒, 他这要是不保护好自己, 恐怕随时都有可能被暗杀。 尹天一琢磨, 也觉得很有道理。 这么想的话, 还是华国好啊。 等到所有记者都被安排进去后, 尹天豪才和尹天宁肠缓缓下车。 没办法, 尹天豪作为魔独首富也算是个名人, 而且他今天没带太多的保镖, 要是像艾瑞克那样光明正大的出现, 恐怕不一会就会被堵在外面。 不一会, 众多大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 他们对视一眼, 皆是能理解互相的想法。 同时, 他们没有地叹了口气, 这在自己的地盘, 被一个外国人从场面上压了一头, 还真有点恼火。 作为富了很久的大佬, 他们大多明白财不露白的道理, 很少在外招摇。 要是某个网红出现在这, 可能排场就能和艾瑞克一较高下。 众人齐聚, 联系了花旗银行的经理, 从一处侧门走了进去。 会场, 艾瑞克正在当着众多摄像头的面, 做出公示。 今天, 请花旗银行的几位律师和众多记者朋友作证, 我会将一百亿存在花旗银行中, 只要有人能将我家组宅的所有产权转让给我, 花旗银行就会直接将这笔钱花给他。 艾瑞克说完, 正在看直播的网友瞬间震惊了。 卧槽, 这个逼说一百亿就一百亿, 我还以为一百亿是别的国家的货币, 真是人民币啊。 到底是那家祖上有福买了他的宅子? 现在后人不是可以直接享福吗? 我家怎么没遇到这种好事? 我爷爷刚刚告诉我, 我家宅子也是买的别人家的, 可惜那个人现在住在我家对面, 比我家还穷。 听着艾瑞克的话, 尹天和宁天豪同时对视了一眼。 这笔买卖似乎很简单就能成。 这时, 尹天突然注意到, 侯俊杰凑到某个富商身边, 富尔在说些什么。 那个富商, 正是前几天宁天豪喊过的老方。 心中好奇下, 尹天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俩的心声, 不一会就明白了他俩在哪嘀咕的是啥。 原来, 这个老方就是杨宇生口中愿意出95亿的那个人。 杨宇生在宁天豪这边没得到更高的价, 就寻思着找了剩下几人中出价最高的老方。 而侯俊杰知道后, 气得火冒三丈, 又骂不赢杨家那伙人, 只好过来劝老方放手。 这, 真是难为侯俊杰了。 房子还没收过成功时, 白维德就让艾瑞克刊登了生命。 自此, 他们就不得不被杨家牵着鼻子走, 尹天都为他感到憋屈。 不过, 尽管侯俊杰好话说尽, 老方都不愿意将资格让给宁家, 即是因为生意场上无永远的朋友。 而且侯俊杰一直喋喋不休, 也让他有些厌烦。 看着这两位纠缠不休, 尹天拉了拉老丈人。 怎么了? 宁天豪看向尹天。 尹天弄了弩嘴, 诺, 宁叔说, 您那位姓方的朋友似乎想要花95亿买下那间西关大屋的产权。 毕竟, 宁天豪和老方关系不错, 尹天还是选择将事情告诉了宁天豪。 至于宁天豪是准备提醒自己的朋友, 还是等着朋友吃了亏再去雪中送炭, 那就不是尹天该考虑的了。 第208章, 记者会上直接拿走100亿。 宁天豪听完, 乐了。 嘿, 平时老方不险山露水的, 这不声不响, 就想拿下这个大项目。 单纯的宁长也听见了尹天的话, 当即有些焦急。 爸, 你赶紧去提醒一下方叔叔, 别让他被杨家的人骗了。 宁天豪并没有因为女儿的话, 就直接去提醒。 毕竟, 自己要是真和老方说出了这样的话, 可能他还会觉得自己是在嫉妒他。 宁天豪有个更好的办法。 小天, 等会爱瑞克当众把钱赚了后, 你直接上去拿出我们和杨新国的合同 以及杨新国的遗嘱给大家看。 这样, 既能起到提醒老方的作用, 也能让老方不七想八想。 啊? 宁天摇头, 宁叔叔, 这是您公司的合同, 还是您自己来吧? 宁天是真不愿意抛头露面, 自己目前就这样掩藏身份, 挺好的。 小天, 我能这么轻松地拿到这间房子产权, 还不是多亏了你。 宁天豪皱眉假装生气, 还有, 等我们成功将一百亿拿到手后, 我会转二十亿你作为感谢费。 宁天愣了一瞬, 自己这老丈人怎么老喜欢给自己送钱啊? 上次毫不犹豫地就借了一百亿不说, 这次自己只是提出了个建议, 他就要给自己二十亿的辛苦费。 宁天发誓, 自己帮宁天豪真不是为了这些钱, 而是想着让宁家成功度过危机。 宁天还没说话, 宁长就主动替他答应了。 太好了, 咱们有了这二十亿, 就更加不怕企鹅地快看视频了。 宁长惊喜地跳了起来, 宁天豪看着自己女儿的表现, 脸色一黑, 虽然是自己主动提出给宁天二十亿, 不过, 自己女这这迫不及待的样子, 看了还真让人心酸。 女大不中流啊。 不过, 宁天豪还是注意到了女儿口中的企鹅, 他惊讶地看了盐宁天, 自己女婿的事业, 已经和企鹅有了竞争了。 宁天看着替自己做了主的宁长, 有些哭笑不得。 行, 既然您您开口了, 那就我去吧。 说完, 尹天开始等着艾瑞克将钱打入花旗银行的公正账户。 艾瑞克将钱转了过去, 尹天眼见时机到了, 一个翻身上了台。 那么, 我的这一百亿就等着一位信任来拿。 这位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艾瑞克正说着, 突然, 他手机响了, 尹天没给他接电话的机会。 他对着艾瑞克笑了笑, 接着, 杨了杨手上的东西, 不必了。 艾瑞克先生, 我现在手上就有您要的东西。 什么? 看热闹的记者们梦了。 这人在说什么胡话? 艾瑞克愣了一会, 和杉笑道, 这位先生, 您先稍等, 我接个电话。 心中, 他却认为尹天是一个骗子。 白先生都和自己说过了, 这个房子的产权人有一个消失了, 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凑齐产权, 自己这一百亿是不可能有人能拿走的。 等坑到了您家, 到时候自己就会找一个借口将钱取出来, 只会出一些管理费而已。 这种花费极低, 甚至可以说没有, 就能帮洛克菲勒财团做事的机会, 很难得。 艾瑞克已经在心中期待着, 自己的公司在洛克菲勒财团帮助下, 将生意插足北美的美好未来了。 歉意地朝大家笑了笑, 艾瑞克当着众人的面接通了电话。 听着听着, 艾瑞克脸色大变。 什么? 您家拿到了房子的所有产权。 他下意识地看了看那个站在台上, 礼貌地等着自己打打电话的年轻人。 艾瑞克先生, 您电话没再打了吗? 影天见艾瑞克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 故意问道。 心中却是有些庆幸, 这个艾瑞克果然是白维德通过洛克菲勒财团联系到的人。 想不到, 为了坑一次您家, 他们竟然愿意请动一位身价近近400亿美金的人帮忙演戏。 还好是在艾瑞克将前滑到了花旗银行后, 自己才出面。 不然, 恐怕艾瑞克无论如何都不会认账。 但现在, 这么多人看着呢, 料艾瑞克也不敢公开反悔。 果然, 艾瑞克回复镇定后, 笑着说道, 这位先生, 既然能否将您的资料给这几位律师和公正人看看呢? 心中, 他却在期待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是个骗子。 很快, 公正人拍照上传, 联系外面的人对笔遗嘱和杨家当初老爷子留下的笔记, 又让人去查这份转让合同是否真实合乎法规。 众人一起等了两久, 终于, 公正人对着影天笑了笑, 这位先生, 您的文件都是真的, 请问, 您要怎么处理您的这一百亿呢? 我们花旗银行有很多理财产品。 第209章, 陈秘书买战票连夜跑了, 公正人的话, 无疑是压倒艾瑞克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 这不是真的。 艾瑞克扑了过来, 想自己看看这几份文件。 影天一把拉住他, 又取出了几份复印件给他看。 艾瑞克先生, 现在, 原件将作为与一百亿等价的物品被保存, 直到您与华海地产签订转让合同。 不过, 即使您不签, 您的一百亿我们也有权使用。 这是艾瑞克为了显示诚意, 和花旗签订的授权书中规定的内容。 只要有人能带着艾瑞克需求的那间房子的产权来, 花旗银行就有资格不通知艾瑞克, 直接以贷签收的名义收购房子。 艾瑞克没想到, 自己为了能让您家更加相信自己而做出的举动, 现在却成了让自己损失一百亿的原因之一。 不行, 我不买了。 艾瑞克凑近与自己交好的一位公正人。 您签订的协议已经生效, 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尹天等着他们以花旗银行的名义收购了房子, 拍了拍艾瑞克的肩膀。 艾瑞克先生, 您抓紧时间去把房子转到自己名下吧, 赶紧完成您父亲的生前夙愿才是正式。 屁的夙愿。 艾瑞克脸色一黑, 而尹天却已经转身接过公正人递来的银行卡, 无视了还在推销自家里财项目的推销员, 向着下面的宁长招了招手。 下台时, 尹天还不忘给艾瑞克最后到了线。 艾瑞克先生, 谢谢你的一百亿。 全场死计。 等到尹天混入人群, 凑到了宁长身边, 那群记者才回过神来。 卧槽! 艾瑞克刚感叹完, 钱就被别人搞走了。 那个年轻人一直就等着这一刻吧。 谁知道他用了多少钱收购。 我听说, 好像有人曾经出85亿买, 户主都没卖。 那个年轻人呢?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在众人没关注到的地方, 尹天抱了抱宁长, 又看见老丈人对自己点了点头, 赶紧回应。 不一会, 老方也凑了过来。 老宁, 你这, 什么时候的事? 他苦笑道, 就在刚刚来之前, 他还在和杨家的那群人讨价还价呢。 谁知道, 这下一秒, 宁天豪就直接拿出了房子产权, 吃下了一百亿。 宁天豪在老朋友面前仗了面子, 得意道, 这还得多亏了我女婿。 说完, 他指了指尹天。 尹天和善地对老方笑了笑, 喊了声方叔叔。 老方打量尹天许久, 眼睛一亮, 小伙子, 我女儿今年也才二十九岁,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老方还没说完, 宁长就把尹天拉到了自己身后, 方叔叔, 您说什么呢? 哈哈, 老方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 习惯了, 习惯了, 他算是为他那块笨三的女操碎了心。 正聊着, 宁天豪突然接到了消息, 正是关于杨新国的, 有其他势力的人赶在宁家接触前找到了他。 宁天豪脸色一沉, 这个, 这个, 还有什么? 办公室内, 陈秘书慌乱地收拾着东西。 宁天豪告诉他, 西海市似乎有着那间价值一百亿的西关大屋的一位产权所有人后, 陈秘书直接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白维德。 白维德也想过, 会不会是宁家在试探陈秘书, 但想到陈秘书这么多年没什么出漏洞的地方, 宁家没理由设计陈秘书。 加上这次事关重大, 白维德就让人赶紧去西海市找杨新国了。 只是, 没想到自己人到了后, 那一瞬间, 白维德还以为宁家的公司有着另一家的势力的间谍, 他们赶在自己前拿到了产权。 但很快, 白维德还是确认了, 这件事就是宁天豪先拿走了产权, 再让设计试探陈秘书。 他赶紧给艾瑞克点了个电话, 又告诉陈秘书身份暴露, 赶紧跑。 只是, 艾瑞克那边是来不及了。 陈秘书手忙脚乱, 终于将自己要带的东西收拾完。 他赶紧向着车库走去。 天知道宁天豪回来回, 怎么对待自己。 只要出了华海公司, 陈秘书就能搭上那趟火车, 远走高飞。 虽然火车是晚上的站票, 但时间紧急, 陈秘书只能将就了。 第210章, 老丈人感情用事。 走到地下车库, 坐上自己的车后, 陈秘书才松了口气, 镇定了会心神, 陈秘书发动汽车, 缓缓行驶。 就当他要驶出地下车库时, 一辆银白色的轿车 突然出现在陈秘书的眼前。 陈秘书眼睛一瞪, 情不自禁地踩了刹车, 停在了对面银白色车的面前。 这完全是他下意识的动作, 可做了后, 陈秘书后悔万分。 面前的, 正是今天宁天豪出门时乘坐的车。 要是自己刚刚一个加速, 说不定就可以直接擦肩而过, 远走高飞。 但现在自己下意识地停了, 再想提速逃跑,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陈秘书摇下车窗, 脸上挤出笑容。 宁总, 您回了。 令他惊讶的是, 宁天豪摇下车窗后, 态度和以前一样, 完全没有那种知道自己是间谍后的怒辱。 陈秘书, 你这是下班了吗? 还没到点啊。 宁天豪寒暄道, 陈秘书笑得比哭得还难看。 嗯, 宁总, 我家里有点事, 要赶回去。 宁天豪沉饮了片刻, 那行, 不过, 明天你得把今天没完成的业务完成, 快去吧。 嗯, 陈秘书心中一阵想说些什么道歉的话, 最终却没能说出口。 他点了点头, 直接加速离开了。 带他走后, 宁天豪悠悠叹了口气。 刚刚陈秘书在时, 宁长没有说话。 现在他走了, 宁长立即气鼓鼓地说道, 爸, 我们为什么要放陈秘书走? 他是间谍, 我们应该报警把他抓起来, 然后审出他的指使人, 把指使人也抓起来。 信任了多年的叔叔, 突然变成了其他势力的间谍, 呆在自家这么多年, 一直是在出卖华海地产的情报, 这让宁长非常生气。 宁天听着他的话, 尴尬一笑。 他自己也是把王文乐安排进了白威的旁边, 要是照宁长这种做法, 王文乐暴露后, 自己岂不是也要被抓? 嗨嗨。 清了清嗓子, 宁天问道, 宁叔叔,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宁天也对宁天豪的举动非常诧异。 在现场知道陈秘书可能出卖了自己后, 宁天豪一度非常愤怒, 心中已经想着怎么把陈秘书大卸八块了。 而且, 为了抓住陈秘书, 宁天豪重回年少飙车时, 特地自己开车, 闯了不少红灯, 才侃侃堵堵住了陈秘书。 但真正见到陈秘书后, 宁天豪竟然只是单纯地聊了会天, 就把他放走了。 陈秘书这一走, 以后想要再找到, 可就难了。 唉。 宁天豪再次叹了口气, 陈秘书, 算了, 就这样吧。 摇了摇头, 宁天豪将车停好, 待三人下车后, 自顾自去了办公室。 隐天和宁长面面相去, 若是隐天知道自己信任多年的秘书, 其实是间谍后, 他自认为不会有老丈人这样洒脱。 除了法律武器, 隐天还会动用一切规则内的方法去报复。 宁长则是只用法律武器, 但像宁天豪这样算了, 两人自认都做不到。 摇了摇头, 隐天富尔对宁长说道, 宁宁, 你爸心里也很难受, 咱们就不要再提陈秘书了。 嗯, 宁长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 咱们快上去陪我爸爸。 两人很快上楼, 此时时间已经不算早, 往日这种时候, 宁天豪一般已经回到了家中吃晚饭, 但今天他罕见地让助理给自己点了份外卖, 选择留在公司加班。 看来他是想要将悲痛化为力量, 狠狠工作一回。 外卖到了后, 隐天帮他取了, 又送了上来。 宁天豪将报告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久, 最终才慎重地想要签字。 隐天一看, 这家属于隐藏了产权人的那种, 连忙说道, 宁叔叔, 先把饭吃了吧, 这份文件等会再看。 宁天豪刚拿起笔, 文言又放下了。 宁叔叔, 我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把选定的几间房子的产权人给调查清楚。 隐天又说道, 虽然那间一百亿的房子已经成功转手, 但相比起整个项目而言, 还是不够看。 宁家目前的问题, 依旧是要如何收购那些吸管大屋。 宁天豪边吃饭边回话, 这主意我也想过, 不过, 收效甚微。 宁长插话道, 爸, 那是你选错了人, 我觉得应该让隐天帮你去查。 他在这上面有着独特的天赋。 宁天豪美好气地看了眼宁长, 你觉得陆高的侦查能力很拉胯? 宁长神情一顿, 陆高, 宁天豪的保镖队长。 那家伙, 当兵多年, 侦查能力自然不是盖的。 不过, 隐天却暗自摇了摇头, 找产权人这方面, 真正简单快捷的方式, 还是得让自己用异能去看每一家的产权人数据。 第二11章, 我再也不和宁天地产完了。 尽管宁天豪语气不怎么样, 不过, 他还是考虑了会命长的建议。 沉思良久, 宁天豪说道, 那要不, 就让小天去试试。 自己这女婿给自己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 或许这次, 他也能成功完成这次任务。 这是个累人的活, 但隐天还是答应了。 宁叔说, 那我就去试试。 不过, 您可得给我安排几个人帮忙。 那是自然。 隐天见宁天豪答应给自己派人帮忙, 点了点头。 实际上, 隐天并不需要有人帮忙, 自己只要在每一家前一晃, 就能知道这一家所有产权人的情况。 但那样的话, 实在是太为被常理了, 自己还是需要找几个工具人帮忙演绎。 谈好后, 隐天和宁长去吃饭, 并叮嘱了宁天豪早点回去。 只是, 当隐天和宁长吃完回去时, 发现宁天豪的办公室灯仍是开的。 白维德暗难怒火问道, 我他妈怎么知道? 我之前派人找了好久, 都没找到那个杨宇生的下落。 您家怎么突然就找到了? 电话那头侯俊杰郁闷道, 白维德差点骂出声, 你不知道? 你早与您家接触的杨家, 您家反而后来居上, 把剩下的产权人找到了。 你们是废物吗? 其实, 这次针对您家设下的诱饵, 有不少次能成功的机会。 首先, 要是隐天地产看人准一点, 没选择杨家这个所有产权 全在不见踪领的杨兴国身上的房子, 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屁事。 其实, 要是隐天地产效率高一点, 在艾瑞克发出声明前就买下宅子, 后面就可以用自己人人来设计名家, 不会有杨家人磨磨叽叽的机会。 这说起来, 完全就是隐天地产的锅。 当然, 白维德也有犯错误的地方, 那就是没问过, 隐天是否将房子产权收购, 就让艾瑞克发出声明。 要怪, 只能怪白维德太高看隐天了。 而且, 一想到自己等会还要和艾瑞克谈那一百亿的事, 白维德就有些头疼。 艾瑞克自己犯唇, 将钱转给中介机构支配, 全被宁家取走后, 居然还有脸来找, 自己报销。 有些头疼的白维德与其略带不耐烦了。 这件事就这样吧, 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我们不是还有三十多家去坑宁家吗? 他们总有一个会上钩吧。 喂, 喂。 侯俊杰说着说着, 突然听见了盲音, 他愤怒地将手机砸到了地上。 白维德这边挂断电话后, 叹了口气。 他发誓, 自己绝对不会再和雨天地产有任何合作了。 每次合作, 雨天总是给自己扯后腿。 而且, 每次两方的计划都会在形势大好时突然被影天破局, 也不知是影天太强, 还是雨天运气太倍。 摇了摇头, 白维德深吸一口气, 又把通讯录翻到了艾瑞克的。 白维德拨了过去。 白, 你是准备将一百亿偿还给我了吗? 白维德尴尬一笑。 艾瑞克先生, 关于这一百亿的损失, 我想, 我们应该好好谈谈如何担责。 艾瑞克是马来的大佬, 手下不少亡命之徒, 虽然这次的事是艾瑞克为了取信洛克菲勒财团而冒的险, 但白维德还真不敢不赔他钱。 要是激怒了艾瑞克, 他可不会再顾及洛克菲勒财团, 说不定就直接派人来暗杀白维德了。 两人开始唇枪舌剑地讨价还价起来。 尹天带着明天豪给自己派发的手下, 再次来到了西关大屋附近。 等会两人一组, 每组负责一排房屋, 去里面打听附近人家的事。 回来后向我报道汇总, 看着整装带发的近十人, 尹天命令道, 是, 这些人的语气洪亮地打道。 尹天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们都是工具人, 但态度好一点, 自己给他们让功劳时也不至于心疼。 等到所有人都去敲门调查后, 尹天不慌不忙地掉在后面, 一家一家地看。 第一家, 是尹天地产安排好了用来坑宁家的一间房子, 但尹天一扫市就将所有产权人全部找了出来。 立湾西关大屋0254号, 市值24亿, 占地803平方米, 产权人。 1. 刘思琪, 26岁, 现居立湾西关大屋0254号, 未婚, 游戏带恋。 2. 刘扬, 40岁, 现居立湾西关大屋0254号, 已婚, 公务员。 有了这些数据, 宁家是绝不可能傻傻乎乎的在踏入宇天地产设计的陷阱中了。 第212章, 一天查清所有人的底细。 尹天快速记下第一家的所有产权人的数据。 还好可以现在是信息时代, 要是搁以前用纸和笔记, 尹天还真怕自己会累死。 记完第一家, 尹天不慌不忙地前往下一家。 记录一家的数据差不多只用一分钟不到, 项目中规划的第一批西关大屋也不过300家, 尹天就算速度再慢一倍也能在今天内搞定。 到了下一家, 尹天宁神看过去, 将所有产权人记下后, 正想离开。 突然, 他想到了那天陪着宁天豪来时, 这家好像一直坚持涨价二时,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但尹天记得, 自己当时好像看见这家的人的数据中, 似乎有些急着要去做的事。 想了想, 尹天试探性地朝着房子产权人的数据聚神看去。 下一秒, 那些产权人的数据面板突然出现在尹天面前。 尹天心中一喜, 自己只是试试, 没想到还真能看到他们的数据。 以前, 只有当别人在自己眼前时, 尹天才能看到那人的数据。 但今天, 尹天只是接着房子的数据, 就成功看到了属于人的详细数据, 也不知是异能再次进化了。 还是自己以前没有发现, 自己的异能还有这种功能。 不再多想, 尹天将心神沉浸在第二家产权人的数据中。 姓名, 周傲, 年龄, 43岁。 儿子要出国留学, 缺钱, 借了没借够, 希望能通过卖房子得到钱, 但还是想提高一点价格。 最后, 如果价格没有达到预期, 也会妥协。 身价, 9亿。 姓名, 李小默。 年龄, 34岁。 恋爱中, 但因为想要从周家的房子中奋一杯羹, 一直在隐瞒。 身价, 9亿。 看到这些, 尹天直接笑了出来。 虽然间接得到的资料不是很全, 没有特长, 新生等, 但对于现在的尹天来说, 已经符够了。 别的不说, 就单看着两人的新生, 尹天就能想出几个让对方不涨价, 甚至是乖乖把房子卖给自己的方法。 比如, 周傲的孩子要出国留学, 但钱不够。 尹天完全可以和他说, 现在的价你不答应, 以后每天少一千万。 而周傲最后会因为孩子不得不答应, 如果真的拖了很久, 损失的是他。 又比如, 周傲弟弟的遗孀, 似乎是在丈夫死后没有改嫁, 而是留在了周家等着分房产。 尹天完全可以答应周傲的价格, 然后付了钱后, 起诉李小默将房子价值的一半拿回来。 又或者, 尹天可以用李小默的秘密作为威胁, 让他去劝说周傲。 总之, 有了他们的资料, 尹天可以做的事数不胜数。 相比之下, 让他们用市场价将房子卖给自己, 只是能办到的事中最小的一件。 有了如此意外之喜, 尹天顿时充满了干劲。 他飞快地将这两个产权人的秘密记下, 赶紧前往下一家。 不多时, 尹天看着手机中密密麻麻的文档, 满意地笑了。 想必, 有着这些东西, 老丈人很快能顺顺利利地收购这些房子吧。 虽然用把柄威胁别人有些不仁道, 但尹天想的是, 如果他们贪得无厌地涨价, 就让尹天豪用着对付他们。 如果他们是真的不想卖房子, 又或者接受了市场价, 尹家也不会抢求。 而是会将这些秘密锁在柜子里, 等到项目完成了就销毁, 不会暴露出去。 办公室内, 尹天豪看见尹天给自己发的邮件, 有些好奇。 小天发了个什么给我? 尹天豪难难道, 宁常听着父亲的话, 也是好奇地把脑袋凑了过来。 爸, 快打开看看他发的是什么。 好好, 我马上打开, 你别换我脑袋了。 尹天豪郁闷地点击接受附件。 要是这封邮件不是尹天而是别人的, 尹天豪绝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接受。 毕竟, 现在邮件病毒不占少数, 任何一封陌生的邮件都有可能是别人给你发的钓鱼链接。 不过, 既然是尹天发的, 那就没事了。 不到EM的文档很快被下载了下来。 下好后, 宁天豪直接点击了打开。 接着, 妇女俩皆是期待地看着正在加载的Word文档。 下一秒, 文档成功打开, 没有标题, 所有内容只是按照房屋号编排。 宁天豪在心中默念了前面的内容。 立湾西关大屋0254号, 产权人有四个。 宁天豪猛了。 不仅是因为之前得到的资料中没有另外两个产权人的存在, 更是因为这份文档中另外两个产权人不仅被标了出来, 就连他们现在在哪儿, 以前的职业等都含固在内。 第213章, 老同学去奥斯卡了。 这, 宁天豪和宁长面面相去, 影天从哪来的这么详细的资料? 想到自己那天差点就和这个西关大屋的户主签了合同, 宁天豪就不仅有些后怕。 这要是签了, 后面另外两个户主找上门来, 自己岂不是还要再出一笔钱? 松了口气之余, 宁天豪又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往后翻了翻。 正如他所猜测的那样, 后面全是自己选定的那三百家住户的所有资料。 无一例外的, 每一户的产权人都被影天列得极为详细。 宁天豪不知道影天给的是不是所有房子的所有产权人, 但不管怎么说, 这份资料绝对比自己之前拿到的资料要齐全。 爸, 你看这脸。 突然, 宁长指着一处说道, 宁天豪顺着女儿手指指向的位置看去, 立弯西关大屋0255号, 产权人1, 周傲, 儿子要出国留学, 缺钱, 期望半个月内将房子卖出去。 产权人2, 李小默, 周家一双, 有了外遇, 想再分到家产后坦白。 宁天豪? 宁天豪满脑子问号, 影天能将产权人搞清就算了, 怎么连这种别人的隐私都找得到? 难不成你还是一个私家侦探, 牵涉这家很久, 再往下看去, 类似这样的东西数不胜数。 影天究竟是从哪搞到这些秘密的? 宁天豪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经验都有些不够用了。 一两个还好, 宁天豪自认自己多方打听也能打听到。 但这不是一两个, 而是整整三百户, 几乎超过两百五十家的秘密, 影天都搞到手了。 而且, 时间仅仅只是用了一天, 自己今天早上才把人分配给小天呢。 爸, 我说的没错吧, 影天直接给你搞定了。 宁天长倒是没多想, 在他心里, 影天就算突然哪天上了天他都会觉得很正常。 毕竟和影天相处了这么久, 影天长早就知道影天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人了。 影天豪郁闷地点了点头, 影天确实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有了这份文档, 影天豪可以说只要自己愿意, 自己可以以一份极低的价格收购那批房子。 只要自己昧着良心, 这个项目利润可以高出百分之二三十。 但影天豪做生意一向诚信, 想了想, 他将这份文档加密保存了起来。 下次和护主们谈时, 要是他们还是要求涨价, 影天豪就会动用这个大杀器。 影天发送了文档后, 请那几个帮忙的员工吃了顿饭。 虽然他们今天做了很多无用工,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今天工作得很辛苦。 吃着吃着, 有人突然问道, 影先生, 我们今天找到的资料有用吗? 当然有用。 影天笑着答道, 他们找到的资料, 都是影天发现的秘密中的内容。 只是, 他们因为只能靠询问别人, 效率低下不说, 找到的资料还不全, 甚至有些是错误的。 只是, 看见他们有时为了求证一件事, 向头向尾的来回跑, 忙起来竟然连饭忘了吃, 影天还是没有灵犀夸奖。 那就好, 文化人憨厚笑了声, 又开始对付面前的食物。 大家今天都给公司帮了大忙, 回去后, 宁总一定会奖励你们的。 影天微笑着说道, 嗯, 你们今天帮我打掩护辛苦了, 就算老丈人不奖励你们, 我也会奖励你们的。 太好了, 有用就好, 有用就好。 众人立即欢呼起来, 影天吸了口面, 突然感觉到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影天顺手拿出来看了看, 是自己的老同学张诚。 喂, 诚哥, 什么事? 影天, 我明天要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 你很宁常要来吗? 影天愣了一瞬, 旋即反应过来, 不知不觉过了这么久了呀。 自从发现宁家的危机后, 影天一直没怎么关注传世和张诚的电影了, 没想到, 如今张成都已经要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了。 影天是很想去, 但想到宁家公司那边的事还没忙完, 自己都防着影天和白维德有没有留下什么后手, 只得拒绝了张诚。 不好意思啊, 诚哥, 我这两天有点忙, 去不了国外了。 你忙? 张诚一副惊讶的口吻问道, 你这几天没来, 不是和影天过二人世界吗? 怎么就忙了? 影天脸色一黑, 在你眼里, 我不来彼得公司就是出去乱去了。 我真有事, 宁常父亲的公司最近有个项目要我把关, 脱不开身。 听到和宁常父亲有关, 张诚也是恢复了正行。 那好吧, 不过, 直播你一定要看, 说不定我就要上台领奖了, 没问题。 第214章, 签约明星被挖了。 还领奖? 影天没好意思告诉张诚, 他这次去就是去陪跑当观众, 还是给孩子留一份念想吧。 那就祝你能凭处女座拿到奥斯卡。 影天嘴里祝福, 心中却在偷着笑, 见你急言了, 哈哈。 张诚似乎是和苏小新在一起, 说完就挂了电话, 还说我过二人世界, 我看你才天天过二人世界。 影天忍不住吐槽道, 自从得到奥斯卡提名后, 张诚日子过得更滋润了。 每天不是到彼得操刀拍拍短视频, 就是领着苏小新出去玩, 美其名曰采风。 收集手机, 影天继续和员工吃了起来。 第二天, 影天直接回到了彼得。 宁家那边的事, 算是告一段落了, 影天已经把路给老丈人铺好了, 只要宁天毫不傻, 绝对能充分利用自己给他的资料完成项目。 如果宇天和白韦德有什么后手, 影天不在国内的话, 很难应付, 但如果没和张诚出国, 那他就随时都可以直接去华海公司帮忙了。 加上影天昨天接到张诚的电话后, 也意识到自己很久没回彼得了, 想快点回去看看。 到了公司, 保安像是傻了眼似的, 愣了许久, 才喊道, 老板好。 影天点了点头, 再上去, 每个员工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影天。 老板今天怎么突然来了? 我还以为老板看着公司进入正轨, 就放手让陆经理掌权了。 老板不是和宁秘书去都蜜月去了吗? 怎么突然回了? 影天看着众人的心声, 脸色一黑, 自己不在时, 他们就是这么想自己的。 就没有一个能猜到, 我这几天忙得像狗一样。 不过, 这些人表面上还是恭恭敬敬地向影天打了招呼。 影天也露出和善的笑容, 一一回应。 突然, 影天看向一个负责与明星签约的员工。 老板不会是知道公司被挖人了才回的吧? 他会不会处罚我们? 看着他的心声, 影天忍不住皱了皱眉。 挖人? 影天本来还以为是公司员工被敌对公司挖了。 但联系到这个员工的职责, 影天明白是和公司签约的明星被敌对公司挖了。 影天没有当众责问这位员工, 而是先去找了陆一宁。 敲门, 请进。 陆一宁清冷的声音从门后传出, 这么多天没听到, 这乍一听, 影天还真有点怀念。 影天推开门, 走了进去。 陆一宁一直在低头工作, 见有人敲门进来了却不说话, 促眉抬头看去。 看见影天后, 他突然愣住了。 陆总, 好久不见。 影天笑嘻嘻地说道, 老板, 你记起你, 还有这间公司了? 陆一宁听着影天说的话, 又低下头工作, 并冷冷地回了一句。 陆一宁很不客气, 但影天没有丝毫生气, 认谁家老板一声不吭就消失多天, 下属也会担心受怕吧? 不好意思, 真是有急事, 来不及告诉你。 影天走到他办公桌前, 诚恳说道, 您并说呢? 陆一宁头也不抬, 假装随意问道, 他还留在他爸那儿, 暂时没回来。 陆一宁心中一喜, 正想抬头说些什么时, 突然又听到影天问道, 对了, 陆总, 我来时听说公司签约和明星被挖了,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陆一宁顿时没心思思考其他的了。 这是, 我把负责人喊来亲自和你说吧。 影天很多天没来, 办公室依旧干净的, 像是每天有人打扫一样。 他此时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 陆一宁和负责与明星签约的人站在前面。 老板, 近日, 有好多已经签约的明星要求解约。 负责人说道, 你继续说。 影天沉吟道, 好像是有一家公司接触到了他们, 愿意出更多的价钱签约他们。 负责人顿了顿, 不过, 现在要解约的都是些小明星, 他们的违约金不高, 最多的一个也财不到一百万, 他们赔钱也赔得很痛快。 按理说, 小明星不可能会舍得赔这笔违约金, 看来应该就是挖人的公司提供的。 一流二流的明星呢? 影天皱眉问道, 这类明星才是稀粉的中流砥柱, 暂时还没有要解约的, 不过, 有个和我关系好的偷偷告诉我, 有人在联系他跳槽, 说是愿意出两千万签约他, 我们和他签约时, 签约费是九百万。 负责人没把话说完, 影天却明白了他的意思。 虽然一流二流的明星暂时还没有要解约的, 不过, 迟早会有人被这些天价签约费打动。 情况紧急, 再不还击的话, 恐怕公司签约的明星都会被挖走, 到时候, 传世可就成了光感司令了。 第215章, 是白维德在挖人, 查出是内方的势力了吗? 影天没抱期望地问道, 还没有, 我朋友说, 对方很隐蔽, 只要答应签约, 就会把违约金打到他的账户上。 究竟会是谁呢? 影天心中立刻冒出了两个名字, 一个自然是老对头随拍, 另一个则是最新兴起的企鹅的快看视频。 这两人都有嫌疑。 虽然影天和白维德不约而同的选择, 先共同打击企鹅, 但在这时候, 白维德偷偷给传世制造点麻烦, 也不是不可能。 但这种不把钱当回事的作风, 又很像企鹅的形式风格。 影天想到了对方给负责人朋友开出的签约费, 直接比自己开出的高了一倍不止。 究竟是谁有如此大的魄力? 陈思乐慧, 影天又问道, 陆总, 这是你是怎么安排的? 陆毅宁捋了捋头发, 老板, 我已经让人去联系那些明星了, 我想的是, 先稳住他们, 实在不行, 我们也只有给他们嫁钱了。 同时, 我也在调查究竟是那家公司在挖我们的人, 找到后, 我们会告他们恶意竞争。 影天点了点头, 这方法不说效果如何, 已经能顾全到大局, 不至于另传世一下就倒下。 但要说能不能反击回去, 陆毅宁就没任何办法了。 他和影天一样, 怀疑是随拍或企鹅, 但没有证据。 行, 先按你说的做。 对了, 你们打算怎么对待那些被挖走的人? 陆毅宁想了想, 我们会私下派人联系他们, 争取把他们重新挖回来。 别。 影天摆了摆手, 那些人又不是说什么宝贝, 不值得传世去联系他们。 不然, 他们恐怕还会以为自己有多重要呢? 被挖走的人, 直接把信息列入黑名单, 以后我们不会和他们有任何合作。 影天冷声说道, 顿了顿, 影天又说道, 还有, 和他们的合约追究到底, 必须要完全赔偿我们的损失。 是。 陆毅宁回道, 影天摆了摆手, 让他们先下去。 虽然被挖人很亏, 但要是能拿到足额的违约金, 那影天那相当于还是赚了。 只要那些二流, 一流, 超一流明星不大量离开, 传世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那么, 该如何让他们不会离开, 或者说, 让他们不敢离开呢? 影天想的很多办法, 都不怎么完美。 郑说着, 影天手机一震, 打开一看, 是之前亲自去签约真子丹时, 他留的手机后。 喂, 真哥, 是我, 影天, 你们公司是不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了? 刚刚, 范爷的经纪人找到了我的经纪人, 说要请我和他们公司签约, 签约费愿意出三个亿。 影天听完, 皱眉不已。 范爷, 好像适合随拍签的约吧, 这件事是随拍干的。 而且, 范爷给出的价格也大大超出了影天的预料。 当初影天和真子丹的签约费也是三个亿, 但那笔钱最后捐给了希望工程, 真子丹除了好名声, 算是一分没挣到。 但现在, 那可是实打实的三个亿签约费啊。 还好真子丹重情重义, 没有丝毫心动, 还打电话告诉了自己这件事。 而且, 他们已经接触了真子丹, 会不会已经接触过公司旗下的其他明星呢? 影天忍不住皱了皱眉, 现在那些人还没要求解约, 可能是想等船市主动加价, 或者是怀疑联系他们的人是不是骗子, 想再等等看。 只要有一个动了心, 并且拿到了别人给的违约金的翻倍的签约费, 影天相信很快就会有无数的人跟风解约, 得赶紧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了。 没事, 真哥, 我公司安全得很, 别人挖你的话, 你要是想过去, 我立即给你解约。 影天诚恳说道, 要是别的明星要解约, 影天怎么着也得刁难一下。 但作为真子丹的朋友, 影天还是想着, 要是真子丹想走, 自己不会拦他。 你说什么胡话呢? 真子丹大声道, 我签约费可是捐了出去的, 要是跳槽了, 别人还会怎么看我? 言下之意, 就是自己不会解约。 虽然真子丹用的是签约费捐了的借口, 但影天知道, 就算没有捐, 他也不会解约。 心中感动之余, 影天笑了笑道, 那行, 真哥你愿意待在我这小破庙, 那就想待多久待多久。 又聊了会, 两人才挂断电话。 挂了电话后, 影天想着, 随派在这时候挖人, 究竟是为了什么? 就不怕自己不帮忙抵抗企鹅, 反过来联合企鹅一起先将随派赶出局。 影天觉得, 白维德应该没这么蠢。 第216章 真正的黑手, 企鹅。 白维德看着手机上道账十亿的短信, 脸色阴沉。 在他面前的桌上, 正摆着范爷经纪人送来的解约书。 这女人, 一声不吭的就和随派解约了, 还立即就把违约金给了自己。 但看违约金, 白维德着实赚了一笔。 更何况, 范爷立场在随派时, 帮随派签了不少明星。 但是, 那些人如今, 全部随着范爷一起解约了。 这让说到十亿赔偿的白维德,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他眯了眯眼睛, 开始猜想是谁挖走了范爷。 很显然, 他心中的两个答案是传世和企鹅。 白维德心中, 其实更偏像是企鹅干的。 毕竟, 传世有了马云坐镇, 只要不是一个明星没有, 就不必太在意挖范爷。 毕竟, 当时范爷主动帮忙随拍签约明星时, 传世都没想过挖他。 现在两家默默的找明星签约, 传世怎么可能会突然想要挖范爷? 企鹅。 白维德念了两遍, 眼睛片上白忙闪过。 想了想, 影天把张伯喊了过来。 他想让张伯侵入随拍的服务器, 看看有没有关于挖人的计划, 或者是有没有要签约哪个 从传世挖过来的明星的计划。 张伯一来, 看见影天就大叫一声, 老板, 好久没见, 我想死你了。 影天一脸嫌弃, 你别gay理, gay气的, 你过来。 对了, 张伯突然打断影天, 影天脸色一黑, 不过, 想到张伯一直都是这种性格, 点头示意, 让他先说。 老板, 最近有人接触过我, 想挖我去他们公司工作, 我顺着他们的线索追踪过去, 你猜是谁? 影天心中一灯, 白维德已经不屑于挖明星, 开始挖公司的员工了吗? 是谁? 哈哈, 是企鹅。 他们说看中了我的技术, 想请我过去当安全顾问。 若是其他有城府的员工这样说话, 影天可能还会以为他是在暗示加工资, 但张伯这样说, 那就是单纯的想要炫耀炫耀了。 不过, 现在影天更为关注的还是企鹅两个字, 不是随拍, 你是说挖你的人是企鹅? 影天确认了一遍, 是啊, 他们服务器防御真强, 我也只是看到了一份什么和范爷的签约合同就被踢了出来。 范爷的签约合同? 影天心中明了了, 看来, 挖人的势力就是企鹅无疑了。 转念, 想到范爷也被他们挖去了, 影天心中一乐, 船市这边已经明确要离开的都是些不入流的小明星, 但随拍那边超一流巨星范爷竟然被挖走了, 而且影天推测企鹅挖走的应该不只是范爷, 当初范爷加盟随拍时, 可是将不少自己的朋友也带过去签了约, 如今范爷要走, 他们自然没有留下的道理。 嗯, 和随拍一比, 影天心中舒坦多了, 张伯炫耀完才想起老板找自己来似乎是有事, 他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对了, 老板你找我啥事啊? 没事了, 影天摆摆手, 你先去工作吧, 自己本意就是想知道是不是白韦德在挖人, 现在已经知道了, 幕后黑手是企鹅, 张伯迷糊的又回到了自己岗位上, 影天又让陆一宁来自己办公室, 等到他来后, 影天直接说道, 陆总是企鹅挖的人, 等会你去法律部, 让他们看看有没有适用的法律可以起诉他们。 企鹅? 陆一宁惊讶于影天这么快就找到了是谁在挖人, 他又想到, 只要有影天在, 公司似乎没有遇到过什么危机, 就算有, 影天也能顺利地面对和解决。 老板, 我这就去法律部, 陆一宁知道是谁后, 立马就要动身。 哎, 先等等, 影天拉住了他, 不是和你说了等会吗? 还有件事, 陆一宁尴尬地回到原位, 什么事? 你最近留心咱们的员工, 看看他们有没有想跳槽的, 企鹅也在挖我们的员工。 陆一宁忍不住皱了皱眉, 老板, 他们也太漂亮了。 影天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现在就去法律部让他们起诉企鹅, 争取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制裁。 说完, 陆一宁静止出了门, 影天却没抱太多希望。 互联网上, 企鹅南山必胜客的名声不是吹的。 想必这件事, 他们的法律顾问也是深入研究, 觉得不会出事才开始挖人的。 不过, 只要能让他们有所收敛, 那么其法律部也不算没有任何作用。 第217章, 张明的毒计。 法律无法帮助比特解决这件事, 影天还得另想办法。 沉思许久, 影天决定去问问张明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快一个月了, 也不知道他当初和陆一宁打赌, 说在一个月之内让今日热点的用户数超过传世, 到底有没有实现。 要是没完成赌注, 他以后可就要被陆一宁手下做事了。 正好顺便问问, 约了个时间, 影天带着陆一宁与张明吃饭, 三人见了一面。 陆一宁仍是没有正眼看张明。 陆总, 你给张总详细说说比特最近的事。 影天说道, 他自己则开始对付桌上的食物。 陆一宁郁闷地看了影天, 冷冷开始讲起了故事。 张明一边听, 一边沉思。 陆一宁说完后, 又把公司现在面临的危机, 以及自己想出的解决办法也给说了出来。 张明听完, 连连摇头。 你摇头做什么? 陆一宁见张明摇头, 怒道。 陆总, 你反应还是慢了点。 张明没在意, 自顾自说道, 要是让我管理比特, 我会在有人挖人时, 直接将要跳槽的人曝光, 断他们的前程。 陆一宁本来还想反驳, 听完后, 正要反驳的话说不出口了。 张明说的很有道理, 那些小明星, 一般都需要良好的信誉, 才能有机会翻身。 要是这次传世, 及时用这个威胁他们, 想必为了钱跳槽的人, 会少很多。 就算有, 那也是急需用钱, 或者完全不在意名声, 只想洽烂钱的明星。 前者, 传世也可以通过帮助他们挽回事态。 后者, 传世也没必要留着他们, 直接赶走最好。 见陆一宁被自己说得哑口无言, 张明得意地笑了。 在他看来, 陆一宁虽然掌管彼特很久, 但因为不是像自己一样, 从底层爬上来, 对一些应付应招的办法, 了解很少。 未来彼特和今日热点联合, 只有自己掌权, 才能带着公司走得更高更远。 也只有这让, 才能报答影天的相遇之恩, 自己也会跟着飞黄腾达。 知道你和张总的差距了吧? 影天见时机差不多, 笑着说道。 不过, 见陆一宁似乎有些自责, 影天又安慰道, 不过, 你也不用伤心, 只要你多接触这类事, 以后绝对会能完美应付这些事的。 陆一宁得到影天的鼓励, 一下就又恢复了斗志。 对, 我比你年轻, 以后我的能力绝对会超过你的。 张明脸色一黑, 说归说, 你不要人身攻击啊, 我35岁很老吗? 嗯, 不知道陆总今年多少岁了, 有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 我现在每天下班回去, 还要带娃, 实在是太累了。 张明若无其事地说道, 陆一宁语气一致, 他偷偷看了眼影天, 影天察觉到气氛的变化, 赶紧说道, 嗨嗨, 今天我们不是来互相关心的, 还是谈正事, 谈正事。 张明笑了笑, 没在开陆一宁的玩笑。 还有, 你应对企鹅挖人的方法, 就是一个垃圾方法。 你说什么? 陆一宁再次睁大眼睛瞪着他。 影天也是皱了皱眉, 张总, 这个方法漏洞很大。 张明摇了摇头, 方法很平庸, 但正是因为平庸, 我才说它是最垃圾的方法。 顿了顿, 张明主动解释道, 陆总的办法, 一是稳住人心, 二是动用法律武器。 我先说第一个吧, 稳住人心。 你拿什么稳住? 都是成年人了, 没有利益的是谁干? 今天企鹅加钱, 你不加? 好, 人被挖走, 你加? 好, 你拼得过企鹅吗? 你就等着被温水煮青蛙吧。 第二, 还用法律武器。 你当企鹅那么多的法律顾问, 是摆上吗? 陆总不要告诉我, 你没听过他们南山必胜客的称号。 那你说怎么办? 陆一宁反问道, 将自己的办法说得一文不值, 陆一宁想看看, 他有什么高见? 张明神秘一笑, 要是我, 我现在就会主动给企鹅下一个套。 什么套? 影天突然来了兴趣, 他们不是喜欢挖人吗? 我找几个自己人给他们挖, 暗中提升他们的违约金, 一个两个企鹅可能不在意, 但人一多, 那可就不是几百亿能解决的了的。 你的意思是说提升违约金, 但这样企鹅他们还会上钩吗? 陆一宁现在也顾不上和张明瞅, 神色凝重地问道。 影天摇了摇头, 陆总, 你知道阴阳合同吗? 张明笑了笑, 一副还是老板懂我的表情。 陆一宁也是明白了, 但他还是忍不住无嘴问道, 可那不是违法的吗? 第218章, 悲惨的未来。 陆总, 这你就不懂了吧? 张明一副你要学的还多着他的表情, 只要操作得当, 企鹅是告不了我们的。 陆一宁不懂里面的弯弯道道, 因此有些迷糊。 张明说完后, 见陆一宁和影天都在思考, 便自顾自地喝了两杯茶, 才慢悠悠地问道, 我这主意怎么样? 你说说详细的操作方法。 陈英了会, 影天问道。 张明的这个主意算是一个阴招, 用得好, 效果非凡, 用不好, 也容易引火上身。 影天想让张明说的详细点, 然后自己再好好思考一番。 张明见老板影天, 似乎有采用自己主意的打算, 心中一喜, 顿时开始详细解释了起来。 那些小明星没什么话语权, 我们可以不用在意, 关键, 还在于公司的那些超一流明星和一流明星上。 我们可以用金钱或者未来的曝光许诺, 让他们先和企鹅的人接触, 再把合同以及违约金给企鹅看看。 谈妥后, 咱们利用一个时间差, 重新签订合同, 提升违约金。 这样的话, 企鹅最多只能告那些明星, 没有及时知悔他们违约金变更, 而对我们无可奈何。 张明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路易宁仔细听着, 或是醋眉或是惊讶。 他经营比特也有四五年了, 和别人竞争一向都是规规矩矩用实力说话, 今天还是第一次想着怎么用阴招坑竞争对手。 本来以他的性格, 是不愿意使用这些擦边球的招数的。 但企鹅恶意挖人在先, 路易宁此时正在气头上, 也顾不了这些了。 他按照张明所描述的未来, 展开想象。 企鹅挖走了那些已经篡改过违约金的明星后, 赔偿了传世近千亿的违约金。 发生了这样大的工作失误, 马华自然问责后, 狠狠处罚了快看视频的负责人。 同时, 快看视频的项目也被停止运营, 企鹅要么重新建立项目, 要么开始收购市面上其他的一些短视频APP。 影天一直听着, 偶而皱眉, 偶而点头。 若只是单纯地听张明描述, 这件事似乎大有可为。 但影天听完后, 眼睛一热, 直接按照张明的描述展开了预测。 影天心中一喜, 他让张明详细地讲了一遍, 除了自己也很好奇以外,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触发异能。 只要能触发, 影天就能知道这个决策可能导致的未来,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动用。 现在, 异能果然被触发了。 影天赶紧做出思考的姿势, 实际上, 他的心神已经沉浸在了眼前开始播放的片段中了。 第一个片段中, 影天很顺利地联系了一些开始落魄的一流明星, 让他们配合传世去坑企鹅。 但在说服超一流巨星时, 影天遭到了困难。 作为超一流巨星, 一般都不会为了钱去冒这个险。 影天找到了签约的四位巨星后, 没一个答应帮忙。 好说歹说, 终于靠着和甄子丹的交情说服了他, 但两人的友情也止不于此。 看到这, 影天已经开始皱眉了。 平心而论, 影天并不愿和甄子丹断交。 但如果真能坑到企鹅, 影天继续看下去。 第二个片段中, 按照预想的, 企鹅见到了这些带着剧本的明星, 也按着计划接触他们。 一切顺顺利利地, 企鹅看了他们的合同后, 选择了大部分作为要挖的人, 开始汇报公司。 船市这边, 也隐蔽地进行着改换合同的计划。 最终, 在企鹅成功和他们的签约后, 企鹅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站了出来, 讨要超过一千亿的违约金。 企鹅一时陷入了被动, 但他们显然也不是吃素的。 这事, 一看就知道是船市设计好的。 企鹅想要翻盘, 只要能找到证据就行了。 企鹅一边虚伪与蛇, 一边开始调查。 最终, 他们策反了一个带着剧本的明星, 让他不顾和船市签过的保密合约, 将事情报了出来。 一时舆论反转, 船市被顶到了风口浪尖。 同时, 因为签订阴阳合同, 船市直接被告了上去, 最终败诉。 所有责任, 直接因为违反法律, 被判了七八年。 隐天找遍关系, 也没能解决这事。 而且, 因为还有其他没有泄密的明星, 企鹅还是赔偿了船市一大笔钱, 足足有九百多亿。 这件事过后, 比特公司名声大跌, 企鹅的快看视频被叫停, 反而是一直在旁边打酱油的随拍, 趁虚而入, 成功夺走了短视频领域的大半江山, 重回龙头地位。 第219章, 隐天的办法。 隐天看完, 心中遗迹。 下一秒, 他看了眼正在沉思的陆毅宁, 心中一暖。 视频中, 陆毅宁的作为隐天, 还历历在目。 主意, 是张明出的。 实施方案, 也是张明想的。 下指令, 是自己亲自督促的。 就连联系明星, 他也只是帮忙联系, 具体说服他们, 还是隐天自己去读星, 投其所好说服的。 但最后担责时, 他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 为自己背了这个锅。 隐天对他的信任, 更加深厚了几分。 隐天开始思考, 到底要不要采用张明的办法。 张明的这个方法, 看起来不错, 他讲起来也很有感染力, 但真正实行起来, 风险还是挺大的。 毕竟, 如何让那些带着剧本的明星, 不主动暴露, 就是一门学问了。 如果按照预测到的未来看, 隐天采用的话, 得不偿失。 但现在隐天既然知道了, 就可以提前设计, 来规避, 或是解决可能见到的问题。 但隐天想了想, 还是决定算了。 没有其他的风险。 万一再有什么变故, 隐天到时候没有反应过来, 那就麻烦大了。 而且, 隐天知道泄密的是谁后, 可以选择不去选他当演员, 或是找到那个明星的把柄威胁他。 但不能保证, 没有其他的明星会被企鹅说服。 万一有, 事情就会再次按照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 九百亿为约金, 说实话, 隐天心动了。 但想到要付出的代价, 是和真子单断交, 陆一宁入狱, 传世落寞, 隐天还是觉得亏。 而且, 一想到以前都是自己占白维德的便宜, 而这次可能会为白维德做嫁衣, 隐天心中就有些憋屈。 想通后, 隐天拍了拍手。 张总, 你这个办法不错, 但风险太大, 还是算了。 张明的笑容一致。 老板, 风险是油, 但是收益更大, 完全值得我们去冒险。 老板你不放心陆一宁的话, 我可以来比特负责这件事, 相信我, 我可以将这件事做得完美。 张明一心想要说服隐天, 下意识地将陆一宁能力不如自己的意思说了出来。 好在陆一宁还在沉思, 没注意到, 不然, 恐怕又要和他吵起来了。 隐天伸出右手, 凭空往下按了按。 张总, 我不是觉得你做不好这件事, 而是我有更好的办法, 不需要如此冒险。 张明将要脱口地劝说的话噎住了。 老板, 你的办法是什么? 张明问道。 实际上, 他心中虽然敬重隐天, 但他还真没敢想隐天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本会老板说了他的办法后, 我少说几个缺点, 别打击到他。 张明心中想到, 隐天看着他的心声有些哭笑不得。 这张明就这么自负, 不相信我的能力。 顿了顿, 隐天说道, 张总, 首先这个办法算是游离在法律边缘, 一旦有人不顾保密条约泄密, 咱们就难受了。 而且, 你怎么确定企鹅赔了一千亿就会放钱? 万一他们加大投入, 一鼓作气把咱所有的明星都挖走了呢? 张明摇了摇头, 老板, 你还是先说说你的办法吧。 这些风险张明当然知道, 他自有手段来规避这些。 隐天见张明这么固执, 笑了笑, 说道, 张总, 我觉得, 咱们要想解决企鹅还是困难了些, 不过, 要是解决那些明星的话, 应该会轻松不少。 什么意思? 张明一愣, 就是字面意思, 那些跳槽的明星, 咱们一个一个的去挖黑料, 敢跳槽, 咱们就曝光他的黑料, 让他身败名裂。 这也是隐天结合张明的办法, 想出来的办法。 张明的办法, 是让自家明星涉险去给企鹅挖坑, 但这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还真不赚。 隐天就想到, 如果能惩治那些被挖的明星, 那不就行了? 这是对别人来说可能有点难, 毕竟那么多狗仔队都没挖出黑料。 但对隐天来说, 哪可再简单不过了。 有这一能, 那个明星能在隐天面前保守秘密。 当然, 对别人的说法, 隐天还是用的找人去调查这个借口。 知道隐天的想法后, 张明想要说些什么, 却没能说出口。 毕竟, 老板的这方法, 还真没什么缺点。 也不是说没有, 缺点, 就是不容易办到。 但以张明的情商, 他显然不可能在老板刚刚设立计划后, 就直接上来说些晦气话。 那就让老板先试试吧, 效果不好, 他还是会采用我的办法的。 心中这样想着, 张明点了点头, 老板, 你这方法, 妙啊。 第220章, 撞上枪口的明星。 隐天笑了笑, 没说什么。 陆一宁在一旁, 仔细想着两个不同方案的优缺点。 张总的, 风险大, 但回报也高, 操作得当, 甚至能让企鹅吃一个大亏。 光是让企鹅吃亏, 就足以拿出来炫耀了。 而老板隐天的, 则是没什么风险, 但只能限制那些明星, 不能对企鹅造成什么损失。 陆一宁想了想, 还是决定站在老板这边。 原因, 除了支持隐天外, 也有他自己的思考。 没有其他办法时, 陆一宁能在张明的帮助下, 想些阴招。 但有了其他选择, 即使这个选择没别的好, 但因为这个选择, 没有触犯法律的风险, 陆一宁还是本能的更倾向于他。 至于隐天的办法能不能成功起作用, 陆一宁没有丝毫怀疑能成。 我也觉得, 还是采用老板的方法比较好。 陆一宁说道, 现在, 陆一宁支持隐天, 张明要填隐天, 隐天的办法全票通过。 隐天满意道, 嗯, 那今天就到这吧, 陆总, 你回去后, 立即着手那些被挖明星的黑料挖掘。 张总, 你当初和陆总不是打了赌吗? 没实现的话, 给加油了。 张明想到这, 正次说, 老板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看重。 陆一宁则是想着, 回去赶紧调查一下今日热点的用户, 上次看的时候, 好像才不到两千万吧。 隐天转身向外走去, 脸上突然笑了笑, 我的办法对付不到企恶, 旁边不是还有个白维德吗? 让他去挡枪不久行了? 虽然自己不会用张明的办法, 但白维德看不到未来, 想必他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 现在的问题是, 白维德能不能想到这个办法? 他要是想不到, 自己该如何让他知道这个办法? 嗯, 只是善意地提醒, 就看白维德是能赚到违约金功成身退, 还是身陷官司, 不得不找几个替死鬼了。 老板, 罗大师提出要和我们解约。 隐天办公室内, 负责人苦涩说道, 他已经按照陆一鸣和隐天说的那样去做了, 但收效甚微, 企鹅给出的条件实在是太丰厚了, 就连负责人自己看了, 都忍不住有些心动。 罗大师? 隐天拿起负责人带来的资料以及合同。 隐天不混娱乐圈, 认识的明星仅限于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上的那些。 而这位罗大师上过的综艺节目数不胜数, 加上网上时不时有他的小迷妹发帖, 隐天也算知道这个人。 看着罗大师的照片, 隐天忍不住为他默哀了两分钟。 好巧不巧, 你在我刚想好办法时撞了上来, 希望你没啥大黑料吧? 不然, 你先下去吧, 董辉让我和他见一面。 隐天挥手, 负责人下去安排。 随后, 隐天直接给陆一宁发了信息, 狗仔队联系好了吗? 让他们去查咱们签约明星罗大师。 好搭, 看着陆一宁发过来的词, 隐天古怪的笑了笑。 看见未来陆一宁为自己背锅后, 隐天感觉自己和他的关系似乎更进了一步。 安排好明面的工作后, 隐天整理了一下着装, 准备去见罗大师。 狗仔队只是掩护, 真正想要找到他们的黑料, 还是得隐天自己来。 要是明星真的大批量地逃跑, 隐天是肯定忙不过来的。 希望这次能杀鸡井猴吧。 隐天喃喃道, 很快, 隐天见到了罗大师。 因为要走了, 罗大师现在有些不耐烦。 你就是彼特的老板。 有什么事快说, 我家想想等会, 还要去企乐谈合约呢? 想想是罗大师的小名。 罗大师的经纪人看得出他的不耐烦, 便主动开口催促道。 隐天忍不住看了看经纪人。 罗大师的经纪人是一个能打七八分的美女, 穿着暴露露出了大片大片的肌肤。 而他的心声则是赶紧忙完, 我还要和翔翔去车上玩玩呢。 泽泽, 没想到一来就能发现一个秘密。 想必, 罗大师和经纪人有一腿的是曝光后, 他会掉很多女粉吧? 隐天心中顿时有低了, 他看向罗大师, 只是, 看见罗大师的资料后, 隐天错愕了。 姓名, 罗大师, 年龄, 三十五岁, 天地娱乐一流一人。 特长, 时间管理九十六, 身价, 五亿, 新生, 今晚去哪玩? 这家伙, 有个九十六分的特长。 隐天暂时还不知道, 时间管理是个什么特长, 但单看那个高达九十六分的数值, 就足以令人震惊。 想了想, 隐天聚精会神的看向特长玩, 虽然没试过, 但隐天潜意思里觉得, 自己可以通过宁神来看看, 他是怎么得到这个特长的。 第221章, 祝你早日火遍全网。 下一秒, 眼前如愿出现了隐天想要看见的资料。 从罗大师出道起, 他就一直在锻炼时间管理。 隐天眼前, 密密麻麻地出现了无数类似这样的资料。 1996年6月20号晚上八点, 海滩和陈某某、杨某某。 而且, 有时候, 同一晚, 罗大师需要去四五个地方。 最高一次, 罗大师一晚上足足在七个地方, 十三个女人之间周旋。 而且, 不仅是没事的时候玩。 上冬以前, 去目的地途中, 就连上节目时的休息时间、 上厕所时间, 他都能利用起来。 看完, 隐天算是知道, 这个时间管理是怎么来的了。 能有效利用有限的时间, 去尽可能地完成人类的本能。 罗大师也算是辞到大师级的人物了。 这96分的特长, 没有高估他。 相比之下, 隐天之前看经纪人的新生时的想法, 才是真正的逼顾了罗大师。 再看看罗大师的长相。 嗯, 确实符合大众的审美, 只是因为长期管理时间, 他的黑眼圈有些浓重, 但这并不影响他本人的魅力。 加上罗大师本身的身份地位, 能有如此多的妹子陪他玩, 也算情有可原。 罗大师看见隐天看自己的眼神古怪, 心中发毛。 这家伙, 不是看上我了吧? 我可不喜欢男人。 罗大师犹豫了会, 问道, 尹老板, 你找我什么事? 关于合同的话, 我想我的, 经纪人已经和你们谈好了。 罗大师, 我们彼特还有一点留下你的希望吗? 隐天笑着问道, 罗大师还没说话, 他的经纪人就忍不住嘲讽道。 没有, 你们这个小公司, 钱又舍不得多出, 能比得上企鹅吗? 企鹅可是答应了我们, 只要我们翔翔去他们, 他们愿意花大力气推广翔翔, 说不定, 翔翔可以借着他们的帮助, 一举成为超一流巨星。 罗大师点了点头, 显然, 经纪人说的就是他本人的意思。 行, 隐天没多挽留, 那咱们好聚好散, 祝你早日火遍全网。 谢谢。 经纪人没有丝毫谢一道, 罗大师却感觉隐天的祝福有些不怀好意, 让他们走吧。 隐天对负责人说道, 负责人赶紧拿出合同, 让罗大师签字。 罗大师虽然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想着企鹅的承诺, 还是签下了解约书。 等自己火了, 岂不是能有更多的人投怀送抱? 老板, 咱们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罗大师和他的经纪人离开后, 负责人迟一道。 虽然罗大师最后会走势无疑的, 但在负责人看来, 隐天完全可以用合同卡他几天, 让他不至于走这么快。 这样也能暂时维持比特公司的颜面。 隐天点了点头, 以后再也要解约的。 你告诉我后, 约我和他见一次面。 要是有其他黑料不至于太恶心到隐天的明星, 隐天还是愿意劝他们留下的。 这次, 实在是罗大师的过往太那啥了, 隐天才只是客套地挽留了一下。 回到办公室后, 隐天也收到了陆一鸣发来的狗仔队那边的消息。 因为罗大师来了内地, 那些狗仔队自然不可能跟过来。 因此, 他们现在发来的都是些以前跟踪罗大师时发现的事。 因为隐天要求的是, 只要有异常的都要, 所以资料很多。 挑挑拣拣, 隐天从中翻出了一两个能和罗大师实际黑料沾边的消息。 有媒体称, 曾在一晚上看见过罗大师出现在四个不同的地方。 罗大师好友曾被爆出脚踏多条船, 罗大师直言自己将会和他绝交, 声称自己是一个专情的人。 有了这几个消息, 也算能为隐天发现的黑料作为证据。 不过, 现在要怎么曝光这件事呢? 想了想, 隐天越过路一宁, 直接打给了狗仔队。 喂, 是我, 你们去调查一下陈X、 张某某。 这些人, 看看他们是不是和罗大师关系亲密。 如果他们愿意出面指认, 我每人出十万, 没有一个, 我给你们一万的提成。 这笔钱自然是要由罗大师的违约金支付。 不过, 罗大师的前女友那么多, 隐天还真有些担心五千万违约金会不会不够。 不过, 作为杀鸡儆猴的人, 隐天在他身上多花点钱也能接受。 老板, 又有一个要解约, 负责人急匆匆跑来。 告诉他, 刚刚罗大师解约了, 让他先等几天, 看看罗大师去企鹅后过得怎么样。 隐天懒洋洋道。 第222章, 38位前女友愿意指证。 说到底, 隐天还是不愿意签约的明星跳槽, 更不愿意花大力气去整他们, 能让他们留下。 那最好, 现在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 要是他们看见罗大师的下场后, 给还想解约, 那隐天可就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 负责人听完, 点了点头, 这才是正确的应对方法吗? 要真像罗大师那样, 来一个就放一个, 公司签约的那几十个明星, 还不得集体出走啊。 隐天没有理会负责人的心声, 看着他离开后, 再次想着, 该如何让白维德也帮忙对付企鹅。 负责人传达了隐天的意思, 要解约的明星听完, 想着也不在乎这几天, 便没声势。 但他在一个足足有三十多人的群里发了消息, 尹老板让我过几天再做决定, 要让我看看罗哥到了企鹅后, 大意怎么样? 很快, 有人回复, 这有什么好看的? 肯定比我们现在要好啊。 其实,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挺好的。 很快, 甚至连罗大师本人都被炸了出来。 我很好, 企鹅已经开始联系我拍广告了, 马上他们还会赞助一个综艺, 让我去当嘉宾。 这么爽啊? 我也想去。 尹老板说的这个过几天是什么意思? 等着狗仔们联系罗大师前女友时, 奥斯卡颁奖典礼也要开始了。 尹天虽然没去, 但心还是一直关心着此事的, 毕竟是关自己最好的兄弟。 到了点, 尹天准时打开直播, 因为是国内转播, 所以稍稍比现场直播晚上个半小时, 但好处是, 有专业的翻译将他们说的翻译成字幕。 上了个厕所, 出门却看见公司内大大小小的员工都在看直播。 看见老板, 他们还有些担忧, 会不会被扣工资。 尹天淡淡一笑, 看完后抓紧时间完成任务。 耶! 老板最好了。 摇了摇头, 尹天继续前往厕所。 没想到, 张诚在公司人员还不错, 这么多人都在关心他。 自从张诚拿到提名后, 他的电影在传世上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两亿五千万。 按照约定, 买断金是四个亿, 但这还远远没达到这部电影的潜力。 当时预测的是, 播放量会超过四个亿, 如果这次张诚能拿到一个奥斯卡奖项, 这个小目标就会很容易地达到。 如果拿不到, 这四个亿就只能熬了, 以现在的进度, 不超过三年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看起来久, 但算成钱, 那就是三年赚三亿, 对于一部已经没有后续投入的电影来说, 已经算可以了。 上次所回来, 长篇大论的开幕词终于完了, 开始正式颁奖。 每次主持人念叨获奖人时, 总是故意掉足了胃口, 偶尔摄像机会扫一遍嘉宾席。 尹天敏锐地发现, 张诚现在紧张的一披腿都在抖。 完全不是他去之前和自己说时那副自信的样子。 每次主持人喊出获奖人, 张诚都会失望一次。 但每当主持人开始宣布下一个奖项获奖人时, 他又会满怀西纪。 尹天叹了口气, 这次张诚是注定要失望了。 果然, 直到最后张诚也没能拿到哪怕一个奖项。 预测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看着摄像机角落张诚低头的样子, 尹天关掉了直播。 他相信张诚能像预测中那样, 很快恢复信心。 又工作了会, 尹天接到了狗仔队的电话。 老板, 你说的那几十个人, 我们只找到了不到五十个。 其中, 有三十八位愿意出面, 忙你指正。 尹天心中一喜, 和罗大师玩过, 毕竟也算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怎样的女孩。 尹天还真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出面指正。 看了看名单, 尹天这才搞清了原因。 这些愿意出面指正的, 大多是不知道罗大师有其他女友的。 他们知道后, 非常恨罗大师。 做得不错。 你们让顺便问问他们有没有照片之类的, 和他们说, 提供的证据, 我愿意按照价值、 真实度, 最高一个十万来收购。 好的。 不一会, 尹天的邮箱就收到了不少的证据。 随便哪一个都能让传播者以传播淫会作品被逮捕。 收到证据, 尹天笑了笑, 找来了陆一宁。 陆总, 你赶紧去联系一家媒体, 让他们报道这件事, 然后我们传事赶紧给他推广。 陆一宁看到资料, 又看了看证据, 脸色一红。 我马上去办。 留下这句话, 陆一宁带着资料快步离开了。 尹天轻松一笑, 这件事曝光出去后, 恐怕罗大师的日子不会好过了。 第223章, 火遍全网的时间管理大师。 陆一宁回去后, 很快开始联系与彼特关系不错的媒体。 这件事, 不能由彼特官方曝光, 必须由其他媒体曝光。 虽然到时候, 别人会在传事上发新闻, 传事也会大力推广。 在明眼人看来, 都能看出实际上是传事搞的鬼。 但只要传事没有直接告诉大家, 他们就没什么证据。 以彼特公司现在在互联网的地位, 还是有不少媒体机构愿意卖彼特一个面子的。 更不用说, 陆一宁找的是和彼特关系不错的媒体。 和对方的负责人详细谈了这件事后, 陆一宁把资料发了过去。 不一会, 对方就出了一个成品。 陆一宁立即带着成品去找老板影天。 看完, 影天点了点头, 剪辑得还不错, 但我觉得片头可以加上那些女孩的哭诉, 这样看起来更能调动情绪。 虽然影天自己不擅长摄影, 但和张承待久了, 也算耳濡目染, 懂得不少。 陆一宁想了想, 点头说, 我再让他们改改。 陆一宁也觉得影天的建议不错。 对方虽然是做媒体的, 但他们主要是现实采访, 虽然有人剪辑, 但缺少设计排序的人才。 剪出的视频煽动力不大, 也在所难免。 陆一宁再次和对方联系, 对方很快按照需求又改了改。 影天在过目时满意极了, 这次的成品引起大家的共鸣应该不难。 让他们马上报道, 视频一发, 你就让技术部给他们推广。 这次, 我要让每个传视的用户都能看见这个视频。 影天的态度很坚决。 是, 陆一宁得到命令, 效率极高地去安排了起来。 很快, 影天收到了陆一宁发来的链接, 以及传视正在推广的视频。 链接是媒体方在官网上发布的文章, 视频则是媒体方发在传视号上的。 影天自然更关心视频在自家传视上的热度。 点进去, 可以看见视频下方多了一栏。 这是传视的热点榜, 每天选十个热点进行大力推广。 这个刚发的视频自然是没资格上这个热点榜的, 但影天发话, 技术部自然能办到。 刚点进去时, 影天还没看见有评论。 结果一刷新, 评论区就多了近千条。 卧槽, 这是真的吗? 每天和那么多小姐姐玩, 身体吃得消吗? 说实话, 我羡慕了。 插男。 呸。 第二个小姐姐, 好漂亮。 在刷新, 点赞过万, 评论也接近两千条了。 最高赞的评论, 足足有三万赞。 这只是不到一分钟内的效果。 影天看着这个结果, 淡淡一笑, 继续打开评论区, 看那些评论。 企鹅广告部, 罗大师正在拍摄一条企鹅产品的广告。 罗大师正在录制时, 他的经纪人突然焦急地打断了他们。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经纪人边向罗大师这边小跑过来, 边向企鹅的几个工作员工致歉。 罗大师皱了皱眉, 出了什么事? 经纪人打开手机, 将屏幕展示给罗大师看。 想想, 你看这个。 罗大师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咦, 第一个出现在视频中的妹子怎么这么眼熟? 接着, 听着第一个妹子简短地哭诉, 罗大师心中生起了不好的预感。 这不是我两年前交往过的一个妹子吗? 她怎么当众指责我起来了? 该不会, 后面全是的吧? 看着那长长的进度条, 罗大师心中一惊, 视频没让她失望。 后面接连出现了足足37个女人, 无一例外的, 全都是在控诉罗大师脚踏N条船, 习惯多人运动。 罗大师把手机甩给经纪人, 快点联系公司, 让他们把这条造谣的视频删了。 经纪人苦笑一声, 你看他后面。 还有? 罗大师坚持看完38个女人的控诉。 下一秒, 视频中出现了身体打码, 正在滚床单的两个人。 正是罗大师和其中一个妹子。 罗大师看了眼视频的数据, 点赞900万, 评论近7万。 罗大师突然想到了之前影天给自己的祝福, 祝你早日火遍全网。 这个视频所在的平台正是影天的传世。 完了。 罗大师脑中突然轰的一下, 失去了意识。 想想, 想想。 经纪人接住了罗大师, 使劲摇晃。 企鹅员工面面相去。 这罗大师怎么突然晕了? 视频一火, 传播的人就多了。 其他媒体很快抓住了这个热点。 转发的转发, 改编的改编, 斥责的斥责。 一时间, 网上几乎全是关于罗大师的新闻。 网友们亲切地给罗大师取了一些外号。 时间管理大师, 多人运动达人等。 第224章, 敲山正虎。 与此同时, 那个足足有30多位一流明星的群里也闹翻了天。 怎么这么突然? 是不是有人要搞罗哥? 你们还记得之前传世老板说过的话吗? 不可能是他吧? 我们这些圈内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他一个搞互联网的, 怎么比我们还清楚? 除了他, 还有人会针对罗大师吗? 群里顿时沉默了。 虽然心中很不愿意相信 是隐天找到的黑料, 但他们没有其他的猜测对象了。 罗大师虽然在感情上很浪荡, 但在别的地方, 他和圈内人相处的还是非常融洽的。 因此, 在场的人都找不出除了隐天之外, 罗大师的仇家。 30多人纷纷开始思考自己有没有什么黑料。 不一会, 心中有鬼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退了群。 企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解约联盟顿时土崩瓦解。 仅剩几个早已谈好药的企鹅自己人留了下来。 看着那些明星退群, 企鹅的人不禁破口大骂, 妈蛋, 亦有风险, 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接着, 他又开始回想自己有没有什么黑料。 很快, 他脸色一变, 咬了咬牙, 也默默退了群。 再给企鹅做事, 他还真怕传世曝光自己的牢底。 老板, 罗大师在博客上道歉了。 隐天办公室内, 陆一宁指着手机说道, 隐天没看罗大师的长篇大论, 直接拖到了评论区, 看见大多都是骂他, 只有少数不知是水军 还是罗大师真爱粉的账号在洗地。 这样的结果, 让隐天安心了。 现在, 就算隐天不再推波助澜, 这件事也难以平息下来了。 陆总, 你等会让负责人去问问之前要解约的明星, 问问他考虑好了没有? 这次他还是要解约的话, 我绝不拦他。 隐天笑着说, 陆一宁点了点头, 直接当着隐天的面给负责人发了信息。 两久, 负责人直接将他和明星之间消息截图发了过来。 前几天的事, 我们绝不拦你。 哥, 我前几天那是喝多了。 对, 喝多了。 说的胡话您不要在意, 我从未想过要解约。 真不解约了。 真的, 就当我那天从未找过你和老板, 帮我向老板问得好。 行, 什么时候想解约你都可以直接找我。 不解约, 不解约。 陆一宁凑了过来, 看完消息记录, 哈哈大笑。 老板, 这个明星好有意思。 哈哈, 隐天也是有些忍惧不惊。 嗯, 他这变脸速度, 京剧没他我可不看。 笑完, 隐天感到一阵轻松。 有了罗大师作为前车之鉴, 想必那些人在想解约时, 肯定会多加考虑。 毕竟, 他们不是那些不知名的明星, 经不起背包黑料。 企鹅公司, 马华办公室, 负责挖人的张秘书, 正向马华报告成果。 马总, 挖人方案, 在船市那边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他们看见罗大师的下场后, 纷纷开始推脱。 有些人甚至连我们公司人的面都不愿意紧了。 马华食指敲桌, 想了想, 罗大师的事能确定是他们的吗? 能确定, 视频刚发出来就上了热搜榜, 显然是船市在推波助澜。 马华皱了皱眉, 虽然不知道比特是如何挖到这个黑料的, 但现在他们的这个报复吓到了很多明星。 随拍那边呢? 马华继续问道, 随拍那边一切顺利, 有范爷的帮助。 我们不禁挖了很多小明星, 就连一流的明星也挖来了不少。 马华揉了揉太阳穴, 那就先全力对付随拍, 传世的话, 暂且放一放, 等把随拍拍挤出去了, 我再好好和传世玩玩。 传世背后已知的就有宁家和马云, 相比之下, 不知根底的白维德似乎更容易对付。 总不可能随拍也是马云旗下的产品吧。 只要对手不是马云, 马华有信心能在互联网领域拖垮别人, 无论是资金还是资源。 老板, 咱们明星又走了一个。 妈的, 企鹅加钱, 你们不会更着家吗? 还有, 传世那边为什么什么事没有? 你们不能学学人家。 老板, 企鹅能给出的推广力度比我们大, 而传世他们似乎总能找到那些明星的黑料, 我们也是过去坑那些要解约的明星, 可我们找不到他们的黑料。 废物! 白维德大声说道, 赶紧想办法, 最起码也要先制止企鹅继续挖人。 第225章 拿白维德当枪使 王文乐坐在一旁, 冷眼旁观白维德大发怒火。 冷待白维德训斥完手下, 王文乐这才找了个实际开口说, 白哥, 对付企鹅挖人, 我倒是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什么想法? 还想在骂骂手下的白维德听到, 沉着脸问道, 企鹅不是喜欢挖人吗? 咱们可以在违约经上做做文章。 王文乐照着影天告诉自己的话被送道, 这个东西, 他昨天足足背了一晚上, 这才有了现在的脱口如流。 边背, 王文乐也边为影天想的这个办法, 拍案叫绝。 这个方法虽然有些违背法律, 但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反制方法。 运用得当的话, 不仅能成功额上企鹅一笔, 也能不用背法律责任。 当然, 王文乐心中也很疑惑。 这么好的办法, 影哥不用, 反而让自己告诉白维德。 不过, 既然是影天的意思, 王文乐也只好乖乖照办, 将问号藏在了心里。 白维德听完, 眼神闪烁许久。 这是他在思考的表现。 在心中, 白维德将这个主意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突然, 他眼前一亮。 这个办法似乎非常可行。 关键在于, 只要让演员们守口如瓶, 不将自己和他们约定地告诉企鹅, 就能平安无事。 想必以自己的能力, 做到这点一如反掌。 白维德胆紧命令手下去办。 手下不再被骂, 事情还有了解决方案, 如蒙大赦。 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纷纷主动去联系随拍还剩下的明星。 白维德等人走后, 正对王文乐, 正侧说, 王兄弟, 还是你脑袋转得快。 这次要是事情解决了, 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要是失败了, 你不会杀了我吧。 王文乐缩了缩脖子, 他认为, 尹天既然敢将这个办法告诉白维德, 那肯定不是闲着没事想帮他。 搞不好, 后面还给白维德埋着坑呢。 可, 都是朋友, 没什么谢的。 不过要是没成, 也希望你不要怪我。 王文乐尴尬笑道, 你放心, 有我去统筹全局, 这事就没成不了的道理。 白维德自信极了, 这种秘之自信, 还以为自己做事能力有多强呢? 殊不知, 自己最擅长的, 其实不是做事, 而是发现有潜力的公司, 行业。 那我就先祝白哥你马到成功了。 王文乐点了点头, 舔道, 心中, 却不禁为白维德默哀了两分钟。 傻孩子, 入落我影歌的套还不知道。 又聊了会, 接着上厕所的功夫, 王文乐发了个OK给尹天。 尹天收到消息, 忍不住开始期待白维德最后会如何发展。 其实, 这次他也不是没给白维德留一条生路。 要是白维德能好好地管住那些演员, 那随拍自然能乐到企鹅。 若是管不住, 但凡有一个泄密, 随拍也会深陷官司。 事实上, 能配合白维德的基本都是没什么底线的明星。 想让他们不泄露,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尹天看到预测片段中自己能拿到一千亿违约金, 还是因为劝收到了甄子丹。 有一个超一流巨星战场, 别的明星考虑到以后的发展, 就算不答应帮忙也不会主动出卖船市。 尽管这样, 船市最后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 才坑到了企鹅。 而随拍没有任何能限制那些明星的手段, 到时候还不使企鹅一收买一个准。 希望随拍不要一下, 就被企鹅弄垮吧。 尹天善意嘀咕道。 想了想, 尹天又让陆一宁赶紧去趁机搞一些活动掌掌用户。 快看视频和随拍马上要杠上。 此时不抢占市场, 更待何时。 虽然, 现在船市已经占有了近七成的市场, 但要是就此满足, 不思进取, 恐怕等企鹅和随拍闹完, 就将会使船市要接受企鹅的正面竞争了。 安排完后, 尹天又刷了刷船市。 这东西, 还真容易让人无意间打开, 然后一打开就会刷到忘记时间。 就连自己现在也经常会在没试试刷刷。 刷着刷着, 尹天突然看见一个热度突飞猛进的视频。 视频中的主角正是奥斯卡陪跑的张成, 被寄予厚望的本国导演吴远奥斯卡。 那些夺得了奥斯卡奖的电影质量真的比刺激1995高吗? 我们简要分析一下这一届的几部获奖影片。 尹天看完, 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篇文章看似是在为张成打抱不平, 但仔细分析其内涵, 完全就是在阴谋论。 无论是什么奥斯卡评委收了钱, 奥斯卡评委瞧不起华国导演等, 都是在黑奥斯卡。 黑他们就算了, 这个视频还在无形中捧杀张成。 第226章, 同学来电。 影片看完, 立即找到了技术部, 让他们下架这个视频。 技术部的员工还有些疑惑, 这个视频明明是在给张成说话, 怎么老板要下架呢? 殊不知, 这些无良媒体为了收视率, 根本不管事实如何, 只是想当然的就发出了自己的意见。 尹天甚至怀疑, 这些吹捧张成的文章是不是马学领导的鬼。 只要把张成吹到天上, 后面张成再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视频后, 就会被后世无数人嘲讽。 很快, 技术部在尹天的命令下, 下架了视频。 以后再看见这种说奥斯卡有黑幕的视频, 一律直接下架处理, 屡次上传的直接封禁账号。 别的平台尹天管不了, 但在传世上, 尹天不会任由这种视频出现。 好的, 说完这事后, 尹天回到办公室在网上查看其他有关张成的消息。 张成获得奥斯卡提名时, 在国内很是火了一阵, 当时国内媒体争相报道, 恨不得把张成夸到天上去。 还好那时张成没接受任何采访, 也没说过任何狂妄自大的话, 否则这次他一个奥斯卡奖项都没拿到, 还不得被键盘侠喷死。 而现在, 奥斯卡颁奖典礼一结束, 网上又出现了非常多的关于张成的报道。 那些媒体蹭热度一直都有一手。 一开始, 都是些消息灵敏的大媒体在报道。 他们的新闻内容都很客观公正, 只是浅浅地表达了一丝惋惜之情, 个别在文章末尾, 鼓励张成再接再厉, 争取再拿出优秀的作品。 而消息传开后, 就有无数资历不明的媒体开始转发报道了。 报道得多了, 一些不知名的自然想要引发用户的兴趣。 因此, 各种各样的标题挡就出来了。 再然后, 无数的董哥出现, 开始分析张成为什么这次没拿到任何奥斯卡奖项。 这方面就完全是他们的主观一段了。 但也因为他们发的这些文章, 张成是越来越火了。 放眼望去, 随便找一个媒体网站, 十篇文章里就有三篇是关于他的。 至于剩下七篇, 则有四篇左右是关于罗大师的。 他的消息还待在热门第一上, 总之是不可能翻身了。 也不知张成回来后, 看见自己和时间管理大师一起上了热搜会怎么想? 影天突然想到那个画面直接笑了出来, 顿了顿, 影天看了看时间。 奥斯卡已经结束了两天, 他这次出国是和苏小星一起的。 若是只有张成一人, 可能他参加晚典礼就回来了。 但小女友跟去了, 又是难得的出国, 张成拗不过苏小星, 只好陪他在异国他乡好好逛一逛。 两天过去了, 这两位应该已经正在回国的飞机上了吧? 呼, 终于回来了。 魔都机场, 张成牵着苏小星, 常常舒了口气。 飞机航行时恰好遇到风暴, 摇晃得很, 虽然没有危险, 但还是让张成晕得够呛。 眼下到了机场, 落了地, 张成才缓了过来。 航班都说了, 这趟可能会遇到风暴, 你还非要走? 苏小星边给张成拍背边埋怨。 嘿嘿, 张成傻笑道, 我这不是想着快点回国吗? 在外面, 我很不适应。 张成缓过来后, 提起给大家带的礼物, 将手机开机。 在飞机上时, 张成的手机是关机状态。 没想到, 这一打开, 就有人打了电话过来。 看着备注, 张成愣了愣。 谁啊? 苏小星好奇问道, 张成扬了养手机, 大学同学, 这么多年都没联系, 不知怎么, 今天突然打我电话。 那你接吗? 张成在网上看过不少这方面的故事。 总结起来, 多年未曾联系的同学, 突然打电话, 不是借钱, 就是结婚药分子。 张成鸣嘴想了想, 虽然上学时, 和这些同学关系, 没和影天那样亲密, 但怎么说也同窗一场, 关系总比陌生人强。 自己现在不缺钱, 以前同学要真有困难, 自己能帮则帮。 接。 说完, 张成接通了电话, 电话一接通, 张成就听到对面惊喜地说道。 张成? 你电话终于打通了。 呃, 杨威, 你找我什么事? 张成, 你现在是不是在魔多? 杨威没有回答张成的问题, 而是突然问起张成在哪。 嗯, 怎么? 张成, 我们班大学毕业后, 有不少人来了, 魔多你知道吗? 杨威说道, 张成和影天毕业后, 都忙着自己的事, 加上和别的同学也不熟, 没怎么关心其他同学的生活, 并不知道这件事。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杨威加大音亮道。 第227章, 同学聚会。 尽管和那些同学并不熟, 但此时, 张成还是有些高兴。 这种感觉, 就像是你去外地工作, 突然发现同事都是老乡一样。 行, 哪天有时间我们拒绝。 张成笑了笑, 都说同学是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之前和他们联系少, 没怎么来往, 但如果以后能一起帮扶, 也不晚, 这是一件好事。 还用等以后, 就这周六, 我和其他在魔独的同学约好了, 在军林酒店搞个同学聚会, 你那天有空吗? 这周六? 张成看了看苏小星, 之前他和苏小星约好了, 这周六去看电影。 因为张成开的是外放, 苏小星听到了全程, 见张成现在在征求自己的意见, 苏小星点了点头, 电影哪天都可以看, 但同学聚会可不是经常有。 苏小星不知道张成和那些同学关系怎么样, 不过, 孰众孰亲他还是能分出来的。 那行, 周六我们军林聚聚, 张成答应后顿了顿, 问道, 对了, 可以带家属吧? 当然, 杨威见张成答应了, 喜出望外, 那说好了, 周六不见不散? 嗯, 张成挂断电话后, 突然想到, 尹天不是也在魔独吗? 也不知他们喊没喊尹天, 张成打算回去后和尹天说说, 到时候再告诉杨威尹天也要来, 同学聚会, 自然是来的同学越多越热闹, 走吧, 张成拿好东西, 确认没有遗落后对苏小星说道, 苏小星帮着拎了两个包, 点了点头, 紧跟在张成后面, 很快, 两人带着东西回到了比特, 上来后, 张成立即被围了一圈, 诚哥, 你回了, 诚哥, 这次没拿到奖别灰心, 下次你一定能拿到的, 看着周围人关心的眼神与话语, 张成笑了笑,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没事, 来来来, 我这次出国给大家带了不少礼物, 说完, 张成同胞中取出很多小工艺品, 每个人发了一个, 谢谢诚哥, 众人齐声道, 行了, 我先去找尹天了, 你们忙, 派发完成, 张成又牵着苏小星上了楼, 虽然苏小星是第一次来比特, 但他没有丝毫害羞或是怯场, 在刚刚发礼物时表现非常好, 大家对他印象不错, 三两步上了楼, 两人敲门后进入了尹天的办公室, 尹天, 这是我给你和宁常带的礼物, 一进来, 张成就拿出两个包装精美的礼盒递给了尹天, 谢谢了, 尹天笑着接过, 张成等尹天收好礼物后, 这才将同学聚会的事告诉了尹天, 尹天听完, 沉映了一会, 他们没喊我, 我就不去了吧, 尹天当初来魔都时, 在群里问过有没有在魔都发展的, 当时群里可没一个人说在魔都, 也不知这突然冒出的一大批同学, 是什么时候来的, 若是在尹天之前, 那他们之前没说实话, 显然是不想和尹天有接触, 若是在尹天之后, 那他们更应该知道尹天在魔都, 而这么多年从未联系过尹天去什么同学聚会, 态度也很明显, 张成没想过这么多弯弯道道, 没事, 都是同学, 他们可能之前不知道你在魔都, 现在知道了, 一起聚聚也不会吃亏, 以后万一有什么事, 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 张成说得情真意切, 尹天想了想, 说道, 那行吧, 你和他们说说, 张成当场给杨威打了个电话, 接通后, 张成立即将尹天也在魔都的事告诉了他们, 电话那头的杨威毫不犹豫地邀请尹天也过来, 看吧, 我就说没问题, 挂断后, 张成笑着说, 尹天同样笑了笑, 反正也没什么事, 不如带着宁肠去玩玩, 那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尹天突然问道, 张成文言愣了一瞬, 玄机摇头道, 我们周五还有事, 分开去吧, 苏小星在尹天看不见的地方, 掐了掐张成腰间的软肉, 尹天虽然看不见苏小星的反应, 但通过张成的心声, 还是知道了他的想法, 他周五要和苏小星去过二人世界, 那行, 尹天成全道, 下班后, 尹天带着礼物去了趟宁家, 宁肠在他父亲的帮助下, 已经开始着手弄剧杀仇这个爱心平台了, 为此, 他这些天都没去比特, 尽管没去, 但他还是非常关心比特, 对这几天发生的事都有大概的了解, 尹尹天见到宁肠后, 将礼物递给他, 随后, 又将这几天发生的事详细告诉了宁肠, 说完这些后, 尹天又将周六同学聚会的事告诉了他, 宁肠听到可以带家属, 眼睛一亮, 我也要去, 心中, 念及是去见尹天的同学, 宁肠还打算到时候好好打扮一番, 第228章, 聚会的目的, 快点, 快点, 宁家宅子里, 宁肠看着慢吞吞去开车的尹天, 焦急催促道, 别急嘛, 时间还早着呢, 宁肠一边将车驶出, 一边安慰道, 可是我们和诚哥说好的时间已经过了, 宁肠委屈道, 没事, 到时候去了和诚哥解释一下就行了, 这种小事没人会拉着不放的, 终于, 宁肠将车开到了外面, 宁肠很快上车, 看着一脸焦急的宁肠, 宁肠心中一阵好笑, 之前和宁肠说好了, 周六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但宁肠忙着忙着, 竟然给忘了, 今天周六, 宁肠照常去加班, 忙活到下午饭点才回来, 回来后, 看着穿着正式的尹天, 他还好奇地问尹天是要去干嘛, 在尹天的提醒下, 宁肠想起了今天还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当即慌乱地去梳洗, 索性聚会晚上才开始, 只是前几天和张成约好的门口会合, 是实现不了了, 其实, 尹天对这次同学聚会并不怎么重视, 完全是当去陪着张成, 顺便好好和宁肠吃个饭, 真要是来不及, 他也不会去催促宁肠, 只是, 宁肠想着这算是让尹天认识的人知道自己是他女友, 非常重视, 坚持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他还不知道其实尹天和这些同关系其实并不怎么样, 一路上, 宁肠还在不停地让尹天开快点, 尹天好笑的同时也默默加快了车速, 他不是为了赶时间, 而是为了满足宁肠小小的要求, 很快, 两人到达了目的地附近, 只是, 一问酒店服务员发现酒店提供的车位满了, 尹天只好又开出去找了一回, 终于, 尹天凭着良好的车技抢下车位, 两人下车向着军陵酒店走去, 进去后, 报了包间名字, 服务员立刻带着尹天和宁肠上去, 走到门前, 还未开门就听到了里面喧闹的声音, 张成, 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拍东西这么厉害, 我可是听说, 你差点就拿到了奥斯卡了, 嗨, 以前年轻气盛, 还诋毁过你的作品, 你不要往心里去, 里面正热闹地交流着, 突然, 门被打开, 服务员弯腰伸手, 张成眼尖看清后立即迎了上去, 不好意思, 准备工作没做好, 尹天笑着解释了没和张成会合的原因, 唉, 又不是什么大事, 张成正说着, 突然, 那群大学同学里有人迫不及待地出声说, 尹天, 你好大的面子, 放了咱们鸽子不说, 连个招呼都不提前打, 张成之前在酒店门口等尹天时, 碰见了不少来参加聚会的同学, 他们纷纷热情地和张成一起等了大半天, 尹天皱眉看向说话的人, 他叫刘宇, 以前上学时和尹天有过血摩擦, 但今天他出这个头嘲讽尹天, 可不是因为以前的事, 他是想着帮张成教训一下尹天, 好狠狠地巴结张成, 在刘宇心中, 可能认为帮张成树立他的威严, 能讨到张成的开心, 却不料张成听完眉头一皱, 尹天不是说了有事吗? 再说了, 咱们约定的时间又没到, 尹天冷眼旁观在场众人的心声, 了解详情后顿时乐了, 原来, 这个所谓的同学聚会, 完全就是这十多个在魔都混得不错的几个人之间的聚会, 因为他们不知道尹天的身份, 所以原本就算知道尹天在魔都, 也压根没想过要邀请尹天, 这次他们邀请张成来参加, 也是看着张成拿到了奥斯卡提名, 成为了华国最炙手可热的大导演, 才想着要将张成拉入他们内部, 而刚当刘宇的举动, 就是想着好好舔一舔张成, 以后再见面可以结个善缘, 刘宇被张成一瞪, 顿时不再说话了, 很快,张成, 苏晓星, 尹天宁肠四人坐到了一起, 刘宇看着和张成有说有笑的尹天, 心中妒忌极了, 凭什么尹天能和张成关系这么好, 而我想帮他长长威风都不行, 虽然能参加这次同学聚会的人, 除了尹天外, 都是在魔都混得不错的, 但混得不错, 也不代表着没有想要别人帮忙的事, 刘宇正式听说了张成和比特公司老总关系不错, 想让张成带自己去混个眼熟, 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跳槽过去, 因此, 他今天才会对张成如此热心, 没想到之前说了那么久, 这张成还是像得憨憨一样, 不答应自己就算了, 现在更是未来的穷小子公然打自己脸, 第229章, 有眼不识泰山, 想到这, 刘宇脸色冷了下来, 他已经不打算找张成帮忙了, 他自认为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刚刚被张成在大庭广众之下教训丢了不少脸, 刘宇打算本会去找张哥帮忙, 张哥是杨卫用关系请来的, 据说能量很大, 要是能巴结到他, 自己想去比特公司上班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虽然刘宇不再来和张成说话, 但其他同学可还没闲住, 他们一个个的都往张成这边凑, 就是想和这位华博最近最受关注的导演打好关系, 虽然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和演艺圈沾不上边, 但多认识的大佬总是没坏处的, 影天和宁长坐在一旁说着悄悄话, 看见那些人在拿绞尽脑汁的想多和张成说句话, 宁长羡慕道, 诚哥在学校和别人关系这么好吗? 你是不知道他们是奔着张成的名气和实力去的, 宁长的话让影天有些好笑, 嗯, 成的的人脉确实广, 影天指住笑, 随口说道, 张成一直和同学在聊, 突然他感觉到苏小星轻轻拉了拉自己的衣角, 怎么了? 张成转过头去, 苏小星隐晦的指了指影天, 张成看向那边, 只见影天和宁长两人正一起聊着什么, 但他们身边没有一个问东问西想要互换名片的同学, 饶视张成脑子转得不快, 他也算看出了些什么, 这群人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一个个接连来与我结交, 影天的身份则一直是被掩藏起来的, 低调得很, 这些同学不知道就一个个不去理会影天, 张成心中偷笑不已, 这些老同学想要结交大人物, 真正的大佬来了, 他们却又一个个认不出来, 真是捡了西瓜丢了芝麻, 他们不知道影天身份就算了, 搞不好, 这群同学还会以为影天没资格来参加这次宴会, 是他抱了张成大腿才被邀请过来的, 不过, 张成显然不可能主动告诉他们这件事, 当初影天隐瞒身份, 张成还是不小心中才发现影天的秘密的, 当时自己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吧, 现在, 到了你们试试这滋味的时候了, 想着这些人现在对影天不理不睬, 过几天又一个个挤着去巴结影天, 张成就忍不住想笑, 和影天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张成继续应付这些人, 影天知道众人的想法, 也没想过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现在, 大学同学都把张成围了起来, 影天其实也乐得轻松, 就是宁长见没人主动和自己说话, 有些郁闷, 影天, 你同学是不是讨厌我呀, 怎么一个说话的都没有, 哪有, 影天笑着刮了刮宁长的鼻子, 没和宁长把这个同学聚会解释得太详细, 和美人都说了两句话后, 张成面前再无任何人, 他们也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 没太多占用张成的时间, 见人都差不多了, 张成好奇问道, 对了, 怎么聚会还不开始, 人不是齐了吗, 刘宇文言放声大笑, 张成, 你急什么, 杨威哥还没回来呢, 影天也等得有些不耐烦, 翻开手机一看, 时间已经过了之前约好的七点半, 影天立马笑了, 这刘宇这么多年没见, 竟然成了个双标狗, 自己和张成约定好时间, 但因为出了意外, 没耐及时来, 本来说一声就没事的是, 这家伙主动跳出来嘲讽自己, 张成都还没说什么呢, 而且, 影天和宁长也仅仅是没完成和张成的约定, 但对于聚会约好开始的时间来说, 完全是提早来的, 但现在, 聚会发起人杨威明显来晚了, 刘宇却什么关于迟到的都不说, 这种双标狗, 实在是太恶心了, 刘宇还在喃喃自语, 影天则又转身和宁长说话, 不久, 刘宇听见门外和酒店副经理交流的杨威, 心中一喜, 他飞快跑过去开了门, 门外有两人, 一个是杨威, 还有一个则是一个戴着眼睛的年轻男人, 威哥好, 刘宇恭敬说道, 顿了顿, 他又朝着这个陌生的男子问道, 您就是张哥吧, 请先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影天看着刘宇站在门后恭恭敬敬, 心中也对这个张哥有了好奇心, 吓意思的, 影天偏着脑袋往外看了看, 只是, 刚看到那个所谓张哥的外貌, 影天就愣住了, 这啥张哥啊, 这不就是公司里最活跃的张伯吗, 这家伙什么时候勾搭上我这些老同学的? 第230章, 隐瞒身份, 影天心中对张伯的印象一直是认为他是一个逗逼, 而在自己面前喜欢耍宝的张伯, 现在被刘宇张哥, 张哥的喊着, 脸上保持着高冷, 没什么大的表情变化, 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若不是影天知道他本来的性格, 此时说不定会和其他人一样, 认为张伯就是这副巨傲的样子, 但影天知道, 难不成张伯在自己面前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 影天忍不住好奇的看了看张伯的心声, 哎, 这就是装逼的感觉吗? 好爽好爽, 我终于体会到老板被我们吹捧时的感觉了, 这一看, 影天立马轻松了, 得, 张伯还是老样子, 他现在才是在装高冷, 尽管张伯对刘宇的态度一般般, 但刘宇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少, 杨哥, 张哥, 快坐, 咱们就等你们了, 刘宇将两人领着入了座, 杨薇粗略看了看众人, 见基本上所有人都来了, 满意的点了点头, 路上有些堵车, 所以来迟了, 不好意思, 我先自罚三杯, 说完他就凑到桌前, 正要给自己倒酒时, 刘宇恰时说道, 哎哎哎, 杨哥你可别这样, 什么迟不迟到了, 只要是您, 别说只等了一小会, 就算金边让我们等您一小时, 我们愿意, 就是就是, 而且我们也刚来, 杨哥, 你来的绝对不算晚, 杨哥喝酒是给我们面子, 但我们不能饿意灌酒啊, 今天杨哥没迟到, 不必自罚三杯, 那行, 我等会吃饭时多喝两杯, 杨薇乐呵呵地接受了众人的善意, 宁长看着这群人, 对颖天和杨薇的态度, 叹若云尼, 轻轻促美, 颖天, 他们怎么这样, 颖天轻轻拉住了宁长的手, 明明, 你先别管这个, 你看看杨薇旁边的那个人是谁, 宁长扬起脖子看去, 张伯, 张伯算是颖天办公室的常客, 宁长自然认得他, 也知道张伯的性格, 所以宁长的语气有些迟疑, 对, 是他, 颖天和宁长对视一眼, 宁长眼神中带着疑惑, 而颖天则是憋着笑, 很快, 杨薇和张伯入座, 本来, 张伯一直都是四十五度角望天装逼, 但入座后, 他还是隐晦地将众人打量了一番, 巡视一圈, 张伯突然看见张成, 而在他旁边, 老板颖天和宁秘书坐在一起,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老, 张伯心中一惊, 下意识地就要喊出声, 却见颖天对他淡淡地摇了摇头, 张伯立刻转变话题, 老杨, 你这些同学我还不认识呢, 不给我介绍介绍, 虽然不知道老板为什么摇头, 但张伯还是非常配合地没有说话, 对, 我给你介绍一下, 杨薇伸出掌心, 一个一个地介绍了起来, 这位是刘宇, 在魔都经营一家广告公司, 这位是, 杨薇介绍一个, 张伯便点点头, 很快, 杨薇介绍到了张成以及颖天, 这位是张成, 你可能不认识, 但你一定听过这个名字, 他就是前几天拿到奥斯卡多项提名的那个大导演, 他身边的是他女友, 叫苏小星, 不, 我不但认识, 还和他很熟, 张伯吐槽道, 杨薇语气自豪, 仿佛是自己拿到了那些提名一样, 张成见张伯和颖天都没说话, 也是影帝附身, 装作是第一次和张伯见面的样子, 主动伸手和张伯握了握手, 刘宇看见张成对自己和对张伯,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忍不住哼了一声, 介绍完张成, 杨薇又介绍颖天, 这个是颖天, 也是我们的大学同学, 对了, 颖天, 你现在在哪工作来着? 我? 颖天正在给自己和宁肠道查, 他仔细想了想, 淡淡一笑, 我现在职位还挺多的, 颖天正准备把自己的身份讲出来, 嗯, 就说彼特老总, 天上投资董事两个应该就行了, 这两个, 他们应该知道, 还没说完, 刘宇就打断了颖天, 行了行了行了, 我记得颖天好像是在卖保险吧, 杨薇也没问颖天是不是, 就又和张伯说道, 嗯, 颖天在做推销, 他旁边的是他女友, 在场众人不是公司高管, 就是自主创业, 一个小小的保险推销员, 还不值得杨薇多么重视, 这一点, 从他知道张成女友的名字, 但不知道颖天女友宁肠的名字, 也能看出来, 话音刚落, 张成, 苏晓星, 张伯的眼神突然都变了, 全都古怪的看向杨薇, 这家伙, 究竟是真的不知道颖天的身份, 还是在装傻, 第二百三十一章, 认识你真丢脸, 杨薇没看见三人脸色的变化, 介绍完大学同学后, 又把张伯介绍给同学, 现在我介绍一下张伯, 张伯, 比特公司技术部部长, 深得比特老板看重, 杨薇还在介绍, 张伯却已经羞愧的, 想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你妈, 公司的老板还在这, 你搁着炫耀我的身份, 那不是半门弄斧吗? 再一看, 只见张成和尹天都好笑地看着自己, 张伯低着头, 只感觉没脸再见他们了, 终于, 杨薇介绍完张伯, 那些大学同学, 几乎全部都把注意力, 放到了张伯身上了, 本来以为今天来的最大的咖位, 是影视圈新贵张成, 没想到, 杨薇还留着一个大佬在后面呢, 单论影响力, 张成更大一些, 但电影离他们太远, 自己事业出了问题, 张成可能帮不到, 而张伯不同, 身为比特公司技术部部长, 他在比特公司里面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力, 要是和他关系处好了, 自家公司和比特随便合作项目都能赚到盆满钵满, 因此, 众人眼前一亮, 一起叫了声张哥, 张伯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不少人都想着找个机会和张伯结交结交, 再不计, 也想交换一个名片什么的, 但他们都知道这是急不来, 等会把张伯灌醉了,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处好关系, 这么想着, 有人提议道, 既然人到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众人应贺, 大家先点, 今天我请客, 杨威笑着说道, 军陵酒店虽然不是五星级酒店, 但消费也不低, 杨威说这句话时心在低血, 但为了在张伯面前树立一个不差钱的形象, 杨威只好默默忍痛大方一次, 而只要通过张伯牵线上比特, 那自己的那批货就不愁卖不出去, 希望他们不要点太奢侈的东西, 杨威心中想到, 影天看见摇了摇头, 这家伙和当初张成请吃饭是一个样, 以往同学聚会, 大家都是AA制, 虽然其他同学面前, 大家都是一副不差钱的样子, 但真到了要出钱时, 大家都是在心中仔细计较着自己要出的钱, 因此, 以前大家都只是矜持地推来推去, 让别人去点, 最后拢共也点不了七八个菜, 而今天是杨威请客, 那他们一个个都不客气了, 你一个, 我一个, 不一会, 就点了上十个菜, 杨威看得内心只发颤, 待到点完后, 杨威粗略估算了一下价格, 松了口气, 还好, 能和张伯交好的话, 也不算亏, 大家想喝点什么的? 杨威问道, 众人又看向菜单上的酒水列表, 这红酒不错, 是点脸牌的, 有人指着一个单瓶两千三百的红酒说道, 杨威看了看, 虽然不认识这个牌子, 却也是装着很懂的样子点了点头, 嗯, 这个不错, 大家看呢, 要不就这个吧, 这瓶红酒单价两千三百, 在菜单里属于中当, 喝这个也不会丢面子, 而且, 杨威估算了一下, 四五瓶左右, 自己还算能接受, 行, 就这个吧, 众人纷纷同意, 这个红酒, 已经比他们之前聚会时, 喝得好上不少了, 很快, 菜和红酒都上了桌, 刘威主动给大家倒上, 这土鳖先给尹天, 张成, 宁肠道的, 大约倒了一个杯子三分之一的分量, 一边倒, 他还一边解释, 这么贵的酒, 咱们每人尝尝就行了, 不必要倒太多, 这个分量, 和尹天平常喝时差不多, 尹天也并没有说什么, 哎, 别客气, 都说了, 今天我请客, 杨威嘴上客套, 心中却忍不住给刘威点了个赞, 可是, 轮到给其他同学到时, 刘威却给他们全部满上了, 杨威没怎么注意这边, 回过神来后, 看见自己杯子里满满的一杯红酒, 傻眼了, 以前喝的是白酒, 这么倒没问题, 但今天喝的是红酒啊, 谁他妈喝红酒倒满满一杯, 杨威虽然不知道其他的规矩, 但对于这个, 还是有所了解的, 刘威还没意识到他人的眼神, 笑嘻嘻地给每个同学都满满倒了一杯, 影天摇晃了一下杯子, 若无其事道, 刘威, 这红酒倒满杯, 你是在那学的, 影天一提, 众人立刻看向正在倒酒的刘威, 以及其他已经倒满了的杯子, 这, 杨威率先回过神来, 哎, 都是自己人, 就别计较怎么喝了, 咱们不学那些老外, 就喝满杯, 嗯, 对, 咱们自己喝, 想倒多少倒多少, 刘威还没察觉到问题, 怎么了, 红酒不是倒满吗, 杨威脸色一飞, 认识你好丢脸, 我现在说不认识你, 其他同学会信吗, 在场同学都是这么想的, 第232章, 你要我当着老板的面受贿, 那个, 刘威, 你迁度一下吧, 有同学看不过去了, 委婉提醒道, 刘威见所有人都在看自己, 心思一沉, 难不成, 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丢脸的事, 他立即掏出手机迁度起来, 划过没什么营养的介绍, 到红酒时, 每次倒入的酒量 一般不超过广口玻璃杯的三分之一, 这是能留出足够的空间旋转酒夜, 这样可以缩短醒酒的时间, 不必等待太久, 就可以品尝到葡萄酒口感极佳的瞬间, 倘若要在晚餐中 以一款葡萄酒作为左餐的配角, 倒酒的量占酒杯容量一半也可, 记住, 无论在任何场合, 都不要将你的货别人的酒杯倒满, 这不仅会让你出丑, 也会让红酒失去魅力, 卧槽, 刘宇张大嘴巴看向众人, 这次脸丢大了, 自己竟然在这么多同学面前 做出了这么傻逼的事, 社会性死亡了, 宁常看着这个针对过尹天的人 现在这副羞愧的样子, 眼嘴笑得不停, 尹天倒是没笑, 他只是轻轻端起酒杯, 摇了摇, 慢慢品了一口, 这酒虽然比不上之前尹天在宁家喝过的, 但也算不错, 而其他同学则因为刘宇给他们倒满, 是体会不到他的真正的味道了, 杨威赶紧给刘宇使了个眼色, 又谈了些别的话题, 算是将这事接过, 酒过三巡, 气氛渐渐热闹起来, 突然, 杨威站了起来, 对着张伯恭敬说道, 实不相瞒, 我这次约你吃饭, 其实是有件事想求你, 张伯虽然为人不着调, 但情商不低, 早知道杨威是有事找自己, 才会请自己吃饭, 来时, 他也是做了准备的, 但现在老板在这, 张伯一时又有些犹豫, 顿了顿, 做些什么, 杨威眼睛一亮, 这一问出口, 那事情就几乎成了一半了, 是这样的, 我不是在魔都做些电子产品的生意吗, 最近东西卖不动, 我就想着和传世合作, 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探探效果, 杨威诚恳说道, 直播带货? 在场和比特有关的几人, 纷纷竖起了耳朵, 张伯想了想, 问道, 这是传世不是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吗? 你去联系他们就行了, 且不说这是张伯做不做的了主, 说吗? 杨威尴尬的笑了笑, 张伯, 你也知道, 通过那个平台上线的东西, 比特要抽成十个点, 我这本来就是小本生意。 杨威这么一说, 在场众人顿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杨威这是想通过张伯这个内部人员, 看看能不能拿到优惠, 就算只能少一个点, 那自己也能多赚不少。 张伯愣住了, 不过, 这还不算什么违背比特公司利益的事, 毕竟, 公司为了发动员工去联系卖家, 都会给员工一个优惠价。 正准备说时, 却又听见杨威说道, 还有就是, 我这批商品质量不怎么样, 你要是能帮忙运作一下, 事成后, 我给你两个点的报酬。 原来真正的请求在这。 张伯下意识地看了眼影天, 比特对商品的质量非常重视, 对于要直播带货的东西查得非常严。 而现在, 杨威就是想通过自己, 让他那批水货也能通过检查。 张伯看见影天对自己笑了笑, 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 这杨威, 谈这种东西, 就不能找个两个人的地方谈吗? 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谈, 而且, 不会挑位置就算了, 他还想要当着老板的面贿赂自己。 且不说张伯本身不能让负责检查的人放水, 就算能, 他也不可能傻到在老板面前答应啊。 杨威, 这是, 说实话我管不了。 杨威一下就急了, 自己花这么多请你吃饭, 可不是为了听这句话的。 张伯, 你再考虑一下, 是不是嫌钱少? 我和你说, 单这两个点, 你就能拿到七八十万。 你要是觉得不够, 我个人再给你加五十万。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张伯正想解释, 却被杨威打断了。 杨威冷声道, 你要真不愿意蹬这趟混水, 也行, 你给我介绍一个能办到这事的, 我自己去联系, 是成了, 给你分半个点。 其实, 杨威也是做好了单靠张伯办不成的准备。 所以, 他现在能冷静地给张伯另一条路子。 他相信, 这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成的事, 张伯不会拒绝。 第233章, 我把老板介绍给你。 嗯, 张伯沉吟了一会, 自己要是不答应, 估计杨威还会纠缠。 自己要是答应了, 老板正看着呢, 自己能做出这种出卖比特利益的事。 想了想, 张伯说道, 杨威, 你要真想让我牵线, 我倒是有个人能介绍给你。 谁? 杨威心中一喜, 自己的猜测果然没错, 请了张伯吃饭, 加上半个点的中介费, 他果然心动了, 愿意帮自己联系能做成这件事的人。 我先说好, 那个人在比特权力很大, 你要是能说服他, 那这是基本上就成了。 而且, 传世还会给你最大力度的宣传。 嗯, 你只要帮我介绍就行了, 后面的事我自己去谈。 张伯在张成和宁长只见看了看, 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推锅。 自己如果将麻烦推到这两人身上, 确实可以脱身, 但估计自己在老板那的信誉就要全美了。 沉思良久, 张伯这才说道, 那人远在天边, 静在眼前, 说着他指了指引天, 杨威顺着张伯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引天? 他? 你要是能说服引天, 这事就绝对没问题了。 杨威心中一震, 自己一直看不起的引天, 难不成在传世内部还有神妖路子? 引天? 杨威转向这边, 你是在传世有关系吗? 这样, 刚刚我和张伯说的话, 你也应该听见了。 如果你能帮我度过检查, 我也给你半个点。 而且, 你帮我联系的人, 我愿意出两个点当做报酬。 你真的要我帮忙? 引天心中一乐, 这贿赂, 贿赂到了老板身上。 杨威点了点头, 下一秒, 引天摇了摇头, 抱歉, 传世不会帮你卖货, 以前不会, 现在不会, 以后也绝对不会。 这种卖假货, 赝品的人, 一向是引天最为痛恨的人。 引天决定, 回去就拉黑自己这个大学同学, 以后也不会让他的东西上传式的直播带货业务。 为什么? 杨威见引天一口拒绝, 有些诧异。 引天还没说什么, 扎机上平抬骗钱的。 你们公司, 在场众人都愣住了。 难不成引天这个女友也是彼特的员工? 猜到这, 众人顿时挠不出了一场好戏。 穷小子引天偶然被彼特的宁肠看上, 开始吃软饭。 而现在老同学求上门, 引天为了让老同学多求求自己, 直接拒绝了老同学的请求。 引天看着众人的心声, 瞥了眼张诚。 这些人的想象力可以啊, 还好张诚看不见别人的心声。 不然, 他肯定要去请这些人过去当自己的编剧。 美女, 价钱好伤啊。 杨威沉声说道, 他还以为宁肠是嫌自己钱给太少了。 再多钱也不行, 彼特是永远不可能接受你的。 你是什么意思? 杨威忍不住皱了皱眉, 自己态度一直和暗, 引天的这个女友怎么老是针对自己。 不但宁肠说话, 杨威又自认倒霉道, 行, 你们不帮我, 我再去找别人去。 说着, 他转身看向张伯, 那眼神, 仿佛在说你给我介绍的这两人怎么这么不中用。 张伯忍不住摇了摇头, 虽然和杨威不熟, 但今天好歹白嫖了一餐饭, 善良的张伯提醒道, 杨威, 其实, 引天就是彼特的老板, 他说不会再和你合作, 就代表着你上了内部的黑名单。 什么? 引天是老板? 杨威完全没注意到张伯的其他提醒, 就单单听到了这。 周围其他同学也没好到那里去,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引天。 这家伙, 真的是传世的老板。 虽然很不愿意去相信这个事实, 但注意到张伯对引天的态度, 还是吃饱饱守守心态。 不可能, 引天前半年前还在卖保险, 传世不可能只用了半年就达到了现在这个规模。 刘宇一直在偷听, 这时他也顾不上继续尴尬, 赶紧反驳道。 有些从事互联网方面的同学, 则是不可思议地看向引天, 难难道, 好像传世就是彼特前几个月开发出来的吧。 刘宇又被瞬间打脸, 没人理会再次颜面扫地的流语, 他们皆是看向引天, 眼神火热。 传世估值已经到了二十多亿美金, 换算成华国货币, 那就是一百四十多亿了。 参加同学聚会的这些人, 有身价达到了一个亿的吗? 没有。 所有人的钱加起来, 还没引天一个零头多。 第234章, 身份曝光, 他们都想抱我大腿。 如此大腿, 众人岂有不心动之理。 个别女同学还把宁长和自己对比了一下, 想看看自己现在头怀送抱, 还有没有机会。 但看见宁长那精致的面容, 完美的身材, 几个女同学都忍不住自卑了起来。 比不过, 比不过, 倒是有个男同学看向引天的视线非常羞涩, 看得引天头皮发麻。 嗨嗨, 杨威率先说话, 引天啊, 咱们以前关系还不错吧? 你既然是比特的老板, 要不就念及一下同学情谊, 让我在你们平台上卖东西吧? 众人也是期待地看向引天。 引天要是答应, 就说明他还是非常念及旧情的。 杨威能成功, 那么自己等人也能成功。 引天笑了笑, 就以前咱们那个一起吃过两次饭, 去上课时同做过几次的事, 也能被你称之为关系不错。 那时常接近我的章程, 岂不是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就当杨威以为引天就要答应时, 引天摇了摇头, 冷声道, 我说过了, 不会让你的东西上架我们传世, 你不用再找什么关系了, 我回去就把你拉黑。 规矩就是规矩, 引天定下的不收坑钱货, 自己是不可能打破的。 杨威似乎是没意料到引天如此绝情, 指着他, 你逆你个不停。 刘威本来知道引天的身份后, 一直在装死, 眼下见引天如此绝绝, 心中冷笑不已。 引天啊引天, 你就算再有钱又怎么样? 今天你就把这些同学得罪吧。 想着, 刘威说道, 引天, 你赚了几个钱, 就看不起以前的同学了。 都是同学, 你帮一下怎么了? 宁长本来在看见, 见刘威想要道德绑架引天, 顿时变得气鼓鼓的。 这个刘威好乏啊。 其余同学虽然没说话, 但看他们的心声, 大多也是这样想的。 引天笑了笑, 这些同学里, 虽然没有和自己关系, 达到了和张诚那种地步的, 但真要说的话, 相处融洽的也不少。 比如说, 以前给自己带过饭, 借自己刷过卡之类的, 虽然都是些小事, 但引天还都记得。 对于杨威这种记不熟, 又想通过自己去卖水货的人, 引天宁愿不与之为伍。 但若是前面说过的那种同学, 引天还是愿意帮帮忙的。 因此, 引天看了圈众人, 说道, 刘威, 你还真说对了, 我就是看不起卖假货的, 但要是有哪个同学做良心生意, 我不仅愿意帮, 还愿意大力去帮。 你们中有谁需要我帮忙呢? 今天正好都告诉我, 只要符合我公司的规定, 我会在原有约定的基础上, 给你们加大资源倾斜。 真的? 话音刚落, 一个体型稍微有些高大壮的同学, 就一脸兴奋地问道, 嗯, 我记得你是在开餐厅吧? 要什么帮助? 引天看了眼他的资料, 找到这人的职业后问道, 我就是想让船市帮忙推广一下我的餐厅。 这位同学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嘿嘿笑道, 我在船市上打过广告, 但因为粉丝少, 没什么宣传效果。 你的餐厅是那种赚黑心钱的餐厅吗? 用的油, 出的餐, 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吧? 引天继续问道, 下一秒, 这位同学的心声告诉了引天, 他确实是在靠着自己的手艺赚钱, 没有玩一些降低成本的把戏。 同时, 他也脸色帐红地说道, 我一直遵循着父亲的教会, 每一道菜都是我精心制作的, 绝对没问题, 除了价格高点外, 可以说没什么缺点。 嗯, 引天点了点头, 你把你船市账号给我, 我马上帮你推广。 当然, 这个钱还是要按照推广效果给的。 嗯, 同学兴奋地掏出手机, 将自己的船市账号展现给了引天, 引天扫码并推送给了属下的员工, 留下宣传一下这个的留言后, 引天笑着说, 好了, 去看看你的视频吧。 其实, 不用引天说, 这位同学那滴滴响个不停的手机已经开始说明一切了。 他掏出手机想要看看自己的视频, 却发现因为消息太多, 自己手机接受能力有限, 已经卡住了。 看着他尴尬的样子, 引天解围道, 赚了钱买个强一点的手机吧, 以后, 这可能就是常态了。 这位同学下去后, 引天看见所有同学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自己, 而且, 他们的心声都出奇地一致, 大腿就在眼前, 此事不报, 瞪待何时? 接着, 一个接一个的同学开始笑着询问引天关于引流的事。 引天来者不拒, 通过心声看出他们的产品是否有坑后, 对那些没问题的东西立马就让技术部开始宣传。 第235章, 白维德的计划。 很快, 引天按照自己的标准, 划分出了那些值得帮助的同学。 而那些自知自己产品有问题的, 则是站在了杨威那边, 敌视着引天。 还有不少那边的人看引天压根没怎么问就帮忙宣传, 想趁机浑水摸鱼骗一个宣传。 但这些人在引天的异能下, 统统无所遁形, 被引天一个个地揪了出来。 这些同学中, 用假冒伪劣产品坑人的终究只是少数。 很快, 引天这边的人数就超过了杨威那边。 本想差事同学们一致对抗引天的流语也不再说话了。 傻子也知道, 引天那边受到了引天帮助的那些同学, 是不可能再舔杨威了。 杨威只觉得无地自容, 本来自己才是这些同学的领头者。 引天来了后, 比自己更加出风头不说, 还特么地将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小团体给分化了。 哼, 我们走。 实在受不过气的杨威冷哼一声, 向外走去。 别忘了, 这次是你请客, 出门后, 记得把账结了。 引天在后面远远地说道, 杨威身形一顿, 一个踉枪, 差点摔倒。 出门后, 杨威郁闷地结了账。 杨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刘威问道, 这次本来是想着通过张伯和船市搭上线, 但现在显然是不可能了, 不仅没抱上大腿, 似乎还得罪了船市的老板, 以前的大学同学引天。 杨威名嘴沉思, 顿了顿, 杨威沉声说, 当务之急, 还是要把我手上这批货卖出去, 卡在手上三个月了, 断了我资金流。 可是怎么卖呢? 如果能在船市上直播带货的话, 应该能很快卖完吧。 刘威说着, 叹了口气, 哎, 这个引天也真是的, 硬是要求那么高做什么, 能赚钱不就行了? 他这番话, 引起了杨威身边几人的硬核。 对啊, 出来做生意, 还想着良心, 明明普通人也看不出来区别, 有必要费用好的货吗? 你们说, 我们要是换上好的再去找引天, 他会不会愿意接受我们? 正品能赚几个钱? 我们卖一个, 抵得过他们卖四个。 杨威把手往下压了压, 众人立即不再说话。 想了想, 杨威说道, 出了船市外, 互联网上最火的就是随拍和快看视频了。 我这批货想要出手, 还是得看他们。 刘威眼睛一亮, 很快又暗淡下来, 找谁呢? 随拍市场占有率比快看高一点, 但快看视频背后是企鹅。 哎, 这两家加起来也没传是一家大。 杨威想了想, 眼神坚定道, 先去企鹅的快看视频吧。 企鹅加大业大, 以后就算达不到船市的高度, 也不会垮掉。 行, 众人一口同声。 白少爷, 咱们准备好的明星都已经和企鹅他们接洽了。 这算是这几天白维德听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 嗯, 心情畅快地点了点头, 白维德笑着说道, 既然这个暗手已经布置好了, 那我们在市场竞争力上也要加强, 免得到时候搞垮了企鹅, 好处又被传是鱼翁得利。 嗯, 我们马上在央视一套上的广告要上线了, 相信到时候我们随拍会更进一步。 负责人正色道, 就一个央视的广告, 白维德微不可闻地皱了皱眉, 还有别的方面也要加强, 不仅仅只是广告方面, 比如说, 最近传世有个产品是爆款, 别人一想买就能想到传世, 我们随拍也要争取做出这样的一个爆款。 我下去就找商家联系, 负责人下去后常常舒了口气, 自从上次随拍被企鹅挖人来, 这还是第一次去找白少爷没被骂, 多亏了王文乐少爷的建议。 不过, 负责人总觉得这个办法似乎有点, 剑走偏锋, 搞不好就容易反噬自己。 不过, 看来白少爷似乎是有自己的准备, 反正到时候出了问题也怪不到自己头上。 唱着轻快的调子, 负责人很快回到随拍公司, 开始着手打造爆款的事宜。 只是, 这计划很好办, 只要抄传式作业就行了, 但负责人犹豫的是究竟选什么去推广? 能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就在负责人还在盘算时, 秘书突然进来, 说有人想找自己。 负责人皱了皱眉, 跟着秘书走到了会客厅。 你是? 一进来, 负责人就看到了两个男子坐在椅子上, 慢悠悠地喝茶。 您就是随拍的老板吧? 幸会, 我叫杨威, 他叫刘宇, 我们这次来是想和贵公司合作。 合作? 怎么个合作法? 我这有一批水果石, 想借贵公司的随拍平台进行售卖。 第236章, 意外来电。 水果石? 这种事去找客服不就行了吗? 怎么直接找到我了呢? 负责人正想让杨威和刘宇去找客服, 话刚要说出口, 突然一冷。 他看了看两人, 试探道, 不知你这水果石打算卖多少钱一步。 杨威和刘宇对视了一眼。 杨威, 怎么办? 刘宇, 忘了之前在企鹅受得气吗? 咱们坦白吧。 杨威慎重重考虑了会, 说道, 官方他们不是卖5299一步吗? 我们的货只要3299。 负责人的呼吸顿时变得紧张了不少。 你们这是? 没版的? 负责人有些紧张, 他问得很委婉, 实际意思是在问这是正规渠道还是偷渡进来的。 不是, 国行的只是来源是华强。 负责人顿时懂了, 华强是华国最大的手机组装机器, 那里的水果手机十个有八个都是组装起来起来的。 这么说的话, 眼前这两人手里的货都是假的。 负责人下意识就想转身离开, 但他又突然想到了白威德的目的, 他让自己打造一个爆款, 眼下这不就是一个机会吗? 负责人突然呼吸粗重了点。 你们手上有多少货? 一万台左右。 杨威冷静答道, 这一万多台手机促使他把钱都投了进去, 还有一大笔尾款没有付呢。 虽然线上线下都在卖, 但因为水果出了十一, 这一万多台水果时还真的难卖出去。 在船市和企鹅那里接连碰壁后, 杨威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 他下了决心, 只要随拍能接受自己, 哪怕自己要让出的利润高一点也无所谓了。 负责人听到一万多台时已经喜新鱼色了, 这种价格便宜, 量还大的东西, 不正是做爆款需要的吗? 杨先生, 刘先生, 咱们签订合作合同吧。 你们平台要求的收益是几个点? 等等, 你说什么? 直接签合同? 对, 负责人点了点头, 不要你的收益, 你们只需要配合我做一个活动就行了。 和杨威谈完, 负责人又找了几个供应商。 商品多了起来后, 负责人立即按照约定先行宣传, 百亿补贴带货? 影天办公室内看着随拍最新出的一个活动, 忍不住皱了皱眉。 现在正值和企鹅抢夺明星的关键时刻, 随拍还有余力搞别的活动。 查清楚了吗? 影天向陆一宁问道, 嗯…… 陆一宁点了点头, 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传给了影天。 影天看了个封面就知道了所有内容, 但他还是拿起文件翻了几页。 实际上, 影天心中正在猜想白威德的目的。 突然, 影天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在几天后的带货直播中卖东西。 影天可是知道这家伙手里是一批假货的。 看了看文件中标明这家伙要卖的东西。 好家伙, 既然是水果石, 价格还比官网低了将近两千块。 当然, 这两千块在随拍的宣传中成了随拍出钱补贴的价格。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但这就和假鞋一样, 买的人或许知道这是假的, 但他们就是要买。 只不过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罢了。 影天摇了摇头, 虽然知道这家伙卖的是假水果石, 但影天也没想着去举报什么的。 老板, 我们要不要也出什么活动和他们抢抢用户? 陆一宁问道, 现在网上大多都是在谈论随拍这次百亿补贴的活动, 他们很是吸引了一批用户。 刚刚陆一宁过来时, 还听见不少员工在商量, 要不要趁这次去随拍那边买点东西。 这种打折, 促销之类的, 总是最能吸引用户。 影天想了想, 现在跟风似乎有点来不及。 先不说怎么在短时间内找到那么多商户, 就算找到了, 船市也没那么多钱去完什么百亿补贴。 随拍可能是以次冲吼, 但影天要是跟风的话, 显然不会这样做。 算了吧, 这是咱们不参合, 企鹅不会坐视不管的。 陆一宁听了, 失望地转身离开, 关门时, 却听见影天的电话响了。 陆一宁立即磨磨蹭蹭地在门口晃映, 想看看是谁打过来的。 自从宁长没来公司后, 陆一宁没少来影天办公室, 就连可以在手机上说清的事, 他也会到影天这当面说。 这次, 他更是鼓足了勇气, 打算偷听影天打电话。 凭什么以前宁秘书可以每天听? 陆一宁给自己打了打气, 影天看了眼来电显示, 接通了电话。 喂? 马总, 你怎么有闲信给我打电话? 第237章, 来自马总的原著。 怎么,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 马云爽朗地笑了笑。 没这回事, 说吧, 啥事? 是不是要把你那我的股份卖我? 滚犊子, 马云笑骂, 玄机正色道, 这次我来找你, 是为了你那对头。 对头? 影天很快反应过来, 马云说的是随拍。 怎么了? 他们不是在搞一个什么百意补贴吗? 嗯, 怎么? 你要赞助我跟风搞一个? 影天打趣道, 没想到的是, 马云隆重地点了点头。 嗯, 等等, 影天脸上的细血消失, 站了起来, 玩笑道, 这双十一还没到呢? 你怎么突然想收个广大妇女同胞的荷包了? 马云却没有心思开玩笑, 我觉得随拍这次将那么多商家聚合起来, 已经有了个电商平台的影子了。 影天想了想, 觉得很有道理。 这次随拍举办的百亿补贴, 光是泄露出来的就有数千家行业的品牌。 这么一大堆供货商, 要是被白韦德联合起来, 可真能对芝麻造成一点威胁。 也怪不得马云如此重视。 以往电商大战, 基本上都是哪家率先开始补贴, 其余几家都会迅速跟上。 你有双十一, 那我就搞双十二, 他又发明了618, 结果出来了一大堆给消费者让利的节日。 这次, 马云嗅到了对方要开始电商大战的味道, 也就立刻开始着手准备应对。 而且, 对方是打算借助短视频这种新兴的软件进行直播带货, 马云自然不能落后。 事实上, 刚知道这件事时, 马云还在郁闷自己怎么没有紧跟时事也开发一个短视频APP。 现在市场基本上被传释, 随拍快看给占领了, 马云要想插手, 绝对会面临三方的共同打击。 即使是现在和他有说有笑的隐天也不会留情。 好在马云在传释这还有点股份, 隐天也够给马云面子。 不然, 这次恐怕马云就只能在芝麻网上搞那些原始的活动了。 但这些原始活动哪有小姐姐边跳舞边带货卖得好? 那马总你决定怎么做? 隐天问道, 要是马云打算单纯地将传释作为引流的手段, 吸引用户到芝麻网上买, 隐天那就得好好把握合作的深度了。 显然马云也想到了这点。 我打算让技术部给你们传释加上一个接口, 让你们能通过传释访问我们的商品数据库。 然后, 这次活动我们芝麻网不做活动, 只在你们传释上做活动, 你们可以通过传释直接下单。 当然, 你们也要做一个唤醒我们支付软件的接口。 后面这个没问题, 我们传释直播时打赏的礼物也是通过你们支付软件购买的。 那就好, 马云点了点头, 既然马云的诚意这么足, 隐天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作为最大的电商平台, 芝麻网上的商品可以说是只要你想就没买不到的。 单看这点, 隐天的底气就比随拍要大了。 而且, 马云不仅让用户可以直接在随拍上查找芝麻网上的产品, 还决定在船市上促销时不在芝麻网上同步促销。 这完全就是逼着芝麻网的用户在船市上购买。 可以预见的是, 船市的交易量绝对会爆表, 相对的, 芝麻网的交易量也会达到一个极低的点。 隐天心中生起了一抹渴望。 芝麻网每年在双十一时都能刷新一小时最高交易量, 去年好像是一小时突破了一千亿。 隐天要求不高, 不说一小时就能达到这么多, 要是能在整个活动周期内达到这么多, 隐天自己睡觉就能小出声了。 和马云谈好后, 隐天正想再把陆一宁喊来, 抬头却发现陆一宁正撬声声地站在门口。 心情极佳的隐天没想他怎么在这儿。 正好你在这儿,快进来。 隐天招招手, 陆一宁很快走了进来。 之前你不是问我要不要也开展活动吗? 开展? 我们得到了马总的支持, 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和随拍抢占市场了。 陆一宁虽然听不到打电话时马云的声音, 但通过隐天的语气, 说的话也能猜出隐天是和谁在说些什么。 嗯,老板, 那我们的暂时先按着随拍的规划布置。 嗯, 隐天点了点头, 顿了顿, 又说道, 你快去让技术部和芝麻那边联系, 这两天加加班, 赶紧把和芝麻的接口写出来。 我马上就去, 看着陆一宁走出办公室, 隐天只觉得今天实在是太顺利了。 有着马云在背后撑腰, 无论怎么也不会输。 第238章, 某主播带货月入百万。 主播主播, 那款水果石还有货吗? 刚刚水果十一的500优惠卷没抢到, 小姐姐多发几张吧。 我买三台大米酒, 能便宜多少? 传世楼下的手机营业厅里, 漂亮的营业员小姐姐正在直播带货。 她面前有七八个手机被立在一起, 直播间里无数的弹幕弹过, 看得人眼花缭乱。 营业员也回答那些自己看见的那些弹幕, 水果石还有货哦, 我发个链接你。 说着, 营业员手指在一天手机上操作了下, 顿时一个弹窗出现在了所有正在看直播的人眼前。 营业员接着看下一条弹幕, 优惠卷的话, 我这里暂时是没有了, 不过您稍等, 我马上问问老板, 看能不能多发几张, 要不你们先预购一下。 等优惠卷到了, 我直接发你们。 营业员又在另一台手机上点了几下, 给自己老板发了微信。 点完, 他偷偷看了下时间, 距离自己下播还剩一个小时, 他即感到了一丝轻松, 又有些舍不得直播带货时暴涨的销量。 这平时一个月, 可能都卖不到今天一天卖出的量。 只是, 这时时刻刻要回复那么多弹幕, 实在是累人。 要不是想着奖金也多, 他早就累趴下了。 深吸一口气, 他回答下一条弹幕。 买三台的话, 我这边暂时没更多的优惠, 但你要是一次买三台, 我这可以送你三样礼物。 正说着, 弹幕突然刷出了无数条相同的内容, 隔壁随派的水果实质要3299, 为什么你们的要这么贵? 因为刷的人太多, 一时间, 这条弹幕占据了几乎所有的评论区。 营业员看着一直在闪过的这句话, 轻轻蹴眉, 小手轻点, 开启了刷屏自动静言模式。 很快, 这些弹幕又被问其他问题的人刷下去了, 只是偶尔还会有几天孤零零地飘过。 不过, 营业员还是注意到了, 自这些弹幕出现后, 评论区再没人问关于水果实的了。 毫无疑问, 那些想买水果实的都被之前刷弹幕的引到了随拍那边。 营业员想着这一切, 心中气愤不已。 不过, 他良好的职业习惯让他露出笑容, 继续直播。 就在他即将下播时, 店里的玻璃大门突然被推开了。 营业员看过去, 见那人来笑着和迎上去的其他营业员说了些什么, 就向着自己这边走来。 他认的那些人是楼上比特公司的, 眼下他正在这家公司的船市上直播呢。 为首的男人走近后, 就坐在一旁, 等着直播结束。 显然, 是刚刚的其他店员告诉他, 等会店里的带货直播就要结束了, 那人在那等他。 营业员看了眼, 没再关注, 继续直播带货。 不久, 在小姐姐的那今天我就下播了, 还想了解的, 可以问我们的客服, 也可以等到明天我直播时再问。 接着, 他熟练的下播, 伸了个懒腰后, 看向刚刚来的几人。 这三个比特公司的人来这里后, 坐到自己对面等自己下播, 显然是找自己的。 你们是比特公司的人吧? 什么事? 影天笑了笑, 你好, 我是比特公司的老板, 姓颖, 听说你们再搞直播带货。 我特地想来看看, 效果怎么样? 你就是老板。 营业员睁着美目, 仔细上下打量了一下影天, 眼中一彩连连。 以前只知道, 比特公司有个美女总裁, 没想到老板也是个大帅哥, 有钱多金, 还年少。 目前单身的营业员表示非常心动。 嗯, 影天点点头, 尽管知道这位美女营业员的心声, 也没过多在意。 以往, 别人看见自己的脸, 都会不尽然的有些惊讶。 现在自己有了钱后, 那更是加分不守。 面前这个营业员有那些想法, 也算正常。 不过, 影天态度不变, 陆一宁倒是偷偷瞪了营业员一眼。 营业员很快恢复过来, 笑着说, 尹老板你好, 我叫叶玲, 叶小姐你好。 互相认识后, 叶玲这才开始回答影天之前的问题。 今天的直播效果, 呃, 我看看。 说着, 叶玲打开商家客户端, 点进订单页。 只是, 这一看, 她就愣住了。 怎么了? 陆一宁问道, 叶玲呼吸急促, 不可置信地看着手机上显示的东西。 今天, 有, 有70万零700个人下单。 一天700, 一个月就是21000万, 一台手机少说也能拿40多的提成, 这21000万台那就是。 我的天, 我要成百万富翁了吗? 叶玲的小脑袋瓜已经晕乎乎转不过来了。 第239章, 随拍卖假货被曝光了。 怎么了? 这效果好还是不好? 陆一宁看她激动万分的样子, 胡疑问道。 其他店员也听见了叶玲说的话, 顿时酸酸地回答道, 好, 平常我们一个月都不见得能卖700台。 这个700台还是线下和线上一起经营的结果。 虽然贷货期间不可能天天都有这么多人买, 但光是今天一天的收入就足以令其他店员羡慕不已了。 若是隐天在这时看一眼其他店员的心声, 就会发现, 他们大多是在哀怨为什么老板没有选中自己去直播。 叶玲不就是颜值能打了点吗? 我也不差呀。 隐天也从其他人的惊叹中知道了今天这个店铺的直播效果非常好。 他点了点头, 那你们觉得我们这种模式还有没有缺陷呢? 或者说, 有哪些希望我们能改进的地方? 以前比特只是重视对货物的监管, 其实对带货这种新生的电商形式了解不多。 即不知道怎么最大限度的提升用户和商家体验, 也不知道怎么去合理推荐达到最大的双赢效果。 但现在有了随拍竞争, 隐天自然要把这块打造成铁板一块, 至少不能比随拍差。 叶玲听到这个问题, 想了想说, 感觉还是有吧。 比如说, 我希望可以出一个私人推送模式, 每次给一些特定的用户推送时, 总是只能推送给所有人。 还有, 就是老有人刷屏, 我开了自动封禁模式, 但识别率不是太高。 另外, 我觉得你们的推送机制还是有问题, 我们这么良心的商家怎么看直播才不到一万人。 前面叶玲说时, 隐天还非常重视, 是不是点头记下。 到了后面, 叶玲说的就完全是想要隐天帮他们把店铺推广一下了。 隐天看了眼他的心声, 是想通过这次机会大赚一笔。 不得不说, 用那种挨碗的语气请求, 还真有些令人难以抵挡。 不过, 隐天很有抵抗力地喊了停, 嗯, 你说的我们都记下了, 回去我就让技术部看看能不能优化。 不过, 你说的推广你们店铺的问题, 这个还得看你们店铺的口碑以及客户自发的推荐, 我是帮不了你了。 叶玲忧愿地看着影天, 正当影天问完想走时, 叶玲又说道, 对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 随拍那边好多东西都比我们价钱更低。 叶玲已经看到了, 今天相对卖得最少的就是水果石, 同为主流的大米8与星机大米9的销售比, 在3比1之间, 而水果石与水果11的比例却有1.20分。 叶玲又想到了直播时那条刷屏的弹幕, 影天沉饮了会, 这确实是个问题, 随拍还没像省钱购那样得到假冒伪劣产品的称呼, 因此, 有不少不知真相的用户贪便宜在那边购买, 不用管他们, 过几天, 在他们那买了东西的人都会回来的。 影天留下这句安慰的话, 就带着三人走了, 就在影天沉思要不要顺水推舟提前曝光这件事, 让随拍受点打击时, 他又被叶玲喊住了。 影老板, 这是我的电话。 叶玲一脸娇羞, 影天也愣了一瞬, 这还是第一次主动有女孩给自己电话。 行, 反应过来后, 影天看着已经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叶玲, 大声笑着回答, 再回首, 却发现陆一宁不知怎么的, 脸色不怎么好看, 而且, 心里还一直坏老板坏老板的想着, 这种感觉和宁肠吃醋时一样。 影天若无其事的将视线移开, 继续想着要不要揭穿随拍卖劣质假货的事。 如果揭穿, 毫无疑问的, 自己能很轻松的打赢这次短视频带货。 但是这样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 现在随拍正在应对企鹅挖人, 他们选择分出大部分精力出来搞这个, 可能是某种反制的手段。 自己要是帮企鹅对付随拍, 也不知道随拍能不能抵挡住企鹅的恶行竞争。 叹了口气, 影天最终还是决定不去揭穿, 反正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赢, 还是不冒这个风险了。 少一个竞争对手固然很好, 但要是少了他, 自己却要和一个强大的对手竞争, 那就得仔细想想是否值得了。 而影天不知道的是, 自己虽然没有落井下石, 但随拍卖东西质量不行的事, 还是很快就被曝光出来了。 企鹅新闻报道, 近日, 我们收到很多群众爆料, 说在随拍百亿补贴计划中购买的东西质量极差, 用不了几次就坏了, 这件事是否属实呢? 我们联系到了买家, 详细了解了此事。 第240章, 白维德使出杀手锏。 接着, 企鹅新闻把所有的对话打成文本粘贴在了文章主页。 三位买家, 两位实名, 一位匿名举报随拍卖假货。 问过买家后, 企鹅新闻又假扮成买家, 亲自买了不少东西开箱, 上10个直播开箱使用视频, 告诉了所有看到这篇新闻的网友, 随拍上买东西, 很少能买到货真价实, 物美价廉的东西。 大多数时候, 开出来的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就是买家秀与卖家秀, 有些离谱的, 甚至直接发了个空包裹过来。 这条新闻很快上了热搜, 不疑会, 上百万的浏览量告诉大家, 这件事已经有一百万人知道了。 至于评论区, 已经成了组安, 不是骂随拍的, 就是庆幸没在随拍买东西的。 他家的东西这么垃圾吗? 还好我没买。 我他娘的裂开, 昨天买的水果时, 今天就开不了机, 联系客服。 他还说, 因为这是在百亿补贴中买的, 如果退货, 要补全差价, 只能退一部分。 我老婆加了好多道购物车说要买, 还好我今天才发工资, 不然就被坑死了。 这样的无良平台, 就没人管管吗? 向工商举报吧? 我昨天举报, 今天已经拿到赔偿了。 看着这条新闻上了热搜, 马华满意地点了点头。 顿了顿, 马华问道, 让你们找的船是黑点, 找得怎么样了? 负责人刚刚还在笑的脸, 立即变了神色。 豆大一滴汗水, 从他脸上掉落。 马总, 这, 这船是我, 我们暂时还没发现有什么黑点。 马华皱了皱眉, 黑不了船是, 那自己这波岂不是为船是做了嫁衣? 随即他又松开眉头, 反正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打击随拍, 不能顺便恶心一下船是和马云就算了。 在电商领域多次未曾站住跟脚的马华, 看得很开。 毕竟, 他心中针对马云的那个计划, 还在悄悄布置中, 这次就让马云好好赚一笔吧, 下次, 让你把吃的全都吐出来。 而且, 要是快看视频能达到船市的高度, 或许, 我连那个计划都不用执行, 直接靠着短视频带货就能做大电商平台。 找不到就算了吧, 你们继续盯着随拍, 他们有什么别的举动, 立即告诉我, 找到黑点的话, 直接发新闻爆料。 马华冷声说道, 是, 负责人见马华没有责问自己, 松了口气。 同时, 他心中更加坚定了黑随拍的决心, 看样子, 只要自己能找到不利于随拍的东西, 就能让马总高兴。 白家宅子再次上演了摔砸东西的场景。 此时, 白维德站在桌子上, 将手里一切可以拾起的东西都朝负责人身前砸去。 虽然白维德还存有理性, 没有将东西砸到负责人身上, 仅仅只是砸到了他的面前, 但无数瓷器, 杯子等在面前被砸碎, 还是给了负责人很大的压力。 你他妈就是这么给我办事的, 我让你去做爆款, 你直接拿劣质便宜货充销量。 白维德边骂边砸, 知道手边再无任何可以砸的东西。 负责人静若寒蝉, 只是跪在地上, 一动不敢动, 也不敢答话。 谁他妈让你搞什么白衣补贴的? 没做好准备, 引来船舌跟风不说, 还被企鹅抓到了把柄。 我当时和你说, 不是还夸我干得漂亮吗? 负责人搞到有些委屈, 他算是体会到以前人们说的半君如半虎的感觉了。 虽然白维德不是皇帝, 但他这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出了事让下属担责的态度和君主无意。 骂了许久, 还是王文乐上来劝架, 才让白维德不再气得胸口起伏不已。 还好我们的计划还没执行, 不然, 说不定连我们的计划都要被顺势解决。 想了许久, 白维德最后还是有些庆幸。 要是针对企鹅挖人的手段已经使用了的话, 这次说不定会被企鹅一起拿出来做文章。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不过, 现在唯一的把柄被企鹅已经用掉了, 那么随拍也不必有什么顾忌, 直接照着计划实施就行了。 那批明星已经和企鹅签约了吗? 这个, 我马上去问。 负责人之前一直在关心这次直播带货, 明星的事都是交给自己属下在管理, 还真不知道他们签没签约。 白维德脸上一下就冷了, 以前还觉得这个负责人有能力, 怎么现在越看越飞? 想了下, 他找到了原因。 随拍的铺子已经大了, 这个负责人或许已经实力不足以应付了, 等这件事忙完就换了他吧。 赶紧去问, 要是签了, 就开始实行我们的计划。 第241章, 敲诈勒索1000亿。 老板, 随拍那边不知道为什么, 叫停了他们的百亿补贴计划。 路易宁带着资料再次来到影天的办公室, 将随拍的举动递给影天看。 影天结果, 这份资料正是随拍官方对近日广为报道的卖假货的应对措施。 近日, 广大网友指出, 我司的百亿补贴中存在打量的假冒伪劣产品。 对我, 我司非常重视, 立即派人前去调查。 终于, 我们查出是负责联系商家的市场部部长。 总结一下, 就是, 这是我们不知情, 全赖市场部部长。 我们已经将他开除, 并且开始严格审查各商家的资历。 为此, 暂时下线百亿补贴, 上线时间另行通知。 嗯, 老好用的解决办法。 影天笑了笑, 也行, 我们没有报出来, 企鹅给他们报出来了。 本来怕自己报出来会让随拍抵挡不住企鹅的攻势, 但现在被企鹅爆出来, 也没办法。 随拍还没显颓势, 影天没必要去帮他。 而且, 随拍不做网络购物, 对传师来说是好事。 用户们在随拍那买不了, 就回到传师这边买。 这一来二去, 就相当于把市场拱手让给了传师。 行了, 我知道了, 去工作吧。 影天将资料还给陆一宁。 这么点小事, 手机发个消息就行了, 没必要跑到自己办公室。 陆一宁撅着嘴郁闷地走了。 他自认为自己已经表示得很明显了, 但影天还是一直不为所动。 这让他怀疑自己魅力的同时, 又为影天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男人而高兴。 尽管知道这样不好, 但陆一宁知道宁偿不在的机会狠手, 要是自己抓不住机会, 以后就更难了。 就这样, 一边想着心思, 陆一宁一边回到了办公室。 只是, 若是有人来找陆一宁, 就会发现, 往日整天沉浸在工作中的陆总, 今天竟然罕见地用手撑着脑袋, 不知在想些什么。 影天目送陆一宁离开, 微微叹了口气。 能看到陆一宁的心声, 影天自然知道, 他对自己非常有好感。 这么一个美丽之性, 对别人高冷的女总裁喜欢自己, 要不是影天已经有了女友, 说不定还会主动去追。 但现在, 正当影天还在想着该怎么解决这事时, 手机突然收到了短信。 逃出一看, 正是王文乐的。 这家伙自从上次帮自己引诱白维德去坑企乐后, 就一直没什么动静。 连上次白维德的随拍要搞直播带货补贴都没上报, 也不知是不知情, 还是忘了。 影天好奇地打开短信, 影哥, 白维德他挖的坑企鹅已经全踩了, 白维德准备近日就开始展开公式。 看完, 影天沉思了会, 理解了随拍这时候暂停百亿补贴计划的原因。 自然是表面假装悔改, 实际自断其尾, 消灭黑点。 虽然留着也没啥, 毕竟卖的东西虽然质量差, 但也算名标价码, 大家只是一时贪便宜, 心中其实都有那样的准备。 不过, 日后因为违约金的事, 随拍少不了要和企鹅打官司, 这容易被公结的地方自然是越少越好。 影天开始思索自己能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些什么, 趁这个机会大力抢占市场。 企鹅遭逢这种官司肯定会反击随拍, 到时候两家打得难舍难分时, 船市自然能减便宜坐收鱼翁之力。 这样的事, 不需要影天去说, 比特公司内部的员工也会抓住机会。 想了半天, 影天有些郁闷。 随拍企鹅大战, 自己似乎还真没有其他可以捡便宜的地方。 而企鹅要是抗过了随拍的设计, 那自然只能算两败俱伤。 若是不禁扛过了, 还反击回去, 那就是企鹅大转, 随拍不死也得脱层皮。 而要是随拍完美地坑到了企鹅, 企鹅不说元气大伤, 起码也会伤筋动骨, 一时再掀不起什么风浪。 同时, 随拍拿到违约金, 底气更足。 虽然不知道违约金是多少, 但影天知道, 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然的话, 不禁回报抵不过风险, 也不足以反击企鹅。 几个亿几十亿对企鹅来说, 只是洒洒水而已。 就在这时, 影天安装的今日热点谈出了一个新闻。 警号随拍起诉企鹅恶意竞争, 并要求对方赔偿违约金警号。 影天的账号是列入了名单的, 没有那些满是噱头的推送。 若是其他普通人使用今日热点, 那估计每天都得收到个十七八条推送, 看到标题就像忍不住点进去的那种。 影天点进新闻略过已知的东西往下翻, 直到他翻到了随拍请求执行的违约金。 一千亿。 第242章, 陌生来电。 看到这个数据, 影天忍不住瞳孔违章。 这白维德还真是胆大包天, 竟然敢碰瓷一千亿。 本以为他只是搞个上百亿就停手, 没想到自己还是低估他了。 如果只有一百亿, 企鹅可能还会忍气吞声。 但现在要赔的是一千亿, 要是影天掌管企鹅, 影天绝不会就这么吃亏。 果然, 白维德这篇声明发出来不久, 企鹅就回话了。 大义大概是你们诬陷设计陷害我们, 法律会还我们一个公道。 两家很快掀起骂战, 各自操纵水军搅动互联网的浑水。 不过, 两家都知道单纯的动手敲键盘没啥用, 纷纷写好文书去报对方。 企鹅远在神州, 自然是在南山报的官, 毕竟南山必胜客在江湖上有着赫赫威名。 而白维德在魔都, 在海地区报了官, 虽然和这里的人不熟, 但再怎么说, 也是一个地方的, 多多少少会偏袒些, 再不济, 也能满满打好关系。 两家都不傻, 都选择在自己的大本营去报对方, 争取天然盟友的帮助。 影天作是他们斗法, 既想参与进去玩玩, 又知道, 这绝非明智之举。 现在是传世自创建以来最好的机会, 要是把握住了市场占有率突破70, 不是问题。 但是具体是突破80, 还是仅仅突破71, 那就得看手下人操纵的手段了, 影天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 闲得无聊的影天, 还是有些想搞事的。 两地的法庭, 皆是传唤了对方。 两家的法律顾问, 也都去了对方的地盘打官司。 很明显, 企鹅状告随拍, 私下串通明星修改违约金, 并在自己挖人时不主动告之, 违反了合同法, 应当是做无效合同。 而随拍自然是状告企鹅恶意竞争, 借着强大的实力挖人扰乱市场。 最后, 两家自然都是在自家地盘上打赢了, 在对方地盘上输了。 不约而同的, 随拍和企鹅不服一审, 向上申诉。 事件迅速发酵, 网友们接连吃瓜, 兴奋不已。 卧槽, 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感和企鹅做对的了, 最后肯定是企鹅赢, 都不用猜。 而且, 我猜最后企鹅还会收购这家公司。 加一, 这是企鹅的传统手艺了, 那些明星值一千亿吗? 我怎么感觉企鹅不会给啊? 企鹅已经和那些明星签约了, 不给的话, 只能让快看视频的子公司破产, 但这样损失更大。 突然, 有人谈及随拍这种挖坑的办法, 犯不犯法。 有没有吴彦祖讲讲, 随拍这样玩不犯法吗? 企鹅签约前就不知道看看这些高额违约金吗? 还是说签约的人其实是卧底, 故意签了这个对企鹅不利的合约。 傻了吧? 这种事一般都是分公司老总亲自签字, 且不说收买一个老总困难大不大, 就算收买了, 他不给马华报备, 马华会给他批钱吗? 公司账户上没钱是签不了那种合同的。 我听说好像是企鹅接触那些明星时, 违约金还没改, 但谈好后, 随拍就让他们换成了高额的违约金。 反正现在的情况是, 要么企鹅找到证据, 随拍的人去坐牢, 要么企鹅找不到, 任栽赔偿一千亿。 看着评论, 影天也是轻松一笑。 这些网友也不是傻子, 都能看出这次就是随拍在挖坑给企鹅跳。 但是, 法律是将证据的, 要是企鹅找不到, 能证明这是随拍自导, 自演的戏的证据。 那么, 即使他再不情愿, 这次他也得赔这一千亿。 而要是企鹅找到了, 他们不禁能接着这个不花钱拿到明星解约书, 操作得当的话, 只不定还能把随拍的人送几个进去吃牢饭。 但是不会是白韦德。 白韦德那么多代言人, 要真被抓, 起码也得安排十七八次这种规模的范式才行。 不过, 这两种都是极端情况, 最有可能的还是企鹅找到了一部分证据, 也就是有限几个明星的证据, 最后企鹅少赔一点钱, 随拍安排的替死鬼少判几年。 但是, 即使这样, 随拍依旧能赚到一笔丰厚的违约金, 起码也是五百亿往上走。 这金额, 尹天都有些忍不住动心了, 不能奋一杯灯的感觉, 好烦。 尹天都忍不住想去借着王文乐告的蜜, 去威胁白韦德给自己分红了。 嗯, 能从白韦德那搞到几十亿, 王文乐的作用也算体现出来了。 就在尹天好不容易把这种巨大的诱惑放下后,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 掏出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电话。 尹天的电话知道的人不多, 很大概率是卖东西的人瞎猫碰上死耗子撞上的。 不过, 尹天迟疑了会, 还是打算接通。 第243章, 企鹅邀请我联手对付随派。 原因很简单, 如果是广告, 挂了就是了, 最多浪费个几秒。 而如果不是广告, 而自己没接, 万一出了什么大事。 当初自己也是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然后自己就认识了马云。 这次要是马华打来的呢? 搞不好, 这次我还就认识马华了。 通了电话。 喂? 你是? 尹天率先开口问道。 同时, 他打算等知道对方是谁后, 立马决定挂不挂。 我是马华。 马华? 不认识。 滴,滴,滴。 听着盲音, 马华脸色一黑。 自己那次给打电话, 别人不是恭恭敬敬的? 怎么到了这小子这, 刚爆出名字就挂了呢? 想了想, 马华还是郁闷地再次打了过去。 而尹天挂断后, 也是突然回过神来了。 自己说是马华, 还真是马华。 正想着呢, 电话再次响起。 尹天这次接通后, 沉声问道, 你真是马华。 与此同时, 尹天看着电话, 借助这个媒体看到了对方想说的话。 心声是不会骗人的, 对面真的是马华。 心神一阵的尹天顿时精神了起来, 同时开始对马华给自己打电话的原因感到好奇。 这是我的私人电话。 马华沉声说道, 确认身份后, 尹天对之前的事也没感到尴尬。 你找我什么事? 尹天问道, 马华打电话给自己, 真的是太不合理了。 首先, 自己和马云算是合作伙伴, 也就无形地成了马华的敌人。 其次, 记忆中, 马华似乎是个从不抛头路面的人, 不似马云整天到处做工艺牵线工程。 所以, 能让马华主动给自己打电话两次, 那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找自己。 约个时间出来吃个饭。 马华主动邀约, 不料, 有什么事电话中说就行了。 尹天保持着警惕, 淡然拒绝了这个无数人可望不可及的邀请。 行, 那就电话中说, 马华笑了笑, 听不出悲喜。 你们船市不是和马云有合作吗? 帮我个忙, 是成了, 咱们两家共同占领短视频龙头地位。 尹天敏锐地注意到了马华的说辞, 心中咯噔一下, 震惊不已。 如果尹天没有理解错的话, 马华的意思是在邀请自己一起对付随拍, 等到随拍垮台后, 快看视频和船市两家独大。 而这个解决随拍的契机就在马华口中的那个忙上。 真的, 尹天装作很惊喜的样子, 什么忙? 只要能让随拍出场, 什么忙我都帮。 这语气和表情, 饶势张诚在场, 都不得不承认自己会相信尹天是真的想要搞垮随拍。 马华自然是信了, 你和马云关系好, 你可以去找马云, 让他动用他华国电商协会会场的权力, 封杀随拍的直播带货, 然后让他起诉随拍。 马华简单说了说自己的目的, 在他心中, 尹天和白维德没什么利益往来, 自己要搞随拍。 尹天就算不帮自己, 也绝不会帮着随拍反抗自己。 而且, 自己要是在许下一些利益, 尹天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帮助自己将随拍赶出局。 这是马华作为华国顶级商人的一种自信, 他自信认为尹天和自己一样都是纯粹的商人, 眼中以利益为重。 尹天听完, 却是明白了马华打电话自己的真正目的, 那就是借自己之手, 让马云出力对付随拍。 若是马华自己去找马云, 那为了不让竞争对手好过, 马云就算能从这件事中得力, 他也不会帮忙。 但若是有了尹天从中周旋, 那就有了一定成功的几率。 至于马华所说的方法, 尹天了解不多, 但也算有点耳闻, 直到为了规范网络购物, 华国立了很多法, 而马云所掌握的华国电商协会, 就有这种先申诉限制, 再调查的能力。 想了想, 尹天笑着说, 这样就行了。 我怎么感觉, 这对随拍造不成什么影响? 这件事, 最多只能让随拍的资金暂时冻结, 真说想能让随拍倒下, 那是痴人说梦。 马华笑了, 我只要你帮忙限制一下就行了, 我这边已经让范爷策反了非常多的明星, 只要随拍没钱给他们, 基本上这次他用阴阳合同搞我的事就能解决。 只要尹天能通过随拍之前卖假货的事, 成功让随拍资金冻结, 马华就能利用最近随拍的合约造假案整死随拍。 可以说, 只要尹天现在点头, 随拍就几乎预定了他的结局。 而尹天听到马华说的消息, 脸上一惊。 要真如马华所说, 那岂不是随拍已经成了随手可以掐死的蚂蚁? 第244章, 反手卖掉企鹅。 若是企鹅已经依靠范爷成功策反了那些签了阴阳合同的明星, 那企鹅随时可以用这些证据去起诉随拍。 可怜随拍还不知情, 仍在企鹅面前上蹿下跳, 要求快点把违约金赔给他们。 就在尹天还在沉思时, 马华忍不住催促道, 尹天, 想好了没有? 嗯, 尹天点了点头, 反正我也只是动动嘴皮的。 好, 你尽快告诉马云。 马华大喜, 我尽快。 电话挂断, 尹天忍不住摇了摇头, 自己说要同意马华的条件, 那只是暂时虚伪与蛇。 表面上答应马华, 实际上尹天决定去帮随拍了。 之前不帮随拍, 那是随拍还没到真正的危机。 而现在, 自己要是再不去帮, 随拍可能真的就一蹶不振了。 心中, 尹天企鹅的许诺也是嗤之以鼻。 什么两家独大? 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 三脚型才是最稳定的。 我船是好好的做龙头老大, 让你们企鹅和随拍两家打架不好吗? 想了想, 尹天给白韦德打了个电话。 白韦德接到尹天电话时, 还有些好奇, 尹天这家伙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我在明面上的生意, 没有和他有关系的吧? 但一接通, 尹天就给了白韦德一个晴空霹雳。 老白, 随拍是你家的吧? 尹天撞弱随意地问道。 是, 个屁, 你瞎说什么胡话? 白韦德还真被吓了一跳, 差点说出实话。 尹天听着白韦德狡辩的声音, 不懈地撇了撇嘴。 装, 你继续装, 你那点底细, 也就能骗骗宁卫那老头。 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吗? 行了, 不管你是不是, 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一个消息的。 白韦德心中意紧, 虽然很想知道尹天要告诉自己的是什么消息, 但白韦德还是非常警惕地说道, 什么消息? 是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随拍的吗? 尹天笑了笑, 自顾自地将范爷策反了大多数明星的事告诉了白韦德。 白韦德听完, 立即怒道, 妈的, 又是那个女人。 这回, 他倒是忘了自己的人设, 还不是随拍幕后老板。 玄机, 白韦德问道, 你告诉我这个, 有什么目的? 他可不相信尹天会平白无故地告诉自己这个消息, 自然是为了不主动面对企鹅呀。 尹天理所当然地说道, 白韦德一想, 还真有些信了, 感情你就是想找个天然的挡箭牌。 白韦德心思一沉,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以后有什么事你直接找我。 他这是变相地承认了自己就是随拍的幕后老板。 说完, 白韦德就要挂电话, 他现在要赶紧去开会研究这件事。 要是真的如尹天说的那样, 那事情就大条了, 随拍随时可能面临企鹅的起诉。 但尹天要说的显然不仅仅是者。 我还没说完呢, 白韦德尽管焦急, 但还是没有挂断电话。 还有什么? 企鹅想让我去联系马云起诉, 冻结你的资产。 你答应了? 肯定答应了呀。 尹天这么一说, 白韦德瞬间紧张了, 顿了顿, 尹天继续说道, 我不答应, 那企鹅岂不是为了防止我告密, 马上就会让你的那些明星反水。 白韦德刚刚提起地心, 顿时又放了下来。 心中, 不可避免地对尹天生起了一丝感激之情。 看着白韦德心思的变化, 尹天满意地点了点头, 恶趣味得到了满足。 笑了笑, 尹天留下一句, 你解决不了的话, 可以联系我就挂断了电话。 白韦德仔细想着尹天最后的话, 手上却不停, 发消息把随拍负责人喊了过来。 负责人偷偷抬头看了眼白韦德的脸色, 有些摸不准白韦德把自己喊来的原因。 白少爷, 您找我。 什么事? 白韦德深吸一口气, 才将自己的怒火平复。 你负责那些明星, 知道范爷联系过他们吗? 范爷和他们联系过。 负责人仔细想了想, 没有, 白少爷, 有个明星是我朋友, 他没有被范爷找过。 负责人的这层关系一直没暴露过, 除了白韦德外, 再无人知道。 若是范爷要帮企鹅说服这些明星, 反咬随拍一口, 不可能单单掠过负责人的朋友。 就在这时, 负责人的手机突然响了。 负责人一看, 正是自己那朋友打过来的。 负责人立即当着白韦德的面接通。 喂? 什么事? 范爷找人来联系我了。 说, 要是能帮忙指证随拍签订阴阳合同, 坑害企鹅, 就能给我七十万。 第245章, 分我五百亿。 听着朋友说的话, 负责人悄然低下了一滴冷汗。 自己刚刚才用自己这朋友做保证, 立马就被打脸了。 微微抬头, 负责人试探地看了看白韦德的脸色, 只见白韦德正双手捏拳地看着自己, 眼中的怒火仿佛是要一出似的。 这就是你说的没有联系过。 白韦德沉声问道, 白韦德, 他们要是暗中联系, 我也防范不了啊。 负责人委屈道, 说实话, 要是真的用网络联系, 谁发现的了? 白韦德捶着眼帘, 许久才开口道, 你赶紧去联系所有参与此事的明星, 把我们的条件翻一倍。 本来过几天就能拿到一千亿的违约金, 但现在可能一分钱拿不到, 白韦德能沉住气, 还算是涵养极价。 负责人赶紧去联系那些明星。 白韦德坐在宅泽沙发上, 绞尽脑汁想着这件事该如何解决, 却始终没什么好的办法。 白韦德又想到了影天挂断电话之前和自己说过的话, 他能有什么办法? 皱着眉, 白韦德还是决定先走一步看一步。 震惊, 随派为了应对企鹅的恶意竞争, 竟然让旗下签约明星做出如此举动。 一日, 一则这样的新闻上了热点第一。 新闻中, 随派之前签约的一个名为张大大的明星实名爆料, 随派为了额快看视频一笔天价违约金, 在与张大大解约时, 威逼利诱和张大大另外签署了一份合约, 而这份新签订合约的违约金全是天价。 据张大大透露, 不少从随派跳槽过来的明星都是和随派一起合伙, 诓骗企鹅的。 之前随派希望企鹅赔偿的违约金中, 大部分都是后来新签订的含有天价违约金的合同。 这条消息一出, 全网震惊。 卧槽, 随派还真是签了阴阳合同, 他们就这么无视法律吗? 难不成那些违约金异常高的明星, 都是这次随派坑骗企鹅的帮手? 不可能, 我家坤坤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哎, 你们看, 企鹅又发了条消息, 说, 如果有其他明星愿意出面指证随派, 企鹅愿意放弃对这些明星的指控。 这一大早的, 互联网上就发生了场大地震, 显示企鹅抛出张大大引发开端, 又安排水军推波助澜, 并且以一副打方的受害者模样表示不追究明星的责任。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直接将随派打到了深渊, 还给了自己收买的那些明星一个洗牌的机会。 反正什么脏水都往随派身上泼, 企鹅和明星都是受害者就行了。 尹天也收到了马华的短信, 质问尹天怎么还没让马云去起诉随派? 尹天撇撇嘴, 回到马总正在安排, 糊弄了过去。 心中却在想白韦德怎么还不给自己打电话。 耐心等着, 终于手机铃声响了, 拾起一看正是白韦德打来的。 尹天终于等到白韦德求助, 眼睛一亮又故意掉了回白韦德的胃口, 这才接通道, 白兄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 白韦德没心思和尹天绕弯弯, 直接开口道, 尹天, 你上次不是说有办法帮我吗? 什么办法? 尹天一乐? 果然如自己所料, 白韦德是来求助自己的。 这办法嘛, 我自然有, 但可不能白白给你。 尹天按照预计的口吻说着, 白韦德自然不是那种以为能白嫖的傻子, 你要什么? 尹天笑了笑, 你们和企鹅的违约金不是一千亿吗? 我要五百亿。 不可能。 白韦德下意识地喊出声, 就一个办法要有违约金的一半。 做梦吧, 你, 要不是想着有囚余人, 白韦德甚至想直接挂断电话, 自己辛辛苦苦设计谋划。 你现在做着就要五百亿。 尹天早预料到白韦德会有这种反应, 当即笑道, 白兄, 你可要想好了, 要是我不帮你, 甚至落井下石, 你不仅拿不到一千亿的违约金, 甚至说不定还会被我和企鹅联手打击。 对了, 今天马华还在问我, 怎么还没让马云起诉你? 白韦德脸色一黑, 想起之前尹天帮自己时说过的话, 以及自己的感受, 忍不住呸呸呸的几声。 亏我还以为你帮我是真心的, 原来是惦记着我这还没到手的一千亿呢。 但随即, 他又仔细琢磨了下尹天说的这些话。 尹天说的都是事实, 要是今天他不帮自己, 自己说不定挺不过这次的事件。 想到这, 白韦德忍不住气愤地砸了砸桌子。 这他娘的, 趁火打劫也太恶心人了。 第246章 迫不及待的白韦德。 尹天看着白韦德心神俱变, 耐心等待。 早在尹天知道白韦德向企鹅索要的违约金是一千亿后, 他就忍不住动了心思。 一千亿, 说不动心是假的, 只是之前尹天一直找不到什么机会去让白韦德出血, 只能心中惦记。 但自前几天马华来找自己后, 尹天就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因此, 尹天对白韦德的现状进行分析后, 找到了一个能帮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说实话, 这个办法尹天之前用过, 效果拔群。 白韦德衡量得失了近十分钟, 低声问道, 你的办法是什么? 他要先知道尹天准备如何帮自己解决问题, 然后再考虑考虑能否成功, 最后再想想值不值得。 尹天对他这个问题早有预料, 双管齐下, 标本同志。 什么意思? 白韦德一脸茫然, 尹天笑了笑, 给他解释起来。 从根源解决问题的话, 这件事因范爷而起, 那些愿意帮起俄指证你的明星大多是成了他的情, 所以, 我们只要把他这个人解决就行了。 尹天说的, 正是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搞出问题的人。 解决范爷? 白韦德听着, 皱了皱眉。 你是要我找人做了范爷? 问问题的同时, 白韦德想着, 要是尹天的建议真的是用暴力解决问题, 那自己马上挂电话。 关于是否用武力解决问题, 白韦德也曾想过, 但很快就放弃了。 范爷不像是王芷宁, 王芷宁身份特殊, 就算被人杀了, 也是由他家族找出凶手报仇。 而范爷作为公众人物, 受万众瞩目, 自己要是对他动手, 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要是闹大了, 被国家盯上, 那就等死吧。 尹天都不用看白韦德的心声, 单听他说的话, 就知道他是想歪了, 没好气地说道, 你想啥呢? 我说的自然是用正面的手段解决他。 什么手段? 我曾得到消息, 范爷开的那家公司, 似乎有很严重的违法行为。 白韦德一下就来了兴趣, 犯了什么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和脚税有关, 具体怎么知道的, 我不会告诉你。 尹天神秘笑道, 自己是从范爷的心声中看出来的, 自然不能告诉你来源。 白韦德在心中计较了番, 这个能把他整死吗? 还是说罚点钱就没事了? 这么和你说吧, 纯粹按着规定判, 他是出不来了。 白韦德文言心中一动, 若尹天说的都是真的, 那他这个治本的方法效果还真不错, 但治本还没用, 眼下除了让那些明星不受外力驱使外, 真正关键的, 还是让他们自己不和企鹅合作。 那你说的治本的方法是什么? 和范爷的一样, 谁站出来帮企鹅说话, 我就把他的某些事迹说出来。 你放心, 基本上你家的每个明星, 我都得到了些资料。 尹天自信道, 自己的方法, 说到底, 就是利用那些明星本身的弱点, 去对付他们。 这个方法, 尹天在之前应对企鹅挖自家明星时, 就在罗大师身上用过, 没想到, 现在又要用这个方法, 去帮白韦德对付企鹅了。 你哪知道他们的秘密的? 白韦德语气警惕地问道, 尹天知道很多明星的秘密这点, 让白韦德有些羡慕, 但尹天后来又说了, 知道不少随拍家明星的秘密, 这一点让白韦德心中震惊不已。 尹天掌握着随拍所有明星的秘密, 那岂不是说, 要是哪天尹天, 要想通过那些明星对付自己, 他们十有八九会屈服于尹天? 不行, 靠明星引流的办法不能再用了, 回去赶紧让人开发别的引流方式。 心中七想八想的白韦德嘀咕着, 同时, 白韦德细细回想了尹天的办法, 最终不得不承认, 自己似乎真的只有靠尹天渡过难关了。 尹天, 你要是真的能完成你说的那些条件, 一千亿我分你一半又何妨? 想通了的白韦德故作大方说道, 尹天看着白韦德被自己说服, 心中一乐, 那行, 白兄, 你找个时间来我们公司签合同吧, 你什么时候签, 我就什么时候开始放那些黑料? 刚想说, 你先放几个猛料是试水的白韦德嘴角一抽, 没能说出和我想白嫖类似的话, 我马上就去, 迫不及待的白韦德立即说道, 尹天满意的点了点头, 急一点好啊, 再不急, 恐怕马华就知道我卖了他了, 冰贵神速的道理, 尹天也知道, 要么老老实实跟着企鹅做事, 要么就赶紧趁别人没反应过来时, 一击毙命。 第247章, 签订合约, 打完电话, 尹天背着手在公司巡游了圈, 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后, 又回到办公室, 坐到椅子上后, 尹天下意识地看向了宁长的秘书卫, 好几天都没见到小女友, 这一时之间还真有些想念, 今天下班就去您家找宁长吧, 顺便看看他的巨沙丑搞得怎么样了, 心中念叨着尹天继续工作起来, 很快, 尹天就把今天的工作忙完, 刚好此时白韦德也来了, 有保安带到尹天办公室后, 白韦德等到保安离开, 立即说道, 尹天, 我们签合同吗? 他是真的一刻都等不了了, 恨不得立马把范爷和那些已经出卖了, 随拍的明星整死, 而且时间拖得越久, 企鹅抛出的人就越多, 随拍就会多损失一位明星的违约金, 并且要多承担一份责任, 别急嘛, 尹天嘴上不慌不忙, 实际上也给陆一宁发了条消息, 让他赶紧带着合约过来, 在陆一宁还在路上时, 尹天假装惊喜问白韦德道, 先别说那个, 白兄你创建了随拍, 怎么不后说, 要不是我派人查了好久, 还真不知道你是老板, 这个, 这不是想着你的传世注意在前, 我的随拍拿不出手吗, 白韦德尴尬地说, 心中, 想的却是尹天这家伙, 也不知从哪得知我的身份, 现在这恶心我, 尹天假装没看到他的心声, 热情地拍了拍白韦德的肩膀, 白兄谬赞, 我这也是当时看到随拍, 一下子觉得, 是个市场前景极大的产业, 就忍不住入场了, 要是知道这是白兄你的, 我就不来抢生意了, 那你倒是现在就退出啊, 白韦德黑着脸, 勉强笑了笑, 白韦德这家伙, 别有用心地隐藏身份, 在暗中谋划了那么多针对别人的阴谋, 就连宁家都被他设计了好几次, 这次能他吃别, 尹天心中还是非常高兴的, 笑着笑着, 如意宁带着合约来了, 因为白韦德的事不能摆在明面上, 所以, 这个合同签订的内容很隐晦, 但尹天掌握着白韦德的把柄, 倒也不怕白韦德事后反悔, 尹天能将随拍从泥泥中解救出来, 也能将他们推回深渊, 除非企鹅不再针对随拍, 转而与随拍联合一起对付船市, 那么尹天就能一直把持着随拍的把柄, 白韦德拿着合约仔细看了看, 确认没什么坑人的地方后, 万般不愿地签了名字, 待白韦德签完, 尹天笑了笑, 伸出右手, 合作愉快, 白韦德也伸出手, 面无表情地和尹天握了握, 合作愉快, 至于他是真的愉快, 还是在心疼那五百亿违约金, 就不得而知了,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握完手后, 白韦德立即催促道, 陆总, 等会你回去, 把我昨天发你的资料再运作一遍, 就像上次我们整罗大师一样, 好的老板, 陆一宁乖巧回答, 说着他撇了撇白韦德, 心中对这人的身份惊奇不已, 他就是随拍的老板, 看起来和老板影天差不多大, 也是已经建立了如此工业, 虽然比不是影天的传世, 但随拍也算是市场上第二大的短视频Apple, 有着敬意用户用户远远吊打企鹅的快看视频, 不过, 想着想着, 陆一宁还是更加敬佩影天的能力, 一想到昨天老板给自己的一批黑料, 陆一宁就忍不住眼嘴惊讶不已, 那些明星行动隐蔽, 就连最资深的狗仔都难以找到他们私下的秘密, 而自己的老板却像是批发一样, 一丢就是一大落, 还个个都是足以让那些明星身败名裂的重要秘密, 白韦德见影天早有安排, 点了点头, 我先走了, 影天善意笑了笑, 白兄, 别忘了您老爷子说的话, 咱俩都亲近亲近, 以后, 说不定随拍和传世还有合作的机会呢, 白韦德没回头, 只是身形顿了顿, 待白韦德离开, 陆一宁好奇道, 老板, 他就是随拍的老板, 嗯, 那咱们以后真的要和他合作, 陆一宁满是疑惑, 显然是信了影天刚刚说过的话, 影天失声一笑, 陆总, 我刚刚说的是客套话, 当不得真的, 你见过芝麻之父和企鹅之父联手作物活动吗? 陆一宁若有所思地想了想, 摇头道, 还真没有, 行了, 这次我们帮他, 不代表我们传世和随拍就成了朋友, 以后还像以前一样, 该怎么对付他们就怎么对付他们, 嗯, 点了点头, 陆一宁抱着合约回去, 开始安排媒体将范爷等多位明星的违法乱纪的事情曝光, 第248章, 晚宴, 对于曝光这些明星的事, 陆一宁早有心得, 不用影天手在公司把关, 因此, 影天见没什么事, 就提前下了班, 驱车去往宁家, 说是提前下班, 其实时间也离真正下班没差多久, 影天估计自己到了宁家时, 宁长也应该正好下班到家, 比特到宁家的距离, 比豪能集团到宁家的距离要远, 影天没将自己今天要来的事告诉他, 准备给宁长一个惊喜, 因此, 路过一家花店时, 影天破天荒地买了树花, 一到宁家, 却只见老丈人和丈母娘, 宁长并不在, 张雅杰接过花, 招呼影天坐下, 说道, 小天啊, 宁长应该还在加班, 要不你在这等等, 如果说, 以前他是很看不起影天, 后来影天救了宁卫国后, 他是心中看不起但不说, 那么现在, 张雅杰就是完全把影天当自己女婿看待了, 无论是正在短视频领域独大的传世, 还是之前影天帮宁家解决吸官大污的问题, 都足以证明影天的能力, 张雅杰也不是傻子, 自然不会再只抓着影天的身价不放, 况且, 影天如今的身价早已配得上宁长了, 影天没想到宁长这么晚了, 还在加班, 笑了笑, 说道, 张阿姨, 那我就在这里等等您你嘛, 这时, 坐在一旁一直看着报纸的宁天豪说道, 他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就回了, 这几天, 他一直在忙活聚杀仇的事, 天天早出晚归泡在公司里, 不过, 这个平台的基本雏形已经建成, 以后他就没这么累了, 言语间, 宁天豪也是有些心疼女儿天天加班, 为了工作劳心伤神, 连饭都吃不好, 可怜天下父母心, 以前宁长志不在此时, 宁天豪经常抱怨女儿没心思管理企业, 但真当宁长开始用心起来后, 宁天豪又开始怕女儿受苦受累了, 宁叔叔放宽心, 宁宁他也不是小孩, 有分寸, 懂得自己照顾自己, 影天适时说道, 宁天豪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张亚杰陪了一会后, 就去做饭了, 客厅内只剩下影天和宁卫国两人, 影天左右看了看, 主动开口说, 宁叔叔, 西关大乌边的事最后怎么样了, 宁卫国放下报纸得意孝道, 你提供了帮助, 加上我亲自出马, 那还能有问题, 自然是成功完成收购, 已经在规划修整了, 嗯, 影天点点头突然又转移话题道, 那宁叔叔, 你之前不是说要把那个买房子的一百亿分分二十亿我吗, 言下之意, 是你怎么还没给钱, 宁天豪, 他脸色一黑, 叔叔我像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吗, 钱我早就打给宁长了, 打给宁长了, 影天点点头, 心中却想着宁长怎么没和自己说这件事, 不过, 影天随即想到宁长最近天天忙碌不已, 估计失望了, 哈哈, 我当然不是在质疑宁叔叔, 我最近和宁长打电话也没看到这件事, 影天打来的哈哈, 随口将话题转移, 宁天豪哼了一声, 吹鼻子瞪眼的又拾起报纸看了起来, 影天和老丈人零零碎碎的聊了回天, 很快, 门铃响起, 是宁长回了, 影天主动去开门, 一打开, 宁长看见他后, 很是愣了一会, 反应过来后, 惊喜地叫了出来, 影天, 你怎么来了, 说着, 他直接跳到了影天身上, 影天稳稳接住, 这一上手, 就感觉比以往亲了不守, 影天顿时心疼不已, 我想你了就来了呀, 两人还没多说几句话, 就听见张雅杰在厨房喊道, 行了, 你俩别在门口亲亲我我了, 快点进来端菜开饭了, 略, 宁长调皮地朝着客厅方向吐了吐舌头, 这才拉着影天进去, 帮母亲把菜都端了出来后, 宁长又飞快地跑到影天身旁坐着, 两人挨得极净, 张雅杰出来看见女儿的表现, 没好气地摇了摇头, 但也知道女友好几天没见影天, 这感情抑制不住也正常, 便没有多说什么, 影天倒是极有礼貌地帮忙盛饭开酒, 没有因为自己已经被接受, 就当个大爷一样坐着, 很快, 一家人开始吃饭, 席间, 宁天豪照例问起女儿聚杀仇的进度, 常常, 你上次不是说开始内测了吗, 结果怎么样, 宁长似乎是饿酒了, 边吃边说, 嗯, 已经实验性地帮了四家人了, 但因为是内测, 捐的人不多, 钱几乎都是我出的, 内测期间没收益, 创始人自己贴钱进行项目等, 在创业初始阶段都是很正常的事, 对聚杀仇来说尤其正常, 毕竟是内测, 参加人很少, 没有宣传, 等到了公测阶段, 宁天豪点点头, 又想起之前尹天问自己的事情, 开口道, 常常, 我上次转你的二十亿你没给尹天吗? 啊, 宁长轻呼出声, 玄机不好意思地看向尹天, 尹天, 我把那二十亿充当巨杀仇暂时的资金了, 之前帮助的那四家也是用的那里面的钱, 说着, 宁长低着头不敢看尹天, 似乎是在怕他怪自己没与他商量, 就自主做张将钱这么用, 虽然宁, 宁天看着宁长的心声, 笑着摸了摸宁长的头, 当资金就当资金呗, 咱们的钱谁都有使用权, 你就是拿着撒都行, 我才没那么傻呢, 宁长顿时反驳道, 宁家宅子里顿时弥漫着欢笑声, 宁长交修了会, 又说道, 那二十亿也是暂时应应急, 让那些员工知道我的决心, 等内测过了, 我就拿出来, 宁长在豪能集团建立这个项目, 引起了不少员工的非议, 聚杀仇完全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东西,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宁长这么重视, 也不明白宁天豪为什么大力支持, 在这种消极心态影响下, 不少员工在构建聚杀仇项目是没怎么出力, 宁长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态, 一次把二十亿放到资金中, 也是抱着引起他们重视的心理, 不用,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尹天摆了白手, 尹天见三人视线都看向自己, 笑道, 既然钱投了进去, 就别拿出来了, 当做我们捐出去的吧, 过几天, 白维德就会给自己送五百亿, 这二十亿, 尹天已经不那么在乎了, 捐出去, 三人脸色有些错愕, 小天, 做这个软件, 我们不用自己捐款的, 就算要捐, 也不用捐这么多, 宁天豪解释道, 怕尹天听不懂, 他还手舞足蹈地笔划了半天, 是啊, 丈母娘夫畅妇随, 捐个几百万几千万就顶了天了, 哪有捐二十亿的, 尹天看向宁长, 只见他一时脸色欣喜, 一时又变得有些舍不得, 这很正常, 宁长知道, 有了这二十亿巨杀能帮助很多人, 因此, 他非常想要把这笔钱捐出去, 但从小就没捐过这么多钱的他, 到底还是有些心疼, 见宁长心中两个小人打了半天价, 也分不出胜负, 尹天替他做出了决定, 行了, 这二十亿就捐了吧, 说完, 尹天又说了自己这么做的理由, 以及二十亿的操作方法, 咱们捐二十亿作为储蓄金, 靠利息给员工发工资, 另外, 每次有人需要筹集善款时, 咱们可以设立一个时间, 如果没有筹够, 咱们可以用这二十亿补足缺口, 这二十亿就相当于一个证明咱们实力的担当, 有它正常, 普通人一出问题, 就会立即想到向咱们求助, 进而会向他的亲朋友好友推广咱们的软件,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效果吗? 尹天说完, 环视了饭桌上三人一眼, 只见宁天豪正赞许地看着自己, 而丈母娘则是带着掩藏不住的心疼表情, 但还是没说什么, 而宁天豪则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咬着筷子沉思, 突然, 宁天豪一拍桌子, 不顾被自己吓到了的母亲, 自顾自说道, 行, 这二十亿我们就这么用, 他已经被尹天说服了, 虽然聚杀仇还没公测, 但宁天早就安排下属设计上架后的推广工作, 而那些员工提出的方案, 无一例外的宁天豪都看不上, 他正为后面怎么推广聚杀仇而烦恼呢? 现在尹天的建议就像是一道惊雷, 之前劝阻时的态度, 点了点头, 如果真能通过这种方法推广的话, 咱们聚杀仇的使用者应该能成倍数增长, 没有一个人出现意外, 就像自己的亲朋好友推荐这个软件, 一个人推广一家, 然后一家推广九足, 就算每一家只留两个用户, 效果也是极佳的, 宁天豪夸完, 又提出了个问题, 不过小天,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他们知道咱们的规定, 不捐钱, 就等着让我们出钱呢? 宁天笑着回答说, 这个很好解决, 我们只要设定一个最小筹款额度就行了, 没达到这个额度, 咱们就不出钱, 打到了, 咱们就补足剩下的, 宁天好点了点头, 对宁天这个解决办法, 很是赞同, 宁天旁听, 眼中一彩连连, 父亲和男友赶着给自己建议, 他已经感觉没什么问题, 能困住自己了, 第250章, 企鹅猛了, 吃完饭, 一家人坐在一起看了回电视, 随即, 宁天被宁天带着去了自己的房间, 过二人事件, 一进门, 许久未见的情侣俩就抱在一起, 两久才松开, 宁天听着宁天叙叙叙叨叨的给自己讲最近的事, 不识点头, 宁天说完, 轮到宁天说, 彼特最近的事, 于是, 宁天便将最近彼特以及短视频领域发生的事, 挑挑简简的说了出来, 当说到白维德就是随拍的幕后老板时, 宁天惊讶的瞪大了眼睛, 随拍是他建立的, 嗯, 没想到吧, 宁天点了点头, 又想起之前随拍和传世竞争时使用过的一些阴招, 醋没道, 没想到白维德看着丝丝纹纹的被地里藏着掖着就算了, 还喜欢使一些阴招, 知人知面不知心吗, 宁天笑了笑, 其实, 白维德的那些手段在商业领域很常见, 虽然是有些败人品, 但易将功成万古枯, 等白维德成了短视频领域的龙头老大, 世人只会惊叹于白维德的商业材质, 不会计较他创业时用过的手段, 但现在作为白维德的竞争对手, 白维德在宁家这边算是社会性死亡了, 接着, 隐天又说到了随拍在企鹅挖人期间动用的手段, 知道白维德为了对抗企鹅, 签订阴阳合同时, 宁长更是眉头紧锁, 显然是非常见不得这种手段, 因此, 隐天说出自己要帮白维德解决后一证时, 他心中满是担忧, 宁长知道后会不会也跟着验我, 但出乎隐天意料的是, 宁长知道后只是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隐天看了眼他心生, 心中未知所动, 虽然隐天帮了白维德, 但这都是为了不让企鹅壮大, 情有可原, 想完这个, 宁长问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些明星的黑点的, 隐天笑了笑说, 我之前为了应付企鹅挖人, 找了一批狗仔去调查罗大师, 后面我们还有合作, 宁长点了点头, 那路易宁姐姐已经开始安排了吗? 嗯, 我估计现在网上已经能看到范爷的新闻了, 宁长一听, 立即掏出手机, 打开博客, 只见一条最新的热搜热度正在飞涨, 已经开始逐渐逼近第一了, 宁长还不知道范爷的黑点是什么, 好奇地点进去看了看, 看完后, 宁长解气道, 曝光的好, 违反法律的人终会得到严惩, 放心吧, 那些两面三刀戳反尔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的, 隐天有些汗颜, 毕竟自己只是曝光了一些与企鹅一条裤子的, 至于那些暂时还站在随拍那边的, 隐天并不准备去搞他们, 宁长没意识到隐天的潜台词, 也没多想开始与隐天说些别的事, 后面的事就完全与工作无关了, 什么下次放假出去约会, 平时不要太劳累, 不休息呢, 企鹅公司, 马华看着已经登到了热搜第一的博客, 脸色黑的像快探, 王经理, 你去联系的人就都是这种有致命黑料的, 马华言辞质问道, 在他身前, 一个肥胖的中年男子正弯着腰不敢站直, 马总, 这我事先也不知情啊, 谁知道他的事怎么突然就被曝光了, 王经理说话声音很虚, 在冷憨落地前回答说, 想到自己前任的遭遇, 王经理实在是放松不下来, 为什么别人能搞到他们的黑料, 你的人呢, 个个都是废物, 马华没听他的解释, 追着斥责道, 我提拔你当经理, 不是养你吃白饭的, 王经理没有反驳, 只是腰弯的更低了, 喝了口水, 马华没在找王经理的麻烦, 他想起了那个对自己拍胸脯保证的隐天, 这小子, 转手就把我卖了, 想到这, 马华牙恨恨不已, 他想过, 尹天会拒绝自己, 但没想过, 尹天会假装答应自己, 背地却联合随拍坑自己, 虽然尹天没有明说, 自己在帮随拍, 但那些在传世上疯狂转载的黑料足以说明, 他是站在企鹅对立面的, 而且, 这次范爷等一众明星的黑料被曝光, 和之前罗大师被曝光时一模一样, 都是先在一些小媒体上曝出, 然后水军引流, 传世后之后绝的推广视频, 推波助澜, 那马总,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王经理事实问道, 虽然明星的事与他无关, 但还是被背了锅, 现在他想将功赎罪, 赶紧和那些被曝光了的明星解约, 另外, 暂停接触那些谈得差不多的明星, 马华下了命令, 这和王经理想得如出一辙, 因此, 王经理急忙点头, 好, 我马上去和他们解约。 第251章 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 根据规定, 这种一方犯了事的另一方可以解约而不赔偿违约金, 但他们从随拍那里挖人时产生的违约金不能不赔。 本王经理离开, 马华又叫来了负责快看视频项目的李经理, 李经理似乎早有准备, 他是带着最近快看视频的成绩报表来的, 马华还没来得及问最近快看视频的成绩怎么样, 李经理就主动将报表呈了上去, 马华接过, 粗略看了看, 注册用户超过3000万, 日活超过1000万, 这个成绩对于其他创业者来说可能非常不错, 但快看视频背靠企鹅花了无数资源才仅有一千万的真实使用者, 讲道理其实非常拉胯了, 但马华看完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赞许地点了点头, 不错, 这周的进步很大, 不过注册用户没怎么增长, 李经理不可察觉地露出了笑容, 虽然这个成绩很拉胯, 但相对于创立初期砸了尽意, 仅仅只是获得了不到2000万用户, 且日活低至500万的快看视频来说已经算是天大的进步了, 对于以后的发展, 你有什么想法? 马华放下报表问道, 李经理沉思了会, 回答说, 现在快看视频面对传世和随拍两下的压力, 要想突出重围, 只能拥有自己的独特特色, 什么特色? 比如说搞颜色, 或者专注搞笑视频, 杀雕视频等, 最好是传世, 随拍所没有的, 要说传世和随拍没有的东西, 那自然是带点颜色的视频, 但这东西, 企鹅也不敢搞啊, 建立特色, 传世和随拍没有的, 马华嘴里念叨着, 苦思冥想许久都没想到, 有那个类别, 他们两家没有, 皱了皱眉, 马华打开船室刷了几个视频, 想看看他们到底欠缺什么类型的视频, 李经理看出了马华的想法, 又赶紧劝慰道, 没有那种独家的野行, 只要我们专注一个类别, 做到最大最强就行, 马华没理他, 继续刷着视频, 美女跳舞? 不行, 这个都泛滥了, 杀雕搞笑? 虽然船室有了暴走团队, 但也不是一家独大, 这个可以记着作为一个方向, 可谱, 这个吸引不了太多群众, 一时之间, 马华还真找不到什么船室欠缺的, 突然, 他刷到了一条玩游戏的视频, 这里三秒后会有人出来, 三, 二, 一, 砰, 爆头, 兄弟们, 想学技术的, 家主播企鹅号注明来一哈, 皱了皱眉, 马华下意识的就想刷走, 虽然企鹅运营很多游戏, 但马华本人并不是一个喜欢打游戏的人, 突然, 马华脑中灵光一闪, 这个战火前线是企鹅独家运营的游戏, 现在在华国非常火, 号称玩家过三亿, 之前打广告时, 口号是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 游戏, 很火, 企鹅独家运营, 马总, 马总, 李经理见马华突然愣住, 上前问道, 李经理, 马华回过神来, 面带喜色的对李经理说道, 咱们有游戏啊, 想什么炫武, 飞车, 战火前线等, 咱们都可以禁止船市, 上船这类视频, 然后让自家的短视频独占, 李经理文言也是愣住了, 马总, 这, 这不会影响游戏的热度吗? 想了很久, 李经理才试探问道, 似乎还没有一家游戏公司这样做过, 没事, 马华满不在乎的说道, 没了船市他们还有随拍, 快看视频, 但没有咱们的游戏他们还能玩什么, 游戏收入高达企鹅总收入的一半这件事, 就足以说明那些游戏的热度, 李经理见马华都不在乎, 也是喜行于色道, 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马总, 您和游戏部经理提一提, 我马上联合他去办这件事, 两人一拍集合, 这件限制船市和随拍发布游戏视频的计划, 顿时被提上了日程, 三天后, 影天突然收到了白维德的消息, 影天, 企鹅刚刚发表的消息, 你看到了吗? 消息? 影天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赶紧点进企鹅官网, 在置顶的那里, 看到了企鹅的最新声明, 为了保证游戏视频制作者的切身利益, 防止恶意盗取视频, 创意事件的发生, 我司特此发表声明, 从今天起, 禁止任何人在任何未授权的平台上, 上传以下游戏的相关视频, 包括弹部限于, 战火前线, 炫武, 飞车, 地下城, 奶奶的, 企鹅又搞事件。 第252章, 寻求出入, 在这条声明下面, 所有有资格上传这类视频的平台, 被列了出来, 看点, 快看视频, 企鹅视频, 一眼看去, 全是企鹅旗下的软件, 企鹅这是将所有游戏视频的上传权, 全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影天看完, 脸色一冷, 竞争归竞争, 企鹅这完全就是打不过, 开始耍赖皮了, 快看视频里那么多抄袭传世创意的短视频, 影天从未说过什么, 但现在企鹅竟然拿自有的游戏为刀, 真是不要脸, 你准备怎么办? 想了想, 影天发消息问白维德, 暂时先下架那些视频吧, 等事情过了, 再去和企鹅谈, 相信他们考虑到游戏的宣传效果, 还是会答应的, 白维德早就想过这个问题, 他们会答应? 影天听了, 嗤之以鼻地说, 你们违约金的事还没谈完呢? 你觉得, 他们会为了游戏, 让你得到资格? 白维德沉默了, 影天说的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 游戏的宣传虽然重要, 但并不是非要短视频APP上引人主意, 才是效果最好的方法, 要是企鹅铁了心想要发展快看视频的游戏板块, 那随拍和传视没有一丝让企鹅松口的机会, 沉默了会, 白维德打字道, 那只能不管他了, 好在游戏板块站的比例不多, 我们随拍舍弃也没什么大的损失, 影天听到倒是有些郁闷, 随拍用户少, 喜欢看游戏视频的人更少, 但传视不一样啊, 据统计, 传视上的用户有差不多16的都曾在单个游戏视频上停留过超过20秒, 以传视现在近1亿5千万的日活算, 那就是足足2000万的用户, 而现在传视不再能上传游戏视频, 就代表着这2000万用户有可能被快看视频吸收, 这种舍己为人的事, 影天自认不能接受, 在想和白维德谈些什么时, 却发现自己发过去的消息, 白维德不回了, 影天黑着脸把白维德拉黑, 心中甚至在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故意来气自己的, 很快, 陆一宁焦急地跑了过来, 老板, 不好了, 企鹅对我们发了通牒了, 影天接过, 正是和今早企鹅发的声明有关的通牒, 他们要求船市赶紧下架与他们游戏有关的视频, 不然就会倒船市, 影天虽然比陆一宁提前知道, 但一时之间也没什么好的应对方法, 只能点点头, 你先把游戏视频下架吧, 等会开个会商量怎么办, 陆一宁又踩着高跟鞋, 咚咚咚地离开了, 不一会, 陆一宁就让技术部下架了所有和企鹅游戏有关的视频, 又把所有负责人都喊了后, 通知影天开会, 影天准时走进会议室, 环视了一圈, 问道,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次开会的目的,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为公司出谋划策, 办法有用的, 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 限制是不能违法犯罪, 价值不能超过五百万, 五百万? 老板又出血了, 傻了吧你, 要是真能解决问题, 公司赚到的只会更多, 但老板真的打方也就是了, 别的公司都没这么搞过, 影天刚说完奖励, 下面就吵嚷起来了, 但大多都是在议论这五百万, 影天细细听了很久, 没听到有什么人在提建议, 安静安静, 陆一宁事实压手道, 请大家来不是聊天的,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 会议室顿时沉默了, 许久, 终于有了第一个人举手, 你说, 陆一宁赶紧喊他起来, 老板, 我们也可以开发自己的游戏啊, 他们有飞车, 我们可以搞个赛车, 他们有炫武, 我们可以搞个竞舞团, 他们有战火前线, 我们也可以搞个士兵突击, 这个办法看似可行, 但难以实现, 影天摇了摇头, 且不说模仿企鹅开发游戏会不会侵权, 就是什么问题没有, 现在开发也来不及啊, 又有几个人提了几个意见, 但都差强人意, 影天细下后, 只打算参考参考, 突然, 影天看见张伯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 大声喊道, 张伯,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张伯突然被叫, 吓了一大跳, 下意识说道, 我没玩游戏, 我那是在研究这个游戏的漏洞, 哈哈哈哈, 在场众人立即笑了起来, 这张伯, 玩游戏就算了, 刚刚还大声说了出来, 是怕老板不知道, 还说这种欲盖迷章的话, 影天脸色一飞, 这张伯, 当了部长后, 就上班牧鱼打游戏, 你玩了什么游戏, 如果是企鹅的, 这个月, 你奖金别想要了, 正在气头上的影天随口说道, 第253章, 联盟的潜力, 企鹅, 回过神来后, 张伯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已经做好了被老板重罚的准备, 乍然听到影天后面说的东西, 他愣了愣, 玄机下意识地反驳道, 不是企鹅的游戏, 是拳头公司的联盟, 联盟, 会议室众人茫然地看向张伯, 似乎是都没听过这个游戏, 影天语气一致, 随即问道, 联盟是什么, 张伯见老板似乎对游戏很感兴趣, 顿时口若悬河地讲解了起来, 联盟是拳头公司开发的多人竞技游戏, 虽然感觉张伯是在照着千度百科念介绍, 但众人还是听得非常认真, 影天听完, 眼前一亮, 这个游戏似乎很有意思啊, 带我玩玩, 啊, 张伯以为自己听错了, 抬头看了眼影天, 见影天正色看着自己, 这才后知后觉的说, 哦, 好, 好, 老板, 你跟我来, 说着, 张伯就带着影天往自己办公室走去, 自从张伯接替蒋鹏一成了技术部部长后, 影天就给他分了间小办公室, 之前的蒋鹏一是没有的, 不是因为和他熟, 完全是怕张伯在员工中间搞怪, 影响别人工作, 刚进去就发现张伯电脑屏还是开的, 而且界面还正是游戏界面没退出, 老板, 我说, 我是知道, 你回来特地先打开的你信吗? 张伯忘了自己没关游戏这茶, 顿时苦丧着脸问道, 影天给个他一个犀利的眼神, 让他自己体会, 张伯顿时坐到自己的椅子上, 说道, 我以前都不在上班时玩的, 今天实在是刚出新角色, 我等不及想体验一下就开了吧, 这才刚打一半呢, 说着, 他打开战绩界面, 却是在工作时间内进行的只有刚刚这把, 影天见他没说谎, 脸色好了点, 这样的话, 也能体谅, 在影天心中, 这就和上班取快递迫不及待的就当场打开一样, 不影响工作就行, 下不为例, 心中谅解, 但影天还是冷声说道, 好的老板, 解释完这个, 张伯立即当着众同事的面开了一把, 这次他是奉影天的命令打游戏, 所以腰板挺得很直, 也没有多东张希望, 心神全局都沉浸在游戏中, 影天看着看着, 突然眼前一热, 经验丰富的影天默默推后两步, 等待未来的片段开始播放, 很快, 几段关于联盟的未来在影天眼中呈现, S1, 联盟默默无闻, 华国国内仅仅只有几支战队, S2, 也没火, S3, S4,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这个游戏突然进入了华国千万家庭的电脑中, 成为了华国所有年轻人都在玩的一款游戏, 职业联赛全世界参与, 华国上亿粉丝, 加年华播放量全网过两亿, 等等等等, 数不清的荣誉在于己身, 联盟历经十年, 从无人问津开始发展, 满满地到达巅峰, 中途也有过被其他游戏压下的经历, 但无一例外, 联盟都坚挺了下来, 经久不衰, 影天直接震惊了, 自己随便看下属玩个游戏, 想知道是什么游戏, 让员工心思不在公司上, 这都能找到一个日后风靡全球的游戏, 影天看了眼正在聚精会神打游戏的张伯, 只见他已经沉浸在了游戏中, 随着游戏中操纵人物的或杀人或被杀而悲喜, 影天看着忍不住默默感叹, 张伯第一次上班摸鱼就被发现了, 但自己也因为这件事发现了联盟的潜力, 也不知道是张伯太惨还是自己太幸运, 不过总的说张伯这次玩游戏给自己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影天不光不打算追究他玩游戏的事, 甚至还恨不得让张伯天天玩游戏, 然后自己每天来转一圈看看能不能再次发现一个爆款, 现在知道了联盟的存在以及他以后的成就, 影天就开始寻找自己参一脚的契机, 这不光是为了联盟日后的成就, 也是为了赶紧解决船尸被企鹅限制这件事, 要是影天能得到联盟, 然后仗着先知先觉去大力推广, 将联盟大火的时间缩短不成问题, 到时候企鹅限制船尸的事也就迎刃而解, 要知道在未来的网吧中, 已经很少有人玩战火前线, 地下城, 炫武以及飞车等企鹅现在大火的游戏了, 他们玩的大多都是联盟, 心中激动的影天赶紧把陆一宁拉出办公室, 详细谈论这件事, 张伯打完游戏后, 回头看了看, 突然一愣, 身后, 除了几个看得津津有味的同事, 就是对游戏没什么兴趣的同事在聊天, 而影天和宁长两人不知所踪了, 老板呢, 让我打游戏但是自己不看, 该不会是已经录了我上班玩游戏的视频准备开除我吧, 第254章, 你想要什么? 老板, 什么事? 陆一宁被影天拉出来后, 疑惑问道, 陆总, 你觉得刚刚的那个游戏怎么样? 陆一宁想了想, 回答说, 看着很有趣, 怎么? 老板你想进军游戏行业? 影天点点头, 联盟就是一座金山, 自己竟然发现了它掩埋在地下的金子, 怎么可能有视而不见的道理? 你先去查查这个游戏的发行公司拳头, 试着和他们联系一下看看, 有没有收购或代理的机会。 陆一宁听着, 神色也严峻起来, 若是影天只是想调查一下这个游戏, 不会是这种态度, 影天的语气说明, 他是对这个游戏有着势在必得的信心的。 好的老板, 我先让人找找资料, 过几天再派人去不外参观他们公司。 陆一宁点头说, 过几天? 影天突然想起联盟在华国火了的原因,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们的代理商是企鹅。 也就是说, 企鹅可能也看上了这个游戏, 说不定, 他们现在就正在和联盟谈论代理的事呢。 不行, 今天就去查。 影天斩钉截铁道, 这么截? 陆一宁有些诧异, 不过, 他随即焊手, 我马上订机票, 飞去国外亲自拜访拳头。 见影天这么着急, 陆一宁也是当即决定自己亲自出马。 即使, 他也有些疑惑, 为什么影天会对一个游戏这么重视? 明明老板是今天才看到这个游戏的。 下完命令, 影天又回到张伯的办公室, 想看看这个游戏有哪些让人着迷的地方。 一进门, 却看见张伯站在一旁指指点点, 而随影天来的几个管理已经坐上了张伯的椅子, 亲自体验起来联盟这个游戏。 见影天进来, 张伯嬉皮笑脸的打了个招呼, 心中, 他却一直在担忧影天会不会秋后算账。 影天看着他的心声, 笑了笑, 张伯, 这次你算是立了大功了? 你想要什么奖励? 立大功? 张伯愣了。 哦, 老板, 我这怎么就立功了? 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个联盟, 未来潜力极大, 要是能入股他们公司或者拿到亚洲等地区的代理权, 我们随拍现在面临的问题将迎刃而解不说, 说不定以后联盟还会成为我们公司的支柱产品。 影天笑着解释了一遍, 张伯等一众管理听完, 也是意识到了张伯今天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 可他明明只是在上班时玩了下游戏啊。 想到这, 正玩游戏玩得津津有味的几个同事顿时感觉手中的游戏不香了。 你想要什么奖励? 如果公司的计划实现了, 张伯陷入了选择困难中, 要钱, 自己现在月工资两万, 在摩都也能过得很舒服, 每个月还能攒点钱。 而且, 自己现在有老板奖励的车, 老板奖励的房子, 自己现在也没想着结婚, 对存钱的要求不是很高。 其余管理见张伯陷入了选择困难, 皆是羡慕极度不已。 由于许久, 张伯终于咬牙说道, 老板, 要是咱们比特真的拿到了代理权, 我想给我的联盟号全皮肤全英雄, 而且每次新出我都要。 尹天没想到张伯的要求是这个, 听完愣了一回, 你就要这? 嗯。 张伯郑重地点了点头, 其余同事纷纷侧目, 好好的钱不要, 就要个游戏中的数据, 这张伯是个傻子吗? 不过, 他们也只是在心中想了想, 没有明面说出来, 只是这看向张伯的视线就多少带了点怜悯。 尹天倒是有些哭笑不得, 这奖励并不仅仅是为了奖赏对公司有贡献的人, 更多的是为了激发大家的斗志, 让他们有着一颗为了奖励拼搏的心。 所以, 尹天并没有答应张伯的要求, 张伯, 你这要求太低了, 高一点没事。 张伯鸣嘴想了想, 犹豫到, 那要不给我两个这样的账号。 他想的是, 以后自己可以找一个同样喜欢玩联盟的女友, 然后两人一起用着全英雄全皮肤的浩开黑。 尹天脸色一黑, 给你两个, 然后奖励你现金四百万。 啊? 张伯张大了嘴巴, 老板, 我?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要是真成了, 你的贡献远大于这四百万现金。 至于游戏账号, 要是尹天真的拿到了代理权, 那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尹天说完就走了, 只留下张伯, 几几个管理, 在办公室面面相去。 老板还要赶着给张伯长送钱。 张伯长, 到时候记得请客啊。 张伯苦笑两声, 咱们这老板就是太大方了, 老喜欢给员工发福利。 我这才刚干半年呢, 车子房子存款全都有了。 第255章 和企鹅竞争。 有功闭赏, 且赏赐不吝啬, 这叫大方。 无缘无故撒钱, 这才叫冤大头。 显然, 在彼得公司员工心中, 尹天就是一个大方的老板。 尤其是张伯刚刚说的话, 就给尹天佐证了这些。 一个原本一穷二白的年轻人, 正准备奋斗呢? 突然车子房子票子都有了。 另外两个管理的心情, 已经不能用羡慕极度来形容了。 时间很快过了三天。 这段时间里, 传世彻查视频, 大批用户怨声载道。 本来游戏板块这边, 传世视频上传量能达到所有视频的7左右, 播放量能占到10左右。 但现在受到了企鹅的制裁, 游戏板块没了那些现在大火的游戏, 只剩下一些名气不大的游戏, 视频上传量一度低至不足一, 播放量也掉得很猛。 这直接导致了大批游戏视频主更换平台。 没办法, 用户数最多的传世不能上传视频, 但他们还是要恰饭的, 只能另寻出路。 换平台的人中, 还有不少是和传世签订了契约的, 他们换平台只能解约。 尹天没为难他们, 爽快地解了约, 也没打算打探他们的心声, 找到他们的把柄威胁他们。 尹天一直在等陆一宁的消息。 陆一宁去了国外三天了, 按照他发给尹天的行程, 应该等会就会和拳斗公司的人谈完, 到时候就能知道拳斗公司的态度, 要求等资料了。 突然, 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尹天看了眼, 正是陆一宁便立即接通了。 喂, 老板, 我已经和拳斗公司的人谈过了。 怎么样? 他们愿意吗? 尹天问道。 这时, 尹天甚至有些紧张。 陆一宁沉默了会。 尹天一愣, 玄机问道, 他们不愿意。 不是不愿意, 只是, 陆一宁犹豫到, 只是企鹅公司也在和他们沟通。 他们觉得我们公司实力不如企鹅, 想要找企鹅作为亚洲代理。 企鹅也找到了拳斗公司。 这件事在尹天预料之中, 只是没想到全都公司都没有考察比特公司的诚意, 就直言不如企鹅公司。 尹天眉头皱了皱。 传世现在只是在国内出名, 国外并没有名气。 而企鹅作为市值超过两万亿的超级大公司, 世界文明, 外国的那些公司只认他们也情有可原。 这就相当于你有一批产品, 芝麻和村门口开小卖铺的都想代理。 这情况试问你给谁? 这就难办了呀。 尹天难难道。 老板, 企鹅也只是刚来, 他们还没谈拢, 我再去找他们聊聊。 路易宁也是有些不甘。 尹天没有说话, 想着些别的事。 突然, 他眼睛一亮, 对路易宁说道, 等等, 我去找马云帮忙。 你可以先稳住他们, 别让他们偷偷和企鹅签了合同。 这国际商业战场上的事, 比特现在实力还不足, 但尹天能请马云帮忙, 也不至于没有任何战力。 只是, 这件事让尹天多了个心眼。 比特突破国际的事, 是时候提上日程了, 船市不仅要封米国内, 也要封米国外。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尹天希望能靠着比特自有的名气, 让国外的公司认可。 嗯, 路易宁点了点头, 本来他也只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 想要继续去联系拳头试试。 但如果马云愿意帮忙的话, 那自己代表的实力就不属于企鹅了, 靠着自己的谈判技巧, 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 挂断了电话, 尹天立即给马云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 马总, 我最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什么事? 因为随拍推出了电商, 且芝麻网的商品在船市的直播带货中卖得非常好, 因此马云最近心情不错。 尹天便将自己的目的详细和马云说了说。 马云听完倒是沉饮了许久, 尹天你怎么突然又对游戏行业感兴趣了? 树叶有专攻, 马云自己建立的芝麻就是以电商, 移动支付等为主要业务, 其余的行业偶有试探, 但大多都没大张旗鼓的发展。 现在在马云看来, 比特就是一个以互联网社交, 传媒为主体的公司, 往游戏那边发展, 那不是本末倒置吗? 嗨, 我这不是最近钱有点多, 想要多投自己个行业吗? 尹天没有说出联盟的潜力。 马云笑了笑, 似乎是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场景, 那时自己也是天不怕地不怕, 闯荡过不少行业。 顿了顿, 他点头说, 那行, 我让公关部发条声明, 你们直接说我会全力支持, 我们背后也有大佬。 得到马云的支持, 尹天心中一喜。 道谢后, 尹天挂断电话, 将这件事告诉了陆一宁, 让他赶快再尝试联系拳头。 陆一宁也明白, 现在时间的重要性, 急忙又和拳头公司的马克总裁, 预约了见面时间。 同时, 他心中在祈祷, 千万不要被企鹅杰足先登了啊。 虽然拳头没有, 和比特这个不知名公司合作的想法, 但陆一宁预约见面, 还是没有遭遇困难, 成功拿到了明天早上八点马克吃早餐时的二十分钟。 陆一宁当即想了不少话术以应对马克总裁, 同时, 他也在想明天该如何委婉表示比特背后是芝麻。 嗯, 必须要委婉, 不然就把马克打脸了, 谁知道他会不会恼羞。 第二天一早, 陆一宁早早起床, 乘车到了拳头公司。 时间还没到八点, 因此, 陆一宁被工作人员带到了餐厅等待马克。 工作人员还贴心地为陆一宁提供了一份早餐, 牛奶面包煎蛋。 陆一宁想了想, 没先吃, 等到时间差不多时才开始进餐。 虽然吃不惯国外的早餐, 但陆一宁还是做出了一副非常美味的表情。 八点, 马克准时出现在餐厅, 按照预约做到了预定的位置。 他也自然地看见了正在用早餐的陆一宁。 陆小姐, 我们公司的早餐怎么样? 陆一宁没有说话, 只是竖了个大拇指。 哈哈。 马克笑着坐到了陆一宁的对面, 接过秘书拿来的餐盘, 不知陆小姐今天找我是想谈什么。 很好, 开局很顺风。 陆一宁给自己打了气, 接着说道, 马克先生, 我这次来还是为了昨天和你们谈过的事。 您应该知道, 我们的原则是寻求一个实力强劲的代理。 马克委婉说道, 眼下之意就是在说你们彼特实力不行, 不要来纠缠了。 陆一宁笑了笑, 我知道我们彼特迪运不足, 因此, 我昨天和老板说了后, 他立即为我们找到了个实力强大的股东。 哦? 马克总裁来了兴趣, 停止进食, 问道, 是谁? 陆一宁没有明说, 而是打开了芝麻的官网, 在哪里, 有他们公关部刚刚发出的股权声明, 表示他们已经得到了彼特的一部分股权。 芝麻? 马克心中一动, 在国外, 他们认识的华国企业不多, 而芝麻作为能和企论分庭抗理的存在, 自然已经家喻户晓。 这是真的? 马克问道, 您可以查? 马克点了点头, 这件事瞒得了一事瞒不了一事, 彼特不会骗人, 除非他们想失去信誉。 如果彼特背后的资本是芝麻的话, 他们就有资格和企鹅竞争这个代理的位置了。 心中这么想着, 马克笑了笑, 陆小姐, 我承认你们属于实力强劲的合作伙伴了。 有戏了, 陆一宁心中一喜, 那我们顶个时间谈谈。 早餐的二十分钟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 在餐厅谈这些也不是一个好主意。 马克看手, 就等会去会议室吧, 正好我也有空。 陆一宁自然隐喻。 很快, 两人转到了会议室。 这里没其他人, 马克便直入主题道, 陆小姐, 不知和你们公司合作的话, 你们能提供什么? 我们要付出什么? 马克先生, 关于这个, 我们公司有过详细的讨论, 愿意用二。 五亿美元交换贵公司二十三的股份, 并且得到联盟在亚洲地区的代理权。 这个条件是影天按照片段中, 企鹅第一次收购拳头股份时的价格设定的, 出的钱比企鹅多一点点, 拿到的股份也多一点点, 但总的说相差不大。 马克听了, 心中一喜, 因为这个价是企鹅和拳头摸嘴皮子好久才谈妥的, 所以在企鹅刚和拳头接触的初期, 这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价格。 毕竟企鹅为了讨价还价, 一开始开出的价格非常低。 游小姐, 我相信了您的诚意。 马克诚挚地说, 顿了顿, 马克又问道,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 我想知道, 你们对联盟在亚洲地区的推广有什么想法, 与我们公司的运营管理等。 这些都是路易宁没有资格做主的, 因此, 他听了后, 有些迟疑。 马克看出路易宁困窘, 深深地笑了笑, 请您和您老板商量好后, 再来联系我。 第257章, 视频谈判, 步步紧逼。 马克的这话, 就有些逐客意思了, 虽然他的本意, 是让路易宁回去, 再和老板通通气。 路易宁用自己的经验分析了下, 觉得马克在和企鹅谈判时, 可能会用老板的条件去提条件。 这是商业场上的惯用手段了, 但要是企鹅知道了, 比特也在竞争联盟的代理权, 而且知道了比特的报价, 他们会怎么做? 不用想都知道, 他们绝对会价钱拿下拳头。 想到这, 路易宁心中咯噔一下, 急忙说道, 马克先生, 不用回去问, 我现在就能联系老板说清楚这些。 说完, 路易宁掏出手机, 拨通了影天的电话。 心中, 他一直在念叨, 千万要接电话呀。 万幸, 隐天接通了电话。 喂? 路总, 谈判怎么样了? 那边, 隐天懒洋洋的声音传来。 老板, 马克先生问了几个问题, 我没资格回答, 现在我还在和他谈判。 路易宁大致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隐天听完, 思索了会, 沉声道, 开视频, 我直接和他谈。 啊? 路易宁惊讶不已。 回过神来后, 路易宁赶紧看向马克。 马克先生, 我老板想要与您视频通话。 视频通话? 马克挑了挑眉, 只觉得路易宁的这个老板非常有意思, 便答应了。 行。 说着, 马克接过路易宁的手机。 你好, 马克先生。 隐天看着屏幕中的有着浓郁西方人面孔的马克, 主动问好。 语言自然是用的纯正的英语, 这让本想过来翻译的路易宁退回了自己本来的座位。 你好, 隐先生。 马克矜持回道, 您想问我们对联盟未来的推广。 隐天笑了笑, 按着当时看到的未来片段中企恶的推广手段强了起来。 我们打算先用广告推广的方式进入市场, 然后, 我们会举办职业联赛打造明星选手。 隐天没讲一条, 马克眼睛就亮了一分。 无他, 隐天的这些方案都是最适合联盟推广壮大的方案。 马克作为圈内人士, 自然知道这些方案到底有没有用。 待隐天讲完后, 马克诚恳说道, 隐先生, 您今天的话令我, 令我什么大开? 您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案呢? 说着, 他还用别角的中文说了半句成语, 是毛色顿开。 隐天提醒道, 又说起自己想到这些方案的原因, 我从小就喜欢玩游戏, 而且, 近年沐凤国的电子经济产业发展迅速, 我也想为华国的电竞事业出一份力。 这话让马克想到了, 企鹅那批过来谈判的人, 他们都是专业的商业人才, 但都不喜欢游戏, 马克和他们聊天时远没现在愉快。 那你们拿到了股份后, 会不会对我们公司的运营插手吗? 马克接着问道, 这点才是马克最关心的问题。 企鹅也正是因为想拥有一份决策权, 才让谈判一直进行不下去。 隐天笑着答道, 不要, 我全部放权, 你们公司自主运营, 我只负责给你们开拓亚洲市场。 隐天知道, 企鹅最后也是妥协了, 完全由拳头公司负责游戏, 而拳头公司也没有辜负企鹅的妥协, 不断优化游戏, 极大的延长了游戏的寿命, 使得游戏经久不衰。 马克顿时将隐天引为知己。 隐先生, 您的想法正是我们公司所需要的, 那你们要和我们签约了。 隐天笑着问道, 这, 马克尴尬笑了笑, 虽然心中非常偏向隐天, 但他们还是想看看企鹅的诚意。 做生意, 哪有只看一家就做决定的? 万一企鹅看了比特的诚意后, 愿意加钱呢? 隐天看出了马克的想法, 笑着说, 马克先生, 您要知道, 企鹅旗下就没有一家, 他们没有安插人进去掌权的公司。 当然, 你们是第一家。 这句话隐天没说, 马克沉默了, 自己最希望的一点, 却是企鹅不会妥协的一点。 隐天继续补刀道, 而且, 联盟这个游戏, 你确定能得到企鹅的大力支持。 你要知道, 他们现在已经有了战火前线, 地下城, 炫武, 飞车, 这几个大火的游戏。 而我们比特不一样, 我们如果拿到了联盟的代理权, 绝对会全心全意推广联盟。 顿了顿, 隐天继续说道, 对了, 我这还有几个企鹅入股游戏的资料, 你看看。 说着, 隐天就用手机拍向自己的电脑上的资料。 马克看着那些资料, 瞳孔一缩, 脸色极黑。 第258章, 拿下拳头。 资料显示, 近五年来, 企鹅收购过的游戏高达27种, 但起来的有多少呢? 零! 看到这, 马克没有任何怀疑。 现在企鹅运营的游戏中, 战火前线和地下城都是代理的, 开发商并不是企鹅, 也没被企鹅收购。 而炫武和飞车, 则是模仿外国大火的游戏开发出来的, 也不能算作企鹅收购的游戏。 除了这四个, 企鹅几乎没有任何名气大一点的游戏了。 再结合影天现在爆出的消息, 马克可以断定, 企鹅收购的其他游戏, 基本上都被他们运营死了。 这么想着, 马克仔细看了看那27个游戏。 虽然有很多游戏, 马克都没听过, 但是其中还是有些是马克知道的。 例如说战地, 这款游戏当时在慕凤国爆火, 很多大公司都盯上了华国的代理权, 可惜最后却被企鹅弄到手了。 但如今华国知道, 战地的人还有多少呢? 马克忍不住幻想到, 要是联盟的代理权真的被企鹅拿到手了, 会不会也变成下一个战地? 见马克已经被自己说动了, 隐天轻笑两声, 说道, 马克先生, 论实力, 芝麻不输企鹅, 论价格, 我相信, 我们的条件肯定比企鹅要好, 论对联盟未来发展的重视, 我们不会对你们指手画脚, 你还要考虑吗? 我? 马克咬了咬牙, 终于坚定了决心, 我和你们合作。 隐天心中一喜, 表面上却维持着云淡风轻的神色, 淡淡点了点头, 说道, 那是我们合作愉快。 马克和隐天谈判完, 又看向呆滞的陆一宁, 陆小姐, 咱们签合同吧。 啊? 哦, 好, 陆一宁被马克换回了心神, 但和马克草拟合同时, 他还是忍不住去想, 老板怎么三言两语, 就把马克拿下了。 等到马克拟完合同, 陆一宁代表隐天签了字, 自此, 彼特拥有了联盟在亚洲地区的代理权, 并且隐天个人拥有拳头公司23的股份, 享受每年分红, 但对公司的各项决策, 只有建议监督权, 无否决权。 虽然即使有否决权, 隐天也不会用就是了。 看过未来片段的他, 知道拳头公司的掌权者并不是草囊饭带, 作为业内资深人士, 他们做出的决策几乎都是符合拳头发展方向, 对公司有益的。 只是傻子, 才会在这块不懂装懂外行指挥内行。 签完后, 时间也到了中午, 陆一宁婉拒了马克, 挽留他吃共进晚餐的邀请, 订了夜晚回华国的飞机。 陆一宁走后, 马克像往常一样办公。 突然, 他的秘书敲了敲门, 马克先生, 昨天和您预约了的企鹅团队来了, 他们现在在会议室等您。 不见, 马克头也不抬得回道。 秘书愣了愣, 昨天自家老板对企鹅团队可是热情得很, 怎么今天就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 不过, 国外很注重隐私权, 秘书更是没有资格过问老板情况。 因此, 秘书反应过来后, 说道, 好的老板。 正准备退下时, 突然又见马克中美想了想, 喊住了自己, 算了, 告诉他们, 我等会就去。 秘书, 这老板怎么一会要这一会要呢? 好的老板, 秘书恭敬道。 马克决定见他们, 是准备把话说清楚, 免得企鹅以为他们还有机会, 天天来这番。 很快, 马克忙完手上的工作, 这才姗姗前往会议室。 会议室中, 企鹅团队已经等了近半个小时了。 见到马克, 为首的负责人阴沉着脸站了起来。 马克先生, 让客人久等可不是贵国的传统, 您这么不重视这次谈话, 那我们可能要考虑考虑五方的条件了。 马克听完, 笑了笑的同时, 心中也是升起了一丝庆幸。 企鹅家大业大, 就算拿到了联盟的代理权, 可能也真的不会重视。 眼下对方的这个负责人的态度, 就证明了这一切。 相比之下, 还是比特那边更看重联盟, 不仅开出的条件优厚, 老板, 总裁对自己的态度还非常好。 高下立判。 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马克冷声说道。 什么意思? 负责人愣了一瞬。 马克轻蔑一笑, 我们刚刚已经和比特签订了合约, 他们现在是我们联盟在亚洲地区的总代理, 你们想要要亚洲的代理权, 或是华国的代理权的话, 去找他们吧。 比特? 负责人脸色巨变。 能成为出国谈判团队的负责人, 他的地位自然是极高的, 也知道马华对比特的重视和忌惮。 而现在, 自己被比特截胡了, 回去后, 马华会怎么处罚自己? 负责人慌了。 第259章 职位认命 马克不知道负责人心中的想法, 把事情说清楚后, 就想逐客。 负责人自然不能就这么放弃。 马克先生, 您先别急, 比特出了多少钱? 我们企鹅愿意加钱。 不用了, 他们的价格我很满意。 马克摇摇头, 他们出了什么条件? 我们企鹅也能满足你们。 马克继续摇头, 我们合约都签了。 你们确定愿意赔偿这几百亿的违约金? 几百亿都可以再搞个拳头公司出来了, 企鹅当然不可能接受。 行了, 你们走吧。 马克叫来了保安, 我们现在要赶紧把联盟汉化以适应华国的市场了。 负责人面如死灰的被保安送了出去。 上了车, 司机问道, 杨总, 咱们回酒店吗? 负责人点了点头, 同时开始想办法规避马华对自己的责罚。 入股拳头这事, 自己没做好, 要想不受处罚, 只能将功折罪了。 可这功劳从哪里来呢? 就在负责人杨总苦思明想时, 他突然看见窗外立在电线杆上的广告。 刀塔? 这是什么游戏? 几天后, 某酒店内, 负责人杨总正在和马华打电话。 老板, 我们去联系拳头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联盟的代理权给比特公司了。 闻言, 马华忍不住皱了皱眉, 他们比我们早。 嗯, 负责人对自己每竞争过比特的事, 只口不提, 偷换概念道。 顿了顿, 负责人又说道, 不过, 我们已经和另外一家莫比亚游戏公司联系上了。 哪一家? 刀塔。 老板, 刀塔在国外比联盟火多了。 而且, 据说联盟的老板曾是刀塔的员工, 联盟的游戏概念就是出自刀塔, 比联盟还火。 马华愣了愣, 看向身旁的投资顾问。 顾问明白了马华的意思, 解释道, 老板, 刀塔这游戏没联盟容易上手, 我觉得把联盟引进更容易开拓市场。 马华点了点头, 又开始思考负责人的消息。 梁九, 他才说道, 梁总, 既然联盟我们没赶上, 那就拿下刀塔吧, 快点, 我们要让刀塔早于联盟宣传, 抢占先机。 负责人喜心于色, 好的老板, 我马上就去定下这件事。 等负责人再次去联系刀塔时, 马华也开始安排游戏部负责设计推广方案, 准备一拿到代理权就开始预热。 比特公司, 欢迎陆总, 尹天带头说道, 欢迎陆总, 众员工齐声接着说, 刚刚早上, 陆一宁给尹天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回来了。 尹天本以为陆一宁最早也是今天下午才回, 没想到他竟然是订了半夜的机票, 赶在刚刚早上上班时回了。 尹天便安排员工们一起在门口等着给陆一宁接封。 接封完, 尹天带着陆一宁回到办公室, 张伯也一起跟来了。 尹天边看和拳头签订了合同, 便说道, 陆总, 这次辛苦你了, 能成功拿到联盟的代理权, 要给你计手工。 对对对, 陆总这次当局手工。 张伯复和道, 陆一宁谈成这件事, 他就能得到尹天承诺的奖励。 说起来, 张伯可能是最希望陆一宁能成功的员工。 哪有? 陆一宁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还是老板的厉害, 三言两语就说服了马克, 让他和我们签订了合同, 要是靠我, 说不定这次拳头就被企鹅抢走了。 老板也厉害。 张伯老田狗了, 两个上司都没忽略, 全部拍了变马屁。 尹天瞪了张伯一眼, 又对陆一宁说道, 陆总别妄自菲薄, 要是没你这个大美女去做代表, 可能马克看都不会看我这个小公司的代表一眼。 陆一宁展颜笑了笑, 尹天这话说的还真没错, 马克最后就是还想邀请陆一宁吃饭, 但陆一宁想着赶紧回来告诉老板好消息, 就拒绝了。 嗯, 陆总单靠实力就已经很强了, 再加上他这颜值, 有什么事使他办不成的? 张伯再次舔道, 张伯, 尹天狠狠瞪了他一眼, 你这样子, 我怎么把新游戏公司交给你负责? 张伯缩了缩脖子, 满眼惊讶, 我这不是因为四百万到手了, 很兴奋吗? 不过老板, 你说把游戏公司交给我负责是什么情况? 我实力有限, 还是陆总能者多劳, 让他负责吧。 尹天摇了摇头, 陆总负责比特已经够累了, 再负责一个游戏公司, 我怕他忙不过来, 公司内对游戏了解最多的就是你, 你不负责谁负责? 顿了顿, 尹天补充道, 再说了, 这间公司是在比特名下的, 你名义上还是归陆总负责。 第260章, 走上正轨, 推广联盟, 张伯看了看陆一鸣, 只见陆总也是鼓励的对他点了点头, 沉思许久, 张伯还是答应了, 老板, 既然你这么信任我, 那我就试试吧, 不过先说好, 我没有管理经验, 还是暂时当这个公司的老板吧, 要是没干好, 我主动配为让贤。 行, 尹天笑道, 那就先让你试用吧, 我会找人辅助你的。 实际上, 尹天让张伯去当老板, 还真不是看上了他的管理能力, 而是看上了他在游戏和计算机上的兴趣及能力。 在拳头公司, 马克也不是一个管理能力特别强的人, 但他因为知人善用, 还不是把拳头经营的有声有色。 而马克对拳头公司最大的作用, 就是负责了解行业前瞻, 测试游戏可玩性, 以及提出改善意见等。 尹天就是想把张伯培养成这样一个人。 和张伯, 陆一宁谈好后, 陆一宁立即带着张伯去办这件事。 尹天也回到自己办公室, 忙自己的事。 他得好好想想, 该如何推广联盟。 现在虽然早于企鹅拿到了联盟的代理权, 但尹天知道, 企鹅不会白吃, 这个亏的。 无论是寻找一个联盟的代替品, 还是自己加班加点模仿一个出来, 都是企鹅可能会使用的方式。 因此, 尹天没有丝毫放松。 下午, 陆一宁和张伯办完手续回来, 尹天立即把所有员工叫来开会。 等人到齐, 尹天看了看在场的员工, 沉声道, 今天把大家叫来, 是有两件事, 想和大家说一下。 第一, 今天, 我们比特成立了附属公司比特游戏, 以后, 传世也会分离出来, 单独由一家公司负责, 受比特全权控制。 现在就是想让大家选选, 逝去比特游戏, 还是留在原位, 等着以后分去传世。 第二, 大家也知道, 比特游戏刚刚得到了一个游戏的代理权, 现在正在想着推广的是, 大家有什么好的创意, 可以直接提出来, 我会按着推广效果给他奖励。 比特作为母公司, 将旗下的产品分离出去, 正是为了规避风险, 万一哪个产品出了问题, 不至于影响到其他产品。 这也是公司盘子大了后, 必须要做的事情。 过几天, 今日热点的业绩报表也要出来了, 到时候, 今日热点也会并入比特名下。 影天想做的, 就是将比特这个品牌经营成芝麻, 起额这样的巨头。 听完影天说的两件事, 员工们立即纷纷思语起来, 谈论第一件事。 好好的公司, 为什么要分离出去? 不知道, 老板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就不要瞎藏合了。 那你想去哪个分部? 我想去比特游戏试试, 公司初创, 现在去了, 以后就是元老级人物, 说不定还有个机会搞个高管当当的。 你呢? 去哪里? 我还是留在船市这边吧, 毕竟熟悉, 不会犯错。 不过你知道老大要去哪边吗? 你还不知道老大要去比特游戏当老板了? 啊? 那我还是去新公司吧, 这边换新部长的话, 我说不定还真不适应。 底下闹哄哄的乱作一团, 陆一鸣今天出奇的没有让他们安静。 毕竟, 这件事不是一时半回就能决定得了的, 他们有多方顾虑, 还要看看别人的想法。 隐天也是知道这个道理, 等了一会后, 说道, 大家先别讨论第一件事了, 这个你们下去了慢慢想, 想好了, 告诉陆一鸣就行, 大家还是先看看第二件事, 给公司想想好创意吧。 下面的人立即沉默了, 这个不像是决定去哪边, 可以与好朋友讨论, 创意要是告诉了别人, 被别人抢先了, 那可就不美了。 见大家都在沉思, 隐天也没急着催, 默默等着。 许久, 终于有个妹子举手站了起来, 老板, 我觉得我们可以给联盟的每个英雄设计一个故事, 然后所有英雄的故事凑成整个联盟的世界观, 然后我们可以出漫画或是动画去吸烦。 隐天听着, 不识点头, 这是个好主意, 自己看见的片段中, 企鹅就给联盟安插了不少故事, 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有些人自己不玩游戏, 但对这些很是着迷。 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这个方案实施时间太长, 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嗯, 不错, 还有吗? 等到这个妹子坐下, 隐天再次问道, 一个张伯的下属举手回答道, 老板,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举办职业联赛, 不用等到玩家多了再举办, 奖金本身就可以做一个吸收玩家的噱头。 第261章, 先发制人, 用奖金做噱头, 是隐天没想到的。 虽然知道, 举办职业联赛的话, 能用奖金吸引很多人, 但隐天因为过于注重职业选手的吸粉效应, 忽视了奖金, 其实也可以用来抄作。 隐天思维发散, 不再距离于职业比赛, 而是想到了每个参与者都能有机会能拿到奖。 自古财博动人心, 几十万上百万的职业联赛奖金, 能吸引人来玩游戏, 但大多数人还是有自知自明的, 玩了几把就会放下。 但如果奖金是个天文数字, 而且不再是只有职业玩家才有机会得到这笔奖金呢, 不是只有头部玩家才能得到这笔奖金, 而是只要参加就能拿到钱的那种。 想到这, 隐天急忙想了想, 要是设立这个奖金的话, 该用什么样的借口? 总不可能是继续用比赛吧? 赢一把就能得到钱。 皱眉沉思许久, 隐天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自己看见过的片段中, 有些是关于游戏玩法的片段, 包含各种常规玩法, 各种非主流玩法, 各种技巧等。 虽然自己知道, 但那些还没接触过游戏的玩家不知道, 要是自己能以这作为评判技巧去发奖金, 那不就能让老玩家勇于尝试新套路, 新玩家也能有追梦的想法吗? 而且, 隐天眼前突然一亮, 玩家开发出新套路, 技巧后, 要想获得奖金, 就必须发表视频给自己看, 然后再由自己决定是不是创新。 这发视频的平台, 正好可以选择传世。 之前隐天还在为如何推广联盟, 如何将传世和联盟一起联系起来而发愁, 但现在想通后,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你这个想法不错, 隐天对这个员工点了点头, 这个月你的奖金翻倍。 虽然后面的东西都是隐天自己想的, 但隐天不至于为了一点奖励而含了员工的心。 该员工顿时欣喜若狂, 自己就是将张伯对自己说的, 老板以后会举办职业联赛的事, 加工附数了一遍, 没想到就能再拿一份奖金。 有了第一个获得奖励的, 其余员工顿时纷纷开始献严。 除了基础的广告, 请人代言之外, 隐天也是听到了不少比较好的意见, 比如说让玩家写出英雄的故事, 设定排行榜, 有些则以后才能开始, 但隐天无一例外地给会采用的意见的提出者发了奖励。 就在员工现言性质正高时, 路易宁拿着手机脸色沉重地凑到了隐天耳边, 笑声说着, 老板, 你看这是企鹅刚刚发出的活动, 隐天好奇看去, DOTA, 寻找最强召唤师, 时间, 下周一起一个月, 要求, 在国服专属服务器中rank分达到天梯前100, 奖励, 第一名, 100万, 第二至三名, 50万, 第四至十名, 十一至二十名, 十万, 下面则有不少人在问DOTA是什么, 而热心的客服小姐姐则适时地解释, DOTA是企鹅最新代理的游戏, 算是自问自答, 但效果不俗, 已经有不少玩家看了活动以及游戏片段剪辑后, 开始表示感兴趣了, 隐天看完忍不住挑了挑眉, 说道, 企鹅动作还真是快啊, 他们是在拳头那里失利后才去找到DOTA吧, 他们在彼特后面联系的游戏方, 却在彼特之前开始推广, 路易宁点了点头, 也是为企鹅这份迅速的预热感到感感, 老板, 我们要不要跟上, 不然一些玩家可能都被他们吸引走了, 不用, 隐天自信地摇了摇头, 这个DOTA自己也是在联盟的未来中见到过的, 只是那时候似乎DOTA的人数还不及联盟人数的1%, 而且, 这并不是什么代理商实力问题导致的, 完美论整体实力, 不如企鹅, 但单看游戏这方面的实力, 那是一点也不需企鹅的, DOTA输给联盟的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其复杂的游戏机制, 像联盟, 进游戏就给你一个有手就行的基础英雄, 然后一步步教你, 就连装备都会给你推荐, 直到你对游戏有自己的理解, 个性出装, 但DOTA呢? 进游戏, 交了你右键走路, A兵, 然后, 然后没了, 出门买什么? 怎么没推荐? 这个机是装饰品吗? 怎么回程? 我走回去, 怎么队友都冒憨憨? 等等等等, 无数的劝退地方, 让DOTA留不下大多玩家, 除非有人手把手交。 第262章, 这游戏怎么玩啊? 我们按计划一步步推广宣传就行了, 不用和企鹅打擂台。 影天补充说道, 这次的战斗可以说是最没有风险, 结果可能最稳定的, 影天没必要冒风险, 等着DOTA推广失败就行。 等到玩家们对DOTA可能正处于将舍弃, 又苦于没有代替游戏舍不得的状态中, 才是联盟真正开始宣传侵蚀刀塔市场的时候。 陆一宁不知道DOTA和联盟的差别, 见影天摇头, 虽然心中很疑惑, 但还是没多问。 那老板, 我们就不管他们了, 管还是要管的, 你可以派人先盯着企鹅的DOTA, 等游戏上线后, 立马安排水军去要求改游戏机制。 影天笑着说道, 改游戏机制? 陆一宁愣了, 且不说他们的游戏机制已经得到了国外市场的检验, 不会轻易更改, 就说要求他们改游戏机制这点能有什么用? 你不懂, 照做就是了。 看了影天一眼, 就回到原来的位置, 继续自己的事。 影天这边则继续让员工提建议, 有价值的影天一概记下并给予奖励。 时间流逝, 很快到了企鹅约定的开放DOTA服务器的那天。 影天也让张伯提前下好了DOTA, 就等着开服了, 让他体验体验。 时间一到, 张伯秒上线, 却还是卡顿了许久。 张伯差异的回头, 看向站在自己身后的影天。 老板, 企鹅家大业大, 连个好点的服务器都舍不得用。 本来是想黑一黑企鹅的张伯却看见, 老板和陆总都面色凝重。 张伯赶紧闭嘴, 陆一宁担忧地说, 老板, 这么多人等着DOTA开服吗? 进服务器卡了, 显然不是企鹅设不得用好的服务器, 而是因为玩的人太多了。 起码, 也是超过了企鹅预设服务器的容纳量。 恐怕, 现在企鹅那边已经开心死了吧。 果不其然, 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 正在增设服务器。 不一会, 卡顿现象消失殆尽, 张伯用企鹅号一登陆就上去了, 没有丝毫问题。 影天暗自点头, 不愧是企鹅, 服务器一出问题, 不到十分钟就能解决。 比特和之比起来, 还是有很多不足的, 起码在服务器这块, 如果比特崩了, 就只能赶紧联系马云, 借用他们的云服务器了。 但影天没有丝毫担忧, 甚至, 他还在心中期待着, 期待企鹅从天堂跌进云泥石的表现。 张伯进去后, 立即进入教程, 走路, 攻击, 一些基础的都和联盟差不多, 张伯很快上手。 然后, 教程没了, 张伯就开始有些傻眼了。 我干, 明明有小兵, 这个防御塔怎么打我啊? 咦, 我死了钱也没了。 作为联盟老手, 张伯此时玩起刀塔来, 却表现得像一个完全没接触过Mobile游戏的玩家, 操作辣眼睛不说, 一些东西还要边在网上搜边学习。 老板, 这游戏也太复杂了吧? 一局下来, 张伯吐槽不已。 怎么样? 你完了后, 还想继续玩吗? 影天问道, 张伯沉思了会。 说实话, 这种机智复杂的游戏, 相对来说比联盟更具有对抗性, 但要说还想不想玩? 我是不想碰啊, 谁玩游戏不是图格勒啊? 玩着给自己找罪受干嘛? 影天点了点头, 张伯本身的性格就是爱玩不喜欢受拘束, 这反应和自己预料中的一样。 也就是说, 除了些天赋异禀的人, 大多数玩家都适应不了Dota。 陆总, 赶紧实行咱们的计划。 影天立即对陆一宁说道, 我马上去。 陆一宁也是知道时机的重要, 当即点了点头, 就去安排水军以及给联盟预热。 影天则留在这里, 看了看网上网友对Dota的评论。 游戏太复杂, 也不玩了, 有人代代我吗? 我玩了三局还没搞懂。 恕我直言, 这游戏要专心才能玩, 抱着去休闲娱乐的态度, 就别玩了。 垃圾游戏, 搞这么复杂, 做什么? 接着, 不是是陆一宁安排的水军奏效了还是什么? 网上突然多了一批要求改游戏机制的评论。 游戏太复杂了, 官方把它改简单点吧。 希望官方能出一个详细的教学。 游戏机制那么难是怕, 我们会玩吗? 不想我们退坑, 就改简单点。 不一会, 刀塔板块就全是把游戏改简单点的呼声了。 但显然, 企鹅逮不了游戏机制, 现在的新玩家还没吸收呢, 就要把老玩家赶出去。 第263章, 小伙一把。 一小时, 两小时, 企鹅未曾回应过玩家的任何问题。 这是企鹅的老传统了, 以往最后事情都会不了了之。 但今天有着水军推波助澜, 玩家们注定不会买账, 一个个纷纷发帖, 希望能引起官方的重视。 可惜, 企鹅方面一直没有回应, 哪怕是对出一个教学这样的要求都直接无视了。 企鹅对玩家们充耳不闻的态度, 惹怒了许多玩家。 垃圾游戏, 谢了谢了。 哼, 玩个游戏搞得像是我们求你让我们玩呀。 唉, 讲道理, 这游戏看着还是挺有意思的, 可惜太难上手了。 要是能有个类似的不那么难的游戏就好了。 论坛上出现了无数这样的呼声, 影天看着这些帖子, 脸上浮出笑容, 给陆一宁发了条消息。 陆总, 可以开始放出消息了。 刚发完不久, 影天就论坛上突然多出了几个不灵灵的帖子及评论。 虽然帖子数量不多, 但因为评论的人多, 这几个帖子还是被顶了上去。 震惊, 这款游戏竟然比刀塔更好玩, 更简单容易上手。 兄弟们, 别再玩刀塔了, 我这发现了一个差不多的游戏, 比刀塔好玩。 这款联盟怎么玩起来和刀塔差不多啊? 是有一个在抄袭吗? 一时间, 无数在逛论坛的玩家都看见了这几个帖子。 因为标题噱头十足, 有不少玩家在看见后, 第一时间就点了进去。 然后, 他们看见了联盟的宣传片。 这游戏叫什么? 看起来不错。 我干, 这里会什么的比刀塔好太多了吧。 这皮肤, 阿伟死了。 我想玩玩看了, 谁知道怎么下吗? 带带我, 38楼有下载地址。 虽然回复的人不多, 只有不到700人, 但后台下载量告诉影天, 这次联盟成功地挖到了一批墙角。 不到一分钟, 已经有近千人开始连接下载, 而且数据还在节节攀升。 这还仅仅是第一批看见了帖子的人, 后面在玩家的口口相传下, 相信下的人还会更多。 与此同时, 联盟的宣传也开始全渠道铺开。 传示, 吴兄弟, 不开黑。 比特新游联盟正式攻策, 欢迎来试玩, 幸运玩家还会得到比特发放的现金奖励哦。 今日热点, 震惊, 比特公司不务正业, 竟然开始搞起了游戏。 B站, 比特公司代理的游戏究竟是何方神圣? 游戏质量与刀塔究竟谁强谁弱。 除了在各大官方投了广告, 比特还在很多流量极大的网红那里投了广告。 比如说, 传示这边, 比特联系了不少游戏视频主, 让他们发出了些游戏游玩, 领奖励等短视频。 今日热点则是有很多自媒体人起着标题探究比特代理联盟背后的故事。 当然很多都是编的, 但因为没有抹黑比特, 张鸣也就没管。 B站倒是类别多了很多, 除了游戏评测, 背景探究外, 已经出了不少鬼畜剪辑了, 凭B站鬼畜去的流量, 很是火了一把。 一个小时后, 玩家数量突破100万, 两个小时后, 注册用户突破400万, 在线玩家突破200万。 此时, 包塔论坛里宣传联盟的帖子已经被删了, 但这并不妨碍玩家们口口相传。 甚至, 有些早早就玩上了联盟的玩家, 面对还没玩过的玩家时, 心中还有些优越感。 还在玩刀塔呀, 来玩联盟吧, 我第一把就武杀了。 兄弟你刀塔玩得怎么样了, 还没完全搞懂玩法。 来联盟吧, 联盟没那么多机制。 当然, 有战联盟的, 肯定就有战刀塔的。 联盟是什么垃圾, 上分不是有手就行, 哪有刀塔更考验操作实力。 且, 你们这些手残也就只能玩玩联盟了。 这也是影天遇见的未来中含有的东西, 两家的玩家互相撕逼了好几年, 一直没消停过。 其实, 两个游戏并无任何高低贵贱, 有的只是各自的游戏特色, 但玩家们有所偏爱是在所难免的。 只是, 因为联盟一上手, 刀塔难上手, 大多数玩家最后还是站在了联盟这边。 因此, 此时影天并未阻止联盟玩家和刀塔玩家互喷。 不仅是因为这是阻止不了, 还是因为他们的骂战越激烈, 联盟的知名度就越高, 玩家也就会越多。 企鹅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除了些宣传联盟的帖子, 并没有对两家粉丝做出过多限制。 这是, 在水军的推波助篮下, 还一度上了热搜榜, 虽然比不过那些明星的绯闻, 但也算小火了一把。 联盟的用户也越来越多。 第264章, 十亿奖励等你来拿。 某县城的网吧内, 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正死死盯着屏幕, 眼睛里满是火热。 若是以往, 他绝对会像周围的几个小学生一样, 玩着游戏, 十二位自己的操作欢呼, 十二位对方的强大而张嘴大骂。 但他今天出奇的没有玩游戏, 就连他妈找到他时, 也是惊讶于儿子今天怎么没手舞足蹈的按键盘。 不过, 在他妈心里, 只要儿子来网吧, 就是在打游戏, 无论他手有没有操作, 屏幕是不是游戏界面。 因此, 他妈妈和往常一样, 直接上来揪住了他的耳朵。 小智, 你又来网吧了, 昨天你怎么后说的? 哎呦, 疼疼疼。 小智顿时呲牙咧嘴, 歪着脑袋不停喊道。 网吧那个其他人听到动静, 皆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只有几个小学生似乎是感同身受, 身体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不过, 很快他们又被游戏吸引, 将等会可能挨打的是抛至脑后。 小智被他妈从座位上抓起, 连连喊道, 妈, 我这次真的不是在玩游戏, 我是在看赚钱的办法。 赚钱? 你个小屁还赚什么钱? 乖乖去读书, 争取考个好大学, 以后才能赚大钱。 中年妇女没给儿子详细解释的机会, 拖出来就是一顿打。 啊, 妈, 别打了, 我真不是读书的那块料, 说不定三年后只能考上野鸡大学呢? 我看联盟的那个视频主活动很不错, 我想去试试, 野鸡大学你也得去上。 别说什么打游戏赚钱的事了, 有那种好事能闻得到你。 你忘了, 你以前搞什么打进工作室半年一份没正的事了? 这次不一样, 这次。 妈, 别打了。 一路挨打, 小致被送到了学校, 今天她是逃课出来上网的。 母亲带着她去见了班主任, 看着母亲忍受着班主任的冷嘲热讽, 苦苦哀求班主任不要放弃自己, 小致心中憋了一股火。 我一定要出人头电。 她又看到了班主任看向自己的眼神, 那种眼神就像是在看渣子一样。 我不就是读书不行吗? 为什么这么看我? 小致又想起了今天看见的那个广告, 只要能发出一些联盟英雄特殊的玩法, 就能拿钱。 和自己开黑的那个朋友都发了两个, 得了三千块了。 而自己, 也是掌握着好几个英雄的玩法攻略, 不出意外的话, 我也能拿到钱。 有了钱, 母亲就能过上好日子, 我家就不会被人看不起了。 这么想着, 小致心中突然坚定了某种决心。 比特二楼被分出来作为比特游戏的临时工作地点, 现在, 十多个员工正忙碌着。 他们正在为比特新举办的活动十亿奖励, 送给爱游戏的你而审核着。 怎么样了? 影天问道, 老板, 这也太多浑水摸鱼的了吧? 张伯吐槽着, 因为人手不够, 这个比特游戏的老板暂时也要兼任工作。 影天对此不置可否, 为了钱, 有人能铤而走险, 现在只要上传视频就有机会拿到十亿补贴, 肯定有很多人会想着去赌联盟这边审查不严。 虽然比特游戏不会让任何浑水摸鱼的人领到钱, 但这还是给员工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突然, 张伯看到了一个短视频, 忍不住惊呼出声。 卧槽, 这游戏还可以这么晚? 众人好奇看去, 影天更是直接走到了张伯身后, 想看看这个让张伯惊呼出声的视频内容究竟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小智, 这一期, 我给。 前面重规重矩的, 虽然能看出是新手的剪辑, 但这个小智的控场做得还不错, 没有出现什么影响质量的地方。 影天继续看下去, 现在呢, 大家通常玩游戏时, 碰见的都是212阵容, 也就是两个上路, 一个中单, 两个下路, 大家都是上下路吃野区的野怪,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人专门去打野呢? 看到这, 影天也是惊讶不已。 这112加打野的套路, 在未来片段中, 是两个赛季后才出现的, 没想到, 现在就有人开发出来了。 影天再次看向这个视频中的小伙子, 忍不住感叹道, 这小伙子很有灵性吗? 张伯已经完全敬畏天人了, 我玩了这么久, 怎么没想到, 有一个打野的话, 上路两个人都能更快发育了, 看着他郁闷的表情, 影天忍不住笑了。 接着, 张伯聚精会神的看向小智推荐的一些打野英雄, 影天时不时点头, 虽然都是些常规的打野英雄, 但相比之前没有打野来说, 已经算是掀起一场变革了。 第265章S级的视频, 老板, 我觉得这个投稿可以评为S级的了, 看完后, 张伯一本正经的对影天说道, 看他那表情, 似乎影天一不答应, 他就会和影天翻脸。 影天哭笑不得道, 我又不瞎, 自然能看得出来这表现的价值, 评为S级的吧, 赶紧推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 虽然不知道, 112加打野的玩法提前出现, 会对联盟职业比赛造成什么影响, 影天还是决定提前推广, 毕竟, 就连联盟的代理商都换了, 再出现点什么变化, 也在情理之中。 让他们开始推广, 彼得现在对这个活动的运作模式是这样的, 用户投稿, 彼得游戏审核, 评级, 然后普通的投入船市游戏区, 级别高的交由船市推广, 最后每天由财务结算各级别的稿件, 联系上传者发放奖金。 现在联盟已经有了近千万玩家, 但从未出现过什么112加打野的玩法, 可见这份视频一出, 足以改变整个联盟玩家。 这个视频, 享受到船市的推广资源, 绰绰有余。 很快, 视频被船市那边接收, 张伯也给上传者小致发了消息, 告知这件事。 本以为此事就此完结, 张伯开始继续往下看视频审核。 没想到, 过了不久, 张伯的邮箱突然响了几下, 这是代表有新邮件。 谁给我发了邮件? 作为顶级黑客, 张伯还是很警惕地, 用虚拟级运行邮箱, 接收了邮件。 您好, 我是小致, 我之前发的视频被你们采纳了, 听说能有奖金, 不知是多少, 能提前发给我吗? 我现在有些急用钱, 看着邮件的内容, 张伯心中满是古怪。 老板, 你看这个, 又怎么了? 影天快步走了过来。 看完, 影天沉饮了一会, 你看看以前有没有人发过类似的视频, 会不是他抄袭的别人的, 然后发表通过, 想赶紧把钱拿到手。 张伯立即排查起来, 因为之气, 那通过了审核的视频, 多有标题说明内容是什么。 因此, 张伯很快就查完了, 老板, 影天点了点头, 那就先把钱打给他吧, 可能他真是遇见什么困难了。 有了老板发话, 这件事立即特事特办, 很快被送到了财务那边。 不一会, 张伯就向影天点了点头, 老板, 财务说已经打了过去了。 张伯继续工作, 许久, 邮件又是一阵, 张伯忍不住皱了皱眉, 那家伙还有什么事? 看完, 张伯神色轻松, 笑道, 老板, 那小伙子还以为我们把钱打错了呢? 哈哈, 这只是一件小事, 影天知道后, 只是笑了笑, 又看着其他员工审核视频, 没太在意。 现成的另一个隐蔽的网吧内, 小智把手机放到身前, 双手合十, 祈祷着, 希望能有一千块, 希望能有一千块。 在他心里, 自己开非的朋友, 两个视频能赚三千, 那自己一个视频赚个一千, 应该不成问题。 他只是, 有些搞不懂, 当时比特给自己发的邮件中的S级, 是什么意思。 突然, 手机一阵震动, 小智满怀悉悸地打开屏幕, 一开始, 银行也发来了短信, 小智呼吸一致, 看了看邮件, 知道他们答应提前发放奖金, 事实上, 邮件还在加载时, 小智就通过短信, 知道他们答应了自己。 比特真是好说话, 小智感激地笑了笑, 又颤抖着, 点开银行的短信。 华国农业银行, 比特于10月29日10点30分, 向您伟号7377账户, 完成转存交易, 人民币10万, 00, 余额10万07百, 46, 个, 10, 百, 千, 卧槽, 比特直接给我打10万, 小智直接猛了, 会不会是他们打错了? 这么想着, 小智又给比特发了条消息, 没打错, S级的视频就是10万, 很快, 张伯回复, 小智瞪大了眼睛,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就在这时, 网吧外又传来自己母亲的呼喊声, 小智, 小智, 你在这里吗? 小智急忙跑了出去, 看见儿子, 母亲顿时就眼睛一红, 随即就要上手开打, 小智正托出一只手, 打开手机调出短信, 边被打边笑, 妈, 你看这个, 这是我今天打游戏证的, 母亲看向手机, 当看到那条道杖短信后, 将要落到小智屁股上的手, 停滞在了空中, 第266章, 三线崩盘, 随着联盟玩家人数的暴涨, 刀塔的在线人数迎来了冰点, 企鹅总部, 马华看着自己面前低头的杨经理, 用手指敲了敲桌面, 杨经理, 你不是说刀塔在国外比联盟火多了吗, 现在是怎么回事, 杨经理神色紧张, 额上满是冷汗, 马总, 这, 谁知道这刀塔到了华国就不行了呀, 我不要听理由, 你给我想个办法解决, 马华沉声道, 杨经理一时之间难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只得无声助力在原地, 这时, 企鹅公司游戏部的负责人敲了敲门, 头还不停地往里面探, 进来吧, 什么事, 马华没有让杨经理退下, 他还等着杨经理现场想出解决方案呢, 马总, 最近一周, 我们企鹅运营的各个游戏似乎都有流量下滑的趋势, 游戏部负责人犹豫着说道, 查清楚是因为什么了吗, 马华皱了皱眉, 这还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我们做了调研, 似乎有不少玩家试取完联盟去了, 负责人回答说, 联盟, 马华捏紧拳头, 这个游戏本该被划入企鹅的版图, 想到这, 马华狠狠地瞪了一眼杨经理, 让策划想办法出一些活动, 把玩家都挽回, 最好是累计在线, 累计游戏时间类的活动, 马华命令道, 好的马总, 负责人如实重负, 出活动的方法, 他自己自然是知道的, 只是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风险, 负责人不敢擅自使用, 活动固然能提升一个游戏的日活, 但这只是暂时提升, 要想真正留下玩家, 还是得靠游戏本身的质量, 相反, 如果游戏质量本身不行, 那活动的正面作用有限, 要想留下玩家, 只能频繁地举办活动, 但这样一来, 就是在消耗游戏的寿命, 只能算是饮就止渴, 游戏分布的负责人刚走, 快看视频的负责人李经理就来了, 马华同样让他进来直接报告, 本以为快看视频方面, 能给自己一个惊喜, 没想到的是, 李经理同样皱着眉报告, 马总, 这两天, 我们快看视频的游戏分类的播放量, 下降了很多, 什么情况? 对抗传世的方法, 而眼下这个方法似乎出了问题, 这让他如何不及? 李经理沉声道, 前几天, 我们快看视频中, 突然出现了很多联盟的视频, 但彼特方面发出声明, 不让我们储存关于联盟的视频, 我们就下降了, 但奇怪的是, 下降后游戏分类的日活, 突然低了二十不止, 还有一些往日经常上传视频的视频主, 突然停止更新, 我派人问了几个, 他们好像是听说联盟是新游, 更有出头机会, 纷纷转战联盟了, 联盟? 又是联盟? 马华看向杨经理, 只见他现在已经低着头一动不敢动了, 老板, 我们该怎么办? 李经理又问道, 游戏方面, 涉及到其他部门, 李经理想提出些越界的建议都不行, 只能让马华统筹一切, 他也想学比特那样, 传世和联盟联动, 双向引流, 可惜的是, 马华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点, 你别急, 我已经让游戏分部那边策划活动了, 相信过两天, 咱们企为游戏的人数就会上升, 到时候, 快看视频游戏分类, 也会变得更加火, 马华安慰道, 李经理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最后却又什么都没说, 转身离去时, 李经理忍不住叹了口气, 虽然他不是游戏分部的, 但最近也听过那边的一些消息, 比如说, 战火前线会上线一些强力的克金武器, 飞车会出花钱才能得到超级飞车等, 这在李经理看来, 完全就是毁了这些游戏, 可惜自己不是游戏分部负责人, 应该说就算是负责人, 也无法让公司不去做这些引修止渴的事, 李经理走后, 马华看向杨经理, 冷哼一声, 杨经理, 你的办法想得怎么样了, 刚当你也看见了, 就因为你没能完成任务, 导致我们公司两个分部已经受到影响了, 马总, 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了, 我也没比特公司的人会被我们走, 杨经理还想狡辩, 够了, 马华拍了拍桌子, 你以为我还不知道你的那些事, 早有人打了报告, 说你是因为想着多纳提成, 故意为难全都公司的马克, 导致他们与比特建立了联系, 杨经理心中一惊, 同时, 他也连连暗骂自己的那些队员, 明明一个个说好了保密, 结果回国就把自己卖了, 第267章, 五百亿到手, 今天, 你想不出个办法, 就自己滚蛋吧, 就在杨经理还在猜想, 是哪个卖了自己时, 马华给他下了通牒, 杨经理文言, 冷汗止不住地从额上滴落, 突然, 杨经理灵机一动, 想到了企鹅企家的本领, 老板, 我觉得, 既然刀塔比不过对方, 我们可以想办法模仿联盟出一个类似的游戏, 马华满怀西记道, 蠢货, 马华忍不住破口大骂了, 我们要是模仿了他们的游戏, 他们分分钟就能告我们侵权, 马董您先别急, 杨经理立马解释道, 刀塔没有比得过联盟的原因, 我看还是在于其游戏机制上, 企鹅代理的, 企鹅也在代理室入股了刀塔公司, 模仿自家的东西, 不算模仿, 马华愣了一瞬, 旋即仔细思考起来这个方法, 因为是靠模仿起家, 所以马华近年来一直格外关注这方面的法律, 知道这方面的法律渐渐严格后, 他就慢慢觉了模仿的心思, 当然, 因为短视频AP这方面监管还不严, 所以马华敢直接造一个快看视频出来, 而且, 因为马华一直的想法是, 对手什么强就模仿什么, 因此, 这次他没意识到自家的刀塔也能作为模仿的对象, 那就让你负责这件事, 马华冷冷说道, 其实, 杨经理除了这次犯了错, 对公司造成了极大损失外, 先有工作失利的时候, 这也是马华在知道他骗了自己时, 没有第一时间就责罚他, 杨经理听完, 心中顿时一喜, 马总, 我绝对不会辜负您的厚望, 同一时间, 白维德看着一系列自己有机会收购的游戏, 脸上犯了难, 这些游戏和联盟, 战火前线等比起来, 完全就是个废物啊, 白维德心中非常难受, 其中原因, 一半是因为没找到好游戏, 一半则是想到, 传世不吭不响地拿到了联盟的代理权, 不用理会企鹅的封杀而郁闷, 明明都是被企鹅欺负的人, 凭什么传世一下, 就找到了一个可以与企鹅游戏抗衡的游戏, 而我却找不到, 虽然因为影天的慷慨, 白维德的随拍还可以上传联盟的视频, 但有着能靠视频赚钱的传世存在, 根本没什么人在随拍上发游戏视频, 游戏分类的薄弱, 还是对随拍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远不如白维德当时猜想的薄弱, 突然, 白维德想到了最近法院对之前企鹅挖人事件的判决, 脸上稍稍有了些喜色, 因为随拍不出意外的胜诉了, 这意味着, 企鹅不久后会赔偿随拍高达1000亿的违约金, 不过, 玄机白维德脸色又黑了起来, 他想到了自己是靠影天的帮助才成功赢下这次事件的, 而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则是违约金的一半, 500亿, 500亿就这么拱手让人, 尽管这钱还没到他手上, 白维德还是心中震痛不已, 心痛许久, 白维德咬了咬牙, 继续寻找起自己认为有潜力的游戏公司, 无论怎么说, 随拍不能掉队, 就算没有现象级游戏撑住游戏分类, 起码也要有一些自己特色, 不能完全靠企鹅和比特的游戏, 几天后, 比特公司看着联盟形势一片大吼, 全公司都在狂欢, 不仅是比特游戏, 船市的员工也跟着嗨了起来, 因为, 影天宣布不仅比特游戏的员工这个月奖金翻倍, 船市员工的奖金同样翻倍, 这次联盟的宣传中, 船市是出了大力的, 不光是各种线上统筹, 就连当时联盟初期想着推广时, 船市的员工也帮了不少忙, 总之, 就是靠着大家的共同努力, 联盟才能顺利的有现在的成就, 总注册用户超3000万, 日活最高2500万, 虽然这个数据还远不如那个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 但对于从未接触过游戏业务的比特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影天宣布今天聚餐后, 员工们纷纷开始讨论去哪聚餐, 比特聚餐不多, 因为没时间, 影天大多时候都是靠奖金回报大家, 因此, 员工们都很重视这次聚餐, 影天看着兴致高昂的一干员工们, 笑着和陆一宁闲谈, 正聊着, 影天突然收到了白韦德的短信, 看完, 影天脸上浮出一抹喜色, 怎么了老板, 陆一宁诧一道, 看来今天聚餐的钱不用走公司的账了, 影天笑着扬了扬手机短信, 发了横财, 影天心中欣喜下, 决定用个人的名义出这笔钱, 陆一宁撅嘴这符闻影天的手, 仔细看了遍手机, 在抬头时, 眼中波澜不惊。 第268章, 公司聚餐 作为从影天开始传世项目时, 就在公司的老人, 陆一宁见过了影天太多神奇的操作, 对于现在拿到500亿, 已经有了不少抵抗力, 因此, 他现在的表现, 就和刚刚传世多了一个用户一样, 即有些高兴, 又感觉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好在影天告诉陆一宁这件事, 也不是为了炫耀, 等陆一宁看完后, 就把手机收了起来。 就这么一会时间, 员工们已经决定好了, 要去哪里聚餐? 星云酒店。 影天自然没有意义, 催促大家赶紧上车赶往目的地。 自己, 则和陆一宁一起坐上了张伯的车, 这家伙非要当一回司机。 车上, 影天看了看张伯和陆一宁, 说道, 陆总, 张伯, 哦, 以后也要叫你张总了, 现在有件事要先和你们通通气。 什么事? 张伯和陆一宁一口同声, 今天的聚餐, 我也邀请了张明, 张伯你别看我, 本会让陆总给你解释, 陆总, 当时你和张明约定的一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 他究竟有没有完成赌约? 我也不知道, 不过, 要是他赢了, 你以后就安心掌管船市, 让他管理整个比特。 陆一宁还没说些什么, 张伯就忍不住为他说话道, 老板, 这个张明是何方神圣? 凭什么一来就要顶替陆总的地位? 影天还没接管比特时, 张伯就在陆一宁手下办事了, 现在虽然两人职位相差不大, 但张伯还是保留着自己是陆总手下的心态, 眼下为陆一宁讨公道, 也不足为奇。 影天没有开口, 陆一宁打断了张伯, 张伯, 别这样, 这件事老板一个月前就和我说过, 我也是和张明立下了赌约的, 真输了, 我也不会出而反而, 而且, 我还不一定会输呢。 张伯还想说些什么, 最后却还是闭上了嘴, 陆一宁本人都答应了, 自己还为他操什么信, 心中却是有些为陆一宁不值, 喜华影天不代表什么都听他的呀。 张伯还以为这什么赌约是影天为了陆一宁的面子故意提出的, 当然, 最后陆一宁必输, 无疑就是了。 影天看着张伯的心声, 无奈笑了笑, 接着, 他当着陆一宁的面拨通了张明的电话, 告诉了他聚餐地点。 接着, 影天闭目养神, 而陆一宁则开始为张伯介绍张明这个人。 不一会, 比特公司所有员工都到了星云酒店, 而且, 影天刚下车不久, 张明就到了, 今日热点公司离这比较近。 老板, 陆总, 张明给影天和陆一宁两人打了招呼。 陆一宁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影天则是给张明介绍了下张伯。 张总, 这位是张伯, 目前是比特游戏的总经理, 你们同为张姓, 说不定几百年前是一家, 以后共事要互相帮助。 嗯, 你好, 我是张明。 张明点了点头, 伸出右手, 想要握手。 只见张伯慢吞吞地伸出右手, 极为不情愿地和他握了握。 张明挑了挑眉, 心想, 我没得罪过这个人吧? 张明看向影天, 只见影天朝着陆一宁抹了奴嘴, 顿时心领神会。 原来时不满我即将成为你们的领导啊。 简单认识后, 影天领着众人向病好的包奸走去。 员工们随意坐着, 影天则是和陆一宁、 张伯、 张明以及比特一干高管坐在一起。 不仅是张伯要认识张明, 今天, 影天也要让比特的其他高管认识一下张明。 点完菜, 影天简要地和大家介绍了一下 以后比特公司的发展计划, 其中包括最重要的结构改革。 介绍完, 大家也就知道了老板身边那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 就会是自己以后的总裁之一了。 只是, 张明和陆一宁谁才是公司艺人之下的那个总经理呢? 见大家都很好奇, 影天也没卖关子, 对张明说道, 张总, 你和陆总不是有个赌约吗? 今天就用成绩来说话吧。 好的老板, 张明自信一笑, 随即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拿出了不少文件, 他先将文件递给了陆一宁, 同时给其他人解释说, 当时陆总和我打赌, 说我要是能在一个月内将今日热点的用户数突破一个亿, 以后比特就由我来掌舵, 反之则是我听令陆总, 截至今天, 刚好侥幸突破了一个亿, 张明说话内容很低调, 但那语气就颇有几分自傲了。 不过, 他这成绩也足以令他自傲了。 这点, 从彼特公司多个高管的脸上就能看出, 今日热点, 一个月前他们的用户数好像才几百万, 一个月让用户数破万。 我低个乖乖, 这速度仅次于我们传世了吧。 那这么说, 以后彼特岂不是由张总说了算? 第269章, 今日热点并入彼特, 这人话音未落, 酒桌上顿时安静了。 是啊, 突破了一个亿, 不就代表他们这些人以后就要听张明的了吗? 虽然陆一宁管理下属非常严格, 但好歹也算相处很久, 大家都有些习惯了陆一宁的管理方式, 这突然换了一个掌权人, 想到以后要想一个大男人数职, 他们一时之间还很有些别扭。 更何况, 万一这位新总经理与他们八字不合, 到时候磨合不了, 搞的工作都干不下去怎么办? 众人面面相去。 此时, 陆一宁也看完了文件。 作为行业的翘楚, 陆一宁自然能看出文件是否真实。 显然, 张明作为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没有拿一份伪造的文件骗他。 陆一宁承认自己输了, 张总好手段, 以后就请您为彼得多费费心了。 那是自然。 张明客套道, 张伯一下就急了, 陆总, 彼得你掌管了这么多年, 怎么能突然让一个陌生人掌管? 陆一宁看了看众人, 这桌上有不少人都是这么想的,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就坦白了吧。 之前老板和我说这事时, 我也很不服气, 就向张总提出了这个赌约。 但后来又经历了几次事, 我见识到了张总的实力, 那时, 我就已经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如他了, 就算我最后赢了赌约, 我也会交出公司的管理权, 毕竟我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就网顾公司的未来。 现在张总还愿意用之前的赌约赢我, 是他信守约定, 我自然没有实言的道理。 陆一宁说完, 其余管理皆是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最后却归于沉默。 行了行了, 别搞得这么多愁善感。 影天事实摆了摆手, 打断了众人。 张总是作为我的代言人, 掌控全局, 负责大方向以及公司内部结构的调整。 具体的管理, 他还是指着重管理今日热点, 公司下面的两个部门, 还是由陆一宁和张博管理。 你们不搞事情, 说不定干到退休, 都不用面对张明张总。 至于这么小女儿姿态吗? 高管们又看向陆一宁, 见陆一宁点了点头, 他们顿时放下心来。 见众人接受了张明, 影天立即主动端起酒杯,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了, 那就一起干一杯吧。 既庆祝联盟成功击溃DOTA, 占领了MOBA游戏大半江山, 也庆祝张明张总加入我们彼特的大家庭。 干杯! 喝完,影天又问道, 张总,我想问问, 等到今日热点兵入彼特后, 你有什么计划? 或者说对公司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 有什么规划? 虽然知道张明的能力, 但影天还是要看看张明对未来有没有过考虑。 毕竟, 今日热点兵入后, 彼特一时之间会变得结构臃肿, 想要更快地发展, 还是需要提前规划好, 免得到时候出现什么问题。 张明自信笑了笑, 并入后, 我打算率先改组财务, 将今日热点的账和彼特的账并上设立总财务, 然后三个部门分别设立下属财务部门, 直接听令与总财务。 当然, 老板也可就这次机会查查公司的账, 以前的我保证不了, 不过, 我上任后的每一笔都有记载有证明, 公司的财务永远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张明的改组算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影天点了点头, 没太在意张明后面的话, 示意他继续。 这种东西, 影天一能一看就知道了, 根本不需要查。 顿了顿, 张明继续说道, 接着, 我打算统一账号, 现在传世和联盟都用的是彼特号, 而今日热点用的则是原来的号。 今日热点这方面我是不打算改了, 不过, 我们可以将账号绑定一下, 给他们重新注册彼特号, 以后, 新注册的用户全部发放彼特号。 相信过不了多久, 我们彼特号也能成为企鹅号那样的存在。 张明的语气极有煽动性, 饶式隐天听了, 也不禁有些有些热血沸腾的感觉。 不错, 我们彼特未来不可限量, 以后, 说不定一个号码好点的彼特号, 也能卖个十几二十万呢。 管理们一阵符合, 游戏心思活泛的, 甚至已经开始想要不要囤一批彼特号了。 搞完这些, 才是我计划好的方案, 我们可以通过今日热点, 传世, 联盟, 形成一个三角产品矩阵, 互相引流, 以后, 就让传世成为最大的联盟视频攻略社交基地, 让热点成为最大的联盟文章社交攻略基地。 这, 陆毅宁和张博完全愣住了。 照张明这么说的话, 岂不是说, 彼特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一个影视, 文字, 娱乐, 三体合一的互联网巨头。 第270章, 张明的大IP计划。 看着众人的惊讶神色, 张明像是早有预料似的, 神秘一笑, 别急嘛, 这还只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 刚说完, 张明就见众人目光火热地死盯着自己, 就连老板隐天, 也是一直凝视着自己, 似乎是想看透自己的内心。 张明有些发毛, 也就断绝了吊吊众人胃口的想法。 不过, 他还是环视了一圈酒桌, 犹豫地看向隐天。 老板, 我接下来的计划, 不到关键时刻, 不能暴露出去。 张明说出这话, 还是有着两种心思的。 其一, 就是单纯地不想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外人。 其二, 则是想看看这里面那些是老板隐天看中的人。 隐天看出了他的想法, 师生笑了笑, 环视一圈, 问道, 你们都不会出卖公司的对吧? 管理们吓了一跳, 纷纷点头, 老板你放心, 我们绝对对公司忠心耿耿。 隐天问这话, 也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怀有其他心思的, 好在没有。 事实上, 隐天掌管公司后, 已经开除了不少心怀鬼胎的员工, 剩下的这些, 都是经历过一次次事件的老人, 一个个跟陆一宁的时间, 比隐天来的时间还长, 忠心靠得住。 隐天向张明示意了番, 让他直接说, 不要有顾忌。 张明见老板如此态度, 直接问道, 老板, 你可知道, 咱们这种互联网行业, 有着上游下游之分。 哦? 什么上游下游? 隐天问道, 心中却是若有所思。 其余员工也是睁大了眼睛, 想听听张明的高论, 陆一宁甚至为了靠近点, 整个人都依靠在了隐天身上。 张明解释道, 上游可以理解为某种灵感, 下游可以理解为赚钱的方法。 老板, 我想问问, 您知道联盟这个游戏是怎么开发出来的吗? 隐天想了想, 说道, 你的意思是, 正是因为有了灵感, 才有了联盟这个游戏。 正是如此。 张明继续说道, 可以说, 灵感才是一切的源头。 有了灵感, 我们就能往各种模式上套。 举个例子, 就拿咱们华国的神话孙悟空来说, 他就是灵感。 怎么说? 陆一宁问道, 把他往模板上套啊。 比如说小说, 前人写出了西游记, 这样的名著。 影视上, 除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外, 还有不少其他的故事。 游戏上, 且不说已经有了其他以猴哥为主角的游戏。 单说联盟吧, 你说, 我们要是把西游记中的人物作为原型, 做一款MOBA类的游戏难不难? 张伯顿时眼睛一亮。 不难, 猴哥模型我都想好了, 武器是金箍棒, 技能的话, 猴哥解决人都是一棒子, 可以导个加强普攻的技能, 然后猴哥还能腾晕驾悟, 这个可以做一个位移技能。 另外, 猴哥还有火眼金睛, 七十二变, 不灭金身等, 可以设定为真实视野, 变身形态, 无敌一段时间等技能。 看着周围同事目瞪口呆的表情, 张伯收敛了些, 草草讲完。 事实上, 他的心中突然冒出了无数想法, 都想立即回去命人赶紧给联盟增设一个猴哥的英雄了。 不错, 张明点了点头, 一副如此可教的表情, 而且游戏并不是最下游的, 除了游戏, 咱们还可以发展周边, 比如说孙悟空面具, 钥匙扣等。 讲到这, 张明放声说道, 我的计划就是以彼特为基础, 打造一个从文化上游的灵感, 到文化下游一网打尽的巨无霸公司。 相比之下, 彼特现在还差得远呢, 见不少员工都被自己镇住了, 张明继续说道, 未来, 无论是从文化源头的创意, 小说, 漫画等, 我们都要插足, 这个计划我将之称为大IP计划,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 将每一个IP可以创造价值的方面, 都开发出来, 没有丝毫遗漏。 这, 影天彻底明了了, 自己分析过企鹅公司一系列计划, 对他们为什么要牢牢把空企鹅阅读 这个全网最大的小说生产基地, 一直很不解。 直到现在, 影天才终于明白, 原来企鹅是想打造, 把空文化上游, 把持住IP。 张明讲完, 在场中人彻底震惊了, 自己等人一直以来想的都是怎么把本职工作做好, 怎么让船市更火, 压根就没想过这么远大的问题。 直到此时, 张明提出这个计划, 众人才幡然醒悟, 看着他们那火热的眼神, 影天明白, 张明已经通过讲述自己的计划, 折服了这些员工。 第271章, 搬迁, 产品举阵。 说完自己的目的, 张明看向众人, 笑着问道, 不知各位是否愿意, 随着我一起帮老板把比特建立成这样一个文化型商业帝国。 我愿意, 话音刚落, 张伯就脸色仗红的答道, 他这副狂热的样子, 很难让人想象他之前是最敌视张明的人。 我们也愿意。 张伯说完, 其余管理接话点头, 我彻底服了, 以后就请张总带领我们共建红图伟业了。 陆一宁倒是没像其他人那样, 张明又看向影天, 老板, 你觉得我这计划怎么样? 不错, 影天赞许地点了点头, 张明的大IP计划, 实际上在企鹅公司已经得到了验证, 的发展, 还是遵循着这个方向的。 例如, 企鹅掌握着文化源头网闻以及企鹅动漫, 这就相当于两个IP孵化基地, 只要网闻或动漫有什么火了, 他们就会立即安排影视化, 有声改编, 游戏改编等, 就连周边产品也没放过。 数不清的公仔, 玩偶, 抱枕等, 都代表着他们在这条产业链上已经极为成熟, 比特现如今的定位就极为适合这种发展方式。 不过, 我们现在单靠船市和今日热点, 应该没能力构建文化上游吧? 影天又问道, 老板, 这个我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 比如说, 在今日热点中, 我已经开始试验性的搞了个小说板块, 已经有不少人投稿了, 以后, 咱们可以成立比特阅读, 将这个板块划分过去。 张明自信答道, 影天笑了笑, 这张明还真是未雨绸缪, 公司现在才三个产品呢, 就已经开始把主意打到未来上了。 不过, 张明考虑的越长远, 对比特公司就越有好处, 影天自然不反感。 说一千到一万, 咱们还是得把现在的工作搞好。 影天再次举杯, 计划可以慢慢来, 不过, 咱们现在的船市, 联盟, 今日热点, 可不能垮了。 老板你就放心吧, 我们一定尽心尽力。 喝了好几杯酒, 不少管理都敢大声和影天说话了。 喝完, 张明又对船市和联盟的未来发展提了不少建议, 张博和陆一宁听着指点头。 不得不说, 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 想过的给了他们很多启发。 吃着吃着, 这次聚餐也算结束了。 就目的而言, 效果非常好, 无论是庆祝, 还是让张明融入比特管理层都实现了。 一日, 影天在比特门口, 迎接浩浩荡荡搬迁过来的今日热点员工。 他们还记得, 这个曾随着张家浩来过公司的老板, 见到影天, 纷纷点头示意。 影天笑着回应, 让人给他们安排好位置。 比特所在的写字楼是宁家的产业, 之前处于半出租半自用的状态, 影天看位置不错, 打算将比特的本部就一直设立在这, 让今日热点搬迁至此。 而且, 等到写字楼的其他楼层租期到期, 影天也不准备再续租了。 而是打算将整栋写字楼都划到比特的名下, 为以后可能存在的比特直属公司留位置。 因为请了搬带公司, 所以员工们带来的东西很快就被放到了指定位置, 他们个人再稍稍调整一下, 不到一个时辰, 今日热点的员工们就整理好了一切, 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这效率, 看得比特员工有些扎舌, 影天看了, 默默点了点头, 能看出来, 这是张明赏罚有当, 员工们多劳多得, 才会如此有效率。 简单地让传世, 联盟的员工和今日热点的员工认识了下, 双方开始工作。 一开始两边接触还会有些沟通困难, 不过, 多了几次后, 两方就磨合好了, 有些自来熟的, 甚至已经开始称兄道弟了。 同时, 联盟、 传世、 今日热点的技术员工开始在一起开会讨论, 准备把三个产品互相打通。 现在最重要的统一账号, 等会我去做一个接口, 快点把热点用户的账号和比特号绑定。 张博仍是暂代技术员, 在这边指挥边工作。 好的, 我觉得, 我们也可以让软件之间互相连接, 比如说, 比特用户可以在主页显示热点号, 这样的话, 不仅我们能引流用户, 传世的视频主也能在两个平台上同时涨粉。 嗯, 至于联盟, 我们可以在传世和热点上加大推广力度, 然后可以在联盟上上传一部分攻略, 剩下的则分别以视频或文字的形式发表在传世和热点上, 一步步引导玩家下载着两个软件。 第272章, 企鹅加大补贴力度。 不仅是技术部讨论的火热朝天, 其余营销部、策划部也是如此。 他们能为了一个活动各执一词, 也能在和其他分属公司的合作上做出让步。 比如说, 牺牲自己的一点利益去帮助其他部门发展。 这种情况在企鹅公司是绝对不可能的。 企鹅公司里, 每个分部都有自己的业务目标, 他们为了更好的业绩, 那个不是一心想着发展自己部门。 因此, 企鹅每次有活动, 基本上都是双赢, 除非马华本人开口, 否则很少有部门会吃亏去帮助其他部门发展。 但刚刚重建完的比特就没有这种情况, 虽然最终的评定还是看各自的成绩, 但三大负责人都是一心为比特的发展着想, 将自己的成绩还是放在了后面。 等到开完会, 所有员工都明白了未来两个月公司的发展计划, 他们开始各司其职地工作起来。 看着比特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影天转身对陆一宁说, 陆总, 今日热点兵入比特的事, 可以往外传了。 好的老板, 陆一宁淡恋的立即去做事。 影天又看了看张伯, 他正带着几个技术人员马代码, 张明站在他旁边, 随时试用新功能, 然后给出改进的方向。 影天闲着没事, 也跟着看起了代码, 时不时指出员工的错误, 让张伯惊讶不已。 老板也会计算机。 影天神秘一笑, 没有解释。 不一会, 陆一宁带着刚刚发出的声明回来, 将成果给影天过目。 官宣, 今日热点正式并入比特, 比特成功改组为传世, 比特游戏, 今日热点三个分布。 企鹅办公室, 马华看着比特最新发出的新闻, 脸色如墨般阴沉。 今日热点他知道, 一直低调发展, 没想到, 他竟然不声不响地并入了比特。 马华还不知道影天早就收购了今日热点, 只以为这是影天对短视频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对手出了招, 企鹅自然要跟上。 但企鹅手里一时半会, 没有能与今日热点匹敌的产品, 要让企鹅新闻去充当这个角色, 马华又有些不愿意。 企鹅新闻经过长久的发展, 才有如今的地位, 与今日热点那种网络新媒体不同。 马华是打算将企鹅新闻 做成传统报社的网络版本的, 不可能自降逼格去与今日热点争夺市场。 既然没有类似今日热点的软件, 去给快看视频引流, 那就只能砸钱买用户了。 马华低头思索着, 互联网砸钱是一场恶战, 尤其是与实力差不多的公司比砸钱, 搞不好就会两败俱伤。 马华的考虑是, 彼得最近收购了今日热点, 手上的钱可能不那么充足, 这时候自己去砸钱买用户, 彼得应该不是自己的对手。 至于白韦德的随拍, 马华虽然不知道白韦德身后的势力是内加, 但国内的话, 除了芝麻, 马华不拒任何对手。 显然, 芝麻一直站在船市那边, 随拍背后的金主不可能是马云, 应该是那个富商在互联网试水搞出来的吧。 马华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想到这, 他赶紧把快看视频的负责人李经理找来了。 李经理, 彼得刚刚发出的声明你也看见了吧? 看见了。 李经理苦笑一声, 马总, 我这一直在想对策呢, 您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别想了, 目前国内的几家新媒体都是我们对头的, 不可能帮我们快看视频, 我打算拨款700亿去买用户。 李经理咽了口口水, 同事心中浮出一抹喜色。 自从上任快看负责人被随拍坑了1000亿后, 自己接人的快看就一直处于经费紧张的状态, 没钱搞什么买用户的活动。 如今马华愿意再次拨款, 李经理也有了底气, 这让他如何不喜? 老板你放心, 我一定把握好这次机会。 李经理立即说道, 这次我对你只有一个目标。 马华沉声道, 那就是在短视频领域超越随拍。 投资这么多钱, 没超过传世就算了, 毕竟人家背后是芝麻, 但连一个小小的随拍都能设计坑了1000亿, 马华早就有对随拍动手的心了。 超过随拍? 李经理仔细想了想, 现在短视频领域传世一家独大, 占领了80的市场, 其次则是随拍占领了月13的市场。 快看视频最惨, 只有不到7, 但其实快看视频和随拍的差距并不大, 也就是不到2000万的用户而已。 这次有了700亿的经费, 拿下这2000万用户还不是和喝喝水一样简单。 第273章, 羊毛党已上线。 老板, 你看这个, 陆一宁刚发声明没多久, 就要拿着一个手机找到了隐天。 怎么了? 隐天问道, 目光好奇地看向了陆一宁手上的手机。 摸。 陆一宁把手机递给隐天。 隐天视线看向屏幕上展示的消息, 比特的声明刚发出不到一个小时, 企鹅那边就同样发了条声明。 玩快看, 领红包。 即日起, 用快看刷视频就能领红包。 此外, 老用户将会有独有的一路陪伴红包, 新用户也能得到欢迎加入红包。 隐天看完, 脸色有些古怪。 他看向陆一宁, 只见陆一宁同样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心里想得和隐天一样。 企鹅疯了不成。 老板, 照企鹅这么玩的话, 岂不是是个人注册快看视频就能领到二? 88元? 由于许久, 陆一宁终于忍不住问道。 应该不是吧? 隐天也有些迟疑。 虽然他们发出声明的字面意思是这样, 但隐天还是不相信企鹅会这么大方的就送钱出去。 按照企鹅的说法, 那就是只要在活动开始后注册快看视频的账号就能得到二。 88元的现金红包, 以注册的用户注册时间是在一个月前的话更是能领到五。 88的红包, 而且注册没有任何门槛, 甚至连手机后都不用, 就能直接注册。 这还不止, 其中活动期间每刷一个视频就能领到零。 01-9999的红包满亿元就能体现, 每天领取没有限制。 这种活动, 隐天是真不幸有哪个策划能搞出来。 有钱也不是这个玩法啊, 可以预见, 活动当天会有不少人下载, 注册快看视频。 甚至他们的日活也能增加不少, 毕竟刷一个视频就能拿最起码一分钱。 隐天看了看活动时间, 明天早上七点准时开始。 明明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好。 隐天对路易宁说道, 要企鹅真的发了疯的抢占用户, 那彼特可就必须要拿出点应对手段了。 不然, 这次恐怕还真会被企鹅侵占不少市场。 只不过, 隐天心中总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 企鹅这次可能并不能达成他们的目的。 一日, 隐天驱车到公司门下时已经七点半了, 企鹅的活动早已开始, 隐天准备到了公司就看看他们是不是来真的。 没想到的是, 还没上楼, 隐天就看见楼下的那家手机专卖店门口回了不少人。 之前传世直播带货时, 隐天结交过这家店面的一个营业员, 因此, 此时隐天好奇地挤了过去, 专卖店还没开门, 外面的那些人一个个互相盯着, 似乎是在预算对方的实力。 怎么了? 都聚在这儿。 隐天上前问道, 一个中年男子瞥了眼隐天, 没说话。 倒是有一个看着向大学生的年轻人主动解释道, 企鹅的快看视频不是有个活动吗? 刷视频就能赚钱, 但他们注册快看号是看手机编号的, 我们想要多搞点账号, 就只能来这买旧手机。 接着, 他又补充道, 旧手机不用太好的, 几十块的能正常用脚本或机器刷视频就行, 一台成本才不到一百块, 但只要能刷一万个视频就能回本,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爆出9999的大奖, 一次回本一百台手机。 隐天听完, 愣了愣, 感叹不已。 果然, 这世上不缺赚钱的办法, 只是缺少赚钱的眼睛。 要是一般人, 可能就瞧不上那一个视频一分钱的收益了, 但眼前这些人一个个都想到了走量的办法, 扩大收益。 一天手机撑死一天, 赚个几十块, 但十台呢? 一百台呢? 一千台呢? 隐天忍不住为企鹅默哀了, 这活动才刚开始, 就有人想到了这个法子, 而且, 仅仅是自己公司楼下, 就有这七八人来抢救手机, 那到了游戏后期, 岂不是是个人都能想到这个办法? 到时候, 企鹅无论是终止活动, 还是减少刷视频的收益, 都会对快看视频的名声造成打击。 想到这, 隐天叹了口气。 企鹅这次是动争火的, 他们的活动货真价实, 若是按照隐天之前的预想, 纳比特必须赶紧跟上企鹅的步伐, 不然, 市场很容易被企鹅抢占, 但现在知道了这群羊毛党的存在, 隐天突然变得没那么重视了。 就算企鹅这次能买下不少用户, 但他们还是血亏的, 本身互联网的货客成本就财不到五块, 这企鹅刚见面就发二, 八十八的红包, 然后刷视频还送钱。 第274章, 虚拟耗断, 店外的几人焦急地等待着, 毕竟, 现在时间每过一分钟, 企鹅设定的活动资金就会减少, 谁也不能保证企鹅什么时候会下架这个活动, 而早一点开始就能早赚一分钱, 最后亏本的几率也会变小。 其实, 这个活动说是一本万利, 但薅羊毛的人还是得看企鹅什么时候开始限制它们, 万一刚买手机, 企鹅就没钱了, 或者刚买企鹅就用一些手段限制它们, 那想要把买手机的钱赚回来可就难了。 因此, 这种薅羊毛的活动都是越早吃到螃蟹越好, 等到普通人也知道这个方法时, 基本上也就很难从企鹅那里搞到什么东西了。 影天对羊毛党的日常非常感兴趣, 因此并没有很快上楼工作, 而是凑在他们一旁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见影天没有走的异象, 他们还以为影天是被说动了, 准备加入羊毛大军。 虽然多了个竞争对手很难受, 但无可奈何下, 他们还是慢慢接纳了影天这个新人, 就连一开始对影天爱答不理的中年男子也能和影天聊上几句了。 现在短视频界的三个软件, 除了企鹅外, 另外两个你们也好过羊毛吗? 影天好奇问道, 能搞钱, 但是很难, 只能算是赚点横财。 中年男子说着又解释道, 传世现在是用手机号注册, 现在手机号管的言, 我们每个人手上的都不多, 每次他们有活动, 基本上都只有几百个账号能恰点钱。 至于随拍就更难了, 他们不仅要用手机号注册, 而且, 他们的收益必须要满五元才能提线, 我们设了好久, 想要达到提线的标准, 一般都需要经历四五个活动才能满足条件, 周期太长, 搞不了。 言语间, 他的语气十分郁闷, 想必也是为不能薅船事和随拍的羊毛而糟心。 中年人说完, 其余几个羊毛党皆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突然, 就见那个年轻小伙子神秘一笑, 其实吧, 想要薅船事和随拍的羊毛也不难。 哦? 众人纷纷看向年轻小伙, 别卖关子了, 快点把你的办法说说吧。 一个心急的女人向他抛了个媚眼, 催促道。 是啊, 小老爹, 今天咱们相聚在这也是有缘, 有赚钱的法子, 带带兄弟们, 交个朋友, 以后有什么事, 你直说, 咱们能帮就帮。 又有人揭枪, 年轻人受不了女人的眼神, 低下头, 回答说, 方法告诉你们也不是不行, 我们学校的一个学长, 开发出了一个能用虚拟号段, 接受验证码的软件, 我们正在调试, 成功了后, 就不会担心手机号不够用了。 众人眼前一亮, 这么好的软件, 给咱们一份呗。 他们一口同声, 显然是吃定眼前这个年轻人刚出校园, 受不住大家的热情, 想要让他白白做出贡献。 影天能看见他的心声, 倒是有些惊异。 这个大学生表面上人畜无害, 其实, 心中弯弯道道多着呢, 他的表现, 都是做出来给大家看样子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 只是不知道, 这个大学生, 想从奇遇羊毛挡哪里得到些什么。 似乎是拗不过这些人, 大学生犹豫着掏出手机, 打开了一个软件。 众人立即凑了上去, 影天也凑热闹地找了个角度, 看向他的手机屏幕。 这个软件很朴素, 只有一个设立手机号, 查看号码下短信这两个功能。 你们谁说的手机号? 必须要是一某某开头的。 大学生环视一圈, 说道, 影天想了想, 这个一某某号段不属于任何归属地, 应该就是他们的虚拟号的特征了。 嗯, 回去就设定过滤规则, 不接受此类手机号的注册。 面前这个大学生心中还颇为自傲, 殊不知, 自己的软件还没派上用场, 就被传世的老板知道了。 至于白维德, 影天没有那么好心, 就让他们亏点吧。 大学生刚问完, 之前那个女人就开口说道, 一某某25613856, 后面的是姐姐的手机号哦, 要是你能猜出前面的两位, 姐姐就请你吃个饭。 然后, 大学生假装脸红地低下头输入了号码。 说完后, 他又低声说道, 那位大哥愿意给这个手机号发条短信。 我来。 有的瞎按一通打了些乱码, 发给了这个号码。 有的则是简单地打了你好, 这是我手机号一某某。 等, 发了过去。 发送后, 众人立即眼巴巴地看着小哥手上的软件。 真的能收到吗? 第275章, 精明的小哥。 不一会, 大学生手机一想, 软件甚至还弹出了个弹窗提醒有短信。 众人眼前一亮, 这个东西还真有用。 大学生也没卖关子, 当着大家的面点开了查看此号码下短信这个按钮。 接着, 画面切换, 一连数条短信按照接受时间排列在了手机界面上。 这个是我发的。 哟, 还真行。 影天目睹全程, 也是忍不住有些惊讶。 现在的大学生都这么强吗? 想起自己的专业以及自己现在的工作。 对不起, 给专业课老师丢脸了。 小哥展示完, 心中异常得意, 脸上却一副你看我没骗你们吧? 的样子。 我不信。 这时, 那个中年男人出生质疑。 作为这里年纪最大的羊毛党, 中年人可以说是通晓无数骗术, 自然不会轻易相信这个大学生。 说着, 他掏出手机, 打开传室注册界面, 手指一顿乱按, 就输了一串号码。 一某某32664165, 我看看能不能注册。 大学生立即把这个号码输了进去。 可以了, 你注册吧。 中年人点了接受验证码, 开始等待。 不出意外的, 大学生手机一响, 他随手点开, 验证码是463131。 中年人输入验证码, 突然愣住了。 他竟然注册成功, 进入了传室的用户界面。 接着, 他又不幸邪地点了点传室的活动, 简单操作下来, 账户里成功多了三毛钱, 他又点击提现到芝麻支付。 不一会, 传室界面显示提现成功, 芝麻支付也弹窗提醒芝麻支付到账。 零。 三元。 我干, 还真行。 有了这个, 岂不是说以后能从传室和随拍那里搞到钱了? 众人眼神火热地看向大学生。 隐天看着, 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东西, 还真能注册传室。 看着兴奋的众人, 隐天心中意冷。 想好传室的羊毛, 不存在的兄弟。 回去我就让技术部搞些过滤规则, 让你们不仅注册不了, 注册了也参加不了活动, 参加了也提现不了。 这三毛, 就当是我买你们这个情报的费用好了。 大学生被围了起来, 窃窃说道, 大哥大姐, 你们想干嘛? 小兄弟, 这软件给老哥一份呗。 老哥出钱买, 你说要多少? 一千? 两千? 之前还警惕万分的中年人, 此时脸上堆着笑, 油腻地说道。 小弟弟, 姐姐也想要这个软件, 不过, 姐姐不白拿哦, 你想要姐姐用什么和你换, 你就直说, 不好意思当着面说的话, 给姐姐发短信也行, 姐姐不要你猜号码了, 那两位是。 大学生顿时连连摆手, 不用不用, 我直接把软件传给你们吧。 说着, 他打开了企鹅的快传功能, 众人见此, 皆是眼前一亮, 纷纷打开企鹅接受。 尹天也从重地接受了一份安装包。 接受完, 尹天直接点了安装, 很快, 软件安装完成, 尹天接着点开。 只是, 软件进去的界面, 却不像大学生的一样, 而是一个需要购买激活码的界面。 一千一个月, 一万包年, 尹天古怪地看向大学生, 明白了他的目的。 原来是他在这自导自演, 是为了把自己的这款软件, 卖给在场众人。 其余羊毛党也都是人精, 不一会就想通了大学生的目的。 老爹, 我说你怎么就不心动吗? 原来是在这等着我们。 中年人埋怨道, 姐姐一时办会拿不出这么多钱, 可以用其他的换吗? 大学生挠了挠头, 含笑道, 哥哥姐姐, 这软件是我一个学长的, 我也没办法突破它的限制, 让你们免费用。 说完, 他看了看众人, 又说道, 不过, 你们也有不花钱的办法, 你们看这。 众人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成为总代理, 每发展一名子代理, 可得他充值额二时的提成, 此代理发展的下限, 可得充值额时的提成。 脑子转得快的, 已经能明白他的意思了。 这不就是让我们去努力发展 其他羊毛党当下限吗? 就在几人对未来开始联想了时, 突然有人问道, 你们一群人围在我们店门口干什么? 回头一看, 原来是手机专卖店的店员来上班了, 影天认识的叶玲也在其中。 看见影天, 叶玲正准备喊引老板, 影天洞察出了他的心思, 摇了摇头。 叶玲察言观色, 立即明白了影天暂时不想暴露身份, 也配合得没有喊出声。 这时, 有羊毛党回答刚刚店员的问题。 你们终于开门了, 快点, 把你们这的旧手机全拿出来, 我包了。 第276章, 封杀羊毛党。 虽然大学生小哥给的软件 看起来前景不错, 但手机这方面的业务也不能落下, 毕竟企鹅的补贴活动就在眼前, 这笔天上掉馅饼的买卖, 错过了, 那可太傻了。 只是, 以前恨不得喊爹喊娘要把手机卖出去的店员 狐疑地看了看众人, 接着断然地摇了摇头。 不行, 我们老板刚刚打了电话, 说店里回收的手机一个都不能卖出去。 现在有很多已就换新的活动, 因此, 很多专卖店里都有不少旧手机。 加上这家专卖店之前参加传世的直播带货活动, 已就换新地收了不少旧机子, 手里存货很足, 有些是被当作二手机卖的, 有些则是等着品牌商家回收。 当然, 回收是没卖给别人赚得多的。 听见店员的话, 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想的都是同一件事。 完了, 店老板是同仓。 现在这个行情, 只有同事准备薅起额羊毛的, 才会留那么多手机。 要真的还想买, 和店老板谈谈估计也能谈拢, 但那价格一定会非常高。 得不偿失。 不过, 众人看向大学生小哥, 有了小哥的软件, 这趟也不算无功而返, 转不了企鹅的钱, 还可以去赚同乡的钱啊。 何况, 魔都又不止这里一家手机专卖店, 因此, 众人也没有太过于沮丧, 有些行动力强的, 已经转身驱车前往别的专卖店了。 不一会, 人走完了, 大学生小哥倒是没走, 他跟着店员走了进去。 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 叶玲诧异问道, 这人不是和那些买旧手机的人是一起的吗? 怎么没走? 你好, 我想问问你们需要虚拟号吗? 那是什么? 叶玲满脸迷惑。 大学生小哥立即解释了一遍, 原来是可以注册传释, 随拍拿他们的新用户福利的软件。 叶玲听懂了, 不过, 旋即他的眼神就变得非常奇怪。 你和刚刚那个人介绍过吗? 叶玲指着离去的影天问道, 大学生小哥想了想, 点了点头, 对不起, 我们不需要。 叶玲一改之前的和颜悦色, 冷着脸说道, 大学生小哥? 影天来到公司时, 员工们已经全部都在岗位上了, 在办公室还没把椅子做热, 陆一宁就带着一份策划找了上来。 老板, 这是我们针对企鹅的活动想出的办法。 陆一宁把策划递给了影天。 影天翻开看了看, 陆一宁想的是同样用大力度的补贴活动去招来用户, 只是在用户注册上比企鹅多了些限制, 算是考虑预防到了可能的羊毛挡。 只是, 影天却轻轻摇了摇头, 不用了, 企鹅这次活动看似声势浩大, 实则只是引咎止渴。 接着, 影天将自己刚刚在楼下遇到的事告诉了陆一宁。 陆一宁听完, 眼睛一亮, 怪不得我总感觉企鹅这次活动的效果不太行, 原来是有着这么一群羊毛挡在伪装用户。 传世部分一直有人监视企鹅的快看视频, 经过统计, 发现今天早上企鹅活动开始时, 他们的日后是上升了一倍不止, 但传世和随拍的日活却并没有减少太多。 现在听了影天的偶遇, 才知道原来企鹅吸引的都是些羊毛挡。 陆一宁顿了顿, 想起了随拍那边好像也没什么动静, 便说道, 那老板, 如果企鹅没有更改他们的活动模式的话, 我们就先稳住不动, 如果他们改了, 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想对策。 影天点了点头,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去把技术部的几个负责人叫来, 我要开个简短的会议。 陆一宁转身联系上了技术部的几个负责人, 很快, 负责人3322站在影天面前。 你们看看这个, 影天看人齐了, 就将自己下的那个虚拟号码的软件展示了一遍。 这个软件能设置虚拟号段接受短信, 现在我要你们赶紧更新服务器, 封禁这些虚拟号段注册, 要多久? 今天加加班, 应该没问题。 其中一人答道, 影天看了看新生, 这却是他们的最大速度。 行, 今天完成, 这个月奖金翻倍。 影天说道, 他宁可给员工发福利, 也不愿用来奖励新用户的资金被羊毛挡走。 技术部的几个今日热点的员工顿时大喜。 在别的公司, 像这种加强公司安全建设的工作, 都属于分内工作, 一般没有奖金。 没想到, 比特给老板这么豪爽, 开口就是奖金翻倍。 说完这个, 影天和他们一起想了些别的办法。 比如说, 一人一号绑定身份证才能提现, 提现必须要是芝麻支付, 而且一个芝麻号只能接受一个比特号的提现申请等。 总之, 算是断了船市被羊毛的各种可能。 第277章 下有对策 一周后, 李经理向马华汇报工作。 一周以来, 快看视频支出的各类资金消耗为三亿七千万用户。 李经理还没说完, 马华就皱着眉打断了他。 怎么花费这么快? 一周三个亿, 我给钱你可不是让你去烧的。 李经理笑了笑, 解释道, 马总, 您先听我说完, 一周来, 我们的用户突破了一个亿。 马华愣住了。 一周前, 快看视频的用户还只有不到四千万吧? 一周, 涨了六千万。 不算老用户的话, 平均货客成本是六块每人, 而互联网企业的平均成本是四块。 短视频这块, 因为竞争激烈, 能有五块之多。 这么看的话, 这三个多一烧的也值。 不过, 马总, 咱们活动继续举办的话, 以后每周的支出会越来越高。 李经理给他打了个预防针。 以后的活动, 除了新用户外, 还有老用户也在吃奖金。 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但也不能不管老用户。 不然, 好不容易买来的用户又会回到别人家的怀抱。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事, 都不叫事。 马华得意地笑了笑, 对这一周来的成果非常满意。 在他心中想的是, 三加短视频APP的内容上, 快看视频和传释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要自己能把传释的用户全部抢过来, 自己就有信心让他们留在快看视频。 那我就先继续按照计划举行活动了。 李经理问道, 若是马华用心关注的话, 会发现李经理此时虽然表现得很镇定, 但眼神中是不是会出现一抹慌乱。 可惜马华没注意到, 嗯, 按计划进行, 事情办好了, 年终奖给你多发50。 马华不以为然, 李经理很快以工作为由告退。 回到部门, 他赶紧抹了一把汗, 快步走到技术人员办公室, 问道, 怎么样了? 条件改了吗? 改了? 现在快看视频, 要绑定手机号才能注册了。 就算通过企鹅号登录, 也要绑定手机。 李经理心中顿时松了口气, 之前为了业绩, 他故意让员工设置的简易注册。 成果斐然, 一周涨了6000万用户, 但快看视频的员工都心知肚明, 这6000万里, 恐怕有不少是同一个人的。 至少, 有些员工自己就是白天在公司安稳上班, 晚上回去就开始导布模拟器多开, 脚本自动刷视频的。 但前期为了报表和业绩, 可以这样糊弄, 等到了活动结束后, 用户骤降, 那李经理可就没法和马华解释了。 这个注册接口重新改为需要手机号,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很久, 注册用户都会少上不少。 但这也很好解释, 毕竟前一周都已经吸收了6000万人, 后面市场饱和, 买不到用户也很正常。 很快, 李经理自己试验了下新的注册界面。 果然, 刚点注册就有选择企鹅、 非信或是手机号登录。 再点击企鹅登录, 李经理故意用自己的小号试了试, 很好, 即使企鹅那边绑定了手机, 快看视频也要重新绑定, 而且, 已经绑定过的会被判定为新用户。 李经理彻底放下心了。 这一刻, 所有羊毛党都发现自己已经不能重新注册了。 一个专业薅羊毛的群中, 此时正讨论的热火朝天。 我怎么不能注册了? 你们还能搞吗? 我也不行了, 必须要手机号。 现在都是实名制, 上哪去搞这么多手机号啊? 不会吧? 我只刚买了一批手机, 就被我赶上企鹅风沙了。 其实要手机号, 咱们也能赚, 只是这利润。 唉, 还不如去搬砖。 就在所有人都在为手机号的是哭闹时, 群主突然发了一条 at全体成员的消息。 at全体成员, 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就是这个软件, 能用虚拟号注册快看视频, 我已经试用过了, 没问题, 大家使用出了软件上的问题, 我负责, 包陪。 接着, 就是一个软件被上传到了群文件中, 立马就有人忍不住好奇心下了下来。 卧槽, 一个月一签? 这是抢钱吗? 这个软件我知道, 看别人用过, 群主, 这东西有号码限制吗? 嗯, 有没有大手指试用一下? 群主都担保了, 还怕什么? 我冲了, 等会说体验。 众人左等右等, 始终等不到试用的人说体验。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 卧槽, 不好, 那小子是在吃毒时, 大家赶紧注册, 免得到时候, 号断被注册完了, 又要找半天。 顿时, 群文件中, 这个软件的下载量, 猛地上涨了一大截。 第278章, 老板不要随拍了。 就在企鹅的快看视频注册规则改版后不久, 路易宁气喘吁吁地跑进影天的办公室。 老板, 快看他们的注册加了限制。 进来后, 路易宁顾不得歇息一会, 就将手机拿给影天看, 顺便还操作了一遍注册流程。 果然, 现在注册要手机号了, 他们的奖金赠送规则改了吗? 影天看了看, 问道, 自从那天知道, 有人开发出了能用虚拟号码, 接收验证码的软件后, 影天就更关心快看视频的用户福利, 而不是注册福利了。 还没, 不过, 有了注册的限制后, 这些福利就能发到用户手上了吧? 路易宁还不知情, 影天只将虚拟号码的事告诉过技术人员。 听着路易宁天真的话语, 影天神秘一笑, 希望如此。 接着, 影天又问道, 最近快看视频和传世的用户数统计是多少? 我们的用户数比企鹅做活动前少了约三千万, 然后现在快看视频的用户数我们统计是在一亿三千万左右。 随拍呢? 影天又问道, 路易宁歪着脑袋想了想, 说道, 随拍的日活初期的没有降太多, 我分析这可能与他们软件独特的特色有关。 之前统计的企鹅快看视频的用户数是四千万左右, 现如今涨到了一亿三千万, 但传世这边的用户数只是少了不到三千万。 随拍那边更是比较稳定, 影天猜测应该减少的日活不到百万, 只有在这样, 路易宁才统计不出来。 粗略计算的话, 快看视频那边除了真正没接触过短视频的新用户外, 羊毛党及其小号应该有个五千万左右。 这个数目让影天不禁为之扎舌。 五千万已经超过快看总用户的三分之一了, 这么多羊毛党, 也就是说快看的每次活动都有超三分之一的钱是进了他们的口袋。 这还没算快看视频建立之初就存在的羊毛党。 现在看来, 羊毛党可能会成为快看视频伟大不掉的存在了。 每次出活动, 他们总能比普通人先得到消息, 当真正的用户知晓消息准备参加时, 可能就只能喝喝剩下的汤水了。 而且, 这次他们不知道市面上已经有了可以虚拟手机号的软件, 虽然对注册规则做出了修改, 但恐怕很难有什么作为, 越往后, 羊毛党会越来越多。 虽然影天心中也很不待见羊毛党, 但此时是自己的敌人被他们坑害, 影天也不会主动去提醒什么的。 不落近下时, 已经是影天最大限度的善意。 好吧, 其实是因为薅羊毛数额较大, 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以影天的身份不至于。 随拍公司, 王文乐站在一杆技术人员面前, 吩咐道, 暂时停止两组随拍的服务器, 我有他用。 王经理, 停用的话, 用户们使用时估计会很卡。 一个技术部的员工为难道, 同时, 他心中也非常疑惑。 平时王经理都一心想要给用户好的体验, 怎么这次要停用服务器? 虽然随拍用户不多, 尽管服务器的数量比船尸要少上不少也够用, 但真停用了一批的话, 用户用起来也会卡顿。 这是老板的意思。 王文乐淡淡说道, 自白韦德让他接手, 随拍以来, 还不到两周时间, 王文乐还会在下属面前建立微信, 因此, 这种时候, 王文乐还是要用白韦德虎皮。 当然, 这个命令还真是白韦德下的就是了, 只是白韦德现在暂时有事, 来不了这, 只能让王文乐代劳。 这种事关公司发展的大事, 没有白韦德亲自下命令, 下面的员工们还真不敢瞎操作。 技术部员工犹豫地看了回, 想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打工的, 而王文乐经理似乎与老板关系非常好, 最终还是答应了。 很快, 技术部员工断开了随拍与一批服务器的连接, 接着面向王文乐、 王经理, 好了, 你要做什么? 需要我们帮忙吗? 王文乐摇了摇头, 侧身让开了一步, 众人这才发现王文乐身后还有一个朴素的中年男子, 只见王文乐回头看向中年人, 诚哥, 你要多久? 久的话, 我就先去忙自己的去了。 中年人笑着摆了摆手, 还真的花点功夫, 你先去忙你的吧, 我自己能应付过来。 说完, 自顾自地走进了服务器安置房, 王文乐看着他的背影, 心中一顿疑惑, 白韦德让这家伙尽随拍的服务器是想做些什么。 只是, 王文乐虽然能旁观, 却看不懂中年人的一些操作有什么用, 最后还是猛逼地离开了。 第279章, 落井下石的白韦德。 中年人进去后, 先是左右环视了圈, 紧接着就掏出了链接线和电脑, 开始往服务器里传输些什么。 若是影天在这, 他能凭着异能看出, 这人在传输的, 就是自己见过的那个虚拟号码解码软件的原代码。 等着数据输送时, 中年人回想起了白韦德让自己来这做的事。 那就是安装这个解码软件, 然后借用服务器多开快看视频, 设置软件自动解码注册快看视频账号, 编写脚本自动刷视频。 总而言之, 就是白韦德也要做一回羊毛挡。 想到这, 中年人叹了口气, 自己极力规劝过白韦德不要搞这些歪门邪道。 奈何白韦德不知从哪看到了消息, 说, 要是有着顶尖的服务器支持, 同时运行数十万个快看视频, 每天可以从快看视频哪里搞到一千万。 自从上次从企鹅那里坑到了一千亿的违约金后, 白韦德好像是抢劫企鹅上瘾了。 知道这个机会后, 疯狂地想要参一脚。 尽管他已经身价上千亿, 依旧对这日入千万的活动了心。 中年人等数据传输完, 开始调试软件。 不一会, 他的手机就收到了奖金入账的短信。 嗯, 很完美。 再把提现的账号改为白韦德给自己的账号。 以后, 白韦德只要每天等着收钱就行了。 如果企鹅不终止活动, 就这几个服务器, 每天都能给白韦德挣一千万以上的资金。 办完事, 中年人很快离去。 时间流逝, 到了晚上时, 中年人再次过来了。 只是, 这次是白韦德亲自领着他。 老板好, 一进来, 技术部的员工就纷纷给他打招呼。 嗯, 白韦德点了点头, 通知一下, 随拍的日常工作暂时停止, 服务器我有用。 啊, 技术部员工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皆是震惊之色。 老板, 这, 咱们不是现在正在发展阶段吗? 突然停止服务, 员工话没说完, 但大家都能听出他的意思, 那就是, 现在随拍还远远没到能让用户等他的地步。 员工们想的是, 如果随拍停止服务, 那么恐怕再次上线时会损失不少用户。 就连中年人也劝解道, 白少爷, 全部停止就算了吧, 用那一组服务器每天搞个一千多就行了。 考虑到有不少其他员工在这, 中年人故意省略到了万这个单位。 白韦德眼神中带着一丝火热, 凑近中年人耳边, 咬牙切齿道, 一组就是一千万。 我们公司十多组服务器, 一天就是一个亿。 这么高的回报, 你叫我放手。 中年人张了张嘴, 想说些什么却又没能说出口。 如果说早上的白韦德只是想满足以下自己好企鹅羊毛的快感的话, 那么现在的白韦德就真是为这笔钱心动了。 一天一亿, 十天十亿, 这钱不挣, 那不就是傻逼吗? 看众人依旧有些不愿意, 白韦德解释说, 至于掉粉的事, 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的这批用户很忠诚, 他们会等我们的。 白韦德之所以有如此信心, 还是在于这一周发生的事。 影天当初骗过蒋彭义, 说船市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增强社交性, 对此, 白韦德一直深信不疑。 后来发现, 影天嘴上说着社交, 手上却往着饭圈化发展时, 已经晚了, 随拍里的用户, 几乎都没有往上爬的意思, 一个个拘泥鱼和三五好友连麦, 把随拍当成了个交友平台。 本来白韦德还一直想要转型, 但这次遭受企鹅的杂钱买用户事件时, 突然发现自家用户几乎没少几个。 调查发现, 原来他们可能会去快看视频领红包, 但最后还是会因为朋友等原因, 回来随拍完。 这一点, 倒是船市无法超越的。 听完白韦德的解释, 员工们虽然有些异动, 却还是保持住了冷静。 奈何白韦德霸道总裁惯了, 直接推开栏在身前负责人, 带头拔了连接线。 自家老板都带头了, 很快, 劝说无果的员工断开了连接, 紧接着, 随拍公关宣布内部整改暂时下线软件。 同时, 中年人也开始一个个服务器的传输数据。 白韦德看向这些服务器, 就像是在看宝贝一样。 嗯, 日如一亿, 是个人都会把它当成宝贝的。 快看视频分布, 李经理看着骤然上升了近三成的注册用户, 心中突然一惊, 这, 哪来的这么多人啊? 他很快让技术人员查了查, 发现这些人的注册号码前三位都是一样的, 统一的一某某开头, 李经理心中一紧, 赶紧召集下属开了个会。 第二百八十章, 白兄不会这么蠢吧? 办公室里, 尹天听着陆一宁汇报工作, 差点把嘴里的水都喷出来。 原因无他, 刚刚, 尹天从陆一宁嘴里听到了随拍下线整改这句话, 他们犯啥事了? 尹天想了想可能的状况, 下意识问道, 没有犯事。 陆一宁摇了摇头, 就是他们公关突然发了条消息, 说要下线整改, 也没说为什么。 看着他那迷惑的眼神, 尹天确定他和自己一样想不通。 还有件事, 想不通的陆一宁翻了翻自己写的备忘录, 突然说道, 什么事? 就是最近, 呃, 快看视频的用户发展似乎有些不太对头, 前天他们的日活还是一亿五千万左右, 昨天就突然激增到了一亿六千万, 更反常的是, 企鹅今天的日活却低至一个亿不到, 企鹅的日活也就在刚开始搞活动时猛的增了不少, 后面都是稳步的几百万几百万的增加, 昨天突然增加了一千万, 就显得十分可疑, 更何况, 昨天的日活还高达一亿五千万, 怎么今天就突然掉到了不到一个亿呢? 尹天皱眉沉思, 突然, 他想起了那一群依附着企鹅生存的羊毛党, 难不成, 是企鹅想了办法, 把羊毛党消灭了? 尹天越想越觉得有几分可能, 首先, 多达六千万的正常用户, 不可能说没就没, 而如果是羊毛党的小号的话, 就有了突然消失的可能, 突然, 尹天又将白韦德的随拍下线整改, 和快看视频日活腰斩联系在了一起, 昨天晚上随拍宣布整改, 同时快看视频多了一千万日活, 这太容易让人浮想连篇了, 老板, 随拍又上线了, 突然, 陆一宁看着手机中的消息, 喊道, 尹天眼神更加古怪, 这羊毛党刚被制裁, 你就整改好了, 想了想, 尹天说道, 继续监视快看视频的用户日活, 嗯, 还有, 看看快看视频日活上升时, 随拍是什么情况, 说是监视, 其实, 尹天心中已经隐隐有了个猜想, 那就是, 白韦德不会参与进了羊毛大军的队伍吧, 不过, 玄机尹天就摇了摇头, 不会, 白韦德虽然很多缺点, 但还不至于这么蠢, 不到三天, 尹天就明白自己错了, 咚咚咚,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请进, 尹天照例说道, 同时, 他已经能猜出进来的人要说些什么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时间点一般是陆一宁进来汇报工作, 嗯, 应该又是快看视频日活早上少, 晚上多, 随拍早上不卡, 晚上卡顿, 果不其然, 穿着OL装的陆一宁, 迈着修长的推走了进来, 他紧接着开始汇报工作, 老板, 今天和昨天一样, 早上快看视频日活比昨晚要低上不少, 只有九千万, 但还是从中午时回升, 现在已经比昨天还多了, 有一亿三千万左右, 顿了顿, 他又说道, 随拍的状况也和昨天一样, 早上服务器还好好的, 从中午开始就变得有些卡了, 到了晚上更是直接无响应, 网上已经有人在调侃, 速拍以后可能会每天晚上整改一次, 这些天来, 路易宁也是发现了异常, 因此, 他汇报完工作后, 罕见的主动问道, 老板, 他们怎么像说好一样, 你日活腰胀我就服务器好好的, 你日活上升我就卡顿, 隐天轻轻摇了摇头, 我觉得, 白韦德可能参与进了好企鹅羊毛的队伍中, 并且乐此不疲, 说话是, 隐天还不仅有些为白韦德担忧, 毕竟, 两人虽然存在竞争, 但现在好歹也是共同抗击企鹅的盟友, 嗯, 要是白韦德出了事, 就没人在第一线抵抗企鹅了, 路易宁听完, 脑袋上挂满了问号, 他去耗羊毛, 呃, 一天赚的钱, 有运营随拍赚的多吗? 这话, 隐天还真不好回答, 毕竟自己也没做过, 但看白韦德那投入镜, 应该能赚不少吧? 路易宁接着问道, 老板, 那企鹅每天早上, 是不是都在对付那些薅羊毛的呀? 隐天点了点头, 嗯, 应该是, 技术部晚上加班加点的解决羊毛党, 很合理不是吗? 企鹅的技术不好菜呀, 像我们船市也有福利活动, 却几乎没看见过什么羊毛党。 路易宁嘟着嘴感叹道, 隐天忍不住笑了笑, 傻姑娘, 传世之所以没有那么多, 还不是你老板, 我先知先觉, 在羊毛党出现前, 就断绝了他们出现的渠道, 以及他们薅羊毛的方式。 第281章, 雷霆出击, 路易宁离开后, 隐天又开始审视整件事, 白韦德的随拍表现得如此明显, 基本上可以断定他, 就是参与进了羊毛大业。 而快看视频那边的态度, 也很暧昧。 路易宁都能发现随拍的奇异之处, 四处寻找敌人的快看视频, 没理由看不到, 但他们既没有公开这件事, 又没有谴责随拍。 突然, 隐天想到了一种可能, 心中骤然一紧, 那就是, 企鹅会不会是在预谋一场大的突袭, 想要一次搞垮随拍? 被咬不吭声不是企鹅的风格, 以前, 企鹅曾有过被人用辣酱骗了五百万, 最后竟然还没发现那人是骗子, 直接把无辜的厂家告上法庭的事件。 足以可见, 企鹅选定了敌人后, 是不会留情的。 想到这, 隐天急忙掏出手机, 想给白维德打个电话, 让他谨慎一点。 好不成羊毛是小, 把自己搭进去, 那才是亏大了。 隐天很快拨打了过去, 却不料那边一直无人接听。 坏了。 白维德正在和下属研究, 该如何规避快看视频今日的封禁时, 会议室的门突然被踹开了。 同时, 之前被承重墙遮盖的声音也传了进来。 哎, 你们是谁? 不行, 老板正在开会, 你们不能进去。 白维德眯着眼, 看向踹开门的人。 只是第一眼, 白维德就认出了。 那人是快看视频的负责人, 李经理。 李经理? 怎么突然想到, 来我这了? 难不成是企鹅付不起你的工资? 你要来投奔我。 白维德虽然心中慌乱, 嘴上却丝毫没有留情面。 同时, 他还在暗示下属赶紧去销毁服务器储存室的证据。 可惜的是, 为了保守秘密, 这些部下都不知道白维德用服务器干了些什么。 因此, 对此事白维德的暗示, 他们尽管心中焦急, 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李经理冷笑一声, 白维德, 相比你也知道我来的目的了吧? 不知道, 要说就说, 不说就滚。 你真要我滚? 我这次滚了, 下次来时, 可就不是我一个人单独来了。 李经理威胁道, 你什么意思? 白维德皱着没问道, 白维德, 你利用快看视频漏洞注册账号, 非法得利的事, 不会以为没人知道吧? 你说什么? 白维德扭了扭头, 我听不懂。 哼, 李经理冷哼一声, 这次和之前违约金的事可不一样, 那次我们打草惊蛇, 被你们知道了再挖人, 这次我可是足足忍了两天, 就是为了收集你非法得利的事。 说着, 李经理把随身带来的证据统统拿了出来, 其中, 既有随拍内部员工的口供, 也有企鹅技术部探查IP得到的资料。 这些, 无一不指向白维德, 白维德再也维持不住之前的镇景, 脸色巨变, 随拍的员工们面面相去, 不知该怎么办。 眼下虽然是自家老板在被欺负, 但听他们的语气, 好像还是自家老板不在里。 李经理看在心里, 脸色一喜, 白维德, 我本想直接送你去坐牢的, 但马总看你是个有能力的人, 给你另一条路。 什么路? 让我们入股随拍, 并且我们要掌握51以上的股份。 李经理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从一开始, 企鹅想的就是收购船室和随拍中的一家。 可惜, 船室明面上的背景十分强大, 注定是不可能会被收购的。 企鹅便将大部分心思放在了随拍上, 多次派人接触白维德, 可惜一直无功而返。 李经理也是在那时和白维德认识的。 虽然现在, 企鹅已经有了快看视频, 但相对于船室来说, 依旧不够格。 但如果能成功收购随拍, 然后将快看视频和随拍的市场合并, 那就有了和船室的一战之力。 这也是企鹅知道白维德在耗自己羊毛后, 不动声色地收集证据的原因。 白维德主动撞上门来的机会可不多, 必须要好好把握。 听完李经理的条件, 白维德脸色一黑, 不可能, 你们想都不要想, 转让五十亿以上的股份, 那不就代表着自己将这间公司完全让给了企鹅吗? 短视频是白维德非常看重的一个领域, 白维德不会这么简单地放手。 你的意思是, 你不想选择马总给的路, 想要去坐牢了? 李经理笑着问道, 白维德深吸一口气, 面无表情。 你以为你们吃定我了? 说完, 他掏出手机, 拨向了某个号码。 李经理皱着眉, 没有打断他。 他知道白维德身后有个金主, 现在, 也是时候看看对方是何方神圣了。 不过, 无论对方是谁, 在华国, 他们都会给马总一份面子。 第282章, 企鹅入股随拍。 电话滴滴好久, 就在李经理快要没耐心时, 对方终于接通了。 白维德最后瞪了一眼李经理, 心中, 却是在未等会要出卖的利益感到心痛。 每次请洛克菲勒财团的人帮忙, 自己都会付出一笔巨大的代价。 但眼下, 除了洛克菲勒财团, 没人帮得了自己。 接通后, 白维德开始与对方对话。 李经理看着白维德突然标起了英语, 愣了会, 开始凝神细听。 这除了校园这么多年了, 不沉下神来, 还真有些听不懂英语。 白先生, 我这边现在可是午夜。 对方说的话似乎有着埋怨的意思, 但其语气就像是在念剧本一样, 没有丝毫起伏。 我很抱歉, 但我现在遇到了困难, 需要你们的帮助。 白维德恭敬说道, 什么事? 嗯, 这下倒是能听出对方的语气了, 似乎是。 非常高兴。 李经理有些不理解, 怎么被人求帮忙, 心中反而更高兴。 我? 白维德简要地将自己最近遭遇的事说了一遍。 蠢货。 电话那头的男子一听完, 就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身怀千亿资产, 为什么要为了那一个亿的收益, 去做这些犯法的事? 白维德低头不语, 李经理却是突然问道, 你们是谁? 没人理他。 你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企鹅入骨。 电话那头的男子忽然说道, 李经理脸上顿时冒出笑容, 这对面的那个人, 还是知道企鹅的实力的吗? 不行, 白维德似乎是没想到, 洛克菲勒财团的人没有站在自己这边, 有些恼羞, 随拍必须由我全权掌握, 我又没说不让你全权掌握。 电话那头的男子撇了撇嘴, 这样吧, 让企鹅以两倍市值收购你们公司三十的股份。 白维德还在犹豫, 李经理却失声笑了起来, 两倍收购三十? 你以为你是谁? 不能掌权就算了, 还要溢价收购? 电话那头沉默了, 顿了顿, 男子说道, 白先生, 在华国, 我们也得给马华先生一个面子, 能以这样的条件让转让贵公司的股份, 已经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大限度的宽带。 白维德琢磨许久, 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行吧, 就按你们说的办。 虽然不想出卖随拍的一点点股份, 但此时白维德受人钳制, 洛克菲勒财团在华国也不能左右企鹅的想法, 让企鹅做出这么大的让步, 已经是他们能起到的最大作用。 白维德转念一想, 其实让企鹅入股随拍, 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其一, 自己不像企鹅, 在华国除了雨天, 没什么帮手。 而企鹅不仅有着马云帮忙, 背后还有着宁家毫无保留的支持, 相比之下, 自己没有任何优势。 这点, 白维德有着深刻感受。 之前企鹅封禁了游戏视频的授权, 对随拍和企鹅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但企鹅不知怎么就保到了联盟的亚洲代理权, 游戏方面, 勉强能和快看视频争斗, 而随拍的游戏板块则一直不温不火, 靠着些小游戏撑场面。 要是自己有了能语联盟、 飞车等比肩的游戏, 至于这样吗? 其二, 因为船是一家独大, 随拍和快看视频也没什么能蚕食船是市场的地方, 一直以来都是随拍和快看争斗, 船是坐收渔翁之力。 说实话, 谁愿意当别人的枪子呢? 但白维德因为和影天相识, 勉强能结盟, 对付加大业大的企鹅, 若是和企鹅联盟对付船是, 就会一直担心会不会被卖。 这就注定了白维德只能去对抗企鹅, 换取影天的帮助, 不然, 可能影天会和企鹅一起先吃到随拍。 若是这次让企鹅入股随拍, 白维德就没有了这方面的担忧。 这么想着, 白维德也就没那么接受不了了。 很快, 电话被挂断, 男子去联系马总本人去了。 李经理旁听全程, 忍不住笑了。 白维德, 你不会真以为随便找一个阿猫阿狗就能让马总屈服吧? 不怪他如此轻蔑, 而是马华答应过他, 收购了随拍后, 让他掌管随拍。 而要是白维德的条件被接受, 白维德还是最大股东, 那自己掌毛的权。 白维德没有理他。 李经理还想说些什么时, 突然接到了马总的电话。 李经理心中一惊接通了电话。 喂, 马总, 我现在正在随拍这边。 李经理让白维德来公司签合约, 以后你就去随拍辅佐他吧。 不过, 一切事宜由白维德做主。 我干, 白维德背后的人真有这么大能量。 第283章, 巨杀仇上线。 本台消息报道, 近日, 企鹅宣称与随拍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 日后, 随拍可能会与企鹅的快看视频合并, 统一以随拍宣传。 看着最新的新闻, 影天叹了口气。 自从那天打不通白维德的电话时, 他就意识到了不妙。 没想到, 最后随拍还真被企鹅入股了。 少了一个挡箭牌, 以后就是传世和企鹅正面对战了。 影天喃喃说道, 本来知道白维德的背后是洛克菲勒财团时, 影天就一直很重视随拍。 在他心中, 未来短视频领域可能就是三足鼎立。 传世, 快看, 随拍三家占据超99的市场。 但现在, 随拍可能会与快看视频合并, 后面又会变成两家争雄。 叹了口气, 影天并没有为未来感到担忧。 他只是对少了的随拍帮忙抵抗企鹅有些可惜。 要说害怕企鹅和白维德联手, 那是不可能的。 影天早就做好了与企鹅为敌的准备。 可以说, 短视频的兴起, 无疑会对企鹅通讯、 飞信等社交软件造成冲击。 也就是说, 自己以后绝对会侵占企鹅的根本, 企鹅通讯。 这是不可避免的。 摇了摇头, 影天将这件事暂时放下。 随拍和快看合并需要不少时间, 这时间内, 构传世的发展更进一步了。 影天暂时不用操心。 一松懈下来, 影天就开始想宁长了, 也不知道他那边忙得怎么样了。 好久没见, 不如给他打个电话。 影天想到就做, 当即拨通了宁长的电话。 许久, 电话才接通。 喂, 宁宁, 做什么呢? 这么久不接电话? 我刚刚在帮别人安装巨砂仇呢, 没注意到手机。 宁长回答道, 安装? 影天捕捉到了这个字眼, 巨砂仇已经做好了吗? 嗯嗯, 宁长点了点头, 内测了那么多天, 终于搞好了。 今天我们在摩渡妇佑医院 做一个小小的地推工作, 我就过来帮忙了。 妇佑医院? 影天愣了一瞬, 这家医院不是就在彼得公司东边 不到一公里吗? 心中想念女友的影天当即说道, 你在那等我, 我马上去找你。 彼得公司的事没那么忙了吗? 宁长好奇问道, 前几天和影天打电话时, 影天忙得边工作边接电话, 今天工作忙完了吗? 我去了再和你说。 说完, 影天就给三位经理发了个消息, 自己则敲咪咪的走退了。 正是忙完了, 剩下都是些杂事。 杂事哪有女友香? 不到一公里的路, 影天没开车, 小跑了过去。 问清了在几楼后, 影天三两步上了楼。 刚出现在转角, 就看见宁长站在一个病房前, 瞧手以盼, 看见影天跳起来挥了挥手。 影天赶紧跑了过去, 抱着宁长转了一圈, 宁宁, 你又瘦了, 瘦了不好吗? 宁长反问道, 好, 好, 无论宁宁怎么样不好, 两人在病房门口温存了好一会, 好在今天医院人不多, 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 彼特的事忙完了? 许久, 宁长突然问道, 嗯, 影天点点头, 把最近今日热点并入彼特, 彼特改组为三个下属分公司的事, 以及企鹅入股随拍的事, 统统告诉了宁长。 宁长对今日热点并入等事并没有吃惊, 这是他还在担任影天秘书时就定下的事。 他好奇的是企鹅入股了随拍, 白维德怎么突然接受入股? 之前快看视频还没成立时他不接受, 现在怎么突然就接受了? 可能是他有什么把柄被企鹅抓住了吧? 还有, 他背后的不是洛克菲勒财团吗? 这也有可能是他们财团的主意。 影天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这是影天基于局势的分析, 已经和事实八九不离时了。 宁长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你不是在做地推吗? 走啊, 我们一起。 影天又提起了聚杀仇的事。 哎, 一见到你太高兴, 我给忘了。 宁长突然有些焦急, 拉着影天就往一间病房里面跑。 怎么了? 一个奶奶还等着我给他上传资料申请帮助呢? 我这和你说这么久, 他估计等急了。 宁长一遍说一遍往病房里跑去。 很快, 两人进入病房, 影天也看见了那个躺着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老奶奶。 杨奶奶, 对不起, 让您久等了。 宁长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杨奶奶微微摇头又看向影天。 你, 就是, 小长的, 男朋友吗? 看起来, 真般配。 奶奶您好。 影天给他打了个招呼, 接着, 看宁长给他介绍聚杀仇, 并且帮他申请求助。 第284章 推广聚杀仇的计划。 奶奶, 好了, 我已经帮您发出了求助申请了, 等会我把医生喊来, 您同意做手术就行了。 宁长好半天才忙活完, 又拉着杨奶奶没有输液的一只手, 轻声说道。 杨奶奶连连点头, 眼角抑制不住地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宁长立即安抚他, 让他不要太激动。 接着, 影天又听宁长和杨奶奶说了好一会话。 聊了回天后, 宁长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轻声说道, 杨奶奶, 您今天一直没休息, 这下都要超时了, 您快睡一觉吧, 明天我再来看您。 杨奶奶拉着宁长的手, 还不想让他走。 可惜宁长严格遵循医嘱, 劝说好久, 终于让杨奶奶闭眼歇息。 等到他睡着了, 宁长才带着影天轻手轻脚地离开。 杨奶奶自幼身体不好, 好在年轻时有父母, 出嫁后也遇到了爱她的丈夫, 和丈夫育有一子, 即使长期遭受病痛折磨, 但也算幸福美满。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儿子长大后, 去了国外的公司工作, 本以为老两口能一养天年时, 突传噩耗, 说是儿子在国外遇害。 痛心疾首的老两口, 不远千里去认领遗体, 请着翻译去联系警察, 却始终查不到儿子被害的真相。 终于, 老伴在整日的郁郁寡欢中撒手西去, 杨奶奶也因失去了经济来源, 被福利院收养, 靠着补贴过活。 只是, 这补贴远远过不上她看病的费用。 拖得久了, 病情恶化, 要不是宁长偶然间碰到了她, 恐怕过不了多久, 杨奶奶便会在某个无人的清晨 去找自己的老伴子了。 听完, 颖天也是叹了口气。 宁宁, 既然咱们帮了, 那就帮到底吧。 世上这类人很多, 真要去帮, 耗尽宁家和彼特也帮不了, 但眼下宁长已经对杨奶奶伸出了援手, 那自然就要帮人帮到底。 嗯, 宁长点了点头, 等聚杀仇家喻户晓了, 我相信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 颖天赞同地点了点头, 建立聚杀仇的初心, 不正是为了发动人们一起帮助这些人吗? 走, 咱们去下一家看看他们需不需要聚杀仇的帮助。 颖天主动拉起了, 宁长向着下一间病房走去。 如果转角时, 颖天却因为走得急, 突然与一个人撞了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人退了两步, 连连道歉。 颖天自己也有走得快的因素, 顿手两下, 正准备错峰离开时, 突然, 眼前人的数据出现在了颖天面前。 姓名, 黄仁, 年龄, 四十三岁, 杨奶奶儿子的朋友, 身价四百万。 新生, 杨阿姨就是住在这吧。 颖天皱着眉, 看向黄仁离去的背影, 心中思绪万千。 这个黄仁, 还是杨奶奶儿子的朋友? 身旁郑兴致冲冲想去的推锯杀仇的女友。 颖天将这事记在了心上, 笑着和宁长去了下一间病房。 一下午下来, 宁长共帮助七八个人在锯杀仇上建立了档案。 一下午帮到了七八个人, 能看出宁长非常开心。 当然, 也有一些人不需要帮助, 或者认为两人是骗子, 宁长和颖天也没自讨没趣的, 非要帮别人。 到了饭点, 宁长和颖天随便找了家餐馆吃饭。 吃饭中途, 宁长时不时把在锯杀仇上划来划去, 想看看有没有好心人捐赠善款。 这也导致了他吃饭不能看着筷子, 凭着感觉往口里喂。 颖天看在眼里, 感到非常好笑。 宁宁, 你再看手机, 饭就要吃到鼻子里了。 宁长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看了看镜子, 娇称道, 哪有? 哈哈。 颖天笑了笑, 又问道, 有人捐赠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 宁长顿时苦了脸。 唉, 都是公司安排的人在捐款, 没有一个用户捐。 想了想, 颖天问道, 现在锯杀仇的用户数是多少? 3796。 多少? 颖天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3796。 宁长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直到宁长再次重复了一遍, 颖天才知道自己没听错, 真的只有不到4000人。 不到4000人, 你们还想啥子捐款哦? 你们怎么推广的? 颖天问道, 就是在媒体上, 客户端上打广告啊。 颖天理所当然地说道, 颖天回想了下, 自己当时看见的片段中, 锯杀仇最有效的推广方式, 好像就是靠着亲朋友好友, 自发求助。 除了好心人, 也只有亲朋好友是最愿意在捐款上尽心尽力的人。 宁长的方式不能说错了, 只是不适合锯杀仇的推广方式。 什么都没有, 放两张图, 写几句话, 就想让人捐钱, 怎么可能吗? 第285章, 锯杀仇的第一位捐款人。 宁宁, 我觉得吧, 这种让人出钱的东西, 不是很适合传统的推广方式。 颖天委婉说道, 不想打击宁长的信心, 那应该用什么方式? 宁长毫不在乎地问道, 颖天便顺势把未来锯杀仇, 辛苦摸索出来的推广方式提前讲了出来。 听完, 宁长眼中一彩连连, 这个推广方式太妙了,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们公司那么多人策划, 都没想到这个。 颖天自然不可能说是从未来的片段中看到的, 你得从最底层去思考, 人们会为了什么而捐款? 宁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颖天自己也在应用商城搜了搜剧沙仇, 贡献了一个下载量。 下好后, 颖天登陆进去, 只见数之不尽的病例展现在眼前, 而其中大多数都是暂无一人捐款。 唉, 颖天叹了口气, 你回去后宣传下都在亲朋好友间转发, 他们通过亲友认证的, 咱们可以多承担一些。 之前还以为有二十亿打底就够了, 但现在看来, 不发动群众的话, 就算是两百亿也不够帮助所有人。 我回去了也开通一个巨沙仇传释号, 你们可以在全国成立官方工作人员, 将验证过的病例发在上面, 我们免费帮忙推广, 并开通救助渠道, 这个我们不收手续费。 这是颖天最大限度能帮助他们的方法了。 嗯, 宁长点了点头, 开始琢磨些推广, 启发人们内心善意的方法。 颖天则是把巨沙仇的地址切换到了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他想给今天遇见的杨奶奶捐点钱。 可是, 当找到了杨奶奶的案例后, 颖天突然愣住了。 怎么了? 宁长发现了颖天的不对劲。 宁念, 你看这个。 颖天把手机递给了宁长。 宁长看了眼, 插一道, 你捐呢? 颖天摇了摇头, 那是谁突然一下把杨奶奶需要的医药费都给捐满了? 宁长好奇道, 颖天却突然想起了今天在医院转角撞见过的那个中年人黄人。 据宁长讲述的故事, 杨奶奶已经在福利院待了快一年了, 期间根本没什么人去探望过她。 也就是说, 在摩都和杨奶奶能搭上关系, 愿意帮她出这笔钱的人, 除了今天的那个黄人, 几乎没有。 至于什么大富豪发善心什么的, 那更不可能, 要真有人发善心, 那么多人她不捐, 怎么突然就找到了杨奶奶身上呢? 宁长倒是没想那么多, 只知道巨沙丑有了开门红, 心中欣喜万分。 太好了, 有了第一个捐款的, 就会有第二个捐款的, 发展下去, 人人互助也有可能。 这就是宁长现在的梦想。 嗯, 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颖天赞同点了点头, 心中却一直在寻思黄人的来历。 吃完饭, 颖天和宁长准备回去。 走出商业街时, 颖天又看见了黄人。 她正在一处小吃摊上买着粥, 看样子, 应该是给杨奶奶买的。 颖天想了想, 和宁长一起到了车库, 看着宁长上了车后, 说道, 宁宁,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事想去办。 哦, 宁长没问什么事, 早点回来哦。 颖天点点头, 看着宁长驱车离开后, 又回到了医院。 刚走到杨奶奶所在的楼层, 就看见黄人站在门外, 正吸着一支烟。 在她脚边, 还有不少烟屁股。 颖天好奇地看了下她的心声, 您放心, 我一定会为您儿子报仇的。 看见这个, 颖天在心里, 把自己猜想的某种可能画出了。 猜到可能是黄人把款捐了时, 颖天曾一度怀疑过, 是黄人害死了杨奶奶的儿子, 然后现在心怀愧疚, 特地来替她尽孝。 走过杨奶奶的病房时, 颖天往里面看了眼, 只见杨奶奶正安详地睡着, 看样子是睡着了。 怪不得黄人踢着周站在门外, 没有进去打扰。 颖天往房里张望的动作, 也引起了黄人的注意。 你是? 黄人认出了颖天, 正是今天和自己相撞的那个人。 颖天? 黄人一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好在颖天往病房里看了会, 主动问道, 你是杨奶奶什么人? 虽然黄人是和杨奶奶儿子一辈的, 但颖天显然没有把黄人当长辈的打算。 我是她一个亲戚, 之前一直在国外, 最近才回国, 知道杨阿姨身体不好, 特地来看看。 黄人把早准备好的说辞拿了出来, 除了是亲戚外, 黄人说的都是真的。 第286章, 黄人的秘密。 说完, 她才意识到本该是自己在问话, 怎么成了自己回答颖天的问题了。 反应过来的黄人转念问道, 你呢? 你又是杨阿姨什么人? 我? 颖天笑了笑, 掏出了巨沙仇的APP。 我今天来宣传过这个东西, 帮杨奶奶在上面发布了求助信息。 黄人顿时明白了, 原来是自己把钱都捐了后, 引起了巨沙仇官方人员的主意, 他们派人来查看了。 原来是你帮杨阿姨发布了求助信息, 谢谢你了。 黄人突然放松了警惕, 觉得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很不错。 回来知道杨阿姨患病多年无前医治后, 黄人就一直很后悔, 没早点回来, 让朋友的母亲没能营养天年。 当听说杨阿姨进了医院时, 黄人是真的吓得脸都白了, 他以为杨阿姨是因为病重症的医院。 索性来了后才发现, 是有好心人帮让让杨阿姨治病, 还在一个叫巨沙仇的软件上帮他筹集善款, 以备手术。 这让黄人庆幸的同时, 也对那一对好心的情侣心生感激。 眼下见到影天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好心人, 黄人自然对他心生好感, 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影天摆了摆手, 又开始试探黄人的身份。 不过, 我听杨奶奶聊天时, 怎么没说过他在国外还有亲戚? 黄人尴尬地笑了笑, 那个, 因为老一辈的事, 我们两家老死不相往来, 我这也是借着回国创业的机会来看看杨阿姨, 对了, 我叫黄人。 装, 你继续装。 影天心中鄙夷了他一会, 又捕捉到他嘴中的那个创业, 心生疑惑。 这个黄人不是要搞什么为朋友报仇吗? 怎么突然又扯到创业上网? 而且, 这个创业还不是他敷衍自己的说辞, 而是他心中真正的想法。 创业等于报仇? 影天对黄人的来历越来越感兴趣了。 哎, 也是, 老一辈的恩怨不应该传到下一代, 黄兄有如此孝心, 值得钦佩。 影天顺着他的话说道, 黄人尴尬地点了点头, 影天又问了些别的情况, 黄人或堂塞或支支吾吾地说了些。 影天也告知了些自己的信息,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忽然, 黄人脑中想起了自己接下来的打算。 招人, 黄人抬头看向影天, 上下打量起来。 刚刚这家伙好像说过, 他是在一家大公司里管事的吧? 嗯, 他又是帮忙杨阿姨求助的人, 那就是巨沙筹里一个小管理吧。 黄人想起自己知道巨沙筹后, 特地在网上搜了搜, 只找到了三两个小消息。 这足以说明, 巨沙筹就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公司。 影天身为管理, 却亲自出来推广巨沙筹, 也能印证黄人的这个想法。 想到这, 黄人的心思一下就活泛了。 这影天能当管理, 那肯定是有一定能力的。 而且, 影天能帮助杨阿姨, 那肯定是个好人无疑了。 自己创业的事还没定, 手头正缺人, 若是能让影天帮忙。 当机立断, 黄人主动说道, 影兄弟, 你觉得你那公司怎么样? 若是不满意, 不如听老哥两句劝。 影天目睹了黄人的心思转变全程, 有些哭笑不得。 但因为好奇黄人说的创业事, 影天便说道, 黄兄有什么建议不妨直说。 影天, 咱俩因为杨阿姨而认识, 也算有缘, 老哥手上有个好东西, 只要能找到投资, 就能大发一笔,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老哥一起干。 黄人丝毫没有想过影天会不会拒绝。 影天现在在聚杀仇, 聚杀仇是个小公司, 他肯定没什么留恋的地方, 而自己只要告诉他自己的秘密, 还愁他不心动。 当然, 黄人现在只是稍稍透露了点秘密, 没有直接说出来。 影天沉吟了会, 思索黄人手上的那个好东西是什么。 可这什么提示都没有, 影天哪里想得出来。 有心试探的影天问道, 老哥, 你这好东西是什么? 不会是犯法的吧? 那哪能啊? 黄人顿时摇了摇头, 只能告诉你, 我手上的是一份资料, 也可以说是一个咱华国没有的技术, 只要能拉到人投资, 我就能在华国把这个产业支撑起来。 影天边听边看黄人的心思, 最终还是什么发现都没得到。 这黄人还真是守口如瓶, 心理素质也过关, 看来只是试探的话, 搞不出什么有效的消息。 影天想到, 黄人看似说的好听, 但影天并没有心动。 这咱们华国没有的技术多着呢? 打个比方, 国外的一些高端药, 华国就造不出来, 但就算有了技术, 咱们能造吗? 第287章, 他把人家的宝贝偷回来了。 答案是不能, 一些高新科技方面的技术, 咱就算搞到了, 也因为没有专利, 造了卖不了。 一旦用于商业用途, 面临的就是国外对华国全方位的打压。 但如果不是高科技领域的东西, 那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 黄人能搞, 别人也能搞, 没有什么大市场。 似乎是看出了影天的犹豫, 黄人迟疑了会, 左右巡视一圈, 见周遭没人, 才福尔说道, 影兄弟, 我是看你帮了我杨阿姨, 才真心想要你入伙的。 我就说实话了, 我手上的这个好东西, 其实是英特瑞尔和魔龙的最新芯片资料, 以及相对应的光刻机图纸。 卧槽! 黄人说完, 影天直接惊了。 作为彼特的老板, 影天自然了解过芯片领域的一些情况。 世界十大芯片品牌, 魔龙牌第二, 仅次于英特瑞尔。 至于华国, 则只有一家公司勉强能上榜。 其实力, 与魔龙, 英特瑞尔更是天差地点。 而黄人现在告诉自己, 自己手上有魔龙和英特瑞尔最新的芯片资料, 以及对应光刻机的制造图纸。 这种感觉, 类比一下, 就是咱们还在用手雷炮弹时, 有人拿着原子弹、 核弹以及对应材料的制作工艺告诉你, 这是我从国外搞的。 黄人很满意影天的表情, 甚至, 他在听到自己朋友的这个 盗取国外这方面资料时, 比影天更为惊讶。 也正是这个计划, 让自己朋友永远倒在了国外。 好在他成功把东西交给了自己, 自己也成功带回了华国。 只要自己把芯片发展起来, 不仅能帮好友报仇, 还能帮国家在这个领域做大, 做强, 这也是好友生前的愿望。 影天震惊归震惊, 还是没有遗漏黄人心生的。 他也明白了黄人 以及杨奶奶儿子的一些事。 概括起来, 就是杨奶奶的儿子出国后, 想着祖国在芯片领域还很弱小, 便邀请黄人一起偷到英特瑞尔, 魔龙两家的最新芯片资料。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 拉近华国在芯片领域与外国的差距。 黄人沉思许久, 答应了。 他偷取英特瑞尔的电脑、 CPU芯片, 黄人偷取魔龙的手机芯片。 或许是因为魔龙对手机芯片并不太重视。 而英特瑞尔非常重视电脑芯片吧。 被邀请者黄人成功盗走了魔龙的东西, 没引起任何动静, 事情的发起者却意外暴露了。 这种事, 不仅触犯了间谍法, 更惹怒了英特瑞尔。 自知死路一条的他,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选择把资料传给黄人, 恳求黄人把东西带回华国, 并替他照顾母亲。 黄人藏好东西, 隐居好久, 也看见过杨奶奶和他老板一起来维权, 但他一直没现身。 只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上有着芯片的制造资料, 华国却还没有相应精度的光刻机。 为了完成好友的遗愿, 黄人又想办法进了一家光刻机公司, 隐忍良久, 在搞到光刻机的资料后, 毅然脱身连夜赶回祖国。 后面就有了隐天遇见的那些事。 直到这后, 隐天肃然起敬, 不谈黄人两人所作所为是否违法, 就说他们为了祖国的科技发展, 不顾自己生死去盗取国外的技术, 但这点就值得隐天钦佩。 老哥, 你想靠着手上的芯片去拉投资? 嗯, 黄人点了点头, 心中一喜, 隐天小兄弟这是要答应了吧? 却不料隐天严肃问道, 不知道你打算找谁投资? 马华? 马云? 还是其他富商? 啊这, 黄人嘴巴张了又张, 却没能说出话来。 这种事, 当然是先和谁预约上, 就和谁谈啊。 正想这么说时, 他突然看见隐天整了整衣领, 从上衣那口袋磨出了一张名片。 黄人大哥, 你要是没想好的话, 不妨考虑考虑我。 黄人猛逼地接过名片。 隐天继续说道, 彼特虽然建立时间短, 不如那些老牌的商人, 但我们的实力远超大部分人。 我就明说了吧, 今天我和我女友一起帮羊奶奶发起了求助, 而我女友是宁家的独女, 还有, 你可以查查, 彼特旗下产品传世的另一个股东是谁。 魔度宁家黄人还是知道的, 因此, 他现在网上搜了搜传世的股权结构, 占比最大的, 是彼特, 足足占了95。 但对黄人来说, 这远不如另外一个, 只有五股份的名字更震撼。 传世的另一个股东, 竟然是马云? 黄人虽然不是圈内人士, 但也知道, 现在马云私人投资的业务很少, 一般都是通过他旗下的芝麻金融在投资, 而传世竟然能让马云私人持股。 第288章, 达成合作。 其中的意义, 黄人自然知道。 这不是代表着, 彼特老板和马云关系特别好, 就是代表着这间公司的潜力, 让马云舍不得把钱分给别人。 他想自己投资, 自己分红。 芝麻金融里, 马云不是唯一股东。 这两种情况, 无论彼特是哪一种, 都值得黄人震惊。 与马爸爸关系好就不说了, 有什么要钱呢? 那还不是随随便便见? 要是是第二种, 马云看中了传世的商业潜力, 那更好不过。 彼特新建一个研发芯片的部门, 然后告诉马云自己有两份最顶尖芯片的资料, 还愁没人投资。 不光是芯片, 自己只要把手上有高精度光刻机的事说出来, 恐怕马云就会屁颠屁颠地跑来求投资。 看着黄人的反应, 影天及欣慰又有些难受。 欣慰, 是因为马云的名号一如既往的好用, 眼下黄人一下就不怀疑彼特的实力了。 难受的是, 自己又靠着马云狐假虎威了。 明明上次收过拳头时, 就想过不会再依靠他给彼特增加筹码。 摇了摇头, 影天将这种吃软饭的既视感抛出脑海, 问道, 怎么样? 既然我们有缘, 就让我投资你。 不说芯片的市场, 就说那个光刻机, 华国现在最强的光刻机的精度都要比其低好几个纳米, 真能造出来, 卖光刻机都能成百亿富翁。 更何况, 市场潜力更大的芯片呢? 说到正式, 黄仁从震惊中恢复了过来, 开始是靠影天说的话, 技术自己已经有了, 只要有钱买机器招工人就能动工。 也就是说, 只要投资的人资金不会断裂, 是不是真正的大牛都没事。 黄仁权衡利弊许久, 终是犹豫到, 影天, 欧布, 尹老板, 咱们先谈谈注资的事。 要真让自己去联系投资者, 能不能成不说, 说不定他们会仗着资本, 要求非常高的占股。 而直接和影天对接的话, 就能省去第一步, 直接进入谈判, 相信影天这人也不是什么贪婪之人。 就算影天同样有着商人的通病, 想要让自己为他打工, 自己再拒绝也不迟。 咱们现在就谈吧, 不知道你的要求是什么? 影天看出了黄仁的想法, 笑着问道。 他当然不像别的商人一样, 影天更喜欢的是共赢。 黄仁想了半天, 把自己的要求提高了一倍, 说道, 我要一百亿的投资, 股份, 能让你占大头, 占股五十四。 接着, 他开始忐忑地等着影天讲价, 并期望影天不要太贪。 影天听完, 心中一酸, 这个价格, 竟然是黄仁翻了一倍后的要求。 也就是说, 他原来只想要二十三的股份, 别说二十三, 就是翻了背后的四十六, 都已经完全超过了他手中这份技术的实际价值。 不算那些芯片技术, 就那个光刻机的真正价值都不止这些。 黄仁这是不懂行情吗? 显然不是。 影天猜测, 黄仁的这个数据, 是根据国外的市场来了。 资本横行的国家, 普通人根本没有翻身机会。 一有新技术出事, 马上就会面临财团的巧取豪夺。 不卖? 行, 你的东西别想卖出去了。 因为所有有钱人都沆瀉一气, 定了价就不会涨。 或者你在他们公司研发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你的份, 了不起发点奖金。 但在这里, 就不是这样了。 好的技术人人追捧, 就算有人想压价, 也会有其他人加钱买下。 行, 影天立即说道, 在华国, 虽然影天也可以欺负黄人不懂这些, 把价奖到黄人的心理价位, 但这无疑是为两人的合作埋下了隐患。 等以后, 黄人了解了行情, 就是两人分道扬镳的时候。 而这三份技术的市场高达万亿, 影天自然不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就同意了。 黄人有些恍惚, 自己的条件, 影天直接就同意了。 不是, 黄人回过神来, 急切道, 你再考虑考虑, 要不你压压价也行。 影天如此轻松地同意, 影天有些哭笑不得。 顿了顿, 影天又说道, 我就觉得这个价格不错, 愿意投一百亿, 换取五十四的股份。 本会你和我去公司吧, 我先把情况和他们说说, 明天咱们就签合同。 芯片产业, 影天迫不及待地想参一脚了。 黄人没想过事情这么顺利, 脑袋晕乎乎地点了点头。 第289章 会见 两人聊了这么久, 杨奶奶也醒了。 黄人把周送了过去, 又陪她聊了会天。 很快, 等到杨奶奶再次睡了过去, 黄人这才对影天点了点头。 咱们走吧。 影天汉手, 领着黄人走回了公司。 现在还不算太晚, 普通员工才刚刚下班, 影天走到楼下时, 看见了好几个离去的员工。 几位管理则是主动加班, 对今天做一个总结。 影天推开门时, 恰巧与他们对视了一眼。 老板, 这么晚还来啊? 有人问道。 嗯, 有点是要和几位总经理商量一下。 影天笑着解释道。 说完, 他看向张明和陆一宁, 张伯的办公室都是亮的。 影天率先带着黄人去了张明哪里。 敲了敲门, 等了四五秒后, 影天得到回应, 将门推开。 老板, 张明对影天现在还回公司有些疑惑。 这是黄人。 影天将黄人简单地给张明介绍了下, 又说道, 我有点事要说, 等会在你这开个会。 张明点点头, 自然没意见。 影天让张明接待一下黄人, 自己则去喊陆一宁和张伯两人。 看着老板出门, 张明给黄人倒了杯茶。 你好, 我是张明。 黄人立即接过, 你好你好, 不知道老板想宣布什么事。 看着黄人喝了口茶后, 张明问道, 虽然等会就会知道, 但张明还是想先了解一下情况。 早一秒了解, 就能多一秒的思考时间。 这是张明的一贯想法。 黄人想了想, 觉得这个张明似乎是影天兄弟信任的人, 便将影天准备投资自己的事说了出来。 张明听完愣了一瞬, 心中掀起轩然大波。 自己和老板刚说大IP计划没多久, 老板就直接搞了这么个重要的东西回来了。 芯片看似和比特现在的业务无关, 但张明作为资深经理, 自然能将两者联系起来。 要是比特的真的生产出了芯片, 无论是自己做手机、 电脑, 还是卖给别人, 都能有助于传世, 今日热点, 联盟的宣传。 别的不说, 就说卖芯片让产家在自带应用里把传世, 热点加上, 不是什么难事吧。 张明正想着, 影天已经把人带过来了。 一进来, 影天看见张明那表情, 就知道他已经知道了自己这次的目的。 虽然张明已经知道了, 影天还是要给陆一鸣和张伯解释解释。 这是黄人, 影天先把人给他们介绍了下。 你好, 你好, 这次喊大家开会, 主要是要宣布一件事情。 我计划在比特名下再成立一家公司, 这间公司挂靠比特, 但有自己的管理系统, 新公司, 我准备让黄人负责。 本来影天宣布新公司的事实, 张伯和陆一鸣还有些不得其解。 这怎么突然就冒出了个人和我们平起平坐? 但当影天把黄人手上掌握的技术告诉了他们后, 张伯和陆一鸣就只剩下惊讶了。 老板, 他手里真的有魔龙865和英特瑞尔最新的i10处理器芯片的资料。 影天点了点头, 卧槽, 他们两家的东西, 竟然到了我们手里。 张伯满脸狂热, 作为一个计算机专业的人才, 他对这方面更加重视, 直到后, 心情抑制不住地激动了起来。 对了, 陆总, 公司账上还剩多少钱? 影天突然问道, 好久没有关心公司账面上的事了, 影天记不得还有多少钱? 大概80亿吧, 老板, 公司账上起码得留5亿作为周转。 陆一鸣以为影天是要用传世账上的钱去投资芯片。 联盟投入不大, 现在有4个亿。 相比之下, 联盟的现金流就寒酸多了, 今日热点账上也不多了, 只剩不到5个亿。 张明严谨一概地说道, 传世一直面临随拍和快看的压力, 虽然也接了些广告业务, 但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刚好能不亏本而已。 联盟则是初期投入少, 现在账上的钱有不少还是卖皮肤赚的。 今日热点则是早早就开始盈利了, 但因为只有广告、 推文等简单的变现手段, 盈利有限, 影天一直是拿它当底蕴去运营的。 影天看着他们的心声, 师生笑了笑, 别那么担心, 我是想顺便问问你们差不差钱, 打算差的话, 就给你们补一点。 影天又看向陆一宁和张伯, 别忘了, 彼得现在的三个产品都在发展阶段, 现在抽取资金, 那无异于杀鸡取卵。 影天还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第二百九十章, 补充人手。 决定好资金的安排后, 影天看向黄仁, 说道, 黄哥, 新公司成立后, 我任命你为总经理, 但挂名不管是, 大的方向, 我亲自做主, 小的决策, 你可以自己做主, 也可以让下面的人去管理, 怎么样? 之所以有此问, 是因为影天并未在黄仁的特长上 看见过经营管理这个能力, 这说明, 黄仁的管理能力是低于六十分的, 也就是属于门外汉的那种层度。 黄仁坦然笑了笑, 显然也是知道自己不擅长于此, 没问题, 我全听老板安排, 我就想和基础研发人员一起搞清芯片和光刻机的技术。 他的兴趣在于科研, 对于何人打交道, 那是打心里就不愿的, 影天让他占股却不管事, 其实正如他所愿。 影天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黄仁非要管理权, 到时候外行管内行不出问题才怪, 好在黄仁有自知之明, 愿意放弃。 对于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影天笑了笑, 转身看向张明, 说道, 张总, 那这个新公司的工作也让你安排了, 不过, 虽然黄仁不管事, 但你还是可以凡事问问他的意见, 毕竟, 他曾在国外的多家公司都工作过, 更了解他们的结构。 张明点了点头, 老板你放心, 我虽然没管理过这种高科技公司, 但经验是互通的, 我有信心能管好, 那就好, 只是张明很快又皱了皱眉, 不过, 老板, 我发现我们公司现在人手有些不够了, 我想去招一批人, 影天沉思了会, 人手这块自己接管彼特来, 就没大规模招聘过, 正常来说, 为了保证人员流动, 大公司每年都会开设两批大规模的招聘活动, 如此算下来也是到了招写人的时候, 况且彼特一直在发展, 现在的体量已经完全不能和当初比较, 再加上又多了个联盟分部, 流失了一大批人, 人手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 影天好把公司转给影天前, 公司里有不少混日子吃闲饭的, 但现在, 几乎每个人都天天忙不过来了, 想到这, 影天点头道, 那就招一批人吧, 天天传世和联盟的空区职位, 正好顺便帮黄人也把人招了, 需要什么人才, 你们去参考下同藏, 顿了顿, 影天又补充问道, 对了, 你们热点需要招人吗? 热点病入不久, 影天也不知道他们那个工作强度算不算高, 反正看着比传世和联盟的员工轻松不少, 张明摇了摇头, 嗯, 以后每年就订两个大型招聘会吧, 这方面你比我懂, 就全靠你安排了, 影天对张明说道, 没问题, 张明想了想, 那事不宜迟, 明天我赶一份通知出来, 后天就开始招聘吧, 你自己安排好就行, 影天又看向陆一宁和张伯两人, 说道, 你们有什么要求, 就和张总提, 到时候应聘者能不能通过, 你们两个终身, 好的老板, 见时间也晚了, 影天赶紧让大家下班, 知道黄仁早就找好了住处后, 影天将他送到了酒店, 就驱车及时回去, 一日, 影天带着宁长一起来的公司, 不少员工见到消失好久的宁秘书, 纷纷热情地打着招呼, 宁长姐姐, 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来公司啊, 宁秘书今天怎么来了, 是不是赶到公司大便样了, 宁长一一回应着, 和所有人都打过招呼后, 宁长看着与自己在时完全不一样的比特, 疑惑道, 我这才走了几天啊, 怎么一下就陌生了呢, 影天笑出了声, 自从公司结构改革, 热点并入比特后, 比特公司开始了一次大班整, 这次大班整, 不仅为今日热点腾出了一层楼的位置, 还把以前孤立的各部门联系了起来, 现在, 很多部门都只有一强之隔, 传递消息什么的都快了一大截, 宁宁, 这叫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影天笑着打句道, 走吧, 咱们去找三位总经理, 今天令常一起来比特, 正是为了让传适和今日热点宣传聚沙愁, 这是之前就约定好了的事, 虽然聚沙愁最有效的推广方式是亲友护传, 但也不能说别的方式完全没效果, 带着宁常转了圈后, 影天和他先一起去了张明那边, 敲了敲门, 影天领着宁常进来时, 张明正在研究明天招聘要放出那些职位, 老板好, 老板娘好, 听到动静, 张明抬起头, 看见是影天和宁常, 顿时笑着打着招呼, 虽然只见过宁常一面, 但他还记得宁常是影天的女友, 因此喊的是老板娘。 第291章 多管齐下 宁常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连和影天关系都不想暴露的女孩了, 听着老板娘的称呼, 她泰然自若地点了点头, 丝毫没有羞意, 影天看在眼里, 微不可闻地点了点头, 看来宁宁从无到有创建聚沙愁, 还是成长了不少的, 以前的宁常看着高傲冷艳, 实则是非常容易害羞的, 影天叫她生老婆, 她都会捂着脸说谁是你老婆, 不要脸, 以前的宁常可爱单纯, 现在的宁常则是成熟之性, 这两个类型影天都喜欢。 回到正题, 影天和张明说了说宁常这次的来意, 张明听完, 沉映了会, 说道, 老板, 这个宣传, 我们今日热点这方面没问题, 我等会打个电话, 软件上就能看到推广巨沙愁的帖子。 顿了顿, 张明补充道, 不过, 老板娘, 你有没有什么专门的文案, 我们可以根据软件方的安排来推广, 这算是一个小钱规则了, 推广一般都会按照需求来, 自己完全随心所欲的机会很少, 毕竟, 总不能人家卖点是拍照, 你非给别人宣传续航, 处理器吧。 有的有的, 宁常突然想起来自己是有这么一份企划的, 急忙掏了出来, 递给张明。 张明随意看了看, 说道, 问题不大, 我把这个拍个照, 等会去让下属按照你的要求去推广。 宁常点了点头, 等到张明拍了照后收回企划, 主动拉着颖天去找陆一宁, 之所以让颖天带着自己找张明, 主要还是因为和他不熟, 现在是去找自己非常熟悉的陆总, 宁常自然一马当先。 下了一层楼, 两人很快到了陆一宁办公室的门口, 顾虑到陆一宁是女性, 颖天还想敲门等他同意再进去, 没想到宁常倒是直接就把门推开钻了进去, 颖天也只好跟着他赶紧进了办公室, 宁宾说, 看见近来的人陆一宁愣了回, 很快惊喜喊道, 宁宁姐姐, 有没有想我呀? 宁常凑近了点, 笑嘻嘻地说道, 想, 想死了, 陆一宁抱了抱宁常, 今天怎么想着, 回来看我了, 那肯定是有事求着姐姐啊, 宁常丝毫没有不好意思地说道, 陆一宁无可奈何地看了眼宁常, 说道, 说吧, 什么事, 陆总, 主要就是宁宁他创建的巨杀仇现在要引流, 我就带他来你这边, 想让传世给他开放一个官方号, 隐天事实找了存在感解释说, 陆一宁听完, 没问题啊, 我马上就让人安排, 说完, 他当即就要给人打电话, 宁常这次有经验了, 主动拿出策划, 说道, 陆姐姐, 这是我们的要求, 嗯, 陆一宁接过, 粗略看了一圈后, 建议道, 宁常, 我觉得短视频的话, 没必要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只要多拍些感人的视频, 你们帮助别人的视频就行了, 宁常想了想, 觉得陆一宁说的很有道理, 不同于其他用文字表述的推广, 图像影音是最能触动人心的, 写在纸上的东西, 想打动人, 除了感情真挚, 还真得靠不少文笔修饰, 而短视频就不用了, 直接将需要帮助之人最悲惨, 最可怜的一幕剪辑出来, 激发人们心中的善意就行了, 至于畏惧杀仇扬明也很简单, 只要把接受帮助前后的一些对比, 照发出来就行了, 人们一对比, 自然会知道是巨杀仇帮的那些可怜人, 那就听陆总的, 这些策划就让张明用吧, 影天想了想, 也觉得颇有些道理, 替宁常做了决定, 宁常点点头, 表示同意, 很快, 陆一宁这边也安排好了, 他抄了一串账号密码给宁常, 说道, 这是巨杀仇的官方号, 我已经让人设置了, 这个账号的视频默认开通打赏, 支援等功能, 有人想捐助时, 可以随时捐助, 另外, 我还让技术部的留了接口, 以后, 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直接留下链接, 他们点机会直接跳转到巨杀仇的网页界面, 另外, 我把这个号加入了特殊名单, 只要你们发视频, 都会被我们推广给每个人, 谢谢, 宁常见陆一宁帮自己把这些都安排好了, 惊喜些道, 陆一宁摆了白手, 这是不值一提, 忙完宣传的事, 影天又带着宁常仔细看了看改组后的公司, 之前急着去找张明, 宁常只是看了个大概, 知道那一层是那个部门, 看着焕发着生机的彼特, 宁常非常满意, 张明掌管公司还是有一手的, 所有方面都兼顾了, 这么一改, 感觉公司的效率都涨了一大减。 第292章, 电梯, 确实, 影天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公司改组后, 传世部门分了一批人去联盟, 虽然人手有些吃紧, 但还是能完成每天的工作, 可之前每天也是要加班才能完成相比, 效率上升了不少, 我现在是准备回公司了, 你呢? 宁常问道, 与张明, 陆毅宁都说好了推广的事后, 宁常也没有去看看张伯的打算, 准备回聚沙筹, 准备配合彼特进行宣传, 影天想了想, 今天彼特没什么大的事, 招聘会要到明天才会举行, 便随宁常一起去了聚沙筹, 说起来, 影天还一次没去过呢, 只知道是在豪能保险集团内部, 我和你一起去吧, 正好参观一下, 你们聚沙筹, 走吧。 说着, 宁常带着影天往外面走去, 宁常保险集团驶去, 今天的魔都不是狠堵, 不一会, 两人就到了, 下了车, 影天上下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宏伟的高楼, 心生感叹, 这就是市值迁移的豪能集团的总部吗? 彼特现在的市值才百亿左右, 彼特大楼也远没这栋写字楼高大, 影天想起了当时看见的随拍的未来片段, 随拍当时的办公场所, 比眼前这栋高楼更加植入云霄, 咱们进去吧, 宁常适时说道, 走吧。 说着, 影天牵起了宁常的小手, 一起踏入了豪能集团大楼, 巨沙筹分道的地方在17楼, 那边有电梯, 宁常指了指, 顺势带着影天向哪里走去, 等了会电梯, 当进去准备关门, 就听见有人喊着电梯, 等等, 影天眼疾手快地按了按开门键, 把门打开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得体西装的男人, 影天看了看他的资料, 知道他是豪能集团销售部的一个小主管, 名字叫朱明旭, 影天帮他开了门, 他进来后, 只是随意地说了声谢谢, 就注意到了同在电梯的宁常, 没在理影天, 宁小姐, 你这是刚来公司吗? 宁常看着他, 皱了皱眉, 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啊, 我是刚来, 你是? 朱明旭愣了愣, 急忙解释道, 我是朱明旭啊, 在销售组, 之前你从公司抽掉人手时, 我派了几个人去的, 宁常还是没想起来, 只好之无过去, 哦, 是你啊, 谢谢了, 朱明旭顿时笑得贼欢, 影天看着,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家伙, 就看不出自己女友是在敷衍吗? 想着这个朱明旭那么无礼, 影天眼睛一转, 再次牵住了宁常的手, 通过朱明旭的心声, 影天能看出他仰慕宁常已久, 所以影天选择在他面前和女友秀恩爱, 宁常自然地反握住, 像是喝茶一样自然, 如影天所料, 朱明旭隐晦地看了眼两人紧紧牵住的手, 心中渡火猛地燃了起来, 马德, 这家伙不会就是宁常的男友吧? 本以为宁常说自己有男友是骗大家的, 没想到是真的, 这么想着, 朱明旭上下打量着影天, 想看出这人有什么特别的, 能追到宁家大小姐, 这么一看下来, 朱明旭迷惑了, 这家伙也就脸好看了点, 身上穿的也不都是名牌, 宁常怎么会喜欢这家伙? 难不成, 宁常就喜欢这种长得帅的, 却是, 影天不像其他有钱人一样, 喜欢穿那些什么国际名牌, 国外手工定制的衣服, 咋一看, 还真和有钱搭不上关系, 加上影天特别能打的颜值, 所以朱明旭直接认为影天是个吃软饭的了,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朱明旭还是不经意地问道, 宁小姐, 这位是, 哦, 这是我男朋友, 影天, 今天他陪我来公司看看, 宁常介绍道, 他看不出朱明旭的想法, 单纯想的就是, 让公司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男友叫影天, 你好你好, 朱明旭立即伸手, 你好, 影天笑着和他握了握手, 想看看他想做些什么, 这两月天天忙着彼特的发展, 没怎么出来玩, 好久没见到过这些想在自己面前装逼的人了, 在公司, 整天面对那些对自己恭恭敬敬的员工, 还真有些审美疲劳, 要不, 找个时间和宁常出去玩几天, 宁常这些天也累得够呛, 影天随意想着, 影哥看起来好像一个明星啊, 叫吴什么来着, 朱明旭说着, 突然皱眉, 嘴里不停念叨吴, 吴什么来着, 影天听着, 倒是对他有些刮目相看, 这家伙, 还知道先夸自己打入内部, 看来有几把刷子, 应该没少挖过墙角, 第293章, 大姐头的男友, 宁常听着他夸奖影天, 倒是比影天自己还要高兴, 帮着想到, 吴彦祖, 吴七龙, 朱明旭事实接话, 对对对, 就是吴彦祖, 影哥的样貌, 我敢说绝不输他, 宁常笑着凑到影天耳边, 听见了吗, 这人夸你比吴彦祖还帅呢, 还用他夸, 影天对着宁常挑了挑眉, 我本来就比他帅, 是是是, 你最帅, 宁常笑嘻嘻地打趣道, 朱明旭本准备用夸奖影天的方式讨好宁常, 却没想到, 宁常是很开心, 但却是为影天的后脸皮开心, 这让朱明旭脸色有些黑, 对了, 还不知道影哥是做什么的, 在哪里发财, 脑子一转, 朱明旭笑着问道, 宁常笑着替他回答说, 他现在是在经营一家公司, 开开公司, 厉害厉害, 朱明旭嘴上夸奖着, 心中却不屑地冷笑, 开公司, 连名字都不敢说, 不会是什么小作坊吧, 这种情况, 朱明旭在同学聚会时间多了, 一些同学为了面子, 连开家小面馆都要说是在开公司, 他开始想着怎么取代影天了, 论实例, 他朱明旭是豪能集团营销部的一个小头头, 手下也管着十多个人, 每年还能挣得大几十万, 比你影天好多了, 论距离, 他朱明旭和宁常每天只有几层楼的间隔, 而影天不知在哪开面馆呢, 他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影天长得帅又怎么样, 只要锄头挥得好, 哪有墙角挖不倒, 在我死缠烂打下, 看宁常还跟不跟你, 一想到自己取代影天, 朱明旭就忍不住要飘起来了, 成功了, 不仅每人在怀, 自己还能继承豪能集团, 到时候就把自己看不顺眼的那个经理开除, 然后自己上位, 听说宁家还有个支柱产业, 比豪能集团要大几倍不止, 到时候那个也是自己的, 影天看着朱明旭的心声, 有些无奈, 这还只是大白天呢, 你就做起梦来了, 要是回家到了晚上, 你还不得上天, 不过, 影天知道朱明旭的打算后, 还是忍不住有些厌恶他, 虽然知道宁常的仰慕者不会少, 影天也有信心把别人都比下去, 但还是看朱明旭有些不顺眼, 要不, 找个机会让宁叔叔把他开了, 朱明旭不知道自己心中的歪歪, 已经全部被影天知道了, 更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工作能否保住, 只在影天一念之间, 叮咚, 很快, 朱明旭的楼层到了, 他对着影天和宁常笑了笑, 就屁颠屁颠地向着自己办公室跑去, 他没准备和影天对上正面, 打算等影天走了, 再慢慢接触宁常, 影天看着他的背影, 笑了笑, 走了个人, 电梯似乎变快了点, 很快就升到了十七层, 到了后, 影天被宁常挽着带路, 快点快点, 路上, 宁常不停地催促, 怎么了, 影天有些好奇, 怎么宁常突然赶起路来了, 我想快点把你介绍给拒杀仇的员工, 宁常不好意思地说道, 影天懂了, 宁常这种情况, 无异于以前班上哪个人早恋了, 恨不得让全班都知道一样, 或是想炫耀, 或是想获得祝福, 走吧, 影天主动加快了脚步, 很快, 两人走到了一扇门前, 宁常平复了下心情, 一把将门推开, 嘎吱一声, 巨大的动静, 立即引起了门内众人的反应, 大姐头, 看清是宁常后, 顿时有个绿衣女孩惊喜地喊道, 大姐头, 影天古怪地看了看宁常, 你们狙杀愁玩得这么吵, 宁常一下就红了脸, 不同于当众秀恩爱, 大姐头这个称呼, 总让宁常有一种中二的感觉, 什么大姐头啊, 宁常扬了杨卧气的小粉拳, 恶狠狠地威胁道, 叫宁部长, 宁部长好, 其余员工倒是规规矩矩的, 喊完, 他们才注意到宁常身后有个帅气的男子, 绿衣女孩眼睛一亮, 宁组长, 这个帅哥是谁, 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宁常点点头, 他是我男友, 影天, 大家好, 影天笑着给大家打着招呼, 知道影天是宁常男友后, 绿衣女孩眼睛冒着光跑到了影天身旁, 哇塞, 宁组长, 你说你男友很帅, 我一直开始还不信, 现在我信了, 影天有些哭笑不得的退了两步, 你夸归夸, 别捏我脸啊, 我这是货真价实的原厂皮肤, 不是整的, 第294章, 安排推广, 好了好了, 贝贝, 你看你, 有个女孩的样子吗, 宁常看见影天无可奈何的样子, 笑着把绿衣女孩拉开, 帮影天解了围, 绿衣女孩原名张贝贝, 张贝贝笑嘻嘻应付了过去, 又问道, 宁部长, 你男友还有什么亲哥哥亲弟弟吗, 介绍给我认识下呗, 反正肥水不留外人田, 不好意思, 宁常面无表情地说道, 没有, 说完, 只见张贝贝一下就苦了脸, 开始忍不住哀声叹气起来, 凑近点听, 影天能听见他说的是, 哎, 我怎么就找不到这么拿得出手的男友呢, 影天看着他的心声, 都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帅得惊天地动鬼神了, 至于这样吗, 宁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道, 影天, 他就是这么浮夸一个人, 不用管他, 影天点点头, 表示明白, 小插曲过后, 大家开始进行今天的正式, 宁常从公文带里掏出雨传世, 今日热点的合同, 为大家说, 早上我去忙着谈推广的事, 和彼特达成了合作, 这是合同, 你们看一下, 张贝贝眼睛一亮赶紧接过, 粗略地看了看, 他单独举起来看就算了, 还时常忍不住惊呼, 哇塞, 宁部长, 这么苛刻的条件, 他们都答应了, 被吊着胃口的其余员工, 皆是眼巴巴地看着贝贝, 还有这里, 没花一分钱, 他们彼特是做慈善的, 已经有部女员工, 开始往贝贝后面挤, 想看看合同里有什么, 能让贝贝这么惊讶, 宁常一把夺过合同, 没好气到, 你别光自己看, 张贝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嘿, 看着挺有意思的, 一时间忘了, 他赶紧把合同传给其他员工看了看, 很快, 所有人都大致了解了, 宁常今天带来的两份合同, 当然, 他们看合同, 并不是因为要帮忙看没有没漏洞, 而是要看看合同里对双方合作的方向有没有规定, 防止到时候南辕北辙, 等到合同再次传回来后, 宁常看了看在座众人, 说道, 大家也应该知道了, 这次合作, 我们要主动提供示例, 然后他们帮忙宣传, 大家手上有合适的, 尽管报上来, 宁部长, 我这边地推势帮助的老人连话都说不了, 能让他的子女代劳叙述吗? 宁常刚问完, 就有一个人举手说道, 可以, 宁常点了点头, 只要能宣传巨杀的都可以, 那我等会就去找他子女看看能不能拍个视频, 有了第一个, 很快就有第二个, 看着宁常沉着冷静地嘱咐好每一个员工, 尹天嘖嘖称奇, 宁常工作时这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是日常生活中他不会展现出来的, 很快, 领到了任务的员工纷纷出门, 准备和受助者联系, 看看能不能用他们的势力进行宣传, 若大一个部门就只剩下了尹天, 宁常和张贝贝, 尹天有些疑惑张贝贝怎么没去, 一看顿时明白了, 这小姑娘是宁常的贴身秘书, 怪不得他看起来和宁宁很熟, 也敢开宁宁玩笑, 尹天嘀咕道, 贴身秘书自然是不用出去跑腿的, 他被宁常安排去拍剧沙仇内部环境, 尹天则被宁常带着参观他的工作环境, 这是我的办公室, 你看, 尹天跟着宁常推门进了他的办公室, 顿时一阵清新的花香扑鼻而入, 宁常的办公室装饰得很简约, 就一个桌子, 一个沙发, 一张茶几, 以及桌子后有个档案柜而已, 而桌上的花瓶中正摆放着一束花, 扑鼻的香气正是从那传来, 可以啊, 比我大办公室大多了, 尹天环视一圈, 说道, 这么大的办公室, 估计整个部门挤一挤都能省个会议室了, 我也不想要这么大的, 可我爸非要让我把这间当办公室, 宁常语气略带埋怨, 尹天听着, 还不得羡慕嫉妒死, 别人想要个首富爸爸, 都还要不到吗? 尹天笑着说道, 对啊对啊, 我就希望我爸哪天能给我说, 女儿啊, 有件事瞒了你好久了, 其实, 咱家不穷啊, 我是某某公司的老板, 宁常还没接话, 就听见门口有人迫不及待地念叨着, 一看, 是张贝贝偷偷开了个缝, 正在偷听呢, 张贝贝, 宁常大喊一声, 准备去把他抓住, 这丫头, 平时和自己每个正行也就算了, 今天自己男友来了, 他还偷听, 要是自己和尹天正在亲热怎么办? 啊, 宁部长, 宁姐姐, 大姐头, 我错了, 第295章, 应聘者众多, 看着宁常跑过来, 张贝贝立即慌不择路地往外跑, 两人你追我赶, 实在没有一丝职场成熟女性的样子, 反倒是像个两个小屁孩一样, 尹天在后面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宁常这么不顾形象的样子, 可太少见了, 就连在自己面前, 一般都是要自己去惹他, 他才会这样, 两人玩到了好一阵, 才恢复过来, 将张贝贝抓了过来后, 宁常突然意识到, 自己刚刚像个熊孩子一样, 顿时脸色一红, 张贝贝倒是满不在乎的嘻嘻笑着, 公司内景拍完了吗? 尹天及时接话, 想转移话题, 果然, 这一问, 宁常的注意力顿时转移到了这上面, 面色不善地看着张贝贝, 似乎在说, 要是你没拍, 就来当咸鱼, 我可不会客气, 拍完了拍完了, 张贝贝顿时献宝式地掏出相机, 宁常接过, 和尹天一起欣赏了起来, 或许是每个女孩, 都比较擅长拍照这方面的技术吧, 反正尹天看完, 觉得很不错, 基本上把聚沙愁内部的所有设施都含阔了, 宁常也不禁点了点头, 怎么样, 我拍得还不错吧? 张贝贝立即请公事地问道, 宁常敲了敲他的脑袋, 一般, 尹天看了看时间, 也快到中午了, 便建议道, 他们今天应该搞不定录制工作, 我们先去吃饭吧, 张贝贝眼睛一亮, 吃饭? 好啊好啊, 我早就饿了, 啪气, 就知道吃, 宁常又试一下, 说归说, 宁常还是选定了一个吃饭的地方, 带着尹天和张贝贝前去, 简单解决了午餐, 尹天对着车内的宁常挥了挥手, 路上慢点开, 嗯, 宁常点点头, 尹哥, 下次再来公司玩啊, 张贝贝笑嘻嘻地挥手, 尹天笑着回应, 很快, 宁常驱车离开, 下午, 应该就有些写文字稿的员工搞定了要回来, 宁常回去叫工作, 可以遇见的是, 接下来两三天都会非常忙, 这件事, 尹天也插不了手, 就没去聚沙仇打扰, 而是选择回比特, 随手拦了辆车, 报了比特的地址, 尹天坐车回来了, 他准备去看看张明准备好招聘会的事没有, 就率先去了今日热点所在的楼层, 一进门, 尹天就看见了随意扔在地上的饭盒, 显然, 张明又是随便解决了午餐, 张总, 工作归工作, 饭还是得好好吃啊, 尹天随手把餐盒扔进垃圾桶, 说道, 低着头工作的张明文言, 看向尹天, 不好意思笑了笑,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 招聘会的事, 我们刚宣传, 就有不少人打电话过来, 我估计, 明天我们公司还不一定能装下那么多人, 尹天好奇地走到张明桌前, 看了看他现在登录的那个邮箱, 也是有些惊讶, 这么多份申请吗? 只见电脑右下角时不时地弹出 你有新到邮件, 请注意查收的消息, 邮箱内密密麻麻的未阅读字样, 看了让人不禁心生退意, 统计显示, 现在未阅读的邮件数, 足足有近两万条, 老板, 你是不知道我们比特现在有多么火吗? 张明的语气有些郁闷, 老板撒手公司的事, 不管也就算了, 你起码要知道公司在市场上的名气啊, 影片想了想, 有这么多人申请, 也是情有可原, 单说传世, 现在就属于短视频领域的龙头老大, 想要入职短视频工作的, 自然会率先想到来比特应聘, 至于联盟, 那更是市场独一份, 相比之下, 在华国的MOBA市场, 联盟算是占据了99的份额, 在整个游戏市场, 联盟也只是比企鹅的几个招牌游戏玩家少而已, 想要从事游戏方面的工作, 除了比特的联盟, 就是去加入企鹅, 而企鹅发展多年, 手下自然不缺人才, 行人想加入, 没有关系, 很难成功, 退而求其次, 把目标描向比特, 也在情理之中, 我帮你看看这些简历吧, 你拟定的要求是什么, 影天看了看, 除了邮件外, 还有些人用的信件寄送简历, 这些堆在一旁, 高高的遗落, 诺, 这是职位要求, 先把符合条件的汇合, 然后再择优录用, 影天还没体验过招人, 好奇的结果要求, 看了下去, 职位, 数据分析师, 要求, 数学, 统计学, 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 要求有一定的游戏运营分析经验, 或对主流游戏有深入理解者优先, 两年以上数据分析与挖掘经验者优先, 薪资, 15, 20K, 这个是联盟的数据分析师的要求, 和其他公司差不多, 行, 我这次也当一回, HR, 影天看完, 拾起信封简历到一旁审查了起来, 第296章, 招聘会偶遇, 影天本来以为这会是一个相当忙碌的事, 没想到的是, 自己看完要求后, 眼睛竟然能自动分析手中简历, 看着那显示在简历上方的合格与不合格, 影天眼睛一亮, 好家伙, 自己的金手指还能自动帮忙分析简历, 影天拿出一份标注为合格的简历, 打开看了看, 如果这个人的简历是真的话, 那他这某985硕士文凭, 曾在企鹅实习过等一系列经历, 还真能碾压一大批人得到他求职的位置, 轻而易举, 影天又取出了一份标注为不合格的简历, 只见这份简历比之前那个花里胡哨多了, 一些影天听都没听过的奖项, 研究项目等不要前世的写在履历上, 而这些经历全部被自己是双眼标注为作假, 摇了摇头, 影天将这份简历扔进了垃圾桶, 接着, 影天按着异能显示的结果, 飞快地将这批简历审阅完毕, 再看向张明那边, 竟然比自己更快, 影天好奇地凑过去看了看, 只见张明打开一个简历, 从上到下审视一遍, 就算看完了, 这就完了, 影天好奇问道, 张总, 你这看清了吗? 张明停下手上的动作, 看清了啊, 老板, 我这搞了这么多年, 这些简历基本看一眼就能知道他们的水平, 刘碧, 影天给他竖了的大拇指, 还是竖页有专攻啊, 张明凭着多年的经验, 影天又帮忙分担了些电子邮件的简历, 没几个小时, 那几万封简历竟然全部被看完了, 合格的, 总计三千多人, 但满打满算, 这次比特也只打算招两百人不到, 张明便又从简历中挑挑拣拣, 选了约一千份优秀的, 行了, 我等会给他们发面试的消息, 对了, 老板, 明天面试你要来吗? 张明突然问道, 影天想了想, 自己也没啥事, 哎呀, 正好我还没当过面试官呢, 得到异能钱, 一直是别人面试自己, 这次终于轮到自己面试别人了, 影天这个心理, 就和许多人上学时被老师训斥, 想以后自己也当老师, 训斥其他人一个道理, 一日, 影天到达公司时, 楼梯间已经站了不少人了, 他们都是被通知现在来面试的, 张明给他们每个人发了时间段短信以及编号, 众人按照编号分批鄙试面试, 时不时的, 上面就有人问道, 七号, 七号杨先生在吗? 立马就有人整理了着装, 喊着来了来了, 急匆匆地跑了上去, 有时也会遇到人没来的情况, 这种就直接顺言, 如果在预定时间里还没来, 后面来了也不会入用, 这是考验的最基本的手势, 影天本想直接去里面体验几把面试观的影, 但想了想, 还是决定等会再去, 故事里不是经常写吗? 某次面试, 老板故意在房间外设置考验, 只有通过了老板真正考验的人才能进入公司, 什么随手扔垃圾啊, 倒水会不会浪费, 看见有小孩哭管不管之类的, 影天恶趣味地留在了下面, 可惜的是, 在场的所有人似乎都是正常人, 没有一个犯傻的, 倒是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 嘿, 朋友, 你是爱应聘什么职位的? 程序员, 怜悯的眼神, 程序员, 这位老哥又转身问另一个人, 你呢, 应聘什么职位? 平面设计, 老哥顿时闭嘴了, 影天看了眼他的心声, 原来是同样应聘平面设计的, 遇到竞争对手就不说话了, 偷着笑的影天又看向其他地方, 突然, 影天的视线停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这是, 自己前女有小美, 小美也看见了影天, 有些错愕, 她还以为影天和自己一样, 都是爱彼特面试的呢, 小美心中疯狂猜想起来, 影天不是在豪能保险集团分公司上班吗? 怎么又来彼特了? 虽然以前影天帮自己写作业, 写论文是了解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但她的毕业证不是这个专业啊, 彼特现在招人都不看学历吗? 虽然看见了熟人, 但两人显然都没有打招呼的意思, 小美是因为停留在影天穷的印象上, 加上之前认为是影天害自己与王哥分手, 心中正暗恨呢, 影天则是完全把小美当一个路人了, 看见也当不认识, 反正以小美的实力, 肯定过不了鄙视这一关, 自己也不用找她麻烦, 想了想, 影天决定上去试试面试官的感觉, 再待在下面也没什么意思了。 第297章, 前女友主动找我麻烦, 只是, 正当影天要上去试, 刚好又到了下一批面试者, 楼上传来路易宁的声音, 请11号至20号上来, 有杨学斌, 李杨阳, 陈小美, 影天顿了顿, 等到这一批所有人都出现并上楼了后, 自己才慢吞吞地跟着上楼, 没想到的是, 楼梯走到一半, 就看见小美在前面叫唤, 影天, 你上去干嘛? 还没到你呢? 影天, 只见小美站在上面, 正一脸咽气地看着自己, 我上不上去, 关你什么事? 咒着眉, 影天说道, 刚刚好像没报你的名字吧? 小美问道, 她也没数刚刚有多少人上楼, 自顾自说道, 你该不会是从哪里取了个假名, 伪造了学历过来应聘的吧? 本来到了自己面试的时间, 上楼后想回头看看, 却见影天正跟着上来, 脑补了一切的小美, 顿时有了个让影天出丑的计划, 楼下的面试者顿时纷纷侧目, 想看看是谁这么大胆, 他们也没人数刚刚上去了多少人, 只是抱着吃瓜的心态, 想看看剧情发展, 小美见自己画的煽动效果不错, 得意笑了笑, 大家听我说, 我和她认识, 她叫影天, 但刚刚彼特没有报这个名字, 而且, 她大学学的是机械类, 根本和彼特的业务方向沾不上边, 大家顿时对小美的话信了几分, 是啊, 机械类专业和彼特一点关系都没有, 彼特再怎么说, 也会通知这样的人来面试, 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个影天伪造了简历, 或者就如小美所说, 影天不经伪造简历, 还直接换了个身份, 他们先入为主的把影天当成了应聘者, 毕竟, 那个老板会这么无聊, 来这里看他们聊天打屁, 既然是应聘者, 那自然是能打压就打压, 少了个人, 自己的机会说不定还会更多一些, 影天无奈的笑了笑, 我就上的楼, 你们至于吗? 众人语色了, 这要上楼的话, 自己好像却是管不了他, 小美却认定影天是打算糊弄过去, 当即想着陆一宁所在的地方小跑过去, 你好, 这个叫影天的想要上来面试, 陆一宁定睛一看, 正好看见了缓缓上楼的影天, 陆一宁不知道小美是在针对影天, 还以为她是过来帮影天提醒自己的, 毕竟老板说了要亲自面试, 现在让人喊自己带她进去, 也很正常, 接着, 就在小美期待的视线中, 陆一宁急步走了过去, 马上她就会被赶出去了, 小美期待的想着, 却不料, 陆一宁和影天不知说了些什么, 就笑着把影天领了进去, 走到一半还不忘回头, 对其余面试者说道, 你们一起进来吧, 而影天全程都没看小美一眼, 小美的笑容僵住了, 这怎么和自己想的剧本不一样, 她仔细看了看陆一宁的脸色, 突然像是恍然大雾一般, 睁大了眼睛, 在她心中有了一个猜测, 影天和这个女人有私情, 这个女人能帮忙让影天进公司, 想到这, 小美心中忍不住有些嫉妒, 凭什么我找的那个人只能帮忙泄体, 面试还要我自己来, 而影天一个非对口都能比我强, 要是让小美现在说出来, 她是不敢的, 虽然这个女人看着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自己现在还在外面, 惹不起她, 但自己要是进去了, 想到这, 小美立即加快了脚步, 所有人都进去后, 还没到自己的应聘者们面面相去, 这瓜吃一半哪, 怎么当事人都不见了, 进去后, 率先是一个鄙视的房间, 地下凌乱地堆积着一些曹高纸等, 这都是之前的应聘者剩下的, 陆一宁安排好这一批人鄙视后, 带着影天朝下一间房子走去, 那自然是面试的地方, 小美极度地看着影天的背影, 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想, 这影天果然是走了后门, 连鄙视都不用就能直接面试, 我一定要举报她, 想到这, 小美左右看了看, 只见这里除了自己和其余九人外, 还有的就是几个监考的工作人员, 跟他们举报, 不一定有用, 小美沉思, 本会和面试官举报吧, 看着往后传来的题目, 小美突然有些紧张, 那家伙, 给自己的题目应该没问题吧, 很快, 题目传到了小美这, 她快速看了一遍, 松了口气, 还好, 题目没问题, 和自己提前得到的一模一样, 不枉老娘陪她看了场电影, 回去后, 就把她拉黑吧, 亮她也不敢曝光这件事, 第298章, 比特最大关系户, 越过那扇门, 影天来到了张明规划的面试的地方, 上一批通过了笔试的人, 还没面试完, 因此, 影天进去时, 张明只是朝他点了点头, 就继续面对应聘者去了, 影天也没去打扰正在对话的张明和张博, 被陆一宁领着, 在他们旁边的一个椅子上坐下, 陆一宁看了看正在问问题的张明两人, 说道, 老板, 你有什么问题, 直接问就行了, 我知道了, 影天摆了摆手, 饶有趣味地看着眼下这个应聘者的对话, 及他的心理活动, 你能接受加班吗? 张明问道, 没问题, 应聘者毫不犹豫地回道, 心中, 他想的却是, 哎, 又要加班, 希望能有加班费吧? 你的期望薪资是多少? 轮到张博问了, 15k以上, 应聘者从容说道, 嘴上说15k, 但他的心理期望只有13k左右, 张明沉思了会, 似乎是在计算他的价值, 过了会, 张明断言道, 13? 5k? 然后每年两次薪资升级机会, 具体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合同, 应聘者心中一喜, 脸上却表现得非常犹豫, 许久, 才点了点头, 影天看着张明给出的价格, 心中默默给他点了个赞, 能精准地计算到这个人的真实薪资, 这份能力已经不必一些专业的HR差了, 好了, 你回去等消息吧, 下一位, 这个面试者退下, 很快, 下一个面试者又坐到了面试官对面的座位上, 张明也开始又一轮面试, 这次影天目睹了完整的过程, 也是对面试的流程有了些了解, 同样的, 基本上每个面试者都会夸大自己的能力以及期望薪资, 以此谋求更大的机会以及更多的报酬, 但基本上都会被张明看穿, 很快, 这一批应聘者全部面试完, 陆一宁又去接下一批面试者进来, 顺便安排下一拨人鄙视, 在这一批面试者里, 影天意外地看见了小美也在其中, 他怎么过了鄙视? 鄙视题目很简单吗? 影天看见他后, 愣了一瞬, 作为小美的前男友, 影天是知道他的真实水平的, 上大学期间, 小美的一些作业, 参加的比赛, 写的论文, 设计等, 几乎都是影天帮他写的, 可以说, 影天这个其他专业的人都比小美更懂他的专业, 说的直白点, 就是小美大学期间完全没有学过一天, 心思都用在别的地方了, 能安然毕业, 都是因为影天帮他拿了很多奖, 老是给面子, 他能正常通过比试, 影天是不相信的, 皱着眉, 影天看了看他的心声, 脸色一冷, 有人给他泄露了考题, 恰巧, 知道小美也看见了影天, 因为影天坐的地方只有一张小桌子, 比张明和张伯面前的桌子小了不少, 所以小美虽然疑惑, 为什么影天能坐着, 也没把他枉刀了想, 心中一喜的小美立即站了起来, 你有什么事吗? 张明注意到了他, 面试官您好, 我想举报一件事, 什么事? 张明皱了皱眉, 影天还在猜想会是谁泄了题, 文言脸色一下变得很古怪, 这女人该不是想举报我吧? 小美倒是没有直接说出来, 而是问道, 请问您知道您的公司有人通过关系, 直接把自己人搞进来上班吗? 还有这回事, 张明神色凝重了, 这种情况在每个公司都是大忌, 想让朋友进来可以直接内推, 只要他有能力, 还怕不能成, 你说的是谁? 你放心, 我们要是调查清楚你说的属实, 我们会让你直接代替那个人的位置, 张伯义正言辞地问道, 他有些高兴了, 本来觉得面试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没想到试了两三个人就有些无聊了, 现在突然有人搞事情, 张伯一下就来了兴趣, 就是他, 小美把手指了过去, 张明和张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看见了安静坐在一旁的影天, 看着房间里所有人都在看自己, 影天耸了耸肩, 那个, 我问一下, 你是说这个人直接招了个人静比特吗? 张伯尬笑着问道, 要真是老板招的, 他可不敢把那个关系户给开了, 不是, 我是说, 他就是那个走了后门进来了, 小美摇了摇头, 啊, 张明和张伯面面相去, 怎么了, 难不成是让他走后门的人背景很强, 你们怕的话, 把你们老板的电话给我, 我找你们老板说去, 影天笑了笑, 主动走到小美面前, 把自己的名片递了一张给他, 第299章, 影天就是比特老板, 这是影天准备与其他大老板结交时准备的名片, 小美诧异接过影天的名片, 你给我这个做什么? 比特董事长, 影天, 小美念着念着, 突然失声尖叫, 比特董事长, 你是比特董事长? 他睁大眼睛看向影天,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影天不是一个卖保险的吗? 怎么一下子成了比特的董事长? 小美立即转向两个面试官, 只见他们都憋着笑, 老板, 这女孩是你什么人啊? 怎么他把你给举报了? 张伯忍不住打去了, 静止说道, 去去去, 影天摆了摆手, 又看向小美, 问道, 比试的题目是谁给你的? 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比特老板, 你明明只是一个打工仔, 明明只是一个卖保险的, 小美却像是着了摩似的, 只是一个镜念叨着这些, 只是, 那两个面试官的表现, 说明明片上写的都是真的, 大姐, 你还面不面试, 不面试就让我们先上马, 后面的应聘者等不及了, 忍不住催促道, 老板在现场面试的机会可不多, 这次要是让影天记住了, 保不住以后就能被他提携一手, 这种机会, 他们都想把握, 小美回过神来, 小天, 你真是比特的老板吗, 他突然柔声问道,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影天已不再是当初的那个舔狗, 泰然道, 行了, 把给你比试题目的人供出来, 自己回去吧, 小美心中突然一阵慌乱, 想到了那个泻涕给自己的人, 急忙转移话题道, 你真的是比特老板, 你怎么不早说, 小天, 我当时和你分手, 影天通过他的心声知道, 那个泻涕人后, 没理会小美, 转身看向张明, 张总, 那个什么刘瑞, 是热点的人吧, 你去查查, 是他把题泄露出去的, 小美挽回的话突然中止了, 满脸震惊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是他, 张明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刘瑞泻的比试题, 好吧, 这件事我回去一定彻查, 手下人出卖公司利益, 还被老板抓了个正正, 这让张明脸上无光, 也没心思去猜, 为什么小美还没说, 影天就知道了, 嗯, 叫保安来把他带出去吧, 影天也知道这事不能怪张明, 不行, 凭什么不让我面试, 小美再次闹了起来, 我没有提前知道考题, 彼氏是我平时历过的, 张明叫来了保安, 文言, 皱眉看向影天, 这要是直接把人赶出去了, 到时候他在外面一闹, 彼特的名声可就臭了, 必须要按规定让他被淘汰, 这样, 以后他泼脏水时, 也能有个录像为自己作证, 行, 张总, 你随便问他几个专业问题, 影天气笑了, 对张明说道, 张明立即想了个最简单的专业问题, 小美听完问题, 知之无无地, 就是回答不上来, 他只知道比试题的答案, 对题目之外的东西, 他是一概不知, 小美原本的想法是, 想办法过了比试, 然后面试时吹吹牛, 入职了, 就在在公司里勾搭一个田狗, 让他帮忙做工作, 或者直接勾搭上经理, 这样, 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涯也无忧了, 影天和张明还没说话, 大概了解了经过的保安, 就忍不住主动上前说道, 不愿意被我们架着出去的话, 就自己走吧, 平时在老板面前表现的机会可不多, 他们都抓住了这次为影天做事的机会, 不行, 我不走, 小天, 你管管他们啊, 小天, 小美还在试图挽回影天的心, 保安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将他拎了出去, 行了, 继续面试吧, 下一位, 带人走后, 影天对着剩下的几个应聘者说道, 到我了, 一个略有些肥胖的男子站了起来, 有些兴奋, 站到了众人面前, 他先是自我介绍了一番, 能看得出他很有激情, 似乎是想在老板影天面前表现一下自己, 说起自己的经历时, 他吹了不少牛, 可惜都被张明识破了, 剩下几人也是这样, 偶尔有张明没识破的, 影天也会装作不经意地问个问题, 点出他们的漏洞, 两三个过后, 剩下的人坐不住了, 卧槽, 这个老板怎么像是知道我们在吹牛一样, 对啊, 我第三个兄弟, 老板连他论文室考的学妹帮助都知道, 这让他们顿时紧张了不少, 在轮到自己时, 他们显然收敛了不少, 基本上说的成就都是活真价实的, 有些胆小的, 甚至主动说出了自己在简历中吹的牛, 让尹天和张明等人哭笑不得。 第三百章, 应聘者带来的惊喜, 很快, 面试者轮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男子, 他的内心也是空无杂念, 全心准备回答面试官问题的样子, 赵丽自我介绍了一番后, 张明拿出他的简历, 看了看, 突然愣住了, 你之前是在斗鱼直播工作的吧? 怎么突然辞职了? 斗鱼直播是华国第二大的直播平台, 仅次于龙头老大狐牙直播, 而狐牙直播能做到这个地步, 正是因为他们背后股东之一是企鹅。 尹天听见这个问题, 也是有了兴趣, 聚精会神地听着。 那个, 我在斗鱼不是很适应, 就离职了, 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 应聘者连连解释道, 他知道自己简历上有无故从斗鱼离职这一点, 肯定是会被下架问的, 因此早有对策。 张明听了, 忍不住皱了皱眉, 你在斗鱼做了这么多年高管, 今年还没发年终奖就不适应吗? 正常人哪怕想离职, 也会想着先把今年混过去吧。 毕竟都十一月了, 不久就过年, 发年终奖了。 而且, 这人的职位在斗鱼还是一个高管, 无怨无故的离职肯定大有问题。 那个, 应聘者假装犹豫了会, 迟疑地说, 其实我是得罪了斗鱼的一个股东, 在斗鱼待不下去了。 文言, 张明点了点头, 这个理由还算正常。 殊不知, 这也是应聘者的借口。 张明不再关注这个, 转问起其他事情。 没人发现, 此时影天整个人都陷入了震惊中。 斗鱼资金链快断了, 正在寻找投资。 这是影天刚刚从这人心中看到的东西, 也是他离职的真正原因。 因为资金断裂, 斗鱼开不出工资, 有不少高管已经开始闹离职了。 而高层为了不让下面的主播们受影响, 选择隐瞒这个消息。 这也是这位前斗鱼高管没说实话的原因。 想不到今天临时来当一个面试官, 还能知道这种内幕。 影天忍不住心生感叹。 斗鱼作为市场上第二大的直播平台, 用户数多大敬意。 乍一看, 这个人数还远远不如传世的用户, 但这两种用户数不能一概而论。 传世的日活高达近三亿, 但大多用户都只是刷视频而已, 不会看什么直播。 传世自带的直播板块, 日活堪堪达到了一千万。 但就只是这一千万, 就产生了数十个月入百万的主播。 这么算的话, 斗鱼敬意的用户, 岂不是有数十个月入千万的主播? 虽然影天这么算有些不恰当, 但总的来说, 斗鱼直播比传世直播强个十倍左右, 是没问题的。 而作为直播平台龙头老大的狐鸦直播更是强大, 基本上每天的日活都在两亿左右。 心中衡量得失后, 影天心动了。 现在彼特要做的和企鹅一样, 那就是设计各行各业, 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 如果想把传世直播做到斗鱼现在的地位, 保守估计也要个五六年。 而现在, 只要自己想办法去投资, 就能省略这个过程, 直接得到一个产业成熟, 拥有庞大用户群体的直播平台。 提前搞定这个, 节省的不仅是比特发展的时间, 更能提升比特的底蕴。 想到这, 影天急忙抛出手机搜了搜斗鱼现在的状况, 网上已经开始有些风声了。 例如企鹅新闻就发表了几张关于斗鱼人士调动频繁, 拖欠旗下主播工资的新闻。 这些, 有的是确实发生过的事, 有的则是企鹅抓住机会, 捕风捉影在攻击对手。 在抬头, 直接那个前斗鱼高管还在回答张明和张伯的问题。 张明和张伯时不时点头, 显然是对他很满意。 影天看着一问一答的三人, 忍不住打断了他们。 那个, 张总, 这个人后面的面试我来吧, 你们先面试其他人。 好, 张明也只以为老板影天是见烈心细, 想要亲自招揽考教这个人。 其余没有这个待遇的应聘者, 则皆是羡慕地看向他。 没办法, 担任过斗鱼直播高管的他, 在应聘传室的某些职位时, 确实比其他人更占优势。 影天领着他, 想着另外一个单独的房间走去。 老板, 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进来后, 他按捺住心中的惊喜, 问道。 显然, 他是认为自己漂亮的履历, 打动了这位年少有为的比特老板。 坐, 影天指了指一旁的椅子, 丁红是吧? 嗯, 丁红有些受宠落惊, 你之前和张总, 就是那个面试官, 你回答他的一些问题, 我也听了, 说实话, 我觉得很不错。 影天继续说道, 第三百零一章, 带我去见你前老板。 谢谢。 丁红, 心中欣喜不已, 自己入职传世的事, 成了? 确见, 影天忽然说道,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不考虑其他因素。 你是觉得待在豆鱼后, 还是来我们比特传世后? 丁红的笑容一下僵住了,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若是说自己更喜欢熟悉的豆鱼, 那这个老板可能会想, 好啊, 你就要进我们公司了, 还念着前老板的好, 身在比特企在豆鱼, 可若是自己说更喜欢传世, 那就更扯淡了, 自己还进都没进传世的公司, 就说喜欢他, 那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正当丁红犹豫时, 又听见影天说道, 你遵循内心就行, 我不会因为这个就有什么想法的。 丁红迟疑了会, 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 自己还能不说实话吗? 老板, 说实话, 其实我更喜欢豆鱼的环境, 毕竟都在那工作好几年了, 难免产生了些感情, 但老板你放心, 我如果入职了传世, 那肯定会一心一意味传世工作, 不会产生别的什么念头, 有什么事, 也会第一时间维护传世的荣誉。 别这么紧张, 影天笑了笑, 丁红神色稍稍放松了点, 只是, 刚一放松, 他就听见影天问道, 那你还想不想回豆鱼工作呢? 丁红的心瞬间就提了起来, 老板, 这个, 这我既然离职了, 就没想过会再回去。 心中, 他却想到了, 万一豆鱼成功获得了资金, 再请自己回去的话, 自己会不会回去呢? 影天没有回答他的保证, 自顾自问道, 豆鱼最近资金链出了点问题吧。 老板, 你从哪听说的? 丁红警惕问道, 这个消息, 除了些高管, 没人知道, 你先别管这个, 影天摆了摆手, 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劝离的吧? 这也是丁红简历上没有写明离职的原因, 豆鱼离职本来就理亏, 自然没有写其他对丁红不利原因的权利, 而丁红为了豆鱼自愿放弃, 写明自己是被劝离, 说他傻吧, 影天又很欣赏这样为公司着想的员工, 可要是说他不傻吧, 人家公司都不要你了, 你还为他们着想, 这不纯恩? 妈, 被道出真相, 丁红愣了一回, 苦涩地点了点头, 老板, 你怎么知道的? 先别问这么多, 你带我去见豆鱼高层吧, 就说我要投资他们, 丁红整个人梦了, 老板, 你, 你要投资豆鱼? 他整个人都有些晕乎乎的了, 不是自己来比特面试吗? 怎么成了自己介绍比特老板投资豆鱼了? 有什么问题吗? 影天反问道, 自己现在手上还有五百亿呢, 跑出准备投资手机芯片的一百亿, 那也有四百亿, 要是想用这四百亿入股全盛时期的豆鱼, 那自然很难, 花完估计也不能获得豆鱼的掌控权, 但现在豆鱼陷入了资金危机, 这四百亿的操作空间可就大多了, 顿了顿, 影天接着说道, 我看好你, 要是投资豆鱼成功了, 你作为比特特派员工, 就继续留在豆鱼, 从事你原来的职位吧, 丁红想了想, 觉得比特现在已经在短视频领域吊打了企鹅, 实力应该也是有的, 真没点实力, 能挡得过企鹅的金钱轰炸, 这点, 身为前豆鱼高管的他心知肚明, 狐牙本来是弱于豆鱼的, 就因为有企鹅在背后撑腰, 这些年才越做越大, 现在的日活竟然比豆鱼多了近一倍, 要是豆鱼也有如此大腿, 能让狐牙作威作福, 而且丁红也想到了网上的一些传闻, 比如说比特的背后是马云爸爸什么的, 想到这丁红一拍大腿, 老板, 你没和我开玩笑, 影天一脸诧异, 我想是那种很闲的人, 走, 我现在就联系我原来的老板, 丁红当即掏出手机给前老板打了过去, 接着就听见他说道, 喂, 我是丁红, 老板, 不知公司的困难解决了没有? 没有解决, 正好, 老板, 我这有个人有投资意想, 实力? 嗯, 这个人是比特的老板, 我准备试试传释的, 正好碰见了他们老板, 他既然知道豆鱼资金链断裂的事, 我说了我以前是豆鱼的后, 他就找了我, 想让我牵线, 说了很多后, 丁红挂断电话, 露出一副不如使命的样子, 尹老板, 我和钱老板约好了, 今晚豆鱼举行的高层聚会, 邀请您去参加, 到时候您可以和我老板谈这件事, 尹天目睹全程对话, 早就知道了这个安排, 他点了点头, 没问题, 心中已经开始想收购豆鱼股份, 用什么价格比较合适了, 第302章, 人小鬼大的张贝贝, 和丁红约定好晚上再见面后, 尹天又去看了看剩下的应聘者, 可惜的是, 他们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 类似丁红这样的, 尹天颇为遗憾的同时, 也明白这种事可遇不可求, 想了想, 尹天给宁长打了个电话, 想邀请他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 丁红和尹天解释过, 这种聚会说是专属于豆鱼高层, 实际上, 豆鱼也会邀请不少其他公司的人, 来谈一些合作的事, 这几乎是所有宴会的通病了, 一举办就离不开商业交往人际交往, 而作为这样兴致的聚会, 自然能携带女友之类的角色一起去, 尹天考虑到宁长为了聚杀仇的事忙活了这么久, 也是到了放松的时候, 本来想的是, 等聚杀仇那边的事忙完, 就带宁长去旅游, 但现在既然有了一次机会, 尹天也不会错过, 就当是后面出去玩得餐前点心了, 很快, 电话接通, 尹天和宁长说了会情话, 顺着问道, 对了, 宁宁, 今晚有时间吗? 陪我去参加一个聚会。 今晚? 宁长想了想, 问道, 有时间, 怎么突然有聚会要参加了? 尹天便将今天自己遇到的事告诉了他, 听完, 宁长忍不住酸道,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去体验一回, 面试官都能碰到这种消息, 像斗鱼这种有基本盘的企业, 基本上是投资者最喜欢的投资项目, 毕竟, 他们只是要市场有市场, 要产品有产品, 基本上, 他们已经替投资者把所有的雷都躺了, 只要投资就能坐着收钱, 可惜这样的机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旦出现了, 基本上也会迅速被吃掉, 但凡斗鱼老板手上还有点钱, 都会咬牙撑着, 等到斗鱼盈利补偿了自己的资金, 就会迎来春天, 但这次斗鱼资金链断裂了这么久还没解决, 恐怕这位斗鱼老板面临的麻烦不是一般的小, 当然, 尹天只是为了收购而去的, 要真会参合进什么浑水, 尹天也不会贪心, 大不了, 就当去玩去了, 听着宁肠话中浓浓的羡慕, 尹天笑着打去道, 你老公运气好你还不愿意, 非得我厄运缠身喝凉水, 都能塞牙缝, 你才高兴是吧, 万一哪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 呸呸呸, 尹天还没说完, 就被宁肠打断了, 大白天的, 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尹天挑了挑眉, 看不出自己这女友还有些迷信, 不过, 尹天也不会再故意和女友背着来, 于是他问道, 怎么样, 宁宁你去不去? 去, 宁肠直截了当地说, 斗鱼聚会肯定有很多女主播吧, 这我可得去好好看管你, 免得你被他们诱惑了, 天地良心, 我可以一直是对你一心一意, 尹天当即保证到, 心中还在嘀咕着, 我可是连陆总的心意都装作看不见来着, 突然尹天又想起了王芷宁, 这姑娘好像看自己的眼神也怪怪的, 是是是, 我是放心你了, 就是怕有些不要脸的主动上来, 毕竟, 你现在也算是一个高富帅了, 那今天就请老婆大人监督, 尹天正色说道, 行了行了, 那你晚上来接我吧, 宁肠看了看, 自己手上还有这么多工作, 挂断了电话, 大姐头, 怎么样, 尹哥怎么说, 刚看见宁肠挂断电话, 依旧是一席绿衣的张贝贝, 就忍不住开口问道, 宁肠没好气道, 与其正常, 也没有想很久, 和我开玩笑都是脱口而出, 怎么样, 满意了吧, 哎呀, 大姐头, 我这也是为你好吗, 我和你说, 这男人有钱就容易变坏, 宁肠无奈地敲了敲张贝贝的脑袋, 行了, 听你的试探也试探了, 快去工作吧, 大姐头, 这个你一定要重视, 我和你说, 天下男人都是一个样, 而且, 有时候就算他们不想出轨, 也会有别的狐狸精引诱他们, 张贝贝依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 终于在宁肠办公室门前把话说了出来,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还去不去上班了, 都在我这听了半个小时的电话了, 宁肠摆了白手, 马上去工作, 马上去工作, 张贝贝连忙打开办公室的门, 这丫头, 人小鬼大, 自己还没谈过恋爱呢, 就知道瞎指挥, 也不知是从那本言情小说上看的这些, 带人走后, 宁肠呢喃道, 正准备工作时, 突然看见门又被推开了, 还是张贝贝这家伙, 对了, 大姐头你与尹哥那个没啊, 我听说, 这男人往往对给了自己第一, 滚蛋, 宁肠红着脸把一本书扔了过去, 吓得张贝贝关上门就跑, 第303章, 参加晚会, 很快, 时间流逝到了渐天色渐暗, 尹天驱车前往豪能集团接宁肠, 开的车, 还是宁肠的那辆粉色马沙拉蒂, 和宁肠一起下楼时, 还张贝贝站在楼上喊道, 大姐头记住我说的话, 去死, 宁肠向他挥了挥拳头拳头, 走吧, 尹天笑了笑, 把宁肠拉着下了楼, 上车, 点火, 打开导航, 很快, 车辆行驶在了马路上, 路上, 宁肠突然问道, 对了, 你心里预计的价位是什么, 先问清楚, 本会宁肠也可以就这个帮一帮尹天, 嗯, 尹天回想了会, 说道, 本来按照市场价, 斗鱼的市值应该在250亿左右, 但现在他们资金链断裂, 应该会低一点, 宁肠汉手, 斗鱼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如果被爆出资金链断裂的消息, 恐怕股价会跌很多吧, 到时候我们再买, 不就会便宜很多吗, 尹天摇了摇头, 解释道, 首先, 咱们没证据证明斗鱼资金链断裂了, 说的话没人信, 其次, 斗鱼现在就在寻求金主, 要是咱们坑他一手, 反倒让他以低价转让股份, 那咱们不就成了那个助人为乐的傻子吗, 顿了顿, 尹天继续说道, 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宁长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两人一路聊着, 很快, 车开到了斗鱼魔都总部, 他们总部也是一整洞写字楼, 虽然依旧比不过豪能保险集团那般宏伟, 却也和彼得所在的写字楼差不了多少, 在地下车库停了车, 尹天和宁长刚走到大门口, 就看见了等候在外面的丁红, 尹天和他约定的就是晚上在外面会合, 到时候丁红把尹天带进去, 只是看着他一脸焦急是神色, 尹天有些诧异, 丁红, 怎么了, 你有别的事吗, 哎呀, 尹老板, 你怎么才懒, 丁红拉着尹天就往里走, 边走边埋怨, 我去接我女朋友了, 怎么, 晚会不是八点才开始吗, 尹天看了看手表, 现在才七点办不到, 听到尹天是去接女友, 丁红下意识地看了眼跟在尹天身后的宁肠, 尹夫人你好, 丁红打了个招呼, 却也不好意思再说些什么来晚的事了, 不好意思, 主要是尹天她来接我了, 我公司离这还要多跑一段路, 耽误你们了, 宁肠却正色道, 哎, 尹夫人, 我不是怪你, 丁红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我也是心急了, 主要是我刚刚看见企鹅来人接触豆渔老板了, 怕尹老板被他们截胡, 企鹅也来了, 尹天皱了皱眉, 这企鹅已经有了胡牙了, 还想着把豆鱼也收购, 他这是要称霸整个直播行业, 对, 也不知道是谁泄露的风声, 丁红语气有些不善, 他在豆鱼工作这么多年, 自然少不了和胡牙产生摩擦, 精力多了, 对企鹅也没什么好感, 同样的, 自己前老板之前找投资人时, 也没想过要找企鹅, 可惜的是, 前老板联系的人一时半会也拿不出钱来, 估计是有怕亏钱的股东喊来了企鹅, 想赶紧解决资金漏洞吧, 说完, 丁红又催促道, 咱们赶紧去吧, 虽然我前老板也不想让企鹅投资, 但保不准有其他股东已经投到了企鹅麾下, 帮企鹅说服豆鱼老板, 走, 尹天立即加快了脚步, 丁红说的还真有可能变成真的, 有丁红带路, 尽管尹天并没有邀请函, 也还是能在豆鱼总部畅通无阻, 丁红带着尹天坐电梯直达最顶层, 还没到时, 尹天就听见了顶层传下来的音乐, 接着, 只听叮咚一声, 电梯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许多穿着或正式或奇葩个型个色的男女, 尹天不喜欢看直播, 但也从中认出了几个自己认识的主播, 他们都是精心运营过传世号的, 尹天刷到过他们的视频, 不过, 在这没人认识尹天, 当时丁红领着尹天和宁长朝着一个房间走去时, 有不少人丁哥, 丁哥的喊着, 丁红朝他们勉强一笑, 急匆匆地赶路, 惹得不少人侧目, 丁哥, 走这么快, 是要去哪呀? 有同事看出了丁红的目的地, 善意提醒道, 丁哥, 老板, 好像在接见重要的客人, 不让我们去打扰他, 丁红只是点点头, 没有多在意, 很快, 丁红走到了门前, 尽管有着同事好心提醒, 丁红还是没有丝毫犹豫地敲响了门。 第304章, 比企鹅更豪气, 陈先生, 张先生, 我给出的价格已经是我们企鹅的底线了, 企鹅代表微笑地说道, 陈杰听着, 不禁抿着嘴唇, 拳头微微握起, 这个价格完全就是趁火打劫啊, 市值250亿的公司, 你100亿就想买下超50的股份, 要不是斗鱼公司现在急缺这笔钱, 陈杰恨不得立即把企鹅的这几个人赶出去, 100亿, 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张明倒是看着为难的陈杰, 劝道, 陈总, 公司要是没有企鹅的资金注入的话, 说不定就撑不过这次了, 企鹅的条件对现在的斗鱼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优惑了, 陈杰叹了口气, 自己亏损点, 卖掉斗鱼的控制权, 以后给企鹅打工, 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 说不定, 在企鹅的经营下, 斗鱼也能有和胡牙平分江山的那天, 这也是陈杰现在做梦都想看见的, 就在陈杰沉思时, 门被敲响了, 张明皱了皱眉, 不是说了别打扰我们吗, 陈杰倒是眼睛一亮, 大声喊道, 请进, 如陈杰所料, 敲门的正是今早和自己有约的丁红, 在他旁边的就是彼特的老板隐天了吧, 陈杰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进来的三人, 你们是, 丁红, 你带这两个人来干嘛, 是公司新签约的主播吗, 张明愣了愣, 看向丁红, 问道, 心中却是忍不住破口大骂, 马德, 本来都快说服陈杰了, 你他妈出来干什么, 隐天把他的心声看在了眼里, 顿时知道斗鱼公司里, 那个把事情泄露给企鹅的人是谁了, 就是张明, 丁红显然也是和张明有些不对付, 没有理他, 只是朝着陈杰行了礼, 说道, 老板, 这位是彼特的尹老板, 你和他约好了晚上谈投资的事的, 张明愣住了, 不可置信地看向陈杰, 老陈, 你联系了其他人谈投资, 怎么不提前和我说呢, 亏我还辛辛苦苦去联系企鹅, 现在你这不是让我里外不是人吗, 企鹅负责人也很配合张明, 冷着脸说道, 陈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说好与我们谈, 中途又联系了别人, 我想, 我们企鹅出的价可能还是高了点, 言下之意, 就是让陈杰现在就做一个抉择, 要么, 不和这个什么彼特老板谈, 接受企鹅霸道条约, 要么, 你非要和彼特老板谈的话, 再想和企鹅合作, 企鹅还会压价, 不得不说, 张明同为公司的股东, 还是很了解陈杰的, 没有任何意外的, 陈杰陷入了犹豫中, 虽然他很不想接受企鹅的条件, 但他也不想放弃和企鹅交恶, 毕竟, 自己与彼特老板隐天素不相识, 万一赶走企鹅后, 这家伙出价比企鹅还低呢? 隐天看着陷入僵持的气氛, 突然说道, 怎么, 陈老板, 你要把你的心血借卖给企鹅吗? 你什么意思? 企鹅团队立即怒目而示, 虽然他们出的价是很看不起人, 但他们也是好面子的, 不能容许隐天当众点出来, 听银总这么说, 你能出的比企鹅还高, 张明也适时嘲讽道, 他知道彼特, 但不知道彼特的实力究竟如何, 在他看来, 作为一个新兴事业, 还面临着企鹅的竞争, 彼特手上能有个几十亿顶了天, 而且, 张明预料, 不出五年, 彼特就会像曾经的斗鱼一样, 被企鹅强大的资本打败, 隐天笑了笑, 看了看企鹅团队的众人, 知道了他们的价格, 我们彼特愿意出价120亿, 收购斗鱼51的股份, 120亿, 陈杰愣住了, 张明惊呆了, 这个价格不仅抵企鹅的100亿, 要高出20亿, 甚至还堪堪达到了斗鱼现在的市值, 也就是说, 彼特出的钱, 差不多都可以直接从股市上, 买进斗鱼的股票了, 这个价格不仅在陈杰和张明看来难以置信, 就连企鹅团队的人都忍不住惊呼道, 120亿, 你疯了吗? 你们没钱不代表别人没钱, 隐天淡淡说道, 旋即转身看向陈杰, 怎么样, 陈总, 我还算有诚意吧? 有有有, 陈杰连连招呼隐天坐下, 吩咐丁红倒查, 企鹅团队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说没钱, 但他们还偏偏无力反驳, 公司对每个投资项目的注资, 都是有专业的人士估价过的, 有一个最高额度, 像这个斗鱼就只有110左右, 他们原本的打算是出价100亿, 然后剩下的10亿再与张鸣以及自己人分一点, 最后给企鹅留一点, 还能再拿一份奖励, 可现在, 计划全被眼前这个男人破坏了, 第305章, 斗鱼的弱点, 陈杰心中大喜, 趁着丁红倒查的机会, 对企鹅团队的几人问道, 不是我不想与企鹅合作, 实在是, 彼特给的太多了, 他满脸遗憾的样子, 看起来, 还真像是有点舍不得, 不明真相的人看了, 估计会以为他是在讨好企鹅, 试图让企鹅张掌架, 但能看见他心生的影天却知道, 这家伙是在恶心企鹅团队呢, 企鹅团队几人果然被噎住了, 想说些什么, 却又忍住了, 哼, 我们走, 最终, 企鹅也只是气愤的离去, 张鸣张了张嘴, 手伸出在半空, 又突然放下, 慢走不送, 他也把企鹅给卖了, 影天有些诧异, 这家伙, 不是和企鹅是一伙的吗, 怎么一下就转变了立场, 一看才明白, 张鸣知道企鹅能出的最高价, 眼下明知企鹅拿不下这些股份, 立马弃暗投明, 他倒是看得透彻, 影天心中冷哼一声, 这次斗鱼转让的股份中, 陈杰的占35, 张鸣的占16, 本来按照企鹅给出的价格, 他只能拿到32亿左右, 但如果是彼特收购了这个股份, 他能拿到的高达39亿, 这一下能多拿7亿, 可比勾结企鹅贱卖斗鱼股份, 然后吃回扣爽多了, 影天看出了他的心思, 却也没有不愿意给他这笔钱的想法, 现在张鸣买股份可能会小赚, 但以后斗鱼挣钱了, 他估计会后悔死, 很快, 丁红端着茶回来了, 看见企鹅的人不见了, 他没有丝毫意外, 影天喝着茶, 与陈杰谈起了一些合作细枝末节的东西, 很快, 两人在所有方面都谈聋了, 看着影天签完字, 陈杰笑了笑, 感叹道, 影老板还真是爽快啊, 这宴会还没开始多久嘛, 投资的事就谈完了, 这是陈杰从商中经历过的最短的一次谈判, 张鸣也附和道, 嗯, 影老板是个爽快人, 出手大方不说, 人也豪迈, 这家伙, 正为刚刚多分了不少钱而兴奋呢, 影天笑了笑, 说道, 陈总, 张总, 那明天钱打到你们公司账户后, 斗鱼可就归我们彼得管了, 这是自然, 当然, 公司的细节还是你们去管, 我们彼得就负责一些大方上的东西, 没问题, 我们自当尽心尽力管理好公司的琐事, 张鸣拍拍胸脯保证道, 这是, 陈杰看了眼时间, 说道, 影总, 机密部分我们也已经聊完了, 剩下的事, 不如就去外面说吧, 正好透透气, 也能顺便把您介绍给公司的其他人认识认识, 正一副异性阑珊的样子, 顿时心中一阵心疼, 这次完全是自己在和斗鱼的人谈, 没有宁常说话的机会, 他却没有无理取闹, 待在旁边当一个小透明, 行, 咱们走吧, 影天当即说道, 顿时, 众人纷纷向着外面走去, 听到外面的声乐以及宣杂的人声, 宁常顿时恢复了几分活力, 影天特地选了个能看到主会场的地方, 和众人坐下, 他们接着聊了起来关于斗鱼的事, 关于斗鱼未来发展的规划, 我希望你们能给我发一份企划书, 影天想了想, 说道, 那是自然, 陈杰没有任何问题, 张明也是附和着点头, 顿了顿, 影天话锋一转, 问道, 陈总, 张总, 我想问问, 你们知道斗鱼比起狐鸦来说, 最大的不足在哪里吗? 陈杰和张明一愣, 开始沉思起来, 可他们想了半天, 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 难道是我们管理出了问题? 陈杰试探问道, 影天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你们最大的败笔, 就是把所有主播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啊, 陈杰猛了, 可是, 要是像狐鸦那样任由工会横行, 不就有很多小主播被他们打压吗? 影天又看向张明, 只见张明也是同样的想法, 看不出, 你们还能关心小主播的死活, 影天叹了口气, 说到这, 就不得不说说一下, 目前斗鱼和狐鸦的两种不同运作模式了, 狐鸦释放任工会发展, 甚至还会与工会合作, 去搞一些送礼返现的东东, 下面主播抱团很严重, 这样的好处是, 能方便管理, 自己只要管好工会就行了, 下面主播自有人去管, 而斗鱼则是一刀切, 严惩所有工会, 自己管理所有主播, 这样的好处是, 没有工会这一层分红, 主播能得到更多的礼物分成, 看似各有利弊, 实际上, 斗鱼的方法, 比只狐鸦来说, 若报了。 第306章, 头牌主播打造计划, 知道陈杰和张鸣的思维, 一下子转变不过来, 尹天也没掉他们的胃口, 直接问道, 那我换个方向问问你们, 斗鱼和狐鸦相比, 有哪些拿得出手的主播? 说起自家的主播, 陈杰和张鸣顿时来劲了, 我们现在每个分类, 都有不错的头部, 比如说二次元, 我们有桥垫, 战火前线, 我们有白沙, 飞车我们有老顾等等等等, 抱歉, 尹天摊了摊手, 你说的这些, 我一个都没听过, 陈杰眉飞色舞的脸上的自豪表情, 一下僵住了, 抿了抿嘴, 陈杰无力地低下了头, 他自然知道, 尹天不是故意在打击自己, 说实话, 狐鸦还有不少外人能记住的主播, 而斗鱼呢? 就算是最火的主播, 除了自己人知道, 到了外界几乎都没什么名声, 难道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容许公会的存在造成呢? 陈杰突然想起了尹天的前一个问题, 联想到一起, 迷茫问道, 不然呢? 尹天叹了口气, 解释道, 工会的存在, 的确是坑了不少小主播, 但也正是这样, 他们才有精力去大力扶持一个头牌, 你要是去狐鸦看看, 就能发现, 狐鸦的每个工会, 几乎都有一个出名的主播, 这就是他们工会存在的意义, 因为工会的收入和主播的收入直接挂钩, 他们就会比你们更用心地去帮主播凹人设, 运营粉丝, 交话术等, 也正是因为工会的存在, 他们可以通过一些运营手段让主播提升收入, 到最后, 狐鸦就可以坐着收钱了, 因为工会就成了他们的免费管家, 仿佛像是一道惊雷砸到了陈杰和张明头上, 他们被震得目瞪口呆, 他们在消化影天的这个说法, 同时, 他们的本能也在让他们想办法为自己辩解, 辩解什么? 辩解他们把斗鱼运营到落后于狐鸦, 单纯的事是因为狐鸦背后有企鹅, 可惜的是, 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这些年狐鸦追上斗鱼, 甚至到现在把斗鱼压在脚下,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的管理方式出了问题, 陈杰和张明两人面面相去, 眼中皆是后悔之色, 尹总, 还是你看得透彻, 陈杰苦笑着说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扶持工会? 张明追问道, 工会这是慢慢来, 饭要一口一口吃, 没有直接就能成长起来的工会, 尹田喝了口茶, 继续说道, 当务之急, 是要给斗鱼培养一个头牌主播, 要我从现在有点热度的主播里选吗? 尹田想了想, 从现有热度的主播里选, 应该要比培养一个新人容易吧? 不过, 事事无绝对, 尹田考虑到自己的异能能看出别的人的特长, 便说道, 你挑几个给我看看, 我找个顺眼的, 就那边, 陈杰指了指一个方向, 那里站着的三个, 就是现在我们斗鱼比较火的几个主播了, 尹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看见了那三人, 他们三个正在愉快地聊着天, 其中两个都是属于颜值比较高的那种, 另一个长相普通, 但尹田看他特长是游戏, 应该是靠技术的, 尹田正接着资料分析他们的人品, 突然, 一个娇小的身影出现在了尹田视线中,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斗鱼年度晚会, 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混进来的哦, 因为离得近, 所以他说的话尹田听得清清楚楚, 这种场合还有人开直播? 尹田有些好奇, 便将视线移到了他的直播设备手机上, 不出意料的, 观众发的弹幕立刻出现在了尹田眼前, 哎, 我秘姐今天没直播, 是不是来参加这个晚会了? 大米洲你帮我找找呗, 斗鱼晚会有什么好看的? 还不如去看小姐姐跳舞, 走了走了, 大米洲洲榜还是只有这么点燃啊, 加哥哥的飞行, 哥给你刷一个飞机, 原来是一个小主播呀, 尹田顿时收回了视线, 也是, 这种要面子的场合, 几乎没有一个大主播会开直播趁热度, 他们嫌丢人, 而小主播就不一样了, 为了上升, 直播斗鱼晚会算什么, 有些人为了火, 不知道私下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呢, 大米洲看着这些或丧气, 或用意不明的弹幕, 心中有些难受, 但随即他又给自己打了打气, 加油, 大米洲, 你是最棒的, 你一定能成为大主播的, 于是他故意掠过那些不好的弹幕, 说道, 大家有什么想让我直播的, 可以刷点鱼丸或者办张卡, 我就会去找哦, 第307章, 他们试过来和我们打招呼的, 过了好久都没人刷礼物, 但大米洲早戏以为常, 面不改色地直播起了晚会的一些细节, 你们看那边, 咱们斗鱼的几个头牌都在那里聊天呢, 我也好想站在那, 说着, 大米洲悄悄把摄像头换成了后置, 直播间的重水友也因此得以看见大米洲所指的位置, 大米加油, 我相信, 你以后一定能站在那里的, 莫子也在那, 主播凑近点, 我想听听莫子在聊些什么, 听到了我给你刷礼物, 卧槽, 不是说水水和大洋关系不好吗, 他们怎么聊得这么开心, 大米洲自动忽略了那些与自己无关的弹幕, 眼睛发亮地盯着那条说要给自己送礼物的弹幕, 我去莫子那边, 你真的会给我刷礼物, 大米洲一副不幸的样子, 身体却还是已经开始往那边挪去, 送送送, 快去, 我等不及想听莫子的真实声音了, 他的ASMR实在是太棒了, 一言为定哦, 大米洲眼睛一亮, 人已经到了离莫子不足两步路的地方, 正准备上去搭讪时, 突然看见莫子等斗鱼知名大主播, 纷纷向着一个方向走去, 他们这是, 大米洲愣在了原地, 一时间跟去也不是留下也不是, 水友们也发现了情况, 咦, 他们这是去干嘛, 大米洲跟过去看看, 跟过去看看, 最爱莫子打赏大米洲飞机信号1, 顿时, 之前那个叫嚷着要去看莫子的观众, 给大米洲打赏了一个飞机, 并发弹幕道, 主播礼物我送了, 你快跟过去看看, 他们要干嘛, 大米洲抿了名嘴, 有些不情愿, 明眼人都能看出, 这么多大主播齐聚, 肯定不是组团去上厕所的, 或是又是什么事要商量, 或是他们几个头部想一起互动涨账粉, 这不是大米洲一个小主播能参与进去的, 但看着那个飞机, 大米洲犹豫了会, 还是决定过去看看, 毕竟老板礼物都刷了, 自己要是不去, 很容易败坏路人好板, 想到这, 他顿时玩笑道, 那我们悄悄跟过去看看, 要是主播被打了, 你们记得打击旧电话旧哦, 说完, 大米洲就立即跟在后面, 随他们一起向着某个角落走去, 角落里, 似乎坐着四五个人的样子, 他们是要去找坐在那的几个人吗? 影天这边, 看了看陈姐给自己指的三人后, 见他们不是游戏技术高超, 就是能靠脸吃饭, 也是点了点头, 这三人已经具备了成为大主播的前置, 这三个, 就是斗于现在的头部主播吗? 看着还行, 他们三算是斗于现在的三幻神, 虽然不像狐牙的顶尖主播念火, 但在直播界也算是有点名气了, 陈姐乐呵呵地说道, 张明倒是有些疑惑, 水水和大洋不是听说私下有些摩擦吗? 怎么他们现在看起来关系不错的样子? 陈姐一脸不在乎的样子, 哎, 说不定这是他们一些涨粉的手段, 这种事情不是很常见吗? 掀起摩擦, 然后让粉丝互相刷礼物, 打雷台什么的, 陈姐不想管下面人的一些屁事, 想要和影天谈谈, 怎么运作把他们打造成头牌主播? 陈姐正自顾自说着自己的一些想法, 突然又听见张明说道, 咦, 他们怎么突然往我们这里来了? 陈姐闻言回头看去, 只见以水水、大洋、墨子为首, 后面还跟着不下七八个主播, 正一起往这边走过来, 陈姐愣了愣, 随即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哎, 估计是看见我们在这, 想乖打打招呼, 张总, 你别总是大惊小怪的, 说完, 陈姐又对着影天说道, 影总, 正好趁他们过来打招呼的机会, 我把他们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也算让他们知道公司的一些事, 影天点了点头, 正说着, 三个主播走过来了, 陈总, 张总, 我们有事要和你们谈谈, 什么事? 陈姐没察觉到三人语气的不对, 依旧笑呵呵地问道, 是关于我们合同的事, 我们觉得五十的分传有些低了, 陈姐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这就是你说的打招呼, 影天愣了一瞬, 旋即饶有趣味地看着这些人, 咱们的合同不是前几个月才改的吗? 陈姐黑着脸问道, 本来合同这方面的东西, 斗鱼改版多次, 最后与胡鸭差不多都是六四分成, 平台六, 但对头部主播斗鱼肯定要有优待的, 前几个月, 水水, 莫子, 大洋几人才来说过一回合同的事, 这才几个月, 他们就想要的更多了。 第三百零八丈, 谢谢, 有被感动到, 大米洲站在后面, 听着主播和老板的对话, 睁大了眼睛, 这, 下意思的, 他就反应过来, 这算是公司的黑料, 他看了眼弹幕, 果不其然, 在直播间的水友们也纷纷震惊了, 我干, 斗鱼的三个台柱子和老板掰腕子了, 呃, 我想问问斗鱼给的这五十的分成是什么水平啊? 多了还是少了? 主播靠近点, 我听不太清他们的对话, 可惜, 下一秒手在直播间前他们, 就看见大米洲关了直播, 主播就在赶来的路上哦, 先看看其他直播吧, 我去, 关键时刻你下播了, 哎, 正常, 这种公司内幕他哪敢播啊? 还是晚了点, 他直播到了大洋等三人闹事的画面, 传出去的话, 估计大米洲再斗鱼也混不下去了, 事实上, 大米洲现在确实很慌张, 完了完了, 我怎么把这个拍了下来啊? 都怪我, 为了个飞机过来直播他们, 哎呀, 要死要死要死, 不过, 事到如今, 大米洲也没办法去解决自己创下的这个麻烦, 想到这, 大米洲一横心继续在这旁听了起来, 三个大主播没心思关心大米洲, 后面的一些跟着三人来的主播也不是全互相认识, 大米洲在这待着倒也没人过来赶他走, 大米洲眼睛一刻不眨的看着前面几人和老板交锋, 大洋听到陈杰的问题, 笑了笑, 几个月前是几个月前, 您不知道现在物价涨得有些快吗? 陈杰气的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你, 你想要怎么样? 大洋脸上笑容欲胜, 很简单, 给我们的分成在家时, 以后我们六都于平台四, 不可能, 大洋还没说完, 陈杰就打断了他, 这个条件我们不可能答应,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而是事关签约中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 讲道理, 让初时的钱对斗鱼来说不算什么, 但这个口子一开, 就代表着斗鱼以后一旦出了什么知名主播, 他们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让以后斗鱼还怎么换? 见陈杰生气, 大洋也不恼, 笑嘻嘻说道, 陈总, 我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知会您一生, 前不久, 胡鸭的几个工会代表胡鸭联系过我, 请我去他们平台, 他们也愿意帮我出为约金, 话中的威胁之意, 是个人都听得出来, 他们愿意给你们更多的分城, 没有, 大洋摇了摇头, 但是去了胡鸭, 我们的成绩说不定能更上一层楼, 到时候即使是分城没变, 我们的收入也会涨一大减, 陈杰知道他说的是事实, 沉默了, 陈总, 张总, 当然我们还是念旧情的, 只要您能在分城上让步, 我们就拒绝他们, 大洋继续说道, 他也不傻, 知道自己的实力, 在斗鱼可以混得大哥玩玩, 去了胡鸭, 不就成了个没人认识的弟弟吗? 受过那么多人追捧的他, 信奉的是宁当鸡头, 不做氛围的道理, 所以, 他这次来的目的, 实际上还是为了压迫斗鱼让步, 陈杰没有回答大洋的, 转而看向他身后的水水, 莫自己人, 尤其是看到水水时, 心中一痛, 当年水水落魄时, 自己挖掘出他的直播天赋, 看着他从一个小屁孩, 成长到现在的地步, 前几天还在为他的人生大事操心, 现在他也要背叛自己了吗? 陈杰沉声问道, 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 莫子点了点头, 抱歉陈总, 我们也是, 要生活的。 水水目光闪烁, 不敢看向陈杰, 显然也是站在了大洋那边, 身后一些主播也是纷纷点头, 突然, 人群中传来一道娇柔的女声, 那个, 我不是, 我没想离开斗鱼, 众人纷纷向着后面看去, 只见一个体态娇小的女孩正焦急地解释着, 双手连连摆动, 陈杰脸色稍稍好看了点, 大洋一阵错愕, 他是谁? 你们谁喊来的? 不是我, 我不认识, 顿时, 几人纷纷摇头, 突然, 一个主播盯着大米粥看了好久, 视态着说道, 他好像是大米粥, 一个小主播, 经常粉丝游客加起来都没超过三千, 那他怎么跟过来了? 众人脑中满是问号, 陈杰心中刚出现的感动瞬间熄灭了, 搞什么鬼啊, 害得我白感动一场, 我们都一会在乎你这个小主播吗? 但他还是善意地朝大米粥笑了笑, 大洋扭过头, 不再关心后面那个唱反调的小主播, 陈总, 张总, 你们考虑得怎么样吗? 第309章, 以迎总意见为主, 陈杰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他只好转身看向影天, 迎总, 这件事, 众人纷纷看向坐在里面的这个年轻人, 好奇他的身份, 迎总, 大洋愣了愣, 怎么公司什么时候忽然多了个迎总, 不过, 大洋还是没当回事, 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筹码, 就算把斗鱼的两位掌权者全部换了, 相信新老板也会做出同样的抉择, 影天看了看一脸溃败的陈杰, 又看向大洋等一些主播, 摇了摇头, 那些主播似乎是吃定了斗鱼似的, 脸上没有丝毫紧张, 像是等着斗鱼高层接受他们的条件一样, 却不料, 这位陈杰口中的影总直接拒绝了他们, 要么你们就按着原来的合同规规矩矩合作, 要么把违约金赔了, 给我赶紧滚蛋, 什么? 大洋脸上运筹在握的表情突然凝固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位影总, 莫子指着影天气得直发抖, 你, 你知道没了我们斗鱼会怎么样吗? 会怎么样? 影天没有因为她是美女就客气, 依旧冷声道, 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要么现在回去当无事发生, 要么就赶紧赔钱滚蛋, 她不想陈杰和张明对这些主播没有旧情, 也不会怪着他们, 大洋倒是看向陈杰和张明, 质问道, 陈总, 张总, 这也是你们的意思吗? 陈杰有些惊讶于影天如此之刚,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也不好反驳影天, 便说道, 影总现在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公司的一切, 以影总的意见为主, 这下, 不仅是面前的这些主播震惊了, 一些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 也都目瞪口呆地看向坐在里面的那个年轻人, 他们本以为影天只是买了一点股份, 算是一个小股东, 刚刚只是陈杰和张明给他面子, 才问问他的意见, 没想到, 他竟然成了斗鱼最大的股东, 大洋又只好重新面对影天, 影总, 不知您是否清楚斗鱼现在的状况, 我敢说, 要是没了我们, 斗鱼很快就会从第二大直播平台沦落到三流平台, 到时候, 恐怕斗鱼这两个字会成为一段历史, 说到底, 他还是挺喜欢待在斗鱼的, 毕竟自己的粉丝基础在这, 要真去了狐牙, 就算能赚得更多, 但恐怕他也会立即从一个一流主播沦落为二流主播, 这是他不愿意看见的, 因此, 他现在说的话就完全没有留一点点情面, 完全将自己的威胁之意讲了出来, 影天丝毫不为之所动, 说完了, 我的话不会重复第四次, 要么按着原来的合同继续, 要么滚蛋, 你, 大洋指着影天, 脸色胀红地说不出话来, 他实在没料到, 这个新的老总会这么头铁, 连斗鱼是否会落魄也不管不顾, 大洋, 咱们走, 去和狐牙的人签合同, 这时, 莫子站了出来, 假意拉着大洋要离开, 大洋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哼, 咱们走, 冷哼一声, 大洋扭头就走, 其他人赶紧跟在后面一步一驱, 水水犹豫地看了一眼陈杰, 咬咬牙也跟了上去, 在两者之间他还是选择了金钱, 大洋走着走着, 心中还在冷笑, 他估计自己还没出门就会被叫住, 因为, 只要陈杰和张明不是傻子, 都会劝说尹天留下自己等人, 不然, 斗鱼一下只去了三个支柱, 以及这么多次一级的主播, 真的会一蹶不振, 如他所料, 看着一行人渐行渐远的身影, 陈杰急了, 犹豫到, 尹总, 真的让他们跳槽到狐牙吗? 他们一走, 我们斗鱼可真没拿得出手的主播了, 不然呢, 留着过年, 尹天喝了口茶, 静止说道, 陈杰张了张嘴, 想说些什么, 最终却还是没能说出口, 只是叹了口气, 唉, 尹天要这么做, 他也没办法去抵抗, 现在, 就只能看尹天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而那边的大阳, 越走越心急, 他们怎么还没叫住我们, 应该快了吧, 我出门之前, 应该会被叫住吧, 他不断地自我安慰着, 可惜的是, 知道他们一行人全部出了门, 也没听见后面传来过什么声音, 出了门, 大阳驻足, 皱着没沉思, 大阳哥, 我们以后怎么办, 真的去护牙吗, 一个大主播问道, 大阳承诺的是, 今天高层必定妥协, 但现在他们不但没妥协, 似乎还真的把自己等人放弃了, 第310章, 扶持名单里加上大米粥, 马德, 大阳咬了咬牙, 对今天的遭遇感到非常不爽, 其余主播看着大阳, 似乎没有应对这个情况的准备, 纷纷急了, 大阳, 你喊我们来的时候可没说过会这样, 我们现在不是都被你坑了吗, 我就不该来, 本来我搞得好好的, 都怪你说可以帮我争取更多的分成, 就是就是, 你也看到了, 他们根本就不撩我们, 别吵了, 莫子瞪了那些内讧的主播一眼, 看向大阳, 问道, 大阳, 你准备怎么办, 大阳叹了口气, 斗鱼, 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这次和他们闹翻, 即使我们没走, 以后平台资源也应该没我们的份了, 他们会培养其他主播, 这我们当然知道, 我就是你该怎么办, 一名脾气暴躁的主播, 忍不住语气不善的问道, 大阳瞥了他一眼, 眼下, 我们只有一条路了, 那就是, 接受胡牙的邀约, 去他们平台发展,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走的一条路, 在斗鱼, 自己就是公司, 要供起来的支柱, 去了胡牙, 地位直接一落千丈, 这种落差, 没愿意接受, 可惜, 他们此时已经别无选择, 哼, 他们一定会后悔的, 一个主播气急了, 直接咒骂起斗鱼来, 对, 没了我们, 看他们这下怎么办, 就靠其他的那些主播, 斗鱼估计, 连其他直播平台都打不过, 到时候, 他们要请我们回来, 要付出的, 可就不仅是这些了, 他们气愤地想着, 而在影天这边, 陈杰也是不禁问道, 尹总, 那他们三走了, 我们还要服侍一个头部主播出来吗? 当然了, 不能被这些人, 影响我们的计划, 那, 人选如何决定呢? 影天皱了皱眉, 正准备说, 从现在斗鱼其他比较知名的主播中选一个时, 突然看见了站在一旁无所适从的大米粥, 这个小主播, 打之前就一直站在那里, 大洋等人走了他也没跟去, 现在没人管他, 但他还是想走都不敢走, 站在那小心翼翼地后着, 你有什么事吗? 影天问道, 那个, 大米粥似乎是有些迟疑, 我之前直播晚会, 然后看见他们过来时, 忍不住好奇跟了过来, 不消息把他们闹似的是拨了一点出去, 说着, 他低下了头, 什么? 陈杰脸色一愣, 玄机问道, 你不早说, 这件事迟早是要被外界知道的, 但时机不是现在, 而若是大米粥要是早点说, 陈杰还可以安排公关去解决, 但现在离大洋等人闹事, 也有近一个小时了, 估计外界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看着震怒的陈杰, 大米粥缩了缩脑袋, 眼中像是要哭出来一样, 你们干嘛? 一直在旁边安静喝茶的宁长, 突然起身, 走到了大米粥身边, 宁长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很精准, 那就是斗鱼的事, 他会安静听影天去安排, 但现在他还是忍不住站了出来, 他实在是受不了陈杰对一个小女孩发脾气, 尹总, 这, 陈杰为难地看向影天, 影天自然是要站在自己女友这边的, 况且, 他也觉得大米粥饭的错没什么大的影响, 陈总, 这件事迟早要被他们说出来的, 不能怪他, 而且, 他拍摄的应该是大洋他们主动找我们麻烦的片段, 算是帮我们留了个证据, 如果没有大米粥无意发出来的话, 说不定斗鱼还会被他们倒打一耙, 例如, 他们只要说自己跳槽是因为斗鱼拖欠工资, 就能败坏斗鱼不少形象, 他, 行吧, 陈杰郁闷地叹了口气, 行了行了, 没事了, 你走吧, 宁长见影天也没怪罪他, 推了推大米粥, 谢谢姐姐, 谢谢影, 影总, 大米粥深深看了眼影天, 就赶紧带着自己的装备离开了, 他走后, 影天继续之前的话题, 既然那几个主播走了, 我们就顺延下去, 从次一几个主播里挑几个去扶持, 顿了顿, 影天继续说道, 嗯, 再加上几个新人主播吧, 我看, 刚刚那个叫什么大米粥的就不错, 能主动承认自己不小心录下了这类视频, 看来他的心性还是不错的, 嗯, 我等会就回去安排人和他们签约, 陈杰恭敬道, 接着, 两人又聊了些斗鱼的其他规章制度, 而另一边, 大米粥也是重新开启了直播, 令他惊讶的是, 自己刚开, 就看见有不少人等在直播间刷着弹幕, 主播, 没被灭口就上个线, 第311章, 嘴臭的周妈妈, 让大家久等哦, 刚刚有点事下线了会, 现在我们继续介绍晚会, 大米粥打着哈哈想要含糊过去, 可惜观众们并不买账, 主播别想糊弄我们, 已经有人把你刚刚听见的斗鱼高层发生的事传到网上去了, 给你刷飞机, 把刚刚的事说说呗, 大米粥刚刚差点被骂的狗屑临头, 自然不会再去犯这种泄露公司秘密的错误, 因此, 他装作没有看见那些弹幕, 自顾自地继续拍摄起晚会来, 谁有门又嚷嚷了一阵, 见大米粥一直充耳不闻, 却也无可奈何, 渐渐的, 直播间内的气氛也朝着讨论晚会布置这个方向了, 不久, 天色渐晚, 大米粥见晚会里好多人开始接连离开, 也是有了些回家的想法, 那今天的斗鱼晚会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我现在准备回去, 哎, 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公交车, 大米粥的粉丝不多, 但还是有几个真爱粉的, 此时, 见大米粥又准备下播, 纷纷发弹幕挽留, 大米粥, 再播一会, 别急着走, 边走边播也行啊, 现在才不到十点, 这么早下播, 大米粥想了想, 难得今天自己粉丝长了好几十个, 就多播一会吧, 那行, 今天就让大家认认来我家的路, 说着, 大米粥就往外面走, 只是, 这刚走出大门, 大米粥就差点撞上了别人, 对不起对不起, 后退了两步的大米粥, 嘴里连声道歉, 你还没回去, 宁长回头一看, 诧异问道, 大米粥站稳后才发现, 自己撞到的人, 正是今天为自己解了围的那个姐姐, 而那个似乎是他男友的帅哥, 此时也正站在这位姐姐身边, 我, 我又直播了一会, 斗鱼年度晚会, 大米粥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的, 影天默默点了点头, 嗯, 上镜心很强, 扶持她的话, 就算不能大紫大红, 应该也能有所收获, 眼见女友和这个小主播聊开了, 影天也没急着催, 静静地想着该怎么培养大米粥, 这姑娘颜值看起来还算不错, 只是这要不起的对A减了不少分, 玩新秀之类的东西, 应该活不了, 影天想着想着, 看向大米粥, 想看看她有什么特长, 适合搞直播, 影天目光扫过, 刚看到特长嘴臭时, 还没反应过来, 就感觉眼前一热, 出现了不少大米粥日后的直播片段, 你们是没有妈妈吗? 为什么要叫我妈妈? 你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那可挺令人恶心的, 那可挺令人作呕的, 这些还只是她没有火力全开时的语气, 一旦火力全开, 那就是一堆脏话脱口而出, 实在难以想象, 眼下这个文竞, 遇到事情会哭的女孩, 日后会变得出口成脏, 而片段中, 也有不少关于大米粥的总结性介绍, 像什么抽象艺术大师, 嘴臭酵母, 周妈妈等, 数不胜数, 然而, 更令影天惊讶的是, 大米粥这样直播, 不但没有赶走观众, 反而越来越火, 隐隐有竞争斗鱼一解之势, 这, 影天说不出话来了, 光是想到大米粥一遍玩游戏一遍骂人, 然后谁又不仅不生气, 反而还周妈妈周妈妈的喊着, 影天就不仅有些迷惑, 观众们都是受虐狂吗? 有, 有什么事吗? 大米粥见影天脸色古怪的看向自己, 不禁紧张问道, 影天摇了摇头, 看向他处, 心中却开始回想自己刚刚看到的片段, 自己的异能能看到一些重要东西的未来片段, 而大米粥后面坐到了火遍全网的地步, 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除开大米粥另类的直播模式的话, 扶持他对斗鱼来说是一笔绝对不会亏的买卖, 影天衡量完利弊, 宁长也和大米粥聊了好一会, 大米粥, 你家在哪儿? 我们送你回去吧, 宁长看了看大米粥穿的衣服, 估计他应该是打车来的, 便邀请到, 啊? 这个? 大米粥看了看影天, 有些迟疑, 跟我们来吧, 影天笑了笑, 带着两人往停车位走去, 大米粥跟在后面, 这才有空闲去看看还没关的直播, 按照时间排序, 大概的弹幕顺序是, 卧槽, 大米粥你, 前面这美女是谁? 直播间叫什么? 哎, 这个美女已经有男朋友了吗? 我干, 她男朋友怎么这么帅啊? 还让不让人活了? 有车为什么不坐? 主播是傻子吗? 看到最后时, 大米粥脸色一黑, 好气, 好想骂人啊。 第312章, 脑补能力极强的水友, 很快, 大米粥随着影天来到了停车场, 站在了粉色玛莎的面前, 看着玛莎拉蒂这炫酷的外表, 大米粥眼中满是羡慕, 只是, 又想到影天一个大男人, 却开着一辆这么少女粉的车, 大米粥心中不禁感到非常有趣, 再看直播间, 只见, 一众水友们也纷纷发起了弹幕, 马莎拉蒂真有粉色的, 还是说他们故意改装过, 回楼上确实有粉色的, 但要比普通类型的架高出不少, 看样子, 这个在大米粥的是个有钱人, 大米粥, 这个人是谁啊? 也是主播吗? 大米粥小声说道, 其实我也不认识, 只知道他姓您, 是斗鱼的一个老总, 老总, 怪不能能开这么好的车, 其实也不算贵吧, 也就是两三百万而已, 大米粥看得热泪盈眶, 两三百万而已, 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说出了一两字, 上车呀, 愣着做什么? 颖天敲了敲窗, 哦, 哦, 大米粥回过神来, 才发现, 宁长和颖天都已经上了车, 就生自己傻乎乎的站在外面看着手机发呆, 等到大米粥上了车后, 颖天才笑着打句道, 这么喜欢这车, 以后有钱了, 自己买一辆, 颖天的本意是, 大米粥以后红了, 花个几百万买车就像毛毛雨一样, 却不料, 大米粥因为一直有在看弹幕, 瞬间被水友们带歪了, 主播, 颖总这话是不是在暗示你? 大米粥等于没钱, 颖总等于有钱, 大米粥要有钱等于颖总包养, 逻辑鬼才, 虽然大米粥是对A, 但说实话, 他脸长得还是挺漂亮的, 颖总能看上他也算正常, 你才对A, 你全家对A, 大米粥心中暗骂着, 脸上却不禁变得非常红润, 偷偷看了正专心开车的颖天好几眼, 许久, 他突然回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一直盯着颖天在看, 不由的扭头看了旁边的宁长一眼, 见到宁长也是正看着自己的手机, 似乎是在发什么消息, 没注意到自己直播间水友的弹幕, 大米粥不由的松了口气, 玄机, 他打字道, 你们别开玩笑, 颖总女友宁长姐姐就坐在我旁边, 哎呦, 刚刚也不知道是谁看着颖总发呆, 完了, 主播不是沦陷了吧? 听说女人总是喜欢口是心非, 大米粥打字道, 呸呸呸, 又气急败坏地把几个跳得很欢的水友进了盐, 但刚刚静言他就后悔了, 随便进言观众, 这不是把观众往别人家赶吗? 呦呦, 他急了, 他急了, 狗主播说不过就进言, 颖天通过后视镜看着刚刚发生的所有事, 忍不住提醒道, 大米粥, 直播并不是你要牺牲阮羽的对待观众, 有时候你生气了, 直接骂他们, 大米粥, 直播间中水友, 尽管知道颖天看不到, 但还是有不少水友发弹幕道, 颖总, 你这样斗鱼是会失去我们的, 若是其他主播, 颖天肯定会让他们对观众像是对上帝一样, 但既然知道了大米粥日后与水友们相处的模式, 颖天对他的建议自然与众不同, 这, 真的, 大米粥狐疑地看向颖天, 似乎有些跃跃欲试, 颖天鼓励地点了点头, 你们, 大米粥刚准备开口, 却又赶紧闭嘴, 我, 还是算了吧, 中水友本以为会被大米粥骂呢, 见到大米粥突然怂了, 纷纷嘲笑道,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有人连骂人都不敢骂, 我就知道大米粥不敢骂我们, 颖天看着直播间谁有那自信的语气, 忍不住摇了摇头, 要是让你们见到巅峰时期的大米粥, 你们一定会被喷得怀疑人生, 但现在大米粥还没进化成为嘴臭教母, 颖天也不好抢求, 你骂不骂随你, 反正我的意思是, 有时候把心中的不快吐出来直播会更轻松, 而且, 说不定观众们更喜欢这样的你呢, 还会有人喜欢被骂, 大米粥嘴里嘀咕着, 却不敢问出来, 车内陷入沉寂, 很快, 颖天把大米粥送到了目的地, 看着大米粥走进小区后, 颖天看向宁肠, 宁宁, 你是回你家, 还是去我那? 我家没人, 我也没带钥匙, 宁肠把手中的短信给颖天看了看, 常常, 你今天回来吗? 我和你妈都不在家, 回来没吃饭的话, 就自己找个地方吃吧, 这是宁天毫发来的, 那去我那, 宁肠轻轻摇了摇头, 面带羞涩地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宁天顺着看过去, 酒店, 再看看宁肠的心声, 宁天愣了一瞬, 忍不住喜心于色。 第313章, 则到京城, 一日早上, 宁天看着怀中不敢看自己的女友, 忍不住打去道, 宁宁, 怎么不敢出来见人了? 不要, 我猜不出来, 哈哈, 我去给你买早餐。 宁天很快起床, 穿好衣服就出了门, 直到关门声响起, 宁肠才探出脑袋, 脸上羞红一片, 煞是可爱。 该死的贝贝, 都怪他。 想到自己昨天鬼迷心窍一般的请求, 宁肠忍不住找个了背锅者。 说起来, 要不是张贝贝一直在宁肠面前说什么男友有钱就变坏之类的东西, 宁肠也不会如此大胆, 也不算冤枉他。 很快, 宁天买完早餐回来, 是温补的红枣粥。 来, 老婆, 我来喂你。 不等宁肠起身, 宁天赶紧打开餐盒, 一勺一勺的喂着女友。 宁肠顿时感觉心中充满了幸福感,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强烈。 宁天一边喂, 一边问道, 宁宁, 巨沙筹拍摄的那些推广视频都搞好了吧? 嗯, 我已经看过成片了, 比预期的还要赶人, 那你是不是后边就没什么事了? 嗯, 怎么? 宁肠诧意问道, 他已经构建好了巨沙筹的运作模式, 以后只要手下们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就行, 我也没什么事了。 宁天笑着说道, 彼得现在稳步发展, 出现了些小问题, 手下的三个总经理就能解决, 宁天算是真的闲了下来。 以前他好歹还有白维德和企鹅作为对手, 无聊时和他们会会手, 但白维德和企鹅合作后, 随拍和快看视频合并统称为随拍, 但一直没什么大动静, 就默默地发展。 这几天, 宁天实在是有些无聊了, 想去找许家, 但许诺宁在上学, 徐建修则沉迷医药学的研发, 也没空招待。 到时徐建修的妻子魏舒兰, 负责照顾女儿一直在家, 但隐天总不可能专程去找别人老婆聊天吧。 宁天听懂了隐天的意思, 说道, 不如我们去迪士尼玩两天。 隐天撇了撇嘴, 你忘了以前再好能保险分公司举办的活动了? 那天, 我们不是去迪士尼玩了一整天吗? 说实话, 也没什么意思。 那你想去哪玩? 反正, 我后面几天都没事, 拒沙愁下阶段的规划还要等到一周后呢? 宁长将问题推回给隐天。 隐天想了想, 说道, 要不去京城玩玩? 我还没去过故宫呢, 正好那里是王芷宁的地盘, 去了能让他这个地主带我们玩。 宁长一思量, 点了点头, 那就去京城吧, 正好我也没去过。 说完, 宁长掏出手机说道, 我先和我爸说一声, 要是他到时候满世界打电话找我们。 隐天一想, 自己和女友二人世界时, 突然老丈人一个电话打过来, 那得多烦啊, 面点了点头, 我也给公司里的人招呼一声。 隐天对张明和陆一鸣都很放心, 公司里就是张伯喜欢杂杂呼呼地找自己, 隐天这次也主要是给他交代, 不要烦自己。 很快, 隐天交代完, 见宁长那边还在打电话, 忍不住旁听了一下。 不一会, 宁长打完电话, 却见到隐天脸色有些不善。 宁长打电话, 没藏着掖着的习惯, 自然知道, 隐天听见了自己父亲说的话, 不由得轻笑道, 好了好了, 反正我们也是要去找王梓宁的嘛, 顺便把表单带过去, 也不用费太大力气。 明明发的电子当就能解决的事, 非要真人带过去。 隐天还是有些郁闷, 本来都给自己安排放假几天了, 没想到这最后关头老丈人来了个被刺, 临时让自己和宁长携带一份表单访问王家。 哎, 其实这也不是我爸于府, 而是王家那位老爷子, 要看纸质账单, 我爸抄了好久才抄完的。 听到这, 隐天脑中顿时浮现出了老丈人在月光下浮案 腾抄电子账单的场景, 不由地笑出了声, 咱爸也是被迫的啊。 那没事了, 谁和你咱爸啊? 宁长轻轻拍了拍隐天, 我们还不一定吗? 要是你对我不好, 我可不会嫁给你。 咱俩都这样了, 你不叫我嫁谁啊? 隐天放下碗, 一把抱住宁长, 打闹许久, 隐天才和宁长分开。 宁长打开订票软件, 问道, 那我们订票吧。 今天晚上怎么样? 刚好有一票, 隐天摇了摇头, 明天吧, 今天让你休息一天。 宁长衡量了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点了点头, 那就订明天早上的票了, 飞去正好吃午饭。 嗯, 隐天没意见了, 很快, 宁长订好了机票, 明早九点十分, 魔都到京城。 第314章, 登机。 看见宁长订完票, 隐天又说道, 我们顺便把酒店也订了吧。 现在几乎每个酒店都在有网上运行, 很是方便。 宁长点了点头, 嗯, 那订哪块的酒店呢? 离故宫比较近的, 还是离王家比较近的? 都行, 大不了咱们每个酒店都住一晚, 客串一次酒店服务体验员。 宁长想了想, 觉得自己和隐天飞过去, 王指宁肯定是要来接机的, 不如就先预定到离他家比较近的酒店歇息。 很快, 宁长把酒店也预定完成了, 两人开始寻思要带些什么过去。 以隐天现在的身价, 出去游玩自然不会像以前一样 大包小包地带一大堆东西, 真有什么需要的, 到时候用钱解决就行。 商量完后, 隐天又让宁长休息了会, 接着两人回了趟宁家, 拿到了要送去王家的财务报表。 许久没和宁天豪, 以及张雅杰吃饭的隐天, 也留在那吃了顿晚饭, 再次留宿老丈人家。 尽管隐天通过他俩的心声, 知晓他们已经看出自己和宁长发生了关系, 但隐天还是被要求睡在客房, 体谅女友身体的隐天也没有任何怨言, 在客房每每睡了一觉。 嗯, 毕竟从明天开始和女友就要一直住酒店了, 隐天没急于一时。 一日, 隐天早早起床, 帮着丈母娘做了早餐后, 就打算出发去机场。 难得老丈人有空闲, 打算开车送送他们。 路上, 宁天豪一心两用, 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小天啊, 常常从小没出去这么远过, 这次出去玩, 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宁叔叔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隐天笑着说道, 虽然在宁长面前, 隐天一直说的是咱爸, 但真面对宁天豪时, 隐天却一直喊的是宁叔叔。 宁天豪点了点头, 又正色道, 到了那边, 你们出门一定要低调, 不要惹是生非。 爸, 我和隐天是那种容易得罪别人的人吗? 宁长似乎是嫌宁天豪啰嗦, 反问道, 我这也是为你们好。 宁天豪神情严肃, 咱们宁家只是在魔都能说上话, 到了那边, 宁家的名头可就没那么好使了, 万一你们得罪了人。 而那人的背景很强的话, 记得赶紧联系王家, 有合作的关系在, 他们不会坐视不理的。 宁叔叔, 我们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们就是像个普通人一样去旅游, 不会有什么事的。 嗯, 宁天豪汗手, 不过, 你们真遇到麻烦也不要怂, 记住, 我永远是你们的后盾。 宁天豪的意思是叫隐天和女儿不惹事, 但也不要怕事。 隐天听出了老丈人话中的关心, 暖心地点了点头。 因为不是早高峰, 宁天豪很快将两人送到了机场, 检票后机时, 隐天清楚地看见宁天豪就一直站在外面, 关心地看着两人。 宁天豪忍不住吐槽道, 我爸一直是这样, 每次我想出去他都不准。 我这二十多年来, 离家最远的一次还是上大学时, 但他也隔三差五就来看我, 比我妈还不放心。 隐天想了想, 也是有些理解老丈人的做法。 女儿出去玩, 正常人谁会放心啊。 尤其是宁天豪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带宁天豪出去玩, 不准他出远门也是情有可原。 现在他放手了, 应该也是知道女儿有了男友, 以后不需要自己保护。 那这次我们就读完几天, 好好弥补一下你。 隐天摸了摸宁肠的头发, 温柔道, 那太好了。 在后机室坐了一会, 飞机没有晚点, 两人暗示上了飞机。 这还是隐天第一次坐商务舱, 感觉除了比经济舱宽敞些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 不过, 等到空姐走到两人面前, 微笑着说, 早上好, 隐先生, 宁女士时, 隐天才感受到了 做商务舱的良好体验。 经济舱的空姐会上来给你问好吗? 问好完后, 空姐递过两张卡片, 隐天接过一看, 是今日份的菜单和饮料表。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其他服务, 总之, 算是把顾客当成上帝了。 就连空姐, 似乎都比经济舱的要漂亮些。 体验过商务舱的服务, 隐天看着窗外的景色, 握着宁长的手, 打算闭眼养神。 只是, 刚闭上眼, 请问你是一个人吗? 美女, 你这是打算去哪玩? 要我带你吗? 京城我熟, 去了保证给你一个难忘的回忆。 哎, 别这么警惕嘛, 哥哥我不是坏人, 家个飞行怎么样? 对了, 你们外国人有飞行吗? 你不玩飞行, 只有某特。 巧了, 我刚好也有某特, 来来来, 咱两家的好友。 第315章, 飞机上的异国公主。 这吵吵嚷嚷的人谁啊? 隐天皱了皱眉, 尽管听不见被搭讪女孩的声音, 拒绝她, 都被拒绝了, 还死皮赖脸的缠着别人。 隐天睁开眼, 看向声音传来的位置。 只见一个穿着纯白长裙, 身高看起来只有一米六不到的女孩, 正一脸为难地抱着手机, 似乎是不想把自己的某特账号给她。 看她那充满抑郁风格的容貌, 似乎还是个外国人。 而那个一直用很大声音搭讪的男人, 就坐在离她不远处。 美女, 哎, 这是我的某特号, 加个好友, 到了京城, 有空一起出来玩玩。 对, 对不起, 我不想加你好友。 女孩似乎用的是某个翻译软件, 这次, 她把音量调大了点, 商务仓众人都听见了这个机械发出的声音。 别怕骂, 哥哥我又不是什么坏人, 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而已。 我们华国有句古话叫做多个朋友多条路, 你听说过吗? 被当众拒绝, 男子脸色有些不好看, 但看着女孩精致的脸庞, 她还是忍住了怒火, 嬉皮笑脸地继续搭讪。 喂, 人家女孩子不愿意。 商务仓里十四五个人, 无法有好心人想当这个女孩。 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 正准备说两句公道话时, 被他身旁的中年男人拉了回来。 只见中年男人脸色惊恐, 对着不解的妻子焦急骂道, 你疯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京城周家的周洪才周少爷, 你不要命吗? 说完, 中年男子急忙抬头对周洪才善笑道, 周公子, 不好意思, 那人有眼无珠, 没认出您。 尽管中年男子和他妻子说起周洪才身份时, 尽量压低了音量, 但因为惊恐, 他说的话还是被商务仓众人听见了。 顿时, 或准备乐于助人, 或准备英雄救美的人纷纷坐下, 装作无事发生, 有些人甚至还盘算着怎么和周洪才交个朋友。 那个是京城四大家族中周家的公子啊。 周洪才很满意众人的反应, 瞪了一眼中年人, 转过身继续骚扰着那个外国女孩。 怎么样, 要不要加个某特, 后面有机会一起出来玩。 我? 女孩有些犹豫, 既不想加他好友, 又怕得罪这个人。 虽然不知道周家在京城有多强, 但看仓内众人的反应, 他也能明白, 这个凡人的人似乎背景背景很强大。 他把求助的视线投向了空姐。 空姐显然也是知道周家的, 但考虑到工作, 还是硬着头皮过来说道。 您好, 需要我给您换个座位吗? 因为不敢和周洪才说话, 他只好想办法把女孩换走。 需要。 滚。 公号46132154是吧。 我记住你了, 空姐刚准备带女孩换个位置, 就听见周洪才念出了自己的公号。 空姐脸色一白, 咬着牙不知所措。 就在他和周洪才僵持时, 又跑出一个空姐, 满脸歉意地对女孩说。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其他的位置了。 接着, 他又给周洪才道了个歉, 急忙拉走了愣住的空姐。 舱内几个人见状, 不由地叹了口气。 虽然他们不敢出面, 但还是希望有人能帮到女孩的。 他们自然明白, 这是空姐妥协了。 他们也能理解, 一个小小的空姐, 怎么敢得罪京城周家的少爷呢? 女孩无力地看了眼离去的空姐, 又有些畏惧地看向周洪才。 周洪才倒是非常兴奋, 看着女孩似乎就要陷入狼口, 命长紧张地拉了拉影天的衣角。 影天, 咱们。 可惜直到最后, 他也没能说出邦邦他这几个字。 命长自然知道周家, 牢记父亲教会的他此事有些为难。 为了一个陌生女孩, 得罪周家的少爷, 值得吗? 影天叹了口气, 看向周洪才, 顿时周洪才的资料呈现在自己眼前。 姓名周洪才, 年龄26岁, 身份周家少爷, 身价29亿。 新生, 这么漂亮的外国妹子, 我还是第一次碰见, 可不能放过。 是周家少爷无疑了。 影天又看向女孩, 姓名温妮, 宾特, 穆罕M.O.德, 本年龄19岁, 身份地拜公主, 身价三千亿, 新生, 好烦, 早知道我就不偷偷来华国玩了, 现在该怎么办啊? 看到那长串的名字时, 影天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还好他也算懂点外国命名方式, 知道这个女孩本名温妮。 影天继续往后看去, 看见温妮的身份以及她的身价时, 整个人直接睁大了眼睛, 自己就是坐个飞机, 也能碰到这种附罗利。 第316章, 霍水东影, 看着男友脸色古怪, 宁长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 影天看向女友, 突然问道, 宁宁, 你是不是想让我帮她? 宁长叹了口气, 可她是周家的继承人, 爸爸让我们不要得罪京城的权贵。 影天默默在心里说了一句, 对不起了老丈人, 咱们这还没到京城呢, 就要得罪周家了。 嘴上, 影天却笑着说道, 宁宁, 不就是个周家吗? 咱们魔都宁家不虚她。 可是, 宁长还没说完, 就见影天突然起身, 走到女孩身后说道, 喂, 你坐我哪巴? 宁长想了想, 也跟着说道, 小妹妹, 你坐我旁边和我说说话。 温妮身高不到一米六, 看起来还像个学生。 温妮回头看着和自己说话的影天, 以及在哪笑着, 看向自己的宁长, 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嘴上用着声疏的汉语道。 谢谢, 谢谢。 这是她为数不多会的汉语, 虽然比翻译机器的音调还要怪, 但配上她那清脆的嗓音, 听起来倒也非常悦耳。 她也没影天能不能抗住压力, 赶紧跑到了宁长身旁。 她就按着肩膀坐下了。 你什么你? 搁着杂杂呼呼做什么呢? 你知道我是谁吗? 周洪才指着自己问道, 多年的经验告诉她, 除了同为四大家族的子弟, 没人会在知道了她的身份后, 还侮逆她。 商务仓内其他人都忍不住好奇地看向影天, 不禁为她担忧。 这家伙得罪了周洪才, 恐怕京城再无她立足之地了。 影天没理会周围人的反应, 不就是京城周家的大少爷吗? 影天瞥了她一眼, 不屑道, 你还真以为自己很牛逼? 周洪才语气一致, 顿时气急而笑。 你是谁? 影天看向周洪才, 他的心声是, 这家伙又是那家的人, 吴臣家的, 也只有他们家族的人会和我周家作对了吧? 吴臣? 影天看着这个名字, 忍不住为他默哀了一秒钟。 虽然不知道这个吴臣是谁, 但这锅还是让他背了吧。 影天立即装出一副得意的样子, 我? 吴臣是我大哥, 你明白了? 原来他大哥是吴家少爷, 商务仓内众人皆是纷纷松了口气, 既然是吴家的人, 那就没事了, 周家是很强, 但也没办法对吴家的人下手, 宁肠满脸疑惑。 这个吴臣是谁? 温妮听见这个名字, 默默记了下来。 吴臣? 我会去找你的。 周洪才顿时气得直咬牙。 吴臣, 果然是吴家的人。 马德, 这个杀笔, 吴家, 老是坏我好事。 心中气得不行, 周洪才脸上却表现得非常不屑。 吴臣? 哼, 你回去叫他给我等着。 别避避叨叨了。 影天挥了回自己的拳头, 老子还要休息呢, 再吵, 头给你打包。 周洪才畏惧地缩了缩脑袋, 赶紧坐回自己的位置。 心中虽然气不过, 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了。 这吴家的人果然一个个都是暴力狂。 马德, 真是脑子有病。 影天看着周洪才的反应, 满意地点了点头。 自己根据周洪才对吴家的印象设计的动作, 看起来还是很有用的。 众人看着这场闹剧落下帷幕, 神色各异。 善于钻营地, 把打算要结交的人换成了影天。 实力还不强地, 则暗自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打算作以后的谈资。 影天没有关注这些, 朝着宁长和温妮笑了笑, 开始闭目养神。 凡人的苍蝇终于闭嘴了, 这下能安静一会了。 而宁长那边, 则开始与温妮交谈起来了。 不一会, 两人就从交换姓名 到了聊得火热的状态。 姐姐, 她是你男朋友吗? 温妮睁着大大的眼睛问道。 嗯, 怎么? 宁长笑着点了点头。 我也好想有这么一个男友, 她实在是太帅气了。 温妮眼中满是星星, 帅气是不分国界的。 宁长额头一飞, 本来听到前半句话时, 宁长还以为温妮是对影天帮了她, 才产生好感心动了。 没想到, 这小姑娘没心没肺的, 最关注的竟然是影天的颜值。 嗯, 希望你的愿望能够实现。 宁长客气道, 但是, 我喜欢她的这张脸。 温妮偷偷看了影天两眼, 心中念叨着, 没有说出来。 听说, 华国都是一夫一妻制, 我还是不要当着她的面讨论她男友了。 第317章 变化颇大的王指宁。 温妮继续和宁长聊着, 不一会, 京城机场就到了。 下飞机时, 影天和宁长刻地盯着周洪才, 见她只是飞快下飞机, 出了机场就上了车离开。 影天和宁长才和温妮告别。 再见温妮, 祝你在华国玩得愉快。 宁长笑着喊道, 你们也是。 经过一系列的交谈, 宁长也知道了温妮来华国的目的, 看看神州大地的风光。 温妮倒是一直认为影天就是京城无家无城的弟弟之类的, 以为他们是回家。 宁长中途也想过要不要邀请温妮一起游京城, 但想到双方的安排或许不同, 而且带着个不熟悉的人也不太妙, 就没说出口。 打了招呼后, 温妮静止走出机场, 奔向自己早已订好的酒店的接机车。 影天和宁长则是慢悠悠地向着外面走去, 王指宁正在外面接机。 路上, 宁长突然问道, 对了, 你飞机上说的无城是什么鬼啊? 影天笑了笑, 无城是京城无家的继承人, 无家也是京城四大家族之一。 而且, 我知道, 无家与周家关系一直不合, 就用无城压了压周红才。 宁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一个周红才已经把他眼中京城四大家族子弟的形象都坏了, 因此, 他对让这个无城背锅也没什么抵触。 走吧, 王指宁估计都等急了。 影天打开手机, 发现到了预定抵达的时间后, 自己收到了无数条王指宁发来的短信, 忍不住笑了笑。 嗯, 宁长的手机也同样如此。 宁长回了条我们已经到了后, 又收到了王指宁发来的地址。 指宁在外面等我们, 我们快点吧。 两人旋即加快了脚步, 刚走出大厅就看见众多阶级的人中, 一个戴着墨镜身边跟了无数保镖, 身材凹凸有致的妙龄女郎正百无聊赖地站在一旁。 在他身边, 有个保镖把鞋有引天, 宁长两个名字的牌子举过头顶, 看样子似乎也是举了很久了, 但他丝毫没有动弹。 嘖, 果然不愧是京城大家族, 这保镖看着就不属于老丈人的那些。 影天看着王指宁这么大仗势, 忍不住感叹道。 周围其他阶级人员纷纷凝视着王指宁一行人, 眼中满是羡慕惊奇的神色。 卧槽, 这是街的哪个富二代啊? 则则, 这个这个美女看起来也很酷, 就是不知道摘了墨镜漂不漂亮。 这么有钱, 就算不漂亮也能整漂亮。 接着, 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影天和宁长走到了王指宁面前。 王指宁看见两人, 恢复了精神, 忍不住打拒道。 我说, 你们该不会是下了飞机, 忍不住清热了会吧? 怎么这么慢? 影天脸色一黑, 怎么数十天没见, 感觉王指宁嘴巴变得毒了些呢? 也不能说毒, 只是泼辣了些, 感觉就像成了的老司机一样。 宁长脸色一红, 娇称道, 指宁姐姐, 不是你说的这样了, 我们是在飞机上。 王指宁听完点了点头, 又看向影天, 打去道, 影天, 英雄救美的感觉怎么样? 不好, 这家伙再丢我挖炕。 影天心神异景, 偷偷看了眼影长, 只见他虽然也是在笑, 但目光锐利, 就等着影天说感受呢。 什么就美不就美的? 我就是看, 宁宁她看不惯女孩子被欺负, 才帮她出头。 说到这, 影天看了眼影长的表情, 只见她虽然神色不变, 但眼中的满意已经掩藏不住。 嗯, 效果不错。 影天继续说道, 在我眼里, 宁宁就是天下最美的女孩, 至于那个外国姑娘, 我觉得一般, 反正我脸忙, 外国人在我眼中都长一个样。 宁长更加满意了, 不过, 她还是红着脸谦虚说道, 什么最美啊, 我觉得芷宁姐姐就比我漂亮。 王芷宁笑着客套, 哪里, 常常才是最好看的。 客气完, 王芷宁这才领着三人上了车。 不一会, 数辆豪车分分十月, 只留下街机众人羡慕不已。 哎, 我要是哪次下飞机, 有这排场, 做梦都能笑醒。 哪个男人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 嗯, 京城四大家族的纹裤里面, 确实没有她, 应该是外地来的富二代吧。 突然, 有人恍然大悟道, 我想起来了, 哪个墨镜美女, 好像是王家大小姐。 顿时, 有人拿出手机嗖了嗖关于王芷宁的消息报道, 把网图与刚刚那个墨镜美女对比, 惊讶道, 还真是她。 不过, 他们又看着报道中描述的为人低调不喜张扬这几个词, 纷纷迷惑。 你们媒体管这叫低调不张扬。 第318章, 救助我家。 车内, 影天看着左右前后都有数量保镖驱车保驾护航, 你这出行的排场还挺大吗? 王芷宁正在横定长说悄悄话, 闻言白了影天一眼。 我也不想这样, 我爸说, 京城近几日可能会不太平, 一般都不让我出来, 今天我来接你们, 他非要让这些保镖保护我。 京城也会不太平, 影天忍不住扎舌。 不过, 看样子王芷宁也不知情, 影天便没多问, 转而说起这次来京城的行程。 我们现在是去你家, 还是去哪? 当然是去我家呀。 王芷宁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爸妈知道你们要来, 专门请了横记的大厨来做饭。 尽管没听过横记, 但从王芷宁的这个请字也能听出, 今天中午应该能有口福了。 行, 那中午就在你家落脚了, 刚好先把东西给你父母, 免得我们带在身上不方便。 什么叫中午在我家落脚? 王芷宁捕捉到了影天画中的意思。 你们这次来京城, 不是全城都住在我家吗? 那个, 宁肠弱弱说道, 芷宁姐姐, 我们订好了酒店。 住什么酒店? 宁肠还没说完, 王芷宁就大手一挥打断了他。 酒店能有家里, 住着舒适顺心。 把你们订的酒店退了, 救助我家。 不行不行, 还是不打扰你们了。 影天连连摆手。 在酒店, 那自己和宁肠就是二人事件, 想做什么做什么。 而住到了王芷宁家中, 十岁之位的影天断然拒绝。 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要是让宁叔叔知道, 你们来京城全城住的酒店, 我还有脸见他吗? 影天还想说些什么, 王芷宁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看向宁肠问道, 那既然我们意见有分歧, 就让常常做决定吧。 他想住哪, 你就跟着住哪。 影天立即满怀西记地看向女友, 影天自然能看出影天的想法, 白了影天一眼, 挽着王芷宁的手臂天天道, 我想住芷宁姐姐家。 王芷宁立即得意笑了笑, 影天, 二比一, 你们就乖乖让我进地主之意吧。 影天无奈点头, 王芷宁又问道, 那你们今天下午有什么活动吗? 没有, 怎么, 你有安排? 王芷宁神秘一笑, 那我带你们去见一个朋友, 他是吴家的人。 吴家? 影天心神一动, 追问道, 他叫什么? 宁肠也惊奇地看向宁肠, 吴臣, 影天, 宁肠, 两人面面相去, 眼中皆是荒诞, 刚刚才用他的名头帮了外国有人一把, 现在就要碰到郑主了。 怎么了? 你们认识他? 王芷宁看两人表情不对劲, 疑惑道, 没有没有, 宁肠连连摇头, 瞪了影天一眼, 影天甘大地笑了笑, 这谁能知道甩锅也能甩到自己人身上, 那我们下午就和你一起去见见他吧。 影天说道, 心中, 影天想的是找个机会补偿下这位吴臣兄弟, 要是和他不认识还好, 但既然认识了, 影天就不会去坑自己人。 王芷宁汉手又和宁肠说起悄悄话, 影天则看着车窗外不断往后飞逝而过的风景, 很快, 近十辆豪车开到了一个庄园里, 影天随着王芷宁下车。 王芷宁家和宁肠家的装修不是同一种风格, 相比之下, 王芷宁家的花园在屋前有种田园风格, 而宁肠家前则是一块草坪, 倒像是一个庭院, 相同点则是两个宅子都很大, 嗯, 几乎所有豪华别墅都有这个特点。 路过花园, 敞开的大门近在眼前, 影天和宁肠随着王芷宁走进了屋子, 进门, 再次走过绵长的过道, 三人到了一个院子门口, 王芷宁敲了敲门, 很快推开。 顿时, 一张大圆桌出现在三人面前, 只见圆桌上已经坐了好几个人, 粗略一看, 有一个老人, 两对中年夫妻, 以及一个年轻人。 叔父, 婶婶, 王芷宁冲着其中一对中年夫妻喊道, 这两个是王芷宁叔父婶婶的话, 那另外一对就应该是王芷宁的父母了吧。 至于那个老者, 应该是王芷宁的爷爷。 应天拉拉拉宁肠, 两人顺着喊道, 叔叔阿姨们好, 小天和小肠是吧? 快来坐, 快来坐。 王芷宁母亲热情地招呼着两人, 应天看见王芷宁母亲身旁还有三个座位, 立即牵着宁肠准备在哪座下。 却不料, 应天刚走到圆桌前时, 那个年轻人随意地把腿搁在了其中一个座位上。 第319章, 找茬的王武, 应天皱了皱眉, 看向王芷宁。 王芷宁不满地瞪着自己堂弟, 问道, 王武, 你这是什么意思? 姐, 这就是你今天出去接的那个客人, 看起来也不咋地吗? 害我们在家里一直等着。 王武别了别嘴, 目中无人地说道, 应天冷着眼环视一圈, 只见王芷宁的叔父婶婶心中都是等着在看笑话。 看来, 这王家主家也不是一条心啊。 这才不到十一点半, 怎么让你等久了? 王芷宁按压住怒火质问, 小五, 你这是做什么? 还不快给客人道歉。 这时, 王芷宁的父母突然起身, 脸色很不好看。 凭什么? 我本来就饿了。 你们还非要我等这个人, 不知道我早饭没吃吗? 王武肆意和两位长辈顶嘴。 至始至终, 他父母都没有站出来说一句话。 王武看向王芷宁, 心中冷笑不已。 等宁家的人被我气走了, 看你还拿什么帮你弟弟。 看着王武的心声, 隐天也是明白了王武这样做的原因。 这家伙, 应该是想把王文乐身边的助力全部铲除, 最后的目标应该就是 现在还在王芷宁父亲身上的王家家主这个身份。 想到这, 隐天又看向那个对现在发生的事熟视无睹的老人。 姓名, 王新国。 年龄, 78岁。 身份, 王家前家主。 身价, 12亿。 新生, 王武这小子还是没看透, 解决敌人的方法不一定是得罪他们。 看到王新国对王武得罪宁家默许的态度, 联系到王家现任家主是王芷宁父亲。 隐天也是隐隐有了些猜测。 应该是王新国为了保住自己主家的身份, 放弃了长孙王文乐, 打算培养王武接任。 就算宁家因此和次子一家翻脸了也没事, 毕竟有着王芷宁作为中间人, 宁家还会和王家合作。 推理到这, 隐天心中冷笑了两声。 这老家伙, 心中算盘还真是打得响。 王芷宁父亲见自己的话没有效果, 猛的一拍桌子。 王武, 现在我还是家主呢? 你别被我把你送进黑屋关禁闭。 王武眼中一抹巨色, 一闪而过。 他一甩袖子,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时, 王武的父母才假惺惺地骂道, 哎, 不好意思, 家教不严, 家教不严, 小武这孩子也真是的, 都二十好几的人了, 一点礼貌也不懂, 你们勿往心里去, 小天对吧? 阿姨和叔叔在这给你道个歉。 王芷宁父亲看着他们唱起了红脸, 冷哼一声又对着隐天歉一道, 不好意思小天, 让你看了笑话。 没事没事, 隐天展现出阳光的笑容, 孩子不懂事吗? 我知道, 等他再在社会上待上两年, 就会和他堂哥王文乐一样懂事了。 王武父母脸色一僵, 嘴上敷衍着说, 是, 心中却被恶心到了。 这小子, 不就是变相地说, 儿子不如王文乐吗? 他们紧张地看向王兴国, 见老爷子脸色没怎么变化, 才松了一口气。 只要老爷子还支持自己的儿子, 那么, 无论隐天怎么说, 都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 做做做, 王指宁母亲笑着招呼隐天和宁肠坐下, 又让一个庸人去吩咐上菜。 这些菜其实刚做好不久, 但因为隐天和宁肠要来, 他们就没有立即端上桌, 大概等了隐天和宁肠几分钟的样子。 很快, 菜被庸人们端了上来, 掀开盖子, 各种不同的香气顿时扑鼻而入。 隐天眼睛一亮, 这桌菜, 闻着就知道好吃。 宁肠也没吃过所谓横迹的饭菜, 此时闻到香气, 也是被勾起了胃口, 有些蠢蠢欲动。 等到菜上齐了, 王兴肠才率先拾起筷子, 说道, 吃啊, 看我做什么。 众人这才开动, 隐天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 下一秒, 被煮的软糯的鱼肉在嘴里化开, 只留下满嘴的鲜香。 怎么样, 我们京城的饭菜不比摩都的差吧? 等到隐天和宁肠尝过每一道菜后, 王指宁母亲笑呵呵地问道, 隐天什么都没说, 比了个大拇指。 在摩都, 隐天吃的最好的几次都是去酒店聚餐, 从未去过摩都的高档餐厅。 酒店的东西, 能和这种有着独门手艺的百年老饭店比。 好吃就多吃点。 王指宁适时说道, 很快, 一桌人都吃得差不多了。 王兴股一声不吭地离开, 随后王五父母也告辞, 餐桌上只留下他们五人。 王指宁母亲开口道, 小天这几天安排好了住处吗? 要不就住在我们家? 隐天看向王指宁, 只见他偷偷给自己比划了下拳头, 似乎是在说我们说好了不准变卦, 看见隐天点头, 王指宁母亲立即对王指宁说道, 宁宁, 那你等会去给佣人们说一下, 让他们安排一间房出来。 嗯, 我等会就去和他们说。 王指宁点了点头。 对了, 王夫人继续说道, 小天你们把宁先生的手抄账本带来了吗? 带来了。 说话间, 隐天从包里取出了账本, 递给了他。 嗯, 我等会帮你们递交给宁宁爷爷。 王夫人接过账本, 简单翻了翻, 就收了起来。 眼见父母似乎有要走的意思, 王指宁急忙叫住了母亲, 吞吞吐吐道, 妈, 我等会想带隐天和宁长出去玩。 出去玩? 王夫人皱了皱眉, 去哪? 这几天, 你还是不要出去的好。 隐天想起了车上石王指宁曾经说过的话, 应该就是去见见吴臣了吧。 只是, 王阿姨话中的不要出去是什么意思? 隐天留了个心眼, 我想带隐天和宁长去认识一下吴臣。 吴臣? 王夫人想了想, 说道, 去吧, 但你都快出嫁了, 以后还是少和吴臣单独待在一起。 嗯, 王指宁低声回道, 隐天听完王阿姨的话, 突然整个人震了一下。 出嫁? 隐天顿时看向王指宁, 只见他听了母亲的话后, 低着头抿着嘴, 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这又是什么鬼? 怎么突然王指宁就要出嫁了? 隐天试图从王指宁或他父母的心声中看出些什么, 但他们都只是顺嘴一提, 心中没有想相关的事, 倒是王指宁心中满是哀怨。 行, 你知道就好, 你们年轻人交流吧,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王夫人起身和丈夫一起离开了, 他们人刚走, 宁长就忍不住问道, 芷妮姐姐, 什么出嫁啊? 你要嫁给谁? 隐天也将心神放到这边, 关心地听着。 王指宁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 但他还是轻轻摇了摇头, 没什么, 就是正常的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是不是你家人比你去商业联姻? 宁长突然急了, 虽然他自己没经历过, 但那么多小说电视剧里都有类似的桥段, 他自然不陌生。 不是, 是, 哎, 算了, 我们走吧, 已经快到我和吴晨约定的时间了。 王指宁话说一半, 起身向着外面走去, 他的背影显得极为萧条。 可是, 宁长还想说些什么, 隐天却拉了拉他。 宁明, 既然他不想说, 我们就不要去问他了。 宁长想了想, 语气坚定道, 不行,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成为商业联姻的牺牲品, 我们一定要帮他。 隐天在心中叹了口气, 这种事, 我们两个外人怎么插手? 不过, 隐天还是点了点头, 嗯, 我们从别的地方搞清楚情况吧。 宁长汉手, 见王指宁走远, 两人又赶紧追了上去。 很快, 三人上车, 路上, 无论隐天怎么和王指宁搭话, 他都只是勉强笑笑笑。 隐天看了看王指宁的心声, 发现他是想着把这件事藏在了心中, 一直让自己不要去想, 今天却被母亲救死重提, 再加上近几日出不了门, 心中非常苦闷。 这种情况, 一般都只能靠自己化解。 隐天停止和他搭话, 想着这是该怎么解决。 宁长则是一直担忧地看着王指宁。 一路无言, 很快, 司机在一个高档会所门口停了下来。 隐天抬头一看, 只见偌大的海淀私人会所几个大字挂在牌匾上。 走吧。 王指宁领着隐天和宁长向着里面走去, 门口的几个保安见了王指宁, 纷纷点头。 隐天回头看了眼, 只见有几个路人正羡慕极度地看着自己。 这是京城最高档的会所, 只有受到邀请的人才有资格进来。 王指宁边走边说, 这也是吴臣的产业之一。 隐天点了点头, 作为四大家族中吴家的继承人, 开这样一个会所, 对他来说只是九牛一谋。 就连隐天现在在魔都开一个会所, 估计也能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不为别的, 那些富商为了攀上宁家的大树, 会绞尽脑子想办法入会的。 很快, 三人穿过走廊来到了一个场馆门口, 只是在外面, 隐天就听到了场馆里麦弄不停传来的砰砰砰声。 这是在干嘛? 隐天有些好奇, 王指宁静止推开了房门, 里面的一切进入隐天眼帘, 只见房里一个浑身肌肉的精状汉子正聚精会神的目视前方, 而他手中正握着一把黑油油的手枪。 每过一会, 他便轻轻扣动扳机, 而砰砰砰的声音也会随之响起。 第321章 引导模式辅助瞄准 男人面前的这个壮函只觉得有些颠覆自己的想象。 在他印象中, 这种大家族的子弟不是肥胖无比, 就是身体瘦得根根棍一样, 虚得很。 不过, 这样的吴臣也正符合周洪才心中的那个印象。 王指宁静来后就默默地等在后面, 隐天也和宁长一起候着。 只是, 隐天看着吴臣手中的手枪以及摆在其他掌位的各式枪械, 忍不住有些心痒痒。 男人心中从小就有五刀弄枪的因子, 只是迫于时代, 只能拿着玩具金箍棒, 玩具枪械玩耍。 隐天这二十多年, 最近接摸到真枪的时候, 还是大学军训。 当时听说军训能摸到真枪, 打五发子弹。 隐天和室友们很是兴奋了一阵。 无奈事事无常, 那年学校刚好搞的是校内军训, 请了人过来当教官。 除了战军资踢正部打军体拳, 隐天的军训中再无其他东西。 这也成了隐天的一个遗憾。 不一会, 吴臣打完把, 看着自己的成绩, 嘿嘿一笑, 这才转身看向来人。 开门声不大, 他是从余光中看到王芷宁来了的。 王姐, 好久不见, 这位就是隐天兄弟了吧。 吴臣简单地和王芷宁带了个招呼, 就看向了隐天和宁长。 嗯。 你好, 隐天。 隐天伸出手。 吴臣笑了笑, 没有伸出手, 反而是直接抱了抱隐天。 你好, 吴臣。 隐天心中顿时对吴臣的性格有了个初步的判断。 怎么? 想试试。 吴臣注意到了, 隐天的眼神一直朝着那些枪线哪里飘过去, 豪迈问道。 隐天点点头, 吴兄好枪法。 吴臣让开了位置后, 隐天也是看到了靶子上的弹孔。 除了少数几个在七环附近外, 其余的几乎全是九环十环。 来。 吴臣拉着隐天走到了自己刚刚用过的那把枪哪里, 说道, 我这可是外面那些设计体验馆搞不到的好家伙。 你看看怎么样。 隐天看向吴臣塞到自己怀里的手枪。 九十二式手枪, 磨损三、 二、 子弹九毫米, 价格三千。 手枪其实造价不贵, 就是没有资格, 很难搞到。 像外面的一些设计体验馆, 用的好多都是二战时的手枪, 威力小不说缺点还不少, 故障率极高。 而像九十二式这种还在服役的家伙, 能用它作为设计体验的枪械, 没有极大的背景, 是做不到的。 隐天拿着枪, 左右看了看, 笑了笑,开始给隐天讲解怎么使用这个手枪。 来,先装子弹, 嗯,就是这样, 剩下的你装试试, 然后拨开着脸。 隐天按着引导, 一步步完成, 下一步, 就是射击。 隐兄弟, 开两枪试试自己有没有枪法天赋。 无尘看着端起枪的隐天, 怂恿到。 好, 我试试。 隐天笑了笑, 随即按着无尘讲述的开始瞄准。 无尘心中偷着笑, 其实, 这枪有个缺点他没告诉隐天, 那就是这枪的瞄准线上的弹刀不一致, 若真是按照瞄准线来瞄准, 会比瞄准的地方高出不少。 加上隐天第一次玩, 估计会被后座力震一震, 这一发, 无尘预计会直接脱把。 隐兄弟可要瞄准好了呀。 无尘善意地提醒道, 隐天点了点头, 旋即投入其中。 突然, 他看见自己眼前又出现了许多矿矿架架, 这也能进入引导模式。 隐天心中一动, 旋即轻车熟路地将枪口下移, 知道手中的枪完全与引导模式中的框架重合。 不过, 看着瞄准的位置是靶子偏下一点, 隐天愣了愣。 我的目标是红星, 这个引导模式定位的是哪里? 想了想, 隐天还是没有往上移, 而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异能。 接着, 只听砰的一声, 子弹射出, 击中了靶子。 击中了? 无尘听见子弹中靶的声音, 愣了愣, 旋即响开, 只以为是隐天力气大, 没受到太多后座力的影响。 接着, 他看也不看靶子, 就拍了拍隐天的肩膀。 隐兄弟, 你是第一次玩这个, 没大中拾环也不要紧, 多玩几次就能经常打拾环了。 说完, 只见隐天, 王指宁, 宁长都古怪地看着自己, 无尘愣了愣, 问道, 怎么了? 宁长指了指靶子, 无尘转过身看去, 只见靶子正中央一个单孔, 正不停地往外冒着烟。 卧槽, 你中了十环, 无尘睁大了眼睛。 怎么了? 隐天不明所以, 这很难吗? 第322章, 谁输了谁当小弟? 这很难吗? 无尘忍不住要吐槽了, 自己刚拿到这枪时, 可是因为这个缺点自我怀疑了好久。 你是按照我教的瞄准的? 无尘忍不住问道, 啊, 要不是你教, 我连怎么上子单都不清楚。 隐天满脸真诚地回道, 无尘会想起隐天之前那些生疏的动作, 问道, 我教的是瞄准把心, 那你为什么要把枪口往下移? 手枪真实弹道比瞄准线要高, 所以, 只有可能是隐天往下压了压枪, 才碰运气般地中了十环。 如无尘所料, 隐天说道, 我玩过一些射击游戏, 看他们都要压枪, 我就往下压了压。 隐天自然不可能暴露自己异能的事, 看见无尘心中有这个怀疑, 便顺着他的思路圆了下去。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会有人比我还强? 自以为知道了真相的无尘得意笑了笑, 把隐天这次的成绩是做了运气。 隐天正准备顺着无尘的话夸下去, 以弥补当时让他背锅的事, 却不料自己还没说话, 就听见王芷宁笑道, 无尘, 隐天这可不是运气, 他这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切, 无尘不屑地笑了笑, 这玩意再有天赋, 也不可能第一次玩就能实环。 我当兵时见过的神射手海了去了, 没有一个是一接触就能百发百中的。 顿了顿, 无尘补充道, 就连现在国外最顶尖的狙击手无尘当年训练时都没有一上手就枪枪命中过。 哦? 王芷宁挑了挑眉? 你这是不相信隐天会是那种绝世天才? 王芷宁缓了许久, 终于像是从之前的堵心中走了出来, 和无尘叫起了劲。 隐天忍不住看向王芷宁。 我有这么厉害吗? 明明我自己都不知道。 吴晨撇了撇嘴, 他要是一上手就能多次命中把心。 哦? 你怎么样? 王芷宁赶紧追问道。 我就认他当大哥。 吴晨突然站起身。 好, 那一言为定, 要是隐天不能全忠, 就让他喊你大哥。 王芷宁眼中闪过一抹脚狭。 那个, 你们不问我同不同意吗? 隐天突然插嘴道。 这时, 王芷宁突然凑近了点, 对隐天赴耳道。 隐天, 这可是我帮你争取的机会。 反正你年纪也比吴晨小一点, 喊他大哥你也不吃亏。 隐天知道王芷宁这么做的目的, 他是想让自己和这位吴家的吴晨拉近关系。 王芷宁也知道没人能在第一次接触枪械的情况下百发百中。 他那么吹捧隐天, 就是为了激发吴晨的好胜心。 显然, 他成功了, 这场比试过后, 无论谁输谁赢, 隐天和吴家大少的关系必定会更加熟悉。 不过, 隐天听着他说的话, 心中莫名不爽。 你就这么确定我会说? 有着引导模式, 隐天确定自己就是万无一失的枪神。 因此, 隐天笑了笑, 挑衅道, 这样对吴晨兄弟也太不公平了。 不如我和你比比, 同样多的子弹, 谁的总环数最多? 吴晨愣了愣, 突然放声大笑。 隐兄弟, 你就这么想任我当大哥? 若是隐天自己慢慢瞄准开枪, 还是有那么万分之一的机会能全中的。 但要是和自己比试, 不好意思, 隐家绝对只会是自己。 既然我们谁也不服谁, 那就试试吧。 隐天笑了笑, 按照之前学的东西, 生疏的取下弹夹, 上满了子弹。 吴晨看隐天已经准备好了, 也是有了鄙视一下的兴趣。 那行, 吴晨走到旁边的展台, 我们打光一个弹夹八发子弹, 看看谁用的时间最短, 谁命中的环数最多。 说话间, 他也检查完了装备。 那我来当裁判。 拧商笑着说道, 随即, 他见两人准备好了, 嘴里开始倒数, 三、 二、 一。 接着, 只听见两人哪里不断地传来喷喷喷的声音。 隐天手急眼快, 每当手上的东西与矿矿重合, 就毫不犹豫地开枪。 已经体验过一次, 他也没被后座力伤到, 每次枪口抬起的幅度都不大。 很快, 隐天射击完全部八发子弹, 看向吴晨那边时, 他也射击了最后的两发。 打完, 吴晨看见隐天已经在等着自己, 心中惊讶不已。 他打得这么快的吗? 不过, 旋即他又轻笑两声, 本来就是新手, 还射击这么快。 泽泽, 他这是等不及要认我做大哥啊。 隐天看着吴晨的心声, 也没多说什么, 淡淡看向女友。 宁长顿时明白, 这是要让自己这个裁判去判分了。 第323章, 这家伙想揍我。 宁长先来到吴晨这边, 看了看远处的靶子, 说道, 嗯, 吴晨大哥好像是全部命中, 所有子弹都在尸环内。 吴晨顿时得意地笑了笑, 既然是鄙视, 他就没有放水, 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实力。 现在看来, 自己虽然退伍多年, 这枪法也还是没退步。 宁长又走到左边, 观察起隐天射击的靶子。 嗯? 突然, 宁长愣了愣, 这个该怎么算? 怎么了? 众人立即上前, 只见50米外的靶子上, 只有正中间有一个弹孔。 卧槽! 吴晨忍不住惊呼出声, 靶子上只有一个弹孔, 他第一时间认为隐天只中了一枪, 其余全部脱靶。 但当他在靶子后的挡板上 没有找到多的弹孔时, 他脑中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会不会是隐天所有扒发子弹 全部打中了一个地方呢? 这时, 隐天也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 我好像都打在一个地方了, 也是全部命中。 吴晨看向隐天的视线, 一下就变得火热了起来。 尹兄弟, 尹哥, 你这天赋, 居入伍吧, 我能帮你找到最好的教官, 最强的部队, 你一定能成为王牌狙击手的。 虽然隐天和他自己都是满分, 但因为隐天用十更手, 吴晨认输了, 直接喊隐天隐哥, 但此时他显然更关心的不是这个。 隐天摇了摇头, 吴兄, 谢谢你的好意了, 我这不在此, 只想当个普通人。 吴晨还想说些什么, 最后却还是没有说出来, 只是一个劲的叹息。 唉, 这么好的苗子, 可惜了, 人各有志, 他也不能强迫隐天去做些什么。 军人们在战场上保驾卫国, 隐天在商业领域抗击国外资本, 两者都是卫国助力吗? 王芷宁适时缓解了下气氛, 吴晨点了点头, 换了个话题。 也是, 老早就听说隐哥很有商业天赋, 现在的身价已经比得贵一些老牌富商了, 吴晨已经很适应小老弟的身份了。 哼, 运气好, 运气好而已, 其实, 这也是多亏了宁宁的帮助。 隐天谦虚道, 又看向宁长, 哪有, 我只是帮了些微不足道的忙而已。 宁长顿时低下了头, 吴晨捕捉到了王芷宁眼中的那一抹羡慕, 心中一叹。 其实, 早在王芷宁一直和他提起隐天时, 他就知道王芷宁是对这个隐天动心了。 可惜, 不管他如何怂恿, 王芷宁都用他已经有女朋友来搪塞过去。 甚至, 连王芷宁都要出嫁了, 也不肯对隐天表辱心生。 这次他硬邀过来与隐天结交, 其实也是看想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能让王芷宁如此惦记。 现在粗略一看, 吴晨对他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吴晨又看向宁长, 这个女孩有着和王芷宁不相上下的颜值, 王芷宁真想从他手中抢过隐天的话, 很难。 但是, 如果王芷宁有想法的话, 他愿意帮忙撮合他和隐天。 可关键是, 王芷宁作为宁长的好友, 显然不会做出这种挖墙脚的行为。 不过, 王芷宁本人不愿意, 但吴晨作为他的朋友, 可不会坐视不理。 行了, 咱们换一个地方聊吧。 吴晨起身说道, 不适合招待客人。 说完, 他就转身带路。 隐天和宁长自然紧紧跟在后面。 吴晨走到一个帘子前, 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转过身对王芷宁和宁长说道, 王姐, 要不你带嫂子试试我这里的SPA吧。 我这里新请了一个国外的资深美疗师, 不少明星都在他那里做过疗养。 宁长眼睛一亮, 没有女人抗拒美容, 即使他们已经很漂亮了。 宁长和王芷宁也不例外。 隐天, 那我就带常常做美疗了, 你和吴晨去聊吧。 王芷宁看出吴晨是有些悄悄话, 想对隐天说, 刚好见宁长也对这个美疗有兴趣, 当即建议道。 嗯, 你们去吧。 隐天点了点头, 等到宁长被带进去后, 吴晨一把勾住隐天的脖子。 他们去SPAO, 搞的, 我也想去放松一下了, 咱们去泡澡吧。 行, 隐天笑了笑, 正准备再说些什么时, 突然注意到了吴晨变换了的心声。 在泡澡拿钱把这家伙揍一顿, 正好揍累了, 去洗个澡。 吴晨想揍我, 隐天脸色一下就变得古怪了。 想了想, 隐天没想出自己那里的罪过他。 不过, 看吴晨对自己也没什么恶意, 隐天漠不作声地被他带到了换衣间。 换衣间内, 尽管隐天没有直视他, 但还是把大部分心神放在了吴晨那里。 可得把他盯好了, 不然被偷袭了, 找谁说理去。 第324章, 别打了, 别打了。 吴晨慢条斯理地脱着衣服, 目光不时瞟向隐天那边。 等到隐天正要把上衣脱掉时, 吴晨突然放下自己脱到一半的衣服, 猛地向着隐天飞越过去。 隐天用余光看见了吴晨的动作, 加上自己一直在关注他, 急忙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等到吴晨即将扑倒隐天时, 隐天突然加速, 把自己的衣服套在了吴晨头上。 随即, 隐天也被吴晨扑倒。 吴晨虽然被隐天套住了脑袋, 隐天急忙歪头, 拳头带着静风从他耳边划过, 打到地板上, 垂地地板震天响。 卧槽, 你玩真的? 隐天听着地板被垂的声音, 不由得一阵后怕。 这一拳要是打到了自己身上, 自己还不得立即挂踩。 打的就是你, 你这个傅心汉。 吴晨义把掀开自己头上罩着的衣服, 没等隐天喘口气, 就又挥舞着拳头要上。 隐天赶紧起身, 疲于招架, 一时间不仅被打得连连后退, 手臂也被打得生疼。 你说谁是傅心汉? 感受着手臂上的疼痛, 隐天怒了。 这家伙, 难不成还真要把自己按在地上揍一顿? 就在隐天准备反击时,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睛中慢慢多了一些线条。 就在隐天愣神的一会, 吴晨的拳头带着破空声将至。 就是你, 你为什么对王止宁的心意视而不见? 隐天发现, 再过一瞬间, 吴晨的拳头就会与这些框架重合。 也就是说, 这些框架是吴晨接下来会有的动作。 隐天眼睛一样, 随即又闪躲了两下, 发现吴晨每次的动作都会与眼中的框架重合。 如果你和别人打架时, 能知道别人下一步的动作, 你能打赢这场价吗? 隐天开始按着眼中预判的动作开始招架。 渐渐地, 隐天招架的动作由挡变成了波, 隐天的手臂顿时没那么受罪了。 什么心意? 你让他来和我说。 吴晨惊异地发现, 刚刚还疲于招架自己拳头的隐天, 突然每次都能拨开自己的手臂了。 这家伙, 还带越打越强的吗? 吴晨郁闷想到。 不过, 眼下显然不是去想这些的时候, 吴晨一边加快了拳速, 一边大声喊道, 你就是仗着他, 不敢亲自和你说喜欢你, 就故意吊着他。 你放屁! 隐天渐渐适应了引导模式的这种新功能后, 开始偶尔反击。 一直招架, 吴晨两个拳头的同时, 另一只手也一下子垂到了吴晨的脸上。 吴晨脑袋一偏, 眼中神色更为火热。 他好久都没碰到能招架自己那么多拳头的人了, 没想到今天结交的这个小兄弟竟然能和自己打得有来有回。 他此时也忘了自己动手的目的, 开始全心全意投入到这次架中。 我要动真格了。 提醒了一句, 吴晨猛地踢了上来。 卧槽! 隐天显之又显低鼻鼓。 现在, 隐天眼中不仅有拳头的预判, 因为人体的限制, 吴晨并没办法同时使用两只手和腿, 隐天还是能招架住。 只是因为吴晨腿部力量更大, 隐天招架时更疼罢了。 不行, 这样下去, 我的体力会先用尽。 隐天眼神闪烁, 开始想着翻盘的办法。 突然, 就在吴晨一脚侧踢过来时, 隐天没有躲避。 隐天硬生生地挨了这一下后, 闷哼一声, 一手拖住吴晨的腿。 切势靠近他, 同时手部用力将吴晨微微提起, 趁他重心未稳, 一把先倒了他。 这家伙真重啊。 隐天感受着手上的重力, 不禁感叹道。 感叹完, 隐天面色一冷。 刚刚你打得很痛快是吧? 接下来, 到我了。 因为能预判到吴晨的动作, 隐天很快将他能戒之起身的动作卡死了, 一便躲避吴晨回来的拳头, 一便猛地朝着吴晨打过去。 吴晨一开始还在反击, 但当他发现自己的拳头几乎都会被隐天躲过去。 而每当这时候, 自己就会被隐天反击一下时, 他停止了反击, 开始躲避隐天的拳头。 隐天看到吴晨放弃反击, 开始全心抵抗时, 把全部的心神都用在了打吴晨上。 这打极了, 隐天可不会在乎打到了哪里, 总之是哪里没有阻挡, 就朝着哪里重拳出击。 他妈的, 叫你动手。 动手就算了, 你还踢人? 你不知道自己腿部力量有多大? 吴晨一开始没吭声, 只是默默抵抗。 可当他逐渐抵挡不住隐天的拳头时, 他渐渐开始呻吟了。 别打了, 别打了。 第325章, 难以两拳。 听着吴晨的声音, 隐天心中一喜, 全然不顾吴晨已经开始认输, 手上的力度变得更大。 以后还偷不偷袭我? 隐天边捶边问, 不偷袭了, 不偷袭了, 以后谁是大哥? 你是大哥, 你是大哥。 吴晨郁闷地喊道, 如果说之前他喊隐天歌, 是因为隐天赢了他, 那现在他喊的这声, 就完全是被逼无奈了。 其实吴晨本来还想通过这次揍隐天, 夺回自己年长者的身份, 没想到不仅没夺回, 反倒自己被捶猛逼了。 那谁是傅兴汉? 我, 不是, 你是傅兴汉? 嗯? 隐天加大了力度。 谁是? 你是? 我是, 我是, 别打了。 隐天脸上浮现出笑容。 这才对嘛, 勇于承认错误的孩子, 才能有奖励。 隐天渐渐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打了这么久, 隐天打都打累了。 吴晨许久没等到挨拳头后, 渐渐放下胳膊, 见隐天没有了动手的意思, 这才喘着气躺在地上。 隐天同样躺在地上, 冰凉的地板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不适, 反而稍稍麻痹了隐天正痛着的手臂。 沉默许久, 隐天越想越气, 踹了吴晨一脚。 你是不是有兵? 无缘无故动手做什么? 虽然最后是自己赢了, 但隐天基本上也挂了彩。 吴晨挨了这一脚, 反而笑了。 隐哥, 你知不知道王姐喜欢你? 隐天抿着嘴, 即没说不知道也没说知道。 虽然王芷宁从未明确说出过这类话, 但从他后来看自己的眼神, 以及他偶尔掩藏不住的心声中, 隐天还是看出了些端倪的。 不过, 就算看出来了又能怎么样? 自己已经有了女朋友了, 你不说我就当你默认了。 吴晨笑了笑, 那我再问你, 你喜欢他吗? 隐天再次沉默, 说喜欢吧, 隐天心里更重视的是宁肠, 但说不喜欢吧, 隐天听到王芷宁要出嫁时, 心中有种占有他, 不让他出嫁的想法。 吴晨笑得更加放肆了, 我告诉你, 王姐, 她其实也不愿嫁人, 是她父母要她联姻, 为王文乐增加筹码, 以夺取王家家主之位。 傻逼王文乐, 怎么像那废物一样, 还要他姐姐帮? 就不能像王武一样, 自力更生吗? 王芷宁这傻妞也是的, 自己弟弟不争气, 还管他干嘛, 自己过好自己的不就行了吗? 隐天心中把王文乐骂了好几遍, 同时又有些怜惜王芷宁, 过几天, 王姐就要和别人订婚了, 你如果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别人抱在怀里的话, 就当我没说, 要是你不能忍, 就去抢婚, 或者你要和她私奔也行。 隐天心中一动, 有些被吴晨说动, 可玄机她又想到了宁肠, 自己按着吴晨的建议做的话, 宁肠怎么办? 你们在这里吗? 突然, 门外传来王芷宁的声音, 在, 我们再泡澡, 吴晨急忙达到, 自己现在上半身伤痕累累, 可不能被被人看到了, 多年退伍兵被一个普通人揍了一顿, 这脸吴晨可丢不起, 行了, 咱们赶紧洗个澡就出去吧, 你自己好好想想, 吴晨起身又将隐天拉了起来, 哎, 走一步看一步吧, 隐天叹了口气, 也无心泡澡, 曹操洗了洗, 就和吴晨一起出来了, 出来后, 看着皮肤更显白皙的宁肠, 忍不住赞叹道, 宁宁更漂亮了, 一旁的王芷宁也是容光焕发, 显得很有精神, 我呢? 王芷宁故意问道, 就只看你女友去了, 没关注一下, 把你们带到这里的人, 王姐也很漂亮, 隐天用玩笑般的话语称赞道, 吴晨鄙视地看了隐天一眼, 王芷宁又看向隐天身后的吴晨, 惊讶道, 吴晨, 你脸怎么肿了? 吴晨心中一惊, 双手摸着自己的脸, 肿了吗? 我怎么没感觉? 估计是泡澡泡酒了, 有些浮肿, 隐天又一脸鄙视地看着吴晨, 泡没泡澡, 我还能不清楚吗? 不过, 在王芷宁面前, 隐天还是给吴晨面子的, 没有揭穿他突然对自己动手的事, 就当是补偿飞机上让他背锅的事了, 聊了会天, 隐天突然想起了在王家听说的事, 问道, 吴晨, 你知道最近京城发生了些什么事吗? 怎么王芷宁家人都不让他出门了? 听到这个, 吴晨脸上的笑容一下消散了, 他沉声道, 我听说, 好像有一批杀手来京城了, 暂时还不知道他们的目标, 现在京城许多人都人人自危, 生怕目标是自己。 第326章, 潜伏在京城的杀手。 杀手? 隐天愣了一瞬, 以前, 隐天也在不少影视作品中看到过, 但那些都是幻想出来的, 离隐天的生活很远, 可现在吴晨突然说有杀手来到了京城, 隐天一下, 就觉得他们突然离自己很近, 仿佛就在咫尺之间一般。 原来是有杀手进入了京城, 王芷宁诗神弥南, 如果是有杀手入京的话, 那么他被限制出门也情有可原了。 隐天倒是有些兴奋, 似乎是想看看那些传说中的杀手到底长啥样。 他们就这么正大光明地进入了京城, 隐天忍不住问道, 看样子, 似乎京城的权贵们都知道这件事, 就没人管管, 肯定不是正大光明的呀。 吴晨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们不仅联合官方找了许久, 私下也动用自己的力量找过, 可惜一无所获。 隐天想了想, 也能理解, 想要在杀手没有犯罪的情况下找到他们, 难度无异于登天, 总不可能路上看到一个行迹可疑的人, 就要去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问出来吧。 不过, 杀手潜伏在京城, 也对隐天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隐天能肯定他们的目标不是自己, 但万一自己哪天和宁长出去玩时, 恰好碰见了他们, 又刚好与他们接触了呢。 还有些什么情报吗? 隐天低声问道, 嗯, 吴晨沉吟了一回, 说道, 现在可以知道的是, 他们都是外国人, 然后我猜测他们的目标不一定是京城的人, 他们来了好久了, 一直没什么动静, 我猜他们是在等什么人来京, 为什么他们不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呢? 京城内某个人放松警惕的机会。 王子宁问道, 他们一日不离开京城, 京城内许多人就会一日不放松警惕, 甚至时间久了, 他们还有很大的暴露风险, 这还不如先高调离开, 再寻机会进来呢。 隐天插嘴解释道, 吴晨无奈地笑了笑, 还是隐天能理智地从逻辑上分析他们的行为, 王子宁还是有些感性了。 不过, 他们是在等什么人? 隐天又着眉想了想, 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宁长都是最近进京城的人, 他们的目标该不会是我和宁长吧? 隐天心中忽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旋即, 他又将这个自己下自己的想法抛出脑外, 要真是有人想对自己和宁长动手, 在魔都就有很大机会。 况且, 自己和宁长决定要来京城游玩是前天才做的决定, 而杀手们似乎在京城潜伏很久了, 这也从逻辑上说不通。 不过, 隐天还是决定这几天警惕一点, 就算自己和宁长不是他们的目标, 也不能放松, 他就怕殃及迟鱼。 隐天, 常常, 要不这几天你们就别出去, 玩了吧。 王子宁担忧提议道, 他一是想保护好两人, 二是觉得自己一个人被关在家中, 很无聊, 有人聊聊天也不错。 隐天看向宁长, 让他做决定。 隐天反正现在没啥事, 想玩多久都行, 公司有张明和陆一鸣看着, 不会出大问题。 宁长簇眉想了想, 有些为难。 不同于隐天, 他现在是趁去杀仇, 还在第一阶段是跑出来的, 以现在聚杀仇的进度, 指不定一周后的哪天就要他去坐镇指挥了, 因此, 隐天早就规划好了这次来京的行程。 隐天还没做决定, 就听见无尘鄙夷的说, 这有什么好怕的? 也就王姐家族这么重视。 你看我, 还不是该浪漫, 待完了, 反正你在大街上看到外国人避开就是了。 隐天看了看宁长的心声, 知道他是既不想辜负王子宁的好意, 又不想让公司那么多人等着自己, 此时有些为难。 想了想, 隐天还是替他做了决定, 我们还是按计划游玩京城, 总不可能他们一天不出京城, 我们就一天不离开王家吧。 宁长权衡了一会, 点了点头, 既然他们的目标不是自己, 那自己等人也没必要起人忧天。 可是, 王指宁忧愿地看了隐天一眼, 想继续劝, 最终却还是叹了口气, 漠然阴云, 隐天赶紧避开他的目光, 那我们明天还是按计划去故宫玩玩。 宁长顿了顿, 问道, 对了, 指宁姐姐, 你对我们去故宫有什么建议吗? 嗯, 王指宁想了想, 说道, 我其实也没去过几次故宫, 要说建议的话, 你们找一个巷导吧, 故宫还挺大的, 你们自己逛的话, 还真不一定能逛完。 隐天听着他说自己没怎么去过故宫, 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人们似乎对本地的名胜古迹都不太感冒, 家里的景点都没去过, 外地的反倒是一个劲的打卡。 第327章, 出发, 聊着聊着, 时间很快到了下午, 隐天和宁长又体验了一次这家会所的食物, 据吴臣所说, 厨师也是请个国外的三星大厨, 虽然隐天吃不惯西餐, 但不得不说, 这个厨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与横迹的手艺截然不同, 横迹是以炖, 煮, 炒为主, 而这边的则是煎, 炸, 吃完晚饭, 隐天又手痒地去玩了玩射击, 这才随王指宁一起回了王家。 此时, 庸人们早已把客房收拾出来了, 隐天和宁长进去看了看, 很是满意, 又和王指宁的父母聊了会两家合作的事, 很快, 隐天和宁长洗漱完毕, 双双躺在床上。 宁长依偎在隐天怀中, 一开始, 隐天还非常安分, 可聊着聊着, 就不禁开始动手动脚了。 迟到? 不行, 被王家的人听见了怎么办? 宁长一把按住隐天的手, 隐天凑到他耳边, 宁宁, 你别出声不就行了? 宁长脸色一红, 可, 可是我怕我忍不住, 顿了顿, 他看见隐天一脸难受的样子, 叹了口气道, 你们男人真是麻烦。 说着, 他就钻进了被窝。 许久, 宁长咳嗽了一声, 出来摆了隐天一眼, 隐天黑黑坏笑, 我去上个厕所。 去吧去吧。 隐天满足道, 宁长很快起身, 向着厕所方向走去。 厕所在哪来着? 宁长借着手机的闪光灯摸索着, 突然, 一阵若有若无的哭声传进了他的耳朵。 这是, 宁长愣了愣, 向着哭声传来的方向静悄悄地走去。 虽然哭声的主人似乎有意压低声音, 但宁长还是很快找到了哭声的发源地。 是芷妮姐姐在哭。 宁长认出了, 这是王芷妮的房间, 晚上他还在这和王芷妮说了一回话。 宁长想起了今天自己知道的事, 很快, 把这件事和王芷妮深夜哭泣联系了起来。 叹了口气, 宁长先去上了个厕所, 又回来敲响了王芷妮的房门。 尹天左等右等, 突然收到了宁长的短信。 我今天晚上在芷妮姐姐这边睡, 你别等我, 早点休息吧。 尹天突然有些牙疼, 习惯了抱着女友睡, 这怀中突然少了个软绵绵的妹子, 一时半会还真有些不习惯。 王芷妮这傻妞, 自己没女友, 也不要抢我的女友啊。 感受着床边的空荡, 尹天突然好想去把宁长抢回来。 不过, 想到王芷妮要出嫁的事, 尹天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要是自己没遇到宁长, 这次怎么说, 也不会坐视王芷妮与别人联姻。 但现在, 尹天也不想伤害宁长。 唉, 就让宁长陪陪她吧。 说不定, 宁长就能劝说, 她不要为了弟弟牺牲自己。 一日, 尹天早早起床, 看到了同样没什么精神的宁长和王芷妮。 看样子, 他们也是聊到了很晚, 没睡好。 洗漱完毕, 尹天和宁长准备出发去故宫。 王芷妮在后面挥手告别, 看着两人紧紧牵在一起的手, 心中非常羡慕。 可惜, 这是尹天和宁长的二人世界, 而且, 王家也不会允许他在京城潜伏着杀手的时候出门。 很快, 尹天和宁长坐上王家安排的车, 向着故宫驶去。 虽然网上一直都传京城堵车堵的厉害, 但尹天一路下来也没体验到。 不一会, 两人就到了故宫外。 尹先生, 我就在外面等您, 您要回去或者想去别的地方逛, 请打电话让我接您。 下车后, 司机取出自己的电话号名片, 递给了尹天。 嗯, 尹天点点头, 收下名片, 接着就牵着早已迫不及待的女友的手, 向着检票处走去。 故宫门票, 自然早就让王家安排人排队预购了。 一进门, 就有不少野生导游, 蜂拥而至。 先生, 需要导游吗? 两位似乎是第一次来, 找个导游吧, 没有导游, 妹妹, 选姐姐带你们游故宫吧, 姐姐比官方的要便宜不少。 尹天本想越过他们去找官方的导游, 不管怎么说, 官方的导游总比这些人靠谱吧。 突然, 尹天看见了一个被老游条们推散在最外面, 想进来却又挤不过他们的女孩, 出来兼职导游挣学费的贫困大学生。 看着他的身份, 尹天想了想, 虽然他的导游水准可能不如那些专业的墙, 但尹天看他心思单纯, 选择靠自己双手挣钱, 还是决定帮帮他。 那个, 就你了。 啊? 谢谢, 谢谢。 女孩有些错愕, 玄机连忙弯腰道歉。 其余导游见尹天已经选了人, 顿时切了一声, 不欢而散。 第328章, 故宫偶遇。 宁常看着尹天选了个模样颇为漂亮的女孩作为导游, 不由得掐了掐尹天的腰间软肉。 尹天吃痛, 赶紧傅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宁宁, 你看她的穿着打扮, 像不像一个大学生? 这个女孩穿的衣服非常破旧, 裤脚已经起了毛鞭, 看样子似乎还是高中的校服。 宁常突然想到了自己上大学时的一个室友, 她是从偏远地区考来摩都的, 家里经常供应不起学费和生活费, 那个室友也是经常穿着旧衣服去打工挣钱, 可最后, 生活的重负还是让她选择了来钱快的方式。 想到这, 宁常心一下就软了。 哼, 下次你做好事提醒我一下, 让我来。 宁常娇哼一声, 把此事接过, 但还是给未来打了个预防针。 下次一定, 尹天连连点头, 嗯, 我们预计是今天一整天都用来逛故宫, 你收费多少? 有什么计划? 尹天问向导游, 足, 组团二十, 不组团的话, 你们给, 给三百就行了, 不过, 也可以讲价。 宁还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自己的费用, 说完, 看向尹天和宁常的脸色, 生怕他们觉得贵了。 三百? 这么少? 每天三百, 他不是每天都有时间过来兼职, 而且也不是每天都能找到需要导游的游客。 宁常想了想, 开口道, 三百是吧, 你就单独给我们俩讲解就行了, 讲得好, 我们们还有奖金。 谢谢, 谢谢。 宁还再次鞠躬, 奖金什么的, 他不奢望, 只要等会能顺利拿到应有的费用, 他就满足了。 顿了顿, 他说道, 我叫杨婉慧, 既然两位时间充足的话, 那我们从武门出发。 影片听完, 点了点头, 表示没什么问题。 都考虑清楚了, 规划的路线很完美。 就这样吧, 走, 出发。 可就当影天刚刚迈出第一步时, 他突然看见所有的野生导游都向着一个地方涌去。 你好, 需要导游吗? 请问您是那国人? 说不定我可以用您家乡的语言为您讲解。 嘿, 小妹妹, 华国文化博大精深, 没有人讲解, 你一时半会是弄不懂的, 选我帮你讲解吧。 顺着人群看去, 只见温妮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看着把自己围起来的人们, 心中非常惊慌。 他们把我围起来做什么? 这就是华国的传统吗? 我该怎么办? 影天看着他的心声, 不由得一阵好笑。 如果不帮他解围的话, 恐怕他会被无良导游给骗得买一大堆特产吧。 这种外国人是导游们最喜欢的游客, 因为国外被服务意识强烈, 许多外国人来旅游都会选择一个导游。 而且, 他们有付小费的习惯, 有时候遇到后面子的外国友人, 他们付的小费都比收费多。 更何况, 外国人更容易被他们劝说买下土特产, 是道友们最喜欢的冤大头。 此时, 宁长也看见了温妮。 是他? 当时宁长知道温妮是来京城旅游时, 就有邀请他一起游玩的想法, 最后却因为怕和他行程不同, 不好安排, 就放弃了。 此时再见到, 宁长很是高兴。 影天, 我们和他一起吧。 不然, 他恐怕会傻乎乎地把钱全用来买纪念品。 宁长不知道温妮的身价, 只以为他是仰慕华国文化的外国友人。 行, 女友的建议, 影天自然没意见, 更何况, 影天当时帮温妮解围, 就是为了与这位地败妇罗莉公主结个善缘。 此时有与他继续打交道的机会, 影天自然不会错过。 就算没啥大用, 以后和别人聊天时, 突然说自己认识一个公主, 也被有面不是吗? 嘿, 温妮。 影天挥手喊道, 温妮正手足无措呢, 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自己, 不由地向这边望来。 嘿, 吴, 看见影天后, 他眼睛一亮。 吴, 影天顿时明白, 他这是还以为自己是无尘小弟呢? 这是影体纳在飞机上说过的话。 影天从人群中挤了进去, 环视一圈, 对温妮说道, 你也是来故宫玩吗? 要不和我们一起吧? 可以吗? 他好了。 温妮顿时喜行余色, 其余导游们见此, 正想说些什么, 看见影天目光凌冽, 纷纷骂骂咧的退开了。 吴, 再次谢谢你, 我不叫吴, 我叫影天。 温妮歪着脑袋想了想, 也想不通这位吴家人怎么突然不信吴改姓影了。 不过, 显然他没纠结这事, 改口道, 影, 谢谢你。 第329章, 死士杀手。 把温妮带过来后, 温妮仿佛自然熟一般, 直接牵上了宁长的手。 宁, 见到你真高兴。 宁长笑着回应, 很快, 三人由杨婉慧领着前行。 影天看着婉着的两人, 有些觉得自己要温妮同行, 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这里就是五门, 也就是我们常听的五门斩首中的那个五门。 到了五门后, 杨婉慧讲解道, 这就是五门。 宁长好奇地左右看了看, 只见这里阳光明媚, 四周宽阔, 一点也不如他所料。 在宁长心中, 这种斩首的地方一般不都是很阴森吗? 五门? 阴。 这就是你们以前皇帝杀人的地方吗? 温妮饶有兴趣地问道。 影天想了想, 恶趣未地道, 嗯, 所以, 这里有很多冤魂, 你看, 你左边的那个老爷爷就一直在问你皇帝在哪儿。 我冤枉啊。 啊? 温妮吓了一大跳, 立即左顾右盼, 想找到影天说的那个老爷爷。 宁长立即揪了一下影天, 不许吓唬温妮。 言语间, 还有些许醋意。 影天笑了笑, 顺势牵住宁长的手, 不让他掐自己。 温妮也反应过来影天是在吓唬自己, 生气道, 嗯, 你太坏了。 影天正准备道个歉, 突然, 他眼中看见温妮的数据全部消失了。 这是, 影天已经很久都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了。 不过, 他还是记得, 这个代表着温妮很快就会遇到足以致命的意外。 心中一惊的影天顿时凝神看向温妮。 没有意外的, 影天眼中突然出现了温妮死亡前的画面。 画面中, 只见一个阴沟鼻的外国人笑着和自己一行人擦肩而过。 但就在温妮继续往前走的那一瞬间, 那个阴沟鼻突然从腰间取出了一把匕首, 然后毫不犹豫地刺向温妮。 这一刀, 直接命中了温妮的心脏, 温妮随之倒在了血泊中, 而阴沟鼻也很快自尽。 看到这, 影天立即向着四处张望, 在自己一行人的必经之路上, 看见了那个正假装心肠的阴沟鼻。 随着自己等人与他越来越接近, 影天也在想应对这个情况的办法。 要是影天想, 他可以很轻松地化解这次危机, 但影天要得远不止此。 如果没能解决这个阴沟鼻, 至少今天自己都不能放松警惕。 甚至, 影天看着阴沟鼻最后那自尽时的果断, 还有些怕他到时候不顾一切, 直接对温妮动手。 影天靠着异能有信心制服这家伙, 但怕就怕到时候, 他乱挥舞着刀子伤到了命长。 影天瞥了一眼温妮, 这姑娘对即将到来的危险还一无所知。 影天有些后悔, 当初帮温妮了。 马德, 结个善缘都能碰到这种破事。 想了想, 影天给吴臣发了条短信。 其实, 要说找人帮忙, 那自然是王指宁更好使。 但考虑到自己的计划, 影天还是找了同位男人的吴臣。 紧接着, 影天按兵不动, 等到即将和阴沟鼻擦肩而过时, 突然主动出手。 影天先是一把摸向阴沟鼻的刀子, 抢到了后, 直接往远处扔去, 随后眼疾手快地将他锁喉摔到了地上。 周围人对着突发一幕, 显得很吃惊。 卧槽, 这小兄弟在干嘛? 保安哪, 保安, 保安。 好man。 很快, 保安赶来, 拉开被两人。 你们做什么? 当众逗殴。 影天指着被自己扔出来的刀子, 这人带着刀子进来的, 你们的安检就是水瓶。 保安突然语色, 这是我们工作失误, 不过, 这也不是你打他的理由, 我已经报警了, 你和警察去解释吧。 英勾鼻恶狠狠地瞪了影天一眼, 解释道, 这是我刚刚在这里买的纪念品。 影天一看, 这家伙竟然连发票都留着, 在看向那把匕首, 只见他只是在刀间处被磨了磨, 算是开封, 不能杀猪宰羊, 但以英勾鼻的力气, 用他刺死瘟匿还是没问题的。 保安一乐, 看向影天, 连事情都没搞清楚, 就动手。 影天笑了笑, 没说话, 虽然英勾鼻没问题, 但自己只要和他动了手, 他就会和自己一起被抓进去审问。 很快, 警笛响起, 同时, 影天也收到了吴臣的短信, 招呼我打了, 不过, 你确定这人有问题? 我也不能随随便便, 就去对付一个外国人。 相信我, 影天简单发了条短信过去, 紧接着, 影天看向宁长, 笑道, 宁宁, 我们休息一会, 等会继续回来逛。 第三百三十章, 若无其事, 虽然宁长不能理解影天这么做的用意, 但见影天不像是无敌放矢, 只能按那心中的担忧, 陪同着一起。 温妮倒是无所谓, 反倒是杨朗慧脸上满是担忧。 怎么办, 我去了, 会不会留下不好的档案。 宁长看着她的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反而主动去安抚她。 半小时后, 警局外, 英勾比一站在外面, 忍不住骂骂咧咧。 刚刚自己被放了出来后, 想问问打自己那人的情况, 却不料被告知那人已经走了。 英勾比一作为从小被培训出来的死士杀手, 自然知道这件事算是不了了之了。 该死的华国富二代。 心中咒骂着, 英勾比想了想, 决定去打一个电话。 影天作为温妮的同伴, 刚刚还主动把自己给打了, 这是怎么看怎么反常。 说不定, 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作为死士, 身份暴露不可怕, 她就是怕自己完成不了任务。 她想了想, 走到了一个小巷子, 随便找了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蹲了一个正在玩手机的路人, 把她打昏后, 趁手机还没被锁, 急忙打了个电话。 我是2622, 有事要会? 啊, 昏迷前, 英勾比看见的最后一幕, 是一个身体肌肉发达的壮汉, 正一点嫌弃地看着自己。 这家伙, 警惕意识也太差了吧, 还不够我一直手打的。 无尘擦了擦手, 嫌弃吐槽道, 随即, 他大声说道, 行了, 起来吧, 你们信号结许好了吗? 顿时, 四周出来了不少人, 还有一个拿着仪器地说道, 嗯, 我已经把他要打的电话, 和他说的话都提取出来了。 无尘点了点头, 又看见半眼路人的手下还没起来, 疑惑道, 东子, 收工了, 躺着不良吗? 可见, 那人还没反应, 无尘忍不住蹲下, 把他翻了个身, 这家伙, 还真被打昏了, 无尘脸色有些不好看, 周围的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故宫内, 看着把自己等人送回来的警车, 杨婉慧错愕道, 这, 这就没事了, 不然呢, 影天笑了笑, 咱们赶紧进去吧, 虽然被耽误了一会, 但还好浪费的时间不多, 宁长看了看手表, 催促道, 啊, 哦, 我们走吧, 杨婉慧抿着嘴, 赶紧带着三人重新开始讲解故宫, 嘴里机械地讲着, 她的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家伙是谁, 为什么无缘无故打人, 他打了人, 就这么若无其事地出来了吗? 他为什么选中我当导游, 不会是想拔我, 他心中越想越害怕, 影天看着杨婉慧不断地脑补, 不由得一阵好笑, 这姑娘, 是把我当成恶魔了吗? 摇了摇头, 影天也不可能主动去解释这件事, 这样更加刻意, 说不定会直接吓跑他, 于是, 影天撇过头, 不再看他的心声, 和宁长, 温妮交谈了起来, 想到了那个杀手的事, 影天试探问道, 温妮, 你到华国来, 与什么人发生过冲动吗? 温妮闻言, 沉思良久, 才摇了摇头, 没有, 我是趁学校放假来华国玩的, 影天又打探了些温妮其他的情况, 宁长看在眼里, 见影天神色凝重, 只好按那心中的醋意, 打算回去了, 影天纵观他的经历, 觉得很平常, 没什么得罪人的机会, 难不成, 是因为他飞机上得罪了周洪才, 周洪才不敢对吴臣下手, 便派杀手针对温妮, 这个想法一闪而过, 影天不认为周洪才会这么小心眼, 暂时想不通的影天, 只好放下这件事, 安心逛起故宫, 有着杨婉慧讲解, 影天也是顺顺利利的, 把故宫逛了个遍, 几乎所有景点都没有遗漏, 路上, 影天和宁长, 温妮也买了不少纪念品, 尤其是温妮, 或许是他从下就没有金钱的概念吧, 他只要看见漂亮的, 好玩的, 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 到最后, 甚至还要影天帮忙拎东西, 很快, 一行人游玩完毕, 宁长按照说好的费用, 把钱给了杨婉慧后, 还想给他一点奖金, 杨婉慧却警惕拒绝了, 拿到应有的钱后,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第331章, 是他先动手的, 看着杨婉慧频率渐渐加快的脚步, 影天有些忍不住, 影天看了看时间, 也差不多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 温妮,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嗯, 温妮应了一声, 随后准备打车回酒店, 来华国这么久, 他已经能熟练应用华国的一些软件了, 尤其是芝麻支付和传世, 便捷的支付方式, 以及传世这类完全不同于某特某书某不热的短视频软件, 更是让他爱不释手, 打过招呼, 影天也准备把司机喊过来带他们回家, 可影天刚打开手机, 接听画面弹出, 是吴臣打电话过来了, 影天立即接通, 有发现吗? 电话那头, 吴臣正色道, 影天, 这人你是在哪发现的? 为什么你和他起了冲突? 怎么了? 他就是潜伏在京城的那批杀手之一, 影天? 起初听说那批杀手时, 影天还以为他们会像电视里那样, 用各种刀科技, 牛逼武器杀人, 所以, 影天见这人刺杀温妮时用的是匕首, 就没把两者联系起来, 他们为什么要刺杀温妮? 影天沉声问道, 这个, 吴臣沉默了会, 说道, 你把温妮喊过来, 让他看看这些情报吧, 我们虽然把他们背后的雇主什么的都打探出来了, 但因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对各种原因还不是很了解, 听到这, 影天看着即将上车的温妮大声喊道, 温妮, 先别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嗯? 温妮差一回头, 又和出车司机道了个歉, 塞了一大把小费, 这才往这边走来, 影, 你要带我去哪? 看着温妮纯真的面旁,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打那个人吗? 为什么? 温妮眨着亮晶晶的大眼睛问道, 影天叹了口气, 他是一个杀手, 专程来杀你的, 啊? 温妮顿时长大的嘴, 惊呼出声, 我已经从他嘴里挖出了幕后之人的信息, 我带你去看看吧, 影天又看向宁长, 宁长旁听了所有, 此时也是皱着眉头, 明白事态紧急, 说完, 影天拨通了司机的电话, 等到司机来了后, 让他带自己去无尘哪里, 温妮一路沉默着, 影天叹了看他的心声, 只见他是一直在想自己得罪了哪些人, 很快, 影天到了无尘俱乐部的楼下, 保安看见影天直接鞠躬让行, 影天轻车熟路地领着两人上了楼, 看见了一屋子的人, 当着众人的面, 无尘不好意思喊尹哥, 用点头示意代替, 随即看向温妮, 你就是温妮吧? 你看看这个, 温妮接过, 只是看到第一行, 眼中的泪水就藏不住了, 影天粗略看了看, 看着那个和温妮一样姓氏的名字, 仿佛明白了些什么, 无尘鬼鬼祟祟地拉着影天到一旁, 问道, 影哥, 这姑娘是什么身份? 值得他们花大价钱, 请杀手潜入京城, 请杀手都不算什么, 关键是, 他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京城, 这要花费的代价就有点大了, 想了想, 影天没有隐瞒, 她是地败现任酋长的女儿, 卧槽, 无尘直接惊呼出声, 好不容易缓过神来, 她才狐疑地看向影天, 那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我这次坐飞机来京城, 恰巧与她同一航班, 无尘顿时满脸羡慕道,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好事? 那可是地败的公主啊, 随随便便继承一下资产, 就能比华国许多家族的总资产都要多了, 无尘羡慕嫉妒了一会, 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警惕问道, 你不会对她有什么想法吧? 只要影天敢说事, 无尘就会立即为王子宁找回公道, 想啥呢? 影天给了无尘一拳, 无尘这才点点头, 不过, 你为什么知道那个人是个杀手? 无尘问出了她老早就惦记着的问题, 影天顿时吞吞吐吐的想找个借口, 那个, 我学了点, 就在这时温妮突然放声大哭, 一, 我哥哥想杀我, 呜呜呜呜呜, 说完, 温妮就一下扑到了影天怀中, 把头埋在她胸前身体不住地颤抖着, 影天愣了愣看向无尘, 只见无尘一脸看渣男的表情, 影天又看向宁长, 宁长脸上的错愕还没消散, 同时眼中还闪现着某种危险的光芒, 那个, 我说是她主动扑过来的, 你们信吗? 第332章, 我们是专业的, 见女友表情微妙, 影天当即就想推开温妮, 但看着脸上梨花带雨的温妮, 影天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放弃了, 宁长皱着穷笛, 心中把这个仗记下了, 考虑到眼前温妮可能刚刚遭遇家人的背叛, 也不好发作, 温妮抽烟许久, 才缓了过来, 看见影天胸前已经被自己的泪水打湿, 她脸色一红, 抽着鼻子道歉, 影, 对不起, 我太失态了, 影天立即伸出手摸了摸温妮的脑袋, 温妮顺从地低下了头, 影天看见女友的表情似乎更加微妙, 急忙清了清嗓子说道, 嗨嗨, 温妮, 究竟是什么情况, 你和大家说一说吧, 温妮用悲伤语调讲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哥哥要派人杀我, 明明, 明明我出发前他还一脸舍不得的样子, 影天和吴晨对视了一眼, 温妮的哥哥那应该就是地拜酋长的儿子, 但他又为什么要杀温妮呢? 温妮的女孩又不能抢他的酋长位置, 温妮, 你知道你哥哥为什么要对付你吗? 或者说他对你动手能得到什么好处? 温妮沉思许久,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吴晨立即分析道, 现在看来那些提前进入京城是杀手, 就是为了温妮而来, 不过他们怎么知道温妮要来京城呢? 那个, 温妮若生说道, 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我的行程, 影天一阵无语, 一些三线小明星都知道掩藏自己的私生活, 这个地拜公主怎么像个傻白田一样, 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是我我都愿意帮了你换书金, 影天心中想到, 我该怎么办? 温妮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 急忙问道, 两条路, 影天伸出两根手指, 一, 我们派人把你送回地板, 你找你父亲道状? 不行不行, 温妮把头摇得像得波浪鼓一样, 父亲虽然喜欢我, 但他不会相信哥哥能做出这种事的, 那第二, 就是你只能先留在华国, 让我们把那些杀手清除, 你才能得到自由, 不过, 这只是权益之计, 在华国的京城和魔都, 我们可以庇佑你, 但你要是想去别的地方, 恐怕还会遇到你哥哥派来的杀手, 虽然这个方法只能解决被派来的杀手, 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但眼下, 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了, 我先留在华国吧, 尹, 你会保护我的对吗? 我可以把钱都给你, 我有很多钱的, 我当然知道你很有钱, 身价随随便便就有宁家总资产的一半, 不过, 你炫富的时候, 为什么要挺一挺你那平级的飞机场呢? 尹天一开目光, 无尘, 你就先把他安排一个位置吧, 恐怕他所在的酒店也不安全了, 老婆在场, 尹天自然不能对温妮许下什么承诺, 更何况, 尹天自己现在还住在王家呢, 没什么办法安排温妮, 只能让无尘代劳, 无尘点了点头, 于公, 他心中华国在第一位, 地败公主在华国遇害, 这在国际上肯定会引起大动荡, 于思, 温妮是尹天的朋友, 自己也有必要保护好他, 而且, 无尘一直想把那几个钱藏在京城的下水道老鼠给揪出来, 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此, 他正色道, 温妮, 我想把剩余的几个杀手全部揪出来, 到时候, 可能要让你配合一下, 或许会有些危险, 温妮看了尹天一眼, 见尹天对他鼓励地点了点头, 顿时心中也不那么害怕了, 谢谢你们, 我会配合你们的, 无尘想了想, 尹天和宁长是来旅游的, 便没想把两人牵扯其中, 尹哥, 你和嫂子先回王家吧, 不出一周, 我的人就会把这件事解决, 看着无尘自信的样子, 尹天点了点头, 他们这些专业人士, 应该能圆满解决那几个杀手吧, 那就交给你们, 我和宁长先回王家了, 尹天也不客气, 打了招呼就要走, 王指宁好奇, 两人怎么还不回, 已经发了四五个短信问, 两人在哪了, 别看了, 人都走了, 看着尹天背影消失在门外后, 温妮还宁神注视着哪里, 无尘没好气地说道, 尹天这家伙, 这就又俘获了一个少女的芳心, 无尘又嫉妒, 又为王指宁感到生气, 言语间, 远处一间房子里, 一个年轻男子缓缓起身, 茫然地看向四周, 我不是在执行任务吗, 怎么回到了老大这脸, 回想到这, 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只觉得被阴沟鼻击打的地方还很疼, 第333章, 王指宁的夜席, 刚下楼, 宁长就忍不住揪住了尹天的腰间软肉, 刚刚抱着个外国美女, 感觉怎么样, 宁长脸上笑盈盈, 眼中却全是杀气, 说实话, 挺软的, 尹天想了想, 我光顾着安慰人去了, 说到这, 尹天还露出了非常遗憾的表情, 哼, 以后不准你抱其他女生, 宁长冷哼一声, 想让尹天签下不平等条约, 不过, 尹天自然知道, 这时候要把女友哄着, 我发誓, 以后我绝对不主动抱其他女孩, 其实, 尹天还觉得自己挺无辜的, 自己也没主动抱瘟妮啊, 是他自己扑上来的, 他当时那么伤心, 自己也不好意思推开他, 听到男友发誓, 宁长脸色这才好看了些, 看着行驶过来的车, 尹天转移话题道, 行了, 车来了, 咱们走吧, 别让司机等久了, 宁长看着已经停下的车, 赶紧拉着尹天往后坐走去, 一路聊着天, 很快, 两人回到了王家, 似乎是司机告诉了王指宁两人去了吴臣哪里, 因此, 王指宁见面后抱怨了两句就问道, 你们去吴臣哪里做什么, 尹天笑了笑, 说道, 隐藏起来的那批杀手有线索了, 估计不要一周你就能恢复自由了, 王指宁听完刚准备露出笑容, 却又想想到了什么似的, 脸色一僵, 笑容变成了苦涩, 他看向尹天, 只见尹天正为宁长按着膜, 没注意到他这边的异常, 他是怎么发现杀手的线索的, 抿了抿嘴, 王指宁挤出笑容问道, 这也正是他好奇的, 怎么吴臣那么多天没发现, 尹天一来他就找到了线索, 尹天刚想讲一讲经过, 却见宁长一脸兴奋之情, 似乎也是有表达的欲望, 便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女友, 指宁姐姐, 你是不知道有多巧, 我和尹天来时, 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外国人, 王指宁一边听一边点头, 到了后面, 竟然心神投入进了宁长讲的故事中, 尹天看了看正聚精会神的宁长, 赞叹道, 这妮子还是有几分讲故事的天赋的, 讲完后, 王指宁一脸惊异, 又有些羡慕, 他睁着美目看了尹天一眼, 他又解决了一件困扰那么多人的问题, 行了, 今天也不早了, 咱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去医和园呢, 尹天见时候不早, 急忙见一道, 嗯, 宁长乖巧地点了点头, 带着衣物就去洗漱了, 尹天在外面, 看着王指宁火热的眼神, 尴尬笑了笑, 那个, 我先回房间了, 回到房间, 尹天把床铺整理了一下, 以带家人归来, 今天宁宁总不会还去陪王指宁了吧, 躺在床上, 尹天兴奋想到, 王指宁也不是那种不知理的人, 应该不会连续两天霸占自己女友, 看来, 今天晚上又能搂着软软的女友睡觉了, 不一会, 宁长洗完回来, 尹天看着初遇的美人, 缠着宁长亲热了好一会, 才被推去洗澡, 在浴室, 尹天也三下两除二解决了清洁问题, 可是, 回到卧室后, 又不见女友的踪影, 尹天心中顿时生起不好的预感, 该不会, 尹天急忙拿起手机, 不出所料, 有两条短信, 宁长, 今天我陪指宁姐姐一起睡, 你自己睡吧, muma, 王指宁, 不好意思, 今天再占用你女友一晚, 尹天看着, 痛心疾首, 宁明你知道谁才是你男友吗, 郁闷的尹天很快把灯关了, 准备睡觉, 这女友太不乖了, 下次一定要给她点惩罚, 今天不仅逛了好几公里路, 还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尹天很是疲惫, 就在尹天半梦半醒间, 他突然听见了房外传来的脚步声, 尹天潜意识没当回事, 以为是庸人们上厕所之类的, 可是脚步声渐进, 最终停在了尹天房外, 咔嚓一声, 门被推开了, 尹天没反锁的习惯, 谁? 尹天一下惊醒, 大声质问道, 嘘, 那人做了个静声的动作, 大晚上的, 尹天看不见, 但也能听出这是让自己闭嘴的意思, 大晚上的, 谁会来自己房间? 尹天眼前一亮, 宁明啊, 还是你心疼我, 快进来, 别动着了, 尹天掀开被子, 示意女友进来, 女友沉默了一会, 犹犹豫豫的拖鞋上床, 尹天等到女友把脚伸进被子里后, 直接把女友扑抖, 抱在了怀里, 尹尹, 你怎么突然? 尹天说着说着, 突然愣住了, 这手感不对啊, 第334章, 王叔叔, 你听我解释, 尹天停下动作, 黑暗中摸索着手机, 想看看是谁, 其实, 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就在尹天摸索手机时, 他也反被紧紧抱住, 女孩把自己的脸贴在尹天胸膛上, 听着尹天的心跳, 一刻也舍不得松开, 好不容易, 尹天终于找到了手机, 解锁后, 接着屏幕发出的暗淡光芒, 看清了怀中人是谁, 王芷宁, 你, 尹天, 王芷宁喊着尹天的名字, 嗯, 要了我吧, 你别这样, 尹天开始掰开王芷宁缠着自己的双手, 无奈, 尹天没处受力, 愣是没办法把王芷宁的紧紧搂住自己的双手分开, 王芷宁见尹天没办法脱离, 明媚地笑了, 王芷宁, 你快下来, 本会宁宁看你不在, 指不定就来我这边了, 不会, 他睡着了, 宁愿又睡着了, 就很不容易醒, 你为什么比我还清楚啊, 尹天无奈想到, 别这样, 尹天放弃了挣扎, 改为以礼夫人, 你这样, 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宁宁, 嘘, 王芷宁捂住了尹天的嘴, 过几天, 我就要和别人订婚了, 我不喜欢那个人, 第一次, 我希望是和你, 尹天沉默了, 许久, 才说道, 你就不能不联姻吗, 只要你不答应订婚, 我帮你说服你父母, 可我总是要嫁人的呀, 王芷宁看着尹天的眼睛, 笑着说道, 我喜欢你, 就算这次, 我放弃为了家族联姻, 以后, 我总不可能孤独终老吧, 尹天心中一紧, 自己给不了他未来, 想到王芷宁以后终会找一个男人衣服, 尹天就感觉自己心中有些难受, 王芷宁松开了紧紧抱住尹天的手, 但尹天现在也没想推开他了, 接着, 王芷宁摸着尹天的脸, 楠楠问道, 尹天, 你喜欢我吗? 喜欢? 叹了口气, 尹天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就知道, 你也喜欢我, 要是我早点碰到你该多好。 王芷宁笑了笑, 随即又有些伤感, 气氛一时陷入沉寂, 突然, 尹天感到王芷宁开始不安分地动了起来, 等到尹天意识到王芷宁在做什么时, 王芷宁的衣服已经全部被他脱下来了。 哎, 你别, 尹天沉声说着, 突然,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尹天和王芷宁同时僵住了, 这个点该不是拧场吧, 脚步声越来越近, 最后竟然驻足房门外, 咚咚咚, 敲门声伴随着中年男人的嗓音传进房间内, 尹天, 睡了吗? 尹天长呼一口气, 还好, 想了想, 尹天决定装睡, 他总不可能知道自己睡着了还非要吵醒自己吧。 王芷宁见尹天没开口, 顿时懂了他的意思, 配合着倒在尹天怀中, 等着自己父亲离去。 没想到, 王芷宁父亲住足良久, 突然开口说道, 芷宁, 你母亲在你房间没看到你, 反而看到了熟睡的宁肠, 她找遍家中各个角落, 也没看见你。 尹天顿时看向王芷宁, 虽然漆黑一片看不见, 但王芷宁莫名能感觉到, 尹天是在问你妈怎么大半夜找你。 虽然王叔叔说得很委婉, 但尹天也是明白了, 他父母估计知道了王芷宁在尹天房中, 刚刚王叔叔说的话, 是不想让尹天难堪。 尹天沉默不下去了, 退让了王芷宁一把, 你把衣服穿上。 说完, 尹天拉开了床头的灯, 尽量让自己不去看王芷宁, 缓缓走到门前, 把门打开。 门外, 王芷宁父亲脸色平静, 也不知是生气还是什么。 那个, 王叔叔, 你听我解释, 我和王芷宁在谈一些事情。 尹天尴尬解释道, 谈事情有必要在晚上关着灯。 王叔叔毫不留情面地揭穿, 爸, 不管尹天的事, 是我主动过来的。 王芷宁躲在被子里说道, 哼, 王叔叔一下就生气了, 他没管女儿的说辞, 转而问向尹天, 小天, 你把我女儿这样了, 不会打算拍他屁股走人吧? 虽然王叔叔脸色非常生气, 但尹天还是通过他的心声 看出来了他的真实想法。 嘿, 不枉老婆每天去查女儿的房, 这下总算找到了机会, 虽然女儿没有和她发生点什么, 但只要我一口咬定, 小天也反驳不了。 尹天第一反应是, 这家伙想讹我。 王叔叔, 我, 尹天刚开口就被打断。 别解释, 你就说说你准备怎么负责吧, 是和您家丫头分手, 还是脚踏两条船。 第335章, 老无赖让我开后宫, 分手是不可能分手, 至于脚踏两条船, 尹天估计不光宁肠不会答应, 王叔叔也不会答应。 王叔叔, 我真美,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负责了。 王叔叔根本不给尹天解释的机会。 行, 你是您家的人, 我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你走吧, 你后不要来找我家纸宁, 算纸宁瞎了眼才看上你。 你和纸宁的事, 我也不会说出去。 不过, 纸宁已经被你这样了, 和别人连姻的事估计也黄了。 以后, 不仅我弟弟一家不会放过我们, 连姻的那家也会恼羞成怒。 人生命是没问题的, 大不了我们就远走高飞, 找个无人的地方隐姓埋名重新生活。 这他妈的。 尹天脸色一黑, 王芷宁的父亲像个老无赖一样, 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仅打算把事情定性, 还打感情牌, 还夹杂着把这事告诉宁长的威胁。 虽然自己身正不怕影子邪, 但这件事实在是太容易让人误会了。 宁长看了, 十有八九会信。 果然能做到家主的人, 手里都有两把刷子。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尹天无奈问道, 很简单, 王叔叔笑了笑, 要么, 你和宁家丫头分手, 和芷宁在一起, 要么, 王家委屈点, 让芷宁也跟着你。 尹天, 你真的是他爸吗? 正常人谁都不会有这种想法吧。 虽然王叔叔说得很委婉, 但尹天还是听出来了他的意思, 你就说, 你选那条吧。 王叔叔不耐烦问道, 想让尹天赶紧同意, 一边是和女友分手, 然后和王芷宁在一起, 一边是左拥右抱, 正常男人都知道要选那边, 尹天自然不例外, 可尹天知道, 宁常是百分百不会同意的。 王叔叔似乎是看出了尹天的为难, 笑着说道, 你是在担心临家丫头吧? 你放心, 我们会帮你说服她的。 怎么说服? 尹天忍不住问道, 王叔叔嘿嘿一笑, 这你别管, 我老婆想的办法, 保你成功。 尹天看了看王叔叔的心声, 他同样不清楚办法是什么, 也不知他凭什么就这么相信他老婆。 尹天回头看向王芷宁, 只见他正满怀悉悉地看着自己, 似乎生怕自己不答应。 那我就听叔叔的了。 说完, 尹天叹了口气。 虽然这个决定, 让尹天心中对宁常有种负罪感, 但他也不愿无视自己内心的想法, 做事王芷宁和别人在一起。 王芷宁听着尹天的回答, 顿时心中满是欣喜, 自己这是被接受了吗? 行了行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王芷宁父亲没好气道, 顿了顿, 他又对尹天身后的女儿说道, 你赶紧回去宁常哪里吧, 别在关键时候出了差错。 王芷宁娇羞起身, 想起自己今天晚上的大胆举动, 不敢看尹天, 低着头随着父亲离开了尹天房间。 走远后, 王芷宁看着父亲又已经有些勾搂的身影, 嘴角念诺, 爸, 谢谢你。 他父亲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你上次回家后, 就一直念叨着小天, 我和你妈还能不了解你的心思。 说实话, 我们也不愿你看你, 为了王文乐那臭小子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放弃联姻, 对方就不会给小勒帮助了吧? 不给就不给。 话是这么说, 王芷宁父亲还是叹了口气道, 大不了, 这王家家主之位我们就让给王武, 以你弟弟的性格, 说不定做到了那个位置, 反而对他来说是件坏事。 可惜你不是男孩, 不然, 不然, 我就要和二伯家争一争这个王家家主之位了。 王芷宁心中默默补充道, 可惜, 王家家主之位传男不传女。 不过, 王芷宁想到了尹天在商业上的天赋, 现在发展势头也很猛, 说不定, 以后他也能为小勒提供帮助。 王芷宁父亲摇了摇头, 小天虽然是很有天赋, 但想和弟弟一家掰腕子, 还不够格, 等他发展起来, 这王家家主早就换人了。 顿了顿, 他又说道, 我也没希望他能搞多大成就, 只要他以后能好好带你就行了。 只是可惜你, 要和您家丫头一起。 爸, 我是自愿的。 王芷宁脸上没有任何勉强。 其实, 没有女孩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男友, 王芷宁已经是他最大的愿望了。 第336章, 顶尖绿茶。 一日, 宁肠精气十足的起床, 看着影天神色间略显疲惫, 很是好奇。 他凑到影天身旁, 帮影天按摩了会眼睛, 一边按一边问道, 怎么? 昨晚没睡好。 影天打句道, 没有宁宁陪着我, 我晚上哪能睡得着? 宁肠脸色一红, 左右看了看, 见没什么人, 这才富尔亲生说道, 今天芷宁姐姐应该不会再找我了。 说话间, 王芷宁和他妈妈也出现在客厅, 只是, 他们一见面就吵了起来。 王芷宁, 我们王家养你这么大, 现在只是要你帮帮你弟弟, 你这都不愿意, 人家周公子一表人才, 哪里配不上你了? 王夫人一脸怒容问道, 影天和宁肠顿时被两人吸引了。 妈, 我不喜欢她, 你让我怎么和她结婚? 现在都自由恋爱了, 你凭什么还要包办? 王芷宁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说道, 我们王家把你养这么大, 现在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 好啊, 你把这些年吃我们家的, 用我们家的都涂出来。 听着上面的对话, 宁肠气愤道, 王阿姨怎么这样啊? 她就是把芷宁姐姐当一个工具吗? 影天也差点误会了, 明明昨天说好了的, 怎么今天又吵了起来? 直到看了两人的心声, 影天才明白, 他们这是在演戏给宁肠看的。 这就是王夫人的手段吗? 影天看了看宁肠的心声, 只见她现在满脑子的想法都是帮帮芷宁姐姐。 影天抿了抿嘴, 把她抱住。 宁宁啊, 还好你父母没这么不尽人情, 让我们在一起了, 为了报答丈母娘的恩情, 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 这是影天对她的承诺, 以后就算有了王芷宁, 她也不会忽略宁肠。 哼哼, 知道就好。 宁肠得意笑了笑, 她不知道自己母亲当初也针对过影天, 但都被影天化解了。 不一会, 王芷宁和母亲谈判失败, 躲到房里去了。 宁肠赶紧跟过去, 她想安慰一下王芷宁。 王夫人则是狠狠地瞪了一眼影天, 头也不回地走了。 影天看着她的心声, 不由警觉。 这位王夫人看着相貌中等偏上, 配不上王家家主的身份。 实际上, 她是个超高段位的绿茶, 心中, 随便一想就有几十条几对其他情敌, 讨好王芷宁父亲欢欣的办法。 怪不得在家里, 似乎都是王夫人做主, 前天吃饭也是王夫人在替王叔叔搭话。 影天突然觉得, 说不定过不了几天, 宁肠就会被说服。 等到宁肠从王芷宁房间出来, 已经到了影天计划的去颐和园的时间。 不过, 看着宁肠脸色不太好看, 影天还是关心问道, 怎么了? 不舒服的话, 我们晚点去, 或者改明天的票。 宁肠看着进来等候的司机, 摇了摇头。 看到女友现在不想说, 影天也没勉强, 招呼司机, 收拾东西, 就准备出发。 颐和园离王家比较远, 所以今天在路上的时间比昨天要多。 不过, 到了颐和园后, 宁肠的心情比来时好多了, 但也没有昨天规划 今天形成时的那股兴奋劲。 两人照例请了一个导游, 接着开始游玩颐和园。 吴臣这边, 看着手下提交的计划, 他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个计划能行吗? 老大, 我你还不放心。 吴臣面前的一个红毛男子, 拍了拍胸脯, 自信无比。 计划安排的是, 让擅长口气的队友, 模仿抓获的杀手, 按照红毛给出的几个常用问答, 联系其他杀手, 然后约定时间一把俘获他们。 吴臣想了想, 模仿阴沟鼻的声音倒是问题不大, 最主要的就是, 能让对方觉得说话的就是阴沟鼻, 这要求的是对阴沟鼻非常了解, 甚至要知道他的一言一行。 昨天虽然通过一些手段, 让阴沟披露了他了解的情报, 但通过这些, 还远远不足以完美地模仿出阴沟鼻。 而红毛的专业, 正是心理分析类的, 可以通过阴沟鼻的一言一行, 去分析他的性格, 平时说话的方式等。 吴臣没了解过这些, 对此将信将疑, 这才有此疑惑。 不过, 既然红毛打了包票, 吴臣也放下怀疑。 行, 那就按计划去联系他们。 是。 红毛鞠了一躬, 退出房间。 吴臣这才对旁听的温妮说道, 温妮小姐, 如果计划顺利的话, 我们两天后, 就会让你在国际商贸大厦露面, 到时候, 也是我们彻底铲除那些杀手的时候。 第三百三十七章, 善良的宁藏。 不知为何, 在此之前, 温妮一直都没怎么害怕, 但真当吴臣说出详细的计划后, 温妮一下有些畏惧了。 不过, 想到吴臣等人为了帮自己, 这两天忙前忙后, 而且, 到时候对付那些杀手, 说不定会发生流血冲突。 温妮也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自己怕了。 吴先生, 我能见见你吗? 吴臣摇了摇头, 你可以通过网络和他聊天见面, 但现实中你还是暂时不要出现得好, 指不定哪里就有他们的人盯梢呢? 我明白了, 我到时候会配合你们的。 温妮压下心中的畏惧, 鼓起勇气道。 吴臣点了点头, 转身去看看交流得怎么样了。 等到吴臣走了, 温妮取出手机, 在胸前捂了好一会, 才给尹天打去。 不知为何, 他想再去当幼儿前, 好好听听尹天的声音。 毕竟, 万一出了意外, 自己就再也见不到尹了。 很快, 电话接通。 温妮? 什么事? 尹天开了外放问道。 没办法, 女友还对昨天自己抱了温妮耿耿于怀, 加上尹天昨天接受了王指宁, 自觉对不起女友, 因此主动开了外放。 尹, 你在哪? 我们在一和园逛着呢。 说话间, 尹天把视频对着周围拍了一圈, 温妮顿时羡慕了, 我还没去过这里呢, 本来安排的明天去这里, 现在也不迟啊。 宁长看着温妮羡慕的眼神, 夺过手机, 和温妮聊起了天。 说实话, 好惧温妮昨天抱着自己男友的事, 宁长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外国小姑娘的。 温妮, 要不我们别挂断视频聊天, 我带着你网上游玩一和园, 温妮眼前一亮。 好啊。 虽然在无尘的会所里吃喝不愁, 玩的东西也有, 但这些温妮从来没缺过, 没兴趣玩, 她还是更想出门。 要不是有船市, 她都要无聊死了。 现在虽然出不去, 但能通过这种方式看看外面, 也还不错。 尹天看着宁长带温妮逛一和园, 也是想到了可以把这个功能加到船市上, 让大家族不出户就能游玩天下美景。 默默将这个办法记下, 尹天准备等到回魔都了, 再让比特的人去搞这个功能。 有了温妮, 宁长的心情更加好了, 兴致勃勃地到处转着。 这次, 尹天没碰到什么意外, 顺利逛完一和园, 海莱等候了一天的司机打到回府。 和温妮的视频聊天倒是到了家里也没结束。 宁长见他好奇王家, 也把王家里里外外给他介绍了一遍。 当然, 宁长让王芷妮和温妮互相认识了下, 王芷妮听着温妮古怪的中文发音, 笑了好一会。 尹天坐在沙发上, 看着宁长和王芷妮用自己的手机和温妮聊天, 只能无聊地看电视电视打发时间。 许久, 王芷妮邀请温妮有时间来王家玩, 这才结束了对话。 这时, 王夫人适时出现。 芷妮, 你今天休息时不要再让宁长陪你了, 天天让客人陪你, 成何体统? 宁长促没道, 王阿姨, 没事的, 我也喜欢和芷妮姐姐一起睡, 尹天也没意见。 我有意见, 尹天没吭声, 你们早点休息。 王夫人避而不谈, 冷冷留了句话, 就离开了。 宁长还想去陪王芷妮, 却被王芷妮拒绝了。 顿时, 宁长脸上又开始带有忧愁。 天色渐黑, 所有人洗漱完毕后, 宁长在被子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怎么了? 尹天温柔问道, 宁长犹豫许久, 才说道, 尹天, 你知道我今天在芷妮姐姐房间里看到了什么吗? 什么? 芷妮姐姐, 她, 她可能有点想不开。 没有, 她很好, 那都是顶级绿茶王夫人设计的。 尹天心中吐槽道, 不过, 表面上尹天还是非常紧张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早上去芷妮姐姐房间时, 看到了她写的日记。 顿了顿, 宁长说道, 芷妮姐姐, 她不想和别人联姻, 如果嫁给了她不喜欢的人, 她, 她可能会寻短见。 你劝过她放弃联姻吗? 怀戴着罪恶感, 尹天问道, 她算是明白了王夫人所谓的办法是什么。 王夫人想的是, 通过营造王芷妮的悲惨, 让宁长可怜她, 甚至为了帮助王芷妮解围, 宁长会让尹天去帮什么忙。 到最后, 王夫人在把联姻失败的锅嫁货给宁长, 并逼迫尹天对王芷妮负责。 尹天心中没来由的一阵厌恶, 我劝说过她, 但今天早上你也看到了, 王阿姨和她吵了一架, 芷妮姐姐最后还是屈服了。 宁长说完后, 坚定道, 不行, 我一定要让芷妮姐姐脱离苦海。 第338章, 国际商贸大厦。 第二天早上, 尹天刚醒, 就看见窗外滴滴哒哒地下着小雨。 下雨了? 尹天下意识看向宁长, 想和她商量下今天的计划, 尹天看着宁长裸露在空气中的肌肤, 赶紧帮她盖好被子, 自己则穿好衣服起床。 房门外的客厅, 王芷妮早早就坐在沙发上审阅些文件, 面前的电视正小声播放着新闻联播。 起这么早啊。 尹天看了看王芷妮面前的文件, 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被审阅过了, 而此时才七点不到而已。 尹天想到了自己以前在家的时候, 一般都是睡到自然醒。 整天待在家里太无聊了, 睡不着。 王芷妮笑了笑, 又开始审批文件。 对他而言, 最好的娱乐方式就是出去透透气, 王芷妮对短视频之类的东西都不感兴趣。 而现在, 王家对王芷妮的保护还在, 不会轻易允许他出门。 尹天想到, 那批杀手入京已经有近半个月了, 也就是说, 王芷妮已经过了半个月以上这样的日子。 你们呢? 今天去看哪个景点? 王芷妮看着看着, 突然问道, 八达岭长城, 不过, 尹天看向窗外, 今天下雨了, 不知道去不去的城。 突然拿出手机, 看了看天气预报, 笑道。 天气预报说, 今天一整天都有雨, 而且, 后面还会下大点, 要不, 你们今天就留在家里玩吧。 正好陪陪我。 尹天看过去, 王芷妮虽然语气没什么异样, 但尹天还是从他的心声中看出他内心, 其实非常渴望。 这, 当然不行。 尹天故意说道, 等到王芷妮脸上露出哀怨的神色时, 尹天突然话风一转。 待在家里, 有什么意思? 不如我们三个出去好好逛逛。 真的? 王芷妮眼中瞬间浮现出惊喜, 旋即他错没道, 不过, 我爸妈不会允许我出去吧。 王家这边确实是一道难关。 前几天, 王芷妮去机场接尹天和宁肠, 都是王家给宁家的面子。 因为一批针对温宁的杀手, 对家族的人这么重视, 也不知是该嘲笑他们胆小, 还是为他们对族人的关注而感动。 尹天想了想, 说道, 我去劝劝你父母吧。 自己只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王家主和王夫人, 他们应该也不会那么死吧。 顿了顿, 尹天又问道, 那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王芷妮歪着小脑袋想了想, 国际商贸大厦, 这是我们这里最大的购物中心了, 听着名字还不错。 尹天点了点头, 说话间, 宁肠也起床了, 看着睡眼惺忪, 还在揉着眼睛的宁肠, 王芷妮主动说道, 常常, 外面下雨了, 巴达岭长城, 你们可能去不了, 要不我们去购物吧。 下雨了吗? 宁肠还迷糊着呢, 起床时没注意到窗外的滴答声, 虽然对于去不了预约的景点有些难受, 但要是换成购物, 也不是不能接受。 似乎是所有女人都有购物的天性, 听到这个, 宁肠直接清醒了, 既然去不了长城, 那我们就去购物吧。 看着女友也答应了, 尹天按着记忆来到王家主的书房。 起初, 尹天说起自己的目的时, 王家主及王夫人还有些不情愿, 不过, 当尹天把从无尘哪里得来的消息, 全部告诉了他们后, 他们还是同意了。 有一说一, 在家待这么多天, 不仅是王芷宁, 他们都有些厌烦了。 再次回到客厅, 尹天比了了OK的手势, 王芷宁看了看卫生间, 快速地走到尹天面前, 亲了他一口。 谢谢你。 没什么。 尹天摆了摆手, 被不是女友的人亲吻, 尹天心中突然有些激动。 等到宁肠洗漱完毕, 尹天也赶紧去刷牙洗脸。 等到尹天出来后, 发现女友和王芷宁都已经换好了鞋子, 就等自己完事了出发呢。 这么早, 尹天诧异问道, 他本来还以为是下午或者等会去呢。 现在才七点半不到, 这个什么商贸大厦真的开门了。 国际商贸大厦很大, 不早点去, 我们逛不完。 而且, 现在去我们还可以试试哪里的早点。 王芷宁解释道, 尹天听完, 整个人一乐, 全部逛一遍。 虽然还不知道这个商贸大厦有多大, 不过, 能被王芷宁冠以京城最大的购物中心之名, 想必不会小。 尹天下意识地看了眼自己的胳膊腿。 虽然尹天有了异能, 但体力也没有达到超出常人的地步。 自己不会也想网上说的那样, 逛完街累个半死吧。 第339章, 空中花园。 尽管尹天心中莫名地有些抗拒, 但还是被二比一拉着出发前往商贸大厦。 虽然今天下雨, 但似乎出行的人反而多了些。 尹天来京城这么多天, 第一次遭遇了堵车。 也不知是京城的人喜欢雨天出门, 还是去商贸大厦的人比较多。 虽然赌了会, 但在交警叔叔的指挥下, 道路还是很快恢复了畅通。 看着并行的多辆汽车, 王芷宁忍不住皱了皱眉。 今天怎么人有这么多啊? 虽然商贸大厦日均招待上万人, 但几乎人最多的时候都是在中下午和晚上, 早上一般都没什么人。 看着尹天和宁常好奇的目光, 王芷宁想了想, 试探着解释道, 嗯, 可能是商贸大厦有什么活动, 需要早点去吧。 尹天看向窗外, 总觉得外面的车辆似乎都有些问题。 一辆辆的都非常不起眼, 不像魔都, 路上随随便便都能找到一辆骚包的豪车。 很快, 司机开到停车场, 三人下了车, 坐着电梯去顶楼。 不一会, 电梯升到了顶楼, 刚开门, 就看见一面书写着空中花园的牌匾挂在头顶。 看向不远处的透明环廊, 上面还有三两人坐在一起吃早点。 来这里吗? 尹天忍不住问道, 王芷宁调皮的笑了笑, 你们跟我来就知道了。 说着, 他直接往餐厅内走去, 尹天和宁长赶紧跟上。 在吧台的服务员看着走近的王芷宁, 眼睛一亮, 顿时弯腰巨公道, 王小姐, 欢迎光临。 王芷宁点了点头, 看来他似乎是这里的常客呀。 尹天忍不住猜测道, 招呼完, 服务员又看向王芷宁身后的尹天和宁长。 我们一起, 哦, 哦, 两位请。 服务员顿时又弯了两次腰, 便说, 行李边从柜台中取出两个平板, 递给了两人。 尹天好奇结果, 只见平板中的东西, 赫然是各式各样的吃食。 只是, 起初, 尹天还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直到尹天突然看见那些吃食, 似乎都有着不同的店铺名字。 见尹天发现了菜单的奥妙, 王芷宁笑着解释道, 这家店汇总了京城所有的食物店铺, 上到米其林三星餐厅, 下到街方边的小摊, 每天都有专门的人收集, 你可以在这吃到京城所有的东西, 而且, 每样食物下, 还有客人的点评。 尹天看了看, 还真有。 除了这家餐厅自身做的东西外, 几乎尹天可以在地图上搜到的餐厅, 这里都有。 每一页食物下面, 也都有不同的评分, 代表着空中花园客人们对这些食物的评价。 我要一份联子试下的联子羹。 王芷宁没有看平板, 直接报了菜名。 服务员也是细以为常, 拿起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接通后, 他轻声重复了一遍王芷宁的要求, 那边很快挂断。 尹天翻着翻着, 也翻到了这个什么联子试下的联子羹。 下面的评价都是些不错, 适合减肥之类的, 评分也高达9分。 只是, 尹天看向价格, 平板上很贴心地标出了原价, 75元, 而旁边的送地价, 1999元。 特末外卖都能帮你买来的东西, 你要收个近2000的中介费。 我经常吃这个, 跑那么远。 王芷宁解释道, 尹天点了点头。 对于王芷宁来说, 节省去店里的时间, 他能赚到的远超这2000块。 只是, 尹天自己倒是更喜欢在楼下的小吃街里解决早餐, 不过, 他也不会对王芷宁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 很快, 宁肠也点完了, 尹天倒是有些选择困难症地犹豫了会。 要是只有几种吃食, 尹天能很快地做出决定, 但现在手中握着整个京城的小吃名单, 尹天还真难以做出决定。 你们先去坐着吧。 尹天看向等待着自己的良女, 说道, 王芷宁和宁肠梅矫情, 寻了个位置, 就向着那边走去。 尹天翻了翻, 终于翻到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食物。 我就要这儿。 只是, 尹天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门口传来一个鸭丧的男生。 喂, 给我们上四份全聚得的烤鸭。 尹天皱着眉看向门口处, 不过, 看到推门而近的那人是, 尹天愣了一瞬。 周洪才? 周洪才也看到了尹天。 他很是愣了一会, 突然笑了出来。 卧槽, 还准备找你呢? 没想到踏破那啥无秘处。 第340章, 黑卡会员。 自从在飞机上被尹天压了一头后, 周洪才回家后, 就调查了一番吴家的子弟, 却死活也找不到尹天的存在。 不甘心的他, 发动人脉, 找遍了京城的权贵, 也没搞清尹天的身份。 周洪才顿时明白自己被尹天骗了, 尹天根本不是吴臣的小弟。 心中契机的他一直惦记着此时, 想着再碰面了, 一定要把骗自己的家伙给教训一顿。 可惜, 他也明白, 想在京城找一个旅客, 无异于海底捞针。 本来周洪才不要放弃了, 没想到今天只是随便过一个早, 就意外碰到了尹天。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周洪才顿时挥了挥手, 倒, 把他丢抓起来。 尹天皱了皱眉, 做好了打架的准备。 却不料, 原本一直在服务台的服务员突然站了出来。 周公子, 您是准备在这闹事吗? 周洪才的其余手下顿时驻足, 看向周洪才。 周洪才脑子突然清醒了不少, 想到这家店背后主人的身份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马德, 都怪这家伙, 害老子差点犯了错。 虽然周家不怕空中花园背后之人, 但他周洪才怕啊。 周洪才正和他哥哥竞争周家的掌夺权呢。 这时候, 任何一点不利于周家的表现都会影响他的未来。 周洪才不能在外面动手。 周洪才想了想, 冷笑着从兜中掏出一张黑卡, 扔给了服务员。 我记得黑卡会员似乎是可以包场的吧? 今天这场我包了, 你让他赶紧管。 这…… 服务员顿时愁愁起来, 周公子, 您应该明白, 没有预约的包场, 要得到在场所有黑卡会员的同意。 黑卡虽然珍贵, 但在京城这种权贵众多的地方, 还是发出了很多账。 为了满足一些黑卡会员的意愿, 空中花园有包场的选项, 但要提前预约, 并且向所有黑卡会员通报。 不过, 能在这里消费的, 一般都不会招摇的包场。 而如果不提前预约的话, 那就只能先给在场所有人买单, 并且得到所有在场黑卡会员的同意, 才能临时包场。 不过, 这么多年来, 还没有人通过这种方式包场过。 这我当然知道, 你尽管知会, 他们就是了。 周洪才不在意地笑了笑, 自己是周家的人, 想必其他客人也会给自己一份博面。 服务员古怪地看了周洪才一眼, 想了想, 没和离得近的客人商量, 而是先向着宁肠和王指宁所在的方向走去。 周洪才还在威胁影天, 现在, 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 然后把那个外国妞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就放过你, 不然, 嘿嘿, 影天看了看周洪才身边虎视眈眈的四个蹬斑, 忍不住摇了摇头, 就这几个沉浸生死的垃圾, 也想教训我。 就在周洪才得意时, 突然服务员又走了回来, 对不起周公子, 有人不同意让您包场。 周洪才愣了一会, 玄机大怒, 谁? 知道我是谁吗? 影天回头看去, 只见王指宁和宁肠正向着这边走来, 顿时明白了王指宁也是这里的黑卡会员, 也是, 周洪才都有黑卡, 同为四大家族之一王家的王指宁, 有一张也不奇怪。 直到王指宁走到了影天身旁, 周洪才才知道是他拒绝了自己。 是你? 看到王指宁, 周洪才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火热, 玄机又被恼羞遮盖。 王指宁, 你管什么闲事? 关你屁事? 王指宁不留情面道。 你, 你, 周洪才气得说不出话来。 草, 等你嫁到我周家, 看你说话还敢不敢这么硬气? 周洪才心中想着, 这就是黑卡吗? 突然, 缓缓走来的宁肠, 看见了周洪才手中的会员卡, 眼睛一亮, 只见他在自己包包里翻了翻, 同样找出了一张黑色的卡片。 服务员见此, 大惊失色, 急忙道歉道, 不好意思, 没能认出您。 宁肠害羞地摆了摆手, 没事, 这是我爸给我的, 我还在想, 这有什么用吗? 影天汉手, 出发前, 老丈人似乎是给了宁肠 一批花花绿绿的卡片, 说是有了这些, 在京城一分钱都不用花。 周洪才谨慎地看向宁肠, 他记得, 这个是影天的女友, 她能有黑卡, 身份肯定不一般。 也就是说, 影天并不是什么普通人, 即使在京城普通, 在外地, 肯定也是一方大佬。 怎么? 还要赶走我吗? 影天见周洪才, 突然神色大变, 不仅刺激到, 周洪才一时拿捏不住宁肠的身份, 不敢说话。 第341章, 带路党周洪才。 行了, 影天摇了摇头, 对服务员说道, 我要这个。 服务员顿时也恭敬接过平板, 赶紧打电话给下面跑腿的人。 周洪才左看看, 又看看, 只觉得餐厅内不少人都在嘲笑自己。 他为了赶走影天, 闹出这么大动静, 最后还是失败了,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我们走。 留下一句话, 周洪才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咱们去坐着吧。 无视了餐厅内不少好奇的视线, 王芷宁提议道, 在他拿出黑卡时, 他就已经做好被围观的准备了。 毕竟, 不少有钱人来这吃饭, 就是为了结交以为黑卡会员。 影天和宁长点点头, 随王芷宁一起离开把台。 餐厅内众人看着三人, 心中皆是准备好, 也比他们有权有势多了, 随便帮扶一把, 就能让他们的事业一步登天, 或者起死回生。 而周洪才这边, 刚乘着电梯下去, 电梯门打开, 只见一群鹤枪实弹, 脸上伤疤明显的黑衣人, 把自己包围了起来。 你们试。 刷。 突然间, 电梯外所有人都把枪指向了周洪才。 周洪才一愣, 玄机破口大骂。 你们有病吧? 来国际商贸大厦玩COS。 华国进枪, 周洪才都没地方弄到一把弯弯。 眼下, 面前这七八人各个全副武装, 除了COS或真人CS, 难不成还是真的? 周洪才自信做出了判断。 让开, 让开, 别挡了周公子的路。 顿时, 周洪才的一个小弟准备上去推开众人, 为周洪才开路。 嗯? 为首的女飞衣人挑了挑眉, 直接将枪口对准哪个小弟, 毫不留情地开了枪。 碰。 消音器抑制了大部分声音, 但周洪才还是感觉到耳边传来一声巨响。 接着, 他看见自己的小弟右手在空中抓了抓, 却什么也没抓住, 缓缓向后倒下。 等到小弟彻底倒在地上时, 周洪才才看见小弟额头上多了一个血孔, 正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冒着血。 我? 周洪才张大了嘴巴。 这他妈竟然是真的枪? 别杀我, 别杀我。 周洪才秒耸, 顿时跪地, 不停地磕着想头。 其余三个小弟看着大哥跪地求饶, 纷纷有谋学样。 别杀我们, 别杀我们。 你是谁? 为首的女人用枪托抬起周洪才的下巴, 用熟练的中文问道。 我是周家的周洪才, 周洋华是我爸。 周洪才不敢隐瞒, 彤彤说了出来。 女人立即向身后看去, 只见一个戴着眼睛的雇佣兵赶紧上前用英文解释道。 萨拉, 周家是京城四大家族之一, 家主就是周洋华。 被称为萨拉的女人,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 他低头对着别在胸前的对讲鸡道。 老大, 我这边抓到了一条大鱼, 应该能让我们安然离开。 虽然听不见对面老大说了些什么, 但周洪才还是猜到了女人的意思。 他们遇到了麻烦, 需要找几个权贵做人质。 想到这周洪才心中一喜, 要是自己透露顶层餐厅的事, 岂不是能把王芷宁他们也拉下水? 紧接着, 他又有些犹豫。 我要是不暴露王芷宁他们, 我就是他们手上的唯一一个人质, 这样他们就会更加重视我, 我的安全性会更高。 不过, 周洪才想到了电视中常见的套路, 这种绑匪最后都会带一个人质离开, 也就是说, 一旦他们抓到的人质中没有身份比自己高的, 最后被带着离开的肯定会是自己。 而要是自己把王芷宁他们也拖下水, 到时候他们考虑到性别, 可能会带走更加没有抵抗能力的王芷宁。 我有秘密告诉你们, 周洪才突然大喊道, 其余小弟纷纷抬头瞥了瞥周洪才。 哦, 萨拉顿时看向周洪才, 说, 有价值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顶层餐厅, 顶层餐厅还有一个, 还有两个身份和我一样的人。 萨拉眼睛一亮, 带路, 是, 是, 周洪才讨好的笑了笑, 赶紧退回电梯, 恭敬地替雇佣兵们按起了楼层。 剩下的三个小弟也被推壤着走进电梯, 不过, 他们就没周洪才那样的待遇了, 纷纷被按着趴在地上。 周洪才看着越来越接近顶层的电梯, 脸上浮出一抹冷笑。 王芷宁, 还有那对情侣, 等会可别怪我了。 第342章, 变态的杀手。 叮咚一声, 电梯在顶层停了下来。 没有任何人关注电梯这边, 他们都不知道, 此时, 一群不速之客已经抵达。 欢迎光, 服务员听到玻璃门被推开的声音, 还以为是有新的客人来了, 笑着探出脑袋, 欢迎的话说到一半, 整个人愣住了。 周先生, 你们这是? 看着这群穿着与常人完全不一样的雇佣兵, 服务员疑惑问道。 因为周洪才站在他们前面, 服务员下意识以为他们是周洪才的人。 接着, 他就看见周洪才忽略了他, 转而看向一处, 指着王芷宁和宁长对那个脸上满是刀疤的女人道。 萨拉小姐, 就是那两个。 服务员脸色一变。 周先生, 您想做什么? 想到之前周洪才和影天产生了矛盾, 服务员还以为周洪才现在是带人来找影天麻烦呢。 服务员不是没有看到这些人手上抱着的枪械, 但他第一时间和周洪才想的一样, 以为这些都是道具。 萨拉看着这个当在自己面前的服务员, 眉头一皱。 顿时, 他身后有两个人站了出来, 上前把他架了起来。 嗯,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可惜, 服务员的挣扎没有任何意义, 很快被强行带了下去。 不过, 他的叫喊也引起了餐厅内众人的注意。 什么鬼? 好像是周公子带人来闹事了。 周公子带来的人怎么看着像一群土匪啊? 王芷宁和宁长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双双醋眉。 周洪才,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芷宁站起来沉声问道。 周洪才冷笑两声, 没有回答, 而是转身对萨拉恭敬道。 萨拉小姐, 这个贱人就是王家的小姐了, 还有他旁边这个贱人, 虽然还不清楚他的身份, 但应该也不差。 周洪才奴才般的表现引起了不少人惊呼。 京城四大家族中周家的小少爷, 什么时候这么卑微过? 就在众人猜测萨拉的身份时, 只见萨拉朝着王芷宁那边看了一眼, 随即挥了挥手, 下一秒, 他身后涌出四五个不拥兵, 朝着王芷宁那边斜笑着走去。 你们要干嘛? 王芷宁见状, 顿时张开双手, 站在宁长面前, 警惕地看着来人。 哦? 萨拉见此, 智者手下, 饶有趣味道。 你们, 还真是姐妹情深啊。 虽然萨拉是笑着说的, 但不知为何, 王芷宁和宁长都感到了一阵寒意。 咦? 随着萨拉走到王芷宁和宁长身旁后, 周洪才差一道, 还有一个人呢? 去哪了? 比起王芷宁, 他更想报复三番四次打了他脸的隐天。 虽然环视一圈没找到, 但因为顶层就这一家餐厅能藏人的地方狠手, 不在这, 那就只可能在。 周洪才看向厕所的方向, 王芷宁和宁长心中突然一紧, 隐天确实是上厕所去了。 看他们来着不善的样子, 王芷宁和宁长忍不住为隐天祈祷起来。 山姆, 你去厕所把他抓出来。 萨拉想了想, 对身后一个惊悍男子说道, 谢谢头。 山姆舔了舔嘴唇, 一脸兴奋的样子, 急匆匆地向着厕所里边走去。 来华国执行任务这么多天, 一直被禁止出去找男人, 加上队友中没有同好, 可把他憋坏了, 看来今天萨拉是准备让他发泄发泄了。 萨拉身后的一杆雇佣兵顿时怜悯地看向厕所方向, 被山姆盯上估计会生不如死吧。 不过, 想到自己等人也别了很多天, 他们顿时目光火热地看向王芷宁和宁长。 等萨拉完腻了, 估计会把这两人让兄弟们玩玩吧。 虽然到时候这两个漂亮小妞肯定不那么漂亮了, 但将就一下, 还能凑合。 隐天刚准备提裤子, 就听见一阵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以为是餐厅的其他客人, 隐天并没有多在意, 可接着他就感到了不对劲。 那个人竟然站到了自己身后, 死死地盯着自己, 让隐天有种寒毛树立的感觉。 这人有病? 这么想着, 隐天转身想看看是谁? 看见隐天正脸后, 山姆顿时眼睛直发亮, 不禁咽了口口水, 用别角的中文说道。 唉, 不用记了, 反正等会要脱的。 隐天看着山姆的心声, 心中一阵恶寒。 马德, 被GL盯上了。 不过, 隐天打量着山姆那一鱼常人的装扮, 忍不住皱了皱眉, 下意识地看向他的资料。 顿时, 隐天心中一惊, 卧槽, 我他妈就是吃个饭而已, 这也能碰上要杀温迪的杀手。 第343章, 危在旦夕, 看完山姆的身份, 隐天又隐晦地看了眼他的腰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鼓鼓的东西, 应该就是这个叫山姆的人带的枪了吧。 山姆斜笑着向隐天走近, 嘿嘿, 没想到在华国让我碰见了个极品, 要不, 你跟我走吧, 我舍不得只与你玩一次。 你, 你是谁? 隐天按着正常人该有的反应演着戏, 同时心中思索着对策。 通过山姆的心声, 隐天知道外面还有很多他们的人, 隐天确实可以趁山姆没取出武器, 把他制服, 但之后呢? 隐天是有异能, 但他还没膨胀到, 觉得自己能一个人对抗七八把枪。 看着隐天柔弱的样子, 山姆更加兴奋了, 一边解着衣服, 一边把隐天往墙角逼, 隐天则是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一击把他打昏的机会。 蹦, 突然, 外面传来一阵枪响, 山姆是把隐天当成猎物的, 此时没有保持警惕, 下意识地看向了外面, 箭只是响了一声后, 放松了下来。 只是响一枪的话, 应该是自己人开的枪, 没事了, 自己还可以快活。 可接着, 他突然瞳孔放大, 身形一顿, 不知何时, 刚当那个被自己逼到了墙角的男人站在了自己面前, 而自己的脖子也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感受着脖子处的疼痛, 山姆缓缓向下看去, 只见一把还连在钥匙扣上的钥匙, 此时正插在自己喉咙上。 你…… 山姆想要拔出手枪, 可隐天同归于尽, 最终却还是无力倒下。 看着自己手上的鲜血, 隐天皱着眉洗了洗手。 刚刚, 他趁山姆回头的一刹那, 用一把比较尖锐的钥匙刺破了他的喉咙, 让他发不出声。 同时, 山姆喉咙处见出的鲜血也沾染了隐天的手。 很奇怪, 隐天知道自己是第一次杀人, 但他除了觉得血比较恶心外, 再无任何感觉。 洗完手, 隐天抽出山姆到死也没抽出的手枪, 掂量了下, 随即拱着腰向着厕所门走去。 刚刚的那声枪响, 让隐天颇为紧张, 希望王芷宁和宁宁没有受伤。 刚靠近厕所门口, 隐天就听见了餐厅内宁肠的哭声。 芷宁姐姐, 不要。 嗯, 你想要替他? 也行, 不过, 虽然替人能少一半的刀子, 但那也是白白承受的呀, 要知道, 你本可以不受到伤害。 听着外面的对话, 隐天心中怒火灼烧, 飞快探出脑袋, 看向外面。 透过玻璃, 隐天清楚地看见一个满脸刀疤的女人, 吃笑着看向王芷宁, 他手上灵活地捂弄着一柄匕首, 而宁肠则是在后面拉着王芷宁的衣服, 不住地摇头。 隐天环视一圈, 见没人注意到这边, 找了个置在外面的沙发, 翘无声息地翻滚了过去, 离餐厅服务台哪里进了一步。 萨拉开枪后, 把所有人聚在了餐厅进门处, 让他们欣赏自己虐待俘虏的方式。 接近后, 隐天清楚地看见了众人的心声, 也明白了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萨拉自从早些年被好友背叛, 非常厌恶女人之间的友谊。 他看见王芷宁想要保护宁肠后, 心中一动, 想要在老大下命令前, 好好玩玩这两人。 而刚刚, 正是宁肠输掉了萨拉指定的游戏, 要被划破脸蛋, 而王芷宁则再次站在了宁肠面前。 萨拉一步步逼近, 王芷宁没有丝毫胆怯护着宁肠, 宁肠想把王芷宁拉到身后, 却因为自己也被限制着, 只能哭喊。 一、二、七个人。 影天快速数了数在场所有的杀手, 接着看向自己的武器。 这是一把灰熊温彻斯特马格南手枪, 但容量恰恰是七发。 影天沉吟, 自己要是想靠热武器解决他们, 就必须要求自己在短时间内连发七枪, 还要七发权重他们要害。 但, 这些人全是经验丰富的雇佣兵, 自己要想解决他们, 绝不可能像解决山姆那样简单。 就算自己手速快上天际, 武器的限制也让自己得花四五秒才能射击完。 有这个时间, 他们早就反应过来了。 眼见萨拉越来越接近王芷宁, 影天大脑急速运转。 突然, 影天看见在餐厅内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 正快速地左右环视。 正常人这时候, 恐怕都看萨拉去了吧。 影天宁神看向这个人的资料, 心中突然一喜。 这个人叫黄策, 竟然是吴臣手下的一个退伍兵。 他此时心中正不停地挣扎, 他认识王芷宁, 知道他是吴臣的好友, 想要去救他。 但此时的形势, 显然不是个人能逞英雄的时候。 第344章, 斜持。 影天看着黄策资料中被标注出来的特长, 军事素质87, 心中一动。 此时那七个杀手的牌位, 是两个站在萨拉身后, 两个守住了大门, 两个正看管着一众人质。 而吴臣的人, 正好在那两个看守人身边。 影天心中快速计算, 自己能快速解决门口的两个, 和萨拉三人中的两个。 也就是说, 如果那个人能配合自己, 解决两个看守者和萨拉三人中的一个, 就能解决王指宁和宁长。 影天套着一能, 不会失误。 现在关键就在于, 他能不能配合好自己。 想到这, 影天在一个杀手看不到的死角, 幅度颇大的, 挥舞起了自己的手。 很快, 那个人的余光, 看见了影天正摆动的手臂, 不着痕迹地看向这边。 影天立即指了指门口的两个, 又指了指自己, 做了个抹驳的动作。 黄策愣了一瞬, 旋即认出了影天, 这不是前几天把温妮送来的那个人吗? 当时看他的样子, 似乎与吴成哥关系很好的样子。 接着, 他又看见影天指了指自己身旁的两个看守者, 又指了指他, 再次做了个抹驳的动作。 这是, 让我做了这两个。 黄策犹豫了会, 选择相信这个人, 朝着萨拉那边挪了挪嘴。 意思是, 那三个怎么解决? 影天指了指自己, 竖了两个手指, 又指了指黄策, 因为他能解决四个。 黄策自己都做不到。 不过, 不等黄策再示意, 影天就静止向着门口潜伏过去了。 没时间和黄策解释, 萨拉都把刀子笔划到了王指宁面前。 等他戏弄够了, 估计就要直接动刀子了。 黄策张了张嘴, 见影天已经开始笔划起预备的手势, 也顾不上说些什么, 开始寻找目标。 面前两人, 一个正握着自动步枪, 一个则是正在调戏餐厅内的一个女顾客, 枪械都收拾得好好的。 黄策迅速选定了目标。 突然, 就在影天将要动手时, 得意的左顾右盼的周洪才突然看见了猫在门外的影天。 他愣了一瞬, 旋即就抬起手, 要喊出声。 影天看见他, 暗骂一声, 迅速动手。 黄策时刻注视着影天那边, 见他已经动手, 立即扑向裤子脱了一半的雇佣兵。 你怎么在这脸? 就在周洪才惊呼出声时, 影天也成功利用山姆的刀子把一个人抹了脖子, 旋即迅速拔枪击杀了另一个守门杀手。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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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天连开三枪, 分别击杀了守门杀手和萨拉身旁的两个杀手。 与此同时, 黄策也拔出了正在欺凌女顾客的杀手的手枪, 趴在地上击杀了两个看守者。 但当他准备瞄准萨拉时, 被周洪才声音惊动的萨拉竟然毫不犹豫地躲到了宁长身后, 用匕首抵着宁长的脖子, 恶狠狠地看向突然出现在门口的不速之客以及躲在顾客里的黄策。 影天看着躲藏在宁长身后的萨拉, 深吸了一口气, 看了眼周洪才。 就因为这傻逼害得黄策没有足够的时间击杀萨拉。 同时, 影天也在后悔自己刚刚为什么要杀另外两个, 而不是萨拉。 周洪才看着影天眼中的利色, 顿时脸色一白。 他看向正在和两人对峙的萨拉, 心中一横, 拿起一个雇佣兵的枪就对准影天。 萨拉紧张了一瞬, 旋即愣了愣, 笑出声来。 虽然不知道这个傻逼为什么要帮自己, 但此时有个帮忙分担压力的人最好不过。 王芷宁不可置信地看向周洪才。 周洪才? 你疯了? 如果说之前周洪才把人带来, 还能用被逼无奈解释的话, 现在他完全就是站在了杀手这一边。 无论今天结果怎么样, 以后京城再无他容身之地。 闭嘴! 萨拉骂道, 不让王芷宁刺激周洪才。 本来他挟持宁肠是为了当作挡箭牌, 但现在见影天和黄策两人似乎投鼠忌器, 突然大笑。 宁肠越重要, 他就越安全。 放我下去, 我就把它还给你们。 萨拉拍了拍宁肠的脸蛋。 嗯, 嗯, 宁肠被捂住口鼻, 只能知嗯。 影天看着整个人缩在宁肠身后的萨拉, 忍不住皱了皱眉。 眼中一能标出了框架, 只要影天把手抬到育苗点, 就能射中此时萨拉的头盖骨。 但此时, 影天却不敢动手。 影天还没依靠异能射击过移动的物体, 不知道按照框架能不能射中。 他不愿意让宁肠射险, 不愿意让它成为实验品。 就在气氛僵持时, 王芷宁突然说道, 我做你的人质吧, 你放了他。 第345章, 与死神擦肩而过。 众人皆知, 当人质, 肯定是要被萨拉带着下楼的。 虽然萨拉说下楼会放人, 但谁又敢相信这么一个女魔头呢? 这也是影天既没答应萨拉的条件, 也想不出另外一个办法的原因。 别的条件, 萨拉肯定不会答应。 萨拉的要求, 自己又不敢让宁肠射险。 萨拉看着从开始就处处维护宁肠的王芷宁, 失笑道, 这女孩是你什么人? 值得你处处为她付出吗? 王芷宁的表现, 让萨拉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当初她也是把一个女前辈当成人生挚友, 为她挡过子弹, 挨过刀子。 转头却发现, 女前辈只为了几百万的美金, 就把自己卖了。 所以, 她见王芷宁一开始维护宁肠, 才会一时一动。 王芷宁睁着明亮的眸子说道, 你怀中的人虽然在那两个人心中是比我重要,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不敢放你下去。 黄策拂了拂嘴, 没说话。 顿了顿, 王芷宁见萨拉在思考自己的话, 趁热打铁。 而要是你手中的人质是我, 也足以让他们畏手畏脚, 但你却可以下去了。 王芷宁被两人拿枪指着,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而要是自己下去了, 不仅能和老大会合, 也能带人上来报仇。 不过, 她还是不能确定王芷宁能否让那两人投鼠忌器。 王芷宁看出了萨拉的忧虑, 笑着对颖天说, 颖天, 你不对我开枪的对吧? 颖天摇了摇头, 萨拉作为过来人, 顿时看出这两人关系。 再联想到这个颖天, 似乎也很重视自己现在挟持的人, 顿时心中明了了。 你过来。 萨拉松开, 捂住宁长口鼻的手, 对着王芷宁挥了挥。 得以喘气的宁长顿时喊道, 芷宁姐姐, 不要过来。 可惜, 王芷宁还是在众人面前走到了萨拉面前。 有那么一瞬间, 萨拉还真想同时控制这两人, 但考虑到自己弊长有限, 还是在一瞬间飞快地将宁长推开。 而周虹才想挟持宁长, 却发现自己拿着的步枪不好挟持, 只得作罢。 眼见着周虹才按来电梯, 萨拉慢慢后退着众人不禁松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 这批人走了, 自己就安全了。 除了影天, 宁长和黄策, 没人关心是谁被挟持走了。 他们完全没想过, 这几人下去后报了信, 下次上来的就不止再是没有莽撞动手的萨拉了。 周虹才率先走进电梯, 开始思考自己善后的事。 刚刚自己被影天吓到, 下意识地拾起枪指着他, 站在了他们的队里面。 现在, 他清醒了不守, 心中涌现出无穷的悔色。 如果任由这是发展下去, 恐怕自己只能跟着萨拉离开华国了。 先不说, 萨拉会不会接受自己, 自己去了国外, 举目无亲, 真的能适应吗? 周虹才看着萨拉的背影, 紧了紧手上的步枪。 要是自己现在对萨拉开枪, 应该能杀了他吧? 到时候, 自己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功臣。 周虹才完全没想过, 自己开枪的话, 会不会对王子宁造成伤害。 想到这, 周虹才下意识地抬起了枪口。 作为周家的继承人之一, 他自然也是接触过枪械的。 看着周虹才抬起的枪口, 尹天脸色一变。 就在周虹才即将扣动扳机时, 王子宁突然发力, 低下身子, 从萨拉手上滑了出来。 萨拉脸色一变, 正准备去追回王子宁, 下一秒, 他身后闪烁起火光。 哒哒哒哒哒哒。 定书记的声音不停地响起, 萨拉的身躯随之不住地颤动。 尹天急忙跑了过去, 不顾倒在血泊中的萨拉, 不顾射完子弹, 还在不停扣动扳机的周虹才。 不顾一起跟过来的宁长, 在王子宁倒地前接住了他。 子宁, 怎么样? 有哪里受伤了吗? 王子宁愣愣地回头, 看了眼倒地的萨拉, 突然心中涌现出劫后余生的庆幸。 他急忙抱住影天, 忍不住滴滴抽烟起来。 宁长同样伸出了手, 伸到一半, 却硬生生地止住了。 突然, 王子宁感到脸上有什么液体流了下来, 下意识摸了一把, 伸到眼前一看, 竟然是鲜红的血液。 这时, 王子宁脸上的伤口也开始隐隐作痛起来, 他心中顿时涌现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影天, 我是不是破相了? 影天想了想, 沉着脸点头。 王子宁从萨拉怀中滑出来时, 因为和匕首挨得很近, 脸上还是被划了一道口子。 接着, 看着王子宁突变的脸色, 影天忍不住捏了捏他的鼻子。 不要担心, 就是一点小伤, 很快就会好。 说起来也够怪的, 王子宁连死都不怕, 直到自己破相了却吓得差点哭出来。 第346章 挟持人质 等到王子宁缓过神来, 影天这才有心思再次看向电梯里的周洪才。 周洪才虽然平时顽固惯了, 没少欺负过人, 但亲手杀人, 他还是第一次。 因此, 当他看见萨拉倒在血泊中时, 整个人不禁瘫坐在地, 久久无法从亲手杀人的余韵中回过神来。 影天将王子宁推向宁长, 自己则走进了电梯。 走到周洪才身边后, 影天直接狠狠踢了他一脚。 去你妈的, 谁他妈让你把人带上来的? 本来只是周洪才自己被抓, 就是因为他把人带了上来, 才让王子宁和宁长也陷入了危险。 周洪才想起刚刚影天毫不犹豫, 就枪杀了四个雇佣兵的事, 敢怒不敢言。 影天越想越气, 刚刚周洪才开枪, 完全没考虑到萨拉挟持着王子宁, 要不是王子宁也刚好挣脱了出来, 说不定就要陪萨拉下去了。 不解气地再次踢了一脚后, 影天被黄策拉住了。 别打了, 当务之急是怎么解决下面的杀手? 影天沉深问道,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怎么他们敢在国际商贸大厦这么招摇? 杀手不是一般都是隐藏在阴影中吗? 尤其是他们正在华国执行任务, 这么招摇是嫌暴露得不够快。 看萨拉一行人的表现, 还以为他们是在自己家呢? 黄策苦笑一声, 之前通过那个抓住的阴沟鼻, 我们联系上了他们, 然后我们用假情报给他们挖了个坑, 本以为可以一锅端。 听黄策的语气, 显然吴臣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影天心中忍不住骂道, 马德吴臣, 制定了计划和我说声啊, 早知道今天我就不往这边来了。 沉默了会, 影天拨通了吴臣的电话。 很快, 那边传来吴臣疲惫的声音。 喂? 天哥? 什么事? 黄策张了张嘴, 想替吴臣辩解些什么, 最终却还是没能说出口。 影天看了看黄策的心声。 为了这次计划, 吴臣和手下通宵达旦地设计了每一个细节。 计划失败对吴臣打击很大。 而且, 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温妮和普通民众, 吴臣这次联系了官方帮忙。 虽然吴臣已经不是官方的人, 这种事情举报后应由官方解决, 但因为京城权贵们相比下更信任吴臣, 多方施压下还是让吴臣当了总指挥。 最大的权力让吴臣在这次剿灭入金杀手的行动中如鱼得水, 很多自己的想法都能实现。 不过, 与此同时, 吴臣也背负了巨大的责任。 行动失败, 吴臣身上的压力一下大了许多。 要是吴臣没能解决好这件事, 激起歹徒肆意屠杀, 事后就算他是吴家指定的继承人, 也承受不住这样的责任。 想到这, 影天最终准备骂出口的话, 一下就噎住了。 情况怎么样了? 情况? 吴臣愣了愣, 旋起反应过来, 影天问的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的计划保密等级绝密, 除了他们自己人和商场中的人, 基本不可能有外人知道。 就连商场中, 也只有某几个被挟持的层楼的顾客, 知道这件事。 我他娘的, 就在顶层。 影天没好气解释道, 吴臣愣了一瞬, 突然紧张道, 你看看顶层有没有一个穿西装, 身高一米八的人, 赶紧去找他。 我和你说, 现在商贸大厦非常危险。 影天看了眼倒地的七具尸体, 无奈道, 晚了, 他们都上来过了。 顿了顿, 影天把手机递给黄策, 你和他解释吧。 黄策接过, 三言两语的把情况说清了。 影天再次接过手机, 问道,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 餐厅内众人不由地竖起了耳朵, 聚精会神起来, 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马上派人去把你们接走, 不过, 温尼我们可能保不住了。 就是低估了他们的人数。 本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温尼早早就位, 杀手那边也派人控制了不少楼层, 就当杀手们准备对温尼动手时, 无尘的人立即出现, 当场制服了那四个杀手。 却不料, 就在他们以为事情结束时, 顾客中突然冒出了几个伪装成正常顾客的杀手, 他们没和无尘的人硬碰硬, 而是选择挟持其他顾客作为人质。 现在, 他们正和警方对质, 要求用部分人质换温尼, 并且给他们提供载具让他们走, 他们才会放回另一部分人质。 虽然温尼是地败酋长的女儿, 但在这种时候, 无尘他们也顾不了这种东西, 只想快点就会人质。 第347章, 大嘴巴子。 说话间, 无尘派来接应的人已经到位。 电梯开始下行, 静止下到了第一层, 在上来时, 五个便衣出现在大家眼前。 尹先生, 我们是来接你们的, 请随我们离开这里。 为首的便衣似乎看过影天的照片, 出了电梯门后, 恭敬堡。 影天回头看了看餐厅内的二十多个人, 摇了摇头, 你们先把他们带下去吧, 无尘在哪一楼? 我去找他。 便衣犹豫了会, 看向了黄策。 按他说的办, 我等会带他去找无哥。 是。 顿时, 他们进入餐厅, 安抚受到了惊吓的时刻。 时刻一批批地离开, 王芷宁和宁长本想陪着影天, 最终还是被影天劝着离开了。 不一会, 顶层就只剩下影天和黄策了。 走吧, 我带你去找无哥。 黄策招呼道, 影天随着他进入电梯, 黄策旋即按了十三层。 电梯很快抵达, 开门时, 无尘在外面已经等候多时。 看见影天, 他立马地迎了上来。 怎么样? 没有受伤吧? 影天摇了摇头, 向着众人身后看去。 商场门口, 站着五个被捆绑起来的人质, 他们不停地颤抖着, 抵达着的枪械枪口正对准着这五个人。 他们挟持了整个商场的人, 这五个是他们推出来示威的。 无尘解释道, 犹豫了会, 他小声说道, 我们这边的要求是必须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如果他们不肯让步的话, 我们最终可能会交出温妮。 温妮在哪? 影天沉声问道, 无尘指了指一间扮演的店面, 我们的人正在劝说他, 能让温妮自愿帮忙最好。 如果不行, 无尘这边也不会令西去强迫他。 影天立即向着店面走去。 温妮小姐, 很抱歉, 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 还没进去, 影天就听见有人正苦心故意地劝说着温妮。 影天直接推开门, 看着还在温妮面前喋喋不休的一个男子, 直接将他拉了出来。 你…… 男子的劝说被打断, 刚准备发怒, 却被跟过来的无尘拉住了。 影天在温妮面前坐了下来, 温妮看了影天一眼, 又很快低下了头。 许久, 他落魄道, 影, 你也是来劝说我的吗? 不是。 温妮眼前一亮, 旋即又暗淡了下去。 他知道, 这里并不是影天说了算。 不过, 他的语气还是轻快了些。 咦, 我会帮你们的, 本来这事就因我而起, 也应该由我解决。 总之, 这次华国之旅, 我玩得很开心。 看着他的心声, 影天知道, 温妮心中所想的远不如他表现出来的豁达。 无论是被哥哥派人追杀, 还是被吴臣放弃, 亦或是即将面对的死亡, 都令他害怕到战力。 影天叹了口气, 开始分析目前的形势。 其他楼层的杀手, 如果没有还在潜伏的人的话, 已经完全清理完毕。 现在, 就只剩这间商场的杀手, 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 裹挟十多个人质和吴臣他们对峙。 据吴臣所说, 除了大门, 其他哥哥能通向商场的途径都被他们看管着。 这就绝了吴臣突击的路子。 正当影天准备说些什么安慰温妮时, 吴臣推门进来了。 和对方谈判好了, 温妮, 要被交出去了。 吴臣不敢看温妮和影天的眼睛。 温妮惨笑一声, 自觉站了起来, 我们走吧。 放开我, 我倒要看看, 他骂的是谁, 让我被困了这么久。 只是, 温妮刚准备出门, 就听见门外传来这一阵叫喊声。 吴臣眼中怒火一闪而过, 解释道, 这个人是周家的继承人, 也是因为他在里面, 周家给我们施了不少鸭, 他是被杀手放出的人质中的一批。 影天帮温妮推开门,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长相和周红才差不多的人, 正推攘着看守的人, 想要进来。 见门打开, 周红德立即指着温妮破口大骂。 就是你吧, 去你妈的, 要死早点死, 干嘛拖累我? 要不是, 小爷我扶大命大, 今天他妈就要被你拖下水了。 闭嘴。 影天当即一个大嘴巴子扇了上去, 周红德捂住自己被打的脸, 眼中全是见了鬼的神色。 在京城, 还有人敢打自己。 周红德顿时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屈辱。 你, 你, 他指着影天的鼻子, 你个不停。 终于, 他才完整问报,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 啪, 影天又是一巴掌扇了上去, 我他妈管你是谁? 滚。 第348章, 都是他们的人。 本来影天就因为温妮要被交出去而有些不爽, 此时见周红德在眼前过躁, 便没压制自己的脾气。 无臣事实出现, 见周红德这副凄惨的模样, 假装大吃一惊。 周公子, 你怎么被打了? 你们还等着做什么呢? 还不赶紧带周公子下去看医生。 两个看守立即会议, 无顾周红德的满脸怨毒, 将他带了下去。 这下好了, 你算是把整个周家都得罪了? 无臣看着周红德的背影, 叹了口气, 影天没说话, 而是看向商场那边。 之前门口的五个人质已经被松绑, 他们紧张的一步步走向无臣这边, 等安全后才常常松了口气。 门口还陆续的有不少顾客走出, 这都是杀手们衡量后交换温妮的人质。 每个出来的人都带有劫后余生的情形。 被放出的人质全部出来后, 十多个变装的杀手挟持着七个黄皮肤的人缓缓走了出来。 我们已经按要求放出了人质, 温妮呢? 回首的一个无视了周围长长短短的枪口, 走进了说道。 无臣看了眼温妮, 温妮心情沉重的就要往前走。 突然, 温妮发现自己被拉住了, 回头一看, 拉住自己的正是脸色古怪的尹天。 怎么了? 舍不得我。 想了想, 温妮几处笑容打去道。 想啥呢? 尹天敲了敲温妮的脑袋, 紧紧拉住他, 转身看向无臣说。 他们现在挟持的人质全部都是他们的人。 什么? 无臣一下子愣住了。 说实话, 尹天刚开始看见那些人质的资料时, 也是吓了一跳。 要不是有着异能, 谁能想到这几个说着地道精诚化的黄种人会是杀手呢? 他们的眼睛都很精彩, 一个戴着眼睛的瘦弱青年, 甚至还装出一封尿了裤子的样子, 引起周围杀手捏着鼻子猛踹。 想了想, 无臣挥手招来一个黄毛, 这次杀手的身份确定了吗? 通过我们抓捕的其他杀手, 能确定他们就是国际上知名的内阁, 刺杀风格多样, 既有最底层的死士, 也有最顶尖的间谍。 他们的首领更是喜欢追求刺激, 多次记录表明他喜欢剑走偏锋, 玩弄对手。 玩弄对手吗? 无臣陷入了沉思, 如果自己把瘟尼交给他, 让他带着瘟尼和人质离开, 最后却发现他们带走的人质都是他们自己人, 真正的人质早就全部放了, 自己恐怕会郁闷死吧。 这倒是符合这个杀手团队的刺杀风格。 不过, 万一人质中有一个华国人呢? 无臣低声问道, 你算算, 他们现在人质都是他们自己人的几率有多少? 这个也能算吗? 影片好奇看向黄毛, 黄毛立即取出电脑, 用一些复杂至极的公式计算起来。 根据我们对他们人格建模以及多种心理预测分析, 他们这样做的几率有73以上。 73以上? 无臣眼睛一亮, 通过阴沟鼻制定的引诱计划, 只有不足50的成功率, 但最后还是成功了。 虽然后续没案计划中的发展, 但就通过温妮引出杀手这点, 是很成功的。 杀手那边还在叫嚣, 温妮呢? 你不会是反悔了吧? 无臣咬了咬牙, 坚定道, 把他们围起来。 顿时, 杀手们背里一层外一层围了起来, 围守的眼皮跳了跳, 淡然道, 怎么? 不在乎人质的安全了? 人质们顿时纷纷叫唤起来, 别杀我, 别杀我,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为什么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不是说好了, 放他们走吗? 你们是人民公仆, 不能置我们的生死不顾。 隐天接过话筒, 左边第一个, 对, 就是你, 原名是叫板下太医吧? 你这汉语说得不错呀, 在哪报的吧? 左边第二个, 你叫巴洛是吧? 怎么? 以为换上华国服饰, 就成了华国人。 随着隐天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杀手们终于慌了神。 你放屁, 我就是华国人。 你们不会是不想救我们, 才这样说的吧? 虽然现在, 这里是吴臣的一言堂, 但如果吴臣没有证据, 就把他们认定为杀手同伙, 事后也不好交代。 突然, 吴臣手下一个技术员兴奋道, 老大, 我找到这几个人了。 刚刚隐天每报一个名字, 他就在情报系统里查一个 和在场的人质一对比, 还真是他们。 吴臣顿时再无后顾之忧, 拿下他们。 杀手们慌了神, 纷纷拿出武器进行反击。 人质们知道自己暴露了, 也顺手从其余杀手哪里掏出武器, 想要冲出去挟持其他人质。 可惜, 密密麻麻的防爆盾 让他们无从下手, 无论从那边都突破不出去。 第349章 轻松解决 随着刑警们散开, 温妮看见所有杀手都被烤上了。 杀手们准备离开, 没带太多杀伤性武器, 只有用来挟持人质的几把手枪, 连步枪都不多。 被围了起来, 面对的还是全副武装的资深刑警, 他们自然翻不起什么浪化。 这就解决了。 温妮睁大眼睛, 看着在地上挣扎的杀手们, 感觉有些魔幻。 自己都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结果杀手们就这么被抓了。 吴臣冷笑两声, 上前蹲在他们手里面前, 笑道, 你挺膨胀的呀, 和我们玩无间道。 要不是尹天看出了人质也是你们的人, 我还真说不定会被你们骗了。 尹天是谁? 手里脸上面无表情问道。 怎么? 想交代一言, 尹天走到了他面前。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其实, 温妮的赏金已经在黑市上挂了很久了, 了解到温妮有来华国旅游的意向, 他便开始制定计划。 进入华国, 他们有自己的办法, 关键是该怎么撤离。 当了解到华国非常在乎民众安全后, 他便有了挟持人质的想法。 人质少了, 如果没有一些身份高贵的人, 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 人质多了, 不方便转移, 撤退, 还很难保证人质中有没有警方的人。 这么想着, 首领突然有了个让自己人充当人质的想法。 为此, 他历时半年寻找了七个亚洲人, 让他们学习汉语, 华国的生活习惯, 本来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 可惜, 最终却还是被一眼看破。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都是我的人的? 首领再次问道, 哦, 你说这俩都是山姆告诉我的。 颖天立即把锅推到了山姆身上。 顿了顿, 颖天转身提醒吴臣, 顶层的厕所里还有一个杀手尸体, 你们洗地时别漏了。 山姆。 首领开始沉思, 摸不住颖天是在骗他, 还是真的自己被山姆背叛了。 看着首领不断变换的心声, 颖天心中恶趣味的笑了笑。 行了, 没事我就走了。 虽然今天逛商场的计划夭折了, 但顺势解决了温妮的问题, 也不算被荒废。 所以, 颖天现在的心情还是不错的。 眼见颖天就要离开, 温妮突然追了上去。 颖, 你要去哪儿? 带上我。 说话间, 他静止挽住了颖天的手臂。 颖天抽了抽手臂, 奈何温妮抱得太紧, 不用力还真抽不回来。 要真用力, 颖天也怕伤到他, 只好暂且作罢。 至于带温妮离开, 颖天想到, 之前视频时, 王指宁也邀请过温妮去王家玩玩, 便点了点头。 带你去没问题, 不过, 你先放开我。 温妮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手。 下了楼, 就看见王指宁和宁长正焦急地盯着大门。 看见颖天安然出来, 他们顿时顾不上矜持, 双双小跑过来, 一左一右地挽住了颖天。 温妮看着, 心中一气。 你让我松手, 就是为了给他们腾电。 颖天同时被王指宁和宁长挽住, 突然感受到身旁传来一阵杀气。 看过去, 只见宁长正满脸笑容地看着王指宁。 王指宁心中一咯噔, 肝大地松开了手。 咱们回家吧。 宁长提议道, 王指宁汉手, 今天本来准备逛商场的, 没想到碰见了这档子时, 他也没有逛商场的心思了。 眼见宁长已经拉着颖天走远了, 王指宁这次啊, 有心思看向身旁的温妮。 温妮, 你今天没受什么伤吧? 温妮点了点头, 我受了心伤, 颖天这家伙撩完就不理人家了。 王指宁额头冒出三道黑线。 姐姐, 你也喜欢颖天吧? 你, 你怎么知道? 王指宁愣了一瞬, 旋即结巴道, 很明显吗? 温妮点了点头,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那岂不是说, 宁长也看出来了? 温妮眼中闪过一丝脚狭。 姐姐, 你们华国是一夫一妻制吧? 王指宁点点头, 那可真是可惜呢, 你已经有了宁长了。 顿了顿, 温妮又假装无意道。 不过, 我们地败是一夫多妻制哦, 只要赢娶了我, 就能在我们那里搞一个身份, 到时候, 她就能同时娶你和宁长了。 王指宁听出了温妮眼中之意, 没好气地敲了敲她的脑袋。 我们那事不用你管, 行了, 他们都走远了, 我们快点跟上。 说完, 王指宁抬起长腿, 向着停车场走去。 心中, 她却还是琢磨起了温妮的话, 要是母亲的套路, 没能套住宁长, 似乎也只有这条路了。 第350章, 你也来夜洗我。 回到家, 王夫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国际商贸大厦发生的事, 虽然最后被隐瞒了下来, 但隐瞒的对象, 显然不包括王家家主及其夫人。 看见王指宁后, 她立即担忧地迎了上来, 上下仔细检查着女儿是否受伤。 确认只是脸上有个小小的滑伤后, 王夫人才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于婢, 王夫人这才看向温妮, 这个就是温妮吧。 欢迎来王家做客。 打扰了, 温妮立即回礼, 此时她倒是有种异国公主的风范气质。 王指宁犹豫了会, 还是把今天早上和周洪才的矛盾说了出来。 妈, 今天我和周洪才闹翻了。 王夫人不着痕迹地看了宁长一眼, 周梅道, 我不是让你和周家的人打好关系吗? 你现在得罪了周洪才, 以后你嫁给周洪德怎么办? 王家联姻的对象是王家? 听到周洪德这个名字, 影天一下子想起了之前避避不停, 被自己扇了两嘴巴子的那个男人。 知道她就是和王指宁的联姻对象后, 影天只后悔自己力气还是用小了。 王夫人还处于演戏状态, 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周家那边我会去解释的, 到时候找个时间, 你给他们道个歉。 影天看向宁长, 只见她已经鼓起腮帮子气得不行了。 她对周洪才印象不佳, 刚刚路上影天也和她说了周洪德的事, 宁长对周家这两兄弟都没什么好感。 可惜, 在王夫人面前, 宁长也不好多说什么。 王夫人嘱咐完, 立即去忙工作去了, 把空间留给年轻人。 出来又四五天了, 影天在网上看了看关于彼特的消息, 一切正常。 而黄人的芯片也上了正规, 目前正在制造高精度光刻机, 除了核心部件, 其他的华国都能造出来, 相信不久之后就能攻克资料, 给华国带来世界顶级的7nm光刻机。 当然,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在实物出现前, 影天不会暴露自己已经拥有了这些技术。 时间流逝, 很快到了晚上。 洗完澡, 影天正准备和女友亲热亲热时, 温妮突然闯了进来, 无视了影天不满的目光。 温妮问道, 姐姐, 咱们明天去哪玩啊? 早不问晚不问, 非要等到现在问。 影天有些后悔, 同意带温妮一起玩了。 宁长汗手, 想了想, 问道, 你现在去过哪些地方? 温妮顿时嘟起了小嘴, 我就去故宫玩过, 然后就一直被吴保护着。 也就是说, 温妮和他们一样, 都是第一天到了没出去, 第二天去的故宫。 自己的计划说道, 嗯嗯, 我没问题。 好不容易等到温妮离开, 影天刚抱住宁长, 就又被推开。 今天芷妮姐姐救了我, 我想去谢谢她, 顺便问问她, 明天合不和我们一起出去玩。 影天不由地松开了手, 和萨拉僵持时, 要不是王芷妮主动要替代宁长, 恐怕影天最后会同意萨拉的条件。 到时候, 无论是宁长被带走, 还是周虹才射杀萨拉时误伤了宁长, 影天都会心痛, 帮我也谢谢她。 沉默了会, 影天缓缓说道, 宁长点了点头, 我会的。 说完, 宁长带着自己的一些东西, 就又去钻王芷妮的被窝了。 门外, 还在晃悠的温妮看见宁长, 心中突然一动, 一向早睡的她, 破天荒地在客厅看电视, 看到了静凌晨。 等到王芷妮房间的灯也关了许久后, 温妮才确定宁长不会回来了。 也就是说, 她静悄悄地向着影天的房间走去。 半梦半醒间, 影天又听见了一阵脚步在接近自己房间。 回想起那天晚上王芷妮来的事, 影天顿时清醒了。 接着, 仿佛是妇客那天的景象一般, 那人悄悄推开门, 也不开灯, 摸索到了床边。 影天则是闭言假妹, 她倒要看看, 今天来的又是谁。 虽然看不见, 但影天早已能通过手感, 知道是不是女友。 很快, 影天感觉自己的被子被掀开了一角, 旋即, 一个娇小的身躯钻了进来。 影天假装翻身, 一把搂住了来人, 只是, 这一下, 她就愣住了。 那个人的手感, 除了平平无奇的温妮, 还有谁能拥有? 你来我这干嘛? 一头黑线的影天赶紧将温妮松开。 温妮是很漂亮, 而且娇小的体型也很容易激发人的保护欲, 除了对AY没有其他缺点。 但是, 影天有女友了呀。 而且, 除了碗里的拧肠, 她还看着锅里的王芷妮呢。 哪还有心思去和温妮亲近? 第351章, 我无家可归了, 不然, 你还以为是谁? 王? 温妮反问, 我以为是宁肠, 你别瞎说。 影天赶紧插开话题, 接着, 不管温妮相不相信, 她继续说道, 你大半夜来我这干嘛? 不知道男女受受不亲的道理, 赶紧回去。 却不料, 温妮一下就哭丧了起来。 你, 你也要赶我走吗? 我在华国救你一个朋友, 而且, 哥哥还在追杀我。 哎, 你别哭啊。 影天顿时手忙脚乱地抚向温妮的眼睛, 大拇指瞬间被泪水湿润, 她还真哭了。 想起温妮的情况, 影天不由地叹了口气, 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孩, 突然被亲人背叛, 流落举目无亲的异国, 身边, 恐怕也仅有几个朋友。 这种情况, 温妮白天能保持笑容, 已经算很坚强了。 恐怕, 她现在, 对未来很迷茫吧。 趁影天帮她擦眼泪时, 温妮顺势枕在了影天胳膊上, 侧身搂住了她。 影天又被割了, 她应该是很没有安全感吧? 就让她抱一会, 反正你你常也不会知道。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是不是被杀了会比较好呢? 这样的话, 哥哥能称心如意, 也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别瞎说, 影天敲了敲温妮的脑袋, 华国有句古话, 叫好死不如赖活, 年纪轻轻的, 不要这么想不开。 你还年轻, 还有大好青春没体验过, 以后美好的生活还长着呢。 可是, 温妮撅起了嘴,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你大学学的是什么? 大英古文学。 温妮口中蹦出了一个, 影天听都没听过的专业。 不过, 听名字影天隐隐能猜到, 这个专业估计和古汉语之类的差不多。 古汉语在华国还有些出入, 但大英古文学。 抱歉, 在华国调用没有? 你也觉得没什么用对吧? 温妮叹了口气, 我本来也不想学这个的。 师父王说我以后交往的都是些贵族, 必须要懂这些, 才强行给我选了这个专业。 顿了顿, 温妮突然恍然大悟道。 影, 要不我给你做情人吧? 你包养我。 影天, 我好心好意帮你寻求未来的出路, 你却想勾引我。 虽然温妮小小一只抱在怀里确实很舒服, 但影天肋骨上被割住的地方还隐隐作痛, 时刻警示着她思想不要滑坡。 瞎说什么呢? 影天再次敲了敲温妮的脑袋, 我帮你在华国找一个大学, 你继续读书吧, 等你确定了喜欢的行业, 再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也不晚。 以影天现在的能量, 找个路子把温妮以交换生的身份送进一个大学, 不算难。 而且, 影天估计地拜皇室那边应该不会善把甘休, 温妮去国外的话, 既不安全, 自己也招了不到。 那我毕业了, 你能包养我吗? 不能。 影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温妮也不在意, 继续说道, 我们那边是一副多妻子, 你和我回去, 我能帮你获得身份。 那样, 你就可以同时与王, 影天还没这么肤浅, 沉声道, 我和王芷妮没什么。 就在此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影天, 睡了吗? 影天吓了一跳, 有种背着女友出轨的感觉。 回过神来后, 影天有些尴尬, 一是因为自己刚说和王芷妮没什么关系, 王芷妮就在半夜找上门来了。 第二, 则是自己现在和温妮共处一室, 要是被发现了。 温妮不满地揪了揪影天腰间的软肉, 似乎是在报复影天刚当的欺骗。 别让她知道, 你在这儿。 影天还特地把温妮换到了离门远的一边。 好在温妮很听话, 温顺地藏进了被子里, 由于她体型娇小, 与影天贴紧后还真看不出多了一个人, 更何况是没有开灯的晚上。 影天这才装着后知后觉的样子, 喊道, 怎么了? 我还没睡着。 说话间, 王芷妮已经打开门走了进来, 迫不及待地走到影天床边, 王芷妮兴奋道, 宁常同意我们和你在一起了。 啊? 啊? 影天先是疑惑地叫了声, 旋即感受到自己腰间突然被温妮大力揪了一下, 不由地喊了出来。 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 她怎么突然同意了? 王阿姨的计划才进行到一半吧。 影天握住了温妮掐自己的手, 好奇问道。 第352章 退婚 王芷妮顿了顿, 把晚上宁常去找她后的事全盘拖出。 正如温妮所言, 王芷妮看向影天的目光太亲密了, 是个人都能看出不对劲。 一开始, 宁常是非常气愤的, 自己把王芷妮当朋友, 她却惦记着自己的男友。 但想到白天, 王芷妮甘愿涉嫌替她, 宁常嘴上指责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坦白后, 王芷妮看见宁常的难受样, 一时不忍, 把自己和母亲的计划全部告诉了宁常。 宁常这才知道, 王芷妮早就向影天坦白过心意, 而王家之人也早就计划取消和周家的婚约, 他们这完全就是在演戏给自己看的。 还好王芷妮及时告诉她, 影天一开始没同意自己的告白, 也不同意自己父母的主意, 宁常才不至于太崩溃。 告诉宁常真相后, 王芷妮无奈叹气, 本以为把话说通后, 以后再无接近影天的机会, 没想到宁常想了许久, 突然抱住了她, 悠悠地说, 以后, 你得叫我姐姐。 听完全程, 影天一边握紧温妮的小手, 一边欣喜道, 太好了, 没想到王阿姨的计划没成功, 反倒是你先用真情打动了她。 嗯... 王芷妮兴奋地点头, 许久, 才娇羞地说, 影天, 你, 你以后要好好对我们, 那是自然。 诶, 等等, 你干嘛? 影天自顾自点头, 突然看见王芷妮似乎坐在了床上, 想开掀开被子的一脚, 急忙打断了她。 开玩笑, 被子里还有一个瘟匿呢? 这要是被王芷妮发现了, 自己刚刚说的话不就成了放肚屁吗? 进, 今天晚上我陪你, 我都会常常说好了。 别别别, 影天推开她伸进被子的腿, 你今天还是去陪陪她吧, 多考虑下她的感受。 好说歹说, 影天终于把王芷妮劝走。 等了许久, 确定王芷妮不会回来后, 温妮迫不及待地掀开被子, 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两久, 她才气愤地说, 是谁说和王梅关系来着。 为了表示自己的气愤, 她甚至不再抱住影天, 直接起身穿鞋出门。 唉, 影天伸了伸手, 很快放下。 第二天, 影天早早起床, 却发现客厅里所有人都已经到齐了。 但是, 似乎只有王芷妮一个人对自己笑了笑, 温妮, 宁长, 王家家主, 王夫人全是用不善的脸色看着影天。 王夫人一边对影天横眉冷对, 一边牵着宁长的手说这些道歉的话。 王家主受不了这种让自己女儿做小, 还要感谢正房的做法, 但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看向影天的视线莫名危险了几分。 影天既对不起放纵自己的女友, 也自觉对不起王芷妮父母, 只能在一旁陪笑。 王夫人道完歉, 又冷冷地给影天许多威胁, 这才带着王家主离开。 他们要去向周家退婚。 而影天则洗漱完毕, 陪同三人一起游玩巴达岭长城。 车上, 王夫人和王家主商量着, 等会对周家的说辞。 这次联姻, 只是两边家长口头上约定好了而已, 还没有大肆宣扬, 现在退婚也不算打周家的脸。 很快, 车辆开到了京城另一个区域, 虽然是早上临时决定来访, 但因为王家的能量, 王家还是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车子刚到周家门口, 就有一个老者过来, 恭敬地说, 王先生, 王夫人, 老爷在书房等你们。 带路, 王家主淡淡点头, 在外面, 王夫人还是很给他面子的。 老管家立即领先半步, 带着两人前往书房。 刚踏进, 王家主就愣了愣, 书房里并不只有周家家主周云锐, 他的大儿子周洪德也在场。 见到王家主, 周云锐立即起身, 亲热道, 王哥和嫂子到了, 快坐快坐, 今天早上发寒光临寒舍, 是有什么事吗? 说完, 他立即对立在一旁的周洪德说, 还不快倒茶, 把我珍藏的大红袍拿出来。 周洪德立即下去弃茶, 回来后, 见父亲和他们正在谈论 昨天国际商贸大厦的事, 周洪德赶紧给三人上茶, 上完后也不离开, 就守在一旁。 等他们渴了, 端起茶杯时, 周洪德才插嘴道, 伯父伯母, 今天指您没来吗? 王家主和王夫人端茶的手, 顿时凝在了空中, 对视一眼, 王家主清了清嗓子。 嗨嗨, 贤侄, 今天我们冒昧拜访, 也正是为这事而来。 什么事? 之前和周哥言语间, 把两小年轻的婚事定下了, 但回去, 我们才知道, 我家那孩子, 突然找了个男朋友。 第353章, 气急败坏的周家。 咔咔一声, 周洪德还端在手上的茶壶, 瞬间摔到地上四分五裂。 周云瑞看见自己心爱的茶壶摔了, 此时也没有计较的心思, 而是站起来吹胡子瞪眼, 指着王家主的鼻子, 大声问道。 你们这是, 什么意思? 周老哥消消气。 王家主一副我也很无奈的样子, 我们绝不是消遣你们周家。 你也知道,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自由恋爱那一套, 我也不好去左右指您的感情。 屁。 周云瑞破口大骂。 这年轻人的感情, 都是一时冲动, 真要找相伴一生的人, 还得看我们父母的眼力。 叫我说, 指宁丫头估计就是被外人骗了, 只有洪德才是真心喜欢她的。 我这儿儿子, 别的先不提, 这相貌, 怎么说也能配上指宁丫头了吧? 还有, 我儿子的学识, 本事, 那个不是一流的。 周洪德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 骄傲地扬了扬脖子, 似乎在说你们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王家主和王夫人面面相去, 周洪德各方面确实比一般人优秀, 但你说的这些, 全都比不上影天啊。 论相貌, 影天的颜值, 直逼电视上的那些明星, 论能力, 影天一手打造的比特集团, 现在俨然已经成了互联网新贵。 这些, 你儿子有吗? 不过, 当着周云瑞和当事人的面, 王家主和王夫人也不好贬低周洪德。 哎, 那孩子我也考察过了, 虽然是不如洪德优秀, 但也算合格, 加上他们两情相悦, 我们这座父母的, 也不能棒把鸳鸯了。 王夫人委婉说道, 希望周云瑞能听清自己的前台词, 那就是, 这婚, 王家退定了。 周洪德似乎刚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颤抖着说, 伯父, 伯母, 我是真心喜欢指宁的, 我以后一定会对指宁好的, 你们就让指宁嫁给我吧。 王家主立即握住了周洪的手, 贤侄, 你的心意我们自然知道, 但这感情的事不好勉强啊。 周洪德顿时失魂落魄起来, 我们的意思带到了, 加上家族还有事, 就不多留了。 喝完周家的武夷山大红袍, 王夫人拉了拉王家主的衣角, 王家主立即告辞, 周云瑞眯着眼睛, 没有挽留。 等到人走茶凉后, 周云瑞看向还处于失魂落魄状态中的周洪德, 忍不住骂道, 瞧你那出现。 起身看了眼自己的茶壶, 周云瑞目露心疼之色, 在那里怨天尤人有屁用, 当务之急是赶紧查出那个人是谁, 还有, 过几天不是有晚宴吗? 如果王家挽回不了, 你就去试试郑家的那个女人, 如果能和她联姻也算不错。 可是爸, 我是真的喜欢纸宁, 你在外面鬼混的时候怎么没这么想? 周云瑞冷瞪了周洪德一眼, 顿了顿, 周云瑞又问道, 你说的昨天那个打了你脸的人找到了吗? 没有, 我去查了吴臣的手下, 没查到这好人, 因为当时是吴臣让人把周洪德拉了下去, 他下意识地以为影天是吴臣的人, 那天在顶层打了你弟弟的人呢? 找到了吗? 没有, 废物, 周云瑞忍不住骂道, 你们两个一天天地竟在外面给家族丢人, 他骂得被人打了, 连那人是谁都不知道, 洪才他说那人似乎与王家有些关系, 王芷宁当时维护了他, 我查他男友时, 可以顺便查查, 影天不知道周家发生的事, 此时他正在想办法讨好女友, 宁宁啊, 你看这棵砖上刻着什么? 宁长别过头, 偷偷看了眼, 看见上面被人刻着XXX我喜欢你, 而影天则特地把前面的名字遮住了, 虽然心中欣喜, 但宁长还是傲娇的, 没有理会影天, 昨天接受了王芷宁后, 宁长越想越气, 中途还想告诉王芷宁自己反悔了, 但最后还是没能说出口, 因此只能把怨气发泄在影天身上, 渴了吗? 你看那里有卖奶茶的, 要不我去帮你排队买一杯, 你要什么口味的? 宁长悄悄看了眼后面跟着的两女, 看见王芷宁眼中的羡慕, 心中有些小得意, 脸上却保持冰冷的说道, 你的女友不是芷宁姐姐吗? 你怎么不去对她献殷勤? 不怕到手的女友跑了? 你笑了笑,玄机义正言辞道, 哪能呢? 我最喜欢的永远是你。 哄了许久, 终于让女友开始和自己说话了, 影天不禁感叹, 任重道远。 第354章, 王芯国的条件, 直到回家, 影天也没能完全哄好宁长, 不过, 回来时宁长的态度已经比出门时好太多, 影天估计再哄个两三天就差不多了。 回到王家, 突然发现王芷宁二伯一家又来了, 他们还请来了王芯国, 看着房间内剑板弩张的两方, 影天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又是什么情况? 正疑惑时, 王芷宁的堂弟王武倒是先站了起来嘲讽道, 堂姐, 听说你和周家取消了婚约? 怎么, 是看不上周家吗? 原来是为这是来的。 影天心中意冷, 王武一家既想架空王芷宁一家的势力, 又不想让王芷宁发挥不出什么作用, 一心想要催促他嫁进周家, 眼下听说大伯家退了婚, 自然要来闹一闹。 我想架谁就架谁, 还要向你批准不成? 王芷宁不甘示弱地反驳道, 哎, 侄女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王家生理养你, 可不是你拍拍屁股就能走人的, 你只有嫁进周家, 才能报答王家的养育之恩。 上次一直眼红脸的王武父母, 这次也参与进了说教王芷宁的队伍, 一时间, 王芷宁同时面对着堂弟, 叔叔, 审慎的刁难。 我女儿的事, 她自己做主, 不需要你们操心了。 最终, 王夫人淡淡说道, 算是告诉了老二一家, 这是王芷宁没做错。 我说嫂子, 你们不会在家主之位上做久了, 就真的以为自己能对整个王家做主了吧? 这一辈里, 我们只有几个非本家的和其余家族有些联姻, 要是芷宁再不嫁过去, 我们主家可能要被几个分家比过去了。 到时候, 这个责任可得当代家主负责。 王武的母亲顿时阴阳怪气起来, 气氛瞬间沉没了。 王夫人抿了名嘴, 突然看见尹天等人还在一旁等着, 起身招呼几人换个地方玩。 这是, 终究是王家的家事, 他们不想让别人听见。 不过, 尹天还是赖着让王芷宁带自己留了下来, 让宁肠带着温妮回房间了。 王武一家看了看尹天, 没说什么。 见老大一家被自己对得说不出话来, 王武母亲顿时得意地笑了笑, 继续说道, 我看, 这事还是让咱爸做决定, 要是咱爸想和周家联姻, 那就把婚约进行下去。 若是咱爸不愿意, 那我们也不多管闲事了。 嫁入王家多年, 王武母亲自认已经摸清了自己这个公共的秉性, 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先。 像这种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的题目, 王兴国会选错。 王兴国倒是一直抽着汗烟, 没说什么。 不过, 他的视线倒是老是在尹天身上转溜, 看样子, 他已经知道尹天就是孙女的那个男友了。 不行, 这件事, 就算是爷爷也不能更改。 王芷宁听着, 忍不住出声反驳, 他已经攻克了最难的宁长大关, 岂会愿意在自家人手中翻了船。 你这丫头, 爷爷还没说不同意呢? 王兴国说几个字, 就吐出一口烟雾。 王武父亲立马就急了, 爸, 难道你愿意看着? 还没说完, 他就看见王兴国瞪了他一眼。 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毛躁? 我有说过同意, 众人顿时净声, 等着老爷子思考。 尹天看着王兴国的心声, 倒是对他这副装腔做事的行为有些反感。 不就是想找我单独谈谈吗? 直接说就行了, 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想拿捏我。 果不其然, 王兴国抽完一袋子汗烟后, 才缓缓说道, 这件事过两天再谈, 你们先走, 我和尹天谈谈。 王武还想说些什么, 被他父母拉着离开了。 很快, 房间内只剩下尹天和王兴国。 王兴国酝酿了会, 摆出一副阴沉的样子说道, 你已经和您家小丫头交往了, 还缠着纸宁做什么? 给你两个选择, 离开宁长, 或者离开芷宁。 若是其他人, 可能会以为他是真的生气了, 但尹天通过他的心声, 知道他是想给自己一个下马威, 自然不会接套。 有时您就说, 要是还想通过这种伎俩敲打我, 我可没兴趣听。 尹天双手抱胸, 懒洋洋道。 如果现在面对的是王芷宁父母, 尹天顿不可能如此轻浮, 但如果是王兴国这个老狐狸。 况且, 尹天能感觉出来, 这老家伙不仅不会生气, 反而会更加高兴。 只见王兴国愣了愣, 玄疾笑出了声。 好, 够胆, 那我就直说了, 想要娶我孙女。 你先把彼得的股份交给王家。 尹天皱了皱眉, 指您不是用来交换的砝码。 而且, 你是没睡醒吗? 开口就是在想辟吃。 第355章, 家族面临的困境。 王兴国虽然已经七老八十了, 但这并不代表他和社会脱了钩, 对于年轻的一些词汇, 他还是知道意思的。 不过, 被骂了后, 他不怒烦省。 就是这样才对吗? 看看自己的那些不孝子孙, 那个敢在自己面前忤逆自己。 年轻时, 他喜欢服从性强的人, 老了后, 他却开始欣赏那些敢于打破常规的人了。 他看中王武, 也只不过是因为, 王武比王文乐那个三句话, 东不出个的屁的人好多了而已。 我不管, 反正你要想娶王子宁, 就必须满足我的这个条件。 不然, 我们王家是不会承认子女给别人做小的。 听到这, 影天额头一黑, 原来这个根源还在这。 他自己倒是无所谓, 本来就没在乎过别人的看法, 但王子宁从小在王家长大, 恐怕把家族看得很重要。 你们王家家大业大, 惦记我那点股份做什么? 影天忍不住开口问道, 彼得虽然未来潜力无穷, 但现在还只是一个未上市的公司, 满打满算, 估值也只有三四百亿, 这钱看着很多, 但和王家一比, 还是不值一提。 王兴国叹了口气, 再次倒上烟叶杂巴起来。 你看着我们京城四大家族风光无比, 其实, 我们也是有苦说不出。 哦, 你在魔多, 应该知道后家吧。 哦, 现在他们不用家族了, 好像叫什么雨天地产。 影天顿时想起了侯俊杰和侯俊雄两兄弟, 他们怎么了? 王兴国却将话题突然找到了其他地方。 以前, 信息不发达, 我们四大家族仗着势力庞大, 能得到第一手消息, 很是发达了一阵。 但随着时代发展, 普通人也有了接触外界的机会, 许多比我们更有商业头脑的人进入了商界, 一遇风云变化龙, 形成了早期的商业格局。 而我们几个家族, 除了能第一时间知道政策, 资本比较雄厚外, 再无任何先知先觉的优势。 这点影天道是比较清楚, 据说当年企鹅的马华寻求投资, 国内没有一家愿意投的, 那是谁能想到, 现在企鹅已经成了一个 市值万亿的庞然大物呢? 后来, 有人学聪明了, 开始利用自身的资本投资, 这样也能赚不少。 有人缺钱需要投资, 自然就有人不缺钱, 不过, 人的贪心终究是无限的, 当时郑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他们纵容附属家族后家借用着郑家的名义, 肆意强行并购新兴企业, 在短时间内一举成为了京城最大的家族。 不过, 这样的事肯定是不能长久的, 不少被他们强行收购的人背后也有点势力, 人多了后, 他们聚成一团, 连本带息地向郑家讨回了这笔债。 王兴国说得简单, 但隐天还是隐隐间能猜到些什么, 应该就是踩到了铁板。 听到这, 隐天也明白了为什么来京城后一直都听说的都是周, 王家的人, 他还差点以为京城只有三大家族呢? 能让郑家放弃附属的后家, 那已经不能用等贤变故来形容了, 用灭顶之灾还差不多。 毕竟, 无论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还是为了安慰盟友的心, 只要有可能没人会放弃自己的附庸。 而且, 他一连十多年没能回京, 也能够说明一切了。 对隐天讲了这些后, 王兴国再次说道, 时代日新月异, 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吃老本, 据我所知, 其他三个家族已经有不少西洋产业彻底破产了, 我们一直在寻求新的出路。 听到这, 隐天也不仅默默点头, 现在社会已经有不少旧行业消失了或沉寂了, 不能适应新的需求, 那就只能看着市场被别人抢占。 但这并不能成为隐天让出股份的原因。 我还是那句话, 王子宁并不能用来当做砝码, 你们出个价吧, 合适的话, 我卖一点, 你们也不是不行。 掌控彼特久了, 隐天也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 对于用股份换别的东西, 他不是很抵触。 当初为了让船市赶上随拍, 加速船市的推广, 隐天就卖了五的股份给马云。 十个亿, 二是怎么样? 这时候, 王兴国突然恢复了属于生意人的精密。 隐天白了他一眼, 你这是打发叫花子, 十个亿我最多卖你们船市五的股份。 以前比特单有一个船市, 就能用五的股份换一个亿。 现在比特不仅多了联盟, 今日热点, 就连船市也成了短视频领域的龙头老大, 身价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第356章 神秘宴会 王兴国自然不可能只要这么点股份, 但他也没讨价还价。 你既然作为王指宁的男友, 那过几天的宴会, 你也有资格参加了, 等你从哪里回来后, 再来考虑我的条件吧。 隐天听着王兴国的话, 不由得暗自私存。 这老家伙什么意思? 难不成我去参加个什么宴会, 就会改变主意, 让你们白白割肉? 可惜, 这老家伙的心声完全没想这些东西, 只是一个劲地等着隐天主动奉上股份。 正想问个明白, 却不料王兴国突然打了个哈欠, 这人老了, 就是容易累, 今天就到这吧, 我要休息了。 说完, 他就自顾自起身离开, 留下隐天盯着他的背影, 不停猜测。 等到人彻底不见, 隐天才缓缓起身, 撇了撇嘴, 想去问问王指宁和他父母。 隐天先去看了看温妮和女友, 只见温妮正听着宁长讲故事, 眼中闪着星星, 似乎是为宁长的那些经历而赞叹。 只有隐天能看出, 温妮就是想要和宁长打好关系, 想要成为下一个王指宁。 宁长不清楚情况, 还以为温妮真的对自己生活中的那些经历感兴趣呢? 摇了摇头, 隐天没打搅他们, 转身去找王指宁。 在他房间, 隐天找到了正回顾今天拍摄照片的王指宁。 因为已经坦白了关系, 这次王指宁大大咧咧地抱住了隐天, 隐天也没有推开。 温存了会, 隐天才问道, 你爷爷和我说过几天有个宴会? 那是个什么情况? 王指宁不假思索地说, 那是我们京城几个家族约定成俗的规矩,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举行一次聚会, 以便各方寻求合作伙伴, 或者解决以前积压的一些恩怨。 隐天一听就明白了, 这个宴会不就和当时宁家张家联合举办的晚宴一样吗? 只不过, 在摩都市有首富宁家及其亲家张家联合举办, 在京城就成了四大家族联合举办的了。 说实话, 隐天不是很喜欢参加这种宴会, 更何况, 他现在的主要根基都在摩都, 就算在京城结社什么大人物, 那对隐天现在的发展也起不到大作用, 只能说是锦上添花。 不过, 既然王兴国刚刚用这个刺激了隐天, 隐天也想见识一下, 这个宴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行, 我到时候和你一起去。 隐天点了点头。 嗯, 聊完这个, 王指宁突然沉默了会, 问道, 你和爷爷, 谈拢了吗? 他自然知道爷爷找隐天谈话, 就是为了自己的婚事。 还没, 不过你放心, 我会让他同意我俩的事的。 嗯, 如果, 如果爷爷不同意, 我就跟你走吧。 隐天看着他那满是坚定之色的俏脸, 笑着捏了捏。 怎么, 不相信我能说服你爷爷。 既然王兴国说自己回来后就会同意他的条件, 那自己回来后要是仍然不同意呢? 还是说, 他认为自己会在宴会上遇到麻烦, 需要王家帮忙解决。 不久后, 一个不失粉带便美若天心的女人伸了个懒腰, 突然看见了管家送来的韩剑, 看见韩剑的标题,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又要举办了吗? 唉, 明明自己不喜欢这种社交的, 不过, 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去参加, 恐怕不久就会被那些人狠狠拉开差距, 百般无赖地拆开, 他开始一行行地审视。 嗯, 前面的几个名单还是没变, 真是的, 就没人能超越他们吗? 接着, 他看到了这次要参加的新人。 嗯? 这个人短时间内破了好几个大案, 被接连提拔。 嗯, 先去查一查, 如果背后没人的话, 倒是可以接受接受。 从名单中找出了不少他认为值得结交的新人后, 他突然看见了尹天这个名字, 王芷宁的未婚夫。 长得倒是挺帅, 王芷宁眼光还不错。 正想略过, 他又看到管家在这个人资料下面留下的备注, 王兴国没承认, 他一下就来了兴趣。 若是尹天是王家官宣的女婿, 那他自然不会多关注。 但如果这人只是和王芷宁两情相悦, 王家不同意, 那他就有了去拉拢的机会。 当然, 前提是尹天有值得拉拢价值。 显然, 尹天具备这样的实力, 看着尹天的资料, 他眼前突然一亮, 嘴中呢喃道, 这种人才, 王家也看不上了。 同一时间, 无数够资格参加宴会的人都收到了这份名单, 都知道了尹天。 不认识的人自然心思各异, 有想合作的, 有想喝口汤的, 当然也有想占为己有的。 第357章, 麻烦的来源, 还有许多认识尹天的人也看到了这份罕见。 吴臣听着秘书念到这里, 突然笑了出来, 哈哈, 这家伙还是和王姐在一起了。 想到这, 他还是不禁骂了一句渣男。 吴臣是知道尹天有女友的, 他以为尹天把宁场甩了, 选择了家世更加好的王芷宁。 周洪才认真地想找几个人结交, 突然看到了尹天的照片, 他一下就捏紧了拳头, 原来你叫尹天啊。 不过, 看到尹天的身份后, 他突然愣住了, 这个逼不是有女朋友的吗? 怎么突然成了王芷宁的男友? 相比之下, 他哥哥周洪德更为气愤, 马德, 这家伙就是抢走了芷宁的人。 这么一想, 他不仅觉得自己的脸仍隐隐作痛, 还觉得自己头上突然多了顶什么。 同样气愤的, 尹天参加宴会时的身份, 他直接把嘴里的饭喷了出来。 尹天怎么突然变成王家的人了? 秘书也达不上来, 罕见上就是这样写的。 不行, 我得告诉宁老爷子。 马云正准备掏出手机, 突然又停了下来, 自言自语道, 等等, 还是等去了后问清楚再说。 作为宁老爷子的朋友, 他自认是宁常的长辈, 不能做事侄女被欺负。 与此同时, 马华则是一下子笑了出来。 尹天吗? 终于要见见你, 是不是有三头六臂了? 马华则企鹅发展起来, 就只受过两次大的挫折, 一次是在电商, 电子支付上没赢过马云, 还有一次就是在短视频领域被尹天压着。 接下来几天, 尹天和他们一起把京城的几个知名景点都游玩了一遍。 时间也到了当时预定好要回去时候, 尹天想了想, 还是把宁常送回了魔都才再回来。 至于温妮, 尹天托王指宁帮他找了个京城的高校, 让他暂时以旁听生的身份去学习。 后面在国外找找人, 把他的身份变成留学生, 就能让他一直留在华国了。 时间也渐渐到了宴会当天。 早晨, 尹天醒来, 看着王指宁的睡颜, 心中突然有些异动。 没办法, 作为一个男人, 早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自从宁常回魔都后, 尹天这几天一直是和王指宁睡在一起。 不过, 虽然已经互相接受, 但考虑到现在还在家中, 两人并没有突破最后一步。 当然, 其他该做的都做过了。 看了看时间, 十点, 看着他先是醋眉, 然后忍不住张嘴呼吸, 最后终于惊醒, 睁着美目瞪着自己。 不早了, 快点起来吧。 看见他已经醒了, 尹天催促道, 哼, 还不是怪你, 昨天非要我帮你。 要不是时机不对, 我现在也要你帮我。 尹天笑着把他拉起来, 对不起, 我的错, 快起床吧。 顿时, 被子滑落, 王指宁完美的身躯暴露在空气中。 尹天热心地帮他穿好了衣服, 出门后, 坐在沙发上的王夫人瞥了眼两人, 冷冷道, 终于舍得起来了。 王指宁躲在尹天身后不敢见人, 尹天也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多天来, 今天还是第一次起这么晚。 洗漱完, 尹天把早餐简单热了热, 和王指宁互相喂了起来。 这让刚刚回家的王家主看得眼中直冒目火, 以前还没觉得, 他现在突然有种养了多年的白菜, 被猪拱了的感觉。 等到尹天吃完, 王家主这才悠悠说道, 我爸还是没接受小天, 我刚刚得到消息, 别人收到的韩剑中, 关于尹天的身份, 没有得到他的承认。 那又怎么样? 尹天满不在乎地问道, 那意味着, 你将得不到王家的庇护, 今晚可能会有无数人想办法接近你。 顿了顿, 王家主继续说道, 其中, 可能会有人是真心想结交你, 但更多的是想侵吞你的产业, 套路你的资产等。 就这。 尹天觉得, 就算自己没有异能, 也能看出那些人是好心, 那些人是不怀好意。 似乎是看出了尹天的不以为意, 王夫人冷声说道, 不仅如此, 你的身份竟然没得到老爷子的认可, 那就代表着, 别人会以为老爷子不喜欢你, 到时候, 有的是人愿意帮老爷子针对你。 还有, 虽然指宁之前的婚事没有公布, 但还是有不少人听到过风声, 现在老爷子的态度暧昧不明, 周家也不会放弃, 你还要面对周家及他们内心的人。 卧槽, 尹天突然知道了, 不是自己会遇到麻烦, 而是王兴国这老不死的, 再得自己制造麻烦。 第358章, 宴会的牌面。 王兴国虽然表面上没有针对尹天, 但无形中还是使了一手借刀杀人。 若是其他家族, 即使瞧不上自家女婿, 也不会一点照服都不给。 基本上, 在人外还是会照顾自家人。 而到了王兴国这边, 他为了让尹天让步, 直接透露自己没承认尹天的身份。 这让外人如何想? 王夫人也是不禁咬牙切齿。 不过, 公公没有表态, 他们这些后辈也没有权利代表王家承认。 虽然王家现在的家主不是王兴国, 但外人更看重的还是王兴国的面子。 小天, 宴会期间你就一直跟着我们吧? 有我们看着, 想必也不会有什么不开眼的人来找茬。 王家主沉声建议道, 嗯, 尹天沉吟了一会, 还是点头答应了。 虽然尹天不惧别人找茬, 但老是被人烦也很让人不爽, 经常打别人脸, 手也会疼。 接着, 王夫人又把这次宴会的名单拿了出来, 给尹天认认人。 虽然生意场上很难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但大致分一分还是能分出个亲疏的。 除了名单前面的几个富豪和权势滔天的人, 后面的基本上都与几大家族有关系。 这一看, 尹天扎舌不已。 这名单上的商人加起来, 基本上能把各行各业都涵盖进来。 尤其是前面的几个名字, 马云、 马华、 王健、 徐印等人赫然在列。 还有些后起之秀, 比如说白维德等也在其中。 粗略计算, 能看成是一个百亿俱乐部, 只有资产超过百亿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这种宴会。 尹天和王芷宁翻看着每个人的资料, 倒也不觉得无聊, 不知不觉就看到了下午。 行了, 你俩收拾一下, 和我们一起走吧。 王夫人看了看手机, 决定出发。 三人都没意见, 很快, 尹天换上了王芷宁为她准备的衣服, 是和王芷宁非常匹配的礼服。 上了车, 司机开到一半尹天才发现, 目的地竟然还是国际商贸大厦, 每年都是包下整栋用来举办宴会。 王芷宁及时解释, 包下整栋, 尹天还是吃了一惊, 这么一座商贸中心, 每天的营业额都是以一座单位的包下整栋, 这手笔不可谓不大。 还未到达大厦, 就能看见路上有穿着警服的人在设下巡查。 宴会上的每个人都是身价百亿以上的大佬, 安保这方面自然要倍加注意。 到了大厦楼下, 更是有专门的士兵持枪站岗。 想必, 这就是里面某个军方的大佬带来的。 经过非同寻常的检查后, 四人终于坐上了电梯。 虽然宴会包下了整栋楼, 但实际使用的并不多, 除了用来举办宴会的主楼层外, 只有装有娱乐等设施的三两楼开放使用。 电梯程序早被改写, 只能达到开放的楼层。 楼梯间也被封了, 有专门的人守着。 这都是为了保护参与者。 很快, 电梯上行到主楼层, 一开门, 就有守候着的逝者迎了上来, 用禁语准确地叫出了每个人的身份, 随后领着带到会场。 到了里面就热闹了, 虽然还没到约定的时间, 但已经来了不少人了。 看见王家主和王夫人, 不少人热情地上来打招呼。 大多数人王家主和王夫人都是点头示意, 只有少部分他们才会驻足攀谈。 除此之外, 尹天也注意到了, 有不少人正火热地看着自己。 这些, 就是想要得到王兴国赏识, 收到周家命令的人吗? 尹天看过名单, 能认出他们所有人, 看见他们最多的, 也不过资产不到三百亿后, 顿时放下心来。 除非他们联合起来, 不然对自己造成不了什么大风浪。 王家主和王夫人这次来, 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们一一按着计划, 找着要交谈的人, 或是被被人找上交谈。 尹天也是看出来了, 今天的聚会没有主角, 大家都是随意找人聊天。 但这样的话, 尹天一直跟着王芷宁的父母, 就有些无聊了。 正巧, 在一个转角, 尹天突然看见了吴臣。 想了想, 尹天对王夫人说道, 阿姨, 我看到吴臣在哪里, 我和芷宁去找她说两句话。 哎, 王夫人还没说什么, 就看见尹天自不自地跑过去了。 不是说好了, 要一直跟着我们吗? 王夫人叹了口气, 只好无奈地, 对还没反应过来的女儿嘱咐道, 芷宁, 你们无聊的话就去玩吧, 不过, 有人找你们麻烦的话, 记得来找我们。 嗯, 王芷宁早就觉得无聊了, 但一直守在尹天旁边, 留下王夫人在原地直摇头。 第359章, 离我堂妹原点。 吴臣正在和自己堂妹吴梦颖聊天, 突然感觉自己的肩膀被重重拍了一下, 一回头, 看见尹天那张脸, 她也顾不得计较了, 拉着吴梦颖给尹天介绍。 尹天, 这个是我堂妹吴梦颖。 尹尹, 快叫尹哥。 尹天率先笑着伸出手。 你好。 吴梦颖看起来才上高中的年纪, 不过长到倒是挺漂亮的, 关键是身高还很高, 估计接近一米七了。 和她比起来, 温宁更像是一个高中生。 尹天没想到的是, 吴梦颖不屑地看了尹天一眼, 你就是芷颖姐的男朋友, 看起来也不咋低吗? 臭丫头说什么呢? 正好王芷颖也走到了这里, 重重地敲了敲她的脑袋。 哎呦, 好疼。 吴梦颖顿时捂着脑袋直叫缓。 不过, 看见是王芷颖后, 她不仅不生气, 反而非常欣喜的样子, 一把挽住了王芷颖的手臂, 脑袋在上面直蹭。 芷颖姐姐, 好久不见, 你又变漂亮了。 就你嘴甜, 刚刚怎么和你姐夫说话呢? 吴梦颖顿时脸色就变了, 嘴里嘟囔着。 本来就是嘛, 哥哥说他本来是有个女朋友的, 结果为了和姐姐你在一起, 抛弃了原来的女朋友。 这, 王芷颖顿时尴尬了, 不知怎么解释。 难不成要告诉他们, 自己没当小三, 自己只是当了二方? 吴晨也一副看渣男的眼神盯着尹天。 尹天看着这小屁孩打抱不平的样子, 突然一笑想要逗逗他。 小孟颖, 谁和你说我和女友分手了? 我就不能同时有两个女朋友吗? 吴梦颖整个人都惊呆了。 绿杨, 两个女朋友? 他态度突然变了, 满脸羡慕地问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学校里也有两个人喜欢我, 我一直很难抉择。 这下轮到尹天惊呆了。 听吴梦颖这话的意思, 他是想同时找两个男朋友。 现在的小屁孩都玩得这么花的吗? 吴梦颖没意识到尹天误会了, 自顾自说道, 你教教我, 我也要同时找两个女朋友。 尹天算是明白了, 小姑娘说的是想同时找两个女朋友, 原来是个小百合。 不过, 这他妈的也不正常吧? 还有, 你放开我女友, 脑袋都蹭到什么地方了? 尹天心中叹了口气, 本来华国就男女比例不平衡。 你这搞内部消化就算了, 还想一次搞俩, 真是不给别的男同胞一条活络。 吴梦颖打定主意要向尹天学习, 顿时一改之前的臭脸, 天天笑道, 尹天哥哥, 你就教教我吗? 你过来, 尹天对他招了招手, 再喊两声哥哥我就教你。 吴梦颖立即乖巧地跑到尹天身旁, 大献殷勤。 吴晨没忍心看自己堂妹的甜狗样, 转而问道, 王姐, 他说的是真的。 王指宁点了点头, 吴晨嘴角一抽, 本来以为尹天是当代陈世美, 没想到他竟然堂而皇之的左拥右抱。 你就这么同意了? 吴晨语气中带有一丝羡慕, 若是单纯的左拥右抱, 谁都能办到, 有钱就行。 但若是被抱的人是宁长, 王指宁这种附加千金, 那就很难得了。 不然呢? 王指宁语气有些无语。 我和他在一起后, 他要是真和宁长分手了, 我反而会看不起他。 吴晨极度地瞪了眼尹天。 不过, 他突然看到了尹天的大手, 已经放到了自己堂妹的脑袋上, 正轻轻地揉着他的头发。 尹天, 你放开我堂妹。 吴晨立即大声喊道, 在他心里, 已经把尹天列入了头号防范对象, 自己那国色天香的堂妹, 绝不能陷入他的魔爪。 尹天看着吴晨的心声, 一头黑线。 咱俩什么关系? 我能兔子吃窝边草吗? 再说了, 就算我有心, 也得你堂妹姓取向正常啊。 因此, 尹天直接无视了吴晨, 继续笑眯眯地给吴孟颖传授自己的经验。 当然, 所谓的经验都是尹天胡编乱造的。 尽管如此, 吴孟颖仍然听得津津有味, 眼中满是崇拜。 最后, 还是王指宁看不下去, 拉开了尹天。 吴孟颖还有些意有味景, 偷偷给尹天使了个眼色, 暗示以后再找你聊。 顿了顿, 吴晨突然问道, 对了, 韩剑上说尹天没得到王爷爷的认可, 这是什么情况? 尹天无奈说道, 他想要用十亿换比特二十的股份, 这不是抢劫吗? 在王指宁面前, 尹天没有用那老家伙称呼王心果。 王指宁也不禁拉住了尹天的手, 爷爷确实有些贪心, 哎, 一边是男友, 一边是爷爷, 他家在其中非常为难。 这也是他想要放弃王家大小姐的身份, 和尹天离开的原因。 第360章, 于乐城, 吴晨更是忍不住惊呼, 卧槽, 王爷爷这是不想把孙女嫁出去吗? 他也觉得这个条件有些过分, 要是这么简单就能搞到股份的话, 那他们这些家族只要使劲生女孩就行了, 一旦有新的行业翘楚出现, 就立即把女孩嫁过去, 每次收个二十的股份。 这样, 只靠着女婿就能成为世界顶级的财法。 这时, 吴孟颖撇了撇嘴, 不懈地说, 七, 要是真喜欢一个人, 就能为她付出所有区区二十的股份算什么? 听着吴孟颖的风凉话, 尹天忍不住敲了敲她的脑袋, 这小屁孩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又聊了会, 吴晨看见了一个人影, 突然告辞, 他边走边说, 我有点事, 回聊, 你们没事的话, 帮我带带孟颖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 不需要人带。 吴孟颖立即撅着嘴反驳, 可惜没人理她。 吴晨走到一半, 又突然回头, 瞪了尹天一眼, 不准对孟颖下手。 尹天没好气地摆了摆手, 让她赶紧滚。 吴晨作为吴家唯一一个男丁, 早就定下了继承人的身份。 也因此, 她今天的行程其实也很满, 要见的人多达数十个。 事实上, 她把唐妹吴孟颖带来后, 正未等会怎么安置她发愁呢? 现在刚好碰见尹天和王芷宁, 自然而然地把麻烦甩了出去。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 尹天环视一圈, 只见几乎在场所有人都有聊天的对象, 只有自己等人没有找人聊天的打算。 至于可能来临的外界压力, 那也只能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了。 孟颖,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王芷宁想了想, 对着吴孟颖问道, 去娱乐城玩吧, 听说那里有一批最新的体感游戏机, 我还没试过呢。 提起这个, 吴孟颖整个人都兴奋了, 性格还真像的男孩子。 看着蹦蹦跳跳的吴孟颖, 尹天忍不住感叹道, 或许这也是他喜欢同性的原因。 那走吧。 尹天没有任何意见地点了点头, 对于他来说, 今天的任务就是来这露个脸, 去哪都无所谓。 那我们快点去, 去完了说不定就抢不到机器了。 吴孟颖顿时迫不及待地拉着尹天的衣袖往电梯处走去。 很快, 三人到了娱乐城。 说是娱乐城, 其实也就一层楼而已。 不过, 这一栋楼里有不少娱乐设施, 像是什么电竞网咖, 游戏厅之类的一个不少。 吴孟颖蹦蹦跳跳地寻找着所谓的体感游戏机。 不过, 到了之后, 吴孟颖才发现, 这里已经有不少人了, 舞台体感游戏机全部都被占领了。 环视一圈, 吴孟颖才发现, 这些人自己都不认识, 但他又很想玩。 因此, 他抬头看向尹天, 睁大眼睛, 双手握着尹天的右手不停地来回摆动, 撅着嘴撒娇道。 尹天哥哥, 我想玩。 尹天看着他, 突然乐了, 笑道, 你想玩就去和他们说啊, 以你的身份, 想必他们会很乐意让给你吧。 我? 我不敢, 你, 你去和他们说。 吴孟颖看了那群忘乎所以的人一眼, 又低下头看自己的脚, 刚刚对自己凶的一批的女孩, 竟然是个怕生的小姑娘, 这种反差, 让尹天差点笑出了声。 行了, 你别逗他了, 帮他找一个机位吧。 王芷宁突然从尹天手中接过吴孟颖的手, 埋怨地说道, 看着吴孟颖对尹天撒娇, 他突然心中有些不舒服, 尽管他知道吴孟颖的性取向。 尹天看着吃醋的王芷宁, 笑着把所有正在玩的都看了遍, 找了个机庭拍了拍。 谁啊? 里面的人正在玩一个类似打枪的游戏, 被打扰后非常不满地看向尹天。 尹天敲开门, 凑近后神秘兮兮地小声道, 兄弟, 你走狗屎运了? 什么鬼? 男子皱了皱眉, 看见那个女孩了吗? 尹天指了指吴孟颖, 继续说道, 她是吴家的大小姐。 男子脸色突然一惊, 旋即回过神来, 反问道, 关我屁事, 她想玩玩这个东西, 你要是满足了她的愿望, 说不定, 尹天没把话说满, 给她留了想象空间。 果不其然, 男子心中顿时浮现出了无数的想法。 下一秒, 她主动退了出来, 把位置让给吴孟颖, 还不忘把父亲给自己的名片递了张给吴孟颖。 尹天看着事情按着自己预料发展, 微微一笑。 她找的是其中身价最低的人,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交好吴孟颖。 即使吴孟颖在吴家并没有什么权利。 第361章, 找查的周洪才。 莫料, 男子还不忘提醒道, 吴小姐, 以后有剑材方面的需要可以考虑下我家。 吴孟颖则是敷衍地摆了摆手, 不出意外的话, 她马上就会忘了这个人。 吴孟颖调好了一个跳舞的游戏, 便迫不及待地玩了起来。 尹天本想看看, 结果突然听见背后有人阴阳怪气道。 哇, 这就是狗杖人士吗? 兄弟, 你可别被吴孟颖的狗给骗了。 众人回头, 只见周洪才正站在主动让出位置的男子身旁, 面带嘲讽地看着尹天。 刚刚他看见了男子让出位置的全过程, 顿时自觉找了个机会, 迫不及待地就跑出来针对尹天了。 男子有些尴尬, 吴孟颖他得罪不起, 周洪才他同样得罪不起。 没事, 我也玩够了, 不想玩才让出位置的。 没事兄弟, 你被吴孟颖的狗坑了就直说。 我周洪才今天就帮你做一次主。 周洪才张嘴闭嘴都是吴孟颖的狗, 让王子宁和吴孟颖都忍不住瞪向他。 尹天眯着眼, 淡淡说道, 怎么皇帝不及太见急了呢? 别人都不计较, 这狗倒是一直费个不停。 你…… 周洪才的涵养功夫完全不行, 一被鸡就忍不住急眼了。 尹天, 在这里我可不怕你。 谁不知道你是靠着吃软饭才会这么小人得志。 不过, 只要王爷爷不承认你的身份, 你就永远别想进入上流社会。 不好意思, 如果上流社会都像你一样, 那还真是没有进入的必要。 周洪才看着在场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边, 冷哼一声。 我已经调查清楚你的底细了, 在攀上王子宁之前, 你是在宁家吃软饭吗? 为了进入京城王家, 你竟然甩了宁家大小姐, 也不知该说你愚蠢还是贪心。 现在好了, 宁家, 你是进不了了, 王家, 你也不可能有机会。 听到这个, 王子宁终于忍不住了。 周洪才, 我和谁在一起, 和你有什么关系? 本来顾及到两家的关系, 王子宁并没有和周洪才争论, 但周洪才说的话实在是太让他生气了。 无论你怎么说, 你最终都是要嫁入我周家的, 就算不是嫁给我个, 也要嫁给我。 你, 听着周洪才厚颜无耻的话, 王子宁怒不可遏。 行了行了, 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 做梦也不能太超出场里。 要是你哥和你长一个样, 赶紧让他带你回去吧, 别拽吓人了。 颖天轻抚王子宁的长发, 让他恢复冷静。 为这种人生气, 不值得。 周洪才喘起了粗气, 连带着脸上也轻一块白一块了。 颖天继续嘲讽道, 怎么喘起来了, 不会是身体太虚了吧? 男人太虚可不行, 我这里有一副药, 只要你们天天遵循医嘱, 在死之前应该能。 你没了王家依靠, 看你怎么办。 周洪才说不过, 开始威胁了。 哦? 你的意思是, 有我照着都不行吗? 就在这时, 电玩厅外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男生, 众人不禁回头看去。 您? 您是马云先生吗? 站在最外面的人, 率先看清了来人的相貌, 激动着说道。 马云? 电玩厅内顿时炸开了锅。 马云为什么会来着? 他不用上去和其他人谈吗? 马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要照着影天? 卧槽, 马云不在上面待着, 既然到我们这儿来了, 早知道我就让我爸陪在这儿了。 在下面玩的, 大多都是参加宴会者的子女, 他们还没开始接触事业, 没资格上去, 只能在下面结交些其他富二代。 此时见到马云这种, 他们父亲都不一定有面子接触的名单前十, 怎能不激动? 不过, 他们更在乎的, 还是马云来着的目的, 似乎是为了那个叫影天呢。 接着, 他们就看见马云缓缓走到影天身旁, 揪着影天的耳朵, 夫尔了些什么。 这个年轻人, 竟然能和马云如此亲近。 马云来帮忙结场, 但影天远不如别人猜测的那般书信, 因为, 刚刚马云是在问, 你小子是什么情况? 您老爷子知道, 你脚踏两条船吗? 问完, 马云也知道, 现在不是解释这个的时候, 转而面对周洪才, 继续刚刚自己问的问题。 你是要对我入股的公司动手吗? 周洪才额上, 突然低下了几滴冷汗。 没有没有, 我怎么敢对您的公司动手? 周家虽大, 但在芝麻这个庞然大物前, 还是刺了点。 更何况, 芝麻背后也有很多其他势力, 单个马云他们可能能无视, 但他背后的其他人, 那就无法无视了。 第362章, 四大家族的霸道。 看见周洪才认怂, 马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 就不要妨碍我和影天聊天了。 我马上离开, 周洪才赶紧低着头走了。 马德, 资料是谁填上去的? 连他妈影天公司有芝麻的股份都不知道。 心中暗骂着, 周洪才只想赶紧把这件事回去告诉父亲, 让他停下今天的计划, 免得父亲在不知情下与马云交恶。 不过, 走到一班, 他突然停了下来。 哥哥还不知道这件事, 我要是不告诉他, 岂不是说他会得罪马云? 想到这, 他的内心不禁为之火热起来。 他和周洪德一直在竞争周家继承人的位置, 两个人在周云瑞面前相亲相爱, 转身却能互相捅刀子。 这次似乎就是把周洪德踢出局的大好机会。 看着周洪才走远, 马云这才又拍着影天的肩膀, 走, 找个地方把事说清楚。 影天看向吴梦颖, 再思索要不要把王芷宁和他带上。 他在里面正跳得欢呢, 由于是个封闭空间, 刚刚影天和周洪才吵了那么久他也不知道。 王芷宁建议说, 你和马总去吧, 我在这陪着梦颖就行。 行。 影天点了点头, 找了个K哥的亭子, 就和马云一起走了过去。 这种亭子为了防止噪音扰明, 隔音效果很好, 正适合谈话。 其余富二代看着马云离开, 皆是有些遗憾。 好不容易和马云这么近接触, 却没什么搭话的机会。 更有姗姗来迟的富商, 看着端坐在亭子里的马云, 忍不住垂胸顿足, 懊悔自己来晚了。 锁上门, 马云脸色一改之前的和颜月色, 严肃问道, 宁长真的同意你和王芷宁的事? 他刚刚和王家主王夫人短短聊过, 我姑娘会同意这种荒唐事。 颖天叹了口气, 自己现在才多了个王芷宁, 就被吴臣、马云连续拉着问话, 回到魔都后, 还指不定要被宁家人拉着批判。 实在是太烦了, 要是以后多了还得了? 颖天觉得, 自己是不可能再多一个其他女孩了。 马总, 我们的事很复杂, 宁理也接受了, 总之, 我不会对不起宁宁和芷宁。 本以为马云会思索要不要告诉宁家, 没想到, 他竟然直接问道, 你和王芷宁在一起后, 王家是不是要求你交出公司的股份? 你怎么知道? 颖天一脸惊异, 其他人都只认为自己是没被王星国看上, 只有马云一眼道破天机。 哼, 这是他们的老名谋了。 马云吃笑两声, 每当华国有什么新行业, 新产品出现, 他们的人总能插一手。 我敢说, 近几年任何一个发展突飞猛进的公司, 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有钱了, 我也喜欢投资啊。 这不一样。 马云摇了摇头, 万大, 恒达这类地产公司最大的区别在哪吗? 啊。 颖天想了会, 试探着回答道, 宁家势力局限于魔都, 而万大, 恒达则是生意遍布全国。 对。 马云赞叹地点了点头。 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两千年左右, 宁卫国参加过一次京城的宴会。 宴会上, 四大家族当时的负责人提出 想要入股宁家的华海地产, 但被宁卫国拒绝了。 而当时同在宴会上的王健、 许应接受了四大家族的条件。 颖天骤了骤眉, 你的意思是, 因为宁家没有同意他们的条件, 便被限制在了魔都。 没错, 你回去了可以看看, 凡是股权干净的公司, 影响力都只会局限在当地, 而同类型火遍全国的公司, 却大多股权结构复杂异常。 以往, 颖天都只以为这种情况, 是因为他们融资后有了金钱支持, 所以才能不停扩张。 但这么说的话, 就不能解释, 为什么宁家身为魔都首富, 名下华海地产, 却只能开发属于魔都的地产。 今天听见马云这么一说, 颖天才想明白, 就是因为宁家没有让出了利益, 才得到了向外扩张的权利。 这么说的话, 当初王家和宁家合作的西关大巫, 或许是宁家的一次试探妥协。 毕竟, 魔都能开发的地方是有限的, 宁家想要不做吃山空, 必须向外扩张。 泽泽, 这四大家族还真是。 颖天一时找不到什么好的形容词。 第363章, 千万不能让他们入股。 非要形容的话, 也只能说太霸道了。 不让我们入股, 就不让你出圈。 你就在你那块泥巴地里玩吧。 虽然颖天不知道, 宁家为了把业务拓展到全国, 花了多少努力, 但只从现在华海99以上的地产都在魔都, 就可见一斑。 而万大和恒达, 虽然在每个地方都不是最大的地产商, 但他们如今的楼盘, 已经遍布全国, 在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势力。 颖天想了想, 问道, 那你的芝麻呢? 他们不想插手吗? 马云突然变得有些得意。 嘿嘿, 这就只能怪他们当初有眼无珠了, 他们总是这样, 不敢冒险, 只会投前景可见的公司, 对当初一穷二白的芝麻不屑一顾。 殊不知, 正是这种没人探索过的行业, 更有几率做大。 等到发现芝麻已经成为了世界级软件后, 他们想插手, 也来不及。 颖天又想到了企鹅, 想必, 企鹅也是类似的情况吧? 真好啊, 什么时候我的比特达到这种高度?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突然, 马云的表情变得比之前审问颖天感情时还要严肃。 什么问题? 你希望华国所有的产业都被四大家族掌控吗? 自然不希望, 颖天想也不想就达到。 普通人都知道, 垄断只会让寡头们疯狂吸血, 只有竞争存在才能让平民安居乐业。 那好, 你的比特, 一定不要让他们入股。 颖天? 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仿佛是看出了颖天的疑惑似的, 马云主动解释道, 现在, 只有一个互联网他们插不了手了。 互联网因为本身的特性, 可以肆意传播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想阻拦也阻拦不了。 要是有一个行业能打破四大家族的垄断地位, 那这个行业必定与互联网有关。 讲到这, 马云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 有很多食品、 服装等品牌, 以前因为运输的关系, 只能在生产地经营, 但因为我创建了芝麻, 产品可以通过互联网送递全国, 再也不用受到限制。 这正是互联网打破垄断的一个体现。 影天大致也能明白四大家族限制外人的一些举措。 比如说, 能仿制的, 他们凭着自己的资本, 可以肆意仿制, 然后恶意竞争。 相比之下, 互联网产业就不容易仿制了。 就算仿制了出来, 竞争不过也是白大。 这点, 从企鹅、 芝麻这么久, 一直独大也能看出来。 市面上无数的通讯软件, 支付软件都没能打败这两货。 为了插手互联网, 他们也做出过不少尝试, 比如说一网。 这就是他们为了对付企鹅的产物, 还有就是几大银行共同推出的支付软件, 就是想从芝麻支付这里奋一杯羹。 可惜, 这些虽然在市场上站稳了根脚, 却没办法和企鹅、 芝麻抗衡。 他们一直在寻找互联网的下一个风口, 想通过风口掌控整个互联网。 你的比特要是被他们入股了, 以他们的资本, 恐怕不出十年, 互联网也会成为他们的后花园。 尹天皱了皱眉, 你和企鹅也抗衡不了吗? 我们是能抗衡, 事实上, 企鹅这些年也一直在重复四大家族的路。 你没有发现, 这些年企鹅已经进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吗? 当然, 我们芝麻也是如此。 马云瞥了尹天一眼, 但是, 芝麻和企鹅背后的资本都是国外财团, 要是被他们掌握了整个华国的互联网, 还不如给四大家族呢? 想不到你还挺爱国的。 尹天在心中吐槽道, 这么一想的话, 似乎自己的彼得身上背负起了重担, 既要对抗四大家族的染指, 又要抵抗企鹅, 芝麻背后势力的入侵。 真是的, 彼得还只是个孩子啊。 尹天? 马云突然握住了尹天的肩膀, 我和上面几位一直在找一个能摆脱四大家族和国外势力的办法。 现在, 你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了。 我? 尹天不想接受这种责任, 自己本来开开心心的赚钱, 现在突然背上了这种家国大意, 还真有些承受不住。 芝麻背后有软银, 企鹅背后有南非投行, 四大家族本身就同气连枝, 势力庞大, 就算是被自己一直压制的白威德身后, 都有洛克菲勒财团。 而自己背后就一个宁家, 要是同时面对这几个劲敌, 真的能扛得住吗? 你放心, 只要你同意, 我和上面的人都会帮你的。 就在尹天犹豫时, 马云突然抛出了个尹天无法拒绝的条件。 第364章 郑家家主 所谓上面的人, 尹天自然知道是谁。 马华重要无数倍, 一言一行都能对华国造成巨大的影响。 甚至, 今天来的军区大佬, 可能就是因为要带兵保护他才来的, 不然一个军人来参合商人的宴会干嘛? 要是彼特能得到他的帮助, 别的不说, 起码彼特任何不犯法的申请都能畅通无阻。 想到这, 尹天坐不住了。 传是, 联盟和今日热点都属于那种在魔都就能辐射全国的东西, 凭着宁家的能量在魔都搞定这些的手续等东西, 不难。 其他地方的允许就是需要国家的承认才能进行。 看出了尹天的异动, 马云继续劝说道, 你要是答应, 今天我们可以帮你解决王兴国的问题, 后面你要是成绩好, 帮你解决宁长和王指宁的名分也不是不行。 尹天正位怎么让王兴国承认自己发愁呢? 眼下突然听见马云有办法, 眼睛一亮。 行, 我答应了。 反倒是马云有些错愕, 自己说了那么多大意, 这小子不同意, 一提到他那两个女友, 他就直接答应了。 马云心中鄙视, 嘴上却没表现出来, 乐呵呵地说道, 你放心吧, 上面那位一句话, 就能让王兴国这个老狐狸同意你俩的事。 说他是老狐狸这点, 我倒是同意。 尹天点了点头, 突然看着吴梦颖似乎完腻了, 已经把位置让给了别人, 正拉着王指宁要往这边来。 行了, 伟大的间谍同志, 没事我就先走了。 说来可能没人信, 芝麻第二大股东马云竟然一直在想坑自己人, 阮音还真是看错人了。 相比之下, 马华倒是一直为企鹅的发展兢兢业业, 南非投行的眼光挺不错的。 说完, 吴梦颖也拉着王指宁过来了, 尹天还能听见王指宁的抱怨。 哎呀, 梦颖, 你等他谈完啊, 别打扰他和马总聊天。 没事, 尹天推开K哥亭子的门, 我们也刚好谈完了。 梦颖, 你还想去哪儿? 马叔叔, 对不起了。 吴梦颖给马云道的欠, 又拉着尹天往一个方向跑。 尹天哥哥, 我们去玩那个VR吧。 听说他装载了最新的恐怖游戏, 看着苦笑着被拉走的男友, 王指宁替他给马云点头示意, 赶紧跟了上去。 马云看着牵着尹天的吴梦颖, 在考虑要不要拍张照给宁长。 但想到自己刚刚才和尹天谈了那些, 最后还是放弃了。 可别没被四大家族和国外势力弄死, 就先被柴刀了呀。 王指宁郁闷了。 吴梦颖这丫头, 明明自己怕得要死, 还非拉着尹天一起玩, 有时候碰到恐怖剧情, 他竟然直接抱住尹天。 虽然知道吴梦颖平常的取向, 但王指宁还是有些吃味。 尹天恰好回头, 看见了王指宁的心声, 立即吞下装备, 对站在后面的王指宁说道, 指宁, 还是你和他一起玩吧。 他太菜了, 带不动。 你说谁菜? 梅里会浑身颤抖, 还咬牙切齿的吴梦颖。 王指宁接过装备, 带好后就与吴梦颖一起重开了游戏。 不一会, 尖叫声就从一人变成了两人。 尸声笑了出来的尹天在后面寻了个位置, 坐下看着两女的身影。 突然, 一个女人坐到了尹天身旁。 尹天侧目看了眼, 心中一惊。 姓名, 郑月瑶。 年龄, 二十九。 郑家家主, 身价, 四千三百九十九亿。 新生, 真人竟然比照片上还帅。 郑家家主, 竟然是个漂亮的女人。 而且, 她似乎还是为自己而来。 郑月瑶也没有装作是偶遇的样子, 看了看玩耍的王芷宁, 直接傅儿对尹天轻声道。 尹天, 王芷宁的身材这么好, 你肯定没少重新她吧? 尹天? 尹天有想过她的性格, 但是实在是没想到她, 竟然这样口无遮拦。 你是? 想了想, 尹天还是装着不认识她的样子, 这我没疑惑问道。 郑月瑶大大方方地伸出手, 郑月瑶, 郑家现在的画室人。 你好, 尹天和她握了握, 本想轻触即收, 没想到, 她竟然握住不放了。 抬头, 只见她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眼神不停地从尹天脸开始上下扫视, 看完身材, 又看。 接着, 她竟然又用自己的手指挠了挠尹天的掌心, 尹天吓到立即使劲抽回了右手。 联想到刚刚看见的心声, 尹天心中突然有了个大胆的猜想, 这个所谓的郑家家主, 不会是藏我身子吧? 第365章, 她想撩我。 尹天很快把这个想法抛出脑海, 释出反常必有妖, 自己虽然颜值颇高, 但也没到让人看了就走不动路的地步。 皱了皱眉, 尹天冷声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虽然郑月瑶长得很漂亮, 身材也不错, 但尹天还是没动什么心思。 即使王芷宁此时正在玩游戏, 不知道尹天做了些什么。 芷宁妹妹还真是找了个好男人呢。 郑月瑶忧愿地看了眼尹天, 似乎是在埋怨她抽回了手, 旋即又一脸羡慕地看向王芷宁。 同为四大家族的人, 他们互相认识也算正常。 尹天再次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郑月瑶自来了后, 心生就一直与她的目的无关, 尹天也看不出她的目的。 没什么, 就是想和尹先生交个朋友, 王芷宁是我多年好友, 我想看看她无声无息找的男友, 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降服她这个小妖精。 郑月瑶拖着腮帮子, 看着正不停闪躲的王芷宁, 解释道, 尹天汉手, 原来是王芷宁的多年好友。 正想到一半, 突然又听见郑月瑶兴奋的说, 尹天, 你觉得我和王芷宁谁更漂亮? 自然是王芷宁更漂亮。 尹天头也不回地答道, 既然暂时不知道郑月瑶的目的, 尹天也懒得猜了, 那是你没好好看看我。 郑月瑶突然凑到了尹天眼前, 睁着大眼睛和尹天对视。 尹天仔细看了看郑月瑶的资料, 确认她还没有过人事经历后, 确认了她这是在装出一副老司机的样子。 因此, 尹天这次没有露窃, 正大光明地来回打量了许久, 只看着郑月瑶脸色微红, 才收回目光, 缓缓说道, 还是王芷宁漂亮。 尹天倒要看看郑月瑶想干什么。 郑月瑶见尹天最后还是觉得王芷宁好看, 也没气馁, 悠悠说道, 可惜了, 再好看又怎么样? 他爷爷还不是不承认你。 不好意思, 马上他爷爷就会承认, 只要马云把话带到。 尹天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郑月瑶也不在乎热脸贴了冷屁股, 继续说道, 要不, 你考虑考虑我, 我就是郑家最大的, 只要你愿意,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领证。 你当当还说是指名的多年好友来着, 多年好友就是这样挖墙脚的。 郑月瑶睁大眼睛纯真道, 情场上没有好友,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就算是亲人也要反目。 我这就成了你心爱的人了。 郑月瑶说的话, 尹天是一个字都不信了。 行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看着游戏快要结束, 尹天打断了演戏的郑月瑶, 尹先生真是一点风情都不懂呢。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想要比特, 股份, 果然是惦记我的比特。 尹天沉映了会, 问道, 你打算出多少? 虽然尹天不打算卖股份出去, 但这并不妨碍他听一听郑月瑶的报价。 两百亿二十, 或者, 郑月瑶又顿了顿, 说道, 或者, 你娶了我, 我把整个郑家都给你。 两百亿花二十, 明显溢价了, 这个郑家家主虽是女性, 却挺有诚意。 尹天正想着, 突然又听见了郑月瑶后面的那句话。 郑小姐, 挺仇价的。 想了想, 尹天试探着问道, 资料显示, 她已经二十九岁了, 比王芷宁都要大两岁, 这个年纪被催婚也很正常。 不过, 以郑月瑶的条件, 想娶她, 甚至想入坠郑家的人肯定一摸一大把吧。 郑月瑶的话, 证实了尹天的猜想。 切, 想娶本小姐的人喊了去了, 只是我瞧不起他们罢了。 那你怎么就瞧得起我了? 尹天突然一乐, 本以为会被她娇羞地拍打。 没想到, 她竟然一脸正经地赎起了尹天的优点。 第一, 你长得很帅, 配得上我。 第二, 你很有商业天赋, 能辅佐我, 心腹郑家。 第三, 我看你很顺眼。 郑家现在衰落了是不争的事实, 京城所有人都知道, 因此郑月瑶也没遮遮掩掩掩。 当然, 即使郑家衰落, 郑月瑶的身价也高达恐怖的四千三百九十九亿。 尹天想了想, 问道, 那你就不在乎我的缺点吗? 我为了钱, 把钱女友甩了追的纸宁。 你就不怕, 我玩了你就另寻心换。 这是不清楚尹天左右拥抱的人的普遍想法, 正好被尹天此时拿出来用。 没事, 男人没结婚前怎么玩都没事。 结婚了, 我有信心拴住你。 郑月瑶的语气无比自信。 姚姐姐, 你怎么来了? 突然, 玩玩游戏的王纸宁惊喜叫道。 第366章, 哄娃技术。 王纸宁见到郑月瑶非常惊喜, 吴梦颖却一下冷了脸。 你来做什么? 他三两步跑到郑月瑶面前, 插着腰, 娇声问道。 怎么? 你能来, 我就不能来。 郑月瑶笑盈盈地回答。 好了好了, 王纸宁见两人似乎又要掐架, 赶紧走了过来, 把吴梦颖拉到了自己身后。 姚姐姐, 你怎么老和梦颖斗嘴啊? 言语间, 王纸宁有些无奈。 郑月瑶身为一家之主, 平日里都是冷脸世人, 只有和归忠宁有相处时, 表情才会丰富点。 但唯独只有吴梦颖, 能让她像个小孩子一样乐此不疲地吵架。 今天你指宁姐姐在场, 我就不欺负你了。 郑月瑶扬着下巴对吴梦颖说道。 吴梦颖被她激得银牙紧咬, 开口就要反驳, 却被王纸宁捂着说不了话。 王纸宁换了个话题, 问道。 姚姐姐, 你还没说, 你怎么突然有空来找我玩呢? 以前这种场合你不是都很忙吗? 怎么? 不欢迎我。 当然欢迎。 今年没发现什么值得结交的新人, 索性就下来玩玩。 对了, 你还没介绍你男朋友呢? 郑月瑶一副初见影天的样子, 上下打量着她。 王纸宁顿时兴奋地想要把影天介绍给郑月瑶, 却不料还没开口, 她就被吴梦颖打断了。 纸宁姐姐, 你把影天哥哥介绍给她后, 你就不怕她挖你墙角吗? 影天不由得高看了吴梦颖两眼。 这你也猜到了, 王纸宁美好气地敲了敲吴梦颖的脑袋, 又对着郑月瑶歉意地笑了笑, 把影天介绍给了郑月瑶。 介绍完, 郑月瑶又伸出手, 你好, 我叫郑月瑶, 演得还真像。 影天伸出手和她浅浅一握, 又飞快收回。 她怕郑月瑶在王纸宁面前又拉着自己的手不放。 影天本来不想配合她的, 但想到自己就算揭穿了她刚刚和自己聊过天, 也造不成什么大影响, 甚至还被会质问两人间发生了点什么, 便顺着她演了起来。 郑月瑶见影天的反应很大, 忍不住眼嘴轻笑。 等到王纸宁和郑月瑶开始聊天, 吴梦颖鬼鬼祟祟地凑到了影天身旁, 小脸上满是警惕, 推了推影天, 慎重说道, 影天哥哥, 无论他和你说什么你都不要信, 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他自己。 你怎么知道? 吴梦颖和郑月瑶一来就差点掐架起来, 影天本来就很好奇, 眼下见吴梦颖偷偷提醒自己, 忍不住问道, 这你别管, 吴梦颖似乎不愿意说, 总之, 你别信他就行了。 事实上, 影天早已知道郑月瑶的目的, 不用吴梦颖解释也会提防郑月瑶。 但看着吴梦颖这副娇俏的样子, 影天忍不住想逗逗他, 便故意说道, 他是我女友的朋友, 你不说的话, 我可不能平白无故就敌视他。 你…… 吴梦颖一下就急了, 可惜, 无论他怎么样张牙舞爪, 影天也无动于衷。 终于, 吴梦颖拉着影天的手, 低声问道, 你到底是相信, 他还是相信我? 我当然是。 哎, 你别哭啊。 影天正说着, 突然看见吴梦颖眼眶中已经蓄满了泪珠, 仿佛随时都会夺眶而出。 影天看向郑交谈的王指宁和郑月瑶, 他们现在还在聊, 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看向这边, 要是被他们看见吴梦颖哭了, 指不定会怎么想呢? 于是, 影天赶紧把手俯上了吴梦颖的脸庞, 一边帮他擦着眼泪, 一边哄道, 相信你, 我肯定相信你, 乖, 别哭了。 影天突然想到了自己大学时去福利院当志愿者的事, 那时有很多小孩也是这样哭的, 哄久了, 影天也有了经验, 这次他也是下意识的就用这种哄小孩方式哄他。 我, 我也是为你好。 吴梦颖别过了头, 不敢看影天, 但也没震脱出去。 他从未和男人这么近距离接触过, 尤其是影天的脸隔的那样静, 这让他的小心脏不禁砰砰乱跳, 脸上也烧得红彤彤一片。 这种感觉, 是他和女朋友一起玩时不曾体会过的。 影天见他被自己一哄, 便阴语转情, 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这么多年了, 自己的哄娃技术还是没有落下, 想必以后很宁命, 只你有了孩子也能完美应对。 哟, 刚当时谁说我会翘墙脚来着? 怎么突然搞成了贼喊捉贼呢? 吴梦颖小鹿正乱跳呢, 突然听见身后郑月瑶阴阳怪气的声音。 郑月瑶不知何时和王芷宁续完了旧,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距离颇近的两人。 第367章 两男的周洪德 王芷宁也看到了, 眉头不由地微微皱起。 听到声音后, 吴梦颖眼睛一转, 刚刚修红的脸也恢复了正常, 与郑月瑶争锋相对道。 你懂个片, 我刚和影天哥哥结为兄弟, 从今以后, 他就是我大哥, 我就是他小弟。 结为兄弟, 隐天神色一阵古怪, 王芷宁也愣住了, 他倒没有怀疑吴梦颖的说辞, 只是对这件事本身感到震惊。 郑月瑶却没放过这个打击他的机会, 上下撇了撇吴梦颖的身材, 嘲笑道, 嗯,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把脸一遮, 就和男人一样了。 吴梦颖虽然长得挺高的, 但与温逸一样, 都是飞机场。 郑月瑶本想戳戳吴梦颖身材的短板, 没想到吴梦颖不仅不以为意, 还直接嘲笑了起来。 切, 也就你在乎这个, 每天带着雷坠生活不累吗? 虽然吴梦颖表现得满不在乎, 但隐天还是通过他的心声, 看出了他的渴望。 唉, 就怕有些人这辈子也体会不到这种累了。 行了行了, 王芷宁见他们的对话, 越来越往不对劲的方向发展, 急忙打断了两人。 你们两个大庭广众之下, 谈这个话题也不害臊, 毕竟, 隐天还站在旁边呢。 吴梦颖顿时傲娇地别过头, 郑月瑶则偷偷给隐天抛了的媚眼。 咕咕咕。 突然, 吴梦颖的肚子咕咕叫唤了起来。 转回头来, 他看见三人都在看自己, 顿时小脸羞红, 连连白手。 不是我, 不是我。 隐天和王芷宁笑了笑, 也没有揭穿。 顿了顿, 王芷宁问道, 你们饿了吗? 宴会上有食物, 要不上去吃点。 问完许久都没人说话。 隐天看着左看看又看看的吴梦颖, 心中叹了口气。 要是没人同意的话, 他估计会忍着饥饿待在这里吧? 这小百合还挺傲娇。 隐天虽然不是很饿, 但还是决定迁就一下吴梦颖。 正好我也饿了, 我们一起上去吧。 再怎么说, 他也是吴晨的堂妹, 要真饿坏了。 吴晨还不得找自己拼命。 王芷宁接话道, 那我们走吧。 说完, 他拉着正月瑶先起身了。 隐天和吴梦颖紧随其后。 很快, 四人又回到了主楼层。 寻了处点心桌, 吴梦颖立即大块朵一起来。 毫无顾虑地吃相, 配上他那俊俏的脸庞, 还真有种反差萌的感觉。 隐天也尝了尝 这个京城最顶尖宴会上的点心。 吃了一块后, 忍不住学着吴梦颖连吃了好几块。 就在四人边吃边聊时, 突然有一束花呗递到了王芷宁面前。 接着, 就听见周洪德用他那恶心的声音说道, 纸宁, 我找了你好久, 你怎么没陪着伯父伯母? 隐天抬头, 只见周洪德穿着一身骚包的红色礼服, 正捧着一束鲜花献给王芷宁, 看向自己的眼神带有几分得意。 你有个什么好得意的? 隐天不禁在心中问道, 看着周洪德的心声, 隐天才明白周洪德得意的原因。 他自那天被退婚后, 就一直闷闷不乐, 准备听父亲的安排去接触郑月瑶。 但谁能料到, 周洪德准备好了后收到了韩剑, 知道隐天并没有得到王芯国的认可, 他的心思一下就活泛了。 如果最后, 隐天还是和王芷宁分开了, 那自己岂不是还有机会? 最后, 周洪德决定先去找王芷宁, 再找郑月瑶。 这才有了现在的一幕, 他的得意, 是为隐天没有得到王芯国的承认而得意。 隐天看完周洪德的心声, 偏向郑专心吃着糕点的郑月瑶。 周洪德的计划是先接触王芷宁这边, 再接触郑月瑶。 他已经自信地认为只要自己出马, 那必定是百分百能得到他们的好感。 当然, 这个得逐个击破。 但现在, 好像是王芷宁和郑月瑶同时在场。 王芷宁看着面前的鲜花, 皱了皱眉。 周洪德, 你这花还是送给别人吧? 我和你还没那么说。 就是, 要不你送给郑月瑶老妖婆吧? 他还没有男朋友, 肯定愿意接受你。 吴梦颖跟着起哄道, 郑月瑶狠狠瞪了眼吴梦颖, 这才转身看向周洪德。 周公子, 好巧, 周洪德左看看, 右看看, 僵在了原地。 一个是自己心心念的王芷宁, 一个是家族已经决定的郑月瑶。 他突然不知道该向谁献殷勤。 隐天看着周洪德的心声, 摇了摇头。 你这, 选谁都没用啊? 他们又不会接受你。 咬了咬牙, 周洪德一把把鲜花抽了出来, 又递给郑月瑶。 郑小姐, 我找你好久了, 你怎么没和人谈商业, 反而在这里坐着吃东西。 第368章, 接连被拒, 看着周洪德突然转换了目标, 吴梦颖愣了一瞬, 旋即捧腹大笑。 哈哈, 老妖婆, 你也只能收一些别人不要的东西了。 郑月瑶脸上也像萌了层寒冰似的, 非常不愿。 虽然他和王芷宁是朋友, 但周洪德的行为, 还是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 隐天则是不禁打量起周洪德起来。 这家伙人模狗样的, 看着也不像脑子有病的样子。 当着郑月瑶的面, 把王芷宁没收的花转送给他, 这种事谁能干得出来? 就算郑月瑶碍于周家的面子, 本来会接受他的鲜花, 此时也会翻脸啊。 周洪德还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单膝跪地, 神情道, 郑小姐, 自从上次一别, 我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千般撕恋, 此时终于再有。 那个, 郑月瑶纵使心中万般想让他滚, 但顾虑到周家, 还是委婉地说, 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什么? 周洪德脸色一变, 本来他就是看在王芷宁现在有男友, 才临时选择了单身的郑月瑶, 没想到他也有了男友,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有的? 我怎么没得到消息? 哦? 我交什么朋友, 也要和你们周家报备吗? 郑月瑶冷冷说道, 不可能, 你肯定是在骗我, 我不信, 除非你把他叫来。 因为一些原因, 我暂时不能让他见你, 等有机会, 一定把他介绍给你们。 他说着, 郑月瑶突然向影天抛了个内眼, 让影天打了个寒颤。 你看我干嘛? 我和你不熟。 吴梦瑶看着周洪德似乎有些无可奈何, 想了想, 差一台道, 月瑶姐姐有男友了? 你不是刚刚还在抱怨, 没人能入你的法眼吗? 周洪德是什么东西, 吴梦瑶也清楚, 但他同样不喜欢郑月瑶, 便想帮助周洪德纠缠郑月瑶。 影天虽然对郑月瑶也没什么好感, 但他更加厌恶周洪德, 眼下见自己人里面出了个叛徒, 顿时美好气地敲了敲吴梦瑶的脑袋。 周洪德眼中又有了西迹, 善笑道, 郑小姐, 你真会开玩笑。 说完, 他又把花生向郑月瑶, 郑月瑶狠狠瞪了吴梦瑶一眼, 吴梦瑶不甘示弱地瞪了回去。 我没有开玩笑, 周先生, 我对你没兴趣, 你还是找其他家族的人吧? 嗯, 我觉得吴家就很不错, 说不定你和吴梦瑶联姻后, 能化解周家和吴家的恩怨也说不定。 吴梦瑶又咬牙怒视郑月瑶, 身子却微不可见地往隐天身后缩了缩。 郑月瑶看见了, 眼中闪过一丝得意。 周洪德看了吴梦瑶一眼, 没有说话, 她的花在空中僵持了半天也没人收下, 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 这让她感觉丢了极大的面子。 她羞怒着说, 郑小姐, 以你的身份, 只有同为四大家族的人才配得上你。 你只要和我联姻, 我们通力合作下, 必能让各自家族更进一步。 郑月瑶想了想, 看了眼王芷宁, 遗憾道, 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芷宁突然找了个外地的男友刺激到了我。 我想了很久, 决定还是寻求真正的爱情, 这个钱吗, 够用就行了。 隐天看着笑音音的郑月瑶, 脸色一黑, 这你特么都能把仇恨转移到我身上。 果不其然, 听了郑月瑶的花, 周洪德立即愤恨地瞪着隐天。 上次被隐天打了, 他都没这么愤怒过。 你别看他们现在你能我弄, 只要王爷爷一天不同意他们的事, 他们就永远上不得台面。 关你屁事。 隐天不屑地吐出四个字, 越过吴孟宁, 搂住了王芷宁的腰。 周洪德顿时心中一痛, 本来家族换了联姻目标, 就让他颇为不爽。 现在看着自己喜欢的人被隐天搂在怀中, 他恨不得上去和隐天打一架才好。 嗯, 芷宁是要得到他爷爷的同意, 但是我不需要啊。 郑月瑶浅笑着说道, 周洪德这才回忆起他的身份, 作为郑家的家主, 似乎还真没人能限制郑月瑶和谁在一起。 王芷宁现在和隐天在一起, 郑月瑶也突然多了个所谓的男友, 所以说自己现在谁也勾搭不上了。 哎, 周公子这是怎么了? 求爱被拒绝了? 呃, 不是有风声说周公子联姻的对象是王家丫头吗? 他怎么又去给郑家丫头献殷勤了? 你没看韩奸吗? 王小姐已经有了心上人, 只是还没得到王家老爷子承认罢了。 那就是了, 看来周家应该是把目标换成了郑家, 但似乎也没谈成。 第369章, 四大家族联合欺压。 听着周为人的谈论, 周洪德阴沉着低下了头, 家族的两个目标自己都没能打好关系。 郑月瑶自己就是郑家家主, 郑家也不像王家那样, 有一个说话比现任家主还鼎用的老爷子。 所以说, 只要郑月瑶不想联姻, 没人能逼迫他, 筹备了许久。 但是, 自己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现在王爷爷态度暧昧, 没有承认影天的身份。 也就是说, 只要能把影天的一切夺走, 就能让王爷爷永远不承认他。 等到王家强制把王芷宁和影天分开, 自己再去直接找王爷爷谈, 想必他会很愿意把孙女嫁给我的吧。 到时候, 无论王芷宁和他父母是什么意见, 都阻拦不了自己了。 想到这, 周洪德深吸一口气, 挤出笑容说道, 那我就先祝郑小姐能找到自己真爱了。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现在留在着, 只能继续丢脸, 还不如直接离开。 影天忍不住皱了皱眉, 看着周洪德的背影, 难难道, 他打算怎么对付我? 刚刚周洪德的心声变化, 他看得一清二楚。 就在影天思索时, 突然收到了王芷宁父母的消息。 小天, 来大厅中间这里, 给你介绍几个人。 王芷宁同样收到了消息, 两人对视一眼, 对郑月瑶和吴梦颖说道, 我和芷宁要去王叔叔那里一趟。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吴梦颖立即跳起来喊道, 生怕被丢下。 影天考虑了会, 决定将他一并带着。 反正都是认识的人, 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也去好了。 郑月瑶深深看了眼影天, 红唇轻起, 随意说道, 那咱们一起去吧。 王芷宁点了点头, 领着三人一起往宴会中心走。 郑月瑶特地放慢了脚步, 等到与影天并肩后, 才悠悠说道, 等会你要是扛不住, 我的条件随时生效哦。 什么条件? 影天心神一震, 正想问他时, 又听见吴梦颖说道, 老妖婆, 你和芷宁姐姐的男友, 说什么悄悄话? 是不是想挖墙脚? 哟, 某人拉着她的一脚指责我, 还真有脸哦。 郑月瑶立即反驳了一句, 旋即快步走到了王芷宁身旁, 只留下气恨的吴梦颖, 和满脑子疑惑的影天掉在后面。 梅里会哼哼个不停的吴梦颖, 影天思索着郑月瑶说这话的含义, 她的条件影天倒是想了起来, 一个是以二百一卖二十的比特股份给她, 一个是自己入罪正价, 应付不了的是, 是周洪德心里想的那些针对我的吗? 很快, 一行人到了艳厅中间, 令影天惊讶的, 是这里有不少人, 除了王芷宁的父母外, 王武父母也在场, 还有站在一对中年人身前的吴臣, 站在一个中年男人身旁的周洪德, 以及马华, 刘环走到了王家主和王夫人身边, 吴梦颖看见吴家的人, 立即小跑道了过去, 郑月瑶则是单独站在了一个角落, 这么一看的话, 似乎形成了六股势力, 分别是四大家族, 企鹅, 芝麻, 考虑到四大家族的同气连芝, 这六股势力似乎又成了三足鼎立之士, 和王芷宁父母打过了招呼, 又和马云点了示意, 影天这才发现了王芷宁父母神色似乎不太妙, 明明刚刚发消息时, 他们的语气都很正常, 叔叔, 阿姨, 怎么了? 看着郑月瑶等着看好戏的表情, 影天忍不住向着王芷宁的父母问道, 他们, 他们想夺走你的比特, 王家主脸色铁青道, 哦? 影天环视了一圈, 只见周洪德正得意洋洋, 吴晨则低下了头, 脸上满是愤恨, 王家则是王武的父母, 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郑月瑶还是那副表情, 似乎在说, 答应我的条件就没事了, 再看向马华, 只见他正和白韦德嘀咕些什么, 看见自己的目光, 对自己善意笑了笑, 马云则是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 影天忍不住瞪了马云一眼, 这就是你说的帮助, 周洪德憋不住了, 主动跳了出来, 影天, 今天你只有一个选择, 给你一百亿, 交出比特, 我若是不愿意呢? 周洪德突然失声笑了出来, 这可由不得你, 我最近可是有不少传世, 联盟的投诉, 什么学生逃课打游戏, 传世上太多未成年怀孕之类的, 想必是时候该整顿整顿了, 其余三方也跟着点了点头, 第三百七十章, 小伙子很不错, 小天啊, 我们也知道, 你年纪小, 对掌管这种事没什么经验, 犯了不少错, 但是没关系, 我们愿意帮你解决, 你就放心地把比特给我们, 然后做个快乐的富家翁吧, 王武父母还假惺惺地拍了拍影天的肩膀, 表现得十分伟善, 吴梦颖看着附和的舅舅舅妈, 急着脸拉了拉吴臣, 却见他脸色阴沉, 显然也是没什么办法, 虽然吴臣是吴家唯一的继承人, 未来毫无疑问地会成为吴家家主, 但此时他还是只能屈服, 白维德看着成为了众矢之地的影天, 心满意足地笑了, 看啊, 这就是没有强大资本支撑的下场, 宁家在魔都确实是一霸, 但放眼全国, 影响力就十分有限了, 马华叹了口气, 这次本想见识一下, 这个吕刺压了自己一头的年轻人, 没想到他还没有壮大, 就要夭折了, 虽然有些惋惜, 但想到彼特会被夺走, 他又压下了自己的情绪, 作为一个商人, 绝对不能手软, 彼特换成四大家族掌控, 必定会衰败下去, 企鹅和白维德的随拍就没有对手了, 到时候取代船舅的地位, 指日可待, 想到这, 他不懈地瞥了眼跳的正欢的周洪德, 你以为你们夺走了彼特的船舍, 就能染指互联网, 在场众人全部都够怀鬼胎, 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四大家族联合欺压一个还没壮大的互联网公司, 也能有不成功的道理, 他们从未想过, 影天会不会答应, 毕竟, 就算影天不答应, 他们也能联合起来, 借用家族的势力去逼迫他答应, 有着郑家的前车之鉴, 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地调查了一番影天的背景的, 也知道影天背后最大的靠山, 就是宁家, 但是是宁家又怎么样, 当初宁家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 最后还不是只能在魔度经营发展, 影天看着众人的心声, 不由地皱了皱眉, 要是他们真的联合起来针对彼特, 恐怕自己还真顶不住, 王芷宁父母早已脸色铁青, 王五父母月全和其余三大家族联合, 已经很让他们丢脸了, 现在自己女婿遇到麻烦, 自己却提供不了丝毫帮助, 影天, 我看你就答应我们吧, 反正你和芷宁要结婚了, 到时候我王家的还不就是你的, 你要真舍不得, 不如到时候你留下来继续帮我们管理彼特, 王五父母看着气氛有些沉默, 又假惺惺说道, 但是论谁都能看出, 影天一旦失去了彼特, 王兴国恐怕会立即把他赶出王家, 同样的, 王五后面的建议, 更是坑了人还想让人帮他们数钱, 如果, 我说不能, 影天看着在场的六个势力冷声说道, 马云说过会有人帮自己, 虽然现在他一副与我无瓜的样子, 但影天还是决定相信他, 因此, 影天没有虚伪与蛇, 而是直接拒绝了四大家族, 影天,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小子, 我们是看你和王家关系不错, 才知会你一生, 别逼我们用剑不得光的手段扮你, 小天, 你就说说, 在场各位, 你得罪得起谁, 以前你还有个宁家荡考山, 现在你甩了宁家丫头, 他们也不会帮你了, 影天, 条件你就答应吧, 最后说话的人是郑月瑶, 他言语表意不明, 但影天知道他更想自己答应他之前的条件, 虽然四大家族瓜分比特, 他能得到的更多, 但他看过影天的资料后, 还是觉得比特有影天掌管比较好, 哟, 各位都在啊, 就在场面剑拔弩张时, 众人突然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变装的老者正站在一旁, 温和笑着, 啊, 手掌好, 离得最近的吴臣愣了愣, 随即反应过来, 行了个军礼, 毕竟, 这位也兼任有军委会主席的职位, 你就是小臣吧, 当时你退伍时, 你们司令可是万般不舍啊, 吴臣善笑了下, 他虽然喜欢军旅生活, 但作为吴家唯一一个男丁, 他的宿命只能是继承家族大业,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纷纷问好, 影天跟着问好后, 瞥向马云, 只见他对自己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 这位就是来帮自己的, 影天心中不由得一阵激荡, 这种事, 用得着他老人家亲自出面吗? 果不其然, 老者缓缓向着影天走来, 沿路的人不由自主地, 为他让开了条路, 你就是影天吧? 不错, 不错, 影天看着他温和的笑容, 心中的紧张顿时消失了。 第371章, 马云给的大惊喜, 老实说, 在亲自接触老者之前, 影天猜想过, 见面时会是怎么样一种状况, 但像这样, 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仿佛是多年的好友见面, 还是令影天没有想到的, 听说你现在和王家丫头在一起, 接着, 老者像是谭家长一样问道, 嗯, 你们俩也算般配, 好好待人家, 结婚时记得请我喝喜酒, 老者的话, 令四大家族的话使人震惊不已, 他竟然要活影天的喜酒, 众人不禁想起了, 当年郑家郑生事壮大时, 曾邀请过这位老者, 但为了避嫌, 他最终没有答应, 除了每年一次的宴会, 他何曾单独接见过那个家族的子弟, 而他现在竟然给了影天邀请他的机会, 众人心神顿时激荡起来, 这是不是代表着, 指宁父母眼中闪过金光, 要是影天能得到这位的支持, 那四大家族还敢逼他交出彼特吗? 对了, 你们在这事谈什么呢? 能让我听听吗? 顿了顿, 他又好奇问道, 他自然知道, 他们这事在对影天进行逼宫, 但不能明说, 四大家族话是人心中顿时意紧, 那个, 我们就是谈谈一些商业上的事, 周洪德看见影天把视线投向自己, 不由得一阵紧张, 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说完, 他偷偷看了眼影天, 眼中满是哀求, 虽然这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如果放到了明面上讲, 还是有些不适合, 何况没有出头鸟, 这位掂量这四大家族不会说些什么, 但如果影天针对自己, 让自己与这位交恶, 到时候周家家主之位可就要离自己远去了, 好在影天也没借到杀人的想法, 当即点了点头, 附和道, 嗯, 我们就是谈一些商业上的事, 只不过意见有些分歧罢了, 老者汉手又深深看了眼中人, 悠悠说道,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不过, 你们做生意一定要遵守法律, 不能仗势欺人, 众人心中一灵, 明白这位是在敲打自己, 纷纷笑道, 那是肯定的, 我们都是奋公守法的好公民, 看着他们表了态, 老者这才慢悠悠地转身离开,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四大家族的人才回过神来, 看向影天, 什么, 你们还想要我的股份吗? 影天看着他们古怪的眼神, 戏谑问道, 哼, 影天你别得意, 周洪德想着自己刚刚才威胁了影天, 现在就动不了他了, 不由得恼羞道, 不要以为我们收购不了彼特, 就办不成事, 你等着吧, 接着, 刚刚对说服影天尽心尽力的王武父母, 顿时走到影天面前, 亲热地拉着他的手, 对笑道, 小天, 我们刚刚就是和你开个玩笑, 你是芷妮的男友, 我们怎么可能会欺负你呢? 芷妮你说是吧, 王芷妮看着自己的二叔和婶婶这么不要脸, 想到自己和他们同为一家人, 顿时觉得自己脸上也无光, 小声嘀咕道, 臭不要脸, 王武父母离得近, 断没有听不到的道理, 但他们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依旧一副一家人的样子, 吴臣这时也被他父母推了推, 晨晨, 你不是和他关系不错吗? 赶紧去给他道个歉, 争取寻求一个合作的机会, 吴臣看着和刚刚态度截然不同的父母, 转过头去, 要去你们去, 我可丢不起这脸, 吴臣父母脸色一僵, 再想劝说, 却也开不了口, 他们可没王武父母那般厚的脸皮, 突然, 他们注意到了此时欣喜异常的吴梦颖, 刚刚, 他好像是和尹天一起来的吧? 郑月瑶看着黛玉天差地别的尹天, 自顾自走到了他面前, 小声说道, 我的第二个条件还作说,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什么条件? 王指宁看着自己闺蜜, 愣了一瞬, 周洪德虽然不敢真正对尹天使什么阴招, 但放放狠话还是做得到的, 只是看见自己刚刚放下狠话, 其余三大家族的人便去和尹天交好, 心中郁闷至极, 更让他郁闷的是, 父亲周云瑞走到他面前, 劈头盖脸地给了他一巴掌, 要是你没得罪他, 说不定我们现在也能和他交好, 感受着脸上的刺痛, 周洪德久久不能理解, 四大家族哪个不是底蕴身后? 至于为了一个比特这么慎重吗? 他却不知道, 短视频这个风口, 是四大家族等了数十年才等到的机会, 尹天推开缠着自己套近户的王武父母, 走到了马云面前, 马总, 这次你可是给了我个大惊喜, 第372章, 你可得好好发展,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 尹天自然知道马云的这个惊喜分量有多大,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自己今天得到了那位的首肯, 以后在华国, 自己不会遇到任何阻力, 最大的官都认可了, 下面的人还敢忤逆吗? 也就是说, 尹天以后只要自己不犯大错, 基本上都不会有人来找查, 甚至还会有人念着那位的面子, 主动帮自己, 马云笑了笑, 你知道就好, 以后, 你可得好好发展,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 争取把彼特这个完全由华国人掌握的企业发展壮大, 那是自然, 众人看着尹天和马云响聊甚欢, 这才明白了这两人是一伙的, 三个家主以及王武父母心中再无任何侥幸, 有着那位撑腰, 再加上马云的支持, 彼特怕是要起飞了, 吴臣父母万般悔恨, 明明自己儿子和尹天关系不错, 自己怎么一时犯了啥, 非要联合其他家族欺压他们, 王家主和王夫人则相拥一笑, 今天的事传到老爷子耳中后, 想必他也不会再为难尹天和女儿的事, 就在这时, 尹天主动走到了吴臣面前, 老吴, 听说你们家族在国外有家屏幕制造企业, 呃, 是有一家, 尹天眼睛一亮, 你们能制作amoled屏吗? 吴臣回想了下, 点了点头, 正好我名下马上要开发出一款新手机, 既然你们能制造这种屏幕, 不如咱们合作吧, 吴臣心中一喜, 又忐忑问道, 可是, 我父母刚刚这样对你, 吴臣父母顿时歉意地朝尹天笑了笑, 尹天回以笑容, 反正以后继承吴家的是吴臣, 这次吴家虽然也参与进了欺压自己的队伍, 但以后自己还是少不了和吴臣接触, 没事, 咱俩的关系又不会受到影响, 想必叔叔阿姨肯定是受到了奸人蛊惑, 才会对儿子的朋友下手吧, 吴臣父母顿时善笑点头, 是是是, 这时, 周云瑞也舔着脸凑了上来, 尹天, 以前是我儿子不懂事, 你看看有没有需要我周家帮忙的地方, 周洪德看着自己父亲如此低声下气, 也被迫给尹天低下了头, 尹天看着他们的心声, 知道他们不是真心想道歉, 而是还惦记着自己的比特, 顿时冷着脸拒绝了他们, 不用了, 我需要的, 想必王家和吴家都能提供帮助, 再加一个周家, 有些多余了, 心中, 尹天还默默加了个正家, 你, 周洪德被击, 立即指着尹天, 眼中满是怒火, 周云瑞也受不了了, 脸色一变, 既然你瞧不起我们周家, 那就走着瞧, 看着他两离去的背影, 尹天冷笑出声, 自己现在联合了其他三大家族, 一个周家能翻起什么风了, 郑家有郑月瑶, 王家有王芷宁, 吴家有吴臣和吴孟宁, 只有周家与自己没什么关系, 想必经过今天的挑拨, 不久周家就会被其他三家排斥, 假以时日, 京城四大家族变成三大家族也不是没可能, 众人心事重重, 没想到, 今天尹天不仅没有被迫让出比特, 还拉拢了三个家族作为盟友, 以前, 马华只把尹天当成是短视频领域的对手, 但现在, 马华已经把他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以前, 马华的对手只有马云一个, 现在, 多了个尹天, 甚至, 尹天有着那位和三大家族的支持, 比马云要更难对付, 他看向白维德, 陈生说道, 联系洛克菲勒财团, 就说, 南非投行要和他们合作, 尹天看见了两人的小动作, 了然一笑, 没放在心上, 自己有着异能, 再加上华国的鼎力支持, 谁还能成为自己的对手, 和吴臣谈好了手机屏幕的事, 尹天也不再逗留, 今天得到了这种重磅消息, 赶紧回魔都才是正道理, 知道尹天要回去, 王家主和王夫人也没多挽留, 尹天和王指宁的是基本成了, 现在尹天要去忙试验, 他们自然不会阻拦, 当晚, 尹天乘着王家的私人飞机买了航线, 连夜坐着回了魔都, 随便找了个旅馆过了一晚, 第二天尹天早早来到彼特, 不一会, 员工陆续上班, 三位经理也到了, 看见尹天三人一喜, 陆一宁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抱了尹天一下, 尹天本想推开, 但看着陆一宁为了公司日渐销售的容颜, 还是没有这么做, 反正自己已经有了两个红颜之己, 再多几个, 想必也没什么问题吧。 第373章, 我不是要王, 欧巴, 你怎么突然回了, 也不说一声, 我们好给你接风洗尘, 看见尹天和陆一宁相拥, 张伯懂事的避开了, 直到两人分开, 他才出现埋怨的, 老板, 你怎么回得这么紧, 是出了什么事吗? 张明也是脸色忧愁, 尹天看着众人的反应, 哈哈大笑, 是出事了, 还是一件大事, 看着三人震惊地看着自己, 尹天这才把自己这次京城之旅的事告诉了他们, 听见尹天说, 彼特不仅和三大家族关系密切, 还有最高领导人坐靠山后, 张明脸色激红一片, 这, 这是不是说, 以后我们想怎么发展, 就怎么发展, 尹天含笑点头, 所以, 我们公司现在, 不要考虑那些稳扎稳打的事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只管全力发展, 钱的事, 不用愁, 自己现在可以从宁家, 芝麻, 三大家族, 以及华国银行要钱, 可以说是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 张明眼睛一亮, 这么说的话, 自己岂不是能掌控更大的公司, 老板, 我这就去做起话说, 迫不及待的张明留下一句话, 就急忙跑到办公室去了, 尹天又对张伯说道, 张伯, 你现在除了继续经营比特外, 开始着手开发联盟的手游, 张伯有些迟疑, 老板, 以联盟的内容丰富度, 恐怕只有最新的水果才能运行, 你忘了黄人正在着手开发的芯片了, 他已经快要开发完成了, 我现在正在联系其他零件商, 想必不出一个月, 我们比特牌手机就能面试, 张伯自然知道, 黄人手上的芯片, 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芯片, 想到以后能在手机上玩联盟, 张伯顿时脸色涨红, 也迫不及待的跑了回去, 只留陆一宁一个人面对尹天, 我们出去走走吧, 看着娇羞低头的陆一宁, 尹天主动问道, 陆一宁没有说话, 只是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 尹天立即拉住陆一宁的手, 带着他出了门, 完了许久, 尹天才问道, 尹宁, 你知道我已经有了女友,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尹天还没说完, 就被陆一宁捂住了嘴, 我知道, 我只想跟在你身边, 帮你打理公司的事, 只希望你看见我的成果后, 能奖励奖励我就行了, 宾馆, 尹天搂着陆一宁, 接听着张成的电话, 喂, 尹天, 我刚刚收了剧本, 正在筹拍呢, 你有没有兴趣, 什么剧本, 尹天一下来了兴趣, 张成这家伙, 一向看不起其他人写的剧本, 想要自编自导, 但因为之前的电影挣了钱, 他就一直在脱稿, 每天带着娇妻出去玩美其名曰采风, 嗯, 估计他的剧本已经见了文档了, 叫, 我不是药王, 讲的是, 听着他电影的内容, 尹天点了点头, 这个剧本通过了异能的检测, 也是一个票房黑马, 不过, 尹天还是疑惑问道, 你的钱不够了吗, 这么个电影, 成本应该不高吧, 接着, 尹天就听见张成吞吞吐吐的说, 我想请那些真的病人来演, 并且承担他们的医疗费, 尹天没想到张成会有如此善心, 若是换了其他电影投资人, 恐怕会把张成给骂得头破血流, 但尹天不是, 他欣喜道, 正好, 你的电影可以和宁宁的巨沙丑合作, 共同帮助那些患病的人, 想必通过这个电影, 巨沙丑的影响力会更进一步吧, 和张成谈完, 尹天拍了拍正依偎在自己怀里的陆一宁, 陆总, 这么久了, 你再不回去主持工作, 恐怕公司会出问题啊, 公司在轨道上发展, 怎么会突然出问题, 陆一宁白了尹天一眼, 又低声嘀咕道, 再说了, 还不时你不联系我, 尹天哈哈大笑, 许久, 尹天把陆一宁送回了公司, 自己则去了宁家, 宁常现在还在和尹天冷战, 尹天又哄了会才哄好他, 他暂时是不敢告诉他, 自己又收了陆一宁这件事, 和宁常谈了电影的时候, 好不容易才哄好的宁常, 又急忙从尹天怀中挣脱, 兴致冲冲的要去告诉员工这件事, 尹天好不容易才得已和他温存, 自然不会放过到嘴的肉, 抱住宁常的腿, 不让他离开, 就这样, 电影和巨杀仇都提上了日程, 一连几个星期, 彼得除了又兴建了几个子公司后, 再无动静, 这让一只警惕的企鹅很是迷惑, 直到, 彼得突然开了个新闻发布会, 第374章, 手机爆火, 震惊, 彼得突然召开手机发布会, 究竟是贴牌掐烂前, 还是他们十年磨一剑, 彼得发布手机发布会的新闻, 在彼得有意的运作下, 一下子上了热搜, 这个操作, 不仅惊呆了路人, 也惊呆了企鹅, 这家伙不是搞互联网的吗? 怎么突然搞起手机来了? 马华皱了皱眉, 又让人去查了查, 确定不是彼得和其他手机厂商联名的手机, 不过, 看着发布会中影天亲自描述的性能, 售价, 马华不屑一顾, 他知道国内芯片的现状, 彼得手机其他配件倒都是最新的, 但他用的那个BT001芯片, 可是闻所未闻, 不仅是马云这么想, 不少人同样是这么想的, 因此, 手机发布会刚发布, 就有不少人在呼吁不要买, 一些专家教授更是口出狂言, 直接把彼得手机脸得一文不值, 看着全网都在抵制, 影天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在技术进步, 成本降低后, 把售价再次压低了点, 基本上, 已经赚不到钱了, 但影天的计划中, 本来就不是靠卖手机挣钱, 到了手机发售的那天, 影天看着售卖的情况, 虽然很多人说不买, 但销量还是挺不错的, 一百万台一小时不到, 就被抢完了, 毕竟, 彼得手机售价, 比其他同配置的手机, 价钱低了一半不止, 除了芯片, 基本上是谁买谁赚, 买个手机给父母, 子女用不香吗? 结果, 有人买了后, 在给父母演示时, 感受着流畅的系统, 心中一顿, 他们赶紧下了几个其他的软件, 试用之下, 只觉得流畅了不少, 很快, 这些人在网上开始宣传比特手机, 很多路人还是不信, 直到, 手机性能评测专业软件给出了评分, BT001跑分, 五十万, 足足高出之前, 一直霸占芯片性能榜首的魔龙一倍有余, 事情一发酵, 所有人都疯了, 这种最顶尖配置的手机, 售价竟然比现在智商机还低一半, 比特是傻逼吗? 一时间, 第一天, 比特手机官网涌入了无数人, 第一天, 手机卖光, 比特手机全网爆火, 第二天, 一小时不到卖断货, 黄牛们纷纷加价转卖, 一时间赚得盆满钵满, 第三天, 十分钟, 第四天, 三分钟, 再后来, 不仅是国人在买, 有不少外国人也知道, 华国出了个物美价廉的安卓机, 性能吊打现在所有手机几倍, 全网都在呼吁增加产量, 国外的订单更是如雪花般蜂拥而至, 甚至有抢不到手机的人要求比特加价, 减少一些受众, 对此, 影天神秘一笑, 依然维持着原来的售价, 随着产能扩大, 尽管利润低薄, 每天依然是几千万几千万的净利润, 就在比特手机的使用者多了后, 他们突然发现, 某天应用商城突然推送了一个游戏, 联盟手游, 在此之前, 联盟从未宣传过, 有些人不玩游戏, 便没有下, 手机的装机数, 一时间手游比端游的用户都多出了几倍不止, 加上联盟手游的便利, 时间短等特性, 一时间全国年轻一辈都爱上了这个游戏, 每天互联网上都能看到找开黑队友的消息, 有些人下了联盟手游, 却发现手机带不动, 顿时纷纷换了比特手机, 这又促进了比特手机的市场占有率, 其他有商看着节节日下的销量, 脸上都是愁云密布, 比特手机一出, 他们的手机都成了智商检测机, 不久, 他们学着比特降低售价, 利润腰斩, 但好歹能占领些千元机以下的市场, 老天, 马华正玩着联盟手游, 突然收到了条推送, 现在使用比特聊天, 领永久限定皮肤, 点开一看, 这是比特为了推广比特聊天, 在联盟手游上做的一个活动, 马华按着指引进入比特聊天, 这才发现这是个预装软件, 看着那熟悉的界面, 他嘴角一抽, 影天这家伙要进攻及时通讯界了, 顿时, 他手中的联盟也不香了, 及时通讯作为企鹅的根基不能动摇, 可是他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预装的原因, 所有比特手机上几乎都有一个比特聊天, 不仅是联盟在宣传比特聊天, 比特聊天还同时开办了不少聊天的现金的活动, 比特聊天面试不到三天, 用户数量就达到了恐怖的三亿, 并且每一天还在节节上升, 马华每天听着企鹅的报告, 看着日益下降的使用时长, 心中憋着气, 他这才明白, 手机只是一个幌子, 影天要做的, 是通过手机推广自己的软件。 第375章, 医疗, 可惜为时已晚, 马华就算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强迫别人不用比特手机吧。 看着日渐减少的用户, 马华赶紧联合白韦德做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可这也只能暂缓用户流逝, 与此同时, 影天正在观看杀青了的电影, 我不是药王, 讲的是一个普通人为了钱, 走私低价药盈利, 赚钱挥霍后幡然醒悟, 一心为了帮助病人去买低价药, 这时却锒铛入狱的故事。 看完, 还挺感人, 至少影天鼻子也有些酸酸的。 宋审时, 因为挂着比特的名号, 一刀没被砍就过了。 影天又和张诚商量上映的具体事宜, 因为想让更多人看见, 这次张诚也是选择的网络放映。 传世, 斗鱼等比特的网络媒体顿时紧张地安排着。 不久, 电影上映, 无数人守在手机, 电脑前为剧中小人物的境遇或悲伤或喜悦。 看完后, 大部分人都心中一酸。 这时, 他们突然看见了下面的巨沙筹接口。 顿时, 善心无处安放的众人纷纷慷慨接让。 据宁场所说, 当天受到的善款比以往加起来都多好几倍。 看着不断减少的筹钱信息, 影天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这时, 他又接到了许家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许久没见的许建修。 喂? 许哥什么事? 影天大大咧咧问道, 那个什么? 我不是药王? 是你拍的吗? 差不多。 我的医院研究新药物时, 碰巧研发出了一款新药, 已经经过了临床检验。 药效, 和那个售价十万六片的进口要差不多。 影天听完, 愣了一瞬。 许建修的医疗试验, 还真的取得了突破。 不过, 听到后面后, 影天旋即大喜, 卧槽, 太好了, 你们准备定价多少? 刚好趁着电影的东风帮你们宣传一波。 他们卖十万一盒, 我就卖一百一盒吧。 电话那头, 许建修淡淡说道, 一百一盒? 这种小中病的药卖这么便宜, 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本? 影天知道, 他为了父亲, 投入所有资产去研发药物。 也就是说, 这个药的研发成本应该在三百至四百亿之间, 能卖三一盒以上吗? 影天又劝了劝, 但许建修无动于衷。 两久, 影天才叹了口气, 答应了许建修。 届时, 影天立即安排人造势。 同一时间, 许建修放出新闻, 配合影天造的事, 新药一出便被广而周知。 我去, 刚看完, 我不是药王, 这种事就在现实中上瘾了吗? 一百一盒? 真有用, 假有用? 我, 我妈妈终于吃得起药了。 唉, 可惜我女儿没活到这个时候, 不然也不会因为买不起药而离开我。 巨沙筹直接和许建修的医疗公司合作, 现在, 每个患这种病的人只要在巨沙筹上求助, 就能得到巨沙筹捐赠的免费药物。 当天, 巨沙筹上这类病的病例多了近三倍, 毕竟, 一盒一白也不便宜, 华国还是有很多人买不起。 国外的医药公司看着报警的订单, 心中一慌, 成本没收回, 还怎么研发新药? 这时, 许建修逝时对国外无数医疗专家发出感览支, 邀请他们加入许家医疗。 随着许建修招的人越来越多, 国家也推波助拦了一把, 对这类人才来华给了不少便利。 于是, 世界上突然出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以往都是华国人才去国外, 现在却突然成了国外的医疗人才来华。 尹天看着这条新闻, 会心一笑。 以后, 这种事还多着呢? 因为有着国家的帮助, 许建修研发药物的人才多了不少。 终于, 在尹天帮他父亲顶下的死期到来前, 他终于研发出了尹天根治所需要的药物。 尹天也抽空去了趟许家, 帮许老爷子解决了心腹大患。 同时, 他也见到了已经进入小学的许若宁。 小丫头还是如往常那样年他。 陪他玩了会, 尹天又去参观了许建修的医疗研发中心。 看着里面分工明确, 忙得昏天黑地的研究者。 尹天觉得医疗界恐怕会迎来一场变革。 毕竟, 有着许建修这个不想着赚钱的资本家, 这些研究都不会被放弃。 尹天旁观了会, 又进入一个没有危险的实验室看了看。 参观完他们的研发主题, 实验方向, 遇到的困难后, 尹天突然放声大笑。 原因无他, 尹天发现他们的这些问题, 自己眼中都有着答案。 看着诧异的众人, 尹天直接把答案告诉了他们。 为首的研究工作者顿时像是顿武般, 连老板也顾不上就要回到板位上实验。 第376章 招人 不一会, 他就大声呼喊着,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接着, 他钦佩地给尹天鞠了个功, 诚挚地感谢尹天的教会。 这一下好了, 研发中心的其他人也知道, 这个华国人指点了一下, 就让一个项目得到了突破。 不少或相信, 或不幸的人纷纷邀请尹天去他们实验室指导。 尹天寻思时间还早, 便没有拒绝。 这个, 换一个没催化。 你们在重复步骤时, 看看分酸不同剂量对他有什么影响。 一个个下来, 无数项目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他们看向尹天的眼神已经变样了, 从一开始对老板朋友的尊敬, 变成了对医学界闲者的尊敬。 更有甚至, 直接跪着求尹天收他为徒, 教他医术。 尹天哭笑不得地拒绝了。 有几个老教授还痛心疾首, 直呼尹天浪费了大好天赋。 尹天只好承诺, 以后有时间就来看看, 才从这群狂热的科研家中逃脱。 出去后, 许建修更是激动得脸红脖子粗的。 他现在进军医疗行业算是毕露蓝履, 有了尹天这次的帮助, 无数问题迎刃而解, 医疗产业得到了一次飞升。 但许建修也没问尹天是怎么懂这些的。 他早就知道尹天不是池中之物。 回到彼特, 张明立即带着报表来了。 老板, 我们这两天收购了有摩期漫画, 其实中文网等多家行业, 有些不愿意卖的。 我已经安排人开始自荐了。 尹天粗略一看, 表上寒扩的行业基本上把大IP计划的上下游都衔接起来了。 嗯, 现在关键就是做出产品来, 不能买了就放着生锈。 嗯, 我们已经全面提高从业者的福利水平, 收到的稿件比以前多了两三倍不止。 顿了顿, 张明继续说道, 对了, 老板, 我们现在人手严重不足, 是不是该再次扩招了? 从那天得到尹天的消息后, 他就一直在发展新的行业, 公司人寿实在是抽掉不过来。 你直接去和各高校联系, 咱们直接去他们学校招。 想了想, 尹天建议的, 直接从源头招人可比在筛选简历简单多了。 尹天此时也有些明白, 那些大企业更喜欢校招是为什么了。 外面找, 还要看看简历, 合适学历等是否真实, 还要考察实力, 繁琐的一批。 但如果直接从学校招就能避免这个步骤, 直接让他们把成绩拿出来说话。 这样虽然也会错过许多成绩不好, 但有实力的大楼, 但相比之下还是很值得。 张明点了点头, 转身就去办这件事。 一周后, 全国高校同时举办比特校招大会。 卧槽, 同时在这么多学校招人, 比特这么缺人吗? 我有个在官方的叔叔告诉我, 比特最近注册了几十家公司, 野心真大啊。 这么大的盘子, 比特能撑起来吗? 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招聘现场也异常火热。 谁不知道, 比特有现在最火的短视频, APP传释, 最火的电脑游戏联盟, 性能最强的比特手机。 虽然还不知道, 他们现在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但只要进了比特, 拿出去到时候跳槽, 就是一个完美的经历。 而且, 万一比特的这些新产业, 一下子就起来了呢? 到时候, 自己还不是就成了元老级人物。 这么想着, 无数人蜂拥而至, 甚至还有不少已经进入了社会的校友, 过来问条件。 短短两天, 比特就招了四五倍于现有人数的新员工, 但和缺口相比, 还是少了不少。 粗略计算, 每月比特要支付的工资就高达四千多万, 尤其是他们现在还有很多是实习, 等转正了, 这个数值还会上涨。 有了大学生, 影天又公开去其他公司挖人, 袁某某读书总监, 哇, 你有多年的IP运营经验? 哇, 短短一个月, 比特凭着强大的资本吸纳了无数优秀人才, 与此同时, 船市也开始在国外火了起来。 哇, 这个软件真的有意思, 我说我一刷视频就忘了时间, 你们改信。 天哪, 我今天刷着刷着, 忘了做饭, 等会老公回来, 该怎么办? 源于华国正在扶持文化输出, 船市, 随拍一同进入了外国人民式视野。 这种独特的短视频形式, 很快符合了无数的外国人。 比特顺势成立船市海外部门, 专门负责解决船市在海外传播时的问题。 随拍紧接其后, 但很遗憾, 人的审美大多差别不大, 外国人纷纷选择船市。 这又把白维德和马华琪的好几天食欲不振。 他们只有联系国外的金主, 开始借用他们的势力推广。 第377章, 船市不贵。 有了洛克菲勒和南非投行的支持, 随拍才从船市顾及不到的地方开始稳扎稳打, 慢慢也有了很多用户。 两大短视频Apply在国外把他们传统的社交媒体打得落花流水。 他们纷纷起诉船市和随拍, 理由是不正当竞争。 这让国人看着心里痛快极了。 连带着船市和随拍国内的业务也迅速发展, 船市更是达到了恐怖的6亿用户, 4亿日活。 每天, 光是流水就能达到几十亿。 船市也彻底摆脱了吃钱大户的身份, 开始渐渐盈利。 影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 完成了片段中随拍用了好几年才实现的壮举。 就在彼得众人欢呼时, 他们突然收到了国外多国发来的声明。 声明中, 他们宣称在船市和随拍里发现了危害他们国土的代码, 将禁止这两个软件出现在他们国家。 很快, 新闻也公布了这个消息。 一时之间, 华国群情激愤。 傻逼老美, 竞争不过就来迎招。 没事没事, 外国人逆反新墙, 政府越是要进, 他们越是玩得换。 可船市和随拍的业务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因为服务器被拔除的缘故, 不少国家内都没有了比特的服务器, 这导致他们刷视频时卡的一批, 用户迅速减少。 就在比特和企鹅寻求解决方案时, 他们又给出了条件。 允许船市和比特被本国企业收购以重新获得准入资格。 说白了, 就是把两家的产品卖给他们。 这个消息传出来后, 网上又炸开了锅。 不行, 这个条件我们绝不能答应。 对, 有一就有二, 这次他们能通过这种手段对付传世和比特, 下次就能通过这种手段对付其他产业。 传世和随拍千万不要屈服啊。 当晚, 比特召开会议, 联合声明中签字的国家非常多, 可以说少了这些国家的用户, 传世收入会会被腰斩。 但是, 隐天牢记当时自己答应的东西, 坚定地拒绝了不少穿夺者的主意。 同时, 传世发表声明表示绝不会向他们屈服。 反倒是企鹅这边, 白维德和马华对视一眼, 眉头紧皱。 这次的事还是惊动了他们背后的金主, 而金主们很显然是站在国外那边的。 因此, 他们被要求同意这个条件。 虽然万般不愿在这时候当一个懦夫, 但还是没办法。 很快, 国外媒体报道, 随拍同意卖出海外业务。 众人被随拍的操作搞猛了。 人家刚把国家好, 你就跳了进去。 就算想卖, 也得演演戏吧。 傻逼随拍, 我再用一次我就是傻逼。 你们这特么贵的太快了吧。 王我对你们这么信任, 无论网上怎么说, 随拍还是按计划把业务卖了出去。 顿时, 网友的西记全寄托在了传世身上。 传世加油, 一定不能屈服。 我已经谢了随拍了, 现在只用传世,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们失望。 唉, 传世也会屈服的吧。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彼特对此没有回应。 只要传世一天不屈服, 网友们就一天不放弃。 渐渐的, 我内用随拍的人越来越少, 每次看见别人用随拍时, 他们还会嘲笑为什么要用卖国贼软件。 看着市场份额越来越少, 白维德和马华急白了头, 却无可奈何。 这一切, 都是他们当时屈服的代价。 不过, 他们也在等着传世屈服。 只要不是傻子, 都不会舍弃这块肉吧。 但大家等着等着, 突然发现, 传世不知不觉间, 已经抗衡了好月了。 现在的外国, 除了一些没有禁令的国家外, 短视频市场已经被随拍和其他短视频, EPI占领。 彼特也一直没什么大消息, 只知道是一直在埋头发展。 突然某天, 彼特发布了最新的新能源汽车。 好几个月没有消息的彼特, 突然又搞起了新能源汽车, 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看到汽车售价后, 不少有钱人关掉了发布会。 看见影天开始谈论环境保护时, 不少人开始打起了哈欠。 发布会完成后, 人们只得到了一个信息, 这个车够便宜, 普通人都能买一辆代步。 顿时, 不少收入不高的民众纷纷购入, 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至于高收入群体则有不少不屑一顾。 能耗再低又怎么样? 开这么便宜的车子出去不丢人吗? 突然有天, 有条正令发布, 为了保护环境开始现行。 传统的燃油车受到了限制, 倒是彼特汽车因为无污染, 可以畅通无阻。 不少老板成功交到公司后, 突然看见属下从车上下来, 顿时觉得脸面全无。 第378章, 冲出地球, 大结局。 慢慢地, 路上比特汽车越来越多, 人们也显著看见了比特汽车带来的好处, 比如说早上起来空气更新鲜, 路上没啥烟味之类的。 最显著的, 还是他们发现自己每月的油钱少了。 影天看着这个由自己帮忙设计的新能源汽车, 心中非常满足。 自从那天从许家回来后, 他就一直有注意自己的异能在技术方面的作用。 科研遇到难题, 影天看完整个流程就能直接找到解决办法。 因此, 影天现在开始慢慢转型成了半技术人员了。 起码, 他每天待在实验室的时间比他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多。 吃透了原来的芯片技术后, 影天又凭着自己的异能开始着手研发新的芯片和光刻机。 这又要求材料行业有所突破, 影天又要去材料研发实验室帮忙。 现在商业上的东西, 他全都交给了手下人去办。 有着独心的能力, 影天也不怕有人坑自己。 自从影天开始着手研究后, 进展喜人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突破。 而因为影天的存在, 每次有新的突破后, 他甚至来不及出去变革, 就会有新的研发思路。 光刻机从8纳米到5纳米, 再到3纳米, 2纳米。 芯片从BT001到002, 再到101。 可惜, 外面的人还用的是BT001, 殊不知短时间内, 他们用的已经是落后不止多少袋的东西了。 因为忙着比特的工作, 路易宁病了一次。 影天照顾他时, 因为太亲密被宁肠瞧出了端倪。 影天只好坦白了与他的关系。 影天大哭一场, 最后却还是接受了路易宁。 没办法, 这么一个能为了影天的事业, 天天从头忙到晚的人, 没人能不喜欢。 当然, 这个账还是算到了影天头上。 影天和他冷战许久, 才在影天再三保证下原谅了他。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 影天再次把精力投入到了研发中。 似乎是因为本身就有搞研发的基因, 影天只觉得自己每次解决了别人, 解决了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时, 终有一种成就感。 这是商业上金钱的增长不曾给他带来过的。 因为产品更新换代太快, 所以实验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泄露出去。 毕竟, 要做就做最好, 明明知道过几天就能有更新的东西出现。 谁能忍受自己现在还在生产老旧的产品呢? 今天的新兴高科技, 明天就会被取代。 这种落差, 没人受得了。 当然, 跟着影天工作的人就有爽到了。 每天亲眼见识最新的东西被研发出来, 有时候,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实验室中的产品越来越多, 如果按照顺序拿出去的话, 恐怕未来几年的诺贝尔奖都会被包援。 当然, 如此科研成果在眼前, 也有研究人员忍不住坚守自斗, 想要带出去, 但在影天的读心术下, 基本没有一个能走出大门的。 表现在外, 就是彼特除了当年的新能源汽车外, 再无任何拿得出手的产品。 不过, 因为彼特在短视频领域一直处于龙头地位, 外界也没有大的谣言, 但还是有些阴阳怪气的声音。 呀, 彼特怎么好几年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话说, BT001芯片和现在最新的魔龙怎么性能一模一样? 对此, 所有彼特员工都在等, 等影天不再从事研发工作的那天。 终于, 影天看着数据中拿地球上存量极为稀少的材料, 叹了口气, 以地球上的资源也就能把科技术攀升到这了吧。 看着面前数百位早已麻木的研究者, 影天笑了笑, 这些年来一直沉浸于研发中, 现在终于碰到了自己也暂时解决不了的瓶颈了。 正好, 趁这次出去好好浪浪, 影天走到大门口, 越过熟悉的门径给所有人打了个电话。 我出来了。 说完, 影天缓缓往大门处走去。 等到影天走到门口时, 已经看见守候在门口的宁场, 王指宁, 陆一宁了。 上去拥抱了三人, 影天这才看向姗姗来迟的张明。 近几年发展放缓, 张明轻松了不少。 因此, 影天直接说道, 张总, 以后, 你又有的忙了。 张明顿时站直, 随时准备着。 让你的人接手这里的技术资料吧。 嗯, 编号比较低的, 可以卖出去, 然后每年升级一下卖更新版, 最顶尖的, 咱自己留着。 张明点了点头, 向这里面走去。 一个月后, 世界知名学术期刊, 全片刊登了来自比特的《学术论文》。 在世界各国的技术人员论证下, 认定了哪几十篇论文所讲的内容, 全部属实。 紧接着, 全球震惊。 论文上刊登的, 无异不是足以改变世界形式的东西, 最新的材料, 最新的医疗方法, 最新的物理知识。 不到一天, 诺贝尔宣布临时把这几篇论文列为获奖候选。 一时间, 无数人想要趁这个机会去结交比特, 要是能从他们手中买下一些科技, 自己就发大了。 然而, 就在颁奖当晚, 当委员念出获奖名单时, 没有人上台领奖。 无他, 看不上罢了。 同一时间, 彼特再次更新了比这更先进的学科理论技术。 全世界都被彼特的这个更新速度惊呆了。 更有国外大财团连夜访华, 想要谋取一份技术资料。 出乎意料的是, 彼特很容易地就答应了, 卖了不少技术出去。 就当众人以为彼特在犯傻时, 没人能料到, 在华国无数秘密制造基地里, 远超国外买下的技术几十年经验的产品, 正一一被制造出来。 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驾驶飞机, 硬度比现在最硬合金还要硬无数倍的材料。 等等等等, 当然,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影天研发出的人工智能。 这些如果拿出去, 恐怕会有人以为华国得到了什么外星文明的遗迹。 某个火箭发射基地, 影天正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 看着前面正在忙碌的员工, 忍不住问道, 贾维斯? 还要多久? 身旁, 一个与人类无异的仿真机器人回答道, 主人, 预计还要半小时, 您可以和夫人们准备了。 听完, 影天顿时跳了起来。 那还等什么? 赶紧去喊他嘛。 很快, 一男三女一机器人坐在了火箭中, 看着渐渐远离的地面, 影天不禁笑了起来。 要是等会人们发现, 所谓的火星探索直播, 实际上是直播我在火星上的婚礼, 他们会是什么反应?